周扬开局成为家主,觉醒万倍资源增幅系统,恰逢同城修仙家族王家准备对付周家。 定。 恭喜宿主,龙血果万倍增幅,服用后获得先灵根资质。 定。 恭喜宿主,天心草万倍增幅,炼制后可得完美助击丹。 定。 恭喜宿主,龙灵草万倍增幅,服用后凡人亦可修宪。 定。 恭喜宿主,剑心草万倍增幅,服用后获得精细神通。 无数年后,无垠仙界至高天最中心一处最繁华强大的仙域名为大周仙域,完全被仙界第一大帝族周家掌控。 第一章,继承家主,系统开启。 修仙界,大夏王朝境内,青木城周家府邸挂满了白铃。 周家家主周有为在青木城三大家族大比时遭受王家家主重创,不幸去世。 投契之后,周家选择出了新一届家主,家族一试听正在商讨眼前的巨大困境。 周扬睁开双眼,眼神有些迷茫地看着周围众人,自己这是在哪?穿越了吗? 就在这时,脑海中记忆开始融合。 自己在这个世界也叫周扬,是青木城周家的新任家主,周家前任家主周有为之子。 母亲刘宛如,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以及一个年幼不到四岁的弟弟。 作为周家主卖,家主周有为长子,即便他刚刚十六岁成年,也不得不继承家主之位,面对周家眼前的困局。 家主,王家和李家正在蚕食我们在青木城内的店铺,甚至就连城外的灵田和灵药培育基地都被他们抢夺去了一些。 再这么下去,我周家收入大将,被王李两家吞并也就在眼前了呀。 周扬左侧,年龄最大的大祖老面陆幽瑟地说道,是啊,这王家在比斗当中耍诈,竟然用毒,否则家主怎能丧命,王家实在是可恨。 另一个祖老也恨声说道,现在说,这些都迟了,眼下我们周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王李两家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周家只有家主一个助击进修士,现在家主去世,周扬继承家主,但是他的实力还不到炼器七层,怎么和王李两家比啊? 他们两位家主可都是助击中期的修士。 哎,右侧一个祖老也叹息道,不仅是祖老们担忧家族前途,即便是坐在下手的几个周扬的书败辈也是脸色难看。 而几个堂哥堂姐此刻也没有什么插话的资格,周家规矩森严,家规和家法都很严厉,这是周家传承六百多年的根基。 周家族老七人,是周扬爷爷那一辈的老人,几个书败和他们的孩子,成年后才有资格参加家族议事会议。 周家外面的府邸当中还有不少人员,包括周扬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母亲刘宛如因为伤心过度还在休养,无法参加议事会。 对,姐姐在外历练寻找机缘,突破助击。眼下一切都要由周扬决断,祖老门只有建议权,家主才拥有最终决断权,这就是周家家主的庞大权力。 巨大的权力带来了独裁式的治理,权力集中,命令通达,效率极高,但劣势可能就是权力过大,一旦决策失误将会造成巨大损失。 曾经就有一位家主决策失误,让周家人口和财富损涉三分之一还多,分支族人都散出去不少,以此保留家族希望。 家主你说句话,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一个书白看向周扬,出声询问,不过周扬刚刚成年就继承家主,估计也没什么好主意吧,想到这里,他叹息一声,基本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周扬刚刚开口,就听脑海中一声叮咚,叮。 恭喜宿主!资源万倍暴击返环系统开启,叮。 有新手礼包等待领取,请问宿主是否领取?脑海中的声音让周扬再次陷入了沉默,随后他开口的声音。 周扬,诸位祖老,诸位书白和堂哥堂姐,你们不要着急,让我仔细想想。 放心,我周家能在青木城传承六百多年,不是那么容易倒下的。 众人闻言不由精神一震,随后镇定了下来,是啊,周家在青木城传承六百多年,这么多年来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天灾人祸,还不是传承到了现在。 对,我周家历经无数苦难都度过了,我就不信,这次的劫难,能难倒我们。 我周家个脉,加上仆从护卫大几百人,还能怕了他们王家和李家。 不错,周扬没去管这些人自我安慰的话语。 开什么玩笑,眼下周家又没有助击修士,怎么和人家,王家和李家比啊? 人家两位助击中期修士在,覆灭周家不过半天时间。 之所以没那么做,还是因为青木城城主在。 城主代表了大厦王城颜面,王家和李家不敢做得那么过分,一旦等两家许诺了城主一些好处和代价,说不定周家就没了。 不过现在周扬素会觉醒,两世为人的他特别清楚眼下周家的困境所在。 那就是,没有一个助击修士坐镇,他现在系统又开启了,还怕什么? 系统,你有什么能力?赶紧说说。 周扬没有第一时间领取礼包。 他必须得先了解一下这个系统有哪些功能才行。 本系统为资源万倍暴击系统。 从宿主继承家主之位后,家族和宿主个人在野外得到的一切自然资源都可以获得万倍暴击。 周扬文言有些懂又有些猛。 他说道,我好像明白一些,但是又好像没搞清楚,还请举例说说。 比如,宿主家族或者您自己从野外发现了一个新的夏品临时矿脉,这时系统将会给出选择。 宿主您可以选择将这个矿脉储量扩大万倍, 也可以将这个矿脉的质量扩大万倍,储量不变,但是品质变高。 野外发现并且占据之后才可以。 也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拥有权,必须得是自然诞生的资源。 如5G装备,丹药,弓法等,则无效。 若增幅后,被其他人夺取呢? 增幅效果还在吗? 还在。 明白了。 周扬点头,随着他的询问,他是真的明白了。 这样的一个系统,的确是最适合家族发展的系统。 不管发现什么资源,只要是自然诞生的资源,都可以在占据之后对其进行万倍暴击增幅。 而那些人为改变过的,则无效。 比如,已经挖掘出来的灵石就无效,炼成之后的丹药无效,但是自然生长的灵药却有效。 然而,这个系统想要提升自己实力,也是需要时间的,起码得去发现并且占领资源才行。 占领之后,还得开采也需要时间,还得防止其他人抢夺。 眼下家族遭逢大难,哪里有时间去慢慢发展啊? 新手大力包! 周扬将目光放在了这个方面,幸好还有这个新手大力包在,应该能够解自己的燃眉至极。 领取新手大力包! 周扬在脑海中沉声说道, 第一,新手大力包领取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一万立方米专属空间一个,空间中不能存放活物。 恭喜宿主获得完美助击单十颗,服用后百分之百可以晋升助击镜,前提必须为练气九层修为。 恭喜宿主获得完美修为提升卡一张。 使用后,可以将修为提升一个大进键,无负作用。 新手大力包发放完毕。 请宿主扩大家族领地,占据更多资源,本系统才会更有用武之地。 第二章,筑鸡丹。 轻呆众人! 周扬一看,这大力包开出来的三样东西,顿时满脸笑意,心中也大大的松了口气。 及时雨压这是。 一万立方米的专属空间虽然不算太大,也就相当于前世一个大型足球场那么大, 可它是立方体空间实际可以储存的东西可不少。 同时,这个世界的储物装备很稀有,只有那些大势力才有, 比如大夏王朝,以及王朝内大型城池的各大势力。 而那些大型宗门和圣地自然不用多说。 虽然现在的修仙界资源远远不如远古时期那么丰富, 甚至已经接近匮乏时期了, 可那也相对于底层修仙者来说的。 任何世界,即便再怎么资源匮乏, 上层强者拥有的都是最好最多的资源, 这一点毋庸置疑。 而周扬有了资源暴击增幅系统在, 周家未来发展不用多说, 他心中冒出了一股野望, 希望能将周家带上圣地级别家族。 他前世孤苦一人,也没什么留念的。 而这一世觉醒记忆虽然迟了点, 但是记忆融合之后, 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父母家人对他的爱护。 说穿了就是,他对周家很有归属感。 更别说他现在是周家家主了, 周家家归森严,家主就是天。 他有信心带领周家走出眼下泥潭, 冲向修仙界顶端, 只要给他时间发育就行。 另外两样物品虽然比不上专属空间, 可也不差, 甚至是眼前周家困境的救命稻草。 助击丹不用说, 是给炼器九层修饰用来冲击助击镜的珍贵丹药。 这个世界普通助击丹能增加三到五成助击成功率。 若不使用助击丹自行助击的话, 成功率不到一成, 只有那些大宗门和圣地的天才自行助击的成功率才会高两成, 也仅仅是两成而已。 可系统奖励的却是完美助击丹直接百分百晋级。 可怕, 夸张, 强大。 有了这十枚助击丹, 家族七位在炼器九层徘徊多年因为没有助击丹而无法助击的祖老, 就可以一夜之间全部助击了。 家族瞬间拥有七位助击修饰, 王家李家拿什么和周家斗。 到时候, 下毒手因了前任周家家主的仇, 瞬间得报。 而最后一个奖励, 完美修为提升卡, 可以直接提升一个大境界。 周扬现在是练器中期, 练器六层的修为。 使用后直接成为助击中期的修饰, 这个世界境界划分很简单。 每个大境界有九层小境界, 每三个境界为初期中期和后期。 周扬脸上露出了笑意, 抬头看向了众人, 心中想着怎么将这些东西拿出来而不引起大家怀疑。 其实很简单, 就说自己之前外出得到的机遇就行了。 而且这些助击丹也无法治疗伤势。 之前父亲死亡, 自己还没觉醒记忆呢。 就算觉醒了记忆和系统, 助击丹也无法救命。 可惜了父亲周有为。 话说, 按照这系统觉醒的方式, 自己没登上家主之位, 说不定系统还不会开启呢。 那样依然无法救父亲。 看着诸位祖老和数百堂哥堂姐看向自己的眼神。 周扬开口说道, 诸位祖老, 你们修为达到炼器九层已经多年了吧? 是啊, 老夫已经在炼器九层大员满呆了数十年, 再有十几年, 估计就可以入土了。 坐在周扬左手的大祖老叹息道, 助击丹太过珍贵, 只有那些大势力才能炼制。 我们这样的修仙家族, 只有凭借多年积蓄, 才能偶尔在一些方式中买到。 有时候甚至有零食都买不到。 是啊, 我就听说过一个寒铁城的有钱家族, 那个家族还是精通锻造法器的, 竟然就因为无法买到助击丹而断了传承, 最终被其他家族瓜分了各项产业和资源。 修仙哪啊? 现在的修仙界, 资源越发匮乏, 即便是那些大势力, 也在逐渐减少助击丹的外流。 以助击丹的珍贵程度, 现在已经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了。 有助击净修士坐镇的修仙家族和没有助击的家族, 那就是两个层次的, 眼下家族最大的难题, 就是无法面对王家和李家的两位助击修士。 一说起这个, 众祖老就叹息, 不是家族不给他们晋升, 是实在没办法, 助击丹太过珍贵, 并且有时候你有钱都买不到, 实在无奈。 周扬见此, 哈哈一笑, 一挥手取出了七个玉瓶, 每个药瓶中装着一颗助击丹。 既然决定用机缘来显示自己获得的东西, 那就没必要隐瞒储物装备了, 直接说自己获得了储物袋。 以周家家主的权利和威严, 也没人敢来他身上翻肘, 更不会反驳什么。 诸位祖老, 看看这是什么? 嗯? 祖老们目光瞬间被吸引, 看着这七个药瓶, 眼神闪烁, 在联系刚才周扬的话语。 难道? 芽儿难道? 难道这? 这是? 一个祖老激动莫名, 直接喊起了周扬的小名, 周扬也不生气。 周家家规虽然森严, 但他毕竟才刚刚继任家主。 并且, 祖老们都是看着他长大的, 家族内部也很和谐, 基本上没什么大矛盾, 非常的团结。 左侧的大祖老靠得近, 当即拿过了一个玉瓶, 拔开瓶塞后一看, 顿时惊呼出声, 铸鸡丹。 天呐, 这, 这真的是, 真的是铸鸡丹? 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么多? 这橙色, 这品像, 比我曾经在一个方式拍卖会上看到的那颗, 要好太多了吧? 这是上品铸鸡丹啊? 家族你, 你这是哪里来的这么多铸鸡丹啊? 七位祖老, 每人都拿着一个玉瓶, 确定真的是铸鸡丹之后, 个个都兴奋无比。 有了这些铸鸡丹, 就算按照50%的成功率, 家族也能一夜之间多出三位铸鸡修士, 眼下困境将迎刃而解, 什么王家李家, 全都不是事。 就连舒白和堂哥堂姐们也都很高兴, 家族一旦有了铸鸡净修士坐镇, 他们这些修为低的也就安全了, 只有脱币于家族, 他们才能更好地发展下去, 才有更好的修行环境。 杨帝你好厉害。 二伯家的堂姐周梅, 敬佩地看着周杨。 这些可是珍贵的铸鸡丹啊, 上次流光成方式拍卖的价格, 一颗可是达到了18万枚夏品零食的天价, 我们周家一年的收入也猜不到2万夏品零食, 加上族人的各种修行消耗, 一年都遇不下1万零食, 这还是在省吃俭用的情况下呢。 第三章, 未来可期, 周家独尊? 对啊, 杨帝你竟然一下子就拿出了7颗铸鸡丹啊, 这算起来得价值过百万了吧, 我们家族得不吃不喝五六十年才能赚到。 三伯家的堂姐也开口说道, 家主肯定是获得什么机缘了吧? 我记得前段时间, 家主不是带着家族护卫陪周雪妹妹去了一趟黑铁山脉吗? 二伯家的堂哥周俊开口说道, 周俊的修为也达到了炼器九层, 属于周家天才修士了, 而且性格沉稳老练。 周有为还在的时候, 就特别看重他, 没有分配太多家族事物给他, 好让他专心修炼。 不过他还没到炼器九层圆满, 周扬打算等他圆满之后, 再给他一枚助机单, 修为提升卡肯定是不能给他的, 他得留着自己用, 作为周家家主没有实力怎么行。 就在这个时候, 那位坐在周扬身侧, 年龄最大的大祖佬开口道, 家主, 这颗助机单我就不用了, 我年龄太大, 血脉枯竭, 潜力耗尽, 即便有助机单估计助机成功率也不高, 这颗珍贵的助机单还是给你用吧, 就不用浪费在我的身上了。 文言, 周扬还没说话, 坐在右侧的二祖佬也出声道, 我这个助机单就留给周俊吧, 他的天赋潜力都不错, 服用助机单成功助机的概率, 比我这个老头子大多了。 周俊文言, 感动地看着二祖佬一眼, 对方是他的爷爷, 也就是周扬二伯的父亲。 而大祖佬不是别人, 正是周扬的亲爷爷, 只不过因为家规森严, 老人在家族会议上, 坚持称呼周扬为家主, 以此来保证家主权威。 就在周俊将要起身, 拒绝他爷爷让给他的助机单时, 坐在上手的周扬开口了。 诸位祖佬, 我可没说, 我只有七颗助机单啊。 你们不是问我, 这些助机单哪里来的吗? 周扬笑着环视一圈, 既然堂哥都帮自己把理由都想好了, 那自然就顺着说道。 没错, 就是我在黑铁山脉遇到的机缘, 一个前辈作画后留下的储物袋, 被我捡到了, 里面就有十颗助机单, 你们就放心地使用吧。 周俊堂哥和两位堂姐也不用担心。 你们谁先到练器园们, 自然有一颗助机单供应。 这, 十颗, 那么多啊。 家主, 你运气太好了, 竟然得到了一位前辈作画后留下的储物袋, 那可是储物袋啊, 整个青木城就连王家和李家都没有, 我们家曾经好像得到过一个, 可却损坏了, 现在青木城恐怕就城主有吧。 堂哥周俊高兴地说道, 那可是储物袋啊, 他还没亲眼见过, 不过他也没敢要求周扬拿出来给他看看, 家主威严在这呢。 周扬也没多想, 最多等会随便拿个袋子装怀里冒充一下就是了。 所以说, 诸位不用担心助机单的问题。 周扬笑了笑, 随后面容严肃了起来, 一旦祖老们服用助机单晋升助机修士, 我们还要担忧这些问题吗? 有了那么多助机修士, 王家和李家根本不用担心。 到时候, 我们家族将迎来巨大发展, 助机单也有能力去购买新的。 以后只要家族有天赋卓绝的后辈, 也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助机单。 只要他的家族贡献度到了, 每个人都有机会。 对, 只要我们家族再次拥有助机修士, 还怕什么王家李家啊。 三伯家唐姐周扬笑着说道, 幸好啊, 幸好有家主这次的机缘, 还愿意将机缘拿出来交给家族使用。 这次危机度过, 家主功劳甚大。 一位祖老激动地说道, 周扬见此, 不由点头, 周扬家加龟森炎的同时, 家族内部非常和谐, 且有着严格的贡献度积分制度, 每个人都要对家族有贡献才能获得家族的资源供应。 未成年不算, 未成年的后辈在每年八岁的时候进行天赋检测, 一旦检测出拥有修行天赋, 则由家族供应其每个月的修行资源, 额度虽然不会太高, 却也足够用了。 而没有检测出修行天赋的, 成年后都会成为家族, 直视一类, 去帮助家族管理那些商铺, 以及各种林田, 草药园, 矿卖之类的。 年老之后, 成为修士, 作为凡人也能够安度晚年。 城外就有不少村落小镇, 都是各大家族安置凡俗族人的地方, 每年也会由村长镇长之类聚集逝林儿童, 由家族中修士带着检测灵盘前去进行天赋检测, 祖老中就有两位士来自下面村落。 好了, 这次的家族会议就到这里吧。 周扬郑重地看了一眼, 众人说道, 接下来, 就请诸位族老回去后服用铸鸡丹晋升铸鸡, 我也会回去进行修行, 目前的困境还需要依靠我们大家一起来渡过。 渡过困境之后, 我周家将一飞冲天, 从此以后, 这青木城, 我周家说了算。 好, 说得好? 哈哈哈哈, 有七颗助鸡丹, 五成成功率我们周家也会诞生三位助鸡修士, 这青木城以后将以我周家为尊。 未来可期, 未来可期啊。 诸位族老们意气风发地大笑着离开, 两位书柏和三位堂哥堂姐也都高兴地离开了。 他们虽然没有获得助鸡丹, 但是祖老们晋升助鸡修士, 家族就会度过这次困境, 以后他们修行才有保障。 此刻他们下去后, 一定要想办法稳住家族的商铺和各色林田药园矿买。 周扬看着众人离去, 嘴角含笑, 祖老们以为这些助鸡丹只是橙色稍好的那种, 再加上他们年龄较大气血亏损, 成功率不过五成。 实际上, 这可是完美助鸡丹, 到时候, 七人全部助鸡, 周家将拥有七位, 加上周扬在内将拥有八位助鸡修士, 整个青木城, 此后将以周家为尊。 周扬在议事大厅做了一会, 思索了一下以后, 家族要怎么发展。 家族的整体情况, 他已经从记忆中了解了些许。 不过此前, 周扬毕竟不是家主, 对家族情况了解得并不深。 他站起身来, 走出了议事大厅, 准备找人了解一下家族情况。 家族内务是母亲在管, 外务则是两位数败在管。 内务总的来说, 是周家府邸的内部情况。 而外务, 则如青木城商铺, 城外的几个林田, 林药园, 还有一座微型零食矿卖。 零食是修仙界最基础的货币, 零食矿卖极度珍贵。 不过这微型矿卖倒没太过珍贵, 一个微型矿卖最多产出 10万到30万的夏品零食, 偶尔也会出现少许的中品零食。 这个世界的零食氛围, 夏品零食, 中品零食, 上品零食, 极品零食, 兑换比例为1比100。 各色矿卖的储量分为 微型10万到30万, 小型30万到100万, 中型100万到1000万, 大型1000万到10亿, 超大型10亿到100亿及以上。 一个超大型的零食矿卖, 它的储量最少得有着 百亿颗零食以上。 不过现在的修行界, 资源和零气都下降得厉害。 远没有远古时代, 那么零气充足, 资源充沛。 只有那些大型的宗门和圣地 才有可能有那么一两条 超大型零食矿卖。 其他各类矿卖也同样如此, 一旦有这种等级储量的矿卖出现, 各大顶级势力 连狗脑子都会打出来。 周雪, 母亲还在休息吗? 在母亲刘婉如的房间门口, 周扬看到了端着一个 用过的餐盒 准备离开房屋的俏丽少女, 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妹妹周雪, 一个天赋过人的女孩。 第四章, 了解家族, 掩铁矿卖。 哥, 周雪看到周扬 顿时高兴地叫了一声, 哥哥一直对她很好, 小时候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她, 没想到现在一下子就成了家主了, 可惜父亲走得早了, 可恶的王家。 娘刚吃完灵米粥, 还吃了一颗固本培圆的丹药, 身体没什么大碍了, 只是因为父亲去世伤心过度, 现在好多了。 周雪回答道, 随后好奇地看向周扬, 哥你那边家族会议开完了吗? 嗯, 开完了。 周扬说着, 看到周雪眼中的担忧, 不由笑了笑, 摸了下她的小脑袋。 不用担心, 有哥在呢, 周家会没事的。 至于王家,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必须要有人去给父亲陪葬。 嗯, 我相信你。 周雪用力地点点头, 是芽儿吗? 快进来吧。 房间内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 正是刘宛如, 来自刘光城, 刘家的支脉。 当年父亲年轻时出门历练时, 遇到了刘宛如, 两人一见倾心, 最后两家族以此联姻。 周扬也有一个姑姑嫁给了刘家, 还是嫁给了主脉, 也就是这一代刘家家主为妻。 可能也正是因此, 王家才没敢立刻对周家发动袭击, 只以蚕食周家各项资源镜像为主。 如果发动的话, 此前的周家还真扛不住。 娘, 您身体没事了吧? 周扬让周雪赶紧将餐具端回厨房, 自己走进了房间内。 屋内, 床榻上正倚躺着一位雍容女子, 看上去年龄并不大, 只有三十岁左右, 实际上已经四十多接近五十了。 修仙者随着功法禁进, 有着延长寿命的功效, 练妻后期就能让寿命上限达到一百五十岁了, 筑姬三百岁, 金丹八百岁, 原因则是三千岁。 这已经属于修仙界顶尖强者行列了。 至于更高的化神, 那都已经几百年没在修仙界出手过了, 都是各大顶尖宗门和圣地的底牌级存在。 我没事了, 杨儿不用担心。 刘宛如看向周扬, 眼神不由露出一丝心疼, 自己这个孩子才刚成年就要承担这么大一个家族的重担, 实在是难为他了。 不过作为主卖长子, 这是他不得不承受的责任。 娘, 你不用担心家族的事情。 周扬坐在床边, 将自己获得机缘得到助机丹的事情说了一遍。 刘宛如闻言不由露出了真切的喜色, 就连气色都好多了。 而门口, 从厨房赶回来的周雪, 带着两个周家, 凡人侍女也回到屋内。 在门口听到周扬的话, 也不由露出惊喜之色。 我们周家真的会多出好几个助机进修室吗? 太好了, 周家不会出事了。 周雪高兴地拍着手兴奋地说道, 见过家主, 两个侍女朝着周扬恭敬的行礼, 他们当然认识周扬了。 作为刘宛如的侍女, 同时也会照料周雪和那位未成年弟弟, 本身也是周家人, 只不过没有修行天赋而已。 家主, 我们刚才在厨房给夫人炖了些零米粥, 还有一些剩余, 您需要吗? 我去给您端过来。 一个圆脸侍女说道, 不用了, 等会母亲若是饿了, 就热一下给母亲吃吧。 周扬笑着白手, 零米是自家零田产出, 对于周家这样的修仙小家族来说, 很少自用。 只有每个有天赋的修室, 每个月会根据贡献度以及修行进度分得一些, 修为突破时会多分一些, 甚至还有零食和丹药奖励, 这是周家的制度, 延续多年了。 当然, 有些人领取了这些资源后, 会交给自家亲人使用, 比如刘宛如以前, 就会将一些自己分得的灵果留给周扬和周雪吃。 这也是人之常情, 其他之脉也多数这样。 东西到手后, 是你拿贡献度积分换的, 自然会由你自己自由处置, 家族不会去管。 你这孩子, 还跟娘亲见外。 刘宛如拍了一下周扬, 随后说道, 你刚刚接任家主, 族里事务繁忙, 就不要在娘这里多呆了, 有什么不懂的, 就去多问你叔叔伯伯, 也可以去问堂哥和堂姐。 你还太年轻了, 要多学。 知道了娘, 我的事情您不用操心, 尽快养好身体。 我这里还给您留了一颗助肌丹, 等您身体恢复后, 就可以服用了。 周扬握着刘宛如的手说道, 娘不用, 助肌丹太过珍贵, 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刘宛如摇头道, 一如既往, 什么好东西都想着留给孩子。 姐姐周韵小时候也得到了各色灵果丹药, 周扬小时候也是周雪刚刚长大一些, 不过也才十二岁, 还在享受着母亲不时的接济。 至于那位四岁不到的弟弟, 现在估计在睡觉, 他是最幸福的, 现在还没到董事的时候, 无忧无虑。 娘, 我想找你了解一下家族内务情况, 周府内的一些事情, 比如, 家族府库, 还有多少临时存量, 各色丹药和灵敏, 还有其他的一些如法器储备, 我都不太清楚。 周扬, 毕竟刚成年, 之前父亲正值壮年期, 作为助激进修士, 他甚至还有两百多年可活呢, 结果就因为王家在鄙视的时候下毒手, 让原本的友好切磋变成了生死之战。 周扬匆匆上位, 哪里有时间去学习和了解这些。 好, 娘这就跟你详细说说。 刘宛如当即给周扬说了一下周府情况, 而周雪拾去地带着侍女下去了, 周雪倒还好, 这些关于家族内务情况的机密, 最好还是不要让没有修炼天赋的侍女们知道, 不是怕他们泄命, 而是可能会带来杀生之祸。 修仙界争斗不允许涉及凡人, 这是潜规则, 各大城池的城主有着监督作用, 大夏王朝内各大修仙家族的中上阶层, 而凡人则是王朝基石。 家族内算上这个月的镜像, 有夏品灵石储备25万, 中品灵石125颗, 各色法器19件, 其中8件中品法器, 一件上品法器, 其余皆为夏品法器, 有0米310, 灵果30多颗, 各色矿产铅铅, 其中最稀有的是一块盐铁矿, 这是打造上品法器的材料, 甚至可以成为打造灵气的辅助材料, 比较珍贵。 刘宛如说着, 顿了顿道, 这块盐铁矿, 是家族护卫队跟随你二伯进入黑铁山脉时候得到的, 你二伯怀疑那边可能有一座盐铁矿, 然而, 目前家族实力还不够, 你千万不要过早, 去探索这座有可能存在的盐铁矿, 这东西, 不是我们周家现在可以掌控的, 万一走漏风生, 整个青木城都可以毁于一旦。 盐铁矿? 周扬瞳孔一缩, 这是锻造上品法器的主材料, 主要掌控在一些大势力手中, 比如大夏王朝手中就掌握着不少盐铁矿, 一些大城池的大家族也有掌控一些, 那些定价, 宗门不用说, 自然有资格掌握这种战略性资源。 周扬想到的不是别的, 他可是拥有着万倍资源增幅系统的, 得到一个垃圾矿脉, 都能给你暴击成大型矿脉, 更何况, 他还可以选择数量万倍增幅或者是质量万倍增幅。 这盐铁矿脉如果真的存在于黑铁山脉, 那自己一个质量增幅下去, 不得搞成一座打造法宝的矿脉材料出来啊。 那到时候, 圣地听到消息估计都得打怪抢夺。 第五章 修为升级, 实力暴涨? 不行, 母亲说得对, 万万不能心急, 过早获得不属于自己实力范围内的宝物, 那就是取死之道。 周扬心中虽然火热, 但却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 现在的周家还是先度过眼下的困境, 然后徐徐徒之, 也别一下子搞研铁矿。 到时候探索黑铁山脉时, 发现一些普通的微型夏品临时矿, 不能质量增幅, 只需要一个数量增幅, 将矿脉储量提升到中型或者大型, 那家族瞬间暴富。 一个中型夏品临时矿脉, 那储量不得上几百万啊。 有了这么多钱, 家族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发展成为大夏王朝顶尖修仙家族。 母亲放心, 我一定慎重行事。 周扬郑重其事地保证道。 嗯, 你明白就好。 刘宛如笑着点头, 随后说道。 还有一件事, 家族的那一座微型零食矿脉, 经过多年开采, 已经差不多枯竭了, 家族商铺和零米之类的货物售卖, 收入也大不如前。 眼下还被王家和李家合力打压, 商铺生意一落千丈。 我知道祖老们晋升后, 王家和李家的阻碍不在, 但是家族没了收入, 资源供应不足, 众人的修行将会大大落后别家, 这些也都需要你去处理。 至于外物部分, 你要去问你书吧, 他们了解更详细。 嗯, 感谢母亲解惑。 周扬闻言, 恭敬点头, 心中却已经想到了别的, 等几位祖老晋升完毕后, 就拿王家开刀, 到时候王家的资源不就是自己的吗? 对了, 这要询问一下系统, 抢夺来的资源是否能够万倍增幅暴击? 系统, 从别家抢夺来的资源可以进行增幅吗? 周扬赶紧在脑海中询问系统, 这一点很重要, 若是可以的话, 那他就不需要到处去寻找野外资源了, 抢夺不比自己寻找来钱快啊。 宿主, 抢夺来的自然资源, 如各色矿脉, 灵药灵草灵果等, 可以进行万倍增幅, 不过只适用于那些还未开采的天然部分。 一听这话, 周扬差点乐得笑出声来, 这尼玛爽啊。 决定了, 以后就靠这个发家致富了, 只要实力足够, 抢劫才是周扬崛起的契机。 嗯, 当然现在还不能太跳, 只能选那些小家族下手, 也不能胡乱下手, 不能赶尽杀绝, 毕竟各大修仙家族沾亲戴故的, 谁知道, 后面会惹出什么样的敌人来。 母亲刘宛如就来自刘光城刘驾, 而周家几个姑姑, 也有的驾到了其他的修仙家族的, 这都是各大家族的生存之道, 保存血脉和传承的方式。 仔细了解了一番后, 谢过母亲, 周扬便离开了母亲住处。 刚出房间, 就在不远处看到了周雪带着一个矮小的身影, 正是他那三岁多的弟弟, 周平安。 这名字, 一看就是大气韵之人啊。 周扬暗自念叨, 摸了摸周平安小脑门, 在对方嘟着嘴抗议中笑着离开了院子。 返回了自己的院落, 还是此前他的居住地, 家主居住地应该搬到之前父亲住的地方的, 也就是母亲住的那间周府最大的院子。 不过, 也不好赶母亲走啊。 家规再言, 周扬也是儿子, 他不愿意, 也没人强迫。 除非周扬强行下达家主令。 返回自己房间之后, 周扬面色肃默了起来, 深吸口气, 端坐在了床铺上。 现在是下午时分, 开完家族会议之下, 祖老们都迫不及待地闭关突破去了, 住击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练气九层圆满的修饰服用住击单之后, 要么成功, 要么失败。 失败者先有再次住击成功的, 从修仙界底层一跃成为了底层中的高手, 可以在修仙界各处游历了, 遇到危险存活下来的机会, 要比练气竟高多了。 对了, 说到历练, 不知道姐姐去哪里历练了? 她出去是寻找机缘, 近升助击的吧? 眼下周家有了助击单, 哪里还需要姐姐周运在外辛苦劳累, 寻找机缘啊? 周扬现在就是最大的机缘。 想了想, 周扬暂停动作, 而是通过一种被称之为纸鹤传输的低阶法术, 让她想办法找到姐姐周运, 让她赶回家族。 唐姐周梅管理着家族信息传递方面的事物, 专门负责给家族各大商铺、 矿卖驻地、 林田村落等地方传信, 在外游历的子弟也可以通过这方面进行通信。 而除了周梅, 唐姐周雅则在管理家族林药、 林草方面的事情, 二伯管着林田矿卖方面, 三伯则是主要负责城内商铺方面。 至于唐哥周骏, 则负责族内后辈子弟修炼方面的教导, 有不少闲暇没有任务的家族修士进行辅助教导。 周家目前一共拥有修士三百多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炼器初期的修士, 在各大商铺、 各矿卖驻地、 林田林药园坐镇。 周家府邸也有数十位炼器中后期的高手驻扎。 这就算是周家全部的战力所在了, 也是维持家族不倒的核心力量。 嗯, 实际上一个家族想要真正的不倒, 还得看高端战力, 等周阳晋升助击, 祖老门也晋升助击后, 周家自然将会再次处立在青木城当中。 修为升级卡。 周阳拿出了卡片, 先是运行了一会周家的传承功法, 一门可以修炼到助击后期圆满的功法, 炼器诀。 嗯, 实际上就是修仙界烂大街的普通功法而已, 没什么好说的, 家族也没什么藏书阁, 一共就那么几本法术书籍, 一本传承的炼器诀, 还有几种培育灵米和灵值的低端书籍。 至于什么炼器之法, 炼丹之法, 别说没有, 有也没用。 周家这样的小家族, 根本负担不起这种高端的生意。 别的不说, 你炼丹炼器, 就需要地脉之火, 或者你气运爆发, 自己获得一份无音天火, 炼化到体内也行, 还得具体学习炼丹和炼器之法, 耗费不少时间, 浪费了时间, 修为就上不去, 那不是小家族能玩的。 至少目前周家还不行, 需要徐徐徒之, 周阳倒是对此很有自信。 系统, 使用修为升级卡。 周阳沉贺一声道, 叮! 修为升级卡使用。 使用完毕, 卡片消失。 系统话音落下, 周阳就感觉到, 体内忽然出现了一股温暖的气流, 温润着全身经脉。 这气流随着时间流逝, 越发壮大, 逐渐汇聚炼器诀修炼出来的自身法力, 从丹田涌出, 开始轰击助击瓶颈。 这本来应该是助击丹的功效, 助击丹就是在保护经脉的同时, 给服用者省出保护经脉的那股力量的同时, 汇聚助击丹的力量和自身力量来共同冲击瓶颈, 以达到晋升助击的效果。 周阳没有服用助击丹, 而修为升级卡的力量仿佛无穷无尽, 在保护自身的同时, 不断地加入到周阳自身的法力当中, 轰击瓶颈。 时间流逝, 一夜过去, 清晨时分。 七道恐怖契机猛然冲破黑暗, 浩浩荡荡传递到整个青木城内, 让城内所有修饰震撼到无以复加, 全部目瞪口呆地站起身来, 看向周家所在方向。 第六章, 七位助击, 震撼全程。 周阳的晋升,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有系统提供气息遮蔽, 没有人知道, 他一夜之间, 已经从练器六层, 晋升到了助击六层, 成为了一个助击中期修饰, 甚至距离助击后期, 仅一步之遥。 而其他人不同, 七位祖老没有系统遮蔽, 还是一同晋升助击七, 这动静可就大了, 虽然肯定无法跟杰丹或者皆因动静相比, 但是这青木城这样一座小城内, 一大清早忽然感觉到七位助击诞生, 那是真的能吓死人的。 不说其他, 光是王家修饰此刻, 就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了。 王家修饰一边震撼地, 看着周家方向的七道宏伟气息, 一边赶紧朝着王家议室大厅跑去, 不跑不行啊, 这尼玛太吓人了。 七人晋升助击, 这哪里是青木城这座小城能出现的场面? 即便是皇城那种王朝第一大城, 也难得有同一天七人一起助击的盛事吧。 周扬见此, 也是暗自皱眉, 没考虑周到啊, 太高调了, 周家一下子多出七位助击, 这特么鬼都知道有蹊跷, 绝对是获得机缘才能有这么多助击单。 失误了, 哎, 周扬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 以后一定要以此为戒, 不过仅仅是助击单, 应该不会引起大势力关注。 而且, 周家此后明面有七位助击, 暗面还有自己这么一个助击六层修饰在, 应该没谁敢不掌眼来找死的吧。 想及此, 周扬右手握拳, 手掌中发出一声轰鸣, 浑身气息隐隐颤动, 助击中期修饰果然强悍, 可惜周家没什么厉害的法术和剑刀术法, 倒是法器有一些。 那件上品法器已经被他拿在手中了, 稍微炼制一番就能使用。 这原本是他父亲的法器, 也是家族最强的一件法器, 是曾经一代家主, 花费了三十多万下品零食买到的, 一直传承到现在, 非常珍贵。 一件上品法器, 三十多万下品零食。 由此可见, 刘宛如为何会警告周扬, 没把握, 千万别去寻找那座可能存在的盐铁矿脉, 那是炼制上品法器的主材料啊, 何等珍贵。 就单说家族中的那块盐铁矿石, 不出意外都能卖个上千零食了。 这么一小块上千零食, 那一座矿脉呢? 这就是资源匮乏下, 这种珍惜资源的价值, 非常昂贵。 被七道气息吸引来的, 还有家族众人, 二伯三伯, 堂哥堂姐, 身体恢复些许的母亲和抱着弟弟周平安的妹妹周雪, 家族的修士, 侍女, 管事等等。 二伯三伯, 周雅姐, 昨天家族的商铺和灵田矿卖损失怎么样? 周杨平静地看着七道冲天气息柱, 一边询问着身旁面露羡慕欣喜之色的众人。 王家和李家截止到昨天为止, 占去了我们周家八家城内店铺, 因为前家主之前的吩咐, 我们收缩人员撤了回来, 没跟他们起剧烈冲突, 人员伤亡倒不大。 而灵田被占去了一大半, 灵药灵职全部被占, 矿卖的话, 估计这两家人也知道, 我们家临时矿卖即将枯竭, 也就没动。 还有一些其他的边缘资源, 倒是基本上没怎么被动。 二伯和三伯等人一人一聚, 将家族资源损失的情况汇报给了周杨, 随后安静下来, 等待周杨吩咐, 目光看向七道气息柱, 心中充满了对王家和李家的怒火。 周杨也是眼神冷冽地看着眼前一幕, 目光绕过七道气息, 看向了王家方向。 都准备一下, 等七位祖老气息稳定下来, 我将亲自带队前往王家, 至于跟着打秋风的李家, 哼, 等解决了王家之后, 他们若不识相, 那就连他们一起收拾。 尊家主令, 王家, 一时大厅, 感受着依然浩荡在青木城内的七道助击净声的气息。 王家家主王友德不由嘴角抽搐, 眼角直跳, 双眼无神, 嘴唇颤动着南南道, 这, 这是真的吗? 七道助击净声的气息, 他, 他周杨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下方, 同样感受到七道净声助击时, 这股气息的王家修饰, 一个个脸色都不好看, 一个王家青年修饰出声道。 我不信, 他周家怎么可能一下子净声七个助击? 他周家有那么多助击单? 不可能。 对, 绝对不可能, 他周家要是能有那么多助击单, 之前为什么不用? 周家家主死了才用? 不合常理。 我感觉这其中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莫不是搞出什么阵法模拟出的助击净声气息, 以此来威慑我们。 我看就是这样, 无论如何, 我都不信周家能忽然冒出七个助击来, 小小周家做不到这种事情。 一众王家修饰议论纷纷, 一个个都在摇头表示不可能, 不愿意相信这种夸张的现实。 是与不适, 想办法试探一下就好。 王家家主王友德眼中浮现出一丝狠辣。 若周家真出了七位助击, 我王家恐怕有大难。 若是虚假, 那便一鼓作气拿下周家, 不能再拖拉了, 也别去管那些和周家联姻的修仙家族。 周家覆灭之后, 慢慢地再和他们周旋就是了。 家主所言甚是, 一定要搞清楚情况才行。 我愿意亲自前往试探。 一个王家族老陈生说道, 仅仅是试探的话, 还不用祖老亲自前往。 父亲大人, 我去吧。 王友德的二儿子, 一个身材健壮的青年男子, 起身说道, 好, 既然我儿有心, 那便去吧。 记得带些护卫, 我和祖老们会在后面观望, 一旦周家玩虚的, 想要凭借弄虚作假, 来证守王家。 哼哼, 那今天便是他周家灭亡之日。 王友德正色说道, 文言, 一个沉默的祖老忽然开口。 那若是真的呢? 周家万一真的出了七个助击, 当如何? 王友德眼角一跳, 笛声说道, 让人做好后手准备, 将家族后辈子弟 从地下通道送走一些, 藏于早前准备好的避难之地。 有备无患, 等战事结束, 再接回他们。 好, 我这就下去准备。 嗯, 就在王家二子 带着护卫前往周家试探的时候, 李家虽然并没有开启家族会议, 却也凝重万分。 第七章 李家低头, 轻木成主。 李家家主是一个面容俊秀的中年书生模样, 一双丹凤眼, 河下留着几缕美须, 此刻站在庭院当中, 面色凝重地看着周家方向。 身后传了一阵脚步声, 几道身影走了过来。 父亲! 家主! 爹! 三道身影, 有男有女, 一个中年壮瘦男子, 一个面容俊美的青年男子, 还有一个身形鲜柔的美丽女子。 你们来了! 李家家主看了他们一眼, 随后继续看向周家方向。 兄长, 这周家, 那中年壮瘦男子眼光灼灼, 看了一眼周家方向后, 又转头看向自己的兄长。 我们现在当如何? 长风, 你去准备气氛厚礼, 带着钱去周家祝贺, 并对此前事情进行道歉。 记住一定要诚心, 奉先你去通知各房直市, 将所有从周家夺来的店铺 和各项资源全部归还于周家。 李家家主沉声郑重说道, 这, 兄长, 我们真的要把吃到嘴的肉吐出去吗? 那中年壮瘦男子有些急切地说道, 这周家怎么可能一下子多出七个铸鸡, 我看就是唬人的, 肯定是用了什么秘法搞出来的这点声势, 有王家在前面顶着, 我们再看看也不迟。 长风, 凤仙, 没听到我的话吗? 赶紧去! 李家家主一声断贺, 是父亲! 李长风李凤仙当即心中一震, 全部躬身领命离去。 陈毅, 若是周家当真多出七个铸鸡, 你觉得到时候我李家还能存在吗? 李承宏看着远去的儿子女儿身影, 松了口气, 随后看向中年壮瘦男子, 贺问道, 你觉得王家能挡住这七个铸鸡? 还是说你就肯定周家今天出现的这七道铸鸡气息是假的? 我不能拿李家的命运去赌, 赌赢了还好, 万一赌输了我李家可就没了。 可是那些资源, 那些资源有命重要吗? 无知, 贪婪, 李承宏呵斥道, 李家传承四百多年, 只要我李家还在, 又何必去冒这个险? 之前周家衰落, 我们跟着打秋风也就算了, 可现在周家忽然冒出七个铸鸡来。 你可知, 此事若成真这轻木城, 以后就是周家独尊, 我李家将养周家鼻息生存。 这还是建立在, 周家饶过我李家打秋风的情况之下。 李承宏言, 嘴唇动了动, 没有说话, 不过脸色已经苍白了起来, 他的确有些被贪婪蒙蔽了脑子。 现在被兄长一顿呵斥, 清醒过来后, 顿时心中打鼓, 不由心中惊惧。 是啊, 那可是七个铸鸡, 万一周家真的出了七个铸鸡, 这轻木城谁敢在周家面前置身啊? 那, 那兄长, 周家应该不会对我们李家出手吧? 毕竟周有为是死在王家手中, 抢夺周家店铺和灵田灵药也是他们带头, 我们只是在后面顺手拿了些好处而已。 这就要看周家那位新家族怎么想了。 不行, 我得亲自前往周家道歉, 你去府库内取十万灵石作为陪礼, 随我同去周家。 李家主还是不放心, 决定亲自前往道歉。 什么? 十万灵石? 这可是我李家十几年的积累。 李承义瞪大双眼急道。 嗯? 李承红。 师兄长, 我这就去准备。 清木城, 城主府后花园中, 城主柳记先面带笑意地看着周家方向, 对于周家忽然多出七个铸鸡, 他是没什么意见的, 周家多出七个铸鸡来, 难道就敢对自己不尽了吗? 这时候可是站着大夏王朝和柳家的, 再说了, 作为大夏王朝派遣的官员来说, 自己管理的城池多了七个铸鸡安全性, 也将大大提升。 若是黑铁山脉再次发生寿潮之类, 有这么多铸鸡也能多出几分抵挡的可能性。 来人! 柳记先喊了一声, 一个管家模样的老者闻声赶来。 城主大人, 有何吩咐? 去准备厚礼, 送去周家道贺。 遵城主大人令。 管家领命下去了, 柳记先则继续转头, 在后花园中赏花。 而此刻的周家, 那七道铸鸡器鸡渐落下帷幕, 器鸡收敛, 晋鸡已成。 至此, 周家多出七位铸鸡修士来, 倾慕成, 周家称尊。 周扬此刻带着众人来到了祖老门闭关之所。 祖老门的闭关之地就在他们的住处, 靠得也都很近, 称之为祖老院。 我等恭喜七位祖老晋升铸鸡, 从此以后, 兽缘翻倍, 自在逍遥。 周扬带头, 朝着走出闭关之所的七位祖老恭贺道。 哈哈, 不用多礼, 家主快快起身。 大祖老首先开口, 连忙让躬身的周扬起身, 包括大祖老在内, 七位祖老此刻真是满脸红光, 身心舒畅, 没想到他们也能住击。 关键是, 住击成功率太高了, 七人住击全部成功, 当真是天佑周家啊。 天佑周家, 七位祖老全部住击成功。 二伯也开心笑花了脸, 从今天起, 我看青木城还有谁敢针对我周家。 别说青木城, 即便是百里之外的郡城中, 那四大修仙家族, 也没有这么多助击。 哈哈, 我周家一下跃升为大型修仙家族了。 三伯也是高兴地说道, 不可太过得意, 大型修炼家族可不仅仅是助击修士的数量, 还要看质量。 大祖老白白手说道, 就说帝都的大型家族吧。 哪个家族没有金丹大修士镇守的? 我们周家, 还要继续努力才行。 对, 大祖老说的是。 三伯赶忙说道, 眼下, 我们还得先处理了王家才行。 哼, 这段时间他们可没闲着, 我周家城内大部分商铺都被他们夺走了, 还有灵天灵药院, 现在也该让他们付出代价了。 王家! 周扬一直面带笑意地看着大家说话。 此前, 周家太过压抑了, 现在七位祖老近身助击, 大家真的是大大的松了口气, 每个人心中有太多压力需要宣泻。 此刻说道王家, 那自然不能让对方好过了。 挨得真巧, 周扬神色一动, 他现在的驻击中期, 神识要比大祖老等人灵敏多了, 当即就感应到了周家府邸周围, 来了不少行迹可疑的人员。 那位带头的, 可不就是王家家主王友德的二儿子吗? 诸位祖老, 择日不如撞日, 解决王家之事, 就选在今天吧。 第八章, 覆灭王家? 下傻里家? 周扬还事一周, 然后看向祖老们扬声道, 诸位随我出门前往王家, 为我父亲讨回公道, 为我周家讨回贝夺资产, 在当面问问那王友德, 他到底是哪里来的胆子, 竟敢对我周家出手。 好, 现在就去找王家讨回公道。 走, 我倒要看看那王友德谁给的胆子, 敢对付我周家。 区区王家, 也敢对我周家亮出獠牙。 找死二儿。 周家众人, 在周扬的带领之下, 朝着府邸之外而去, 刚刚出了大门, 就看到旁边墙角处, 躲躲闪闪, 朝着府邸眺望的王家次子王松, 以及他身边的几个护卫身影。 王松? 你在我周家门口做什么? 来打探情报的。 堂哥周郡断鹤一声, 吓了王松一大跳。 他正在想着, 要不要直接派身旁修为不错的护卫, 冲进周府亲自试探一下呢? 结果周家大门轰然打开, 一大堆人出门, 领头的竟然就是新家主周扬。 身后那几个老者, 可不就是周家祖老吗? 再一看, 周家祖老们身上气势勃发, 隐隐散发出只有助击修饰才有的强悍气势, 当即王松脸就变了。 不会, 不会是真的吧? 快走, 快, 快回去汇报情况给家主。 周家, 七位祖老都助击了。 快! 王松目自欲裂, 不用想, 周家这大队人马出门目的为何? 肯定是他王家。 王松想也不想, 根本就不去回答周郡的贺问, 立刻低贺一声, 就带着护卫们奔逃式地朝着王家而去。 这家伙, 竟敢不回我的话? 周郡怒视着王松逃离的身影。 这王松, 定是来探查我周家情况的。 一下子多出七个助击修饰, 估计王家已经傻眼了。 他们绝对不敢相信这件事, 派人来打探情况也是正常。 周扬带着淡笑, 既然王家好奇, 那么我们就亲自上门去给王友德确认一下吧。 主委觉得怎么样? 哈哈, 家主此法甚妙, 不用王友德亲自过来。 我们周家亲自过去, 送到王友德面前, 让他好好瞪大双眼看看, 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助击修饰。 三族老脾气有些火爆, 当即哈哈大笑着回应道, 那事不宜迟, 走吧。 走。 王家, 王松带着几个修饰护卫返回府邸, 将消息一说, 整个王家顿时就乱了。 而就在这时, 王家府门处传来一声巨响, 大门被砸了个粉碎, 一道声音从门口处传到大厅。 王家主, 我是周家周阳, 亲自前来拜访王家诸位。 敢问, 我周家店铺和灵天灵药员可还好用。 这一道阵龙发窥的话语, 当真是让王家众人变了脸色, 王友德更是头皮发麻。 这个时候, 他再也不怀疑周家是不是真的出了七个助击了, 因为如果不是真有底气, 周家绝不可能这个时候打上门来。 王友德脸色难看地, 带着王家祖老和后辈子弟出来, 来到前院当中, 第一眼就看到, 自家被砸碎的大门, 以及一众已经站到门内的周家众人。 他的目光, 首先就放在了周阳身后的七位祖老身上。 很明显地, 能够从这七位祖老身上看出来, 这七人是真的助击成功了。 看其满面红光, 各个身上威势射人, 那股明显属于助击七的同级修饰气息。 他作为一个助击中期修饰, 又如何不能确定呢? 他虽然是助击中期, 可对面一下子来了七个助击初期。 这人数对比下来, 他也扛不住啊。 周阳, 没想到你一个矛头小子, 初登家主之位, 竟然敢来我王家找事。 网友德冷哼一声, 丝毫没有服软, 因为他知道, 以王家和周家的仇怨, 根本就不是你低头就能解决的事情。 他必须强硬, 只有强硬才能争得一线生机。 我也不想来你王家找事。 周阳平静道, 是你王家找事在前, 我不得不来。 我傅刚走不到半月时间, 周家在青木城内的店铺, 已经被你王家夺了大半。 城外的灵天灵药员更不用说, 你王家有胆子做。 难道还不准我周家前来讨说法? 没这个道理吧? 你要什么说法? 王友德沉声道, 修仙界强者为尊, 你周家唯一驻基镜去世, 还有什么资格拥有那么多资源? 我王家勉为其难, 接管了你周家店铺和灵天灵药员, 现在你周家再次拥有了驻基镜, 大不了我将资源还与你周家便是, 何必搞出这么大动静? 以后, 你我两家还怎么再青木城共事? 王友德还是低头了, 在看到周家七位驻基组老后, 他是真没信心能战胜对方, 七个驻基初期对他一个驻基中期, 拿人命堆都堆死他了。 他一死, 王家良良, 就如之前周家一般, 到时候绝对下场凄惨, 若能以资源换取平静收场,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 王家主啊, 王家主, 你还想着以后两家共事的问题? 周扬冷然一笑, 目光中陡然爆出杀鸡。 你王家下阴招, 致使我父亲死亡, 后又掠夺我周家资源, 现在我周家祖老们晋升驻基, 但却想得美啊。 我告诉你, 不可能。 周扬这一番话说的, 身后周家众人热血沸腾, 一个个都红着眼, 就差周扬一声令下, 他们冲上去厮杀了。 家主说得好, 你王家欺辱我周家时, 怎么不说这些话? 现在倒是想起来了, 还勉为其难, 帮我周家接管店铺。 我呸, 脾气火爆的三组老, 朝着王家众人吐了一口, 恶狠狠地瞪着对方。 家主下令吧, 不要跟网友的废话了, 这家伙阴险得很, 我怕他在拖延时间, 转移家族人员和财富。 二族老比较精明, 当即低声对周扬说道, 我们既然已经打算跟王家彻底翻脸, 那就不能拖泥带水, 直接一路横推, 将王家收拾干净, 也好给李家一个杀鸡儆猴, 若李家还不服软, 到时候连同李家一起收拾了。 二族老所言甚是, 是我矫情了。 周扬文言点头, 自己的确有些说多了。 周扬面色冷漠一挥手, 贺道, 让王家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 杀!杀! 一声令下, 七位铸鸡祖老立刻涌向了王友德, 大祖老手中更是取出了一件长刀法器, 带头攻向了王友德, 其他祖老不甘示弱, 手中也有法术灵光闪动, 或激活俘禄, 或取出法器, 或发动法术攻击, 就是群殴, 就是以多打手, 不给你王友德一点机会。 王友德这边, 原本还想多拖延一下, 给家族逃亡人员争取更多时间呢。 结果对面, 周家不讲武德, 说打就打。 刚才还在你一言我一语地来回打嘴炮呢, 结果你忽然二话不说就开打, 当真可恶。 杀! 我王家二郎也不是宁捏的, 周家来人不多, 我们修士数量远多于对方, 不要怕。 王友德怒喝起来, 这里可是王家府邸, 王家修士也是不少的, 虽然分出去一些护卫家族后被逃离, 但是大部分却留守家族的, 就连那些驻守店铺的修士, 也被他叫了回来, 就是为了应对周家有可能的发难, 果然如此, 现在这些修士就是抵挡周家的主力。 王家府邸周围出现了大量修士, 虽然修为都比较低, 练气前中气的较多, 练气后气的较少, 练气九层的更是只有王家阻挠几人。 不过人多到底是给了王家底气, 他们一个个不要命地朝着周家众人攻去, 打算在周家七位驻姬围攻王友德的时候, 率先拿下周家家族等重要人物。 擎贼先擎王的想法他们也是有的, 到时候, 你周家家主在我们手上, 看你周家铸鸡足佬还能怎么办。 李家众人此刻也在王家府邸外面, 他们本是前往周家道歉的, 结果就看到周家带人打到了王家来, 李承红剑此便带着众人跟了过来, 打算看一下周家和王家之战结果如何。 结果, 他们却被接下来的战斗给吓傻了, 想法倒是不错。 对于王家修士的想法, 周扬只是一声吃笑, 随后翻手取出了一柄小巧的法器, 是一柄巴掌大的飞剑, 周家唯一的一柄上瓶法器即飞剑。 去! 捏了个法掘, 法器飞剑陡然飞起, 化作一亮剑光冲向了那些向着自己扑来的王家修士, 在人群当中来回穿梭, 每次掠过都能带起一道血水剑出。 不! 周家周扬也是助剑! 怎么可能! 带领修士攻向周扬的是王友德长子, 王松的哥哥王卿, 本以为抓住周扬是一个手道擒来的事情, 结果那道从周扬手中飞出的飞剑, 让他绝望了。 周扬操控飞剑杀戮之时, 身上的法力波动汹涌澎湃, 明显不是炼器修士能有的, 这个周扬才多大, 竟然也是助剑修士。 之前怎么没有任何关于周扬近身助剑的消息? 王卿满脑子问号, 可现在又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当即他就想撤退, 可惜, 周扬不让。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命来吧。 周扬冷声断鹤, 死, 带走了数十条人命的飞剑速度陡然加快, 剑身甚至变大了一截, 这使周扬输入的法力再变多, 攻击力自然也增加了不少。 一个助剑中期权力发动的飞剑, 王卿这么一个炼器八层的修士, 如何能够抵挡? 只听吃的一声, 人头落地, 王卿的无头尸体摔倒在地, 再也没了生息。 残余的王家炼器修士胆都吓破了, 万万没想到, 这周家除了七位助鸡祖老, 就连刚刚成年的新家主周扬都是助鸡镜, 并且似乎实力比那七位祖老要更加强大。 亲儿, 被七位祖老围攻的王友德神石也在关注这边情况, 见到王卿人头落地, 顿时发出一声凄惨的怒吼。 随后, 属于助鸡中期修士的临死反扑, 让他爆发出恐怖的战斗力, 即便在七位助鸡的围攻之下, 依然将一位祖老的手臂砍了下来, 数张俘虏打出, 将另外一个祖老重伤, 要不是躲得快, 估计这两位祖老小命不保。 死吧。 大祖老见到老兄弟们受伤, 愤怒无比的他, 直接手持长刀, 当头朝着王友德打去。 二祖老也在后面抽冷子, 甩了一张火焰俘虏, 火球朝着王友德下三路攻去。 在这惨烈围攻之下, 王友德就算有翻天本事, 也无济于事, 最后被大祖老一刀斩掉脑袋。 至此, 王家和周家的战事也算是结束了, 王友德这个助鸡死了, 其他那些炼器修士根本不足为虑。 此战周家只有两位祖老重伤, 一个断了手臂, 一个被兵器俘虏击穿了腹部, 不知道要休养多久才能恢复卢出, 若无珍贵的疗伤丹药, 估计这辈子都无法再进一步, 致死停留在助鸡出妻了。 就在周扬反身回去, 帮助堂哥堂姐和书伴们 对付其他王家炼器修士的时候, 王家府邸之外, 响起了一声断贺。 周家主, 我李家, 李晨红来, 助你一臂之力。 王家肆虐青木城已久, 城内民众早已苦不堪言, 有口难言, 我李家今天定要助周家主铲除这一毒瘤, 还青木城一个清静。 李家二郎们, 给我杀。 啥? 周扬身形一晃, 差点没被这一声断贺给闪了老妖。 第九章, 李家倒戈, 追杀残余。 秀啊! 李家主, 你是真的秀? 是不是以为我忘了, 你李家之前跟在王家后面打秋风的事情吗? 周扬知道, 李家一直在王家府邸外关注着这一战, 可他是真的万万没想到, 李家竟然这么不要脸皮, 临阵倒戈, 痛打落水狗, 做得是淋漓尽致啊。 于是乎, 在李家和周家内外合力围剿下, 王家残余修士一一被清除干净, 有些想要逃跑的也都被追上杀死。 修仙者之间的战斗是残酷的, 只要不涉及到凡人, 基本上大厦王朝不会去管, 甚至你只要实力够强, 涉及到凡人也无事。 曾经就有一伙摩修在大厦境内, 图了一座城来练宝, 当时大厦还想派人围剿, 结果一听对方来自天魔宗, 当即就压下不谈了。 二伯, 你带足内修士去收了王家灵天灵矿, 还有灵药员, 包括原本属于我们家的那些, 记住小心残余的助手修士。 三伯, 你带人去收回城内王家店铺, 记得尽量不要影响生意, 店铺内那些原本招募的凡人扑从店员暂时不要动, 等日后查清楚身份再做决断, 若是王家的凡人就驱逐出去, 若不是则可继续留下做工。 堂哥, 你负责搜刮王家府邸财物, 将灵食、 法器俘虏, 以及功法典籍之类收归周家内务库保存。 同时, 你要追查王家后辈子弟去向, 我不信王友德会没有后手准备。 这方面, 二祖老你负责和堂哥对接, 必要时刻, 要劳烦您亲自追杀。 周扬站在王家议事大厅, 对着众人下达家主令。 明白。 二祖老向来足智多谋, 周有为在时, 很多时候有难题都会请教他, 大祖老大居观众, 脾气也好, 是族内和是老。 当然, 战斗时候不算, 三祖老脾气暴躁, 这一次战斗断掉手臂的就是他, 其他祖老都很低调, 祖老会适宜, 也都是大祖老和二祖老在拿主意。 主要是分管族内的一些家规家法, 家族执法队人数不多, 却由祖老会直接同管, 不过执法队的任命, 需要家主亲自审批。 大当简, 你带人去王家, 凡人村镇, 负责查探是否有王家修士隐匿其中, 一旦发现, 全部杀了。 这件事, 你和大祖老对见。 大唐姐闻言, 也领命而去。 二唐姐, 你返回家族府邸, 负责统筹这次战斗中死亡和受伤的人员照料, 还有众人的法器和服录损失, 具体需要, 需要拿出多少零食进行抚恤, 到时候汇报给我。 尊家主令, 周扬的一系列家族指令, 让众人无不幸福, 这哪里像一个刚成年的新任家主, 简直是一个老到无比经验十足的家主啊。 祖老们也都纷纷暗自点头, 对周扬这个家主更加服气了。 而此刻, 周扬看着众人纷纷领命离去, 做起了各自的事情, 便转过头去, 看向了站在大厅一旁的李家几人。 李家来到这里的人并不多, 之前参加战斗的修士, 多数已经被李承宏打发走了。 他只带着自己弟弟李承义和儿子女人, 进了王家一室大厅。 再看到周扬有条不紊的发布命令, 李承宏顿时心中震撼。 这个年轻少年, 处世手腕如此老道, 绝对不能以年龄小来看清了对方。 周家主, 我是李家李承宏。 李承宏踏步上前, 来到周扬跟前, 客客气气地温和出生道。 之前我们两家有些许误会, 我已经让人将那些店铺林田都整理出来, 准备今天去周家道歉, 将这些都还于周家, 并且还准备了些许薄理, 祝贺周家诞生七位助纪。 当真的可喜可贺, 周家此后定然是我青木的中流砥柱, 定海神针啊。 李家主, 感谢你刚才的元首, 否则的话, 可能我周家又要多些伤亡了。 周扬皮笑肉不笑地开口说道, 周家主这是哪里的话? 你我两家在青木城多年友好相处, 其乐容容, 我与有为兄也经常论道, 眼下周家有需要, 我李家当然要出手相助。 李承宏一脸郑重其事, 估计这话说的他自己都信了, 周扬是一个字都不信, 这家伙, 要不是看到周家多了那么多助击, 他能出手。 若是当前情况对调, 是王家将周家覆灭的话, 说不定这句话, 就是李承宏对网友德说的了。 人惊? 周扬心中暗骂一声, 不过却不好直接名言, 眼下周家刚刚打下王家, 收获了大量资源需要消化, 不宜再动干戈。 说起来, 李家也只是打了点秋风, 甚至出手夺取资源的时候, 也没有对周家人员出手, 只是驱逐, 这李承宏早就做好后手准备了, 周扬心中对此人再次提高了警惕, 那不知, 我周家被李家, 周扬才刚开了个头, 李承宏立刻接话, 周家主不用多说, 之前我李家的确是做错了, 此事完全是上了网友德恶当, 也怪我当初脑子一猛, 就听信了他的谗言, 千不该万不该对周家出手啊。 那些店铺和林田产业, 我李家全部归还周家, 不仅如此, 我还准备了十万零食作为赔礼, 还希望周扬哲儿, 看在你我两家颇有些交情的份上, 甚至腰身都攻了起来, 双眼诚挚地望着周扬, 等待周扬对李家的处置。 李承宏身后, 长子李长风眉头微微皱起, 不过却没有说话, 李凤先微抿唇脚, 低头不语, 李承义捏紧拳头, 感觉自己兄长此举犹如李家威势。 不过想了想, 他也没有出生, 只是心中一叹, 知道周家再出了七位助姬, 不, 加上眼前这位年轻家主也是助姬。 之后, 青木城周家一家独大, 这种局面之下, 李家想要在夹缝中求生存, 必然要对周家低头, 否则周家绝对不可能留李家活路。 李伯伯当真大丈夫, 能屈能伸。 周扬沉默了一下, 双眼定定地看了李承宏一回, 随后才开口。 不敢不敢, 周贤侄才是大丈夫, 刚刚接任家主, 就覆灭了王家, 周家此刻威势无良, 我李家自然要以周家马首是瞻。 听到周扬说出李伯伯三字, 李承宏心中大大的松了口气, 眼前这位年轻人总算是松口了, 只要眼前之人松口, 以周家家规, 家主的权势, 李家也就安全了。 第十章, 李家赔偿, 约定婚事。 李家除十万零食之外, 另取110米, 三件中平法器, 十株百年零药作为赔偿。 此事结果, 另外, 李家需要在对外传话, 从此以后为周家马首是瞻, 一致应对任何敌人。 周扬冷漠地看了一眼李承宏身后几人, 最后看着李承宏说道, 李承宏文言, 连忙点头, 此事不难, 百淡零米, 三件中平法器, 还有十株百年零药, 我李家还是拿得出来的。 贤侄放心, 此事, 我亲自去办, 一定不出任何差错。 嗯, 那就这样。 周扬说罢, 便转身就要离去。 贤侄? 李承宏看着周扬背影出生。 还有何事? 周扬转头, 贤侄现已成年, 想来还没定下婚事吧。 小女奉仙在青木城也算有些美名, 不知可否与贤侄定下婚约。 也好让你我, 两家更加团结在一起。 日后不管遇到任何强敌, 我李家定与周家共存亡。 李承宏正色道, 文言, 李承宏身后的李凤仙一正, 这是父亲没提前跟他说管。 这么简单, 就把自己终身大事定下了吗? 不过再看了一眼眼前这俊美非凡, 意气风发的少年, 李凤仙心中却没有太多抗拒, 甚至还有些隐隐的窃喜。 李家凤仙, 美名我当然听过, 不过婚事乃终生大事, 我暂时还没考虑过。 周扬瞥了眼李凤仙, 心中暗自摇头, 李凤仙是不错, 在青木城也算是有名的美女修士了, 年仅21岁, 已经是练气七层的修为, 是仅次于周家主卖长女周运的天才修士。 周运目前年仅18岁, 却已经是练气九层的修士, 年初就已经出去历练, 寻找突破助击机缘。 这个年纪的周运, 若是能晋升助击, 那即便是在一些大势力和宗门 都算是顶尖的修行天才了。 曾经还有一个宗门邀请过周运加入, 不过周运拒绝了, 也有不少大家族对周运抛来橄榄枝, 求婚的那更是数不胜数, 周运眼光也高, 都给拒绝了, 一心扑在修炼上。 若不是出去历练, 可能周家继承家主的会是周运吧。 这, 贤侄要不再考虑考虑, 或者回去和宛如嫂子商议商议。 李承宏还在努力, 他非常看好眼前这个少年。 说实话, 周运竟然是一个助姬净修士, 这实在是惊到他了。 他没被周家七位祖老忽然助姬给吓到, 却被周运本人也吓到了。 周运那样的天才, 就已经引人瞩目和惊叹了。 可周运呢? 更夸张。 周运现年才16岁, 已经是助姬修士, 这个年龄能晋升助姬的, 只有那些顶级大宗门培养的核心弟子, 或者大夏皇子皇女这种, 普通修仙家族哪里有这种妖孽啊。 而他眼前就真实出现了一个, 李承宏怎能不惊? 既然现在李家已经被绑在周家这辆马车上了, 那何不再进一步呢? 说不定李家会因此崛起, 这周扬能在这个年龄不依靠大宗门大势力晋升助姬, 绝对是有逆天机缘的, 只要能让女儿奉仙嫁给他, 说不得自己也能蹭一蹭这逆天机缘呢。 不用商议了, 周扬看不上李奉仙, 对方的资质和天赋在他看来普普通通, 这还没什么, 姿色也就在青木城周边, 算是不错。 他周扬未来的妻子, 绝对不能是眼前李奉仙这种。 目前来说, 还是专心发展家主吧。 相信以后会遇到合适的人, 遇不到那就不考虑。 李承宏见周扬坚持, 便不再规劝, 否则适得其反, 反而不美。 不过, 周扬忽然心中一动, 开口说道, 我堂哥周俊还没定下婚约, 若李伯伯不介意的话, 可以让李奉仙和我堂哥接触接触。 若他们二人逐一的话, 我周家会给李家下聘礼的。 既然李家乐意和周家走得更近些, 自己也不好推得太远。 他不想在青木城这周家大本营中, 还留着一个定时炸弹, 捆绑得更紧密一些也好。 要知道, 此前数百年, 青木城三大家族针锋相对, 竞争惨烈, 相互之间并没有任何联姻举措。 所以之前, 周扬才对王家下手狠辣, 李家丝毫没有留情, 甚至还派人追杀残余修士和王家后辈子弟。 现在周李两家若是联姻, 那日后基本上就很难真的打起来了。 除非出现那种不得不出手的利益之争, 如争夺中品零食矿脉, 千年零药, 或者是晋升金丹七的机遇等等。 当然, 这是建立在李家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周扬相信, 等周家发展起来, 李家是绝对不敢有任何违逆的。 他有这个自信。 好, 周俊哲儿也是一表人才, 天赋资质都很出众。 哈, 既然如此, 那此事就这么定了。 李承宏立刻赶到峰回路转, 当即心中一喜, 就答应了下来, 还转头吩咐李凤仙。 凤仙, 你以后要多和周俊闲职接触, 正好你们年龄相仿, 想来也有些共同话题。 好的父亲, 我会的。 李凤仙闻言, 心中还是有些失落的, 不过想到周俊的样子, 虽然不管是容貌还是修行天赋, 都比周扬差了一大截, 但也算是轻木成财俊了, 自己若能和他定下婚事, 也不算遭见了自己, 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那李伯伯, 我就先行离开了, 家族还有不少事物需要处理, 待我处理完毕之后, 再与世伯虚就如何? 李当如此, 闲职处理足无要紧。 周扬点了点头, 便离开了王家府邸, 这里交给了堂哥处理, 李凤仙则是听从李承宏的吩咐, 也没离开。 而是留在王家府邸, 一边帮助周骏处理事务, 一边和他接触聊些话题, 两人相处倒是有些融洽, 看来城市不难。 之后几天, 除了应对了一下城主府的功课之外, 周扬基本在忙着接收王家遗留的店铺, 和零食矿卖零药园等各种产业, 瞬间让家族资产扩大了至少两倍。 内务府库中, 堆积了一大堆从王家府邸搜刮来的法器, 零食, 零米零药, 矿石原料等等。 不过, 这不是周扬在意的东西, 他在意的可不是这些啊, 而是王家那些还没开采出来的矿卖和零药, 零药园里的那些没用, 属于人工培育的零药, 增幅系统管不到他。 家主, 王家的零天矿卖和零药园已经彻底被我们接手了。 客厅内, 周扬和二伯周德坤相段坐, 二伯拿着一张记录了资源矿产的单子给周扬汇报情况。 第十一章, 万倍增幅, 报复报复。 其中, 王家的零食矿卖储量要比我们家的零食储量高一些, 虽然同样只有一条, 同为微型下品零食矿卖, 还未开采出来的储量大概为15万枚下品零食。 二伯笑着说道, 二伯, 这么快就探明储量了吗? 周扬扬了扬眉头说道, 你可要认真探查啊。 我看, 王家的这个零食矿卖明显不简单, 他们家储备的法器和服录可不少, 哪里来钱买的? 仅有一个微型零食矿卖不可能做到这样, 我建议你再派人仔细探查一下才好, 记住, 不管探查结果怎么样, 不要生长。 哦? 二伯顿时一惊, 难道王家这座零食矿真有特异之处? 说不定呢。 周扬颇有深意地说道, 哈哈, 那我等会就派人去仔细再探查一遍。 二伯一笑, 随后郑重说道, 嗯, 王家可有其他矿卖? 或者是野生零药? 周扬问道, 野生零药倒是没有发现, 都是灵药园中培育的一些数十年要龄的灵药, 百年灵药几乎没有, 王家府库中倒是发现了一些百年灵药, 已经入了我周家府库了。 至于其他矿产, 还真有一个。 哦? 什么矿产? 周扬眼神一动, 问道, 是用来锻造法器的材料, 赤铜矿, 很多法器都用这种材料作为主材锻造而成, 这个赤铜矿卖储量还没探清, 不过, 按照王家采矿驻地的规模来看, 似乎储量不大, 等会我就安排人一起, 将这处矿卖探查清楚了。 二伯说道便起身, 准备去做事, 该汇报的事情也汇报得差不多了。 嗯, 劳烦二伯忙碌了。 哼, 指责所在, 一切都是为了家族嘛。 看着二伯离去的身影, 周扬嘴角含笑, 微微闭目, 点开了系统。 系统, 王家这两个矿卖, 一个零食矿卖, 一个赤铜矿卖, 应该是属于可增幅范畴内的吧。 周扬问道, 是的宿主, 王家一切被宿主家族夺取的资源, 系统已经经过了验证, 只有这两个矿卖在增幅范围之内。 请问宿主, 是否立刻进行增幅? 请选择增幅方向, 数量增幅或者质量增幅。 系统回应道, 周扬想了想, 便开口道, 增幅临时矿卖, 选择数量增幅。 叮。 恭喜宿主, 零食矿卖增幅完毕。 储量16万7千枚下品零食的微型下品零食矿卖, 万倍增幅之后, 限为储量16亿7千万枚的大型下品零食矿卖。 周扬一看, 即便是以他的定力, 也不由下的一大跳, 果然是万倍增幅。 这是实实在在的万倍增幅啊, 16万的储量被增幅到了16亿, 这尼玛, 吓死人。 大型零食矿卖啊, 即便只是下品零食, 这也不是周家这种小家族能够有资格拥有的, 这个消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否则家族还没成长起来, 那些大家族就打过来了, 甚至这种大型零食矿卖, 连大夏王朝都会眼红的。 有这么变态的系统在手, 我周家想不起废斗呢啊。 16亿零食, 得怎么花啊? 周扬有些控制不住心中喜意, 脸上不由自主不满了笑容, 随后连忙调整自己心态。 淡定淡定, 马丹真是之前穷怕了, 没见过这么多零食啊。 嗨嗨, 以后成神毫了想怎么花度无所谓, 但是现在不能飘, 实力不够, 飘起来就是找死。 周扬定了定神, 又看向了系统。 系统, 增幅赤铜矿卖, 选择, 还是选择数量增幅吧。 仔细思索了一下, 周扬还是选择了数量增幅, 质量增幅是好, 但是增幅后的赤铜矿, 绝对会从法器锻造材料变成灵器, 甚至法宝级别的锻造材料。 那东西太多珍贵了, 你挖出来都不敢拿出去卖, 至于自己留着, 那更没用, 周家连一个像样的练骑师都没有。 所以, 周扬最后还是选择了数量增幅, 将这座还没探清的赤铜矿卖, 进行了万倍数量增幅。 叮。 恭喜宿主, 赤铜矿卖增幅完毕。 储量1300时的微型赤铜矿卖, 万倍增幅后, 限为储量1300万时的中型赤铜矿卖。 周扬文言, 顿时再次倒抽了一口凉气, 一旦等于100斤, 也就是说, 13万斤的微型赤铜矿卖, 现在被系统变成了一个储量在13亿斤的中型赤铜矿卖。 法器材料矿卖和临时矿卖计算方式不同, 但这也很夸张了。 这可不是普通铁矿, 而是可以用来锻造成法器的超凡材料。 赤铜内包含着特殊灵器的, 眼下自己家就这么简单拥有了一个中型赤铜矿了。 保密, 必须严加保密, 不管是赤铜矿卖还是临时矿卖, 一旦消息泄露出去, 绝对是家族大难。 周扬压下心中狂喜, 脸色沉宁了起来, 于是不再废话。 而是站起身来走出了客厅, 他害怕前往探查的修饰队伍会有问题, 便打算叫停二伯。 紧赶慢赶, 追上了二伯之后, 周扬让二伯仔细挑选探查人员, 并且一定要保证消息的保密性, 以及人员的可靠性, 选择周家靠得住的人前往探查。 最终, 周德昆见周扬这般慎重, 便决定请大祖老亲自出手。 大祖老曾经年轻时, 就是周家负责探查矿卖储量的人员, 现在近升驻击, 能力自然也没降低。 在周扬的坚持下, 由大祖老一人前往探查两个矿卖。 一天之后, 周家议事大厅, 周家高层被聚集起来, 一个个有些不明所以地来到议事大厅坐下, 相互对视一眼, 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疑惑, 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家主召集开会是为了什么。 眼下周家获得了王家那么多资源, 正是忙碌的时候, 哪里有时间来开会啊。 不过, 坐在主位的周扬看了一眼左手边满脸压不住激动的大祖老, 他暗自一笑, 大祖老亲自前往探查, 结果出来了。 这种事情自然不能完全隐瞒, 需要和周家高层通气, 否则反倒是不好。 周家高层与周家休妻与共, 有资格知道这样的消息。 杨店, 你把我们召集来开会, 是为了什么事情? 我那边还有不少事情要忙活呢。 周雅笑着说道, 王家培育的那些灵草灵药, 需要好好调理一下, 否则的话, 可能要死一大批灵药的。 对啊, 我那边也在追查王家残余分子, 最近在王家凡人村镇中找了好几个, 正打算带人前去追杀呢。 周俊也跟着说道, 他这段时间也挺忙, 一边要忙着追杀王家余孽, 一边还要忙着跟李凤仙谈恋爱, 每天都充实得很。 周杨咧嘴一笑, 随后朝着大祖老使来的眼色, 早已忍不住的大祖老立刻哈哈一声大笑, 带着惊喜的语气, 抛出了一个惊天大喜讯来, 震得遇会众人两眼直瞪, 骇然莫名。 第十二章, 恐怖财富, 众人惊怠, 经过我仔细地多番探测, 王家的临时矿脉, 根本就不是微型储量, 而是大型储量。 大祖老眼睛都有些红了, 语气激动, 满脸涨红, 大型的下品临时矿脉啊, 储量起码十亿以上。 发了发了, 我周家发了呀。 什么? 在座众人, 除了早已心知肚明的周杨之外, 全都倒抽一口凉气。 十亿以上的大型储量, 这么恐怖的吗? 王家的临时矿脉那么夸张, 他们怎么就不信呢? 不过这是大祖老亲自前往探测的结果呀。 众人张了张嘴, 没说出反驳的话来。 哈哈, 我知道, 你们都有些难以置信, 说实话, 即便是我自己, 在探测完得知临时矿脉储量的时候, 也是半天没回过神来。 大祖老笑着道, 这可是大型储量的临时矿脉啊, 起码十亿以上的储量。 这么多临时, 我周家怎么花啊? 诸位, 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这个临时矿脉的储量, 是真的? 真的有十亿以上的储量? 花? 真, 真有那么多? 脾气火爆的三祖老, 也不顾自己还附着药的左臂, 直接起身问道。 真的这么多? 大祖老正重点头。 呼? 三祖老长呼口气扑通一声坐下, 浑身激动地颤抖不止。 天哪, 竟然, 竟然真有那么多, 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其他祖老们, 也都惊叹了起来, 随后一个个双眼放光, 十亿以上储量的零食啊, 这得怎么花啊? 周家这是, 真正崛起来啊。 哈哈, 我周家崛起来啊。 周俊也激动了起来, 幸好, 幸好我们将王家解决掉了, 否则以他们对周家的敌视, 若是这样巨大储量的零食矿脉, 堂哥说得不错, 周雅也开口道, 幸亏我们将王家击败, 占据了这个矿脉, 否则这些巨额财富, 就是王家的了。 而现在, 这么多零食都是我们家的, 我周家以后的发展, 根本就不用再去烦恼, 零食不够用了, 十多亿零食啊, 足够我们周家诞生多少逐期修士啊。 说不定, 还可以朝着金丹家族进发。 金丹家族? 这可是大夏王朝地位最高的修仙家族, 一共也没几家, 大夏王族本身势力, 当然是超过金丹家族的, 大夏王族中, 甚至有着原鹰老祖存在, 这是他们掌控大夏的根本性力量。 而金丹则是大夏的高端战力, 大夏本身拥有不少金丹修士, 分布各地重要城池助手, 比如比邻大商王朝的边境城池中, 就有金丹大修士作证。 我周家, 有了这么多临时储备的话, 绝对可以期待一下, 成为金丹家族。 周美也跟着说道, 只不过, 家主, 我建议将这个消息列为家族绝密, 除了眼前在座的人之外, 不能让其他任何人得知这个消息, 否则的话, 即便大夏王族不来, 那些金丹家族也会被这个临时矿卖吸引过来的, 毕竟, 这么大储量的临时矿卖, 即便是金丹家族也很少拥有的吧。 哼哼, 十亿储量的下品临时矿卖, 整个大夏十六家金丹家族能有几家拥有? 周美侄女, 现在大夏境内的各项资源都没以前丰富了, 各大家族对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 三博开口说道, 这个消息必须要封锁起来, 至少在我周家崛起之前不能被外界得知。 言罢, 众人都看向了周扬, 这个周家最终拥有决断权的还是周扬, 一切都要看周扬如何应对。 诸位说的都很在脸。 周扬点了点头, 认同了众人的看法, 随后又笑了起来道, 不过, 我们在封锁消息的同时, 也不能太过束手束脚, 家族想要发展壮大, 声势绝对小不了, 购置各种物资就要花费零食, 到时候自然会引起别人注意, 只不多需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 不错, 其他人文言也都纷纷点头, 家族要壮大, 你得购买各种物资吧, 什么福禄啊, 功法典籍啊, 各色法器啊, 还有灵药灵果之类的。 你周家原本一个小家族忽然大量购置这些东西, 自然会引起别人注意。 但若不购置的话, 你家族又发展不起来, 所以需要掌握一个度, 如果遇到能快速增加实力的物品, 那必须砸钱买, 绝不能给自己缴上代加锁。 大家不用担忧这些事情, 我会好好安排下去的。 周扬摆了摆手, 随后说道, 临时矿脉的事情就这么说了, 实际上,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大祖老还是你来说吧。 好。 大祖老呵呵一笑, 接着道, 这王家, 可能是没有一个好的矿脉探测师, 不仅临时矿脉是大型储量, 他们家另一个矿脉, 赤铜矿脉的储量也很高, 达到了中型储量等级, 赤铜矿可是锻造法器的主要材料之一, 王家的这个赤铜矿脉拥有着起码 一千万石以上的储量, 价值的话, 最少抵得上二十五亿下品零食。 死! 众人再次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是真的被惊到了, 王家这要牛叉的吗? 他们是不是傻啊? 有着这么多丰富资源, 还想着那么高调地对付周家做什么? 还来抢周家这三瓜两枣的做什么? 低调发展一段时间, 老子有点猛,觉得这王家上下全都疯了。 周扬见此,嘴角一抽, 可怜王家上下死了七七八八, 零了还给自己背了一口大黑锅, 落得一个傻子称号。 也许就像大祖老说的那样吧, 王家根本没有一个好的矿脉探测师, 根本不清楚这两条矿脉的储量, 所以才会做出这等无脑事件来。 周扬笑着说道, 好了, 现在我们周家将拥有一条储量十亿以上的下品零食矿脉, 和一条价值二十五亿零食的赤铜矿脉。 对于怎么利用这些资源, 我的想法是花出去。 大力购置各项能够快速提升修为的资源, 如各种丹药, 助击丹这种更是不可缺少的。 周扬手中的完美助击丹仅剩三颗, 他并不打算胡乱用掉, 这可是来自系统新手大礼包的奖励, 是百分之百能够让人完美晋级助击的丹药, 之前给祖老门使用也是迫不得已, 面临王家逼迫这种大危机不得不这么做。 而现在, 短时间内周家安全无余, 自然不用将这等珍贵的完美助击丹用掉, 即便要用, 也是给母亲和姐姐使用, 母亲自然不用说, 姐姐天赋超绝, 周扬不希望她去使用普通助击丹冒险, 而弟弟妹妹还小, 短时间用不到助击丹, 堂哥堂姐倒是很快就要用到了, 不过现在周家有钱, 可以多堆一些资源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夯实根基, 再购买一些上品助击丹, 晋升可能性会很高。 第十三章 姐姐的消息 妖兽席借 至于大量花费零食, 会被人注意到, 我们不可能因业费食, 只要不是金丹家族来袭, 我周家还不拘任何助击家族。 周扬说着, 声音变冷, 若有助击家族敢来挑衅, 那就让他们知道, 招惹周家要付出什么代价。 好, 既然家主有此魄力, 我等自然支持。 三族老开口支持, 有这些财富之称, 我周家成为金丹家族几率大大增加, 家主的修炼天赋可不低, 我看十分有可能是天灵根资质, 哈哈, 这可是各大宗门顶尖天才才有的天赋。 周韵那丫头天赋也不差, 起码也得是双灵根的天赋吧, 这就是未来金丹苗子。 众人一听这话, 也都神情振奋, 各个浑身干净。 对了, 周梅堂姐, 我姐姐那边怎么样了, 找她回来的消息送过去了吗? 周韵转头看向周梅问道, 消息已经传递过去了, 目前周韵还在大厦境内游历, 并没有走远, 之前还给家族回了一封保平安的信呢。 周梅笑着说道, 嗯, 周扬松了口气, 她就害怕这个姐姐在外面遭遇危险了, 这是家族中除她之外, 天赋最高的一位成员了。 周扬自己自不必说, 有系统在身, 没天赋都给你顶上最好天赋的行列, 还有那么多资源在, 修行速度绝对慢不了。 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吧, 大家注意保守机密, 二伯尼家大零食矿脉和赤童矿脉的采集人手。 周扬吩咐道, 明白, 我等会就去安排。 二伯周德斌点了点头, 三伯, 你让家族的商队准备好, 赤童矿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 就让商队启程, 直接运往流光城去售卖, 赤童矿可以卖一半留一半储备下来, 日后我们周家要培育自己的练气师, 到时候这些赤童矿可以给他练手。 周扬朝着三伯吩咐道, 好, 我会去和商队护卫首领打招呼的。 三伯周德坤笑着说道, 商队的护卫首领和执事都是我周家人, 执事是二哥的凡人儿子, 虽然没有修行天赋, 但是经商才能不弱, 护卫首领是一个练气四层的周家修士, 保密上没有问题。 嗯, 那就好, 就这样安排吧。 记住, 商队返回之前, 要将各种丹药采集齐全, 三祖老和七祖老身上的伤势需要更好的丹药来治疗。 还有, 测试灵根滋质的测灵盘也买几个回来, 这东西太过珍贵。 以前我周家买不起, 只能买测灵石, 测灵石灵敏度不够, 只能测出是否能够修行, 日后周家扩大规模, 一些基础的法器灵器都要配备齐全。 明白, 我会注意的。 三伯说道, 以前周家的却买不起测灵盘, 测灵石只是法器, 普通助基家族就能买得起, 而测灵盘则是灵器, 只有那些富裕的助基家族才能买得起, 价格都在50万灵石左右一个, 由此可见, 炼器师有多赚钱啊。 周扬心中发狠, 周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炼器师和炼丹师, 甚至还要有自己的制服师和阵法师, 以及预售师, 修仙六亿都要齐全, 一个都不能少。 事业安排妥当, 周家家族会议结束, 众人散去, 开始忙碌了起来。 临时矿卖处, 原本周家建立的驻地被扩建, 采矿的人员规模被扩大了好几倍, 赤铜矿卖同样如此。 采集矿卖的人员主要是凡人青壮年劳动力, 周家在各地村镇中招募, 因为要保密的原因, 基本上招募的都是周家这几百年来留下的凡人后代, 分布在青木城周边各大村镇。 周家招募这些本家的凡人青壮, 自然不可能苛待他们, 动用了不少真金白银这些凡人社会使用的金钱雇佣他们做工, 得到了所有周家村镇的响应, 采集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这一日, 靠近黑铁山脉的赤铜矿挖掘地, 周家修士周灵正在巡视采集情况, 作为周家织麦的成员, 最近周家下发的临时供奉明显增加, 周灵感觉自己距离突破炼器四层又接近了一步, 接了驻守赤铜矿麦的任务, 这一次需要他驻守医院, 到时候换人之后, 他就准备兑换家族的一些丹药, 准备冲击瓶颈了。 周灵一边巡视, 一边点头, 因为采集矿石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周家村镇的人, 管理上面几乎不费什么心理。 其他时候, 除了接见矿工领队的工作汇报, 基本上就是待在驻地进修。 可是今天他总觉得有些心中不安, 似乎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算了, 可能是我多心了。 周灵摇了摇头, 一番巡查结束就准备返回驻地,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黑铁山脉方向一道巨响传来。 不好了, 周灵大人, 有妖兽, 有妖兽冲出黑铁山脉了。 几个周家护卫惊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 其中有两人浑身带着血迹, 破碎的衣衫间还能看到皮肤上的抓痕。 妖兽? 周灵面色一变, 连忙询问, 什么妖兽? 伤亡如何? 大人, 护卫对伤亡不小, 我们是来报信的, 头领还在带人和那头妖兽周旋。 您快去看看吧。 护卫急忙说道, 也顾不得自己身上的伤势了。 还好的是, 伤势并不严重, 没有危及到生命。 好, 快带我前去。 周灵连忙说道, 随后跟在其中一个伤势不是太严重的护卫身后, 快速地朝着巨响传来方向而去。 等到周灵赶到时, 这处交战空地上已经躺了好几具尸体。 护卫队的头领是一个壮硕汉子, 正手持钢刀带着几个淤血汉子和一条近十米长的巨蟒战斗。 这条巨蟒是真的庞大, 体长近十米, 粗近人腰, 每次摆动尾巴扫机都能让重护卫躲开。 不躲开的话, 一旦扫中必然是骨骼碎裂的下场。 旁边不远处的一个两人核爆大树拦腰断裂, 显然, 刚才的那声巨响就是因此而来, 树下还躺着一具扭曲的尸体, 可见巨蟒力道之猛, 实在惊人。 一头二阶妖兽, 周灵面色一变, 连忙呼喊, 周强头领, 快快带人撤退。 这是一头二阶妖兽, 有着助击实力。 妖兽等级很简单, 对应炼气镜的一阶, 对应助击镜的二阶, 以此类推。 眼前这条巨蟒, 竟然是二阶妖兽, 难怪这么多护卫拼死搏杀之下, 连对方身上的鳞片都没伤到, 更别提战胜这条巨蟒了。 仿佛听到周灵呼喊的意思, 这条巨蟒土黄色的树桶中, 露出一丝细血之色, 二阶妖兽, 已经有了接近正常人的智慧, 他刚才根本就没有用权力战斗, 只是简单几次攻击, 就杀了不少人类。 现在对面似乎来了一个修士, 看实力也并不强大, 既然来了, 那就都留下来吧, 哼, 否则消息泄露的话, 说不定会有更多修士, 前来抢夺自己守护的那株灵药。 死死, 巨蟒土着杏子, 游动速度忽然加快, 就要朝着周灵冲去, 这个时候, 护卫队头领周强忽然爆喝一声, 周灵大人, 替我转告家主大人, 好好照顾我的妻儿, 我周强卫族献身的时候到了, 兄弟们, 缠住这只妖兽, 给周灵大人回去汇报制造机会。 好, 杀。 周家男儿, 即便不是修士, 依然勇猛精悍, 他们虽然只是普通人, 没有修炼天赋, 但是庇护于周家之下, 一生都没有欠缺过生活物资, 甚至就连文字教育这些富裕人家才有的待遇。 所有周家村镇都在推广普及, 而现在家族需要他们的时候, 怎能逃避, 当即就决定以命相搏, 为周灵这位珍贵的修士制造逃脱机会。 主要也是为了让周灵回家族通报消息, 否则的话, 这头妖兽甚至能够全灭这处筑地连同所有矿洞里的矿工。 你, 你慢。 周灵见此, 眼眶通红, 不过他也知道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刻, 连忙转身就跑, 身为修士, 他还是有些底牌的, 一张神行符贴在身上, 速度陡然加快, 随后朝着筑地冲去。 那名为周灵领路的护卫, 钢牙一咬并没有跟随逃离, 而是挥舞着兵器朝着巨蟒杀去。 砰砰砰。 一阵撞击之后, 这只护卫队全灭。 而周灵也返回了筑地, 通过设置在筑地的通信法阵, 发出了一个飞鹤传信。 这道法术虽然等级不高, 但却需要炼器后期才能够使用, 家族炼器后期的修士可不多。 除了周骏和周雅等人要偶尔忙碌事物之外, 基本上多数都在修炼当中, 各矿脉驻地则使用镇法加持的法术传信。 第十四章, 黑铁山脉。 围剿巨蟒。 接到传信的周梅, 当即就把消息传给了周杨。 周杨一看顿时起身, 一头二接妖兽从黑铁山脉冲出来, 目标似乎还是赤铜矿脉, 这怎能不让他吃惊, 他必须亲自出手解决这头妖兽, 否则的话, 一旦这动静被其他人知道, 说不得会引出一些麻烦来。 就说青木城主柳继先吧, 若是被他知道, 周家拥有的两个中型大型矿脉, 肯定会将消息传回大厦帝都, 到时候岂不是玩玩? 周杨并没有带很多人, 只带了大祖老和二祖老, 加上自己一共三个驻击, 还对付不了一头二接妖兽。 三人速度极快, 几乎是非非二致。 若不是周家没有遇见飞行的法术, 周杨早就飞过去了。 打定主意, 日后定要留意各类法术和功法典籍, 不过半炷香时间, 三人便赶到了赤铜矿驻地, 映入眼中的是一片狼藉。 周杨皱着眉头扫尸了一圈, 驻地的房屋基本上都被破坏倒塌了, 人员伤亡倒是不大的样子, 尸体很少。 家主, 驻地的人大部分都躲进矿洞了。 不远处, 二祖老喊了一声, 周杨应声而去, 来到矿洞处, 周林有些忐忑地从矿洞中走出。 家主, 周林无能, 没能保住驻地, 还让周强队长他们。 周林自责地低下头去, 满脸的歉意和悲伤。 不用自责, 这是一头二阶妖兽, 还不是你现在能应对的。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至少人员伤亡并不是太大, 至于周强队长等人, 放心, 组里会安排好他的妻儿, 还有那些护卫队员们, 也会有妥善安排的。 周杨摆了摆手, 这种事情, 的确怪不得周林, 他只是一个练技初期的小修士, 不能指望他击退一个驻机进妖兽吧。 暂时先别进矿洞开采了, 等我和两位祖佬回来再说。 周杨说着, 目光闪烁着, 看向黑铁山脉方向。 这头妖兽不对劲, 若真是为了袭击驻地, 为何只是破坏了一番驻地之后, 却没有去管矿洞内的人员呢? 以那头巨蟒的身形, 闯进矿洞杀人简单无比, 对方却一番破坏之后就走了, 好像是警告一般。 哼, 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想做什么吧? 周杨带着两位祖佬继续前进, 来到了之前护卫队和巨蟒战斗的地方, 叹了口气, 却没有多说什么。 这种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天天都在发生, 周家以前也经常遇到过, 甚至还发生过妖兽袭击村镇的事情, 毕竟就连妖兽工程都发生过的。 基本上每百年左右的时间, 青木城都要面对一次, 黑铁山脉妖兽群体的强势袭击。 不过有大夏王朝支援, 每次都能守下来, 伤亡较多的都是普通凡人而已。 算算时间, 下一次受潮也差不多快了。 家主, 这头巨蟒离开的方向, 似乎和他来的方向不一样。 二组老兴细地发现了这一点, 二阶妖兽智慧已经接近普通人了, 这家伙一番袭击之后还大摇大摆地离开, 不过方向却不一致, 有脑子, 却不多啊, 他明显是在掩饰什么。 周杨说着, 指着巨蟒来的方向, 我们顺着他来的方向去查看。 好, 几人再次前进, 这一次走的时间要长了很多, 毕竟已经进了黑铁山脉, 山脉中丛林密布, 各种高大树木遮蔽了天日, 不时还会冒出一些凶猛野兽。 不过只要不时, 妖兽就完全不能对三人造成威胁。 即便是妖兽, 不到二阶都不是周杨一招之敌。 有水声。 周杨脚步忽然慢了下来, 抬手朝两位祖老示意了一下, 随后三人亲手亲脚慢慢靠近, 从一棵大树之后朝着前面看去, 只见一个不大的水潭出现在密林当中, 那头近十米长的巨蟒已经盘绕在水潭一旁, 树童一眨不眨地盯着水潭。 周杨抬眼看去, 顿时眼神一动, 心中有些激动了起来。 家主, 是是, 是龙血果。 二族老眼睛发亮, 有些止不住地激动道, 这株龙血果, 起码有千年药灵了呀。 千年灵药啊, 老天, 这可是千年灵药, 起码价值百万零十亿株啊。 一旁的大族老也兴奋道,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龙血果, 今天算是见到了, 并且还是千年份的, 这东西传说可以提升灵根资质, 酝养修行天赋, 这株龙血果, 价值太大了呀。 这处水潭并不太深, 边缘处就能看到, 一株神奇的灵果, 大概有半米高, 根筋扎在水潭淤泥中, 有几片灵片一样的叶子, 顶端长着一颗鸡蛋大小的通红果实, 散发着微弱的暗红色荧光。 龙血果? 周扬也是目光灼灼, 这种灵果他听说过, 是修仙界中为数不多的几种 可以提高灵根纯度的灵果, 特别稀有, 也特别珍贵。 平常时候, 别说千年龙血果了, 百年龙血果都很难见到。 只有那些顶尖势力, 才会拥有千年以上的龙血果, 都是用来培养圣子圣女级别的宗门传承人用的, 哪里会落到普通修仙家族的手中啊? 可眼前周扬就真实地见到了一株, 这一株龙血果, 周扬打定注意要弄到手。 这株灵药一看就是野生的, 这条巨蟒不知道守护了多久, 也不知道这株灵药换了几代守护兽了, 现在看来似乎要正式抵达千年耀灵了, 难怪这条巨蟒会对驻地进行袭击。 赤铜矿驻地距离这里并不远, 随着驻地扩建, 人员增多, 地下有那么多人开采矿石, 这引起的动静, 让这条巨蟒警惕了起来, 便开始警告开采人员了。 在他看来, 开采矿迈的都是普通人, 即便是助手的修士, 也只是低阶炼气劲修士。 他的智慧, 只是接近普通人类, 还没聪明地想到, 开采人员背后有更强的力量存在, 于是警告, 变成了引狼入室, 引来了周扬这头恶狼。 两位祖老, 这株龙血果我周家要定了, 等会为了防止这巨蟒 明知不敌情况下毁掉灵药。 还请两位祖老引诱一下, 让我先行采集了灵药之后, 再与两位会合, 一同将妖兽杀死。 周扬低声说道, 他怕战斗时候, 若是距离龙血果太近的话, 这巨蟒会毁掉龙血果, 那自己可就亏大了。 明白, 放心吧, 我就算是拼了老命, 也会将巨蟒引开的。 大祖老郑重说道, 二祖老也是郑重点头。 两位祖老不必拼命。 祖老能够随同家族更进一步呢? 区区一头二接妖兽, 哪里有两位祖老重要? 您二位只需要稍稍引开巨蟒即可, 等我采集完毕, 就前后夹击, 杀死巨蟒。 好。 两位祖老欣慰地看着周扬, 随后重重点头, 转身开始动作。 第十五章。 千年龙血果? 斩杀巨蟒? 不一会, 不远处传来动静, 那条巨蟒顿时警觉地抬起舌头, 朝着不远处看去, 杏子不断吐出, 感应着周围动静。 去死吧。 一声断鹤, 一道法术光辉朝着巨蟒击来, 是一道火球术法, 来自二祖老手中的俘虏, 而大祖老则拿着大刀守在二祖老身侧。 巨蟒见到有人袭击自己, 当即就想追出, 不过他动了一下, 再次看了一眼龙血果, 竟然忍住了, 没有冲上去。 二祖老也不急, 随后再次掏出几张俘虏, 不断地攻击着巨蟒, 这些攻击说实话, 对巨蟒并不能造成致命伤害。 因为这些俘虏多数是一阶俘虏, 也就是炼七七等级的俘虏, 只能给巨蟒的鳞片上带些浅浅的伤痕, 连血都没冒出来。 在二祖老的不断袭扰之下, 巨蟒为数不多的智商不够用了, 终于被彻底激怒。 他嘶吼一声, 猛地朝着二祖老窜去。 而大祖老见此, 则凶猛地一刀劈下, 钉的一声, 刀锋斩到巨蟒身上, 发出金铁骄鸣声来。 二阶妖兽的防御力可见一斑。 就连手持法器长刀的大祖老权力一击 也没能彻底破开防御, 只是斩裂了一些鳞片而已。 机会! 周扬这边, 见到这一幕顿时眼神移动, 身形已经快速地冲向了水潭。 他的身上贴了好几张符路, 有神形符, 有脸西符, 还有轻身符等等。 为了十拿九稳地拿下这猪灵药, 周扬也不在乎浪费多少符路了。 冲到水潭边上, 周扬二话不说, 立刻同脑海中的系统对话。 系统, 这猪龙血果现在算是被我占据了吗? 能否在我采集之后进行增幅? 还是要在采集之前进行增幅? 周扬不确定是不是要在采集之前进行增幅才有效果。 此刻情况又很危急, 他必须抓紧时间。 第一, 检测到宿主所处情况, 这猪灵药属于野生, 且并不完全属于宿主。 宿主必须在采集之后才可以进行增幅。 系统回应来得很快, 周扬有些激动, 当即将龙血果连根拔起, 随后丢进了专属空间, 到了专属空间内, 这猪龙血果就彻底安全了, 也彻底属于自己了。 他此刻也弄清楚了, 系统对野生灵药的评判, 不属于自己的野生灵药, 要么消灭敌人, 要么彻底占领之地, 要么就是采集之后可以增幅。 相对来说, 采集之后进行增幅是最最安全的。 看着专属空间内的龙血果, 周扬心中美滋滋, 这东西本身就千年要灵了, 万倍增幅之后, 这尼玛得一千万年要灵, 这是要逆天啊, 别说修仙界的那些圣地和顶级宗门啊, 即便是传说中的仙界, 能有一千万年要灵的灵药吗? 这下发了, 这是真的发了, 太恐怖了。 周扬心中嘀咕, 他现在才彻底知道自己, 这个系统的恐怖之处。 这可是万倍增幅啊, 遇到越是珍贵的, 稀有的, 拥有罕见效果的灵药和矿脉, 其增幅之后的作用越恐怖。 如果是万年灵药, 万倍增幅之后就是一亿年要灵啊。 尼玛修仙文明历史有这么高吗? 估计危险。 所以, 周扬才觉得逆天, 是真逆天。 这一千万年要灵的龙血果我吃下后, 岂不是立刻飞升成仙? 周扬一边止不住地在心中暗自想着, 一边转过身去, 朝着两位祖老和巨蟒战斗的地方冲去。 不对, 这是增加修行天赋, 也就是灵根纯度的灵果, 不是增加修为的。 那以后遇到增加修为的灵果, 万倍增幅之后, 岂不是比仙丹效果都好? 周扬激动无比。 不过眼下, 还是要先解决巨蟒的问题。 巨蟒似乎也发现了周扬的身影, 在战斗中匆忙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看之下, 顿时让他怒了, 龙血果霉了。 死! 一声剧烈嘶吼, 顶在二祖老身前的大祖老, 被巨蟒一道尾边扫飞, 撞术的身形撞在一棵大树上, 发出一声闷响, 树干一颤, 枝叶刷刷掉落, 大祖老也不禁面色潮红地吐了口血。 找死! 周扬冷哼一声, 手中上瓶法器飞剑飞出, 手掐剑绝, 摇摇一指巨蟒方向, 飞剑快速闪去。 吃吃吃! 飞剑在巨蟒身上快速掠过, 飞剑剑身上附带着锋锐的剑芒, 急速切割着巨蟒鳞片。 巨蟒身上血水似箭, 还想拼着受伤来攻击周扬, 却被二祖老一道木系法术缠住, 仅仅这么一个停顿, 就被周扬找到了机会, 飞剑一闪, 快速地刺进了巨蟒口中, 穿透后脑而出。 巨蟒身形一僵, 随后缓慢地游了机密, 轰然倒地不起。 呼! 周扬常呼出口气, 看着巨蟒的尸体, 有些心惊, 一头二接妖兽, 自己三个助击应对, 竟然还需要付出大祖老重伤的代价才解决掉, 妖兽的体质是真的强啊。 主要是那身灵片防御太变态, 还好自己主修的攻击方式是飞剑之术, 可惜, 御剑术的剑爵也只是残缺的, 还非常难修炼, 否则的话, 家族一定要组建一支飞剑修士队伍, 日后有机会, 一定要弄到一门强大的御剑术之法才行。 大祖老你没事吧? 周扬看了一眼妖兽尸体, 确定其真的死了之后, 便朝着大祖老倒地的方向而去。 那里, 二祖老已经扶起了大祖老, 给他为了一颗疗伤丹药。 无碍, 这头长冲力道倒是不小, 嗨嗨, 还好我主修体术, 身体还算健壮。 大祖老拍了拍胸膛, 咳嗽了几声后, 算是缓了过来。 家主, 灵药采集到了吗? 二祖老赶紧问道, 那猪龙血果太过重要了, 若是家主服用了之后, 以家主的天赋将会彻底追上那些大修仙家族, 甚至是大宗门清传弟子的修行天赋和灵根等级。 这位年轻果爵又天赋卓爵的家主, 才是周家崛起真正的希望之所在。 之前发现的两处矿脉都是天头而已, 没有英明的家主带领, 那些矿脉只是周家招来获释的根源。 采集到了, 两位祖老不用担心,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好, 这妖兽尸体怎么处理? 大祖老问道, 放心, 我有储物袋。 周扬拿出伪装的储物袋, 走到巨蟒尸体前挥了一下, 巨蟒尸体消失, 随后带着两位祖老快速离去, 密林中再次陷入了沉寂。 第十六章, 万倍增幅, 个人面板开启。 周扬三人返回过程中, 路过赤铜矿驻地并没有多坐停留, 他现在没心思想其他的事情, 将这里交给了周灵处理就行。 带回到家族府邸后, 周扬让二祖老带着大祖老前去疗伤, 母亲刘宛如目前身体状态已经恢复如初, 已经开始恢复他原本做的工作, 管理府邸内务。 见到大祖老受伤, 他亲自带着两个侍女给大祖老送来了疗伤丹药。 周扬将巨蟒尸体取出, 也交给了母亲处理。 住基金的二阶妖兽全身是宝, 一身鳞皮可以制作软甲, 落在厉害的练器师手中, 说不定还能炼制出上瓶法器及软甲。 巨蟒血肉也是好东西。 二阶妖兽的血肉蕴含着大量灵力, 不仅对修饰有大好处, 即便是普通人吃了也能强身健体, 只不过需要经过一番特殊处理才行。 还有巨蟒骨骼、胆囊等也是不错的好东西。 不过这些都不被周扬看在眼中, 随母亲处理去吧。 他现在已经单独一人来到了自己的修炼室当中, 准备处理这次的收获了。 周扬取出了专属空间内的龙血果, 整猪龙血果依然如钢斋下一般富有活性, 暗红色果实之上浮现着一种光运。 系统? 周扬心中带着激动呼唤起了系统, 给我将这猪龙血果进行万倍增幅, 选择方向为质量增幅。 第一, 宿主选择龙血果进行万倍质量增幅, 增幅中千年龙血果开始进阶。 就在系统开始对龙血果进行万倍增幅的时候, 周扬手中的龙血果开始产生了变化, 第一力量在改造着果实, 变化很快开始, 也很快结束。 整猪龙血果的枝干叶片瞬间枯萎, 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了果实之上, 暗红色的果实颜色变得更加深沉, 最终变成了一颗暗金色的果实, 原本上面的光运彻底消失, 仿佛变成了一个普通果实一样。 就如反扑归针一般, 从外形上丝毫看不出, 这是一颗要灵达到了一千万年, 修仙界有史以来要灵最高的龙血果。 叮! 恭喜宿主, 周扬现在的心神全都被这颗果实所吸引, 千万年要灵的龙血果, 其效果会是如何的恐怖? 普通龙血果拥有着纯化灵根, 提升修行天赋的作用, 效果微弱, 只有上了年份的龙血果, 效果才会更加, 千年龙血果的效果是肉眼可见的, 甚至可以提升灵根一品等级。 这个世界的灵根等级分为九品。 同时, 五灵根最差, 四灵根次之, 单灵根被称之为天灵根, 这是正常的五行灵根。 另外还有一灵根的说法, 比如风灵根, 雷灵根, 冰灵根等, 属于五行灵根的延伸, 同样属于天灵根范畴。 而每一个灵根, 根据修行速度, 还会单独分出九品等级, 九品最低, 一品最高, 修炼速度也最高, 且基本上可以无视瓶颈地达到原因境界。 周扬非常期待, 这没千万年要灵的龙血果的效果, 于是深吸一口气, 将龙血果递到了嘴边, 张口就咬了下去。 满口香气, 全身舒坦, 仿若生鲜斑。 不能浪费, 周扬赶紧将剩下的果实塞进嘴里咀嚼吞掉。 就在他感受果实对自身效果的时候, 系统提示音来了。 第一, 检测到宿主灵根资质正在高速提升, 个人面板开启。 一听这话, 周扬立马打开系统开启的属性面板, 只见上面自己的属性在不断变化着。 宿主, 周扬, 家族, 周家, 地位, 家主, 等级, 助击中期, 助击六层。 天赋资质, 六品三菱根, 土火蜂。 天赋神通, 无。 拥有技能, 玉剑术, 蚕, 炼气诀, 飞鹤传书, 火球术, 土圆盾, 神行术。 定。 天赋资质提升中, 六品三菱根提升为五品三菱根, 提升为四品, 提升为三品, 提升为二品, 提升为一品, 提升为超品, 到达最高等级。 定。 龙血果药效转移, 灵根补气中, 恭喜宿主, 获得九品水灵根, 九品水灵根品质提升中, 提升为超品, 到达最高等级。 定。 龙血果药效转移, 灵根补气中, 恭喜宿主, 获得九品木灵根, 提升为超品, 最大最高等级。 定。 龙血果药效转移, 灵根补气中, 恭喜宿主, 获得九品精灵根, 提升为超品, 最大最高等级。 定。 龙血果药效转移 灵根补气中 恭喜宿主 获得九品雷灵根 提升为超品 最大最高等级 龙血果药效转移 灵根补气中 恭喜宿主 获得九品兵灵根 提升为超品 最大最高等级 至此 修仙界五行灵根 和三大一灵根周扬全部获得 并且全部提升到了超品级别 说实话 在此之前 他根本没听说过 灵根还有超品这个等级存在 即便是那些圣地和大宗门内最顶尖的弟子 也仅仅是一品天灵根 从没听说过 还有超品灵根的人出现过 而现在 他自己则成了这么一个 拥有超品灵根的存在 且还是全系灵根拥有者 周扬新潮澎湃 他能够清晰感受到 天地间灵气的活跃 即便他只修炼最垃圾的炼气诀 可他现在的修炼速度 依然是以前的几百倍以上了 太可怕了 几百倍啊 之前周扬的资质很差 修行速度连妹妹都比不上 更别说和姐姐周运比了 现在看到个人面板上 原本显示的六品三灵根也就明白了 三个灵根 比单灵根的修炼速度慢三倍 六品 比一品的天灵根修饰 在突破瓶颈时 难度又要高出十多倍 这就是灵根优劣的区别 而现在 他的灵根被补全了 修仙界中 一直都是单灵根最强 修行速度最快 拥有的灵根越多 修行速度越慢 五灵根比单灵根修炼速度要慢五倍 所以单一灵根才会被称之为天灵根 而现在系统 却说什么灵根补全 周扬不是愚蠢之人 五灵根虽然修炼速度慢 但是既然系统说的是补齐 那就说明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甚至可能会关系到飞上 周扬思索着这些事情 就在他以为龙血果效果 差不多该结束的时候 系统却再次想了起来 结果让他一阵错愕之后 又是一阵狂喜 第一 龙血果药效转移 宿主拥有全系超品灵根 龙血果效果提升中 恭喜宿主 千万年龙血果药效全部消耗 宿主灵根升级为 第十七章 恐怖仙灵根 修仙无瓶颈 定 龙血果药效转移 宿主拥有全系超品灵根 龙血果效果提升中 恭喜宿主 千万年龙血果药效全部消耗 宿主灵根升级为 仙灵根 仙 仙灵根 听到自己的灵根 竟然变成了仙灵根 即便之前没听说过 他也知道 这种灵根肯定是不得了的好东西 仙灵根 这是仙界才有的灵根吗 那自己这不得无敌了 再看自己的个人面板 则变成了这样 宿主 周扬 家族 周家 地位 家主 等级 筑基中期 筑基六层 天赋资质 完美仙灵根 天赋神通 无 拥有技能 御剑术 残 炼气诀 飞鹤传书 火球术 土圆盾 神形术 完美仙灵根 系统 这仙灵根到底是什么来年 和我之前拥有的灵根有何不同的效果 周扬询问道 他知道 自己的这个系统 有时候会对自己不了解的地方进行解释 叮 宿主 仙灵根来自原始仙界 为最初的仙人所拥有 随着时间推移 遗传下来的仙灵根渐渐流失 等级降低为超品全系灵根 然后逐步降低 最终传到凡间 则变成了现在这般模样 请宿主明白 所有的灵根 皆传承至最初的仙人 最初的仙灵根 周扬忽然听到这么一个修仙界密文 心中震撼 也明白了 为什么只有拥有灵根者 才能够修炼了 这是仙人从血脉上对修行的垄断 而且 灵根是从仙界传下来的 这可算是整个修仙界都不知道的密文了吧 周扬扎了一下嘴 这种事情估计自己说出去都没人会信 也不知道仙界的最初那些仙人 还有没有活着的 又是什么原因将血脉传到凡间的呢 周扬询问系统 结果系统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反而对他之前的一个问题 做出了解答 仙灵根与宿主之前的灵根 有着巨大的不同 仙灵根的修炼速度 是宿主之前砸灵根修炼速度的 1500多倍 且直至飞升仙界 无任何突破瓶颈 修为到了 即可进行突破 成仙之后才会出现瓶颈 且比其他灵根者仙人 瓶颈更小 更容易突破 解答完了之后 系统沉寂下去 不再回应周扬的询问 不过这已经足够了 1500多倍的修炼速度 即便是那些单一天灵根 自己的修炼速度 也比他们高出上千倍了吧 可怕 夸张 恐怖 周扬知道 自己在修炼意图上 从此以后算是一片坦途了 当然 他还需要一些顶尖功法才行 否则光有修行速度 没有功法 他也没办法 一直修行下去 没有功法 他不知道怎么结单 不知道怎么结阴 后续怎么修炼 也不知道 光亮化灵气速度高 也没用啊 不过 这倒不是难题 有系统在 资源万倍增幅 以后什么功法得不到 怀着尝试的心态 周扬闭目开始修行了起来 炼气诀虽然垃圾 但是在仙灵根的加持之下 效果 强大无比 不过一夜的修炼时间 第二天一大早 周扬的实力 已经从筑机六层 晋级到了筑机八层 且还是筑机八层 快接近巅峰了 这没有瓶颈 就是爽啊 就这种小境界瓶颈 有时候其他修饰 都要花费不少时间去冲击 更别说大瓶颈了 而这些难题 在周扬这边 根本就不是问题 他飞升之前 都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成仙之后 才会有瓶颈出现 且这些瓶颈 还比其他仙人 简单很多呗 爽 这是真的爽 这一整夜周扬 算是真切体验到了 仙灵根的霸道 修炼了一晚后 白天周扬开始测试 仙灵根对术法技能的影响 首先是御剑术 虽然只是残篇 之前周扬修炼御剑术 使用飞剑的时候 没感觉到 但是现在有了仙灵根 却能够清晰感受到 残篇御剑术真的拉垮 他仿佛悟性 都提升了无数倍 残缺的御剑术 竟然被他自己补充了一部分 御剑术 御史飞行也更加顺畅 威力也提升了老大一节 除此之外 其他的术法也提高了很多 威力和流畅度等等 都在提升 因为周扬现在算是全系天赋 他可以修行其他系的术法 便把家族中储存的 所有类别法术 都尝试了一遍 一些低级的基础的术法 各自都选了一门学会 多些手段 也能多些底牌 上午的时间 就在学习术法中度过了 中午时分 和母亲妹妹 以及弟弟一起吃了午餐过后 周扬开始处理族物 实际上 需要周扬处理的族物并不太多 很多事情 都分给其他人去做了 他不需要亲力亲为 只需要统筹 大局就行 现在的周家 已经进入了有条不紊 且高速发展的时候 临时供奉提高 各色资源供应充足 家族成员 修行速度开始加快 家族实力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强 时间过得很快 一个多月之后 到了商队出发的时刻 为了这次交易 周家准备了那么长时间 就等这次跑商 购置大量 其他急需的资源了 这次商队 会将家族积累的零食 以及挖掘的部分零食 还有一些赤铜矿 都带上 准备前往刘光城 与刘家对接 在刘光城进行售卖 刘光城刘家 是母亲的娘家 刘家家主 是周扬姑父 两家一直都有合作 倒是不怕遇到意外 同时刘光城 是比青木城 更大的城池 也更靠近大夏王 城地多的城池 经济活力 远比靠近黑铁山脉的青木城 强太多了 能够购买到 更加丰富的急需资源 青木城有一点不好 每过百年就要 面对一次妖兽袭击 商业环境很差 当然 同样因为靠近黑铁山脉 这里产出的妖兽材料 也很受其他地区欢迎 只不过 这些妖兽材料之前 都是被三大家族 以及城竹府掌控 其他人来了 也只能从这四个势力手上收购 被压价太狠 人家也不愿意来 青木城四大势力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商队 现在王家的商队 被周家接手了 周家的商队 扩大了好几倍 这次前往流光城 商队的任务很重 需要购置不少的资源 单药和各色法器是大头 功法典籍 和各色服务是小头 还有如侧临盘 这种贵重物品 而且队伍携带的 零食吃铜矿可不少 需要家族派遣 大量修饰护送 这些都要安排妥当才行 没有储物装备 跑伤是真的麻烦 周扬抱怨了一句 若不是要坐镇家族 他都想亲自上镇了 有专属空间在 他跑一趟 顶得上商队跑食堂了 家主 就在这个时候 大厅门外传来 堂姐周梅的声音 怎么了堂姐 周扬放下手中的文件 站起身看向周梅 周月 周玉那边有消息了 周梅脸色并不好看 似乎姐姐那边 出了什么状况 出什么事情了 周扬连忙问道 心中不由担忧周运 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 第十八章 姐姐遇险 紧急救援 周玉那边遭遇了危险 周梅赶紧说道 我接到刘光诚那边的来信 说是周运联系过那边 他正在遭受一个魔修的追杀 他的位置 应该靠近刘光诚那里 我们要不要 立刻带人去支援 废话 当然要支援 周扬文言面色一变 立刻说道 立刻传信告诉祖老们 让他们驻守家族 我现在立马动身前往刘光诚 对了 这次的商队也是 前往刘光诚的 我先行一步 等商会到了刘光诚 立刻联系我 到时候一起行动 巧了 因为自己姐姐出事 需要研究 周扬不得不亲自前往 不是不信大祖老他们的实力 之所以不让他们去支援 是因为出事的是 自己亲姐姐 自己这个弟弟 没能力就算了 有能力不得不去 并且周扬和周运感情 还是很好的 这位姐姐 从小就疼爱自己和弟弟妹妹 自己现在 是周家第一站立 必须要亲自过去才放心 好的 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周梅说着 将手中一份情报 递给了周扬 这是刘光诚 传来的信息 周运之前 留下的躲藏地点 已经很靠近刘光诚了 也许现在 他已经到达城内了 一旦到了城内 有刘家照料 想来就安全了 杨帝你 也别太担心 周运会没事的 嗯 周扬接过情报 仔细看了一遍 面色变得有些阴晴不定 姐姐竟然是遭遇 魔道中人 袭击了 魔道中人 向来心狠手辣 手段残忍 若真落对方手里 周运想活命 估计很难 不行 自己必须立刻启程才行 周扬也不废话 直接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想了想后 前往了零食矿卖处 这这阵子储备的大量零食 全都收取 尽了专属空间 大概有一千多万零食 还有赤铜矿 同样带了不少 他既然决定 亲自前往流光城 那就不能像商队一样 只敢携带一两百万零食 这一次就去 将缺少的东西 都齐备了 这一次 他必须购买到 结单镜以上的 修炼功法才行 因为仙灵根的逆天效果 他只用了几天时间 就抵达了筑基九层巅峰 这一个月就这么虚度了 因为没有结单功法 他无法晋级 只能不断提 生术法术练度和威力 可惜 若是有功法的话 我现在起步 也得经单中后期了吧 仙灵根无敌啊 一个月一个大境界 想都不敢想 可却真是发生了 所以 现在也不是 谈低调的时候了 该出手时 必须得出手 周扬感叹着 人已经离开了青木城 离开之前 已经将家族事物 交代了下去 内务不用操心 母亲是这方面的能手 管理家族 内务多年 早已驾轻救赎 其他方面 也不用担心 家族现在有七位 住激进祖老 在青木城这样的地方 周扬还是比较放心的 不过 他还是下达了 收缩防御的指令 家族的妖兽 捕猎队伍 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 就不要进黑铁山脉了 专心守护矿脉 就是了 一路前行 披心待跃 经过大概三天多的奔行后 这天下午 刘光成终于映入眼帘 周扬此刻 是驻击后期巅峰修为 神行速加持 速度还是很快的 可惜 家族此前没钱购买 非周一类代步工具 自己这次出门 要将这些东西 也买了才行 否则太不方便了 站住 进入刘光成 需要缴纳入城费 刘光成 城门处 一对守卫看守着城门 向入城者收缴费用 很多城池 都要缴纳入城费 周扬对此事不太理解 感觉这东西 就是阻碍经济发展 周扬脚步一停 转头瞥了呵斥的守卫一眼 目光踪影 引带着摄人威势 守卫心中一惊 这是修士 修士入城 当然不需要缴纳入城费 当即 守卫便低头掐笑 这位 这位大人 树小的眼镯 有眼无珠 原来您是修士 您快请进 快快请进 嗯 周扬点了点头 也没跟对方计较 踏步走进了刘光成 他需要 前往刘光 城姑姑家 看姐姐 有没有其他消息留下 不管有没有 他将会在刘光成 抓紧时间购买一些必需品后 前往姐姐留下信息的 最后藏匿处 寻找对方踪迹 家族是有暗号印记的 周扬相信 姐姐肯定会在逃亡过程中 留下印记 刘光成非常庞大 作为一座经济发达的重城 城内凡人高达四百多万 修士也有很多 起码接近一万修士 刘光成有五大修仙家族 母亲所在的刘家 在其中并不起眼 而刘光成城主府一脉 是其中最强一家 甚至有着一个 金丹敬老祖 刘光成城主 并不是刘光成本地人 而是来自帝都 王室全力争斗的失败者 其他四个家族 都是筑基家族 刘家的府邸 坐落在城南位置 这位置不好不坏 好位置在城市中心 那里是城主府地盘 好商铺都被城主府占据了 实力未尊吗 很正常 另外四家 则是占据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来到刘家府邸 周扬直接走到门口 刘家门前是有护卫的 气派的大门两边 一边一个两个凡人护卫 却身形壮硕 气势不凡 刘家府邸 闲人免戒 看到周扬到来 大门左侧的壮硕男子 不卑不亢的开口道 进去通报一声 就说青木城周家家主周扬 前来拜访 周扬平静说道 青木城周家家主 护卫一惊 面色稍有变化 这么年轻的家主 和另一个护卫对视一眼 便点头说道 还请稍等片刻 我去府内禀报 周扬末等多久 一会功夫 府底内便传来一道 带着惊喜的清朗声音 周扬侄儿 是你吗 哈哈 听说你继承家主了 对于有为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可惜 事物繁忙 路途遥远 无法亲自过去啊 周扬见过姑父 看着从门内走出的 儒雅中年男子 周扬抬手行了一礼 眼前之人 正是刘家家主 刘鹏飞 一位助姬后妻的修士 之前父亲去世 姑姑是回去祭奠了的 不过这位姑父 并没有去 周扬此刻也不好因此 露出什么不满情绪 毕竟那个时候 周家形势不好 眼看就要衰落下去 这些亲戚势力一点 也是正常 眼前 自己来到刘光城 还需要刘家协助 等过几天商队到来 想要在刘光城 做些事情 也得依靠刘家势力 并且 在父亲周有为去世之前 两家关系还算可以 只不过 周扬看清刘家上层想法了之后 也会对刘家有所保留 只正常合作 不会给太多好处 来来 快跟姑父进屋聊了 刘鹏飞很热情的样子 拉起周扬的手 朝着府内走去 你姑姑前两天 还跟我说了你 周家在你的带领下 能度过这次劫难 周扬你功劳甚大 现在倾慕成形势 怎么样了 听说 王家被你带人灭了 周扬心中一动 这是在探自己话吗 第十九章 刘光城 姑父的感情牌 母亲是没可能 私下给刘家传递信息的 虽然家族会议上的事情 周扬也没特意隐瞒过刘宛如 但是刘宛如 不可能出卖自己这个儿子 也从来没有出卖过周家利益 那就是说 是刘家自身的情报 嗯 时间也已经过去一个来月了 刘家得到 倾慕成信息也是正常 周扬脸上带着微笑 客气地说道 姑父谬赞了 周扬还年轻 刚接管家主之位 很多事情处理的都很勉强 哪里比得上姑父您啊 刘家 这些年 在您的带领下 可是越发强大了 我听说 前阵子刘家 商对生意 都做到帝都去了 姑父 才能果然是这个 周扬给刘鹏飞竖了的大拇指 一通水话 先泼了过去 好话谁不爱听 刘鹏飞果不其然 一听这话 顿时露出了真切的笑意 原本虚伪的笑脸 也变得有些傲然了起来 还白白手 带着谦虚的语气道 哎 过了过了 刘家 能把生意做到帝都去 那也是之前刘家跑出来的关系 和帝都的一些家族 有了不错的联系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才能在帝都站稳脚跟 周扬啊 你刚接任家主之位 年轻不要紧 只要多学习 多下功夫 我相信 你还是能带领周家走下去的 嗯 我听说周家七位祖老都出击了 贤侄啊 你们周家是不是有了什么机遇 是在黑铁山脉 获得了那位前辈的遗迹了 还是发现了什么珍惜矿脉 一番话说着说着 再次试探着周家底细 刘鹏飞虽然年龄 已经达到了六十多岁了 比周扬姑姑 要带了二十出头 不过这辈子 结单的可能性不大 林登资质好像也不高 但是商业能力较强 且心思心机不少 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家族管理之上 哪里有时间去专心修行啊 刘家天赋 资质高的没几个 即便是后辈中 也没什么出色的人 正是因此 刘鹏飞为了确保家族 在刘光城地位 便大力结交 帝都那些上位家族 拓宽家族各方面的关系 再以财力来购置俘虏和法器 以此增加家族力量 保证家族传承 这周家的消息传到他耳中 当即他就觉得 其中定有问题 周家凭什么一下子 多出七个助击啊 刘家都没那么多助击 于是 周家的高端战力 瞬间超越刘家 这也是 此刻刘鹏飞 对待周扬 态度这么好的原因 他还想着 从周扬机缘当中 奋一杯羹呢 想得倒霉 周扬心中一笑 脸色正宠道 也是小侄幸运 在黑铁山脉 获得了一位前辈遗产 得了一个除物袋 还有一瓶助击单 如此才能让几位族 老近生助击的 小侄本身天赋 也算尚好 也侥幸尽急了 当然 跟姑父这样的老牌助击 后期大修士 那肯定是没法比的 对了姑父 姑姑在家吗 和姑父扯了几句 稍微透露了一些话 没几句真话 周扬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他还要抓紧时间 去救援姐姐 稍微应付一下 刘鹏飞就好 你姑姑啊 他在后院进修呢 嗨嗨 贤侄啊 你一共获得多少助击单啊 还有没有剩的 放心姑父 不会白拿你的 就按照正常拍卖价格 你有多少助击单 我就要多少 你看怎么样 刘鹏飞 一听周扬说的机遇 竟然真的 如自己所想 是在黑铁山脉 获得了助击单 顿时他就来了兴致 这东西 可不是那么好获得的 助击单 有钱都难买 并且最近这几十年 市场上助击单出现的概率 更是大大降低了很多 刘鹏飞之所以 加快家族 进助帝都的步伐 也是想要 通过帝都大家族 来获得助击单 增加刘家 助击休市的数量 这 周扬故作迟疑 一脸犹豫的样子 来来来 这是我从帝都购置的 上等好茶 贤值评评看 若是觉得不错 我让人给你包 一些带回去 也给宛如妹子尝尝 刘鹏飞见此 连忙推了 推周扬面前的茶杯 随后叹了口气说道 我刘家拿 刘光成几家 都比刘家富裕 关键是助击休市 也都比刘家多 从我接任家主 这几十年来 压力一直都挺大 周扬贤值 有为贤弟的事情 姑父在这里要和你 正式地赔个不是 没能在你周家面 对王家迫害的时候 帮到什么忙 希望你能理解 一下姑父 你今天过来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的吧 有什么我刘家 能帮得你直接开口 姑父在这里保证 这次绝对全力协助 今晚我会设宴 好好招待你一番 灵果灵米管够 还有你姑姑 也挺想念你的 你得在这里 多住些时日才好 这感情排打的贼溜 周扬都不得不说 一个福字 不过他的事情 刘家还真不一定 能帮上什么大忙 毕竟那是面对魔道修士 周扬感觉自己一说出口 刘鹏飞便会直接拒绝 翻脸比翻说还快 魔道修士的残忍 那可不是说说而已 一旦招惹了魔道强敌 说不定整个家族就凉了 但是周家商队 又要依靠刘家 在刘光城的势力 周扬并不打算 和盘拖出自己要做的事情 便笑着说道 姑父太客气了 晚宴的事情等会再说 等会我要去 刘光城方式买些东西 还请姑父给我安排一个 了解情况的人带着就好 顺便帮我和姑姑问个好 等我事情办完了 一定来和姑父痛饮一番 如何 哈哈好 那就说定了 你要去方式啊 我这就叫切儿带你过去 他经常逛方式 对那边熟得很 刘鹏飞见此也并不追问 他是希望周扬能欠人情 到时候好从周家弄到住鸡丹 但是周扬既然不说 那也不能穷追猛打 否则刚刚修复的关系 又要破裂 他心中是有些悔意的 早知道周家会忽然冒出七个住鸡来 他说什么都会亲近刘家力量 为周家站台 那只有一个住鸡的王家 怎么可能是拥有四个住鸡的刘家对手 估计只要简单表个态 王家就不敢对周家有什么动作了 更加不可能明面 抢夺周家店铺和林田矿卖等资源 哪里还用现在低头修复关系 估计那住鸡丹 刘家也早就捞一半了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只能如此了 一会之后 一个看上去二十出头的 俏丽女子被叫了过来 走进客厅朝着刘鹏飞行了一里 叫了生父亲 这是姑姑的女儿 名为刘倩 是一个炼气七层的修士 本身资质应该也不好 完全是因为其家主女儿的身份 得了不少资源堆积 二十出头的年纪 修炼到了炼气七层 在整个刘家后背中 算是修为高的了 父亲您叫 我来有什么吩咐吗 刘倩行礼后问道 随后看到周阳后 眼睛一亮 呦 这不是周阳弟弟吗 今天怎么有空来刘光城了呀 你一个人来的吗 这么远的路程多危险啊 刘倩和周阳 其实并没有见过太多次面 两人关系不好也不坏 周阳对刘倩态度也还可以 刘倩姐 这次我是亲自带商队过来的 商队赶路较慢 我有些事情要急着处理 就提前过来了 周阳笑着说道 这次商队过来 还得仰仗刘家 提供些便利才是 这没问题 咱们两家是亲戚吗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刘倩没想那么多 直接回答道 恰 周阳要去一趟房市 你带他过去 防止被其他家族的那些家伙坑了 刘鹏飞在旁边打断刘倩的话语说道 好啊 周阳弟弟 我跟你说 刘光城方市我可是非常了解的 找我带你逛方市 绝对是找对人了 走 我现在就带你去 好 劳烦刘倩姐了 两人与刘鹏飞告别后 就朝着刘光城方市而去 而刘鹏飞 站在客厅门口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思索了一阵后便朝着后院而去 他是去找他妻子 也就是周阳姑姑了 有些事情自己不好说 但是周家属于妻子的娘家 还是可以从旁侧击一下 弄些好处的 只不过这样会让妻子有些难做 但是为了刘家也只能这样了 祝鸡丹珍贵 有机会必须弄到手 来强硬的肯定不行 现在周家可比刘家强 所以只能来软的打感情牌 第二十章 购买飞剑 来自帝都的万宝哥 走在刘光城的街道上 路边两旁是各色建筑 多数是凡人开设的店铺 做的是凡人生意 而整座刘光城 只有一个方式 做的是修饰生意 和凡人商业 是隔开来的 修饰们高高在上 即便是庇护城池的修饰 也和凡人有隔阂 别说陌生人了 即便是一个家族 不能修行的凡人 和能修行的修饰之间 都有隔阂 周阳地点 你要去方式买些什么啊 穿过普通街道后 来到了城池中心处 刘谦一边询问周阳 一边带着他 走进了这处刘光城 唯一的方式 这处方式 有四大修仙家族 和刘光城城主家族 共同运营 里面的店铺 也多数都是这五家的 少数是其他修仙家族 在这里开设的分店 其中最宏大的一座建筑 是一家拍卖行 是刘光城城主的产业 我要买一柄 灵气级别的飞剑 再买一些上品的 疗伤丹药 周阳回答道 灵气级别的飞剑 修仕才会使用的吧 一般炼气镜 和助击镜 都是用法器 眼前周阳 竟然要买灵气级别飞剑 这让刘谦有些吃惊 因为灵气太昂贵了 除了金丹修仕 也就是那些 大城池修仙家族的 助击镜会用吗 周阳弟弟 不是我多嘴啊 灵气级别飞剑 方式应该是有的 不过价格上面 可能会很贵 还有 灵气使用的话 消耗法力 可是非常可怕的 一般助击镜 也没办法 使用太长时间 反而没有法器来的好用 听我一句劝 还是用法器飞剑比较好 即便是遭遇战斗 也能保持长时间的战斗 刘谦好心劝解道 呵呵 我知道这些 不用担心 周阳摆了摆手 他知道刘谦 之所以这么说 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那是对普通修士而言 要知道 周阳可是仙灵根修士 他全系灵根都有 体内法力的储量 远不是别人可比的 在仙灵根的加持之下 他的法力量和质 都达到了普通修士的十倍以上 论战斗持久性 没人能跟他相提并论 即便的出入金丹的修士 都不一定有他法力精纯和浩瀚 所以 他为什么不能用灵气飞剑 若是可能的话 他甚至想用全套灵气 一件灵气飞剑 一套灵气法袍 再加上灵气靴子 灵气腰带 灵气戒指项链啥的 全部安排上 有万倍资源在手 还怕用不起 开什么玩笑 见到周阳神色坚定 刘谦叹了口气 也没有再劝 该说的自己都说了 周阳不听也没办法 对方也不是小孩子了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什么后果 都得自己承担 今天 不是拍卖行开启的日子 每个月的一号 拍卖行开启 你若是想参加拍卖会的话 还得等些十日才行 不过前面 这一家万宝阁 四方是最精品的店铺 幕后老板 是来自帝都的一家 精通炼气锻造的大家族 里面有灵气售卖 不过买的人 倒是不多 刘谦给周阳介绍了一下后 指着前方的一家豪华店铺说道 好 就这家吧 进去看看 两人走进店铺 几个练气初期的店小二 正在店里接待客人 客人的确不多 只有两三个 看的东西也多为法器 这家店的确高端 周阳忽然有了信心 这家的灵气 非见质量 应该还过得去 客官你好 请问需要买些什么 一个正好空闲的 店小二看到两人后 立刻走了过来 对于刘倩 他是熟悉的 不过周阳 却是一个生面孔 所以他说话的时候 明显是拿眼神 在询问刘倩 这位是我堂弟 你们万宝哥 可不能坑他 刘倩郑重地说道 这次我堂弟过来 你家准备买一柄 灵气非见 有货吗 灵气非见 这话一出 店小二一愣 他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眼光却不错 毕竟见识过 各种修为的修饰客户 周阳的话 应该还不是金丹大 修饰前辈 买灵气非见做什么 不过这是客户的事情 他也不能明着问 人家来买东西 自己就安心做生意就是 客人您这边请 灵气非见 我们万宝哥 当然有货 不过这个价格 可能有些高 店小二 还是提前打了个预防针 明白 你快去 将非见取来就是 周阳平静地说道 灵气价格远超 法器好几倍 即便是下品灵气 也比上品法器 高出不少 不过他专属空间 中灵石一大堆 几千万灵石 还买不起一柄非见 说实话 这么多灵石 都购买法宝了 那可是原因大修饰 才有资格使用的法宝 甚至原因之上修饰 也多用法宝 至于法宝之上的 仙气之流 除了那些出过仙人的 圣地和顶级大宗外 其他势力 想要拥有仙气 先考虑一下 你守不守得住 这样的宝物吧 这样的宝物 已经不是灵石 可以衡量的了 而是宗门和圣地 传承万年的保证 是镇压气运之物 来了 店小二去而复返 手中拿着一个 手臂长的南木盒子 上面甚至还贴着一张 阵风俘禄来保持河中 飞溅的灵性 灵气灵气 没有灵性 怎么会叫灵气 打开看看吧 周扬看着盒子说道 好的客人 请看 这是一柄 来自我们万宝各欧家的 炼气大师手笔的下瓶 灵气飞溅 主材料为玄纹钢 风铃玉水 盐铁 以及一枚三阶金丹镜 妖兽脊椎骨 炼制而成 最适合火灵根修饰使用 而风系灵根 和精细灵根者 同样使用 只不过契合度 没那么高而已 水灵根 则不推荐这柄飞溅 若是需要根据 灵根系别定做的话 客人您可以先在我们店铺 缴纳定金 大概需要六个月时间 我们欧家炼气大师 就可以为您量身定做 一柄灵气飞溅了 当然 价格也会比眼前 这种飞溅高出些许 店小二介绍着说道 如果周扬不契合的话 一旦定制飞溅 缴纳定金 他也可以拿一部分分成 比卖出眼前这柄飞溅的分成 还要高不少 第21章 豪质百万灵石 定制上品灵气 呵呵 火属性灵根最契合吗 巧了 我是火蜂双灵根 这柄飞溅不错 周扬拿着这柄剑身 暗红修长 剑柄合手 清零坚韧中 隐隐带着炽热的飞溅看了看 甚至输入了 些许法力感受了一下 感觉的确不错 不愧是灵气级别的飞溅 哦 那客观您的意思是 就买这柄了 店小二眼睛一亮 没想到这么简单 就能卖出一柄灵气飞溅 即便没有定制的 分成高他也高兴啊 定制的话 那得耗费半年时间呢 哪有现在就能拿到分成舒服 就他了 价格多少 周扬点头确定 这柄飞溅 远比自己手中的上品法器 飞溅要强 有这柄飞溅在手 即便遭遇金丹修士 周扬也不怕对方 甚至还能和对方战斗一场 胜负如何 还得战过才知道 即便自己拥有仙灵根 没战过 周扬也不清楚 经单修士的手段如何 这柄下品灵气飞溅的价格为 120万下品灵石 店小二笑眯眯地说道 如果您愿意支付中品灵石的话 我们万宝格只收您 11500枚中品灵石 之所以收中品灵石时 便宜了5万灵石 是因为中品灵石价值更高 即便是兑换比例为1比100 也很少有人会拿高品质的灵石 去兑换低品质灵石 一些黑市当中 甚至要花150枚下品灵石 才能换到一枚中品灵石 高品质灵石 是一些大型阵法 布阵必须之物 品质低了 蕴含的灵气 根本就不足以启动大阵 小二 120万太贵了吧 旁边 刘倩听到店小二的话 顿时开口砍价了 他瞪着双眼就说道 这个价钱 都可以购买好多枚助记单了 太高了 我看这柄飞剑 最多就值50万灵石 这 刘 刑子 你这砍价太狠了吧 这可是灵气 是出自欧家练器大师之手的灵气啊 店小二直接被刘倩砍下的价格给搞猛了 有你这么砍价的吗 直接对半砍还带拐弯的 若以50万灵石 卖了这柄飞剑 自己估计会被当场打死 那也不能这么贵啊 太夸张了 120万灵石 刘倩振振有词地说道 一旁的周扬也不说话 只是笑看着他砍价 毕竟他也是在为自己省钱嘛 虽然自己不差这点钱就是了 刘倩子 我们万宝阁的灵气飞剑 质量上成 绝对是有保障的 一个沉稳的中年男子 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几人转头看去 是一个戴着帽子的筑机漆修士 应该是来自欧家之人 一个筑机静的修士助手店铺 这男子应该是店主了 老板 果然 看到中年男子 店小二当即行李问好 嗯 男子点了点头 随后笑呵呵地看向周扬 说道 客人 您决定就买这柄飞剑了吗 是的 周扬点头 既然如此 您还是刘仙子带来的人 我们欧家的万宝阁 也不能不给面子 刘家 在帝都和我们欧家 也有些生意往来 这样吧 我做主 给你110万的价格如何 若你愿意 以中品零食 成交的话 直接给1万枚中品零食就行 店主笑着说道 这个价格可以接受 拦住了还想说话的刘倩 这个价格若还不满意的话 就属于无理取闹了 毕竟这是灵器 不是法器 一件上品法器 也就30万前后的样子 但是灵器的价格 基本上都是100万起步 而且 眼前这柄飞剑 还是专攻练器的欧家大师锻造的 价格上是有溢价的 对方一下子降低了20万零食 的确算是成意满满 周扬一挥手 取出了专属空间中的零食 百万零食 那是真的一大堆了 堆满了大厅中心的位置 有小半人高 周扬却没停手 而是又取出了一堆 大概20万零食道 这100万零食 是购买飞剑的钱 这20万算是定金 我需要定制一套其他的零器 一件零器法袍 一件零器靴子 好 好好 客人真是大手扁 店主眼睛一亮 哈哈一笑 没问题 找我们欧家定制零器 您绝对是找对人了 我敢说 整个大厦都没几个在练器之道上 比我们欧家更厉害的了 定制的零器 有什么要求 您尽管提 我需要定制的这两件零器 品级不能低于中品 最好是上品零器级别 时间要在三个月之内 不知道欧家能不能完成 周家平静地说道 上品 店主眼角一跳 上品零器 可就不是100万这个价格了 一个品级翻一倍都是少的 上品零器价格 至少得朝着500万零食去了 店主沉默了一下 这可是一笔大单啊 客人 您若真要定制上品零器的话 这定金可能要加到50万零食 且您还有时间要求 两件上品零器的话 最终价格可能会在1000万零食左右 不知您能否接受这个价格 店主郑重其事地说道 没问题 就这么办 零根器和属性的话 就按照这柄飞溅的属性来定 周扬笑着 又取出了30万零食定金 随后又与店主说了一些 定制零器方面的要求之后 便带着刘倩离开了店铺 离开前 让对方在零器炼制完成后 通知刘家就行 店主也终于知道了 原来眼前的少年 竟然是刘家的亲戚 一个住基及修仙家族的家主 方式街道上 刘倩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周扬 他实在无法想象 周扬竟然能够拿出100万零食 购买零器飞溅 并且还要继续掏1000万零食 去定做两件零器 周家这么有钱的吗 说实话 即便是刘家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那可是1000万零食啊 连定金50万零食都付出去了 周扬肯定不是闹着玩的 周 周扬弟弟 你 你们周家这么有钱 刘倩声音有些低了 看向周扬的神色 也带了些恭敬 即便是亲戚 这样一个财力十足的亲戚 也让他有些畏缩起来 说话也没之前那么放得开了 走吧 带我去购买一些丹药 原本周扬还准备买些服录的 不过自己的法术全系都会 就没必要用那些低级服录了 除非是高级的 如金丹级别的服录 可是询问之下 刘倩告诉他 刘光成方式 很少出现金丹级服录 每个月一次的拍卖会 才有可能出现 那就等到拍卖会开启再说吧 好的 你跟我来 药王谷在这里也有一家分店 他们家丹药质量 绝对是方式里最好的了 嗯 购买丹药 倒是没有购买灵器 花费那么大 毕竟是消耗品 不过也因为周扬购买的质量要求高 最终花了大概30多万枚零食 购买了一瓶金丹级炼丹 失炼制的白骨生生丹 还有一瓶加快恢复法力的丹药 以及一瓶解毒丹 主要是那瓶金丹级白骨生生丹价格高 一瓶食科 一共花费了20万零食 另外两瓶才花了十来万 周扬又询问了一下 功法点击的事情 可惜 功法一直都是修仙界最为重要的一环 很少有人会将功法拿出来售卖 刘倩的意思是 可以在过段时间召开的拍卖会上看看 拍卖会偶尔会有功法点击出现 周扬记下了拍卖会开启的时间 心中也在期待 这次的拍卖会能够买到合适的功法 周扬告别了刘倩后 朝着城门走去 该做的准备也都全部完成 接下来就是前往姐姐周运的藏匿之地了 刘光成刘家并没有姐姐留下的信息 她都没能逃到刘光成 只是使用法术 传递了一些信息个家族 驻守这边的情报人员 若是抵达这里的话 也就没太大危险了 第二十二章 秘境 周运夺来的机缘 根据周运传递的情报 她在当时逃到了一处森林中 那座森林距离刘光成有五天的路程 这个路程时间是按照周运炼器九层的实力来计算的 而周扬此刻 修为是驻击九层 实力比周运强十倍都不止 所以她的赶路速度自然也要快了很多 不过半天时间 周扬就来到了这处森林外围 这是一座占地面积达到近万平方公里的森林 处于大厦国边境 另一头连接着另一个王朝 大山王朝 这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甚至硬实力比大厦还要隐隐强出一筹 因为其王朝境内 有一个圣地存在 一个圣地加上两个顶尖森门 一个魔道森门 一个正道森门 这两个森门是敌对关系 若不是有那处圣地从中调和 估计天天都在发生内战吧 而大厦境内 只有一个顶尖森门 加上包括大厦王室在内的各色修仙家族 若不是有耀王谷这个顶尖森门撑着 估计大厦在整个修仙世界都排不上号 周扬神色稍显凝重 他心中觉得 周运遭遇的魔道之人 可能来自大商王朝 大商王朝的那个魔道森门名为邪魂宗 非常擅长练魂之术 宗门正宗之气 传说是来自创派祖师传下来的一件仙器 这种等级的魔道森门 可以想象其底蕴多么庞大 当然 姐姐周运在追杀中能保命 至少可以说明一点 追杀周运的魔道弟子 实力绝对不强 大概率就是些炼器进魔修 否则炼器九层的周运 不可能逃那么久 若是住击甚至结单魔修 周运早栽了 还能等到给家族传信 在枝叶繁茂的森林中找了一圈 并没有找到周运留下的家族印记 周扬耐心地继续寻找 并且也在寻找魔修可能留下的线索 森林太大了 周扬找了有大半天时间 终于在一棵大树下 找到了几个脚印痕迹 这是一只至少四个人的团队 周扬沿着其脚印索型的方向 追了下去 终于在一处溪流旁的地面上 找到了周运留下的印记 周家的印记很简单 就像是普通野兽留下的爪痕一般 几个纵横交错的画线 加上几个圈圈 不知道内部信息的 绝对猜不到 这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 嗯 周运果然受伤了 追杀他的是四维炼器后期魔修 他留下的信息是 往前百里路程是 下一个印记所在 周扬解读了一番印记蕴含的信息之后 立刻抬头看向周运索型的方向 不再犹豫 直接提起法力 各种加速的法术使用了出来 快速地在树林间奔腾跳跃 快速前进 百里路程在周扬的脚下 不过斩查功夫便到了 这是一处占地面积可观的小山谷 山谷外还有一个丘陵 这处丘陵之上 有着几处战斗的痕迹 还有一些血迹低落 周扬低头查看了一番 发现血迹还比较新 应该就是昨天刚留下的 希望你还活着吧 周扬叹了口气 一天的时间 他也不敢保证周运现在还活着 只能说等弄清楚 魔修来自哪里后 若周运死了 到时候 灭了那个魔道宗门 给他报仇 若还活着 当然一切都好 家族资源供应下 等日后周运成长起来 让他自己去找 对方报仇就是了 周扬在这里得到了 最新的印记信息 周运留下信息说 他从奈火魔修手中 抢夺了一处秘境地图 他希望通过这处秘境 来晋级助激境 而这秘境 就在这个峡谷当中 秘境 周扬目光灼灼 这是炼虚静强者 才能开辟出来的次元空间 里面有单独的空间和环境 属于一个小型洞天伏地 那些顶级宗门和圣地内 就有顶尖强者留下的洞天 里面灵气富裕 可以种植各种灵药 甚至有的还可以培育灵兽 难怪周运他会冒着 被魔修追杀的风险 也要得到这一机缘 一处秘境 可以说得上是 真正的大机缘了呀 不过周扬有些奇怪 这毕竟是秘境啊 是可以引起原因 甚至是化神强者 前来抢夺的机缘 这种机缘 怎么会在几个炼气魔修手中 除非是那种 被探索过多次 甚至已经处于 被遗弃状态的秘境 这样才会 不被那些大势力占据 不过在垃圾的秘境 那也是秘境 有些小势力 就喜欢占据大势力 不要的枯竭秘境 在秘境中种植灵药 自己从头打理培育 周扬暗自思索着 不过却没太大头绪 只能等找到 秘境所在再说了 峡谷中 有些早已荒凉的残破建筑 显然已经很久 没人来过这里了 而在半山腰的地方 有一个悠悠的山洞 洞口内散发着阴暗的气息 内部 底层 一个幽蓝色的光门 出立在潮湿的地面上 而光门内 自然就是这处秘境之所在了 秘境中 枯竭昏暗的环境下 地面几乎没有什么草木生长 一堆碎石小山旁 一个身穿白色发袍 精致美丽的脸庞 有些苍白的少女 正眼睛不眨地盯着不远处 那边 一条十多米长的巨大鳄鱼 正趴在地上沉睡着 在鳄鱼前方不远处 有一颗带着紫色星点的 小草摇曳生长 在这荒凉的环境中 这颗小草显得异常显眼 这是天心草 筑鸡丹的主要材 只要能得到这颗天心草 加上二十万零食的话 去药王谷的店铺里 应该可以换取一颗筑鸡丹 白袍少女 正是周扬的姐姐周运 能够做出从魔修手中 抢夺机缘的事情 就可以知道 她是一个意志坚定 毅力非凡之人 那些家伙应该在 那个枯竭的灵药园处 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找到更好的灵药 周运看向了另一个方向 那边 是曾经这处秘境的灵药园 并不是原本秘境拥有的灵药园 而是后来占据这个秘境的小势力 留下的灵药园 那个小势力已经覆灭了 才会致使这处秘境被遗留 并且荒凉了下来 不管他们 我得先想办法 把这颗天心草拿下 拿下它 我才有获得助机单的可能性 至于那四个魔修 大不了拿了天心草 我就离开秘境 等日后晋级助机了 再来这里探索 他们四个 也仅仅是炼气后期而已 应该不可能将秘境所有地方 都探索干净的 周运目光坚毅地 看着不远处的天心草 随后注视着鳄鱼妖兽 这是一头二阶妖兽 以他现在炼气九层的实力 正面绝对不是这头妖兽的对手 只能智取 不能硬刚 仔细思索了一会之后 周运干净利落地开始行动了起来 他是一个非常果决之人 即便面对一头二阶妖兽 毅然而然地决定拼死一搏 就未博得一个晋级驻击的机会 第二十三章 遭遇魔梟 发现宝卧 当周扬踏入秘境之后 看着秘境内荒凉的环境 和稀薄的灵气 再联系外面山谷内的那些残破建筑物 自然不难想到 这个秘境是个什么情况了 这种残破秘境 估计也没什么好东西了 周扬摇了摇头 也不知道这次周运冒险来此 是否能获得足够的机缘 不过也无所谓了 有自己在 以及现在周家的情况 根本用不着他出去冒险 获得晋级机遇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他 找到之后 一切都好说 周扬找了一个方向快速前进 同时神殿铺开 扩展到周边数百米范围内 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他 都能提前发现 这个秘境并不大 最后方圆数十里顶天了 周扬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 就能寻遍秘境了 不多时 他神色一动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前方有动静 周扬神殿铺开的范围内 终于发现了目标之一 一伙四人团队的魔修 前方的一处 还算灵气浓郁的地方 像是灵药园 四个魔修正在其中翻找 苗师兄 这处灵药园荒废太久了 几乎没什么好东西啊 一个身形消瘦 身穿黑袍的青年男子 有些不满地 丢下手中的一颗枯萎灵药 这是一株不错的灵药 可惜已经哭死了 他们几人找了这么久 竟然只找到几株还能用的灵药 且还不是多么珍贵的那种 别急 领头的那位明显实力 最强的壮硕青年男子 头也不回地继续寻找着 一边回道 这处秘境荒废那么久 哪里那么快 让你找到好东西啊 也对 不过是我期望太高了 消瘦男子叹了口气 对了师兄 我们竟然找不到好东西 那不如去找那个女人吧 消瘦男子不由提议道 听到这话 那位师兄还没开口 旁边一位身上穿着暴露的 妖娆女子 却哼了声道 哼 你是想去给你那位好师妹报仇的吧 那个女人划不留守 我看我们 还是先寻找机缘再说 等我们搜遍这处秘境 将所有好东西都拿下之后 再去对付她也不迟 不错 师姐说的对 最后一个年轻男子附和的点头 看向妖娆女子的目光中 带着仰慕 反正那个女人 实力也不过练弃九层 跑不了多远的 我们可是四个人呢 还都是练弃九层 师兄更是练弃九层巅峰 即将突破住击境了 对了师兄 你住击单不是都准备好了吗 我看你完全可以在这里进击啊 那位师兄文言 身形顿了顿 开口道 不急 我知道这处秘境中 有一个隐藏的秘室 里面好像藏着一株 非常珍贵的灵药 我需要获得 这株灵药之后 才能突破住击 哦 什么灵药啊 苗师兄 跟我们说说呗 她的三位师弟师妹 顿时好奇了起来 这处秘境 就是这位师兄提议 大家一起来探索的 也明说了 这是一处荒废的秘境 不过众师弟师妹们却没有拒绝 毕竟这可是秘境啊 万一其中经历那么长时间 荒废又长了不少珍惜灵药呢 那自己等人不是发了吗 到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这位苗师兄眼中带着冷意 不愿意多说 他愿意带着这些人来探索秘境 是为了有些帮手 应付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 但是最终最大的那个好处 他肯定不会让给别人 而且他 为什么能知道这处秘境 也是因为 他自身的来历 和这处秘境有关系 早就将这处秘境 和其中的宝物当作是自己的了 就在这时 苗师兄顿时眼睛一亮 趴到了前方 一处碎裂的石板处摸索了一下 神色惊喜了起来 找到了 果然还在 而也就是这个时候 先从摩修的对话中得知 自己姐姐周运 还安然无恙的周扬 心中也就放松了下来 本来准备直接过来 拿下这些摩修的他 动作一顿 神念中 那位摩修苗师兄的动作 全被他看在眼里 这个人对这处秘境 似乎熟悉得很 有些不一般 他在找什么东西 且还找到了 那自己何不做一个黄雀 周扬默默地跟了上去 面色平静无比 只是手中已经出现了 一柄暗红色小剑 正是之前购买的 下品灵器飞剑 杀人放火 劫掠财富 乃修仙界常见之事 周扬现在要做的也是这些 只不过 目标换成是摩修 嗯 那这就属于替天行道 何来杀人劫掠一说 前方 那苗师兄有些激动地 将这块碎裂石板清理干净 将石板掀开之后 下方竟然是一个 十分隐秘的地下通道 咦 这里竟然有地下通道 还能遮掩神识探查 其他人也发现了苗师兄的动作 纷纷围了过来 那位销售青年 更是惊奇地呼喊了起来 苗师兄 你真是机缘逆天 竟然能发现 这种做了特殊遮蔽的地方 这个地下通道这么隐秘 其中肯定有好宝贝啊 那位妖娆师妹 也跟着激动了起来 这种没被人探索过的地下通道内 绝对有好东西 他这样紧紧练气劲地修饰 碰到这秘境中的隐秘之地 怎能不兴奋呢 说不定这其中的宝物 就连金丹元英都寄予呢 都小心点 我们准备下去 苗师兄没有废话 提醒了一下众人之后 就带头往下走出 顺着台阶稳步向下 却也有些谨慎 他不知道这么长时间过去 这个地方是否还安全 这里他也是在年幼的时候 听家中老人说起来过 他也没真正来过这里 怎能不小心谨慎呢 等到这四人都下去之后 周扬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这处药园 站在了地下通道的入口处 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连我住击巅峰的神念都遮蔽住了 周扬不仅有些好奇 也对这处隐秘的藏宝地 期待感十足 毕竟这是连住击神念都能遮蔽的地方 他之前都没能发现这个地下通道的 不说其他的 下面绝对有一个能遮蔽神念的宝物 这样的宝物非常稀有 周扬只是听说过 还没见识过 也没在哪里看到有售卖的 绝对价值不菲 周扬稍微等了一会 才抬步朝下走去 那个苗师兄熟悉这里 就让他打头阵 自己最后捡好处就是了 防止这种隐秘之地 布置了什么绝杀阵法 保护其中的宝物 周扬刚踏入地下通道不久 便听到前方传来一阵阵轰鸣 以及一声惨叫 苗 苗师兄 为什么 这是那位身形销兽男子 临死前的呐喊质问 第24章 自相残杀 无上仙药 烈焰花 地下通道的尽头 是一个阴暗的空旷之地 空旷地面的中间 有一个上百平米面积的小型灵药园 灵药园内绝多数灵药 已经枯萎死亡 但还有几株灵药正在生长 其中一株特别神异 竟是一株如火焰般的红色花朵 整株花朵不过半米高 却散发着射人气息 周围 原本属于同门师兄弟的四位摩修 已经各自警惕地看着对方 特别是那妖娆女子 和矮个青年 更是有些惊恐地看着苗师兄 因为就在刚才 这位苗师兄竟然忽然出手 杀死了毫无防备的张师兄 张师兄临死前的呐喊 也是他们心中的疑惑 苗师兄 你 你为何要对张师兄下手 妖娆女子再次后退几步 看向对面的苗师兄质问道 哼 这个家伙 我早就看他不爽了 这是我发现的机缘 他刚才竟然还想采摘这株烈焰花 这是我的 苗师兄冷冷地注视着两人 满脸怒色 两人闻言 不由想起了刚才那一刻 那位张师兄 似乎激动无比地 抢先朝着那朵红色花朵冲去 显然是认出了 这是什么灵药 烈焰花 妖娆女子喃喃一句 随后皱眉思索了一下 然后露出震惊之色惊呼道 烈焰花 是传说中服用后 可以获得天赋神通的无上仙药 仙药 能够用仙药这种称呼的 整个修仙界都没多少 但是烈焰花绝对是其中一种 因为 他能够助人开启天赋神通 神通啊 这是仙人才有的能力 一般情况下 仙人之下的修士 是不可能有神通的 需要成仙之后 才有机会觉醒天赋神通 但万事总有例外 修仙界有几种神奇灵药 能够帮助修士 提前觉醒天赋神通 一旦在飞升之前 觉醒天赋神通 就相当于多了一种 强大无比的底牌 修仙之路 都会变得更加平坦顺畅 原来是烈焰花 妖娆女子身侧的矮的男子 也双目大放金光 这可是能够助人 觉醒天赋神通的仙药啊 没想到 没想到这么一个荒废的 垃圾秘境里 竟然有这么一株神药 天哪 这要是传出去 圣地都会来抢夺的吧 不对 看样子 这株烈焰花还没成熟啊 那妖娆女子 也在仔细地看着烈焰花 最后却发现 这株烈焰花 和宗门典记里 记载的有些不同 太过弱小了 这株烈焰花 的确还没成熟 是之前占据这处秘境的势力 意外在森林中发现后 移植到这里的 那个势力 就是大厦曾经的 顶尖修仙家族苗家 可惜最后 因为某些事情 惹怒了邪魂宗 被灭掉了 苗师兄冷漠地看着两人 目光中带着杀鸡 而我 就是苗家侥幸存活下来的一脉 对面两人文言 顿时瞳孔一缩 他们原本警惕的神色顿时大变 这位苗师兄 将这么重要的消息吐露出来 显然是不打算 留自己两人活命了 原来 原来苗师兄 你是当年被我们 邪魂宗灭掉的 修仙家族传人 你 你竟然有胆子隐藏身份 进入宗门修行 真是不怕死 妖娆女子 紧紧地盯着苗师兄 不过 苗师兄将这些消息都说出来 想来是不想 让我们活下去了吧 也对 有了这株烈焰花 即便它未成熟 也能拥有不少的药性 想来对修饰作用 还是不小的 你若得到 无论是交给宗门 获得更大进步 还是自己服用 都比和我们平分要好 更不用说 其他几株天心草了 年份也很足 甜蝎零食 足够换到好几颗助击单了 苗师兄 闻言默不作声 手中却已经开始动作了 苗师兄 你真以为能留下我们吗 那矮的男子出生道 我们和你一样的修为 都是炼气九层 你不过是偷袭 杀死了张师兄而已 你那件宝物 还能用几次 我们若真要逃走 你留不下我们的 是啊苗师兄 与其如此 不如烈焰花你拿走 那五株天心草分 我们两株即可 完全不用 对我们出手啊 放心 我们可以对发天道誓言 和心魔誓言 绝对不会泄露烈焰花的信息 妖娆女子也出声说道 苗师兄真要出手的话 他们绝对不是对手 因为苗师兄 手中有一件福宝 正是他手中 刚才杀死张师兄的 那一枚福禄 此刻这枚福禄上 依然在冒着金光 福禄上刻画着一柄短福 福宝就是将法宝威能 封进福禄 这种福禄可以显化出 法宝本身的部分威能 威力几乎比得上金丹修士 使用上品灵器的权力一击 不过这种福宝的使用 也有次数限制 周扬此刻隐藏在阶梯通道内 没敢出声 以他助击巅峰的神念 下方几位炼器九层的魔修 根本就无法发现自己被窥探了 他在听到张师兄惨叫时 就发现了不对 苗师兄手上的福宝 也被他发现 顿时心中一惊 还好 没有贸然出手 否则这福宝贸然发动之下 即便是自己也扛不住的吧 这自己要是栽在 这位苗师兄福宝之上 可就真的是血亏 仙灵根的自己 未来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仙人了 可不能玩脱了半路夭折啊 这个苗师兄 果然不愧是那个大厦顶尖 修仙家族苗家一脉 手中竟然有一件福宝 这东西 即便很多金丹大修士 手中也很少拥有的 毕竟需要原音修士 来将法宝 未能封印进福禄当中 这个苗家绝对出过原音老祖 不能小看任何人啊 周扬感叹一声 随后神念紧紧盯着下方 或者说 盯着苗师兄手上的福宝 不知道这件福宝 还能使用几次 最好是在和另外两位 魔修的拼命中 用光了次数 自己也好 没有任何危险的减便宜 否则的话 只能偷袭 以自己的助击巅峰修为 砍比金丹的法力 加持灵气飞剑 偷袭这位 仅仅只有炼气九层的苗师兄 让他无法激发福宝 真的不想动用福宝了 这件福宝 是家族唯一留给他的最大底牌 刚才也是太过激动了 看到张师弟冲向烈焰花 想都没想 直接就激发了福宝 现在想想 真的有些后悔 福宝最多还有一次使用机会 而他们有两个人 不行 不能再用了 这是我最后的底牌 偷袭之下 甚至能杀死金丹后期大修士 不能用在他们这些炼气九层的身上 刚才冲动了 分给他们两株天心草 也没什么 有这福宝 在 也能更加震慑他们 不敢轻举妄动 只是留着他们 却有着泄露烈焰花消息的危险啊 不过有誓言束缚的话 勉强能够接受 思索良久 苗师兄咬了咬牙 将手中福宝收了起来 抬头朝着两人展颜一笑 林师弟无师妹 你们说的真是太对了 好吧 我不会对你们出手 两株天心草 也可以分给你们 但是你们要立刻发两道誓言 保证不会泄露烈焰花的消息 如此我才能放心 第25章 抱起出手 强势击杀 阶梯口音暗处 周扬面色冷峻 眼中闪过一丝寒光 灵气飞剑已经在手 他此刻所在的地方 是在这几个魔修神念范围之外的 而他注激进的神念 却可以笼罩对方 此刻他等待的出手机会 终于是来了 即便这位苗师兄的福宝没有用完 只要偷袭得手就行 苗师兄在灵师弟和无师妹 誓言落下的最后一刻 终于放松了心神 这一机会 被周扬抓住 去 周扬法力不要钱的 疯狂输入灵气飞剑内 灵气及飞剑吞噬的法力 要比上瓶法器 飞剑多很多 但其威力和攻击速度 也是极快的 飞剑激发之后 瞬间化作一道暗红色光线 刷的一下就穿过了阶梯通道 静止朝着苗师兄刺去 不好 苗师兄心头紧照大响 眼皮子直跳 当即就想取出福宝 可惜却太迟了 周扬的攻击来得太快了 他的法力层次 几乎比得上金丹七大修士 全力攻击之下 炼气九层的苗师兄 根本反应不过来 周扬还是逮着他心神松懈的 一刻发动的攻击 当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这要是还不能秒了苗师兄 那周扬这个仙灵根筑机巅峰修士 真的可以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是 暗红色光线 穿透苗师兄脑门 直接搅碎了 其脑浆意识 瞬间秒杀 完成 当苗师兄尸体倒地之后 对面两人才反应过来 并没有常人 遭遇意外的惊叫 两人当即暴退躲避 紧张地四处打量 想要找出 这忽然出现的敌人 不愧是摩羞啊 这警惕性就是高 一道清朗的声音 从阶梯处响起 随后 一道身穿白色发袍的俊美少年 出现在了阶梯口 其身上浩荡的法力波动 让两人顿时心中一凉 祝 祝寂静 那妖娆女子摇紧牙关 一字一句地盯着周扬说道 不错 有点眼光 周扬瞥了对方一眼 没有理会 静止走向了倒地不起的苗师兄尸体处 伸手取下了苗师兄身上的一个储物袋 是的 储物袋 周扬不禁赞叹 邪魂宗不愧是拥有仙器的大商顶级宗门 就连炼器弟子都拥有储物袋的 荡真豪气 已驻激进的强大神念 随手破除了储物袋上的苗师兄留下的附着神念 探进储物袋一看 里面东西并不多 只有大概十几万零食 一些普通服录 一些邪魂宗魔修使用的邪恶法器 最珍贵的就是那件福宝了 周扬将福宝取出 看了看之后丢进专属空间 随手将储物袋塞进了怀中 收回飞剑后 转身看向了两位邪魂宗弟子 这两人没敢逃跑 开玩笑 在一个助击修士面前 他们逃得了吗 没看到刚才那飞剑杀死苗师兄的速度吗 他们可跑不过速度这么快的飞剑 这位前辈 能不能饶过 矮个男子刚要说话 旁边妖娃女子 就面色一变就要闪避 却已经迟了 暗红色光线再次飞掠而过 痴痴 两声轻响 两具尸体倒地不起 周扬半句废话都没有多言 他深知 反派死于话多 自己当然不是反派 相反 还是一个击杀魔修的正道中人 那更不能和对方废话了 这两人的身上 那是比苗师兄更穷了 连个储物袋都没有 看来邪魂宗也不是每一个炼器弟子 都有储物袋的 说不定这苗师兄的储物袋 还是他本来就拥有的 毕竟他是曾经的苗家后裔 再包括死于自相残杀的张师兄 等三位邪魂宗弟子身上一阵搜刮 也只弄到了几十万灵石 一些炼器修饰使用的俘虏 一些邪恶法器之外 几乎没有太大收获 真是穷鬼 周扬摇了摇头 除了那位苗师兄 给他贡献了一个储物袋 和一件福宝之外 其他都是些垃圾货色 甚至那些魔道法器想出手 都不太好出手 不过随后 他便神色有些振奋地 看向了空地中心的小花圃 或者说那株烈焰花 周扬也认识这株 堪称无上仙药的烈焰花 这东西太过珍贵了 是比龙血果还要珍贵的绝世仙药 当然 不包括被周扬万倍增幅的龙血果 这是能够帮修饰 觉醒天赋神通的灵药 圣地知道了都得来抢 一点都不开玩笑 系统 二话不说 周扬直接呼唤系统 这株烈焰花可以增幅吗 问是这么问 但是周扬心中 其实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因为之前苗师兄活着的时候说过 这是苗家从森林中发现后 一直到这处隐秘之地的 自己的系统 只能增幅自然生长的灵药 被人工培育过的灵药 无法使用系统增幅 定 经过系统检测 此灵药无法增幅 果然 系统给出的答案是 无法增幅 即便知道 它也不由有些失落 这要是能增幅的话 直接给它 搞个万倍质量增幅 这种先要万倍质量增幅之后 绝对逆天 吃了之后 觉醒的神通 那不是无敌了吗 可惜 无法增幅 周扬叹了口气 随手收拾心态 开始思索 该如何处理这株烈焰花 移植回家族 不说家族距离这里太遥远了 万一移植出现问题 让这珍贵的烈焰花枯萎了怎么办 家族也没有厉害的灵殖师 万一移植后 无法存活怎么办 不像苗师兄 基本上不打算等待烈焰花成熟 周扬可不打算 现在就使用这株宝贵的仙药 他是打算等 烈焰花成长到成熟期再服用的 到时候服用才能觉醒 开启天赋神通 而现在其为成熟服用的话 不说其要性不足 开启天赋神通可能性较低 即便开启了 估计天赋神通的威能 也不会多高 也不会是那种厉害的神通 木然抬头 看向这株烈焰花 周扬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不动它 并且 这株秘境 周扬也不准备放过 准备回去后 派遣家族人员来接管这里 派一队人员驻守在此 就让烈焰花长在这里吧 那位苗师兄 应该就是苗家最后一人了 这处地方这么隐蔽 神念都能遮蔽 还是很安全的 想及此 周扬转头看向了 花圃外的墙壁上 那里 镶嵌着一颗古朴的玉石 这颗玉石看上去平平无奇 却就是它 让所有探查这里的神念 都无法探清情况 并不是那种排斥神念 而是在神念当中 这里就是普通的地下土层 没有其他东西 这颗玉石也是好东西 能够遮蔽神念 不过现在不能动 保护烈焰花 苗家倒是厉害 竟然能拥有这样的秘宝 周扬说着 开始动作了起来 神秘古朴的玉石没动 还未成熟的烈焰花没动 但是那五株天心草 却可以采集走的 这是炼制铸鸡丹的主要材 最重要的一种 其他搭配的灵药 要常见得多 价格也便宜 唯独这天心草 价格昂贵不说 培育时间和生长周期长 越是上品的铸鸡丹 需要的天心草药灵越高 眼前这几株天心草 药灵几乎达到了三百多年 想来苗家种植在这里很久了 是作为最后的家族底蕴存在的 可惜 却被邪魂宗覆灭了 最后这些好东西 落在了自己手上 周扬美滋滋地 将五株天心草收下 这五株天心草 自然也是无法增幅的 也不知道 这树秘境内 有没有自然生长的其他灵药了 周扬感叹了一声 他刚才在邪魂宗几人身上 搜到了几株灵药 都是些垃圾灵药 也都是来自灵药园里的存活下来的 药灵是不低 却很普通 就是一些炼制疗伤丹药 或者增进修为丹药的材料而已 搜刮完毕 周扬再次仔细打量了一下地下空地 发现没有什么遗漏之后 灰手将几人尸体 收进了专属空间 几人已死 自然可以收纳进空间的 周扬走出地下通道之后 小心地将石板重新铺好 还将周围的痕迹消除掉后 才转身离开这处药园 也不知道周运在何处 应该还在这秘境当中的吧 第26章 相见 秒杀 天星草万倍增幅 而在距离周扬所处药园 大概30多里外 那处由二阶鳄鱼 妖兽守护的天星草所在地 周运已经正式和妖兽交手了 他先是布置了一些陷阱 随后现身将妖兽引动 朝着陷阱处逃开 将妖兽成功引入陷阱之后 周运大喜 就准备立刻前去采集天星草 可惜他刚走没两步 那二阶妖兽就冲破了陷阱 朝着他冲杀了过来 周运吓了一跳 却没有失态 拼尽全力地和二阶妖兽周旋 可惜 即便他已经练弃九层巅峰了 可到底硬实力不如二阶妖兽 硬生生被妖兽逼迫到险象还生境地 眼看就要丧生恶于口中 就在这时一声断合传出 聂畜 敢伤我姐 死吧 一人一兽顿时愣了一下 随后 就见一道暗红色光线穿梭而来 急速无比 即便是二阶的鳄鱼妖兽 也无法闪避开来 首先 他身形庞大 十多米长的体型 本就不是那种灵活性高的妖兽 同时 激发飞剑的是周扬 是自身实力助击巅峰 真正实力堪比金丹大修士的周扬 使用的飞剑 也是灵气级飞剑 多重对比之下 他还能在周扬手中活下来 开什么玩笑 这要是能活下来 这鳄鱼就逆天了 吃的一声 飞剑穿透二阶妖兽脑门 搅碎其脑浆和神念 鳄鱼尸体轰然倒地 发出一声剧烈声响 阳帝 于受口惊险获救的周韵 惊喜地转头看向一处 那里 一个身穿白袍的俊美少年 正在对他展颜露笑 周韵心中充满了重获新生般的喜悦之情 万万没想到 在自己遭遇死亡危机的时刻 自己这位一直以来修行天赋并不高的弟弟 忽然从天而降 梦幻般地将自己从妖兽口中救下 真是太过惊喜 太过害人了 为什么 这可是二阶妖兽 是实力堪比助击修士的妖兽啊 自己这位弟弟 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强大了 家族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韵满肚子疑问 不过现在却不知道想这些的时候 他连忙简单收拾了一下 就朝着妖兽守护的那株天心草看去 发现天心草并没有因为战斗 而被波及 才松了口气 拼死和妖兽搏杀 就因为这株天心草啊 可不能因为战斗而损毁了 姐 你没事吧 周扬走到周韵身边 伸手搀扶着他 随后看到 他狼狈的身上布满了伤痕 不由心疼地取出疗伤丹药道 姐 快服用丹药疗伤吧 你这伤势可不轻 真是的 要这么拼吗 不就是一株天心草吗 助击当我手中也有 你应该早点返回家族的 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啊 听到弟弟不住地唠叨自己 周韵却满心暖意 这就是自己弟弟 自己家人 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杨爹 你快先去 将那株天心草采集了 不用管我 这点伤势不算什么 哪里需要白骨生生丹 这种珍贵的丹药啊 周韵看清周扬 递给自己的丹药 竟然是珍贵的白骨生生丹 顿时一惊 便不打算使用 而是催促周扬去采集天心草 那是自己拼命想要获得的灵药啊 不行 你必须服下丹药疗伤 你看你 连脸上都有伤呢 不用白骨生生丹 你想留下巴哈吗 周扬强硬地说道 果然 对女人来说 容貌是最受关注的点 即便是周韵这样性格建议 因无果决的女子 在听到脸上扒痕几个字后 依然是脸色一变 低头道 好吧 我服用就是 你快去采集灵药 嗯 周扬点点头 满意地将丹药放在周韵手中 随后才走向天心草所在 系统 快检测一下 这珠天心草能否增幅 周扬看着眼前 这珠天心草 顿时眼睛一亮 这珠天心草所生长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零药源啊 且药零不高 只有数十年而已 即便炼制成助击单 估计也只是残次的下品助击单 这样的一珠天心草 九成可能性 是野外自然生长的 那系统 就有用武之处了呀 定 检测完毕 经系统检测 眼前零药为野外自然生长 可以进行增幅 请问宿主 是否选择增幅 系统的回应 让周扬有些开心 随后立刻将天心草采集 放进了专属空间 道 系统 对这珠天心草 进行万倍数量 等等 周扬刚要进行增幅 在他之前的想法里 这种助击单主要材 直接搞成万倍数量 那周家将拥有上万颗天心草 以后助击单 不是人人都能当糖豆吃了吗 不过他忽然想到 自己还剩余的完美助击单 就三颗了 而周家和自己最亲近的人 有四个 姐姐周运 弟弟周平安 妹妹周雪 和母亲刘宛如 还少一颗完美助击单 市面上的助击单成功率 无法保证 他可不打算让他们 助击单 所以 周扬思索了一下 便下了决定 系统 进行万倍质量增幅 叮 增幅完毕 恭喜宿主 获得万年天心草一桌 咦 为什么只有万年 这珠天心草 本身就有数十年药磷了 万倍质量增幅之后 不应该和龙血果一样 直接变成数十万年的天心草吗 叮 天心草这种灵药 最高只能长到万年药磷 再长下去 依然是万年灵药 无法增加丝毫药性 即便药磷尝到几百万年 也只拥有万年药性 系统的回答让周扬明白 这世间的灵药 是有其极限的 除非是龙血果这种 烈焰花这种 不 周扬觉得 即便是这两种灵药 也有其极限 否则万一有那些地方 存在百万年龙血果和烈焰花 系统增幅之后 岂不是变成了百亿年药磷 真要是成了这种等级的灵药 那吃了岂不是逆天 周扬暗自想着 目光放在了专属空间中 这株新出炉的万年天星草之上 这株灵药 估计就是完美铸鸡丹的主要了 炼制之后 即便不如系统奖励的百分百晋级 估计成功率也在九成九以上 周扬走回周扬身侧 此刻周扬正在调息疗伤 白骨生生丹的确强大 不过一会的功夫 周扬身上的伤势 就已经好了很多 脸上的伤痕也在渐渐消失 苍白的面色也红润了些许 看到周扬没事了 周扬也放下心来 没多久 周扬睁开眼睛 看到周扬后开口就问 扬帝怎么样 那株天心草采集了吗 已经采集了 被我放储物袋里了 周扬回答 储物袋 我们周家什么时候有储物袋了 周扬好奇道 扬帝 我们家族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给我仔细说说吧 第27章 回归 伤队到来 好 不过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还是先出了秘境再谈吧 周扬环是一周一边说 一边走到了鳄鱼妖兽的尸体旁 一挥手 将鳄鱼妖兽尸体收了起来 怎么说 也是一头二阶妖兽 价值不菲呢 不能浪费 这个秘境 是我冒险杀了一个邪魂宗魔修 才得到了地图 对了 这里还有几个魔修在呢 估计秘境中的宝物 都被他们弄走了吧 周扬说着 叹了口气 他还想着这样一个秘境 里面肯定有很多好东西的 结果却荒凉至此 不过能获得一株天心草 已经不错了 现在出去也好 呵呵 你是说这几个人吗 周扬闻言轻声一笑 随后将几个魔修尸体 从专属空间内放出 你 你竟然已经碰到他们了 是你杀死的吗 周运吃惊地看着几个魔修的尸体 他没想到 追杀自己那么久的魔修 竟然就这么全都死了 一个都没手 其中一个是他们自相残杀死的 三个是我杀的 周扬简单地说了一下 周运是自己清解 是能够相信的人 除了系统 他不会对他有什么隐瞒 就连那处地下花圃 捂住要灵数百年的天心草 甚至烈焰花的消息 全都告诉了周运 闻言 周运面色大变 那可是烈焰花啊 自己是若珍宝的天心草 在其面前 屁都不是 这简直是烛光与浩月的对比 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烈焰花 这太过珍贵了 这是我们周家能拥有的吗 周运第一时间竟然不是兴奋 而是有了些惧怕 的确 以烈焰花的价值 连圣地都会动容 万一走漏了消息 周家覆灭不过请客之间 周运的惧怕 完全是情有可原的 姐 你就放心吧 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都被我干掉了 就这几个魔修 说着 周扬看向地上的魔修尸体 直接几颗火球出手 将几具尸体烧成了灰烬 毁尸灭迹 还有谁能知道这里的 这早就是一处荒凉的 被人遗忘的秘境了 邪魂宗那样的顶尖宗门不需要 那些小势力 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我之后会让家族 派人来这里助手的 没事的你 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一切 好吧 看着周扬信心满满地安排着一切 周运微微一笑 感叹道 没想到 当年的那个跟在我身后 调皮捣蛋流鼻涕的小屁孩 已经长大了 不仅当了周家家主 还成为了一个助击进修士 我现在总有一种 陷入梦幻的感觉 周扬文言 不由满头黑线 当年的小孩可不是我 嗯 不全是我 我也是登上家主之位 才觉醒前世记忆的 嘿嘿 那绝不是我 几天之后 周扬和周运 返回了刘光城 周扬给了一颗完美助击单 让周运前往刘家修炼室 进行闭关突破 有完美助击单在 周扬是一点都不担心 周运晋级会出现问题 七位祖老年龄那么大 在气血亏空的情况下 都能全部突破 更别说周运这样一个 天赋超绝的年轻人了 周扬本人 则是因为姑姑结束进修 去拜访了姑姑说了会话 最后在刘鹏飞的热情邀请下 离开了姑姑的住所 刘家大客厅 周扬再次回到了这里 刘鹏飞的热情比之前还要高 这几天时间 他收集到了更多 关于周家的消息 眼前这位侄子 现在不仅是周家家主 还是修为最高的一个 听说其境界 已经到了住击中期了 这才多大 就住击中期了 其天赋绝对很强 必须搞好关系 不仅如此 他还听刘倩说了 周扬购买灵器飞剑 以及花费千万临时 定制上品灵器的事情 这可是太是吓人了 什么时候 周家这么有钱了 现在的周家 那真是要钱有钱 要实力有实力 两方面基本上都超越刘家了 这大腿 必须抱住了 贤侄啊 周家商队已经来了刘光城 我给他们安排好了地方驻扎 并且还将方式中 刘家的店铺摊位 让了一部分给他们使用 免费使用 刘鹏飞笑哈哈地说道 那可真是太感谢姑父的帮助了 周扬笑着回应 随后说道 这次商队再要在刘光城 采购大批量的物资 供应家族修饰消耗使用 还要劳烦姑父多费心了 想要在刘光城采购到足够的 并且上乘的物资 还得请刘家 这样的地头蛇协助才行 否则的话 说不定花费的价格更高 买到的东西却不一定好 呵呵 这些都是小事 小事而已 刘鹏飞摆摆手 一副不值一提的模样 这点事情就不用多说了 来 品茶 这是我从隔壁大商收购来的红茶 味道非常不错 闲之赶紧尝尝 周扬见此 也不再多说 心中明白 估计这位姑父 是知道自己定制上品灵器的事情了 也不怪对方如此讨好自己 实在是一千万的灵石 那根本就不是普通铸鸡家族能够拿出来的 即便是金丹家族 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灵石的 也很少 一千万灵石啊 运气好的话 都可以买到一件下品法宝了 那可是原鹰老祖才能使用的法宝 金丹后期使用的话 估计一次攻击 就能抽干其全身法力 法宝的威力是非常恐怖的 和灵器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灵器拥有灵性 而法宝则拥有气灵 而周扬则花费了一千万 定制了几件上品灵器 这件事 让刘鹏飞震撼了几天 直至现在 依然为此惊骇 贤侄 我听气儿说 你在欧家的万宝阁 定制了一套上品灵器 还购买了一柄灵器飞剑 刘鹏飞没好意思 直接问周家 哪里来那么多灵石的 只能拐着弯开口 周扬没有回答 在刘鹏飞眼巴巴的神色当中 端起茶杯 悠然一口 赞叹道 果然不亏是来自大商的红茶 这味道还真不错 贤侄喜欢的话 走的时候 我给你包鞋带回去品尝 我拿还有好几斤大商红茶 全都给你 刘鹏飞大手一挥说道 呵 姑父 我这里有一个计划 不知道姑父 是否愿意和周家合作 周扬放下茶杯 开口说道 什么计划 说来听听 刘鹏飞兴致勃勃地问道 第28章 十万临时一个月 与刘家的合作 我周家商队 接下来任务繁重 会前往各地进行交易 周扬思索了一会 组织下语言说道 刘光城这边 商队不会留下太多人员的 这边的生意 我打算交给刘家负责 每个月的月初 刘家派遣人员前往青木城 将货物拉过来售卖 再从刘光城购买货物 送回青木城 具体细节 姑父 您可以让刘家商队的负责人 和我母亲商议 母亲刘宛如 也是刘家人 和刘家商队的负责人 甚至还是很近的支脉 父辈那一代是亲兄弟 这样吗 刘鹏飞听到这话 有些沉默 周扬的提议 完全适用了刘家 在刘光城的影响力 在刘光城做生意 还全部动用的是刘家商队 且要求刘家商队 奔行于两城之间 一切都是刘家在付出 这不符合刘家利益啊 姑父 周扬微微一笑 知道刘鹏飞为何沉默 他开口说道 既然是合作 那我周家 必然不会让刘家单方面付出的 每个月的生意 我会拿出十万零食作为酬劳 不知道姑父是否满意 十万零食 还是一个月 千万不要看周扬花钱如流水 就觉得零食不值钱了 恰恰相反 这个世界资源是越来越匮乏的 周扬的零食 那都是系统万倍增幅来的 他当然花钱大手大脚 丝毫不心疼 但是 想想之前的周家 周家此前 一年存不下一万块零食 家族全年总的零食收益 才两万多零食 刘家是比周扬 接任家主前的周家 要强大不少 刘家所在的刘光城 也比青木城富裕 经济环境更好 可即便如此 刘家一年总收益 不过十五万零食前后 再去掉各种费用支出 家族人员供奉消耗等 一年到头 能存在三五万零食 已经是非常多了 而现在呢 一个月啊 一个月就有十万零食入账 这可真的是震撼到了刘鹏飞 刘鹏飞扳着手指头一算 乖乖 这一年 不得一百二十万零食入账啊 十年就是一千二百万 十年就是一件法宝的零食入账啊 刘鹏飞眼睛都红了 这样来钱的生意 金丹家族都会眼红的吧 好好好 合作 果然啊 闲职你有好事 还是会想着辜负 想着刘家的 哈哈好 刘鹏飞开心止不住大笑 你放心 周家这是交给我刘家 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 我刘家商队 已经打通了大厦境内 大半城池的商路 就连帝都都有我们的店铺 周家的货物 绝对能够通过我刘家商队 远销大厦境内各成的 周扬文言 不由露出了笑意 为何要选择刘家 作为合作对象 首先不选刘家 也要选别家 同样需要付出代价 人家才会帮你销售货物 并且 别的商队和周家又不熟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也不好处理 而刘家 则是和周家亲戚关系 真出事了 可以直接找刘鹏飞 二来 周家商队太小了 自己想要将大量零食 转换成修行资源 根本就做不到 无法购买到大量物资的 胡乱购买 还会引起某些 不知名敌人的主意 有刘家的庞大商队 做遮掩 要简单多了 第三则是 未来 周家肯定 不仅只有临时矿卖 和赤铜矿卖 会拥有更多庞大的自然资源 那些东西 需要转换成修行资源 同样需要刘家庞大的商业网络 与其周家慢慢搭建商队 还不如直接动用刘家的商队呢 这钱给别人正也是正 给刘家正也是正 有母亲刘宛如的关系在 自然是将好处给自家人 是更好的选择 至于刘家 在之前父亲去世十面 对王家选择沉默的做法 周扬也记着呢 所以才会给出 十万零食一个月的酬劳 只提商业合作 不提其他 也就是说 周扬只准备给些许好处 想拿更大的好处 没有 比如说天心草 没刘家的份 完美助鸡丹 没有 以后天心草炼制的助鸡丹 同样没有 只有日后生意做大了 周扬才会适时的 偶尔给点好处 激励一下刘家的积极性 日后 周家对各色资源的处理方式 就很简单了 每个月 刘家商队前往青木城 带着周家提供的 各种自然资源 如赤铜矿 灵药 以及大量零食等 前往各地售卖 获得的零食 用来购买各种周家 所需的修行资源 如丹药 服录 各色法器零器等等 周家将会派遣部分人员 跟随商队 做监督作用 根本不用周家大费周章 自己组织商队了 周家的商队 将会精简化 未来只会进行高端物品的 采购和售卖 比如购买助机单 购买上品灵器等 周家将会派遣助机 禁足佬亲自同网 毕竟助机单这东西太过珍贵 每次拍卖会出现 助机单都会引来 各大修仙家族的争抢 甚至还会半岛截杀 当天下午 周扬叫来了商队的负责人 让他亲自和刘家商队的人交接 周扬也和刘鹏飞 正式签署了一份协议 有大厦官方印章 还是有些法律效应的 并且 两家还是亲戚关系 基本上不会出现违约 晚宴十分丰盛 刘家人都很高兴 家族做成了这么一大笔生意 他们肯定高兴啊 每个月十万零食的入账 其他生意都可以停掉了 以后只做周家生意就足够了 他们暗自计算着 按照一个月十万零食的收入来计算 不用几年的时间 刘家依靠这些零食 将会发展得更加强大 以刘家的商业规模 只要有零食 还是能从大厦各地 搜寻助击单的拍卖信息的 到时候用钱砸就是了 每年总能砸到一两枚助击单吧 那么几年下来 家族将会多出好几位助击修士 远远超越刘光城其他三大家族 将会和刘光城城主家族所媲美 并且 现在有强大的周家做后盾 即便是刘光城城主 也不敢贸然对刘家出手的 稳得很 刘家志得一满 这一晚 两家都很开心 只有得到知言骗语信息的刘光城 其他三大家族 有些不开心 纷纷聚集起来 开始商议 如何应对刘家的崛起 第二十九章 周运助击 震惊众人 第二天一大早 一道射人心魄的气息 从刘家一处修炼室传出 吸引了小半个刘光城有心人的注意 刘家众人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晋升助击的气息 这股气息好强大 是谁 是我刘家 那位祖老晋级了 一众刘家修士议论纷纷 都在猜测 到底是刘家那位祖老 登临助击修士境界了 这可是一步登天的事情 对于刘家 这样的助击家族来说 助击就是家族最高修为 一旦从炼器晋级到助击 那就立刻成了家族的核心人员 将享受更多的资源供应和权利 就在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有人插了一句 那个修炼室 我记得 昨天是给了周家的那位家主姐姐用的吧 周家家主的姐姐 哦 我想起来了 是那个周韵 是个修炼天才 好像才十八岁 乖乖 十八岁 我这 这才反应过来啊 他才十八岁啊 看着气息 他是真的助击了啊 这个反应过来的刘家修士 忽然就愣住了 其他刘家修士 此刻也沉默了 一个个目瞪口呆的 看着周韵所在修炼室的方向 十八岁的助击 别说刘光成了 即便是在帝都 都没几个吧 别说帝都 即便是大厦唯一的顶尖宗门药王谷 十年都难得见到一个吧 这种超级天才 哪里是那么容易出现的 乖乖 我记得那位周家家主 也是助击吧 他 他多大 十六 群修沉默 吓得 都梦了 这周家这么夸张 这么恐怖的吗 一个十六岁的助击 听说还是助击中气 一个眼前晋级助击的十八岁女修 这是什么家族 这是神仙家族吧 刘家府邸主屋 刚刚起床的刘鹏飞夫妻二人 此刻也在看着周运修炼室方向 刘鹏飞满脸复杂地感叹道 这种不到二十岁就晋级助击的天才 寻常大家族大宗门出现一个都已经不得了了 没想到 周家既然出了两个 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也不知道周家到底得了什么机缘 夫君 你可不能有其他想法 一旁周扬的姑姑 刘鹏飞的妻子周兰心 不由正色道 杨儿没有怪罪刘家之前观望之过 若再得罪了杨儿 我可不会替你再去当说客了 现在刘家和周家正处于合作阶段 正是发展的好时机 万万不能节外生枝 夫人所言甚是 你放心 为夫知道轻重 绝不会恼了周扬闲职 刘鹏飞赶紧说道 而且你看周家现在 周扬姐弟都是助击了 家里还有七位助击足楼 这就九个助击休士啊 这样的实力 这样的助击数量 都快赶上那些帝都的金丹家族了 我哪里还敢有其他想法啊 周家的机缘是周家的 我刘家不会胡思乱想的 你就放下心来吧 就如你所说 现在两家正在合作 是家族发展的好时机 我会把精力都放在家族发展上的 听到刘鹏飞这么说 周兰心才放下心来 对自己也很不错 说是相如以沫可能夸张了 但是相敬如宾绝对是做到的 就是有一点不好 一切都以家族利益为准 见风使舵 墙头草的本领不是一般的墙 在刘光城几大家族间 是混得风生水起 这无可厚非 可对于周家 还是这副态度 就让周兰心有些不喜 那是他的娘家 两家若是闹矛盾 他家在中间是很难做人的 还好现在两家和好了 周家越来越强大 周兰心看在眼里 也是喜在心里 周家越强大 他在刘家的地位 就越稳越高 另一处别院 刘倩所在住处 看到比自己还小几岁的周运 竟然先自己一步晋级助击了 刘倩不由红唇轻咬 有些不甘心 他当然也知道 自己的天赋是不如周运的 现在连练气九层都没到呢 更别说助击了 一夜修炼 即便服用了增进灵气 吸纳炼化的上品丹药 法力的增加也很吸手 没进步 一丝都困难重重 想要助击 几乎是千难万难 不行 结单 结单 看似和助击就一个境界差距 但是刘家雄距刘光诚 数百年时间以来 一个金丹七大修士 都没有诞生过 结单太难了 特别是对于修仙家族来说 功法是首要问题 多数修仙家族 连可以修炼到金丹的功法 都没有 然后就是资源 助击修士想要结单 不仅仅对灵根资质 有很高的要求 对资源也有要求 想要培养出一个金丹大修士 从头到尾 需要花费的资源 折合零食的话 至少也得几百万往上 若是以前 刘倩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些问题 但是现在刘家和周家有商业合作 每个月有十万零食到账 这就让他心中有些期待了 也许自己也能结单呢 在此之前 得先助击才行 杨帝的天赋那么高 周家还得了那么厉害的机缘 我要多和杨帝亲近才行 结单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刘倩心中对周扬异常崇拜 从周扬在方式中 随手消费上百万零食 随意定制价值千万零食的 上品灵气时起 就对周扬有种莫名的情愫 两家虽是亲戚 自己的母亲还是周扬姑姑 可却不是亲姑姑 而是唐姑姑 血缘上有些距离 道德伦理上也说得过去 如果自己向父亲提议的话 说不定两家就可以更亲近些呢 刘倩脸色飞红 想起了周扬俊美的脸庞 和挺拔的身姿 不由痴痴笑了起来 下了门外侍女一跳 对于周运的助击 当天 刘家再次摆了盛大的宴席 为周运助击恭贺 忙碌一天过去 推杯换盏 酒水饮品之下 即便是周扬也有些醉了 周运本人也是乐呵呵的 跟道喜的众刘家 修饰共饮 就连刘光成其他家族 以及城主府都派了人员过来道贺 想要和周家搭上关系 第30章 再逛方式 周家主豪气 周扬 我听说 你又要去方式 一大清早 刘倩就一身青绿衣裙 来到了周扬住所 看着刚刚结束修行的周扬说道 去方式 还得我带你去啊 我跟你说 开卖会即将开启的原因 很多店铺都上了新品呢 特别是要王谷的店铺 上了不少更加珍贵的丹药 还有一些其他的店铺 没我带你的话 你肯定会吃亏的 对于刘倩的盛情 周扬有些诧异 这位姐之前虽然对自己态度也不错 但也没现在这么上心啊 怎么回事啊 好啊刘倩姐 我打算带我姐去方式转转 她刚住机 之前使用的还是中品法器呢 应该给她换一套上品法器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要购买 上一次去方式有些匆忙 都没买到 周扬笑着点头应允了下来 有刘倩带着去方式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省得自己姐弟眉头苍蝇般 胡乱寻找 呵呵 你就放心吧 有我在 刘光诚的方式任何地方 都能随意进出 这话倒没错 刘家作为方式拥有者之一 的确是任何地方都能去的 即便是要王谷这样的庞然大物 大夏王朝唯一的顶尖宗门 在人家地盘上 还是得考虑一下影响 不能太过霸道的 毕竟刘家是地头蛇呀 走吧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 对了 周运妹子呢 刘倩转头四处寻找 没见到周运的身影 还没起床吗 不是 他应该还在修炼 在稳固修为 毕竟刚刚晋升 法力需要调戏稳固才行 周扬笑着说道 昨天晚上临走前 周扬特意从刘鹏飞那边 讨了些稳固修为的丹药给周运 刚刚晋升的周运 的确需要好好调理一下法力的 那我们去他的住所找他吧 好 两人来到周运住所 周运正好也结束了一夜修行 身穿一身白色发袍走出 一脸意气风发 带着鹦鹉之气 显得非常具有朝气 也让刘倩看得羡慕不已 三人结伴 前往方氏 由于拍卖会将近 方氏内的氛围 的确比之前周扬来时 要更加热闹了很多 刘光城周边的小城池修仙家族 甚至一些散修 也都得到消息 来到了方氏 想要在方氏中寻找机缘 或许能够简陋一些 别人认不出的宝物呢 当然 更多的人是带着临时 过来参加拍卖会的 拍卖会上的宝物 是真正经过鉴定 是价值完全显露的物品 更别说 这一次的拍卖会 药王谷还拿出了几颗助机单 很多修饰都是为此而来 药王谷是大厦境内 提供助机单最多的一个地方 毕竟是以炼丹出名的顶尖宗门 每年都会拿出数十颗助机单 听上去不少 但是分散在大厦境内那么多地方 那真的是杯水车星 其他的 比如帝都的几个金单大家族 以及大厦王室 偶尔也会拿出些助机单拍卖 或许是为了筹集零食 或者也是为了拉拢势力 可以想象的是 拥有药王谷这种丹药大宗门的大厦王城 助机单都稀缺无比 那么其他地方呢 资源匮乏的 可不仅仅是大厦王朝 整个修仙界都是如此 三人第一站前往了药王谷店铺 见到周扬三人到来 那位店主前几天刚见过周扬 当然不会不认识 连忙满脸带笑的上前招呼 原来是周家主利林 我说 怎么一大清早就听到喜鹊在叫呢 哈哈 快快请进 将周扬三人迎进了店内 带进了贵客厅后 又招呼店小二上了好茶招待 才开口询问了起来 周家主这次前来 可是听闻我们店铺 有了上品保单的消息 周扬闻言 顿时感兴趣了起来 刚才才听刘倩说 这家店里上新货了 现在一听果然如此 他对这所谓的保单有了期待 正是如此 好店主 不妨将你口中的保单拿出来 让我们开开眼如何 周扬笑着道 这可是要王谷出品的保单 在下还是很期待的 哈哈 既然周家主都这么说了 那好某自然不会让你失望 还请稍等片刻 好店主笑着起身 好店主请便 周扬点头示意 三人留在贵客厅喝茶闲聊 不过一会功夫 好店主去而复返 手中拿着三个巴掌大小的玉瓶 看不出其中到底装了什么单药 周家主 我们要王谷 为这次的刘光城拍卖会 拿出了三颗助机单 不过那三颗助机单 是专门为拍卖会准备的 不能在店铺中售卖 好店主说着 将手中玉瓶放在了桌子上 不过 除了助机单之外 我们还有三种新的单药 适用于店铺售卖的 就是这三种 还请好店主介绍一下 周扬点头说道 助机单专门提供给拍卖会的 他自然知道 他也没想在这里 就提前买到助机单 想要的话 等明天去拍卖会上 买就是了 比财力 他还真没怕过谁 大厦境内 比他有钱的 也就大厦王室 和那些老牌金丹家族了 嗯 当然还有药王谷 这字不必说 药王谷可是占据着 一条大型的中品零食矿脉呢 除此之外 还有数条大型和中型的 下品零食矿脉 比现在的周扬 可有钱太多了 周家主请看 好店主也不废话 直接打开了第一个玉瓶 取出了一枚散发着 药箱的褐色丹药说道 这枚丹药名为雨林丹 服用之后 可以让修士的身体 变得轻盈 不管是长途奔行 还是与人战斗 都会更有优势 关键是 他还可以和神行术 叠加使用 如果会些飞行术法的话 那可就了不得 不管是飞行时间 还是飞行速度 将远远快于同级修士几倍 实在是居家远行 欲敌逃生的不二丹药啊 雨林丹 功效不错 但也仅仅只能说不错 周扬眼中有些失望 不过没有表现出来 这种丹药 对自己来说有些鸡肋 以他的法力精纯度 和浩瀚度来说 加持神行术 几乎可以一直不停地使用 以后 学会了飞行法术后 更是几乎能像金丹大修士一样 法力耗尽之前一直飞行 甚至能比金丹大修士 飞得更久 更快更远 不过这丹药 对于周家修士 那样的普通修士来说 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了 算是保命底牌的一种了 哈哈 好 果然不愧是要亡谷出品的丹药 这瓶雨林丹 我要了 周扬哈哈一笑 豪气的一摆手 就拿下了这瓶丹药 看得旁边的刘倩和周韵 一阵心惊 这样的丹药 估计不便宜吧 就这么简单 买下了 哈哈 周家主豪气 好店主也是一脸高兴 这种昂贵的丹药 普通修士根本买不起 只有那些修仙家族能买 但也不会买太多 有时候是一颗两颗的买 哪里像周扬这种 直接就是买一瓶啊 这一瓶可是装了十颗的 第31章 两女惊喜 昂贵的养颜丹 周家主照顾小店生意 我也不能只顾着 赚周家主的零食了 好店主说着道 这雨淋丹 八千枚零食一克 十颗就是八万零食 我做主 就收周家主七万零食即可 几句话之间 就免了一万零食啊 这位好店主 也是大气了一回 该因周扬这样的大客户 必须要好好结交 药王谷店铺的丹药是好 但也贵啊 大夏王室的店铺 和一些金丹家族的店铺 也售卖丹药 质量虽然不如药王谷的丹药好 但是价格便宜 更多的修饰都会选择便宜的 对于普通修饰而言 效果差一点就差一点 实惠才是最优选项 这第二个玉品里的 对于周家主 可能没什么吸引力 好店主又介绍起另外的丹药 这丹药名叫养颜丹 虽然无法和助颜丹相提并论 但却也有着滋润皮肤 调和阴阳的功效 是女修饰们非常喜欢的一种丹药 哗 听到这话 周阳是没什么动静 但是刘倩和周运 却都眼睛一亮 连忙站起身来 靠近了好店主 好店主 这就是养颜丹吗 刘倩激动地问道 这养颜丹多少零食一颗 周运也急忙问道 呵呵 两位仙子勿急 见到两女模样 好店主就知道 这瓶丹药也稳了 她接着道 这的确就是养颜丹 我要往古一位金丹长老练制的 这位长老也是爱美之人 前行研究了不少时间 才将养颜丹炼制了出来 可惜 她原本是想炼制助颜丹的 可惜助颜丹的主才灵药 早在上千年前就已经绝技 不过还好 养颜丹却被炼制了出来 好店主惋惜地摇了摇头 随后道 眼下要往古内的女弟子们 可是排着队 在那位长老修行处求丹呢 我也是豁出老脸 才从那位长老处求了这一瓶过来 只有一瓶啊 真的没有再多了 价格呢 多少零食啊 周运再次询问 她才不管要往古内什么情况呢 眼下这瓶养颜丹只要价格不贵 她就算是求弟弟也要拿下的 当然 她也不是那种刁蛮女子 若是价格太过离谱 也不会硬是要买 价格 这养颜丹的价格是要贵不少的 一枚需要六万零食 好店主说道 死 六万零食 就一颗 周运倒吸一口凉气 这也太 太贵了吧 刘倩瞪眼惊呼 六万枚零食 只能买一颗 想想 刘家作为刘光成修仙家族 以前一年才攒下三四万零食 要两年积攒的零食 才能买你一颗养颜丹 这的确是贵的离谱 贵到家了 作为修仙家族都觉得贵 这种丹药 其他三修女子 即便再想要 估计也没钱买的 而正常情况下 一个修仙家族 会给家中女修士 花费一两年的积蓄 去购买一颗养颜丹吗 基本上不可能 两女都露出了失落的表情 算了 仅仅是养颜丹而已 远没有助颜丹那种 周韵摇了摇头说道 对 这养颜丹效果肯定很差 竟然还卖那么贵 谁会去买这种丹药啊 刘倩也是如此说道 可是目光还紧紧地 盯着养颜丹不放 周扬见到两女口是心非的模样 不由暗笑 好店主却有些急了 这两位不会真不买吧 不对啊 大客户周扬带来的人 应该是她的重要亲人吧 好店主连忙解释道 养颜丹虽然不如助颜丹那般 能够永远保持容貌和皮肤光滑 但却拥有相似效果 至少可以保持十年的容貌不变 滋润皮肤 调理阴阳的效果也不差 绝对是好丹药啊 这丹药的主材料也是非常稀有 价格贵有贵的道理啊 总不能让我们亏本脉吧 这还是金丹大修是亲手炼制的 可这价格也太夸张了 周韵坐回了自己座位上 摇头叹了口气 若是按照以前周家的经济情况 得积攒十年才购买一枚养颜丹 现在家族是富裕了 可自己也不能随意乱花零食啊 是啊 你这丹药那么贵 效果也就只能保持十年容颜不老 比助颜丹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你就算是放拍卖会上 估计也没几个人会买的 刘谦正色道 有这钱都够买一件上瓶法器了 谁还买你这丹药啊 上瓶法器保养得好 那是能用一辈子的 甚至有的家族还能传承下去 你这丹药吃完就没了 又不能增加战力 好店主文言 摇头不语 默默地将丹药玉瓶放回桌上 这丹药的确昂贵 即便是药王谷内 众多弟子修士们 到那位金丹长老面前求丹 也少有几个是真拿零食购买的 实在是贵 即便是药王谷普通弟子 也消费不起 只有那些核心弟子 或者是家族长辈实力强大的 才能买得起 呵呵 这瓶养颜丹 我也要了 好店主 给个十价吧 这个时候 周扬开口了 平静的话语 却让好店主一阵惊喜 果然 论豪气 还得看这位爷啊 呵呵呵 好说好说 好店主满脸笑意 能卖出这一整瓶养颜丹 自己总算是 完成那位金丹长老的任务了 对方想要继续改进 助丹丹的丹方 寻找替代主材料的零药 可是要花费很多零食的 不得通过售卖养颜丹来 积蓄零食 养颜丹六万零食一枚 我只收周家主 五万五千零食一枚 一瓶五十五万零食即可 一下子便宜了五万零食 其优惠力度远比雨林丹要大 杨帝 这太贵了 五十五万零食啊 周运肉疼的看向周扬 想要劝说周扬放弃购买 对啊杨帝 这养颜丹不要也罢 五十五万零食呢 得多久才能赚到 即便刘倩也被这价格吓到了 刘家 以前的话 差不多二十年才能攒下 这要王谷真的是黑啊 随便卖一瓶丹药就赚到了 小家族和这样的顶尖大宗相比 简直是天和地的差距 不 比这差距更大 不用多说了 既然买下了 你们就收下吧 算是我送给周韵姐的晋升礼物 还有刘倩姐 你两次 陪我来方式 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这算是我的谢礼吧 周扬带着淡笑说道 随手将这瓶丹药递给了二人 你们赶紧分了吧 还要请好店主提供一个玉瓶 麻烦好店主了 这有什么麻烦呢 好店主喜滋滋的 让小二取了一个玉瓶来 两个男人随后看着两女又是欣喜 又是肉疼的 分了养颜丹 一人五颗 不多不少 周韵那五颗 肯定不会自己独吞 回去之后 定然要分母亲刘婉如一颗的 至于周雪 她还年轻 大概不需要 不过也不一定 那丫头一旦知道这丹药 估计也会死缠住周韵讨要的 其他的族内女修 估计也会纠缠 不过还得看关系远近 毕竟这丹药可不便宜 而且稀有 和周韵关系好的那些女修 才有机会获得 而刘倩 不用多说 姑姑那边肯定有一份 毕竟是她亲娘 而且 这丹药还是周扬送她的 怎么能少了周扬姑姑一颗呢 两女及肉疼 又美滋滋地抱着玉瓶打量了一番 随后收入怀中贴身放好 宝贝得很 好店主 这第三瓶丹药 又是何种宝丹啊 第32章 顶尖丹药 大气拿下 周扬其实对药王谷所谓宝丹 还是有些失望的 前面两瓶丹药 都不是她想要的 这第三瓶丹药 绝对是你需要的 好店主正色说道 这瓶丹药 同样是一位金丹长老炼制 并且 其主要是一颗 助击巅巅峰的二阶妖兽妖丹 配以寒水 冰髓等珍稀材料炼制而成 此丹名为静心聚气丹 拥有增进助击后期修饰法力的功效 修炼时服用一颗 一碗静修之下 法力精进程度 抵得上平日修行大半年时间 并且因为材料的原因 还有着抵御心魔的功效 完全没有任何法力突增 而产生的副作用 修炼来的法力 是非常稳固的 这种丹药 即便是在药王谷内 也是谷内助击弟子们 梦寐以求的丹药 听到这话 周扬心中再次失望 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是增进助击净修饰法力的丹药 的确 如果助击还是助击中期的话 还是普通修饰的话 这种丹药的确是好东西 而且是助击修饰 眼中梦寐以求的丹药 一颗抵得上半年修行的法力精进 十颗就是五年修行所得呀 关键是没有副作用 还能抵御心魔 修饰们修行 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一旦修行过快 就会造成根基不稳 进而就会产生心魔 有走火入魔的危机 魔道宗门的魔修们 最怕的就是这个 魔修前期修行速度 是远超正道修饰的 但是他们修行速度是快了 但是根基却远远 无法和正道修饰媚 时常会发生心魔暴走 暴体而亡的例子 就眼前这种丹药 那可不仅是正道修饰需要了 魔道修饰见了 估计要疯 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 拿下这种丹药 总而言之 这静心俱气丹的确好 对任何助击修饰 都是梦寐以求的 除了周扬 首先 周扬目前是助击巅峰 不再需要增进法力了 他法力已经无可增进 要这丹药何用 第二他自身的修行速度 就吊打着丹药的增进法力速度 先临根之下 他修炼一晚上 比普通修饰修炼三年还强 还要个冒险丹药 来精进修为啊 不过转念一想 这丹药对助击是没什么用 但是对周家助击修饰作用很大 不说远了 眼前姐姐就很需要这丹药 服用静心俱气丹 又没副作用 时刻下来 五年的修为 以周运的天赋 估计能冲到助击中期 甚至是后期 好 真的是好丹药啊 因此 周扬立马换了一副面孔 欣喜地说道 这瓶丹药我也要了 好店主开价吧 对了 静心俱气丹就这一瓶吗 如果好店主还有的话 不管多少 我都包了 只希望好店主能给个实在价就行 以后我周扬 一定多来照顾好店主生意 周扬故意表现出这副模样 就是让好店主知道自己的财力 如此 他才会从药王谷 弄更多的精品丹药来 周家不缺钱 但就是缺静心俱气丹 这种顶尖修行资源 这东西要精丹修饰才能炼制 不仅对修为有要求 对炼丹能力也是有要求的 精丹镜的炼丹师 周家短时间是绝对不可能拥有的 只能求着药王谷 通过药王谷 来获得这类顶尖资源 听到周扬的话 好店主自然是非常惊喜的 这种丹药他知道肯定不愁卖 即便昂贵 也是有人买的 和养颜丹不同 这是能够真实增加助基修饰 修为的顶尖丹药 不管是助基家族 还是精丹家族 又或者是大夏王朝 任何势力当中 助基修饰都是重要一环 这种丹药 对助基修饰的吸引力巨大无比 完全不愁卖 不过不愁归不愁 眼下能够这么一大批的卖出去 好店主也是很激动 这次起码能够赚到上百万零食啊 周家主 不瞒您说 这静心聚气丹的确有些昂贵 且我还没有权限给您降价 这是宗门定下的价格 大夏境内所有药王谷店铺 都是这个价格 好店主先是解释了一句 随后直接说到 静心聚气丹 一枚售卖零食十五万枚 一瓶十克 一听报价 原本还觉得养颜丹昂贵的周运和刘倩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具契丹 十五万零食一枚 一瓶要一百五十万 这谁吃得起 有修仙家族吃得起吗 有散修买得起吗 只有那些大势力 才买得起吧 的确 这种丹药主要卖家是个大势力 一加一些想要冲击金丹的住基家族修饰 咬咬牙也能买两颗 平日修炼的话 普通修饰是用不起的 大夏王朝王室肯定是用得起 但也得是地位足够高的部分住基修饰才行 金丹家族 估计也是那些被看好的后备才行 三瓶静心聚气丹 好 都给我吧 周扬面色不变 摆了摆手说道 请好店主算一下 这些丹药 一共多少零食 对了 雨林丹还有吗 有的话再丢我来几瓶 嗯 这雨林丹便宜 就再来九瓶 凑个十瓶吧 包括好店主在内 贵客厅内的众人 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周扬 这是不把零食当零食啊 这是当成石头来花的吗 周扬 你别乱花钱 我们周家哪里来那么多 周韵一急 直接喊了弟弟的名字 他还没正式返回家族 只听周扬说过 周家现在不缺零食 可是这么个花法 再多零食也扛不住的吧 扬帝你是周家家主 花费零食 还是要精打细算一些的好啊 刘倩也全解道 作为刘家家主女儿 她平日里是见过刘鹏飞那种精打细算的 巴不得一块零食 扮成两块来花 现在见到周扬这么个挥霍法 也被吓住了 这让他又想起了 之前在欧家万宝格的情形了 不过那是定制上品零食 那东西价格是贵 上千万零食呢 可他值这个价 一整套上品零食 能够传承数百年了都 周家的零食是真多啊 刘倩内心感叹着 他没觉得周扬拿不出这个钱 而是觉得 钱不能这么花 这花得也太狠了吧 呵呵 不用多说 我心里有数 周扬是周家家主 他的话 周韵也不能明确反驳 见全解无用 也就不再说话了 而刘倩是刘家人 自然更是管不到周家的事 也不再说话 另一边 好店主也算好了丹药总价值 周家主 与林丹十瓶 一瓶七万零食 一共七十万 养颜丹一瓶 一共五十五万零食 而静心聚气丹 一共三瓶 每瓶一百五十万零食 一共四百五十万 所有丹药总价为 五百七十五万夏品零食 跑了一趟药王谷的店铺 就花了五百七十五万枚夏品零食 真的惊呆了周韵和刘倩 好店主则是美滋滋地看向周扬 周扬也是面带微笑 点了点头说道 价格没错 就这样吧 麻烦好店主 将所有丹药都装好 这零食 你也收好 说吧 周扬一挥手 五百七十五万枚夏品零食 就出现在了贵客厅中心的空地上 当真是一大堆的零食 闪烁着灵气光运 把两女都看傻眼了 这么多零食 绝对是他们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 好店主是要往谷下派的助击进修士 倒是见惯了大场面 不过在见到周扬 果然拿出了这么多零食之后 心中对周扬的重视程度 再次提高了一截 心中已经在思索着 下次要不要拿更好的丹药 来兜售给周家了 毕竟周家财力雄厚 做他家一单生意 都快赶得上平日里好几个月的生意了 好店主收了零食 亲手为周扬装好了所有丹药 周扬收好了丹药后 低头思索了一下 他现在专属空间中 还有五株从秘境获得的天心草 药林还是四百多年左右的优质天心草 若是炼制成助击丹的话 起码也是中品助击丹 以药王谷的专业性 若是能勤动金丹大修士出手 说不定能炼制出上品助击丹 而这也是他此次来药王谷店铺的原因之一了 至于那株被他增负到万年药林的天心草 周扬暂时不会拿出来用的 第一 自己还有两颗完美助击丹呢 周平安才四岁 远没到修炼的年纪 起码得有十年之后 才有使用助击丹的机会 到时候再说也不迟 第二 万年药林天心草 这要是拿出来 估计得吓坏好店主 也会引起药王谷注意 那边好店主正准备起身 亲自送周扬三人离开 结果却听到周扬开口说道 好店主 我这里有五株四百多年药林的天心草 可否委托药王谷 为我炼制助击丹 第三十三章 委托炼制助击丹 再零欧加万宝格 炼制助击丹 好店主文言 感兴趣地说道 周家主手中 有五株四百多年药林的天心草 这样高药林的天心草可不多见 周家主真是复原深厚 哈哈 也是机缘巧合获得 周扬笑着回道 委托我要王谷炼制助击丹 当然没有问题 主要才周家主 你都准备好了 其他搭配的药材 由我们要王谷提供 不过您应该知道 委托炼制助击丹的话 一株天心草您自己提供 每一株天心草 要搭配十万零食的炼制费用 另外 炼制助击丹的成功率 在五成左右 也就是说 五株天心草全部成功 也只能够炼制出 二十五颗助击丹 这没错吧 好店主说道 没错 我也知道 如果是助击进炼丹师出手的话 成功率在五成左右 所以希望 委托要王谷 请金丹炼丹师出手 价格好说 周扬郑重说道 五成成功率 二十五颗助击丹 也就才能成功十枚出头而已 但若是金丹炼丹师出手 成功率将大大提升 助击丹品质也会提高不少 这是给家中修饰服用的 周扬非常看重助击丹品质 这关乎家族修饰未来的先路 哈哈 周家主不用担心 请金丹进炼丹师出手没问题 好店主笑着说道 正好 那位研究助丹丹的长老缺钱 以对方的水平 抽空炼制一些助击丹 还是手到勤来的事情 还请好店主开个价 这样 你额外给一百万零食就行 算是请金丹长老出手的费用 以那位长老的水平 多了不敢说七成成功率 还是能够保证的 品质也会提高不少 不会浪费了 你这四百多年要领天心草的 文言 周扬不由露出了笑容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周扬又取出了一百万零食的炼制费用 将五珠天心草留了下来 炼好后 直接通知刘家就行 哼 刘仙子就在这里 到时候 我会派人通知刘仙子的 好店主笑着起身 将周扬三人送出了门口 好店主还请刘布 好 周家主等我好消息就是 看着周扬三人背影离去后 才满面红光地返回店铺 扬帝 五珠天心草 就这么给好店主吗 刘倩有些不放心地问道 哼 以好店主要王谷直视身份 还不至于摊没了这五珠天心草 这些不是问题 周扬摇了摇头说道 我只希望 这珠鸡丹炼制出来后 他能给我十颗就行 五珠天心草 我们还请的是金丹金炼丹师出手 好店主也说了 起码有七成成功率 到时候 我们到手 即便只有十颗也赚大了 周运点头说道 周扬回答道 的确 一般人拿着天心草 去药王谷店铺 委托炼制助基丹 一颗天心草 加上十万零食 只能获得一颗助基丹 这是保证能拿到的 但是一颗天心草 能炼制一颅五颗助基丹 药王谷不仅收了 十万零食的炼制费用 还额外赚了四颗助基丹 药王谷够黑的 的确是黑 已经收取费用了 竟然还要再赚五分之四的助基丹 周运不禁探道 不过也是 这可是药王谷 专职炼丹的顶尖宗门 他们炼制出的丹药品质 就比其他势力要高很多 刘倩对此道也是熟悉 她开口说道 别人和药王谷 做交易会被拿捏 只能获得一颗 但他们 也不用考虑成功率问题 这个风险药王谷自身承担了 那药王谷 会只给我们周家五颗吗 刚才好店主只承诺了 成功率可能达到七成 可没答应给多少 助基给我们 若是按照普通修士的那种交易 拿捏我们怎么办 周运问答道 就看他们怎么选择了 现在药王谷占据主动 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最低七成的成功率 承担应该在十八九克的样子 只给五克 肯定是不行的 最少得十克 一百万零食的炼制费用 可不是白给的 周扬说着 心中哼了一声 若药王谷真那么贪婪 那自己那株万年药林的天心草 绝对不能交给药王谷炼制 杨爹 接下来我们还逛方式吗 走到方式街道上 刘倩不禁询问 他怕周扬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零食 身上零食万一不够了的话 去了其他店铺看上东西后 又拿不出零食 那面子上就不好看了 当然逛啊 走 继续 周扬面色淡然地说道 他知道刘倩在担忧什么 甚至旁边的周韵也是同样神色 不过他在 看了一眼专属空间之后 发现零食的确不多了 这次出门 一共带了大概两千多万零食 上一次来方式 花了大概两百多万 这一次六百多万 还有九百万左右零食 眼下肯定是够花了 但是若要参加明天的拍卖会 估计还差一点意思 好 那你接下来准备购买什么 接下来 我们去欧家万宝阁 我有一袋大生意 要和他们谈 周扬看了一眼专属空间中 价值差不多两千万零食左右 就是不知道欧家能否吃得下了 不过 以欧家在帝都仅次于王室的财富地位来看 吃下估计没问题 但是 欧家万宝阁的刘光城店铺 想要立刻拿出两千万零食 估计也危险 希望他们能拿出吧 不然等他们从帝都调集零食过来 估计拍卖会早结束了 具体如何 还得见了万宝阁的欧家执事才能知道 欧家 万宝阁所在 见到周扬三人到来 店小二眼力见很足 立刻招待三人进了贵宾间 端上茶水甜品后 便去通知了店主 哈哈 原来是周家主和刘仙子到来 欧某 没能出门迎接 还望不要怪罪 比起好店主 这位欧店主态度更加诚恳一些 毕竟欧家虽然是帝都仅次于大夏王室的修仙家族 族内金丹大修士都不止一个 听传闻 似乎还有原英级别战力的底牌 不过即便如此 那也跟药王谷没法比 人家那是这儿八经的顶尖势力 是修仙界十二大正道宗门之一 这十二个顶尖正道宗门 每一个都拥有着仙器作为底蕴 最低都是传承数千年的势力 最古老的圣地 甚至传承了数万年之久 实力强大到不可想象 要知道的是 药王谷没出过仙人 只是其创派祖师获得了仙器后 建立的药王谷 但其并没有飞升仙界 而是渡劫而死 一旦那个宗门出过仙人 并且拥有仙器 就会从顶尖宗门升格为圣地 说起来 顶尖宗门和圣地是同一个等级的势力 不过出现过仙人和没出过仙人 格调不同 称得上一个圣子 修仙界修士们普遍认为 圣地的实力 是要比同级的顶尖大宗门要强一些的 谁都不知道仙人们会不会给圣地留下些其他底蕴 欧殿主客气了 周某这次来 是想要和欧家万宝格做一笔交易 周扬开门见山地说道 哦 什么交易 还请周家主试下 欧殿主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看向周扬 第34章 欧家震惊 那么多赤铜矿 赤铜矿欧家主知道吧 周扬问道 当然知道 这是打造法器的主材料之一啊 很多法器都需要赤铜矿作为主材 不过这种矿石 现在已经越发稀少了 怎么 难道周家主手中有吗 欧殿主顿时眼睛一亮 最近欧家的锻造材料也很稀缺 导致各大城池万宝格售卖的法器价格上涨了些许 引起了不少老客户的反感 但是欧家也没办法 他们家占据的矿物资源也不多 整个大厦境内占据各种资源最多的就两家 药王谷和大厦王室 欧家只能去和这两家购买 原材料价格上涨 这成品法器的价格自然也会涨 而眼下 若是能从周家手中购买到足量的赤铜矿 至少在法器这一块 欧家将占据主动权以更低价格 抢占大厦境内低端法器市场 赤铜矿我的确有 还不少 就怕欧家吃不下这么多矿石啊 周扬沉生说道 周家主 这你可就小瞧我欧家了 论财力 我欧家仅次于药王谷和大厦王室 其他那些帝都金丹家族加起来 才能勉强和我欧家一家比财力 欧店主傲然说道 周家主 你手中到底有多少赤铜矿 我们欧家都要了 周扬文言 有些对欧家另眼相看了 对方能有这么大口气 其财力肯定不俗 连他也不由感叹一句 这修仙家族之间的差距 可真大 同为金丹家族 帝都那么多家家一起 才能跟欧家比财力 果然 修仙家族一旦掌握了一种高端技艺 敛财能力是绝对不会差的 助击家族们 还在为一年几万下品临时发愁 而欧家这样的大型金丹家族 在大厦境内的万宝隔一年的收益 估计最低都是千万零食以上吧 周扬心中高兴 因为对方财力充沛 自己手中的赤铜矿才能卖出去 不仅仅是 自己这次带来的这批赤铜矿 家族矿卖中的那些 还没挖掘出来的赤铜矿 也有了去除 即便对方无法完全吃下 也可以通过刘家 售卖到整个大厦去 反正这种紧缺资源 根本不筹卖 那好 欧家族请找个空矿的地方 我将赤铜矿取出 周扬起身说道 好的请跟我来 几人来到店铺后院当中 这个院落还挺大 旁边就是店铺的 一间很大的仓库 显然是用来储备各种物资的 就放在这里吧 我会让人清点的 欧店主指了指院落中间说道 他的身旁 已经站着好几个人了 有熟悉矿石的年老修士 也有精通锻造的中年壮汉 都是欧家本家的人 地位不是那些店小二能比的 基本上都是住基金 哗啦啦 周扬一挥手 一阵震动地面的声响中 大量赤铜矿出现在了院落中间 欧家众人瞪大了眼睛 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这这 这么多 这 这些赤铜矿品质还行 数量是真的多 我粗略算了一下 按照赤铜矿现在的市场价格 这里的赤铜矿 起码得价值2000万零食了 这周家 当真是运到好啊 竟然能拥有这么一个 储量不小的赤铜矿卖 欧云子 你这里零食储备可够 不够的话 赶紧通知家族准备零食 这批赤铜矿 一定要吃下来 几个老人围在欧店主身旁说道 2000万零食的赤铜矿 欧店主也吓了一跳 看向周扬说道 周家主可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啊 难怪会询问我欧家能否吃得下 这么多的赤铜矿 别说普通铸鸡家族了 把他们卖都买不起这十分之一的量 即便是那些金丹大家族 也很难拿出那么多零食 购买这些矿石 不过 我欧家可以 欧店主说道 不瞒周家主 我欧家原本准备在这次拍卖会上购买一份工法的 为此还特意准备了一笔1300万的零食 这笔零食就在我储物袋中存着呢 不过 既然有这么多赤铜矿 我们欧家肯定优先选择赤铜矿 这对我们要比那份工法更加重要 1300万零食 周扬皱眉 看来只能先拿这么多了 加上自己手上的900万 那就是2200万零食 足够这次拍卖会挥霍了 并且 这欧家既然得到内幕消息 知道拍卖会上会出现一门工法 还准备了上千万零食 准备参与拍卖 这门工法价值这么高 肯定不凡 周扬对此也来了兴趣 他现在修为是筑机巅峰境界 只要有合适的工法 随时可以晋级金丹镜 所以 对工法的渴求非常大 在周扬想着工法的时候 那边欧家的人 已经清点好了赤铜矿的价值 周家主 你的这批赤铜矿 我们给出的价格估算 是2285万下品零食 您觉得如何 欧店主高兴地来到周扬面前说道 2000多万的赤铜矿到手 经过欧家炼制成法器之后 起码能翻一倍价值 同时还能占领大量的法器市场 简直是为欧家大大的叙了一口血啊 这个价格和我周家估算的价格 倒是没有太大出入 我很满意 周扬笑着点头 欧家并没有坑自己 周家当时估算的这批矿石 价值为2000万出头 那好 不过 我现在只有1300万零食 900多万 欧家主思索了一下说道 我在欧家也算有些权利 要不这样 周家主您之前在我万宝格 定制了一套上品零器 加上定金 要付1000万100万左右 我做主免了您15万零食 剩余的部分 以这批赤铜矿作为交换 您看如何 可以是可以 但是上品零器 你欧家万宝格现在也没法丢啊 周扬皱眉道 这上千万零食的赤铜矿 不可能对方嘴那么一说 自己就放在对方手中 欧家的信用是不差 但不能和药王鼓相比 周家主 您之前定制的上品零器 我欧家大长老亲自出手给您炼制了 最多只需要两个月就能完成 毕竟我欧家大长老 可是金丹大圆满的修为 欧店主笑着说道 你这1000万零食的赤铜矿 只要给我们欧家留着就行 我也不是让您将矿石留在万宝格 毕竟是上千万零食的赤铜矿 万一在万宝格出了什么事情 即便是我也得遭受严厉择罚的 第35章 达成协议 必预攻 原来是让自己给欧家留着赤铜矿 这完全不用担心啊 周家赤铜矿卖里还有一大堆呢 这才开采出1%的储量而已 没问题 我会将这批赤铜矿给欧家留着的 到时候灵器锻造好了之后 欧店主记得及时联系我就是 哈哈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一言为定 两人交谈甚欢 几句话就达成了协议 周扬收了1300万零食现金 将部分赤铜矿又收回了专属空间后 几人又返回了贵宾间 喝起了茶水 欧店主 不知道能否告知欧家之前打算拍下的公法 是什么公法 周扬喝了口茶 向欧店主问道 对方既然已经放弃了拍买公法 那关于这门公法的事情 应该会卖个面子告诉自己的吧 周家主也对这门公法感兴趣 对于周家不知道拍卖回内幕 欧店主并不意外 周家只是一个驻鸡家族而已 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得到了一个 储量起码达到小型的赤铜矿卖 现在这个储量等级的矿卖 在大厦竟然已经十分罕见了 这件事若是传出去 估计连大厦王室都会心生贪婪的吧 欧云子心中想着 不过 他并没有想要将消息透露给大厦王室的打算 因为若是被大厦王室得去了这座赤铜矿卖 欧家就要花更多的零食 从大厦王室手中购买了 至于欧家去抢夺周家的这座矿卖 也不行 到时候事情闹大了 照样会被大厦那边知道 所以还是偷摸着和周家达成交易 这是对欧家最好的选择 给周扬透露公法消息 也能卖个好 加深一下两方的关系 的确比较感兴趣 周扬诚恳地说道 我周家还只是个小家族 家中修饰最多也就只能修炼到助激进 公法只是普通的炼气诀 想要突破金丹太难了 几乎不可能 应该说绝对不可能 连周扬这个仙灵根都无法靠炼气诀晋升金丹 何况别人 这就是公法限制 好吧 既然周家主感兴趣 而且我欧家已经决定放弃 这次拍卖会了 告诉你也没什么问题 欧店主郑重说道 这门公法是流光城城主府拿出来的 这位城主可不是简单人物 当初在帝都也是一位豪横之辈 只不过与其兄长竞争地位失败 被贬到了这里 流光城虽然也算是南方的经济大城 可还是无法和北方几大城池相比 就更别说帝都了 为了维持修行所需 这位王爷这次可算是掏出老本了 周扬对这些帝都大家族的权力斗争不感兴趣 即便对方是来自大夏王室 不过却对其拿出的这门公法感兴趣 王族成员拿出的公法还是用来筹集大量零食的 显然不可能是炼气爵这种低级公法可比的 就连一旁原本不在意两人谈话 正在窃窃私语 商量着养颜丹的周运和刘倩都竖起耳朵关注了起来 毕竟这门公法若是足够厉害 能修炼到更高境界 那对周家将是巨大助力 不仅周运关注 刘倩也很关注 因为周家越强大 刘家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 这门公法得知一个曾经的大宗门 是仅次于顶尖宗门的一个大派 在大厦开国皇帝征伐之战中 被耀王谷锁灭 欧殿主说道 这门公法是那个宗门的正派公法 这个宗门叫碧玉门 公法名为碧玉宫 最高可以修炼到元英后期 甚至其中还记载了突破化神境界的方法 不过这碧玉门只是历史上出现过化神修士 当初的大厦开国之战时期 碧玉门却没有化神坐镇 所以耀王谷甚至都没动用仙气 只是出动了一个化神境太上长老 带着几个元英长老 就帮助大厦皇帝灭掉了这个宗门 即便有公法 但是修行瓶颈可不是那么好突破的 越高的境界越难突破呀 这 这样的公法 这位王爷也有权力拿出来卖掉吗 周扬震惊的 不是这碧玉门被灭 也不是这门公法多厉害 能修炼到什么境界 而是这样一门公法 应该是大厦王室收藏的底蕴啊 怎么会到了 这位争夺地位失败的王爷手中 且还光明正大的拿出来卖掉 他不怕现在大厦的那位统治者震怒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对方竟然敢拿出来拍卖 显然是没有这方面顾虑的 欧殿主说着 忽然放低了声音道 有小道消息说 这位王爷的母亲很宠他 他的母亲也是当今那位的亲生母亲 他们是亲兄弟 嗨嗨 那位太后的修为可是化神 周扬恍然 难怪这位王爷争夺地位失败了 不仅没事 还能在流光城逍遥 还能将碧玉宫 这样的功法拿出来卖 人家也是有后台的 太后不怪罪下来 当今那位皇帝也不太敢忤逆 这位皇帝本身秀为听说 也就出入原因级别 化神镜的太后 不仅是这位王爷的靠山 同时也是皇帝的靠山啊 感谢欧殿主告知 周扬感激不尽 周扬起身 郑重地行了一礼 这门功法对周家非常重要 他必须要得到 周家主客气了 这门功法的价格 我估计应该在一千万零石左右 别看这功法珍贵 其实也就一件法宝的价格而已 欧殿主直说道 并且大夏王室肯定是有辈分的 这位王爷手中也肯定留有辈分 你即便买下来也不是绝版 还望周家主清楚这一点 呵呵 明白了 再次感谢欧殿主的 日后我周家的赤铜矿 只卖给欧家万宝格 若是还有其他矿卖资源的话 也会优先考虑万宝格的 周扬开口承诺道 一旦这门功法到手 周扬瞬间就可突破到金丹 那时候 也就不用惧怕普通的金丹家族了 到时候唯一能够压制周家的 整个大夏境内就两家 要王谷和大夏王室 而周家要超越这两大势力的话 超越大夏并不难 只需要一些时日发展即可 到时候依靠这门功法 以周扬的先灵跟资质 很快就可以达到化神境 而想要超越要王谷 则周家必须要拥有仙气才行 没有仙气 一切都是空谈 第36章 拍卖会开始 王爷之女 夏清玄 第二天 刘光诚变得更加热闹了起来 因为今天由刘光诚成竹府主持的拍卖会 即将开启了 虽说拍卖会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 可现在这样盛大的拍卖会非常难得 因为这次拍卖会上 出现了一些重量级的拍品 可以想象的是 这一次拍卖会的总成交价格 一定会突破往日拍卖会的最高纪录 拍卖会开始前 刘家刘鹏飞已经亲自带着周扬姐弟 还有妻子周兰心女儿刘倩等人 前往了拍卖会 会场在方室内最中心的繁华地带 一座庞大的豪舍宫殿 会场内部大厅有数百个座位 还有天地人三个等级的包厢 面对着正面的拍卖高台 天子号包厢不多 只有十个 刘光诚五大家族就占据了其中一半 周扬姐弟倒也没有额外开设包厢 而是直接一起进了刘家包厢 天子三号包厢 周扬贤值 这拍卖会天子一号包厢 就是我们刘光诚城主夏振锋王爷的包厢 二号包厢是林家的 三号包厢是我刘家的 四号是朱家的 五号则是城家的 刘鹏飞给周扬介绍了起来 其他天子号房 则是留给其他各大势力的 这次额外的五个天子号包厢 也都被使用了 他们分别是药王谷的好店主 帝都金丹大家族瑜伽 帝都金丹大家族皇家 还有来自大商王朝的一个宗门势力 刀神宗 最后一个天子号包厢 被一个散修占据了 这是一个金丹镜散修 不知具体身份 散修 还是金丹镜界 估计不是散修那么简单吧 周扬随口说道 修仙界散修很难混的 各种资源都被大宗门 还有几大王朝垄断 散修想要获得资源 只能不断到处游历 进入各地方式获取 他们赚取零食的方法 以收集妖兽材料为主 售卖给各地方式 换取零食之后 在方式中购买丹药法器等资源修行 散修的死亡率很高 但是散修中也有高手 都是在这种严酷的杀戮中成长起来的修士 若论战斗能力 同级同等装备情况下 京丹境界却很难 所以 很多散修在后期都会投靠某个势力 或者是家族 或者是王朝 又或者直接去各大宗门当客卿长老 哼 这个散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不说他 这个天字号房 原本是属于帝都京丹 大家族欧家的 也不知道欧家怎么回事 竟然没来 退掉了包厢 刘鹏飞摇了摇头说道 刘倩在一旁眼神瞥了他一下 不过却没有开口说话 他可不会透露 周扬的事情给其他人 就算是他爹都不行 姑父 听说 这届拍卖会上 夏王爷会拿出一门功法来拍卖 这门功法 有不少人想要拍下的吧 周扬询问着道 是啊 我跟你说 刘鹏飞坐在包厢中 一边招呼着拍卖会侍女们 给大家端上茶水糕点 一边和周扬说话 其他人则各自坐在包厢位置上聊天 周韵和刘倩也算聊得来 一直在说话 也没冷落了周兰欣 看周兰欣的脸庞肤色 显然已经服用了养颜丹了 他现在对两女可是非常满意的 女儿刘倩有了好东西 会想着自己 这倒没意外 而周扬却花费了这么多零食 购买了如此昂贵的单药 还分了一半给刘倩 这让周兰欣都有些想法 特别是在刘倩私底下 和他表明了自己对周扬的心意之后 不由对此变上了心 打算找个时间和刘鹏飞说说 周扬和刘鹏飞这边 两人就功法的事情聊了起来 距离拍卖会开始 已经越来越近了 下方大厅内的人员越来越多 几乎坐满了整个大厅的座位 各大包厢也都渐渐满员 十个天字号房自然不用多说 二十个地字号房也都坐满了人 三十六个人字号房 里面都是靠近刘光城的 其他各地的修仙家族人员 听闻这次的拍卖会有三颗 筑鸡单售卖 这些家族在筹集了大量零食之后 来到了刘光城准备拿下筑鸡单 好了各位 请安静一下 我是这次拍卖会的拍卖师夏清选 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 从下方拍卖台上传来 原本还在议论纷纷的大厅 顿时安静了下来 各大包厢的人 也都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了拍卖台上 拍卖会 开始了 拍卖台上 一个身穿粉色连衣裙的女孩 正满脸清和笑意地 在朝着大厅说话 女孩似乎是凡人 身上并没有任何修为 但是在场很多人都认识这位夏清选 她是夏振锋之女 王氏郡主 有着身份在 即便是没有修为的凡人 也没有修饰敢小看她 欢迎大家能够来刘光城 参加这次的拍卖会 我在这里代表刘光城 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 夏清选说着 也没有再废话 而是直接了当地说道 那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次的拍卖吧 我想 大家都是为了拍品而来 显然是不希望听小女子废话的 有请第一件拍品上台 夏清选朝着后台方向点了点头 随后 两个身形高挑 身穿清凉发袍的美丽女修 手上 抬着一个半人高的笼子 走上了台来 笼子上面 还盖了一块红绸 第一件拍品 是来自南方黑暗森林的 一头妖兽幼崽 夏清选做事十分干练 箱子被放在了拍卖台中心的柜子上 她走上前去 就掀开了红绸 露出了里面的事物 是一个被装在半人高方笼中的 妖兽幼崽 咦 竟然是一只闭眼妖狐 大厅中 一个参加拍卖的助击伞修 惊呼出声 作为伞修 能晋级助击 手底下都是有两下子的 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 与妖兽的战斗了 她身边的几个练器散修 还有一些来见识市面的家族子弟 疑惑了起来 一只狐猎妖兽而已 有必要让一位助击修士 如此惊讶吗 闭眼妖狐 敢问这只妖兽幼崽 是谁抓到的 他还活着 一道声音 从一个人字号包厢中传出 大厅中的修士们 知道情况的 都脸色正重 没有说话 而不知道情况的 则在等待其他人揭开谜底 为何这第一个拍品 仅仅一只妖兽幼崽 就引起一些助击修士们的疑惑呢 第37章 妖圣宫 闭眼妖狐 哼哼 看来还是有不少有识之人的 不错 这就是一只闭眼妖狐幼崽 台上的夏清玄笑着说道 小女子在这里 给不明白的人解释一下 黑暗森林位于大陆南部 靠近海洋之地 占地面积 要比大夏和大商两大王朝 加起来还要大 其中有一个妖族势力极为庞大 名为妖圣宫 乃是修仙界顶尖势力之一 同时也是妖族第一大势力 而妖圣宫中 有一位妖圣称号的公主 十二位妖王称号的各色妖族之王 十二妖王当中 有一位妖王就是闭眼妖狐 死 大厅中传来一片抽气声 大陆顶尖势力 妖圣宫的名头 他们还是知道的 这是作为修士应该了解的事情 很多家族为了防止族人在外游历时 招惹麻烦 在家族教育当中 都会让族人了解 修仙界各大势力的情况 和分布地点 妖圣宫名头不小 也是有仙气镇压底蕴的圣帝 是的 圣帝 妖圣宫是出过妖仙的 而眼前这只妖兽 来自妖圣宫一位妖王所在的族群 这 难怪那些助击大佬 都有疑问了 那位抓了这妖狐的人是猛人啊 胆子是真大 他们现在也好奇 那位猛人 现在还活着吗 此刻 那位散修所在的天字号房内 这是一个面容精致的中年女子 虽然容貌极美 却面无表情 看着这只妖狐的目光 透着一丝诡异 你们只以为 这是一只来自碧眼妖狐一族那普通妖狐 却不知 这可是王族的妖狐 还是那个妖王的女儿 嘿嘿 这件事一旦传出去 也足够让他们动动了 只要大厦南方出事 吸引了妖王谷和夏皇注意 哼哼 到时候 我邪魂宗就可以抱起出手 拿下件东西了 女子心中暗自想着 还有妖王谷 没想到 他们竟然研究出了那样的丹药 对我魔道修士的作用太大了 大厅中夏清旋的声音还在继续 这只妖狐的来历 也和大家说了 想要购买的人也清楚后果了 日后万一被妖族针对 可别说我们拍卖会没提前说明 夏清旋笑着道 至于刚才有位前辈问 那位抓住妖狐的修士死了没有 哼 我们拍卖会是不会出卖客户信息的 但是人家竟然拿妖狐幼崽来卖了 您说他死了没有 诸位 第一件拍品 闭眼妖狐幼崽 起拍价一万枚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千零食 竞拍 现在开始 夏清旋话音落下 现场平静了几个呼吸 大家都在想着 自己若是买下这只妖狐的话 会不会被拥有着妖王的 碧眼妖狐一族追杀 甚至是妖圣公追杀 当然 小家族是不会考虑这个的 他们就没准备拍这妖狐幼崽 有这钱不如买别的东西了 比如丹药 上瓶法器 既能增进法力 又能增加战力 不比这可能带来危险的妖狐好啊 过了一会 才有声音响起 一万一千零食 听到声音 夏清旋顿时眼睛一亮 高声道 好的 人自七号房贵宾出价 一万一千零食 还有家价的吗 这可是碧眼妖狐 成长潜力十足 那位碧眼妖狐一族的妖王 可是拥有着原音后期的实力 甚至有传言 其即将突破到化神了 这样有潜力的妖狐 可不多见啊 刘家包乡 刘鹏飞对此嗤之以鼻 朝着周扬说道 这碧眼妖狐不说 可能会惹来麻烦 想要等他成长起来 起码得数百年时间 谁有这时间去浪费啊 其成长过程中 还不知道要耗费多少资源呢 有这资源 不如培养自家修士了 周扬贤直 你说对吧 啊 对对对 周扬看着拍卖台上的碧眼妖狐 眼中满是兴趣 听到刘鹏飞的话 随口敷衍了一下 两万零食 周扬高呼一声 声音从天字号 包厢面向拍卖台的窗口 传遍了大厅 听到声音是从天字号房传出 大厅中的修士们也不吃惊 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不过却看不到包厢内的情况 两万零食 天字三号房 贵客出价两万零食 还有出价更高的吗 夏清璇呼喊着 翘脸上满面红光 充分调动着拍卖回大厅 以及包厢内重修士的氛围 见到天字号房有人出价 那位人自七号房的近拍者想了想 也就没有继续加价了 三万零食 又一道声音传出 来自刘家所在的包厢隔壁 周扬贤直 没必要花费这些零食购买一只 还处于幼崽状态的妖兽 原本 刘鹏飞还在耗费口舌劝说周扬呢 结果就听到这一声三万零食的喊价 顿时皱了皱眉 两万零食 是从自家包厢喊出去的 隔壁是朱家 刘光成另外一个家族 实力不弱 这朱家是在和我刘家竞争 刘鹏飞有些气恼 觉得一只妖兽幼崽 竟然让朱家亲自下场 和刘家竞争 这朱家是不给自己脸面啊 呵呵 五万零食 周扬毫不示弱 直接抬了两万零食的价格上去 对他来说 这点零食也就毛毛雨而已 甚至还没他昨天买的一颗丹药柜呢 五万零食 足够一个助击修仙家族两三年收益了 顿时 这个价格就下退了不少大厅和人自房修饰 别说这只妖狐买了他们养不起 就算养得起也不满 有这钱 他们花自己身上不爽吗 万一到时候培养出来了 结果被妖王打上门来 妖兽没了不说 家族没了才是真的惨 五万零食一次 还有没有要加价的 夏清璇还在努力刺激着其他人 想要将拍卖价格抬高 毕竟拍品成交后 拍卖行将收取十分之一的零食 自然价格越高越好了 五万零食 刘鹏飞嘴唇动了动 想要说什么 却没说出来 不过他还在注意着朱家动静 这下子朱家不可能继续加价了吧 六万零食 朱家再次加价 顿时 两大天自好包装的贵客竞价 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 第三十八章 刘光城主夏振锋 拿下妖狐 天自一号房 一位面色威严的中年男子 端坐其中 他不是别人 正是刘光城城主夏振锋 这次拍卖会规格很高 所以他亲自前来坐镇了 作为一个金丹大修士 且还是金丹后期巅峰存在 有他坐镇 拍卖会自然无余 他也没想到 第一件拍品 就引起了刘家和朱家的竞争 王爷 刘家包装喊话的 似乎是那位周家家主周扬 夏振锋身旁 站着一个双手拢在袖子里的白发老者 老者一身灰色发袍 面色平静 浑身似乎没有一丝法力波动 但是其气势却不比夏振锋差 甚至隐隐收敛的气息中 还有一股恐怖至极的神念在酝酿 福伯说的是那个青木城周家的家主 年仅十六岁的住基修士 和其他势力不同 夏振锋好歹也是王室成员 手下能人不少 收集情报的能力自然也不差 前段时间 周扬在方式内的一切动作 他都看在了眼里 对于这位天父资质极为妖孽的少年家主 他是有些关注的 对 就是他 从我们的情报中看 似乎周家在他上位之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还在黑铁山脉中 发掘了一些珍稀矿产 老者说着 看了夏振锋一眼 没有继续说话 哼 不过些许矿产 我夏振锋还没落到截略王朝内 修仙家族资源的地步 夏振锋淡然道 皇兄应该还没得到关于此人的消息 以后我们多注意一下他的事情吧 还有 尽量拖延皇兄知道周扬的情报时间 嗯 倒是可以让清玄多去和他接触接触 说不定他能帮到清玄 王爷 你还没放弃吗 老者皱眉道 清玄小姐没有灵灯资质 是根本无法修行的 否则的话 即便是最差的武灵灯资质 老朽都会亲自教导他修行 哎 可惜了清玄那么好的毅力和决断 他若能修行 我相信 即便是再差的资质 都能朝着更高境界冲击的 再试试吧 夏真锋平静地说道 如果能找到传说中的龙灵草 清玄还是能修行的 福伯文言摇头叹了一声 龙灵草乃是很久以前修仙界中的珍稀灵药 现在已然几乎绝技 这是由真龙灵片融入地面后 其创造的土壤中才能生长出来的灵药 千年以下药灵的龙灵草 可以增加水系和木系灵根的精纯度 提高服用者一个灵根品级 而千年以上药灵的话 那可就不得了了 若是本身就是水木双灵根 则灵根品质必然被提升至超品 若本身不是水木这两系的灵根 也会提升其一个灵根品质 而最关键的是 若是没有灵根的凡人服用的话 则自动获得水木双灵根 且品质为超品 福伯活了那么多年 都没见到修仙界 哪里出现过龙灵草的消息 更别说见到了 即便是圣地 都不一定有这种逆天灵药 碧玉宫 什么时候出场 夏振锋问道 那门宫法呀 应该是中期出场 还要等一会 福伯回道 嗯 不能让这些天字好房的灵食 都浪费在其他拍品上了 早点拍了也好 还能多筹几些灵食 夏振锋点头 没想到 想要碎丹成荫 竟然如此困难 药王谷也是黑心 一颗培荫丹 竟然要价一千万灵食 若不然我也不会 拿这门宫法出来拍卖了 这下子我那位皇兄 估计又要去母亲那里告状了 等王爷晋升原荫后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福伯却笑道 王室能多以为原因修饰 这是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的 我们也不能总是依靠药王谷 福伯说得对 十万灵食 一道声音再次传出 整个大厅都寂静了下来 即便是原本朱家包厢 也安静了下来 朱家包厢中 朱家家主正在安抚着侍妾 没错 正是这位侍妾看妖狐可爱 想要买下来的 朱家主为博美人一笑 也是豁出去了 可他已经喊加六万灵食了 没想到刘家包厢中 竟然有人直接加到了十万灵食 这要再竞争下去 那就得不偿失了 朱家停止了加价 拍卖会场 也再没有其他人和周扬竞争 于是乎 这只碧眼妖狐 便成为了周扬的囊中之物 周扬面露笑意 对于别人来说 要培养这么一只 潜力充足的妖兽 需要花费无数资源 并且可能在未来 惹来碧眼妖狐一族的报复 甚至可能是妖圣宫的报复 可他不拒啊 等会把碧玉宫拍下 他瞬间就可以晋升金丹了 以他的修炼速度 要不了多久 就能抵达原因 且这门宫法中 还有晋升化神之法 那以自己先灵灯的修行速度 一路冲上化神 完全不是问题啊 只需要稍微 嗯 稍微花点时间 好的 让我们恭喜天字三号房的贵客 成功拍下了这只潜力 无穷的碧眼妖狐幼崽 恭喜啦 夏清玄露出开心的笑容说道 下面 让我们请上第二件拍品 这是一件威力不俗的上品法器 拍卖会继续 第二件拍品 是一件上品法器 周扬看了一眼 便没了兴趣 这件法器威力是不错 可却是一根棍形法器 自己用不上 姐姐需要上品法器 却也不适合用这种棍形法器 这根棍形法器 最后被一个身形壮硕的 助击修士拍走 第三件拍品继续上来 第四件 第五件 一直到第六件拍品上台 周扬才来了兴趣 让我们有请第六件拍品 夏清玄继续介绍着 这第六件拍品 是一艘非洲 由欧家万宝格提供 欧家数位长老联合打造的 夏品灵器 可以乘坐30人 飞行速度堪比 金丹初期修士全力飞行 可以使用灵食作为消耗 每镶嵌100颗夏品灵食 可以启动半个时辰 这艘非洲的起拍价为 180万灵食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10万灵食 非洲一出现 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非洲乃是代步工具 但又不是简单的代步工具 基本上很多助击家族 都没有这种非洲的 比如青木城几个家族 没有一家是有非洲的 原因自然是价格昂贵 且消耗灵食作为动力 半个时辰就要消耗掉 十颗灵食 这用起来可是个无底洞 但是 这只是对普通铸鸡家族 来说是这样 这非洲本来就不是 普通修士用得起的 各大金丹家族 基本上都有一艘非洲 这是门面 相当于普通凡人大户人家 都要有辆马车当牌面一样 于是 夏清璇刚刚说出起拍价 就有人开始喊价了 还是来自于 第字号包厢的修士 190万灵食 这艘非洲 我洪湖成消加药了 功法出现 引动乱 原来是洪湖成消加 这可是一个金丹大家族 家族里光是金丹修士 就有两位 助击修士 更是不下十人 一个大厅中的修士惊叹道 不愧是金丹修仙家族 一下子拿出190万灵食 都不带犹豫的 哼 这些大家族 霸占着各种资源 自然不会缺灵食 哪里像我们小家族啊 连平日里修行用的灵食都不够 哪里钱买这些东西 旁边一个来自小家族的修士 也摇了摇头说道 语其中还带着一丝怨怼 就在这时 又传来一道声音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消加 这是从另一间 地资号包厢传出的 我洛霞城尤加 出价200万灵食 这艘非洲我尤加要了 洛霞城尤加 那个小家族的修士有些疑惑 似乎不认识这个家族的人 之前说话的那个修士 则开口道 洛霞城 位于洪湖城北方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池 但是其中有一个家族 独霸此城 就是尤加 尤加此前也是一个铸鸡家族 后来其家族大长老 似乎机缘不错 竟然成功突破到了金丹境 至此成为了一个金丹家族 突破金丹了 铸鸡家族 成了金丹家族 小家族修士惊呼了起来 语其中满是羡慕 是的 不过尤加和肖家关系可不好 两家 似乎因为一座小型灵食矿打了好久 铸鸡修士都死了几个呢 劫下的仇可不小 呵呵 这下有意思了 200万灵食 洛霞城尤加出价200万灵食 是否还有家价的 夏清玄可不管你是不是家族有仇 甚至巴不得对方竞争更加激烈些呢 哼 尤加 你们可真是嚣张 不在洛霞城老实待着 还敢跑流光城来参加拍卖会 就不怕回去的路上遭了摩修攻击吗 肖家包厢中传出的声音音策策的 其中的威胁之意 傻子都能听出来 怎么 肖家是准备客串一下摩修呢 还是肖家本身就藏匿着摩修 尤加的人似乎更加聪明 没有被威胁所吓到不说 反而一开口便将了对方一军 顿时对的肖家不敢再开口说话了 200万灵食 还有出价更加的吗 夏清玄继续喊着 目光不断打量其他包厢 从人字号到地字号 再到天字号包厢 没让他失望 就在这个时候 天字三号包厢再次传出一道声音 不是别人 正是周扬 周家现在可正缺少非洲这样的代步工具呢 能用零食肖号 就能达到金丹初期修饰全速飞行的速度 这可真是太好了 不亏是欧家长老们联手练制的好东西 这100克零食半个时辰的消耗 完全是小意思啊 普通金丹家族都能消耗得起 何况是财富自由的周家 210万零食 周扬简单的一句话 让场中再次沉寂了下来 周扬之前 喊价拍下碧眼妖狐 已经让众人惊叹了 可跟现在 这挥霍百万零食买一艘非洲笔 又是另一个层次了 百万零食 足够最底层筑基家族积攒百年 即便是肖家和尤家 这样的金丹家族 占据了一些资源点 也需要花费很多年时间才能赚到的 肖家和尤家的人都在皱眉思索 刘家 刘光成刘家这么有钱吗 210万零食一次 还有要加价的吗 210万零食第二次 如果没有人加价 这艘非洲 将归天子三号房贵客所有了呀 好吧 210万零食第三次 让我们恭喜天子三号房贵客 拍得下品零食非洲 非洲拍到 周扬露出了笑脸 他还以为还要加价才能买到呢 也担心一旦价格过高 会影响后面拍买 必预攻 这门攻法 才是这次拍卖会上他最需要的担心 周扬心中决定 接下来的拍卖 尽量少餐盒 先把攻法买下再输 若有零食剩余 再买其他东西 不过这非洲的确够贵的 同为下品零食 他在万宝阁购买零器飞剑 才花了120万 非洲却花了210万 接近翻倍的价格呀 也许同样是觉得价格太贵 肖家和尤家 并没有和周扬争抢 非洲而已 这东西虽然价格不低 但不算稀有 大不了去其他方式碰碰运气 实在不行 也可以去万宝阁下单 只不过 那需要等待不少时间 起码大半年 甚至订单多的话 可能要等一年两年的都有 接下来的拍品 周扬果然没有再多关注 幸好 这些拍品中 很少有周扬看上眼的 其中当然也有价格昂贵的 比如一颗能够帮助助机修饰 突破金丹的丹药 由药王股提供的充元丹 能够增加助机修饰两成的结丹成功率 引起了大量修饰的争夺 一颗丹药 卖出了185万的高价 这个价格 都快足够买两件夏品零器了 但是两件夏品零器 也没有一个金丹大修饰重要 不少助机家族 这家荡产的老牌助机家族买了下来 估计这个家族是准备孤注一掷了 耗尽家底也要砸出一个金丹来 一旦突破没成功 这个家族估计得上百年缓不过神来 拍卖会继续进行 又拍了两件拍品之后 终于 拍卖台上的夏清玄脸色肃默了起来 诸位 接下来的一件拍品 可以说是本届起拍价最高的拍品了 各位应该听说过碧玉门吧 此话一出 顿时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特别是那些知道内幕消息的人 知道不就是当初大夏开国时 那个竟敢违抗开国皇帝陛下命令 拒绝臣服的宗门吗 这个宗门不是被你们大夏王室 联合要亡谷灭掉了吗 大厅中 一个助机散修开口说道 其他人也在附和点头 这个消息他们是知道的 他们大部分都是大夏本地修士 对于大夏开国战争还是了解不少的 哼 那我就直说了 接下来的拍品 是碧玉门的正派功法 碧玉宫 碧玉门被灭后 其宗门功法和一切资源 都被我大夏王室和耀王谷瓜分 这门功法 就是我大夏王室的战利品 此刻我父亲镇丰王 将此功法拿出来拍卖 起拍价为一千万零食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一百万零食 夏清玄话音落下 大厅中一片寂静 一千万的起拍价 给他们吓傻了 基本上大厅中的人 没有任何人能出得起这个价钱的 第四十章 周扬算什么东西 也配合我于家争 碧玉宫的起拍价 就是一件法宝的价格 也是一颗培音单的价格 而这仅仅只是起拍价 可以想象 其最终成交价 绝对要更高 一千万零食的价格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拿出来的 一个微型零食矿麦 一共才几十万零食 这要几十个微型零食矿麦 才赶得上 一个普通的住基家族 能占据一条微型零食矿麦 已经不错了 很多住基家族 都没有零食矿麦 或者说 已经挖掘完了 只能依靠种植林田 产出零米来度日 所以 这门功法的参拍者 只有那些大势力 如元英家族 老牌金丹家族等 至于顶尖宗门和圣地 估计看不上这门功法 各大包厢的人 都准备好了出价 但是等了半晌 没人开口 夏清玄都不悠有些急了 不会留拍吧 碧玉门的正派功法 碧玉宫 起拍价一千万零食 没有人出价吗 这可是 一门能够修炼到 元英大圆满的功法呀 且还记录着 晋级化神的方法 夏清玄开口说道 这门 碧玉宫 还有一个功效 可以很大程度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 修炼此功法的修士 寿命将比同级修士高出两成 且保持年轻容貌 这话一出 场中的女性修士 全都眼睛大亮了起来 不过随后哀叹 她们又买不起 怎么办 没办法 而那些包厢中 金丹家族的女修士 则目光流转了起来 对这门 碧玉宫 更加看重了 哈哈 既然没人开架 那我瑜伽就不客气了 一道声音 从天字号包厢传出 来自帝都金丹大 家族瑜伽所在包厢 我瑜伽出价一千一百万零食 诸位 给我瑜伽一个面子如何 大厅众人文言 一个个都不说话了 大部分人字号包厢的人 也都沉默不语 帝字号房 个别房间 传出一声冷哼 也不出言反驳 瑜伽 帝都老牌 金丹修仙家族 从大夏王朝 开国就存在至今 一直以来 掌控着大夏 接近三分之一的福禄生意 这个金丹家族都是 制作福禄的高手 家族共有金丹修仕近十人 其中甚至有两位金丹后期 大圆满修仕 听闻瑜伽有一些曾经的 原音镜 长老留下的福禄 威力十分强大 所以 即便是大夏王室 这样的化神家族 也不能无视瑜伽 瑜伽也许不是帝都 最强的金丹家族 但却是最有钱的金丹家族之一 比瑜伽更有钱的 也就只有欧家了 但欧家 可是帝都三大原音家族之一 是真正仅次于大夏王室的家族 并且这次拍卖会 欧家还没参加 那么 瑜伽自然就成了拍卖会上 最有钱的人了 1100万零食 帝都瑜伽出价1100万零食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夏清玄高声喊道 有人出价就好 至少不会留拍 父亲1000万零食购买裴音单 一旦父亲晋升原音 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十几年来 父亲已经花光了家中积蓄 不管是拍卖会 还是方式分得的零食和资源 都被转换成了修为 效果也是显著的 只差一步就能成就原因 哼 一道冷亨 从隔壁的天字号房传出 你瑜伽在帝都 也不是最强的家族 来了夏王爷的地盘 竟如此嚣张 别人怕了你瑜伽 我皇家可不怕 我皇家出价 1200万零食 这门 必预攻 我皇家要了 死 皇家 大厅中传来一阵 到西凉气的声音 帝都皇家 金丹大家族之一 这个家族 也许财力上 没有瑜伽那么充裕 但是影响力 却更大 大厦民众 基本上都听过 皇家的威名 这是一个和大厦王室友 联姻的家族 这么说吧 大厦唯一的那位化神女修士 就姓皇 刘光城下阵风的母亲 当今皇帝的母亲 就是她 其他一切 都不用多说了 瑜伽包香 听到皇家开口出价 当即就沉默了下来 他们瑜伽 是有钱有势 金丹修士 也不少 可这皇家不同啊 皇家自身实力可不俗 金丹修士 没那么多 只有五个 原因更是一个没有 但人家底牌 就一个 化神器的太后 就问你服不服 所以 别看瑜伽霸道 但是见到皇家 也得耸 或者说 其他任何家族 见了都得耸 即便是要亡谷的人见了 也得笑脸相迎 皇家出价之后 是真的冷场了一会 随后才有人开口出价 皇家不是霸道的家族 真要有人以 财力拿下了功法 皇家也不会说什么 瑜伽也一样 只是那霸道的口气 让皇家看不惯而已 嗨嗨 我出价1300万零食 一个声音 从一个弟子号包厢传出 弟子五号包厢贵客出价 1300万零食 还有更高的吗 夏清玄目光 看向天字号房 皇家吗 估计最终拍不下 这么功法 皇家本身不缺功法 要不然皇家的那位太后 也修不到化神器 瑜伽实际上 也不缺功法 不知道 为什么要参加这次的竞拍 瑜伽包厢内 一个女性的声音传出 我瑜伽出价 1400万零食 这道声音的出现 让夏清玄顿时恍然 是这位啊 声音的主人 是瑜伽家家主的妹妹 一个金丹镜大修士 显然是 看上了这门功法的 助言效果了这事 难怪会出价竞争了 我刀神宗 出价1500万零食 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 同样来自 天字号包厢 可却不是大家 熟悉的宗门 刀神宗出价 1500万零食 来自大商王城的 刀神宗出价1500万零食 夏清玄的话语 让众人恍然 原来是 来自大商的宗门 还有出价更高的吗 刘家包厢 刘鹏飞此刻感叹道 1500万零食啊 这得多少零食 就一门功法 竟然价值这么多零食 人家这是能修炼到 原因大圆满的功法 还有机会突破化神的 你觉得这个价格贵 人家别人可不这么觉得 周兰心开口说道 呵呵 夫人说的是 刘鹏飞笑着回应 就在这个时候 周兰开口了 看了这么久 也该到自己出手了 这门功法 他志在必得 只希望价格不要太高 他身上 现在只有2200万的零食 一旦超过这个价 估计这门 碧玉功 就只能舍弃了 1600万零食 周兰一出生 不少人都认出了 这就是之前 在刘家包厢喊价购买了 碧眼妖狐 和非洲的那个生意 不过 之前已经花了那么多零食 现在又要拿1600万零食 买功法 真的拿得出来 刘家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那么多零食 你们拿得出来吗 同为刘光成修仙家族的朱家 忽然出声嘲讽 对 可不能乱喊价 这里虽然是你刘家的地盘 你刘家也在方式拥有精英权 可乱喊价 可是会影响拍卖会信誉的 我想 夏王爷是不会纵容你们的吧 另一个刘光成家族 也出声质疑 夏振锋 却嘴角含笑 丝毫没有为刘家出头的意思 他想要看看 这个周兰 是否真的足够有魄力 若真有的话 大不了他出来 庇护他就是了 至少大夏王室 不会明确针对周家 有他在前面顶着 果然 接下来周扬的话语 让夏振锋认可了 我是周扬 青木城修仙家族 周家的家主 周扬的声音 很平静淡然 我周家 能够拿出这笔零食 夏城主 当面我也敢说这话 怎么 你朱家 和成家想要 现在就查验我的零食数量吗 朱家和成家的包厢 顿时没了声息 显然 周扬敢说这话 敢直接提下阵风的名字 就不怕查验 他们在要求周扬 拿出零食的话 那就是故意为难了 且还有着破坏 拍卖会的嫌疑 而拍卖会和方氏 也有他们家族的经营权 真破坏了 对他们自己也不好 当然 朱家和成家 是不敢和周扬废话 但是来自帝都的虞家却不同 哼 青木城周家 没听说过 这个叫什么周扬的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来和我虞家 争夺这门功法 虞家出生的男子声音 终满是不屑 他是惧怕皇家 甚至惧怕夏振风 但一个狗屁 不是的周家 听都没听说过的周家 也敢来和自己抢夺功法 难道真的是瑜伽 已经没有威慑力了 第41章 卯修成墓的瑜伽女秀 周扬应当惊淡 青木城周家 几乎在场很多修士 都没听说过 这个修仙家族 青木城 似乎只是一个边陲小城 那这个周家 应该不是什么大家族了 不过竟然有胆破和帝都 瑜伽正面竞争 不得不说 这位周家家主 不是傻 就是猛 你面对的 可是帝都瑜伽 瑜伽 很厉害吗 周扬淡然开口 声音传遍了拍卖大厅 这拍卖会 难道不是比拼财力的地方吗 拍卖物品 架高者得知 这才是正理吧 若瑜伽以为 单凭名头 就能下退竞拍者 那我想 你应该是来错地方了 周扬平淡的话语中 没有一丝一毫的窃意 即便是面对帝都瑜伽 且还有一位金丹大修士 在包厢中的瑜伽众人 依然毫不畏惧 针锋相对 大厅中传来一阵阵怯思语 不少修士都在议论着周扬 有的说他年轻气盛 丝毫不知得罪瑜伽意味着什么 有的说他不畏强权 有进取之心 果决之意 未来只要不夭折 必然会在修行意图上 取得不错成绩 当然 更多的人是在看戏 一个个喜闻乐见的 看到热闹场面 虽然他们心中也是觉得 一个默默无名的周家 完全不是瑜伽对手 甚至可能会被瑜伽玩坏了 但丝毫不影响 他们看戏的心情啊 甚至 帝都皇家还出声声援了一下周扬 对 这位周扬倒有说的不错 拍卖会乃是比拼财力的地方 你瑜伽不是号称帝都第三副吗 除了王氏和欧家 谁还能比你瑜伽更有钱啊 怎么现在想要靠名头压人了 这不是帝都第三大富裕家族 该有的态度吧 皇家嘲讽的声音 让瑜伽一阵气恼 他们不敢对皇家发怒 却将矛头对准了周扬 好小子 周扬是吧 青木城周家是吧 呵呵呵 我看你周家是不想继续存在下去了 瑜伽这次的领队 是一个驻基后期执事 他的底牌是身旁的瑜伽大小姐 瑜伽家家主的妹妹 金丹中期大修士 此刻这位大小姐 脸色已经寒若冰霜了 一股股射人的寒气 从身上散发出来 让包厢中的其他瑜伽之人 都不禁打了个寒颤 心中暗骂周扬连累了他们 随后又幸灾乐祸了起来 惹了这位金丹中期大小姐 这个周扬必然要凉啊 哈哈 帝都瑜伽 真是够狂妄的 周扬忽然大笑一声 长时而起 走到了包厢正面 那面对着拍卖大厅的窗台前 转头看向了另外一间天字号包厢 那里 正是帝都瑜伽所在包厢 我倒要看看 你瑜伽是如何让我周家存在不下去的 就凭你包厢中的那位金丹大修士 我想 这应该是不够的 哼 瑜伽只是还没出声 一道女修冷哼的声音传出 随后一个身穿纯白发袍 冷着脸的中年女子 出现在了瑜伽包厢的窗台前 冰霜脸庞上满是杀鸡 丝毫不加掩饰 就这么明晃晃地盯着周扬 仿佛在看一个死人 周家周扬 你真的想死 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惹我瑜伽 真当我瑜伽是你捏的 一个个都觉得好欺负 来踩上两脚 周扬文言 淡然笑着摇头 这倒没有 论欺负人 你瑜伽可比我厉害 我只是被动应对而已 怎么 瑜伽还不准 我出嫁近拍了 夏清玄姑娘 我出嫁一千六百万零食 这么长时间了 如果没人继续加嫁 这门功法 应该是我的了吧 周扬说到后面 直接就转头 不看瑜伽女修 而是看向了夏清玄 即便夏清玄是凡人 或者是夏振峰女儿 周扬依然带着笑脸客气说话 没有因为他的身份鄙夷 或者过分谄媚 哦对 刚才夏清玄也是 看着场面发展成这样 有些看得入迷 才没有暑假 现在周扬这一提醒 立刻回过神来开始暑假 周扬周扬家主 出嫁一千六百万零食 还有出嫁更高的吗 没有的话 这门功法就 夏清玄话落还没结束 瑜伽女修便冷然喝道 我瑜伽出嫁一千八百万零食 周扬周扬 你一个家主 只是住击后期 你周扬看来 也仅是一个住击家族而已 能拿出那么多零食 似乎有些不对劲啊 你周扬难道发觉了 一出大型零食矿卖不成 瑜伽女修的话语落下 顿时引起一堆住击家族的兴趣 一个个眼神一动 都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嗯 可能性极大极大 清木城那种边境鬼地方 一个小小住击家族 能拿出那么多零食 这前后加起来 似乎得上两千万零食了 这要说是这个家族 自己做生意赚的 打死他们都不幸啊 这可是 比十个老牌住击家族 加起来的全部财富都要高啊 甚至一些普通的金丹家族 都不能和周家比 如洪湖城萧家 洛霞城尤家 这两家加起来 估计都没周家有钱 这种情况下 似乎于家金丹女修的猜测 才是真相 这些住击家族 甚至连萧家和尤家的修士 一个个都露出了 不明意味的神情 看向周扬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一堆零食一样 如果灭掉周家 对方拥有的这些临时财富 可就都是自己家族的了 到时候 家族再进一步 都不是不可能 众家族主事人 心中暗自想到 于家出价一千 两千万 周扬没等下清玄说完 便爆出了新的价格 他面色沉宁淡然 目光只是安静地看着拍卖台 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丝毫没有 被于家女修的话语影响到 开玩笑 等功法到手后 自己必然晋级金丹 那些住击家族 想对周家出手 不得好好掂量一下吗 至于其他金丹家族 洪湖城肖家 和洛霞城游家 这两家距离较远 想对周家出手 不知道要多久 除非是派遣金丹修士 快速杀来 周扬也有信心 让对方杀鱼而归 除了这两家 能对周家造成影响的 也就皇家和于家了 皇家估计不可能出手 到底是太后所在家族 还是要点脸面的 而最大可能性的是于家 这于家因为和自己的竞争 估计绝对不会放过周家的 不过无所谓 于家眼前只有一位金丹中期修士 别说他获得功法后 就会晋级金丹 即便是现在 他周扬又何曾畏惧了对方 不就是助击占金丹吗 身为一个仙灵根修士 若没有一个月级挑战的能力 这仙灵根岂不是太废了 周扬是胸有成竹 而对面的于家女修 则是面色双寒无比 他没想到 这个周扬竟然又出嫁了 这一次 于家带来的零食可不多 于家是有钱 但是花费的地方也多 原本在他们看来 带两千万零食过来 完全足够拿下这门功法的 毕竟 这可是两千万零食啊 即便是于家 也要卖福禄卖一年 才能赚取到的利润 可现在 周扬竟然直接出嫁两千万零食 于家无奈了 他们没想到 竟然会在比拼财力之上 输给了一个边境小城的筑基家族 这简直滑天下之大击 可事实就是事实 事情就发生在眼前 由不得他们不认 哼哼 周家家主到底是年轻气盛啊 可惜 年轻人 你要知道刚过一蛇啊 于家女修满脸杀鸡地看向周扬 一个天赋出色的天才修士 若是半路夭折了 可就不是天才了 言罢 没有人反应过来 猛然一道凶悍的神念 朝着周扬镇压而来 他 竟要以金丹中期修为的神念 强势镇压周扬 不说能不能以神念杀死周扬 至少也要让周扬知道 区区一个筑基修士 在面对金丹前辈的时候 要保持对强者的尊重 这道轰然落下的神念 震惊了众人 大厅修士 还有个包厢修士 都没有想到 这于家女修一点都不含糊 瞬间对周扬抱起出手 那神念中蕴含的凛冽杀鸡 明显是冲着击杀周扬去的 嗯 夏振锁在包厢 夏振锋眉头一凝 脸上有些不喜 这于家有点过分 自己还在这里呢 你这就当众出手对付周扬 这是什么意思 不给他这位大下王爷面子吗 夏振锋猛然起身就要出手 毕竟周扬只是助击后期修士 面对一个金丹中期大修士的神念震杀 根本没有太大悬念 不死也要神念被击散 落得一个神魂重伤的结果 神魂之伤最是难以愈合 不知道要花费多久时间才能恢复 他不想看到这么一个天赋极佳的年轻修士 就这么夭折 然而 他刚站起身 却神情一动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有点意思 我倒是小看你了 第四十二章 周扬 我瑜伽必将你碎尸万段 天字号包厢 刘家包厢和瑜伽包厢隔空鞋队 两道人影站在窗台处 大厅中人全都注视着两道人影 其他包厢中人也在关注这一切 可是 当瑜伽金丹女修爆发神念那一刻 即便目标是周扬 并不是关注的众人 依然吓了他们一大跳 并且急忙缩回神念探测 只能用目光去观看 周扬此刻 感受到一股凛冽的神念 蕴藏着森寒之意 如针如刺 又如泰山压顶 镇压在了自己身上 尖锐的神念之刺 朝着自己石海攻来 周扬平淡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毕竟对方可是金丹中期 自己只是助击后期 比拼神念的话 在仙灵根的强大天赋下 和对方差距并不大 但是境界差对方一个大阶级 还是不能轻敌的 周扬神念固守石海 犹如铜墙铁壁 窥然不动 任由对方神念如何冲击 不管是化作针刺 还是旋转挤压 都无法攻破他石海防御 周扬的石海 简直是牢不可破 他那精粹无比的神念 甚至要比对方金丹中期的神念 还要更加凝练和纯粹 也许神念的量要稍低于对方 但是至上却要远远超越对方 周扬通过和对方神念的对比 也彻底了解清楚了 自己神念的强大程度 原来 我的神念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吗 保守估计 起码得是金丹后期大圆满的级别 那么 该到我反攻的时候了 哼 周扬轻贺一声 他那凝练如钢的神念 轰然冲出石海 迎着对方次来的神念 就反冲了过去 周扬这一冲 可真是石破天惊 瑜伽女修正在咬牙切齿 使用着特殊的神念攻击之法 神念之刺和神念漩涡 不停攻击周扬石海 可周扬的石海太过坚固了 他就没见过 有哪个筑机修饰的石 还有这么坚固的 简直就像毛坑里的石头 无处下嘴不说 还崩坏了他满嘴的牙 就在他想着 要不要换种办法攻击 或者直接动用法力的时候 那坚固的如铜墙铁壁一般的石海 忽然松动 让他陡然一阵惊喜 以为是自己的攻击起到效果了 可下一刻 他顿时面色大变 一股精纯到极点 犹如钢针一般的神念 凝成了一股 化作利剑 光速刺出 自己的神念 在这股神念之剑面前 就像是雪花遇到了火焰般 迅速融化 被刺得支离破碎 那股神念刺剑毫不停息 刺破了他的神念后 快速地朝着他的石海反攻了过来 不 瑜伽女修大喝一声 全身法力汹涌激荡 寒冰护盾 一道法力化作的西伯寒冰护盾 将他伸周护住 然而神念是虚无的攻击 这道法力护盾 不可能完全挡住的 神念刺剑 直接冲过了寒冰护盾 只被这道法力护盾 消耗了微不可见的一丝 总体来说 这个护盾是可以阻挡一些神念攻击的 可是周扬的神念太精粹太凝实了 这寒冰护盾 根本就无法阻挡周扬的攻击 不 为什么你的神念如此精准 瑜伽女修苦苦收敛神念 她的部分神念 在周扬失海前被击破了一部分 已经遭受了不小的神魂损伤 此刻面对周扬如此精准的神念攻击 只能苦苦固守十海 艰难地抵挡周扬的神念刺剑 还有 你这神念攻击之法 有些不够纯熟 你根本就不会神念攻击之法 可是为何 难道你是 从我刚才的神念攻击之法中学会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怎么会有如此妖念 瑜伽女修低呼出声 她的声音被大厅众人听到 被包厢众人听到 一个个全都露出了震撼和惊骇之色 周扬反攻了 对 这个周扬家家主 一个助击后期修士 竟然在一个精丹中期的神念攻击下 毫发无损 且还能组织神念反攻对方十海 不 你听瑜伽金丹的话 周扬根本就不会神念攻击之法 但是在固守十海的过程中 竟然学会了对方的神念攻击之法 进而反攻了对方十海 可怕 太可怕了 世上怎会有如此妖念之人 这天赋 这恐怖的学习能力 无修仙数十载 真可谓是第一次听闻 老夫有幸亲眼目睹这一战 此生无憾 拍卖台上 夏清玄虽然不是修士 但她出生于大夏王室 且是金丹修士之女 关于修士的知识 还是了解一下的 就是因为了解一些 她此刻才满心震撼 满脸震惊 一个助击后期 竟然硬抗一个金丹中期修士的神念攻击而不败 不仅如此 她还反攻了回去 她甚至在 不会神念攻击的情况下 还通过对方攻击的过程中 学会了对方的攻击手段 我的天 这个周扬这么厉害的吗 看上去比我还小呢 怎么会这么厉害 她的灵灯天赋那么好的吗 好羡慕啊 夏清玄眼角 隐隐留下了羡慕至极的泪滴 朱家包装 朱家人此刻有些浑身发寒 这样一个人物 自己家之前还在和对方竞争闭眼妖狐 幸好 幸好没应来 朱家人抹了把满头虚汗 这种妖孽级的修士天才 只要不半途陨落 基本上日后前途广大 能不招惹就不就招惹 皇家包装 一个青年男子 正嘴角含笑地 看着不远处窗台上的两人 轻笑道 太幸运了 没想到这次来刘光城 竟然碰到了这么有趣的事情 这个周扬 以后多加关注 想来 夏叔也会关注的吧 呵呵 这么一位潜力十足的新鲜血液 如果能够拉入大夏王室的马车 未来将会成为一股巨大的助力呢 公子 青年身后 一个白发老玉低声道 夏家的事情 我们还是少掺和比较好 否则传到那位耳中 对我们皇家 可不是好消息 嗯 知道了知道了 青年一顿 摆了摆手道 我这不是来了 刘光城都没去见过夏叔的吗 面都没见 那位怎么会怪罪我呢 怎么说我也是他侄子呗 放心 我不会乱来的 那就好 皇家现在要低调 因为太后的存在 我们皇家已经处于风口浪尖多年了 不能再起波澜 老玉轻声说道 他是皇家一位祖老 奉命跟随在眼前青年身边 为这个皇家家主继承人护道 不过看到青年望向周扬的眼神中 依然充满了兴趣 他就知道 这位家主继承人 一定对周扬充满了好奇 也是 这样一个妖孽级及天才修士 连他这位老牌金丹后期修士 也对此人充满了好奇 他的灵根资质到底有多强大 才会让他拥有如此强悍的越级战力 夏振锋的包厢中 夏振锋此刻抚须一笑 朝着身旁福伯说道 怎么样 看出什么来了吗 王爷眼裂 老夫不及眼 福伯微笑道 这位周扬家主 神念极为凝练扎实 其若不是专门修炼过神念之法 那便是灵根天赋极为出众 起步也得三品丹铃根 甚至更高 更高 你觉得他是一品丹铃根吗 福伯呵呵一笑 我觉得 为什么不是呢 哈哈 一品丹铃根 这一代的年轻修士当中 大夏王室只有一个 要王谷三个 福伯 那四位年轻一代修士 他们从修行开始 就得到亲力培养 各种资源管够 他们能在铸鸡后期时 面对金丹中期神念攻击 做到周扬这一步 不行 绝对不可能的 王爷是说 不是一品丹铃根那么简单 福伯眼神一动 超品 传说中的铃根品级 夏振锋眼神深邃 也许 我们今天就遇到了一个 超品 吴当初游历各大王朝 只在圣地听闻过超品铃根的传言 福伯亲生道 传闻 天道宗宗主 就是超品丹铃根 十二岁筑姬 十五岁金丹 二十三岁捷银 八十九岁化神 超品丹铃根 恐怖如斯啊 多加关注周驾 是要多关注了 若真是超品丹铃根 那此人便值得王爷亲力投注 在多方修士 都对周扬铃根天赋感到震撼的时候 场上两人也迎来了奋出胜负的关键时刻 周扬的神念 在质量上的确要强过瑜伽女修 但是神念运用的熟练度 却要低于对方的 并且 他的神念攻击之法 还学对方的 瑜伽女修对此法更是了如指掌 周扬攻击瑜伽女修 石海并不是一帆风顺 瞬间就能攻破的 石海防御 要比攻击简单得多 攻击一方消耗 远比防御方要大很多 但是 周扬神念的凝练程度太高了 极致的凶猛攻击毫不停歇 每一个瞬间 那跟刚针般的神念刺剑攻击无数次 终于 哄 瑜伽女修石海一阵轰鸣 他的石海 被周扬攻破了 啊 瑜伽女修愤怒大喊 周扬小儿 你当真胆敢如此欺我 我瑜伽必将你碎尸万段 哄 周扬嘴角露出一丝不屑 神念攻破对方石海 刺剑冲入石海 就准备指导黄龙 攻击对方神魂 第43章 碧玉弓 到手 周家崛起 可就在此刻 一道清光从对方石海中冒出 光运中一股柔和 却浩瀚如海的力量 牢牢守住了石海 将周扬的攻击挤了出来 周扬神念被挤出瞬间 看到了一枚玉色符禄高悬鱼 家女修石海 符禄 且还是顶尖符禄 有守护石海神魂之用 周扬收回神念 张开双目 冷然看着对面瑜伽窗台上 那原本还冷若冰霜的 瑜伽中年金丹女修 此刻浑身气息混乱 法力一散 披头散发 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仿佛要吃了自己的凶恶眼神 没想到 你的石海竟然还有一枚玉符镇守 周扬惋惜道 可惜了 我还想着 能在助击期 击杀一个金丹中期修士呢 你的运气不错 嗯 应该说你瑜伽符禄之道厉害啊 这种能够守护 石海神魂的俘虏都有 全场寂静无声 众修士都被吓到了 你这是什么想法啊 助击期就想着 越级干掉一个金丹中期 这是正常修士该有的想法吗 你这想法太危险了 恐怖如斯啊 简直 肖家和尤家修士有些胆寒 自己刚才还想着干掉周扬 掠夺周家机缘呢 结果眼前这一幕 给他们整猛了 这个家伙太恐怖了 绝对不能招惹 助击境就想着 干掉金丹中期修士了 这能惹 关键是对方真的差点做到 要不是那位瑜伽女修 来自于加这么一个 底蕴深厚的老牌金丹家族 拥有守护石海神魂的顶级玉符 岂不是真让她成功了 助击逆斩金丹 这种传说中的事情 就差点在他们面前发生了 古往今来 能够在正面一对一战斗中 越级战斗 而胜得屈指可数 能逆斩者更是少之又少 那些都是顶尖大能 零根滋至逆天者才能做到的 而现在 他们看到了 他们亲眼目睹了 震撼了 也惊俱了 连忙压下了 要对付周家的念头 这尼玛 真要打到周家 那就是去送人头的 他们肖家和尤家 可没有瑜伽那样的底蕴 也没有能够守护石海神魂的玉符 万一损失了一个金丹 那就是家族衰落的开始 所以 他们绝对不能冒险了 周扬和瑜伽女修的争斗到此 也算是结束了 显然 胜利者是周扬 若不是那没守护石海神魂的玉符 这瑜伽金丹此刻神魂破碎 基本上死定了 瑜伽女修的落败 也让这场关于 碧玉弓 争夺的落幕 夏清玄道友 这门功法的拍卖 可否继续了 周扬平静地转过头 丝毫没把瑜伽女修 那吃人的眼神放在眼中 而是催促着夏清玄 继续主持拍卖 哦对 夏清玄听到周扬的声音 立刻回过神来 随后才注意到 周扬竟然称呼自己为道友 顿时心中欣喜莫名 本就对周扬非常好奇和崇拜的他 立刻就对周扬好感大增 拍卖回继续 夏清玄大声呼喊 让全场原本因两者争斗 而有些沉寂的众修士们回过神来 随后开始窃窃私语 不时面带震撼地转头 看向那位矗立在天字号包厢窗台的身影 那道身影并不高大 甚至有些销售 可在他们眼中 这个人面容俊美 淡定从容 身形挺拔 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一股朝气磅礴 一往无前的气息 就这股不畏强权的态度 不惧瑜伽的气魄 难怪气能够做到越级 而战胜金丹大修士了 这可不光是依靠超绝的灵根天赋 这份胆魄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2000万零石 周家周扬家主 出价2000万零石 近拍 碧玉宫 还有出价更高的吗 2000万零石第一次 2000万零石第二次 2000万零石第三次 成交 让我们恭喜周家主 成功拍得顶尖功法 碧玉宫 一份 夏清璇开心地喊道 这个价格 让他开心 2000万零石到手 父亲将获得 两颗培音单 这样一来 结音的成功率将大大提升 一旦父亲成功结音 大夏王室将多出一名原音老祖 他家这一分之的话语权 也将大大增加 如此的话 他成为修士的可能性 才会增加 周扬成功拍下了功法 即便是以他的镇定 此刻也不由大大的松了口气 这门功法对他 对周家都非常重要 是周家的崛起之机 这样一门 能够修到原音大圆满 并且有晋级化神方法的功法 太过稀少了 一旦错过这次机会 下一次想要遇到 不知道要多久呢 还好 虽然过程中有瑜伽搅局 但索性度过了 功法到手 接下来就是安心返回青木城 发展家族了 而自己 也到了禁忌金丹的时候了 瑜伽 从瑜伽女修口中 那恨意满满的话语中 可以知道 瑜伽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毕竟他 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差点击杀了 这位瑜伽家家主的妹妹 一位金丹中期的大修士 和瑜伽的仇 算是彻底结上了 瑜伽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周扬落了这么大一个面子 身为帝都老牌顶尖 金丹大家族 若不做出回应反击 其不仅仅在帝都的地位 岌岌可危 就连大厦境内的福禄市场 都有可能被其他势力夺去 因此 瑜伽对付周家 是必然 不得不出手镇压周家 以此来威慑 其他对瑜伽虎视眈眈的势力 来就来 等我晋升金丹后 还会怕了你瑜伽 周扬朝着那位 依然死死盯着自己的瑜伽女修 露出了一个莫名笑意 随后自信满满地转身 返回了刘家包厢 拍卖大厅 公法拍卖结束 下面的拍卖继续进行 自己看入眼的物品 只要不是太贵就行 毕竟他身上现在可用的零食 已经不足三百万了 刘家包厢 刘鹏飞此刻一脸担忧 不只是他 姑姑周兰兴和刘倩也是如此 刘家其他人员 更是眉头大皱 眼神中隐隐带着些许不满之色 生怕因为周扬的莽撞 而牵连刘家 周玉没有说话 也没有露出不满 周扬家规严谨至极 家主做的任何决策 都要严厉执行 几乎不允许反驳的 周扬环视一圈 将周家同行人员的神色 收入眼中 心中不屑 数子不足与谋 眼皮子太浅了 周扬啊 你这 哎 糊涂啊你 那 那可是瑜伽啊 帝都瑜伽 盘踞帝都数百年的老牌 金丹大家族 族内金丹就有近十尊 刘鹏飞话语中满是担忧 还带着思思不满 一旁的周兰星瞪了他一眼 随后看向周扬 语气轻缓道 杨儿 这次你的确有些莽撞了 招惹了瑜伽 会给周家带来灾难的 接下来 瑜伽肯定会针对周家做出反应 你 你要是扛不住的话 就来刘光城避避 青木城那边也可以做些安排 将家族后辈子弟分散出去 能躲就躲吧 周扬文言 心中一暖 相比于刘鹏飞 以及一众刘家人 看到自己招惹强敌后 第一表现是不满 深怕自己拖累牵连了刘家 这位姑姑是关心自己的 还想着让自己来刘光城避难 的确有夏王爷在的刘光城 他若是躲在这里 安全性的确要高一些 不过 区区一个瑜伽 能让周家覆灭 能让周扬害怕到 逃至刘光城避难 第44章 通灵见绝 拍卖会结束 姑父你放心 我不会连累刘家的 周扬平静地说道 内心已经给刘家下了定论 日后周家和刘家关系 也就仅限于商业合作了 不过姑姑周兰星和刘倩的话 遇到困难 还是可以帮一帮的 其他的刘家人 有多远滚多远吧 刘鹏飞眼神闪烁了一下 随后故作豪气道 哎哎 周扬贤侄你说什么呢 我刘家肯定不可能 做看周家落难的 更不会怕被周家连累 你姑姑说的不错 青木城如果不安全 你就来刘光城避难 我想夏王爷应该不会反对的 别人怕他们瑜伽 大夏王是可不怕 而我刘家 虽然不是瑜伽对手 但是位于刘光城之内 他瑜伽总不可能有胆子 对刘光城动手吧 大不了 我刘家 也收缩势力 嗨嗨 就是商业活动被限制的话 我刘家收入 可能会大跌一截啊 说着 刘鹏飞目光扫向周扬 周家实在是太有钱了 他想着 如果冒点险 在这次周家遭遇危机的时候 和周家坚定站一起的话 是不是能够再从周家身上 吃下一块肉 那一个月 十万零食的商业合作 虽然很多 但是呢 刘鹏飞这回亲眼看到 周扬在拍卖会上 撒出去两千多万零食 他贪婪之心大气 刘家硬实力是不如周家 但是有亲戚关系在 捞些好处 不是应该的吗 你周家发达了 我刘家也得有一份好处 理当如此 刘鹏飞内心暗道 周扬文言 淡然一笑 瞥了刘鹏飞一眼 就知道其内心在想着些什么了 真的是想得美啊 话里话外 让自己来刘光城避难 有夏王爷在安全无虞 一点都没说 让刘家出头的事 还提到了 刘家可能会因此收缩势力 影响商业运作 这不是在暗示自己 若因此影响了合作 周家的货物矿卖资源 无法出售的话 不能怪罪刘家无能 而是你周家的原因 那一个月 十万临时的酬劳不能少了 就这样 还替刘家不怕被周家连累 以此表明和周家统一战线 这是在寝宫要好处呢 呵呵 就不劳烦姑父出头了 周扬笑着说道 随后安慰了一番姑姑和刘茜 朝着周运点了点头 让周运放下心来 自己皆有安排 接下来 拍品一件件上台 不过在经历了 碧玉公近拍这种大场面之后 后面拍品的竞争就很平淡了 价格也不高 最高的一个 也才百来万临时的成交价 主要是 也没太好的引人竞争的拍品 终于 拍卖会迎来了尾声 三枚由药王谷提供的助基单 引起了大量助基家族的竞争 甚至连肖家和尤家 都加入了竞价 周扬并没有对此出价 这些助基单 他还看不上眼 最终 肖家和尤家 各自拍的一枚助基单 花费了四十万左右 零十一颗 最后一颗 有一个助基家族拍的 好的 感谢大家的参与 拍卖会进行到这里 也差不多快结束了 还有最后的一件拍品 夏清玄挥手间 让侍女将最后一件拍品取来 竟然是一个御剑 这是一枚刻录着一门剑决的御剑 这门剑决名为 通灵剑决 我一门御剑决 其中有御剑飞行之法 御剑杀敌之法 是一门极为高深的剑决法门 由一对散修前辈 在一处剑修宗门的古仪记中获得 夏清玄说着 继续道 这门剑决 其拍价一百二十万零十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十万零十 最后一件拍品 竟然是一门剑决 周扬文言是眼睛一亮 他主修的剑决 是一门残缺的剑决 家族于多年前获得收藏的 剑决非常罕见 是修仙术法当中 攻击力最为犀利的一种 若是搭配金属性灵跟天赋的话 其实际战力 基本上会比同境界修士高出一截 甚至能够越级挑战 高一个小境界的修士 助击后期的精细灵跟修士 若是剑修的话 甚至能够在金丹初期大修士手中保持不败 且能和对方斗个平手 由此可见 剑修的战力是多么彪悍了 周扬选择的就是剑修 其实什么的 根本就不是他最先考虑的 主要是剑修实在是帅 帅是一辈子的事情 配合自己俊美容颜 挺拔身姿 再来个遇见飞行 走哪都是最吸引目光的焦点 这才是最适合自己的道啊 130万灵石 周扬也不等其他人开口了 直接第一个竞价 由于之前周扬硬钢瑜伽金丹大修士的威士还没过去 他这一开口 竟然无人敢开口竞价 场面不游有些冷场 等夏清玄询问了两句之后 才悠悠传来一声竞价 不是别人 正是瑜伽 150万灵石 瑜伽包厢开口竞价的 不是那位瑜伽执事 而是带着愤怒和恨意的瑜伽金丹女修 160万灵石 周扬淡然开口 再次给出竞拍价格 场中众人也淡定的淡定的看着周扬和瑜伽竞价 丝毫没有开口竞拍的打算 不管是大厅众修士 还是包厢中的修士们都在看戏 这瑜伽明显并不缺这样一门剑决 剑决虽然稀少珍贵 可对于家来说 并不稀罕 对普通铸鸡家族和散修们来说 才算是稀罕东西 180万灵石 哼 周扬小儿 你周家不是有钱吗 还敢加价吗 瑜伽女修阴策策地说道 这种剑决 我瑜伽多的是 你周家 区区一个驻鸡家族 在青木城那种鸟不拉屎的边境城池混迹 没见过这种剑决吧 哈哈 你若来我面前跪地祈求 我便放弃与你竞价 如何 190万灵石 周扬继续淡定加价 听到瑜伽女修那一副孩童嘴脸 故意激将的手法 简直如同儿戏一般 他都不屑理会 哈哈 两百万灵石 周扬啊周扬 你还有灵石竞价吗 你前后拍下了碧眼妖狐 还有一艘夏品灵气非洲 以及一门价值两千万灵石的功法 你还有灵石拍下这门剑决吗 若是 你发起天道誓言和心魔之事 周家日后从此附庸我瑜伽 这门剑决我让给 你又如何 瑜伽女修语气中充满了细血 两百万灵石 周扬平静道 如此低级的激将法 还是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瑜伽修试若都如你这般弱智 我周家还真不拒你瑜伽 一群只会犬飞乱叫之人 也有资格让我周家低头 你 瑜伽女修文言大怒 浑身法力乱涌 一股暴乱的气息 冲乱了瑜伽所在包厢 那些跟随来的瑜伽低级修试 真是倒了血眉 金丹修试法力暴动 他们这些练气气修试 怎么扛得住 一个个被狂暴的法力气息 冲得人仰马翻 滚落房间地面 口吐鲜血 瑜伽执事是助激进修试 还稍微好点 不过也不好受 他可不是周扬 有越急而战的能力 只能在瑜伽女修狂暴的法力波动下 艰难开口 大小姐 还请 还请助手 没 没必要和这周扬志气 待 待我们返回家族 此事定有家主定夺 必 必不会让大小姐平白被这周扬欺辱的 放屁 瑜伽女修反手击飞了瑜伽执事 愤怒道 老娘会被这周扬小儿欺辱 他算什么东西 哼 这杂碎 也仅仅是依靠凝炼精纯的神念成威 若是依靠法力进行斗法 我定能将他碎尸万段 区区周扬 不过我一招便能击杀的废物 瑜伽执事也在地上吐血 听到这位大小姐的话 好学没直接晕过去 你之前可是亲口说的一句 周扬小儿安敢欺我 咋现在又不承认了呢 还一招击杀周扬 这个周扬明显不是普通助击啊 这家伙那么逆天 若不是有玉符守护 大小姐 你现在可就是一具尸体了 真真是苦煞我眼 瑜伽执事 心里暗自叫苦 却又没办法 索性眼睛一闭 晕了过去 废物 通通都是废物 瑜伽女修剑慈 一跺脚 低骂一句后 也没有再和周扬进驾了 不过他内心愤怒的同时 也在暗自窃喜 因为他的故意抬驾 这周扬进拍这门剑诀 至少多花了几十万零食 这种剑诀 最多也就价值150万零食左右的样子 能在弄死周扬之前 让他多花费点零食 也是一种报复 通灵剑诀 没有意外地 被周扬以200万零食拍下 至此 这次一波三折的拍卖会 成功结束 第45章 清点收获 盘点物资 准备回归 拍卖会结束 拍得物品的重修时 都在一一完成最后交易结算 拿着他们获得的拍品离开 周扬这边也完成了交易 将收获清点 闭眼妖狐 非洲 一门功法 一门剑诀 就这么点收获 花了他两千大几百万零食 闭眼妖狐 是一只成年猫咪一样大小的 纯白色毛发狐狸 看上去非常可爱 双目为碧绿色 眼瞳中充满灵动 显然智慧不低 只不过不会说话而已 妖族修行 要远比人类艰难多 除了个别天赋异禀的族群之外 大部分都要在金丹镜 也就是妖兽三阶时期 炼化横骨后 才拥有说话的能力 而在原音境 妖兽四阶后 将会拥有化作人身的能力 这个时候 就不再被称呼为妖兽 而是妖族 妖族是一个大族 遍布整个修仙界各地 有妖圣公庇护 普通妖兽 打打杀杀妖圣公 不会管你什么 妖族比人类 更加讲究弱肉强食 只有成功进阶 到化作人身的族类 才会被他们认同 当然 这个等级的妖族 也会开始庇护自己所在的族群 比如碧眼妖狐 碧眼妖狐的族群 受到妖圣公 一位妖王庇护 即便是普通碧眼妖狐 被人类打杀 一旦被发现 依然会被追杀的 这种愿意 碧护族群的妖族 实际上并不会太多 碧眼妖狐 也仅仅只是狐族一脉 那位妖王 还没能耐 碧护整个狐族族群 周扬将小狐狸 交给了周韵赞代 还从妖王谷 购买了不少兽灵丹 专门用来给小狐狸 当食物 这种专门为培育 灵兽研究出来的丹药 对妖族的效果一样巨大 灵兽和妖兽之间 本就没有界限 只不过为了区分 妖族和人类一方 阵营的灵兽一族 而特地起的一个称呼 传闻 顶尖宗门之一的万寿宗 其宗主 就是一位化神七灵兽 能让一头灵兽 做到宗主之位 这也是 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 当初万寿宗宗宗主 登陵宗主之位时 甚至还遭受过一些 顶级宗门和圣地的 非议与阻拦 不过万寿宗 依然选择强势 推动那位宗主上位 毕竟那位宗主的天赋 和潜力极为强大 另一方面 这位宗主是灵兽身份 寿命悠久 曾经为万寿宗 解决过很多困境 多次将万寿宗 于覆灭危机中解救出来 万寿宗与妖圣宫 一直以来都是敌对关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同水火 这也不难理解 妖圣宫代表妖族 而万寿宗 则以统御灵寿为修行体系 这不就是天生死对头吗 周扬将小狐狸交给周运之后 便去了周家商队驻地 将非洲交给了领队的周家修士 领队的周家修士 是一个炼气后期的分支族人 名为周远山 认真算起来的话 按照辈分 还是周扬的叔叔呢 不过周家严谨 周远山见到周扬之后 毅然恭敬地行礼 周远山见过家主 嗯 周扬之士 这艘非洲就暂时交给你保管了 不要节省零食 该用就用 周扬取出非洲 这是一个能够装在三十人的非洲 算是小型非洲 如果装货物的话 确实装不了太多 不过 货物一般都是使用储物带装 然后带着身上使用非洲赶路 这都是那些大家族行商之法 小家族的话 别说非洲本身昂贵 消耗零食甚多 即便是储物带 就不是小家族能够拥有的 是家主 周远山看着放置在地上 长达二十多米的非洲 心中一阵感叹 曾几何时 周家人也羡慕其他城市的修仙家族 能够使用非洲赶路行商 没想到 这么快周家也有了非洲 周执事 商对来刘光城也有几天了 我之前交代的事情做好了吗 周扬并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询问起了交代的事情 家主 您交代的事情 德宾兄已经和我们说过了 这几天 我们一直在忙 跑遍了方式各家店铺 基本上算是完成了任务 周远山开口说道 各种资源都采购的差不多了 如福禄 我们从瑜伽商铺 大夏王室的商铺 还有其他几家专门产出福禄的店铺中 都购买了一些 其中瑜伽商铺的福禄质量最好 买的也是最多的 丹药类 主要是聚气丹这种炼气期 使用消耗的丹药 加上一些疗伤解毒类丹药 药王谷店铺内的丹药质量最好 但是价格昂贵 我们只在药王谷店铺内 购买了三分之一 另外三分之二 则从其他炼丹家族的店铺中购买 共花费了大概二十多万零食 法器类 我们从欧加万宝格购买了全部是法器 一共八十件下品法器 二十件中品法器 二十件上品法器 一共花费了大概近四十多万零食 主要是上品法器消耗零食颇多 其他还有一些法术点击 我们也购买了一些 这些价格就高了不少 各系零根适合休息的法术都有囊括 一共花费了130万零食左右 还有储物袋 储物袋的价格也不低 一粒方米容量的储物袋价格不高 只要不到一千零食就能买到 不过您交代过 我们周家要买的储物袋 最低都得是五粒方米容量的 所以我们一共购买了二十个储物袋 其中五粒方米容量的十个 十粒方米容量的五个 三十粒方米容量的五个 一共花费了近百万零食 最后 最昂贵的是测零盘 周远山扎巴了一下嘴 惊叹道 这种能够具体测出零根资质 和品级的下品零器 实在是太过昂贵了 一件就要八十万零食 我们只购买了两件而已 花费了160万 至此 商队携带的零食 基本上消耗干净了 对于测零盘的价格 周扬表示理解 测零盘应该是零器中最便宜的了 即便如此 也要八十万零食一件 没有攻击能力 没有防护能力 只有一个作用 检测零根 并且能够清晰检测出 零根系别和品级 小家族根本就没有这东西 只能用测零食来替代 测零食效果很差 只能测出是否能够修炼 也就是说 测零食是分辨凡人 是否拥有零根的物品 属于法器类别 价格便宜 只要不到一千零食 测零食的锻造也很简单 只要助击进的修饰会些正法 就能够在消耗完毕零器的零食之内 刻画一种能够感应零根气息正法就行 价格很低 但却需要助击修饰动手 且要求会一些正法知识 有的家族甚至会将测零食价格 降到三四百零食去售卖 以至于让测零食泛滥 周家有了测零盘之后 就可以更加清晰地分辨 族人的零根系别和品级 以此调整家族贡献度系统 对天赋更高的人 给予更大的资源倾斜 为家族培养更加强大的修饰 来增加周家的实力和势力 这个贡献度体系的调整 以及对零根资质更高者的资源 该如何倾斜 还要周扬仔细斟酌 不能无条件地乱给资源 否则资质高的人 啥都不干就白拿资源 资质低的人 拼命为家族努力做事 做出很大贡献 却拿得还不如人家 啥都不干的人多 那可不行 嗯 你让商队收拾一下 准备明天随我返回家族 周扬说道 目前 刘光诚的事宜也差不多结束了 至于交给药王谷助级单委托任务 还需要时间炼制 欧家定制的灵器也要时间 只能等对方做好后 通知自己了 周扬处理好事物后 便返回了自己在刘家的住所 有些迫不及待地拿出了 碧玉弓 和通灵剑爵 现在总算是有时间 来修行这两门功法了 而也就在周扬修行功法的时刻 于家一行人 并没有离开刘光城 而是在于家方式店铺内 暂住了下来 于家店铺的一家豪华房间中 于家女修此刻 已经召集了人手 密谋着针对周家的行动 第46章 于家密谋截杀 周扬突破金丹 大小姐 我们 我们真的 要在周扬返回周家的途中 劫杀他吗 于家只是有些不安地说道 那个周扬我看他境界 虽然只有助击后期 但是实力 却绝对不是正常助击后期 可比啊 还请大小姐郑重对待才好 哼 于家女修不满地哼了一声 撇了他一眼道 怕他做什么 区区一个助击后期而已 在拍卖会上的交锋 仅仅是因为我没有防备而已 再说了 周扬小儿也仅仅是神念强大而已 论法力境界 我可是金丹中期 还能对付不了一个区区助击不成 这 于家只是有些不知道怎么接话 正常情况下 的确是这样 一个助击后期 怎么可能是一个金丹中期大修士对手呢 可是 您都在神念上输给对方了 万一呢 万一对方战力真的逆天道能够越境而战 到时候该怎么办 仿佛看穿了对面直视的心思 于家女修冷笑道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用担心 首先 即便那个小出生真的能够越境而战 我一个金丹中期打不过 他还跑不了吗 我能飞行他能吗 是 他是购买了一艘非洲 但那艘非洲的最快速度 也就是金丹初期而已 能追上我 于家只是一想也对 即便对方实力出乎意料的强大 真的是那种越境而战的妖孽 可自家大小姐打不过 也能跑得掉 想到这里 他也就松了口气 只要大小姐不出事就好 万一出事 估计自己的脑袋也要不保 那大小姐 您准备怎么对付周扬 半路截杀的话 要选好位置 选择一个对方必经之路才行 这流光城之内 是万万不能动手的 我们于家这次 已经引起皇家不满了 对方和那位王爷可关系不浅 况且 您还在拍卖会上贸然出手 已经引起下王爷不喜了 若再惹出动静 只怕那位王爷 不会善罢甘休啊 于家执事不是愚蠢的人 能够做到一个修仙家族的执事位置的 都不是傻子 凡事都会考虑周全 这个你就更加不用担心了 一来我也没准备在城内动手 所以才会提出半路截杀的主意 二来 这位王爷早就在金丹后期 大圆满晃荡了十多年 听说 最近在和药王谷接触 准备购买裴英丹 冲击元英境界呢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贸然动用法力的 于家女修自信地说道 要不然 你以为他会冒着引起太后和陛下的不满 而将碧玉公拿出来出售吗 这位也是孤注一致了 一旦突破失败 估计会引来陛下的问责 但是突破成功的话 一切都不是问题 王室多了一位元英老祖 即便是那位陛下 也不敢乱来的 当初的皇位之争早就结束 王室能多一个元英 那位陛下开心还来不及 那位陛下就不怕 于家只是皱眉开口 却没敢说完 怕什么 下王爷手中的势力 能和陛下比 况且 太后会眼睁睁看着两位王室元英大战吗 于家女修摆了摆手 不说这个 扯远了 还是说说 该在何处拘杀周阳吧 还有 我需要你也跟随一起行动 还有刘光诚这边 于家其他的战力都有那些 我要你们在我和周阳战斗的时候 给我杀了他身旁的族人 特别是那个周郁 不是他亲姐姐吗 给我弄死他 我看这个周阳 会不会痛哭崩溃 于家女修说着 脸上已经充满了猙獰之色 周阳是他这么多年中 唯一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他受尽屈辱的存在 即便在帝都 也没人敢这么对他 这份屈辱 他必须要让周阳 要让周家 付出惨痛代价 为此 他都不准备回帝都调集战力 他一刻都不想等待了 他要周阳立刻就死 大小姐 刘光诚的修士战力 全都要带过去吗 于家直视 有些头皮发麻 眼前这位大小姐 真的是胆子太大了 这些修士 可是镇守刘光诚 方式店铺的战力啊 都带出去 方式店铺出事该怎么办 那些普通人 或者练气器初中期的修士 可挡不住住机器的 伞修们近来劫略啊 这事可是时有发生的 伞修们修炼艰难 劫略或者道歉 各大方式又不能驱逐所有伞修 也无法分辨出其中谁是劫略者 这些伞修也是方式的一大客户群体 只能加强方式的防御力量 各大家族或者店主们 也是各自加强防御 不会耗费太长时间的 劫杀过程也就半天时间而已 到时候返回方式 应该不会出问题 于家女修说道 你快去召集人手 将所有练气中期 及其以上者都召集而来 我们提前出城 寻找合适的劫杀地点 这次任务完成后 我会重重奖励随我出战的人 每人最低一千零食奖励 助击净奖励一万零食 对了 我们在刘光城有多少助击 于家女修忽然想起来 似的问道 她一般不关心这些杂物 且是从帝都而来 并不清楚刘光城这边的 具体人员修为 大小姐 我们在刘光城 一共就两个助击啊 一个是我 一个是负责具体房屋的杨直士 他是我们于家的客亲长老 是助击中期修士 比我高一个小境界 于家直士回答道 行 就你们两个吧 你们负责带领那些练器中 后期的修士 随我行动 这次 我一定要狠狠羞辱 那周杨小儿一番 看着自家大小姐 一脸愤恨的模样 于家直士知道此事已定 便转身前往 通知杨直士准备行动 而也就在于家众修士 连夜出城 准备截杀行动的时候 当天夜晚 周杨修炼的进度非常轻松 他本就是助击后期 大圆满巅峰之境 苦于没有合适攻法无法晋级 现在攻法到手 那么突破金丹大修士之境 自然是水到渠成 没办法 献灵根就是这么霸道 啥突破困难 瓶颈难冲击 在他这里 完全就不存在 周杨重新转修 碧玉弓 简直是顺风顺水 练器境界的攻法 几乎是瞬间完成 随后是助击境攻法内容 也不过花费了十来分钟搞定 随后 就是金丹境 攻法当中有突破之法 有结丹之术 照着来就是 不过一个多时辰 便已经完成了突破 浑身精纯到极致的法力 融会丹田 快速而又顺畅的凝结承担 一丝一毫的阻碍 都没有 第47章 简决修成 启程回家 周杨结丹并没有任何异象 或者说有异象 也被系统给遮掩了过去 这似乎是系统的被动功能了 帮助周杨遮蔽突破气息 甚至不动手 别人都无法看透他的境界 不过一旦动手 法力波动泄露 自然就会被人发现 他的实力境界了 这倒无所谓 周杨突破金丹 也没有什么天结啥的 那东西 要等到杜结期才有 那个境界 就是专门对付和阻碍修饰 前进的灾结境界 九成九的修饰 都倒在了杜结期 周杨闭目感受着 体内浩瀚凝练的金丹法力 也在感受着丹田中 那颗浑原如一的金色丹丸 这枚金丹中 蕴含着周杨浑身全部的法力 运行 碧玉弓 修炼时 法力从金丹中涌出 走遍全身齐精八脉 通过体内 灵根感应周遭灵气 吸纳灵气炼化成法力 微微提高法力强度 一夜过去大半 周杨的境界 已经从金丹初期开始 朝着中期进发了 但是想要抵达金丹中期 却还需要时间 即便先灵根再恐怖再变态 也不能让他一夜之间 就从助击后期 突破到金丹中期 除非服用什么逆天丹药 收工之后的周杨 对自己修行进度十分满意 暗自算了算 想要进阶中期 估计最多只要个把多月而已 随着境界的提高 他修炼的速度也会变慢 这里的变慢是正常的 跟同级修饰比断 他的修行速度是没变的 依然是对方上千倍 这样算的话 他突破一个金丹小境界 需要一个月 普通灵根资质差一些的修饰 则需要近百年 不使用丹药辅助的话 这样的进度是非常合理的 金丹修饰寿命800年 看似寿源充足 但是要考虑一个点 正常修饰是有瓶颈的 一个瓶颈卡个上百年都不是意外 再加上战斗受伤造成的身体暗伤 也会拖延修行速度 和普通修饰比 周扬简直是太幸福了 境界突破之后 他取出了通灵剑爵来 现在已经是金丹大修饰了 他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主战技能 这门剑爵 虽然并不是什么顶尖剑道宗门真宗剑爵 但作为现在周扬的攻击手段是足够的 下半夜时间 周扬就在修行剑爵中度过了 通灵剑爵 内含多种术法 有预剑攻击手段 有预剑飞行之法 还有两式剑招 这两式剑招倒是有些强大 一式剑气斩 这一式剑招可以通过法力催动飞剑 使飞剑剑气暴涨 大范围击杀敌人 属于对付数量多的敌人时最好的选择 一式宁剑斩 这一式剑招 可以将法力化作高度凝聚的锋锐剑气 使飞剑速度变得更快 穿透力更强 是用来对付单体强大敌人的不二剑招 一式群体攻击 一式单体攻击 周扬半夜修炼 已然完全掌握了剑招的熟练度 通灵剑爵 在他手中发挥出来的攻击强度 是远超想象的 要知道 先灵根是全系灵根 它是有着精细灵根加持的 这会是飞剑剑气的锋锐程度 远远超过同级剑修 完成剑爵和功法修行后 天也快亮了 想了想 周扬打开了系统内的个人面板 现在自己晋级金丹 个人面板也更新了 宿主 周扬 家族 周家 地位 家主 金丹一层 天赋资质 完美 先灵根 天赋神通 无 拥有技能 碧玉弓 通灵剑爵 神念之刺 剑气斩 宁剑斩 玉剑术 蚕 飞鹤传书 火球术 土圆盾 神行术 看着自己的个人面板 周扬决定 日后要学习更多的法术 至少八大灵根所分类的基础法术 自己是要多学会的 既多不压身 它灵根圆满 修炼任何类别的法术 都不会有问题 相反 任何法术到他手中 那威力都是顶尖的 等回到家族内 就把周远山收集购买的那些基础法术 都学会再说 此刻天也差不多亮了 周扬也就没有再做休息 直接起床出门 准备收拾一番 启程返回青木城 自己离开了这么些天 也不知道家族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应该没有 若是有大事发生 唐姐周梅 应该会通知自己的 早晨 周扬和周运收拾了一番 便去和刘鹏飞 以及姑父 刘倩等人告别 杨儿 回去的路上要小心啊 我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 你抹了瑜伽面子 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对付你的 一定要小心啊 周兰心最后面带担忧地 嘱咐着周扬 周扬心中一暖 放心吧姑姑 我会小心的 杨爹 你以后有空 可要记得常来刘光城啊 刘倩不舍地说道 知道了 倩姐你有时间 也可以去青木城玩啊 周扬笑着回应 对啊刘倩 要不你和我们一起返回青木城呗 正好一同乘坐非洲回去 以非洲的速度 估计都不需要半天时间呢 周运忽然提议道 真的吗 我的确想去青木城看看呢 好久没去了 刘倩高兴地说道 哪里好久了 刘鹏飞翻了个白眼 你不是前几个月刚 和你母亲去过吗 那是几个月前 参加周有为葬礼的时候 刘倩随同周兰心 去过青木城周家 不过那时候气氛严肃 周扬刚刚接任家主 刘倩也没能和周扬说上几句话 葬礼结束后 也就返回了刘光城 而且那时候的他 和现在心境不一样 那时候 他以为周扬就是个 刚成年的小屁孩呢 没想到几个月过去 变化这么大 娘 我想去青木城 你就让我去吗 刘倩不理会刘鹏飞 直接找周兰心说话求情 你就让他去吧 你忘记昨天晚上 我和你说的话了 周兰心低声和刘鹏飞 嘀咕了一句 刘鹏飞脸色有些变化 他自然是没有忘记 昨晚的话 周兰心感觉 可以和周家加紧一下联系 刘倩和周扬之间 若能发生点什么 那就更好了 若是昨天之前 刘鹏飞定然就欢天喜地答应了 可现在周扬招惹了瑜伽 这就让他心态再次发生了变化 刘鹏飞这人性格就是如此 天性贪婪 欺软怕硬 且有着伤人的狡诈 没有气魄和果决 不过此刻 他耐不住妻子唠叨 不禁白手道 唉 去吧去吧 记得到了青木城注意安全 那边靠着黑铁山迈进 别乱跑 知道了 谢谢爹 谢谢娘 刘倩高兴地快跳了起来 随后立刻返回自己房间 收拾东西去了 周扬见此 不由但笑着看了刘鹏飞一眼 自己这位姑父 真的是不堪大用 反倒是自己这位姑姑 是一位真正有能力的贤内助 把刘倩教育得也不错 甚至其本人也在帮助刘鹏飞管理刘家 即使是刘家 那些祖老和其他族人 也没有和周兰星红过脸的 等刘倩返回的时候 周扬和周运 以及周远山一行的商队人员 已经聚集在了非洲之上 就等着他过来了 第四十八章 截杀 净空法阵 周扬 莫吉 一切有我 哇 非洲啊 这可是大家族才有的灵气 刘倩上了非洲 感叹着打量周围 这非洲实际上 就是一个会飞的巨大船只 二十多米长 上面还有个棚子 棚子内可以简单地住些人 非常简陋 但即便如此 这也是一件下品灵气 价格昂贵 功能强大 只有大家族才能购买和供养得起 刘家 虽然商业发展很厉害 却也没有非洲这种灵气的 还处于徒步行商的阶段 连储物带都只有那么几只 周执事 可以起飞了 操控非洲的事情 自然不用周扬去做 由周远山亲自负责 周远山输入法力启动阵法 非洲凌空而起 众人和下方刘家等人招手示意后 非洲快速地飞离了刘光城 非洲飞行速度极快 毕竟相当于金丹初期全速飞行的速度 距离音速可能还差点 但是绝对已经超越周扬前世的客机速度了 100颗灵石也只能坚持半个时辰 但是阵法上一共可以镶嵌300颗灵石 以被使用者灵活更换灵石上去 当然 如果使用者富裕的话 完全可以镶嵌中品灵石上去 一枚就顶的上100枚下品灵石了 300枚中品灵石镶嵌上去 可以使用很久的时间了 几天几夜不停飞行 也不在话下 周扬一行返回的必经之路 一座距离流光城 大概数百里的大山山顶上 正有十多位修士在这里潜伏 这十多人不是别人 正是瑜伽女修带领的截杀小队 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周扬 准备的怎么样了 瑜伽女修沉声问道 大小姐都准备差不多了 算算时间 周扬也应该快要到了 瑜伽执事汇报道 非洲速度不慢 我们十多人当中 只有大小姐一位金丹中器 其他人的话 大部分需要镇守镇盘 能出手主攻的 就我和扬执事两人 足够了 周扬一行 也就两个住机而已 周扬的姐姐周韵 刚入住机而已 就交给扬执事 你去托住吧 另外的其他人 你负责解决 没问题吧 瑜伽女修眼神 看向了瑜伽执事 没有问题 对付一些练气修事 我还是有点把握的 瑜伽执事点了点头说道 不过大小姐您 面对周扬也需要多加小心啊 这个家伙 看上去就很不简单 千万不能因为他 只是一个住机后妻就轻敌了 放心吧 我知道轻撞 瑜伽女修说着 看向了一旁站着的 一位身形高瘦的冷脸男子 此人正是那位住机中器的杨执事 杨执事等会战斗起来 我来主攻 你从旁协助 防止周扬逃脱 哼哼 这一次 我定要将他斩杀当场不可 遵大小姐命令 杨执事恭敬说道 杨某定不会让大小姐失望的 嗯 对了 给其他人发下丹药 这净空法真的消耗很大 我怕那些练气修事 无法持续运行这些阵盘 瑜伽大小姐说道 这次他之所以有信心干掉周扬 不仅仅是对自身法力的自信 还有这净空阵盘 非洲一旦飞到这处大山上空 随便就会被阵盘激发出的 净空阵法给打落下来 到时候 对方一定会陷入混乱 此时自己忽然出手 定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他可是来自混迹帝都 数百年时间的瑜伽之人 怎么可能脑门一热 就随意出手截杀呢 一切都是有计划的 他就不信 在如此天罗地网之下 这区区助击后期的周扬 还能逆天不成 再天才 再妖孽地修士 半路夭折的话 那就连个屁都不是 瑜伽这边准备妥当 竟待周扬自投罗网 而另一边 周扬等人所乘坐的非洲 也在快速地靠近着 一切 似乎都在朝着瑜伽 女修预想的方向发展着 清风吹拂下 此地陷入了沉寂 从外面看上去 这座山上空无一人 没人知道 在山顶位置的密林中 隐藏了这么一座净空阵法 其中一个金丹中期修士 正带着杀鸡 布下了一个 等待猎物靠近的陷阱 不远处的天边 一个小黑点在快速靠近 在云层中带起一道白色的尾巴 非洲之上 刘倩一脸雀跃地 和周扬站在边缘处 观看着下方不断后退的景色 一边聊着修行上的话题 其他方向 商队的炼气修士 和一些普通族人 也在饶有兴致地 爬在非洲边缘兴奋地议论着 周家人以前哪里见过这样的非洲啊 第一次上了非洲 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行 他们会如此兴奋 也是常理 而周远山 则是带着两个炼气修士 在棚内看管着镶嵌零石的飞行法阵 这是非洲的中枢 由不得出错 还要注意及时更换零石消耗 周运则在稳固法力 毕竟是刚突破住激进 境界需要稳固 法力需要疏离 一切似乎都很平静 没有意外的话 队伍应该会顺风顺水地抵达青木城才是 然而 就在这时 忽然间 在非洲飞越一座山峰的时候 一股奇特的力量 笼罩了整艘非洲 非洲瞬间就失去了飞行能力 直直地朝着下方坠落而去 非洲之上传来一阵惊呼声 要不是非洲有着一层防护气流冲击的护照 伤队中的普通族人 现在都已经甩飞了出去 原本正和刘倩在非洲前头闲聊的周扬 顿时脸色一变 这是 净空阵法 周扬眉头一皱 连忙拉着身旁有些失去平衡的刘倩站好 再看周围东倒西歪的族人 顿时开口呼喊 都不要惊慌 抓住身旁可以抓住的东西 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摔倒受伤 杨帝 发生了什么事啊 周运的身影 快速从周棚内冲出 身为助击修士 即便是在跟随非洲坠落下去 他也能保持住身形不会受伤 或者说 正常情况下 这么摔落下去 也不会死亡 但助击修为的他和周扬 可能不会出事 其他族人却可能要损失大半了 家主 我们怎么办 就连原本在棚内看守飞行阵法的周远山 也都跑了出来 非洲都坠落了 还看守各批的阵法呀 稳住族人 不要慌 一切由我 周扬面色素目 却没有丝毫慌乱之色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可以慌乱 唯独他不行 净空阵法 一般来说 这种阵法 需要阵法师才能布置 不过修仙界也有一种办法 可以让普通修士使用 那就是使用阵盘 这处高山之上 有人用净空阵盘埋伏我 我在流光城 真正得罪的 只有一家 瑜伽 哼 这可真是报仇不隔夜啊 不对 已经隔了一夜了 瑜伽大小见 心眼就这么点吗 不过 你确定你不回帝都班救兵 就凭借区区一个净空阵法 就能解决我 周扬冷然一笑 目中杀鸡引现 这位瑜伽大小姐 是真的触怒了周扬 既然如此 那就留下命来吧 既然你要自己找死 那我索性便成全了你 非洲快速坠落 眨眼间就要坠毁在山峰之上 就在这时 一道蕴含着恨意和杀意的声音 猛然传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道冒着火光的俘虏 周扬小儿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哈哈 胆胆羞辱我的人 还没能活下来的 你 给我去死吧 第四十九章 瑜伽大小姐傻眼 你咋金丹了 果然是你 周扬冷然看着对方 对于破空而来的 那道火焰浮路 都没抬正眼去瞧 区区一道火焰浮路 也想对付我 周扬说道 瑜伽大小姐 你是不是太小瞧我了 呵呵 是吗 你确定能接下 这一道火焰之蛇浮路 瑜伽大小姐一阵冷笑 随后手中法力涌动 隔空朝着浮路一点 那道冒着火光的浮路 顿时燃爆 化作了一条粗有半米 长达十多米的火焰巨蛇 呼啸着 就朝着周扬扑了过去 其他人都不是 他的主要目标 只有周扬 只有这个该死的小畜生 必须要死在他手中 火焰之蛇浮路 我怎么会不知道 这一浮路呢 他还是你们瑜伽120多年前的 那位天赋极高的家主 研究出来的新型浮路 看这浮路上的符文 起码也得是相当于 金丹后期权力一击的 法力层次了吧 周扬面无表情道 看来为了杀我 你也算是 拿出看家底牌了 不愧是瑜伽家家主的妹妹 这身上的好东西 是真不少 哈哈 怎么样 怕了吗 瑜伽女修得意大笑 怕了也没用 我之前在拍卖会上 给过你机会了 可你却不珍惜啊 而现在 即便你跪地求饶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去死吧 瑜伽女修一声断鹤 那火焰巨蛇冲向周扬的速度 陡然暴增 无声嘶吼中 带着火焰爆裂声 张开大口 就朝着周扬吞了过去 以火焰巨蛇 相当于金丹后期权力一击的法力 若周扬还是助击后期 再怎么逆天 也是无法活命的 嗯 至少瑜伽女修是这么认为的 可惜啊 同样的话 让你死得明白 周扬看着当头吞来的巨蛇 毫不惊慌 在拍卖会上 一直都是你在针对我 而现在 你又在半路截杀我 这么一而再 再而三地招惹我 你真当我是尼捏的 活着不好吗 轰隆 一声巨大轰鸣中 周扬全身法力爆开 一挥手 一道灵气飞剑飞出 带着纵横剑气席卷去 硬生生地将吞来的火焰巨蛇 击成了粉碎 化作点点火光 消失不见 而周扬法力散开 也护住了身后众人 包裹着非洲轻飘飘地 落在了山峰之上 所有人 包括那些普通族人 全都安全无余 另一边 站在山峰上 袭击周扬的瑜伽女修 此刻正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金 金丹靖 你你你 你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成了金丹靖修士 瑜伽女修尖锐的 尖叫声 回荡在整座山峰之上 与此同时 正埋伏在一旁的 瑜伽执士和杨执士 也同样目瞪口呆 啥玩意 这个周扬 不是铸鸡后期修士吗 怎么变成了金丹修士 两人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 看着悠悠然 飘落山峰的非洲上 那道奥利 当场的俊美白袍少年 这个少年 仅仅才16岁而已 这样的一个年纪 能够晋升铸鸡 已经是妖孽级别了 即便是药王谷 和大夏王室 精心培养的绝顶天才 估计也就这样的 修行速度了 但是现在 你告诉我 他成了金丹修士 一个16岁的金丹修士 见鬼了 确定我们不是在做梦吗 两位瑜伽 只是有些茫然地对视了一眼 都在对方眼中 看到了迷茫和惶恐 如果对方真的是金丹修士 那么这次的伏击截杀 能成功吗 这家伙在铸鸡后期 就能硬钢金丹中期的大小剑 现在成了金丹七修士 那得恐怖到什么地方去啊 你们后退 留在原地别动 护住非洲就行 周扬转头朝着周远山 和刘倩等人 示意他们后退留在原地 又和周运吩咐道 姐你守住这里 放心一切由我 嗯 杨弟你小心便 对方也是金丹 周运点头说着 他是知道 周运已经突破金丹的事情的 周扬早晨的时候 就跟他说过了这件事 不过对方到底是瑜伽之人 一个来自老牌金丹修仙家族的 金丹中期修士 身上还不知道有多少底牌呢 哈哈 我周扬能在助击后期就镇压了他 现在晋升金丹了 还能怕了他不成 周扬哈哈一笑 随后踏步向前 朝着瑜伽众人走去 他神念一扫 已经看到 除了眼前瑜伽女修之外 旁边一处密林内 还藏着两个助击修士 密林更深处 还有一些炼器进修士 围绕在一个散发着法力波动的阵盘之前 不时地为阵盘更换灵石 维持净空阵法 这些灵石还是中品灵石 瑜伽女修为了干掉自己 是真的舍得下血本啊 周扬塔前一步 瑜伽女修就后退一步 每一步都让他脸色更加难看一些 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 这个周扬 昨天还是助击后期呢 怎么今天就忽然变成金丹了 难道是自己带人走后 他在深夜突破的 该死 肯定是这样 瑜伽女修内心咒骂一声 觉得自己运气太差了 这个周扬也太过妖孽了 刚得了碧玉弓 弓法 一夜时间就从助击后期 晋升到了金丹镜 你都不需要做晋级前准备的吗 你突破就这么简单 没有瓶颈的 想起自己曾经从助击后期 突破金丹的艰心 瑜伽女修心中就泛起一阵苦水 同时对周扬的嫉妒之心更加旺盛了 周扬你 你敢杀我 我可是瑜伽家主的亲妹妹 你若敢动我一根汗毛 你倾慕成周扬必然负面 瑜伽女羞涩利内忍地嘶吼着 想以瑜伽威势逼迫周扬住手 然而 他低估了周扬心中杀鸡 对于这种一而再再而三针对自己的敌人 他向来下手狠辣 且绝不留情 至于帝都瑜伽 自己现在都已经进入金丹了 想要负面我周扬 那就要看你瑜伽牙扣硬不硬了 求饶的话说完了吗 说完那就上路吧 周扬默然说道 随后伸手一招 环绕身体游动的灵气飞溅 化作一道光影 直朝瑜伽女修刺去 周扬小儿 你敢杀我瑜伽大小剑 第五十章 全部斩杀 收刮战利品 一声爆喝传出 密林中的两位瑜伽修士 再也无法藏下去了 再藏下去 他们就只能出去给大小姐收尸了 嗯 也许收尸都不用 因为看对方的架势 显然是不会放过一个活口的 一个金丹修士的神念 不可能没发现 藏在一旁的自己两人 于是 在瑜伽大小姐遇险之时 两人不得不冲出来 和周扬拼命 不拼是死 拼也是死 那还不如冲出来打一场 也许能够为大小姐 争取反击的机会呢 谁知道大小姐身上 还有没有家主 给她留下的保命底牌了 休要伤大小姐性命 那位杨直士冷喝一声 手中持着一柄飞剑 随手一抛 飞剑剑锋就掌 变成了一柄巨大四门版的大剑 大剑之上法力涌动 杨直士助击中期的法力 不要钱地朝着大剑上涌入 大剑快速地挡在了 瑜伽女修面前 想要阻挡周扬灵力的飞剑刺激 可惜 对方区区助击中期 而周扬 金丹初期 一个是普通灵根天赋的普通助击 一个是先灵根加持之下的 妖孽金丹修士 两者之间的差距 犹如浩月与萤火 犹如星河与池塘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对手 吃 只见挡在瑜伽女修面前的大剑 瞬间就被周扬的灵气飞剑刺穿 小巧的飞剑破空而过 来到瑜伽大小姐跟前 就朝着她额头刺去 大地元气盾 瑜伽女修见此 亡魂大帽 立刻就拿出了真正的保命底牌 一枚来自原音制服饰制作的 能挡住原音初期修士权力一击的高阶服录 这等高阶服录 昂贵无比 其价格低于百万零十根本就买不到 即便是以擅长制作俘虏的瑜伽 也拿不出太多这一等级的俘虏 快 快给我挡住她 瑜伽女修发疯似的 命令着两位瑜伽 指示阻挡周扬杀来 那位杨直士 与神魂相连的飞剑被毁 已然一口鲜血喷出 此刻听到大小姐命令 不得不打起精神 强行鼓起一口气来 与另一位指示扑上前来 试图阻拦周扬的攻击 果然 你还真有保命底牌 周扬这边 看到自己强势一击被挡下 虽然有些意外 却也没有太过出乎意料 作为瑜伽大小姐 没点保命底牌 她是不幸的 不过这位瑜伽大小姐 的确受宠得很 不仅石海中有玉伏守护神魂 攻击有火焰之蛇 防御还有着这么一枚 能挡住自己一击的土系浮露 这枚浮露能挡下自己一击 其必然是极为珍贵的浮露 不过 你又能挡住我几件呢 周扬毫不停歇 飞舞的飞剑 继续朝着瑜伽大小姐攻去 转瞬间 又是犀利的几件刺出 即便是 能够挡住原英初七 全力一击的防护浮露 此刻面对周扬的攻击 也渐渐有些摇摇欲坠 周扬数次攻击的力量加起来 已经快要击碎这枚浮露了 不 瑜伽大小姐 惊恐地看着摇摇欲坠的浮露 这可是她最后的保命底牌了 她本身的战力 远比不上周扬 根本就无法收射星神与周扬战斗 只能拿这些手段来阻挡周扬攻击 可惜现在看来 似乎根本挡不住周扬攻击了 大小姐 一群炼气修士 也顾不得守在近空阵盘旁边了 听到这边战斗的声音 立刻就赶了过来 随后英勇无比地冲杀了上来 可是 别说这些炼气修士了 即便是瑜伽女修这位金丹 都自身不保 两位助击还在使劲手段 想要阻挡飞剑继续攻击呢 他们过来能有什么用 剑气斩 周扬冷漠地看了这些炼气修士一眼 随后轻和一声 飞剑冲上半空 随后一道道剑气洒下 随手灭杀了所有冲来的炼气修士 甚至 就连两位瑜伽直视 也在这洒落的剑气攻击下 连一个呼吸都没撑过 便化作了一堆碎肉 瑜伽女修见此一幕 顿时未中翻滚 她刁蛮任性 身份高贵 在瑜伽谁都让着她 即便是修炼 也是有各种丹药资源堆撤 从没出去游历过 自然也没见识过 修仙界真正的残酷性 而现在她见到了 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一幕 瑜伽女修双眼看到的最后一幕 是一柄从天而降的小巧飞剑 划过之后 她的意识渐渐陷入昏暗 一切都结束了 全场陷入了一片沉静 周扬灰手间 收回了灵气飞剑 随后来到瑜伽女修跟前 开始摸尸 这女人身上好东西肯定不少 不过可惜的是 瑜伽女修已经毁掉了 但是守护神魂的那枚玉符 应该还在 这可是好东西啊 守护神魂石海的手段 向来稀有珍贵 有这枚玉符在手 一般的神魂攻击都不用怕了 周扬先是取了瑜伽女修的储物袋 神念探出 将储物袋上留存的神念印记摧毁 探镜里面一看 里面东西倒是不少 各种符禄一大堆 但是高级符禄却几乎没有 还有一些女性衣物 一些食物和水之类 除此之外 就是灵石和灵气了 灵气上 还有着瑜伽女修 渐渐溃散的神念和法力波动 这是一只发簪模样的灵气 刚才这女人根本就没拿出来使用 这是什么情况 周扬仔细一看 才发现 这枚簪子还没彻底练化 而且等级极高 竟是一只上品灵气级别的簪子 瑜伽果然有钱啊 上品灵气级的簪子 给一个金单中期 修饰使用 练化速度自然会较慢 应该是刚刚更换的主要攻击灵气 周扬微微一笑 不过即便对方彻底练化了这只上品灵气簪子 也不是自己对手 最多多出一招就能解决此女而已 这只簪子倒是可以回去给母亲使用 姐姐周韵的话 不适合 她应该会选择飞剑做主要攻击手段 她现在使用的是法器 等她晋升金单之后再用灵气比较好 毕竟不是谁都有周扬这么浑厚精粹的浩瀚法力的 而簪子送给母亲后 也不是给她现在使用的 等她晋升金单后再用也不迟 最好是金单后期使用最合适 储物袋中的零食是真不少 大概有两千万左右 显然 这是对方带来购买碧玉宫的零食 九成九是下品零食 还有一部分 大概不到一千枚中品零食 中品零食好东西啊 周扬笑眯眯地收下 接下来 她将目光放在了女士身上 一番搜寻之后 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 从其溃散崩溃的石海中 得到了一枚玉符 身上扒下了一套中品零器级法袍 这法袍本身也有一定的防御能力 还自带洁净能力 可惜 面对周扬的攻击 如同虚设 这类法袍 挡挡同级修饰还行 想挡住周扬的攻击 还差太远 法袍上的防御法术 也已经被摧毁 想要修复 估计得跑一趟欧加万宝阁才行 这次是不行了 下次让商队带着过去就行 周扬又去了一趟密林当中 取走了那个刻印着净空法阵的阵盘 这也是一个好东西 只要零食足够 就可以长久地开启净空法阵 不过最低的零食要求 都是中品零食才行 一番忙碌 战利品全部到手 而等周扬返回山峰非洲处时 众人已经收拾好了 因非洲坠落造成的混乱 非洲损失不大 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毕竟坠落的最后一刻 有周扬法力护持 并没有毁坏了非洲 看到周扬归来 周家众人有些兴奋 特别是周远山等商队人员 感觉自家家主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方那么厉害的一个金丹修士 就这么被他轻易斩杀了 周家有此家主 何愁家族不心 杨帝你没受伤吧 周运倒没有兴奋 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周扬是否受伤 那满脸关切的样子 做不得假 是啊杨帝 如果受伤的话 我这里有娘给我的上好疗伤弹药 刘倩同样如此 询问的时候 还拿着一个玉瓶 药塞到周扬手中 你们不用担心 我没受伤 不信你们看 我身上有什么伤吗 周扬伸开双手展示了一下 梁女果然没在周扬身上发现伤势 见此 终于松了口气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好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赶紧出发吧 好 家主请先上非洲 走 出发 非洲再次起飞 这一次没了近空法阵干扰 呼啸着就直飞云霄 朝着青木城而去 原地 留下一座不知名山峰 依然处立于大地之上 山峰顶部密林旁 一地细碎血肉 还有一具头颅被刺破的女修尸体 双目空洞地看着天空 第五十一章 周扬归来 青木城震动 青木城 今日的青木城 依旧清冷如初 自从周家覆灭王家之后 整个青木城 几乎都在围着周家转 即便是青木城主柳季先 也对周家保持着该有的敬意 嗯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内心如何想的 谁也不知道 一个一城之主 又如何甘心 屈居于人下呢 这天午时 一艘非洲从天而降 直落入青木城之内 朝着周家而去 青木城护卫们 以及城内民众见此 一个个仰头惊呼 非洲啊 这可是非洲 青木城这样的偏僻小城 很少见到这样的灵气非洲 而今天 他们却见到了 那艘非洲落入了周家府邸 难道这非洲是周家的 不会吧 这可是非洲啊 对啊 这可是非洲 价值不菲呢 周家买得起 你也太看得起周家了吧 哼哼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周家 现在可不简单 护卫队中 一个修士 神秘兮兮的说道 哦 老张看来你有消息啊 老张向来消息灵通 快说啊 老张 你有什么消息 跟兄弟们分享一下如何 对啊 大不了我那坛好酒 今晚拿出来 跟兄弟们喝了就是 哼 这可是你说的 兄弟们都作证了 不能反悔 这位张姓修士 黑黑一笑说道 之前周家新家主 不是亲自带领商队 前往流光城方氏吗 方氏昨天可是有一场拍卖会的 听说还有来自帝都的 金丹大家族参加呢 哗 流光城方氏的拍卖会啊 什么时候 我也要去见见世面 有人感叹道 你别插嘴 老张你继续说 众人瞪了一眼 半路插话的修士 催促老张继续说 嘿嘿 现在消息还没传开 等过几天你们看吧 我们青木城要出名了 张姓修士说道 这次周家 在流光城拍卖会上可不得了 出尽了风头呢 什么风头 你倒是直接说啊 掉什么胃口 信不信我砸了那坛老酒 分享老酒的那位修士 性子有些急躁 被这八卦挠得心痒 见老张忧 哉哉哉的掉胃口 顿时双眼一瞪 就要撸袖子 别别别 我说 我现在就说 据说这次拍卖会 周家 一共花费了两千多万的零食 购买了 包括非洲在内的一大批好东西 乖乖 你们是没见到那场面啊 当真是 随着老张的讲述 周围几个修士 顿时一惊一乍的惊呼出声 一个个都感觉到 这青木城的天啊 是真的变了 从此以后 这青木城啊 他姓周 随着周阳的归来 青木城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修士 皆为此震动 周家院落 非洲落下 周阳和周运 以及刘倩 率先下了非洲 朝着府邸内的大厅而去 至于非洲 则交给周远山解决了 此后这艘非洲 正常情况下 都会交给家族商队来使用 除非周阳有其他安排 阳帝 小狐狸似乎有些吓到了 睡觉还在发抖吗 周运走进周阳身旁道 周阳闻言看去 只见周运怀中 一个白色的毛绒绒圆滚滚的毛球团成一团 缩在周运怀中沉睡 不时颤抖一下 似乎在做噩梦似的 显然被之前非洲坠落 吓得不轻 没事 应该只是受了惊吓 等会你将它交给周雪带着 那丫头有个玩伴也好 姐你就认真修行吧 现在家族有了新功法 修行上限也就没有了 以你的天赋 助击绝对不是终点 我希望姐你能够走得更远 周阳看向周运说道 放心吧 姐不会让你失望的 周运说着忽然道 对了 你不是买了两个测灵盘吗 等会我想测试一下 我的灵根资质 哼 要测肯定是大家一起测的 顺带着连周雪和大家都一起测了 日后有了测灵盘 我周家不管是主卖还是支卖 又或者是周家普通人所在的村镇中 适灵孩童测试天赋 都可以使用测灵盘 以获得更加精确的灵根资质数据 家族也好更具体地根据个人资质 来安排资源的下放 这些事情 你个人决断就行 我周家向来是家主一人而决 周运不在意地说道 我们其他人 只要认真执行命令就好了 哥 哥你回来了 这个时候 不远处忽然传来一声惊喜的女孩声音 这刚说的周雪 这就跑过来了 几人抬头看去 只见不远处周府大厅门前 站着几个人影 有含笑而栗的母亲刘宛如 有神情振奋的周德斌 有稳重坚毅的周俊 有面带微笑的周雅 当然还有快速向着自己跑来的周雪 以及小不点周平安 哥 我听周梅唐姐说了 你们在流光城方市 买了好多好东西 有没有给我买礼物啊 周雪眨巴着水光流转的大眼睛 看向周阳和周韵 姐姐 我听说你在外力量遇到危险了呢 你没受伤吧 雪儿可担心你了 周阳笑了笑 看向周韵 周韵轻轻一笑 周阳没想那么多小事情 他这次亲自赶去了流光城 起初是为了救自己 然后又忙碌于购置各色周家急需的物资 哪里会想到 给家人买礼物的事情 还好 他和流千空闲的时候 倒是买了小东西 足够敷衍一下这丫头了 有 怎么会没你的礼物呢 忘了谁都不能忘了你啊 周韵上前拉住周雪的手 一把拉住旁边 就要跑去抱着周阳腿的周平安 你小子别去打扰你哥 跟我来吧 小平安 姐姐也给你买了好东西哦 哇 姐姐太好了 周平安是有奶便是娘 估计冲向周阳也是为了礼物 现在一听 礼物在周韵这里 当即就不管周阳了 朝着周阳做了个鬼脸 便紧紧拉着周韵的手不放了 哇 刘倩姐 你也来了呀 太好了 你上次带给我的刘光成糕点 我和妈妈都很喜欢呢 周雪看到站在周阳身边的刘倩 也是眼睛一亮 连忙过来一起拉住刘倩的手 刘倩不舍得看了周阳一眼 直到周阳还有事情要做 便和周韵以及周雪 一起带着周平安 朝着刘宛如走去 然而 你们刚从刘光成归来 一路奔波 应该也累了吧 还是先去修饰为好 刘宛如站在周阳面前 有些心疼地看向周阳说道 呵呵 我没事的娘 周阳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道 娘 不忙的话 就一起来吧 我这次在刘光成收获不小 到时候 也需要家族内务配合 行吧 平日里 家族事务 刘宛如只管自己内务部分 今天既然周阳说了 她也就答应了下来 周韵带着周雪刘倩 和周平安离开了大厅 母亲和其他人都进了大厅 周阳先是将这趟刘光成之行的经过 说了一遍 最后顿了顿 将和瑜伽劫仇的经过 以及最后瑜伽的劫杀 和被自己反杀的事情说了一下 众人一听 顿时大惊失色 第五十二章 金丹家族周家 柳城主一心 妖兽暴动前兆 杨帝 你 你杀了瑜伽大小剑 瑜伽啊 那可是帝都的老牌金丹大家族啊 是啊 那可是瑜伽啊 听说瑜伽的俘虏生意 遍及整个大厦王朝 家主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啊 周阳话音落下 众人便担忧地议论了起来 语气中并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 只有对周家 招惹了瑜伽后的担忧 只有周俊 此刻忽然抬头看向周阳 杨帝 你说 你反杀了瑜伽 一位金丹中期修士 那 那可是金丹中期啊 你 你现在的修为 此话一出 刚才被瑜伽名头震撼的众人 也立刻想到这一点 顿时惊诧地看着周阳 难道自家 这位年轻的家主 还能够在助激进逆境 斩杀金丹修士不成 对啊 杨帝 周雅也开口道 听你之前说的 在拍卖会上 这个瑜伽女修 还用神念针对你 不过却被你击败了 你神念上就能胜过她 难道法力上也能战胜她吗 还是说 周阳知道 两人话中意思 不由笑着回应道 你们想得不错 我现在已经是金丹静了 话 文言 众人不由全都震撼地看着周阳 这才多久啊 距离周阳继承家主之位 不过几个月时间 他就从练气六层 晋升到金丹静 这 做非洲飞的都没这么快吧 太夸张了 家主你怎么 修为晋升那么快啊 太可怕了 这 这才多久时间啊 你可是刚晋升助击没多久嘛 二伯周德宾不由惊道 他还清晰地记着 周阳几个月前晋升助击后 带着同样晋级助击的 七位祖老们 覆灭王家的威势 那时候 他就感觉周阳修行资质恐怖 可万万没能想到啊 这才几个月过去 周阳竟然就是金丹修士了 金丹修士啊 周家传承六百多年 一个金丹都没出过 而现在 周家有金丹坐镇了 且还是一个十六岁的金丹大修士 是啊 周阳可才十六岁啊 十六岁的金丹大修士 想想这两个信息连在一起 周德宾便感到呼吸困难 什么时候 周家这样的边陲小城的小小铸鸡家族 也能出龙了 还是一尊逆天金龙 在场众人全都震撼到无以复加 刘宛如也是如此 他知道自己这个儿子优秀 从他继承家主之位后的手段就能看出来 他也为此自豪而欣慰 可也从未想过 周阳能够成为一位金丹大修士 且还来得这么快 十六岁的金丹大修士 吓到了众人 阳帝 你可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巨大惊喜啊 周俊回神后感叹道 好 好啊 我周家也有金丹修士坐镇了 哈哈 现在看青木城 还有谁敢不遵 我周家号令 哈哈 有阳帝这尊金丹坐镇 我周家从此以后 也可以号称金丹家族了 众人文言也都回过神来 一个个美滋滋地畅想着未来 周阳听到周俊的话语 不由眼睛一眯 青木城 还有谁敢不遵周家号令 这座小城虽然不咋地 但却是周家的起家之地 周阳不准备放弃 即便未来要迁徙家族驻地 这地方也要掌控在手 一来是起家之地 二来 这里靠近黑铁山脉 黑铁山脉中有很多妖兽资源 更有大量的自然资源 这是周家所需要的 也是 最能配合周阳金手指来提升家族实力 以及他自身实力的好地方 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自然资源 那肯定是野外最容易获得 在人类聚集之地 反而不太容易获取的 堂哥 这青木城 还有谁敢不给我周家面子不成 周阳淡然看向周俊 与其平静地问道 听到周阳的话 众人顿时从刚才听闻 周阳晋级金丹的好消息中 安静了下来 阳帝你这些天不在青木城 自然不知道这些事情 周梅原本想将消息传给你的 不过被我们拦了下来 不想让这些小事 来打扰到你那边的大事 周俊想了想说道 青木城柳城主 代表大厦掌管城池 我们周家这段时间 黑铁山脉开拓深入了不少 和柳家发生了些许冲突 原本还没什么 按照之前的做法 都是各退一不了事 不过最近柳城主却强硬了不少 似乎是因为黑铁山脉 妖兽的增多 他向帝都柳家申请了支援 来了一些柳家修饰 给了他底气 妖兽增多 周扬没去关注柳城主的事 这样的人物 现在已经不在他眼中了 若不是看在大厦王室的面子上 周家随时可以 将青木城据为己有 不过眼下还不能这么做 没有合适理由的话 会成为被大厦王室拿捏的借口 是的 旁边的周德宾接口道 最近黑铁山脉外围的妖兽 变得比以前更多了 算算时间的话 百年一次的妖兽暴动 也快到了 哼 我想柳季先就是以此为理由 向大厦汇报之后 还向柳家调遣了修士 支援的吧 这老小子倒是会挑时间 周扬淡然一笑 没事 这个事情暂时不用去管他 我想 他现在也应该收到 关于刘光城的消息了 想来 他应该不会主动 出我眉头的 当然 若是柳季先没脑子的话 我也不介意给他来一个狠的 帝都柳家 可不是什么大家族 金丹竟是有 可修为最高的 也不过一个金丹中期的家主而已 我现在担心的是 妖兽 周扬声音低沉了下来 妖兽暴动 每百年一个轮回 黑铁山脉中的大量妖兽 便会涌出山脉 对周边人类地域产生冲击 不仅青木城一座城池 所有边境城池 都会遭受冲击 每一次大夏王朝 都会派遣大量修士 前往各边境城池支援 这一次 想来也是如此应对 不过 为何这一次的妖兽暴动提前了呢 按照时间计算 不是应该还有十来年吗 不知道 周得宾摇了摇头 也不知为何会提前十多年 按照最近周家 在黑铁山脉中的一些资源点 观察到的一些炼气期 妖兽冲击的次数看 这次妖兽暴动的前照非常明显 跟以前每次的妖兽暴动前照 特别相似 周家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才行 否则 家族必然要遭受巨大损失 家主 这妖兽暴动日期提前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 对黑铁山脉的开发而引起的 周骏说道 如果是因此的话 我建议家族 暂停对黑铁山脉的开发进度 现在家族收入大大增加 还有你从流光城购买的大量资源 短期内足够家族消耗的了 没必要提前引爆妖兽暴动事件 等我们周家再发展一段事件 家族修饰更多 实力更强之后 才能在妖兽暴动事件中 捞取更大的利益 周骏说的 没有任何问题 每一次的黑铁山脉妖兽暴动 既是边境城池的危机 又是大夏王朝的机遇 每一次大夏王朝 以及各大参与支援的大家族 都会因此而获得大量 妖兽尸体血肉材料 还有大量二阶妖兽 以及数量达到数十进百的三阶妖兽 那可是三阶妖兽啊 对标人类金丹修饰的三阶妖兽 一头就能够摧毁青木城这样的小城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三阶妖兽体内的妖丹 是炼制一些高阶丹药的主材料 对金丹修饰有巨大的进步作用 能够大幅度增进金丹修饰的法力境界 除了妖丹之外 三阶妖兽几乎全身是宝 不管是血肉还是骨骼 血肉可以增进一些体修的身体强度 就算不是体修 吃了三阶妖兽血肉都能促进体质变强 而三阶妖兽骨骼和鸡脚利爪 则是一些攻击灵器的主要材料 三阶妖兽的皮毛灵片 更是炼制防护灵器的不二材料 同时 这种与妖兽战斗的事情 也是大厦境内各大家族派遣年轻一代 进行历练的好时机 若和妖兽战斗中取得好成绩 还会额外获得家族内部的各种奖励 当然 这些好处九成九都被大厦王室 和各支援而来的家族得去了 远属于边境城池的助击小家族 获得的好处 那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少 人家是来帮忙的 若无支援 你们这些小家族 绝对要在妖兽暴动中被覆灭 所以 战后战利品的分配上 基本都是支援来的势力先挑选 同时 战斗中杀死的高阶妖兽尸体 也是由杀死者获取 那些相当于金丹实力的三阶妖兽 无一例外 都是被大厦王室和各大金丹大家族所斩杀 妖兽尸体自然落入这些家族手中了 周扬感觉 周骏说的也有道理 这一次的妖兽暴动 对周家来说 可并不是危机啊 而是一次真正的机遇 一头三阶妖兽的尸体 所蕴含的价值 几乎能够帮助周家 培养出一个助击后期修士 一点也不夸张 唐哥说的不错 这次的机会 我们周家一定要把握住 不过 若说是因为家族开拓黑铁山脉 而引发妖兽暴动提前 我是不认可的 周扬起身 环视一周 下达指令道 唐哥 我现在将我这次在刘光城购买的功法 碧玉宫交给你 你等会就去召集家族重修士 将功法传授下去 让大家在这几天转修这门功法 嗯 还有一门剑爵 也可以传授下去 说着 周扬便将功法和剑爵的玉检取出 交给了周骏 周骏接过功法 神色有些激动 这可是 一门能够直达圆银老祖境界的顶尖功法呀 周家什么时候有过这等高阶功法了 而现在 竟是真的拥有了 自己若修炼这等功法 未来祝籍有望 不仅如此 即便是金丹 也是可以期待的呀 杨帝 周雅见此 有些犹豫的开口 周雅姐有话便说 不用迟疑 周杨见此 不由笑着说道 这 碧玉宫 乃是顶尖功法 就这么随意传授的话 我觉得不妥 周雅郑重说道 在此前 即便是家族普通的炼气诀 族内修士想要学习 也需要付出一定贡献度的 获取其他各种资源 同样需要付出贡献度 你让周骏就这么简单传授下去的话 我怕引起家族内部奖励 和惩罚体系不稳 周杨文言 不由赞叹地看了周雅一眼 周家能够传承那么久 并且内部一直和谐 六百多年来 几乎没有发生过内部轻压的事件 一来家族威严和权力巨大 可以压制内部声音 二来就是家族内部的讲成体系 成熟稳定 周家修士 除了家族之外的任何人 都要遵守家族规矩 家规 家法 家风 一切都顽固无比 这可能会导致家族活力不足 但却可以让家族 更加稳定地传承 更加久远的时间 周雅姐说得不错 周杨点头 首先肯定了 周雅为家族着想的发言 随后却说道 我知道 周家讲成体系 是家族 稳固传承的根本 除了家族之外 任何人都不得违背 不过这次不同 周杨环视一周 夺步在大厅内走了几步 思索着说道 现在正是家族发展的好时机 若按部就班得来 族人们需要多久 才能够积累足够的贡献度 来兑换 必育工 和通灵剑绝 家族又有多少任务 交给族人去做 还有这次购置的资源 雨林丹 静心聚气丹这种丹药 还有各色法器 俘虏等 又要耗费大量贡献度 短时间内 诸位 现在家族已不是之前大般穷困了 我建议修改讲成体系中的贡献度体系 将贡献度的获取难度调低 同等级任务获得的贡献度更多 让族人们更加容易地获得贡献度 家族下品零食 现在几乎花不完 每个修饰族人 每个月获得的零食和零米 以及辅助修行的低阶基础单要 这些资源的发放也要提升 族老们的供奉 同样需要提高 我周家富裕了 有了大步前进的契机 难道还要固守原本的老思想吗 不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周扬说道 我们应该抓住机会 让周家变得更加强大才对 母亲 堂哥 等会你们就去召集家族修饰 按照我说的 调高贡献点获得数量 按照十倍给我往上调 这样的话 家族所有修饰的资源供应 就相当于同等比例 调高了十倍 听到这话 大厅众人顿时吓了一跳 调 同等级任务获得贡献度数量 调高十倍 二伯周得宾瞪大眼睛 这这 杨儿 若真如此的话 真的不会出问题吗 是啊 周扬也惊道 若这样的话 炼器一层修饰 原本每个月能领取三颗下品零食 现在就变成了每个月三十颗了呀 家族那么多炼器修饰 获得的贡献点可不少啊 到时候贡献度拿出来兑换资源 家族能提供那么多吗 哼哼 牙姐 现在家族的零食 比此前的周家 可多了多少倍 周扬淡然一笑问道 这 百倍都不止啊 周雅知道周扬的意思 但他还是担忧 可这是临时矿脉中挖掘出来的 矿脉总有挖空的时候 到时候又该如何 对啊 其他人也点头说道 他们不是心疼这些给出去的资源 因为这些资源都是给家族修饰使用的 一旦这么疯狂的海量资源砸下去 可以想象得到 不需要多久 就能够诞生大量炼器后期修饰 到时候 只要家族拥有助机单供应 周家将会迎来大量助机修饰的诞生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可如此一来 家族的资源负担就太大了 这些事情不用你们来操心 我自有决断 周扬正色道 家族资源不足 那就去找 去黑铁山卖找 去其他家族抢夺 去其他各大城市交易 只要能够让我周家发展壮大 那一切阻碍都不能阻挡 我周家崛起 一切由我 诸位尽可放心 听着周扬的这番激情昂扬的话语 众人心中也不由有些激动了起来 是啊 周家资源不足的话 那就去抢 去掠夺 去找 去交易 一切都不能阻挡周家的崛起 此前的周家 仅仅是一个小城池的筑基家族 而现在的周家 已然是一个拥有金丹修士 坐镇的金丹家族了 何必再畏首畏尾 第54章 周家修士狂写 海量资源暴杂 杨帝说得对 是我眼皮子浅了呀 堂哥周骏起身说道 这次若妖兽暴动真的提前 我们必须要抓住机遇 不能再把那些高阶妖兽让出去了 杨帝说得好啊 醍醐灌顶 当头棒喝 我这就准备召集家族修士和祖佬们 将功法和剑诀传下去 若是按照十倍的贡献度点数来算 那么家族几乎大半人员都可以修行 并且 各种资源的供应也能下发下去 别急 周扬笑着摆了摆手 随后又坐在了首位 开口说道 除了功法和资源的事情 以及讲成体系修改的事情之外 我还有一事要说 周韵姐这次遭遇危机 是因为遇到了邪魂宗修士的追杀 她杀了一个邪魂宗修士 从对方口中 获得了一个秘境地图 并且成功找到了这个秘境之所在 那处秘境 现在已经归我周家所有了 二伯尼等会负责派遣一队人员 前往那处地点驻扎 任务贡献度给多一点 并且可以提前预知 让他们多带些修行资源过去 可以一边助手 一边快速修行 好的 我会安排的 二伯周德宾点头回道 随后他有些惊诧地问道 不过 你确定是秘境 秘境可是化神大能以上修士 才可以开辟的次元空间啊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就落在我周家手中 并不是完整的秘境 也不是新发现的秘境 而是一个残破的荒废秘境 里面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好东西了 周扬想了想说道 那里最后的一个好东西 已经被我发现了 是一株还未成熟的烈焰花 我们周家暂时还不能 大张旗鼓地占据那处秘境 防止被有心人发现 只能派遣几个炼器修士 看守一下 让他们多防备 邪魂踪魔修就行 烈焰花 众人一脸疑惑 基本上不太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灵药 烈焰花 是一种可以让人 觉醒神通的仙药 其等级极高 千万不要泄露 关于烈焰花的消息出去 否则将为周家带来灾难 周扬郑重说道 神通 众人闻言又是一惊 没想到家主气韵如此惊人 竟然能发现这么一种神药 随后又是心中激动 若是烈焰花成熟 家主服用之后 觉醒天赋后 不知道要多么厉害 他们互相对视一眼 似乎看到了周家 崛起的未来画面了 家主由此复原 是家主之幸 同时也是家族之幸啊 哦 除了这株烈焰花之外 还发现了五株四百多年 药灵的天心草 我已经委托要往谷 炼制助基丹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最多下个月中旬 助基丹就能够炼制完成 到时候 家族修为达到炼气九层的修饰 都可以用贡献度 去兑换助基丹 周扬随口说道 对于烈焰花来说 天心草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垃圾 不过对于家族内的炼气修饰来说 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包括大厅中 除周扬之外的所有人 就连刘宛如都高兴了起来 家族一旦有助基丹的话 说不定他 也能有助基可能呢 二伯唐哥唐姐等人同样高兴 他们的贡献度可不少 毕竟一直管理家族事务 贡献度哗哗流进口袋 可以前家族却没那么多资源 让他们兑换 现在资源多了 可是想要晋升助基 却需要助基丹 没有助基丹 一切都是空谈 有资源也是浪费 现在不用担心了 周家也要有大量助基丹了 五株天心草 那最少也得有五颗助基丹到手啊 几乎房间内的几人 都有获得的机会 且还比其他任何人都机会更大 唐哥你等会下发功法的时候 记得去找一下商队的周远山 他那边在刘光城 购买了不少基础功法 和低阶单药俘虏法器等资源 下发完毕之后 应该会有不少剩余 周扬说着 看向母亲刘宛如道 母亲 到时候你协助唐哥 将剩余的大量资源放入府库 这次购买了不少储物袋 其中有五个容量较大的储物袋 就留作府库保存资源所用吧 至于另外十五个容量较小的储物袋 则可以供族人兑换 明白了 唐哥点头 好的呀 我会把府库整理好的 刘宛如也点头说道 嗯 事情也安排的差不多了 你们就按照 我交代的去执行就是了 祖老们那边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他们如今可是逐机修士了 有了新功法 和更多资源供奉的话 说不定能够冲击一下金丹镜呢 怎么会反对我的提议呢 周扬笑着道 就这样 大家都去忙吧 我也有点事情要做 好 诸人起身离开大厅 按照周扬交代的事情 就完成任务了 不过展察公府 周府大院内 就响起了巨大轰鸣声 简直震耳欲聋 呼声震天 那是周家修士们发出的欢呼声 有人甚至激动得 满脸通红的大喊 家主万岁的 太夸张了 不管是周家主脉还是支脉 或者是那些 从周家凡人村镇中过来的修士 全都露出了激动开心的笑容 各个仰头哈哈大笑 他们刚才听到了什么 他们从周骏口中 听到了家主颁发的新的家主令 从今日起 周家修士 获得贡献度的数量增加十倍 这还不是让他们最惊喜的事情 最惊喜的是 他们现有的贡献度点数 可以按照十倍转换 以此来兑换他们需要的工法 和单要俘虏法器等资源 他们的贡献度点数 直接翻了十倍 可以兑换的东西 可就太多了 并且家主这一次从流光城归来 可是购买了大量高阶资源的 不仅有大量聚气单 还有助击器才能使用的 静心聚气单 还有上品法器 还有各种威力强大的俘虏 更别说珍贵无比的 可以修炼到 原音老祖境界的 碧玉宫了 嗯 还有 通灵剑卷 好东西实在太多了 虽然贡献度翻了十倍 可他们现在却有一种幸福的烦恼 想要全都兑换不太现实 即便翻十倍 也无法全部都兑换到所有各类资源 他们现在要选择 对自己最有用处的东西来兑换 功法是第一位 这是家主的强制要求 他们是非常理解赞同的 傻了才不对换功法 有了如此高阶功法 傻子才会继续去修炼那炼气诀呢 而随着周骏继续开口讲话 他们发现 好处还不止这些 家主还调高了家族修饰 每个月的固定零食供奉数量 同样调高了十倍 一个炼气四层的周家修饰算了一下 他每个月能够领取到15颗下品零食 这就是他每个月固定能够获得的零食 15颗零食 一个月的收入 再加上做家族任务获得的贡献点 零食可以自由使用 即便出门购买其他物品都可以 而贡献点数 则只能在家族内务处兑换俯库内的资源 并且 同族之间不能交易贡献点数 但同一个家庭内 若有人意外死亡 则可以继承死亡修饰一半的剩余贡献点数 若有遗嘱 可以按照遗嘱分给其指定的家人 若没有 则按照家法 平均分配给其家人 而现在 贡献点数直接翻了10倍 零食同样翻10倍获得 这样 他日后每个月都可以领取到150枚零食了 他仔细一算 顿时吓了一跳 要知道 以前周家即便是住基修饰 住基一层修饰 每个月也才只能领取100枚下品零食的 而现在 他一个练器四层修饰 就能超过以前周家住基一层修饰的月零食供奉了 如此 怎么能不让这些周家修饰狂喜呢 周家这边的情况 不到半天时间 就传遍了整个青木城 不管是城竹府柳家的修饰 还是李家修饰 以及一些来黑铁山脉历练的修饰 都对此异常羡慕 忍不住留下极度的泪水 第55章 经文大型零食矿脉 柳家之谋 李家府邸 李承宏对此 也是羡慕得要流口水了 这周家 当真是大手笔啊 李承宏惊叹道 他周家是发财了呀 这么发资源 发零食 周家是到底有多有钱啊 就那微型零食矿脉 能顶几天 大哥 我感觉周家的矿脉 绝对不仅仅是微型矿脉那么简单 那么多零食发下去 一两天还行 时间长了的话 别说微型零食矿脉 就算是小型零食矿脉 也扛不住的 除非是中型 或者大型零食矿脉才行 李承宏站在李承宏身后说道 嗯 中型或者大型零食矿脉吗 还真有可能 不过这一等级的零食矿脉 周家能守得住 李承宏思索着 随后道 凤仙人呢 周家周扬归来 他怎么不去周家祝贺一下 趁热打铁 将他和周郡的关系处得更近一些 岂不是更好 凤仙这两天感觉到修为瓶颈松动 正在密室进修呢 想来等他出来 应该就要突破到炼器第八层了吧 李承宜笑着说道 哈哈好 凤仙也算是争气 这就要晋升炼器八层了 未来助机有望啊 李承宏欣慰地笑了一声 随后问道 那长风呢 他也快要突破九层了吧 若能抵达炼器九层 助机单的事情 我去想办法 周家肯定会有多余助机单 七位祖老一次性 全部晋升助机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李家抱上周家大腿 为周家马前驱 振前足 前两天还因此和柳城主结了仇 为了长风能够助机 就算豁出老脸 我也得去周家 给他求取一枚助机单 李承宏说道 我想 周家那位新家主 若真有助机单多余 我李家愿意花零食购买 应该不会拒绝的吧 长风晋升练器九层 更是稳健 他的基础 要比凤仙还好一些的 兄长不用担心 李承宜开口说道 对于周家 我们李家 的确是做到之前所说的 以周家 为马首是瞻 这次柳家 可是来势汹汹啊 青木城向来 是柳城主说了算 结果现在周家 忽然骑到柳家头上去了 柳城主 必然不会担心的 不甘心又能如何呢 周家这位新家主 可不是一个好相遇的人啊 别看他年纪轻轻的 可手段却很辣无比 我不如也 李承宏说着 感叹了一声 好了 陈毅啊 等凤仙出关之后 立刻通知他一声 有空多去周家转转 混个眼熟也好 明白了 青木城 城主府 柳记仙此刻 正恭敬地站在一个 跟他差不多岁数的 中年男子身后 低声述说着 青木城这段时间 以来的变化 特别是周家变化 更是重中之重 你是说 周家自从那位 名叫周扬的 新家主上任之后 才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 听完柳记仙的话语之后 那中年男子 缓缓转过身来 这是一个面色平静的 方脸男子 留着些许胡须 眼中不时放出精芒 一身气息收敛 从外表看不出 其修为多高 然而看柳记 先恭敬的态度 此人必然不仅 助击修士 那么简单 是的 四长老 这个周扬 有些邪门 他一上任 这个周家 不管是其族人的修为进度 还是获取的各种资源 都和就跟做了非洲一样 不停地往天上窜 我是真的看不懂 柳记仙有些感叹道 作为青木城城主 他是眼睁睁看着 周家这几个月 产生的巨大变化 而今天 更是从周家府邸 传出了这样 骇人听闻的恐怖事迹 周家 直接提高了 所有族人的待遇 不提则已 一提就提了十倍 这简直是让人 无法言喻的恐怖事情 这种事情 别说 是在青木城 这样的边境小城了 即便是整个修仙界 又能见到多少呢 哪个修仙家族 敢这么做 好 你说家族 发现了新的大型临时矿卖 但是你临时用光了 还能保持这种 超高的族人待遇吗 日后若想再降低族人待遇 那必然会引起族人的不满 这是一个 很不合理的事情 的确有些不太合理 中年男子 低头思索了一会 开口说道 不过 先不管这些 你之前 不是派人去查探周家的 各色资源矿卖了吗 查的结果如何了 结果已经查到了 说到这个 柳记 先顿时满脸振奋 果然不出我所料 那周家 原本是没有大储量 临时矿卖的 而是他们 从王家手中 得到的一个临时矿卖 那个矿卖 竟然是一个 大型的夏品临时矿卖 四长老 这可是大型的夏品临时矿卖 其储量 至少也得上十亿 一旦我柳家 能将这条大型夏品临时 矿卖拿到手 那帝都 最强大的金丹修仙家族 必然有我柳家一席之地 大型夏品临时矿卖 那来自帝都的柳家 四长老文言 也不由地被震撼到了 这个年头 除了大夏和药王谷之外 整个大夏境内 还有势力手中有大型矿卖吗 没了 根本就没有 这个世界的修仙资源 本就匮乏 且大量现有资源 高度集中于大势力手中 普通势力越发穷困 只能依附于大势力麾下 才能苟且存活下去 可以这么说 大势力之间 很少竞争到 大生打死的地步 除非是那种 关乎道统之争 或者是正道和魔道之争 大多数竞争激烈的 都是下层普通势力 那是真的惨烈 有时候为了一个 小型矿卖资源 都会把狗脑子都打出来 这条矿卖 我柳家 一定要掌握手中 柳家四长老陈生说道 先不要轻举妄动 最近黑铁山脉 不是有妖兽移动吗 我现在 立刻给家主发去消息 将这件事 禀告于他 这种大事 还是需要家主 和其他长老 商讨后决断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会通过 对周家动手决议的 毕竟 这可是大型临时矿卖啊 好 还请四长老 尽快通知家主 柳基先点头道 四长老放心 我不会轻举妄动的 那个周阳 有些邪门 家族修士的支援到来之前 我们还是稳妥 一点比较好 嗯 你先去忙吧 我这就通知家主 好 第五十六章 大厦帝都 于家和柳家的勾连 大厦王朝帝都 这是一座 无比庞大的超级巨城 城池占地极大 城中普通凡人 和修士混居 但是却又分为 内城和外城 外城大部分居住的是凡人 只有少部分修士 而内城 则大部分居住着修士 以及一些修仙家族 有些地位的凡人 当然 大厦王室 占据着内城的最中心处 那是皇宫之所在 内城一处繁华街道 有一座奢华的府邸 门前牌匾上 写着两字 刘府 刘府所在的这处街道 属于内城 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 对门就是帝都 最大金丹修仙家族之一的瑜伽 整条街道 有至少十几个大型服务店铺 都是瑜伽产业 刘府 一处 安静的修炼密室 柳家家主 柳文如此刻 正在闭目静修 浑身上下 那股 只属于金丹修士的浑厚法力 不断震荡 呼 柳文如缓缓张开双目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收起于丹田金丹内 感受了一下后 面露惊喜道 好 好啊 终于成功 抵达金丹九层大圆满了 已经有了晋升原因的基础 哈哈 此刻 只要有一颗培音丹 我也可以尝试 冲击一下原因了 不过 这培音丹 实在太过昂贵了 以我柳家 这么多年的积蓄 想要购买一颗也是艰难啊 柳文如说着 脸上的喜色 稍稍收敛 家族是能勉强拿出 一千万零食 可他却不敢这么做 因为这笔零食 一旦拿出去 购买了培音丹 他若能成功晋升 原因还好 若不能 则柳家 将因此遭遇经济危机 柳家这么一个 庞大的金丹家族 每个月 要下发的零食 供奉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旦砸锅卖铁 花掉一千万零食 那就属于 破釜沉舟的行为 柳文如自身 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自信 自己能进入原因 古往今来 不知道 有多少金丹修士卡 在这一步老死的 他觉得自己 并不是气欲逆天 到能够随意晋级原因的人 满打满算的估计 自己一切都准备好的情况下 晋升原因的概率 也就百分之二三十左右 连一半的成功率都不到 这让他更是不敢 拿家族命运来 堵自己前途了 就在这个时候 靳氏门外传来了一道信息 这是他闭关前设定的禁止 一旦家族中有紧急事物 需要他亲自处理 便可以此来唤醒自己 这个时候换 难道是家族中 出了什么事情吗 柳文如眉头一皱 便起身离开了靳氏 靳氏打开 门外正站着一个 管家模样的老者 见过家族 老奴讨扰家族修行了 老者恭敬行礼 柳文如背负双手 平淡地点了点头 道 可是家族出了什么事情 家主 有两件事情 或者说是一件事情 需要您亲自定夺才行 长老们 对此也无法决断 老者想了想说道 这两件事情 实际上可以算是一件事 家主请看 老者取出了一份信件 交给了柳文如 柳文如有些好奇 什么一件事两件事 又算一件事的 将信件一扫而过 柳文如脸上 顿时露出了一丝惊诧 他抬头看向老者道 你是说 瑜伽的那位刁蛮大小姐死了 是的 老者抬头说道 就在昨日 瑜伽已经通过魂灯 确定了瑜伽那位大小姐 生死的消息 通过查证 青木城周家周扬 有重大嫌疑 或者说 瑜伽已经确定了 就是那周扬下的手 哦 这个周家家主周扬 是金丹后妻吗 柳文如说道 青木城周家 没什么印象 竟然有这么一个金丹家族 不过这个周扬 有胆子杀死瑜伽那位大小姐 这 也不知道该说 其有魄力和胆识 还是该说他胆大包天 瑜伽也敢招惹 这个 家主 听到柳文如的话 老者表情纠结 犹豫了一下说道 这个周家周扬 并不是金丹修士 刘光诚传来的消息 他是和瑜伽 在拍卖会上结了仇 那瑜伽大小姐 应该是抹不下面子 便去半路截杀那个周扬了 结果却被人家给反杀了 以那瑜伽大小姐的脾气 也是正常 等等 柳文如忽然一顿 双目闪烁 朝着老者看去 不是金丹修士 难不成是原因不成 不过家主 那个周扬 只是一个助击后期修士 老者连忙说道 当初不少人都感受到了 那个周扬身上的法力气息 就是助击后期而已 可即便是助击后期 在瑜伽大小姐的神殿攻击之下 却能够抗住压力 不仅如此 还瞬间学会了瑜伽的神殿攻击之法 做出反击 若不是那瑜伽大小姐 石海内有玉伏守护神魂 说不定在拍卖会上 就被那周扬杀掉了 助击后期 差点反杀一个金丹中期修士 柳文如不淡定了 原本那泰山崩于眼前 而不禁的神情不在 换成了一副见了鬼的震惊神色 不 那瑜伽大小姐 的确被他杀了 助击后期 逆斩金丹中期 这是什么怪物 家主 老者嘴角一抽 神色有些骇然道 关键是这个周扬 现在年仅16岁 是的 您没听错 我也没说错 他的父亲 原本周家家主 于几个月前 和青木城王家的争斗中 被下了狠手 死亡了 这个周家 不得不以16岁的年龄 接任家主 刚刚一胜任家主之后 就突破了助击期 并且家族内七位祖老 全部从炼器九层 突破到了助击境 周家实力瞬间翻了好多倍 将那王家半天之内覆灭掉 吞并了王家所有资源 四 柳文如一听这话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16岁 这是个妖孽啊 大厦王朝建国上千年来 这等妖孽修士 16岁的助击后期修士 逆斩金丹中期 手段很辣 刚任家主 便覆灭了敌对家族王家 他有多久没见过 这等新一代妖孽年轻修士了 这样的妖孽 连要王谷也没出现过几个吧 柳文如感叹道 是的 即便是大厦王室 和要王谷新一代的 那几个领军人物 比之这个周扬 也有些许差距 老者赞同地点头 不过随后 他又表情纠结了起来 取出了一枚预检道 家主 瑜伽的事情是一件事 瑜伽知道我柳家之脉的 柳记先为青木城城主后 便联络了我们柳家 想要和我柳家 共同对付那周扬 原本家族长老们 还对此有些意义 不过 前阵子四长老 不是去了青木城吗 是的 这是我知道 青木城是几个边境城池之一 最近也要到了 每百年一次的 妖兽冲击时刻 这可是大厦境内 很多大家族的盛宴啊 自然要派遣一位金丹 先去坐镇一番才行 怎么 四长老可是有什么发现 还是说 那青木城周家 柳文如说着 反应了过来 此事必然又是和周家有关 果然 老者将手中预检递过来道 四长老发来了信息 您亲自过目之后 自然便知道 这件事 为何长老们无法决断了 我看看 柳文如接过预检 神念探出一番查看 这一看 顿时让他骇然吃惊了起来 什么 大型 大型零食矿麦 柳文如吓了一大跳 那周家 竟然拥有一条大型的 夏品零食矿麦 难怪 难怪啊 柳文如瞳孔中 难掩兴奋之色 难怪这个周扬会 在刘光城大手大脚 花费两千多万零食 购置大量资源 难怪这周家 会提高族人十倍供奉 原来 原来跟在这里啊 他从预检中 看到了四长老发来的信息 其中就有柳基先调查出来的 关于大型夏品零食矿麦的信息 也有今天从周家传出的 周家提高族人 再加上之前在信件上看到的 周家在刘光城 大肆购置资源的消息 稳了 找到根源了 这个周家 竟然拥有一座大型零食矿麦 这可是整个大厦境内 第三个掌握大型零食矿麦的家族 除大厦王室和药王谷之外 周家 是唯一的一个 掌握了大型零食矿麦的势力 传信 让所有长老前来一试听 柳文如沉声说道 声音中带着兴奋之情 他知道 自己购买培音单的零食有了 以周家掌握的这条大型夏品零食矿麦 那高达十亿左右的储量来看 别说一枚培音单了 一百枚都能买到 这是我柳家崛起之机啊 那周扬虽然妖孽 十六岁就能逆斩金丹中期 可我柳家一共拥有四位金丹大修士 两位金丹初期 一位中期 还有自己这金丹后期大圆满修士 现在 于家又要联合我柳家对付周家 这风险不就再次分担了吗 于家可是大家族 拥有的金丹修士高达十几个 两大帝都金丹大家族联手 你周扬再妖孽 再如何天资傲人 也必然死定了 到时候覆灭周家之后 那大型零食矿麦 即便柳家只拿三分之一 也足够自己购买三十颗培音单了 用资源应堆 也能将自己推上原因了吧 柳家的一时听会议 很快就聚集满了柳家长老的身影 一番激烈的商讨之后 最终 柳家上下全部同意和于家联手 一起覆灭周家的决议 会议结束 柳家便和于家取得了联络 柳家并没有隐瞒周家 那大型零食矿麦的消息 因为隐瞒不住的 一旦两家对周家动手 这一消息 最后肯定还是会被于家得知 与其到时候 因为隐瞒消息而下不了台 还不如现在自己主动说出 也能引起于家的一些好感 以及争取更多的利益 对于这么一个惊人的消息 于家众人也是大吃一惊 随后 于家家主也开启了家族会议 消息一出 于家原本只是打算 覆灭周家 为大小姐报仇的心思 也转变为掠夺周家财富 储量高达十亿以上的 大型零食矿麦 太过惊人了 即便以于家的财富 也对此眼红到极点 那可是十亿零食啊 还是按照最低标准说的 十亿以上的零食 让于家辛辛苦苦 去制作福禄赚取的话 估计不吃不喝 也得要近百年时间才行 可这么大一个家族 怎么可能不吃不喝 上百年不消耗零食 于是 两家兴奋无比地勾连在了一起 决定 趁着这次妖兽暴动之契机 一同对周家动手 且 当即就派遣大量修士 前往青木城进行布置 两家此举 已经算是极为谨慎了 但因周扬那逆天战绩 不得不让两大家族谨慎对待 同时还要隐秘调动人员 不能引起其他家族的注意 老天庇佑 幸好有妖兽暴动这么一个 极其合理的借口可用 第57章 夏清玄拜法 周家修士林根资质 青木城 城内比之前更加热闹了一些 似乎多了不少修士 周家 距离周扬归来 开放十倍贡献度 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时间 这段时间以来 周家重修士的实力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提高 七位祖佬们 三祖佬和七祖佬的伤势已经恢复 七人 助击初期的境界也已经稳固 大祖佬甚至 已经进阶了助击二层境界了 而除此之外 进步更大的 则是二伯三伯 堂哥堂姐 以及母亲刘宛如 二伯三伯 原本就是练弃九层修为 负担不起助击单的费用 以及助击单太过珍贵 有钱有时候都买不到 还要有事才行 可现在 周家实力和势力 都已经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要往古前两天来了信息 周扬让两位祖佬 随同周远山 前往了刘光城 接助击单归来 可以想象 这次助击单归来 周家又将诞生不少助击修士 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伯三伯可以助击 堂哥周骏 也是练弃九层大圆满修为了 也可以进行助击突破 而两位堂姐同样如此 他们的修为 原本是要弱一些的 只有练弃八层 可他们身上的贡献度 一直以来都不差 家族有了资源 可供应随意兑换 那他们自然不会客气 并且 他们可是知道 家族现在是多富裕的 根本就不用节约零食 只有实力更强大之后 才能为家族贡献更大的力量 母亲刘宛如 在嫁给周有为之前 就有着练弃九层的修为了 这二十多年来 她也是因为没有助击单 而耽误了晋升助击净 原因自然不用多说 依然是助击单的问题 也因为生育了周扬姐弟四人的原因 导致损伤了些许元气 这段时间养好了身体后 早已练弃九层大圆满 在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周家也完成了 全足修饰的灵根资质在侧 使用测灵盘 进行更加精确的测试之后 周家发现了几个灵根资质不错的人 周扬的灵根资质 他做了演示 只对外透露自己 乃是火系一品单灵根 此为天灵根 这一消息在前段时间 是李承红亲自带队 带着家族多人前来祝贺 祝贺周家出了一位天灵根家主 柳继先也满脸笑意地前来祝贺了一番 还为此送上了大礼 只不过周扬总觉得 那家伙眼神深处有莫名深意 除了周扬之外 母亲刘宛如是不用测的 刘家虽然没有测灵盘 但是刘光诚那位下王爷是有的 刘光诚很多家族 都会额外支付大量灵石给城主府 借用测灵盘 为家族中人测试灵根资质 刘宛如的资质并不太好 只是水木双灵根 且只是六品灵根资质 这资质不算高 但也不能说低了 周家这次测试下来 一大堆三灵根和四灵根的低天赋修饰呢 倒是妹妹周雪 天赋竟然不俗 有着冰水双系灵根 品级高达三品 且冰系还是水洗变异的一灵根 说起来可是非常接近单系天灵根的资质 难怪其才十二岁 就修炼到了炼器五层 现在已经晋级炼器后期 达到了炼器六层修为了 而周平安 这个小家伙 天赋却引起了很多人惊诧 这家伙竟然是个六灵根废材 是的 他虽然不是传说中的八系全灵根超级废材 但也有这六系灵根 金木水火土都有 加上一个雷系一灵根 品级在五六品之间 可以说 若不是在周家的话 这个家伙基本上凉凉 修炼难度是单系灵根的六倍以上 品级又差 那修行难度要更加艰难 不过周阳明白 这只是凡间的说法 到了仙界 必须要补全灵根才行 或者说 必须要补五行全灵根 才能飞升仙界 一灵根不在补全行列 一灵根本就是从五行灵根中变异出来的 最后要说的是 姐姐周运 周运的灵根资质 出乎周阳意料 竟然是金风双系灵根资质 和母亲不同的事 姐姐周运的灵根品级 高达二品 几乎接近了一品等级了 难怪修行速度这么快 在青木城周家这等资源匮乏的家族 都能在二十岁左右 修炼到炼气大圆满 周运的灵根资质确实不错 是周家仅次于周阳的高资质修士 至于其他人 不管是二伯三伯 还是堂哥堂姐他们 资质都较为普通 双灵根的较少 三灵根是最为普遍的 灵根测试完毕后 家族修士们 则可以根据自身灵根来选择修炼方向了 朝着自己五行灵根所在系别 选择法术点击修炼 威力是有区别的 修炼速度也有区别 近一个月时间下来 在各种资源供应之下 周家修士的修行速度和实力 明显上升了一个台阶 这让他们对周家更加忠诚的同时 也以自己身为周家人而更加自豪 这天下午 周阳正在周雪的纠缠之下 从自己专属空间中 取出了一枚稍显珍贵的灵果 交给了周雪 嘱咐道 雪儿你别一门心思放在小狐狸身上了 自己的修为也要注意 碧玉公 你修炼得怎么样了 是不是最近晋级练期后期之后 就开始懈怠了 没有了 哥 你不知道 小狐狸可聪明了 周雪灵动的毛子转了一圈 拿起周阳手中的灵果 就塞给了怀中抱着的一团白色圆球 这圆球自然不是别的 正是周阳在拍卖会上买下来的 那只小狐狸 这小狐狸到了周雪手中后 真的是老鼠掉进米缸里 每天的小日子过得比谁都舒坦 周雪这丫头对小狐狸 那是比对周平安还要好 自己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小狐狸吃 各种丹药和灵果都进了小狐狸肚子里 不过近一个月时间 小狐狸就胖了一大圈 整个看上去就是一团白色的毛线球 看到周雪拿过来的灵果之后 小狐狸碧绿的眼瞳 顿时露出了欣喜之色 两只小巧的前爪 灵活地抓住了灵果 张开小嘴就啃了起来 一边吃 还一边发出舒服的声音 这可是灵果呀 还是周阳收藏的灵果 这枚灵果对周阳来说不算什么 但若以周家贡献度兑换的话 需要一个炼器后期修士 为家族镇守矿脉 或者零天十天 才能赚到足够兑换的贡献度 这还是现在贡献度 获得提升十倍数量的结果 这是一枚对修士 有很大好处的果实 还能入药炼丹 就这么被这小狐狸吃掉了 周雪也不心疼 这果实他也有的 周阳私底下给了他不少 一样进了小狐狸肚中 这也不怪周阳要呵斥他了 似乎也感受到了 周阳在呵斥周雪 小狐狸朝着周阳叫唤了几声 声音中充满了讨好意味 这可爱的小模样 把周雪视看得几乎快要萌化了 抱着小狐狸傻笑 周阳见此 也不由惊诧于小狐狸的魅惑能力 以便是有些无语的摇头 好了 果子也给你了 还不快带着这小家伙去修炼 好的 雪儿记住了 谢谢哥哥 哥哥再见 周雪抱着小狐狸 快步跑开 看着周雪离去的背影 周阳无奈笑了笑 也罢 这丫头才十二岁 贪玩一些也是正常 比起周平安 他这小日子是真的舒坦 自从小不点周平安被测灵盘 测出六系垃圾灵根资质后 这小家伙也不是笨蛋 四岁多快五岁了 也懂了些许道理 竟然奋发图强起来 跟在刘宛如身后 开始学习修炼知识 一旦等到八岁十岁的时候 就会开始修行 他这只是提前测试灵根 还无法修行 周平安年龄太小 若是强行修炼 外界混乱的灵气进入体内 根本无法炼化成法力不说 还会损伤体内经脉 给日后修行埋下大患 第五十八章 十二枚注鸡丹 突飞猛计 杨帝 就在周阳朝着周府大厅走去的时候 唐姐周梅一脸欣喜地小跑过来 唐姐 怎么了 周阳好奇问道 心想这个时候 能让掌管家族信息传递的周梅 一脸喜色来找自己的事情 估计应该是流光成商队的事情了 周梅开口说道 是周远山直视那边的消息 他已经从流光成出发返回了 返回之前 通过传信证法 给家族这边传递的消息 他已经从药王谷店铺 拿到了十二枚注鸡丹 还有欧家万宝阁那边 不仅赤铜矿交易顺利 你定制的那套上品灵气 已经锻造好了 这次会一起带回来 还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 流光成城主的女儿夏清玄 也会来我们周家拜访 十二枚注鸡丹 这次药王谷没那么踏 距离我的心里底线十颗注鸡丹 还要多了两颗 那位药王谷长老的炼丹技术 应该的确很强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认识一下 周扬笑着说道 他可没有忘记 自己手中还有着一株万年天心草呢 需要一个炼丹实力强大的人 来为自己炼制注鸡丹 这种万年药灵天心草炼制出的注鸡丹 其晋级成功率 自然不用说 绝对是接近完美注鸡丹那种百分之百水平的 且可能还有着些许 提升灵根天赋的可能性 如七位祖老 服用的是系统提供的完美注鸡丹 之前的灵根资质测试中 七位祖老的灵根资质普遍要好很多 每一个人的灵根品级都没低于无品的 大祖老更是高达三品灵根等级 周扬就猜测 完美注鸡丹可能有着提高灵根品级的能力 灵根数量当然是无法改变的 但是品级提升后 修炼速度也是会提高不少的 扬帝 这可是十二枚注鸡丹啊 周扬没去管周扬说的 认识药王谷长老的话是不是狂妄 他觉得 以周扬现在十六岁的金丹修士身份 要见药王谷一位金丹妻长老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不过 他现在心神还在被十二枚注鸡丹所吸引 这可是十二枚注鸡丹啊 周扬以前哪里见过这么多注鸡丹 要说他第一次见到大量注鸡丹 还是周扬胜任家主时 举行第一场家族会议时 拿出来给祖老们服用的注鸡丹 而现在 周扬却一下子获得了十二枚注鸡丹 这说明 周家修士只要修为达到了 贡献度达到了 就可以兑换这些注鸡丹 周家达到练气后期大圆满的人可不少 包括他自己也是 他父亲 甚至连其母亲都快练气大圆满了 最近母亲一直在家中修行 资源管购 修为真的是土匪猛进 整个周家修士 每一天都在进步 嗯 非洲速度很快 我估计傍晚十分 他们就会抵达 周扬说着 停顿了一下道 你说 那位夏王爷的女儿 夏清旋这次也跟着过来了 是啊 听闻那位夏清旋 似乎对你很感兴趣呢 周梅说着 露出莫名的笑意 看向周扬道 怎么样 心动了没 那可是闻名刘光成的美女呢 还是夏王爷的女儿 虽然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行 不过人家后台背景强大 如果扬帝 你不介意他没有灵根的话 或许真的可以考虑哦 毕竟背靠大夏王室 对我们周家 也是有巨大好处的 先不说这些 周扬想到了那位夏清旋 绝美精致的容颜 顿时心中有些激荡 不过在想到 对方既然没有灵根 就有些为他可惜了 他看得出来 对方是非常渴望修行的 可没有灵根 就很无奈了 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那种 能让普通凡人拥有灵根的办法 我之前让你安排族内修士 去黑铁山脉打探的事情 怎么样了 听到周扬的话 周梅顿时收起笑意 正色道 最近黑铁山脉外围 从山脉深处 出来的妖兽越来越多了 家族修士冒着危险 总算是查探到了一些 沿铁矿脉的蛛丝马迹 根据探索人员传回来的消息 那处疑似沿铁矿脉的所在地 距离青木城有近300里远 我们周家占据的矿脉 最远的也才100多里 这一下子 就要深入黑铁山脉近三倍距离 若真要开采这座沿铁矿脉的话 此时可并不是好时机 周扬点头 现在正是妖兽暴动的前兆时刻 黑铁山脉中的大量妖兽 随时都会冲出山脉 袭击青木城在内的各大边境城池 这个时候 绝对不是进入山脉开采的好时机 周家想要开采沿铁矿的话 必须等到这次妖兽暴动度过之后才行 毕竟 到时候 进入矿洞劳作的多数都是普通人 最多派遣各驻机修饰进行驻守 想要安全无余地将矿脉开采出来 只能继续等待了 你传信让探索人员小心行事 这次的任务 贡献度给多一些吧 他们这次是冒着生命危险 在为家族做事的 周阳说道 嗯 这次的任务 本身贡献度就很高 我到时候会通知内务处 让再增加两层贡献度点数的 周梅点头回答道 那行 你去忙吧 等助机单回来 我会让周远山直视 将单要归入府库 到时候 周梅姐你准备妥当的话 就可以去兑换助机单 冲击助机进了 周阳笑着说道 哈哈 没想到我也有机会冲击助机了 好了阳弟 我去忙了 周梅带着笑意 离开了周阳这边 继续忙着事务去了 而周阳这边 他却在低头思索着 夏清玄的事情 作为夏王爷的女儿 即便是不能修行的凡人 她的身份 也不能用普通人去看待的 因为她在外的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夏振风王爷的意志 这个女人来我周家拜访 是不是那位夏王爷的意思 周阳眉头一扬 那位夏王爷 出售了碧玉宫后 有了两千万临时在手 裴英丹足以买到两颗了 不过 这冲击原因境界极为危险 要远比铸鸡冲击金丹更加艰难 一旦冲击失败 估计有陨落之危 他这个时候 让夏清玄来我这里 是脱避于我 还是有别的想法 不对 若真如此 我也保不住对方啊 而且夏王爷凉了 那位皇帝 也不太可能针对一个 无法修行的凡人吧 一个皇帝 度量还没那么小 上面还有那位华神太后压着呢 周阳没想出答案 摇了摇头 决定等夏清玄到了之后 再从其口中套些话来 看能不能知道其具体目的 毕竟是一位大夏王室后裔 来此目的周阳是非常警惕的 别不是王室 已经开始注意到自己了 或者说 已经注意到那两座矿脉了 周家拥有的这两座矿脉 即便是大夏王室 也是眼馋得很 这么大储量的矿脉 王室也没几个的 若真被王室知道了 周家想要保住就很难了 第59章 夏王爷的善业 大夏擎天宫 傍晚时分 周家非洲从天而降 再次引起了清木城各方修士的目光 其中的一些散修不提 主要是各大修仙家族的人 清木城等边境城池 即将遭遇百年一次的妖兽冲击 这件事已经在大夏境内 引起了广泛关注 大夏境内的大型修仙家族 都在各边境城池建有分布 或者像清木城这种 直接当了城主的 也算是一种势力地盘的划分了 而清木城 原本是属于柳家 和另一个金丹家族的 不过那个家族 在于家的沟通之下 更换了地盘 去了于家势力所在的 另一座边境城池 于家则更换到了这里 至此 清木城成了于家 和柳家两大金丹家族的 势力地盘 当然 所有边境城池 都属于大夏 大夏也在清木城 拥有很大权势 或者说 大夏王朝 才是掌握最大话语权的一方 至于那些散修 则是响应大夏王朝号召 从各地前往边境城池 抵抗妖兽冲击的 所有战场上 他们杀死的妖兽 都可以直接带走战利品 或者贩卖给大夏王朝 这是大夏王朝 和大夏王室不同 王室可能是下家成员 代表个人或者家族利益 但王朝 则代表着整个大夏王朝 境内所有人的利益 以公正形式 诸多修士 看着周家的非洲 一部分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另一部分 大夏王朝的官方修士机构 擎天宫的修士 则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他们擎天宫的公主 可是化神及太后 宫内非洲一大堆 别说这种小型非洲了 中型和大型非洲 都有不少呢 而柳家和瑜伽修士 则表面没有露出任何神色 眼底深处 却在闪烁着莫名之意 非洲落地 周远山客气地将夏清玄请下 随后按照流程 前往内务处 将这次从刘光城购置的资源 以及最珍贵的12枚筑机单 入了府库 而夏清玄这边 自有侍女带领夏 来到了周家客厅 由周扬亲自接待 周家大客厅内 周扬和夏清玄迎面而坐 随着侍女端上茶水糕点退下之后 周扬开口了 不知夏小姐这次来周家做客 可是有事商谈 还是说 因为最近妖兽冲击之事 周家主 夏清玄笑着看向周扬 看着眼前这位俊美无双的少年 他莫名感觉自己的心壶掀起了波澜 对方只是平静地淡然一笑 就让自己有些脸红 我这次过来 是带来了父王的善业 夏王爷 周扬眼神一宁 夏王爷 这位大人物 怎么会关注自己这么一个小家族家主呢 是因为在拍卖会上 自己和瑜伽大小姐之间的神念比拼吗 不对 当时对方应该仅仅是注意到自己 而不是现在这样关注 那么 应该是瑜伽大小姐死于自己之手的事情 已经曝光了 也对 瑜伽那么大一个家族 不可能这点事情都查不出来的 甚至这样一个老牌家族 是有足够能力知道家族成员在外是否死亡的 周家日后也会搜寻这种秘书的 只不过这种秘书 肯定需要花费不菲的价格 但是周家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钱 眼下 这位夏王爷关注了自己 是否代表着 王室关注到了自己呢 不知道夏王爷有什么吩咐 夏小姐尽管说来 能做到的我 一定帮夏王爷完成 只不过 周扬只是一个小家族的家主 能力有限 若不能完成 还请王爷不要怪罪才行 周扬笑着说道 周家主 我说了 我是带着父王的善意来的 我父亲也没有让我带什么任务而来 夏清玄笑着说道 他此刻正在流光城 冲击原因之境 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 而我这次过来嘛 一来是对周家主个人有些好奇 二来也是听闻到了 妖兽冲击事件 即将提前发生 作为王室议员 即便清玄无法修行 也有维护王室威严的责任 擎天宫那边 我会打招呼的 不会刻意针对周家 擎天宫 这是大夏王朝内部的修饰机构 完全由大夏境内的各大家族人员 或者是散修 或者是王室成员组成 是用来专门管理和协调大夏境内修饰的机构 且还有着负责对付外部敌国的责任 公主就是那位华神太后 擎天宫是大夏的鸭仓石 不同于药王谷 她能完全代表着大夏境内所有修饰的利益 夏清玄此刻说的话 周扬也是明白的 每百年一次的妖兽暴动 都是由擎天宫的修饰们负责调度 甚至是关于战利品分配上 都有擎天宫人员负责查验的 很多时候 擎天宫内的各自家族的成员 都会向着其本家家族之人 想要完全公正无私 那可能性不大 夏清玄一句话过去 至少有很大的威慑作用 不会让其他家族欺负了周家 多谢夏王爷的提携 周扬笑着道 也多谢夏清玄小姐 耗费时间跑那么远来青木城了 这段时间 就请夏清玄小姐住在周家如何 我回头就让人给你收拾一间 上好客房出来 那就叨扰周家主了 夏清玄微微一笑 捏着茶杯清敏了一口 周家主也不要叫我夏清玄小姐了 直接叫我清玄就可以了 行 那清玄小姐 也不用叫我周家主那么生分 就叫我周扬即可 好 周扬你能带我逛逛周家府邸吗 我还想去青木城内看看 顺道去一趟擎天宫 在青木城的驻地 可否陪同我一起呢 当然没问题 城主府 柳记先安排的一间 巨大的地下密室当中 一群修士各自坐在座位上 面色各异 夏清玄怎么会去了周家 一个瑜伽金丹修士 拍了下桌子 骂道 这近一个月的时间下来 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 周家不仅有一座大型夏品零食矿脉 竟然还有一座中型赤铜矿脉 这周家真是走了狗屎运啊 黑铁山脉的资源 这么丰富的吗 是啊 黑铁山脉 怎么会有这么多资源 不仅出现了 一座大型夏品零食矿脉 竟然还有一座中型赤铜矿脉 记得以前大夏 可是组织过人手探查过的 没什么好矿脉的 只有一些不值钱的微型矿脉 被一些小家族占据了 否则的话 会等到现在落入周家手中 一个柳家金丹也开口说道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真要有好东西 不会等到现在 现在各大王朝资源这么稀缺 每时每刻 都有各式各样的专业探索人员 在到处查探资源 不管是零食还是金属矿脉 亦或者是零药零果等 一旦发现 立刻就会被各大势力占据 除非是一些太过危险的地方 不值得大动干戈 第六十章 两家决断 入夜就动手 黑铁山脉深处 肯定有好东西的 但是那里太过深入 危险性太大了 一个瑜伽金丹后期大修士 扶着胡须说道 别说我瑜伽了 即便是大夏王室 都没能力前往黑铁山脉深处 探索资源 除非是大夏王朝内 所有势力一起出动 还得要王谷打头阵才行 有仙气镇压 才能不拒 难 另一个瑜伽女修长老叹了口气道 黑铁山脉深处 被那头黑熊王占据了 这位可是妖圣宫的妖王之一 背靠妖圣宫 不到万不得已 妖王谷也不想招惹 毕竟黑铁山脉深处 是妖族地盘 哼 要我说啊 就该集合王朝力量 打腾这头黑熊一次 我就不信了 每次黑铁山脉妖兽暴动 要说没有这头黑熊王受益 能出动那么多妖兽 一个柳家金丹不差道 你又没证据 人家黑熊王可没亲自动手 甚至他手下的那些化形妖族 也没出动过 另一个瑜伽修士 摇了摇头道 妖兽修炼到能够化形 就已经等同于人类的原因级别了 四街妖兽 正常情况下 就不能称之为妖兽 而是妖族 其智慧层次绝不低于人类 甚至有些比人类还要聪明 无他 活得够久 同级之下 妖族寿命要远超人类修士的 若是一些以寿缘悠久 而著称的妖族 那更是夸张 如妖圣宫的那位玄规王 传说他都送走 几代化神境的妖圣公公主的 只不过这头老王八 虽然寿缘漫长 但修为却不高 仅仅原因后期而已 寿缘漫长 却也修行更加艰难 不说这个 坐在上手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柳家家主柳文如 他身旁坐着的 是来自于家的大长老 于家家主并没有亲自过来 但是大长老的分量 已经完全足够了 于家带队的大长老 金丹后期大圆满的修为 金丹九层已经好多年了 论实力 不比柳文如差 两位金丹后期大圆满的高手 亲自前来 不得不说 即便是有妖兽巢冲击的原因在内 两家对周家 也算是非常郑重了 黑铁山脉深处 那不是我们 能考虑的事情 柳文如沉声说道 主委 若不是擎天公压着 我们早就可以动手了 真是成也妖兽冲击 败也妖兽冲击 因为妖兽冲击的原因 他们两家调动了 大量金丹和助击修士前来 没有引起其他家族的警惕 为的就是 这份大蛋糕不被其他家族给分了 可同样因为妖兽冲击 秦天公派遣了大量人员 前来青木城住房 防备妖兽工程的事宜 所以 他们两家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手 面对外敌的时候 对大夏内部修仙家族动手 没一个合适的理由 大夏王朝可不会放过两大家族 像周家以前覆灭王家那种 那是本地两大家族倾亚 同籍家族之间的斗争 还是个复仇行动 基本上不算大问题 可涉及到金丹这种王朝中间站立时 事态就会升级 周家的两座矿脉 可不是地处黑铁山脉深处 仅仅是外围的外围 非常容易开采不说 危险性也极低 关键是储量高啊 两座矿脉加起来 得有三十亿零食的价值了 这么大的利益 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 柳文如陈生说道 秦天公内 也有我柳家子弟在其中历练 可高层 却依然是夏家人和药王谷修士居多 不好打点啊 我余家也无法 关键是刚才也说到了 那个夏清玄去了周家 也不知道那位夏王爷在想什么 你要冲击原鹰 就安安静静地去冲击啊 还这凑什么热闹 余家一个金丹长老骂道 夏清玄一个凡人女子 怕他做什么 又不是夏王爷亲自过来 另一个余家金丹长老冷然道 有了这些资源 我们两家说不定也能有机会 出个原鹰老祖 这种时刻不拼一把 日后想起时 岂不是要后悔死 我被修饰 本就逆天行 多少劫难和瓶颈 阻挡我等晋升 还不是被我们冲到了金丹境界 一个柳家修士说道 现在这一点困难 算得了什么 夏王爷能不能晋升原因 还是两说呢 先想想办法 让晴天宫不要插手 我们灭掉周家吧 难 现在妖兽冲击近在眼前 不知道多少眼睛 在看着我们呢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这事 还做不做了 一个脾气火爆的余家长老道 要我说 就不应该瞻前顾后 考虑这考虑那 大不了灭掉周家之后 给个说法就是了 有道理 家主您看 柳家长老对此表示赞同 若能不付出代价 拿下周家 那自然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看来是不行的了 并且 这件事还不能拖太久了 万一等那位夏王爷晋升原因后 给周家抱上夏王爷大腿的话 再想动手 就更加困难了 只有提前解决了周家 夏王爷日后晋级原因 也不太可能会为一个已经负灭的修仙家族 和两个金丹大家族为敌 或者说 到时候给点赔偿也行 有周家资源垫底 给个几千万零食的资源 对两家来说 那都是洒洒水了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要么不出手 一出手 必须要将周家完全覆灭 柳文如正色道 那个周家周阳 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要打必须给他打死了 否则的话 这么一个天赋妖孽的修士逃了出去 如毒蛇般隐于暗处 对我们两家 就是一个时刻需要提防的危机 柳家主所言不错 于家大长老赞同地点头道 要打就将周家彻底打死 绝不能让他们 有任何一个漏网之余 届时 你们其他人对付周家的助击 我和柳家主亲自出手 对付那个周阳 哼 他一个助击后期修士 能让我们两位 金丹后期大员满联手对付他 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大长老说得不错 柳文如笑着道 不过 这个周阳极为妖孽 现在距离他买下 碧玉宫 也有差不多快一个月了 说不定已经晋升金丹了呢 不过从我们柳家 对周家府邸的监视来看 周家府邸这段时间来 并没有晋升金丹的气息爆发 他应该还只是助击后期 我们两人一起出手 绝对是万无一失了 哈哈 我们两人对付周阳 而你我两家 还有七位金丹修士出手 对付他周家其余助击修士 这样的阵容之下 即便他周阳再如何逆天 也是插翅难飞 必死无疑 于家大长老 哈哈一笑 何时动手 越快越好 那就明天晚上入夜后吧 柳家助击修士 负责封锁青木城外围 防备周家低阶练气 修士逃逸 可以 就这般吧 第61章 周阳又晋级 练化尚品灵气 周阳吩咐人 给夏清玄准备了上好房间之后 便带着夏清玄用了晚餐 晚餐还是非常丰盛的 毕竟周家 现在可不缺钱 家族临天中的灵米 也不再售卖 而是自家修士实用 当然 自家修士现在也有钱了 临时供奉 比以前高了十倍呢 家族自产的灵米根本就不够用 于是就在外面各大城池购买了不少 不管是灵米还是灵果 得益于此 最近周边城池各大助击小家族 产出的灵米灵果 销量大涨了不少 晚餐参加的人不少 基本上周家高层都参加了 夏清玄作为夏王爷之女 即便是凡人 周家招待的规格也很高 夜晚时分 各自回房休息的休息 修炼的修炼 周阳也返回了自己的修炼进食内 最近这一个月时间里 他白天处理家族事务 夜晚一打坐调息代替睡眠 连续一个月时间的修炼下来 修为突飞猛进 静静之快 简直是骇人听闻的 仙灵根的灵根资质 可怕到让人无法言喻 这根本就不是凡间能够拥有的天赋 甚至就连仙界拥有仙灵根的 也没几个 半夜时分 周阳微微张开双眼 脸上带着丝丝洗衣 不错 终于突破了 哎 辛辛苦苦修炼了半个月 总算晋升到金丹中期了 不枉我每天苦苦修炼啊 听听 听听这是什么话 一个月时间 就从刚刚晋升的金丹初期 达到了金丹中期的修为 也就是金丹第四层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如果周阳不服用丹药的话 单单凭借仙灵根的修行速度 也就能从金丹第一层 突破到第二层 但是他怎么可能不用丹药呢 能更快提升修为 为什么不去用 目前 周家为了获得碧玉宫 在流光城大肆撒钱 家族财富已经隐瞒不住了 同时 为了在这次妖兽冲击中 获得更大收获 特意提高十倍贡献度点数的事情 也传遍了整个青木城 每天都有很多修士 在讨论周家 到底得了什么样的大机遇 不知道有多少修仙家族和势力 在虎视眈眈的看着周家呢 一旦周家露出破绽 便会扑上来咬一口 瑜伽那样的 没有破绽 估计都会扑上来 这样的情况下 周阳怎么可能迂腐的 不去服用丹药提升修为呢 他和药王谷关系不错 一些价格昂贵的金丹七 增进修为的丹药 买了一大堆 每天都会服用修行 终于 一个月的时间下 他成功突破到了金丹中气 周阳现在感觉 自己的实力 已经不惧任何金丹修为的敌人了 他本身就是剑道修士 剑修的实力同级最强 再加上仙灵跟队战力的恐怖增幅 基本上可以支撑他 跨越一个大境界战斗 趁此机会 把灵气也练化了 周远山带回来的上品灵气 已经被他收入专属空间了 此刻 正好趁机练化了 可惜 我的灵气飞剑 还是差了点 什么时候弄个法宝级飞剑才好 欧家万宝格也没个法宝卖 最近定制的灵气 也需要时间锻造 估计还得等一个多月 周阳看了一眼 自己手中的下品灵气飞剑 有些嫌弃地丢在一旁 拿起了上品灵气法袍 开始练化 练化速度很快 毕竟他已经是金丹中期了 神念和法力 又精纯至极 练化上品灵气 丝毫没有任何难度 法袍练化完毕 开始练化靴子 两件灵气练化完毕后 他又开始进行修行了起来 吃了一颗丹药之后 再次双目紧闭 默默修行 第二天一大早 夏清玄在侍女的服饰下 刚用过早餐 就找到了周阳 要周阳带着他逛逛青木城 昨天已经答应了人家的事情 周阳也不好拒绝 当即便带着夏清玄 离开了周家府邸 身旁也没跟着护卫之类的 作为周家修为最高者 他若是沦落到需要别人保护的话 估计周家也就凉了 当然 那种带着护卫 险生是打下手的不算 这就是周阳你 从小生活的城池吗 夏清玄跟在周阳身侧 看着周边街景 一边和周阳说着话 是的 周阳悠然地走在青木城街道上 从融合的记忆深处看到 他的确是从小就生活在 这座边境城池当中 不过在检测出有修炼天赋之后 就没办法像小时候那么跳了 嗯 那时候他记忆没觉醒 就是个纯粹的此界土著 一切都跟普通孩童没什么区别 当他登上家主之位后 记忆觉醒 两界记忆融合 性格瞬间变得成熟稳重了 不过不管是周家族人还是外人 都不觉得奇怪 因为他是在家族面临危机之下接任的家主 且还做出了成绩 性格有所变化 也是常理 现在已经没人去在乎他之前 是什么样的性格了 青木城不比刘光城 这里没有方式 只有简单的一些店铺 售卖一些从黑铁山脉中得到的妖兽材料 还有一些效果较差的灵米灵果 周扬说道 成的也没什么好看的 不如我们去城外看看 城外景色还是不错的 嗯 可惜 现在妖兽朝即将到来 那些景色 估计要毁掉大半了 那可惜了 夏清玄说着道 麻烦周扬你 带我去了 我没修为在身 没办法赶路呢 去城外的话 有周扬在 自然不用腿脚赶路 但是夏清玄作为凡人 无法飞行 只能周扬带着 周扬原本在说完之后 还有些感觉突兀 正想着说 陪同走路过去也没事 或者返回家族 找一辆马车也行 没想到夏清玄 一点都不介意男女之格 直接说 让自己带着他 这 既然清玄你不介意的话 我就梦忘了 周扬看了夏清玄一眼 发现他并不是矫情 便笑着点头 随后一把搂住了 夏清玄的腰肢 一甩袖子放出了飞剑 在法力灌输之下 飞剑快速变大 周扬带着夏清玄 站在了飞剑之上 一边催动法力控制飞剑 一边形成护照防护气流 飞剑快速飞起 化作一道红光 朝着城外而去 周遭修士抬眼看去 却并没有吃惊的样子 最近清木城来了不少修士 修为高深的也不少 遇见飞行而已 连凡人看到了 都没一开始那么惊讶了 何况普通修士 感受着脚下飞速而过的景色 再看向身旁俊美少年 夏清玄满脸的羡慕之色 眼底却浮现出苦涩 周扬 你觉得 凡人真的就一定没有修行的机会吗 夏清玄叹了口气说道 第62章 周扬和夏清玄 传说中的龙灵草 周扬闻言 不由顿主 这是真的问到他的盲点了 他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是否有凡人修仙的记录 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 能让没有灵根的凡人进行修炼 不过 既然有龙血果这种能够提升灵根资质的东西存在 那么有灵药能让凡人产生灵根的 也是有可能性的吧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凡人修仙的先例 不知道倒是听过龙血果的传闻 连这种提升灵根资质的灵药都有 想来应该有让凡人拥有灵根的灵药吧 周扬并没有告诉夏清玄 自己服用过龙血果 目前两人还没熟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唉 一听这话 夏清玄又叹了口气道 有是有 但是太稀有了 龙灵草你听闻过吗 没 周扬的确没听过 还有什么龙灵草这等灵药 周家虽然传承六百多年 但到底以前只是一个住基小家族 一些修仙界密文和信息不清楚 也是正常的 龙灵草 能跟我具体说说吗 这灵草可以让凡人获得灵根 周扬眼睛一亮 若真是如此的话 如果助基能获得的话 周家一些性格坚毅 意志坚定 心性极佳的凡人也可以修仙了 这对于增加周家实力 有很大的帮助啊 夏清玄木带苦涩地说道 的确 根据大夏王室珍藏的古老典籍中记载 龙灵草是有着让凡人拥有灵根的神奇作用 传说这种灵草的生长条件极为苛刻 和龙血果类似 却更难生长起来 龙血果需要生长在真龙低落过龙血的土壤当中 而龙灵草则需要生长在真龙灵片洒落地面后 龙灵经过长久时间腐蚀融化后的土壤之中 龙灵腐蚀需要时间长久 不像龙血低落地面 不需要太长时间就会融入地面 很多龙灵都会在漫长时间里被寻走 或者被妖兽吞服炼化掉 夏清玄说道 所以 修仙界中龙灵草的珍惜程度是远超龙血果的 两者效果类似 但是龙灵草却有着一个龙血果没有的作用 就是当龙灵草药灵达到千年以上之后 可以让凡人拥有灵根 并且还是单系添灵根 即便没有达到千年要灵 也有着纯化灵根资质品级的效果 这种级别的灵草 修仙界历来示弱珍宝 早在上千年前就已经绝集于修仙界了 现在别说找到千年要灵的龙灵草了 即便是低于千年要灵的龙灵草 也是无法找到 原来如此 这等珍贵灵草 稀有至此也是常理 周扬叹了口气 说道 即便侥幸寻到了 估计想要千年以上要灵也很难吧 等到要灵合适的时候 凡人寿命又近了 唉 我听闻黑铁山脉深处 有龙血果的踪迹 一百年前的那次妖兽冲击潮过后 就有人在追击妖兽 进入黑铁山脉深处时 发现过一颗龙血果 有龙血果的踪迹 说明黑铁山脉深处 落入过真龙血液 那么 是否有龙铃落下呢 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 我觉得 龙铃草存在于黑铁山脉深处的可能性 也同样是有的 夏清玄说着 表情变得坚定了起来 父王已经答应了我 当他晋升原鹰之后 会为我前往黑铁山脉一趟 寻找龙铃草 希望这次 能够找到千年要灵的龙铃草吧 夏王爷要去黑铁山脉深处 周扬一惊 黑铁山脉深处 可是有一头原鹰妖王的 那头黑熊妖王 不仅自身实力达到了原鹰大圆满境界 其手下也有几头原鹰初中气的妖族 夏王爷若去 可能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周扬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夏清玄 这位女子的确优秀 那位夏王爷 也的确足够疼爱夏清玄 为了让她能够修炼 甚至不惜冒着招惹黑熊王的危险 前往黑铁山脉深处 寻找龙铃草 希望夏王爷能成功吧 以清玄你的道心 若能修炼 我相信 你的成就绝对不会差的 周扬认真地说道 对于夏清玄她是认可的 若能修炼的话 估计周家唯有自己那位姐姐 可以在道心坚定程度上与之一比 嗯 自己除外 都先灵根了 再谈道心 那就有些假了 她哪怕没有任何道心 都无惧心魔 无惧天道劫难 甚至就连后面 修仙界人人畏惧的度劫期 对她来说 也是挥手可度 先灵根就是标准的天生仙人 按部就搬下来 顺顺当当就可以成仙 拥有先灵根的周扬 获得了很多 也失去了很多 比如 她就失去了突破瓶颈的乐趣 失去了度劫的烦恼 如果夏清玄知道此刻周扬的想法 估计脸都要黑了吧 人比人 真的是气死人 周扬架着飞舰缓缓缓落下 最后停在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谷内 这处山谷并不荒凉 反而到处郁郁葱葱 绿油油的草地上 伴着些许各色小花 不远处的树木之鸭上 不时传来鸟鸣叫 这里风景真不错 夏清玄抛开心中沉郁 面带笑意 看着小山谷内的景色 心情也随之变得好了一些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这里风景不错的 灵气也很浓郁 我周家以前甚至想在这里开辟一处灵田的 只不过没有灵犬灌溉 灵田无法长久维持 便只能作罢 周扬背负双手 跟在夏清玄身后漫步 一边开口说道 我感受不到灵气 只能知道这里风景很好 各种植物长饰也很不错 夏清玄没有灵根 无法感受灵气 不过也能看出 这处山谷应该灵气不会差 不过没有灵犬的话 的确无法长久维持灵田内灵米生长 除非用灵石布下阵法 可那样做 简直是剪了芝麻丢了西瓜 产出的灵米 根本就比不过消耗掉的灵石价值 两人在山谷内聊着天 聊到了中午时分 感情急速升温 等到周扬带着夏清玄返回青木城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半天时间 用完午餐 周扬要去处理家族事务 而夏清玄则是回了房间休息 至于前往擎天宫驻地 则要等周扬处理完事务才行 大概只需要一个时辰 夏清玄房间内 一个老者身影 缓缓出现在夏清玄面前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此前一直跟随在夏振锋身旁的福伯 夏清玄作为夏振锋最疼爱的独女 又是无法修行的凡人 此次离开刘光城 身旁怎能不跟人保护呢 清玄 福伯朝着夏清玄点了点头 那个周扬已经发现我的存在了 哦 夏清玄闻言顿时有些吃惊 不是说他还是驻姬后妻吗 怎么会发现 作为金丹后妻的福伯娘 您的隐身法术那么厉害 就连父王在没有特意警惕的情况下 也无法发现到您的吧 所以 这个周扬有些厉害啊 福伯感叹道 此人天赋卓绝 心性坚毅 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修炼天才 王爷此次投资他 算是投对了 清玄 我现在反而不太看好你和他的事情了 福伯我 夏清玄脸色一红 自己父王对周扬的投资 可不仅仅是在面对王室的时候 为周扬提供保护 而且还准备将自己许配给他 当然 以夏振锋对夏清玄的疼爱 这是征求过夏清玄意见的 夏清玄自己也没反对 或者说 他也是 对在拍卖会上 有过一面之缘的周扬 非常的有好感 不过夏清玄内心还是有些自卑的 人家周扬是16岁驻姬后期的妖孽级修仙天才 而自己呢 却是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凡人 百年之后 即便自己有严寿灵果和丹药服用 估计也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了 而周扬呢 依然是现在这般容颜绝世的美少年模样 想到这样的画面 夏清玄就苦从心来 第63章 两家联姻 法宝飞剑荡价状 小姐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我说的不太看好 的确是因为你无法修行的原因 可若是王爷此次晋升原因后 进入黑铁山脉 成功获得龙鳞草的话 清玄你就可以修行了 那自然就配得上他了 福伯笑着安慰道 他不看好的是凡人夏清玄和周扬的结果 而不是修饰夏清玄 若能修炼 大夏境内 甚至是其他顶尖势力 夏清玄真想嫁的话 几乎九成都可以配得上 到时候还得夏清玄自己挑挑拣拣 因为他身后站着一个原音父亲 一个化神祖母 希望父王能够成功晋级吧 也希望黑铁山脉中能有龙鳞草 还希望这龙鳞草能有千年要灵 说着说着 夏清玄声音低了下去 父亲晋级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找到龙鳞草 希望真的不大 更何况是千年要灵的龙鳞草 希望总归是有的 福伯见到夏清玄模样 顿时转移话题道 对了 你今天和周扬相处的怎么样 我距离你们有段距离 也不好 直接用神殿探查 不过你们 好像聊得还不错呀 嗯 周扬这个人挺不错的 我很满意 只是不知道 他对我是什么想法 夏清玄已经二十出头了 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凡人女子 早已嫁人生子了 夏王爷也是为了夏清玄后半生着想 若实在无法修行 也好找一个好人家 奈何夏清玄眼光极高 普通人他看不上 唯独周扬这样的顶尖天赋修饰才配得上 夏王爷看中周扬 夏清玄本人也看中了他 不过现在 得看周扬自己答不答应了 他 应该对我还是满意的吧 夏清玄能够感受到 周扬看自己的目光中 有喜欢的感觉 毕竟他的容貌是无法反驳的 即便是在整个大厦境内 算上修饰在内 容貌比他好的 基本上没有 他太漂亮了 唯一的缺陷自然就是灵根 那清玄 你可得趁热打铁啊 福伯健壮 笑着说道 王爷让我带来的那件法宝飞剑 算是提前给的嫁妆 我看这飞剑完全可以 现在就给他 这等重力砸下去 再加上清玄你的美貌 即便没有灵根 我也不相信 有男子能够抵挡得住 那件法宝飞剑 夏清玄顿了顿 想起了临走前 父王的话语 不由心中意暖 父亲为了自己 是真舍的啊 原本这件法宝 应该是他自己晋升原音之后使用的 可却为了自己而让了出来 行吧 福伯你将法宝拿给我 我等会就去找他 正好他还答应我 要跟我一起 去晴天宫驻地的 夏清玄说道 拿一件法宝作为嫁妆 这样的手笔 可算是大的没边了 相信周扬 应该可以感受到 自己父亲对他的支持吧 而和自己家联姻之后 周家就有了王室背景之称 再也不会有什么肖小胆感 针对周家了 小姐 法宝你交给他的话 不太妥当 就由我亲自交给他吧 嗯 反正他已经发现有踪迹了 福伯说道 也行 那就麻烦福伯您了 周家族务大厅 这里是周扬的办公室 专门处理家族事务的地方 不时有一些族人拿着文件来请示 以及汇报一些族内的情况 再次处理了一件事务 在记录的纸张上面 用毛笔勾画了同意的记号 给出了几句话的处理意见后 周扬缓缓抬头 看向了族务大厅的一处角落 不知道是哪位道友来此 周扬平静地开口问道 呵呵 果然没能瞒住你 福伯的身影 缓缓从角落中浮现 他笑看着周扬问道 我对自己的这一手隐身法术 还算有些心得 即便是一些原因修士 我没太过靠近的话 他也无法发现我的踪迹 但是好像是之前跟在你身后 就被你发现了 你的感知能力这么强大吗 废话 我这仙灵根 你当到着玩的啊 从夏清玄来到周家时 他就发现 有一个金丹修士 藏在周家府邸当中了 不过观察了一些时间后发现 对方好像是跟随夏清玄而来 且还是在保护夏清玄之后 便明白 这应该是夏振风不放心夏清玄 派来专门保护他的 所以也就没有太过在意 只是简单地关注着对方动静 防止发生意外 现在 对方在自己面前现身 显然也证明了这一点 阁下是夏王爷派来保护清玄小姐的吗 周扬开口问道 并没有回答对方 自己为何能够看破隐身法术 是的 王爷不放心 清玄小姐独自一人离开刘光城 派我跟随保护 福伯说道 想来这并没有什么意外吧 以王爷对清玄小姐的疼爱 这是自然自理 当然 我现在 来此面见周家主 的确是有王爷额外交代的事情 哦 不知何事 还请直言 我就说嘛 周扬心中恍然 之前寻找夏清玄 对方并没有说夏振风有什么交代的事情 要自己去办 经过一上午的接触 他也确定了 夏清玄应该的确没有什么事情要自己办 不过夏清玄对自己有些情愫 他却是能感受到的 如果可以的话 他也是不介意和夏清玄产生一些关系 毕竟周家现在面临着不小的危机 能拿夏振风当个靠山 实在再合适不过了 周扬也没有什么利用对方的想法 大不了以后等自己原因了 或者更强的时候 给对方一些回报就是了 经过刘光诚拍卖会之事 王爷对周家主的天赋非常看重 他希望刘光诚夏家和清木城 周家的关系 能够更进一步 而今日上午 周家主和清玄聊得也算开心吧 你也应该知道了清玄的心意 如果你同意的话 这事就可以定了 福伯说到这里 有些深意地看了周扬一眼 背着眼一看 周扬有些发冷 随后才反应过来 这是跟自己想到一起去了 周扬错愕之后 顿时在心中发笑 巧了吗 这不是 联想到夏清玄对自己的态度 再听到这句 希望两家更进一步的话 周扬基本可以确定 这位夏振风王爷 是看中了自己的修行潜力 准备拉自己 进入刘光诚夏家这辆马车 而周扬自己 也看中对方势力 以及大夏王室的身份 对周家的助力 两者都看中对方 也都想到一起去了 此事 完美 承蒙夏王爷看得起 周某定不会辜负夏王爷的厚爱 周扬长身而起 恭敬地朝着福伯行了一礼 这一礼 可不是朝着福伯行的 而是向夏王爷 嗯 自己的未来岳父行的 第六十四章 中品法宝飞剑 出血 气灵求着被炼化 这是王爷为清玄准备的嫁妆 福伯说着 走到周扬跟前 挥手取出了一柄 散发着悠悠寒光的长剑 这柄长剑看上去就很炫目 剑身修长 通体幽蓝色 蓝中带着点点紫色符纹痕迹 在福伯取出之后 五人操控的情况下 竟然如鱿鱼般 漂浮半空中游动 当真是灵性十足 法宝 周扬倒吸一口凉气 看着眼前这柄飞剑 眼中满是欢喜 这 夏王爷当真是下血本了 为夏清玄准备的嫁妆 竟然是一柄法宝级飞剑 自己昨晚还在感叹 飞剑不够好呢 结果今天就有一柄 法宝级飞剑送上门来 简直气韵逆天 不错 福伯赞赏看着周扬 这小子的确不愧是 16岁就驻姬后期的妖孽修士 一眼就看出 眼前飞剑为法宝级 这眼光可以的 这 夏王爷真是出手阔绰 这等法宝级飞剑 竟然就这么拿出来给我 晚辈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感谢 周扬心中有些沉甸甸的 这位王爷是真看重自己啊 对方也不知道 自己是仙灵根 甚至连自己 已经突破金丹镜的消息都不知道 即便如此 仅凭刘光诚拍卖会上的一面之缘 嗯 甚至两人都没有当面 就这般重视自己 连这种灵性十足的法宝飞剑 都给了出来 一方面是对夏清璇这位女儿的宠爱 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重视 周扬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这可是法宝级飞剑 是原因老祖才能使用的法宝啊 一般金丹后期大圆满的修士 如果要使用法宝的话 不说法力会被抽干 其法宝内的灵性气灵 说不定都会反噬其主 而周扬却不惧啊 他可是仙灵根 可以这么说 其他修士吸纳灵气 是求着灵气被自己吸收炼化成法力 而周扬呢 他修炼的时候 那灵气见到他 就像看到亲人 不 是看到祖宗一样 风伪一样朝他体内挤 欢天喜地地被他炼化成法力 这就是两者差距 而他的法力浑厚程度 普遍高于正常修士一个大层次 神念同样如此 所以 不管是炼化法宝 还是控制法宝 他都没有任何被反噬的可能性 且他的法力 也完全足够他 随意使用法宝飞剑 甚至可以使用多剑法宝 都没太大问题 你好好带清玄 就是对王爷最好的回报了 福伯叹了口气道 王爷一辈子争强好胜 可在清玄小姐母亲 因争斗而亡之后 便已经收起了争强好胜之心 一心想要给清玄一个好结果 为此 即便被那位陛下流放到了流光城 也没有二话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看着清玄好好的 可惜了 清玄小姐最大的心愿是修行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能够让清玄小姐修行的话 相信我 王爷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即便你日后招惹了原因 甚至是化神大敌 王爷也会为你出手 和敌人拼命的 周扬面色沉宁 随后郑重点头道 感谢您老提点 晚辈明白了 哼哼 你和清玄一样 叫我福伯就行 想起自己还没自报名号 福伯笑着说道 法宝已经送到 话也跟你说清楚了 那我就回去了 虽然这里是周府内部 但是不看着一点 我还是有些担心清玄安全的 福伯请便就是 周扬点了点头 看着福伯完成任务般轻松离去 他深吸口气 伸手一招 正在半空中 好奇游荡的法宝飞剑 如鱼龟池塘般 亲切地来到周扬身侧 围着他不断游动 态度十分亲密 这还没被炼化呢 就对周扬这般亲切了 这样的一幕 若是被其他修饰看到 不得破口大骂啊 即便是原因修饰 想要炼化一件法宝 都得耗费巨大心力和精力 每个三五个月 都难以成功彻底地炼化 而周扬这样的 似乎不用炼化 就能让法宝飞剑 为自己出手了 简直没法比 周扬见此 脸上露出了笑意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法宝飞剑气灵 对自己的亲切 伸手抚摸了一下剑身 飞剑剑身微微颤了一下 随后 一股念头 从剑身传递而来 周扬接受了这股念头 一股信息流入脑海 飞剑名称出血 飞剑等级中品法宝 铸造材料 紫星云铁 辅助材料 岩铁精髓 风铃玉髓 试用灵根 火 金 风 气灵灵性 终极 竟然是一柄中品的法宝飞剑 并不是周扬预想的夏品法宝 中品法宝啊 按照临时价格来算的话 每五千万想都别想 这是基础价格 五千万基本上拿不下来 就如夏品法宝 基础价格一千万临时 两千万三千万能拿下来就不错了 上品法宝那更是夸张 基本上一个亿往上跑 很多化神都不一定能有一件衬手的上品法宝呢 周扬尝试着用神念探入法宝内 缓缓输入法力进行炼化 仅仅是尝试了一下 法宝的炼化进度就瞬间达到了1% 气灵出血也在帮着周扬炼化自身 这速度夸张到极点 周扬暗自计算了一下 估计只要个把时称就能炼化成功了 嘴角抽了一下 没见过这么上端子 希望自己被快速炼化的法宝 今天他算是见识到了 这炼化速度比他炼化灵气都要快 也对 灵气的灵性太低 根本就不会帮主人加快炼化速度 这契合度太高了 也对 我是仙灵根啊 啥法宝跟我契合度都高 周扬灑然一笑 快速将飞剑收起 赶紧处理起家族事物来 很快就处理了其他族物 然后开始炼化飞剑 果然 不到一个时辰 法宝飞剑成功被他炼化 体内法力消耗了大概一半左右 神念也耗费了一小半 毕竟是中品法宝 炼化时的消耗还是不小的 将飞剑收入丹田运养 出血移入周扬丹田 就如鱼龟大海 舒畅地在丹田内游动 随后落于金丹之下 金丹上法力洒落 不断运养法宝飞剑的灵性 增长其灵质与威能 有了法宝飞剑 我那还有最后一级的福宝 就没什么用处了 可以给姐姐用于防身 周扬想着 神念一动 发现夏清玄已经在门外等着了 想起来 自己答应了对方 要陪着去一趟秦天宫驻地的 便起身朝外走去 第65章 秦天宫青木城统领 三皇子夏清云 秦天宫青木城驻地 位于青木城南区 那边是靠近黑铁山脉所在的方向 对于战事资源和修饰调度 比较方便 周扬和夏清玄到了这里的时候 这处驻地处于忙碌状态 不时有各色修饰来回走动 有些是去往黑铁山脉探索的修饰 回来汇报情况的 有些是来查看 是否有其他任务领取的 秦天宫发布任务出去 一些散修或者大厦境内 各大修行家族子弟领取任务 完成后有各种奖励 如零食 丹药 零药零草 甚至是零米和零果等等 就连一些功法和法术典籍都有 每一次这种任务一出现 就会被那些缺少资源的散修们领取 散修苦啊 大部分散修过的日子 比很多底层小家族都苦 只有少部分散修运气逆天 能在野外 获得各种前辈修饰留下的遗物发财 走吧 前面就是晴天宫青木城 分布统领处理公务的房间了 夏清玄指着前方一座庞大宫殿说道 这座宫殿大而威严 但却不是奢华建筑 更显稳重和肃穆 嗯 周扬点了点头跟上 他对这里的修饰并不熟悉 夏清玄却比较熟 应该是来之前了解过相关情况 走到宫殿大门前 被门外站着的两个身穿铠甲的护卫拦住 这护卫可不是凡人 而是两个练器后期的修饰 却是军旅做派 浑身都有一种另行禁止的气息 夏清玄出示了一块令牌之后被放行 带着周扬走进了宫殿之内 宫殿内有着好几个人 各个修为不低 坐在上手处理公务的那名青年男子 更是修为达到了金丹镜 其他五个人有三个金丹 两个住击 嗯 原来是清玄妹妹 你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 青年男子见到有人进来 且还没有护卫通报 先是不喜地抬头 看到清玄之后才开口说话 清木城房屋 竟是清云兄长 再负责 夏清玄面色不变 带着淡然笑意 开口说道 清云皇兄 我今天带一个人过来 见见秦天公清木城统领的 没想到 却见到了你 真是让人意外呢 清玄妹妹是不乐意见到我吗 男子挥了挥手 让其他的五个人离开 五人好奇地看了下清玄 和周扬几眼 其中一个金丹 看到周扬的瞬间 神色一动 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同其他人一起离开了宫殿 离开之后 站在宫殿门前 顿了顿 夏清玄 周扬 这个家伙 真的跟夏清玄勾搭上了 看上去关系不浅啊 我得回去报告 一下这件事 今天晚上的行动 不能有误 但是 夏清玄绝对不能有事 否则皇子殿下 这里就不好处理 即便两兄妹关系不好 那也是自家人 若夏清玄死于 我们两家之手 王室绝对不会放过我们 即便事后 给出大量资源 都落不下好 男子快步离开 朝着城主府方向而去 宫殿内 夏清玄拉着周扬的衣袖 来到青年男子面前 介绍道 周扬 这位是我的堂兄 当今陛下的第三子 三皇子夏清云 请丹后期休士 原来是三皇子殿下 周家周扬有礼了 周扬眉头一挑 没想到 擎天宫派来负责 青木城房屋的 竟然会是一位皇子 嗯 当今大下皇帝 一共有四位皇子 一位公主 看来四位皇子 除了那位太子之外 应该会外派了出来 负责这次的妖兽 冲击了吧 这是周扬的猜测 青木城这样的边境小城 本就不起眼 若无妖兽冲击朝发生 三皇子这样的大人物 基本上一辈子 都不可能来这种 鸟不拉屎的地方 周家周扬 我听过你的名字 三皇子平静地看着周扬 开口说道 最近青木城 关于你周家的传言多得很 我一直无缘见到 传说中的周家家主 现在一见果然不凡 三皇子谬赞了 周扬心中一动 这位三皇子 似乎对自己并不友好的样子 但似乎也没有厌恶感 再仔细回想 刚才夏清玄和对方的对话 他便明白了 应该赞赏 听说你今年才16岁 便因为父亲被王家迫害 不得不提前继承家主之位 一上任便带领家族 飞速发展 还覆灭了王家 三皇子带着莫名笑意 看向周扬 大夏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是两个修仙家族之间 最好还是不要发生 这种灭族之战 希望周家主日后 不要再让王朝难办 周扬面色一沉 这是在向自己 心诗问罪不成 不对啊 若是如此 也不会等到现在 青云皇兄 这是在问责吗 那当初王家主动 挑衅你怎么没说 夏清玄说道 周家也仅仅是 被迫反击而已 皇兄来此事 负责妖兽朝 冲击城池的事宜 关注点应该是 黑铁山脉那边吧 还是说 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清玄妹妹说的哪里话 三皇子洒然一笑 你能来这里 我是欢迎 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来的不是时候 对了 王叔突破原因了吗 父皇可是非常关注 王叔近况呢 劳烦陛下关心了 父皇状态很好 这次突破原因 十拿九稳 夏清玄笑了笑 魂不在意 三皇子话中有话 皇兄修为静静 倒是很快 现在都经单后期了吧 不知道 多久能到原因 不敢和王叔比 我这修为 已经停止好久了 三皇子说着 不想提这件事 而是转移话题道 今日清玄妹妹特意带着 周家主而来 是有什么其他事情吗 倒没有什么大事 夏清玄说道 只是想和秦天公 清木城统领说一下 我与周阳 有了婚约 希望秦天公 在对待周家时 不要特殊对待 就当一般家族就行 也别因为周家和王室联姻 而过多关照周家了 那样不好 其他家族 见了估计会说闲话的 三皇子又如何听不出 这番反话 每百年一次的妖兽冲击 那一次 边境城市本地的小家族 能有好的收获了 好处全被大夏 要王谷 以及帝都来的大家族捞走了 现在夏清玄过来 特意提婚约之事 还让秦天公 不用特意关照 这就是在让秦天公 注意这点 吃相不要太难看了 周家也是有背景的 还是大夏王室 就这一句话下来 该周家拿的好处 秦天公内那些 各大家族人员 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克扣了 否则得罪的 就是大夏王室 三皇子眼神惊诧地 看了夏清玄一眼 他吃惊的是 夏清玄这女人 眼光高的眉边 自身无法修行的情况下 帝都那些修为高深的 青年俊艳都不放眼中 现在却和周扬有了婚约 这是 转性了 还是 第66章 好消息 周家又出处激进 三皇子 再次深深地看着周扬 这个周扬有些东西 这朵大夏最美的花 竟然被他摘去了 可惜 无法修行的夏清玄 即便在如何美丽 总有凋零的一天 且这一天 对于修士来说 来得很快 我知道了 清玄妹妹放心吧 不会区别对待的 眼下青木城防务 既然是我在负责 其他的我不管 对待参加 迎战妖兽的修士 我的要求是一视同仁 三皇子摆摆手说道 既然皇兄这么说了 那我就放心了 夏清玄笑了笑 拉起周扬的衣袖说道 那么 我们就不打扰 皇子处理公务了 皇兄日后有时间 可以去刘光城游玩 到时候 我亲自作陪 带皇兄逛逛刘光城 呵呵 那我待战士了结 肯定要去一趟 刘光城了 三皇子笑着回应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不知道在想什么 随后继续处理公务 返回周家府邸的路上 夏清玄面色 有些不好看 有些不太好办 没想到 竟然是三皇兄 负责清木城防务的 怎么说 周扬问道 我大伯 一共有四个儿子 一个女儿 那位清兰公主 和关系还算不错 大堂兄 是太子 一直在帝都 协助大伯 处理王朝事务 二皇兄一心修行 从不理会朝堂事务 现在也不知道 在哪里游历呢 三皇兄 你也见到了 他在擎天宫权力 可不小 本身修为也不低 金丹后期 听说已经金丹八层了 估计快要晋升九层 夏清玄皱眉说道 我和这位三皇兄 关系并不好 或者说 只有他和我关系 也和我家保持着和谐的关系 毕竟同属王室一员 内部清亚传出去 不好听 至于那位四皇帝 这是一个奇葩 不知道 有没有在另外城市中负责防务 我感觉不会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躲都来不及呢 你是怕你这位三皇兄会对我 或者对我周家不利 是的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哎 应该不会 清玄 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些 周扬看着夏清玄 这个女孩可能感觉自己 不能修行 内心深处 还是有些自卑的 迫切的希望能通过自身 帮助到自己 帮助到周家 结果却因为遇到了 关系不好的三皇子 好事变成了坏事 于是便有些愧疚 我周家在清沐城 传承六百多年 经历过的妖兽 冲击不下五次了 依然存在于此 周扬平静道 清玄 走吧 跟我回周家 接下来的事情 你就不用操心了 一切 就都交给我来处理吧 嗯 夏清玄有些惭愧的低头 跟在周扬身侧 两人很快返回了周家 周扬回来 听到了第一个好消息就是 大伯和二伯成功助击了 昨天助击单到了府库之后 两人就兑换了单药 一夜调息突破 可能是这批助击单功效 远不能和系统 当初给出的 完美助击单相比 耗费一夜时间 都没能成功突破 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下午十分 才传出突破 助击的气息 哈哈 好啊 父亲终于突破了 周骏此刻 也没去忙别的了 一直和周眉 守护在父亲 闭关之所外 此刻感受到 修炼室内传出的助击气息 顿时兴奋的不能自已 太好了 父亲终于助击了 嘿嘿嘿 我也要快点达到 练气九层大圆满 早点助击才行 一旁的周眉 也跟着笑道 他现在刚刚在 大量资源的堆积下 达到练气九层 但还不够圆满 贸然突破的话 有很大的失败风险 还是打算等 圆满之后再说 三伯也突破了 周骏目光炯炯地 看着另一个方向 太好了 周眉再次笑了起来 周家这是一下子 就多了两个助击修饰 家族实力再次增加 三伯周德昆 所在修炼室外 周雅一直守护在此 为父亲护法 感受到室内气息 也大大的松了口气 随后满脸笑意 成功了 父亲成功突破了 周府大院 周扬和夏清璇刚入内 便感受到了这一切 顿时就笑了起来 夏清璇不减 他无法感受这股气息 周扬解释道 我二伯和三伯 突破助击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恭喜恭喜 周家再填两元助击修饰 夏清璇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意 诚心诚意地开口恭喜 不知道 母亲那边怎么样了 周扬忽然说到 昨天兑换了助击单 进行突破的 一共就三个人 二伯三伯和母亲刘宛如 都是被困在练气 九层多年时间了 原本周扬是 不需要担忧母亲的突破问题的 因为他手中有着系统奖励的 完美助击单在 百分之百放突破几率 昨天在听到母亲 兑换助击单的时候 他就去找了母亲 并且将助击单交给了母亲 然后 从一大清早母亲 并没有走出修炼室来看 他并没有吃完美助击单 而是吃了药王谷炼制的助击单 进行突破 周扬对此 自然是有些不太满意的 母亲这是 在矫情形势 不用说 肯定是想 将更好的丹药 留给周平安 周平安的灵根 天赋太差了 品级极低的六系灵根 他若修炼 别说助击了 估计炼气后期 都要耗费二三十年时间 这还是在周家这样 资源丰富的家族 若是在其他小家族 估计一辈子 待在练气初期 都有可能 这位来自刘家之脉的 一个普通修士 当了母亲之后 将一切好东西 都优先留给几个孩子们 他知道周扬手中 一共竞胜余两颗 完美助击单了 一颗给了自己 一颗给周学准备的 而周平安 年龄又小 周扬打算日后 用那猪万年天心草 请要王谷长老 帮忙练制助击单 给周平安助击之用 他却毅然决定 自己这一枚 完美助击单 留给周平安 选择冒险 去服用普通助击单晋级 对于母亲的选择 周扬只能叹口气 也不好 去出言责怪他 带着夏清玄 来到了母亲的修炼室外 此刻这里 周雪和周运 都在为母亲护法 就连小不点周 平安都一脸紧张地 看着修炼室 丝毫没有平日里的欢声闹腾 刘倩也在一旁 安静修炼 看到周扬和夏清玄 连妹而来 眼神有些复杂 却没有表现出来 第67章 大百宴席庆祝街 九大金丹灭周家 哥 杨帝 哥哥 娘亲没事的吧 三人见到周扬 两人到来 开口招呼 周平安更是跑过来 拉着他法袍紧张询问 娘亲肯定没事的吧 放心 娘亲一定没事 周扬抱起周平安 笑着回答 娘亲那么好的人 区区助激进突破 又如何能难住他呢 哼 那就好 哥哥 等娘亲助激了 是不是就可以带我 飞到天上玩了呀 周平安笑嘻嘻地问道 你还想着玩 周扬眉头一挑 捏了一下周平安脸蛋 以后你得更加努力地修炼了 娘亲为了你 可是省下了一枚 珍贵的上品助激单给你 要不然的话 他早就助激成功了 以后 让我看到你玩 看我不打你屁股 啊 周平安捂着屁股 啪啪地道 可我现在没办法修炼啊 只能学习那些知识 那也太枯燥了 枯燥也得学 还得学会写字 学会更多知识 周扬瞪了他一眼 好吧 我知道了 感受到哥哥的眼力 周平安挣扎着 从周扬怀中跑开 跑到了周雪身侧 好奇地看向周雪怀中的小狐狸 这只小狐狸太可爱了 不过也太可恶了 每次自己要去摸她的时候 都被她伸爪子挡住 现在趁着她睡觉 能不能摸一下 然后 周雪却抵着她额头 将她推开了 别乱动 当心小狐狸醒了 找你报仇 哦 那我就看看 周平安拖着下巴 看向小狐狸 一会之后 又转头看向修炼室 期待着母亲快点突破 成功出来 带自己去玩 哥哥姐姐都太严厉了 自己可还只是个小孩子呢 学那么多东西 太难了呀 这个时候 旁边走来几人 正是成功突破的二伯等人 几人一起 来到这里为 刘宛如护法 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之中 悄然流逝 直到傍晚时分 终于 刘宛如的修炼室内 传出了一阵清晰的 助击净气息波动 众人提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成功了 母亲终于助击了 是啊 没出意外 娘成功助击了 我周家再添三位助击修饰 当贺 传信给李家 今晚我周家百宴 祝贺三位助击诞生 李家李凤仙 与周骏婚约已经定下 这等喜事 的确应该通知李家 这一天 丰盛的晚餐桌上 坐满了人 有代表着刘光诚 夏家的夏清玄 有代表着刘光诚 刘家的刘茜 还有李家家主 以及长子李长风 以及坐在周骏身侧的李凤仙 其他人周家并没有邀请 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只是对周家内部来说 是一件大喜事 于是百艳庆贺而已 此刻 当周家府邸内喜气洋洋之际 周府之外 渐渐暗淡的天色之下 一些行踪诡秘的修士 面无表情地朝着周家而来 一个个眼底 隐藏着可怕的杀鸡 这些都是来自于 余家和柳家的驻姬修士 人数一共达到了20多人 20多个驻姬修士 十多位隐藏在周府周围 十多位离开青木城 在城外埋伏 防止周家有隐秘通道 公族人逃出城外 周府之外 打头而来的是 两位金丹后期大圆满修士 正是柳家家主柳文如 以及余家大长老 余冠青 两者身后跟着七位金丹修士 俊来自两家长老会成员 柳家是清朝而出 三位金丹进长老权在 余家则是大长老 带着四位金丹长老出动 余家在帝都 还有将近十位金丹长老 镇压家族抵御 两者同为金丹家族 但其实力差距 一目了然 周家今天一下子 多了三个驻姬啊 走在夜色中 余冠青嘴角露出一丝冷笑道 这便是周家最后的余晖了吧 嗯 覆灭之前诞生了三位驻姬 不知道当我等出手之时 周扬是何表情呢 应该会很惊喜的吧 哈哈 余长老可真会说话 那周扬不被吓死 就已经不错了 哪里来的惊喜 柳文如笑着说道 好了 该布置的也都布置好了 这次出手 要果决很赖一些 一举覆灭周家 不能出任何意外 嗯 擎天宫那边的那位三皇子 和夏清玄关系并不好 嘿嘿嘿 只要我们等会动手的时候 不要伤了夏清玄就行 我看那位夏王爷 会不会因为一个死掉的周扬 和我们两家翻脸 一个瑜伽的长老 嘿嘿一笑道 我们行动结束后 给那位三皇子 送些战利品过去 到时候 有三皇子帮我们说话 至少擎天宫这边 是不会有问题了 至于夏王爷 他现在可还没到原因呢 不用太过担心 一个柳家的金丹长老说道 好了别废话了 准备行动 杀 刷刷刷 九道身影冲天起 直接凌空散发着 恐怖的金丹威压 死死的笼罩 向了周家府邸 九道人影 以两道为前驱 牢牢地包围了 周府上空各个角落 打头的柳文如和余冠青 更是法力滚滚 如浪涛般浩浩荡荡 横贯而下 谁 周扬僧寒如兵 却蕴含着恐怖怒意的声音 从周府传出 好胆 竟敢来我周家撒眼 周家府邸 贸然被如此浩荡强悍的 金丹威厌笼罩 瞬息之间 大量修为低者 两眼一番倒地不起 练气后期才能勉强支撑 只是勉强 没晕过去而已 战斗力是一点都没有的 如刘倩 现在只能费力抵御威压 哪里还有战力可言 助击修士倒是影响不大 但是神念探出后 看到九位金丹大修士 傲力当空 一副面无表情 杀鸡凛然地看着下方周府 就知道大事不妙 这是周府大劫 小姐 小心 夏清玄身侧 福伯身影浮现 满脸凝重之色 身上金丹威压散发 为夏清玄抗住了来自上方的压力 福伯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何 为何会忽然变成这样 夏清玄面带焦急之色 看了面若冰霜的周扬一眼 随后看向福伯询问道 周家惹来了大敌 外面天空中正有九位金丹大修士 凌空而来 从他们神念中的杀机来看 周家这次怕是危险了 有覆灭之威 就看这位周家主 如何应对了 周家有覆灭之威 夏清玄抽了口凉气 有些难以接受 小姐 你的安危最为重要 不如我先带你离开周府吧 福伯急迫道 不 夏清玄语气没有任何的停顿 直接就拒绝了福伯的提 既然我与周郎有了婚约 那在周家遭此大难之际 就绝对不能退缩 此战 也许我一介凡人帮不了他什么忙 但也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逃走 我就不信 这些人敢对我动手 若真如此 便和周郎共赴死吧 福伯文言 两久无言 最后 他叹了口气 面色复杂地看了周扬一眼 他也没想到 自己白天刚代表夏王爷和周家联姻成功 晚上周家就要覆灭了 简直是打脸至极 这伙人不怕王爷震怒吗 不过他现在也没办法 他也仅是一个金丹中期修士而已 没办法对抗九个同级修士啊 更不用说 天上还有两个金丹后期大圆满的修士呢 他只能优先保护夏清玄 有余力的话 也会顺带保护一下周家之人 周府大厅内 混乱一片 低阶修士倒地不起 周扬深周 周雪和周平安倒没什么事 被他护住了 而其他人 七位祖老们 还有二伯三伯唐德唐杰等人 也抗住了威亚 杨儿 怎么办 刘宛如满脸焦急 他虽然突破了助击 可在知道 现在有九位金丹要灭周家的情况下 心中也满是绝望 本来今晚这顿风盛宴席 是为了庆贺周家诞生三位新的助击修士 却不成想 成了周家众人最后的晚餐了 哥 周雪抱着小狐狸 担忧地看向周扬 扬帝 周运抗逐威压 满脸凝宿 决然道 九位金丹修士来袭 哼 真是看得起我周家 不用多言 如此大动干戈 这些人就是为了负灭我周家而来 既然如此 他就杀出去 杨帝 等会我想办法拖住一回 用你给我的那件东西 轰开一个方向 你带着 你自己一个人独自离开 有多远跑多远 日后再想办法复仇 记住 实力不足 就永远躲藏起来 不要露面 家主 我们几个老家伙 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会为你打开逃离的路 大祖老陈生说道 二祖老没说话 可坚定的眼神代表了一切 其他祖老皆如此 杨帝 你和夏清璇一起 逃往刘光城 只要到了刘光城 有夏王爷 在你们就安全了 刘倩焦急地说道 他此刻只考虑周扬的安危 没去管自己 是不是能活下来 杨帝 我们会想办法 给你创造机会逃离的 周俊也是如此说道 随后有些惭愧地 看向身侧李凤仙 李凤仙倒是硬气 这个时候没有说出什么 这是周家的事 跟李家没关系之类的 而是坚定地握着周俊的手 什么话都没说 这行为就代表了他的态度 虽然周家可能真的要在今晚覆灭了 李承宏此刻顶着压力 还在帮身旁的李长风抗住压力 郑重地开口说道 但我李家既然成了周家的亲家 就不会做出临阵退缩的事情来 这一战 待我李家一个 李承宏心中暗叹 本来这次周家再次诞生三个助击 基本上算是崛起了 他还想着 趁着这次宴席 带着李长风过来一同参加 宴席过后 找周扬求求情 给李长风争取一枚助击丹的 没想到 竟然遭遇了周家大敌到来 这个时候 想要置身室外 基本上不可能 别说周家是否会临阵斩杀反叛的李家人了 估计外面的那九个金丹 都不会放过今日周府的所有人 既然如此 李承宏也是魄力十足 直接了当地站出来表态 李家 要与周家共生死 这话一出 果然 在场所有周家人 都感激地看了李承宏一眼 说实话 做出这样的决定 可以想象是多么艰难的抉择 要知道 外面天空可是有这九个金丹大敌啊 而周家表面上 是一个金丹都没有 怎么打 基本上在任何人看来 周家覆灭已成定局 不可能翻盘的 死定了 没救了 除了周扬自解 第68章 周扬VS9大金丹 傲视全场 镇压一切敌 李家恩情 周家铭记在心 必有后报 周扬面无表情 看了李承宏一眼 郑重地朝着对方点了点头 心中算是彻底认可了对方 李家以前还跟着王家 打过周家的秋风 在周扬接任家主覆灭王家之后 立刻瞬间倒戈 送出大礼附庸于周家 周扬原本并不拿李家当回事 这种墙头草一样的做法 让他不会重视李家 即便日后两家联姻 好处也不会过多给到李家 但是这次不同 这次李家是真的准备和周家共生死了 如此 他算是真正从内心认可了李家 此事过后 自然少不了李家好处 这是对方应得的 哈哈 天空中传来一阵大笑 听声音 正是那位于冠卿大长老 你周家还想着铭记恩情 必有后报 周家今日覆灭已成定局 我等九位金丹祺出手 你觉得你们周家还能躲过此劫吗 特别是你周扬 于冠卿的声音响彻周府 任何人都有逃离的机会 唯独你不行 我于家大小姐就是死在你手中吧 今天就是你给我于家大小姐陪葬的时刻 我于家你也敢招惹 当真是胆大包天 哼 我与柳家主两位金丹大圆满 来对付你一个助击后期的周家之主 死了你都能瞑目了 原来是于家 周扬一甩衣袖 给周围众人一个安慰的眼神 随后飘然而出 出了周府大厅 凌空飞起 浑身金丹中期的法力 浩荡而出 硬生生将九位金丹的威压抗住 给下方周府内的所有人解了围 你们于家可真是阴魂不散 一个于家大小姐 在拍卖会上想要杀我 结果被我反杀回去 若不是那枚玉符 让她捡回一条命 早就死在了拍卖会上 可她却不知死活 在我返回青木城的路上截杀于我 最终被我斩杀 这岂不是死有余辜 你于家哪里来的脸 来找我复仇 还有你柳家 青木城城主柳记仙所在的柳家吗 你们也要来与我周家为敌 可考虑清楚了 从今以后 你柳家上千年传承 可就断了 周扬的声音中满是森寒之意 话语中夹杂着凛然杀鸡 这一次 这九位金丹 全部都得死 我周扬说的 仙人来了都没用 今日就以九位金丹 为我法宝飞剑开开封 见见血 也让那位三皇子看看 我周家所在的青木城 到底是谁说了算 场面一时有些沉寂 不是因为别的 就因为周扬飞到了 九位金丹包围圈正中间 九位金丹修士 此刻面色震撼至极 全都一脸震惊地看着周扬 你 你是金丹了 你不是住击后妻吗 于家大长老于冠青 瞪大双眼 看着周扬 高呼出声 于家大小姐临死之前的神情 和你现在一般无耳 周扬冷然看着于冠青 原来如此 我说你 为何能杀死书云丫头 原来你已经是金丹修士了 于冠青脸色冷漠了下来 就算你是金丹又如何 我们这边可是有九位金丹 于长老 他可不是简单的金丹 而是金丹中期 一旁的柳文如 面色凝重无比 即便己方 有九位金丹 按理说 对方一个金丹中期 无论如何 都不会给他带来太大压力 但是这周扬太可怕了 当真是妖孽到极致了 区区十六岁啊 金丹中期 柳文如眼皮子直跳 甚至连头皮都有些麻辣辣的 他感觉是不是自己出现幻觉了 原本周扬一个十六岁的 助击后期修士 已经有些摧毁他三观了 而现在更狠了 狠到他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 是不是在做梦 或者出了幻觉 除了那些个圣地 和顶尖宗门的继承人 谁能在十六岁 修炼到金丹中期 十六岁 金丹中期 其他金丹修士 也是心脏抽搐 差点没被吓得掉地上来 看怪物一般地 看着面若冰霜的周扬 心中更加决绝 这次一定要杀死周扬 否则的话 这等可怕敌人若是逃了出去 基本上可以宣告 于家和柳家 日后必然灭亡 不用多 给他几年时间 说不定就会修炼到金丹后期 甚至可能到原因了 这等逆天妖孽级别的敌人 绝不能活 诸位 周扬已达金丹中期 计划临时改变 柳文如沉声断鹤 所有人随我和于长老一同 围杀周扬 别去管其他周家之人了 对 于冠青也是回过神来 看怪物的眼神看着周扬 听到柳文如的话 立刻点头同意 只要杀掉周扬 其他人全都不足为惧 只有周扬 只有这个周扬 一定 一定要杀死 绝对不能留守 诸位 可听明白了 明白 七位金丹沉声应喝 每一个人眼神都带着决然之意 周扬这种妖孽级人物 一旦招惹 必须彻底登除 否则的话 那都不叫后患无穷了 是自家必然覆灭的结局 现在想收手都来不及了 也不去想什么周家资源 什么两座矿脉 都不在两家金丹修饰心中 而是集中精神 拿出全部手段来 围剿击杀这个周扬 你们都商量好了吗 商量好了的话 那就准备一起上路吧 周扬默然开口 随后右手石中二指钦点 一声清脆悦耳的嗡鸣声中 一柄幽蓝色 带着点点紫色光韵的飞剑 从丹田飞出 刚一出现 就环绕着周扬欢快地游动着 出血啊出血 这九个金丹修饰的血液 是否足够资格给你开封 周扬轻声自语 随后一指前方 出血渐身一闪 消失不见 不好 小心 这是法宝 那瑜伽大长老 刚看到周扬动作的时候 就眉头一皱 看到飞剑时 瞳孔一缩 还没来得及说话 飞剑就消失不见了 见状 他当即就大呼出声提醒 可惜 还是太迟了 或者说 和中品法宝及飞剑相比 这些区区金丹修饰的反应 根本就跟不上飞剑的攻击速度 吃 一颗人头翻飞出去 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金丹的脑袋是真的硬 头颅滚落地面 硬是没被砸碎 随后其无头尸体 也跟着掉落 场中再次安静了下来 周扶大厅 福伯是最清楚外界情况的 他是大厅中 唯一的一个金丹修士 且现在九位金丹修士的威压 被周扬一人抗住 大厅内众人都能通过神念 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原本周运周骏 以及二伯三伯祖老们 是想要出去协助周扬的 不过想到之前周扬的吩咐 还是停了下来 刘宛如虽然也担心周扬安危 可也知道 在面对金丹敌人的时候 自己等人出去 可能反而会给周扬拖后腿 周家人是知道周扬修为的 但也只是 知道他是金丹出妻啊 怎么这几天时间 就成了金丹中妻了 不过现在 也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金丹中妻更好 周扬活下来的几率 又大了一些 纳柄法宝飞剑 怎么可能 他 他竟然已经炼化了 还能驱使如意 福伯瞪大了双眼 看怪物一样看着周扬 这才过去半天时间吧 这个妖孽 就炼化了一个中品法宝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中品法宝啊 即便是原因修饰炼化 也需要花费好些时间的吧 而你周扬 这就炼化了不说 还能随意使用 你一个金丹 凭什么可以任意使用法宝啊 没把你法力抽干 你那金丹中气的神念 能驱动得了法宝 气灵就那么听话吗 法宝 众人震惊 周扬竟然能够在金丹中期 驱动法宝 大逆转啊 周扶上空 八位金丹全都惊恐地看着周扬 或者说 看向那已经完成击杀 飞回身侧的法宝飞剑 你 你竟然有法宝护身 不对 你竟然能够炼化法宝 还能如此任意驱动 鱼贯轻化都有些说不清了 双目通红地看着那柄法宝飞剑 不可能 你周扬即便再咬念 你哪来的法力和神念炼化法宝 如何驱动这法宝威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绝不相信 柳文如双手乱舞 满头灰白发丝凌乱飞动 猙獰地看着周扬 口中吐出的全是不幸之言 然而 事实就在眼前 你说不幸就不是真的了 诸位 杀 于冠青好不容易恢复了些许冷静 他周扬即便妖孽至极 能够勉强催动法宝 已经逆天了 以他金丹中期的法力和神念 还能驱动几次 到时候弃灵反噬 必然要他苟命 杀 一起动手 看我灵气飞剑 娶你周扬向上人头 周扬看着眼前八位金丹 各自取出灵气冲杀过来 原本冷峻的脸庞 听到有人呼喊 灵气飞剑娶自己向上人头 差点没笑场 你灵气飞剑 也敢在我中品法宝飞剑面前成威 找死狐 斩路锋芒吧 出血 去 第69章 再秒金丹 震撼 周扬是一品天灵根 不 超品天灵根 八位金丹修士 除了被周扬忽然出手 以法宝及飞剑瞬间斩杀的倒霉鬼之外 此刻各个神情专注 拿出了所有看家本领 全力朝着周扬攻来 柳文如的兵器 是一把上品灵气宝扇 平日里 他也会不时拿出把玩 这柄扇子 可是他柳家家主的象征 威能也不俗 攻守兼备 于冠青的兵器 竟是一张兽皮纸 此刻 被他捏在手中 身形飘忽着朝周扬袭来 周扬没把柳文如的上品灵气宝扇放在眼里 但心中却极为警惕于冠青手中的这张兽皮纸 这兽皮纸上 没有丝毫力量波动 但却隐隐给周扬一股心迹之感 此物不凡 周扬暗道 不过这两人也是精明 虽然和重金丹修士一同攻击 却不是第一批攻来之人 而是目光不停在周扬身上扫视 特别是九成注意力都集中在法宝飞剑之上 这飞剑的威力 他们是见到的 一个金丹初期修士 错不及防之下 瞬间毕命于飞剑之下 怎能不防 所以 最先攻击而来的 竟然是那个大喊着 要取周扬人头的金丹中期修士 这位来自柳家的金丹中期修士 为柳家长老之一 主修的也是见到 灵气飞剑的速度 自然是灵气中最为快速之一 瞬间就到了周扬跟前 出血 去 中品法宝飞剑出血 刷的一下赢了上去 中品灵气飞剑 与中品法宝飞剑的对决 没有任何意外结果可言 只听咔嚓一声脆响 那位柳家金丹 便扑得一口血液喷出 心神相连的灵气被摧毁 他也受到了重击 伤势虽不算太重 可在如此级别的战斗中 这就是致命的点 周扬嘴角泛出一丝冷意 左手依然背负身后 右手却轻轻一点前方空处 口中低声念叨 急 吃 法宝飞剑 化作一道幻影 闪烁之间 如同一只灵巧的紫蓝色蝴蝶 在鲜红血水中飞舞跳远 只一个闪烁 这名柳家长老 便被刺穿了头颅石海 神魂破灭 没了神魂掌控身躯 丹田内的金丹开始溃散 法力爆开 震荡虚空 残破的尸体跌落地面 在残余的法力震荡之下 砸出一个不小的坑洞 残躯却还没什么损伤 又是一个金丹修士 陨落于周府上空 要知道 周府忽然发生的这么大事情 整个青木城都因此震动了 又怎么会无人关注呢 动手的 还是来自帝都的两个金丹大家族 瑜伽和柳伽 九大金丹七出手 配合二三十位住击守在城内外 是要今晚覆灭 周家上下全员 这样的大事件 怎能不让全城关注 别说青木城修士们了 即便是一些靠近的部分凡人 也都看到了周家釜底上空的战斗 不过凡人看不清楚 只看到半空有身影对峙 几声爆合之下 又有人死亡 随后光辉闪耀 惨叫于轰鸣旗帜 只当是仙人们在斗法 却不知道其具体情况为何 和凡人不同的是 不管是散修们 还是擎天宫修士 神念探查之下 听闻了双方对话之后 已然了解大概情况了 一个个都精神十足地关注着 这一场恐怖的战斗 原本他们和瑜伽柳伽一样 觉得九位金丹修士出手 而周家一个金丹都没有 如此战力悬殊之下 周扬必然负面 结果 周家周扬站出来了 这家伙 竟然已经金丹中期了 得知这一情况 不少人都脸色大变 散修们和普通修士们 当然是惊骇于周扬的 逆天妖孽级修行天赋 暗自议论纷纷 讨论着这个周扬 到底是何等惊人的灵根滋质 而青木城南区 擎天宫之上 三皇子背负双手 凌空而踏 凝神肃穆地看着周府上空的战斗 他的身后 站着一个身形萧瘦 浑身笼罩在灰色法袍中的 冷面中年男子 看样子 应该是三皇子的护道者 顶尖大家族 都有这种为年轻一代优秀修士 搭配一位护道者的传统 毕竟在如何天才的人物 都有夭折的风险 这个周扬 可怕 太可怕了 萧瘦中年男子的声音有些沙哑 冷冰冰的话语中 却充斥着震撼之意 魏叔叔觉得 这个周扬是何天赋 天灵根 三皇子沉声问道 天灵根 魏姓护道者念叨了一句 思索了一下摇头道 单系天灵根我听说过 即便是现在 也有圣地会诞生天灵根天才修士 可那些天灵根修士 在圣地各种资源倾斜之下 各种巨灵大阵和上品灵石的未养之下 估计才能达到周扬这种 16岁晋升金丹中期 周家能有巨灵大阵 能有上品灵石 魏叔叔的意思 这周扬不止天灵根那么简单 三皇子眼光一闪 问道 应该是天灵根 但不是普通的天灵根 魏姓护道者说道 三殿下可听闻 灵根品级在一品之上 还有超品之说 超品 周扬是超品天灵根 三皇子心中亥然 以大下王室的势力层次 自然可以知道 这等隐秘的上古时期 对灵根品级的划分极为细致 一品单系天灵根之上 还有更强大的灵根资质 那就是超品天灵根 传闻超品天灵根的修行速度 是一品天灵根的好几倍 且前期修行根本就没有瓶颈 可以直达原因 甚至是化神镜 这种绝世天赋的灵根资质 现在想要诞生 可就太难了 只有在灵气浓郁的上古时期 才会偶尔几百年诞生一个 一品天灵根有瓶颈 但是超品天灵根没有 至少原因化神之前没有 而现在 这位叔叔竟然觉得 周扬是超品天灵根 这怎能不让三皇子惊骇莫名 可是 三皇子再仔细一想 这周扬还真有可能是超品天灵根 区区青木城周家 若无这等超凡逆天的灵根资质 这周扬如何能够在16岁达到金丹中期 三皇子深吸口气 强行压下心中忽然冒出的一丝极度之意 眼睛微眯地看着周府上空 此刻 周府上空战局又有了变化 第七十章 凶兽真猴化身 剑斩五名金丹 众修是惊呼恐怖 周府上空 周扬刚刚解决了一个柳家金丹 迎面就又来了两位金丹家鸡 一个手持一枚铜镜灵气 看样子似乎是上品灵气 这是一个瑜伽长老 瑜伽金丹个个都是有钱人 身价丰富 有着上品灵气也不意外 铜镜朝着周扬一照 一股白色光芒当头笼罩而下 周扬只觉得 有一股禁锢的力量在深周形成 让他的动作减缓了好几倍 想要躲避攻击将变得更加艰难 而另一边 同样攻击而来的 也是一位瑜伽修士 其手中竟然是一根真型灵气 真类灵气的穿透性是毋庸置疑的 此刻周扬身形被禁锢 灵活性大减 搭配真型灵气攻击 两人眼光火热 感觉此攻击必然拿下周扬 只要周扬无法避开 同时真型灵气躲开法宝飞剑的阻挡 刺破周扬十海 就能摧毁周扬神魂 神魂被毁 周扬必死啊 更是灵力 手中动作加快 不管前方两位金丹能够杀死周扬 他们都要做出后续攻击 防止周扬有什么后手抵挡 他们也好衔接上保证周扬必死之局 于冠青和柳文如同样是这个想法 那宝扇不再守在身侧 而是不停旋转起来 卷起一阵狂风朝着周扬而去 于冠青喃喃自语几句法诀 手中兽皮纸终于不再是 那副残破如抹布模样 而是闪烁起了神秘纹路 这是高阶符文 这一张兽皮纸竟然是一张出自强悍福禄大师之手的高阶福禄 凶兽真吼 出来吧 于冠青之所以耗费大量神念和法力 也要召唤出福禄中封印的真吼真灵之力 就是他内心中感觉周扬没那么容易死在真行灵气之下 作为瑜伽大长老 他见识还是非常可怕的 从周扬操控法宝飞剑的轻松程度来看 对方绝对不是勉强驱使 而是如臂食指啊 这家伙 妖孽到极致了 以金丹中期修为 竟然能够如此随意地驱使法宝飞剑 简直吓死个人 如此 他就不得不召唤这枚珍贵的兽皮俘虏中 封印的远古凶兽真灵之力了 这头真吼 其真身那可是先及存在 别说他与冠青 就算是化神之上的修士都没能耐召唤 但这仅仅是带着一丝真吼气息的真灵而已 还是被封印在俘虏中的真吼气息 那就没问题了 真吼气息有真灵掌控 有了一丝真吼真身的威势 服役出现就威震轻目成全城 凶兽之威 汗天动地 这头真吼 还仅仅是封印于俘虏中的真吼气息 引动一丝真吼的真灵掌控而已 就有这等威势了 果然 这瑜伽手段和底牌不少啊 三皇子见此 不由郑重说道 看其威势 这头真吼怕不是有出入原因境界的战力了 这于冠青是拼尽手段底牌 也要将周扬阵杀啊 魏信护道者感叹道 他不下狠手不行啊 三皇子摇了摇头道 如魏叔叔所言 是超品天灵跟天赋的话 其潜力可怕的程度就很吓人了 王少了说 日后他必然能达到原因和化神境界 再往后突破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的敌人既然招惹到了 瑜伽若不除掉周扬 怕不是连觉都睡不好啊 也对 魏信护道者点头认可 接下来就看这位周家主如何应对了 原因初期战力的真吼化身 哼哼 即便是我也只能保住性命而已 这位16岁的周家主 又能否活下来呢 我还是很期待的 毕竟 这家伙妖孽到了 在金丹中期就能够随意去使法宝了 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 三皇子说着 内心再次感慨周扬的变态 简直不可以常理而论 那可是法宝 以原因期修士的法力浑厚程度 才能使用的法宝啊 你一个金丹中期 为何能这么简单地使用的 而此刻周府上空 真形灵气已经杀到了周扬面门 直接就朝他投颅而去 目标明确 就是他的十海神魂 然后 周扬身形的确被铜镜光明禁锢 行动缓慢 在急速飞行的真形灵气面前 无法躲避 可他的法宝飞剑却不受影响 这是法宝 中品法宝 区区一个铜镜灵气的禁锢之光 哪里可能影响到法宝的速度 可以这么说 夏清玄的这件架状法宝飞剑 是让周家和周扬 在此危机之下 有机会翻盘的最大保障 出血幻影般 拖着蓝紫色光影 瞬间出现在周扬额前 只听丁的一声 那根真形灵气便被弹飞 出血不依不饶 弹飞之后还追了出去 与周扬心灵相同的出血 自然是感受到 周扬神念蕴含的想法的 追上去就是一剑斩下 真形灵气被斩成两段 那名金丹修士 顿时心神一震 溺血狂喷 不 我的飞镇 金丹修士肉疼的喊道 然而他还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现在的你 可不是心疼飞针的时候 而是应该关注自己小命 是不是能保住 飞剑再次发动 就要结果了这两名修士 这个时候 好 一声巨吼传来 即便是法宝飞剑 都为此颤动了一下 周扬眉头一样 有些忌惮地看了那傲力 在鱼冠青身前 身形高达近三十米 形如狼犬 又如虎豹 头生鸡脚 浑身黑色魔艳 蒸腾的恐怖巨兽 真吼 还好只是气息化身 其实力 应该勉强达到原因初期 周扬变色冷峻 丝毫没有因为这头真吼的出现 而有所慌乱 看来我要早点解决掉其他人 再与这瑜伽大长老做个了结了 原因初期的真吼化身 就让我来试试 你的实力如何吧 去 周扬神念涌入法宝飞剑 加大力度驱使飞剑 与气灵合力之下 飞剑的威能 能够完全被发挥出来 几乎达到了 在原因修士手上 所能发挥出的同等威能了 出血化作光虹划破天空 消失之后 才传出细微的破空声来 速度太快了 任何敌人在此攻击下 都防御不住 这是中品法宝及飞剑的权力出手 不到原因境界 就是砧板上的肉 吃吃 两道清脆的声音后 飞真主人修士死亡 那位手持铜镜的修士 同样步上其后尘 飞真被周扬法宝飞剑摧毁了 但是那件铜镜灵器 却保留了下来 这是周扬的战利品 价值不菲 不好 又死了两个 这周扬好生恐怖 场中还残存五个金丹修士 柳文如和余冠青 以及其他三位 那三位修士 现在想走也来不及了 他们之前一同出手攻击周扬 只是因为攻击速度的原因 此刻才攻到周扬身前 一人手持一杆小小三角旗帜 旗帜上冒着一股暗红色火焰 见到前方队友 一个个接连死亡 他心中本有巨异 可他也自己无法逃开 心中一狠 便挥动三角旗帜 一股暗红火焰从旗帜上飞出 化作一条火蛇 朝着周扬袭来 这道火蛇看上去有些熟悉 周扬想了想 这不就是瑜伽那位大小节的 底牌符路上的火焰之蛇吗 瑜伽手段可以的 不仅可以将法术克路在符路之上 竟然还可以将法术克路 储存在灵气旗帜当中 使用的时候 根本就不需要花费时间 去念动法觉咒语 直接就可以通过消耗法力 和神殿来催动灵气 换出储存的法术进行攻击 足够方便 和起到忽然袭击的突然性 可惜 这一招对周扬无用 兵甲朔 周扬面色冷俊 轻描淡写地 给自己加持了一个兵器防护法术 出血毫不停留 直接朝着那三角旗帜修士袭去 你要与我同归于戒 手持三角旗帜的瑜伽修士 见此一愣 惊呼出声 却眼底带着凶悍之意 直接没有管着法宝飞剑 管不了 这可是法宝 他没任何手段 能挡住这种等级兵器的攻击 与其如此 那就让周扬本身吃亏 他催动三角旗帜 释放的火焰之色可不简单 其威力达到了金丹后期级别 你周扬就算逆天 此次杀了那么多金丹 靠的都是法宝飞剑啊 你自身能防住这等法术攻击吗 同归于尽的手段下 双方的攻击都轰落在对方身上 那三角旗帜瑜伽修士毫不意外的 被法宝飞剑斩杀 手中旗帜随之跌落而下 但是其唤出的法术 已经成功攻击到了周扬 也算是完成任务了 其中了 另外两名金丹修士 连忙跟上攻击 他们前方是被火焰之蛇攻击到本体的周扬 不说必死无疑吧 也是受伤之身 他们要补伤害 他们的后方 是席卷狂风而来的柳文如 驱使真吼化身踏空 朝着周扬袭来的鱼冠青 两人的攻击 远不是其他金丹能比的 他们两人乃是金丹后期大圆满境界 这法术威力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火焰驱散 周扬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众人眼中 两名修士原本欣喜的目光 瞬间凝滞 瞪大双眼狂呼出声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可是金丹后期级别的攻击啊 你区区一道兵系基础法术 兵甲术 舅舅 就防住了 我法术学的很多的 你别骗我 对此 周扬不做任何解释 开玩笑 他的兵甲术 的确是兵系基础法术 但是他可是先灵根 兵甲术使用出来 那防护能力比单系兵灵根的天才修士 都要强数十上百倍 若有疑惑 去地下为你们死去的同伴吧 随口说了一句 周扬已经驱动出血 瞬间斩下了两人头颅 石海破碎 神魂湮灭 至此 除柳文如和于贯卿之外 所有金丹修士全灭 那些正在关注这一战的 青木城各修士 此刻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个周扬如此凶猛 如此可怕 这种必死之局 竟然好像 好像要被他逆转了 好强 好逆天 这个周扬 周家主太厉害了 实在是无修行百年来 见过最猛之人 一个筑击散修骇然道 这都能被他翻盘 太不可思议了 不 另一个筑击散修随即惊呼 还有两位金丹后期大元满在呢 你看 快看 那头真吼冲到周扬面前了 还有那位柳家主 他的宝扇席卷了一道狂风 也封住了周家主的退路 完了完了 刚才还以为这位周家主要翻盘了 没想到还是要死 这可是两位金丹后期大元满高手啊 还有一头近乎原音初期的真吼化身 可惜了 这位天资奇高 妖孽至极的周家主 还是要死啊 是啊 那可是战力达到原音初期的真吼 周家主即便能够驱使法宝飞剑 也不是对手吧 唉 周家今日覆灭 已成定局啊 第71章 剑斩真吼 再灭金丹 三皇子算什么东西 清暮城南区 擎天宫之上 三皇子和卫姓护道者 还在关注着战局 此刻三皇子目光闪烁了一下道 卫叔觉得 这真吼化身能否杀死周扬 卫姓护道者闻言 缓缓转头看了三皇子一眼 颇有深意道 原音初期的真吼化身出手 这周扬就算再逆天 也无法存活下来的吧 嗯 三皇子心中一松 嘴角浮现了一丝笑意 英雄所见略同 卫叔 这周扬虽然妖孽 可到底也只是个金丹中期而已 与原音相差了一个大境界呢 还有柳文如从旁协助 他如何能活 三殿下可有什么想法 卫姓护道者低声问道 是有个想法 这个周扬今日死定了 三皇子笑道 但是瑜伽和柳家 也损失惨重啊 七位金丹修士啊 柳家几乎是除了柳文如之外全灭 瑜伽也是大伤元气 想要恢复如之前 那般强盛几乎不可能 帝都还有不少从事 俘虏生意的家族 对其虎视眈眈 你说 我若收复这两家 为他们提供庇护的话 能否和大哥一争 三殿下 您自己做决断就行 卫姓护道者 并没有给出建议什么的 这种涉及到地位争夺的事情 还是少参合为妙 他只是一个护道者 保证三皇子安全 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即可 若贸然参与进这种事情里 说不定那天死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死的 三皇子看了对方一眼 微微一笑 随后凌空踏步 朝着周府而去 哦 真吼化身似虚似幻 处于一种虚实之间的诡异状态 踏着半空飞跑至周扬跟前 扬起右爪 带着丝丝黑炎 就朝着周扬抓了过来 与此同时 那道席卷的封柱渐渐凝实 化作了一道切割一切的巨型锋刃 朝着周扬拦腰斩了过来 赢 一道剑鸣声穿透空气 剑笑声在整个青木城上空回荡 周扬见此也不示弱 眼下就剩下两位最强金丹了 一鼓作气将对方斩落剑下 定顶胜局才是真理 定 一声脆响 法宝飞剑第一次被抵挡住了 不用说 自然是 那尊战里达到了原因层次的真吼 不愧是上古凶兽 完全体可以和仙人媲美的顶级凶兽 即便只是一缕气息 经过俘虏封印之后 召唤出来又融入了天地间 曾经存在过的真吼真灵操控 其战斗本能尤为恐怖 出血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刚才周扬是瞄准了真吼的头颅攻去 竟然被他另一只爪子抬起挡住 真吼的身形非常高大 此刻挡住出血之后 那只灰舞向周扬的爪子毫不停留 继续打了过来 周扬感觉到深周空气都在凝固 一股灼热感从内心深处升起 有一种自身即将燃烧的感觉 直达十海中的神魂之上 不 这不是感觉 而是真实的灼热感 这是凶兽真吼的天赋神通 周扬面色有些凝重 天赋神通 几乎先及存在 都有这种能力 修仙界神话传说中 也有着关于神通的各种桥段 什么三头六臂 什么七十二变 还有灵魂之火 不灭今生 永恒之眼 一大堆神通能力 各个都流传极广 但却只属于神话传说 现在的修仙者们 即便是那些化神大能 也没有神通可言 而眼前这只真吼 竟然拥有一丝丝神通的力量 果然不愧是凶兽真吼 这点神通之力 还影响不到我太多 周扬沉着冷静 强大无比的神念 护住了十海内的神魂 这股星火之力 被牢牢挡在了神魂之外 十海之中 神通能力被周扬暂时破解 但是真吼那挥舞而来的爪子 就不是那么好挡的了 这可是原因初期 站立的真吼一击 我可不会和你硬碰硬 冰冻 周扬说着 已经发出了一道兵器术法 稍微延缓了一下真吼的动作 随后出血归来 通灵剑绝中附带的 玉剑飞行之术发动 身形随着出血刷的一下 就从真吼找下逃脱 与此同时 也避开了柳文如宝扇 发动的锋刃术法的切割之机 我没必要和真吼正面对抗 直接干掉召唤器 出来的鱼冠青即可 能省事 为什么要费力不讨好呢 周扬开始寻找 鱼冠青身影 一找之下发现 这老头竟然不见了 不可能 这家伙人不在附近的话 不可能操控这头凶兽 凶兽之所以叫凶兽 就因为其凶兽不可控 即便是一缕气息 一点真灵 即便是被俘虏封腻 嗯 这老小子 是真够阴损的 周扬眼睛一瞪 他发现了鱼冠青的身影 这老家伙 真身竟然藏在了 庞大的真吼虚影体内 是的 藏在了真吼化身的体内 这道化身 是由气息形成 并不是完全的实体 他竟然躲在了气体内 自己不杀了真吼 还真拿他没办法 即便是神殿攻击 也会被真吼挡下 看来不杀了真吼 还真拿你没办法了 周扬脸色冷然地哼道 以为我真拿这凶兽没办法吗 出血 来 周扬一声轻贺 出血返回他的手中 这次 他是真实地将法宝飞剑握在了手中 右手握剑 咬指真吼 法力和神殿不要钱一样 口中浅浅低音一句 宁剑斩 此刻真吼已经在于冠青的控制下 朝着周扬杀来 威势凶猛 甚至其身上黑炎 更加汹涌澎湃 周扬也感受到 石海中的黑色火焰 燃烧得更加斥烈了 不远处 被躲开攻击的柳文如 宝扇被他捏在手中 虽然酝酿已久的攻击 被周扬躲开 但是这次他靠得更近 再次发动攻击 也有更大的把握击杀周扬 特别是还有真吼配合行动 宝扇 却 封杀之术 借天之气 宁帝之源 杀杀杀 柳文如壮弱疯狂 挥舞着宝扇 神念和法力 疯狂涌入宝扇内 封刃再次凝聚出来 比之之前的速度 甚至还要快上两分 宁剑斩 随着周扬的低音 出血的剑鸣声与之应和 清脆的剑鸣之声再次回响 这一次 法宝飞剑的剑身之上 有周扬大量法力 转化成了凌厉到极致的 穿透性剑气 剑气高度凝聚 即便距离很远的修士们 都感受到了 这一股如芒刺背的锋锐感 这是一股刺破天际的 恐怖剑道力量 出血剑身上下 续满了周扬的法力和神念 脱手出 刺向了真吼之身 是 一声力气刺破皮革的声音响起 在发动凝剑斩这一剑招之下 出血成功穿过真吼阻挡的手臂 穿破真吼几乎要凝食的胸膛 将挥手取出一枚散发着金光的浮露 浮露激活 一个光球形成圆形护盾 将支护在其中 出血速度不停 急速飞逝 吃得一剑就刺穿了他体外的护盾 同时也刺穿了他的丹田 有真吼蓄而化时的身体阻隔 还能阻挡神念 周扬只能凭借附着在出血上的神念进行攻击 没有选择攻击于冠青的头颅 食海神魂 而是直接选择更加容易攻击的丹田 刺穿丹田后就摧毁了其金丹 没有了金丹为真吼输送法力 就没有了支撑其继续存在的能源 这头真吼也就不存在了 不过封印这头真吼的兽皮俘虏 它是非常眼红的 若能获得这件战利品 那么周家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原因战利的底牌 嗯 但是因为其消耗巨大 最差也得是金丹修饰才能支撑其消耗 只有周扬自己才能动用这张兽皮俘虏 哦 似乎感受到了体内变化 真吼不甘地嘶吼一声 随后身形开始渐渐变淡 消失 露出了藏于其体内的鱼冠青 此刻鱼冠青几乎已经属于半死状态 一个金丹后期大圆满修饰 金丹被击碎 就相当于被废掉了一身法力啊 仅仅只剩金丹七的神念 还能支撑他 勉强有着出入金丹的战力 以及飞行能力 可没有法力支撑 这对他神念的消耗可就太大了 就在周扬准备对于冠青补刀的时候 身侧丰刃再次来袭 周扬转头看去 柳文如这老家伙 一击不成 又来一击 柳老头你找死 周扬眼中寒光一闪 挥手间 初雪返回 旋转了一圈 直接从于冠青身后调转方向 朝着柳文如袭去 已经失去浑身法力的于冠青 再无威胁 此刻他要解决的 是全力攻来的柳文如 啊 剑光闪烁之下 初雪一剑 便击溃了柳文如凝聚起来的锋刃 宝扇瞬瞬间被摧毁 而柳文如也惨毫一声 硬抗住了宝扇被毁的神殿反噬 只是惨叫一声抱头痛呼 并没有口吐鲜血 神魂震荡 不愧是金丹后期大员满修士 至此 柳文如灵气被毁 于冠青法力尽失 此刻九位 围攻周府的金丹修士 仅仅就剩下这两个残兵败将 周扬面色冷然地朝着两人靠近 出血环绕深周 淋鱼般来回游动 其剑身上 却散发着射人心魄的恐怖威势 两位 该上路了 周扬声音中满是杀技 挥手间就准备斩杀两人 可就在这时 一道晴朗的声音传来 周家主 还请手下留情 我是大夏三皇子 夏清云 给我一个面子 留着于家和柳家二人一命 如何 周扬动作一顿 转头一看 不远处的半空中 两道人影踏空而来 其中一个 正是清木城晴天公统领 大夏王朝三皇子 夏清云 周扬眼中金芒一闪 心中生腾气无边怒火 三皇子夏清云 他竟然在阻止自己动手杀人 这两人可是联手要来覆灭 我周家的 他们刚来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出面阻拦 现在我好不容易翻盘了 要反杀这二人了 你夏清云倒是出眼阻拦了 当我周扬是什么人了 给不给面子 留两人性命 绝无可能 若不是夏清玄的架状法宝飞剑在手 今天周家还真有可能覆灭 但是斩杀两人 必然要得罪 想要保下两人性命的三皇子 怎么办 良扮 我周扬现在也不是没背景的人 未婚妻是夏清玄 岳父是大夏王爷 上面还有一个化神大佬 即便这位化神 也是三皇子后台 但是他会看着自己后辈 自相残杀吗 既然如此 三皇子周扬 今天是必然要得罪的 那既然要得罪 就得罪个彻底吧 否则我这念头不通 修的是个什么线 三皇子夏清云 你算什么东西 要我周扬给你面子 这两人 我今天杀定了 给我滚 吃吃 两声清脆的声响中 两颗人头翻飞而下 这一刻 全程沉默 不是因为周扬绝地翻盘 反杀了九位金丹 而是他的那句话 三皇子夏清云 你算什么东西 要我周扬给你面子 这两人 我今天杀定了 给我滚 第七十二章 周扬寸步不让 夏清寻怒对夏清云 此刻 周扬危局才刚刚解开 九大金丹修士入夜 便来围攻覆灭周家 清木城其他修士 本以为结局已然注定了 必然是周家覆灭 结果 周家家主周扬逆天翻盘 他竟然不是助击后期 而是一个金丹中期修士 而且他还不单单是金丹中期修士 他还能以金丹中期境界 炼化法宝飞剑 还能完全掌控这柄法宝飞剑 这就有点可怕了 也是因为这柄法宝飞剑 直接就让他拥有了对抗原音级真吼化身的力量 其妖孽程度 简直恐怖 最后的最后 他们看到三皇子出面 要保下柳家和瑜家两位修士的时候 本以为以夏清云大夏三皇子的身份 周扬应该会给这个面子的 结果呢 这家伙是真的很那 丝毫没有给三皇子留一丝情面 直接悍然出手 当着三皇子的面 斩杀了两位金丹后期大元满修士 这就让清木城的其他修士口中 倒吸一口凉气了 这个周扬周家主 难道不知道 三皇子代表着什么吗 好胆 三皇子此刻的脸色 可以用深渊寒谈来形容 冷得没有一丝表情 只有那双充斥着赤裂怒火的双目 才能清晰地表达出 其内心的震怒 周扬 你尽敢违抗我的命令 三皇子此刻也不再是之前那般淡然 也不说周扬不给面子的话 而是直接以违抗命令为罪名 直接给带到了周扬的头上 因为现在是战争时期 是大夏应对 妖兽朝冲击的边境临战状态 三皇子直接给周扬扣了个违抗命令的帽子下来 甚至可以传令帝都 让王室那边派遣元英级战力 前来剿灭违令的周扬 至于他自己出手击杀周扬 他也想啊 但实在是没这能力啊 要知道 他可是全程观看了 周扬在九大金丹的攻击中翻盘经过的 这家伙是真的可怕 真的逆天 他若出手 别的不谈 就说那柄法宝级 飞剑他就没办法了 自身的保命底牌 能否挡住法宝飞剑的攻击都不一定 即便是护道者未输 都不一定是这个周扬的对手 这位未姓护道者 也仅是金丹大员满境界而已 还没到原因境呢 周扬连原因出气的真吼化身都不拒 哪里会怕他们两人 夏清云殿下 我问你 九大金丹围攻我周扶 要覆灭我周扶的时候 你怎么不站出来出言喝止 周扬与三皇子凌空对立 身形直接与对方同一个高度 神情间没有丝毫怯懦 义正言辞地看着对方道 我周扬好不容易击败了他们 解了我周家覆灭之威 即将斩出最后两人之计 这个时候 你倒是站出来喝止了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要我给你面子 你给我面子了吗 你 三皇子双目圆瞪 抬手指着周扬 身形阵战 一副怒不可遏的姿态 他可是大厦三皇子啊 谁敢这么和他说话 整个大厦境内 敢这么和他说话的 除了那些实力 达到原因以上的修饰之外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这是指着他鼻子在骂 周扬 你莫不是在找死 三皇子气得浑身发抖 深吸了好几口气才缓了过来 他再也无法保持皇子一态 咬牙切齿 一字一顿地盯着周扬道 你在我大厦王朝境内 胆敢如此跟我说话 你真当我大厦王是好惹的 你今日胆敢违抗我 青木城擎天公统领的命令 我一声令下 传信帝都 立刻就会有原因修饰 前来将你震杀 哦 周扬这次还没来得及说话 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却响了起来 夏清玄在福伯的法力护持下 踏上半空 望着不远处的夏清云身形 正次说道 我大厦王是 什么时候会如此以施压人 仗势欺人了 三皇兄 你今天可是犯了忌讳 夏清玄 三皇子夏清云冷冷地看着夏清玄 心中怒气在生 同为夏家之人 你当真要与我作对 让别人看了笑话 是我要与你作对吗 夏清玄哼了一声 说道 你明知周扬乃是我未婚夫 那九大金丹来此 想要覆灭周家时 你不出来阻拦 此刻周扬击败了敌人 保住了周家 要斩杀敌人之时 你却跳出来阻拦了 怎么 你是巴不得看到我夫家死绝吗 是谁在和谁作对 你给我说清楚了 哼 你也知道 那是九名金丹 我和魏叔两位金丹 又如何能够阻拦他们九人 三皇子辩解道 周扬他违抗命令是真 今天他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必将此事上报帝都 周扬文言 咧嘴一笑 笑容有些森浪 你无法阻拦那九人便不现身 而我将那九人反杀 你却现身阻拦了 你不觉得 你这句话有问题 你是当真以为 我不敢对你动手 哈哈 你敢动我 三皇子仿佛听了一个笑话 仰头笑了几声 你明知我身份 还想着对我动手 周扬啊周扬 我看你周家的却有问题啊 是不是还存了谋反之意 三皇兄 这话可不能乱说 夏清玄面色一变 段鹤道 此事我也会如实禀告父王 你要是敢闹的话 哼 即便是 闹到祖奶奶那边 我也不会向你屈服 我与周扬 乃是未婚夫妻关系 周扬也算是半个王室之人 夏清与你做事之前 可得想好了 否则后果 我怕你承担不起 三皇子一听这话 顿时脸色就更加难看了 的确 这是一查就知道 是他在胡说 到时候一旦闹大 他的脸面丢了是小事 一旦那位化神族奶奶知道了这事 肯定对他印象大坏 那位可是王室的定海神针 他若还想争夺下一任地位 绝对不能留下坏印象了 而且到时候 说不得自己那位大哥 还会借此机会落井下石 在父皇面前 随便说几句自己坏话 估计自己最后的结果 跟眼前夏清玄那位父亲 就差不多了 人 此事必须要忍下 忍下此番遭受周扬 当着众人眼前 搏了自己颜面的丑事 还有时间 正好 这次的妖兽冲击朝青木城 防务事宜 由自己负责 有的是机会给周家下半子 借用擎天宫的优势 对付这个周扬 才是最佳选择 就不信自己堂堂一个 大夏王朝三皇子 还对付不了周扬了 看在清玄妹妹的面子上 此事作罢 三皇子沉默了一会 露出一副大度的神情 不过此次青木城 遭遇妖兽朝之事 你周家要出大力 原本来此驻战的 于家和柳家九位金丹 都损失在了周府之中 你周家要担负起 原本属于柳家 和瑜伽的防务才行 周扬面无表情 他手持出血 不住地捏动 心下有着动手的想法 但是三皇子身份不同 也并没有做出 覆灭周家的举动 自己没有借口动手 并且 大夏王氏的身份 也是一个大问题 不能因为自己 有了夏王爷族靠山 就随意地招惹敌人 且还是三皇子 这种王氏高层的敌人 此事 周家硬下了 但是 周家在此战中的一因所得 秦天宫不能有丝毫扣留 否则的话 我周扬能答应 手中法宝可不会答应 周扬沉声说道 声音传遍了整个青木城 秦天宫的那些修士文言 不由面色一变 向来在这样的战争中 好处他们可是能拿不少的 现在看来 青木城这次对妖兽的战局 秦天宫是拿不到太多好处了 放心 本殿下说到做到 说了一视同仁 便一视同仁 自然不会失言 三皇子哼了一声 一甩一袖 深深地看了周扬一眼 随后转身带着护道者离去 返回了秦天宫驻地 第七十三章 珍贵战利品 夺取成竹府 三皇子离去 周府上空 再次恢复了宁静 只有周扬 以及夏清玄 和福伯凌空而立 周扬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夏清玄担心地看向周扬 我没事 不用担心 周扬朝夏清玄微微一笑 他能有什么伤 此战对阵九位金丹大修士 虽然在外人看来 似乎极为凶险 但是对周扬来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危险 有限灵根脱底 他本身不管是法力浑厚度 还是神念强度 都远超金丹净修士 以金丹中期修为 正面硬钢原因修士 都不在话下 更别说 他还有一柄中品法宝飞剑在手 那九人如何是他对手 所以 这场绝对翻盘 根本没有其他人 所看到的那般凶险 而周扬也因此战 震惊清玄成所有修士 就连凡人都知道了 周家这位新家主 实力强大到极致 即便是九位金丹大修士 都不是他对手 此战过后 清木成不用多说 整个大夏王朝各大势力 估计都会将周家周扬的信息 标注为最高标准的情报 进行搜集 福伯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站在夏清玄身侧 不过他双目偶尔看向周扬的时候 依然难藏其中的惊叹 周扬今日的表现实在是令他震撼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妖孽修士 心中暗自道 王爷还真是眼光独到 周扬此子未来不可限量 说不得王爷这一脉能借此崛起啊 小姐也是果决 在周家危难之际 选择和周家共进退 此举必然能让周扬另眼相看 日后两人相处 也就没了隔阂 夏清玄听到周扬的话 同时也看了一遍周扬上下 见的确没有什么伤势 才真的松了口气 周扬见此 不由心中意暖 夏清玄此女姿色 自然是不用多说的 说是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都不为过 这次周家劫难 夏清玄主动选择爆出和周扬的婚约关系 外界也会得知这一消息 此后 两人的关系 被大厦境内无数势力得知 周家也算有了大后台 一般小势力不敢招惹 周扬收起想法 环视一圈之后 和夏清玄以及福伯朝着地面落去 回到了周府大厅门口 这里 周家众人已经全都聚在门口等候了 扬儿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我这里有些疗伤丹药 若不舒服就吃了 扬帝 你有没有被伤到 家主 众人面带急色 上来就是一阵关切 周扬看着母亲姐姐 还有弟弟妹妹 以及数败族老们 一脸的关心之色 心中暖洋洋的 这就是周家 遭遇劫难时 不离不弃 团结一致 对自家人的关心 是做不得假的 周扬为这样的家族奋斗拼搏 感觉意义巨大 大家放心吧 我没事的 说着 周扬也看到了 李家众人劫后余生 以及刘倩的担忧神情 笑着 朝他们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周家众人道 先去 将那些金丹修士的尸体处理了 二伯三伯 你们去安排此事吧 没问题 几人点头应下 唐德唐姐 还有祖老们 你们带些人 随我去一趟城主府 周扬说着 脸上露出了一丝冷色 柳家勾结于家 想要覆灭我周家 此刻九位金丹修士 被我全部反杀 那些助击修士 以及炼器修士 不管跑了多少 暂时虽然没那个精力去追他们 那就以后一起和他们算账 至于现在 先接收了青木城的城主府再说 以后 青木城当由我周家做主 这 会不会有些不妥 二祖老皱了下眉头 那毕竟是大夏王朝安排的城主职位 我周家若是如此做的话 岂不是打了王朝的脸 到时候 怕是不好交代啊 二祖老 对于这一点 您不用担心 周扬还没有说话 旁边的夏清玄已经开口 他刚才对外宣布了和周家的关系 此刻也算是半个周家人了 一旦两人成婚 那就是真正的周家家主夫人 地位就如同现在的刘宛如一般 现在夏清玄已经将自己当成了周家人 站在周家利益这方面进行考量 待明日 我会给父王传信 父王即便远在刘光城 但是帝都那边还是有些关系的 我和周扬的婚事已成定局 周家也算是王室殷亲 区区一个青木城的城主之位 根本就不是问题 夏清玄的话 让所有周家人都放心了下来 对啊 有这位夏清玄在 自家在大夏王朝 可是有大靠山的 怕什么 区区一个青木城而已 还能阻挡周家的脚步吗 二祖老文言 也不再多言 而是露出了笑意 扶着胡须 周扬带着祖老们还没离开 在等待二伯三伯 带人处理战后事宜 九位金丹 虽然有几个手中灵气被毁了 但是也留下了不少灵气 如鱼冠亲的兽皮俘禄 依然完美保存了下来 那三角旗帜 还有灵气同静等 都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可惜了柳文如手中的那柄宝扇 还有飞针等灵气 被出血摧毁了 不过也没事 区区灵气而已 以周家财力 日后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用不着为此纠结惋惜 家主 战利品已经收集好了 非常丰富 这些金丹修饰的储物袋中 可是有不少好东西的 二伯三伯兴奋地走了过来 手中拿着好几个储物袋 都是来自那些金丹修饰的 我看看 周扬将这些储物袋拿了过来 一一查看过去 这些储物袋中有不少灵食 福禄 丹药 灵果等 还有一些下品和中品灵气 上品灵气几乎没有 还有那些金丹修饰尸体上 搜刮来的一些灵气法袍 灵气靴子等等 有完好的 也有损坏的 等会全都可以归入福库 这些东西的价格 全部加起来得有千万灵食以上了 不愧是帝都大家族 随身携带的东西 就价值这么多灵食 兽皮福禄和灵气同镜 三角旗帜 也被周扬拿到了手中查看 这些东西的价值 要更高一些 这三件宝物 兽皮福禄自然是最珍贵的 是瑜伽大长老于冠青的最强底牌 能够召唤一头猿鹰出气的凶兽真吼 其珍贵性自然不用多说 目前想要使用这张兽皮福禄 必须要有金丹中后期的境界才行 否则法力和神念根本撑不住 这张兽皮 起码价值一千万灵食以上 说不定能值两三千万灵食 但周扬可不会卖掉 周家底蕴太差了 急需这样的宝物来镇压底蕴 三角旗帜 是一个上品灵气 其中封印着强大的火焰系术法 甚至一个助击修饰 就能使用这件法器 只不过使用一次之后 估计全身法力都会被抽干 那铜镜也同样是上品灵气 但是其作用却是不凡 竟然能够禁锢人的行动能力 即便是金丹中期的周扬 硬实力差不多达到原因初期的他 竟然也会被其影响到 当真不凡 这枚铜镜没有任何攻击力和防御力 但其禁锢人的能力却十分突出 若是针对普通助击修饰使用 估计能让其行动缓慢几十上百倍都不止 不过其每次使用 所需要消耗的法力 随着进攻目标的提升而提升 对原因修饰无效 且有时间限制 每次使用 只有大概十多个呼吸的时间 周扬本身修为只是金丹 只是站立达到原因而已 所以 依然被铜镜效果影响 只是影响并不大 第74章 赠予李家驻鸡丹 柳家矿脉所在地 周扬想了想 将兽皮福禄带在了身上 目前周扬只有他一个金丹 他带着这张瘦皮福禄箱当于多了一个可用的底牌 放家族基本上算是浪费 遭遇敌人也无法使用 其他的东西 全部收拾了一下归入府库之内 收拾完毕之后 周扬转头看向了李家人 李承宏刚才也在带着李长风和李凤仙 帮忙收拾战利品 忙活得很起劲 废话 他们原本都以为 这次要跟着周家一起完蛋了 结果却让他们惊喜无比 周家不仅没被那九位金丹覆灭 反而反败为胜 击败甚至全部击杀了那九位金丹 从此以后 青木城周家说了算 有周扬在 周家倒不了 而他们李家 这次坚定的选择 站在周家这边 无庸置疑的是 两家关系将更加亲密 李说 周扬朝着李承宏点了点头 这次多谢了 我周扬说话算话 之前答应的必有后报 此刻就可以完成承诺 哎 贤侄这说的什么话 我李家 与周家乃是殷亲 凤仙和周郡贤侄 可是相处得非常和睦 我正准备和贤侄你提一下 什么时候赶紧抽空 将两人婚事给办了呢 现在哪里能要周家的报答 再说了 我李家三人 也没能帮上什么忙 这完全都是贤侄你一个人的功劳啊 李承宏赶紧摆手 一副义正言辞的说法 原本儒雅的气质 加上这些话语 还真能让人信服 呵呵 李叔不用拒绝 周扬笑着道 周郡堂哥和凤仙弟妹的婚事不及 现在也不是办喜事的好时候 等妖兽之灾 过去再办吧 至于你说的没帮上忙 那又如何 我周扬说出去的话 还能收回来不成 就这样吧 这次获得的战利品总价值 有近五千万了 拿出两百万零食给李家 用于李家的发展和培养后备 听到这么多零食数量 李承宏呼吸都不由重了一些 虽然对比五千万来说不算什么 可他们三人根本就没出手啊 只是在战后 简单地帮忙 收拾了一下战利品而已 这就能拿到两百万零食 简直太爽了呀 这个显报得太值当了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李承宏两只手掌搓着 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 李长风低头无嘴咳嗽了一下 李凤仙则无言地走到周俊身旁 拉了下他的衣袖 轻声表示自己 要和他一起前往城主府 也算是为周家出力 否则这些零食 他李家拿得不安 周俊见此 不由露出微笑 对自己这位未婚妻做法 他是非常满意的 而且现在敌人当中的金丹全灭 后面估计也遇不到强大的敌人 有周扬带队 安全得很 于是也就同意了李凤仙的要求 而周扬 他看着李承宏继续说道 另外 我周家再赠予李家两颗助击丹 以协助长风兄和李承义李叔 成功助击 希望李家能够借着这一次妖兽朝之战 获得更大的利益 两 两颗助击丹 李承宏和李长风文言 顿时呼吸更加急促了 这次 李承宏甚至都说不出客气的拒绝之言 不敢冒险客气 一旦周扬听进去了 真收回助击丹的赠予 他李家就失去了 获得两颗助击丹的机会 这这 谢谢 谢谢周扬贤侄 你放心 我李家日后将立下族规 永远以周家马首是瞻 待我回家族之后 便将这规矩立下 李家所有修士 必须发下心魔大事和天道誓言 永远不得于周家为敌 永远以周家为尊 李承宏郑重其事地说道 李叔严重了 周扬却摇头说道 规矩倒是可以有 但这样的誓言就不用发了 万一日后 周家出了叛逆之辈 要对李家人私下动手 李家后辈 岂不是只能任人宰割 区区两颗助击丹 和两百万零食 怎能让李家沦落到那般地步 就这么决定了 李叔 这次的晚宴就到此为止吧 等会你就带着东西返回李家 我希望李家 能尽快增加两位助击 这种强迫性质的誓言 可不利于周家和李家的相处 日后说不定会闹出大问题 对周扬来说 根本就多此一举 有他在 周家必然崛起 只要周家永远保持强大 李家自然不会背叛 放心 我儿长风天资不俗 被困练弃九层多年 有了这助击丹之后 必然可以晋升助击 我弟弟李晨艺 同样如此 李晨红说道 那就好 周扬点头 随后看向母亲刘宛如 母亲 你负责将两百万零食 和两颗助击丹交给李叔 对了 这么多零食可不太好拿 府库中的储物袋 额外送一个给李家吧 你放心 我会办妥的 刘宛如应了一声 随后看向周俊等人 知道等会他们就要前往 占据青木城城主府 便嘱咐道 你们前往城主府要多加小心啊 防止那边有什么阵法陷阱之类的 我们会小心的 周扬点了点头 随后一挥手 直接带着周俊等人和三位祖老离开 周府这边不能少人 留下了四位祖老防备 再加上金丹镜的福伯还在 以及自己刚刚强势灭杀九位金丹大修士的余威 想来没有什么人敢在这个时候 冒头对周府下手 即便真有此事发生 以自己的实力 从城主府赶回 也是瞬息之间的事情 遇见飞行之下 出血的速度可是非常快的 带周扬和众人抵达城主府的时候 却只见到一座空旷的城主府 没有任何陷阱 府内各种资源和贵重物品也都不见了 显然 是那些助击修士们 见机不妙 脚底抹油 提筒跑路了 这些家伙溜得真够快的 家族也没什么人手 能去追杀那些人的 之前战斗的时候 就感受到十几个助击修士 隐藏在周府之外 后来见到金丹修士们全灭了 立刻掉头就跑 若不是三皇子出来捣乱 周扬说什么 都不会放过那些家伙 先别去管那些逃走的助击 不外乎于家和柳家之人而已 一些残兵败将 不足为虑 先占据了城主府再说 周扬吩咐道 明白 周骏等人 带人占据了城主府 府内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只有这一座青木城最大 最豪华的府底宫殿而已 可这里却代表着青木城最大的权力中心 柳记仙带着柳家的助击 以及那些炼器修士跑路了 不过我没记错的话 青木城周围 好像有一座矿脉 是被柳家占据的 周扬拖着下巴说道 是的 扬帝你没记错 周梅就站在周扬身旁 文言说道 在靠近黑铁山脉的一处山谷中 有一条被柳家占据的新文钢矿脉 那座矿脉虽然不大 但是矿石的纯度较高 且还是制作灵器的主材料之一 甚至有些法宝也会提炼新文钢作为辅助材料 这是一种价值不下于盐铁矿的珍贵矿石 价值不下于盐铁矿 周扬一听这话 顿时兴致就来了 这好啊 他也有段时间没动用系统能力了 主要是最近这段时间都在忙碌家族的事务 防备妖兽朝攻击 今天还遭遇了两家侵袭 根本没什么时间出去寻找自然资源 第75章 山谷驻地 万倍增幅新文钢 这边也没什么好处理的了 整座城主府空荡荡 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带走了 我们现在就去那座矿卖看看 周扬说着 开始交代诸人事宜 将这边的事情都交给了堂哥祖老等人 而他则带着周梅堂姐 朝着柳家的那处矿卖而去 即便现在是夜晚时分 周扬也没在意 先去矿卖看看情况 看着矿卖 还有多少残余未被开采的储量 将其增幅再说 明天家族自然会派遣人员过来探测 交代好事情之后 周扬也没带太多人 只带了周梅一人 周梅知道柳家矿卖所在地位置 这就足够了 周扬取出出雪 法力输入 出雪渐身变大 他带着周梅站在了飞剑之上 化作一道流光就飞出了城主府 飞出了青木城 朝着矿卖所在而去 以出雪的速度 几乎只耗费了半盏茶的功夫 就到了矿卖所在的那座小山谷内 周扬带着周梅落了下来 周梅脸上还带着惊奇之色 他是第一次被带着在天空飞行 这种感觉跑颇为奇妙 心中下定决心 要快点晋升筑基 这样才能更早地向着金丹冲锋 到时候就可以自由飞行了 对 柳家那座新闻钢矿卖就在这里 前面就是采矿人员的居住住地了 不过好像人员不多 周梅指着前方的 一座有些动乱的住地说道 山谷内的一处平坦之地 就是住地所在 里面有不少简单的建筑 大多数都是采矿人员的住所 有几个豪华一些的房间 那是监督的修士们的住所 周杨和周梅结伴进入住地 住地内 一些普通人矿工面带一色地看着他们 不过两人一看就是修士 矿工们也不敢贸然上来询问 周杨见此 首先开口问道 谁是这里的工头 出来说话 回答人的话 小的是这里矿工们的工头 一个年纪在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出来回答道 这里住手的修士 什么时候走的 周杨又问道 就在刚才没多久 两位柳家练器修士 不知道得到了什么消息 快速地收拾东西离开了 就连大量开采出来的矿石都没带走 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正一头雾水呢 大人您二位就来了 工头说道 嗯 周杨了然地点头 显然是有人通知了这里的修士 他们得到消息之后 知道柳家 在青木城的势力 算是彻底完完了 不得不急忙离开 连开采出来的矿石都来不及带走 也很正常 不说那两位练器修士 是否有储物带 即便是有 也没办法装载多少矿石 没什么好说的 今天在这里告知一下诸位 我是青木城周家家主周杨 周杨环视一周 看着有些坠坠不安的矿工们 脸色不变地说道 青木城柳家 连同帝都渝家 在今日出动了九位金丹大修士 想要覆灭我周家 却被我强势反杀 九位金丹大修士 全部陨落 从今以后 青木城由周家说了算 这原本属于柳家的新闻钢矿脉 也将归属于我周家拥有 哗 一听这话 顿时场面变得有些混乱了起来 矿工们脸色都变得有些慌张了起来 生怕这位周家主会责罚他们 那位工头见此 连连喝止 旁边一些领队也在喝止 却根本止不住骚乱的人群 哼 周杨见此 冷哼一声 金丹大修士的气势 威压一出 顿时 所有矿工们立刻老实了 你们不用惧怕 我周家并不会因此而迁怒于你们 周杨沉声说道 你们只是普通矿工 并没有参与柳家 针对我周家的行动 所以不用担心这些 日后 你们继续为我周家采集矿石就行了 我会吩咐下去 诸位的待遇工钱 将提升五成 五 五成 重矿工文言 顿时惊呆了 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周杨 他们是普通人 拿的工钱是王朝铸造的银子 为修饰挖掘矿脉 是一个危险工作 工钱也比寻常在城内 做事要多不少 他们一个月最低能有一两银子入账 高得如工头领队这样的 能够拿三两银子到五两银子之间 周杨这直接提升了五成的工钱 怎么能不让他们惊呆呢 这位 这位周家主 您 您说的可是真的 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一个身形消瘦的青年男子 怀疑地问道 哼 此乃我周家家主 惊丹大修士 怎会欺骗等凡人矿工 周梅见此 顿时冷哼了一声 斥责这位质疑周杨的男子 我我 男子被周梅冷然的语气吓了一跳 结结巴巴的张嘴 却没说出话来 好了堂姐 不用吓他 周杨面色温和了起来 看向矿工们说道 诸位不用怀疑 我是周家家主 周家乃是修仙家族 不差这点繁俗经营 诸位若是做得好了 采集的矿石数量 满足周家要求 工钱甚至还能再涨一些 我周家本家的普通凡人矿工 工钱能达到一个月五两银子 我希望你们能够努力一些 日后也有机会拿到这样高的工钱 我周杨说话算话 一个月五两银子 普通矿工 竟然能拿到 工头那么多的银子 天哪 一个驼被矿工惊喜地喊道 周家主请放心 我等一定听从周家修仕命令 绝对不会偷懒 谁要是偷懒 我第一个上报修仕大人 责罚于他 对 有那么多工钱的 再偷懒 那就是对不起周家了 周家主您放心 我们一起监督 其他工人纷纷出言硬贺 行 只要达到要求 我说话算话 必然给你们掌工钱 最后达到和周家本家的 矿工一样的工钱标准 并且 你们的食物合一应用度 也会和我周家本家矿工靠近 每个月甚至还有两天的假期 是带薪假期 可以返回青木城 看望家人 不会扣出你那两天的工钱 周扬说道 他并不是无谓的 将这些人和周家本家人待遇 完全提高到一样的程度 即便是周扬现在说的 也仅仅是一部分 另一部分 就不可能给他们了 比如 周家本家的工人 每个月有四天的带薪假期 同时 每天工作的时间 也只有四个时辰 这里的矿工 则需要六个时辰 周家本家工人 还有其他的待遇 比如受到工伤 也受袭击 这些都有巨额补贴和抚恤的 这里的工人若受伤 抚恤显然是不可能 和周家本家工人相同的 一众矿工感恩戴德一番 便各自准备继续干活 不过周扬 让他们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再工作 这又让矿工们一阵欢喜 让周眉和工头 以及一些领队交接工作 周扬本人 则让一个领队带路 前往了矿洞当中 他准备亲自查看一番 从领队口中 询问了一下矿卖情况 结果这个领队 也不太清楚矿卖储量问题 明显 柳家没有透露这些信息 给普通人 系统 查看这处矿卖储量情况 不过没关系 周扬有系统在手 不用担忧不知道储量 定 检测到此地有新闻缸矿卖 探查中 查探完毕 此地新闻缸为微型矿卖 剩余储量为3,10 是否进行万倍增幅 周扬眼神一动 竟然还有3,10的储量 不少了 增幅 进行万倍数量增幅 周扬下达指令 定 万倍增幅成功 此地新闻缸矿卖 剩余储量为3,000万弹 第76章 3,10大型矿卖 价值400亿的新闻缸矿卖 定 新闻缸储量增幅为大型矿卖 周扬闻言 即便是镇定如他 此刻也有些惊叹 这可是新闻缸 而不是赤铜矿这种低阶矿卖 赤铜矿是炼制法器的材料 偶尔用作灵器的辅助材料 而新闻缸不同 它是炼制灵器的主要材料 甚至可以当作法宝的辅助材料 这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至少比赤铜矿的价值要高出10倍 也就是说 只有新闻缸一半储量的赤铜矿 都价值20亿了 那么 新闻缸的价值 就是200亿乘以2倍储量 这是一座价值400亿下品零食的矿卖 发财了 价值400亿的大型矿卖啊 大夏王室和药王谷都不一定有 即便有 也不一定就是新闻缸 也有可能是别的矿卖 而周扬 有系统出手 简简单单就拥有了 难怪柳家和于家 会不计后果的聚集九位 金丹修士覆灭周家 实在是周家占据的宝贵资源 不得不让人眼红 周扬长呼出口气 随后转身离开 身旁跟着的矿工领队 有些莫名 这位周家主要来看矿卖 却并没有看多久 只是简单看了一下就走了 不过他也不敢多问 人家可是金丹大修士 和自己这样的凡人不同 回到驻地处 周梅已经和公投交接完毕 甚至已经用法术发了飞鹤 传信给青木城的家族内 让家族内连夜派遣 练气后期修士 前来驻守矿卖 这是新闻缸矿卖 价值虽然比赤铜矿要高很多 需要派遣一位 练气后期修士驻守 但是驻基修士的话 倒是用不着 矿卖无法挪移 真有人前来袭击的话 到时候一个传信 家族支援速度也很快 而且派遣高阶修士驻守 那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 这座矿卖不对劲吗 嗯 其实也用不着掩饰了 随着柳家和于家 残余修士逃走 估计周家 拥有大量资源矿卖的消息 也隐瞒不住了 周扬心中叹息一声 却也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他现在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周家也不是小家族了 而是一个拥有正面硬钢原因 修士家主的金丹家族 且还和大夏王室的 夏王爷之女夏清玄联姻成功 缔结婚约之后 他也算是有了强大背景 至少在大夏境内 敢主动对周家出手的人 估计没有太多了 杨帝 怎么样 这座矿卖剩余储量 还有多少 周没见到周扬后 有些好奇的问道 剩余储量很多 周扬低声说道 而且 这座矿卖 似乎并不是微型或者小型矿卖 我发现 我们大夏 这些家族的矿卖探测是不行 这个矿卖中 剩余的矿卖储量 绝对很多很多 明天 你让家族派遣人员过来 再次探查一下 也许 这是柳家故意隐瞒的结果吧 死 周眉文言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他默然想起了 之前王家的两座矿卖 一个是临时矿 王家 却对外宣布 是微型临时矿 结果到了周家手中 探查之下发现 竟然是大型临时矿卖 而那座赤铜矿同样如此 难道 眼前这新闻钢矿卖 同样如此吗 这青木城周边的矿卖 隐藏得那么深 周眉心中激动 却没有太过表现出来 因为他知道 若新闻钢这种价值 远超赤铜矿十倍的矿卖 储量很高的话 其价值可就大了去了 即便现在周家 有了夏王爷做后台 也不能太过高调了 低调 低调 周眉心中默念 可是想到周阳前段时间 在刘光城大手大脚花钱 结果引起别人注意 他又无语了 看周眉那忧怨的眼神 周阳心底一阵尴尬 明白他是在想什么了 周阳心底大呼冤枉 他也想低调的呀 低调发展多好 可是 碧玉弓就在眼前 周家就缺这么一门顶尖功法 自己也被卡在住击后期不短时间 能不抓住机会购买吗 既然连功法都花了两千万买了 那么其他的一些东西 还用估计什么吗 不过周阳有信心 以他的修炼速度 很快就能抵达很高的境界 到时候就不惧任何敌人了 至于现在 自己取下清玄为妻 主要看重的就是大夏背景 然后自然就是夏清玄的爵士容貌 谁不喜欢美人呢 周阳自然也不例外 同夏清玄结合 有着双重好处 何乐而不为 至于夏清玄不能修炼 有系统在 只要日后能寻到一株龙灵草 就能解决此事 走吧 返回家族 周阳一挥手 出血出现 两人再次登上飞剑 在旷工们敬畏的眼神中 冲天而去 朝着青木城而去 青木城再次恢复了平静 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暗地里各大修士 则在为周家周阳的妖孽战里而惊叹 一些修士已经开始向外传递信息 将这一战的经过 添油加醋的打死描述一番 传给了远在各处的亲朋好友 想来用不着几天时间 青木城的这一场悬殊搏杀 就将传遍整个大厦境内 甚至可能会传到其他王朝 和各大宗门中去 青木城周家 以及周家周阳的威名 将首次在修仙界大肆传播 一夜无话 周家众人收拾了府邸残局之后 等到周阳等人安排好 事宜归来后 才纷纷休息 一部分人则更加紧迫地开始修行 比如堂哥堂姐 以及二伯母三伯母等人 他们甚至已经兑换了助击丹 连夜开始突破 二伯三伯则是在给他们护法 姐姐周运 母亲 以及各祖佬也在关注此事 并且调膝打坐 精进修为 丹药等物也不再心疼 而是每日服用修炼 周阳这边 归来之后 处理了一些战后的事情后 也返回了自己的修炼室中开始修炼 他也得加紧修炼了 系统增幅的各种资源虽然恐怖 但他并不能直接增加自身实力 更大作用是辅助能力 战斗中 他最大的底牌是仙灵根 还有凭借仙灵根修炼出的 浑厚法力和神念 以此才能快速炼化出血 这件中品法宝飞剑 这一夜的修炼 周阳感觉 修为增加的速度 要比之前更快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战斗的原因 他微微计算了一下 从金丹中期 金丹第四层 若要突破至金丹后期 金丹第七层 大概需要花费二十天出头的样子 比金丹出七到中期 还要快一些 询问系统才知道 这是当初龙血果的要力 还有残余的原因 因为战斗 体内的些许残余要力被激发 让他的修行速度更快了一些 不过这些残余的要力也不多了 估计等他到了金丹后期 就差不多消耗殆尽 第二天天亮 一大早 青木城之中的人 不管是修士还是凡人 默然听到 几声震天售后 整个青木城 都被妖兽威压覆盖而来 哼 修炼室中正在修行的周扬 猛然张开了双眼 浑身气势冲天起 瞬间将覆盖在周府的所有妖兽 威压清楚地干干净净 黑铁山脉的妖兽冲击潮 终于正式开始了吗 也好 就让我来看看 金丹七的三阶妖兽 到底有多强吧 周扬嘴角带着一股对战斗的渴望 长身而起 朝着修炼室外走去 刚开门 就看到家族众人等在外面 第77章 妖兽大暴动 三头金丹妖兽冲击而来 两位伯母和堂哥堂姐她们 助击如何了 看着眼前的母亲姐姐等人 周扬开口 第一个询问的并不是外界妖兽 而是两位伯母和堂哥堂姐她们的助击事宜 这要是助击的时候 被妖兽震吼声冲击到 造成进击失误 是有可能出问题的 虽然周扬出手的还算及时 可毕竟那一瞬间 还是有些许影响的 他们还在闭关 刚才的那声 受吼的确是有些影响 不过影响不大 接到你二伯那边传来的信息 那生受吼中附带的妖兽威压 被他们抗住了 只是声音的话 还无法影响太大 你就放心吧 嗯 周扬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母亲 家族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其他人 周扬看了看 然后直接点名 姐姐 大祖老 二祖老 你们三人跟我一起去看看 受朝之事 其他人没有我的命令 暂时不许行动 遵命 家族 其他人立刻回应 刘宛如也点头道 杨儿也要小心点 这次受朝提前 我看 有些不同寻常 一定要优先注意 自身安全 娘 你也放心 我会注意的 周扬点头应下 周扬 我 我也想和你一起去看看 夏清玄此刻接话说道 你不用管我 我有福伯保护呢 不会乱来的 擎天宫那边 有我在场的话 他们也不敢 做出过分的举动 周扬看了一眼 夏清玄身旁的福伯 见福伯点头回应 便也不好拒绝 夏清玄 能够征求自己的意见 在两人还未正式成婚的当下 已经非常尊重自己了 足以见得 夏清玄 已经将自己当成了周家人 走 周扬一挥衣袖 出血飞出 便大后 带着众人站上飞舰 上了半空一个调转 就朝着青木城 南方而去 还没到青木城的南区 隔着老远就能感受到 那边传来的剧烈波动 你是金丹镜存在的气势 在相互碰撞 相互试探 飞舰上的众人 宁目看去 一个个脸色都有些严肃 好大的一头怪娘 周运不由惊道 周运妹妹 这是一头金丹级别的三阶妖兽 嗜血突旧 夏清玄文言 开口解释了起来 论修仙知识 来自大夏王室的她 即便无法修行 理论知识 也比周运强不少 这头突旧 王室典籍中有过记载 是一头从黑铁山脉深处 迁徙至黑铁山脉 外围区域的妖兽 飞行速度极快 能够使用风系法术 能口吐人言 智慧不俗 其实力相当于金丹后期 大圆满境界 谢弟妹介绍了 周运笑着说道 她和夏清玄关系处得不错 对于这个弟弟的未婚妻 她是打心眼里喜欢 只是可惜 若能修炼就更完美了 周扬站在前方 听到两人对话 不由面上古怪 一个喊周运妹妹 一个喊夏清玄弟妹 感情都是妹妹呗 其实两女也很无奈 夏清玄年龄比周运大一些 但她却是周运弟弟的未婚妻 怎么称呼 她难道跟着周扬 喊比自己小的周运为姐姐吗 三头金丹镜的妖兽 只有一头是飞行类妖兽 另外两头则是漂浮而起 虽然并不是飞行类妖兽 却同样拥有飞行能力 和人类一样 金丹镜可以随意飞行 另外两头妖兽 一头来自于丛林暴族 听说是从遥远的沼地丛林而来 那边算是比较靠近 妖圣宫所在的黑暗森林了 夏清玄指着另外一头 长达三十多米的 剑桩猎豹说道 找地丛林啊 周运点头 难难了一句 大夏疆域 靠近这块大陆的南方区域 更南方则是黑铁山脉 黑铁山脉核心处 有一座万丈高山 那里是黑熊妖王的雄王殿所在 翻越了黑铁山脉 则是一处不大的平原 上面生活着大量妖兽 再过去则是找地丛林 找地丛林面积庞大 里面有很多强大妖兽 不少妖圣宫的妖王 都来自找地丛林 再向南 则是靠近海洋的一处 占地面积庞大的黑暗森林 妖圣宫就在其中 黑暗森林的面积 占据了整个大陆南部区域的近一半 由此可见 妖圣宫的势力 是多么庞大 是啊 找地丛林 夏清玄跟着说道 那里的 强大妖兽太多了 幸好 妖圣宫的目标 一直都是大陆南部东方的大商 或者说大商的万寿宗 也只有拥有庞大疆域 甚至将触手升级 找地丛林的大商 才能抗住妖圣宫的攻击吧 大商王朝 拥有万寿宗 天剑门 以及邪魂宗 三大顶尖宗门 加上大商王室 实力也不弱 合力才抗住了妖圣宫的攻击 不得不说 圣帝就是比顶尖宗门要强大 即便双方都有仙气 圣帝的底蕴 也不是顶尖宗门能比的 妖圣宫那边 正和万寿宗打得火热 听说连那头玄规都出手过 万寿宗宗主和他交过手 两者好像有些渊源 夏清玄说着一些 周扬等人没听说过的信息 比邻大厦王朝东边的大商王朝 其疆域远超 大厦好几倍 境内有三大顶尖 宗门实力 都是拥有仙气的存在 若不是有妖圣宫的威胁 说不定早就吞并了大厦 这么说起来 大厦还得感谢人家妖圣宫呢 弟妹 那另外那头妖兽又是什么来历 周韵询问道 那是一头黑铁山脉本地崛起的妖蟒 听说有真龙血脉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夏清玄眼光闪烁着说道 根据王室收藏的一份古老预检记载 上古时期黑铁山脉上空 有真龙战斗过 这里洒落过一些真龙血液和鳞片 对于这条金丹镜巨蟒 拥有真龙血脉 我感觉有可能是真的 周扬闻言 眉头一挑 这一可能性他能证明 绝对是真的 龙血果 他就是在黑铁山脉中获得的 并且还是黑铁山脉外围 鬼知道那里怎么会有这东西的 为什么很多修士 进入冒险都没能发现呢 反而被自己捡漏了 当初那头铁巨蟒实力微弱 这种等级的灵果 真的是他在看守吗 第78章 三皇子的激将法 周扬出手 原本周扬并不觉得意外 但是现在想想 越想越不对劲 那可是龙血果 即便要灵 只有几十年 还是生长在黑铁山脉外围 一头铁巨蟒 凭什么能守住 今天一看这头金丹妖� 还听下清玄说其拥有真龙血脉 周扬心中有了一丝猜测 那颗龙血果 说不定是这头金丹妖蟒的宝贝 只不过在几个月前 他没守在龙血果旁边 被周扬捡到了 为什么不在龙血果边上 想想现在的妖兽巢 再想想熊王殿的那头黑熊妖王 周扬感觉自己 已经看穿了一切 走 周扬面色沉宁 如果这次妖兽巢 可能会面对黑熊妖王 那自己必须抓紧时间了 这三头妖兽 自己必须与之战斗 激发体内要性 趁早将修为提升到金丹后期 那样才有实力 去和元英后期 大圆满级别的黑熊妖王搏杀 飞剑急速而过 瞬间穿越青木城南区 来到了南边的城墙之上 众人从飞剑上下来 看了一眼周围 站在城墙上的秦天宫修士 这些修士大部分来自秦天宫内部 还有一部分是散修 也听从秦天宫号令行事 城墙最前方 三皇子站在守卫 身旁站着的是 那位护道者男子 在其身后还站着六个人 其中有两位金丹 不过都是金丹初期 实力不强 还有四位助击 是秦天宫内部人员 负责带领其他修士 镇守城墙 散修中也有好几位助击修士 带领着其他散修镇守其他位置 除此之外 也有不少普通士兵 手持刀剑长弓 协助守城 看到周扬等人落下 三皇子默然回头看了他一眼 眼神中一丝怒意闪过 他沉声开口道 周家主 外面来了三头金丹后七妖兽 实力不俗 我们青木城 现在的防守力量太弱了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 三皇子 你还在为那九位金丹 死于我手而纠结 周扬也不惯着他 直接对道 你的意思是 对于那些 在青木城面临妖兽朝之时 还想着下手 覆灭我周家之徒 我应该手下留情 你莫不是脑子有病 徒增口舌之力 三皇子一挥一袖 厌恶地看了周扬一眼 果然是偏僻小城的 小家族之人 从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 以至于你满口脏乱之语 周扬被这家火器笑了 大敌当前 你搁着嘲讽我 有意思吗 三皇兄 你的意思是 我未婚夫周扬 是一个不知礼节之人 夏清玄再次站出来 护肤了 他就见不得有人 欺负自己未婚夫 若周扬这等超级天才修饰 都被人看不起 那自己成什么了 难道不是 三皇子看向夏清玄 目光中隐 带不屑和嫉妒 这个周扬若不是幸运地拥有超品灵跟资质 他能和自己这么尊贵的皇子身份比 你夏清玄 区区凡人一个 也不过是占了大下王室身份的光 否则你身在普通人家 早就嫁人生子 一辈子庸庸碌碌 此番不知道 维护王室利益 反倒维护一个区区周家的利益 当真可笑 三皇兄 夏清玄郑重道 此刻妖兽大敌在前 你却欲要和周扬闹出矛盾 你觉得你真的合适当青木城擎天公统领 若青木城因此而失守 妖兽冲击到王朝南部的各大村落 到时候陛下怪罪下来 你担当得起 三皇子闻言 面色一变 顿了顿淡然道 周家主实力强大 能反杀九位金丹 区区三头金丹大圆满妖兽而已 想必对付起来 肯定是手到擒来吧 你 夏清玄气怒 就要反驳 却被周扬拦了下来 正中他下怀啊 原本三皇子 作为秦天公统领 是在执行王朝 命令守卫青木城 他若不发言 周扬强行出手 的确是不符合规矩的 此刻 对方拿话击自己 反而符合自己心意 他又把握杀了这三头金丹后七妖兽 三头金丹后七妖兽啊 身上 可都是宝贝啊 呵呵 三皇子这句话说得不错 周扬丝毫没有被三皇子 当枪使得愤怒 反而十分赞同地 顺着三皇子的话道 本家主杀了于家 和柳家九位金丹 以至于青木城防御 缺失了大量金丹占领 也罢 既然是因我而起 那自当由 我来解决这三头妖兽 一听这话 夏清玄冷了下 不知道 为什么周扬会决定 冒此风险 周扬其他人闻言 看了看周扬 不过并没有出言反驳 在周扬 家主决断高于一切 而对面的三皇子 以及身后几人 则有些诧异地看着周扬 这家伙 是蠢货吗 听不出三殿下的激将之法 也不对 这家伙 可一点都不笨 那是什么原因 好 就在这时 城外又传来一声巨吼 人类 还是不敢出来一战吗 哈哈 果然 人类都是懦弱废物 丛林豹庞大的身形 站在一大群 低阶妖兽最前方 口吐人言地嘲讽着 青木城城墙上的众修士 好 死死 丛林豹身后 大量妖兽跟着起哄 各种声音掺杂一起 显得异常躁动 那头龙脉巨蟒 则盘踞在一棵 粗壮的大树上 不时吐着杏子 一双冰冷的树桶 不断打亮着青木城 天空中 嗜血突鹊 跟着一声利鸣 一股可怕的精神冲击 朝着城墙上 众人而来 哼 还来 三皇子脸色难看 伸手一挥 一道光芒 挥洒而下 将这道嗜血突鹊 利鸣声音中的精神冲击 清除掉 周扬看了他一眼 三皇子手腕上的 那只铜色骨灼 散发着土黄色光芒 显然 这清除精神冲击的力量 并不是三皇子本身法力 而是这骨灼自带的术法力量 这家伙身上 果然有宝贝 周扬身旁的众人 倒是不惧这等精神冲击 又不是神念冲击 只对那些炼器修饰 有些作用 还不致命 只能在炼器修饰心底 产生一些惧怕 和慌乱之意 你们小心线 麻烦福伯 照料一二 周扬朝着姐姐周韵 大祖老和二祖老 吩咐了一下 又朝着福伯点了点头 随后给了下清玄 一个放心的眼神 便踏步而出 出血 一生剑影 生震就消 引来了城墙所有人 城外所有妖兽的注意 一道人影 已经傲然踏空而出 直面三大金丹镜妖兽 第七十九章 剑气无双 浩荡长空 斩杀金丹大圆满妖兽 嗯 三头妖兽 有些惊诧地看向周扬 这个人类 似乎很年轻啊 这就是金丹修士了 他们能够 从周扬的身上感受到 那是一股 朝气蓬勃的生命气息 眼前这个少年 年龄绝对不大 三妖兽顿时 有些嫉妒了 与人类修行速度相比 妖族根本就是个菜 妖兽比人类强的一点是兽元 人类被瓶颈卡住了 兽元一道救粮 而妖兽 可以通过时间积累硬突破 人类 你是谁 丛林豹 舔了一下自己的爪子 目露寒光地看着周扬道 你们来进攻青木城 却不知道青木城的情况吗 周扬摇了摇头 赶紧开打吧 你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反正你们也要死了 何必废话那么多呢 人类 你是在找死 丛林豹怒视周扬 嗜血突救 也冲着周扬 立明了一声 那不远处的龙脉巨蟒 在周扬出现之后 就将目光 一直放在他的身上 没移开过 那你来打死我啊 周扬瞥了对方一眼 随后神念操控着出血 就开始了战斗 战斗 几乎是瞬间爆发 首当其冲 迎接周扬攻击的 就是丛林豹 他距离周扬最近 也是最跳 最嚣张的一个 另外两个妖兽 嗜血突救 和龙脉巨蟒 则是默然 看着这一幕 他们觉得 有三阶巅峰实力的 丛林豹出手 完全可以解决 这么一个 金丹中期的人类修士 根本就用不着他们协助 按照常理来说 的确是这样的 同级之下 妖兽的实力 是强过修士的 不过人类 修士用法宝 修士等外物 也可弥补其中差距 然而境界压制 却不是那么容易拉近的 丛林豹看到周扬 袭来的飞剑 不懈地眼神闪过 这么一柄小巧飞剑 能对自己造成什么伤害 他丛林豹体型庞大 有三十多米长度 这柄飞剑在他眼中 就是一个小牙签一般 他对此 实在是提不起镜头应对 于是 丛林豹只是简单地 抬起爪子 那闪烁着寒光的力爪 随意的一个挥动 就想要将飞剑磕开 然而 事实却让他惊恐了 是 飞剑风锐无双 瞬间斩断了丛林豹那坚韧力爪 随后速度忽然变得极快无比 瞬间消失在丛林豹眼中 随后他便感受到额部一痛 好 不 丛林豹愤然怒吼 可惜却无济于事 他现在才发现 这竟然是一柄法宝级飞剑 之前周扬演示得太好了 他用神念包裹住飞剑 将飞剑伪装成灵气及气息 这妖兽又不知道他手中有法宝 人类修饰能使用法宝的金丹修饰 太过稀有了 只有那些圣地中的绝世天骄 才有可能性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这边境小城青木城 就遇到了这么一个绝世妖念 法宝飞剑突袭的情况下 几乎没有阻碍地 瞬间刺进他的额头 瞬间搅碎了他的脑浆 直冲石海神魂 丛林豹的石海内 可没有宝物保护神魂 简简单单 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 周扬瞬间秒杀了一头 金丹巅峰级别的妖兽 丛林豹 丛林豹的能力可不弱 他拥有极快的速度 强大的攻击力 以及超强的防御能力 他若有防备的话 即便周扬有法宝飞剑作为攻击手段 也无法秒杀他 打不过 他还是可以逃的 结果 就因为这次失误 或者说是轻敌 让他没了幸免 丛林豹的尸体轰然落下 周扬召回了飞剑 随手就把丛林豹的尸体 收入了系统的专属空间 这只丛林豹的尸体 价值可不低 简直浑身上下都是宝贝 可不能放过了 烈 一声利鸣 嗜血突就速度极快地扑了过来 他忽扇的翅膀 带起一阵腥风 张口就吐出了一道锋刃 周扬见此 毫不必让 竟然站在半空动也不动 吃烹 锋刃打到了周扬身上 却被他身上一道蕴含了法力护盾挡了下来 法力护盾在这一攻击下 甚至都没有激起连衣 两者虽然都是金丹 可法力和妖力精纯度上 差距极大 嗜血突就攻击失败 这个时候 龙脉巨蟒也到了 荡针如巨龙一般 游动在半空 到了周扬身侧数十米时 张口就吐了一口毒液过来 毒液的速度极快 周扬没有硬接 接了可能会被护盾挡下 但是对法力的消耗就很巨大了 没这个必要 他闪身避开了大部分毒液 一些异散的毒液没避掉 就用法力护盾直接抵挡 护盾上落下的暗青色毒液 附着在护盾之上 发出滋滋声 可以想象 龙脉巨蟒的毒液 的确是可怕的攻击手段 见毒液被挡住 巨蟒直接一个甩尾 巨大的尾巴砸了过来 为了封锁周扬可能闪避开来 那嗜血突就 连忙发出一阵奸笑 这一次不再是精神冲击 而是实打实的神念攻击 是可以直接攻击到修饰神魂的 周扬见此 嘴角犯出一丝笑意 没去管嗜血突就的攻击 而是直接调转了飞剑 掐了个剑诀 宁气斩汇聚剑气 精忙于剑身 整柄飞剑都在散发着 切割一切的恐怖气息 去 周扬一指巨蟒 飞剑快速闪现 再次出现 已经是在巨蟒跟前了 嘶嘶 巨蟒嘶吼了两声 不得已抽回了打向周扬的尾巴 他可是亲眼看到了 这柄飞剑有多强大 那是能够瞬间击杀 丛林豹的法宝级飞剑 由不得他不慎重 巨蟒身上 忽然亮起了一层金光 浑身鳞片如同黄金铸造 显示着一股无上的威严 不仅如此 还有一股让人心惶惶的 射人气息在蔓延 龙威 周扬眉头一扬 有些惊诧地 看着这条龙脉巨蟒 虽然他猜测 眼前这条巨蟒 拥有真龙血脉 但却没想到 对方竟然可以激发出 丝丝龙威 这家伙 真龙血脉不少啊 好东西啊 宰了这条巨蟒 抽干他的血脉 说不定能够请要亡谷 炼制出传说中的龙血丹 周扬对这条巨蟒 非常感兴趣 真龙血脉 远比普通妖兽血脉霸道 强大 潜力无限 龙血丹 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 一种珍贵丹方 炼制难度可能不高 但是其主材料 却极度珍贵 龙血 龙血的浓度 将影响龙血丹的功效 龙血丹 体修最最希望拥有的一种丹药 食用之后 将会拥有强悍无比的身躯 以及获得寿命上的一些增长 这些都是小力 龙血丹最大的效果是 可以让人有机会 领悟一种神通 这才是龙血丹最强的地方 它可以让人领悟出神通 龙威 不是眼前这条巨蟒 这种稀薄龙威 而是真龙龙威 具体强度 要领悟者修行 以及龙血丹的品质 即使如此 这也是不可多得的好处了 枪 飞剑刺到了巨蟒头颅 直接刺破了 其坚固的鳞片 狠狠地刺进颅骨内 就要搅碎其脑浆和神魂 就在这时 面临死亡威胁的巨蟒 猛然一阵嘶吼 腰单中爆发出恐怖妖力 竟然硬生生将出血 从头颅内毙了出来 巨蟒看着朝周扬飞回的飞剑 双目森寒地看着周扬 他 受了颇重的伤 差点就被周扬斩杀当场了 若不是凭借血脉中的 微弱龙力刺激腰单爆发 将飞剑赶出去 他现在已经死了 人类 我要杀你 我一定要将你扒皮抽血 然后活生生吃掉你 该死的家伙 巨蟒嘶吼着 杀气腾腾地看着周扬 准备找机会下死守 周扬这边 飞剑已经返回 他有些惋惜地 看了巨蟒一眼 差点就能得手的 可惜了 嗜血突旧的神念攻击到来 周扬强悍无比的神念 挡在了石海外 根本就攻不进去 靠得这么近 你是在送死吗 周扬看到嗜血突旧一击没效果 又凭借飞行速度 张开两只利爪 朝自己抓来 当即哼了一声 手中飞剑飞出 这一次 飞剑爆发出了完全的威能 这是属于法宝该有的恐怖威能 烈 似乎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嗜血突旧叫了一声 就打算掉头跑路 可是他刚才距离周扬太近了 近到 已出血的爆发速度 完全可以在他飞离之前 将之击杀 龙脉巨蟒高耸着巨大舌头 双瞳紧紧地盯着周扬 就准备攻击 他不幸在有准备之下 嗜血突旧会被一个 金丹中期秒杀 最多击败重伤 就如刚才的自己 只要他在旁出手协助 是有机会击杀这个人类的 然而 不远处的嗜血突旧 传来一声惨叫 打断了他的思路 龙脉巨蟒一脸问号地转头看去 却见到嗜血突旧 已经被斩杀而死 尸体坠落途中 被周扬挥手收取 周扬好整以侠地拍了拍手 满意地看了一眼 在自己身周游动的出血 这小家伙 是真给力啊 有出血在 这战斗当真是太轻松了 刚才这嗜血突旧想跑 可惜短时间的爆发速度 比不是出血 瞬间被出血追上干掉了 就剩你一个了 嗯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 似乎在骂我呀 我忙着杀那只突旧了 没注意听你说话 这是我的不对 周扬不好意思地 看着龙脉巨蟒 一步一步朝着对方靠近 来来来 我们现在好好聊聊 你有什么想说的 还请尽情述说 死死 你 你不要过来啊 龙脉巨蟒浑身一颤 看怪物一样看着周扬 你一个金丹中期休士 凭什么啊 你凭什么能越几秒杀 相当于金丹后期 大圆满的嗜血突旧 他可不是丛林豹那只蠢货 可没有轻敌啊 你怎么就能那么简单地杀了他 龙脉巨蟒 本来准备趁着嗜血突旧 攻击周扬的时候 出手偷袭周扬 结果 二话不说 龙脉巨蟒就想跑 他一声嘶吼 一段信息随着神念 传入下方盘踞各地的 无数妖兽脑海 这数量大概在上千 其中还有30多柱激进的 二阶妖兽带领的妖兽兵团 当即听到命令 就对青木城展开了攻击 原本龙脉巨蟒 是准备挑衅青木城休士 在阵前一对一的情况下 斩杀人类休士 对人类造成打击后 在发动攻击的 现在自然是一切皆休 他只想着能保住小命 也就没再拖延 直接命令妖兽军团 开始冲击青木城 他则趁此机会 朝着黑铁山脉 深处的方向冲去 准备逃离这个死亡之地 想跑 周扬哼了一声 就准备追上去 可就在这时 他脸色一变 第80章 想抢怪 门都没有 气急败坏的三皇子 狗日的三皇子 你敢抢怪 是的 三皇子和他的那位 护道者不知何时 已经挡在了 黑铁山脉方向处 正好拦住了 准备逃窜的龙脉巨蟒 哈哈 不错不错 竟然是一头 拥有真龙血脉的 金丹镜巨蟒 太好了 三皇子哈哈大笑 有了这头巨蟒 龙血丹成椅 到时候 我必将修出龙威神通 如此才配得上我的身份吗 三皇子已经开始想象了 当自己吃了龙血丹 觉醒龙威神通 在夺得皇位后 必然将成为 大夏王朝唯一且正统的皇帝 到时候 自己必将能够带领大夏 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即便是吞并强大无比的大伤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魏叔 我们一起动手 杀这头龙脉巨蟒 三皇子不想拖延时间 必须要尽快解决了这头巨蟒 毕竟是 抢了周扬的怪 这是不合规矩的 然而 他乃是大夏三皇子 大夏未来的皇帝 规则的制定者 偶尔不守规矩 谁敢说个不字 所以说 抢了周扬的怪 这怎么能叫抢呢 你周扬没留住这头巨蟒 而本殿下运筹帷幄 早就预料到巨蟒会跑 所以才会在这里拦截对方 并且以强大的实力 将其一击必杀 多么完美 杀 三皇子心中兴奋 毕竟这头巨蟒 拥有真龙血脉 一旦被他得手 龙血丹有望啊 卫星护道者 也是使出了权力 两个金丹竞修士 对着巨蟒一顿猛攻 三皇子甚至拿出了一个底牌 看我福宝 三皇子取了一枚玉色符露 直接激发 一个带着龙闻的长刀 出现在半空 静直就朝着龙脉巨蟒斩了过去 他虽然没周扬这等金丹竞 就能使用法宝的能力 可却拥有一枚福宝 相当于拥有了几次法宝攻击的能力了 龙闻长刀斧一出现 便朝着迎头而来的巨蟒 一刀斩下 死 巨蟒身体被一刀展开了一道巨大的伤口 疼痛刺激着他激进发狂 本来就被周扬伤到的他 此刻伤势更重了 他相当于遭受了两次法宝的攻击 哈哈 快点喂书 周扬就要到了 三皇子见此 立刻催促快一点解决了这巨猛 因为这么点时间过去 周扬已经追过来了 周扬面无表情 双手背负在身后 出血游动在深周 凌空踏步而来 宛若折先凌晨 超凡脱俗 三皇子殿下 这可是在下的猎物 都已经被我打伤了的 你这么出手抢夺 有些不可规矩吧 周扬默然开口 双眼看向神色振奋 准备对巨猛下杀手的三皇子 丝毫没有急色显露 什么规矩 三皇子瞥了周扬一眼 随后手上不停 和护道者继续展开攻击 巨猛遭受两件法宝攻击之下 此刻几乎奄奄一息 只是在做最后的拼命而已 我代表着擎天宫 代表着大夏 同时也代表着规矩 三皇子傲然道 同时手中福宝第二次被击发 这一次 那柄龙蚊长刀 直接斩在了龙脉巨猛的舌头之上 顺着之前出血流下的剑痕 斩进了巨猛脑门中 法宝威力爆发 这一次 龙脉巨猛没办法激发妖丹妖力 来驱逐法宝了 脑浆直接被绞碎 石海被击破 神魂也被法宝击伤 龙脉巨猛的神魂 的确强大无比 即便被击溃了 依然没有彻底陨落 他的神魂直接离开躯体 想要逃出生天 金丹镜妖兽 只剩下神魂 他也是有机会 重新夺射一条蟒蛇同类 进行另类重生的 然而 这边他刚冒头想跑 就被周扬抓了个阵阵 强悍无比的神念 直接将龙脉巨猛神魂包裹 死死压制住 随手取出一块玉髓 将巨猛神魂封印在了其中 一条金丹大圆满境界的龙脉巨猛神魂 可是有很大用处的 三皇子看着周扬的动作 眼睛一眯 没有动作 现在最重要的是 巨猛尸体 其血脉才是最大的收获 巨猛那庞大无比的身躯 没了神魂掌控 瞬间就朝着地面掉了下去 三皇子和护道者冲了上去 就要收起巨猛尸体 就在这时 一柄飞剑挡在了他们的前路之上 是出血 而周扬本身 他的速度 可比三皇子和护道者更快 就等着对方呢 即便耗费时间收取神魂 依然不影响他快速飞落到巨猛尸体处 挥手便将巨猛尸体 收入专属空间 周扬 你敢抢我诈利品 三皇子此刻是真的怒了 他花费了那么大代价 甚至使用了两次福宝 两次啊 这件福宝 一共也就只能使用九次 此前已经用过四次了 现在又用掉了两次 仅仅只能再用三次 就要废掉了 花费那么大代价 结果最后竟然被周扬捡了便宜 他 怎能不怒 我抢你的战利品 周扬默然道 说错了吧 是三皇子殿下 抢我的战利品才是 周扬 你可知惹怒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三皇子强自镇定 压制住内心的怒气 冷然冲着周扬说道 我能让你周家在大厦境内寸步难行 哦 那我倒要好好看看 三皇子殿下 是如何让我周家寸步难行的 我很期待 希望三皇子殿下 说到做到 周扬也是一声冷笑 对了回去 然后转身 朝着城墙而去 那边 正有大量妖兽在攻打城池 龙脉巨蟒逃亡前下达的指令 就是让这些妖兽冲击城池 为他创造逃离的机会 结果没想到 三皇子和护道者 竟然丢弃了城墙 直接来这里拦截他了 这也省缺了周扬继续追击的时间 并且三皇子两次激发福宝攻击 直至击杀巨蟒 当真是帮了周扬大忙了 对于三皇子放下的狠话 周扬毫不理会 周家现在可不是之前那般弱小 一个三皇子 不足为虑 此刻的情况下就是 周扬个人战力强大 三皇子拿他没办法 三皇子身份特殊 周扬也不好 对他出手 两者之间 虽有剧烈冲突 却保持着一种微妙关系 且因为妖兽冲击的原因 两人竟然还是 共同守护青木城的战友 这关系 简直离谱 看着周扬潇洒离去的背影 三皇子气得胸口发闷 浑身颤抖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殿下 我们返回吧 妖兽正在攻城 虽然多是些低阶妖兽 可树木庞大 不管的话 也会造成不小的破坏 卫星护道者陈生说道 他身上也有些伤势 是刚才巨蟒临死之前造成的 可惜了 这头巨蟒尸体 竟然被周扬给半路劫走了 这个该死的家伙 我一定 一定要弄死他 三皇子低声咒骂着 脑海中不断犯出各种想法 他在想着 如何才能够不牵扯 大夏王室的情况下 弄死这个周扬 不过 想到周扬自身的实力 他有一阵头疼 周扬的实力太可怕了 即便境界只有金丹中期 可硬实力绝对达到原音境了 这样一个妖念 他怎么样才能弄死呢 借刀杀人 只有这个办法 三皇子眼中 冒出一股恶毒的光芒 走 我们返回青木城 三皇子深吸口气 将这个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 脸上重新恢复成了 原本风轻云淡的模样 带着护道者返回了青木城 青木城 在大量低阶妖兽的攻击下 南部城墙几乎千疮百孔 不过还好 这些妖兽等级不高 在金丹修士 杀了几头驻击妖兽之后 这些妖兽 终于扛不住这样的损失 而在周扬归来之后 这一情况彻底发生了巨大改变 让整个城墙上 所有修士侧目和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出血剑气浩荡 直观长虹 剑气斩 第81章 一剑覆灭所有妖兽 重修士震撼 周扬高高傲力在半空 掐了一个剑绝 一是剑气斩下来 这上千头低阶妖兽 全部覆灭 其中包括 那数十头感受到危机想逃的 助击近二阶妖兽 是的 全面 周扬一招 所有参与工程的妖兽 全部覆灭 死 好可怕 这 这就是周家主的实力吗 太强了 一招啊 仅仅一招 就干掉了上千头妖兽 这么多妖兽 就算是一动不动粘那给我杀 我也得花费好几天时间 才能杀死吧 周家主眨眼间就全部干掉了 恐怖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我什么时候 才能有周家主这样的实力啊 你 我看你还是先想办法 突破助击再说吧 助击啊 我连助击丹都没有 拿头去突破 周扬面色平静 丝毫没有因为自己 一击斩杀了上千头普通妖兽 而沾沾自喜 毕竟是低阶妖兽 若是刚才那三头金丹大圆满妖兽 还能让自己耗费一下功夫才能击杀 这些低阶妖兽 和周扬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大到他甚至都不用出权力 就能全部秒杀干净 周扬降低身形 挥手间将全部妖兽的尸体收入储物空间 这一幕再次让城墙众人眼红得不得了 不过却不敢说一个不字 因为这些妖兽都是周扬一个人干掉的 按照规矩 这些妖兽尸体就应该属于周扬的战利品 不过他们也不气馁 毕竟这才是第一波妖兽冲击 按照往年的记录 每一次的妖兽冲击潮都有三个轮次 且每一次都要多上不少的妖兽 他们有的是机会捞取好处 周扬落回城墙 看到了夏清玄和周运等人 大足老和二足老正站在一头高达二十多米的牛泪 驻击妖兽尸体前看护 这头妖兽太大了 他们的储物袋根本放不下 只能看护着别被其他人捞走了 他们也知道 三皇子和自家不太和睦 万一趁着周扬不在 三皇子手下的金丹大修士过来强取豪夺 他们可没办法应对 除非福伯出手 可福伯到底是夏家之人 更多的是保护夏清玄 而不是为周家做事 现在看到周扬归来 众人便一个个大松了口气 清玄呢 周扬问了一声 他没看到夏清玄人在城墙 难道是因为三皇子离开 这里出了什么其他的事情 清玄见到三皇子离开 这边擎天宫的事务无人主持 便去了城楼处 暂时主持起了房屋 周运解释了一句 防止周扬误会了夏清玄 没管周家众人死活 周扬当然不会误会夏清玄 他也只是没看到夏清玄身影 随口那么一问 对方不在这里 肯定是有其他事情在做的 果不其然 夏清玄接管防务是应该之事 清木城防务可不能出问题 城内那么多人口 一旦被这些妖兽冲进去一些 修饰可能不会有太大损伤 但是普通人绝对会遭受惨烈无比的杀戮 即便是炼气器的妖兽 有的体型庞大 有的速度极快 有的甚至还带着剧毒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是这些妖兽的对手 由夏清玄主持防务 周扬也能放心 不过 周扬转头 看向了城外 三皇子和护道者回来了 让他惊奇的是 三皇子竟然一脸淡然 甚至路过他身侧时 还朝着他笑了一下 周扬感觉到浑身一寒 这家伙又想出什么鬼主意了 肯定是的 自己可是从他手中夺了龙脉巨蟒尸体 虽然这原本就是自己的猎物 可毕竟最后 是三皇子激发了两次福宝才杀死的 他刚才还是一副怒气冲冲 巴不得要吃了自己的眼神呢 现在他竟然一脸淡然的样子 好像嘶吼 没把刚才的事情放在心上 这正常吗 这绝必不正常啊 周扬将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时刻警惕 这家伙可能会给自己下半子 要快些修炼了 只有修为提升了 此能保障我个人和家族的安全 周扬心中暗道 只有千日抓贼 哪里有千日防贼的 只要自己实力足够强大 甚至强到化神级别 就算杀了这家伙 大夏王室也不敢拿自己怎么样 三皇子归来 房屋自然再次回到了他的手中 毕竟这是秦天公的责任 若不是刚才三皇子擅自行动 夏清玄也不想多管 夏清玄回到周扬身侧 看到周扬无视 才松了口气 第一波妖兽冲击结束 我们返回家族吧 周扬此刻已经将周运 和两位祖老杀死的一些妖兽尸体 收了起来 其中有一头助击妖兽 八头练弃后期的妖兽 算是不错的收获了 毕竟是三位助击修士联手的成果 周扬就要离开 那边 一个金丹修士走了过来 是秦天公三皇子手下的一个金丹 周家主 统领有话 让我带给你 这位金丹郑重其事地说道 这次的房屋 周家只有周家主 和三位助击参加 周府的大量修士都没来 这件事引起了其他修士的议论 影响不太好 希望周家能够多派遣一些修士 来积极参与青木城房屋才行 周扬文言 面色不变 一旁的周运却皱眉道 前辈这话是什么意思 今天这一战 还嫌我周家出力不够 你是没看到 还是怎么的 那三头金丹镜妖兽 是我周家家主杀死的 那上千头低阶妖兽 和数十头铸鸡妖兽 都是我周家家主杀死的 就这样 你竟然还说 我周家没出力 不错 大足老爷皱眉哼了一声 有些不满道 我周家不需要太多人出手 为家主一人就解决了 这第一次受潮冲击的九成九妖兽 就这你们 还有什么不满的 难道非要我周家修士死掉几个 你们才满意不成 周扬此刻脸色也冷漠了下来 一双眼眸 像看死人一样 看着这个秦天公金丹修士 啊 诸位周家倒有不必动怒 我的意思 不是周家没出力 而是秦天公这边人手有些不够 希望周家能拍些其他修士过来 与我们一同协防城墙 这金丹修士 看到周扬那冷漠的眼神 立刻想起了 刚才看到的周扬 与三大金丹妖兽的战斗 那是全程碾压啊 自己可不敢得罪对方 只是这却是三皇子的命令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过来通知而已 区区雕虫小技 是我高估他了 周扬平静地说道 回去告诉夏清云 别给我整妖蛾子 否则 真逼急了我 我手中飞剑 必斩他向上狗头 不远处 早已用神念观察这边的三皇子 顿时气得一阵血气翻滚 面皮直抽 周扬 你这狗东西 竟敢如此大言不惭 如此侮辱我这个大夏皇子 这一次 我必要 你周家万劫不复 三皇子内心嘶吼 眼瞳发红 第82章 晋升 周家又多助击 返回周家府邸 周扬暂时没去想 派遣家族人员 协防青木城南区城墙的事情 他现在要去修炼式修行 一场战斗下来 他已经彻底激发了 体内龙血果残余的力量 他感觉 不用耗费太多时间 就可以突破至金丹后期 按照计算 他只需要三到四天 就可以突破一个小层次 最多十几天 就可以抵达金丹七层 达到金丹后期的修为 一旦他真的晋升金丹后期 那么 即便是真正的原因后期 修饰当面 他也有和对方正面硬刚的底气 不过在修行之前 有些事情 还是需要安排一下的 还好 第一波妖兽冲击潮已经过去 第二波妖兽冲击潮 起码得有一个月之后了 妖兽聚集 也是需要时间的 几位伯母和堂哥他们 还没出关 周府大厅 周运和夏清玄等人都在 母亲刘宛如也在 周扬询问着母亲刘宛如 其他的祖老们 和两位书白 在为自家人护法 由不得半点插持 家族中 有人正在晋升筑击 这也是 今天周扬 没有带更多人 前往守城的原因之一 他们还在闭关 按照时间来算的话 这个时候 也差不多该出关了 希望五人 都能够顺利晋级吧 刘宛如叹了口气说道 他想起了自己 之前筑击的时候 差点没能成功 若是筑击失败 就需要不少时间去 恢复法力和自身经脉 因为冲击瓶颈 而产生的损伤 一来一去 耗费时间是小事 下次再冲击注击的话 其成功率会大幅度下降 甚至可能 会因为前一次失败 产生出心魔 在冲击过程中走火入魔 导致自我毁灭 这种事情 也是时有发生的 嗯 我这次战斗有所得 需要闭关修行一段时间 等他们 出关我再进入修炼室吧 周扬说着道 母亲 我这次出手 斩杀了三头金丹后期 大圆满境界的妖兽 其中一头十分珍贵 是一头 有着真龙血脉的巨蟒 来炼制传说中的龙血丹 只要炼丹师水平足够 甚至可以炼制出 大概30枚龙血丹 这件事情 我会交给清玄去帮忙处理 刘光诚那边 可以联系到药王谷 但是这种丹药 品级不低 需要用到王室的关系 才能稳妥 周扬说着 将龙脉巨蟒 放入了一个大型储物袋中 这个储物袋 来自于余家大长老 内部空间足够大 完全可以放得下 这头龙脉巨蟒 周扬将储物袋 交给了夏清玄 朝着他点了点头 这是交给夏清玄去办 也是打算借用 夏振风的影响力的 否则的话 30枚龙血丹 加上炼制丹药 需要的辅助材料 和手续费等 不得几百上千万 还要被药王谷克扣 起码一半的龙血丹 夏王爷出面 至少可以保证 三分之二的龙血丹 能到周家手中 至于那些炼制费用 和辅助材料的费用 则都是小事 放心吧 这件事交给我 保证最后 至少有20颗龙血丹 回到周家手中 夏清玄保证道 随后还笑了一下 如果父王成功 晋级原鹰的话 说不定 周家最后拿到的龙血丹 会更多 夏伯父吉人天象 这次冲击原鹰 想必是 肯定能够成功的 周扬笑着道 那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行动吧 还需要用一下 周家的非洲才行 夏清玄说道 他此次来青木城 乘坐的是周家非洲 并没有自己 另外乘坐下家非洲 那是自然 不过 你也不用着急行动 顺便将高阶妖兽材料 也带着一并处理了吧 周扬点了点头 朝着刘宛如道 母亲 等会您去吩咐一下 周远山直视 让他跟着清玄一通 去往流光城一趟 记得带足零食 还有赤铜矿 等会吩咐家族修士 将有用的妖兽材料 切割出来 一并带走 至于那个新闻钢矿石 暂时不要动 多采集积累一下再说 新闻钢 我明白了 刘宛如瞄了一眼夏清玄 自己儿子这么简单 就透露出新闻钢的机密 显然是对夏清玄信任至极的 也对 连一件中品法宝 都能作为嫁妆 提前给了儿子 并且在周家 遇到负灭危机时刻 都没有想到逃离的夏清玄 足够有资格当自己而席了 对夏清玄 刘宛如是非常满意的 唯一的缺点 唉 希望日后能有所转机 让清玄也可以修行吧 刘宛如心中一叹 随后开始忙碌起来 先是将周扬收取的 大量低阶妖兽尸体 带去了内务店 让家族修饰进行处理 最后还将两只 金丹大圆满妖兽的尸体 同样处理了 这个等级的妖兽 这次一样要交给夏清玄 帮忙解决售卖事宜 他在刘光城 可不仅仅是拍卖会的拍卖师 这么简单 商业路子广得很 人脉关系 那更是不用说 这些高等级的妖兽材料 甚至是以后开采出的新闻钢 周扬可不准备交给刘家商队处理 一来 他们没这个能力 卖出高价 二来 周扬对刘家 也不可能掏心掏肺 给点甜头 帮周扬处理低阶材料就足够了 三来 高阶精品材料 日后将会有自家商队 和刘光城夏家进行合作 有夏家的关系 周扬那数量 庞大至极的高阶材料 才能够卖出去 甚至可以卖到其他王朝 这是周扬和刘家 都不具备的能力 毕竟背靠大夏王室 关系深厚 周家这次收获实在太大了 不说其他 光是那上千头低阶妖兽 就足够普通铸鸡家族 奋斗上百年了 其中可是有数十头铸鸡妖兽的 被周扬就这么一锅端 全部干掉了 光是处理这些妖兽 就要花费好几天时间 还是家族所有修饰 其出手的情况下才行 下午时分 一阵铸鸡气息 从周府一处修炼室传出 周扬放下手中的足物 面带喜色地抬起头来 朝着气息处看去 这股气息 是周牙姐 周扬刚认出 晋升助击的人是谁 就又感受到了一股 助击气息 这是堂哥周眷 堂哥终于晋升助击了 嗯 又来 这是堂姐周眉 咦 第83章 周扬晋升金丹后期 夏振风晋升原因 周扬还没开心多久 忽然一处修炼室方向 传来一阵紊乱的气息 是三伯母 三伯母临根资质较差 即便是有大量资源堆积 想要成功助击 可能性也不大 果不其然 此次助击就出事了 助击失败 这是周家第一个助击失败的案例 周扬叹了口气 也是无法 不过三伯母 毕竟和其他家族的人不同 他是周家之人 即便是这次助击失败了 以后再助击的机会 也是比其他人更多的 伴赏后 二伯母那边 倒是传来了好消息 成功助击了 至此 周家在天四位助击修士 分别是堂哥和两位堂姐 还有二伯母助击成功 三伯母助击失败 短时间内 无法再次冲击助击 这一次 周家有太多事情需要忙碌 便没有给四位助击修士 开宴庆祝 只是各自回家小庆一下即可 那么多的妖兽材料 一共用了两天半才分解完毕 家族修士全部上阵 甚至连周扬都用出血出手 亲自分解了金丹妖兽 和助击妖兽的尸体材料 两天半之后 夏清玄告别周扬 带着周远山等家族商对精英们 再次踏上了 前往流光城的路途 则交给了堂哥带队去负责 周扬私底下叮嘱了周俊一些注意点 特别是要小心别被三皇子当枪使 周俊不是自己 真被当枪使了 不光不会捞到好处 反而会有生命危险 在安排好家族所有事物之后 也开始了自己的闭关之行 周扬花了三天时间 成功炼化所有激发的要力 加上自行吸纳的灵气 炼化成法力 他的修为从金丹四层达到了金丹五层 又过了五天时间 周扬的修为从金丹五层 抵达金丹六层 此刻的他已经是金丹中期巅峰境界了 距离金丹后期的第七层 也只有一小步距离 碧玉宫 金丹境界的修行功法不停运转 在仙灵根的恐怖灵气感应下 功法的运行极为顺畅 没有丝毫的质色感 同时 也因为功法的原因 周扬的皮肤更显白皙 就连骨骼都透着一股玉色 所谓冰激欲骨血肤 不外如是 周扬一个男子都有这等效果 周家女子修炼碧玉宫 那效果更是夸张 也难怪当初 碧玉宫刚普及到周家之后 周家男子还没什么 周家女子则是各个兴奋痴狂 各个夸赞周扬 这个家主 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就是在刘光城拍下了这门功法 也因此 周家女子对修行的热情 比周家男子还要大很多 这门功法的助言效果极强 可以说 仅次于助言丹的永久性效果 周扬抬手看了看 自己的双手纤细白皙 嫩如白葱 这让他有些无语叹息 自己一个大老爷们 修这门功法 是否有些不合适 现在的他 已经不能有英俊来形容 而是应该用俊美 忠性 若不是他本身的身形挺拔 穿着打扮 都是家主威严形象 估计别人看到 还以为 他是女扮男装了呢 还差一丝 就能抵达金丹后期了 算上今天 我进入闭关状态 也有15天了 三天时间 从金丹四层到五层 五天时间 又从金丹五层到六层 又过去了七天时间 今天必然 可以抵达金丹后期的第七层 周扬暗自运转功法 心中也在计算着 自己晋级的时间 他依然没有感受到任何瓶颈 修行所需要消耗的时间 都在炼化法力上 还有巩固修为 和提升神念强度上 同时 随着修为的提升 他的神魂强度也在提升 神魂强度和神念强度 是相辅相成的 神魂强大者 其神念更容易 随着境界变强 而与此同时 修为境界的提升 也会带动神念的强大 顺带也会壮大神魂强度 化神境修饰的神魂 甚至可以透体而出 化作游神 飞天遁地 其魂游速度之快 远超常人所能想象 说是瞬息万里都不夸张 化神境神魂 甚至可以携带特殊法宝 魂游天地时 对敌人进行攻击 做到真正的万里之外 取敌人手机 又过了一夜 几乎毫无任何阻碍 周扬顺顺利利地 进击到了金丹第七层 达到了金丹后期境界 在系统的掩盖之下 没有任何人发现 他已经是金丹后期修为了 周扬睁开双目 嘴角露出一丝喜色 即便是他 此刻也不由心情大好 他可不是一般的金丹后期啊 以他仙灵根的恐怖效果 配合他手中的法宝级飞剑 一身浑厚的法力 和强大的神念 此刻他有足够的底气 可以跟元英后期老祖刚正面 现在的周扬 可以说是化神之下 无人可以击败他 即便是圣地当中的那些 天赋逆天的原因大圆满妖孽 周扬也敢说 对方无法击败自己 即便使用各种圣地才有的手段 什么阵法 上品法宝等 最多也就和自己打个平手 想击败自己 非化神 不可能 周扬长身而起 浑身散发着磅礴朝气 一挥衣袖 修炼室的大门打开 周扬走了出去 不知道这半个月来 清暮成如何 不过想来 应该无大事发生 因为他 即便进了修炼室闭关 也留着神念 在修炼室门外一处静止上 一旦周扶发生大事 他也是可以察觉的 既然无事发生 那么第二波兽朝冲击就还没到来 不用着急 刘光成 一身疲惫的夏清玄 乘坐非洲 从帝都返回了家中 周家的妖兽材料可不少 想想 上千头低阶妖兽 数十头铸鸡妖兽 加上三头金丹大圆满妖兽的材料 这么庞大的材料 想要全部出手 光靠刘光成是做不到的 在这里没哪个势力能吃得下 或者说 如药王谷这样的势力能吃下 但是价格可能会大打折扣 这是夏清玄所不愿意的 他已经是周扬的未婚妻 必然将周家利益放在心上 于是 15天前 回到刘光成的夏清玄 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了刘光成的药王谷店铺 简单商议了一下 让对方和药王谷通了个气 随后 夏清玄亲自前往了药王谷 在帝都的最大店铺 找了这里的原因直视 商讨了关于龙血丹的事情 对于拥有真龙血脉的龙脉巨蟒尸体 药王谷长老也很感兴趣 毕竟这种龙脉妖兽 是很难见到的 即便是有 也因为其血脉的珍贵 成了妖族的重要保护对象 人类修饰想要弄到手 千难万难 而现在 一条龙脉巨蟒就在眼前 药王谷当然乐意为对方炼制龙血丹 不过这位长老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提了药王谷的要求 首先 这条龙脉巨蟒浑身提纯的龙脉真血 的确能够炼制30枚龙血丹 其中10枚 作为药王谷炼丹师出手的费用 另外 还有其他辅助材料的费用 也需要夏清玄支付 7788 总共需要支付800多万零食 丹药完成的时间为3个月 3个月之后 夏清玄代表的周家 可以得到20枚龙血丹 除此之外 药王谷还从夏清玄手中 交易到了一部分妖兽材料 主要是三头金丹大圆满妖兽的三枚妖丹 还有妖兽血液等材料 妖兽神魂则没有 妖兽神魂较为脆弱 三头金丹妖兽 只有龙脉巨蟒 因为天赋超绝 让周扬获得了巨蟒神魂 还被周扬留了下来 这东西 可以当作炼制法宝的材料之一 是提升法宝灵性的不二选择 卖给药王谷 价格不会高 卖给炼器的势力 才是最好选择 不过周扬打算 日后用来给自家炼制法宝 这批妖兽材料 总价值为600多万零食 也就是说 就足够完成交易了 其他的材料 也有帝都各大家族收购 帝都的修仙大家族不少 再加上大夏境内的一些大城池中的势力 和十多天时间下来 妖兽材料 被夏清玄通过自家关系 和商业渠道全部出手 结束之后 他才从帝都返回流光城 接下来就是等待药王谷那边炼丹成功了 夏清玄将出手妖兽材料 获得的零食交给周远山 由他通过下家关系 在各地购置各种资源 自己在流光城暂时留下 并没有立刻前往青木城 因为 这一天 他父王夏王爷所在的修炼室 传出了一阵法力波动 他知道 这是父王到了突破的最关键时刻了 他必须留下守候 同时也好让福伯在这里 为父王护法 避免父王突破期间被打扰到 连续两天的法力波动震荡 让流光城处于一种戒备森严的状态 流光城各大家族 都自发地为夏王爷护法 因为一旦夏阵风成功晋升元英镜 对流光城来说 可是大好事 有一位元英城主镇压 流光城绝对会成为王朝南方最强大的城池 没有之一 终于 在两天后的这日下午 一道璀璨的光华气柱 从夏阵风的修炼室直冲天机 冲破了云霄阻隔 刺开了天地屏障 这一刻 一股属于元英修士的恐怖气息 浩荡在整座流光城上空 今日 我夏阵风结应 当喝 一道威严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流光城 听闻者 无不振奋欢呼 第84章 夏王爷降临青木城 夏清云 听说你欺负过清选 当天 流光城大摆严席 以庆贺夏王爷成功结音 这可是元英大修士 元英修士的寿元 达到了恐怖的三千年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大夏王朝的国作都还没三千年呢 只有一千多年历史 一个元英修士 可以镇压一个势力 近三千年时间 这对于任何势力来说 都是一个顶尖的压箱底的高端战力 修仙界 华神就是各大势力表露在外的最高战力了 一般都是作为底蕴而存在 平日不会随意出手 而镇守各地 威压四方的 基本上都是元英老祖 一个元英搭配一件法宝 足以横行万里 镇压强敌了 即便是大夏王朝 不说要王谷这个拥有仙气的顶尖势力 大夏王室中 拥有的元英修士数量 不会超过一手之数 而华神 则仅仅只有黄仙之一人 黄仙之 皇家上上代家主赐女 天赋绝顶 为木系一品天灵根 与夏家开国皇帝结成道理后 辅助夏皇 打下了庞大的大夏王朝 可惜 夏皇在冲击华神之时 遭遇心魔入侵 神魂破碎而死 否则夏家将会拥有两位华神大能 所以夏王爷晋升元英 对大夏王室来说 可算是一件大喜事了 所以 王室那边也派了重量级人物 前来参与宴席 先别管 他和现任皇帝的权势争夺 那都是过去式了 胜负已分 上面又有黄仙之鸭着 两位元英大修之间 不会发生太大的争斗 让夏清玄欣喜的是 这次前来祝贺的王室人员 有两位很有来头 一位是大夏长房唯一的公主 夏清兰公主 夏清兰和夏清玄的关系 可是非常要好的 即便两人的父亲 以前争斗那么激烈 也无法抹出两人之间的友情 更别提两人之间 凡人和修士间的区别 根本不是问题 除了夏清兰之外 还有一个 正是夏清玄 曾经和周扬提过的 大夏四皇子 这位皇子是个奇葩 一听夏清玄说 他已经和周扬达成了婚约 立刻就要前往青木城 看看是哪位大佬 竟然能得夏清玄 这位眼光极高的姐姐的青睐 夏清兰也对此非常好奇 于是两人便做了个决定 一同前往青木城查探周扬底细 夏清兰可是不放心夏清玄的 他不想让夏清玄吃亏 必须得好好试探 一下这个周扬 能否配得上自己的清玄姐 两人好奇周扬的底细 自然也会想办法 打听周扬的信息 好在这段时间 周扬在青木城的战绩 已经传遍了大夏境内 刘光成又是周扬曾经来过的地方 刘家作为周家亲戚也在这里 打探消息是非常简单的 知道了一些周扬的信息情报之后 两人对周扬 那是更加好奇了 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想要去清木城 宴席过后 各方势力一一散去 这些势力可都是有来头的 帝都各大家族 大夏境内各大家族 都很给原音修饰面子前来道贺 不敢不给啊 那可是原因 还是大夏王室的原因 除此之外 要王谷自然不例外 也前来道贺了 并且送上的贺礼 还是最珍贵的 几天之后 夏镇峰安排了一下刘光成事务后 便随同夏清玄 以及夏清兰李扬兄妹一起 驾着一艘大型的豪华非洲 是的 夏镇峰晋升原音之后 亲自前往清木城了 当然 他的目的可不是探查周扬的 在听说了周扬的战绩之后 夏镇峰是非常满意的 他此前就对这个 甚至没有相互见过面 只在神殿下见过的少年感兴趣 用一柄中品法宝 给夏清玄当嫁妆 此时一看 这投资是真的没投错啊 不过也因此 他却感受到了压力 这压力来自于夏清玄 夏清玄只是一个凡人女子 以前他只是看好周扬前例 而现在的周扬 竟然在京丹中期 就能和原音硬刚了 这等资质绝对不凡 夏清玄还能般配吗 是 夏清玄容貌的确是冠绝大夏 可对于天赋妖孽至此的周扬来说 也许现在原音镜的自己 和大夏王室的身份背景 比夏清玄本人对周扬帮助更大 可他是一个爱护女儿的人 不希望夏清玄和周扬的结合 变成纯粹的利益联姻 他真心地希望夏清玄能获得幸福 所以 他这次前往清木城的目的 不是周扬 而是龙灵草 他要去黑铁山迈深处 寻找龙灵草的踪迹 这也是 他在晋升原音之前就定下的安排 也是他能够冲破心魔阻碍 冲破原音瓶颈的动力 更是他在妻子坟前的沉默 清木城 周扬 周扬出关 让家族众人都松了口气 他们不知道 周扬是先灵根 也不清楚 所谓超品灵根前妻无瓶颈的说法 只是根据周扬 曾经透露出来的信息知道 周扬是天灵根资质 可即便是天灵根 闭关突破瓶颈 也是有危险性的 心魔随时都可能产生可怕的影响 让突破者在突破时 因为一些不起眼的地方 功败垂成 现在 看到周扬安然出关 且还面带笑意便知道 家主这次闭关 定然安全无余 还收获不小 家主修为静静了 实力强大了 就代表着家族实力也更加强大了 他们怎能不欣喜呢 当天晚上 周扬也摆了宴席 稍稍庆祝了一下 没整太大排场 主要是周扬觉得 自己修行速度太快 若是每次突破都大摆沿袭 估计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 那不得烦死 而擎天宫驻地的三皇子 听闻此事 则不由怒火中烧 这个周扬修行速度太快了 必须要早点采取行动才行 三皇子眼光闪烁 内心中不断闪过一个个恶毒想法 可惜却都不太好实行 而就在他思索 怎么对付周扬的时候 第二天午时 一艘庞大且豪华至极的大型飞舟 从天边来 直接飞到了青木城之上 三皇子此刻正在城墙上巡视 见到这艘庞大的非洲 顿时一愣 随后脸色一变 因为他在这艘非洲上 看到了大夏王室的印记 正在此时 一股威压轰然落下 碰 三皇子面色潮红 扑得一下 跪倒在地 夏清雲 我听说 你前段时间欺负过清玄 可有此事 夏振锋的声音 从不远处那艘大型非洲内响起 声音平静淡然 似乎没有波动 可三皇子却从中听出了冷然之意 第八十五章 王叔饶命 下次再也不敢了 三皇子夏清雲 是真的没想到 夏振锋竟然会亲自来青木城 寻自己问责 当时他对夏清玄的时候 可真的没想到 眼前这一幕 为什么 因为夏振锋是长辈啊 怎么会亲自下场 找自己这么一个职辈麻烦 唉 还真就找了 夏清雲此刻面色苍白 内心惶惶不安 盖音眼前这位夏王叔 已经晋升原音了 原因急得夏振锋 想要教训教训他 那可真是太简单了 即便是他身后的护道者 也不敢反驳 这属于夏家内部事物 哪里是他敢管的 即便敢管也管不了啊 夏振锋 原因尽的强大威势 镇压下来 整个青木城 都为之震动 周府 周扬缓缓走出 踏空而来 他面色甜淡 温和不语 只是眼神中 带着莫名异味 这位三皇子 还真是倒霉 从来的青木城 他就没遇到好事 先是想要在于家和柳家 对付自己的时候简陋 结果自己不给面子 直接当场打死了柳家家主 和于家大长老 让他丢尽了面子 然后在第一次受潮中 这家伙又想从自己手中捡便宜 最后浪费了两次福宝次数 龙脉巨蟒的尸体 依然落在了自己的手上 夏青云连根毛都没捞到 而现在 夏王爷刚到青木城 又拿他当下马威 以显示对夏青玄这位女儿的疼爱 即便你夏青云是大夏三皇子 欺负了夏青玄 夏王爷宁愿背着长辈欺负晚辈的骂名 也要亲自出手揍你一顿 庞大的豪华非洲上 一道威武霸气的身影 背负着双手 傲然站立在非洲之手 看向凌空而来的周扬 原本威严的脸上 立马转换成了笑意 周扬 你很不错 夏振锋赞赏地看着周扬 道 我出关之后 就听到了你的不少传闻 后生可畏啊 年仅16岁的金丹中期 你可是震撼了整个大夏所有势力 甚至就连其他王朝 赞了 周扬来到了非洲之上 丝毫没有去看那依然 贵妇在城头的三皇子 而是如拉家长一般 落在非洲上 夏振锋身侧 与之交谈了起来 这一幕 落在不少人的眼中 轻目沉重的修士们 自然对此万分羡慕 暗道 不愧是周家主啊 已然可以和一个原音大修 如此亲密交谈 实在厉害 周家府邸 周家人也对此非常振奋 那位可是夏王爷 心静原音静大修士 家主的未来乐仗 周家有此后台 日后发展就没太大掣肘了 擎天宫修士 则暗自叹息 自家统领仗着身份职位 之前对那位夏清玄郡主 可没什么好脸色 更别说周扬了 和这位周家主的关系之差 可以说 擎天宫内人人皆知的事 眼下 夏王爷前来问罪 根本就不是太令人意外的事情 夏清云见到这一幕 只能双目通红 低头捏紧双拳 咬紧牙关硬撑着了 王叔饶命 清云下次再也不敢了 还请 还请王叔饶过小职一次 夏清云的声音 传入夏振风耳中 夏振风面色不变 甚至都没理会他 周扬 你拜托我的事情 我可都已经办好了 就在周扬与夏振风 说话的时候 大型非洲上的豪华建筑内部 走出了两个人 不是别人 正是夏清玄和福伯两人 谢谢 辛苦你了清玄 周扬看着夏清玄 依然戴着疲倦之色的脸庞 那绝世自容的面颊上 有着难掩的眷色 心中有些许愧疚 夏清玄不是修士 为他的事情奔波劳累 显然忙碌了很长时间的 不辛苦 都是应该的 夏清玄摆了摆手 一脸理所当然地说着 夏振风在一旁看得 心中有些酸意 自家女儿这还没嫁过去呢 就已经为周扬的事情忙碌至此 一副心甘情愿的模样 真嫁过去了 不知道会怎样 估计整颗心 都会拴在周扬身上吧 可嗨嗨 夏振风咳嗽了一下 那古怪的眼神 顿时让夏清玄脸色一红 低下了头去 周扬脸皮甚厚 见状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夏王爷 周扬刚刚开口 却被夏振风不喜地打断道 还叫我什么王爷 叫我夏叔就行了 咱们不用那么见外 是 是晚辈的错 周扬嘴角含笑道 夏叔 您准备怎么处置夏清玄 夏清玄 胖 胆胆欺负我家清玄 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夏振风冷冷地看了一眼 贵妇在城头的夏清玄 随后说道 你为青木城擎天公统领 做的一些事情 可并没有完全以王朝利益为先 今日我便替擎天公主教训你一顿 啪啪啪 一阵劈啪声中 夏清玄被夏振风 用法力凝聚的巴掌 狠狠打了一顿 整个人脸颊都红肿了起来 这家伙也是硬气 在众目睽睽之下 遭受如此毒打 竟然没有叫出声来 硬生生承受住了 滚 打完之后 夏振风一挥手 将夏清玄击飞滚落下了城头 狠狠地摔在了城外地面之上 见起大片尘埃 随后 也不理会夏清玄伤势如何了 直接亲切地 拉着周扬的手 就要带着众人 返回非洲建筑内 夏说 既然来了青木城 哪里能让您就住在非洲上 我周家虽然不是大家大族 可在青木城 也算是地主 夏说来此 理当由我周家招待 周扬见此 赶紧开口说道 作为地主 怎么都不能让夏振风 就住在非洲内 这不合理 哈哈好 那就去周府叨扰了 夏振风哈哈一笑 随后在周扬的安排下 非洲降落到了周府院落当中 当天午时 自然又是一顿盛大的宴席 包括被夏振风暴揍一顿的夏清云 竟然也舔着脸前来为夏振风 晋升原音道贺 其他个修士 自然更不用多说了 午宴之后 夏振风找周扬单独谈话 两人于周家花园的一座凉亭中 对面而坐 一边品茶 一边说话 周扬 你可知 我这次来青木城 是为何事 夏振风喝了口茶 放下茶杯 抬头看向周扬道 夏书来此 必然不可能只是为了 揍那夏清云一顿 周扬笑着道 有我在青木城 清玄不会有危险 那夏清云也不敢对清玄太过分 再说 还有福伯在清玄身旁呢 清玄之前和我说过 夏书您准备在结音成功之后 走一趟黑铁山脉 周扬接着说道 想来 夏书定是为那传说中的龙龄草而来吧 夏振风点头 不错 龙龄草啊 已经在修仙界绝技多年了 我这么些年 通过多方查证 才在黑铁山脉这边 发现了有关龙龄草的蛛丝马迹 即便需要渺茫 我也不会放弃的 青木城靠近黑铁山脉 对于黑铁山脉的了解也不少 周扬想了想 开口透露道 晚辈觉得 黑铁山脉中存在龙龄草的可能性 的确很大 哦 为何这么说 夏振风精神一震 忙追问 他不知道 周扬为何如此笃定 他是经过这么多年查证 才有一点信心 而周扬又如何确定的呢 夏叔可知道龙血果 龙血果 夏振风心神一震 随后大喜 第八十六章 连夜出发 寻找龙龄草 夏青云的阳谋 不错 就是龙血果 周扬说道 很多人都奇怪 为什么我一个边境小城的普通少年 会有那么高的林根资质 那是因为 我以前在黑铁山脉 获得过一株龙血果 吃了龙血果之后 我的林根资质才达到了 超品 超品天林干 夏振风正色道 此前我就猜测过 你的林根资质 绝对不止一品天林根那么简单 后杰音出关后 又听闻你的一些战绩 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 一听夏振风这话 周扬嘴角一脸 他刚才明明是想透露 自己是一品天林根呢 现在听到夏振风这么说 那自然不好再说 自己是一品天林根了 只好顺着话道 不错 夏叔明智 竟然已经提前猜到了这些信息 不愧是能够晋升原因大修士的天资 周扬小拍了个马屁 却听得夏振风满心欢喜 有些傲然地说道 若连这都猜不到 我还修个什么线 对对对 夏叔说得对 周扬连连点头 随后道 夏叔 黑铁山脉中 有龙血果存在 我已经可以证明 同时 清玄帮我处理的那头龙脉巨猛 也能二次证明 这黑铁山脉 曾经在上古时代 是落有龙血的 那么 既然有龙血落下 自然也有可能有龙林落下 上古时期这处山脉上空 必然有大战发生过的 夏振风点头硬核道 此前我查到的信息还不算多 现在结合你说的这些 我信心更大了 只要找到龙林草 清玄他就可以 夏振风说着 沉默了下来 万一没找到怎么办 万一龙林草的药灵不够怎么办 周扬看到夏振风沉默的神色 心中知道他在担忧什么 夏说 这次前往黑铁山脉 我与你同去 周扬的声音 凭劲而淡然 却带着斩钉截铁 因为夏清玄和夏振风的关系 让周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时机 若不是夏振风拿出来拍卖的 碧玉弓 周扬现在还在助击徘徊呢 没突破金丹的话 周扬根本就不敢大肆挥霍零石 购置无数资源 没有夏清玄和夏振风荡靠山 三皇子那边早灭了周扬 不 甚至都不用三皇子出手 瑜伽和刘家就灭掉周扬了 更别说 法宝飞剑出血 也给周扬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周扬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他本身对夏清玄也非常喜欢 为了让夏清玄可以修行 他愿意出一份力 而不能让夏振风一个人去冒险 夏振风是不弱没错 可到底只是一个出入原因者 说句不好听的 现在周扬可以随手碾压夏振风 若放下振风一个人前往黑铁山脉 一旦出了意外 夏清玄必然伤心 他不愿意见到这一幕发生 有他同去的话 周扬自信 即便遭遇传说中的那头黑熊妖王 他也有把握全身而退 与我同去 夏振风文言 心中一动 他知道周扬战力不凡 现在更是听周扬亲口说 自己是超品天灵根 更是可以在金单期 就随意使用法宝 这股战力可不弱呀 若是周扬与自己同去 那寻找龙灵草的成功率 将大大增加 周扬说道 对 我的战力想来 不会比夏书差多少的 同去的话 也多一份保障 找到龙灵草的几率也高一些 嗨嗨 给夏振风面子 他没好说 自己战力已达原因后期大圆满了 夏振风听完这话 点了点头说 行 既然你愿意的话 那就与我一起吧 你我一起 此次入山 定能为清玄寻到那龙灵草的 周扬笑着道 我也相信 肯定可以找到龙灵草 夏说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好 夏振风想了想说道 以早不宜迟 按照往年惯例 妖兽冲击隔一个月 就会发动第二次 现在距离上去冲击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我们还有半月的时间 可以自由行动 夏振风接着说道 周扬 第二次妖兽潮 可不是第一次那么简单了 到时候 低阶妖兽数量会降低 而高阶妖兽的数量会增多 不排除会出现 猿鹰妖兽的可能性的 夏振风想起 曾经历史上 有一次妖兽冲击中 出现过一头猿鹰漆的 化形妖兽 直接从边境城池内部 进行攻击和破坏 其为人形 伪装之下入城 根本无人发现 等发现的时候 那位化形妖族 已然覆灭了一座城池 最后还是 擎天宫内的猿鹰大修士出手 才赶走了这头化形妖族 不过这种情况 毕竟发生的不多 周扬开口道 谢夏书提醒 周扬明白了 夏振风说 嗯 所以 我觉得 我们应该早点出发 才有充足的时间 寻找龙鳞草 夏书等我安排一下族物 我们今日便出发 周扬说着 已经站起身来 当天傍晚 安排好了族物之后 周扬便和夏振风 连夜离开了青木城周府 化作一道微不可见的流光 从天空中 朝着黑铁山脉而去 周府内 夏青玄的门前院落中 夏青玄看着离去的两道流光 心中暗自期待 这是自己父亲和未婚夫 在为自己的未来拼搏 夏青玄满心感动 又带着些愧疚 心中祈祷 两人可千万不能出世 即便找不到龙鳞草 也要安安全全地回来 才好 周扬和夏振风的离开 周府只有很少的几个人 知道内情 如夏青玄 福伯 刘宛如 周韵 大足佬等高层族人 普通族人都不清楚两人去向 更别提外人了 但是 这其中 不包括一个人 那就是三皇子夏青云 夏青云一直在关注着周府的动静 行动极为隐秘 为的就是要时刻知道周扬的动向 而现在 当他发现 周扬和夏振风连夜离开青木城 暗中朝着黑铁山脉而去时 顿时眼神中争鸣之色净血 双目中充满了疯狂 周扬 夏振风 你们两人如此侮辱我夏青云 终于 终于被我找到机会了 哈哈哈哈 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这个时候 前往黑铁山脉是为何 还不是为了那个废物夏青玄 龙鳞草是那么好找的吗 哈哈哈哈 巧了呀 我还就知道 黑铁山脉中 有一个地方 是有龙鳞草的呀 夏青云心中疯狂大笑 那头黑熊妖王 为何在黑铁山脉 深处的那座高山上 修建宫殿 一手就是上千年 不就是为了上古那座遗迹吗 巧的是 那处遗迹在一个秘境当中 那个秘境被黑熊妖王镇守 妖圣公每年都会派遣妖族 进入秘境历练 嘿嘿嘿 此前一次机会 我抓住了一头冰死妖族 从他口中得到了 秘境中有龙鳞草的消息 这个消息 我就免费送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能在 黑熊妖王的手中 死得不要那么轻松 如此才能解开我心头之恨 夏青云缓缓收敛 自己激动的心情 随后展开了布置 他的方法很简单 利用秦天宫的消息渠道 散播一记秘境中 有龙鳞草的消息 以夏振锋 在秦天宫中安插的人手 自然会得到消息 一得到消息 必然会第一时间 将消息传递到夏青玄这边 只要消息传到了 哪怕夏振锋知道这是阴谋 这就是阳谋 但只要有一丝可能性 夏振锋必然会不顾一切地 冲入一记秘境 只为获得龙鳞草 为夏青玄改天换地 获取修行资质 果不其然 一夜过后 消息传递到了夏青玄和福伯这边 夏青玄得到消息之后 顿时脸色大变 第87章 神奇妖兽 是鼠是鸭 秘境 龙鳞草的消息 龙鳞草竟然 竟然在那个地方 夏青玄脸色很难看 那遗迹秘境是什么地方 是黑熊妖王探索出来的一处 妖族遗迹 传说遗迹秘境的建造者 是一头修为 达到了化神之上 高深境界的妖族大能创造出来的 其中隐藏着很多秘密和妖族宝物 非妖族基本上很难进入 黑熊妖王本身修为 就几乎称得上是半部化神 手下还有好几个原鹰妖族 那些金丹和其他境界的低阶妖兽 更不用说了 分布在黑铁山脉各处 为他镇守这处秘境 防止人类侵入 这处遗迹秘境 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开启 供妖圣宫安排的一些妖族后辈前来试炼 是妖族不可多得的一处宝地 现在擎天宫内 竟然流传出这样的消息 显然不太正常 夏青玄不想让父王和周扬到秘境中冒险 在黑铁山脉深处寻找海行 可到了秘境当中 那可是妖族秘境 对人族修饰和妖族修饰 那绝对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夏青玄当即将这个消息压了下来 没有传给两人 不过 隐于暗处的福伯 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中 他心中一阵纠结 摇摆不定 一方面 他理解夏青玄的担忧 那处妖族的遗迹秘境 绝对不是善地 如果将消息传给两人 以两人对夏青玄的爱护 绝对会选择冒险进入的 但是 若不将消息传出去的话 夏青玄便再无可能获得龙灵草 转为修士 龙灵草这么珍惜的东西 千年难得一见 这一次机缘巧合 才在这妖族秘境当中 有那么一丝的机会获得 如果不抓住的话 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呢 福伯左思右想 想了好久 最终下定决心 还是要将这个消息通知给王爷 这是小姐进入修行的唯一机会了 若再等下去 等小姐年龄更大 气血衰败的时候 即便找到千年要龄的龙灵草 估计对小姐的帮助也没那么大了 趁着小姐还年轻 必须要抓紧时间 获得龙灵草才行 老燕 希望你们此行顺利 福伯暗叹一声 随后发出了一道传讯法术 法术发出去之后 福伯再次引入暗中 看向夏青玄的背影 小姐 也希望你不要怨我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不希望你作为凡人碌碌一生 火百多岁就老去 化作一捧黄土 这一次机会难得 即便希望再小 也要去尝试 黑铁山脉 黑暗的夜空中 周阳和夏振峰两人 各自踩着一柄飞剑 朝着深处而去 都达到了原因及境界 花费了不过小半夜的时间 跨越了无数山峰 林地 密林后 下半夜时便抵达了黑铁山脉深处 黑铁山脉深处 范围就稍小了一些 不过此地危险程度 也要更高一些 周阳 我们接下来的行动 要小心一些了 不要引起那些化形妖族的注意 夏振峰提醒了一声 缓缓降低了飞行速度 同时也渐渐降低了高度 和外围不同 在黑铁山脉深处 飞得越低越好 因为高空更加显眼 不要觉得此刻是深夜 飞得高了 妖兽就看不到了 妖族当中有夜视能力能力的 不要太多 如猫头鹰妖 更夸张的是 一些喜欢夜间活动的飞行妖兽 如蝙蝠妖 而降低高度和飞行速度之后 可以很有效地降低被发现的风险 同时 若真被发现了 也可以在更加靠近对方的时候 出手斩杀对方 好 周阳点了点头 两人都收起了飞舰 改为用法术隐秘的飞行 为此 夏振峰还特意教了周阳 一门隐身脸吸法术 不是别的 正是福伯使用的那门隐身法术 效果极强 两人使用法术之后 整个身形都几乎看不见 悄悄地在夜幕中前进着 夏叔以前来过这黑铁山脉深处吗 周阳轻声询问道 直接以神殿传音传递过去 夏振峰洒然一笑回应道 以前来过 但没有深入太远的地方 那一次远远地看到 一头身高近百米的巨猿 当时就被吓跑了 闻言 周阳顿时一惊 近百米高的巨猿 体型这么高大的妖族 应该有化形期的实力吧 怎么还用妖兽形态 难道当时 他是在战斗状态吗 夏振峰文言赞赏地看了周阳一眼 不错 当时那头巨猿 正在和一只巨鸟战斗 那只巨鸟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来自万寿宗的一头灵兽 其实力 不是化神也差不多了 那头巨猿能与其战斗 显然实力也有 接近化神了 两头实力接近化神的妖族 在黑铁山脉深处战斗 那头黑熊不管吗 不对 周阳说着 忽然疑惑道 那黑熊是妖圣公的妖王啊 妖圣公和万寿宗乃天敌 没错 黑熊妖王是妖圣公的妖王 这里是黑熊妖王的地盘 一头巨猿在这里 竟然和一只来自万寿宗的巨鸟战斗 显然是不同寻常的 不过其中到底为何 我也是不知道 毕竟那个时候 我也才精丹禁忌而已 远无法参与这种等级的战斗 听夏震锋这么说 周阳也很理解地点了点头 也对 别说当时夏震锋 还只有精丹修为 即便是 现在他晋升了原因 也是不能参与这种等级战斗的 那可是两头实力达到 半步化身的妖族之间的战斗 旁边还有一个 同样强大的黑熊妖王呢 咦 周阳忽然惊异一声 目光朝着下方看去 那是一处小山峰的山脚处 有一些鸭子模样的妖兽 在到处行走 让他惊讶的是 鸭子并不是喜欢夜间活动的兽了呀 嗯 你是在奇怪这种妖兽吗 夏震锋笑着说道 这是一种神奇的妖兽 鸭身鼠头 实力不强 喜欢夜间活动 它们拥有一种神奇的幻术能力 可以让敌人看到 它们设想好的幻境 变得无条件相信它们 不过这种能力非常低下 只能迷惑一些普通人 或者是刚练气的修饰 神殿稍微强一些的修饰 都能免疫这些鸭鼠的幻术 原来如此 的确古怪神奇 竟然还有这种妖兽 真是长见识了 周扬笑着点头 随后也就不再理会 这些喜欢在夜间暗地里 偷偷摸摸行动的鸭鼠兽了 和夏震锋继续缓慢前行 与此同时 两人也在缓缓地探测着周围环境 试图寻找适合龙灵草生长的地方 两人寻找了大半夜 没能找到龙灵草 不过周扬倒是寻到了不少普通灵药灵草 说普通 是因为这些灵药 都不是什么太过珍贵的类型 药灵也不高 这里的灵药 一旦药灵足够 就会被妖族采集走的 除非是那种隐藏极深的灵药 夏震锋看到周扬在采集这些灵药灵草 便出言解释了一下 还有一些可能是被妖族标记好的 但药灵还不足的灵药 我们想找到龙灵草的话 只能希望能找到隐藏身的 或者是妖族留下 并没有足够药灵的 说着 夏震锋脸色有些暗淡 周扬当然明白原因 若是药灵不够的话 龙灵草即便得到了 对夏青玄效果也不会大 但总比没有好 当然 最好是能够找到 隐藏极深的龙灵草 药灵足够千年以上的 才是最好的结果 周扬则无所谓 只要能找到野生的龙灵草就可以了 它有系统在手 即便是今年刚发芽的龙灵草 也能让它变成万年药灵的 极品龙灵草 可惜事与愿违 两人白天又小心翼翼地寻找了起来 可找了整整一天 却连丝毫龙灵草的影子都没见着 倒是普通药草 又被周扬采集了不少 大部分都是野生的 一些被妖族圈养的灵药 周扬没去动 没意义 都是一些药灵低下的灵药 贸然采集了 说不定会引起妖族注意 就在两人失落叹息的时候 一道隐秘的法术传信飞来 夏振风神色一动接了过来 是福伯给他的传信 一看之下 夏振风顿时有些激动了起来 周扬 福伯给我传了消息 他说 黑熊妖王镇守的那处妖族的一记秘境内 有龙灵草的消息 黑熊妖王镇守的那处一记秘境 周扬心神一震 消息准确吗 第88章 秘境入口 我来对战化形妖兽 传讯是福伯给我发来的 消息来自擎天宫 夏振风皱着眉头思索 他显然没有想过 这个消息是夏青云放出来的 凭夏青云的手段 正常情况下 是不可能获得妖族秘境内部消息的 擎天宫 周扬眉头一扬 他倒是想到了夏青云 会是夏青云设下的陷阱吗 哼 若真是如此 这家伙以为如此 就能将自己害死在黑铁山脉深处了吗 不错 消息来自擎天宫 应该是擎天宫修士获得的隐秘消息 也不知道 妖族怎么会将这样的一个重要消息泄露出来的 夏振风说着 双目决然道 不管如何 这都是一个机会 龙灵草太稀有了 我感觉在山脉中盲目寻找 根本就不可能找到 说着 夏振风叹了一声道 龙灵草这东西 别说我们人族修士了 即便是妖族发现了 也会第一时间保护起来 或者是直接采集回安全之地养殖 不可能放任在外的 这是连妖圣弓箭了 都会动容地珍惜灵药 夏叔说的有道理 周扬点头道 如此贵重灵药 便属黑铁山脉 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 只有那黑熊妖王所在的那座高山 以及地处那座高山所在的妖族秘境遗迹了 我感觉这个消息 应该不会空穴来风 应该却有其事 周扬 你愿意和我一起冒这个险吗 夏振风忽然转头看向周扬 目光灼灼地问道 若是前往这处妖族秘境的话 危险性可是比暗中在这山脉深处 搜寻龙灵草要危险太多了 一个不慎 就有可能丢掉性命 夏叔说笑了 您获取 这龙灵草是为了清玄 我获取龙灵草也是为了清玄 夏叔莫不是忘记了 您可是我岳父 清玄是我未婚妻 为了让她能够修行 冒一点险算什么 周扬郑重道 哈哈 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清玄能和你在一起 我也算是放心了 走 今天就让你我二人 一起闯一闯 这妖族秘境 为清玄争夺这一修行造化 夏振风听到周扬的话 顿时满心欢喜 看向周扬的眼神 已是满意到不能再满意了 随即拉着周扬 意气风发地 朝着黑铁山脉核心处的那座高山而去 黑铁山脉深处的核心 是一座高大无比的山峰 山峰的顶端覆盖着矮矮白雪 一朵朵白云在山巅周围飘过 这是一座非常高的山峰 也是黑熊妖王的老窝所在之地 山巅之处的一个悬崖之上 一座雄伟的宫殿出立在此 宫殿非常粗广 甚至有的地方 还用庞大的妖兽骨骼铸造 透着明显的妖族风格 宫殿内外 有着一些体型变小的妖兽进进出出 这些基本上多数是金丹镜的三阶妖兽 住基镜的二阶妖兽数量很少 除非是来头很大的那种 宫殿最深处 一个露天的祭坛之上 有着一道黑灰色的空间裂缝 这道空间裂缝非常稳定 大小有十多米高 四五米宽 祭坛上镶嵌着数十颗灵光闪耀的灵石 这些灵石一看就非常不凡 其散发出来的灵气光韵 远不是中品和下品灵石可比 祭坛周围 有一个完全呈现人类模样的 身穿长袍的中年男子镇守 除了男子之外 祭坛周围 还有几个金丹后期妖兽守护 神色警惕地注意着周围动静 熊王大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 一头青牛模样的妖兽 沉闷地出声询问 都已经那么多天了 第二次兽巢的妖兽 也集结差不多了吧 嗯 对 他旁边的一头黑狼 也跟着说道 这一轮的妖兽巢 我也该参加的 他不回来 我这也不好随意离开啊 是吧 血爪大人 被称之为血爪的 正是那名已经化形的妖族中年男子 他冷然看了中妖兽一眼 哼道 都别急躁 熊王大人应该就在这几天出来 秘境里的那处要原理 最近有灵药要成熟 那可是非常珍贵的灵药 是公主大人都特意关注 要郑重对待的灵药 必须熊王大人亲自去才行 哦 几头妖兽对视一眼 不敢再说话了 废话 那可是妖圣公公主吩咐下来的事情 熊王大人都不敢怠慢 何况是他们这些小喽啰 血爪见此 也不再说话 而是默默镇守这里 等候熊王从秘境中归来 忽然从宫殿正门处传来一阵骚动 嗯 怎么回事 急妖纷纷转身看去 却见两道剑光直冲而来 剑光中 两道人类修士的身影 隐于其中 人类 好歹 人类修士竟敢闯落熊王殿来 找死 众妖兽怒吼出声 而那位化形妖族则心中一动 熊王山四周 可是有不少金丹妖兽 带着大量妖兽在驻守的 这两个人类能来到这里 自己还没收到消息 那么必然是没和助手妖兽打起来 直接抵达的熊王殿 这说明 两人的隐藏能力极佳 本身实力也不凡 血爪仔细一看 两人身上的法力波动浑厚 双目金光内敛 他按道一声 原因修士 人类 血爪拦住了想要动手的 重金丹妖兽 随后出口 朝着周扬和夏振锋两人喝道 你们来我熊王殿所为何事 你是黑熊王 不对 你这气息 只有化形中气而已 不可能是黑熊王 夏振锋看了血爪一眼 哼道 我们要入秘境 如果不想死的话 那就让开 哈哈 想入秘境 不想死就让开 血爪闻颜面显怒色道 真没想到 是我血爪太久 时间没出手了 既然随便来一个原因修士 就敢对我这样说话 我的确不是黑熊王大人 可对付你这么一个原因出气的修士 岂不是守到勤睐 胆敢如此嚣张 如此明目张胆地闯入我熊王殿 来横行霸道 今天就让你们有来无回 血爪看都没看周扬 毕竟周扬表现出来的 只是一个金丹七修为而已 他和夏振风玉剑而来 自然需要催动法力 脸稀法术也无法隐瞒境界了 不过即便如此 暴露出实力境界 对周扬没有任何问题 他的战力和境界差距 整整一个大境界 甚至还要更高一些 敌人越是轻视自己 周扬越是高兴 夏振封贴了血爪 以及他身后的那些金丹妖兽眼 随后转头 看向了身旁的周扬开口 周扬 我拖住这个家伙 你去解决其他金丹妖兽 没问题吧 夏振风看过周扬的战绩情报 知道周扬的战斗力 远不是普通金丹妖兽 可以比你 自己出手拖住 对面的原鹰化形妖族 让周扬去解决其他金丹妖兽 是最好的选择 周扬文言 想了想 开口道 夏叔 要不我来对付这头化形妖族 你拖一下金丹妖兽 等我解决了这个化形妖族 就去帮你 如何 这 你确定 夏振风 即便已经知道周扬突破到了金丹后期 可现在要面对的 是一个化形的妖族 一个原鹰中气的化形妖族 实力绝对比同级修士 墙上不止一截 是的 我确定 夏叔不用担心我 我有信心 周扬正重点头 别说眼前这头化形妖族 不是黑熊王 就算是那头黑熊王当面 周扬也不惧对方 你们在废话什么呢 血爪见到两人只顾说话 似乎不将自己 放在眼中的样子 顿时气怒 直接就飞上半空 朝着两人杀了过来 在他看来 区区一个金丹修士 和一个原鹰出七 不用其他妖兽动手 他一人就能轻松解决了对方 胆敢在自己镇守 秘境门户的时候来捣乱 简直救出自己眉头 必须要斩杀了事 人族修士 给我死 血爪不愧被称之为血爪 一出手 就是一个血色巨爪 狠狠地朝着周扬和夏振锋 抓了过来 出血 杀 赢 一道剑银声 穿破云霄 第八十九章 剑斩血爪 全面 踏入秘境 剑银声中 红光剑影刺向了血色巨爪 是 一声脆响之后 血色巨爪被撕裂 化作妖气溃散而开 不可能 血爪见此一愣 面色有些错愕 随后大呼不可能 你一个区区金丹修士 怎能如此轻易击溃我的攻击 血爪感觉自己 遭遇了不合理之事 对面这个人类修士 从身上法力波动看 明明就只是一个金丹修士 即便对方是金丹后期 距离自己这个化形中期的妖族 也差了一个级别 怎么如此简单 就破了自己的攻击 你要说 对方耗费巨大法力 也就算了 可是看周扬 那轻松惬意的模样 似乎就只是随手一击而已 这怎能不让血爪 怀疑人生 然而 更让血爪怀疑 人生的来了 来而不枉非离也 化形妖族 阁下也接我一招吧 周扬淡然一笑 一手背负在后 一手笔做剑指 摇摇一指 出血配合剑诀 掉头就刺向了邪爪本人 好胆 血爪大怒 甚至有些想笑 他是万万都想不到 一个金丹修士 敢面对自己这个化形中期大妖 已经很离谱了 可对方竟然有胆子 对自己反攻过来 这是要上天吗 你不知道 人类和妖族 在同级时 除了那些历史流明的大能之外 没有修士 是妖族对手 血爪看着次来的飞剑 哼了一声嘲讽地说着 伸手就朝着飞剑抓了过去 区区一柄飞剑 也就只能依靠这些外物了 花音刚落下 血爪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吃的一声 他的手爪齐弯而断 左手断掉之后 立马开始变换起来 快速地化作了其本体模样 血爪的左手急速膨胀着 转瞬间就变成了一个 近十米大的巨瘦利爪 断口处血水挥洒而下 哼 吃痛之下的血爪双目通红 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手爪 他 他的左手利爪竟然被斩断了 被一个金丹七 人类修士斩断了 一声怒吼之下 血爪当即不再维持人身 而是直接化作了本体模样 这样的状态下 他的战斗力将恢复到巅峰状态 他就不信了 还能对付不了一个区区金丹修士 这是一头猎犬模样的妖兽 体型庞大 足足有近八十米 争鸣的獠牙外翻 星红的双目中透着杀鸡 他的左前爪已经被切断 其他三只爪子完好无损 却带着无尽血光 血爪的名头就是在此 来自犬族的血爪 有着非凡的天赋 四爪的攻击力尤其强悍 血爪击中敌人后 会让敌人身体麻痹 并且伤口还无法止血 人类 你胆胆伤害我 今天就留下病来吧 血爪浑身都在冒着血光 四爪上更是鸿芒闪烁 不顾一切地冲向了周扬 周扬小心 夏震锋在旁边 一边应付着 其他几个金丹妖兽的攻击 一边注意到这边情况 连忙大声提醒周扬小心 夏叔放心 该担心的不是我 而是这条大狗 周扬淡然回应 飞剑转动后 带着尖笑声 再次刺向了血爪 人类修士 你的飞剑竟然是法宝级 一个金丹修士 竟然能使用法宝级飞剑 我承认之前 的确小看了你 可是现在 在我已经有所防备的情况下 即便是法宝飞剑 也无法奈何我 猎犬血爪的体型 太过庞大 速度却不慢 它在扑向周扬的同时 朝着飞剑张口 吐出一个血红色的光球 血色光球 如同真实的血球 一下子就把法宝飞剑包裹住 阻止其次向自己 哈哈 没有了法宝飞剑 我看你一个金丹修士 如何在我的攻击下保命 血爪振奋无比 没有了犀利的飞剑 周扬在他眼中 根本就不足为惧 杀死周扬 还不是手到擎来 周扬神念感受到出血 的确被血球困住了 虽然以他的能力 操控出血 挣脱束缚 只需要一个呼吸的时间 可这一个呼吸 也足以让血爪对周扬 发起致命攻击 这一点时间 在原因层次强者的眼中 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你以为 我是只依靠飞剑战斗的吗 周扬脸色丝毫未变 即便手无飞剑 他依然奥利当中 一头画形中期妖族 岂能让他束手无策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 剑气照样凝聚杀敌 周扬以手画作剑指 剑指之上剑气凝聚 朝着血爪隔空一点 吃 一道剑气 就这么透支而出 哎呀 血爪才刚刚冲到周扬身前 就被这迎头衣击打的头晕目眩 剧痛无比 这一道剑气 看上去纤细脆弱 实际上破坏力极大 霸道的剑气 直接打在了 血爪庞大的脑门上 风锐至极 直接击穿了他的颅骨 随后侵入其体内 直接破坏其体内组织 撕裂般的剧痛 传遍了血爪全身 战斗可以结束了 宁气斩 周扬再次操控着 恢复自由的飞剑 趁着血爪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道剑影穿体而过 直接将其头颅刺穿 不 熊王大人救我 血爪向死而生 神魂直接冲出体外 朝着秘境之门冲了过去 想要冲入秘境当中 向黑熊王求救 可惜 周扬根本就不给其机会 疯 周扬伸手 朝着血爪神魂抓去 直接用神念封住了他的神魂 封在了一颗灵域当中 又是一个高质量神魂 且还是化形中期的妖族神魂 不错不错 收获满满 周扬满意地将神魂收起 随后挥手又收了血爪的尸体 这东西价值可太大了 这可是一头化形中期妖族尸体 战力境界比人族猿鹰中期 还要强上一些的 其身上的各种珍稀材料不要太多 分解之后卖掉的话 岂不得朝一千万灵石往上跑 最珍贵的就是其神魂和妖丹 占据七成价值 收拾完了血爪之后 周扬将目光转向了 正在和下阵风战斗的几名金丹妖兽身上 下阵风虽然是初入猿鹰期 可战力绝对不比那些老牌的猿鹰初期修饰差 他手中的飞剑是一柄夏品法宝飞剑 原本准备自用的出血 交给了周扬 下阵风是没有合手法宝使用的 不过在他成功晋升猿鹰之后 他母亲 也就是那位化神太后 令人带来了一柄夏品法宝飞剑当贺礼 于是他便拥有了顺手法宝使用了 大夏王室的底蕴还是不错的 一两件法宝 至少化神太后是能够拿得出来的 在夏阵风的攻击下 这些金丹中后期的妖兽 即便联手也无法击败他 反倒是被他抓住机会反杀了一头妖兽 而在周扬这边战斗结束之后 妖兽们个个脸色都变了 想走 夏阵风眼睛一瞪 知道是周扬斩杀那名化形妖族后 让这些妖兽有了压力 打起了退堂鼓 想要开溜 夏阵风连忙拖住这些妖兽 而周扬反应也不慢 当即就出手助战 不过片刻功夫 两人联手之下 斩杀了这些金丹妖兽 随后周扬将妖兽尸体收起 两人对视一眼 周扬神色淡然 面色不变 夏阵风则是满脸的赞赏 走 我们抓紧时间 快快进入秘境之后 寻找龙灵草 找到之后立刻离开 那头黑熊妖王 可不像刚才那头化形妖兽那么容易对付 那家伙是老牌化形巅峰妖王 距离突破化神也 仅仅只有半步之遥 夏阵风立刻说道 夏叔说得不错 我们赶紧行动吧 两人言罢 连被踏入了秘境之门 第九十章 巨型坟墓 金献龙墓 这处妖族的秘境 被称之为一记秘境 这说明 这处秘境 不仅仅是化身之上的存在 创造出来的那么简单 周扬不是没见过那种化身之上的存在创造的秘境 此前在那座大下与大商之间森林中 解救姐姐周韵的秘境就见识过 那是一个被邪魂宗遗弃的荒凉秘境 而这个妖族一记秘境则不同 刚一进入秘境 周扬就发现了两者巨大的区别 好浓郁的灵气 周扬感受着周围浓郁的灵气 就仿佛一个干旱的沙漠 变成了热带雨林一样 周遭空气中都充斥着灵动 滋润 舒畅的气息 这处秘境保存得非常好 我想 这一记来历 绝对不会简单 夏阵风正中道 他们现在所处的秘境入口处 地上已经倒下了好几个金丹妖兽 这是黑熊妖王留下看守门户的妖兽 可惜 刚刚一个照面 就被两人解决掉了 周扬再次收起妖兽尸体 随后道 这个秘境传说中 是妖族的上古大能创造出来的 也不知道此前是如何隐藏在这里 直到被黑熊妖王在一千多年之前发现 奇怪的是 若真是妖族大能留下的遗迹 妖族怎么会发现得那么晚 这谁知道 也许妖族的记载遗失了吧 反正不管如何 这些上古时期的事情 现在想要了解是很难的 夏振风说着 深吸口气 目光看向前方 那处有一个平原 而在左侧则是一片低矮的密林 右侧则是山林密布 后方 也就是秘境之门方向 竟然是一座 能和外界熊妖山比拟的巨大山峰 秘境当中微风徐徐 周扬感受了一下 抬头看向了右侧方向 那边 山林密布 一座座山头 就像是一座座坟墓一样 风 就是从那边传来 夏说 我们选择哪个方向 周扬询问道 这个时候 在这种秘境当中 两人分开 绝对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鬼知道 那个进入秘境的黑熊妖王身边 有多少妖族跟随 别问周扬是怎么知道 黑熊妖王在秘境中的 那血爪神魂 最后冲向秘境之门 恍惚熊王救他 还不明显吗 黑熊妖王的手下 至少有四头猿鹰级级别妖族跟随 加上他自己半步化神 即便是周扬一个人 遇到了 也会感觉到压力巨大 逃命可能不是问题 这一次过来 并不是为了杀死黑熊妖王 而是为了获得龙灵草 只要得到龙灵草 那么这一次的战略意图就达到了 东西到手 周扬要跑路 黑熊妖王还能拦得住不成 至于夏振锋 想来手中也是有底牌的 两人都是剑修 预见速度也不慢 逃命还是小有把握的 这方向 是有些难以决断 我们并不了解 这出秘境内的情况 只能靠猜测 夏振锋也没什么好主意 目光在几个方向上打转 思索着应该先去哪个方向 最好是能够避开那头黑熊妖王 既然夏书也没主意 那就听我一次吧 我们选择右边 这些一座座高达上百米 甚至上千米的小山丘 我看着有些不对劲 周扬宁神 看向右侧方向的一座座山林 这些山头上长满了绿色植物 有枝叶繁茂的大树 也有一些藤蔓和杂草 花 看上去似乎很平静的样子 可他却觉得有一股隐隐约约的威压 从那些山丘上散发 这些山丘 夏振峰眯着眼睛仔细地看了看 随后心中一惊道 难道你觉得这些都是坟墓 对 周扬点头 夏书不觉得 这些巨大的山丘和坟墓很像吗 只不过比只普通坟墓 它们显得更大了一些而已 还有 夏书你仔细感应一下 是否在这些山丘上 感受到一股隐隐威压 其中有妖气 有死气 还有一些腐朽之气 嗯 好像的确是这么回事 夏振峰感受了一下 眼睛一亮 赞赏地看了周扬一眼 你小子果然不简单 这微乎其微的气息都能感应到 这些山丘如果是坟墓的话 那么 其中埋葬的必然是上古强者 上古时期至今 差不多都过去好几万年 甚至十万年了 你竟然还有感受到这些气息 真厉害 哼 不是晚辈厉害 而是这个秘境 有气息封存作用 即便是神魂再次碎裂了 其消散速度 都远比外界更慢很多呗 这些灵气妖气 和上古时身上的威压自然消散的 也要更加缓慢了 周扬谦虚地说道 能够比原音境的夏振峰 更快感受到这些 主要是因为 仙灵根对灵气的灵敏度 那些妖气和死气 融合在灵气当中 无法彻底消散 自然就被他轻易感受到了 好 那就选择这边吧 这些巨型坟墓中 埋葬的都是上古强者 说不定其中就有龙脉妖族 或者直接就是真龙之墓呢 夏振峰说着 自己也被这想法给逗笑了 怎么可能有真龙之墓 那可是真龙啊 成年真龙的实力 基本上都是先级存在 那是上古才存在的神话生物 龙族甚至可以单独成族 独立于妖族之外 而妖族 也是在世间无真龙的现在 才敢宣称 龙族为妖族一员 可想而知 龙族曾经是如何强大的存在 夏振峰心中非常期待 他感觉福伯传递来的消息 准确度非常高 这里拥有龙灵草的可能性 远比外界任何地方都要高啊 龙灵草在上古时期 可并不如现在这般稀有 那个时代 真龙还存在于世的 偶尔也有真龙之间发生战斗 或者真龙与其他族群发生战斗 龙血和龙灵洒落也是常事 龙灵草和龙血果 自然也就有很多了 走 两人快速上路 遇见飞行 速度极快 跨越一座座高达山丘 周扬心中暗自计算了一下 心中暗精于这座秘境的庞大 烈焰花所在的那处秘境 方圆仅仅数百平方公里而已 而这个秘境呢 光他和夏振锋飞过的路程 就达到了上千公里远了 这只是计算的距离 而不是面积啊 起码百万平方公里以上 甚至更高 这绝对不是凡间强者 能够创造的秘境 说不定就是先级存在留下的 嗯 仔细一想 这个秘境 可就是从上古时期 遗留下来的遗迹啊 先级秘境的话 好像也不是难以接受 周扬想着 忽然听到夏振锋惊呼了一声 周扬抬头看去 不由也是瞪大了双眼 这 这股气息 这龙威 这是龙 龙墓 第九十一章 进入龙墓 寻找主墓室 壁画 映入眼帘的 是一座庞大无比的巨型坟墓 远超其他山丘坟墓 高度就达到了数千米 远看就是一座高耸的山峰 飞进了之后 两人才发现 这座山峰之上 散发着射人心魄的龙威 与其他无名坟墓不同 这座龙墓山峰的山脚下 还树立着一块百米高的巨型石碑 石碑上刻着龙族文字 这些龙文 夏书你认识吗 周扬看了一眼这些繁杂的龙文 一阵头疼 根本不认识 这是龙文 是仙界真龙一族的文字 我们人界很少有懂这些文字的人 也许上古时期有人认识吧 但是现在 基本上没人认识了 我自然也不认识的 夏振锋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认识 不管这些 夏书你看那边 周扬忽然指着一个方向说道 夏振锋转头看去 只见石碑后面 有一个巨大的青铜门户 此刻门户大开 门内不断往外散发龙危 龙木门开着 周扬你的意思是 夏振锋沉吟着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猜测 可能是那个黑凶妖王在里面 周扬沉声说道 这样的一个庞大龙木 不可能就这么开着门放在这里 这样的龙木 要说没有什么禁止 阵法守护 我是不信的 的确 夏振锋点头 完全承认周扬的说法 这样一个龙木 光从这延续了数万年 依然射人的龙危上看 这绝对是一头实力强大 甚至有可能是 先级的真龙之墓 怎么也不可能 没有防护措施的 夏说 我们进去吧 周扬看向夏振锋 周扬 这其中肯定危险重重 不如就我一个人进去 你在外面守着 夏振锋犹豫了一下说道 进入这处龙木的话 不仅要面对 可能在其中的 黑凶妖王等妖族 还要面对龙木 本身的各种守护阵法 危险性不言而喻 周扬天资卓 若是因此遭遇危险 有些得不偿失 他不想让女儿守寡 这个险 他打算自己去冒 夏说 周扬却反驳道 我之前就说了 这不是您一个人的事情 清玄是您女儿 但也是我的未婚妻 我也希望她能够修行 与我一同相守千年万年 而不是眼睁睁看着她老去 这处龙木 我又如何能让您单独进入 而自己却躲在外面呢 说着 周扬笑了笑道 难道夏说 还在怀疑我的实力吗 这倒不是 你小子现在虽然是金丹七 可实力绝对不比普通原因后期弱了 连那个化形中期的血爪 都那么轻易被你斩杀 你的实力我 还能不认可 夏振风哈哈一笑 心知劝不动周扬 便也不再劝解 暗自满意这么一位女婿 不管任何方面 都几乎没有什么缺点 简直完美 既然如此 那夏叔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今天这龙木 即便再如何危险 我也要和夏叔一同进入探索 周扬正色道 这是龙木 是这处秘境中最有可能性出现龙林草的地方了 我感觉 我们获得龙林草的机会很大 好 我也有这种感觉 那就一起进去吧 不过 若是遭遇了无法抵挡的危险 你到时候 也不用特意关照我 该逃命逃命 不要一起行事 夏振风说着 便和周扬一起落下 站在了青铜大门之前 感受着其中散发出的龙威 有种让人心寒怯懦的威势 这就是龙威 龙族在面对任何敌人的时候 龙威一发出来 对方就先胆寒三分 龙族自身却会变得更加自信 更能发挥出自身实力 这一来二去 对战斗胜负的影响可是不小 两人收起飞剑 深吸口气 抬腿踏入了这处龙木 龙木不仅外面看上去非常庞大 其内部面积甚至更大 因为整个龙木内部 不仅仅是地上空间 连地下空间都被利用上了 走了还没多久 周扬就发现了静止波动 夏叔小谢 这里有静止 周扬提醒了一声 夏阵风连忙停步 看向身侧一处墙壁 仔细感应了一下 那里的确隐藏了一个静止 陷阱一样的设置在墙壁下的地面上 一旦踩踏上去 就会引发静止反击 静止是阵法的一种 只不过其功能更加单一 且不至简单 动力员也是 衔接了整座龙木的大型阵法上 用的是龙木内储备的灵石 距灵阵从外界抽取存储下来的灵器等 升起法力护盾 万一有发现不了的静止 也能抵挡一下 两人升起护盾再次前进 有些小心翼翼 毕竟 这里可是强大的真龙之墓 再如何 小心都不为过 时间过得很快 几个时辰过去 两人都快逛遍大半个龙木了 结果竟然 没找到龙族骸骨所在 也就是说 没有找到主墓石 不对 从路上的痕迹来看 那头黑熊妖王 应该的确是在这里的 我们近来这么长时间 竟然都没遭遇他们 也没找到主墓石 夏阵风沉思道 我们应该寻找黑熊妖王的踪迹 跟着他们的行动轨迹走 这里毕竟是妖族的遗迹秘境 他们绝对要比我们更加熟悉这里 夏叔说的对 我甚至怀疑 我们已经进入这龙木内部的迷阵当中了 这么长时间逛幽 只是遭遇了一些简单的禁止 甚至都没遇到强大的杀阵 一个都没遇到 很奇怪 周扬也跟着说道 随后闭上双眼 感知全开 努力地感应着周围空气中的气息 夏阵风剑此 也不说话 只是警惕地看着周围 替周扬护法 过了两久 周扬睁开双目 猛地转头看向了一个方向 妖族的气息 在那个方向更加浓郁 夏叔 我们走 好 两人快速地前进 很快 来到了一个有着巨大符绘的壁画前 这是一个描述着真龙遨游天际 下方万族膜拜的符绘壁画 看样子 是在讲述这座龙木中的 真龙生前的丰功伪迹 周扬和夏阵风 可没心思看这些东西 转而研究起了 这里是否有禁止和阵法 就是这幅壁画 在这里 妖族的气息消失了 真正的瞩目时 应该就在这处壁画的背后 周扬指着壁画说道 怎么打开 夏阵风直言询问 不知道 周扬摇头 随后神殿小心地探出 仔细地查看着这幅壁画 寻找的进入之法 不到万不得已 最好不要出手破坏壁画 谁都不知道 这样做会引发什么后果 一旦引起守护阵法反弹 以这龙木阵法的级别 周扬估计都扛不住 咦 探查了半晌 忽然 周扬眼神一亮 目光紧紧地看向了壁画的一处 第九十二章 生龙骸骨 龙血果 龙鳞草 龙原雪莲 什么情况 夏阵风也抬眼看去 只见到周扬所看的那处壁画 正是游龙下方 那群膜拜的万族所在地 一群群人类 妖族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族群 跪地膜拜 在人群后方 有一个类似村落的地方 村子中 有一棵古怪的大树 大树生长得 似乎是一个池塘边上 而那座池塘中 长了一朵精美的莲花 周扬的目光 就落在了 这朵莲花之上 夏说 找到进入机关了 周扬说着 朝着那处池塘中的莲花浮雕上 输入了些许法力 精纯的法力融入了莲花 莲花上瞬间绽放出耀眼光芒 随后 阵法启动 整座壁画开始变换起来 画作了一座 类似于外面 那巨大青铜门户的一扇 较小的青铜门 这是 幻术 夏镇峰恍然 随后不禁钦佩起来 布置这座龙墓的存在 阵法修为先不说 其对幻术上的造诣 是真的高啊 他刚才观察了壁画那么久 硬是没看出来 这竟然是一个幻术形成的壁画 太真实了 嘎吱 青铜门户缓缓开启 顿时 一股几乎凝食的龙威 从门内轰然爆出 夏叔小心 周扬心中一惊 连忙出声提醒 没事 夏镇峰咬紧牙关坚持住了 硬扛住了这股 激进凝食的龙威压迫 周扬则是好太多了 他本身就拥有仙灵根 对龙威的抗性 那是高到可怕 这股龙威压在他的身上 不说春风拂面那么夸张 也就和凡人面对 冬日寒风差不多吧 有影响 但是不多 至少此刻 在这股龙威之下 周扬依然可以发挥出九成十力来 而夏镇峰 在这股龙威压迫下 估计连五成力量都发挥不出来 周扬眼光灼灼 看向小型青铜门内部 他已经清晰感受到了 其中有着妖族气息 那黑熊妖王就在其中 且其中妖族不止一个 至少有五个 都是化形七妖族 其中一个气息最强的 想来就是黑熊妖王了 周扬 这股龙威一直存在 似乎被阵法维持住了 一直提供着灵力供应 任何人进入其中 都要被削弱近乎一半的实力 夏镇峰面色艰难地说道 我们进入其中的危险性 比之前所想要大更多了 嘿嘿 下说 周扬却低声一笑 这股龙威的确强悍 应该是 那具真龙海骨上散发出来的 被阵法布置者利用了起来 当做了龙墓的一道 强大的防护法门了 不过 这龙威对其他人作用很大 但是对我 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啊 夏镇峰一愣 连忙问道 那你 你现在还能发挥出多少成实力 九成 周扬用神念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夏镇峰 夏叔 不要多提这些 我们快进去吧 那黑熊妖王若是石像也就罢了 若敢主动招惹我的吧 说不得今天就要斩杀一位妖圣公妖王了 好 我们进去 夏镇峰心中振奋无比 连忙用神念回复了一句 他现在内心真的是太高兴了 没想到这么恐怖的龙威 都拿周扬没办法 他竟然还能在如此恐怖的龙威 之下 发挥出九成实力 这是什么概念 黑熊妖王这些妖族 都要遭此影响的 一身强大的实力 只能发挥出一半 而周扬却能发挥出九成 这 瞬息之间 两者之间的实力 就来了个调转 他现在终于微微放松了 心中警惕和紧张 感觉获得龙灵草的可能性 再次大大增加了 周扬说的对 那黑熊妖王 若是不招惹自己两人 那娶了龙灵草就走也行 毕竟没必要特意去 杀死一个妖圣公妖王 这是在得罪妖圣公 能不得罪自然是最好的 但若对方自己找死 硬是要阻拦自己 两人获得龙灵草 哼哼 那到时候 为了清玄的虔诚 不得不出手的情况下 即便得罪了妖圣公又如何 一切都看代价 代价足够 即便得罪圣地 也在所不惜 两人顶着那如同狂风暴雨般的恐怖龙威 踏步走进了小型青铜门之内 下阵风是真的步步艰难 硬生生顶着压力在前进 周扬则轻松惬意 背负双手和散步一样 走了进去 小型青铜门内部 两人刚走进去 就看到了一个庞大至极 蜿蜒数百米的庞大龙骨 就如同一座蜿蜒盘绕的山巒一般 盘踞在这空荡荡的地下空间中 这处地下空间 地面由无数青石铸造 四周由各种白玉柱支撑建筑 整个空间极大 浩荡着无尽的龙威 人族修士 找死 怎么会有人族修士进入秘境 那帮守护秘境之门的混账 是怎么守的门 雄王大人 怎么处置这两个人族修士 一声声呵斥 从真龙骨架出传来 其中掺杂着些许木骂 周扬和夏振锋文言 将目光从庞大的 如同白玉般的龙骨上挪开 看向了下方处 那边 几道人形身影 正在顶着龙威 想要从龙骨下方过去 周扬顺着方向一看 顿时眼睛一亮 夏叔快看对面 龙骨对面 听到周扬的提醒 夏振锋连忙定眼看去 一看之下 顿时欣喜莫名 对对 那 那就是龙铃草 老天 我看到了什么 那么多龙铃草和龙血果不说 还有那朵 那朵莲花 夏振锋本来看到龙铃草 以及龙血果的时候 是很开心的 因为有了龙铃草 夏青玄修行的问题 基本上算是解决了 龙血果也是好东西 不过并不是最急需的 有当然是最好 没有也不气馁 可是在看到最后一个灵药的时候 它顿时惊了 周扬在旁边听得有些迷糊 龙骨对面 那个四四方方的 大概有数十平米的小巧药园里 除了暗红色的几株龙血果之外 龙铃草也有不少 那草叶像极了遨游天际的真龙 数量也不少 至少十来株是有的 可是这树药园的中心位置 竟然有一株雪白色莲花 看到这朵莲花 周扬莫名地想起了刚才静癌时 那壁画上机关处的那朵莲花浮雕 太像了 夏叔 这朵莲花是什么 难道是什么珍贵灵药吗 周扬用神念询问道 周扬 这朵莲花一定要弄到手 这是龙原雪莲 是可以觉醒两种神通的绝世仙药 夏振风激动地回复道 什么 周扬闻言 大吃一惊 觉醒神通 还是两种 这世界上 除了莲花那种 能够觉醒一种火焰系神通的仙药外 竟然还有这种逆天之物 太夸张了吧 第九十三章 发财了 竟然 全部都是自然生长的灵药 龙原雪莲 竟然是这等妖孽仙药 这实在出乎周扬意料之外 而且看样子 这处小型药源 就在龙骨一侧 并没有被移植的痕迹 这可就非常棒了 烈焰花所在的那处秘境 因为被移植过 无法被系统强化 而眼前这株龙原雪莲则不同 没有被移植过的痕迹 那就可以被万倍强化增幅 也就是说 不管这株仙药药灵如何 只要被周扬获得 他就可以得到 一株药效逆天的仙药 更别说 除了龙原雪莲之外 还有龙血果 和龙灵草 周扬心中有些激动 这一次 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幸好 幸好自己这次陪着夏振风 来此寻找龙灵草 也幸好来得及时 否则的话 这些灵药 就被黑熊妖王摘取了 看前方黑熊妖王的前进方向 明显就是那个小药源啊 必须出手阻止 夺取灵药才行 想到这里 周扬不再迟疑 当即开口道 夏叔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你暂时不要前进了 守在门口防止意外就行 周扬 你一个人 能行吗 我们一起的话 我也能给你拖一下 其他的化形妖族 黑熊妖王的实力 可不能轻视了 夏振风有些担忧地说道 夏叔放心 您就在这里等候吧 周扬沉声道 我的实力并没有多大受损 而对方实力 只能勉强发挥一半的水平 我手中有法宝飞剑 还有一些底牌 足以应对他们了 夏叔 这些灵药关系重大 我准备下狠手了 即便是招惹了夭圣公 也在所不惜 周扬最后的这句话 让夏振风沉默了下来 心神颤抖 那可是夭圣公 毫不客气地说 夭圣公若真要对大夏出手的话 大夏根本扛不住 不管是大夏王室 还是要王谷都不行 大商之所以能抗住 那是有万寿宗在前面顶着 万寿宗 那是圣地级别的顶尖宗们 可即便同为圣地 夭圣公的实力 也是远强于万寿宗的 好在万寿宗并不是单独作战 背后还有天剑门 邪魂宗 以及大商王朝 一同面对夭圣公 这几个势力合起来 才勉强够与夭圣公打了个平手 眼前的这朵龙元雪莲 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黑熊妖王可没这个资格 想用这等仙药 那么 显而易见的是 这朵龙元雪莲 定是夭圣公之主的宝贝 周扬若是夺了这东西 必然会让妖圣公主震怒 夏振风深吸口气 抬头看了一眼龙元雪莲 却又感叹 谁能抗拒这样的仙药呢 没有人 即便知道 夺了这仙药后会惹来大敌 也经不住这种诱惑的 况且 还有这龙灵草在 他全身心都在为自家女儿着想 龙灵草即便是豁出性命 他都要拿到 而在黑熊妖王面前 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件事情 只有依靠周扬 放心去做吧 夏振风低沉道 即便招惹了妖圣公 大不了到时候 我带着你和清玄一起逃往海外 我就不信 妖圣公还能追到我们 以周扬你的天赋 获得这龙元雪莲后 用不了太长时间 修为必然大增 到时候 我们再杀回来就是 哈哈 夏叔 不用担忧这些 也许 我的修为进步 会出乎您意料之外呢 周扬丢下这么一句话 便毅然决然地踏步前进 顶着龙威 静止朝着庞大龙骨下方走去 真龙龙骨非常庞大 黑熊妖王等人 以及后面跟来的周扬 在其龙骨下方 就相当于一个一个 巨兽尸骨下的蚂蚁 龙威的压迫下 黑熊妖王等人行动缓慢 越是靠近龙骨位置 龙威越胜 按照周扬估计 他自己现在已经 只能发挥七成十力了 那么同理推断 黑熊妖王等人 最多发挥出三成十力 甚至更低 因为他们此刻 正处于龙骨正下方 正是龙威最强盛之处 周扬眼神一凝 他忽然看到 黑熊妖王身上 亮起了一层浓烈妖气 来自他手中的 一颗碧绿色珠子 竟然有这等宝物 为什么不早点使用 周扬疑惑了一下 随后不再纠结 他脚步加快 朝着黑熊妖王等人 快速靠近 熊王大人 那个人类小子 速度很快 就要追上我们的速度了 黑熊妖王是一个 虎背熊妖的 黑脸汉子模样 这是他的人类形态模样 身后说话的是 一个贼眉鼠眼的 销兽男子 他警惕地看了一眼 身后快速靠近的周扬 朝着黑熊妖王提出建议 我看这个人类小子 绝对是想要抢夺我们 妖族秘境的灵妖 哼哼 熊王大人 不如让我去解决了他吧 毕竟这一次摘取灵妖 可是公主亲自下达的指令 这龙原雪莲 要灵成功达到了千年 正是摘取的好时候 可不能被这个人类小子 给破坏了 嗯 黑熊妖王 手持碧绿珠子 将龙威的压迫力 抵消了三分之一后 感觉到浑身轻松了许多 听到身后男子的建议 想了想 便点头回应 你说的对 人类修饰手段诡异 不能让他太过靠近 防止他释放什么法宝法术 破坏了药元 可就不好了 嘿嘿 熊王大人放心 我可不是守门的血爪 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销兽男子说着 嘿嘿一笑 就转身迎上了周扬 满脸凝笑 仿佛周扬已经死在了他手中一般 看着销兽男子去阻拦周扬了 黑熊妖王朝着其他几个化形妖族说道 我们加快速度 先把龙渊血帘摘了 再管其他事情 这个人类修饰 仅仅经单修为而已 黑鼠可是化形后期 即便在龙威压迫下 发挥不了太多实力 可那个人类也差不多 阻拦一下 还是没问题的 是大人 其他几个身形不一的妖族 连忙点头 浑身爆发出浓烈妖气 抵抗着龙威压力 再一次前进 周扬这边 看到黑熊妖王等人速度加快 顿时有些心急了起来 立刻就准备震荡法力 加速前进 可是这个时候 一个萧瘦的化形妖族 挡在了他的面前 嘿嘿嘿 人类小子 不管你是如何穿过雪爪阻拦的 但是你既然来到了你鼠爷的面前 那就代表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萧瘦妖族身上妖气弥漫 一股惨绿色的迷雾 从他身上冒出 这是一种他所在族群自带的天赋 不属于神通 但却类似于神通 可以随着修为静静而强化 这是一种不悟 威力不俗 滚开 周扬冷声喝道 老子没时间和你废话 第九十四章 秒杀黑鼠 熊口多食 采集仙药 黑熊妖王暴怒 又喝 黑鼠一听这话 顿时气笑了 区区一个人类精丹修饰 竟敢在我一个化形后期 大妖面前怒喝 该说你胆子大呢 还是自己寻死呢 黑鼠嘴角蔓延出 丝丝丢的毒物 身形勾搂起来 眼神不断地扫射着周扬上下 你说错了 不是我在找死 而是你在找死 周扬将目光 从黑熊妖王等人身上收回 看向了黑鼠 他知道 不解决掉这个家伙 自己是 无法继续前进了 哈哈 我找死 人类修饰 你在说什么梦话 黑鼠宁笑道 你还没发现吗 我的毒物 已经包围你四周了 你的法力护盾 还能阻挡多久 区区一个精丹修饰 不用几个呼吸 你就会被我的毒物 化作一滩血水 无知 周扬不再废话 直接抬手 招出了飞剑出血 去 出血剑身 凝聚着周扬的法力 剑盲闪烁而收敛 锋芒全部凝视在剑间 瞬间穿透毒物封锁 化作闪电 眨眼间已经出现在了黑鼠身后 怎 怎么可能 出血的速度太快了 黑鼠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但是让他感觉难以置信的是 对方区区一个人类精丹修饰 为何可以使用法宝及飞剑 为何实力那么强大 为何看上去 不受龙威影响 黑鼠带着一大堆疑问 死不瞑目地死掉了 是的 黑鼠被周扬瞬间秒杀 他所谓的毒物 对周扬身上的法力护盾来说 根本就不足为惧 这点毒素腐蚀 让他消耗的法力 连一成都不到 可以说 消耗的法力 还比不上他恢复的法力多呢 黑鼠死亡后 身形急速膨胀 化作了一头数十米大的黑色大老鼠 满身浓包 污浊之气弥漫 周扬皱了皱眉头 这东西太急而恶心了 不过再怎么说 也是一头化形后七妖兽 身上材料是很值钱的 周扬忍着恶心 在砖鼠空间中 划出了一个偏僻角落 将黑鼠尸体丢了进去 随后 周扬再次加快速度 赶向了黑熊妖王所在 千万不能被黑熊妖王 将龙渊雪莲给摘取了 不是自己亲手摘取的话 可就没办法使用系统万倍增幅了 不好 前方 黑熊妖王等人 刚抗着龙威 穿过了龙骨正下方位置 还没松口气呢 就感应到后方位置 黑鼠的气息在消散 转头一看 果然看到了黑鼠的死亡 也看到了周扬随手 收走了黑鼠的尸体 顿时 黑熊妖王等妖族 脸色阴沉了下来 这个人族小子有古怪 一个同样绑大妖元的女性妖族 沉生说道 黑鼠的实力可不弱 即便被龙威压制 只能发挥三成实力 但是他只是 面对一个金丹小子而已 竟然被瞬间斩杀了 不对劲 我刚才感受到了 人类修饰法宝的器械 这个小子能够使用法宝 另一边 一个长着灰白胡须的老年妖族 也是沉生说道 这个人类修饰 仅仅金丹境界 就可以使用法宝 我怀疑 它是人类当中的妖孽级修饰 妖孽级天才修饰 黑熊妖王冷然道 也就是说 这个小子 是和少公主同一类型的妖孽级天才 能够倚若胜强 跨越境界战斗的天才 恐怕是这样的 老年妖族叹道 我是没想到 人类竟然舍得 让这样一个大能种子 来我妖族地盘冒险 看这个人类修饰的生命气息 我估计 它的年龄不到五十岁 什么 不到五十岁 天哪 不到五十岁的金丹修饰 还能够逆展化形七妖族 这 这也太逆天了吧 果然是妖孽啊 其他几个妖族一听这话 顿时惊呼出声 一个个难以置信地 看着快速靠近的周扬 哼 这种级别的年轻天才 既然人类不珍惜 那就让我亲自送他去死 黑熊妖王冷然说道 杨老 你带熊大花去摘取仙药 熊王大人 您这 老年妖族一愣 熊王竟然把这样重要的事情 交给自己去做 让他有些意外 不用多说了 大花 你和杨老安心摘取仙药 这个人类修饰 就交给我们了 黑熊妖王说着 拉着旁边三个妖族留了下来 让老年妖族和壮朔女子 前去摘取仙药 黑熊妖王想得挺好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遍发生了 一道剑光带着一道人影 闪电一般 划过几人眼前 瞬间就抵达了小妖园所在位置 原来 是周扬看到黑熊妖王等人动静 立刻就猜到了对方想法 又想留人下来阻拦自己 若再给对方时间的话 以黑熊妖王等人 距离小妖园 只有数百米的距离 又有碧绿珠子这等抵抗龙威的宝物存在 估计很快就能抵达妖园 所以 周扬心中一狠 直接打算爆发全部实力 硬生生顶着龙威压制 直接欲剑加速飞过去 抢在妖族前头 将仙药摘取 周扬此刻已经来到了龙骨正下方 他的实力被压制到了六成左右 可即便只有六成实力 他也能发挥出 接近原因后期的实力 爆发浑身法力 以及稍微损伤出血的灵性来 强行催动法宝 硬抗龙威和近空法阵 绝对可以领先妖族 一步抵达小妖园的 想到就做 周扬爆发出浑身法力 神念包裹飞剑 欲剑而行 冲破了近空法阵和龙威压制 出血灵性发出凄惨哀鸣 可却发出配合周扬 疯狂地爆发着法宝的威能 刷 周扬成功抵达小药园跟前 落下地面后 即便是周扬 也忍不住剧烈喘息了起来 看着围绕在自己身周 剑身颤动着 发出嘶嘶哀鸣的出血 周扬心中一阵心疼 随后神念安抚了一下出血 便赶紧开始行动起来 他现在最重要的是 抓紧时间 赶紧将小药园中的所有灵药 全部采集 否则就来不及了 后方 黑熊妖王等人见到这一幕 先是一愣 随后全部双目通红 暴怒而起 一个个发出怒吼嘶鸣力叫 疯狂地催动妖力 拼着受伤 也要硬生生顶着龙威 快速地朝着周扬杀来 周扬心神毫不为之所动 全神贯注地 在采集仙药灵药 首先是龙原雪莲 周扬快速地采集了龙原雪莲 将之丢进了专属空间 同时在内心中询问系统 系统 这株龙原雪莲可以增幅吗 可以 系统回到 宿主眼前的这处小药园中 所有灵药都是自行生长 均可进行增幅 听到这话 周扬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 既然如此 那就不用担忧了 随后他开始采集龙灵草 将全部的龙灵草 都收进了专属空间 然后就是龙血果 这东西 他可是吃过的 自身的仙灵根 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 这万倍增幅后的龙血果 可以想象一下 眼前这几株龙血果 万倍增幅之后 周家将会出现 修行速度不弱于周扬的超级天才 周家将会迎来一个巨大的发展时机 还有龙灵草 龙灵草可是有十几株的 万倍增幅后 周家所有有天赋 但是没灵灵的凡人 也将迎来逆天机遇 他也不怕周家 有人会超越他 因为龙原雪莲到手 他万倍增幅之后服用 将觉醒两大神通 到时候 他的战力将会瞬间提升到化神级别 成为一个金丹镜 就可以逆战化神大能的 超级逆天无敌大妖孽 所有龙血果 全部被采集完毕 至此 这处小药园内干干净净 所有灵药和仙药 全部落入周扬手中 干活完毕 周扬号整以侠地拍了拍手 转身看向了 带着无限杀机暴怒 而来的黑熊妖王等人 该死的人类小子 你死定了 黑熊妖王无法抑制地暴怒 让他的双目血红一片 身后的众妖族也同样如此 一个个看向周扬的眼神 就好像要将他撕碎了一半 第95章 斩黑熊妖王 离去 众妖族暴怒 看着一众妖族 那似乎要吃了自己的眼神 周扬丝毫不慌 眼下 他的实力看上去比对方差了不止一截 众妖们每一个都要高了他一个大境界 然后 不说周扬本身就拥有越级战斗的能力 在这龙威压制下 对方只能发挥出不到一半的实力 而周扬则可以发挥超过七成实力 这一来二去之下 双方的差距再次被拉开 即便是面对黑熊妖王 他也丝毫不拒的 人类小子 你是在找死 一个阴沉的妖族 恶狠狠地盯着周扬 和其他几人一起 将周扬包围在了中心 防止他忽然爆发法力逃跑 刚才周扬忽然爆发的速度 他们可是 看在眼中的 我是黑熊妖王 你若现在立刻交出龙原血帘 说不定我还能留你一个全尸 如若不然 等会你想死都难 黑熊妖王低沉的话语响起 不要觉得我是在说笑 别等到时候 后悔都来不及 后悔 我从不做后悔的事情 周扬开口回了一句 随后 伸出手指 在他身周游动的出血 立刻飞了出去 好小子 还有胆子抢先动手 黑熊妖王怒喝一声 所有人和我一起攻击 不要留守 遵命 雄王大人 众人包围着周扬 当即领命之后 就对周扬展开了攻击 一个个出手间 都有部分肢体 化作妖兽模样 增幅自身的攻击力 妖族虽然没有法宝可用 或者说 妖族本身不喜欢使用法宝 和法宝属性契合度也不高 但是他们有一些天赋能力 各族群能力不同 有强有弱 如黑熊妖王 他的天赋能力 就是坚韧 自身体魄 强悍无比 基本上同级强者的攻击 他都能抵消很大一部分伤害 熊破 撕咬 封锁行动 减缩 各妖族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对周扬展开各式各样的攻击 有直接攻击的 还有如养老那样的 使用了辅助能力的 减速周扬 甚至是禁锢他的身体 可惜 这些妖族法术 对他来说 作用很低 周扬浑身法力爆开 硬生生就挣脱了 禁锢在自己身周的妖族法术 随后他身形闪避 躲开了熊大花的熊铺 又躲开了一个 头部化作豺狼的妖族撕咬 最后 他面对上了最强的黑熊妖王 黑熊妖王的攻击 直接且沉重 熊掌镇压 黑熊妖王的手掌 直接化作了一个十米大的熊掌 挥舞着打向了周扬的身体 周扬面色微微一变 感受着如泰山鸭顶般的沉重压迫 他明白 黑熊妖王的攻击非常强大 这家伙自身有着一个碧绿珠子 可以抵抗龙威 他的实力并没有被龙威限制太多 至少也能发挥出六到七成的实力 这已经非常接近周扬了 只不过 周扬是凭借自身抗衡龙威 而黑熊妖王则是借助蜜宝 这无所谓 重要的是 是 啊 一声惨叫传来 周扬之前发出攻击的出血 又建功了 出血即便灵性受损 其自身威能也是不容小看的 依然是中品法宝 在周扬神殿的驱动下 那点损伤并没有影响太大 惨叫的是一个双目蕴含着 土黄色气息的矮个子妖族 土甲 杨老惊呼了一声 这位名为土甲的妖族 来自穿山甲妖族 自身防御力是非常强悍的 却没想到 在第一波攻击中 就被周扬给干掉了 出血一剑斩杀了土甲的神魂 这个时候了 也不去想收集神魂的事情了 哼 周扬此刻 面临着黑熊妖王的强悍攻击 他虽然刚才挣脱了杨老的禁锢 可是黑熊妖王的攻击来得太快了 他根本就无法避开 对方可是黑熊妖王 其攻击的速度之快 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实力达到了半步化神的超级强者 远不是其他妖族可以比拟的 周扬面色凝重 也不再想着闪避了 直接就握拳凝聚法力 护住全身的同时 一拳朝着上空的巨型熊掌轰了过去 这一拳可不是普通拳头 而是周扬根据通灵剑绝中 那招凝剑斩修改的攻击之法 属于近身战斗之法 凝聚法力在拳头上 形成凝聚剑盲的作用 增加其攻击力 一拳轰出 拳掌撞击 发出轰隆一声巨响 黑熊妖王和周扬 两者同时后退了三步 各自面色凝重地看着对方 黑熊妖王没想到 区区一个金丹修士 竟然不仅仅遇见之术厉害 法力浑厚程度高 最重要的是 其近身战能力竟然也不弱 人类当中 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妖孽了 周扬则震撼于黑熊妖王的强大 他的实力 原本是能够将对方击败的 毕竟自己能够在龙威下 比对方多发挥一成的实力 可没想到 对方这一招之下 竟然和自己拼了个平手 真的是 不太好办了 周扬眼神闪烁了一下 随后做了个决定 也许再打下去 自己也能凭借自身的持续战斗能力 取得胜利 可最终肯定是惨胜 门口还有夏叔在 但是夏叔却帮不上忙 他一旦进来这里 就会被龙威压制 其实力估计会降低到金丹初中期 黑熊妖王手下随便一个妖族过去 就能解决掉他了 更别说来帮自己的忙 那么 现在自己就没必要和黑熊妖王在这里纠缠了 好东西 全部都到自己手中了 何必再和对方拼命呢 直接了当地离开这里 对方还能追得上自己吗 这几个妖族当中 也没有秦类妖族 论飞行速度 自己和夏叔两人遇见飞行之下 这些妖族很难追上 再说了 返回青木城之后 有系统出手 不管是龙血果 还是龙鳞草 都将成为周家丰富无比的强悍抵御 还有那龙鳞雪莲 等自己吃掉增负后的雪莲 区区一个黑熊妖王 随手都可以捏死 眼下和对方拼命 完全不值得 念及此 周扬面色冷然 口中爆喝一声 黑熊妖王 你找死我就成全你 看我飞剑 黑熊妖王一听周扬如此大喝 必然是要出大招了 当即一手握着灵珠 一手放在身前防护 浑身那强悍到快要溢出的浓烈妖气 形成了厚重无比的护盾 其他妖族文言 也都面色凝重至极 知道两者要决战了 当即一个个都在自己身上 释放了防护法术 甚至那个女修熊族 大妖熊大花 已经献出了大半本体 来增强自身防护 刚才周扬一剑斩杀土甲的时候 他们可都看在眼中 就怕周扬这一剑 不是斩的黑熊妖王 而是来个声东击西 斩到他们身上了 刷 一道剑光闪过 场中一片寂静 众妖族抬头看去 妖王面色呆滞 慢慢转头看向了出口处 只见出口处 周扬再次爆发出 全身法力和神念 以二次损伤出血为代价 直接顶着龙威和近空法阵 遇见飞行穿过了龙骨下方 回到了出口处 我百分号锦号人民币 锦号百分号人民币 这狗百分号人民币人民币的人类修饰 百分号人民币 百分号人民币我 百分号 我人民币百分号 百分号你 百分号人民币 百分号马五人民币百分号 一众妖族呆滞过后 就是一顿疯狂谩骂 然而 却不能阻止周扬和夏振锋离开 夏叔 赶紧闪人 哈哈 这次大风收啊 好好 哈哈哈哈 周扬我 果然没看错你 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嘿嘿嘿 我们快走 赶紧离开这处秘境 离开黑铁山脉深处 立刻返回青木城 第九十六章 系统 给我增幅 多到吓死人的绝世灵药 周扬和夏振锋两人 快速地跨越了小型青铜门 由于没了龙威压制 两人当即遇见飞行 速度爆发到最快 急速无比地在龙木中飞行 等黑熊妖王等人离开龙木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一段饭时间 而这个时候 周扬和夏振锋 已经离开了熊王殿所在的山峰 遇见从天空中 直接化作两道光芒 在天空中直冲青木城方向而去 这个时候了 好东西都到手 两人也就不再隐藏行踪 直接了当地显示着自身气息 爆发全部速度赶路 所以 等到黑熊妖王带着一众妖族 追出来的时候 两人已经成功出了黑铁山脉深处 到了外围 众妖族已经绝对无法追上了 该死的人类羞逝 竟然忽悠人 他最后根本就没有攻击 害得我还爆发妖力防护自身呢 结果他跑路了 人类 奸诈 狡猾 比我妖族中的狐族还要狡猾 可恶 我日后定要找机会 斩了这个人类小子 听着手下们义愤填膺的发言 黑熊妖王脸色黑得像锅底一般 沉默着一句话都不说 他内心中无比苦涩 早知道就早一些前去龙墓了 而不是选择先去其他几个地方 那些地方的确有宝物 也有灵药 他也在另外几个地方 寻到了一些对妖族作用 很大的药灵膏的灵药 就连对他近身化神 有很大用处的万妖果 都寻到了一颗 可是 这和龙元血帘是没法比的 这可是公主亲自吩咐自己看护的仙药啊 就这么被自己给弄丢了 公主得知后 必然不会饶了自己 都别废话了 黑熊妖王怒骂了一句 看到众妖族都安静了下来 便开口说道 这次的兽巢冲击 第一轮已经过去 原本现在是第二轮 应该有一些金丹 进妖兽带队攻击 第三轮我才准备派遣一个 化形妖族压阵的 而现在不行了 熊王大人 您说吧 应该怎么做 我们都听您的 手下妖族 连忙回应 哼 想来人类也应该能猜到 每百年的兽巢 有我在背后推动 这一次 就给他们来个大的 黑熊妖王冷着脸 双目中充满了杀机 传我命令 让黑铁山脉 所有妖族 全部集结 不要管其他所有的边境城池了 给我集中力量 一起前往青木城 这两个人类 前往的方向 就是那边 这 所有兵力 集合攻击 一座人类的边境城池 这是否有些小题大做了 那杨老有些犹豫着说道 以人类边境城池的防护能力 随便一两个化形妖族 就能解决掉 大人您说的 这两个人类 您觉得他们得了那么多珍贵灵药 和龙元雪莲 这样的绝世仙药 还会选择 留在边境城池 我觉得不太可能 哼 黑熊妖王冷然道 那两个人类 年轻的那个 我的确不认识 但是那个中年人类 我却有些印象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 大夏王朝的王室 如果他们不在边境城池 那我就带着妖兽大军 直接攻入大夏 王朝内部 席卷整个大夏王朝 南方疆域 不交出龙元雪莲 绝不退兵 大人好破裂 杨老伸出大拇指道 其他妖族 也为此振奋了起来 直接攻打一个人类王朝啊 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 黑熊妖王 见到手下们一个个兴奋无比 他自己内心 则有些无奈 若不是龙元雪莲丢失 他也不会如此冲动的 毕竟大夏是 有化神作证的 更别说 拥有仙气的妖王骨了 这两个存在 都不是他黑熊妖王 能够招惹的 不过 他背后 有妖圣公在 也不拒了对方救使 且这次的事情 还是对方理亏 只要能拿回龙元雪莲 他黑熊妖王 也愿意退兵 甚至还可以用黑铁山脉 甚至是后方沼泽 丛林中的一些灵药 以及矿产当赔罪 一切的一切 只要龙元雪莲 能拿回来就行 拿不回这朱仙药 黑熊妖王感觉 自己估计也活不下来 想起那位公主的 狠辣手段 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随后不再想这些 下令各妖族手下 立刻前往各地 聚集兵力 准备展开 最后一波 最庞大的寿巢 这将会是寿巢出现以来 迄今为止 最恐怖的一次 青木城 周家 周扬和夏振锋 两人成功返回了家中 大厅当中 两人对视一眼 都在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喜色 一旁 夏清玄 周玉 刘宛如 周骏 大族老二族老等等 一众周家之人 也都在大厅中 周扬 龙灵草要灵如何 夏振锋 询问道 自然是没问题的 周扬说着 从空间中 取出了一株龙灵草 缓缓地给了夏振锋 不错 好 好啊 夏振锋 接过一看 随后哈哈大笑起来 一旁的夏清玄 见此 也激动到不能说话 这可是龙灵草 且还是要灵合格的龙灵草 足以让它 踏入修行路的宝物 周扬看着周围 开心的众人 心中感叹一句 还好自己有系统在手 不然的话 凭借原本这些龙灵草 要灵 是绝对不足千年的 在返回的途中 他已经查看过 空间内的灵药要灵了 龙血果 一共有之三株 且要灵普遍 只有一百多年 想来要灵高的 应该是以前 就被妖族采集走了 三株龙血果 周扬直接在返回的途中 就默默呼叫了 系统开始强化了 系统 这三株龙血果 一株万倍数量强化 两株万倍质量强化 第一 强化完成 请宿主自行查看 系统强化之后 百年要灵的龙血果 数量变成了一万零一株 而一百万年要灵的龙血果 则有两株 这两株龙血果 周扬可以肯定 绝对可以造就出 两名仙灵根修士 不用说 这两株龙血果 是必然要用在自家人身上的 而百年要灵的龙血果 其效果可能不大 却也可以纯化 灵根滋质 提升些许灵根品级的 对妖族都有用 何况是人类 上万株百年龙血果 能让周家所有修士 灵根资质 提升一两个品级 这可是所有人 且还用不掉 还能剩余九千多株 没办法 太多了 而龙灵草 这灵药数量 就有点多了 一共有十二株之多 周扬 直接将其中一株 进行万倍增幅 获得了一万株百年龙灵草 应该是一万零一株百年龙灵草 这些龙灵草 是可以进行种植的 到时候和龙血果一样 先给家族所有修士 每人各一株的使用名额 用不完的就种植下去 让其药灵慢慢增长就是了 百年龙灵草 是无法给家族凡人使用的 无法帮助凡人进行修炼 只能如此选择了 不过 另外十一株龙灵草 则被它 直接进行了万倍质量增幅 增幅之后 获得了十一株百万年药灵的 超级龙灵草 简直无敌 这样 不仅可以让十一个凡人 成为修行天才 原本就是修士的人使用后 也能瞬间提升灵根资质 自用拥有水木双灵根 且灵根品级必然为超品 龙灵草这一点上是 不如龙血果的 无法让人拥有鲜灵根 主要是两种灵药的功效不同 龙血果不能让凡人修行 只能提升灵根品质和等级 而龙灵草 则侧重于为凡人获取灵根 所以 即便是百万年药灵的龙灵草 也只能让人拥有 超频水木双灵根 甚至都不是单细天灵根 不过品级足够高 是超频 比一品单细天灵根 都要强大多了 不过 周扬也从系统那里得到消息 作为宿主 他吸收这种 百万年药灵的灵草时 有系统守护 自然不会有 被灵草撑到暴体而亡的下场 但是别人若使用这等 百万年药灵的灵草 则有此风险的 最好的办法是 周扬与对方一同闭关修行 帮助对方用系统之力 压制暴体危机 且将无法全部吸收的药力 封印在体内 用于日后修行中提升修为 这倒不是大问题 最后就是龙原雪莲了 这可是这次机遇 最大的大头了 第97章 夏清玄服用龙灵草 周蕴服用龙血果 龙灵草 龙原雪莲 目前周扬获得的 最珍贵的灵药了 或者说不能称之为灵药 而是应该叫仙药 绝世仙药 龙原雪莲 千年药灵 可以让服用者觉醒两个神通 一个是真龙之躯 一个是龙威 即便是没到千年药灵 也能使服用者 获得些许龙威 就如那条龙脉巨蟒般 那种似是而非的弱等龙威 也可以使服用者身躯强度 增加一大截 可这毕竟不能 和千年药灵以上的 龙原雪莲相比 差距太大了 然而 这珠龙原雪莲 落在周扬手中 这一切的一切 就都不再是问题了 这百年药灵的龙原雪莲 在周扬系统的万倍增幅之下 立刻变成了一株 拥有百万年药灵的真正仙药 周扬敢说 即便是真正的仙剑 这等级别的仙药 也没多少 何况是在凡间呢 百万年药灵的龙原雪莲 周扬是准备自己服用的 这种绝世仙药 除了自己 他绝对不会拿出去 给别人用 不说那些数量增幅的灵药 那些质量增幅后的灵药 药灵一旦上了几十万年 上百万年的 自己服用还好 给其他人服用 则必须要有自己在才行 否则必然暴体而亡 就如现在 周扬 这猪龙灵草 似乎有些不对劲 夏振风看着手中的龙灵草 有些奇异道 和典籍上记载的不同 怎么颜色如此之深 药灵到底 有没有到千年啊 夏振风并不是炼丹师 也对灵药了解不多 别说药性了 他连药灵都看不出来 只能勉强感应到 这猪龙灵草 似乎有些不凡 夏叔放心 这猪龙灵草药灵 绝对足够了 周扬从夏振风手中 取过了龙灵草 转头看向一脸振奋的夏清玄 开口道 清玄 你服用龙灵草的时候 我必须在场 这猪龙灵草要灵极高 若没有我为你护法 你私自服用 可能会暴体而亡 嗯 我都听你的 夏清玄文言 郑重点头 他现在对周扬 没有任何意见 一切都愿意听从 周扬的话行事 这一次 周扬同他父王 一起前往寻找龙灵草 其实他内心 是不抱太大希望的 毕竟希望太大 失望也会更大 此前不知道多少次 寻找龙灵草了 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哪里想到 这一次 却真的寻到了呢 而且这一次 两人遭遇的危险 也太恐怖了 想到这里 夏清玄 有些责怪地看了福伯一眼 随后又暗叹一声 福伯也是为了自己 不想浪费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幸好 幸好两人都安然归来了 福伯见到夏清玄 有些责备的目光 连忙俯着胡须 掩盖脸上的尴尬 他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好在结果是好的 王爷和姑爷安全归来 还成功获得了龙灵草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那周扬 事不宜迟 你赶紧带清玄 去服用龙灵草吧 这丫头 期盼这一天太久太久了 夏振锋连忙说道 嗯 下说 你注意一下青木城南方 我感觉黑熊妖王 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 周扬说道 这一次 我除了给清玄护法之外 我自己 也会服用那株龙原雪莲 如果能成功觉醒神通的话 那么别说是黑熊妖王了 即便是再来几个妖圣宫妖王 也是无用 除非是妖圣 公公主带着仙气打过来 哈哈 这样就好 夏振锋笑着说道 对于你的天赋 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 等你晋升原鹰的话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任何的原鹰级强者 都不是你对手 即便是遭遇化神 你也能保命 至于你说的妖圣宫 哈哈 你以为妖圣宫是什么地方 那是妖族圣地啊 妖圣宫仙气 是能随便动用的吗 不可能的 夏振锋继续说道 即便是在和妖兽宗争斗 最激烈的时刻 那仙气 也是作为 威慑性力量存在的 这是各大圣地 和顶尖宗门的杀手锏 是最后的底牌 而不是能随便拿出来 显摆的东西 启动一次仙气 需要耗费的 可不仅仅是极品零食 还有使用者本身的巨大消耗 所以 妖圣宫 有可能插手 但不会出动仙气是吗 周扬眼神一动问道 是的 仙气一动 那事情 可就大了 夏振锋正色道 仙气一动 会引起整个修仙界 无数势力的关注 妖圣宫动用仙气的可能性 几乎接近于零 那就好 周扬心中一定 如此的话 等他服用了这百万年 要灵的龙元血帘后 将再无任何阻碍 周扬起身 环视一圈后 眼神一动 便觉 既然要无敌了 那何不直接给自家人 都提升一下 姐 你跟我们一起来修炼室 周扬叫了周韵一起 带着夏清玄 离开了大厅 前往了修炼室当中 大厅中 周家众人 以及夏振锋等人 都对此非常期待 即便眼下 只有夏清玄和周韵得了机遇 但其他人也不急 周家得了这么多好东西 有剩余的话 肯定能轮到他们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周扬这个周家的家主 家主实力强大了 才能保住周家地位稳定 而夏清玄成为修士后 周家与夏家关系 将更进一步 夏振锋这位大夏王爷 也能更加看重周家 这些事情 周家众人得拎得轻的 周家修炼室内 周扬 夏清玄 周韵 三人分立而坐 姐 我以前服用过一次龙血果 你是知道的吧 三人坐定后 周扬开口说道 知道 祖老们和我说过这事 周韵文言点头应了一句 随后好奇道 怎么了 忽然说这个 这次的收获中 就有龙血果 不过要领足够的龙血果不多 只有两颗 我打算让你服用一颗 还有一颗 准备给夏书用 周扬思索着说道 这次获得的龙血果 一共有三颗 其中一颗万倍增幅 获得一万另一颗 百年要龙的龙血果 另外两颗 变成了百万年要龙的龙血果 这两颗龙血果 周扬准备 让周韵服用一颗 让周韵拥有仙灵根 成为周家 继他之后的第二个 绝世妖孽级天才 至于夏振风 这是一个原因大修饰 因为夏清玄的关系 周家 可以绝对地相信夏振风 若夏振风 拥有仙灵根的话 其修炼速度 会疯狂提升 日后成仙都不是什么问题 绝对会成为周家的 一大超级助力 周扬向来 是这种性格 对周家 对自己好的人 好处绝对少不了 但是对自己家不好的 如刘光成刘家 只能拿一个月十万临时 这种迎头小利 最多日后 对刘倩好一些 因为刘倩 对周家是不错的 而夏清玄 他暂时还不需要 服用龙血果 也没有额外的龙血果可用了 不过 他服用龙鳞草后 也会拥有水木 超品双灵根 成仙的可能性 也会大增 且 有周扬在 龙血果日后 还是有可能再获得的 到时候自然不会少了 夏清玄的那一份 扬帝你决定就行 我都听你的 周韵正色说道 你是家主 我相信 你是不会害我的 对周扬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直接可以做决定 我们都听你的 夏清玄也跟着说道 龙血果那么珍贵的东西 父王能服用它 肯定不会忘记你 这份恩情的 他也知道 周扬会将这一枚 珍贵龙血果拿出来 给夏振锋服用 绝对是因为自己 以及夏振锋个人 获得了周扬的认可 好了 不说其他了 两位 准备一下吧 我们现在 就准备服用灵药了 第98章 梁女震惊 恐怖的药力 霸道的仙灵根 准备好了 梁女深吸口气 点了点头 见此 周扬也不犹豫 当即拿出了一株龙灵草 随手一弹 法力涌出 将这株龙灵草 直接碾碎 化作了一团柔和枝叶 和草渣的聚合物 聚合物在周扬控制下 飘到夏青玄面前 张口 吞下去 后面的事情有我在 你不用管 专心运行功法 对了 你功法都熟悉吧 功法你不用操心 我大下王室的功法不差的 夏青玄点头道 随后张开嘴 将聚合物吞了下去 刚一下度 聚合物中蕴含的恐怖药力 就爆发了出来 若无周扬系统出手的话 夏青玄必然会暴体而亡 好在周扬就在身侧 系统力量覆盖到夏青玄身上 瞬间镇压了这股药力 将之化作了温和且无害的柔和药力 慢慢浸润夏青玄体内 缓缓波及全身 融入全身所有血肉和骨骼内部 甚至连骨髓内部都被药力融入 龙鳞草的力量 开始渐渐地发挥作用 水木双灵根 开始在其体内出现 刚一出现 双灵根的纯度 就随着药力而变得纯净起来 水木双灵根 最终完整成型之后 品级也开始出现变化 无数药力开始提升双灵根品级 从九品开始提升 一级一级地不断提升着 最终 花费了好几个时辰 夏青玄成功拥有了 超频水木双灵根 他成功地拥有了灵根 功法运行之下 顺利进入炼气期 从此以后 他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修士 且以他现在的灵根品质 整个修仙界 比他天赋更好的也没几个 好好进行修行 稳定和巩固修为 看着闭目修行的夏青玄 周扬直接用神念 将信息传到他的脑海中 你现在才刚进入炼气境 而龙灵草的药力 你也仅仅融合 使用了一小部分而已 更多的药力 都融入了你的身体深处 勤加修行 可以激发体内药力 让修行静静变得更快 说完这句话 周扬便放下心来 将夏青玄身上的系统力量 收了回来 周韵在一旁一直在进修 夏青玄融合龙灵草药力 一共花费了几个时辰呢 他不可能干看着 周扬将周韵叫醒 他睁开双眼 看向了依然在闭目运行功法 调理法力的夏青玄 脸上也不禁露出了一丝喜色 夏青玄能够修行 这可是大好事 他也为他感到高兴 姐 这是龙血果 周扬取出一枚万倍增幅过的 百万年药灵的龙血果 对周韵说道 龙血果和龙灵草功效 是有些不同的 龙血果的功效更大 但却没有龙灵草那种 能让凡人多出灵根的效果 嗯 你说的这些 我也知道的 周韵点头 他也是看到过关于龙血果信息的 自然知道周扬说的这些事情 不过 我手中的这枚龙血果 效果要比普通千年药灵的龙血果更好 它会让你的灵根资质变得更好 且让你补全所有灵根 周扬说着道 其实 说再多也没用 你还是自己服用之后再感受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的修行速度会那么快 战力为何会那么高 且还能够越级战斗了 周韵文言 当即目光灼灼 周扬的修行速度 他是亲眼所见 简直快到离谱 可以说一年之前的周扬修为 还比自己低呢 那个时候 他才练弃五六层 现在呢 现在的周扬已经金丹后期了 而自己才紧紧助击初期 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太大了 周韵重重点头 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也非常期待 自己能像周扬这样 成为周家的顶梁柱 周扬如之前一般 法力涌出 将龙血果揉碎成一团 让周韵吞了下去 周韵刚吞下龙血果 便感受到凶残无比的药力 涌入全身 开始冲撞经脉 药力太过庞大了 几乎要将它瞬间撑爆 好在周扬动作够快 系统之力瞬间覆盖了过去 将暴动的药力 瞬间压制住 控制起来 让药力缓慢释放 融入周韵全身身处 周韵皱起的眉头 也渐渐平复了下来 专心运转 碧玉弓 炼化药力 融入全身 系统之力十分强大 龙血果的力量 不断融合进周韵全身 在药力的强大作用下 周韵的灵根 也开始提升起来 他原本的灵根品级还算好 然而在百万年 药磷龙血果的作用下 周韵的灵根品级 开始疯狂提升 直接提到了超品 随后灵根数量开始补全 几个时辰之后 八系灵根全部补全 且品级也都达到了超品 此刻的周韵 全系灵根在身 全品级超品 随后 龙血果药力 开始最后的冲击 周韵只觉得 体内一声轰鸣 连神魂都震战了一下 随后 神魂如同被净化了一般 更加凝实 强大 神念更是变得精纯无比 而体内的法力更不用说 全神法力 好像是被精炼了一般 全部都变得纯粹无比 且魂后浩瀚无比 他还感受到身体之外 空气中的灵气 仿佛有了灵性 全部都不由自主地 朝着自己涌来 他仿佛成为了世界的中心 那些灵气 全部成为了自己的士兵 任由他指示 这种 感觉 就像他已经成为了 灵气的皇帝一般 这是仙灵根 不知道 姐你听说过没有 周扬的声音 传到周运脑海中 灵根的品级划分 我们凡间修仙者们 将之划分为九个品级 单细一品灵根 被称之为天灵根 然而 天灵根之上 还有超品这一品级 超品灵根 在化神境之前 没有任何瓶颈 周运正在运转法力 没有回话 只是神念与周扬神念 接触了一下 传递了一下自己 在听的念头 而超品灵根之上 则是仙灵根 周扬开口解释 所谓仙灵根 则是八系灵根全部拥有 且其品级超越超品的灵根 才有资格被称之为仙灵根 这种灵根 别说凡间了 即便是仙界 也没有多少 仙灵根的恐怖之处 是其修行速度 是普通灵根的数百上千倍 且成仙之前 仙灵根没有任何瓶颈 所以说 姐 你以后只要不陨落 在修行上 将没有任何瓶颈可言 可以直达飞升 入了仙界之后 才会再出现瓶颈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敌人 都不要去冒险 因为即便是在如何强大的敌人 你都可以熬死他 对方再强 你躲起来修炼几年 就能超越对方 然后再去打死他便可 拥有仙灵根之后 你的法力精纯度 将远超同级修饰 神殿强度亦是如此 即便是神魂强度 也是高于同级修饰的 你现在即便是助击镜 也可以炼化上品灵气了 等你进入金丹镜 还可以提前使用法宝 这就是拥有仙灵根后 有了强大魂后法力 以及神念后的巨大好处 以及越级战斗的能力 等周扬说完 修炼是再次安静了下来 而听闻这些话语的周韵 内心则掀起了波涛 仙灵根 自己拥有了仙灵根 如此恐怖 太夸张了 他是真的感觉 周扬说得太夸张了 可是他仔细感受了一下 就发现 周扬说得一点都不夸张 仙灵根就是这么霸道 周韵能清晰感受到 自己身上的变化 仙灵根果然就如周扬所说的一样 让他的法力浑厚了无数倍 即便是和金丹初期修饰比 也不差丝毫了 神念和神魂同样如此 难怪啊 难怪周扬可以越级战斗 甚至可以将高他一个大境界的修饰斩杀 由此浑厚法力 的确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周韵激动无比 好不容易才压下了心中激动 平复了心境之后 认真调习法力 运转功法修行起来 碧玉功运转之下 将药力快速炼化 让修为更快静静 仅仅一夜的时间 他竟然就从筑基初期的第一层 冲到了筑基初期的第二层 而他的真实战力 已经差不多等同于金丹初期修饰了 第99章 听闻先灵根 下阵风震惊 外面天色已经亮了起来 周韵也已经完成了一夜修行 姐 不要随意透露你的灵根资质 即便是遇到不得不说的情况 也只能对外宣称 你是一品天灵根 周扬看向周韵 郑重地说道 扬帝你放心吧 我明白这其中的轻重 周韵面色沉宁的硬了声 随后问道 清旋怎么样了 清旋毕竟是刚刚获得灵根 第一次开始修行 还需要一些时间 姐你先出去吧 对了 帮我喊夏书进来 周韵神色一动 知道周扬准备将另外一颗龙血果 交给夏振风使用 不过他看了一眼夏清旋 心中一定 有夏清旋和夏振风在 在大厦内部 周家地位稳固 现在就看妖族那边会怎么做了 提高夏振风的实力 想来也是扬帝有所考量 不仅仅是因为夏清旋的关系 和夏振风本人和周家的关系 也是为了 有可能出现的妖族大敌 好 我现在就去叫夏书过来 周韵长山起 浑身带着射人气势离去 他刚刚获得仙灵根 也无系统在身 气息还无法完美掌控 需要一些时日的调息法力 才能够将自身气息完全掌控住 周韵离去不久 夏振风到来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中 夏振风的声音传入修炼室 周扬 你让你姐 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吗 夏书快请进 周扬一挥手 将修炼室的大门打开 让夏振风进来 夏振风好奇地走进了修炼室 随后就看到了 正处在修行当中的夏清旋 脸上不禁露出了难言的喜色 哈哈哈哈 好 好啊 清旋终于能够修炼了 终于 终于可以修行了 如此一幕 可是他多年来的梦想 我现在即便是立刻死去 也算是有脸 见到他母亲了 夏振风感叹着叹息了一声 周扬这边 他忽然感受到夏清旋身上 气息一阵不稳 连忙神念传信 不要想其他的事情 安心稳定法力 平复心静 一会之后 夏清旋气息才稳定下来 周扬朝着夏振风白了一眼 夏叔 别这么说话 清旋现在已经踏入修行路 以后大家会越来越好的 别提什么死不死的 清旋差点气息不稳破功了 哎 是我的错 我的错 我不该这么说的 夏振风刚才也是一阵担心 差点给了自己一巴掌 在女儿修行的时候 说这些做什么 差点让女儿出问题 这要是心静不稳 被心魔入侵了 可就出大事了 当然 有周扬在此 即便心魔真的入侵过来 也不会有大问题就是了 可夏振风不知道周扬能力 更不知道系统的存在 所以 此刻心中一片悔意 周扬 你找我来试 夏振风询问道 夏叔 你先坐下说 周扬指了指之前周运作的蒲团 夏振风坐下后 他接着道 夏叔 这次获得的龙血果有三颗 我打算拿出一颗来给你服用 这龙血果有些不凡 要领很高 你服用之后 对日后的修行有很大帮助 这 这么珍贵的龙血果 夏振风犹豫了一下 这次的秘境之行 我基本上没帮到什么忙 即便是面对黑熊妖王也是 你一个人在战斗 我怎么好意思 服用这颗龙血果呢 还是你自己服用吧 夏叔 周扬微微一笑道 龙血果 我以前服用过一颗的 所以这一颗龙血果你不用多想 放心服用吧 我姐已经服用了一颗 刚才你见过他 感觉如何 说到周运 夏振风当即心中一领 周运啊 不得了 我从他身上 似乎看到了你的影子 那股气息 完全是竟然修饰才有的法力波动啊 周运笑了笑 那就是服用龙血果之后的效果了 我之所以 可以越级战斗 越级斩杀猿鹰妖兽 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龙血果 让我龙根资质和品级提升了很多 对了 夏叔之前是觉得 我的龙根品级为超品 夏振风眼神一闪 有些惊诧道 难道不是 那可是超品龙根啊 是比一品天龙根 还要可怕强大的龙根天赋 化神之前无瓶颈啊 你之前修行 几乎跟做了非洲一样 好像根本就没有瓶颈一说般 难道这还不是超品吗 是 又不是 周扬说道 我的龙根品级 已经超越了超品 什么 龙根品级 还有超越超品这一说 夏振风大惊 我将这一超越了超品的龙根品级 称之为仙龙根 周扬说道 仙龙根 八系龙根全部拥有 且全部品级都超越超品 承仙之前无瓶颈 这就是仙龙根 死 夏振风文言 当即就到抽一口冷气 还有这种逆天龙根的说法 这 这这 那有了这种龙根资质后 岂不是承仙指日可待 这 这是真的 不怪夏振风难以相信 因为这实在是太过于不可思议了 以他对龙根的了解 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还有这种龙根品级 仙龙根啊 从未听说过 即便是超品龙根 也是修仙界的一大传说 百年都难得遇到一个 即便是那些圣地 也是如此 一旦出现一个 那都是当做仙人种子在培养 超品龙根成仙的概率 可比天龙根 都要高很多的 而现在 竟然还有比超品龙根 更强大的仙龙根 直接就是成仙无瓶颈 要不要这么恐怖啊 当然是真的 我就是现成的例子 夏叔还没看明白吗 听到周扬这话 夏振风恍然 的确 周扬的妖孽程度 可比修仙界历史上那些超品修士 还要逆天很多倍的 以周家的资源 如果周扬是超品龙根 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那么 仙龙根就是真实存在的 夏振风心中对周扬的话 已经相信大半了 随后 有些犹豫地说道 既然这龙血果可以让人拥有仙龙根 这就更加珍贵了 你这样 拿出来给我用 周家这边会不会 不会 周扬摆摆手 道 周家目前修为最高的 除了我就是祖老和我姐了 现在我们要面对妖族很大可能的威胁 必须增强高端战力才行 以夏树源英七修为 若是拥有仙龙根的话 您的战力将直达化神境 如此战力在此 何惧妖族大敌 这 你说的也对 夏振风叹了口气 我还想着 让你将这种珍贵的灵药 留给清玄呢 现在看来 好像我的确是最合适的人了 龙元雪莲太过珍贵 我感觉 妖族肯定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甚至有可能会引来妖圣宫的袭击 一旦妖圣宫来袭 别说周家和大下王室了 即便是加上药王鼓 也不一定能扛得住 我们必须 要增加高端战力来 拉近双方差距才行 听到夏振风的话 周扬嘴角含笑 夏振风是彻底明白自己的想法了 这样就好 那 夏说 做好准备 服用龙血果吧 好 第100章 吞服龙元雪莲 跟一样 周扬直接用法力揉碎了龙血果 给夏振风吞下 夏振风和周韵不同 他自身实力强悍 元英初期的实力 更容易消化龙血果的药力 所以 仅仅两个时辰不到 夏振风就彻底消化了龙血果的药力 是的 彻底消化 没有药力残余 彻底消化药力的夏振风 首先修为有了巨大静静 直接从元英初期 进阶到了元英中期 一下子从元英第一层 冲到了第四层 这就是彻底消化百万年龙血果药力的效果 当然 龙血果九成九的药力 都用在了完善补权 灵根数量和品级上 夏振风的灵根 不管此前如何 现在它是八系齐全 品级也登上了先灵根级别 他也感受到了 周韵之前所感受到的一幕 外界所有空气中的灵气粒子 封了一样 主动朝他身上靠 这些灵气和之前相比 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夏振风能够清晰感受到 这些灵气 以前就跟大爷一样 自己耗费巨大精力才能炼化 而现在 一个个上杆子 朝自己围拢 好像在求着自己炼化他们一样 这 这就是先灵根的可怕吗 简直太恐怖了 难怪 难怪周扬说 先灵根成仙之前无瓶颈 且还能够越即战斗 夏振风感受了一下自己现在的法力 精纯且浑厚无比 比之前可是强了不止一大截 是一个大境界层次啊 还有神念以及神魂 都变得强大而又凝实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夏振风深吸一口气 缓缓睁开双目 有些激动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他感觉自己现在完全可以去和黑熊妖王大战一场 甚至都有可能战胜对方 这不是他的错觉 而是真实的感受 他感觉自己现在和之前的自己比 现在他可以随手一击杀死之前的自己 差距太大了 感觉如何 夏说 周扬淡然一笑问道 哈哈 感觉 感觉太好了 从来没想到过 原来我也能变得如此强大 我现在已经是原因中期了 我可是刚结阴几天啊 这就原因中期了 刚才突破的时候 顺畅无比 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瓶颈阻阿 想想之前为了突破原因 我可是耗费了巨大心力 不仅从药王谷购买了两颗培音单 还有其他各种准备 如此才艰难地完成结音 即便如此 我也比其他金单结音要幸运太多 可是和现在一比 那完全没有可比性啊 听到夏振风的感叹 周扬微微一笑道 您现在可是先灵根 自然不能和普通修士相比了 哈哈 对 我现在可是先灵根了 成仙可期啊 自然不能和以前相比了 夏振风意气风发 浑身上下 再次充满了 刚踏入修行时候的那种朝气蓬勃感 整个人都好像年轻了几十岁一般 父王 恭喜你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夏清璇张开了双眼 面带喜色地看向夏振风 开口说道 父王以后必然成仙 我现在也能修行了 真是太好了 这一切都是周扬带来的 周扬谢谢你 夏清璇看着周扬 郑重地表示谢意 周扬白白手道 我们之间就没必要这么客气了 都是一家人 这么见外没意思 对对对 都是一家人 夏振风连忙说道 清璇你以后和周扬 没必要这么客气 你现在可以修行了 日后自然会陪着周扬 一直走下去 周扬气韵无限 能得这样的仙药 还能舍得拿出来给我们服用 这是巨大的恩情 不能光嘴上说谢 周扬 以后你周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愿以心魔和天道启示 永远不会负了 你周扬和周家 看到夏振风郑重的话语 周扬说道 夏叔 我是相信您为人的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以后我和清璇还要讨扰您庇护了 清璇也稳固了修为 嗯 清璇第一次修行 就晋升到练气三层了 相信很快就能晋升练气中气 嗯 我能感受到 用不了多少时间 我就能晋升练气中气了 夏清璇肯定的点头 他虽然是第一次修行 但是不要忘记了 他可是服用了百万年药灵的龙灵草啊 九成九药力 都用在衍生水木超品双灵根上了 但是也有不少的药力残余 还没被消化掉 百万年龙灵草的残余药力啊 起码得进万年药力 等待他未来去慢慢消化 他日后的修行速度 绝对不会慢了 以周扬的估算 最多一年时间 他就能冲击清单期 甚至更快 如果秦家修行的话 一年冲击原因 都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 周家各种资源可都不差 周扬打算 让夏清玄认真修行 不去管其他俗物 专心致志一心修炼即可 他现在紧练器修为 也不能给家族帮上什么忙的 夏说 您和清玄先去忙吧 我这边要服用龙元血连 还请您在外界帮我护法了 周扬政策开口道 目前清木成修为最高的 就是夏振锋了 且现在的夏振锋 还因为龙血果拥有了仙灵根 战力与之前大不相同 有他护法 基本上 只要不是妖圣公打过来 就没什么人能打扰 自己闭关 放心 有我在清木城 没有人能打扰到你修行 你放心吞服那株仙药 我可是非常期待你觉醒神通之后 又会变得如何强大 夏振锋闻言 立马拍着胸膛保证 随后也在好奇 拥有仙灵根的周扬 在吞服龙元血连之后 觉醒两大神通之后 又会如何变态呢 夏清玄也开口说了几句 让周扬安心闭关 他会和父王一起为他护法 绝不让人打扰了他 随后 两人连妹离开了家族修炼室 来到院落中 夏振锋和夏清玄 感受着周遭空气中的灵气 不由感叹 当真是不同了 一切都不同了 修炼室内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周扬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天一夜之内 他的精力都放在了夏清玄和周韵身上 以及夏振锋身上 用系统之力为三人守护 根本没有机会服用龙元血连 一方面当然是对龙元血连的郑重 另一方面也是想让服用龙血果 获得仙灵根 拥有更强力量的夏振锋 为自己护法 吞服龙元血连 周扬不允许出现任何意外 稍微调戏了一下法力和神念 让自己恢复到完美的巅峰状态之后 周扬郑重其事地 取出了专属空间中的龙元血连 此刻的龙元血连 已经是百万年要灵状态 模样与之前有些不同 更加收敛 看上去就和普通的血连一个模样 一般人看到 根本就不会认为这是 一株百万年要灵的绝世仙药 龙元血连的核心 是血连帘座上的九颗莲子 其中蕴含了九成药力 但是周扬却也知道 血连的其他位置也蕴含了药力 不能浪费 需要完美的全部吸收之后 才能觉醒出最强大的神通 直接法力涌出 将这株百万年要灵的龙元血连 揉碎成一滩青绿中 带着白色枝叶的药液聚合体 周扬张口吞服了下去 顿时 一股庞大到极致的恐怖药力 从他的胃部开始沸腾起来 快速地传导全身 这股药力仿佛无穷无尽 滔滔不绝 疯狂冲击着周扬全身经脉 系统 护住我全身 协助我炼化药力 好的宿主 系统之力守护中 请宿主放心吸纳药力 第101章 神通觉醒 祖龙龙威和祖龙之躯 龙元血连的百万年药力 远不是之前龙血果和龙灵草能比 龙血果和龙灵草虽然功效不同 但其实也属于同类型灵药 而龙元血连不同 龙元血连的形成 需要真龙的龙元 融入血连当中 从血连诞生起 一直到其生长成熟 都要处于龙威环境之下 也就是说 基本上只有龙木 以及拥有真龙尸体的地方才行 龙血果和龙灵草则是 只要有龙血滴落 或者龙灵融化之处 都可以生长 相比之下 龙元血连的形成和生长环境 要求更加苛刻 珍惜程度远超两者 无数倍之上 药力效果也有很大不同 这是可以让服用者 觉醒两个神通的灵药 修仙界当中 能够觉醒一个神通的灵药 就已经称得上是 仙药级别了 何况是能觉醒两种神通的呢 可以说 龙元血连即便是再仙界 也都是顶尖灵药 而如烈焰花 风灵果 剑星草等能够觉醒神通的仙药 则只能觉醒单独一个神通 可即便如此 这几种能够觉醒神通的仙药 这株龙元血连多么珍贵 妖族自然也是知道的 其存在于妖族流传下来的 遗迹秘境当中 本来有黑熊妖王 这么一位妖圣公妖王守护 一般情况下 是不可能出什么大问题 其他人又不知道 这里有龙元血连 可这次真的是好巧不巧 被周扬给撞到了 于是便成就了周扬 原本的龙元血连药效 因为药灵不足而价值并不太高 需要花费时间等待其生长 可是现在 被周扬系统增幅之下 就变成了的真正仙药 便及周扬全身 在系统之力的守护之下 他才能没有暴体王 这股恐怖至极的药力 若没有系统守护 别说周扬了 即便是化神镜 都会被撑爆的 龙元血连的药力 被分为两股 一股涌向了神魂当中 在不断强化着他的神魂 一股可怕的龙威 渐渐从神魂之上诞生 又从神魂之上蔓延开来 延伸到了神念当中 周扬的神念拥有了龙威 这股药力还在蔓延 蔓延全身 直到周扬整个人 都散发着赫赫龙威 犹如人形真龙一般 威严 强大 傲然天地 另一股药力 则是在融入他的身躯当中 药力在不断地改变着他的身躯 主要是身体强度 再不断增强 不过是一会功夫 他的身体强度 就已经变强了一倍 随着时间流逝 两倍 三倍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按照周扬的计算 起码过去了两天两夜的时间 龙元血连的药力 终于被消耗干净 而他身上的龙威 已经强大到了一种 难以想象的地步 他的身体强度 强化到了一种 周扬都不清楚的恐怖层次 这个时候 他就需要查看系统 来摸清楚 自身变化如何了 系统 展开我的数据面板 第一 宿主 周扬 家族 周家 地位 家主 等级 金丹后期 金丹九层 天赋资质 完美先灵根 天赋神通 祖龙之躯 祖龙龙威 拥有技能 碧玉弓 通灵剑绝 神念之刺 剑气斩 宁剑斩 修为还在金丹七 并没有突破到原因 也是因为这次的要力 都用来觉醒神通了 两大神通直接完美觉醒 且觉醒的 还不是普通神通 龙元血连觉醒的神通 应该是真龙之躯 和真龙龙威 而周扬觉醒的却是 祖龙之躯 祖龙龙威 这两者有巨大不同 直接就成了龙祖级别了 难怪没有剩余的要力 用来晋级了 能有些许要力 让他的实力 从金丹第七层 晋升到金丹第九层 已经不容易了 祖龙之躯 和祖龙龙威 到底如何 系统 能解释一下吗 周扬只看到 天赋神通上的两个词 并不明白自己觉醒了 这两个一看就不凡的神通后 对自己的实力 有多大的增幅 他只是简单感受了一下自身 发现法力 并没有增加太多 只是具有了龙威 和超乎想象的身体强度 其他却不清楚 宿主 您现在觉醒了祖龙之躯 您单凭身体强度 就已经能够碾压 化神经妖族的身躯强度了 随着修为境界的提升 您的祖龙之躯 还会不断增强 祖龙之躯 也拥有强大的法术抗性 基本上能够免疫 八系法术三成伤害 这个效果是永久性的 且随着宿主 祖龙之躯的强大 免疫效果会越来越大 祖龙之躯 同时还拥有强大的物理伤害抗性 祖龙之躯 拥有强大无比的自愈能力 普通的物理伤害和法术伤害 将会在极短时间内自愈 系统回答道 您现在具有祖龙的龙威 龙威释放需要消耗神念 但因为是天赋神通 释放龙威对神念的消耗 并不会太过巨大 正常情况下 每一天都有三个小时左右的 持续释放时间 才会消耗干净神念 龙威的效果为 所有修为低于宿主的存在 将完全被宿主龙威所威慑 难以其抵抗之心 难以对宿主出手 所有修为与宿主同级的存在 只能发挥其五成十例 高于宿主一个大境界者 只能发挥其八成十例 高于宿主两个大境界者 只能发挥其九成十例 高于宿主三个大境界者 则不受龙威影响 与此同时 宿主将免疫大部分幻术 迷阵 同时 宿主的神魂受其影响 神魂强度受到大幅度加强 随着祖龙威因宿主 修为静静而增强 神魂的强度和神念的强度 宿主的神魂和石海 将会免疫大部分神念攻击 除非敌人的神念 超越宿主境界太多层级 特别提示 宿主觉醒的两大神通 具有完美的契合关联性 在宿主修为达到猿阴镜之后 两大神通将开启联动与组合 化作一个神通 此神通名为 祖龙真圣 祖龙真圣 宿主在猿阴镜7 可以化作幼年体祖龙真圣 此为龙蛆 可化龙 化龙之后 配合宿主先灵根的灵根滋质 周扬闻言 心中有些骇然 这 这就是神通吗 周扬原本以为 自己拥有先灵根后 能够跨越一个大境界战斗 还能碾压对手 这已经足够变态强悍了 现在觉醒了这两个神通之后 特别是等他原因期之后 两大神通融合 可以化龙后 他竟然就可以拥有 跨越两个大境界战斗的能力 这是何其可怕的神通啊 第102章 妖兽大军 汇聚青木城 六位化形妖族 周扬感受了一下 自身法力境界 距离原因境界 只差临门一角 这一角虽然距离不远 不过起码 也得要十天半个月了 暂时这几天 他是没办法突破了 即便有裴英丹 也需要他自身实力 达到金丹巅峰才行 现在 他还没到金丹后期巅峰 他的修为静静速度 已经非常非常恐怖了 对比普通修士 那真的是让别人捶泪 让别人大喊开挂了 以他现在对自己实力的预估 在开启两门神通之后 嗯 祖龙之躯是被动神通 不用开启 沦威开启之后 他现在已经不仅能够 和元英后期修士战斗了 即便是遭遇化神初期修士 他也能保证自己不会死 甚至是处于不败之境 一旦他进入元英期 他将正式可以和化神后期 大圆满一战 即便斩杀对方 都不是不可能的 如此实力 足够了 面对有可能降临的妖族袭击 他已经可以和对方周旋了 再过十几天之后 等他晋升元英 那双方实力就更加不同 到时候 他甚至有资格去面对那位 妖圣公之主 嗯 仙气除外 仙气那是不讲道理的 目前周扬还没什么手段 正面硬刚仙气 也到出关之时了 周扬长身而起 浑身龙威渐渐收敛 将龙威的威能 全部收回了神魂当中 身躯中的龙威 同样被他收敛 龙威神通的力量 已经被他完全掌控 自然收放自如 龙驱是被动神通 不用多管 收拾一下龙驱内 残余的龙威就行 一切妥当之后 周扬打开了修炼室的门 走了出去 刚出去 他就看到守护在外面的 夏振风和夏清玄 意外的是 除了夏清玄 他身侧还有一个娇俏的女孩 不是别人 正是前两天 和他一起来青木城的夏清兰 夏清兰来青木城后 只和周扬打了个照面 随后就和周学等人玩到一起去了 主要是小狐狸太吸引人了 而四皇子夏清明 则和周骏李长风等人 倒是聊得来 这家伙一点都没有皇子架子 的确像夏清玄说的 是一个奇葩 夏清玄看到周扬出来 当即眼睛一亮 跑过来询问道 怎么样 成功了吗 周扬温和一笑 那是自然 他好了 夏清玄高兴地说了一句 随后又开口道 对了 这三天来 南边黑铁山脉发生大动静了 很多妖兽都在聚集 黑熊妖王手下的那些化形妖族们 也开始露头 整个青木城 现在都风声鹤唳的 一旁的夏振风 此刻也沉声道 根据擎天宫得到的消息 大厦南方边境城池 除了青木城之外 所有城池外的妖兽都离开了 都在朝着青木城聚集 他们 是将青木城 当作了唯一的进攻的点了 没事 周扬温言 面色淡然地说道 黑熊妖王他们 把我青木城当成软柿子捏 那就让他尝尝厉害 不能掉以轻心啊 夏振风感叹道 从我们得到的消息来看 这一次黑铁山脉的黑熊妖王室 真的倾巢而出了 他自己亲自率领的妖兽大军而来 手下那五个化形妖族 实力也不低 现在可没有密尽 钟龙慕龙威的压制 那么多化形妖族袭来 青木城很难抵挡的 夏书 大厦和妖王谷那边 就没有援军吗 周扬个人此刻 的确是不怕什么黑熊妖王一伙 但是 青木城作为大厦城池 妖族现在的做法 可是在入侵大厦疆域 你就派遣擎天宫一个废物三皇子 来这里 顶个屁用啊 不说那位化神大能亲自前来支援吧 大厦王室和妖王谷 起码得派遣一些原因过来吧 毕竟青木城将要面对的是 一个化形巅峰 半部化神的黑熊妖王 加上五个化形大妖 这样六位妖族强者 你大厦和妖王谷不来人 实在说不过去 那不可能 夏针锋摆手说道 自打妖兽巢 从其他各城市撤退 朝着青木城南方汇聚之后 王室和妖王谷那边 就开始行动了 最多今天下午 两方的支援就会抵达 同时到来的 还会有帝都的各大顶尖家族修士 其中 好像也有瑜伽的修士 夏振风说着 看了周扬一眼 瑜伽 周扬淡然开口 现在的瑜伽 我已经不看在眼里了 连一个原因都没有 他们家族已经不再有资格 当周扬的对手 哈哈 那是自然 夏振风闻言 哈哈一笑 周扬 现在有你在 还有青玄作为你的未婚妻 他瑜伽有胆子动动看 我现在可就在青木城 胆敢有一心 就别怪我夏狠手 夏振风 其实也没将大夏 和妖王谷的支援放在心上 不说现在的周扬 服用了龙元雪莲后 实力又变强了多少吧 就说他夏振风自己 因为仙灵灯的存在 他此刻即便只是原因中期 却也有着媲美化神中期的实力了 区区黑熊妖王一伙 六位化形妖族算什么东西 同时 他也隐隐从周扬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威势 能让现在的他 都感受到威胁的威势 可以想象 周扬若真爆发权力 也是可以和化神镜敌人战斗一番的 毫不客气地说 这青木城 即便在如何危险 有他和周扬在此 只要不是妖圣公出洞 光凭黑熊妖王一伙 根本就不足为惧 但是 他和周扬的想法差不多 青木城是大夏王朝的疆域 大夏就应该派人支援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你自己的疆域 自己都不想守护 还能指望别人帮你守护吗 周扬和夏振风等人 返回了周家府邸的大厅中 没去管一直在偷看自己的夏青兰 他坐在上手 环视一周 看着周家重高层的实力 姐姐周运的实力静静很快 也就这几天时间 他竟然又进一步 从筑基四层 晋升到了筑基第五层了 拥有先灵根之后 前期的修行速度 的确是快得让人惊叹 如夏振风这样的原因中期修士 几天时间几乎没有什么静静 只是法力变得浑厚了一些而已 其他人 如母亲刘宛如 在家族资源的堆积下 他也不再节省 此刻已经快要晋升筑基二层了 祖老们 大祖老和二祖老修为 到了筑基第三层 其他祖老则 基本上都到了第二层 还是时间太短 若是多给周家几年时间 估计几位祖老 差不多能到筑基后期 嗯 以周家现在的发展速度 估计不止 周扬手中 可是还有着不少龙灵草和龙血果的 不过因为是数量增幅 这些数量上万的 龙灵草和龙血果 效果并不会太高 不可能让每一个人 都拥有先灵根 但是提纯周家修士的灵根资质 几个品级肯定没问题 眼下战士紧急 也没什么时间安排这件事情 周扬打算 等解决了妖族袭击之事 便开始安排周家修士 服用龙灵草和龙血果 相比龙血果 他更看重龙灵草 龙血果只有百年要灵的了 不过也能纯化灵根资质 但是龙灵草 百年要灵的龙灵草 几乎对凡人没什么功效 只能让周家资质低的修士使用 不过 龙灵草的数量多呀 这里说的 可不是百年要灵龙灵草 而是百万年要灵的龙灵草 从妖族秘境周扬 一共得到了十二株龙灵草 其中一株万倍数量增幅之用 另外十一株 直接万倍质量增幅 其中一株 给了下清玄使用 还剩下十株呢 这就可以早就十位周家凡人 成为顶尖天赋的修士种子 周家麾下村镇的凡人数量有多少 一共算上去 应该有差不多二十多万 周家在青木城 繁衍了六百多年时间下来 拥有灵根的修士 只有数百人 但是没有灵根的凡人 数量可是不少的 这二十多万人中 选择出一些 对家族忠诚 性格坚毅 心智坚定的人 绝对没有问题 想来 到时候 这将会是周家 凡人村镇的一大盛事吧 第103章 大厦和耀王谷的支援 青木城南方 城墙之外 不到百里处的铁黑山脉边缘 已经汇聚了数量 庞大至极的妖兽大军 真要算的话 这些妖兽大军数量 起码达到了十万以上 十万妖兽啊 这是什么概念 这可不是凡人军队 而是拥有超凡力量的妖兽 其中体型巨大的也有不少 横冲直撞下 什么城墙能挡住 这股大军的冲击啊 好在 这都是普通妖兽 高阶妖兽数量就没那么多了 铸击妖兽 可能还不到一千头 而金丹妖兽 不到一百头 元英级实力的化形妖族 数量更少 包括黑熊妖王在内 只有六头 所以 当下午十分 大夏王朝和药王谷的支援到来时 青木城的民众 才从惊恐中渐渐 放下心来 若没有支援的话 即便知道周家李家 还有擎天宫那位三皇子 和夏振风王爷在 他们这些普通人 也没自信啊 毕竟那些妖兽 可是放弃了所有边境城池 全部聚集过来 只针对青木城来了 这可谁都心惊胆战 支援人数并不多 一共只有三艘大型非洲 非洲直接降落在了 擎天宫驻地当中 一艘非洲 来自大夏王室 来了一位擎天宫战将 元英级别 一位王室供奉 元英级 五位普通金丹修士 一艘非洲来自要王谷 要王谷派了三位元英七长老 金丹修士则派来了八位 而最后一艘非洲 则是来自以帝都修仙家族为首 大夏王朝境内的修仙家族们 一共只来了一位元英 这位元英修士 来自欧家 外加六位各大家族凑的金丹修士 这已经是不俗的战力了 不能指望那些金丹家族出多大力 能来六个金丹 已然不简单了 秦天宫这边的情况 身处周家府邸的周扬也知道了 那么大镇 仗来了那么多强者 他又如何能不知道呢 周扬 秦天宫的那位战将 乃是我的一位族书 适合我父皇同辈分的一位老牌元英修士了 夏振风和周扬 正坐在院落中喝茶 两人现在的关系 要比之前更加密切多了 您这位族书 有什么说法 周扬好奇问道 这都是来支援青木城的 别人没惹自己的话 自己也不好贸然出手吧 难道说 这个秦天宫的战将 还会对自己不满不成 他挺看好夏青云的 夏振风说着 摇了摇头说道 算了 现在说这个也没什么意义 这样 我先去秦天宫驻地看看情况 妖兽们聚集的也差不多了 你这里要多做准备 不管怎么说 周家也是青木城的本地家族 理应多出力的 让周家的修士 前往南城墙防守 也是正理 我明白 周扬点头 人家大厦境内的修仙家族 都派人来支援了 周家作为本地家族 无论如何 都要出大力防守的 否则说不过去 夏振风走后 周扬起身离开院落 来到了前院 这里已经有不少周家修士汇聚了 家主 众修士看到周扬之后 没有人因为周扬年纪轻 而有轻视 开玩笑 周家以前是什么鸟样 他们每个月领到的零食才多少 现在又是多少 他们以前能用贡献度 兑换到的资源又是什么 而现在呢 周家对家族修士的资源供应 那是应有尽有 就连贡献度的获取难度都降低了 家族修士的日子 比以前好过了十几倍 他们又怎么会对周扬有意见呢 全心全意的支持 还来不及呢 准备的怎么样了 堂哥 周扬朝着 跟自己打招呼的家族修士们 点了点头 随后询问站在最前方的周俊 都准备好了 这些都是家族内修为 达到了炼气后期的修士 数量一共有八十多人 周俊开口说道 因为家族现在资源充足 家族炼气后期的修士数量大增 炼气九层的修士 都有十几个呢 这次参与青木城防卫战 内务处给了不少的贡献度奖励 战后贡献度都足够他们 兑换不少助击单了 好 看来战后家族的助击修士数量 又将提升一大截了 周扬笑着说道 对了 家族中的助击单数量 还够用吗 暂时还算够用 但是战后家族这些炼气后期修士 很快就会抵达炼气九层了 到时候一起都来兑换助击单的话 说不定就不够用了 周俊有些担忧地说道 家主 周远山直视 最近带着家族商队 也在为这事发愁 这助击单有时候啊 是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个你暂时不用管 我会想办法的 周扬摆了摆手道 药王谷不是来了好几个原因 和金单修士支援青木城吗 等会我们一起前往南城墙 我会和药王谷商议 关于助击单采购事宜的 家主 光用零食的话 药王谷会卖给我们助击单吗 周俊有些没信心 如果零食买不到 那就用其他东西和他们换 周扬平静地说道 用他们难以拒绝的好东西换 区区助击单 不会成为我周家崛起的阻碍 对了 我姐和堂姐他们呢 周扬问道 他们啊 和夏清玄 还有夏清兰公主出去了 周俊说道 凤仙也和他们在一起呢 也不知道去做什么了 不会是去南城区了吧 周扬问道 有可能 李家的人员呢 你给李叔发个传讯 让他们的人和我们的人一起行动 不要单独行动 不要贸然插手高阶修士 和高阶妖族的战斗 周扬吩咐道 守好城墙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不要冲出城墙之外 否则死了 也不要怪家族 没能力救他们 这你放心 我之前就已经给李叔发了讯息 长风已经带着人朝这里赶来了 等他们人到了之后 我们会一起前往南城区的 周俊说道 一番叮嘱之后 周扬离开了这里 家族内部事务 交给母亲和几个祖佬们 还有二伯三伯等人负责就行 对外战斗的事情 由周骏带领的家族修士负责 而高端战局方面 自然有周扬和夏振锋出手了 福伯依然在负责守护夏清玄 夏清玄此刻的修为 仅仅刚入练气期而已 即便天赋极高 也是需要时间来修行的 这个急不来 该做的事务都处理完了之后 周扬深吸口气 便直接飞上半空 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前往了晴天宫驻地所在的南城区 作为青木城地主 大夏和耀王谷 以及各大修仙家族支援到来 于晴宇里 他都应该前往见见 否则的话 一旦那个夏清玄 感觉到靠山来了 对战利品上动些手脚什么的 也是让人恶心的事情 第104章 得意的夏清玄 战利品分配不带周家 青木城南城区 晴天宫驻地 此刻是热闹无比 庞大的建筑内 正在开着战前会议 金丹以下修士 都没资格进来 会议室内的修士 除了最顶尖的元音修士外 最低都是金丹修士 依我看 我们元音修士的数量 可不比对方少 会议室内 一个元音修士沉声说道 而且 我们还有法宝在手 那些愚蠢的化形妖族 怎么是我们对手 直接先行围杀了 他们的高阶妖族 下面的那些低阶妖兽 自然就会溃散败逃了 数量再多 又有什么用 嗯 欧家道兄此言诧异 一位药王谷的元音长老 则摇了摇头说道 化形妖族的实力不可小觑 妖族的实力 普遍比同级修士要强上一些的 我们虽然有外物辅助 拉近了差距 可妖族皮操肉厚 我们的服录 法宝 不一定就能顺利 将他们快速斩杀的 不错 另一个药王谷的元音长老 也开口道 更别提 那位黑熊妖王了 那可是半步化身的大妖王啊 能成妖圣宫的妖王 他的实力可不是吹出来的 是从各大妖王当中 用实力竞争出来的 我看 我们还是固守城墙的好 对对 固守城墙 只要对方化形妖族不出手 我们也不出手 让下面的小辈们 多和低阶妖兽打打 不也能起到锻炼作用吗 最后一个药王谷的元音修士 也极为赞同地说道 文言 会议室众人顿时议论纷纷了起来 坐在首位的擎天宫元音战将 则低头不语 陷入沉思 那位一来就接管了三皇子 夏清云青木成擎天宫 统领位置的皇叔祖级别修士 也要在战事上配合他的指挥行动 坐在这位元音战将身后的 不是别人 正是三皇子夏清云 以及他的护道者 此刻夏清云神色 比以前轻松了许多 即便是自己的统领位置 被皇叔祖取代了 也不要紧 这位皇叔祖 可是非常看好自己的 肯定愿意为自己做主的 哼哼 你周扬区区一个小金丹 竟敢对自己互来互去 现在擎天宫来了这么多支援 还有不少金丹修士呢 看你周家 还想在这次的寿朝中获得好处 不趁机坑死你周家 算我说 夏清云正在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 会议室门外 却传来了一声清朗声音 怎么 你们要阻拦我进去吗 还是没长眼睛 认不出我夏振锋来 夏振锋的声音 平静却充满了威严 不仅让大殿门口的护卫们心颤 就算是会议室当中的众元音们 也都为之一了 这是那位刚刚晋升元音的夏王爷 不会吧 就在众元音疑惑 重金丹修士们震撼的时候 夏振锋神念推开护卫 直接就走进了会议室 所在大殿的正门 夏振锋见过黄叔 夏振锋环视一圈后 先是礼貌地朝着坐在守卫的那位 身形有些消瘦的中年男子行了一礼 随后又朝其他元音修士行了一礼 见过各位道友 原来是夏道友 快快入座 众元音也都一一回礼 嗯 而那位大下的黄叔组见词 则是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振锋来了呀 找个位置坐下吧 这次的会议你的确应该参加 我也是刚听清云说了你也在清目城 哦 夏振锋撇了下清云一眼 这家伙估计告了不少状 不过现在的自己 根本用不着和这种小人物勾心斗角了 没意思 夏振锋先行找了个位置入座 位置自然是靠前的属于元音修士的座位 这一点倒是不会乱来 毕竟元音修为摆在这里呢 夏振锋落座后 便开始听起了众人商议战士的细节 结果这一听之下 顿时有些皱眉起来 这些家伙是不知道周扬的战绩吗 竟然在商议战利品的时候 给大夏王氏划分了三成 药王谷划分了三成 所有前来志愿的修仙家族一共三成 最后一成则是其他所有来参战的散修们 和周家李家竞争 这是将周家和李家放在了一个水平上 还将两家和那些散修放在一个位置上 让他们之间互相竞争残留的一成战利品 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夏振锋听到这里 甚至有些想笑 这群老家伙是真的玩过 这战斗还没开打 先把利益分完了 也对 在他们眼中 周家除了周扬是金丹修为之外 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边境小猪鸡家族而已 周扬的实力虽然不俗 却也只是一个金丹修士 他们现在这个会议室内聚集了多少原因修士 大夏王氏和擎天宫两个原因 要亡谷三个 或者自己这个原因 也被他们算在了大夏王氏的头上 那就是七个原因了 周家就一个勉强拿得出手的金丹 会议室金丹修士有多少 二十个出头了都 如此一来 在他们心中 自然而然就没把周家放在眼中了 这表面上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可惜啊 夏振风心中叹息了一声 可惜你们却不知道 在大夏和周家之间 如果真到了让我选择的时候 我肯定是占周家一方的 而现在却是大夏王氏和药王谷 以及各大修仙家族 我自然肯定选择周家一方了 你们不知道周扬的实力 我可是一清二楚 即便我现在拥有了仙灵根 能够跃及和华神修士战斗 在面对周扬的时候 依然能感受到极大危险 这家伙简直可怕 再说了 我这仙灵根还是因他而短 清玄更是因他 才能踏上仙路 我就更不可能 和你们一起对付我那好女婿了 就在在夏振风准备起身开口 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 他忽然神色一动 停下了动作 嘴角浮现一丝神秘笑意 你是什么人 原因前辈们正在开会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会议室门口 传来护卫怒斥的声音 我是谁 你们两个护卫 难道是刚来我清沐城的 周扬的声音传入了会议室 让还在议论战利品分配的众人 不由一乐 滚开 我乃清沐城周家家主周扬 放肆 护卫似乎很有底气 听到周扬的话之后 依然在阻拦周扬 管你什么周家家主 胆敢擅闯晴天宫会议大殿 当心原因前辈降罪于你 还不赶快退下 第105章 周扬的逆天资质 震惊众猿鹰大佬 整着收徒 会议室内 夏清云此刻的表情尤为精彩 得意中蕴含着畅款 自从来了清沐城后 他就被这周扬压制欺辱 他这心中恨周扬 恨得要死 此前还特意传递了龙龄草 在妖族秘境的消息 消息传递的 当然是很成功的 然而最终的结果 却令他不满 周扬和夏振锋 竟然成功进入了妖族秘境 在黑熊妖王的镇手下 取走了龙龄草 这两天在他的打探下 可是知道了 夏清玄那个女人 竟然已经服用了龙龄草 成功从凡人变成了修士 夏清云心中 对此事异常嫉妒的 那可是龙龄草啊 能让夏清玄从凡人变成修士 肯定是有千年要龄的龙龄草了 就这么被夏清玄服用了 并且还因此惹怒了黑熊妖王 惹得黑熊妖王 带着妖兽大军进攻了过来 这都是这个周扬和夏振锋惹的祸 原本夏清玄是准备 直接将这口锅扣在两人头上的 不过仔细一想 自己在其中做的那些 见不得光的事情 他又犹豫了 最后一想 反正后面等黑熊妖王打过来 屎盆子还是会扣到两人头上 那何必由自己去扣呢 安心躲后面看戏 岂不是更好 此刻看到周扬在会议室门口吃扁 他内心当然是畅快无比了 甚至想着 周扬因为顶撞了这些原鹰大佬们 最终被原鹰大佬们斩于眼下 那才是最好的结果呀 然而事情的发展是出乎他意料的 门外是何人 夏家的皇叔祖沉声贺问道 声音传递了出去后 门外安静了一下 随后护卫的声音传了进来 回禀大人 一个自称周家家主的年轻人 想要进入会议室 周家 夏家的皇叔祖疑惑了一下 他常年闭关修行 这次也是因为大夏王室寻求帮助才出关的 对于外界信息的接收速度 远没那么迅速 哦 皇叔这个周家是小植的亲家 这个时候 夏镇峰开口了 一开口 就让这位擎天公战将吃了一惊 这位周扬是我女婿 小女清玄的未婚夫 清沐成周家的家主 嗯 现在年仅16岁 金丹后期修士 什么 这话一出 除了部分了解周扬信息的人之外 那些不了解周扬情况的原因 和金丹修士们 顿时骇然无比 震惊到目瞪口呆的样子 16岁 金丹后期 开什么玩笑 修仙界当真有如此妖念 别不是骗人的吧 周家 清沐成周家 我好像有些印象 这不就是一个不起眼的 助击家族吗 是啊 怎么忽然冒出个如此妖孽出来 太可怕了吧 快 快让他进来 让他进来 对我们好好见识一下 是啊 这样的才俊 怎能拦在会议室门外 人家也是金丹后期修士 为何没资格参加会议 最后 一位药王谷的金丹长老 说了这么一句 得到了众多修士的认同 嗯 不管如何 这位周扬小友 还是阵风的女婿 那就是我大厦王室的郡主驸马 更别说 其本人还是金丹后期修士了 护卫 请周扬小友进来吧 擎天宫战将陈生说着 吩咐门口护卫 赶紧请人进来 别再拦着了 一听这话 门口处的那两个护卫 顿时脸色就变了 他们心中 已经将三皇子夏清云 骂了个底朝天 这家伙 不是说这个周家周扬 就是个可有可无的货色吗 怎么人家既是金丹后期大修士 又是王室的女婿 这 这纯纯就是让自己两人下不来台啊 而且在青木城 得罪了这么一个本地大家族 这位周家主 估计已经记恨上自己两人了 周周周 周家主请 请进 一个护卫嘴皮子哆嗦着 说话都不利索了 周大人快 快请进去吧 另一个护卫连忙放递姿态 朝着周扬卑躬屈膝 就差跪倒在地了 您 您大人大量 别跟我们这样的小人物计较吧 周扬见此 冷漠地看了两人一眼 现在这个时候 不太好对两人出手 哼 别落我手脸 否则要你们好看 周扬冷哼一声 一甩手就走进了会议室当中 丝毫没有理会两位护卫难看的脸色 刚踏入会议室 无数目光刷的一下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周扬面色丝毫未变 开玩笑 只不过是一些金丹和原音修士的目光而已 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么多抢者目光 可能会让其他人感觉到不适应 或者压力巨大 然而对周扬来说 这就是毛毛雨 眼前这些目光连一丝威慑都没有 太普通了 好 果然是少年初英雄啊 你是叫周扬是吗 一位原音七大佬 打量了周扬一圈之后 顿时拍了下桌子 双目金光四射的出声道 我是要王谷的内门长老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愿意收你为清传弟子 你看如何 周扬小友 我是来自大商的散修 嗯 现在在大夏王室当供奉 原音中期修为 你若愿意的话 我可以收你为徒 为我传承下功法典籍 那位王室原音供奉开口说道 罗供奉 我下家多次让你挑选弟子 你可都从未答应过 怎么这一次就主动开口了呢 擎天宫战将 好奇地看向这位罗供奉 这位罗姓供奉 可不仅仅是一个 来自大商的散修那么简单 如果仅仅是一个散修 不可能那么简单 修炼到原音境界 且还是一个来自大商的散修 那么简单成为大夏王室供奉 这位罗供奉其 原本可是北边忠裕 一个圣地核心弟子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被逐出宗门 才返回了大商 同样 因为宗门虽然逐他出门 却罕见的 没有收回他一身功法和所学 这罗供奉 也没有怨恨宗门嘶吼 反而十分自律 不再加入任何宗门 以防自己泄露宗门所学 即便是游离至大夏后 因为想要使用大夏的一件宝物 便答应了成为大夏的供奉 却一直没有收取弟子 一直没有外传宗门典籍 而现在 他竟然主动开口 要收周扬为弟子 这是什么概念 是说明他看好周扬 若能收周扬为弟子 即便是将忠欲圣帝宗门的典籍传承出去 也值得 让诸位原因前辈失望了 周某身为周家家主 暂时没有加入其他人门下的想法 周扬环视一周 看到了夏振风 朝着对方点了点头 又看到了夏清云 对着他露出了一个冷笑 随后面色淡然地 朝着几位招揽自己的原因大佬们 开口说了这么一句话 第106章 拒绝 守城战还是出城战 这 小友要不再考虑考虑 那位药王谷的原因 有些可惜的道 我们药王谷 虽然不是圣帝 却也是拥有仙气的顶尖宗门 你若加入我们药王谷 宗门一定会尽全力培养你的 不比待在青木城 这样一个地方好得多 是啊 另一个药王谷的原因 也跟着说道 我药王谷各种顶尖丹药 应有尽有 绝对可以让你在三年之内 成功结阴 想想看 20岁之前结阴啊 这即便是在圣帝 都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好事啊 其他修士文言 也都羡慕的 看着药王谷种修士 药王谷修士就是富裕啊 竟然赶下担保 三年内让药丹后期修士 晋升原因 还是一个16岁的药丹 其修为静静那么快 基础肯定不稳的吧 想要让一个这么年轻的修士 晋升原因 难度可是非常大的 可想而知 药王谷肯定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不过 若能因此获得一个 不到20岁的原因修士 那绝对是赚大了 那些修仙家族可就没这么大魄力了 他们也开不出这等优厚的条件 来吸引周扬啊 这么一想 他们又将羡慕的目光投向了夏振锋 这个夏王爷 当真是目光如炬啊 竟然已经抢先下手了 直接动用美人计 让他那位号称大夏第一美女的女儿夏清玄 与这个周扬订婚了 当真可恶 但与这些人反应不同的是 不管是周扬本人 还是准岳父夏振锋 听到药王谷元英修士的承诺 反而露出了一丝不屑之色 三年结英 你这是在寒酸谁呢 别说周扬了 即便是夏振锋 此刻的他拥有仙灵根 自然是了解仙灵根 是有多么恐怖的修行速度 并且还没瓶颈可言 以周扬此刻的修为境界 估计不要一个月就能晋升原英了 结果去了你要王谷 还得三年时间 这不是寒酸是什么 当然 这也不怪对方这么说 因为这个世界 本就没有仙灵根的概念 自然不知道 世界上还有如此逆天的灵根资质了 周扬嘴角一抽 开口说道 感谢要王谷的看重 不过 我身为周家家主 家族发展离不开我 我是不会考虑 进入其他势力的 哎 可惜了呀 是啊 如此一个修行种子 就这么浪费在这边境小城里 真是太可惜了 众原英一阵叹息 不过周扬几次拒绝 他们也不好再多言劝说了 他们身为原英大佬 能开口一次 已经很给面子了 若再求下去 岂不是太过丢脸吗 周扬小友快入座吧 我们刚才还谈到你周家呢 擎天宫的战将一白手 直接让周扬入座 座位也很靠前 是仅次于原英修士的前方位置了 哦 不知道 夏统领你们刚才谈了一些什么 晚辈有些来迟了 还请夏统领将之前所谈的事情 与晚辈说说 周扬坐在座位上 左前方就是夏阵风 而正前方的上手座位上 就是夏家的擎天宫战将 也是现在的青木城 擎天宫统领 嗯 我们刚才商谈了如何与妖兽们战斗的事情 最后决定 对方化形妖族不出手的话 我们就聚成而守 夏统领政策说道 毕竟对方妖兽的数量太过庞大了 我们若是冲杀出去 伤亡肯定会很大 但是聚成而守的话 有城墙阻挡 再有个大原因和金丹修士布置下阵法 即便是体型庞大的妖兽 也无法撞开城墙的 不错 另一个原因也接话道 这一次 药王谷那边支援了一些 镇旗和镇盘 一些擅长镇法的家族 也支援了不少 甚至我们还有一位 精修镇法的金丹镇法师在 有他主持城墙上的防护镇法 必然万无一失 这话一说 后方一位金丹后妻的白发老者 便露出了傲然神色 没错 他就是那位金丹镇法的大师了 镇法可是修仙六义当中 最最难学的一门技艺 他能成为一个镇法大师 是牺牲了大量 静静修为的机会换取来的 若不是金丹镇法 他现在说不定 已经是原因修仕了 不过他并不后悔 因为镇法 是他最欢喜的一门技艺了 是的 有北辰大师在此 妖兽们即便 再如何张狂 只要镇法不破 青木城便不会破 北辰大师 可是专经镇法之道数百年时间 大下境内有数的 镇法大师之一啊 我也赞同俱城而守 出城作战的话 那些妖族 绝对会围攻我等 到时候可就不好办了 众人一番议论 俱城而守 由此可见 之前为什么会纷纷赞同 俱城而守了 有镇法大师在 谁还愿意冒险 出城而战啊 这些原因大佬不愿意冒险 金丹大修们 同样也不愿意啊 至于那些筑击和练器们 那更加不乐意 出城战斗的 能守城 为什么要出去冒险啊 那些妖兽数量那么多 出去战斗 估计眨眼就会 被大量妖兽给淹没了 周扬看了下阵风一眼 对方点了点头 周扬心中了然 对此也是颇为赞同 他若是单独一人 估计不会赞同 但是周家修士 也在南城墙上协助防守的 他们可没实力出城战斗 俱城而守的话 又有镇法之力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 如果俱城而守的话 对方会老老实实攻城吗 周扬出言道 您知道 我们有镇法大师在 那些化形妖族 可不是傻子 会让那些妖兽上前送死 呵呵 那他们又能如何呢 欧家的那位原音笑着道 不让妖兽攻城的话 我们就和他们耗着呗 我等后方有大厦王朝 输送资源 耗多久都没事 对方那么多妖兽 聚集于此 吃喝问题 他们就解决不掉 不错 他们别无选择 另一个原音修士 也赞同的点头 嗯 所以 俱城而守的事情 是大家都同意的 既然周家主 也没什么意见 那这战法 就定下了 擎天公战将说道 我们刚才还讨论了 一下战后的战利品分配问题 嗯 我觉得之前所说的战利品分配 有些不妥 周家主的实力 已达金丹后期 我还听闻 周家主可以越级战斗 在这场 面对妖兽的战争中 肯定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我建议 周家可以单独拿半成战利品 不用去和那些散雄们竞争 一成战利品收益了 这位战将说着 目光看向了周扬 周扬闻言 神色不动 平静说道 对于战利品的分配 擎天公的方案 不是一直都是个平本式的吗 为何要在战前进行分配 这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第107章 惊变 化形妖族 直接打过来了 没错 这的确是擎天公 对外宣称的战利品分配方案 战后 凭借战功分配 可是 私底下也是有些不能明说的规矩 此前一直都是 如此操作的 利益优先分配给大夏王室 要王谷 还有个大修仙家族 最后才是散修 和个本地小家族 原本 秦天公这位战将 已经做出让步了 因为周扬的身份 和实力 年纪轻轻 仅16岁 就已经是金丹后期休士了 并且其还是大夏王室的女婿 夏振风本人 也是原因大修 对周家稍作让步 众人也能接受 然而 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个周扬 似乎有些得寸进尺了 竟然对这样的分配方案 提出质疑 还将这种潜规则 放在了明处 这就让众人 有些下不来台了 此刻 坐在后方的夏青云 眼底闪过一丝喜色 他之前 看到众元英大佬们 对周扬青睐有加 简直是个个都在争抢着 想要 收周扬为徒呢 看到周扬 竟然两次拒绝 他提着的心不由放了下来 内心中 甚至还在嘲笑着周扬 竟然放弃了这么大的机遇 简直没脑子 哪里想到 还没过多久呢 这边周扬 就又放了的大法硕 直接出言质疑 秦天公对战利品分配方案的不妥 这不是找死吗 这是 再直接质疑黄叔祖啊 黄叔祖不要面子的吗 周扬 这一下看你还不死 夏青云内心大笑 这可是 你自己找死的啊 周扬小友 是对我们商议的 战利品分配方案 有意义啊 作与首位的秦天公战将 悠然说了句话 随后端起桌子上的茶杯 抿了一口 我对秦天公的战利品分配方案 没有任何意义 只不过 似乎大家都没有按照 秦天公的方案来 反而私底下 有另一套方案 周扬淡然道 前辈您觉得 这战利品分配方案 是应该按照 秦天公的规矩来 还是按照大家 私底下 商议的来 这话一出 直接将众人架在火上了 会议大厅中的众修士们 此刻都有些尴尬 个别修士 更是冷漠地看着周扬 这样的话题 是能这么提出来的吗 这不是让人难堪吗 夏青云脸色平静 内心狂喜 夏振峰面色淡然 有他在此 即便众修士 再如何 也拿周扬没办法 黄叔再如何 也不可能正面 和周扬一般见识 他来此 就是为周扬坐镇的 秦天公战将 放下手中茶杯 转头看了夏振峰一眼 见夏振峰 竟然一言不发 也没有起身呵斥周扬 不由微微皱眉 按理来说 周扬说出这种话来 的确是愉悦了 你夏振峰 作为周扬的岳父 且还是夏家人 不应该出言阻止吗 至少不应该 任由周扬胡闹吧 振峰啊 你和周扬小友说说 这秦天公的规矩 和我们商议的事情 不能混为一谈 毕竟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有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灵活 应对才行 秦天公战将 沉生说道 好了 这件事 就这么决定了 周扬文言 眉头一扬 心中有些不舒服 在看到 夏青云那得意的眼神 便不满地准备 再次开口 周扬 就在这时 夏振峰说话了 黄叔怎么可能会 至秦天公规矩 而不顾呢 你别在这会议上多言了 还是坐下吧 周扬文言 顿时心中一动 温和一笑 坐了下来 将场面 交给了夏振峰 他明白 即便自己 再如何说 因为自己修为境界 始终是金丹镜 在一群原音大佬面前 说得在有理 人家都不认同 境界不够 这是硬伤 而夏振峰 就不同了 他是正儿八经的 原音中期修士 且还是大下王室之人 他开口 不仅秦天公战 将要郑重对待 其他原音修士 同样要郑重对待 果然 听到夏振峰的话 众原音修士 满意了点了点头 特别是看到周扬 果然听话的坐下 不再提分配方案的事情了 更是满意无比 一个小小的金丹修士 还敢质疑他们了 简直反了天了 不过 黄说 夏振峰话音一转 忽然说道 我是原音中期修士 应该有资格 提出异议吧 嗯 你还有什么意义 众人忽然一愣 怎么你也来凑热闹 刚还夸你不错呢 结果你这是干嘛 晴天公战 将更是眉头大皱 这两人是不是故意的 隔着隔应人呢 这样 其实我要求不高 夏振峰笑眯眯地说道 其他各种战利品的分配方案 都按您说得来 不过呢 战斗时候 所有被周扬 亲手斩杀的妖兽 和化形妖族 都归他本人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总不能有人 还想从周扬手中 抢走这些 他亲自斩杀的战利品吧 若真如此 到时候可别怪我翻脸 说着 夏振峰身上 陡然升起一股 可怕的威势 这股威势 远超普通猿鹰修士 这是获得先灵根之后 夏振峰首次释放 自己身上的威压 可怕 强大 死 众人在这股威势之下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什么时候 这个夏振峰变得 如此强大了 他不是才刚刚 晋升猿鹰没多久吗 快速静静 到猿鹰中期也就算了 怎么这股威势 还如此强大 简直已经超越了 猿鹰后期 大圆满的境界威压了 振峰 你的实力静静不错呀 这股威压程度 已经超越我了 可喜可贺 当时我大下王室一大喜事 擎天宫战将 仔细打量了 一下下阵风 随后沉默了一下 忽然露出笑脸恭贺 好 就按你说得来 凡是周扬小友 亲自击杀的妖兽 和化形妖族 都是他的战利品 这本就应该属于他 准了 哈哈 多谢皇叔理解 夏振峰哈哈一笑 随后收回了威压 除了这位皇叔 在威压之下保持淡定之外 其他原音修士们 此刻 看向夏振峰的眼神中 都带着点震撼 更别提惊 单修士了 他们更是不堪 内心也在疑惑 为何这下振峰 仅仅原因中期修为 威压就如此强悍呢 而就在众人 达成一致的时刻 忽然 一声冲天的妖兽怒吼 席卷而过 哦 不好了 妖兽开始攻击了 不好 化形妖族 直接袭来了 他们来了 就在青木城南城墙上空 会议大厅中 众人一听 顿时大惊失色 怎么这么快 毫无征兆的 就这么进攻了 化形妖族 直接攻过来了 所有人 准备战斗 擎天公战将猛然起身 断鹤一声 就带头 快步离开了会议大厅 众人出门一看 顿时就看到了 留个庞然大雾 横横在南城墙上空 最前方的一头 体型高达百米的巨熊 轰然一掌落下 咔崩 护城阵法 轰然崩溃 第108章 交出周扬 下阵风战 黑熊妖王 人类 交出荣原雪莲 否则 我黑熊妖王 避灭大夏王朝 黑熊妖王凌空站立 庞大无比的身躯 遮天蔽日 在他的身旁 还站立着五个化形妖族 各个全都显露出真身 身形巨大无比 如同六个晴天之柱 傲力当空 威势无量 听到黑熊妖王的话 已经飞上半空 准备迎战的众援英们 顿时一愣 你在说啥 什么龙元雪莲 不是兽朝冲击吗 怎么还交出龙元雪莲 黑熊妖王 你在说什么东西 什么龙元雪莲 擎天公战将 沉声喝道 你贸然携带 手下化形妖族来袭 就是为了什么龙元雪莲 想到此前 即便发生妖兽朝 黑熊妖王也从未亲自出头过 都是低阶妖兽冲击 而这次妖族 却出动了如此大规模的袭击 显然是有原因的 这原因应该就是黑熊妖王口中的龙元雪莲 说起龙元雪莲 难道是那个可以觉醒神通的仙妖 擎天公战将忽然想起了这个有些熟悉的仙妖名字 不错 龙元雪莲 我妖族秘境里的宝物 被你们人族修饰偷走了 黑熊妖王说着 目光不断扫视 忽然 他神情一阵激动 紧紧盯着周扬和夏振峰两人 就是你们两个 将龙元雪莲交出来 否则 不仅我黑熊妖王和你们不死不休 我妖圣公也必然不会放过你们 嗯 一听黑熊妖王这话 众修士 不管是原因还是金丹 全都将目光放到了周扬和夏振峰身上 众修士此刻满脸阴郁 原来 这一场这么大规模的妖族袭击 都是因为你们两个呀 就你们这惹了事 还牵连到我们后 竟然还有脸跟我们提战利品 分配不公的问题 擎天公战将 此刻面色也有些不好看 他沉生贺问两人 周扬 夏振峰 黑熊妖王说的可对 其他修士也一脸不善地看着两人 当然 其中有不少人眼神中带着嫉妒之色 那可是龙原雪莲啊 是能够觉醒神通的宝物 这两人气欲逆天 竟然能从妖族手中抢到这种宝贝 他们嫉妒的是 这种宝物 怎么没被自己得到 不错 这株龙原雪莲 的确被我们得到了 周扬直接开口 并且 这株龙原雪莲 已经被我吃掉了 黑熊妖王 要你肯定是要不回去了 东西到了 我肚子里 你还想要回去 别想太多了 要站 我就和你站一场 好小子 真的够狂妄 黑熊妖王气怒而笑 你真当我黑熊妖王是你捏的 胆敢吃了我妖族宝物 今天我必将你碎尸万段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周扬寸步不让 这是不管有理没理 东西到了自己口中 怎么可能再还回去 宝物有能者得知 你妖族要打 那就陪你打一场再说 现在的周扬 可不拒对方 另一边 夏振锋也身形飞了过来 挡在了周扬前方 他开口说道 周扬 这个黑熊妖王 就让给我如何 哈哈 我这刚刚晋圣元音中期 正好趁着机会 掂量掂量这所谓的 妖圣公妖王的实力 这话一出 黑熊妖王更是气怒 你一个区区元音中期 也敢和我战斗 你们人族修士 什么时候一个个都这么狂妄了 也罢 今天我就让你们两个一起死 你们两人一起上吧 阵风 擎天宫战将忽然开口 这是周扬小友的事情 他夺了妖族宝物 还已经吃掉了 你最好不要趟这浑水 将它交给妖族处理也行 嗯 听到这话 夏振锋陡然转头 看向自己的这位皇叔 盯着对方看了半晌 才悠然开口 皇叔 周扬是我女婿 也是大夏王氏的女婿 你之前可也是承认了的 怎么 现在看到黑熊妖王一众妖族 怎么就改口了 擎天宫战将沉默 眼前这妖族大规模攻击 完全都是这周扬惹来的 若真要硬拼的话 即便赢了 大夏这边绝对要损失巨大 如果能将周扬交出去 平息妖族怒火 让其带领妖族退去 也是一件好事 周扬闻言 只是淡然地瞥了老人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这老家伙 显然是 准备将自己推出去 平息妖族怒火的 一方面 这是自己惹出来的麻烦 另一方面 也是之前在会议大厅中 反驳对方 惹了对方不快 对方显然不准备 为自己扛住这事 不过无所谓 自己一人就能解决这事 而且有夏振锋在 夏振锋是不会放弃自己的 这一点 周扬还是有些自信的 黄说 你们若是没胆子 面对黑熊妖王的话 那就退开吧 夏振锋冷然说道 周扬是我女婿 她 我保定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看着你们 怎么解决黑熊妖王吧 擎天宫战将冷声说道 诸位 退守城墙 北辰大师 麻烦你修复一下 护城阵法 以擎天宫战将为首的 一众修士 应声领命 一个个退守城墙 防守起来 有原因和金丹在 守住城墙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些低阶妖兽 根本不是他们对手 不过 天空中的战斗 却是实力悬殊 一方是周扬和夏振锋 一个金丹后期 一个原因中期 而另一方 妖族以黑熊妖王 这位半部化神为首 加上五个化形妖族 纯纯碾压级别的实力对比 场中 除了周扬和夏振锋之外 任何人都不觉得 两人有丝毫胜算 夏说 你真要和黑熊妖王打 周扬询问了一下夏振锋 当然 夏振锋点头 我现在对自己的实力预估 还不太清楚 想要和这家伙打一架看看 你去对付那五个家伙吧 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周扬洒然一笑 区区五个化形妖族而已 不在话下 哈哈 那就好 今天就让我们两人 将这六头化形妖族 全部解决了 即便日后 真有妖圣宫强者来袭 又能如何 到时候 我陪你一起面对 哈哈 那小旭就期待夏书 斩黑熊妖王头颅了 周扬闻言 也是哈哈一笑 随后身形化作流光 快速地朝着那五个化形妖族 冲了过去 黑熊妖王见此 身形一动 就想去拦截 毕竟周扬是夺取 荣元雪莲的真凶 就恨得要命 巴不得立刻杀了周扬才行 然而 夏振风却在此刻 出现在黑熊妖王身前 一挥手 飞剑冲出 拦住了黑熊妖王去路 黑熊妖王 你的对手是我 来来来 咱俩过过招 看看你这号称 半步化身的妖圣公妖王 是不是名副其实 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黑熊妖王怒吼一声 当即一口妖火喷出 朝着夏振风覆盖过去 随后的礼不饶人 他一巴掌 就朝着夏振风拍了过去 想要快速地将夏振风打死 哈哈 看我震海剑决 去 第109章 惊待众人 夏振风剑战 黑熊妖王 哼 什么震海剑决 破铜烂铁 也想对付我 黑熊妖王根本没把夏振风 放在眼中 这个人 他又不是不认识 之前在妖族秘境当中的时候 甚至都不敢离开出口处 连龙威压制都不敢硬抗的家伙 且修为还仅仅是原因中期 怎么和他这么一个半步化身的妖王相提并论 他这一口加一巴掌下去 可以肯定 这个夏振风 必然成为一堆肉泥 人族的修士 如此猖狂 必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然而 事实却和他所想的完全不同 夏振风的这一剑 所蕴含的力量 是远超黑熊妖王想象的 飞剑法宝上 蕴藏着夏振风那浑厚的 几乎达到化神中期的磅礴法力 还有那凝炼无比的神念 操控着飞剑锋力无比 直刺黑熊妖王的庞大手掌 吃 一声脆响之后 黑熊妖王吃痛惊呼 随后 飞剑急速袭来 不 夏振风没有为自己的猖狂付出代价 黑熊妖王反而先为他的轻视 付出了巨大代价 给我死吧 夏振风一声断鹤 杀 飞剑急速刺入了黑熊妖王的脑门 第一目标就朝着弃神魂而去 黑熊妖王神魂反应迅速 当即就要 跳出石海逃顿 可惜 夏振风早就等着他呢 急 飞剑迅速追着黑熊妖王神魂而去 在飞剑席卷绞杀之下 黑熊妖王的神魂被绞成了粉碎 这个时候 也没必要去想着收取神魂了 毕竟黑熊妖王可不是小喽啰 其神魂强大无比 即便是夏振风 现在拥有了硬钢化神的实力 手段上也没那么多 还无法在战斗中 完美收取黑熊妖王神魂 为防止其神魂逃脱 只能痛下杀手 斩杀神魂 丢失了神魂的黑熊妖王 其身躯就如同沉睡中的植物人 嗯 是植物熊 朝着地面跌落下去 轰然一声巨响 将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这是一句没有了神魂的 半步化神的妖族诗区 其价值几乎可以说珍贵无比 而后方的城墙上 矗立在城墙上的一众原因 和金丹修士们 此刻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是目瞪口呆的模样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 怎会如此 这下阵风 他他 他可仅仅是原因中期而已 为什么 他为什么能 能那么快杀掉了黑熊妖王 对啊 那可是黑熊妖王啊 是来自妖圣宫的一位妖王啊 半步化神级别的妖王啊 太可怕了 几乎是瞬间秒杀 他在黑熊妖王的攻击下 根本就没有丝毫受伤 下阵风现在这么强大了吗 好恐怖 仅凭原因中期的修为 就能逆斩半步化神 太强大了 仲修是震撼无比的议论着 一个个惊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其中最震撼的 要属下青云了 他之前还在想着 夏震风作为周扬的最大后台 他竟然如此不智地 去和黑熊妖王战斗 在他看来 黑熊妖王可是半步化神级别的大妖啊 而夏震风 仅仅原因中期 还是一个刚从金丹突破到原因 不过各把月时间的心境原因 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获得了什么机遇 这么快突破到原因中期也就算了 还想着去和一个半步化神的大妖战斗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他有理由相信 黑熊妖王几招 就能斩杀夏震风 只要夏震风死了 周扬就没了后台 他就可以说服皇叔祖 到时候动用手段 让周扬万劫不复 而现在 一切都完了 他万万没想到 夏震风竟然也变得和那个周扬一样 能够越级战斗了 以原因中期的境界修为 在众目睽睽之下 逆斩半步化神的黑熊妖王 这件事已经发生 日后必然传遍修仙界 成为他夏震风崛起的一场史诗级战斗 而他 只能作为一个不起眼的见证者 仅此而已 亲眼见识到这一幕的重修事 此刻满心复杂 如果早知道夏震风如此强大 他们绝对不会是现在这副态度 至少也要先行 和夏震风搞好关系 那个周扬真是幸运 一个金丹低声极度到 自己取了有着大夏 第一美女之称的夏清玄不说 还有这么一个天赋卓绝 以原音中期修为逆斩半步化神黑熊妖王的岳父 当真献煞我也 咦 说到周扬 你们看 他那边也要站上了 呵呵 他以为他是谁啊 以为自己也是夏震风这样的天才吗 区区金丹后期 也敢独自一人面对五个化形大妖 那可是五个相当于我人族原音修士的大妖啊 不错 另一个金丹修士 也极度地跟着说道 虽然我也承认他天赋妖孽 年仅16岁 就达到了金丹后期 日后原音有望 可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跟夏震风王爷这样的老牌强者 是不同的 年轻就代表了经验不足 经验不足的话 面对这些活了不知道 几百上千年的化形大妖 必然是要吃亏的 哈哈 我看他怎么应战 他必然是要吃亏的 就看夏震风王爷 会不会出手救他了 又有一个金丹低声惋惜道 可惜了 我听他之前说的 奈朵得知妖族的龙云雪莲 竟然被他给吃了 也不知道 有没有觉醒出神通 肯定觉醒失败了 之前说话的那个金丹 不屑地说道 如果觉醒成功的话 以他这嚣张的性子 肯定早就嘚瑟起来了 还用等到现在 哼哼 瞧着吧 等会就看他是如何被五头大腰 撕成粉碎的 同看同看 一众金丹修士在幸灾乐祸 等着看周扬凄惨的下场 而那几位原音修士们则不同 他们眼力还是有的 这个周扬也不简单 他的身上 隐隐有一众可怕的威士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必然是龙云雪莲觉醒的神通了 对 我也隐隐有一种感觉 那是一股可怕的威亚 必然是龙威没错了 龙威啊 这可是非常可怕的神通 能够压制对手 实力发挥 而自身则可以提振信念 若他真觉醒了 这神通的话 这一场独自一人 面对五位化形大腰的战斗 其结果还真说不定了 期待 我对这场战斗 还真有些期待 那 诸位道友就看下去吧 若周扬真的遇险 我们出不出手 下阵风王爷的实力 已经表现出来了 按照之前他所说的战利品分配方案 我感觉他早有所料的呀 出手吧 等周扬 万一遭遇危险 我们就出手 希望能挽回一些损失 对 否则 高阶大腰 就都被下阵风 给拿下了 这可是战利品的大头啊 第110章 经 周扬神通阵全场 正说着 那边 与周扬对峙的五头大腰 忍不住了 五头大腰 之所以和周扬对峙 而没出手 就是在等待另一边黑熊妖王 和下阵风的战斗结束 一旦黑熊妖王将下阵风斩杀 必然影响对面周扬的心态 到时候 自己等人再出手 斩杀周扬 那是易如反掌 可结果却出乎他们五人意料之外的 万万没想到 下阵风竟然在转眼之间 就斩杀了他们的头领 黑熊妖王 那个下阵风太可怕了 他们心中隐隐有了退意 不退不行啊 连黑熊妖王都被秒杀了 他们怎么可能是那个下阵风对手 不是下阵风对手 但是眼前修为仅仅金单后期的周扬 他们却不放在眼中 五个大腰对视了一眼 都知道不能再拖了 否则下阵风支援过来 他们想跑都没机会跑了 那就先解决了周扬 或者抓住周扬威胁对方 放自己五人离开 到时候也可以承诺 不再带领妖兽 冲击青木城 想来人族一方 应该会答应这个要求的 杀 五人一声断鹤 就朝着周扬杀了过去 一时间 毒雾 吆火 利爪 翅膀 各色攻击 全都一股脑朝着周扬招呼了过来 你们在想什么 我能猜不到 周扬心中暗自一笑 不懈地摇了摇头 随后浑身一震 哄 忽然间 一股恐怕的威压 从天而降 直接轰落 在攻来的五头画 行大腰身上 这股蕴含着无尽威严 仿佛天地间 一切生物的无上霸主一般的气势 迅速扩散开来 笼罩了周遭 一大片天地之间 所有被笼罩的生物 不管是人类 还是妖兽 不管是修士 还是凡人 都深刻感受到了 这股恐怖威压的可怕 这 就是龙威 周扬服用龙元血连后 获得的一种神通 属于真龙异族的龙威 万寿之王 才有的无上威严 然而 龙威也仅仅是周扬两个神通之一而已 他的真龙之躯 不 应该是祖龙之躯 更是霸道无品 五头画行大腰 在周扬龙威之下 只能发挥出一半实力 别说周扬 原本就能越级战斗了 即便是 此刻双方的修为境界差距 已经在龙威的影响之下 被拉近了好多倍 五头画行 大腰咬牙切齿 这个人族修士 果然已经服用了龙原雪莲 还成功觉醒了龙威出来 可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那株龙原雪莲的年份 没那么高的 年份不足的龙原雪莲服用后 觉醒神通的概率低得可怕 这个周扬 当真气韵 逆天到这种程度吗 不要怕 即便有龙威压制 又如何 我们五个大腰一同出手 就不信他 还能抗住我们的攻击 对 再出手一次 刚才的攻击 是被他忽然爆发出来的龙威 给破了 现在我们已经适应了龙威 看他还能怎么办 五头画形大腰一翻传音之后 再次围着周扬 展开了新一轮攻击 而周扬 看着对方落下的攻击 面色丝毫未变 龙威的效果不错 那么接下来 就看看龙驱的强度 是否真如系统 所说的那么强大吧 周扬心中暗道 他此刻 是有着测试神通威能的想法的 否则的话 他在面对五头画 形大腰的情况下 早就已经用法宝飞剑出血 招呼过去了 他可不是那种轻敌的人 哦 周扬深吸口气 缓缓呼出 随后 伸出右手握拳 再次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 爆 周扬低沉一声断喝 整个人跟着这一拳 轰然砸了出去 一拳砸出 几乎可以听到 空气被砸出音爆的轰响声了 周扬的速度太快了 他的攻击速度 身形冲击的速度 都快到肉眼无法看到 只有神念 才能勉强捕捉到一丝痕迹 正前方攻击周扬的 是那头鸣 为熊大花的黑熊妖王本族 画形大妖 此刻画作本体模样 带着腥风的利爪 朝着周扬抓了过来 然而 迎接他的 并不是周扬的被动挨打 而是凶悍无比的一拳反击 熊大花熊怒当中 闪过一丝不屑 和熊族比身体强度 比物理攻击力量 简直自寻死路 哄 一声巨响之下 一道庞大无比的身影 被轰飞了出去 惨叫着砸落地面 全场寂静 不管是妖兽们 还是城墙上的修士们 此刻都呆住了 什么情况 一个身形瘦小的 几乎看不到的人族修士 在一个体型 庞大到数十米 高大的熊族妖王面前 以肉身拳头的力量 将这头画形大妖 砸飞了出去 开什么玩笑 开 开什么玩笑 果然 有一个画形妖族 难以置信地 喊出了这句话 可怕 他 他怎么会肉身那么强大 另一个画形大妖 也停下了攻击 他不敢再攻击了 他自己 也落得和熊大花 一个结局 此刻的熊大花 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 刚才周阳那一拳 已经彻底震碎了 其五脏六腑 不仅如此 其蕴含的恐怖力道 甚至将其全身骨骼 都震散架了 与此同时 那蕴含着龙威的神念 也顺势碾压而出 直接探入了 其死海当中 封死了其神魂 随后将其身躯 随手收入了 专属空间 这一幕 是彻底下傻了 其他四个画形大妖 是是 是另一个神通 那位杨族的画形大妖 此刻 结结巴巴地开口解释 传说龙渊雪莲 可以让人觉醒出 两个神通的 或者说 这是一个 绝世大神通的分化 因为实力不足 只能先行觉醒 两个小神通 在实力足够之后 就会聚合成为 一个大神通 什么 还有这说法 其他大妖顿时大惊 他们是妖族 对这些信息 并不是太了解 这位杨族大妖了解的 比他们多不少 在他们妖族中 一直都担任智者一职的 妖族当中的智者 向来就是杨族 胡族等几个族群而已 其他的如虎族 狮族 恶族等等 智慧不足 却拥有强大无比的战斗力 可一个族群的传承 不能仅仅依靠战力 更多的 反而需要依靠智慧才行 是的 这个人族修士的身体强度 已经不比我们 化形妖族差了 不 甚至比我们化形妖族的身体强度 还要强大 这是 龙族的身体强度啊 杨族老者 感叹了一声 随后低声道 诸位 我们还是 赶紧找机会跑吧 黑熊妖王已经死了 我们不能都雨落在这里啊 得想办法 将事情 汇报给妖顺公才行 怎么跑 另一个大妖咒没道 这个人族修士的速度 可不慢的 我们能跑得过他的追击吗 绝影 你是阴族大妖 你一个人跑吧 我们其他大妖 为你拖出这些人族修士 一定要把这里的消息 传回妖圣宫 杨老沉生说着 看向了一旁的一个阴族大妖说道 好 我一定 拼尽全力完成任务 那名为绝影的阴族大妖 稍一犹豫便答应了下来 的确 在场大妖当中 就数他速度最快 也是最有机会 逃出升天的一个大妖了 好 一起出手 即便自爆妖单 也要拖住对方 给绝影创造机会 杨老说着 已经带头朝着周扬 再次冲了过去 而绝影 则身形一闪 就朝着 黑铁山脉方向飞去 还想跑 在重大妖低声讨论的时候 周扬也不是什么都没干啊 他先是 将熊大花的巨大尸体收了 然后召唤出了飞剑出血 既然已经实验出 自己龙蛆的强度了 那么接下来 就没必要拖延时间了 速战速决更好 看到一只庞大熊鹰 就准备跑路 周扬立刻一挥手 出血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 已经是那只巨鹰头顶了 在巨鹰绝望的眼神中 飞剑出血净直 刺入了他的尸海 不 第111章 战争落幕 吹王之王 下清明 周扬一剑秒杀 刚要逃走的巨鹰绝影 这让那四个 准备攻击周扬 拖住他的四个几个大腰 顿时骇然了起来 怎么可能 他 这家伙 怎么那么快 斩杀了绝影 距离那么远啊 扬老难以置信地喊道 即便以他的沉稳 此刻也双目通红了起来 那可是以速度著称的绝影 来自阴族的大腰啊 扬老 我们 我们现在怎么办 旁边两个大腰 再次停顿了下来 他们知道 以周扬自身强悍的体魄 想要击杀周扬 基本上不可能 甚至连伤到对方的可能性 都很小 他们原本的主意 是牺牲自己 拖住周扬 让绝影逃走的 结果 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绝影凉凉 他们现在还能怎么样 他们也很绝望啊 周扬解决了距离最远 准备逃离的绝影之后 没来得及去 收取绝影尸体 任其摔落地面 砸死了不少 低阶妖兽 这些低阶妖兽 都因为他身上的龙威震慑 多数都果足不前 徘徊在战场外围 连此前大妖们 下达的攻城命令 都顾不上了 甚至都有一些 妖兽开始逃亡 还有三个 速战速决吧 周扬这边 伸手召回了飞剑后 低语一句道 下阵风的战斗多快啊 秒杀黑熊妖王 威震侵慕成所有人 而自己呢 虽说因为测试神通 浪费了些许时间 可也没必要拖太久 这些等级的对手 根本就不能 称之为对手了 欺负他们 实在是没意思 周扬身行动了 他看出了这三个大妖 有些进退两难 跑 跑不掉 站 可他们又打不过自己 既然对方纠结无奈 那自己 就好心好意 送他们一成吧 也算是看到了人家 大劳远跑过来 送人头的诚意 于是 接下来的战斗 根本就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吊打 完全就是在吊打对手 周扬不过出了几招而已 剩下的三头大妖 全部被斩杀殆尽 战后 周扬随手收取了 几头大妖的尸体 那头巨鹰绝影的尸体 当然也不会忘记 这次可是大丰收啊 五位化形大妖的尸体 可比成百上千低阶妖兽的尸体 有价值太多了 这五头大妖的妖丹 就起码价值数千万零食了 浑身上下加起来 一头大妖价值一千万 简直能被抢疯了 当然 最值钱的 肯定是夏振锋斩杀的 那头黑熊妖王 开价五千万零食 那都不算夸张 不过 周扬这边数量多啊 价值一点 都不比黑熊妖王尸体差多少 至于擎天公 以及各路支援的修士们 则既羡慕又震惊 羡慕不用说 肯定是因为 周扬和夏振锋两人 包园了六头大妖 可以说 这次妖兽潮最大的收获 都被两人给拿下了 至于震惊 同样不用多说 夏振锋首先出手 秒杀黑熊妖王 就已经震撼了 他们一整年 而周扬 同样不差下振锋多少 要知道 周扬修为仅仅金单后期而已 就已经能够强势 碾压五个化形大妖 且全部击杀 这是多么可怕的战力啊 特别是 在周扬展现出神通之后 那更是引起了 场中所有修士的重视 那可是神通 场中诸多修士 没一个人有神通的 这就是差距 解决了五大化形大妖 周扬悠哉悠哉地 返回了城墙之上 周家众修士 欢呼着 迎接他们家主的归来 周运等人也在此列 周运 周雪 夏清玄 还有夏清兰等人都在 看到这一幕 周扬脸色一黑 原来如此 之前 在周家聚集的时候 还说怎么没看到人呢 原来早就偷偷跑出来了 周雪见到周扬面色 一沉就知道不好 连忙躲在了周运 和夏清玄身后 好了别躲了 战斗都差不多快结束了 阳帝之前 说了不让你来 是因为担心 你安全问题 周运拉着周雪出来 一边说叫 一边看了看周扬脸色 等回去之后 自己主动闭关修行 不到助击 不准离开修炼室 周扬瞪了周雪一眼 然后又看到了夏清玄 布犹有些头疼 这丫头 刚入修行 就来参与 这样浩大的战斗 不知道危险的吗 呵呵 周家主 有我在 清玄不会有危险的 福伯此刻踏前一步 笑呵呵地说道 再说了 王爷也在呢 我也没让清玄小姐 离开城墙大镇 只要不是那些大妖出手 即便是 金丹妖兽工程 我也会提前带小姐离开 你放心吧 谢过福伯了 周扬朝着福伯点了点头 随后看了下清玄兄妹一眼 这两人 他还没资格 也没心情 去担心他们的安危 不过这两人身旁 竟然没有人互道 也是奇怪了 连夏清玉那个二伙 都有一个互道者 他俩竟然没有 这是不是不太合理 不过周扬 也没有去想这些事情 不管他的事情 没必要操心 真说着呢 夏振风也来了 周扬身侧灵光一闪 夏振风凭空出现 他的速度太快 除了周扬 其他人都发现不了 他是如何出现的 父王 你好厉害啊 既然秒杀了 那个黑熊妖王 夏清玄赞叹地看着夏振风 他知道 自己父王原本是没这能耐的 可现在却有了 一切都是自己 这位未婚夫的功劳啊 他竟然舍得 将那珍贵无比的龙血 裹给父王吃 自己一定要好好修行 早日达到更高的修为 好能够早点帮助到他 而不是成为他的累赘 区区黑熊妖王而已 为父顺手展之 周扬有些目瞪口呆 看着身旁夏振风傲然 白手的装逼模样 一时间竟感觉有些不认识他了 这 你也是装逼接大佬吗 然而 更让他无语的是 夏振风话音刚落 夏清玄连连点头 一旁的夏清兰 则是将崇拜的目光 放在了周扬身上 让周扬感觉到了一丝平衡 而那下清明呢 这家伙果然不愧是奇葩 哇 我就知道 王叔你是无敌的 太强了 一招啊 仅仅一招 您就杀了那个可怕的黑熊妖王 我大夏王朝 有您在 必可保万年平安 吹 就是尽吹 拼命吹吧 夏清明似乎还觉得吹得不够 又开口道 当年我就觉得 父皇根本就不适合当皇帝 就应该让位给王叔宁啊 若是您的话 说不定现在已经带领我大夏东征 大商王朝 南夏占领妖圣公江域 北上打到浩瀚中域 即便是西边的荒漠 也无法阻挡王叔 您的强大步伐 您将成为大夏至高无上的存在 夏清明话音落下 全场众人目瞪口呆 看到众人这副模样 夏清明得意洋洋 随后他吹了一波下阵风之后 又转开始吹周扬 第112章 战后事宜 周扬冲击原鹰 周扬姐夫 您就更不得了了 王叔至少也是原鹰修士啊 您呢 您仅仅金丹后期 就已经可以吊打五个画形大妖啊 夏清明语气夸张 手舞足蹈 夏清玄面无表情 夏清兰俯额无语 其他人则 目瞪口呆看着 周扬姐夫以金丹修为 逆斩五大画形大妖 此战必将名扬整个修仙界 成为整个修仙界的史诗级传说 即便是万万年之后 整个修仙界 也必将流传着姐夫的美名啊 啊 多么天资卓越的爵士天才啊 多么恐怖 而令人震撼与惊叹的超级战力啊 夏清明似乎越说越起劲 说到最后 更是口沫横飞 姐夫的传说 必然不会局限于人间修仙界 以周扬姐夫的天资 日后必然能够飞升成仙 当姐夫到达仙界之时 那家伙 必然万龙迎接 百万仙人贵妇称臣 亿万仙子 嗯 一道带着杀气的目光瞥来 夏清明忽然一个寒战 看到了夏清玄那满寒杀气的美目 顿时缩了缩脑袋 不敢再吹下去了 只得黑黑一声尴尬的笑声 反正 以姐夫的能耐 日后定然是仙界最最强大的大人物恋 嘿嘿嘿 姐夫啊 等您日后飞黄腾达了 可别忘记小弟啊 到时候您说句话 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 那也是不说二话 小弟绝对是您手中最听话的那把刀 哼 就你 夏清玄推了他一下 让他赶紧滚蛋 这吹的 都没编了 夏清兰见此 不由五嘴偷笑 自己这四哥 天性奇葩 就爱吹牛打屁 别看是皇子出身 可他跟谁都能吹上两句 即便是路边的凡人乞丐 他有时候 都能和对方吹几句呢 而周扬此刻 总算是彻底明白了 夏清玄口中所说的奇葩四皇子 到底是什么样了 他是真见识到了 此前是没机会 即便来了青木城 住进了周家府邸 周扬也都在忙碌其他事情 而现在 却被夏清明逮住机会了 这一通吹下来 即便是周扬也有些扛不住了 你嘛 你不吹我还不知道 原来我那么牛逼啊 好了 都别聊了 夏振风说道 周扬 这次妖兽朝的大头 都被我们拿了 那些低阶妖兽 就没必要去争取了 没意义 我们吃肉 也给他们留点汤喝 不然大厦那边也不好交代 毕竟那么多人 都是过来支援的 你觉得呢 夏叔说的是 周扬当然没意见 开玩笑 六头最高阶大妖尸体 都在自己这边 那些低阶妖兽 就算有上百头金丹妖兽 可现在都跑得差不多了 最终能被那群金丹 和园银大佬们 留下一半都算不错的了 而更低阶的妖兽 周扬更是看不上啊 眼下 南城墙外的妖兽们 即使没了龙威压制 他们也不敢继续攻城了 早就在一众修士的追杀下 落荒而逃了 而园银和金丹大佬们 则带领着各自家族 或者各自势力的修士们 对低阶妖兽展开了追杀 画形妖族没了 他们得抓紧时间 多杀一些金丹妖族才行 否则这一趟 岂不是白跑了 那多亏啊 大佬们都带人出城追杀去了 周扬和夏振锋并没有参与 两人决定留口汤给别人喝 人家大佬远是跑来支援的 就如夏振锋所言 一点汤喝不着 有点不妥 主要是擎天宫代表着王朝 不好对支援来的各大家族 和药王谷交代 周扬这边 看到家族修士们 即便和龙城的低阶妖兽战斗 也没有太大损伤之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让周骏和李长风 带着大家整备一下 战争结束了 妖兽潮结束了 准备返回家族 不过小半天时间 青木城之外 一头妖兽都没有了 嗯 应该是活着的妖兽几乎没有了 都被消灭掉 成为了大家的战利品 高端战利品的损失 是对原因修士来说的 对于金丹和以下修士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甚至因为周家和夏振锋没有参与 他们可以安心追杀那些逃亡的妖兽 收获反而更多了 低阶修士们笑呵呵的 高阶修士们MMP 不过在返回城墙 藏在心中满脸笑意地走过来 和夏振锋以及周扬打招呼 不露笑脸不行啊 如果说在两人出手之前 他们还能有点傲气 你夏振锋 仅仅原因中期的心境原因而已 你周扬仅仅金丹后期的小年轻而已 不过现在 没人敢这么想了 他们是真的明白了 这两个人 是妖孽 不能比 于是 荒唐而有和谐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还敌意满满的双方 竟然满脸笑意地聊了起来 相互之间还挺尊重 青木城防卫战彻底结束 擎天宫的修士们整顿了一下 将前来驻战的散修们 该得的战利品分发下去 其他势力的战利品也大量发放 周家不再齐力 不需要擎天宫来分配 最终 经过了两天的时间 擎天宫战将带着重大佬 亲自来周家和夏振锋 以及周扬告别后 乘坐几艘庞大的非洲 离开了青木城 回帝都向皇帝禀报战情了 可以想象的是 这一战当中 表现最突出的夏振锋和周扬 必然会是被提起最多的人 两人的名号 也许真的会像夏清明所说的那样 即将传遍整个修仙界了 周家这边 夏振锋暂时并没有离开 而是安心在周家住了下来 静心教导夏清玄修行 他在等周扬晋升原因的那一天 到时候才会放心返回流光城 夏振锋没走 夏清兰和夏清明也没离开 两人硬是留在了青木城周家 夏清明跟着周郡里长风鬼混 夏清兰则跟着夏清玄修行 闲暇也会跟周运周雪一起游玩 周家里家这边也开始了战后的工作 周家成功接管青木城整体事务 周扬兼任青木城城主一职 周府也成了新的城主府所在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十多天 这一天 周扬进入了修炼室 周家众人为之沉默 他们知道 周扬即将迎来蜕变 冲击原因 承则周家起飞 再无人可以阻挡 败 不可能败 第113章 周扬结音 周家真龙震天下 修炼室 周扬缓缓在蒲团上坐下 环视一圈 这个修炼室 他太熟悉了 每过几天就要来一次 因为他每过几天就要晋级一次 这步又要晋级了 而这次晋级与之前不同 这一次 他是晋升原因 原因境界 可以说是 修仙界的一个分水岭级别的境界 炼器修饰是修仙界的底层 助击修饰 才算是正式踏入修行意图 而金丹修饰 则是可以说是 修仙界的中间力量了 但是原因境界不同 原因修饰不管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称之为高端战力 任何势力 任何宗门 原因都是其脸面 一个势力中 原因修饰的多寡 将决定其地位和势力疆域的大小 别看周扬在金丹境界的时候 已经可以越级与原因修饰战斗 甚至可以斩杀原因大修 可是没到原因境界的他 依然会被人小瞧的 就如前段时间 擎天公和各大势力来人支援青木城时候 即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 是听闻过周扬大明的 是知道周扬可以越级战斗 其战力是可以与原因修饰相提并论的 可即便如此 他们依然小瞧了周扬 这是一种境界上的优越感 也是能力上的优越感 原因修饰的原因 有着特殊的能力 可以融入神魂逃出绝境 关键时候 是可以减条小命的 日后寻找适合的躯体 甚至可以通过夺射之法复活过来 原因修饰的寿命 远远高出金丹修饰一大劫 主机300岁 金丹800岁 而原因修饰的寿命 则是恐怖的3000岁 直接翻了三倍还多 这是多么恐怖的寿命增幅 可以说 原因修饰 就是任何一个势力最珍贵的存在 因为存活的越久 越能保证其势力 更好的延续传承下去 周扬深吸口气 将脑海中的复杂思绪驱赶出去 静心凝气 缓缓调吸着体内法力 他突破原因境界 不需要像之前下阵风一样 要使用裴音单 拥有先灵根的他 不需要搞这些虚头八脑 花里胡哨的东西 直接硬突破就足够了 瓶颈 那东西不存在的 周扬运转着碧玉弓的弓法内容 按照弓法上记载的 宁英之法运转弓法 全身的法力 开始渐渐地波动起来 丹田处 周扬的金丹旋转速度 开始慢慢地加快 最后化作一颗 高速旋转的金色圆球 疯狂地席卷着 全身涌来的法力 周扬身体外 刮起了一阵无声的灵气风暴 疯狂地吸纳着空气中的灵气 炼化成法力 被金丹吸纳 金丹吸纳的灵气 越发地多了起来 在肉眼不可见的微观画面中 周扬的金丹 原本光滑圆润的表面处 已经渐渐多出了一条条裂痕 原因修饰结音 需要走一条危险的道路 碧丹成音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 且危险的结音方法 却也是目前修行体系中 最直接和简单的方法 各大实力 也许有一些密法 能增加碧丹成音的几率 却无法另辟蹊径 传说远古时代 还有另一种修仙体系 金丹大道 这条修行体系 是永久修行金丹 不用碧丹成音 也能成音 不过这种方法 对天父却要求其高 已经在人族失传了 传说中 这种金丹大道 是人族先被从妖族身上学到的 妖族一颗妖丹 能修到任何境界 也不用去碧丹成音 都能成仙 于是便有人族大能学了妖族 创造了这一门修仙体系 时间过得很快 日升月落 星辰流转 两天时间过去了 外界周府依然正常运转 并没有因为周扬闭关 而有什么大的影响 而修炼事中 周扬经过两天的时间凝练灵气 终于无尽的灵气充斥之下 终于装满了金丹 或者说撑破了金丹 哄 一声暴响 周扬丹田中的金丹 终于彻底破碎了开来 其金丹裂开之后 其中一个活灵活现的 纯白鹰孩出现了 这鹰孩只有不到八掌大小 甚至只有幼童拳头大小 十分小巧可爱 可就是这可爱的婴孩之上 却蕴含着恐怖到极致的法力波动 这是凝聚了一个 原鹰修饰全身法力的核心点啊 和金丹相比 原鹰可以容纳的法力量 要远超十倍 再加上周扬本身的法力浑厚程度 本就远超普通金丹 可以和正常原鹰后期修饰相比了 那么现在突破原鹰之后呢 同样增幅了十倍的法力量 嗡 一声嗡响 一股恐怖至极的法力波动 从原鹰之上传荡而出 周扬眉头一皱 立刻收射法力波动 不然的话 这个修炼是被毁了没事 外面的周扶被波及的话 说不定要玩玩 如果下阵风不能及时出手 周扶不知道要有多少损伤呢 还好 周扬晋升原鹰之后 不仅是法力在晋升 他的神魂和神念同样晋级了 神念足够强大 他的掌控力就足够大 完全不用担心 无法操控忽然暴涨的魂后法力 原鹰了 终于原鹰了 周扬睁开双目 目光中恐怖的威势暴射而出 伴随着原鹰威压的 还有自然而然散发出的恐怖龙威 是的 他现在已经是原鹰境界了 服用龙元雪莲觉醒的两门神通 彻底融合 成为了一门大神通 祖龙真身 即便只是幼龙七的祖龙真身 那也不是普通真龙可比的 他现在拥有着祖龙真身 可以随意将自身身躯变化为祖龙真身 显化出祖龙真身来战斗的话 其战斗力是恐怖的 他对此刻自己的战斗力进行了评估 普通状态下 他拥有仙灵根 可以跃移的大境界战斗 也就是说 他现在可以和化神前期大能战斗 保持不败 甚至有可能战胜对方 斩杀的话 可能会有些困难 化神大能的保命能力 比原鹰修士更强 其原鹰已经晋升为原神了 飞行速度恐怖到极点 即便是周扬 估计也无法追上原神的逃顿速度 斩杀对手 而周扬若是化神祖龙真身的话 即便面对化神后期 甚至是大圆满大能 也不惧对方 他有这个自信 即便无法斩杀对方 他也可以保命 他的祖龙真身 对方破不了防御 他的龙威压制之下 硬生生拉近双方实力对比 化神前中期 对方若跑得慢了 他都可以将对方斩杀当场 这就是周扬此刻的战力了 端蒂是恐怖无比 而此刻 就在周扬成功晋升原鹰之后 这股属于原鹰大修士的恐怖威士 也从修炼士传递了出去 整个青木城都感受到了这股威压 周扶 所有人都惊喜无比地 转头看向修炼士方向 哈哈 好好啊 周扬贤旭 果然顺顺利利晋升原鹰了 如此 周家发展 无人可挡眼 第114章 周家大雁 各大势力全部来喝 夏振锋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周府 甚至传遍了整个青木城 全城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于是 整个青木城轰动了 凡人们不知道 原鹰境界有多了不起 却也知道 肯定是了不得的境界了 于是便议论纷纷了起来 有的人朝着周府而去 亲自前去 恭喜周家主晋升 而青木城的修士们 则懂得更多 周家主竟然那么快晋升原因了 他们如同活在梦里 如果他们没记错的话 这位家主上位也才不到一年 之前这位家主 是什么修为来的 记不清了 反正肯定不高 可现在呢 原因 自打气崛起以来的这一年来 这位周家主当真是三天一个小境界 五天一个大境界 这修行速度 太可怕 太恐怖了 他们也就愣个神的功夫 人家就已经突破到原因了 简直不能比啊 李家 李承宏此刻心中有着万分的感慨 幸好 幸好当时 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这位周阳贤侄 当初刚接任家主的时候 才练起修为啊 那时候自己就是住基静了 而现在呢 人家都原因了 自己还是住基修士 这简直 差距大到让人绝望 还好还好 奉先嫁给了周俊 长风和周俊的关系 也不错 我也能静下来修行了 最近要加把劲 争取早些十日 突破到住基中期才行 否则真被这群年轻人 拉下太多了 李承宏洒然一笑 不再拿自己去和周阳 这个妖孽相比 自然就 浑身舒坦了起来 现在李长风 已经晋升住基 李凤先嫁入周家 其住基单 自然有周家提供 根本不用他操心 弟弟李承宜 也成功晋级住基了 目前李家 拥有三位住基修士 再加上 跟着周家魂 获得了不少的资源和零食 现在的李家 比以前强大了很多倍 还是资源佩计 都不需要担心 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周阳晋升原因 对李家来说 反而是个大好消息 周家越强 李家跟在后面 获得的好处 也就越多啊 周福 周阳晋升原因 最高兴的 肯定是周家人了 根本不用多说 周阳作为周家家主 他的实力越强 周家地位越稳固 越没人敢欺负周家 作为周家修士 他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来自于周阳 周阳上位以来 为周家带来了 多么巨大的变化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所以 这一次 即便周阳有些抗拒 但是以刘宛如 夏清玄 周运周雪 以及七位祖老和淑败等人 全都坚持 要求大力操办周阳的原因 晋升大宴 这是打周家 创立开始到现在 周家人所能力临的 最强大境界 原因境界啊 此前别说想了 做梦都不敢这么梦啊 周家 是筑基家族 能有个筑基修士 就能保证家族传承 周家传承六百多年 那位创立家族的老祖宗 也才仅仅住基后期而已 后面六百多年里 家族连一个金丹都没出过 倒是有几个 在强行宁丹的时候 走火入魔死了 为何 没有正确的宁丹之法 也就是功法不够好 而现在 周家有了 碧玉宫 加上无数资源堆积 所有人都有突破 更高境界的机会 家主都原因了 他们又如何不努力呢 他们也想看看 更高境界的风景了 一场盛大无比的宴会 在青木城召开 是的 青木城 而不是周府 这次的宴会 等级太高了 虽然周扬 在允许操办的时候 提出不要邀请太多 无关紧要的人 可他现在是 原因境界大修士了 身份在这摆着呢 不邀请 人家自己来 就是八戒 就是厚脸皮 你也没办法 来的人背景都不差的 来者是客 赶人离开 那可不是周家的代客之道 最后 这次的宴席 在整个青木城范围内举办 让整个青木城的凡人和修士 都看到了周家如今的强盛 是多么的令人惊叹 宴席之上 最重要的来客 是要亡谷的一个内门长老 曾经想招周扬 为徒弟的那位元英大佬 然后是大夏王室的大皇子 是的 那位身为大夏太子的大皇子 亲自到来 为周扬祝贺 还送了不俗的厚礼 一场宴席 大夏王室的人最多 大皇子 四皇子 小公主 还有夏清玄这位郡主 当然也少不了夏振风这位王爷 除此之外 帝都欧家 也来了一位元英大修 其他几个家族 也纷纷来人 都是家族顶尖强者 金丹家族 来的都是金丹家族 于家和柳家 倒是也来人了 是来赔罪的 不过却被周扬 给轰了出去 对此 没有任何人敢为两家说话 为了两个金丹家族 和周扬这么一个元英大修为敌 不划算 而且周扬身后 还有夏振风 这位元英座后台 夏振风身后 又有大夏王室 唯一的化身大能母亲在 这一连窜的关系 深刻说明了 现在的周家 不管是自身实力 还是势力人脉关系 刘鹏飞亲自带着周扬姑姑 和女儿刘倩过来庆贺 刘鹏飞那是满脸笑容啊 内心再次悔恨无比 周扬崛起太猛了 他都还没回过神来 怎么救原因了 他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早知今日 当初周家落难 刘家全足来源 不知道 能给刘家换来多大的好处 唉 悔不该当初啊 看看现在夏王爷和清玄郡主 搭上了周扬之后 清玄郡主一直以来的 愿望得以实现了 还和周扬订婚了 想到这个 他再次想给自己一巴掌 刘倩也带着怨念地看着他 此前刘倩 可是和他夫妻提过类似的想法的 结果自己碍于面子 没立刻答应提婚 只是让他们自己 私底下接触一下 结果这一步 漫步不漫 被夏清玄后来居上 反而成全了人家 于是 刘鹏飞就在这复杂的情绪下 面带笑容的 和桌子上的 各位大佬们 推杯换盏 吃喝起来 等到宴席落幕之后 各家各势力 留下礼物之后 纷纷离去 一时间 青木城上空 非洲过往频繁 让人以为 这不是边境小城 而是跟帝都差不多的 顶尖大城呢 热闹过后 又过了两天时间 夏振锋过来 和周扬告别 他要返回刘光城了 离开了那么久的时间 身为刘光城城主 他都不知道 刘光城有多少事物 被堆积了起来 夏振锋离开 夏清玄 和周扬说了一下 也要跟着离开 夏清玄离开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要去帮周家做生意 之前在饭桌上 夏清玄和各大实力 都谈妥了不少生意 不仅仅有关于 寿潮上的高端战利品的生意 还有赤铜矿生意 以及新闻钢的生意 特别是新闻钢 这东西的价值 远不是赤铜矿滞流能比的 需要夏清玄 亲自去处理 周扬 让其带着周家商队的人 周远山等人 跟随同网 给夏清玄打下手也行 此次商队 还有其他的很多任务 比如采购各种物资 与药王股 商谈铸鸡丹的炼制 和购买等等 现在周家 急需大量铸鸡丹 有太多练器修饰 已经抵达大圆满了 铸鸡丹根本不够用 第115章 家族检测 周家孩童 齐聚小镇 有鉴于此 夏清玄自告奋勇 也是他想要为 周扬分担足物 便主动扛起了 家族商务上的事情 夏清玄修行之前 就是刘光成拍卖行的 第一拍卖师 基本上拍卖会的事情 就是他在主持 这一点 即便是各大修仙家族 也从未反对过 夏清玄的商业天赋 那可不是盖的 家族商务交给他 周扬是放一万个新的 正好让周远山 跟在夏清玄后头多学学 夏清玄离去之前 周扬也特意叮嘱过他 闲暇之余 不要忘记修行 月早住机最好 不要拖太久 夏振风在一旁欣慰无比 他看得出来 周扬是真心观切下清玄的 众人离去之后 青木城便安静了下来 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月 终于赶在年关之前 周远山送回了一批 助机丹 夏清玄还在药王谷那边 和对方洽谈 不仅是谈以后的 助机丹供应问题 还有周家丹药资源的采购问题 数量大了 自然要和对方谈条件的 还有龙血丹 那么长时间了 药王谷这么一个 以炼丹为主的顶尖宗门 竟然还没炼制好 这让夏清玄不能忍 表示龙血丹不好 他就不离开药王谷了 夏清玄也是为了保证 龙血丹这种珍贵丹药 不被药王谷克扣太多 要不然 他就让周远山留在这里 而他 谈妥合作和采购事物之后 肯定第一时间返回青木城 和周阳一起过年啊 年关之际 周阳和夏清玄 用法术沟通了不少话语 随后便带领周家准备过年 修饰家族过年 其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 不少炼器大圆满修饰 甚至已经领了 助机丹开始闭关了 想来明年开年 周家又将多出 好多位助机修饰吧 现在的助机 在周家已经不值钱了 都拾好几个了 这拨过后 助机数量的上20多了 而趁着年关 周家还有一件大事要做 或者说 对周家辖下的 本家凡人村镇 是大事 家族检测要开始了 年关之际 很多在外做工的人员 都回家了 有的孩童 是跟随父母在外的 这个时候 各大村镇 才是人员最齐备的时刻 所以 这个时候做检测 是最好的时机 这一次 就不再用测灵石 而是用测灵盘了 可以直接检测出 具体的灵根品级 周家后来 又购置了几个测灵盘 现在的测灵盘数量 达到了12个之多 正好 周家辖下的凡人 本家村镇 一共有12个 三个小镇 九个村落 总人口 达到了30来万人左右 周扬让人去三个小镇 下达了家族灵根 资质检测的指令 要求各家 在三天之后 带领家中 适灵孩童 前往三个小镇中 接受灵根检测 听到这个消息 周家本族的凡人村镇中 全都沸腾了起来 虽然说 这种检测以前 也经常在做 可现在不同以往了 现在的周家主家 和以前的周家主家 完全是两个概念 这一天 天气不错 万里无云 各大村落的周家人 纷纷带着适灵孩童 开始上路 他们虽然都是凡人 但是有主家关照 作为周家人 他们的生活 也并不差的 偶尔主家那边 还会发下一些任务 比如招募矿工等等 那对周家村落的人来说 都是大肥差 主家对周家村落的人 向来不错 给的工钱非常足 所以 这些带着孩童的周家村人 有的甚至会花钱购买 牛车马车 一些富裕家庭 甚至还带着护卫同行 当然 周家村人不可能 人人都富裕 也是有穷人的 一些因为年龄 身体等原因 无法劳作的人 有村落下发 生活必需品 肯定饿不死 但也富裕不了 这样的家庭中 若有适灵孩童 他们只能蹭别人的牛车 或者自己靠双腿 前往小镇上 参加检测 按照周家规矩 所有前来参加检测的人 不管是参加检测的孩童 还是其家人 都可以在小镇上 获得免费的住处 和食物的 且一旦被检测出 灵根资质 那可不得了 瞬间登天 说的就是这种 所以 无数周家村人 都期待着自家孩子 能够有仙人资质 凡人都将修士 称之为仙人 他们可不懂修仙者 和仙人有什么区别 对凡人来说 他们都是大神通者 挥手可以杀死无数凡人 飞天遁地 无所不能 谁不向往成为 这样的神仙人物呢 这一天的检测 周扬兴趣所致 也亲自来到了一个小镇上 查看情况 以前他可没参加过 这样的盛况 而现在成了家主 有太多的族物 需要他处理 难得年关 能够休息一下 他便带着周雪 以及周平安 出来游玩一趟 可惜 清玄姐 还在要亡谷呢 不然的话 这么热闹好玩的事情 他肯定喜欢 周雪惋惜地说道 嗯 不过药王谷那边的事情 也挺重要的 他在那边看着 也能保证龙血丹 以及其他一些兑换的丹药 保证不出错 周扬笑着说道 夏清玄 为了周家事务 的确是尽心尽力了 有他在药王谷那边坐镇 想来 龙血丹和助击丹采购 是不会出问题的了 哎 周平安 你小子快回来 再乱跑 当心我打你屁股 周雪忽然冲了出去 只见前方人群里 周平安不知道 看到什么有趣的当心 一溜烟跑不见了 周扬无奈地摇摇头 这小子 年前在周府 被刘宛如亲自盯着 让其天天学习修炼知识 基本上没有完的时候 今天听到周扬 来找周雪 要来参加 家族灵灯检测大会 死缠烂打 抱着刘宛如腿苦求之下 才得以 跟着两兄妹出来一趟 不过 这里是周家小镇 还有周扬 这位原音大能坐镇 他怎么可能跑丢了 周雪没跑两步 就被拥挤的人群挡住 他关切周平安的安全 即便是在周家小镇 可周平安才击碎啊 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 小狐狸 快去追上周平安 无奈之下 周雪直接将怀中 小狐狸丢了出去 现在的小狐狸 可不得了 在周家那么长时间 不停供应资源的情况下 已经达到了 助击妖兽的实力层次 去保护一个周平安 还是很轻松的 盈盈 小狐狸机灵地点了点头 随后刷的一下 化作一团白色虚影 小狮在周雪眼中 再次出现 已经在周平安身旁了 周平安现在在干嘛 第116章 两个孩童 周平安的朋友 他在和一对小孩聊天 他在周府 基本上没什么同龄人 可以说话 作为主家人 和他年龄最近的 就是姐姐周雪 其他的 如几个舒白家的孩子 都比他大 甚至比周阳都大 如周雅 周梅 周骏等 而现在 他来了这里发现 周围全都是同龄孩子 即便比他大 也大不了几岁 这些来检测零根 资质的孩子 基本上年龄 都在8岁到10岁之间 而周平安 现在已经5岁了 差不了太多 他还在家庭教育下 性格比较成熟 刚好能跟这些孩子 聊得来 你们别害怕 这检测零根啊 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很简单的 到时候 有人会帮你们检测的 周平安朝着一对 比他高一些的男孩 和女孩吹嘘着 他了解的 当然比对面 两孩子多啊 毕竟这么长时间的学习 可不是闹着玩的 理论知识 甚至能和一些 练器修饰相提并论 哇 平安弟弟 你好厉害啊 懂那么多 那个穿着朴素的女孩子 一脸惊叹地看着周平安 一个比他们小的孩子 竟然懂那么多知识 太厉害了 是啊 平安弟弟 你懂得可真多 我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 我和小雨还担心了好久 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呢 以为家族检测要放血 要割肉 可吓坏我们了 那个男孩 是一个同样穿着朴素 性格有些憨厚的孩子 和周平安聊得倒是开心 那都是假的 别听那些吓人的话 那都是骗你们的 我想 跟你们说这些话的 应该是那些 有钱人家的孩子吧 周平安得意地插着腰 他可不是普通孩子 懂得自然多 吃了那么多苦头 总得有点效果不适 是啊 这都是 我们村周大壮和我们说的 他爹在主家矿场里做工 每个月都能给家里 送回好些经营 他家可有钱了 都能天天吃肉呢 女孩说着 似乎都要流出口水了 看得出来 这俩孩子生活并不好 那是 在我们主 嗨嗨 在主家做工 主家可从来不会亏待周家人的 因为几百年前 我们家族的先辈 都是亲兄弟呢 后来才分家的嘛 但是都姓周 主家怎么可能会亏待大家呢 是不是 差点说漏嘴 周平安连忙圆了回来 嗯嗯 平安弟弟说得对 那男孩一听这话 顿时郑重地点头同意道 我父亲以前是主家 家族护卫队的 因为一次任务受了伤 就从护卫队退了下来 家族每个月 都给他送了粮食和银钱 即便父亲没了一条腿 养活我和母亲呢 我家也是 我家也是 旁边的小雨 也连连举手说话 我家也和周海哥哥家差不多 不过我是由爷爷奶奶养大的 我父母以前进山采集药材的时候 被妖兽吃掉了 后来村里 把这事报给了主家 主家还派人来杀了妖兽 给我爹娘报仇了 然后还给我爷爷奶奶 每个月都发一些钱粮 我们才能活下来的 嗯嗯 听到夸赞主家的话 周平安与有荣烟 神情得意自豪 连连点头 随后他开口说道 对了 你们家人呢 怎么不见他们人啊 你们两个在这里不怕走丢吗 平安弟弟 你那么小都不怕 我们怎么可能怕 小雨坚强地说道 男孩周海则开口解释道 我爹娘和小雨爷爷奶奶 去那边安排住的地方了 我和小雨看外面热闹 就跑出来完了 我们也没跑远 不怕走丢 好吧 周平安刚说话 小狐狸就跳到了他的肩膀上 哇 好可爱的猫咪 小雨见到小狐狸 顿时眼睛就亮了 这可不是猫咪 这是小狐狸 周平安见到小狐狸 顿时高兴了起来 这小狐狸 以前可从不让自己碰的 今天估计 是学姐见到自己跑远了 才让小狐狸过来找自己的 嘿嘿 还主动跳到自己肩膀上了 原来是狐狸啊 两小孩稀奇地看着小狐狐狸 小雨还想伸手摸摸 结果小狐狸没理会他 而是跳到了周平安另一边肩膀上 小海 小雨 就在这个时候 小镇街边的一个旅馆门口 有几个身影朝着这边呼喊着 哎 来了 男孩周海高声应了一句 然后转头朝周平安道 平安弟弟 我们要回去了 我爹娘和小雨爷爷奶奶叫我们了 嗯嗯 你们先回去吧 先安排好住处 这次来参加检测的人数可不少 也不知道 今天能不能轮到你们 不过吃住都有小镇负责安排 主家里报销的 你们不用担心 甚至还可以在这里多安两天呢 好的 平安弟弟 希望能在检测的时候遇到你 然后 我们三个人一起通过检测 以后 也能一起成为仙人 周海郑重地说道 目光中满是向往 一旁的小雨 也是用力点头 不过他似乎一颗心都放在周海身上 能和周海在一起 不管去哪里都没关系 周小雨父母去世的早 邻居家的同龄孩子周海 对他照顾有加 女孩虽然还小 但却意志坚定 也愿意追随周海 去做任何事情 周海拉着周小雨的手 和周平安告别之后 快步跑回了父母身边 小海 那个孩子是谁啊 旅馆门口 一对须发灰白的老人 一对中年男女 中年男子有些警惕地 看了周平安所在方位 看着周平安 蹦蹦跳跳地带着小狐狸 朝着不远处一个 卖糖葫芦的摊位走去 他警惕的目光 不是在看周平安 没什么区别 作为一个曾经的 主家护卫队人员 他在为主家守护矿脈的时候 就遇到过妖兽 即便只是练气劲妖兽 也不是凡人护卫能抵挡的 最后还是助手的修士 解决了妖兽 他们护卫队的职责 也不是对付妖兽 而是维护矿脈秩序 对付普通野兽等等 他有些感觉到 那个小孩肩膀上的小狐狸 有些不寻常 好像是一个妖兽 但他又有些不确定 仔细一想 哪里有妖兽 跟随一个普通小孩的 不过他 还是要询问一下儿子才行 哦 爹 您是说平安弟弟啊 他叫周平安 是我和小雨在街上遇到的 他人挺好的 懂得可比我们多多了 周海开口说着自己两人 和周平安的遭遇 小雨也在一旁帮腔 两位老人和两个中年夫妻文言 渐渐放松了警惕 也姓周 那应该没什么危险 都是本家 那应该也是来参加检测的 不过那孩子似乎年龄不大 或许是镇上本地的小孩吧 好了 跟我们进旅馆收拾一下 等会要带你们去报名呢 周海的母亲开口 拉着周海和小雨走进了旅馆 两个老人也跟着走了进去 而周海的父亲周华 则警惕地环视了一周 随后才走进旅馆 周扬这边收回了神念 脸上带着淡笑 在周雪的催促中 从拥挤的人群中走过 来到了周平安身后 第117章 家族传来好消息 检测开始了 第一天一整天的时间里 基本上都在忙碌着前妻的准备工作 比如人员登记 安排住宿等 甚至为了防止村落孩童 前往小镇的途中遭遇危险 周扬还命令家族中 没有闭关的修士护卫队出动 在各大村落和小镇之间的道路上巡逻 但不允许修士 插手帮助他们前进 这也是一份考验 周扬的想法是 说不定这些孩子当中 即便没有林根资质 但是毅力和意志强大的 如果有的话 那么他不介意付出一些龙林草 人为创造出一些绝世天才出来 在周扬原本的设想当中 这次的家族林根检测过后 他就会开启家族凡人适合者的选拔 选拔合格的凡人 赐予龙林草 让其成为一个修士 获得绝世天赋 这才是他亲自前来小镇的最大目的 出来散心 游玩 那只是顺便而已 真以为他很闲啊 哥 我刚接到母亲的传信 小镇的一家 颇为豪华的旅馆一间房内 周扬忽然来到周扬的房间里 说了个消息 哦 母亲可有什么事情要通知我 周扬神色不变 因为母亲是给周扬发的传讯 显然并不是大事 若真发生了大事 青木城那边肯定第一个给自己发讯 刘倩姐在闭关几天之后 终于突破驻击了 周扬高兴地说道 他和刘倩的关系挺不错 或者说 不管是周扬还是周韵 和刘倩关系都挺好 且这几人 和夏清玄 夏清兰等人关系同样不错 从来没有闹出别扭过 那挺好的呀 周扬文言 笑着点了点头 刘倩姐在练气境也待了很久了 有你们偶尔给他的一些珍稀丹药灵果 他这段时间的确进步很大 不过 他助击的话 助击丹没有从周家拿的吧 那倒没有 是那位姑父想法子 从夏王爷那边购买的 周雪说道 他其实之前跟刘倩提过助击丹的事情 周家年前从药王谷购置了一批助击丹 目前家族并不缺这些 母亲和大姐也没拒绝 周扬则没有顾问这些小事 直接交给母亲处理就行了 不过 周扬却明白 以刘倩的性格 他不太可能接受这种资助 和普通丹药灵果不同 那种属于亲戚朋友间的礼物 他每次来亲目城 也都给刘宛如 以及周运周雪夏清玄等人带了礼物的 可助击丹不同 这是价值几十万零食的昂贵丹药 是在拍卖会上都引人争抢的东西 拿了是要成情的 他最后是返回了一趟刘光城 寻了父母 说了助击丹的事情 刘鹏飞再如何自私 这可是他亲生女儿要助击 那绝对是拿出家底 来想办法弄到一颗助击丹啊 姑姑更别说 和刘鹏飞是两个性格 当然也是支持刘倩的 特别是对于刘倩 拒绝从周家获取助击丹 给出了很高评价 刘鹏飞则有些惋惜 却又被周兰星一阵奚落 这些事情的具体情况 周扬是不知道 但他也能大概猜到一些 还有其他事情吗 周扬询问道 当然有啊 嘿嘿哥你猜是什么消息 提示你一下哦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呢 周雪笑眯眯地说道 哟 还会卖关子呢 周扬伸手弹了一下周雪的小脑瓜 随手稍一思索 便开口说道 你既然说是好消息 那按照我们 离开青木城之前的情况看 是不是家族中那些 闭关注击的人出关了 哇 哥你也太聪明了 周雪瞪大双眼惊呼道 别大惊小怪的 吵醒周平安你去哄啊 周扬白了周雪一眼 不怕 那小子也不是以前那么能闹了 现在懂事多了 基本上也不需要别人哄了才能睡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周雪还是放低了声音 是的 哥你猜对了 家族这次 一共有16位炼器修饰助击 现在已经全部出关 一共成功助击的 有13位之多 只有三人失败了 周雪说着 有些兴奋的 压不住音量了 那三个人虽然助击失败 但是有相关单要弥补 想来日后再助击的成功率 还是很高的 而且 这次三伯母终于助击成功了 不仅是他 还有李凤仙嫂子 也成功助击了 嗯 不错 对了 周扬点了点头 并没有对此太过意外 三伯母上次助击失败之后 家族里供应了不少 修复损伤的丹药和灵果酝氧 终于 这一次再次助击 成功了 也是不容易啊 二次助击 能够成功的几率 可比第一次助击的成功率 要低很多的 还好周家不缺资源 应对 也给对上了助击 李凤仙的助击成功 也在意料当中 他在李家的时候 就和李长风两兄妹 属于李家最高培养的行列 本身资质 当然不能和周扬周扬的比 但是比普通修士 却要天赋好不少的 另外十一个助击的修士 都是周家族人 多数都是前面几十年里 从各村落小镇中 检测出林根的孩童中 成长起来的 现在周郡 还偶尔要负责一些 家族前几年 检测出林根的孩童修炼呢 不过现在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 换成了个大祖老 周郡正处于成长期 平日里的时间 主要用来修炼 这一次的家族检测 三个小镇 各有一个祖老负责主持 随行一些家族修士 组成的护卫小队 三只小队的首领 都是助击修士 周阳现在所在的这座小镇 名为西周镇 位于青木城西北边 东北边还有一座东周镇呢 正北方那个小镇 自然就是北周镇了 当初起名的那位家主 估计也是个起名匪 这么随意的取名字 真是没谁了 周学讲述完事情之后 也就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随后 一夜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周平安就兴冲冲地起来 拉着周阳的手 就要前往西周镇的中心大广场 那里就是今天正式检测的地点 周阳 周雪 还有周平安三人 朝着大广场而去 小狐狸在三人肩头上来回跳动 不时跳到周阳的肩膀上 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周阳给他几次弄得烦了 随手丢给他一颗灵果 让他慢慢啃去吧 第118章 终于出灵根了 天地落差 当几人来到大广场的时候 此地已经人满为患了 围观的人多数都是小镇居民 还有不少是随同来此的 孩童父母亲人等等 当然少不了见识到商机的各路小贩 不过这些人都在小镇的安防队员安排下 守住秩序 没有乱来 来此的都是周家人 偶尔有一些李家人 王家人 嗯 就是曾经倾慕成三大家族的 辖下凡人 这两家的凡人居住地 也都在附近 王家和周家的关系不是那么好 但是李家和周家关系是真的好 自从李家主家的李仙子 嫁给了周家主家的周骏之后 这是传到了下面凡人村镇当中 就立刻引起了两家凡人之间的密切沟通 李家村镇和周家村镇之间 嫁娶之事顿时就多了起来 而王家村镇 那日子是更加不好过了 不过 因为修饰的事情不涉及凡人 因果不大 再加上周家村镇 也需要和外星进行嫁娶 单独一个李家 也不太合适 于是 周扬后来下达了一道命令 允许王家村镇 和周家李家之间进行嫁娶 这一举措 算是彻底缓解了王家凡人村镇的艰难困苦 这对于三家来说 可都是好事啊 要知道 在以前三大家族敌对的时期 三家嫁娶 要么是同性不同村落之间 找血缘关系远地进行嫁娶 要么就跑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和其他地方的人嫁娶 周家主家就是这么做的 比如姑姑周兰兴 就是嫁到了流光城 其他几个姑姑 更是嫁很远地方 只有偶尔家族有大事的时候 才能回来一趟 周围的王家人和李家人并不多 多数是嫁进来的女子 上面那群孩子里就有他们的孩子在呢 第一批的 一大群数量大概有300人的孩童 聚集在大广场上 坐在最前方高台上的人是二祖老 由他负责主持这次的检测 而西州小镇的镇长之类人物 则在后陪同观看 和二祖老说话 那叫一个恭敬 开始检测吧 二祖老一声令下 四名手持侧灵盘的修士上前 旁边有专门统计人员念名字叫人上来检测 周康村 316号住户家中的周明远上来检测 周平村 104号住户家中的周若云上来检测 西州镇 镇南区 73号住户 周亮上来检测 时间过得很快 周平安就看了个开头 就看不下去了 他本来以为有多好玩呢 没想到这么无聊 哥 怎么还没出现有灵根的人啊 这都检测好几十个了 周平安有些郁闷地询问周扬 你以为 灵根是那么容易出现的吗 周扬轻拍了一下周平安的小脑瓜 随后问道 你也学了相关知识吧 算我考考你 说说灵根出现的概率都有什么不同 哦 周平安想了想开口说道 灵根就是修仙的资质 只有拥有灵根的人 才能够感应到灵气的存在 才能够吸收灵气 炼化灵气 而灵根的诞生 最容易出现在修士当中 如果父母是修士 那么他们的孩子 将有很大概率拥有灵根 如果父母其中一方 有一个凡人一个修士 那么 其孩子出现灵根的概率 将会大大降低 而如果父母双方都是凡人 那么其孩子出现灵根的概率 将极低 出现高品质灵根的概率 将几乎接近于零 不错 就是如此 周扬点了点头说道 这些正在检测的孩童 九成九七父母 都是普通凡人 想要检测出灵根 自然是很难的 一百个当中能出现一个 就已经非常幸运了 所以啊 这才检测了几十个而已 没有出现灵根者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知道了 周平安嘀咕着回应了一句 随后开始到处滴溜着眼睛 四处张望 你在看啥呢 一旁原本在逗小狐狸玩的周雪 见到他这模样 顿时开口询问 哦 没什么呀 我再看看 旁边有没有卖好吃的 周平安随口编了一句 这家伙 已经学会撒谎了 周扬斧着额头 却没有说话 他知道 周平安应该是在找那两个孩童 那两个孩子 应该是在下一批检测的人当中 还得等一会才行 四个检测修士 一同为三百名孩子 检测 速度还是很快的 以前用测灵时 检测也很快 不过那种检测的结果 却没有现在用测灵盘 检测出来的具体 终于 在很多陪同家长 和受检测 孩童失落的眼神中 70多个孩童 没有检测出灵根 失望地离开高台之后 周围村 123号住户家的周平平 上来检测 一个神色紧张 甚至有些内向害羞的女孩 听到这话 有些害怕地 从一众孩童中走出 看着不远处围观人群里 一对年约20多岁的 青年夫妻眼中的鼓励 她点了点头 走到了一个 手持测灵盘的女修士面前 听从女修的话 将手掌放在了侧灵盘之上 女修自然而然地 给侧灵盘输入法力 法力波动下 侧灵盘开始运行 顿时 一股灵光从侧灵盘上闪烁而起 一下子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围观人群惊呼了起来 孩童们则对这个女孩 送去了羡慕极度的眼神 人群中的那对青年夫妇 则激动得泪流满面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他们没想到 自己女儿竟然 竟然真的拥有灵根 要知道 前面七十多个孩童检测下来 可是一个都没有的 而他们这女儿 竟然被测出了灵根资质来 他们原本都不抱希望了 只希望女儿快点检测完毕就好 没想到啊 根本就没想到 她竟然有灵根的 好 终于出现灵根了 二族老也松了口气 他这次主持着西州村的检测大会 可是被七长老给激了起来 和七长老 四长老 提出了一个赌约的 三人拿出了自家收藏的美酒 谁检测到的灵根者最多 就可以享用另外两人收藏的美酒 很合适啊 刚才可担心老半天 总算出灵根了 二族老身后 那西州镇的镇长 也是擦了把汗 这都快检测到一百人了 要还是不出灵根 万一二族老发怒 他可担待不起 人群中 周扬身边 周平安见词也欢呼了起来 作为主家人 家族多一个修士 家族实力就壮大一分 他当然有资格高兴欢呼啦 第119章 周小宇 一品添灵根 恭喜你小丫头 负责给周平平检测的女修 看了一下测灵盘显示出来的结果 随后到 周平平 9岁 土木灵根 灵根品级 4品 灵根资质天赋评价 中品上 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品级了 双戏灵根也不差 甚至这女孩的灵根品级 能够吊打来自主家的周平安 他那灵根品级之差 估计没几个能和他比的 周平平被一个周家修士带走安排 其父母也跟了过去 日后 周平平将进入主家修行相关知识 其父母自然地位大大提升了 毕竟是日后修士的父母 荣华富贵一辈子 自然非常简单 住所搬到青木城 那是轻而易举 当然 搬家与否全凭自然 主家并不抢求 孩童也可以隔段时间回家探亲 父母也同样可以前往主家探望的 检测还在继续 第一批有300个孩童呢 这才检测出一个灵根而已 300个孩童 花费了小半天 终于检测完毕 一共检测出了两个灵根拥有者 一个是周平平 另一个是一个小男孩 只有中品下的灵根评级 不过即便如此 也让其父母高兴地欢呼起来了 和他们相对的是 绝大部分人脸上的失落 不管是孩童 还是其父母家人 这是他们作为凡人 最接近一步登天的机会啊 300人检测结束之后 人群渐渐散开 去往各自住处吃午餐 吃完之后 他们可以选择离开小镇回村子 也可以继续留下观看检测大会 这期间 他们居住的地方 依然会免费提供给他们住宿和食物 直到检测大会结束为止 下午 检测继续 这一次 周平安就显得比上午更加高兴了 他不停地 对着孩童人群里的一个方向做鬼脸 那个地方 有一个小女孩 和一个憨憨的小男孩 女孩虽然身着朴素 却透着灵性 男孩憨厚中 却透着一股坚毅和沉稳 这一批的孩童检测过半了 终于出现了一个灵根拥有者 却只是一个灵根平级下下的杂灵根 有着四灵根 平级为七平的小男孩 终于 随着孩童数量的减少 也渐渐轮到了周小雨和周海 海哥哥加油 听着小雨给自己的打气声 周海笑了笑 随后走上前去 准备检测 将手放上来 给周海检测的 是一个身形消瘦的中年男子 神色冷淡而平静 周海听话地将手放了上去 结果 男子输入法力之后 好半上 侧灵盘依然毫无动静 周海 没有灵根 下一个 男子的话 让周海心下一沉 随后叹了口气 转身离去 走到了围观人群的父母身边 断了一条腿的父亲 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 一旁的母亲 虽然眼神中也有失望 却同样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关切地拉住了他的手 询问他 等会有什么想吃的零食 周海摆手说道不用 随后就观看起检测来 小雨的检测即将开始了 果然 没过多久 就听台上喊到了周小雨的名字 小雨紧张地看了看周海这边 他看到了周海哥哥的鼓励 爷爷奶奶的温和 叔叔阿姨的笑脸 他深吸口气 听着眼前冷漠中年修士的话语 将手放在了侧灵盘上 男子法力刚刚输入侧灵盘 结果立刻就见侧灵盘轰然大亮 一股浩然的波动气息 从侧灵盘身上冲天起 这 中年修士大惊 随后定眼看去 顿时骇然 这是 高台上 二祖老此刻也有些疑惑 他也没见识过这种动静啊 连二祖老都没见识过 何况是其他人 不管是高台上的人 还是围观人群 都有些奇异 不过 不管怎么样 这肯定是有灵根的现象了 的确 那中年修士 看到了侧灵盘显示出的灵根信息之后 心下激动无比 却极力收敛情绪 只是高声宣布了一句 周小宇 有灵根 资质上品 其他的信息就不说了 而是带着侧灵盘 走向了二祖老 二祖老 侧灵盘显示 这个女孩的灵根资质为 单品天灵根 品级一品 中年修士来到二祖老面前 低声传音 将侧灵盘的信息 告诉了二祖老一人 其他人都没说 这可是一品天灵根啊 可以这么说 周家主家 若是没有周扬的出现 没有一个人的灵根 有周小宇的资质高 即便是在整个大厦 那也是绝顶资质 甚至是整个修仙世界 在那些圣地之内 也都是顶尖资质 是可以用来当圣女培养的 除了那几百年一遇的 超品天灵根之外 一品天灵根 就是最好的灵根资质 这无庸置疑 一 二祖老眼睛一瞪 差点脱口而出 随即立马住口 他视线环绕一圈 终于落在了周扬的身上 见到周扬平静地和他点头 他才松了口气 二祖老当然是知道周扬到来的 有周扬 这位圆英大佬在 即便泄露消息 也没人敢来夺人吧 天灵根虽然稀罕 却不值得为此 得罪一位年轻的圆英大佬 一品天灵根 每年整个修仙界 也会诞生那么几十个的 一年几十个 这积累下来 也是不少的 当然 如果将这一年几十个的人数 分配在整个修仙界 那是真的稀有 要知道 整个修仙界 除了大厦和大商所在的南域 还有人口众多 商业繁华的东域 冰天雪地的北域 干旱恶劣的西域 以及号称修仙界中心的中域 当然 除此之外 还有海外修仙界 海外的各大小岛屿 有数十万座 拥有修氏坐镇的 大型岛屿数千座 总人口堪比一个中域了 这六个人族活动区域加起来 再算上妖族疆域 合称修仙界 如此可以想象得到 一品天灵根 是多么难得 这是真正的一亿人口当中 都难得出现一个的超级天才啊 至于更上面的超品天灵根 直接把时间线拉到一百年 出一个 超品天灵根 和一品天灵根的比例 大概是一千比一 一千个一品天灵根中 出一个超品天灵根 至于周扬这种仙灵根 别想了 仙界都得万年出一个吧 凡间 有史以来 估计一个都没有 嗯 现在 周家有三个了 周扬 周域 还有一个夏振风 直接从史无前例 变成搞批发了 第120章 失落的周海 周平安通风报信 正常检测就行 该公布就公布 区区一个一品天灵根而已 没必要遮遮掩掩 就在二祖老为之震撼的时候 一道淡然清亮的 声音传递到他的脑海中 明白了 二祖老朝着周扬所在处 看了一眼 见到周扬点头之后 也点了点头作为回应 随后 二祖老站起身来 洒然宣布了这个消息 原本准备掩盖消息的 周家修士一愣 随后不再言语 既然作为周家高层的 二祖老 如此做了 那自然有其道理 想想现在的周家 有着原音镜的家主 还有家主夫人所在的 大夏王室 家主那位岳父 也是原音修士 这样的周家 已经足以保住一个 一品天灵根的周家修士了 二祖老的话语落下 全场震惊 周家修士们 震撼于一品天灵根 竟然出现了 而普通人们 虽然知道的不够具体清晰 却也从主家这位 二祖老的话语中明白 这是一种天赋极高的灵根品级 这个小女娃不得了啊 一众周家民众 全都以羡慕的目光 看向了站在高台上的周小雨 可以想象 未来多年之后 眼前这位身着朴素的小女孩 将成为让很多人 仰望的修士大能 只要他不半途陨落 这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现在的周家可不缺资源 大量资源堆砌之下 一个一品天灵根 在周家的成长速度 不会比那些顶尖宗门的 圣子圣女差多少 周小雨的爷爷奶奶 此刻高兴的都快站不稳了 还好旁边的周海父母 扶住了他们 他们也是由衷地 为邻居家感到高兴 为周小雨感到高兴 唯一的遗憾就是 两人看向了有些失落的周海 这孩子虽然看上去憨厚 实际上从小就很要强 在身为主家护卫的父亲教导下 自信 自强 坚韧不拔 勇敢 无畏 都是他的高尚品质 可惜 一个灵根限制 就将凡人和修士之间的界限 划分得清清楚楚 如天地之差 营火与浩月之别 爷爷奶奶 海哥哥 叔叔阿姨 此刻 在周海沉默的时候 周小雨的声音响起 在那个冷脸修士的带领下 过来和家人会合 同时 修士也要负责和周小雨的 家人沟通 商议之后 周小雨进入主家修行的事宜 那边的灵根检测还在继续 并没有因为出了一个天灵根 而就停下 相反 后面还没检测的孩童及其家人 现在心情是更加的激动了 如果 如果他们的孩子 也能检测出 这种强大无比的灵根天赋就好了 那相当于顺如登天啊 修士叔叔 海哥哥能不能和我一起 去主家修炼啊 周小雨这边的安排 原本很好 爷爷奶奶这边 不想离开村子 不过却同意 让周小雨进入主家 他们也知道 小雨天赋这么好 主家绝对不会亏待了小雨的 他们就不跟着去青木城添乱了 反而可能因为他们过去静了 让小雨在修炼中分心 不如等以后小雨修炼之余 让主家那边派人带他回家探亲 这事情都是说清楚的 既然能如此 何必旅途劳顿的 跑那么远呢 只不过 其他的事情都说好了 但是周小雨这边却出了问题 他不想和周海分开 他想带着周海一起去主家 因为他们说好的 要一起修仙 以后一起闯荡修仙剑呢 他怎么能自己一个人离开 把海哥哥一个人丢下呢 这 冷脸修饰一阵迟疑 说实话 带个人去青木城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带一个没有灵灯的凡人 进入周小雨要去的周家后备修行地 那是不可能行的 那边都是有灵灯的后备在修行 你一个没有灵灯的凡人去了 又有什么用呢 叔叔 不行吗 周小雨看到冷脸修饰迟疑 顿时有些难受的说道 那 那我也不去了 我要留下来陪海哥哥 我不能丢他一个人在这里 不想一个人单独离开 理论上 这位周海小朋友 是没有资格进入主家的后备 修行地的 不过 因为你的天赋太过出众 我也无法决定这件事情 还得禀报二族老知道 让他来决断才行 冷脸修饰皱眉说道 周海看着周小雨 听到他的话语后 心中一暖 不过 他这个时候也开口了 好了小雨 你不要闹了 你有灵灯天赋这是好事 可不能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前途 你安心 去主家那边修炼吧 我在家跟着父亲锻炼习武 也是可以的 到时候等我长大了 就加入主家的护卫队 然后去青木城找你 啊 真的吗 周小雨没想那么多 他实际上还不懂修行是修仙 锻炼习武 只是凡人强身健体的技艺 两者差别可不是一点半点 也许现在看不出来 但是等到数十年之后 周小雨依然是二八芳华的魅力容貌 而周海 将变成一个垂垂老矣的朽木老者 两者将在南同行了 孩童之间的约定 在岁月的摧残下 将变得一文不值 除非有意外情况出现 得到周海的答复之后 周小雨终于心满意足地 跟爷爷奶奶告别 然后跟着冷脸修饰离开了 他将会立刻被送往青木城周家 这一待遇 和其他的灵根者是不同的 毕竟是一品天灵根啊 得快点带回周家保护起来 也要早些教导他 修炼相关的知识才行 周小雨离开后 周海也随着家人 返回了住宿所在的旅馆 他有些无精打采 他的父亲周华见此 也没有多说什么劝解的话 只是拍了拍他的肩头 而他的母亲 倒是好言安慰了一下他 周小雨的爷爷奶奶 也慈眉善目地 跟他说了好一会的话 周海表面上已经恢复了很多 带着笑脸和家人打招呼 内心却明白 自己和小雨之间 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以后 即便自己真接了父亲的班 成了主家护卫队的成员 估计也只能远远地看一眼 成为天之娇女的小雨吧 喂喂 周海 海哥 就在周海一个人 坐在旅馆二楼窗台上 发呆的时候 他忽然听到了 呼喊自己名字的声音 回过神来之后 他低头看去 就见一个身形瘦小的孩童 正在蹦跳着 朝自己大喊挥手 平安弟弟 你怎么来了 你家人呢 怎么放心 让你到处乱跑的呀 周海连忙朝着楼下喊道 嘿嘿嘿 放心 我哥可厉害了 别说在小镇上了 就算是在周围几大城池的范围内 我都不可能出事的 随便我怎么玩 怎么到处跑都不要紧 周平安得意洋洋地说道 你快下来啊 我这次跑过来 可是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呢 什么好消息啊 你等会 我现在就下去 海哥 你家人呢 看到下楼的周华 周平安张头四处望了下 也没发现对方父母 哦 他们啊 明天我们就准备离开 小镇回村了 所以趁着机会 在小镇上采购一些东西 准备带回村子的 爹娘和小雨爷爷奶奶都去了 吩咐我在旅馆别乱跑呢 倒是你 你还小 没事不要乱跑 虽然这里是周家小镇 但保不齐会遇到一些坏人呢 周海解释了一下之后 又叮嘱起了周平安 倒是让周平安心中满意 果然不会是自己认可的海哥 还是关心自己的吗 嘿嘿嘿 海哥 你和小雨今天的检测 我可是全程都看了的 小雨姐的灵根天赋 是一品天灵根啊 这可是了不得的天赋呢 不过海哥你 却没检测到灵根天赋 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难道以你的心性 真甘愿一辈子当一个凡人 周平安到底是来自周家 教育是普通人不能比的 说起话来是一套一套的 周海听了也是捏了捏双手 他当然不甘心一辈子当凡人 本来以为这次灵根检测 是自己的机会 他甚至还想过 万一自己修仙了 小雨没灵根修仙 就想办法让小雨一起修仙 毕竟修仙界传说中 肯定有一些天地奇真 灵药异果 说不定就能让小雨 也跟着一起修炼呢 结果 反而人家小雨灵根资质出众 他却只是一个凡人了 自己成了一个笑话 周海却只能无奈接受 不然还能怎么办 周海摇了摇头 语气有些平静地说道 我准备回去后 就跟着父亲锻炼习武 以后会继承他的意志 成为主家护卫队的队员 哎呀 以海哥的心性和意志 只当普通的护卫队员 那就太可惜了 周平安嘴角带笑道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这次过来 可是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呢 啊 什么好消息 嘿嘿 好消息就是 第121章 凡人的修炼机遇 周海父子的决断 什么 这 这是真的吗 没有灵根也有机会修炼 周海听完周平安的话 顿时又惊又喜 周平安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 周家主家 即将向周家所有村镇 发布一条试炼消息 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一场试炼 前十名者 可以拥有 获得一种灵药的机会 这种灵药 可以让没有灵根的凡人 拥有灵根 拥有修行的机会 当然是真的了 我还会骗你不成 周平安哼了一声道 我可是当你是好朋友 才告诉你这个消息的 你可以做好前期准备 就在这几天了 等家族检测结束后 就会开启 这 你是怎么知道这样的消息的 这应该是 周家那边都很隐秘的消息吧 周海也不是傻子 他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性格沉稳 看上去憨厚 实际上内心极为谨慎 这一点都是因为 其父亲从小对他的教导造成的 呃 这个吗 周平安挠头 是啊 他是怎么知道 周家这种隐秘消息的 这样的大事情 基本上在没宣布之前 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甚至就算是周家那边 也应该只有高层才知道的 周平安一个五岁孩童 怎么会知道这样的消息 哎呀 你就说你相不相信我吧 周平安挠火道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就做好准备 我可告诉你 这一次 应该会有很多大人参加的 他们的身体素质 可不是你一个小孩能比的 不过呢 这次的试炼 可不仅仅是考验体能 还会考验意志 考验心性 甚至是考验智慧等等 光身强体壮 是没有用的 好吧 我愿意相信你的话 不管如何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好消息 我会做准备的 不过 我也不知道 应该做什么准备啊 周海说着 也挠头 不知道该怎么准备了 周平安眼睛一转 靠近低声道 我跟你说 这一次 主持这场试炼的 是主家家主 他对心性和意志非常看重 只要这两条能过关 其他的即便成绩差一点也没事的 嗯 当然 对周家的忠诚度也很重要 不过这一次试炼 参加者都是我们周家村镇的人 这一关其实并不难 谁又愿意背叛自己的家族呢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平安弟弟 如果我能成功入选前十的话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嘿嘿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记住了呀 到时候你可别耍赖 放心 肯定不会耍赖的 周海郑重点头 随后想了想说道 这个消息 我能不能告诉家人啊 嗯 告诉家人 可以 但是最好不要跟太多人透露这个消息 要不然被发现的话 我可能就惨了 周平安说着 已经可以想象到 自己被刘婉如抱着打屁股的惨样了 还有关在房间里不停学习的惨重后果 想到这里 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看着周平安离去的背影 周海眼中有着感激的神色 他返回了旅馆后 焦急地等待着家人的归来 好一会之后 父亲周华以及母亲 还有小雨的爷爷奶奶 提着购置的东西返回了 周海将父母和小雨的爷爷奶奶 喊到了房间里 随后还看了一下门外 确定没人后 才返回屋中 长辈四人 看着周海的警惕模样 都有些莫名 完全不知道 这小子在搞什么鬼 爹娘 还有爷爷奶奶 我有事和你们说 周海对小雨爷爷奶奶 是跟着小雨喊的 两家就如一家 关系非常亲密 看着周海郑重其事的模样 四位长辈都被吓到了 还以为他犯了什么大错呢 小海 你是不是做错事了 母亲担忧地问道 说吧 到底是什么事情 说出来我来替你扛 父亲周华正色道 小雨的爷爷奶奶 也是一脸紧张的样子 见此 周海连忙开口解释 不是 我没惹什么事情 我是有其他的事情 要和你们说 不过这件事情 暂时不能让别人知道 文言 几人都松了口气 不过却也好奇 周海到底有什么事情要说 是这样的 爹 昨天我不是和小雨妹妹 一起认识了一个小孩吗 周扬说道 对 那个小孩我看了 好像有些不凡 周华点了点头 他是周平安 我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人家的孩子 不过我猜测 他很有可能是来自主家的孩子 主家的孩子 屋中几人文言 顿时脸色一变 那可是青木城主家 是所有周家村镇人 最向往的地方 也是周家村镇最大的靠山 那个小孩子 竟然有可能是主家的孩子 小海你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母亲有些害怕的说道 主家对于他来说 那就是高不可攀的存在 自己儿子 怎么会遇到一个主家的孩子呢 这两人根本就是 两个世界的人 平安弟弟也没说 这都是我自己猜测的 不过他今天过来 告诉了我一个消息 所以我才有些肯定了这个猜测 周海说道 什么消息 几人问道 平安弟弟说 主家在这次的家族检测之后 会开启一个 遍及整个周家村镇的试炼 只在选拔出十个意志坚定 心性绝佳的凡人 一旦通过试炼前十名的人 都可以获得一种灵药 这种灵药 可以让没有灵根的凡人 拥有灵根 可以修炼 周海说道 平安弟弟 让我不要把消息告诉其他人 只可以告诉家人就行了 不然他可能会很惨 这几人闻言顿时有些震撼 有些发冷 这样的消息 可不是小事啊 周平安那样的小孩子 竟然会知道 那么 就如周海的猜测那般 这孩子绝大可能性 的确应该是主家孩子 否则不可能知道 这样的内幕消息的 凡人都可以修炼了 这种能让凡人拥有灵根的灵药 肯定非常珍贵的吧 小雨的爷爷 喃喃自语道 那还用说 肯定是非常珍贵的灵药啊 旁边的小雨奶奶 也跟着说道 这种 这种珍贵的灵药 会给我们凡人使用吗 周海的母亲 有些疑惑问道 这样珍贵的灵药 肯定非常非常难得呀 怎么会就这么 给我们普通人使用啊 第122章 开启选拔 周家村镇沸腾 也许 这种灵药 对那些修饰无用 小雨的爷爷犹豫着道 不可能 周华白手道 即便真的对修饰无用 但这种灵药 肯定非常值钱 也是可以拿出去卖的 主家 这次真的是大手笔啊 这样珍贵的灵药 不拿去卖 而是用来培养家族凡人 若真是如此的话 主家的确有魄力 周海的母亲也跟着说道 听闻 主家的新家族上任 才不到一年时间 就已经将家族 从一个普通的住基家族 拉到了现在的 园英大家族了 这可是园英家族啊 这位新家族的修为 可是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 就冲到了园英境界 周华感叹着道 我虽然不了解 修饰太多的消息 却也知道 园英境界 可是能活很久很久的 所以 我感觉这样的消息 应该就是这位新家族发布的 他的话 在整个家族 都是至高无上的 没人敢不听 所以 小海说的这件事情 极有可能是真实的 周华眼睛深处 有着思思渴望 他也想抓住这个机会 那么 我们能比其他人早些得到消息 这就是最大的好处了 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即便能准备的东西并不多 但也起码比其他人 多了一丝成功的机会 周华说着 便拉起周海的手 让他说 一下详细情况 听完所有信息之后 周华思索了一下 便准备即刻启程返乡 周华带着周海 还有家人急匆匆地 赶回了家乡后 便做起了准备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试炼机遇 他们家 周海的母亲 和小雨的爷爷奶奶 自然是没什么想法了 便没有准备参加这次的试炼 而周华和周海父子俩 则准备参加这次的试炼 又过了一天 周家这一次的家族检测 终于圆满结束 历时三天的零根检测 最后一共检测出了 16个拥有零根的孩童 在近30万人口的周家 各村镇当中 其实并不算多 当然 因为只是检测的逕灵孩童 真算起来的话 也就是几百人中 有一个零根拥有者 并不是万分之的概率 然而 这16个孩童当中 天资高的 也就是周小雨一个而已 其他的孩童 最高也就中品上的评级 可以这么说 这次的检测 出周小雨这么一个一品 天零根 就已经矫天之性了 何况是16个人呢 所以说 这是一次玩美帝家族检测 随后 周扬让二祖老带着周雪 和周平安等人 返回青木城 而他 则需要前往 早就计划好的地方 开启选拔试炼了 随后 一则消息 被周扬发布了出去 得到消息的修士们 开始前往各处通知下去 不仅仅是周家各村镇 即便是青木城 也是有不少周家 凡人存在的 他们自然 也得到了消息通知 周家通知 辖下所有隶属于 周家的凡人们 三天之后 上午时分 抵达规定的地点 位于黑铁山脉外围的 一处山谷 集合 抵达三天后 为抵达者 将取消试炼资格 这是第一关考验 也是唯一的一次体能考验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即便你请别人 背着你去也行 但不允许修士出手帮忙 考验和试炼 面向所有周家凡人 所有年龄段 不分男女 皆可参加 最终将挑选出 最出色的十个人 服用主家赐予的一种 可以让凡人 拥有灵根的灵药 踏上修行道路 这消息一出 顿时引爆了周家 所有凡人村镇的热度 而那些得到消息的 王家凡人 和李家凡人 则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可这是周家发起的试炼 他们不是周家人 无法参加 这要是贸然跑过去 参加了 被发现 不被打死啊 周家某村落 村间道路上 好几个青年男子 汇聚在这里 面色激动地讨论着 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没想到 主家这么大手笔 竟然能拿出这等绝世灵药 来给我们凡人使用 一个青年激动地挥舞着手臂 仿佛他已经获得了灵药 服用资格一般 别高兴得太早了 这次的试炼 是主家的家主周扬大人 亲自发布的 他可是强大无比的原因大修啊 这次的试炼 肯定非常严格的 我们想要拿钱实名 说不定会很困难 一个沉稳的壮硕 青年沉生说道 三天之内 赶到黑铁山脉外围的那处山谷 那个山谷所在 方位我是知道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优势 毕竟我们都是村子的护卫 以前还保护过村里村医 去那边采过药呢 那还等什么 我们还是赶紧出发吧 另一个青年有些急色道 不然去迟了的话 就不好了 不能急 时间还很宽裕呢 家主大人 给了我们三天的时间 说实话 凭我们的体能 只需要半天就能赶到的 可家主大人 却给了三天的时间 我想 可能这半路上 会有一些阻碍 所以我们需要多准备 一下才行 会有妖兽拦截 还是什么 不一定 多准备一些武器 和食物之类的 总归是有好处的 行 我们都听你的 另一个村落 一个常年在村子里 游手好闲的混子 正一边摇摆着身形 一边走在村道上 看到有一个修士 正在对一群村们 讲解着什么 便也过去听了半声 旁边的村民们 见到他都一脸嫌弃地 离开他老远 听了半天 这名该溜子 顿时眼睛发亮 主家家主 亲自发布开启的试炼活动 凡人也有机会修行 还有这好事 顿时他也不再继续晃荡了 啥都没想 啥都没准备 直接就朝着村外跑了出去 朝向黑铁山脉方向去 他是一个孤儿 周家凡人的孤儿 日子过得也不差 他因为从小没人管教 长大后也不想工作 便每日混迹度日 他也不想的 可已经适应了 这样自由自在的日子 让他受人管教 去上宫 太为难他了 他虽然在村子里受人嫌弃 却也从没做过什么 偷鸡摸狗的坏事 每天都是依靠村里 发下来的救济过日子 而现在 终于被他发现了一个出头机会 不能错过 周家另一个村落 周华和周海 已经准备妥当 两人一身尽装 走出了家门 母亲和小语的爷爷奶奶站 在家门口担忧地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周海帮着背了一些物资 父亲周华腿脚不便 却拄着拐杖缓慢前行 两人面色坚毅 神情坚定无比 三天时间 即便我们速度很慢 也足够时间 赶到聚集地点了 这还只是第一关而已 等参加试炼的人都汇聚之后 家主大人肯定还有其他考验 周华一边走着 一边对周海说道 其实我也在想 为什么家主大人 要给三天的时间 我相信很多人只需要 半天时间 就能够到达那片山谷的 可他 还是给了我们三天时间 想来 一是考虑到我们这种 身体残疾 和年龄小 或者年龄大的人 爹说的是 平安弟弟说过 家主大人考虑的 不仅仅是体能 应该说 体能素质 是最不重要的一点 家主大人考虑的 还有意志和心性吗 周海说道 对 所以 我们这三天里 不能急 也不能太慢 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地 走到那处山谷就行 周华沉声道 也许 这一段路途上 会有一些不同的 体能之外的考验吧 周海不懂这些 太深奥的东西 他背着物资 挺沉重的 此刻 只是埋头努力赶路 才走了小半天时间 他就累得满头大汗了 怎么样 还能坚持吗 周华转头询问道 他自己的身上 也背了不少物资 比周海身上的沉重多了 自身还只有一条好腿 要拄着拐杖赶路 不过他到底是 进过护卫队的人 不管是体能 还是忍耐力 都是很强大的 呃 爹 我还能坚持 周海擦了把汗水 咬牙坚持道 好 那就再走半个时辰 然后我们停下喝水吃干辣 周华笑着说道 好 听到喝水 周海舔了 舔有些发干的嘴唇 便再次踏步赶路 而在遥远的黑铁山脉的 一处山谷上空 一个身穿白衣的 俊美少年身影 正傲然 盘坐虚空当中 他的头顶上 一个大如末盘的阵盘 正在缓缓盘旋着 神念与阵盘融合 他的神念 延伸范围 得到了巨大的增幅 周阳的神念 已经延伸到了周围 近千平方公里的范围 若没有阵盘的话 他也能做到这一步 但却无法连续坚持三天 看着方圆 近千平方公里内 那无数盘跻而来的周家族人 以及这一路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周阳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也许 这些所有参加试炼的周家 凡人都不知道 他们的所有动作 都被周阳看在了眼中 他们的试炼其实 早就开启了 第123章 赶路的人群 抵达山谷的人群 一条通往黑铁山脉的道路上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正拄着拐杖夺步前行 走了一段路 他都要停下歇息半上 然后继续咬牙前行 也在这时 几个身穿净装的青年男子 一路越过老人 几人转头看了看老者 然后有些惊叉地对视了一眼 不是吧 这样的老头 都来参加试炼 搞笑的吧 这老头能走到山谷吗 管他呢 我们赶紧赶路吧 别去管别人了 对 这老头要是能通过试炼才怪了 可别累死在路上了 嘿嘿 别这么说 都是周家人 好吧 走 继续前进 老者看着几个年轻人的背影 眼中没有丝毫波动 他喘息了一会之后 继续前进 一步一步 朝着山谷方向而去 一道老人看不到的印记 落在了他的身上 周阳从他的身上抽回了目光 转而投向另一个方向 一个丛林山地内 这里已经是非常靠近黑铁山脉所在了 周围 野兽也渐渐多了起来 至于妖兽 在周阳神念笼罩的范围内 龙威激发之下 妖兽早已被驱赶到了范围之外 这是在最初的时候 就已经解决的危机 不过 赶来参加试炼的人群 依然要面对野兽的袭击 只有在野兽的袭击下 依然抵达山谷者 才有继续试炼的资格 一道无人能够看到的印记 从天空中落下 落在了这个丛林中 一个从豺狼口中 逃得性命的青年身上 这个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被村里人嫌弃的该溜子 另一处方向 一个身形矮胖的妇女 艰难地在泥土中前行 她已经有些头晕目眩了 感觉自己有些坚持不住 便停了下来 找了个地方休息 顺便寻找可以裹辅的食物 一个印记 同样落在了她的身上 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 一路前进 击杀了一批又一批野兽 浑身带着野兽的血液 宜然不惧地前进 最终 那些野兽也怕了 不再敢攻击她 而是为她让路 一个印记再次落下 这些被周扬打下印记的人 算是提前被她看好的存在 但不一定是最终的选择 他们依然需要通过试炼才行 连周海父子 都没被她落下印记呢 时间过得很快 三天的时间转眼即逝 周扬一直盘坐于山谷上空 那庞大的阵盘 在她的身后盘旋 转动 散发着惶惶威严 此刻的山谷内 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人 总人数甚至已经达到了2000多人 而山谷之外 依然有着不少人 在往这里赶路 山谷中 周家众凡人聚集于此 各自有认识的人 汇聚一起扎营休息 也有一些是孤身一人的 则独自休息 爹 那就是主家的家主大人吗 好厉害的样子 周海父亲在昨天就赶到了山谷 相比其他人 即便他们一个是孩童 一个是只有一条腿的残疾 可他们准备充分的情况下 一路行来 依然没有落下太多时间 这一路走来 周海感觉仿佛自己成长了很多 他此刻 看向天空中的那道身影 更是满心崇拜和敬仰 这位就是周家的天啊 一位原因大修士啊 传说这一等级的修士 挥手就可以灭掉一座城池 实在太强大了 对 这位就是我们周家的天 周家主家的家主大人 一位年仅17岁的少年家主 实力却位于整个大厦最强者那一批 即便是从整个修仙界来说 我们周家的家主大人 都算是绝世天才那一级别的存在 听到周海的话后 周华还没来得及说话 旁边 一位身形高壮的落腮胡中年男子 便神情振奋地开口说道 周华转头看去 眼神一动 老哥 你是护卫队出身 哦 你怎么看出来 你也是 落腮胡中年看向周华 看了一眼他缺失了一条腿的样子 然后感受了一下他身上的那股灵力的气质 顿时也猜到了 不错 我曾经也是主家的护卫队议员 只不过后来受伤了 就退一回家了 周华拍了拍自己的断腿 没办法 遭遇了一次妖兽袭击 为了守护矿洞的安全 不慎被妖兽抓断了一条腿 侥幸 活下了一条命 哈 那你 可真是幸运了 碰到妖兽 能活着回来的人可不多 落腮胡中年哈哈一笑 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悲伤 因为 这种事情他经历多了 我当初也遭遇过妖兽的 你是看守矿卖的 我是李二爷看守灵田的 也遇到过 有妖兽过来偷食灵药的时候 那家伙 那些妖兽是真的猛啊 要不是有修士镇守 我们当时一个小队 估计全得进售口 那是挺危险的 不过有修士在 普通妖兽 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周华和对方聊了起来 周海在一旁有些向往地 听着这些故事 山谷之外 随着最后的实现到来 那些年轻力壮的 是最先到的一批人 而现在还在进入山谷的 则都是老弱病残级别 那位老人和那位妇女 总算是在这最后实现内 赶到了山谷之内 刚入山谷 便扛不住倒地喘息 在他们的旁边 都是差不多的人 有老人 有女人 也有一些孩童 而山谷内最好的位置 早就被最先到来的 青壮年占据了 他们只能聚集在 山谷口处的坡地上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 一道炫目的光彩闪耀而出 所有人包括那些 倒地喘息的老弱病残 都抬头看了过去 一道身影 如同从仙界下凡的仙人一般 正迎着光辉 缓步踏来 周扬的身影 从上千米高空走下 最后 停留在了不到百米的高空 这个时候 下方所有人 除了太过苍老的人之外 都能模糊看到他的模样了 实现到了 现在 未抵达山谷中的 所有周家族人 全部淘汰 周扬淡然宣布了这道指令 随后 强横无匹的法力 涌入了其身后的 圆形阵盘之内 阵盘发出一道 眩目的银灰色光芒 光芒波纹般的席卷而出 随后 那些还在赶路的人 才刚听到耳边 传来传来周扬的声音 便赶到眼前一花 定睛一看 差点吓傻了他们 他们竟然 从半路上 返回了家中 是的 每一个人 都被传送回了他们 原本出发的地方 他们所有人 从出门时候起 就被周扬神念笼罩 自然可以利用阵盘 将他们传送回来 这一批被淘汰的人 只有大概不到一千人 加上山谷中的两人来人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试炼 总人数大概在 三十万的周家村镇 和青木城凡人 有百分之一的人口 都参加了 别看不多 其实大多数人 都有自知自明 试炼最终挑选的合格者 可只有十个人 一般人 没自信的话 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参加试炼 浪费时间 一共三千人参加 开局就淘汰了 差不多近一千人 但却有差不多两千人 第一波试炼合格了 这些人 在体能和意志 勇气上算是勉强合格了 别说什么 老人体能不合格 至少人家和年轻人一样 徒步抵达了山谷 是的 徒步 这一次的试炼开局 竟然没有人选择乘坐马车 或者骑马 又或者让人背着来 想来都感觉这么做的话 肯定会被发现 然后被扣印相分 其实 周扬根本不在乎 第124章 第二轮试炼 恐怖龙威 淘汰九成人 周扬身后的这一阵盘 是他从下阵风那边借来的宝物 是一种辅助性法宝 可以增幅神念覆盖范围 以及降低神念消耗 当然 它是一个阵盘 主要功能是阵法 上面有着大量的符文印刻 在法力的催动下 可以将神念覆盖范围内的人传送走 但却只能传送 比自己境界修为低的人 且对方不能有丝毫反抗 这里说的反抗是法力反抗 凡人当然没有法力 自然就无法反抗了 所以 周扬才能大范围地传送凡人 作为一键法宝 这个阵盘也不知道是多么久远之前的 能力极强 也不知道这样的宝物 怎么在夏振锋手上的 实际上应该属于大夏王室才对 也有可能是夏振锋自己探索一计获得 他没说具体情况 反正只是用用而已 用完就还回去了 下次再要用的时候 再借就是了 将山谷外的人群送回之后 周扬低头看向了下方众人 此刻大量人群已经都起身了 但是那群老者们依然在喘息 他们赶路太久了 身体根本扛不住这样的剧烈运动 能在时间内赶到已经不容易了 周扬一挥手 一股柔和的微风吹过 一道简单的法术下去 就彻底解决了年老者们身上的疲倦 甚至连一个身患疾病者 都在法术之下恢复了正常 这道法术是覆盖所有人的 而那些感受到身上变化的人 一个个神色激动的跪地感谢 他们感觉 即便最后的试炼无法通过 这次过来也值得了 至少身上疾病都被治好了 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试炼 接下来就是第二关的试炼了 周扬平静说着话 声音却清晰地传遍全场 传到所有人的脑海中 没有人会因为站得远了 而听不清或者听不见 周扬沉声说道 准备好 我将释放一股微压 所有能够在微压中坚持住的人 将通过第二轮试炼 这股微压的持续时间为 十个呼吸 文言 所有人都精神一阵 各个神情紧张激动 都做好了准备 随后 一股庞然 如黄黄天威般的恐怖微压 从天而降 如泰山鸭顶一般 轰然落在了所有人的身上 顿时 一个个扑通声响起 仅仅瞬间 就有数百人被淘汰 跌倒在地 失去了继续试炼的资格 这股微压不是别的 正是周扬释放出来的龙威 当然 并不是全部的龙威 若真全部释放的话 估计眨眼间 下面两千来人 估计得死绝 周扬已经控制好了龙威的强度 只释放了大概千分之一左右的 微压强度 并且 随着时间再缓缓提高强度 那些倒地淘汰的人群 则被龙威绕开了 这一点控制力 以周扬的神念强度 是可以轻松绊倒的 三个呼吸过去 有近千人倒地不起 这微压 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压制力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压制力 需要极强的精神和意志 来与之对抗 才能抗住这股微压 五个呼吸过去 倒地人数差不多接一千五百人了 全场只有五百来人 还站立坚持着 周扬面无表情 继续加大龙威强度 由千分之一的强度 增加到了九百分之一 又到八百分之一才停下 十个呼吸过去 最后 还依然站立的人 只有区区两百人不到 第二轮的试炼 远比第一轮更加残酷 虽然没死人 但是所有人都感觉 好像死过一次死的 毕竟 这可是面对龙威啊 他们就感觉 自己面对的不是人类 而是一头万兽之王的咆哮怒吼 震撤灵魂和全身 第二轮试炼结束 接下来 你们可以在这个山谷中 休息一天时间 明天的这个时候 第三轮试炼开始 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 会有人给你们送来 说着 周扬再次展开阵盘 将所有失败者 全部送回了齐家中 整个山谷内 至此就剩下了 不到两百人的成功者 他们将在明天 进行第三轮试炼 周扬的身形 在送完失败者之后 一个闪烁 也不见了踪影 地面上 见到周扬离开 众人才忍不住跌坐地面 大口呼吸起来 我的妈爷 我刚才以为 面对的不是家主大人 而是一头远古凶兽一般 太 太可怕了 那洛三湖中年男子 不经惊骇地狂呼道 对 是 是这样的 太恐怖了 那种感觉 我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扛下来的 周华也是结巴着说道 他神情都有些扭曲了 在龙威的威压之下 能抗住的 都不简单 不管是如何扛下来的 其意志 绝对足够坚强 即便这只是 稀释了八百倍的龙威 可这也是龙威啊 还是幼年祖龙的龙威 一旁的周海 也是大口喘息 不过他表现的 竟然比周华还要好一些 只是浑身是汗 有些不舒服 三人抬头看去 只见 原本青壮年 占据大多数的山谷中 只余下了不多的人 其中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像周海这样的孩童 竟然还有几个在 而老年人 则是真的不多了 只有三五个 那个被周阳 留下过印记的老者 也在其中 当前 之前他一共留了 大概十多个印记 都是他感觉不错的 然而 在龙威之下 其中依然有一小半 被淘汰了 那位老者通过了龙威试炼 那位矮胖的妇女 同样如此 壮硕中年人 那个嬉皮笑脸的该溜子 同样在 没过多久 一艘庞大的非洲 来到了山谷之后 非洲上走出了几个修士 和一队护卫队人员 他们拿着储物袋 将一大堆物资 放在了山谷中 这些是食物和水 还有一些休息 要用到的东西 你们当中 应该有曾经的护卫队员吧 自觉点出来 维护一下秩序 别给护卫队丢脸 说话的是一个护卫队首领 本身就是一个修士 修为还不低 有练气中后期的样子 文言 周华和洛塞湖中年 便走了过去 和其他一些曾经的护卫队员 一起维护秩序 帮助分发物资 而非洲上下来的修士和护卫队 则返回非洲离开了 有护卫队出身的人 帮助维护秩序 众人虽然都是竞争对手 可到底都是周家之人 互相之间 也没有那种见面就红眼的敌视 只是各自领取了物资后 便吃喝起来 然后休息起来 保持体能和恢复精神 刚才的那波威亚 可让他们精神损伤不小 若要瞬间恢复 得需要丹药 周家也没那么多 恢复精神的丹药 只能给他们一天时间 自己去恢复 好在 龙威兽周扬掌控 并没有对他们造成 不可逆的巨大伤势 一天时间 即便不能全部恢复 也能恢复个大半 足够他们继续参加 下一轮试炼了 一天时间过去 第二天 山谷中众人便早早醒来 准备迎接第三轮试炼了 第125章 第三轮试炼 寻找令牌 周扬为这次选拔合格者 一共只准备了四场试炼 前面两场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就是第三场试炼 这一场试炼的目的是看星星 星星可以看出 一个人是善良 还是邪恶 是忠诚 还是背叛 这场试炼 可以说 只看结果是 看不出是否合格的 所有人准备好 第三场试炼开始 内容如下 广场中的近两百人 听到的耳边传来的周扬的声音 他们虽然不知道 周扬人在何处 但是这声音 确定就是周扬的 对于神通广大的主家家主大人 即便是千里传音 也都不会令他们太过惊奇了 出了山谷之后 朝着更南方前进十里地 那边有着 一处茂密的灵地 我在灵地中 藏了一些刻着周字的令牌 你们的目标就是令牌 最后获得令牌者 将成为最终的胜者 进入下一轮 也是最后一轮的试炼考核 周家族人们 祝你们幸运 去吧 也许多人合作 会让你们更加容易找到令牌 随着周扬的话音落下 一些青壮年 当即毫不犹豫地奔行起来 这和前面 两轮试炼都不同 第一轮只是赶路 第二轮是抗主威压 而这一轮 是寻找东西 找到东西 还得保住了 很显然 没找到令牌的人 肯定会为了那修行之路 而抢夺其他人的令牌 甚至 这一轮试炼 即便竞争者同为周家族人 也是有可能发生死亡事件的 这一点 他们青壮年占据巨大优势 但是 同行的青壮年 同样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至于那些老年人和妇女 以及那几个孩童 根本就不被青壮年试炼者们 看在眼里 嗨 周华老店 老哥我就先行一步了呀 哈哈 那落腮湖中年人 朝着周华打了声招呼 便急急忙忙上路了 他可是护卫队出身 是众多试炼者当中 优势最大的人群 经验老道 战斗能力突出 最主要的是 这黑铁山脉的试炼地所在 他可是来过的 熟悉地方 自然就有着巨大优势了 儿子走 我们也上路吧 可不能 被他们抢先太多了 周华朝着周海喊了一声 随后主着拐杖开始赶路 周海也跟着小跑了起来 而走到山谷出口处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老人 和一个妇女 也准备赶路 前往那处林地了 周海脑子当中 不由想到了 刚才周家主说的话 也许 多人合作 会让我们更容易找到令牌 周海立刻喊住了父亲 爹 我听刚才家主说的话 多人合作的话 更容易找到令牌呢 要不 我们跟这几个爷爷 他们一起合作吧 嗯 周华原本可没想过合作什么的 毕竟令牌数量肯定是有限的 按照上轮淘汰数量来计算 估计令牌的数量 应该只有20个前后 那要是得到令牌后 怎么分配 他感觉自己 即便比不过那些身体 完全的护卫队出身的人员 但也比这些老弱妇孺有优势吧 难道到时候 令牌还要分给他们不成 如果令牌不够分的 岂不是要闹矛盾 不过 周海的话也提醒了他 那可是周家的主家家主所说的话 他的话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定要郑重对待和思考 行 就听你的吧 想了想 周华还是决定听从儿子的意见 于是 两人奔跑了一圈 将包括老人和妇女在内的老弱妇孺们 集合了起来 一起互相扶持着朝那处临地而去 要合作一起寻找令牌 就在这些妇孺朝着目的地前进的时候 不过十里地 那些青壮年们 大部分已经抵达了 哈哈 就是这里了 我们快点进去 后面那些人就快追上来了 可不能让他们抢先了 哈哈 怕什么 我们可是最快的一批 只要看好 别让那些大叔们 抢了我们的令牌就行了 至于那些老弱妇孺 哈哈 他们估计才刚出山谷吧 我去 这才刚进林地 就发现了一块令牌 哪呢哪呢 你们看 就在那棵大树上面 好高啊 你们谁会爬树 我会我会 不过先说好啊 这个令牌是我的 后面找到的 如果在树上 我上去拿下来给你们分 怎么样 没问题 这些青年们 虽然口中这么说着 但却已经打算好了 等取下来之后 就把令牌抢到手 摆在眼面前的令牌不要 还想着 以后的不是傻吗 果不其然 那个会爬树的青年 刚拿着令牌从树上下来 就被几个人围在了一起 交出令牌 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一个领头的青年喝道 你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后面在找到令牌的时候 再给你们 这也没归我啊 爬树的青年一脸猛逼 这都说好了 怎么就变卦了呢 而且都是周家人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 嘿嘿嘿 谁跟你说好的 快叫出来 别逼我们动手啊 别以为我们不敢杀人 家主大人可没说不准杀人的 那个领头的青年 阴侧侧一笑 吓得爬树青年 连忙将手中令牌 交给了对方 嗡 一道威严的声音忽然落下 那领头青年 和其身后的青年 心中一颤 还以为自己的行为 惹怒了那位家主呢 结果 接下来 周阳的话语 却让他们狂喜 周友诚 主动交出令牌 第三轮试炼失败 我将在三个呼吸之后 将你传送出灵地 传送地为山谷聚集地 请在山谷中等候 最后试炼结果出来后 再行离开 三个呼吸之后 那爬树青年的身影 刷的一下 从几个青年眼前消失 周阳的气息也消失无踪 死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们刚才的举动 触怒了家主大人呢 那领头的青年擦了把虚汗 这时候才敢抬头 刚才周阳气息覆盖过来的时候 他们几个根本不敢抬头说话 哈哈 家主大人英明啊 周友诚这样的胆小鬼 还羞什么心啊 他不失败 谁失败啊 另一个青年得意地笑了起来 只有像我们这样 勇于竞争 勇于争夺机遇的人 才是最适合修仙的人啊 嘿嘿嘿 说得不错 正好 我们可是最先来到灵地的人啊 还测试出了家主大人的想法 那么老大 我感觉 我们等会 根本就不需要亲自去寻找令牌了 刚才那没令牌 竟然藏在了树上 得需要会爬树的人才能取到 难怪家主大人说多人合作 不过我们现在知道了家主大人的想法 完全可以守住待兔 等着别人找到令牌之后 我们再出手抢夺啊 多省事 哈哈 不错 就是这样 走 我们先去灵地里面逛逛 看这令牌 是不是容易寻找 如果好找 那就简单了 如果不好找的话 那就只能从别人手中取了 第二批来到灵地的 是那些从护卫队退役的中年汉子们 他们虽然体能也不差 但是到底还是不如那些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们的 晚了一盏茶的时间 才抵达灵地 这些退役的护卫队员们 先是站在灵地前沉默了一会 随后各自警惕地看着对方 因为这一轮涉及到抢夺令牌的原因 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信任 开始各自为战了 兄弟们 祝大家好运了 最后 一个护卫队员主动离队 率先跑进了灵地之内 单独去寻找令牌了 大家 各自行动吧 既然是竞争关系 也没必要藏着掖着 看各自本事吧 第126章 合作共赢 一大堆令牌 又一个前护卫队员 离队独自进入灵地 然后第三个 第四个 最后 全部都分散开来 进入了灵地 最后一批到来的 不用说 老弱妇如那一批 大家听我说 我知道大家都很累了 即便只有十多里地的路程 那么 我们就先行休息一下吧 当然 如果有人想离队独自探索 寻找令牌 我也不会阻拦 我们这个队伍 随意去留 周华向着身后的众人说道 文言 老人们对视了一眼 多数都坐地休息喝水起来 他们太疲惫了 以这样的状态 即便进了灵地 也没本精力 再去寻找令牌了 而一些孩童们 则由周海亲自带着 他们在为妇女老人们 递水和食物 也不全是听从周华命令的人 有大概十来个老人和女性 漠不作声地离开队伍 单独进入了灵地 周华见此 也没有意见 人格有志 祝他们幸运吧 休息了大概十多分钟后 周华起身 将手中的水壶收好 拍拍手喊出了声 大家休息好了吧 我们准备进入灵地吧 时间紧迫 前面的人都进去好久了 令牌如果都被他们找到的话 我们可就都要被淘汰了 所以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好 走吧 一个红鼻子老头起身走过来说道 小伙子 你很不错 没有欺负我们老人家 走 进灵地之后 我们也听你的 找到令牌之后 首先归你拥有 后面再找到我们在商议分配的问题 好 谢谢老张了 走小海 周华笑了笑 因为这群老弱妇孺 自己和周海 可是耽误了不少的时间啊 希望能有所收获吧 爹 你 你们等一会 快来看啊 这边好多的令牌 一听令牌两个字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一个个全都朝着周海 等几个孩童所在位置跑了过去 他们看到了什么 一个只能由孩童进入的土洞 就在一棵林地外的大树地下 或者说是一棵树根处枯死的 大树下方的土洞里 有一堆闪烁着金属光泽的令牌 哇 真的好多令牌啊 最少得有十枚以上 一个妇女惊呼了起来 随后神情有些激动 令牌 他们这里算上小孩 一共大概就三十来人 这就相当于 一下子就解决了三分之一人员的令牌资格啊 太 太幸运了 一个身形瘦小的老头 也激动了起来 随后就想进入土洞获取令牌 可惜 他身形即便在瘦小 那也是大人的身形 根本就进不去土洞 众人见此 不由将目光描向了孩童吗 小海 你先去试试 周华看了看周华 以及他身后的三个孩童 嘴唇动了动 还是没让别的孩童去 首先 这土洞里是不是安全还是两回事 此刻这么多人在 他不能做出让别的孩子冒险 让自己孩子在后面享受成果的事情 记住 要小心 这个拿着 周华将一把匕首交给了周海 叮嘱了几句 放心吧爹 我会小心的 海哥的小心 他身后 一个小男孩也担忧地说道 你们不用担心我 等会你们在洞口看着点 我会在里面将令牌丢出来 周海吩咐了一下几个孩童 这树洞本身也小 大人们进入 连转身都难 只能有一个孩童进入 然后从树洞内 再进入下方的土洞 周围 其他老人和妇女们见此 不由真正地对周华 另眼相看了起来 周海吭哧吭哧地进了树洞 然后握着匕首 小心地朝着 土洞里面爬去 等他摸到令牌的时候 才大大地松了口气 的确没危险 那就好 周海拿着几枚令牌 缓缓后退 爬出了一些距离后 按照感觉 朝着后方猛地将令牌丢出 啪 几枚令牌被丢进了树洞里 三个孩子们看到周海都那么勇敢了 他们也不能示弱 可以说 有胆子单独前来参加试炼的孩子 要么是孤儿 没人管 要么是家里寄予厚望的孩子 一个个都不能当成简单的孩子来看 所以 那个小男孩爬进了树洞 将令牌一个个又丢了出来 周华见此 不由欣慰一笑 儿子周海的确聪明 若不是他提出合作的话 也许自己和周海两人 也能得到这些令牌 但是能不能保住 就不一定了 现在的话 那么多令牌在 足够三分之一分配了 只要三十来人不分散 即便遭遇那些青壮年联合抢夺 他们也有一战之力的 老丈 麻烦您带人收一下这些令牌吧 周华已经拥有足够威信了 没必要把令牌看得太死 反而将令牌交给大家一起保存 更能让众人对自己幸福 果然 直接带着几个一起同行的老哥开始动手 将这些令牌一个一个的都收了起来 最后 等周海从土洞里出来的时候 众人看着灰头土脸的周海 顿时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这都是善意的笑 周海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站在父亲身边 旁边那三个小家伙 也是一脸福气地看着周海 好小子 真够勇敢的 不错 跟你爹一样 有勇气啊 不错 难怪能让那三个捣蛋鬼听话 小伙子有前途 众人一顿夸赞 让周海黑黑憨笑了起来 诸位 这个时候周华忽然出声 周华说道 我们大家之前都听到了家主的话 他说过 也许 我们多人合作的话 会更容易寻找令牌 现在大家看到了吧 没有这些孩子 我们大人即便看到了土洞里的令牌 我们短时间也取不出来 而时间长了 必然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到时候 这些令牌是谁的 还不一定 对 不错 家主大人的话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一次 几个孩子功劳太大了 我建议 优先分配给孩子们令牌 四个孩子 一人一个 然后周华你也要拿一个 否则我们其他人 怎么好意思拿呢 对对对 我们什么都没做 就白得了令牌 这多不好 众人一阵商议之后决定 周华父子一人一枚令牌 而另外三个孩子 也是一人一个 剩余的八枚令牌 由剩下的人分配 分配方式很简单 用抓究的形式分配 纯粹凭运气决定归属 没人不服气 没分道的人也不气馁 他们感觉到 这样公平的队伍 再得到令牌的话 绝对有他们一份 好了 我们都进灵地吧 对了 我们这些令牌 都是在灵地之外找到的吧 这 会不会不合规则 那个红鼻子老人忽然说道 不可能 这令牌可是家主大人放的 他既然将令牌放在这里 就是合理的 家主大人不可能做 无意义的事情吧 另一个妇女说道 对 家主大人不可能 无缘无故这么做 以她的身份 万不可能如此戏耍我们的 另一个妇女也跟着说道 众人一听 有道理啊 家主大人什么身份 哪里可能会如此 故意戏耍自己等人啊 既然如此 那就是合理的了 人群聚集起来 各自拿着棍棒刀剑等 繁俗武器 朝着灵地进发 他们不会主动对付 其他周家人 这些武器是为了自保 同样也是 为了应对 有可能出现的野兽和妖兽 嗯 如果是妖兽的话 那他们死定了 当然 他们更加相信 有家主大人看着 不可能有妖兽 闯入失恋地的 灵地上的万米高空中 周扬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对周华和周海这对父子 颇为满意 这是将自己的话听进去了 这是忠诚 愿意相信自己随口一说的话 且在刚才的那波令牌分配当中 周华并不自私 周海则是勇气可嘉 还和三个小伙伴相处很好 不过八个多时辰的时间 就和三个孩童打成了一片 游泳的同时也有谋 远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憨憨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们这一轮全部晋级吧 这一轮主要考验星星 考验这么说 谁能晋级 都是周扬说的算 比如 第一个被淘汰的周友诚 这家伙是太傻了 别人明显是一伙的 你一个半道加入的 那么听话就去取了令牌下来 结果被人抢了 这是无拥无谋 完全被人利用的人 淘汰也就淘汰了 这一轮 淘汰的人不多 在我的计划里 这一轮淘汰的 都是那些没脑子 星星差的人 应该只有那么几十个 周友诚应着 所以 第三轮试炼的结果 将会有一百多人晋级 而这一百多人 将会经历第四轮考验 第四轮考验 周扬将使用阵盘上的 一门换阵进行 直接率选出前四十名出来 而同时 他也会在这四十人当中 选出前十人 这十个人 将会服用顶级年份龙龄草 成为十名拥有着超品灵根 和夏清玄 同样理工跟品级的超级天才 剩余那四十人 周扬打算给他们 服用低年份的龙龄草 低年份的龙龄草 一株可能激发 不出凡人的灵根 但是两株 三株呢 只要数量足够多 还是可以激发出灵根的 且还有周扬这位 原音大修士 亲自出手 对于别人来说 这样用龙龄草这种珍贵灵药 以数量堆积出来的灵根 是不划算的 那么珍贵的龙龄草 年份不足 也可以用作炼制其他丹药 何必给凡人使用 还一个人使用那么多株 周扬就可以 别的不多 低阶龙龄草周扬多的是 上万珠呢 根本用不完 第127章 结果 最后的试炼 灵地内 大部分周家人都分散开来 在各地搜寻令牌 有的人找到了 有的人没找到 便将主意打到了 那些寻到令牌的人身上 那伙最先抵达灵地的几个青年 此刻就盯上了两个人 这像是一对中年夫妇 被他们选择做了目标 这对夫妇 手中有一枚令牌 被中年男子藏在了衣服里 不过他们找到令牌的时候 却被青年几人发现了 快点包过去 不能让他们跑了 这枚令牌拿到手 我们就全部过关了 领头的青年低声说道 没问题 看我的 那个唯一没有令牌的青年最积极 毕竟整个四人小队 就剩他一个没有令牌了 怎能不急呢 他当先冲了出去 绕了一个圈子 挡住了两人的退路 另外两人也一左一右包了过去 而领头青年 则是正面直接跑了过去 四人将夫妻两人 牢牢包围住了 你 你们 中年夫妻两人面色一变 当即有些结巴了起来 以前都是老实村民 此刻遇到这种情况 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办 嘿嘿 识相的就把令牌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这场试炼 家主大人可没说不能杀人啊 那为首的青年 仰了仰手中的长刀 威胁地说道 交不交 不交我们 可要动手了 我 那中年男子 一阵阴晴不定 随后叹了口气道 好 我交给你们 希望你们说话算话 不要动手 哈哈 那是自然 我们想来 说话算话 中年男子从怀中掏出了一枚令牌 有些惋惜地看了一眼之后 猛地用力一扔 丢在了青年脚下 青年健壮 立刻将令牌捡了起来 却惊讶地发现 对面两人并没有被传送走 这说明 对方还有机会 寻找其他令牌 青年叫了其他人离开 一边也在思索 为什么之前和自己一起的那个周友诚 在交出令牌之后 被判断试炼失败了 而刚才那两人却没有吗 他却不知道 若是中年男子硬撑着不交 判定青年男子几人不敢动手 反而会被判断试炼失败 在对方四人 且手持武器的情况下 死撑着不交令牌的人 那是真的没脑子 是找死行为 这心性 智慧 可以说是近乎弱智了 而此刻中年男子的做法 才是明智的 正确 才保存生命的做法 这样的事件 在灵地中到处都在发生 直到大半天之后 淘汰者的数量 接近了50人 还有差不多150人 成功全部获取了令牌 这次周扬放出的令牌 数量不少 基本上花费一些时间 就都能找到令牌 也就在这个时候 周扬的声音 再次在所有人耳边响起 所有周家族人听着 本次试炼考核 失败者47人 成功通过试炼者151人 失败者已经提前 被传送回山谷了 而现在 你们成功者 也即将开启传送 回到山谷 接受第四轮 同时也是最后一轮的考验 所有人闻言 顿时心神一震 随后全都惊喜了起来 他们都通过考验了 还有最后一场试炼 只要能在这最后一场 十来年中获胜 他们将会由凡人 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修士 要知道 那可是修士啊 他们也不是普通的平民 而是修仙家族周家的平民族人 他们获取信息的层次 是比普通平民要高很多的 有些普通人家 他们家的一些孩童 就是修士 还有一些家庭 他们本就是修士的后代 只不过因为无法修行 才跌入了平民阶层 而现在 他们都有着成为修士的机会了 如此 他们怎能不高兴惊喜呢 在众人怀着激动的心情中 一道道光芒落下 落在了这些人的身上 随后光芒一闪而过 他们的身影也随之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身处山谷之中了 此刻的山谷中 还有一些人群的 正是那第三轮试炼失败的人 他们的工作 是为这成功的一百多人 准备食物和水 之前已经有修士乘坐非洲 再次送来了一趟物资 正好拿他们当服务人员使用了 好处也是有的 他们虽然失败了 但是能挺到第三轮也是不简单了 至少有一点 能抗住荣威压制的人 都是精神强大的存在 本身的神魂强度 都要高出不少人的 周扬给他们每一个人 准备了一颗强身丹 可以保他们一辈子身强体壮 很少生病 这个消息 是由前来投放物资的修士宣布的 并且 丹药已经发放到了他们的手上 有的人是当场就欢天喜地地吃掉了 立刻即能感受到身上的巨大变化 感觉即便试炼失败 有这么好的东西 也值得了 也有一些人 则将丹药保存了下来 不管是回去给家人孩子使用 还是拿去贩卖 都凭他们自己了 这样的一颗丹药 在凡人当中 那是价值相当不菲的 可以说 一颗丹药卖的钱 再不胡乱花销的情况下 足够他们过完一辈子了 他们做完事情之后 便被传送离开 这处山谷 即将成为第四轮试炼的地方 返回的试炼成功者们 获得了一整夜的休息时间 最后的试炼将在明天白天进行 海哥哥 你说我们明天能成功通过试炼吗 一个跟随在周海身边的小男孩 有些不自信地问道 玉良 我相信 我们肯定能成功的 周海沉声说道 毕竟 我们前面三关都通过了 还怕这最后一关吗 对 周海弟弟说得对 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三关的试炼 最后一关 怎么能没信心呢 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 神色郑重地说道 我们一定可以的 相信自己吧 我们大家还是早点休息吧 养足精神 好面对明天的试炼 自信是好事 但不能轻视了家主大人的考验了 另一个年长一些的十四五岁的少年 也跟着说道 好吧 那我们都去睡觉吧 那个年纪最小的 名为周玉良的男孩说着 已经开始打起了哈气 周海点了点头 嘱咐他们好好休息之后 看着三人进入帐篷的身影 一声叹息 这三个孩童 一个是孤儿 就是年龄最大的那个少年 完全由村子里共同抚养长大的 一个是家中父母身患怪病 常年无法治愈 不得不冒险跑出来寻找机会 就是那个女孩 她在得到这次试炼的消息之后 简直是欣喜无比 想着自己当了修士之后 绝对可以治好父母的病 而最后那个年龄最小的孩童 比周海自己的年龄还要小 她是因为前段时间检测零根时 没有检测出零根来 便瞒着父母家人 偷偷跑了出来参加试炼的 这家伙别看年龄最小 实际上是非常鬼机灵的家伙 且还胆子很大 要不然也不可能以不到九岁的年纪 就一个人跑那么远来参加试炼了 没饿死在路上 是因为她真的聪明 一路跟随那些参加试炼的大人们同行 饿了渴了 就装可怜跟别人要 万万没想到 很多大人都被淘汰了 她竟然进入到了最后一轮试炼中了 周海有种莫名的感觉 周玉良 肯定可以通过第四轮考核 成功地成为一个修士 我也可以的 小语 等着我 周海在心中暗自发誓 随后自己也进了帐篷休息 而帐篷内 父亲还在等着她 看到她送走了小伙伴进来后 才松了口气睡下 爹 明天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嗯 爹也这么觉得 一夜无话 等到第二天天亮之后 众人忙活着吃完了早餐 食物物资管够 一个个都吃得很好很饱 当天空中的太阳升起之时 随着阳光一同落下的 还有周阳身上的赫赫威严 那股来自于原因大修士的庞然气息 震慑着所有即将参与最后一轮试炼的 这150来人的心神 第128章 模拟幻剑 天选之子 接下来 你们将进入一个幻阵当中 根据幻阵中的经历 选择出成绩 最好的前十名 直接获得服用高阶龙龄草的机会 成为一个天赋卓绝的周家修士 看到下方众人听到这话 似乎连呼吸都变得急错了起来 周阳面色不变 继续道 和之前所说 不同的是 我临时改变了一下规则 原本是只打算选择十个人就足够的 现在的话 我会选出前五十名 其中前世照样如之前所说 而排名靠后的四十人 将服用低阶龙龄草 你们这四十个人 将会获得资质比较差的灵根 甚至有可能觉醒灵根失败 可这到底也是一个机会 我会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周阳说着 继续道 至于 这一轮将淘汰的差不多一百人 你们将会每个人 获得三颗强身丹 这三颗丹药 你们可以自由处置 花 花音落下 人群都激动了起来 他们知道 这是家主开恩了呀 原本以为只有十名成功者 现在家主改了规则 不仅会有十名成功者 还有四十名有机会者 即便他们获得的灵根品级 是肯定不能和那前十名相提并论的 可相对凡人来说 即便灵根在垃圾 那也是能够修行的修士 地位是一个天一个地的 而即便是五十名开外的失败者 也能每人获得三颗强身丹 这比前面一轮的失败者 获得的强身丹 还多两颗呢 果然 闯过的关术是越多越好啊 即便失败了 也能获得这么大的好处呢 于是 在众人振奋的神色当中 最后一轮考核开始了 七 周扬双脚踏空 扬手朝着阵盘一指 刷 阵盘立刻运转起来 在他庞大恐怖 浑厚的法力贯注之下 阵盘急速转动 一股奇异的波动 开始在山谷中出现 地面上 这一百五十来人 原本还激动地看着 神奇漂浮在半空的庞大阵盘了 可随后 他们的双眼就开始迷离起来 渐渐地陷入了幻阵当中 当所有人都进入幻阵之后 周扬停下了动作 让阵盘自主运转 而他自己 则开始关注幻阵内部的情况 神念和阵盘连接的情况下 他是可以做到 随意看到幻阵内部情况的 甚至还不是看其中几个十几个 而是全部都能同时看到 这次的幻阵 是周扬消耗了庞大法力和神念 模拟出的一场大战 他们每一个参加试炼的人 在幻阵模拟的虚幻世界中 都会成为一个周家护卫队员 在他们成为护卫队员 并且参加了十几天的 护卫队员训练之后 模拟中的周家 迎来了一场灭族大战 九个金丹大修士凌空而来 当场将周家死死包围住 打算不留活口 全灭了整个周家 周家修士们 以及家主周扬 已经冲出去和敌人战斗了 这场属于修士们的战斗 打得是难解难分 一时之间也分不出胜负 而属于周家 普通人的战斗也打响了 大量敌对家族的护卫队员 手持着武器冲杀进了周家府邸 贱人就杀 他们作为周家护卫队员 必须要和敌人对抗 守护住周府的安全 于是各种战斗开始了 这一场战斗 很多试炼者 即便是经过十几天的 护卫队员训练 也无法熟练掌握战斗技巧 于是刚碰面就被敌人斩杀 好在 他们在幻境中并不是真的死了 而是死而复活 复活之后 他们要再次拿起武器 去参加战斗 这场战斗 最后的前十名 将会以一个积分的排名方式来决出 周海和周华虽然是父子 但他们试炼的时候 是不在一起的 或者说 这150来个人 每一个人参加的试炼 都是不同的 属于150个单机游戏 但是积分的评分系统 却是相同的 周海这边 单独一人进入幻境之后 即便没有父亲的陪同 他也能够自行试炼 那十几天的护卫队员训练 还被护卫队长夸赞了 毕竟父亲就是曾经的护卫队员 周海那么快适应训练 也是因为此 在和敌对家族的护卫们 不停战斗的过程中 周海可是学会了很多东西 那是父亲所教导不了的 是真正的殊死搏斗 才能学会的东西 周海的人物母版 是一个18岁的青年 或者说 所有人在幻境中的人物母版 除了会有人物的性别不同 其他都是一样的 18岁的强壮身体 护卫队员的身份 周海在不停地斩杀着敌人 是的 他在最开始的 被敌人连杀五六次之后 终于能够在死亡前反杀敌人 做到和敌人同归于尽 直到后面 能够以重伤换取敌人的性命 最后 他能连杀敌人好几个护卫队员 他的成长非常可怕 连周扬都感觉到有些惊讶 这个小家伙不简单 周海 积分 16 排名 85 周扬嘴角带笑 这么一个十岁的小家伙 能在150个成年人中 做到排名85 已经说明其强大的战斗天赋 和勇气 以及智慧了 周扬看了一下积分排行榜 排第一的 从头到尾就没变过 这是一个周扬 从第一关试炼就关注的人物 一个冷酷的 杀法果断的中年壮汉 周大壮 积分137 排名 1 这家伙 以前是做什么的 一个周家凡人 竟然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能力 且脑子也不蠢 即便孤傲了一点 在机关试炼中 也从未饿过其他人 周海的父亲周华 那个落三湖前护卫队员 也是排名靠前的存在 周华 积分97 排名 13 周俊伟 积分104 排名 7 这排名 除了第一名的周大壮 非常稳定之外 其他人的排名经常轮换 即便是第二名的那位 貌似普通 其实是一个老铁匠的 坚毅老者 也经常被第三名的那位 农妇取代 是的 一位农妇 竟然能够冲到前三的位置 也是逆天 这是比周华和周俊伟 这两位前护卫队员 更妖孽的存在了 这刀法犀利于狠辣程度 原来是一个女屠夫 厉害了 是的 周扬这点眼光还是有的 他看出来了 那老者是一位铁匠 那农妇是一位女屠夫 杀猪杀牛的存在 难怪如此狠辣 这样的杀法幻境 给他们患上了18岁的年轻身体 一个个杀的是天翻地覆 而那位该溜子青年 竟然非常的聪明 他作为试炼者 是能看到自己排名的 一个半透明的框框 就浮现在眼前 可以随试炼者的心意 隐去或者重现 可以看到自己的积分和排名 甚至还有一个 试炼结束的倒计时 剩余天数15天 积分8 我才排120名 马丹 这岂不是注定凉凉了 这关要是进不了前50 我连成为修士的机会都没有 那前10名我不求吧 前50 我得进去啊 该溜子眼珠子乱转 随后按照这几天的战斗 对周家府邸 周围情况的熟悉 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便去和周府护卫队长通报了一声 将主意告诉了对方 希望对方能够执行他的计划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 故意在某一处窝口放出通道 由自己去引敌人进来 然后埋伏的周家护卫为而歼灭之 这家伙是利用了自己能够复活的特点 以自己的小命 在设计敌人 也就是幻境中 现实中这么晚 早死透了 而也正是这家伙 脑回路比其他人更灵活 于是 这个计划成功了 当他死在敌人刀下之后 等他刚刚复活 便看到了半透明矿矿快速闪烁 等他点开一看 顿时傻眼了 卧槽 153积分 我你嘛 我成第二了 是的 该六子青年惊呆了 他没想到 自己的积分 竟然瞬间暴涨到了这个程度 这 那伙追杀自己的敌人 数量那么多的吗 一下子被歼灭之后 积分也算在了自己头上 于是他激动了 打算再按照这种方式去搞 结果 敌人也不是傻子 对方也是有修饰的 神念之下 都看到你怎么操作的了 自然不会再上当 不过 这青年此刻也已经非常满足了 一下子搞出那么多积分来 排名也变成了第二名 接下来 自己只是跟着周府护卫队混日子 也能保住积分 让排名不至于跌太狠了 而此刻 那位冷酷中年男子周大壮 勇猛无比地冲杀在前 原本他已经疯狂地在收割积分了 可忽然看到 一个人一下子从一百多名 冲到第二名 他都以为对方作弊了 不过想到家主肯定知道 幻境内部情况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随后 他杀得更猛了 他每次死亡复活 都要杀十几个敌人 才会被杀死 自身死亡 一次掉一点积分 而杀死一个敌人 获得一点积分 他在以死亡换取积分 一点都不亏 作为一个青年时期 就离开家乡 闯荡江湖的舞者 他的基础远不是 普通周家民众可以比拟的 周大壮原本打算回家过完年后 继续前往大厦其他城市闯荡的 甚至有前往大商的打算呢 结果却在这个时候 听到了主家传出一个这么好的消息 他又如何能够放弃呢 这可是成为修士的机会啊 一个学武的人 即便最后成为了舞蹈大宗师 也只能活两百岁左右 依然无法像修士那样 拥有漫长的寿命 且手段高超 法力无边 拥有飞天遁地的能力 这才是他向往的生活 可惜他自小检测 就没有灵根 而现在 机会来了 他无论如何都要抓住 其他幻境中 周华和那个洛三胡子周俊伟 也是极度自适应 护卫队生活的 战斗起来也很勇猛 他们的积分 也在快速地增加着 在朝着前十名靠拢 而周海所在的幻境中 他发现自己的排名 在冲到前三十之后 不到一天的时间 排名竟然开始倒退了 周海虽然已经很努力去战斗了 去杀敌了 可依然无法进入前二十之内 不行这样不稳 还有几天就结束了 我已经很疲惫了 不是身体上的疲惫 是精神上的疲惫 周海思索着 并没有急着出去杀敌 而是在想办法 他不断游走在周府之内 忽然他看到了一个 好像有些熟悉的身影 平安地点 周海看到这个周府后院 出现的五六岁大的幼童 顿时惊呼 心中恍然 原来平安地点真是主家的人 而且看样子身份还不低 绝对是主家主卖的人 这处院子 我听护卫队长说 可是主家老夫人的住宅 他能出现在这里 那岂不是说 他有可能是那位家主大人的地点 周扬在这幻境中 所设置的第一个彩蛋 被周海发现了 周海通过和周平安的对话 知道了周府内务处那边 有任务可以领取 于是便去领取了任务 他一边做着任务 一边也明白 到底是幻境世界 这里的平安弟弟 就和外面的护卫队员们一样 有一种死板的感觉 并没有正常人的灵动和智慧 那是当然 这都是阵盘气灵 在根据周扬的设定 所模拟出来的人物模板而已 周海通过做内务处的任务 积分在飞快地提升着 很快就进入了前十名当中 这种彩蛋任务 周扬没有明说出来 需要试炼者自己去发现 若发现不了 那说明你气运不够 对于修士来说 气运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 有的气运好的修士 出门都能捡到灵气呢 而这幻境中 一共就两个彩蛋 周海发现了一个 其他人却没有发现这个彩蛋 这个彩蛋 要和周平安对话 然后应周平安的要求 独自一人去外面倾慕城内 寻找几个周平安的玩具带回来 周海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 做这个任务 死了好几次才完成 若不是因为他和周平安认识 还真做不下来 这种送死且没有积分的任务 而周平安这前置任务完成之后 周海成功接触到了 真正的积分任务 那就是内务处 母亲刘婉如那边的任务 这才是周海后面几天 能冲到前十名之内的重要积累 而另一个彩蛋 在剩余试炼时间 即将结束的时候 被人发现了 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离家出走的 最年幼孩童 年仅八岁的周玉良 这小家伙 完全没有战斗的天赋 积分排名从头到尾都是零 他即便有了成年人 十八岁的身躯 也杀不了人 不是不敢 他也是有勇气战斗的 学习能力也有 不过很辣程度不够 几次参加战斗 都是被人杀死的份 最后 阵盘气灵模拟的护卫队长 都不让他上前面战斗了 而是让他在后面运送物资 嗯 这种运送物资 是没有积分可拿的 原本他也机灵地以为 送物资时间长了 肯定会给点积分的吧 结果 一个没有 这试炼都快结束了 他还是零蛋积分呢 周玉良叹了口气 看来 我是真的没有机会成为修士了 竟然一分都拿不到 可恶 我就这么费的吗 海哥哥都进前十名了 其他两个哥哥姐姐 也都在前五十名之内呢 就我一个最无能了 周玉良恨恨地打了自己一巴掌 随后有些自暴自弃地跑开了 一个人找了个地方躲起来躺平 等待试炼结束 鹰鹰鹰 周玉良所在的位置 正好是周玉原本所在的房间位置 他安静地发了一会呆 却忽然听到一阵古怪的叫声 转头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竟然是一只白色的小狐狸 第129章 小狐狸和林果 艰难的抉择 妖 妖兽 周玉良惊呼 这里是周府啊 怎么会有妖兽存在 而对面的小狐狸 即便是是阵盘气灵模拟的 可却是按照周阳脑海中的 小狐狸模拟出来的 可以说从外形模样 到内在性格都模拟了个七八成 见到周玉良竟然叫自己妖兽 而且还一副被自己吓到的模样 小狐狸顿时生气了 这里可是他的家 你才是外来人吧 有什么资格来嫌弃我啊 小狐狸刷的一下从原地消失 再次出现已经是周玉良的身后 小爪子一下落下 周玉良惨叫一声 已经倒地不起了 小狐狸原身可是有着助击修为的 模拟出来的实力 也是助击尽存在 远不是周玉良一个凡人护卫模板能比拟的 这是至上的差距 鹰鹰鹰 小狐狸跳到周玉良面前 耀武扬威地朝着对方摆了摆小爪子 周玉良惊骇地看着这只小小的狐狸妖兽 这头妖兽虽然看上去很小 可实际上的实力却可怕无比 他在脑海中稍微对比了一下 这个小狐狸甚至比周府那些 练气修士还要强大得多 这 这是一个二阶妖兽 周玉良瞪大了双眼 作为一个凡人 他别说见过二阶妖兽了 即便是一阶的 练气净妖兽都没见过多少 那是妖兽和野兽 是两种生命层次的生物 他要是碰到了 能不能活下来 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呢 而现在 他亲眼看到了一头二阶妖兽 虽然只是在幻境中看到的 可也见识了二阶妖兽的强大之处了 刚才对方对自己出手 自己根本就察觉不到任何动静 周玉良明白 若是这只小狐狸想杀自己 自己现在早死几百次了多 不过 既然对方没下死手 只是抓伤了自己而已 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你 你是周府的灵兽是吧 周玉良作为周家族人 从小就听着周家修士的传说故事长大的 自然也知道 一些修士会豢养训化一些妖兽 这种豢养的妖兽被称之为灵兽 于是他尝试询问 与对方交流 一压呀 小狐狸眨了眨眼睛 随后点了点头 回应了周玉良的询问 竟然 竟然真的是周府的灵兽 不过 你应该是二阶灵兽吧 为什么没去外面 去参加修士间的大战啊 周玉良询问道 他虽然年幼 可这段时间的试炼下来 让他成长的速度 简直比前面八年加起来都要快 对新兴的成长更是巨大无比 小狐狸闻言 摇了摇头 然后继续待在房间中不出去 周玉良见此 也不再询问了 他想着 自己反正都快要淘汰了 正好有一头二阶灵兽 陪着结束 这次的试炼也好 以前自己可没见过这样等级的灵兽 于是 周玉良开始纠缠小狐狸 他仗着小狐狸 不会对他下死手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每天吃喝结束就来这里 找小狐狸玩 最后 在距离试炼结束的最后一天 小狐狸被他纠缠得烦了 直接想要溜走 周玉良哪里会让他溜走啊 这几天时间下来 他渐渐地把小狐狸 当成了自己的灵兽了 非常喜欢这头可爱的灵兽 说到底 周玉良实际上 也只是一个八岁孩童而已 于是 周玉良跟随着小狐狸的踪迹 来到了周府内务处的一处药园当中 这是按照青木城周府内务处的 后院药园设计的地方 此处种植着一棵灵果树 眼下这棵树上的灵果 即将成熟了 婴婴婴 小狐狸站在果树下方 流着口水 看着果树上的灵果 你想吃那个果子吗 我去摘下来给你吧 周玉良朝着小狐狸说道 小狐狸点了点头 不过 却警惕地指了指果树方向 周玉良却看不懂他眼中的警示 只以为 他在为自己指点方向呢 刚跑过去 才碰到树身 当他复活之后 整个惹都有些猛逼 自己这怎么就死了 刚才好像天上有雷电打了下来 落在了自己身上 那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法术吗 周玉良并不放弃 再次跑到了灵药园中 这一次 他警惕了起来 围绕着灵术 转了好几圈之后 没发现树上 有什么守护妖兽 也没人躲在上面给自己法术 疑惑了半晌 他才试探着伸出手去 哄 又是一道雷霆砸下 这一次 他并没有被一下打死 嗯 两下 两道雷霆落下 他又死了 就这样 周玉良不断复活来过 被雷霆打死了九次 每一次死亡复活 他都发现 这雷霆的力量 似乎在削弱 远没有第一次 那种一道雷霆 劈死人的威力了 终于 第九次复活后 他触碰灵术的时候 再也没有雷霆落下了 周玉良长长地出了口气 一下死那么多次 即便是幻境模拟的死亡 但是那种临死前的恐怖感 是非常清晰的 模拟的与真实死亡 爬到了树上后 看着眼前的这颗灵蕴十足 香气肆意的灵果 不自禁咽了口口水 这东西 一看就不得了啊 肯定是非常珍贵的灵果 也不知道现实中的周福 有没有这样一颗灵树和灵果呢 周玉良 随手摘下了这颗灵果 而就在他摘下灵果的瞬间 他的耳边 忽然传来 震盘气灵膜你出来的机械音 叮 恭喜试炼者周玉良 您摘得隐藏任务中的碧玉灵果 此灵果可以兑换五百积分 是否兑换 周玉良瞪大了双眼 耳中听着震盘的声音 同时眼前的半透明框框上 也显示出了清晰的自己 正在询问 他是否将灵果兑换成五百积分 周玉良激动得难以自已 这 这是山崇水复夷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自己都这么摆烂了 这么多天 啥都没干 就混日子了 结果你现在一颗果子 就能兑换五百积分 简直 简直是无法形容 他现在的心情 周玉良一个激动 就要进行兑换积分 银银银 也就在这个时候 树下小狐狸的叫声 让他从忽然间的激动 和迷幻中清醒了过来 他看向树下 那个瞪着一对圆溜溜大眼睛 看着自己的小狐狸 正在流口水一样地看着灵果呢 周玉良此刻满心纠结 他感觉自己 现在已经不是左右为难这么简单了 兑换了灵果后 自己将获得五百积分 这个积分数量 即便是现在的积分排名 那也是稳稳进入前十的分数了 现在排名第一的 还是那个叫周大壮的人 积分是621 经过这么多天的杀戮征战 排名前十名的人 积分数量都已经到了300以上了 周大壮是最夸张的 一个人拿了600多分 而第二名才480多分 最后的第十名才373分 也就是说 自己将灵果兑换成500积分的话 稳稳拿到第二名的名次 现在距离试炼结束 就只剩下小半天了呀 第三名 估计很难追上自己的 即便追上也没事 只要在前十内 自己就能成为修士 修士啊 自己离家出走 参加试炼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成为修士吗 是 自己的确是答应了小狐狸 帮他拿到灵果 这只是 幻境中的一只小狐狸而已 对 自己不能 为了一句承诺的话 而放弃成为修士的机会 一旦放弃 自己以后 一辈子都会是一个凡人 几乎不会再有 成为修士的机会了 周玉良理智地 思考了好大一会的事件 这个时候 他不知道 有一道平静的目光 也在注视着他 周扬正在看着他 等着他最后的决断 可以这么说 这样一个气欲逆天的小子 是必然成为周家修士的 他选择兑灵果 将获得500积分 瞬间第二名 而他若是为了一句 对幻境模拟出来的 虚拟小狐狸的承诺 而放弃成为修士的机会 将灵果 交给小狐狸的话 周扬嘴角 带着一丝微笑 等待着周玉良的抉择 第130章 九万积分牌第一 十大绝世天才诞生 周玉良张了张嘴 就要兑换果实的时候 猛然一巴掌 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周玉良啊周玉良 你难道忘记父母的教导了吗 母亲教导 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父亲教导 我要当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周玉良痛骂着自己 为了一个成为修士的机会 而放弃自己的承诺 即便日后真成了修士 也不会走多远 我不能这么做 要正视自己的内心 周玉良深吸口气 强行将目光从灵果上移开 然后爬下了灵树 忍着惋惜 将灵果交给了小狐狸 周玉良看着这一幕 摸着下巴思索起来 到底是一个孩子 即便经历了几场试炼 依然改变不了其内心纯粹 周玉良笑了笑 如果是任何一个成年人 面对这样的机会 绝对不会将灵果 给一个虚拟的小狐狸 而是自己立刻兑换成积分 这可是成为修士的机会 而周玉良 作为一个八岁的孩童 依然记得父母的教导 并且将这些优秀的教导 当做了自己的人生信条 正是内心 信守承诺 这个小家伙 值得培养 哄 下方幻境 在依照周玉的设定运转 小狐狸 拿到灵果后 当即就吞吃了下去 随后 在原本还有些惋惜的周玉良 惊骇的目光中 小狐狸身上 发生了恐怖的惊变 小狐狸的身形 猛然增长 随后冲向了天空 小狐狸化作了一道半透明的散发着 无尽紫色光晕的巨大形态 此刻的小狐狸身形 几乎笼罩了天空 其手爪 化作天幕般 刷的一下 挥了下来 随后 就能听到 九道惨叫声 从半空传来 那是攻击周府的 九个金丹大修士 发出的惨叫 周玉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随后他就听到了 一阵阵盘的机械音 叮 恭喜试炼者周玉良 成功击败来袭敌员 击杀九名 敌对金丹大修士 获得积分 九万 试炼结束 十个呼吸之后 此幻境将消失 请试炼者周玉良 做好准备 十个呼吸之后 周玉良张开了双眼 随后 迷茫的双眼中 渐渐变得有神起来 他先是看了看周围如同 陷入沉睡的众人 然后又看了看 自己幼小的双手 自己变回了本来的模样 即便出来了 他的目光前 依然有着一个半 透明的框框 上面明晃晃地显示着 他的积分 九万 周玉良有点傻眼 这 这积分是认真的吗 尼玛 九万积分啊 把除自己之外的 所有试炼者 积分加起来 能有九万吗 绝对没有 估计一半都选 自己这是 一个人的积分 比所有人加起来 都多了吗 这这 这合理吗 自己还只是一个 八岁小孩啊 这种事情 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周玉良有些害怕地 缩了缩脖子 偷偷看了一眼天空 那道高悬上 空盘膝 而坐得伟岸身影 家主大人 肯定是知道 幻境内情况的吧 发生这种事情 家主大人都知道 啊 应该怪不到 自己头上的吧 就在周玉良清醒之后 大概过了一顿饭的时间 幻境试炼的时间 正式结束 那么多人的试炼 就周玉良一个人 提前结束的 醒来的众人 赶忙看向眼前的排名 在最后 即将结束的时刻 他们顾不得看排名 全都在拼了命地杀敌 想要让自己的排名 更高一些 当然 那些排名一百好几 位于末尾的人 直接摆烂 那些人不在其中 这些人早就 开始议论纷纷了 因为他们看到了 周玉良的积分数量 九万 吓死个人 山谷空地上 不断响起一阵阵惊呼 随后是难以置信的质疑声 安静 半空中 盘歇而坐的周扬 睁开双目 漠然的双眼 环视一圈 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接下来 宣读排名 同时 前十名者 将在我的庇护之下 服用龙龄草 众人文言 也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相信 家主大人 肯定会对那个 超乎所有人想象极限的 九万积分给出解释的 宣读排名的不是周扬 而是正盘模拟 第一名 周玉良 八岁 普通孩童 积分数九万 第二名 周大壮 三十一岁 高阶舞者 积分数六百五十三 第三名 周海 十岁 普通孩童 积分数四百九十三 第四名 周翠翠 三十四岁 屠夫 积分数四百七十一 第五名 周铁星 六十八岁 铁匠 积分数四百六十五 第六名 周俊伟 二十九岁 前护卫队员 积分数四百二十三 第七名 周华 三十二岁 前护卫队员 积分数四百零九 第八名 周青山 二十三岁 矿工 积分数三百九十七 第九名 周二狗 十九岁 无业游民 积分数三百八十八 第十名 周寒霜 十六岁 普通女孩 积分数三百七十七 第十一名 第五十名 一直到阵盘 全部念完所有前五十名的名字之后 才停泄了下来 那些五十名开外的人 对这五十人 全都投去了艳羡的目光 这五十个人 可都是未来的修士啊 简直太羡慕了有目有 不过他们即便失败了 也有三颗强身单可以拿 也不亏 参加这次试炼 完全是赚大了 只不过 和这五十人一对比 那差距就太大了 我知道 你们在质疑什么 这个时候 周扬开口说话了 他直接一挥手 将周玉良的遭遇 给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这阵盘连幻境都能模拟 展现出一个 虚拟光幕 还不简单 众人看着周玉良 一直零积分混日子 有些不解 他不是九万积分的吗 怎么那么多天过去 都快要结束试炼了 还是零分啊 等他们看到周玉良 最后几天直接摆烂 跑去周府一个房间内 睡懒觉的时候 不由瞪大了双眼 不是吧 这样都行 他们谁不是在想着 快要试炼结束了 得加紧杀敌 赚取积分 怎么这小子 还跑去偷懒了 而就在他们 还疑惑和不解的时候 小狐狸出现了 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 看得他们 目瞪口呆 看到周玉良 为了帮小狐狸拿到灵果 连死了九次 最后终于 拿到了灵果的时候 他们猜测 肯定是这有雷霆庇护的灵果 让他得到了那么多积分的 可接下来周玉良 竟然犹豫之后 打了自己几巴掌 将那能够兑换 外外的人不由瞪大双眼 差点把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这小子这么傻了吧唧的 是怎么拿到第一名啊 那可是五百积分啊 兑换之后 直接进前十 而后 他们看到了 为何周玉良 能拿九万积分的画面了 小狐狸吃了灵果后 杀爆全场 一下子干掉了 九个金丹大修士 九万积分 就这么到手了 这场试炼 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试炼幻境当中 有两个不用 亲自杀敌 也能获得积分的方式 刚才周玉良所做的 就是其中之一 你们其中 甚至是排名一百多的人 都有几个碰到过这个任务 人物模板 可你们 却从没去深入接触 探寻过 周扬平静地说道 而别人去做了 获得了巨大的收获 下面请看第三名的周海 是如何获得积分的 周扬又给众人播放了 周海是如何遭遇周平安 如何帮周平安拿回玩具 获得了进入内务处的机会 在内务处领取任务后 获得大量积分 最后成为了前十名当中 排名第三的人物 而第二名的周大壮 周扬也播放了 一下他的试炼经过 周大壮的积分 几乎每一个 都是他真正杀出来的 说实话 他在刚才看到周玉良的积分之后 第一个 是怀疑家主 配合那个叫周玉良的小孩 在作弊 不过又想了想 感觉家主 没必要这么做 真想提携那个孩童 直接将龙龄草给他吃了 也没有任何人敢说个不字 现在一看排 在自己前后 两个小孩的试炼经过 他也恍然了 幻境中的那个小狐狸 他没遇到过 但是周平安 他的确遇到过 那个孩童 还喊着 让自己帮他寻找玩具呢 自己当时没理会 忙着杀敌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 每一个人的幻境中 是都有机会 遭遇这些的 都有机会走捷径 获得积分的 可真正把握住的 只有这两个小孩 众人看完之后 全都心服口服 每一个人 都有成功的机会 自己却没把握住 怪不得别人 现在 钱十明上前一步 准备服用龙龄草 有我为你们护法 什么都不用去担心 周扬平静地说着 我将用法力 将家族的修行功法 练器阶段的法门 传递到你们的脑海中 你们不需要多熟练 只要按照我神念的引导 进行运行就行了 等到引气成功之后 有的是时间 给你们慢慢熟悉功法 接下来 周扬挥手间 将 碧玉弓 练器阶段的功法 传给了前十名 至于后面的四十人 他们等会要 吃的是低阶龙龄草 估计引气入体 将会耗费很长时间 毕竟灵根等级不会高 就让他们日后 自己慢慢凝练出去 也就是说 他们暂时没资格 让周扬亲自为他们护法 为他们引导功法运行 只有前十名周家族人 他们完全有资格 让周扬亲自出手 护助他们开启修行 一来 他们将要服用的是 耀灵逆天的高阶龙龄草 没有周扬护体 他们必然暴体而亡 二来 这十人 在服用这等耀灵的龙龄草之后 将成为和夏清玄一个 等级灵根品级的超级天才 十个拥有超品双灵根的天才 可以说 整个修仙界百年一遇的超品灵根 将一下子诞生十个 这还不值得周扬出手吗 完全值得 一会之后 等到十人稍微熟悉了一下功法之后 周扬开始动作 他一挥手 从专属空间取出了十株 高阶龙龄草 神念一动 将龙龄草化做了十团绿色之叶 随后用神念控制了十人的身体 让他们张开嘴吞了龙龄草之叶 汹涌澎湃的药力 开始在他们的体内沸腾起来 系统的力量 早已覆盖了十人全身 将他们全都庇护起来 药力不断被炼化进十人的四肢百骸 彻底融入全身 灵根在快速诞生 灵根品级再不断攀升 不过是几个时辰之后 十位超品双灵根绝世天才 诞生 这十人日后成长起来 将会成为震惊整个修仙界的存在 引导着十人默默进入修行中后 周扬的目光转向了另外的四十人 第131章 32个灵根诞生 400猪龙灵草莓了 你们四十人来这里盘西坐好 周扬指着一旁的空地 朝着那四十个人说道 四十名周家族人闻言 各个都露出了欣喜之色 刚才他们看着那前十名族人 在家主大人的帮助下 成功进行了修行 他们一个个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心中也在期待着 自己等会也有机会踏入修行路的 与这四十人相比 那另外的一百来人 那就是真正的羡慕和嫉妒了 他们可没机会成为修士了 这一次这样的试炼 主家拿出这种 能够让凡人成为修士的绝世灵药 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绝对是超级珍贵的 短时间估计是不可能再举办了吧 他们暗自叹息 即便是再次举办 到时候这次的试炼结果传出去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参加试炼呢 那时候的竞争 可不像这一次这么简单了 是的 这是第一次试炼 有不少人即便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半信半疑 或者说 感觉自己没那个机会 不想费大力气去冒险 但是这一次的结果 一旦公布出去 将证明这是真实的 且还有那么多人成功过了 远比传信上还要多的人成功了 是主家家主临时改变了主意 多增加了40个人的名额 主家的家主大人 是原因大修 人家随便改变主意 周家族人没有任何人 敢有什么质疑的想法 相反 这些试炼者 对此那是真的欢喜 机会多了好几倍 肯定高兴啊 40人纷纷落座 周扬挥手 如同之前对待前十名一般 直接神殿降临 笼罩所有人 掌控了他们的身体 和前十名不同的是 这一次 周扬不用为他们 引导功法引气入体 只要专注于40人服用龙灵草 让他们诞生灵根就足够了 40株低阶龙灵草 出现在40个人眼前 他们还没来得及 看清楚龙灵草的模样 就见到龙灵草 瞬间化作一滩绿色液体 随后 他们的嘴巴 不受自身掌控的张开 吞下了这一团绿色液体 因为是低阶龙灵草 没有经过系统增幅 药力远不向前十名服用的那般 强悍可怕 所以 系统之力根本就不需要动用 周扬只用自身的神念镇压 就足以完全掌控40人的身躯 不会因为药力而暴体而亡 这股药力 也没那么强度 能让他们暴体 药力还是太弱了 周扬暗自摇头 从他神念感受之下就能知道 一株这等年限的龙灵草 根本就不足以让一个凡人诞生灵根 难怪 此前查询到的龙灵草记载上都说明了 龙灵草 只有千年药灵才有这百分之百 让凡人诞生灵根的药力 既然药力不够 那就再来 低阶龙灵草 我可是有这上万株的 周扬面色丝毫未变 再次挥手 又是40株龙灵草出现 随后化作液体被吞浮 一次 两次 三次 一直到第七次的时候 终于有一个周家族人诞生了灵根 不错 只服用了七株龙灵草 就诞生了灵根 这天赋比其他49个人要好些许 不过 为了让你天赋更好一些 也显得更加公平一些 那么 所有人服用的数量 都相同吧 周扬看着那个没能进入前十 却是和周海 周玉良一同经历了后面几次试炼的少年 他竟是40人中 第一个诞生灵根的 周扬笑了笑 再次拿出了40株龙灵草 让他们服用了下去 这是第八次服用了 相当于每个人都服用了八株龙灵草 这种等级的灵药 每人服用八株 奢侈到极点 可就算这样 也才消耗了320株低阶龙灵草而已 他手上还有9000多株呢 第八次的服用 一共有7个人诞生了灵根 其中那个周海四人组里的女孩 也在这一批人当中 至此 周海四人 在进入第四轮试炼之前的约定 也算是完成了四人全部成为了修士 只不过 因为机遇不同 周海和周玉良 成了资质绝世的超品灵根修士 而他们二人 则成了普通修士 当然 不管怎么说 成了修士 总比当一辈子烦人是好太多了 而且 这可是周家的修士啊 以周家 现在拥有的资源 以及日后可能会拥有的无量资源 即便是最普通的修士 也是有着无限可能性的 第九批龙灵草服下 再次诞生了十几个灵根者 周扬动作不停 继续取出龙灵草 十株 每人十株的龙灵草下肚 这四十个人当中 一共有32人 成功诞生灵根 拥有修行资格 至于还有八人没有诞生灵根 那真的没办法了 周扬之前就说过 这四十人有机会成为修士 但不是一定的 他给足了机会 并且保证公平 每个人都有十株龙灵草 这样下来 你还不诞生灵根 那只能说抱歉了 这毕竟是百年要灵的龙灵草 即便服用十株 也不可能像千年要灵的龙灵草一样 让凡人百分之百 获得灵根 周扬也不准备继续给这八个人 服用龙灵草了 他知道 即便在如何差劲的凡人 真想的话 几十株上百株龙灵草下去 肯定能诞生灵根 但是没必要 机遇不是这么给的 剩余的龙灵草 他会等日后 周家族人多了 每过十年二十年 举办一次试炼 这机遇 不能都给了第一次参加试炼的人 也得给日后的族人们留下机会的 你们四十人 有三十二人成功诞生灵根 这你们立刻返回家中 安排好家中事宜后 前往三个小镇集合 那里的周家镇长 会安排你们一同前往青木城周家府邸 到时候 会有人教导你们进行修行 周扬平静地对下方的人说道 当然 不会让你们走着回去 试炼已经结束了 如之前的试炼失败者一样 他们拥有传送回去的机会 你们这些试炼成功者 自然也是有的 做好准备 我会立刻将你们传送回到你们来时的地方 三十二人纷纷起身 包括那个少年 和那个十二三岁的女孩 两人有些不舍得 看了一眼还在修行当中的周海和周玉良 随后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坚定 既然自己有了灵根 就能修行了 即便资质不如小海和玉良 以后也是能够一同踏上修行路 共同修行 展望修仙界美好未来的 天空中 阵盘一颤 一道道力量 笼罩三十二人身上 周扬法力涌出 阵盘上的传送之力发动 刷刷刷 光芒闪烁中 三十二人被传送离开 山谷中余下的 除了还在修行当中的十人外 就只有一百多失败者 以及那四十人中 没能成功觉醒灵根的八人了 你们八个人 周扬看向了这八人 这八个人 有前护卫队员 有普通村民 有农妇 有身着优越的富家子弟 家主大人 我们 我们为什么 没能诞生灵根啊 他们 他们三十多人都诞生了 怎么可能我就没出现灵根呢 一个青年男子 神色有些复杂 满脸的不甘之色 你们刚才每一个人 虽然身体被我控制 但是你们的思维 都是能够正常感受 外界发生情况的 所以 具体的情况 你们也都知道 周扬平静地看着这个青年 说出来的话语 非常的现实 你们每一个人的机会 都是均等的 你们吃下的灵药 年份药灵的确是不如前十名者 但是你们每一个人 都吃了十株 这十株灵药的价值 远超你们的想象 一株灵药 换成繁俗金钱 甚至可以购买上万亩的农田 而你们 每个人吃了十株 死死 众人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即便是那些第四轮失败的试炼者们 也同样如此 这 这哪里是在吃灵药啊 这是在吃金子吧 不 金子都没这么珍贵啊 那八个人 即便是那个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年 也都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每人吃了十株 一株相当于万亩农田 这不就是说 他们每人吃掉了十万亩农田 却还没能诞生灵药 这 怪不了任何人啊 所以说 机会我给了你们 无法诞生灵药 是你们气韵不够 周扬沉生说道 但是 因为你们吃了十株珍惜灵药 你们的体质 已经大大的 强于普通凡人了 你们的身体 将比那些服用强身丹的人 更加强大坚韧 你们如果去学习凡俗武学 未来将可能达到 凡俗武者们所言的大宗师境界 活个两百年都不成问题 但是想要修仙 则需要你们自己的机遇了 去吧 都回去吧 还有你们百人 强身丹 这回也都领到了吧 周扬说着 看向一旁的修士 这是听从吩咐 前来发放强身丹的周家修士 见到周扬看来 连忙点头 这修士 说实话 对这一次的试炼是非常羡慕的 前使者不用说 任后肯定是周家重点培养的天才 即便是那前四十名的人 也有十株灵药可以服用 他们这些周家修士 怎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 这是面向周家凡人的机遇 只有凡人可以参加 任何周家凡人都可以 老弱病残 五一不可 那就返回原处吧 说着 周扬便发动法力 沟通阵盘 将这百多人全部传送走了 看了看还在修行中的识人 周扬转头看向了旁边的周家修士 这一次的试炼机遇 是给周家凡俗族人的 待我这次返回家族 也会将周家修士的待遇提上一提 周家的资源自然不可能少了你们的份 感谢家主垂怜 修士仿佛被周扬看透了心思 文言 立马低头行礼 脸上火辣辣的燥热 等十人醒来 你通知一下修士护卫队的人 分派出十个练气后期的修士 陪同他们返回各自的家中 安排好事宜之后 保护他们前往青木城 周扬继续下达指令 遵家主大人令 这修士是一个助级修士 是前些天刚出关的周家修士 和他一同出关的 还有十来人 周家助级修士迎来了大爆发 可以想象 周家从此以后 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练气只是起步 助级也只是基础 精丹才是他们的目标 原因将是他们的追求 第132章 回归青木城 青蓝公主来访 周扬点了点头 又看了一眼 那十个正在修士中的绝世天才们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这十人 将是周家未来的底蕴 且还仅仅是从凡俗族人中 挑选出的绝世天才 那些原本就是修士的周家人 同样不能忽略 他们先天就拥有灵根 凭什么比凡俗族人差呢 不过 这也不能太极了 周扬此刻手中 已经没有高阶龙灵草了 而且说实话 龙灵草这种灵药 并不适合修士服用 龙灵草觉醒诞生的灵根 自带水木双细灵根 若修士服用的话 将会叠加到 它自身拥有的灵根之上 若是水木双细还好 会被覆盖掉 而是其他细灵根 那将会让它的灵根变多 变杂 并不能完全发挥出灵根的用处 即便是高阶龙灵草 诞生出超品灵根 也会拖延其修行速度 所以 总体来说 低阶龙灵草 对于修士来说是剧毒 会让它变成杂灵根修士 高阶龙灵草 的确会让其拥有超品多灵根 却会严重拉低高阶龙灵草的作用 得不偿失 而周扬为周家修士们 准备的机缘则是 龙泄丹 这一次 针对周家凡俗族人的试炼结束 估计周家修士们 一个个都不太好受 就像旁边 这位助基修士一样 虽然不会明面上质疑自己 绝对会心里感到不舒服的 家主大人将如此珍贵的灵药 给凡俗族人使用 而没考虑到 为周家拼命的修士们的感受 怎能不让他们多想呢 一碗水端不平 即便周扬可以凭借自身硬实力 和威严强行压下 也不是长久之计 不利于家族团结和发展 所以 龙血丹这东西 就有了用处 这东西 可以让人诞生神通 神通啊 这是多少大势力 都强求不到的超级机缘 整个大厦有几个修士 拥有神通的 整个大厦多少修士 数十万是有的 各大势力 药王谷 大厦王室 各大修仙家族 加起来得有数十万修士了吧 这其中拥有神通的 不会超过一百个 这还是往多了说的 真实数量绝对更低 这次龙血丹的炼制成功 有三分之一会落在药王谷手中 这些家伙炼丹技术高 周家不得不找人家出手 这么一来 人家为你炼制这样的好东西 不得拿点好处啊 但至少还有三分之二 会回到周家手中 这龙血丹 是用来诞生龙威的 周扬根本就不需要 因为他拥有着祖龙龙威 哪里还需要这种残次品啊 是的 龙血丹诞生的龙威 并不能算是完整的神通 只能算是半成品 否则的话 你想想 周家将会因为诞生十几二十个 拥有神通的修士 这不得逆天啊 周扬决定拿出十枚龙血丹 给家族重修士竞争之用 剩余的龙血丹 留几颗作为内务处 发布任务奖励之用 再有多的 估计要做一些人情了 不知道多少人盯着这东西呢 否则夏清玄会在药王谷不走 硬要看到龙血丹炼城 才会周家吗 如果是周远山等人 护着龙血丹 归来的路上 万一被人抢了呢 别以为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人家抢了 直接离开大厦 修仙剑那么大 你上哪找去 为了资源 那些散修可不管你周家里家的 他们都是活了今天没明天的人 风险再大都愿意去拼机缘的 夏清玄带着福伯护送 才能放心 大厦还没几个金丹散修的 有也不可能为了个龙血丹这种 只能诞生残刺神通的丹药出手 而得罪周家 周扬交代了一番之后 收了阵盘 直接飞出了山谷 这里的事情 都交给周家修士去处理了 即便是未来的实名爵士天才 也不可能 让周扬这个一家之主亲自保护 有周家修士 驾着非洲运送就足够了 而且 周家存在 都在周扬的神念覆盖范围之内 真要发生点什么事情 他第一时间也能知道 他可是在十个人身上 都下了神念印记的 为什么他没有通过阵盘 传送回青木城 废话 传送普通人还行 传送他这么一个原因大能 得需要耗费多大法力啊 远不如自己飞回青木城轻松呢 返回青木城之后 周扬便稍微收拾了一下 和家人团聚 闲聊了一段时间 顺便一起吃了个饭 然后便开始处理家族事务起来 两天时间之后 试炼挑选出来的族人 全部抵达青木城 由周骏和李凤仙 以及七位祖老负责教导他们修行 十位爵士天才也在其中 在初期修行之上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优待 不管他们是老者 还是农妇 还是孩童 都在和那些被检测出 灵根的孩童们一起修行 周海也如愿以偿地 和周小宇见面了 两人每天都和他的几个同伴 一同学习修仙知识和修行 周平安也时不时地过来玩耍 这家伙的理论知识 可是非常厉害的 时不时地给周海武人开小灶 周扬也没去管他 因为他今天正好收到了 夏清玄传来的讯息 好消息 龙血丹炼成了 龙血丹成 那么 家族修士们的机缘来了 周扬嘴角带笑 随后招来了家族侍女 这些侍女 现在可都不是普通人 他们虽然以前是凡人 但给周府当侍女多年 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呢 所以 低阶龙龄草下去 硬生生全给顶成了修士 他们每日里闲暇之时 不是跑去家族教导处 就是跑去询问周雪刘宛如 他们才真的是 进水楼台先得月 不时还能获得 刘宛如和周雪给的灵国赏赐 修行比其他人都快 去 将周俊叫来 周扬吩咐了一下侍女小灵 小灵应了一声 恭敬地行礼离开 跑去叫了正在家中进修的周俊 周俊过来之后 周扬将自己的想法 和他说了一下 好是啊 你之前给家族凡人 安排这么大的机缘 家族修士的确是有一些闲话的 说你有些偏颇凡俗族人 被我呵斥了一顿后 好了很多 但是这样不管不问总是不好的 现在你准备给家族修士一场机缘 那可就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周俊高兴地说道 这些家伙 真以为我不知道吗 周扬哈哈一笑 他的神念何其强大 周府修士们的牢骚他也是知道的 不过这些人也只是发发牢骚 该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 每一个都是拼尽全力去完成任务 并没有因为周扬偏爱凡俗族人 而产生怠惰和逆反情绪 至于因此判出家族的 那更是半个都没有 开玩笑 现在周家是什么待遇 资源那么多 每次任务给的贡献度点数又高 各种丹药零食 简直用不完 这世界上 哪里还有比周家更好的势力了 即便是那些圣地 都不可能这么好吧 所以 即便他们发牢骚 但是其对周家的忠诚度 依然没有减少分毫 对了扬帝 这龙雪丹的试炼 我能参加吗 这可是能够觉醒龙威神通的灵丹 说到龙雪丹 就连周骏都有些垂涎不止了 龙雪丹 他也想要啊 别 周扬文言 连忙摆手道 这种通过龙雪丹激发的龙威神通 只属于蚕次品神通 完全无法和那些完整的 顶级神通相提并论的 你 还有唐姐他们 周雪他们 全都不要使用龙雪丹 以后有机会 你们必须要觉醒 真正完整的神通才行 原来 你是这么想的 我懂了 周骏文言 顿时激动了起来 对龙雪丹 也没有了之前那般的期待 你去把这则消息通知到所有周家修士 嗯 要求参加试炼的人 必须最低得有炼器中期以上 周扬说着道 不要感觉 他们炼器修士 无法和助击修士相比 这试炼同样是分层次的 十颗龙雪丹 将会被分配到不同境界中去 每一个境界中 决出前几名 以此竞争这颗龙雪丹 并且 试炼不仅仅会考验法力 同样会考验神念 神魂 毅力 意志 信念等等 修为高低 并不能完全有把握 获得最终胜利的 好 我明白了 这就去给各地周家修士传达信息 周骏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周扬刚准备低头处理足物 神色一动 重新看向了门口方向 门外 刚走出周扬办公屋的周骏 脚步一顿 开口道 原来是青蓝公主 公主殿下是来找家主的 是啊 我想找他聊聊天 他在的吧 我刚问了侍女 夏青蓝娇俏可爱 容貌虽然不及夏清玄 却也绝对算得上是 大夏修仙界顶级美女修士了 周骏心中嘀咕着 这位公主殿下 找杨帝做什么 在呢 你要找她的话 现在应该是好时候 再过段时间 她又要忙碌起来了 周骏说完 朝着夏青蓝点了点头 便离开了 夏青蓝走到门前 刚抬手准备敲门 便听到屋内传来一声清朗的声音 是青蓝公主吗 请进吧 听到周扬的话 夏青蓝笑了笑 在周府 以周扬的实力 也没什么能瞒住对方的 自己 才助击大圆满修为 还没经单呢 当然无法瞒住周扬的神念探查 周扬 第133章 万寿宗妖圣宫廷战 夏青玄归来 夏青蓝走进了周扬的办公之地 先是很随意地打了个招呼 她和夏青玄可是好姐妹 这些时日在周家做客 和周家两姐妹也相处极好 和周扬也谈不上陌生 自然不会太过客气 那样反倒是显得太过见外了 青蓝公主何事找我 周扬放下了手中的文件 罗布走了过来 将茶几上的杯子取出 然后拿起茶壶 给对方倒了杯茶水 自己当然也倒了一杯 正好趁此机会休息一下 怎么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聊天了吗 夏青蓝嘟着嘴说道 我就知道是这句话 周扬心中暗道 随后展颜一笑道 这不是不想让青玄误会吗 青蓝公主这么漂亮 能和你坐下品茶聊天 自然是一件 让人心旷神仪的好事 咦 你这说话方式 怎么跟夏青明 大魂球一个样 夏青蓝摆了摆手道 好吧 我直说了 刚才我接到父皇的传讯了 嗯 周扬神色一动 脸色有些正重了起来 不知道陛下可是有事吩咐我 绝对是和自己有关的事情 否则的话 夏青蓝也不那种 会故意挑事的人 不可能在知道 夏青玄和自己关系的情况下 还特意来纠缠自己 即便他有想法 也会通过王室的运作达成 从夏青蓝的目光中 周扬还是能偶尔看到 那一丝丝对自己的仰慕的 没办法 周扬本身长得就好 修为还高 天赋那更是逆天爵士级别 年龄更不用说 才17岁 用未来可期来形容他 都是贬低了 这绝对是仙人料子 谁家女孩见着这样的爵士人物 会不动心 不过眼下 夏青蓝却说出了那位陛下传讯给他了 然后就来找了自己 那么讯息内容必然是和自己有关 或者是和周家 甚至是夏振风妇女有关 难道是因为自己和夏振风走太近了 还成了对方的女婿 这位曾经和夏振风是竞争者的陛下 来问责自己了 然而下一刻 听到夏青蓝的话他才知道 自己猜错了 父皇在传讯中说 王朝擎天宫 安插在大商的探子得到消息 大商的第一大宗门 万寿宗和妖圣公达成了停战协议 妖圣公的主力大军 已经从大商的南方边境撤离了三分之一还多 其高层大妖也有好几个 离开了妖圣公和大商的前线 让你这边多注意一下南方动静 夏青蓝面色凝重地说道 妖圣公和万寿宗和解了 周扬稍微有些震动 这对整个修仙界的南域来说 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妖圣公代表了妖族在南域最大的势力 或者说 即便是整个凡间妖族 妖圣公都是一顶一的顶尖势力 其他区域的妖族势力 太弱小了 繁华的东域不用说 那是人族的势力所在 那里的妖族 哼 那都不叫妖族 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妖族 只有一些妖兽盘踞之地 还是人族特意留下来 给后背试炼用的 中域 别闹 那里是人族修仙界的中心 也是人族发源地 那边别说是妖族了 妖兽都没几个 被豢养的灵兽 倒是有不少 至于北域 那里环境残酷严寒 只能生活一些 适应严寒环境的妖兽和妖族 数量其实并不多 但是实力却不俗 是妖族和人族的 三个主战场之一 最后是西域 那里更不用说 是不毛之地 无垠的死亡沙漠之所在 人族都不愿意去那里定居 妖族去了也活不下来 或者说 妖兽活不下来 因为食物链断裂 没有食物 妖兽也跑光了 只有一些适应沙漠 生存能力极强的妖兽才能生存 但也要面对人族 位于西域的两个顶尖势力 一个佛门 一个刀宗 最后嘛 那就是海外诸岛了 还有诸岛 人族势力是不如妖族的 特别是那些海洋妖族 那势力是强悍无比 远不是人族可以比拟的 海洋妖族的海皇殿 和陆地妖族的妖圣宫 这就是妖族的两大顶尖势力 是绝对堪比 甚至要隐隐超越人族圣地的势力 嗯 至于北域的那个妖族势力 双寒之翼 传说 无法和圣地相比 更无法和隐隐超越圣地的妖族 两大势力相比 由此可见 即便双寒之翼的头领 拥有着远古冰龙血脉 也只是个体实力强悍 势力内拥有的高端战力 是无法跟妖族两大势力媲美的 现在 南狱的妖族顶尖势力妖圣宫 从和万寿宗的争斗中脱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黑熊妖王守护的秘境中的 那朵龙元雪莲 被自己盗取的原因 周扬暗自摇头 感觉这个猜测不太可能 龙元雪莲是珍贵 可还没珍贵到 让这等顶尖势力 改变这事关妖族大势战略的地步 难道是因为自己 展现出的妖孽天赋 周扬眼皮子直跳 不会是真的吧 擎天宫的探子 能查到两方停战的缘由吗 周扬试探着询问道 这 擎天宫只探查到大商那边的情况 妖族那边 实在是太难插手了 不过 万寿宗应该有不少探子在妖族那边 当然 妖族那边 万寿宗 毕竟这两个势力中 妖兽和灵兽都占据主导地位 夏清兰说道 此前两方征战多年 万寿宗原本肯定不是妖圣公对手的 不过他们 后面有大商这么大的疆域在 还有大商王室 以及邪魂宗和天剑门协助 几方合力 才挡住了妖圣公的攻势那么多年 如此合力之下 万寿宗表面上是和妖圣公势均力敌 实际上多次向妖圣公传递休战的意思 不过此前妖圣公一直都没有理会 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妖圣公竟然答应了万寿宗的提议 两方已经签署了停战协议 停战多久 周扬问道 协议上写着的是一百年 夏清兰笑了笑道 不过你也别把这协议当回事 对于人族和妖族来说 这一纸 协议随时都可以撕毁 嗯 周扬点了点头 随后低头沉思了起来 我和夏清明 可能要返回帝都了 秦天宫势力 也会从王朝各大城池渐渐收缩 朝着东方和大商的边境汇聚 防止大商对大下出手 夏清兰说道 我父皇对你是寄予厚望的 他说你 不管是天赋还是实力 都已经足以独当一面了 所以 王朝南方这边 就需要你来多多协助一下秦天宫修士 注意一下妖族动静 哼 妖圣宫不会找我们大下麻烦吧 以他们的势力 怎么会找大下的查 周扬笑着道 即便灭了大下 还有实力强大的大商在虎视眈眈 反而会因为和大下的争斗 损失了他们的有生力量 而让大商那边减了便宜 理论上的确是这样 但也不能排除 妖圣宫准别捏软柿子呢 夏清兰笑着道 若真是这样 有妖王谷在 还有祖母大人在 可要蹦掉妖圣宫一颗牙的 到时候没了牙的妖圣宫 还要面对大商的几大顶尖势力 我想 妖圣宫的那位公主 不可能看不到的吧 好吧 其实我们猜测 再多都无用 还是看实际情况再说吧 周扬摇了摇头 并不觉得妖圣宫会这么做 大举进攻大下 他们就不怕大下和大商联合起来 一起和妖圣宫战斗吗 你妖圣宫以前没有针对过大下 大下也没去管你们和大商的战争 别说大下和大商同为人族 面对妖族要齐心协力 以前大商可是想要灭掉大下的 而且 东狱和中狱的大佬们都没管这事 大下也乐得看到 大商在和妖圣宫的战斗中被削弱 即便没有削弱 有妖圣宫拖着大商的脚步 也能让大商无法对大下出手 可现在不用 大下必须要谨慎对待此事 防止大商打大下的主意了 是的 在大下王室的眼中 大商那边的威胁 比妖圣宫这边的妖族势力威胁 还要大很多 可以想象 此刻的帝都一定是风起云涌 王朝高层和妖王谷高层 估计都睡不着觉了 没办法 大下和大商差距还是太大了 别看下清兰说的强势 但是以大下的实力 不管是面对大商 还是妖圣宫都得扑街 如果是同时面对这两个 凉凉 下清兰和下清明 乘着非洲离开了 在他们离开青木城百里之后 周扬神色一动 才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原来他们两人的互道者 根本就不是普通修士 而是来自王室的那位化神修士 是的 在两人离开青木城百里之后 两人身上有一丝神念气息闪过 那是一股浩瀚无垠的强大气息 来自于化神大能 有化神大能流的印记在身 两人 只要还身在大下境内 就不会出现意外 化神大能随时都可以原神降临 斩杀一切低于化神境的敌人 你说 如果敌人是化神大能呢 废话 敌人如果是化神 那你招惹了这等敌人 才是真的该死 死了也是白死 一般情况下 化神大能也不可能对小辈出手的 不合身份 还浪费时间 两人离开之后 不过几天时间 夏青玄在福伯的保护下 乘坐非洲归来 同时归来的 当然还有龙血丹 以及其他各种出售 妖兽材料和矿卖材料后 或兑换 或购买的各种物资 有各种丹药 有各种法器 灵器 还有福禄 灵果等等 当然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丹药 助基丹 按照夏青玄和药王谷的攀谈 周家以30万零食的价格 从药王谷订购助基丹 周家预付款项3000万零食 订购了100枚助基丹 药王谷要在三年之内交付 前两年 每年交付30枚 第三年交付40枚 即便是在药王谷 这也是一笔大订单了 助基丹的主要材 天心草稀缺 助基丹的产量 一直比较稀少 不过 周家这边倒是寻到了 几株野生天心草 这几株天心草药零不高 要想炼制出上品助基丹 一炉 需要消耗好几株之多 不过周家无所谓 周扬直接增付出了 好几万株的天心草 然后以10万零食的低价 卖给了药王谷 不管对方怎么用 但是自家的助基丹 一定得是上品才行 上品助基丹的价格 可不是30万这么简单 平日里拍卖会那些中品中助基 都能卖到30万 周家以低价将天心草 卖给药王谷 也是因为 自身对助基丹的药效品 有要求 且药王谷药价的确不高 药王谷也不是傻子 一边低价购买天心草 数量那么多 可以产出多少中品助基丹啊 而且 周家的订单量很大 自然会把成本压下去了 可以说 这是双赢的合作 第134章 龙穴单分配 大夏王室的格局 周家修士们收到消息的时候 一个个都高兴地跳起来了 果然 家主大人并没有忘记他们 并不是指偏心于凡俗族人的 周家修士 照样有大纪元可得 这可是龙穴单啊 是可以觉醒出神通的灵单 即便周俊在传讯的时候 特意说了一下 龙穴单觉醒出来的神通 相对于真正的神通 只属于半成品的残缺神通 可依然无法阻挡周家修士的热情 别闹 那可是神通 别管是不是残缺的 再垃圾的神通 那也是神通啊 作为一个灵根资质不高的普通修士 能有一个神通在手 已经超越九成其他修士了 还管什么残不残词品呢 周家这次的修士竞争龙穴单的比试 原本周扬决定亲自出手的 因为周家只有他一个原因大修 法力强大 可以支撑阵盘的运行 可下青蓝带来的消息 让他不得不将这件事 安排给了祖老们负责 祖老们不参加比试 由他们负责安排周家修士的比试事宜 正好合适 但却无法动用阵盘了 那东西属于法宝级别 周家唯独周扬可以使用的 即便是周运 此刻也还没晋升金单修为呢 不过也快了 周运从获得先灵根至此 修为当真是一日千里 每一天都有精进 他每一天都在进修 已经好久没出现在人前了 周扬神念覆盖下 早已知道他的修为 现在已经快要晋升筑基大圆满了 一旦到达大圆满境界 以先灵根无瓶颈的天赋 随时都可以晋升金单 希望这次别出事 让家族能多些时间发展 等姐姐晋升金单后 就能有起码的自保能力了 金单进得先灵根修士 即便是遭遇原因 也能逃得性命了 周扬暗叹一声 这大伤和妖圣宫停战 让大夏已经有了一种 风雨欲来的征兆 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不管如何 周家有我 即便是化神来此 我也不拒 周扬定了定神 心中决然暗倒 他现在的实力 本身就能逆战化神初期 加上神通进阶 两个小神通化作一个大神通 一旦展露出祖龙真身 可当化神大圆满大能对待 如此战力之下 面对任何敌人 周扬都无拒 唯一 唯一需要谨慎对待的 就是仙气了 周扬低头思索 如何应对仙气 别闹 那可是仙气 即便周扬火力全开 祖龙真身 都不一定能抗住仙气一击 那是真正仙人炼制的法器啊 唯有如此 才有资格称之为仙气 修仙剑 动用仙气的战争屈之可数 我不一定会遭遇 且不一定那么快遭遇 周扬想到 我现在是原因境界 即便化龙之后 也可能无法抗住仙气 但是等我化神之后呢 到时候我全力爆发 将拥有炼虚境战力 不知道那时候 能否硬抗仙气攻击 当然 这些都需要时间 家族族人也需要时间去成长 目前想要抵挡仙气 最好的办法就是 自己也拥有一件仙气 可这又如何办到 周扬将脑海中的烦躁思绪甩开 随后起身离开了静修的密室 一夜修行 他的修为成功 从原因初期的第二层 晋升到了第三层 再过一段时间 便能冲击原因中期了 这速度 简直能够吓死人 可即便如此 周扬依然觉得自己 修行速度太慢了 来到府邸院内 周扬正抱着小狐狸 在训斥着周平安 小弟 你别总往教导院那边跑 有空多去书房看书 再过三年 你就得开始修行了 你的林根资质那么差劲 不努力的话 你连你那几个小伙伴的背影都追不上 听着二姐的话 周平安嘟了嘟嘴 心中暗道你忽悠谁呢 老哥 连那些繁俗族人 都能弄出那么厉害的林根天赋来 还搞不定我这垃圾天赋 周扬 周扬走了过来 哥 你也得管管周平安了 他每天就知道到处乱跑 周雪立刻告状了起来 好了 别再说他了 你自己的修为 这些天可没什么静静啊 别把什么好东西 都给了小狐狸 你看他吃的 都胖那么多了 周扬看了看 跟白色毛球一样的小狐狸 他那对碧绿色的眼瞳里 满是慵懒 就那么自在地 趴在周雪的怀中 这家伙小日子 是过得最自在的一个了 整个周家 没谁能和他比的 我可是每天都有修炼的 周雪翻了的白眼 自己这老哥 不帮着自己教育周平安 反倒是教训自己了 行了 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做 清玄呢 周扬问道 清玄姐回来后 一直忙着修行 现在应该也是 在修炼吧 周雪说道 嗯 我去看看他 周扬说着 背着手离开了 周雪冲他做了个鬼脸 然后拉着周平安跑开了 周扬来到夏清玄修炼的地方 神殿探测过去 给对方发了一道信息 不过一会时间 夏清玄便走出了修炼室 周扬 夏清玄轻腻地走了过来 拉着周扬的手 面带柔和地看着他 陪我走走 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 好 两人在周府花园里散着步 夏书有没有给你传信 关于大伤万寿宗 和妖圣宫停战的事情 周扬说道 没有啊 夏清玄一惊 说道 这样重要的消息 是从哪里听到的 在你归来之前 夏清兰临走前和我说的 夏清兰和夏清明走后 夏清玄归来好几天了 周扬却是第一次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对方 从这里也能看出 夏书和陛下关系的确不好 这么重要的消息 竟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夏振锋 他可是大夏的王爷 且还是原因大修 这位陛下不看大局的吗 这是擎天宫打探到的消息吗 是的 周扬点头 按照夏清兰转述的话 当今陛下将大夏南方的边境交给我把守 你说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以你现在的实力 那位叔叔将这件事情交给你负责 也并不意外 夏清玄说道 我父亲自从退出帝都 去了刘光城之后 就没有怎么关注这些事情上的消息了 这不是他该操心的事 我会传讯给他 让他注意南方动静的 万一青木城有什么问题 他也能尽早赶到 嗯 我打算这几天前往黑铁山脉南方的丛林沼泽看看 那边靠近黑暗森林 有什么动静的话 也能更容易看出来 周扬说道 最近家族要举办龙雪丹的分发比试 你和母亲多关注一下 帮着祖老们安排好事宜 放心 我会帮忙安排的 夏清玄说着 顿了顿道 祖老们去处理这件事的话 教导院那边怎么办 那十个人你那么重视 教导修行的事情可不能停下 我会让堂哥堂姐他们 将手中的事物分配给下面的人做 他们主要去紧抓周家后辈子弟的修行问题 周扬说道 最近大厦的风向有些不太好 你和周远山只是沟通一下 如果龙雪丹分配比试结束后 我还没从南方归来 你就将家族储备的大量新闻钢 以及赤铜矿等等资源 全部加紧甩卖出去 换到的零食 全部采购各色服录和法器灵器等 能够迅速增加战斗力的东西 当然 疗伤丹药 解毒丹这一类 全部都加大采购量 用不完就储备在内务俯库中 明白 夏清玄面色凝重 他没想到 周扬竟然对此如此重视 看来 这两方停战的协议 远不是自己所想的那么简单 嗯 家族的零食矿卖开采的速度 也要提高 周扬陈生说道 零食矿卖的矿工 都是周家族人 所以 不要怕花钱 都是一些繁俗经营而已 一枚零食 都能随便换取数百两黄金 数千两白银 给周家本族矿工们的待遇再提一提 零食产量每提高一成 就给他们上涨一成的工钱 对自家人 不要太过抠门 已经不扣门了好吧 夏清玄翻了个白眼 你难道不知道 周家本族的矿工 可比外人矿工的 工钱高了一大截 还有各种补贴和假期这些 简直让别人眼红 还有 现在他们的工钱 已经比你接受家族钱高了 近十倍了 还涨 再涨那些外人矿工可不满了 比如你之前答应的 新闻钢矿卖的 那些柳家从别处招来的矿工 他们的工钱 虽然比以前多很多了 很多都像周家族人一样 可补贴和额外所得 却不能比 给他们脸了 周扬冷声道 我之前答应的承诺已经兑现了 他们的工钱和假期之类 可都已经跟周家矿工一样了 只不过现在这一轮不带他们而已 他们采集的是新闻钢 这一波提升的是 临时矿卖矿工的待遇 不同工种 不同待遇 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有人有意义 可以让他们自行离开就是了 夏清玄文言一笑 给周家工作工钱拿那么多 他们可不愿意离开 干几年就可以财务自由了 小小抱怨几句 也是想要得到更多 得不到也就拉倒了 走人 不可能的 第135章 囤积法宝 妖圣工总部 挖掘出的零食 不要储存了 全部给我拿出去购置物资 周扬沉声说道 全 全部 夏清玄吓了一跳 因为周家零食矿卖储量恐怖啊 现在周家 已经储备了大概有大几千万零食了 若是按照周扬的做法 激发矿工的积极性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 零食储备将越来越多 全部花掉的话 买什么呀 对 我知道你的想法 我周家现在每个月从赤铜矿 新闻钢 以及零食矿中得到的零食价值 大概在2000万左右 大头在新闻钢 这东西材料珍贵 价值极大 周扬说道 买小东西的话 如福禄 丹药等 这么多零食和资源 砸到市场上 估计会拉高福禄和丹药的市场价格 不过 你可以去购买法宝啊 法宝 夏清悬疑瞪眼 那可是原因修饰才能使用的法宝啊 现在周家都可以囤积法宝了 是尼玛说出去的吓死人 大夏和药王谷 才能做到这种事情 甚至大夏都囤积不了太多的法宝 一来这东西 需要原因修饰才能够使用 且一个原因 使用一件法宝 是最好的 至于使用两件 你法力足够法宝消耗的吗 不够的话 那就是雷赘 大夏王室 一共才几个原因修饰啊 所以 大夏王室即便储备有法宝 也不会太多 最多几十件强大的法宝 要王谷这种顶尖宗门 才会储备更多的法宝 作为抵御 对 去和欧家谈 他们家有原因练弃师在 那位前辈的手段可不俗 像我从夏书那借来的阵盘 功能就非常强大和实用 你去欧家看看 有没有好的法宝 实在不行 可以通过王室的渠道 去药王谷购置法宝 或者去中域和东域购买 周扬大手一挥道 别怕花钱 周家 有的是零食 现在的周家 也不是以前的周家了 不需要再低调下去 现在我需要的是 增加周家抵御 以及增加周家的高端战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的 夏清玄深吸口气 明白了周扬的想法 也就能够放手去做事了 周扬愿意给他放权 那他就要做出成绩来 不就是大力购置法宝吗 别说夏品法宝了 即便是价值五千万零食以上的 中品法宝 都能给你买到 价值上亿的上品法宝 如果去东域或者中域的话 也是有机会的 但是大夏 可能性不大 大夏王室才一件上品法宝 还是祖母在用 药王谷倒是有好几件 那也是从中域买到的 欧家别看是大夏最出名的 炼器家族 单论炼器的能力 比大夏王室和药王谷 加起来都牛 可他们也没那个本事 炼制上品法宝 即便是中品法宝 欧家也是百年 才能炼制出一件来 而夏品法宝 欧家原音出手 基本上一年内 就可以产出一件 价格是真的贵 一千万零食 只是起步 只要家族零食挖掘出来了 就不要保留 去买 买遍所有好东西 大夏境内法宝买不到 那就买零器 我要看到 以后家族的金单修饰 人手一件上品零器 助击修饰 人手一件上品法器 或者是下品零器 周扬平静地说着 若是家族修饰 听到这番话 估计又要兴奋好久 嗯 和夏清璇聊了一阵之后 周扬去了内院 找到刘宛如聊了聊 然后又去找周骏 安排了一下事情 和祖老们说了下 笔事的内容设置等等 周扬临走之前 将阵盘留了下来 给阵盘中设置了一个幻景 将自己蕴含龙威的神念 应克了一段在其中 作为试炼之用 一切的一切 安排妥当之后 周扬去看了一次 在教导院内认真学习 和修行的识人后 便飞上高空 朝着南方飞去 大商和妖圣公停战 连大夏王室都在调兵遣将 对大商充满了警惕 他周家地处南方边境 不会面对大商的攻势 但却有可能面对妖圣公的攻击 由不得他不去郑重对待 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是万一呢 万一妖圣公来袭 自己没有做好准备 贸然迎战 也许自己可能无事 但是家族却有可能因此负面 那可是妖圣公啊 以一己之力 压着大商两大顶级宗门 一个圣地 还有一个庞大王吵打的恐怖存在 这样的存在 即便只有万分之一概率袭来 也值得任何人去认真对待了 而就在周扬启程 前往丛林沼泽查探的时候 丛林沼泽南方 广阔无垠的黑暗森林之中 一座占地面积 比大夏帝都 还要大树辈的庞大树冠城池 正位于这处地方 这是一株恐怖的大树 树干直径达近十公里 高度却只有二十公里的模样 但是其树冠的覆盖面积 却恐怖至极 直接覆盖了 方圆八百公里的面积 这里正是妖圣公的总部所在 妖圣公的名字 虽然带个公字 但却是位于这株大树的树冠之上 树冠上的一条条粗壮之鸭缠绕一起 组成了一个个建筑屋 似乎大树有智慧一般 实际上正是如此 这就是一株拥有智慧的大树 和妖圣公的那位玄规妖王 同样深不可测 甚至更加古老 数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虽然还是妖王 但是好多大妖都尊称 她为妖圣 妖圣 那是妖族练须境大佬才有的称呼 目前只有妖圣公主 是这个境界 其座下十二位妖王 九位是元英大圆满妖王 三位化神境妖王 这就是妖圣公的实力 明面上的实力 其底蕴的话 这株大树守护妖圣公总部 真有敌人来袭 你说 这位活了不知道多少年 在有记载中 数万年前 就是妖圣公总部的大树 若是发起攻击的话 爆发出炼虚境实力 那是一点都不奇怪 而他只是 三位化神境妖王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 不比他年纪低的玄规妖王 那是敢和万寿宗宗主对刚的存在 甚至以其玄规特有的防御 即便面对掀器攻击 估计都不会怂 妖圣公最后一位化神妖王 则极为神秘 有人说 他是闭眼妖狐一族的组长 只不过 其隐藏了修为 蒙骗敌人 也有人说 他是一头来自深海的大妖 实际实力 即可能已经突破到炼虚了 还有人说 他是一个来自人族的投靠者 是公主曾经游历人族修仙界 收的一个弟子 更有人说 这位神秘妖王 其实就是妖圣公掀器的气灵所化 传得也是沸沸扬扬 但 其到底是谁 适合身份 估计除了妖圣公主 和其他十一位大妖 其他人都不清楚 即便是同为妖族的人 也不知道各种细节 庞大的树冠妖城之间 无数大妖小妖 各色奇形怪状的妖族来来回回 有的飞行妖族 显现本体来往 有的陆地妖族 化作人形飞跃 也有的妖族 竟成作人族创造的非洲来往 妖族也不是傻子 特别是耐构化型的妖族 那智慧层次 可一点都不比人族差 妖族寿命悠长 能够进行研究人族的先进技术 炼器技术 炼丹技术 甚至是俘虏和阵法技术 这些妖族都有所涉猎 一些年长妖族的专业能力 可不比专修此道的人族大失差 一艘庞大的豪华非洲飞过 落在了树冠中心的一座宫殿门口 骑上的妖族走了下来 在两个化形妖族守卫的门口停下 去禀告公主大人 就说妖王牙兽求剑 这是一个面如关玉的 俊美青年男子形象的妖族 竟然还是一个妖王 能在妖圣宫总部自称妖王的 只有那十二妖王之一 才有资格 而公主 那必然是妖圣宫的公主 此处 正是妖圣宫主请宫 牙兽妖王 还请稍等 守卫不敢怠慢 即便他们身为公主的守卫 可面对的却是一位妖王 必须要给予尊重 嗯 牙兽面色平静地背着双手 傲力宫殿之前 看着远处天空云卷云书 看着脚下之鸭交缠错落 第136章 神秘的牙兽 妖圣宫之主 不一会 那名进宫通报的守卫出来 牙兽大人 公主大人请您进去 他在原心殿等候 多谢 牙兽微微一笑 随后踏步进入了宫殿 穿过一道长廊 路过几个拐角 终于抵达了原心殿所在 牙兽走进原心殿 抬头间 看到一个满头黑丝 面带白色沙巾的风鱼女子 正在看着一封文书 这封文书上有妖族字迹 也有人族字迹 牙兽见过公主 牙兽恭敬行礼 眼前这位女子 正是妖圣宫至高无上的那位公主了 其掌控妖圣宫传承仙气 修为达炼须之境 可以说是凡间修仙界的绝顶强者 能够和她媲美的 唯有人族圣地之主 妖族另一大势力海皇殿之主 除此之外 即便是顶尖势力 拿着仙气都不会是她对手 牙兽 你觉得 我们这次答应大伤停战 是否会导致大伤有了喘息之机 最后无法在百年内 覆灭万寿宗 女子清冷而柔和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雍容高贵 还有一丝射人心魂的魅惑 当然更多是 则身上至强者的压迫感 大伤那边的战争 不是牙兽负责 你应该询问玄老 以及另外那几个妖王 牙兽平静地回答道 不过以牙兽捉剑 除非公主大人下定决心 亲自带着仙气凤凰冠冕过去 才能彻底拿下大伤 本宫清零 当真能拿下万寿宗 可别忘了 万寿宗的那枚兽环 可是装刻我妖族的 妖圣公主淡然说道 正因如此 万寿宗才是我妖圣公大敌 牙兽说道 从上任公主起 我们妖圣公便与万寿宗结仇 为的就是解救 被万寿环控制的 无数妖兽童族 那条老狗当真愚蠢 明明实力强大 却甘愿当人族走狗 迟早要死在公主手中 狗妖成精的老家伙而已 狗不一直都是人族世界中 最忠诚的宠物吗 妖圣公主洒然一笑 我倒是佩服万寿宗的人族 他们竟然 能容许一头大妖成为宗主 真就不怕他反出人族啊 正因此 万寿宗内 原本受我圣公蛊惑的大量灵兽 竟然因为这件事沉寂了下去 可以说 万寿宗的人族 也是孤注一掷了 没想到 还真被他们赌对了 那些妖兽 已经成了灵兽 成了人族的宠物 没有解救的需要了 牙兽冷然说道 这次停战协议的签署 公主既然同意了 必然是有所考量的 是吧 嗯 还请公主明示 这次叫牙兽来此 可有事情吩咐 妖圣公主沉默了一会 开口道 你此前一直负责忠狱的事务 不知道那边怎么样 牙兽 正是那位妖圣公的三大化神妖王之一 也是最神秘的一位 传说她是仙气气灵 眼下看来肯定不可能了 传说她是碧眼妖狐一族组长 同样不可能 碧眼妖狐一族的组长为女性 和几大圣地没什么动静 东狱那边的情况下 我也探查了一番 不用担心 不过那边和海洋诸岛的联系较多 公主大人 可以和海皇殿沟通了解 更加详细的情报 牙兽成声说道 我在中狱布局日久 眼看就快要到了收割的时节 不能有任何泄露消息的事情发生 嗯 你的布局更加重要 这次叫你回来 亲自和我见面 也是为了信息安全着想 防止传信途中被人族大能截获 妖圣公主说道 人族南狱最近出了一个绝世天才 其妖孽程度 史无前例 这是她的情报 你多关注一下 牙兽接过妖圣公主丢来的一个预警 看了之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金色 此人极为不凡 公主打算让人出手灭杀 是有这个打算 不过 这种事情肯定不用你出手的 你汇报一下中狱的情报之后 就立刻返回中狱吧 妖圣公主摆了摆手道 这个人族 绿罗会亲自出手 妖狐族长 牙兽一愣 她不是向来慵懒 会为这事出手 嗯 若公主下令的话 的确可以 绿罗是本宫好姐妹 她这次闭关 成功突破化神了 妖圣公主说道 可她刚出来就听说 她亲哥哥 前任碧眼妖狐族长的宝贝孙女 被人抓走了 你说 她能不急 她哥哥那一戏 可就这一个孙女了 哎 前任碧眼妖狐族长 和其儿子一家 都在和万寿宗的那次激烈战斗中死亡 绿罗妖王继任族长之后 一直对您关系冷淡 也是因此 牙兽摇了摇头 妖圣公主也是默然 其实这是怪不了她 当初那三位碧眼妖狐 申请前往战场 她也没多想就同意了 没想到 因此 导致了三人被万寿宗斩杀当场 此前和她关系非常要好的绿罗 因此 即便知道怪不了她太多 也不由对她冷淡了一些 继任族长之后 一直在闭关修行 直到最近 突破化神之后才出关 然而 那位碧眼妖狐一族的小公主 却被人抓走了 碧眼妖狐一族的族地 那可是绿罗碧关之地 在那样的族群腹地 被人抓走了族内小公主 可想而知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出手者肯定不是普通势力 可是妖圣公主的情报得知 那只小狐狸 被人族拿去了拍卖会上拍卖 正巧合无比的 被那个天资妖孽到极点的人族少年买下了 听说在其府上过得还不错 不过小狐狸可是碧眼妖狐一族的小公主 那肯定是要救回来的 别族还不好插手 碧眼妖狐一族 不可能将这种事情 让别族插手的 她 已经去大厦了 看完情报的牙兽自然知道 碧眼妖狐小公主 在大厦南方边境的一个小家族的手中 而公主所说的那个妖孽天赋的人类 正是这个家族的新任家主 是啊 刚出关给我打个招呼就去了 算算时间 现在差不多应该到了吧 妖圣公主点了点头 不过 以她的脾气 真不一定会杀死这个人族 毕竟那小狐狸在周家日子过得不错 一点都没受到虐待 要不 我这次返回忠狱的途中 也要路过大厦 我走一趟大厦南方边境 顺手干掉她吧 牙兽淡然说道 第137章 妖族四大美女 周扬的巨大收获 不 我给她下达的命令是 带回这个人族 妖圣公主道 这样妖孽的人族 你可以想象吗 她一年前还是一个练起小修士 而一年后的现在 她已经是原因大修士了 这是何等的修行速度 正常吗 绝不正常 牙兽果断摇头 她的认知可不是普通妖族 可比 常年混迹在忠欲那个人族起源之地 修仙界的中心区域 她见识过无数的人族天骄 可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和这个名叫周家的少年相比 这是一个天资超越了凡俗想象力的修士 如此人族 我想亲自看看 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听说其俊美无双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绿罗迷住呢 妖圣公主微微一笑 绿罗 那可是碧眼妖狐一族最美女子 即便是 自己这位号称妖族第一美女的人 也只能说和绿罗平分秋色 名气比对方大一些 真比美貌 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 妖族一共有四大美女 三位各来自三大势力 妖圣公主 海皇殿大祭司 双寒之翼的冰龙公主 最后就是这位成年之后 才被排进去的第四位妖族美女 碧眼妖狐一族新组长绿罗 这排行榜是东宇一个顶尖宗门排出来的 可信度当然不低 妖圣公主是挺满意的 那位海皇殿大祭司和冰龙公主 可一点不比自己差 那个宗门还算有眼力 情报系统也的确有些强大的 能查到这样的信息 绝对不仅仅是派人查探这么简单 其宗门要么有功能强大的法宝仙器 要么就是用推演能力卓越的秘书法门 以绿罗妖王的美貌 那个周扬必然败倒在齐群下 不过公主大人 您也对这人好奇 牙兽古怪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这位老师 是的 他曾经是忠狱的一头灵兽 被妖圣公主一次游历中无意见到 收为了弟子 由于对忠狱熟悉 出师后便隐藏身份 前往了忠狱发展布局 想要模样万寿宗的样子 建立一个表面上是灵兽为宗主 实际上 宗主却是妖圣公妖王的宗门 这样的话 一来可以在忠狱安插一颗钉子 必要关头倒戈一击 二来 人族因此遭受痛击后 必然会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万寿宗 到时候 万寿宗将会被人族各大势力所抛弃 甚至可能会被联手攻灭 这岂不是两全其美 行了 将情报留下 你就抓紧时间返回忠狱吧 牙兽遵命 过了两久 牙兽从宫殿中走出 回头看了一眼宫殿 随后踏上非洲离开 门口的守卫 羡慕地看着牙兽离去的身影 其中一人道 牙兽妖王 才刚刚加入妖王 不到百年时间 就能受公主大人如此器重 前途不可限量了 是啊 牙兽大人虽然只是心境妖王 实力在十二妖王当中 只是墨留 但有公主大人欣赏 还没什么危险任务 常年在外巡视个族 这日子过得也舒坦 可不是吗 我倒是希望公主大人 能把我派去前线战斗呢 结果现在圣公 竟然和万寿宗停战了 也不知道下一次开战 是什么时候了 只有战争才容易获得功勋 才能换取各种资源 快速地提升修为 哎 我都划行几百年了 还是划行前期 这几百年修为 几乎没怎么动过 谁又不是呢 只有晋升划行大圆满 才有资格角逐妖王之位 那头黑熊妖王死了 现在可是空出一个位置了 我们估计是没希望了 也不知道 谁会那么幸运 成为新妖王呢 羡慕 非洲朝着北方而去 越过浩瀚无垠的黑暗森林 即便以豪华非洲的速度飞行 也花费了好多天的时间 才终于飞出了黑暗森林 抵达了丛林沼泽 牙兽站在非洲甲板上 面色沉宁 思索几次 他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要去看看那个周扬 到底如何 不一定会出手 他必须保证自己的身份安全 他现在就是伪装成的 一个中域小宗门的门主 是人类 他的伪装能力 可是强大无比的 只要自己不主动显露真身 就不会被人看清本来面目 在中域那个地方 都没人看出来 难遇还能出事不成 当然 保险起见 能不出手 最好不要出手 而此刻的周扬 也出了黑铁山脉 正式踏入了丛林沼泽 他的速度就没那么快了 他只是来丛林沼泽探查情况 可不是要指导黄龙 飞到黑暗森林去的 周扬这一路走来 也是收获不守 在路过黑铁山脉的时候 还顺便看了一眼那处雄王殿 已经荒废日久 连那座秘境 都被某实力强大的大妖暂时关闭了 周扬也无法强行打开 不错不错 竟然获得了一株野生龙血果 增幅之后 又可以为周家诞生一位仙灵根 丛林沼泽边缘的一处水潭边上 周扬欣喜地收取了一株龙血果 这株龙血果 年份只有五六十年而已 不过无所谓 系统出手 又是一株绝世仙药 除了龙血果这种绝世灵药外 周扬还得到了其他不少灵药好东西 甚至还发现了几处储量不低的零石矿脉 只不过这矿脉位置在丛林沼泽 周家拿了也没法开采 太过遥远 也太过靠近妖圣工地盘范围了 还是零药灵草和零果来的实在 摘了就走 也不用担心药灵不够的问题 有系统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之前获得的一株年份达到了七百年的天心草 增幅后 就是一万株七百年药灵的天心草 至此 助基丹不用担心不够用了 七百年的药灵足够强大了 可以炼制出几万枚上品助基丹 用几百年都够用啊 周扬向来心思沉稳 可在获得这么一些灵药之后 依然感觉到欢喜和轻松 家族发展 根本就不用太过发愁啊 爱可惜 如果能发现一枚千年龙血果多好 我直接给他弄成一万株千年龙血果 岂不是我周家 可以诞生一万名凡俗族人修士 且都是灵根品级极高的绝世天才 周扬想着 又摇了摇头 感觉这太逆天了 天道估计都不会让自己遇到 或者在自己遭遇之前 那珠蓉血果就毁掉了 修为越高 周扬越是能感受到 这个世界是有天道的 天道就是世界规则 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则 也是大自然和大宇宙的平衡规则 自己这样的存在 简直是规则之外的存在了 当年 仙灵根这东西 在仙界是存在过的 自然属于规则内的 但是系统绝对不是 自己这系统 绝对是超越天道的漏洞及存在 再找找 或许能找到其他灵药 那些能够增加修为的灵果也不错的 希望能找到一些药灵高的 可以直接进行数量增幅 周扬暗自想到 而药灵低的 自己增幅之后 吃了其药力 也是融入体内 无法瞬间成仙 不过也是加快修行速度的好办法 炼化药力 和炼化灵气一样 都是需要时间的 只不过加快了很多而已 周扬可没少吃这些灵果和丹药 他吃的多了 否则能修炼这么快吗 即便先灵根 也没这么恐怖 周扬在丛林沼泽边缘 愤出神殿到处查探 一边是查遍妖兽的情况 一边是查看有没有珍惜灵药 而此刻的青木城内 却走进了一道绝美的身影 小狐狸 姑奶奶来接你回家了 第138章 小狐狸被带走 青木城 周家府邸 正在和周雪玩耍的小狐狸 忽然身形一顿 停在了原地 他侧头感应了一下 似乎有一个熟悉的气息 在靠近这边 那个气息熟悉而又温暖 咦 小狐狸你怎么了 周雪疑惑地看了小狐狸一眼 这家伙 怎么没跟上来 周雪走了过来 想要将小狐狸抱起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曼妙的身影 忽然出现在小狐狸身侧 只是招了招手 小狐狸便落入了她的怀中 你 你是谁 周雪一惊忙喊道 你 你快把小狐狸放下 周雪看着眼前这个 忽然出现的陌生女子 紧张无比 生怕她伤害到小狐狸了 可小狐狸在她怀中 却一点都不害怕 甚至还高兴地音音叫了几声 陌生女子 一身绿色衣裙 满头黑色发丝 被砸成了漂亮的发际 白皙如玉的脸颊 完美的如同美玉瓷器 一般无瑕 圆润而幽碎的双眼 桃花一般迷人 白皙的额尖 还有着一枚粉色花瓣印记 浑身都在散发着无穷魅力 即便是周雪 同为女子 也被眼前女子给吸引住了心神 不过内心担忧小狐狸安全 也让她醒悟了过来 不停地给小狐狸识眼色 笨蛋 快点逃开啊 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 陌生女子开口了 声音清脆悦耳 犹如珍珠跌落银盘 犹如月光与星辰发出的泥南 嘶嘶入耳 扣人心魄 周雪眼神一阵迷离 有些被迷惑的模样 女子并没有使用任何的术法 甚至都没有散发自身的威能 这仅仅只是普通的开口说话而已 就已经有了这等惊人的可怕魅惑力 这是自然而然的纯粹魅力啊 我叫周雪 周雪不自觉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一个机灵醒悟了过来 毕竟是修士 对方也没有特意使用力量 增加魅力能力 周雪才能清醒过来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周雪目带俱意地看着对方 什么时候 周府来了这么一个强者 对方刚才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话 就让自己像是中了幻术一样 听从命令了 这要是正式使用法术 岂不是逆天 我只是简单询问你的名字而已 女子看向周雪道 多谢你这些天照顾她了 而现在 我来接她回家 什么 周雪一愣 随后看向女子怀中的小狐狸 连忙道 你是说小狐狸 你要把小狐狸带走 你到底是什么人 快把小狐狸还我 我 我是她的家人 通过我得到的消息 她是你哥哥 从一个拍卖会上买到的吧 女子说道 我不管你们当时花费了多少零食 相信 这些零食 应该足够抵消你们的花销 还有她在你们家这段时间的吃喝用度了 说着 女子一挥手 一个储物袋被丢到了周雪面前 周雪拿过来一看 顿时面露惊讶之色 这储物袋中 全都是中品零食 数量达到了近十万 十万中品零食 换算成下品零食的话 就是一千万下品零食 当时拍下小狐狸 才花了多少钱啊 就算加上小狐狸在周家吃喝的零果零药 也就差不多这个价格了 周雪咬了咬牙 她知道 对方如果真是小狐狸的家人 那肯定就是 来自于碧眼妖狐一族的大妖了 一个大妖 如此轻松地来到周府之上 其修为境界绝对可怕的吓人 眼下哥哥人不在家中 家里修为最高的就是周玉 可周玉目前也仅仅接近助击大圆满 连金丹修为都不到 如何是眼前这个明显 能够化形成人类的原因大妖能比的 她怕自己拒绝的话 会引起对方发怒 到时候迁怒周家就不好了 不过 让她就这么将小狐狸交出去 最起码 也得小狐狸自己同意才行 你到底是不是小狐狸的家人 我要听小狐狸说 而不是你的一家之言 而且愿不愿意跟你走 也得征求她的意见 如果她要走的话 我不会拦着 周玉无奈说道 不错的小姑娘 既然如此 那么 小家伙 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去 女子拎起小狐狸的后脑勺问道 鹰鹰鹰 小狐狸眼睛一转 出乎女子意料地摇了摇头 女子见此 不由吃惊了 你这家伙 竟然不愿意跟我回去 这是让我丢脸吗 刚才还说自己是你家人的呀 你这么不给面子 是不是讨打 你说什么 女子听了一阵小狐狸的话 一个瞪眼过去 有了好吃好喝的 你就不想回去了 是不是以为 姑奶奶 我不舍得打你 你就有所抑仗了 小狐狸一缩脑袋 随后想了想 无奈地低头 然后朝着周玉点了点头 小狐狸 她 她真是你家人啊 周玉看到小狐狸点头 作为和小狐狸 共同生活了这么久的人 当然明白小狐狸的意思 这女人的确是小狐狸的家人 也就是碧眼妖狐一族的大妖 小狐狸也同意跟她回去 好吧 既然你要走 我也不拦着你了 何况你的家人也给了我补偿 周玉只能同意 或者说 小狐狸同意跟家人回去 她无法阻拦 站在小狐狸那边的角度上 人家是被抓出来卖掉的 家人来找 想回家也是自然之理 好在自己家对小狐狸一直都挺好 从没亏待过她 小狐狸的家人 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还给了补偿 女子定了定神 看向周玉 开口说道 对于小家伙的事情 我们处理完了 不过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们周家的家主 那个叫周扬的修士 现在何处 为何不在府中 你找我哥做什么 周扬外出 具体去做什么了 没说 周家只有几个人知道内情 周雪并不知道这些 但是一个大妖 打听自己哥哥下落 顿时让他起了警惕之心 我想要亲眼看看 能让公主大人 都感到惊讶的人族天才修士 是什么样的 女子说着 眼神一动道 没想到 周扬不在 周府内却有另一个绝世天才 嗯 还不止一个呢 竟然还有十多个 这就是周家吗 为何会如此 刚才一刹那 他已经用神念探测了一下周府 别说他之前为什么没探测 那是因为周扬 他感觉 周扬应该就在周府的 于是直接进来 带走小狐狸 顺便见识一下周扬 如果可以的话 就听从公主的指令 将周扬也一同带走 这样的一个人类 绝世妖孽及天才 妖族也很感兴趣的 自从妖族出现了妖兽 变成灵兽 被人族训养的事情后 妖族也在反过来驯服人族 有些妖族就利用了 人族各方面的私欲 对其进行蛊惑 引诱妖族投敌 妖族占据的地方也很庞大 资源无尽 妖族数量远没有人类那么多 或者用另一个说法 妖族对这些资源的利用率低 所以 占据的资源 除了和一些敌对意愿低的人类势力 进行交易之外 还可以拿来蛊惑人类 比如各种矿物资源 妖族即便是大妖 使用法宝的也很少 更别说妖兽了 都是使用自身战斗 而人类修士则不同 从刚如修士 开始的炼气境 一直到后面的任何境界 都需要各色资源辅助 不管是法器灵器 还是俘虏丹药等等 任何势力 都不会嫌弃这些东西多 相反 因为现在资源日渐匮乏 妖族占据的庞大资源 就成了手中最锋利的武器了 当然 在利用这些资源达成目的的同时 妖族也在提防着人族势力 可能会眼红这些资源 反过来占据妖族的资源 妖圣公主 为什么要求自己 将周扬带回去 不就是看中周扬的天赋吗 如果将这么一个绝世妖孽 拉拢到妖族 那绝对会成为妖族的一大助力 第139章 绿罗惊讶 探寻 我哥不在周府 你自己不都感应到了吗 周雪知道对方实力强大 肯定早就知道周扬不在 但是却不知道 周扬去了何处 便道 我也不知道 哥哥去哪了 你既然是小狐狸的家人 那就赶快带着小狐狸回家吧 我们周府欢迎客人 但不会欢迎带着恶意的客人 周雪硬气地说道 哼哼 小姑娘 你怎知我带着恶意呢 绿罗轻笑一声 无尽的魅惑散发开来 她再次询问了一下周雪 结果周雪果然不知道 周扬去了何处 在周雪回过神来之前 她摇了摇头 失望地消失在原地 等周雪回过神 她已经不见了 周雪面色一变 赶紧朝着夏清玄所在跑去 此刻嫂子 应该和母亲 还有姐姐在一起 周扬离开之后 周家的事务 就交给了家人处理 祖老门负责协助 最大的权力 当然还是三个人 夏清玄 周韵 以及母亲刘宛如 绿罗的身影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周家的教导院了 这里是青木城 靠近周府的一个区域 周家占据了青木城之后 就将家族的一些机构 从周府搬了出来 因为周家修饰变多了 地方不够用了 这教导院 就是以前周府内的教导处 搬来之后 不再称之为教导处 而是称之为教导院了 里面有很多 刚检测过的 有灵根的孩童 还有那五十名 拥有灵根的凡俗族人 绿罗的身影 隐藏在法术当中 无人能够发现 实力境界差距太大了 没想到 这周家的修饰 天赋如此之高 绿罗惊呆了 她可不是没见识的大妖 妖圣公主 曾经去中域游历的时候 她也一同跟随去的 收牙兽 围图的时候 她就在旁边呢 看得多了 见识自然就广播无比 她还真没见到过 有如此底蕴的修仙家族呢 今天真是第一次见到 这是一个拥有卓越天赋的晚辈 很多的家族 比这圣地毫不逊色 那十个人 每一个的天赋 都堪比圣地的嫡传弟子啊 绿罗惊叹 沉默了一会之后 她的身影再次消失 等她出现的时候 已经又回到了周府 姐 娘 嫂子 大事不好了 周雪急匆匆地跑到了周府大厅 看向正在商议事情的三人 连忙喊了出声 小雪 不要惊慌 刘宛如瞪了周雪一眼道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别急 我 我 小狐狸被带走了 周雪喘了口气说道 什么 几人吃惊地站了起来 他们把小狐狸 都当成家人对待了 自然是有感情的 现在周雪却说 小狐狸被带走了 他们怎能不惊 是谁 哼 谁敢在青木城 抢走小狐狸 看着几人怒气冲冲的样子 周雪有些尴尬地说道 是小狐狸的家人 小狐狸自己和我确认了 的确是她的家人 啊 三人一阵语色 他们当然知道小狐狸的来历 当时那场拍卖会 还是夏清玄亲自主持的呢 拍卖的时候 夏清玄自己都说了 未来小狐狸可能会引来 闭眼妖狐一族的强者 果不其然 现在就来了 既然是小狐狸的家人 那就没事了 我们也从没亏待过小狐狸 只要对方家人讲道理 应该不会和我们纠缠的 夏清玄说道 是的 对方没有纠缠 还给了我不少临时的补偿 周雪将除袋取出 交给了夏清玄 三人一看临时数量 也被惊了一下 随后放下心来 对方如此讲理 那就不会发生争斗了 不过 周雪欲言又止的样子 让三人又皱起眉头 不过什么 你倒是说啊 刘宛如走过来 点了点周雪的小脑袋 不过她好像在打听我哥的下落 你们说 她会不会要对我哥不利啊 周雪说道 打听周扬的下落 三人面色一变 妖族大妖打听周扬的下落 三人同时又想到了一件事情 周扬此次出门 可就是为了查探南方的妖族动静的 而碧眼妖狐一族 其族长可就是一个妖圣公的妖王啊 是的 他说 想要见见我哥 周雪点头 你没有乱说吧 夏清玄赶忙问道 我乱说什么啊 我都不知道我哥去哪了 怎么说嘛 周雪嘟着嘴道 这些事情不都你们才知道的吗 不过你们要小心 那个女人有些古怪 长太漂亮了 比清玄嫂子 嗨嗨 反正挺漂亮的 连我都被她迷住了 我还没感觉到她使用法术呢 来自碧眼妖狐一族的大妖 能化作人形 其修为至少也是化行径 相当于人族原因修饰 夏清玄陈生道 周扬不在 我们无论如何 都抵抗不了这样的敌人 好在 她对我们敌意应该不大 毕竟连小狐狸的抚养费用 她都给了这么多 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还是要小心为妙啊 嗯 的确是这样 我等会就去给父王传训 让父王赶来青木城待几天 等周扬归来之后再说 夏清玄起身道 劳烦夏王爷了 刘宛如感激地说道 刘姨说的哪里话 以后我和周扬成婚 我们就都是一家人了 如果周家这边出了事情 我怎么跟周扬交代 夏清玄笑了笑说道 我这就去给父王传训 就在这时 一道曼妙的悠然身影 从大厅中浮现出来 现在想去传训叫人 是不是有些迟了 绿罗的身影和话语 让大厅几人面色大变 音音音 绿罗怀中 小狐狸也在叫唤 似乎对绿罗的行为不满 好了小家伙 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在周家这段时间 是真的被人给收买了 连我做事都敢盯嘴了 绿罗伸手谈了一下小狐狸 随后 看向夏清玄几人 笑着道 放心 我不会对你们周家出手的 只不过好奇 那个叫周扬的人 既然他不在家中 原本我是只打算带着小狐狸回去的 不过呢 却没想到 周家不仅仅有周扬 一个超乎想象的绝世妖孽级天才 竟然还有一个 不 如果真要算起来 应该是还有十几个呢 说着 绿罗目光看向了周韵 在周韵的身上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 跌入凡尘的仙子一般 对方身上的气息 出尘至极 且周围灵气见到周韵 仿佛见到了老祖宗一样 恭敬无比 至高无上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周家两姐弟 真是哲仙人不成 再看下清玄 此女虽然容貌不俗 可她身上让人惊叹的 却不是容貌 且真论容貌 比之自己 还是要差上一丝的 而其身上的灵根天赋 同样无比逆天 和周家后辈所在的 那十个人一样妖孽 可 那十个人当中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按照人类的灵根检测方式 修饰 都是从孩童时刻 检测出灵根来进行培养 那又如何出现了 一个老年人年龄 但其灵根天赋 却妖孽到极点的 刚入炼器的修饰呢 这就不合理 第140章 金氏大秘 周扬探宝 绿罗感觉自己 仿佛看到了一个金氏大秘 他特别想要弄清楚 其中的缘由 这其中肯定蕴含着 让人震惊的恐怖秘密 既然周扬不在 那就先带走他的姐姐吧 这是周家除周扬之外 天赋最妖孽的存在了 绿罗暗自想到 至于那十来个天赋 同样妖孽 似乎一似超品灵根者 却无法一起带走了 人多了我不好行动 且 还是不要直接 和周家为敌才好 绿罗心下决断 随后在众女的金色中说道 那位 应该是周扬的姐姐周韵吧 我在青木城 听到过你的名字 没想到你的天赋 竟然也如此逆天 虽然我没亲眼 见识过周扬如何 但是你应该 绝对不会逊色于他的吧 这样 你随我去黑暗森林 做客一段时间如何 音音音 小狐狸此刻又开始尖叫了起来 她似乎也感受到了 自家姑奶奶 好像要抓走周家的人啊 她和周家人感情很好 当然不愿意看到 这样的情况发生 呜呜呜 法力波动显现 周韵取出了 自己的灵气飞剑 刘宛如同样取出了 一根簪子灵气 周雪和夏清玄实力低位 却也拿出了服录 准备应敌 你想抓走姐姐 等我哥回来 肯定会找你算账的 周雪怒视着对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 闭眼妖狐一族的 绿罗组长吧 夏清玄见识多 在见到绿罗的时候 就被对方的惊人美貌所震撼了 自己虽然也漂亮 看去只是大夏的第一美女 而对方呢 是妖族的四大美女之一 不仅实力强大 按照情报 应该是话形大圆满 也就是原因大圆满境界 远不是自己等人可以抵抗的 可以说 不管对方要做什么 自己几人根本就阻止不了 只能尝试用话语说服对方了 哦 还算你有些眼光 绿罗大方承认道 我就是妖圣公妖王之一 闭眼妖狐一族的组长 绿罗 那你应该知道 我的父王夏振锋吧 夏清玄说道 哦 你是夏振锋的女儿 绿罗感兴趣地说道 听闻你父亲一招秒杀了黑熊 看起来实力的确很强啊 不过可别把我当成黑熊那种货色了 若以为抬出夏振锋 就能压住我 还是不要想了 那 大夏王室你就不怕了 夏清玄咬牙道 大夏王室 和我妖圣公比 当如何 绿罗淡然问道 此话一出 众人都沉默了下来 这还怎么别 根本就没法比啊 别说大夏王室了 即便加上药王骨 都不值一提 而且 你们是不是想多了 绿罗笑着道 我是请这位周运姑娘 去我族做客 可没想到 对她怎么样了 怎么说 你们都照顾了小家伙那么久了 我也答应了她 不会对付你们周家的 好了 闲聊就到此为止吧 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而且 你们的任何手段 对我都是无效的 言罢 绿罗只是简单的一个挥手 周运身体被禁锢 随后化作一道光芒 和绿罗一起消失不见 场中只留下了一句话 如果周扬归来 帮我第一句话给她 可以去往黑暗森林 妖圣宫总部要人 或者 等几个月之后 我们会将周运安全送回 记住 我们并不会主动 与周家为敌 至少我所代表的 碧眼妖狐一族如此 如果你们主动 与我们为敌 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 众女看着周运消失的方向 面色阴沉 周雪迪骂了一声 可恶 姐姐被抓走了 妖圣宫如此霸道 还说不与周家为敌 那可是妖圣宫啊 夏清璇探道 希望周扬能早日归来吧 妖圣宫已经注意到我们了 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此事 妖圣宫 那可是连大伤都拼尽全力 才勉强抵抗住的妖族大势力 刘宛如也叹息道 如果妖圣宫 真要与我周家为敌 我们周家请客间便会覆灭 我还真希望 这位绿罗组长 说的是真的 黑铁山脉外 绿罗看着从自己怀中窜出去 跳到周运肩膀上的小狐狸 不由一阵无奈 这个小家伙 绝对是被周家收买了 周运姑娘 随我走吧 不要让我对你动手 我不想那么做 绿罗说着 翻手取出了一个庞大的豪华非洲 作为一族支掌 他当然是拥有非洲的 妖族也有 能够制作非洲的大师级人物 甚至还有几个 从人族拐来的炼器大师呢 周运知道自己无法逃脱 索性也就不再有其他想法了 看了看肩膀上的小狐狸 他感觉对方真有可能不会为难自己 若只是 请自己去做客 就好了 但他清楚 绿罗好说话 不一定妖圣公的其他妖王好说话 不一定那位妖圣公主也好说话 从绿罗的话语中能够知道 对方就是冲着自己的逆天灵根天赋而来 目前周家 就自己和弟弟 两人是先灵根 而下阵风王爷 同样也是先灵根 不过暂时却没有暴露 希望弟弟能够解决妖圣公的事情吧 更希望妖圣公真如绿罗所言 不是带着敌意和周家接触的 周运上了非洲 非洲便在绿罗的控制下 开始起飞 静止朝着黑暗森林而去 不过骑走的方向 明显和之前周阳所走的方向不同 这是一条直达妖圣公总部的进路 更靠近东方 妖圣公总部方位是大商南部的正南方 而周阳所去的方向 则是大下南方的正南方 也就是说 绿罗的非洲 是向着东南方向而去的 周阳所在方位是正南处 两者相遇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而此刻 周阳正在为眼前看到的一幕 而震撼 能让他震撼的事情 已经没多少了 可眼前他的确看到了这一幕 实在是太惊喜了 这里 这里难道是上古真龙陨落之殿 他看着眼前的洞窟内景象 不禁心跳加速 这是一个地穴 他在丛林沼泽寻找了这么久 终于在一个沼泽当中 发现了一个水下洞窟 潜入下方数千米之后 发现了这个洞窟 通往一个地下泥潭 周阳法力护盾激发 直接潜了进来 顺着泥潭一直前进 算一算距离 此地已经距离地面近万米了吧 就在这么一个泥潭中 周阳又前进了将近十公里之远 从一个水潭中向上而去 冲出水潭 就是一个空旷的地下洞窟 第141章 惊天横财 收获太大了 一眼看去 这个洞窟内 竟然长了好几十株龙血果 且还都是要灵超过万年的龙血果 这是什么概念啊 万年要灵的龙血果 拿出去甚至能直接造就二三瓶的天灵根 甚至一瓶也可以展望一下的 而这几十株龙血果落在周阳手中 又是一个什么概念 几十株变成几十万株 药灵依然是万年不变 这将会让周家日后 能够稳定多出几十万的一二三瓶天灵根修饰 甚至硬杂的话 超瓶天灵根都不是问题 这简直是疯狂至极的事情 除了龙血果 这里还有几十株龙灵草 都是万年龙灵草 周家凡俗族人有福了 周阳惊叹 龙血果是周家修饰的福音 而龙灵草 则是周家凡俗族人的福音 当然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好东西 还有一株剑星草 这是觉醒精细神通的绝世仙药啊 周阳看着一株叶子如剑般锋锐 甚至散发着凌然剑气的灵草 不由感叹 万年药灵的剑星草 足够觉醒精细神通了 这种药灵 我都不愿意给它质量增幅 直接弄个数量增幅 万株万年药灵的剑星草 周家将诞生一万名 拥有精细神通的修饰 可惜 得让修饰用贡献度兑换 还不能低了 否则会让他们养成不劳而获的想法 对日后修行不利 周阳一阵挠头 这好东西太多了 不好直接发放 又得想办法 将东西用到周家族人身上 这就很烦恼了 算了 还是我自己用吧 家族好东西太多了 这剑星草真的有万株 也不好发放 还不如给我自己先提升实力呢 以后遇到合适的 再给家族留着 仔细想了想后 周阳最后决定 还是先将这株剑星草 质量增幅成一年要龄的剑星草 然后自己服用 可以想象 当这株剑星草 被周阳服用之后 必然会觉醒出 史无前例的恐怖精细神通来 配合飞剑使用 那简直无敌 周阳再次查看其他的 这里的好东西 可不止这些 还有一条极其小的零食矿脉 但是别看这条矿脉很小 甚至只有上万颗零食的储量 但是 你看看其品级就知道 这处零食矿脉不简单 极品零食矿脉 虽然是极微型 只有上万枚储量 周阳惊喜地看着洞窟墙壁上 透出的点点灵光的零食 零食内蕴含着恐怖无比的零气 可以说 这零食就是零气所凝聚而成 按照极品零食的兑换比例 一颗等于一百颗上品零食 一万颗中品零食 百万颗下品零食 这里的一万颗极品零食 就相当于一百亿的下品零食啊 意外之才 且还是极品零食 没有傻子会拿这东西 去兑换其他零食的 这是以周阳的心性 都感到惊喜的好东西啊 系统 出来开工了 叮 系统响应周阳的照话来 系统 给我将这里的极品零食矿脉 进行 周阳顿了顿 如果是质量增幅的话 极品零食 岂不是能增幅成仙界的零食 仙界的零食 也许不叫零食 而是叫仙食 不懂就问 周阳立刻向系统发问 系统 极品零食 进行万倍质量增幅化会怎样 叮 回宿主提问 极品零食万倍质量增幅 会变成下品仙食 宿主修为没到仙境 无法使用仙食中的仙气 系统不建议宿主如此转化 除非宿主 手中有仙气 这等需要耗费庞大力量的宝物 对于系统的说法 周阳懂了 修为不够 无法使用仙食 而凡间各大宗门的底蕴 仙气 这是仙界仙人才能够炼制的宝物 自然需要先力驱动 才能完全发挥其威能 凡间正常情况下 都是以大法力修饰 配合大量极品零食 才能勉强驱动 发挥出其一小部分的威能 是的 仙气在凡间 只能发挥一小部分威能 这就是仙气 各大势力的最后底牌 也是各大顶尖势力 都在收集极品零食的原因 这东西启动一次 别说化神了 一个炼虚大佬都能给抽干了 还不一定能坚持多少时间 只有配合极品零食中 蕴含的恐怖零气量 才能勉强支撑其 发挥部分威能 周阳手中又没仙气 要仙食没用不说 还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日后真到了仙剑 随便搞一条仙食矿卖什么的 随便一个增幅下去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现在要仙食 没用 那就只能进行数量增幅了 一万颗极品零食的储量 万倍数量增幅后 就是一亿枚极品零食 相当于 一百万亿夏品零食 整个南域 估计都没那么多零食的数量吧 肯定没有 中域应该是有这么多的 然而 不说夏品零食 中域所有顶尖宗门和圣地 储备的极品零食 有一亿枚吗 危险 估计是没有的 周扬不清楚 也不想去猜测了 他直接下达指令 系统 这条极品零食矿卖 进行万倍数量增幅 直接收入专属空间 明白 万倍数量增幅中 增幅完毕 收入专属空间 请宿主自行查看 周扬看了一眼 自己那专属空间中 如山一样多堆积在一起的极品零食 不由感叹道 自己真是太富裕了 都可以将一个圣地给买下来了吧 嗯 估计人家也不会卖 光有钱还不行 得有实力 搞定了极品零食之后 周扬又下达了指令 系统 将剑星草进行万倍质量增幅 增幅完毕后 收入专属空间 系统 将龙血果进行万倍数量增幅 增幅完毕后 收入专属空间 系统 将龙菱草进行万倍数量增幅 增幅完毕后 收入专属空间 于是 周扬又得到了一株一年药菱剑星草 几十万株万年药玲磅血果 几十万株万年药玲磅玲磅草 一薄肥 说的就是这 从此以后 周家不管是零食还是零药资源 再也不可能缺乏了 这财富 真比起来 整个修仙界所有的圣地加起来 都不一定有它多啊 一株一年药玲的剑星草 就秒杀一切了 搜刮完了地下洞窟之后 周扬心情舒畅地返回了地面 刚一回来 神念一展开 就发现了一个强大的气息 从远处掠过 妖族 好隐蔽的妖气 周扬一愣 随后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如此强大的一个妖族 妖气还如此隐蔽 可以说 如果不是自己神魂强大 神念浩瀚 还真不一定能发现其气息中 那位不可闻的妖气呢 这个家伙 修为不俗啊 起码得化神以上 不过我倒是不惧他就是了 此刻的周扬 剑星草在手 他不想和对方碰面 稳妥起见 还是避开好一点 万一对方的实力 不仅化神那么简单呢 如果是炼须妖圣 祖龙真身也拿不下对方吧 所以 还是等自己服用了剑星草之后再说吧 周扬迅速缩回了神念 转而离开了此地 他要在对方来此之前离开 防止对方留下自己 周扬走后不久 一艘非洲降临 牙兽站在非洲之上 眉头微皱 人足修饰 好强大的神念波动 竟然距离那么远 便发现了我 至少也是化神 甚至是炼须 难道是要亡谷那个老鬼出关了 据他所知 要亡谷一直以来的最强者 都是化神 但是岂有一个太上长老 一直闭关了上千年了 那是一个真正的炼须大能 不对 这股神念残留的气息中 有着磅礴的朝气 明显不是那种老家伙才有的腐朽气息 牙兽思索了两久 最后发现 自己无法锁定对方离开的方位 不由叹息着放弃了 算了 既然有人足的炼须大佬经过此地 不管是要亡谷的 还是大伤那三个宗门的 都说明对方即便是和圣公停战了 也依然在防备着圣公 牙兽暗道 既然如此 那我此行就不能再有丝毫暴露的风险了 得转道 否则这个炼须大能看到 我是从黑暗森林而来 后面成了灵兽宗门的宗主 不得怀疑我吗 想到这里 牙兽立马转道 朝着西方而去 身上的气息变得更加隐秘起来 周扬万万没想到 因为自己神念的特殊性 竟然把牙兽这位最神秘的妖圣公妖王 给吓得改变航道了 并且这位牙兽 甚至还想着前往青木城 顺手杀了周扬的 结果却别周扬无意中给吓跑了 第142章 回归 吞服一年建兴草 青木城 周扬归来 让周扶众人 总算是彻底地松了口气 没办法 周扬不在 他们是真的不敢松懈 即便如此 周家还是出事了 周运被妖圣公的一位妖王带走了 夏镇峰事后来青木城镇守 直到此刻 周扬归来 周扶大厅 气氛有些凝重 周扬面色平静 开口道 对方自称是来自碧眼妖狐一族的组长绿罗 是的 夏青玄有些自责地看向周扬 抱歉周扬 是我做得不好 才让周运被抓走的 这不能怪你 是我考虑不周 在我离开的时候 就应该请夏叔 过来坐镇的 也是当时没有想太多 没想到就这么松懈了一天的时间 仅仅一天的时间就出事了 周扬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怎能责怪夏青玄 周扶众人那修为 根本就拦不住一个化形大妖 除非夏镇峰在此 可他当时想着 没那么巧合会出事吧 结果还真就在这一天里出了事情 周扬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一定要提前通知我一声 夏镇峰郑重道 你不为自家考虑 也得为青玄考虑一下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情 你让我当如何 这次的事情 夏镇峰对周扬 是有些微不满的 感觉周扬考虑不周 形势不够缜密 这是周运被抓走了 他虽然感觉不好受 但还能接受 若是夏青玄被抓走 估计现在 他已经在杀向妖圣宫的路上了 抱歉 夏叔 这次的确是我的问题 是我做得不好 周扬诚挚的道歉 随后道 还请夏叔为周家镇守些时日 对了 我这次在丛林沼泽 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洞窟 其中有着无数的绝世灵药 我交给夏叔一些 嗯 其中有药灵达到万年的龙血果 福伯不是在闭关突破吗 您可以给福伯送去一份 周扬说着 拿出了十株万年药灵的龙血果 交给了夏镇峰 十株万年龙血果 即便是在眼前这种凝重的氛围下 夏镇峰也被周扬这大手笔震撼了一下 竟然是如此高耀灵的龙血果 起码可以让福伯的灵根资质 提升到接近超频了吧 有可能达到超频的 毕竟福伯本身天赋就不差 周扬淡然笑道 清玄这里 夏叔不用担忧 我给您保证 他会是我们家第四个仙灵根 夏镇峰文言 一直凝肃的面容上 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 夏清玄就是他唯一且最重要的心头肉 只要夏清玄能好 他做什么都愿意 仙灵根他当初就想着留给夏清玄 不过考虑到当初周家需要高端战力 甚至即便是现在 周家也缺乏高端战力 否则就不会发生周运被抓走的事情了 福伯现在是在闭关冲击瓶颈当中 可即便是没有闭关 金丹修为的福伯 也不可能是人家化形大妖妖王的对手啊 有着石珠龙血果在手 他不仅可以将福伯的灵根天赋 推到接近超频 还可以另外培育一下自己的一些心腹手下 那些手下实力也都有筑姬和金丹修为的 使用着流光成基业 十株万年要灵的龙血果 可以说这样的资源 即便是圣帝都要积累多年 才有能力拿出来的吧 圣帝的那些超频灵根天赋的嫡传弟子 那些圣子和圣女 为什么每一代都不断代 就是因为这些多年的积累 每一代圣子圣女都有超频天赋的超绝资质 如此才能保证圣帝新生代的强大 保证圣帝的传承不绝 收好龙血果之后 夏振峰询问 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自然是要去救回我姐的 周扬平静地说道 人家都给我下了战书 我怎么能不接下呢 夏振峰脸色一沉道 我知道你现在有神通护身 但黑暗森林可是妖圣公总部所在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将面对那位实力 达到了练须境界的妖圣公主 如果这个你不拒 那妖圣公的阵弓仙气凤凰冠冕呢 闻言 周扬沉默了下来 没错 他的确强大 可在仙气面前依然什么都不是 他没把握抗住仙气的攻击 刘宛如也是面色一遍说道 周扬 我不准你去冒险 只要你不去冒险 他们应该就不敢对周韵怎么样 周韵只要还活着 等你以后实力强大了 照样可以救出来 而一旦连你都陷进去了 还有什么人能救你们出来 那可是妖圣公啊 周扬 不要去冒险好不好 夏青玄紧张地拉着周扬的手 周扬 我们现在拥有仙灵根 修行速度很快的 大不了等个几年 等我们晋升化神 甚至晋升炼虚之后 即便是仙气 也不一定就能对付得了我们 至少保命还是有些需把握的 那个时候再去妖圣公要人 把握岂不是更大一些 夏真风跟着劝说道 说的话也是句句在里 周扬结束了沉默 他开口道 仙气的开启需要时间 对方一旦开启仙气 我肯定会先行撤退的 而只要不是仙气 即便是炼虚强者 我保命也是没问题的 保命 你拿什么保命啊 炼虚强者可不是闹着玩的 其实力之强大程度 可远非化神可以比你 你没遇到过炼虚强者 根本无法想象 他们的实力有多恐怖 夏真风摇了摇头 我见过一次万寿宗的 那位犬宗主出手的影像 那是随手一击 就有毁天灭地智能的恐怖力量 你即便释放神通 都很难抵挡的 一旦你受了重伤 确定能从人家 妖圣公的总部逃走 其作为妖圣公总部 拥有多么恐怖的防护力量 你不清楚 也可以想象得到吧 其他人也都满脸担忧地 看着周扬 周扬顿了顿开口道 夏叔 还有母亲 清玄 我这一次在丛林沼泽获得的宝贝 可不只是一大堆的龙血果 还有龙鳞草 也得到了一大堆 嗯 还有珍稀的极品零食 也得到了一大堆 价值无量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得到了一株剑星草 这是觉醒惊细神通的绝世仙药 我现在就会闭关 等觉醒惊细神通之后 才会动身前往黑暗森林 放心吧 我是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 第143章 前往妖圣宫总部 周运的天资 震惊妖圣公主 众人一听 顿时对周扬这一次获得的机缘 再次提高了一个等级 除了一大堆龙血果之外 竟然还有一大堆龙鳞草 一大堆极品零食 最后还有一株绝世仙药 剑星草 能让周扬都用一大堆来形容 其数量绝对多到令人发指 如此剑星草 真能让周扬觉醒神通的话 说不定还真能让他足以在仙气开启前逃离 哎 剑无法劝下周扬 刘宛如叹了口气 随后便随他去了 夏清玄紧张而又担忧 却好几次 开口都说不出话来 周扬是 去救姐姐的 他也没办法 再多次劝说了 该说的都说过了 总不能对周运的安危 不管不顾 周扬去了修炼室闭关 剑星草 被他吞服了下去 一年剑星草 这是所有灵药的最高药灵了 系统告诉周扬 任何灵药灵草 最高药灵 只能增幅到一年 至少凡间是这样的 很多普通灵药 甚至都增幅不到这个药灵 比如天星草 只能增幅到千万年药灵 即便是系统 也无法将天星草增幅到一年 灵药的等级 会限制增幅的年限上限 不过无所谓了 至少剑星草这一类 能够觉醒神通的绝世仙药 是可以增幅到一年的 对周扬来说 已经是绝对够用了 一年剑星草 这已经是史无前例的药灵了 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剑星草下渡后 庞大药力便开始到处乱窜 汹涌澎湃地 在周扬的体内涌动 系统的庇护之力 早已在守护着周扬的全身了 自然是不惧这药力冲撞的 精细的力量从药力当中涌现 一股神秘的属于神通的规则之力 开始慢慢诞生 这时和之前 服用龙渊雪莲不同的精力 龙渊雪莲激发的是肉体力量 和神魂上的龙威 不涉及到五行八系的力量规则 而剑星草 则是属于五行当中的精细力量 可以让人激发精细神通 连续一整夜的时间 周扬都在炼花药力 觉醒精细神通 等到一大清早的时候 金色的阳光洒落周府的时刻 一股金铁翁鸣声 以青木成为起点 波纹一般朝着远处的四面八方而去 一直延伸到周边几个 城池才停了下来 在这范围之内 所有人身上 不管是普通护卫人员 武林侠客 还是修饰携带的 有金属成分的法宝 阵盘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是一股什么力量 这些周边的人 也没几个实力强大 见多识广的 自然无法识别出 这是顶级精细神通 觉醒时候的征兆 这股异象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过一会 波纹近乎光速地回缩 回到了周扬的体内 无尽的金色光明影 没在他的体内 周扬缓缓睁开了双目 眼中的瞳孔 甚至都在散发着金色光辉 如同万界之神般 神威浩荡 威严无尽 天青 精细至高神通 以精细神通之力 调动天地间的伟力 形成一柄天地之剑 从天而降 击杀敌人 威力比自身境界 高三个大境界 周扬看着系统 给出的自己精细神通的 详细数据列表 不由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自己现在是原因境界 高出三个境界 那就是杜杰期的 力量层次了 强 真的强 不亏是精细至高神通啊 自己也得了龙族 至高神通 祖龙真身了 可真要论威力 祖龙真身 还真不如这天青 周扬仔细想了想 不能这么想 祖龙真身 是可以让自己 长久战斗的神通 而天青这一精细神通 短时间内 自己只能发出一击 是的 只能发出一击 这是可以调动天地伟力 化作自己攻击的神通啊 祖龙真身 可以较长时间 保持化神大圆满 接近炼虚的战斗力 而天青 周扬计算了一下 即便服用所有目前 能够拥有的绝世灵要恢复 也只能保证 十天发出一击 而这一击威力超越炼虚 达到了杜杰七强者的权力一击 如此强大的纯粹攻击类神通 能和仙气媲美吗 周扬眯着眼睛想了想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仙气 那是仙人级别的宝物 一击下来 就是仙人动手攻击的威力 即便是最低级的仙人 那也是超越杜杰七 一个大境界的 属于另一个高等世界的 强者攻击啊 不能比 但是 周扬现在有了面对仙气的资格了 有这么一击底牌在手 以他在剑道上的资质 硬刚一波仙气 保住小命问题 硬刚不大了 那位活了不知道几万年的玄规 都有胆子硬刚仙气 自己有如此底牌 凭什么不如他 那头老玄规 必然也是有神通的 说不定还是自身族群 自带的天赋神通 且玄规 还天生以仿佛文明天下 所以才能硬抗 仙气攻击 否则 绝无可能 仙气的名头 在那摆着 普通修士 别想着去硬刚了 没点真正能够逆天的底牌 那就是宋菜 周扬深吸口气 长声而起 走出了修炼室 和众人交代了一下 便在一片担忧的目光中 化作一道光芒 消失在了天际 黑暗森林 妖圣宫总部 我来了 绿罗 你不是想要见我吗 这一次 我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 而你 或者说你们 也让我见识一下 妖圣宫到底如何强大吧 而此刻 妖圣宫总部 周运已经抱着小狐狸 跟在绿罗身后 来到了妖圣宫总部的 忠心树冠所在地 抵达了妖圣公主 宫殿门口 有绿罗带领 门口的守卫 自然是不敢阻拦的 他们也接到了 妖圣公主的侍女传训 一一放行 周运站在妖圣公主 面前的时候 再次被妖圣公主的 绝世容颜震撼到了 是的 即便是妖圣公主 依然戴着面纱 可那绝美的容颜 和高贵雍容的气质 是无法隐藏的 这种等级的魅力 藏都藏不住 周运在人族地街 也游历过一段时间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族女修 能和眼前的两个女子相比 当然 周运明白 这也可能是自己 游历的地方太少了 只在大夏 没去过大商 更没去过 繁华顶上的中玉和东玉 可即便如此 想来人族最美的女修 也就和眼前两名女子同级 是绝对不可能超过的 想要超过这种等级的女子 估计只有仙界才有了吧 不错 原本你传讯给我说 没见到周扬的时候 我还有些失望了 感觉你是随便抓了个周家的人 来给我交差 妖圣公主 从软榻上走下 来到了周运的面前 其高挑曼妙的身形 更是让周运都惊叹不已 不过她脸上 依然还是强作镇定 不能多了周家威名了 可是在看到这个周扬的姐姐周运之后 我才知道 你为何会在传讯中说 周家不简单了 是吧 说实话 刚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 我待了好久呢 说到周运的天资 绿罗现在 依然有些无法抑制内心的震撼 不仅是绿罗 即便是向来高傲到极点的妖圣公主 此刻也满心震撼地 看着周运 这是天生的仙人苗子 这种体质 这是灵根上的不凡 这是什么灵根 为何就像是天生仙人一般 不知道 不明白 想不通 绿罗直接摇头 废话 自己要是能明白这种事情 就怪了 但是按照我的猜测 那个周家的天资 绝对不比这个周运差 这两姐弟 都是天生的仙人苗子 你们抓我来这里 仅仅只是 因为我灵根资质不凡吗 听了两人 又是震撼惊讶 又是感叹的话语后 周运忍不住开口询问 如果仅此而已的话 那么现在 你们看也看了 是否可以放我回去了 绿罗和妖圣公主 对视一眼 对手笑了起来 两人走了过来 摸向了周运的手 第144章 邪魂宗突袭 仙气碰撞 大夏磨乱 这一天 本是晴天白云的一天 可是 大夏疆域的两处地方 却爆发了惊天之战 此战影响力极大 为何 因为仙气 是的 这一天 发生了一场 出动了仙气的大战 邀王谷所在 是大夏疆域内的一处 巨大盆地 外围有着 数百座巨型大山 这些大山底下 被布置了无数护宗大阵 可是在今天 却面临着 毁灭的可能性 一道身穿 黑色长袍的中年掉眉男子 横空而来 踩着八字布 傲然矗立 在邀王谷山门上空 霸气无双 身形壮硕 男子从外表看上去 就如同一个战场将军一般 无所畏惧 震慑群雄 霸气男子一伸手 手中出现了一盏漆黑的油灯 油灯没有灯芯 只有灯油 灯油内 还有着一团黑漆漆的魔影 在晃动 下方药王谷内 一股隐秘的气息 陡然爆发 邪无先 你敢来我药王谷找事 哼 老东西 我就是想来 试试你药王谷的药王顶 是否还能战斗 霸气男主二话不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犹豫的 迪鹤道 魔影 出 轰隆 天空一声霹雳 男子身后的那半边天空 瞬间黑暗了下来 方圆千里万里的天空 全部化作黑暗 这是 仙气在发动 邪魂灯内 那魔影瞬间透出灯外 邪魂灯中 吸纳的极品零食 储备灵力 在疯狂消耗 霸气男子体内 庞大到浩瀚的法力 也在被疯狂的消耗吸收 几个呼吸之后 一道顶天立地的无上魔影 出现在了大下疆域 妖王谷锁在山门的一侧 双腿如同黑雾 只有上半身 清晰可见的魔影 到底有多大 可以这么说 千里范围内 抬头就只能看到 一片漆黑的天空 那 正是魔影的身躯 而万里范围内 抬头则可以看到 隐隐清晰的魔影 庞大的上半身了 在魔影的庞大身躯面前 妖王谷的宗门驻地 即便是 一个战地达到了 数百平方公里的小型盆地 在魔影面前 依然可以一拳头轰灭 邪无仙 你当真敢这么做 那妖王谷内 再次响起那道苍老的声音 召唤魔影 来对付我妖王谷 你疯了吧 这魔影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传闻 是邪魂宗的创派老祖 在仙界用一头天 魔神魂链 制成了邪魂灯的气灵 岂为能远超 普通的仙气气灵 哈哈 我就是疯了 怎么 你这老鬼 敢不敢陪我一起疯 一场 邪无仙长笑一声 传遍了整个妖王谷范围 妖王谷内 无数宗门弟子面色难看 这是邪魂宗的宗主 邪无仙 他 他竟然带着邪魂灯 来我妖王谷发疯 早就听说 这家伙很疯狂 没想到 如此疯狂 太可怕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 放心 我妖王谷 也是顶尖宗门 也是有先气镇压底蕴的 何惧这邪魂宗 对 有太上长老在呢 不用怕他邪无仙 妖王谷宗主大殿内 妖王谷的宗主此刻 正带着一群长老直士 恭敬地站在一个老者身后 太上长老 这邪无仙此举为何 难道真的是大商 要对大下动手了 有可能 太上长老 乃是妖王谷 唯一的炼虚大能 常年闭关修行 此刻被这邪魂宗主 带着仙气打上门来 不得不出关应敌 你们赶紧布置防御 我去会会这邪无仙 太上长老言罢 身形一闪 已经出了大殿 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妖王谷上空万米处 一个青金色的药顶 缓缓围绕着他的身侧旋转 青金色药顶上 恐怖的波动席卷而出 随后 一只通体青色 头戴金色冠冕的青鹤 从药顶中飞出 这只青鹤迎风而涨 迅速无比地化作了 一头体型 长达十万米的恐怖巨鸟 一声鹤鸣 响彻天际 甚至传遍了整个大下疆域 两位恋戌大佬 一起召唤了仙气 气灵对峙 虽然还没发展到 掀起本体 对轰的地步 可已经是气灵 显现对峙了 可以想象 这将是一场巅峰对决 影响力极大 整个大下范围内 所有人都察觉到了异常 修士不提 即便是凡人 也看到了天空的异变 那远处的天空 一边漆黑 一边泛着青色火云 一边炽热气息浓郁 一边则是让人心烦意乱 一股骨膜乱低语 浮现心中 修士们感受 更加深沉清晰 一些闭关修行的修士 在天魔低语的声音中 不断被心魔侵袭 死于走火入魔当中 药王谷上空的仙气 碰撞处于对峙当中 并没有发生大战 仅仅对峙 两位炼虚大能 并没有真实地动手 双方仅仅气机碰撞 气灵显现而已 而仅此情况下 已经引发了大下疆域内 无数人发生灾难 修士走火入魔 凡人偶有陷入疯狂地 寻找武器到处砍人 这一刻 大下疆域内 无数城池因此出现了动荡 一场大战 这就不像药王谷那样 仅仅对峙那么简单了 而是真正的大战 大下帝都 皇宫上空 几道人影 正在疯狂战斗着 其中两个人 在攻击着一个女子 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大下王室 唯一的化神大能 太后黄仙芝 邪魂宗 竟有胆子 来我大下帝都撒野 你们当真 如此疯狂不成 黄仙芝丢出一个 明黄色扇子 扇子上散发着土黄色光晕 将对面两人的攻击 阴沉地看着对面两位化神修士道 对面的两位邪魂宗修士 一男一女 都是中年模样 哈哈 黄仙芝 你大下王室 仅仅一位化神 如何与我邪魂宗对抗 中年难修 黑黑一笑 识相的话 就交出魂珠 不然我们今日 必将踏平大下帝都 你们大下得不配为 那颗魂珠 可是天然仙气佩胎 你们没能力炼制仙气 就赶紧交出来 我邪魂宗便能以此联络仙界老祖 将此诛炼成仙气 如此我邪魂宗便 拥有两件仙气在手 必然将称尊难遇 女子冷然说道 这件事邪魂宗也不打算隐瞒了 因为如此大动作下来 这种事情 根本就隐瞒不住 既然如此 不如直接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让众人知道 邪魂宗的目的 以邪魂宗一直以来的疯狂 想来也没人 胆敢招惹邪魂宗 来破坏邪魂宗的行动 魂珠 黄仙芝决然道 你们既然知道 我大夏王室有磁宝 你们到底是如何知道的 哈哈 那当然是 你们大夏王室内有我们的人啦 男子洒然笑道 要不你猜猜是谁 在与我们邪魂宗合作 是现任皇帝呢 还是那个夏振风王爷 住口 休要挑拨离剑 黄仙芝冷喝打断 我儿可不会背叛大夏 不管是 现任皇帝还是夏振风 都是黄仙芝的儿子 怎么可能会背叛 大夏王室 这邪魂宗之人 当真可恶 如此出言挑拨 用心险恶 哈哈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邪魂宗男子依然笑道 交不交出魂珠 不交的话 那我们再继续打吧 总要将你打敷才行 或者 直接将你击杀 大夏没了你黄仙芝 还有什么人能阻挡我们二人吗 想杀我 就凭你们两个 还不行 黄仙芝面色尖一倒 那么 加上我呢 一道剑光从远处飞来 一个身上 剑气冲销的青年男子 出现在黄仙芝眼中 顿时让黄仙芝面色大变 第145章 大夏王室逃亡 周扬会见妖圣公主 天剑门 黄仙芝脸色更加冷然 你们也要掺和 邪魂宗与我大夏的事情 不 没想到 对面剑修男子 却摇了摇头 我天剑门与邪魂宗 分属正魔两道 向来不会同流合乌 即便是面对妖圣公的战争 也是分出两个战场 与妖族战斗 此次来参战 是我个人行为 与天剑门无关 在下曾欠了邪魂宗主一个人情 来参战只为还人情 此战过后 若大夏想要报复 尽可来寻我便是 天剑门男子声音平静 开口就表明了 这是个人行为 与天剑门无关 还直言随时接受大夏复仇 这就让黄仙芝 有些无法反驳了 为了一颗魂珠 值得吗 那邪魂宗男修开口道 不如将魂珠交给我们 我们立马掉头就走 如何 绝无可能 黄仙芝断然拒绝 那便站吧 花音落下 双方再次站在了一起 而在下方帝都内 各大帝都的修仙家族之人 全都静若寒蝉 不敢冒头 没办法 大夏帝都的修仙家族 连拥有元英大修的家族都没几个 哪里敢冒头 去掺和化神大能之间的战斗 他们此刻 内心都是绝望的 虽然他们对黄仙芝有信心 但是他一人面对三位化神 如何是对手 战 十多位邪魂宗的元英大修 此刻也突入了帝都之内 静止就朝着皇宫扑了过去 显然 为了这一次的行动 邪魂宗连宗主都出动了 手持仙气邪魂灯 降临耀王谷上空 拖住了耀王谷所有人 不仅仅是耀王谷的太上长老被拖住 其他化神和元英都不敢贸然行动 一出头就会被仙气锁定 即便有耀王鼎也护不住他们 仙气想杀你一个小小修士 光是余波就能干掉你了 而且 对方可是邪魂宗 顶尖宗门 一个宗主亲自来读你耀王谷大门 难道邪魂宗其他化神大修没来吗 有可能来了 就等你奋出人手 出去支援大夏帝都 然后绊倒截杀你 所以 耀王谷这边 是真的没办法给大夏帝都这边支援了 大夏帝都这边 当然也清楚这一点 废话 两大仙气对峙 整个大夏疆域都看到了 哪里还能不知道啊 这次邪魂宗连仙气都动用了 明显是对魂珠志在必得 不达目的 势不罢休的架势 那十几位邪魂宗元英 冲入了皇宫处 直接就朝着皇帝下镇山而去 下镇山 一个颇为儒雅的中年修士 身穿皇袍 高坐皇位之上 此刻的大殿中已经没了其他人 只有皇室的高手修士还在场 擎天宫的那位战将 还有供奉 以及其他几位元英也在 双方见面 就爆发出了剧烈的战斗 奈何 邪魂宗的原因太多了 几乎是大夏王室的两倍以上了 那些低阶的金丹修士 根本就参与不了这样的战斗 来了就被斩杀 最后不得不带着王室后背撤退 夏清兰和夏清明 也在撤退的人员当中 夏清云 以及大皇子 带着众人撤退 所有王室后背 此刻脸色都很难看 大夏王室这次是彻底遭殃了 被人邪魂宗直接打上门来 这是朝着覆灭大夏而来的 我们逃往哪里 要亡谷 不行 那边现在两件仙器正在对峙 去了就是找死 我们去刘光城 找王叔庇护 走吧 加快速度 几道顿光中 满载着王室逃亡人员的非洲 快速地朝着刘光城而去 而就在这场大战发生的时刻 周扬现在已经抵达了黑暗森林之中 即便是距离如此遥远 他也能感受到 天地之间的那种颤动 那是仙器的威能被激发后 整个天地间的规则 都为之颤抖的感觉 仙器威呢 周扬面色凝重 转头看向了大夏方向 眉头大皱 他可以感受到 这是两件仙器之间的对峙 那么 再想一下这段时间 大夏风雨遇来的征兆 很有可能 就是大厢那边的某个宗门打过来了 也不知道 大夏能否抗住这一波了 我现在再赶回去 也有些迟了 人都已经到黑暗森林 还是先将姐姐带回 再去想大夏那边的危机之事吧 周扬叹了口气 真的是多事之秋啊 他的身影快速掠过 最后 停在了一颗高耸入云 树冠铺满下方 大片森林的巨树之上 谁 什么人 不过一会功夫 便有大妖前来贺问 同时 周扬其实在进入 黑暗森林范围之后 就感受到 若有若无的神念在锁定自己 那古神念气息异常浩瀚 除了炼虚大能 估计也没几个 能有这等浩瀚神念了 两头画形大妖 将周扬围住 面色肃目地看着周扬 就要再次开口 却听远处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 原来是周家主到访 两位将军 劳烦你们带周家主来公主的大殿 公主要见他 这是绿罗的声音 两头大妖当然能听出来 不过 眼前这个人类 竟然是来见公主的 大妖也没去细想 这些动脑子的事情 就交给上面的人去做吧 他们只需要战斗就行 周扬面无表情地 跟在两头大妖身后 来到了妖圣公公主的宫殿所在 走进其中之后 终于看到了姐姐周韵 还好 周韵身上并没有伤 也没有被禁锢自由 周扬见此 不由放松了心情 冷漠的表情也稍稍放缓 本宫早就在我族情报中 见过多次周家主的信息 双方结盟 绿罗跟随左右 别看周扬手中一大堆灵药灵草 那都是系统增幅出来的 可以说 若不是前阵子 在那丛林沼泽的地窟中 发了一波大财 他也无法积累那么多好东西 而此刻妖圣公给出的这些资源 他最看重的 就是那条中型储量的龙岩铁矿脉 这个矿脉和新文钢不同 新文钢是炼制下品法宝的材料 而龙岩铁 则是炼制中品法宝的主材料 甚至可以拿去做上品法宝的辅助材料使用 其珍贵程度 要高出新文钢一个等级的 如果到了自己手中 再经过系统一个增幅 不得变成超大型矿脉 一个超大型的中品法宝主材料矿 卖 得够周家使用几百上千年了 即便日后周家修饰和人口再如何增加 也无法快速用完这么大储量的顶级矿脉 这是炼制中品法宝的材料 又不是灵器或者法器 法宝使用限制 最低多的是原音修为呢 周家几百年后 即便原音修饰满地走 人手一整套法宝 那也够用了呀 至于那零石矿 和一百株千年天心草 在妖圣公或者其他修饰看来 肯定都不差 甚至是很好很好的资源了 可在周扬看来也就那样吧 还有吗 周扬表面依然平静 清理见此 不由暗自赞叹 如此多资源在眼前 这位周扬竟然丝毫没有激动 不愧是天生哲仙人 这副气定神仙的氧气功夫 就不是一般修饰能够拥有的 还有 我们妖圣公会有一人跟随在你身侧 嗯 并不是监视你什么的 我们签订协议之后 会以妖皇名义启示 你应该知道 妖皇在我们妖族人心目中的地位 是断然不会违背承诺和誓言的 清理政色道 我派人随你左右 一来是供你调钱使用 二来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你觉得绿罗妹妹如何 她现在虽然刚入化神 但是战力却也不俗 同级之下 妖族的战斗力 是强过一般人族修饰的 她手上 还有一件碧眼妖狐一族的传承法宝呢 嗯 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 周扬完全不会有被监视的担忧 一个绿罗 她还应付得了 除非是清理这种 拿着仙气的炼须大佬 妖圣公其他任何存在 她都不拒 这些协议中都是我周家获利 你妖圣公或者妖族 可有什么诉求 还是说出来吧 周扬政策说道 对方不可能无缘无故 给自己那么多好处 即便看重自己 想要投资自己 就如夏振峰那般 那也是有诉求的 比如龙领草 带下清玄走上修行路 日后强大的庇护大下王室之类的 都是如此 妖圣公这边 当然是有诉求的 清理微笑着道 我们的诉求并不过分 在周家主你们姐弟成仙的时候 能助我 或者妖圣公大妖度过天节 你们的体质是天生的仙人体质 万劫不加深 杜劫期对你们姐弟来说 那简直是所有境界当中 最安全的一个时期了 而我们妖族不同 我妖族进入杜劫期之后 要比人族修饰 经历杜劫期更加的凶险 天道似乎更钟情于人族 而妖族的天道之节 其难度要远超人族修饰好几倍 清理可求地看向周扬 不知道 这个诉求 周家主能否答应 周扬沉默了一会 心中暗道一声 果然如此 对方这就是看中自己的仙灵根天赋了 万劫不加深 的确 仙灵根乃是天生仙人 直到成仙 都不会有任何来自于天道方面的劫难和阻碍 即便是心魔 都无法侵入神魂石海 这就是仙灵根的霸道了 想了想 周扬抬头 看着清理和绿罗 满脸期待的美丽双眼 笑了笑道 此事简单 我答应了 在我们飞升之前 定为妖圣宫不超过三个大妖提供庇护 助其杜劫成仙 这个条件可以写进协议当中 三 三个 他好了 清理高兴地差点跳起来 不怪他一个恋虚大能如此失态 实在是杜劫飞升太难了 特别是对于妖族而言 即便是他这种 拥有古老神兽血脉的大妖 也一样希望渺茫 而现在 有周扬这位天生仙人作宝 那你听到怎么说 都得给点面子不是 这杜劫飞升的难度 自然就会小伤好几倍了 三个名额 自己一个 绿罗的话 人家要出大力 跟随周扬身侧工人差遣 不得给人家一个名额啊 最后一个 不管是给牙兽 还是脚下的这株大树 或者是那只老龟 都是可以考虑的 到时候 得让这三位竞争一下 或者说 清理目光流转 美目看向周扬俊美脸颊 和挺拔的傲视身姿 这等天生仙人 绝对配得上自己和绿罗了 如果可以和对方关系更进一步 多要两个名额 岂不是手到擒来 清理柔声说道 清理就在此 代表妖圣公 感谢周家主的承诺了 我现在就令人准备协议 我们赶紧启示签署协议吧 这难遇天地间的灵气动荡 想来周家主你也感受到了 大伤在与我腰圣宫停战之后 将矛头对准了大下 我想 周家主也是心急于返回清理层 主持房屋的吧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你看如何 多谢清理公主理解了 周扬笑着点头道 对了 在这里 我也有一件事情 要和清理公主说一声对不起呢 哼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件事情 那都不算什么 黑熊职责所在 负责为我腰圣宫守护秘境 但他守护龙渊雪莲不利在前 死于下阵风王爷之守在后 是他本身实力不足导致 在我腰族之内 他死得其所 清理平淡地说道 腰族比人族更讲究柔弱强势 死于敌人手中 那是活该 至于现在 他腰圣宫和周家可不是敌人了 而是一个真正的盟友 这转变 简直有些令人瞠目结舌 那便多谢清理公主不计较了 周扬点了点头 那躲龙渊雪莲也对我有不小的作用 让我得以觉醒了真龙神通 说起来 我的确算是欠妖圣宫人情的 那便签约吧 我也会以天道启示 周家修士 不会主动和妖圣宫为敌 不会主动与妖圣宫引发大型争斗 至于那些妖兽和修士之间的小碰撞 倒也不是誓言可以约束的 那是自然 我们两家高层明白就行 他们下面的小辈妖兽和修士之间的争斗 就让他们手底下见真章吧 这也算是对后辈的历练了 清理丝毫没有在意这些小事情 于是 清理让人准备了协议之后 双方看过之后没有什么问题 便签署了协议 以妖皇誓言 以及天道誓言启示之后 协议生效 此事至此 总算是完美解决了 完美的 令周扬督有些惊叹 自己跑这一趟 原本可是抱着硬刚掀气的念头来的 结果 自己准备的底牌 甚至都没动用 就拿了巨大好处到手 付出的 只不过是未来成仙之前 帮助妖圣公三位大妖妒妒结而已 这对周扬来说 算个什么事 第148章 返回青木城 王室逃亡团 协议签订完毕 这是一份双方都会严格遵守的协议 与妖圣公和大商签署的那一份 完全不同 和大商签署的那一份协议 妖圣公可没用妖皇的名头发誓 大商也没用天道的名义发誓 两方或许在内心中 都没打算真正遵守协议的 都想着什么时候时机到了 就撕毁协议的吧 有妖皇和天道约束是非常严谨的 也许有人会说 妖皇是妖族的 妖皇用它来发誓 妖皇不会偏袒妖族吗 实则不会 妖族受天道摒弃 天道规则向来对妖族不善 而妖皇先借最强大的妖族首领 其修为从远古传说来看 那是可以和天道抗衡的存在 其最信守承诺 且对妖族的约束极强 所以 一旦有妖族用妖皇的名义启示 那绝对是很少会选择毁约的 如果你毁约了 一方面遭受各大妖族的病气 妖皇也会放弃对你的庇护 甚至修行中会发生血脉退化 修为倒退等等 各种坏事 妖皇对无尽妖族的庇护 可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 签署完协议之后 周扬和清理也算是一个盟友了 修仙剑 人族和妖族的敌对 并没有达到那种你死我活的境地 没到那个程度 周扬带着周韵 就准备返回青木城 而绿罗 则抱着小狐狸跟在了两人身侧 他已经交代了族内事务 现在的任务 就是跟随周扬身侧 攻其吊钱使用了 当然 绿罗作为一族支掌 周扬也不可能会让他去做那些杂乱的事情 只有真遇到大事了 才会让他出手 毕竟是一个化神大能修士 自己身边能多一个这等战力 也算是一件好事 小半天之后 几人回到了清木城 刚抵达周府 就看到周府之内多出了一大堆人来 周扬 夏清兰从不远处看到周扬归来 顿时高兴了起来 跑过来和他说话 夏清兰 你不是返回帝都了吗 怎么又回到清木城了 周扬说着 问道 对了 我之前离开了清木城 去南方探查情况了 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事情 我可以保证 妖圣公不会对大厦疆域动手 好吧 多谢你跑这一趟了 听到这么一个消息 夏清兰表情并没有多么高兴 而是说道 想来 即便是 身在南方区域 你也能感受到 大厦北方发生的事情吧 是的 要不 我们去客厅说话 周扬看了一眼身侧的周韵和绿罗 怎么说 现在绿罗也是属于客人了 也不能就让人在家门口站着呀 好 我们去客厅再说吧 夏清兰看了一眼周韵 他和周韵关系不错的 于是朝着对方点了点头 又看向了绿罗 顿时被绿罗 那绝世容颜惊呆了 好一会才回过神来 周扬 这位是谁啊 看到连小狐狸这种生人 不让靠近的小家伙 都被这陌生女子抱在怀中 夏清兰也对绿罗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来 他呀 他叫绿罗 来自妖圣宫 现在你应该猜出 他是谁了吧 周扬笑着道 妖圣宫 绿罗 夏清兰先是一愣 周扬竟然和妖圣宫的大妖有联系 随后又是一惊 妖圣宫的绿罗 不就是那位碧眼妖狐一族的组长绿罗吗 你是妖圣宫的妖王 碧眼妖狐一族的组长绿罗 夏清兰当即询问绿罗本人 不是他不信周扬的话 而是这个消息有些惊人 一个妖圣宫的妖王跟随周扬左右 这也太惊人了吧 当然 妖圣宫和大夏之间 从来就没什么大仇恨 小仇倒是有一些 比如百年一次的妖兽朝冲击 不过 那也仅仅只是妖兽的行动 连黑熊妖王这位幕后黑手 也很少参与 这第一次插手 还被夏振锋给斩了 说实话 这是妖圣宫吃大亏了 大夏是真没吃亏 每百年因为妖兽冲击 可是不少人都获得很大利益的 是啊 小妹妹你好 我是绿罗 你是谁呢 夏青兰这样的大夏小公主 在修仙界也不是啥出名人物 绿罗自然不认识对方的 我是夏青兰 大夏王室之女 很高兴见到你绿罗组长 夏青兰有些恭敬地回答道 不得不恭敬啊 在情报当中 这位绿罗可是妖族四大美女之一 且实力强大 是元英大圆满大妖 能成为妖圣宫妖王 其本身实力绝对不仅仅元英大圆满 这么简单的 可以这么说 妖族有不少元英大妖 但是能成为妖王的 却只有那一些 这些妖王修为 最低都是元英大圆满 且实力强大无比 每一个都能和人族普通化神修饰对抗 而不落下风 这就是妖王级大妖的实力强度 在同等修为之下 妖族本就比人族修饰要强大 何况人家大妖 还是同级大妖中千里挑一打出来的 其实绿罗远不是夏青兰看到的那么简单 不说其修为已经从化形大圆满 突破到了化神期 还是碧眼妖狐一族的组长 手中执掌着碧眼妖狐一族的传承法宝 能成为一族传承法宝的 起码也得是上品法宝级别 甚至有可能是七品法宝 而且还得是最契合这个族群的法宝 这样的法宝 配合绿罗一族组长的身份和修为 能够发挥出多大的力量 那自然是非常恐怖的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能告诉我 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绿罗也想知道事情的具体情况 毕竟这事才刚刚发生 没去现场查看 不会知道具体情况 只能猜测 但是连两件仙器都被激发了出来 这战斗肯定是非常恐怖的 夏清兰作为大厦公主 应该会知道一些具体情况的吧 我们进客厅再说吧 夏清兰踏进了周家客厅 客厅内 夏清玄正在神色认真的 和几位周家修士说话 见到周扬归来 顿时高兴地跑了过来 周扬你回来了 嗯 绿罗 周玉你没事吧 刚看到周扬 夏清玄还很高兴 但是眼光一瞥 就发现了抱着小狐狸的绿罗身影 他脸色不由变了一下 随后又看到了周韵无恙地站在周扬身侧 便松了口气 我没事 清玄 让你们担忧了 娘他们呢 周韵走过去 拉着夏清玄的手问道 他们在帮忙安置大厦王室的人 夏清玄看了一眼夏清兰 夏清兰冲他点了点头 清玄 我已经和腰圣公 签署了互不侵犯的协议 腰圣公 以及南方的腰族势力 不会对我周家以及大厦动手的 他们不会插手我们疆域内的事情 说着 周扬便将此行事情和夏清玄说了一遍 在听到腰圣公 竟然给了周家那么多资源之后 顿时 包括夏清玄在内 客厅内的所有人都惊叹激动了起来 特别是周家的几位修士 就连夏清兰都感到震撼 腰圣公为了和周家拉上关系 竟然能付出那么大代价 由此可见 现在的周家 已经不比大厦王室差了 甚至从 如果把夏振风算在周家这边的话 周家的实力和势力 都已经比大厦王室更强大了 现在大厦王室遭逢大难 可得好好和周家处好关系才行 第149章 魂猪 周扬惊喜 前往大厦帝都 邪魂宗这次出动了大量高阶修士 对我大厦帝都进行了袭击 其中有两位化神 以及一位天界门的化神修士 三位一同对付祖母大人 此外还有大量原因修士 对付我们这些低修为的王室成员 父皇带着家族强者留下阻拦 而我们 则在护道者的护送下 前往刘光城寻王书庇护 结果到了刘光城才知道 王书人在青木城周家 所以我们又转到来了这里 夏清兰先是讲述了 自己一行王室成员来此的原因 随后继续说道 对方的目标是 魂猪 也许是知道 魂猪不在我们身上 他们并没有派人追杀我们 所以才有幸逃到了这里 也不知道 父皇和祖母那边怎么样了 魂猪是什么东西 周扬好奇地问道 魂猪 这是一种传说中来自明界的东西 但这也只是传说而已 没人能证明明界是否真的存在 更加不能确定 这魂猪是不是来自明界了 夏清兰说道 这魂猪 是一件天生的半成品仙器 等等 天生的 天生的半成品仙器 是个什么说法 周扬心神一阵 盲问道 难道说这魂猪 并不是被炼制出来的 不是 这是天然的法宝 比极品法宝还要厉害一些 已经属于接近仙器的级别了 但依然无法成为仙器 因为它没有仙器级别的气灵 也许是 因为没有被炼制过的原因吧 魂猪的作用 远没有真正仙器那么厉害和强大 但邪魂宗却看中了这件半仙器 他们此行目的 就是为了抢夺我们大夏王室的这件宝物的 天然的法宝 比极品法宝还厉害一些 接近仙器水平 只差一个仙器器灵吗 周扬难难自语 这东西 是天然的话 就和矿脉一样 那能不能被系统增幅呢 不对 零食即便被开采出来 它也是天然的 但是被开采的零食 却无法再增幅了 这魂猪 估计也是吧 周扬暗叹一声 随后就准备不想这个 可却灵机一动 多了聚嘴 询问了一下系统 系统 这叫魂猪的东西 真是天然诞生的吗 能不能增幅啊 周扬这本事随口一问 哪知道 系统的回答 让他惊喜无比 宿主 魂猪来自于冥界 是一个整体 的确属于是属于 依靠冥界规则自然诞生的宝物 可以被系统进行增幅 系统的回答 让周扬惊呆了呀 这尼玛 他终于知道了 魂猪是一个整体 和那些被开采的矿脉不同 或者如果说 矿脉是被一整个开采出来的话 那也能用来增幅 而被分开开采出去 则无法对其单独个体进行增幅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这么说的话 灵药灵草之流 只要自己发出收购的任务 要求家族修饰 或者是外界修饰 在野外摘取野生灵药 卖给周家 岂不是也能直接增幅 询问了一下系统 果然可行 周扬此刻就想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自己怎么以前没想到这个办法 现在才知道 这么一个大好消息 早知道的话 也不用自己辛辛苦苦出去寻找了呀 以后知道应该怎么操作了 周家此后再也不会缺少灵药灵草灵果了 看来家族供奉 也可以再提升一个档次了 随便造 根本造不完 然后呢 后面的消息 你还知道吗 周运急着问道 夏青兰摇头 后面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具体内情了 也没有收到帝都的传讯 反正帝都的各大家族 都已经跑差不多了 毕竟那可是邪魂宗啊 实力太强了 根本就不是我们王室能够抵抗的对手 药王谷什么情况 周扬沉声问道 药王谷 他们自顾不暇 根本就无法救援帝都那边 邪魂宗的宗主邪无仙 亲自带着邪魂灯去赌门 药王谷的太上长老出关后 带着药王顶与其对峙 直到现在 我们还能感受到先气的威压呢 夏青兰有些悲伤 可以想象 不管这一次的遭遇结局如何 大夏王室的威严 已经彻底没了 而一旦大夏王室高端强者损失殆尽 那么大夏的统治家族 估计会换一家了吧 当然 这主要看药王谷支持谁 周扬听完夏青兰说的事情经过之后 便缓缓起身 走出客厅 看向了帝都所在方位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如果魂珠被邪魂宗带走 我将再也没有机会 获得了 周扬暗自想到 到时候 魂珠在邪魂宗里 人家有炼虚大佬和仙气阵守 不可能让我有机会的 而现在则不同 邪魂宗的宗主 在和药王谷对峙 炼虚宗主和仙气 都有药王谷扛着 剩余的三位化神 可不是我的对手啊 而且 若不是有邪魂宗来袭 这魂珠在大夏手中 我可不好从大夏王室手中弄到手啊 周扬一想 发现现在这个时机 还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遇啊 获得一个半成品的天然仙气的机会 于是 他不再犹豫 当即就已经下定了决断 插手这件事 趁着两大仙气还在对峙当中 必须要尽快行动 否则的话 一旦魂珠没了 自己想抢 都很难抢到手 夏书 周扬直接一道神念探出 将修行当中的夏振锋叫来 夏振锋的身形 出现在周扬面前 原本郑重的脸色 终于带上了一丝喜色 好 安全回来就好 夏书 事不宜迟 我们即可启程前往大夏帝都 周扬直接了当地说道 去帝都 夏振锋神色一动 去支援王室 不错 那青木城这边呢 万一遭遇敌人该如何 我已经和妖圣公和解 他们还派了一位妖王跟随我 供我调钱所用 所以你不用担心青木城的安危 周扬直接让绿罗留下阵守青木城 他妖族妖王的身份 到底是不太合适 参与这样的人族内部争斗当中 自己和夏振锋则不同 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好 那事不宜迟 我们快点启程吧 夏振锋对帝都那边的情况也着急 但他不能那么一走了之 必须要等周扬归来 否则不仅周扬和夏振锋的安全没有保障 后面逃亡而来的王室后辈子弟 同样没有安全保障 而现在 他不用担心了 直接就可以和周扬一同前往帝都 哼 他倒要看看 邪魂宗的化神大能 有什么了不起的 第150章 被围攻的黄仙芝 魂朱与残魂 周扬也没去见那些大夏王室的后辈 他现在的层次 已经不需要和那些后辈打交道了 就交给夏振锋和夏青兰去 处理吧 周扬这边有绿罗在 出事的可能性不大 可以说 化神竟且为妖王 手持族群传承法宝的绿罗 除非邪魂宗宗主拿着仙器过来 否则周家无恙 所以 在确保了青木城不会出事的前提下 周扬当即就和夏振锋 两人朝着大夏帝都所在方位飞去 以两人的速度 很快就能抵达 比乘坐非洲要快多了 两人都能爆发出化神修士的飞行速度 几十倍因素 那都是等闲 越是靠近大夏北方疆域 天空中的那种恐怖的威压 就越发强烈 那是来自仙器的威压 飞行中 周扬抬头也能看到 那远处 天空中的庞然身躯 一头黑暗魔影 一头青金色火鹤 遥遥对峙 却谁都没有真正出手攻击对方 而在帝都方向 一阵阵激烈的震荡传来 打得很激烈 太后的实力的确不俗 周扬轻声说道 我母后的实力 的确是很强大的 她的灵根资质 可是一品天灵根 手中还有一品上品法宝 不过 对手的人数很多 她也坚持不了太久了 夏振风说着 神色有些许紧张 毕竟那是她的母亲 自己败退帝都之后 也是因为有她的威慑 兄长夏振山 才没有赶尽杀绝 不要觉得夏振山 不想杀了夏振风 之前的夏振风 仅仅只是金丹修士 对于大夏王室来说 一个金丹损失了也就损失了 没什么好可惜的 而现在 夏振风可是原因大修 且真实实力 还能和化神相当 可以说 现在的夏振风 已经远远不是夏振山 可以比你的了 两人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夏振风有着仙灵根 未来成仙几乎百分之百 而夏振山呢 灵根资质无法和夏振风比 这辈子能突破到化神已经不错了 炼虚几乎没有可能性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飞在天空中 就如两道红光 路过一些城池的时候 地面上的人 甚至都感觉不到两人飞过 因为实在太快了 距离地面也太远了 在那十万米的高空飞过 地上的凡人感受不到 而修士们 则是在两人飞过之后 才会感受到 两道恐怖气息掠过 当两人终于抵达 大厦帝都的时候 顿时看到 整个庞大的繁华帝都 几乎被打成了废墟 黄先知虽然和三位化神 是在高空之上战斗 但是那十多位元英 和大厦皇帝下阵山 以及大厦的元英们 却是守着皇宫在打的 皇宫内有大厦布置下来的阵法 以阵法守护 拖延时间还是可以的 不过拖延时间也拖不了太久 毕竟敌人的人数太多了 十多位元英持续轰击之下 已经将阵法给轰破了 大厦的元英冲上来战斗 这战斗的余波 自然就波及到了帝都 于是 皇宫已经完全成了废墟 而帝都其他地方 也因此被余波冲击 各种高大宏伟的建筑不断倒塌 下阵山 你交不交出魂珠 再不交出来 你大厦王室的元英 可就要死绝了 邪魂宗一方 一个领头的元英大修 冷声断喝 而大厦皇宫废墟之上 头戴皇冠的下阵山 即便此刻 依然是一副儒雅模样 背负着一只手 开口说道 魂珠 那是容纳我父皇 残破神魂的宝物 你觉得 本皇会将魂珠交给你们吗 真如此做的话 我大厦是否覆灭 又有何意 只要你将魂珠交给我们 我代表邪魂宗启示 必然会将大厦开国皇帝 残魂还于你们 如何 邪魂宗的元英保证道 你觉得 我会相信你们吗 下阵山冷然道 邪魂宗什么德性 谁不知道 我父皇虽然冲击化神时 最终走火入魔死亡了 但其神魂已经属于化神境界了 你们邪魂宗 乃是玩弄神魂的老手 会眼睁睁放弃一个 化神七修式的残魂 闻言 邪魂宗的元英大修沉默了一下 随后露出一丝邪笑 哈哈 果然没能骗到你 不愧是一个王朝的皇帝 不过呢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一切的抵抗都是徒劳的 下阵山 你看 啊 不远处 大下王室的最后一个元英被围攻致死 其神魂融入元英之中 刚准备破体而出 逃窜开来 就被早有防备的邪魂宗元英栏下 收纳瓶中 敌人是邪魂宗 玩魂魄的行家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 同级修士的神魂元英 能够逃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一战 下阵山身旁守护他的四位元英大修 全部阵亡 嗯 如果能夺回被封印的元英和神魂 花费一些时间 还是可以夺射重生的 并没有死透 而邪魂宗一方 只有两位元英 被大下元英临死前的爆发 打成了重伤 其他元英 一个都没死 人数差距太大 人家玩人海战术直接围攻 所以这伤亡差距也就大了 下阵山 我看你现在还如何抵抗 领头的邪魂宗元英 看到战后的十一位元英 都朝着自己这边靠拢 顿时就凝笑了起来 看向下阵山 他之所以一直看着下阵山而不动手 就是怕这家伙 有什么底牌后手 等到现在 自己这边的人解决了其他原因后 一共十二个元英 围攻下阵山一个 此战必将万无一失 邪魂宗的人可不傻 能轻轻松松拿下 那绝不会去选择冒险 反正现在大下已经几乎覆灭了 要往谷那边 被自家宗门堵门 根本就无法过来支援 至于那些逃走的大下余孽 这次邪魂宗来的 都是高端战力 首要目标是魂珠 是大下的高端战力 化神和元英 等解决了这些人之后 那些下家的后辈 还不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不十二阴魂煞阵 出了下阵山 领头的元英大喝一声 加上他自己 一共十二位元英 当即就对下阵山展开了攻击 下阵山面色一沉 心中一叹 知道自己今日算是灾了 不过他的几个孩子 和其他王室后辈都逃出去了 根据他当时神殿的探查 去的是流光城方向 有了王帝的庇护 应该足以存活下来 只要扛过这一波 邪魂宗得手之后 应该会退去的吧 毕竟那仙气对峙 时间长了 消耗的极品零食 可不是个小数目 有要王谷在 大夏的疆域 应该可以保住 只不过下家的统治地位 可能会因此动摇 如果要王谷 依然支持下家的话 那在自己死后 最有能力继位的 也就是王帝了 希望王帝能留下 自己的血脉后代 下阵山看着 想要围住自己 布阵的邪魂宗大敌 冷哼一声 取出了一把法宝大刀 当即就朝着 最近的一个原因 砍了过去 而此刻 帝都之外的十万米高空 周扬和夏振锋 两人终于停了下来 两人目光凛然地 看着前方的空中 那里 四道人影不断出现 消失 碰撞 轰隆隆 法宝撞击 发出一阵轰鸣巨响 随后 一道剑光如寒芒闪烁 袭击向了一道 身穿黄裙的女修 大地之环 一道防护法术亮起 却紧紧挡住了 这道剑光一个呼吸 吃 黄裙女子身上 一道谢光闪过 娘 夏振锋一阵焦急 身影化作一道残影 人已经冲了上去 第151章 霸道 周扬 VS12原因 周扬耳边传来夏振锋的传续 周扬 我母亲这边的战斗 就交给我了 由我参战 对方讨不了好处 你先去解决帝都那边的战斗 我那位哥哥 虽然有各种不好 但能救的话 便救一下吧 总不可能让他死在母亲眼皮子底下 好 周扬对夏振锋的格局和大度 也有些感叹 随后身形一闪 已经落向了帝都方向 他得赶紧处理了下方的战斗 然后前往天空中的战局 那魂珠肯定应该是在黄仙芝手中的 那可是半成品仙器 即便因为没有被炼制成完整仙器 其功能不全 威压不大 或者极有可能 这枚魂珠并不是一个攻击型仙器 有夏振锋参战 这枚魂珠应该就能保住了 战后 以自己支援帝都 保住了夏振山和黄仙芝本人的小命 如此大恩 换取魂珠应该不难吧 不过 看大夏王室面对邪魂宗如此逼迫 都没有交出魂珠的态度 周扬又感觉 自己获得魂珠的可能性 没那么高了 黄仙芝宁死不交出魂珠 夏振山宁愿看着家族后辈 逃亡南方边境 看着家族大量原因修士战死 依然没选择交出魂珠 这其中必然有原因的 自己若以救命之恩 要求得到魂珠 还真不一定能行 罢了 大不了到时候 自己再添加一些条件 比如给出上百猪龙血果 上百猪龙鳞草之类的 零食矿脉 矿石矿脉给出一些也行 反正魂珠它是要定了 这可是能够使用系统增幅的宝物 半成品仙器 系统增幅之后 宝底都是极品仙器等级 那是直接逆天了呀 这么重要的东西 它怎么可能放过 付出再大的代价 都要拿到手 周扬刚落下身子 就听到上空传来一声爆喝 狗日的邪魂宗 胆敢伤我母亲 去死吧 轰隆隆 夏叔太暴力了 嗯 他现在差不多快要原因后期了吧 修炼速度挺快了 估计没少服用丹药和灵果 周家的灵果中 有几种可以增加修为 不过需要大量时间去练化 配合一些增进法力的丹药 那修炼速度能快好几倍 再加上先灵根的妖孽 夏阵风的修行速度 基本上是一天一个变化 一天修行顶普通原因 修炼两三年的 十天半个月下来 就是一个小境界 周扬没理会上空的战斗 夏阵风的加入 不说立马击败对方吧 至少可以吸引走一个化神大能的火力 为黄仙芝减轻一点压力 拖住足够的时间后 带自己解决了下方的战斗 救下下阵山后 再去彻底解决上空的敌人救世 天青这门神通 周扬是不会现在使用的 他得留着应对邪魂宗主 万一 万一那家伙忽然调转仙气 对准自己来一发 没个保命底牌 自己岂不是要危险 倒是祖龙真身可以拿出来亮亮相了 但却不是对付下方的原因 这些原因 还不配让他用阵门神通 十二个原因 杀一个下阵山还用布阵 当真是仅剩到极点了 看清楚下方景象之后 周扬有些错愕 随后看到披头散发 浑身是伤 几乎奄奄一息的下阵山 他的手中还拿着一柄法宝大刀 恶狠狠地看着周围原因门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儒雅 你们想要浑桌 哈哈 下阵山忽然放声大笑 随后手掌一番 取出了一颗漆黑的 缭绕着灰色烟雾的龙眼大小珠子喝道 那我现在就毁了他 让你们前功尽弃 哈哈 毁了他 毁了一件天生的半仙气 就凭你下阵山 你有这个能力吗 那领头的原因大修 却丝毫不为所动 开什么玩笑 一个半仙气 是那么容易毁掉的吗 这魂珠的坚固程度 虽然不及仙气 却也不是普通法宝可以比拟的 就算是法宝 一个原因修士 想毁掉一个下品法宝都难 中品和上品法宝 更是化神和炼须才能毁掉 所以 在他看来 这摧毁魂珠的言语 肯定是虚张声势之举 哈哈 我之前说的话 你们没听进脑子吗 然而 下阵山却信心十足 继续说道 我父皇的残魂 就在魂珠之内酝养 历经数百年时间下来 他的神魂 已经壮大到了化神巅峰 诚然 即便我引爆了父皇的神魂 就算加上我自爆 原因叠加的伤害 也无法彻底毁掉魂珠 可是在这样内外轰击之下 我至少可以保证 魂珠必然将大大受损 你们想要将之炼成仙气 哈哈 没有几百上千年的时间修复损伤 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你 邪魂宗的男子一听这话 顿时脸色就变了 对方这是打算和自己与死网破了 的确 如果真如对方所言 一个化神巅峰的残魂 在魂珠内部爆炸 加上外部原因爆发引起的冲击 虽然不可能摧毁魂珠 绝对可以造成一丝损伤的 别小看这一丝损伤 这是比极品法宝 还要高半个等级的半仙气 他一旦损伤了 想要修复 那真的要花费几百上千年的时间了 邪魂宗可不想花费那么久的时间去修复啊 下阵山 你若胆敢损伤了魂珠 我邪魂宗必然将你下家后背斩尽杀绝 还有那黄仙芝 待斩杀他身躯之后 我宗化神大能必要将他的神魂 放在地阴火煞当中灼烧千年 那邪魂宗领头元英愤怒地嘶吼着 而下阵山没有因此露出任何神色 他抬头看向了天空 那处传来了一道爆喝声音 如果他没听错的话 那似乎是王帝的声音 哈哈 原来王帝已经强大到 足以参加化神之间的战斗了 而自己 却被一群元英围殴至此 下阵山陛下 一道年轻充满朝气的少年声音 忽然从他的身侧传来 下阵山一愣 随后转头看去 这人 不正是晴天宫情报中所提到的 青木城周家家主周阳吗 什么人 胆敢掺和邪魂宗和大夏的战斗 找死吗 外面围着的原因 忽然发现周阳出现 他们也是猛然惊吓了起来 他们刚才的神念 都集中在下阵山身上 防止下阵山出手引爆魂珠 哪里知道 包围圈中 竟忽然冒出一个陌生人来 各位邪魂宗的原英前辈们 大家好 我是大夏青木城的修仙家族周家的家主 我叫周阳 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了 周阳一边平静地说着话 一边挥手召唤出了飞剑出血 剑剑直接指向对方的领头者 他原本是不打算和这些原因啰嗦的 因为他原本猜测 魂珠在黄仙之手中 结果出乎意料之外 魂珠竟然在下阵山手中 别怀疑魂珠的真实性 在看到下阵山手中魂珠的第一时间 周阳就和系统确认了 马丹 这就是真正的魂珠 魂珠既然在下阵山手中 那就简单了 且他还知道了 为何大夏王室不愿意交出魂珠 原来魂珠内藏着大夏的开国皇帝残魂 难怪黄仙之和下阵山宁愿拼死一战 也不愿意将魂珠交出了 这是让他们交出自己丈夫和父亲的残魂啊 不可能愿意的 你是周家主周阳 下阵山的声音传到周阳耳中 声音中带着一丝感动 一丝惋惜 感动自然是看到周阳竟然会来营救自己 惋惜的是 周阳也是原因修为 即便天资妖念逆天 但对方可是有十二位原因大修的啊 而他自己现在又是重伤在身 无法提供多大的援助 能保住小命就已经不错了 哪里还能再战 是啊 陛下应该听说过我的吧 周阳淡然一笑 你可是让青岚公主给我转告过讯息的 这一次 我能救下陛下的命 也不知道青岚公主知道了 是否会感激我 第152章 强势碾压 无敌之之 青岚 即便此刻处于情况危机的关头 这位皇帝陛下也不禁眼神一动 周阳的名头 他当然是听过的 可以说 这阵子大下疆域内 年轻一代名头最大的 就是周阳了 这家伙 那是真的恐怖妖孽啊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现在才17岁吧 才17岁的年龄 已经是一个原因大修士了 且实际战力 却远超普通原因修为 周阳越级战斗的能力 也已经被下阵山清楚知道 所以 周阳有胆破一人落在自己身侧 去独自面对那12名邪魂宗援英大修 也是因为其实力强大 自信心十足 夏震山又想到了一件事 自己那位弟弟夏震锋 虽然争权没争过自己 但是其眼光是真的好啊 竟然能在周阳还没崛起的时候 就投资了这么一位妖孽天才修士 那个时候 周阳才紧紧助击 还是金丹来的 就那样的情况下 夏震锋竟然把她的宝贝闺女夏清玄 许配给了周阳 多次为青木城周家站台 这就算是她也不得不说一句佩服 也不知道 自己现在出手的话 是不是来得及 我家青岚 虽然容貌稍微不如夏清玄 但也差不到哪里去 青岚的气质和性格 也是顶好的 就算是配不上周阳 也能给她当个妾室吧 而以她从情报上对周阳的了解 即便是青岚真当了妾室 也不会被冷落了 可以考虑 等今日困境解除 自己就和青岚丫头 好好聊聊此事 夏震山心中如此想着 表面上却是另外一种神色了 朕再次代表大夏 感谢周家主前来护驾 不知这十二位邪魂宗猿鹰 周家主能否对付得了 夏震山询问道 区区十二名猿鹰而已 不值一提 周阳淡然说着 手中出血已经冻了起来 而见此 对面正谨慎无比布阵的十二人却怒了 那领头猿鹰更是怒斥出声 还敢抢先动手 当真找死 还口出狂言说 我等区区猿鹰 你自己不也是猿鹰 我这猿鹰与尔等 可是有些区别的 光说 你们可能不太理解 那么 就动手吧 让你们在战斗中好好体验一下就是 周阳不和对方废话 出血既然出了 那自然得有一场真正的战斗才能行 十二猿鹰也不服气 他们可是十二个猿鹰啊 何等强悍的实力 说句不好听的 这么多猿鹰汇聚一起 即便是化神大能 也得暂避锋芒 何况 是你一个同境界的猿鹰修士 对方这是完全不将自己等人放在眼里 这种行为 引起了十二位猿鹰的极大厌恶 对于这种人 必须好好教训一顿 让他用自己的性命当做教训 十二人布置的阵法随即发动 他们的法力开始汇聚一起 最后由领头那位猿鹰修士使用 他将法力全部涌入到了法宝之中 这是一个小巧的魂帆法宝 法力汇聚其中后 只见着魂帆立刻迎风暴涨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番旗 旗帜当中大量灰黑色烟雾缭绕而出 哦 一头由烟雾形成的恶鬼 朝天怒吼一声 便朝着周扬袭来 周家主小心 下阵山见此急忙出声提醒 有点意思 周扬轻笑一声 出血速度不变 依然朝着前方刺去 死了 出血刺破了恶鬼身躯 依然势头不改 朝着那领头修士而去 或者说 出血的目标一直就是他 那半路遭遇的恶鬼 只不过是阻碍而已 不 那邪魂宗领头修士 剑此 顿时低呼一声 随后紧急调用阵法之力 释放出一道强悍无比的防御护盾 哄 出血轰击在了护盾之上 硬生生地将护盾机的支离破碎 领头修士的身形被击飞出去 可也正是护盾阻拦了那么一下 让他成功保住了小命 而周扬这边 却要面对一头集合十二位元英大修士 大量法力汇入而出的一头恶鬼正面袭击 这是一头由中品法宝魂帆养出来的恶鬼啊 不过周扬面对恶鬼 依然无所畏惧 这头恶鬼 也许面对一般化神修士 都能战斗一阵子 可他现在面对的 却是周扬这样的一个暴力机存在 龙威 龙躯显现 给我去死 周扬身上 陡然冒起了一股可怕的龙威 威压轰然落下 压制向了恶鬼身上 在其身形一顿的时候 周扬已经握着拳头 开启了右手部分龙躯显化 直接一拳砸了过来 周扬的整个右手都化作了龙爪模样 捏紧成拳 轰然砸下 轰隆一声巨响之后 这头恶鬼被砸成了粉碎 不是这恶鬼不够强大 而是周扬即便只显露部分龙躯 只显露了右手的龙拳模样 他这一拳的力量 依然达到了化神巅峰的强大攻击力 一拳落下 这头恶鬼自然无法抗住 如此强悍的攻击力 而轰然爆成了碎片 扑扑扑 一阵扑痴声中 包括刚刚在出血面前 勉强保住性命的领头修士 全都仰头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这头恶鬼 是他们合理从魂藩中召唤出来的 此时恶鬼被灭掉 他们自然心神相怜之下 遭受了巨大反噬 受到了不小的伤势 夏镇山看到这样的情况 顿时就开心了起来 你们也有惊天啊 刚才这十二个人还围攻自己呢 眼看自己就要扛不住了 周扬来了 周扬一出手 立刻就将十二人全部击败 可以说周扬的强悍实力 已经让夏镇山又是震撼 又是惊叹 最多的当然是惊喜 自己今天应该不会死了 就是可惜了夏家的那些原因修士了 不过他们的神魂和原因 都被邪魂中的这些人收走了 如果能够取回来的话 还是可以想办法就回这些原因性命的 周扬深刻明白 趁你并要你命的道理 即便自己远强过对方 也不能手下留情 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于是 出血的剑锋轰然而出 吃吃吃 场中不断传出一道道 风锐的割破身体的声音 十二个原因大修 全部死在了周扬手中 嗯 或者还没死透 因为这些家伙 全都神魂融入原因 带着随身法宝准备开溜 周扬哪里会让他们跑掉 第153章 周扬的威慑力 众人停战 哼 一声冷哼 龙威轰然落下 将所有原因都笼罩在内 他们的实力和飞行速度 全部降低了一个档次 然后 周扬也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了他们 这些可是原因修士的原因 是其一身法力的汇聚之物 就这么毁掉 实在是浪费 于是 十二个原因 以及其中的神魂 全部被封了起来 被周扬收起 搞定 周扬拍了拍手 解决 下阵山激动地走了过来 周家主果然不凡啊 一个人面对十二位同级的原因大修 竟然如此轻而易举便取胜了 全灭了对方 太强大了 太厉害了 听别人吹捧 和听大下皇帝吹捧 那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周扬听到此话 顿时露出了一丝笑意 对了 这些是大下皇室 元阴前辈们的元阴和神魂吗 周扬从邪魂宗修士的储物袋中 取出了四个 被封在瓶中的元阴和神魂 不错 的确如此 正是我大下皇室的元阴修士 下阵山感叹道 此番若不是周家主出手 我大下估计真的要就此覆灭了呀 周家主此番功绩 我大下皇室 必然绝不会忘记 陛下 这些前辈的元阴和神魂 您亲自收着吧 天上的战局也不知道如何了 我们还是 先去看看情况吧 得早点结束这件事情才好 周扬说着 目光已经转向了天空中 那边 战斗的强度 远不是下方能比的 那是真正的属于 华神大能的战场 即便是元阴修为的下阵风 那也是完全发挥出了 强悍的 不属于华神大能的强大战力的 好 下阵山也是点头 他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看着几乎被摧毁 三分之一的大下帝都景象 不由也是感叹了一声 修士之间战斗的破坏力 真的是太恐怖了 也不知道天上的战场中 母后和王帝 与对方华神大能的战斗如何了 希望能够抗住吧 这位周家主的实力 是真的强大 有他加入的话 即便对方是 华神大能 也能与之一战的吧 周扬看了一眼下阵山 他现在的模样有些凄惨 虽然人没死 但却身受重伤 根本就无法再进行战斗了 飞行的话 估计也是勉强 于是一挥手 法力涌动之下 直接带着下阵山 朝着天空中飞去 刷 周扬的速度极快 不过几个呼吸之间 已经带着下阵山 抵达了天空中的 华神战场边缘 两人抬头看去 只见黄先知 一人独占两位华神 身上虽然有着一些伤势 却也是之前 一人对战三位华神留下来的 只和两位华神战斗 他并不会快速落败 而另一边 下阵风在和那位 来自天剑门的男子战斗 对方是见到修士 战力极为强悍 黄先知之前 就被此人击伤过 也就只有他的强悍攻击力 才能击破 黄先知 吐息护盾的强悍防御了吧 下阵风也是使用 飞剑的修士 在剑道之上 当然是不如对方的 人家宗门 就是以剑道起家的 但是下阵风 依然依靠着 仙灵根的强悍 越级战斗能力 以原因中期的修为 越级与天剑门 化神中期修士战斗 以飞剑对飞剑 丝毫不落下风 实在是令在场 所有化神修士 都为之惊叹 下阵风的对手 那位天剑门的修士 也是一边战斗 一边震惊无比地 看着下阵风 这 这就是那位 大下争权失败的王爷 怎地如此逆天 场中五人早已感知到 周扬和下阵山的到来 那两位邪魂宗的化神 更是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们实在无法想象 十二个原因出手 竟然还会失败 这哪里来的道理 这个人 我好像有点印象 忽然 围攻黄先知的两位化神中 那位中年女子忽然开口 两人随后身形退开 没办法 九攻不下的两人 已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拿下黄先知了 原本三人 围攻一人的情况下 黄先知已经无法坚持了 可下阵风到来之后 直接将三人当中 攻击力最强大的 天剑门修士挡下 让他们的围攻强度 瞬间降低了一大截 既然无法快速拿下 就没必要再攻击下去了 他们神念探查之下 当然清楚 刚才下方发生的事情 也是知道自己的目标 并不在黄先知身上的 原本寄希望于十二原因修士的 那么他们二人就准备亲自出手 从下阵山手中抢走魂珠了 这个修士 就是当初从拍卖行上 买走那只闭眼妖狐幼崽的 助击修士 那邪魂宗化神女修 紧紧盯着周扬不放开 她的心中 已经翻天覆地地 掀起巨大浪涛了 无论她如何想象 也都想不到 去年的那个助击修士 今年再见 竟然成了一个硬实力 达到化神的原因修士了 这 确定不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肯定不是幻觉 那本宗的十二原因 被眼前周扬强势斩杀的景象 还在脑海中回荡了 此人的威慑力 已经恐怖至此 不得不让在场所有人 从战斗中停下手脚了 是的 那边正在和夏阵风战斗的 天剑门男子 也停下了战斗的行动 暴退之下 远远看着周扬的眼神中 闪烁着莫名意味 就是他 邪魂宗男修士有些惊诧 你不是说 买走那只幼崽的 是一个助击小修是吗 是的 就是他 女修再次点头确认 周扬之前在拍卖会上 的确只有助击修为 但是即便是那样 周扬的潜力和强大战力 也已经开始展露头角了 也正是那一次的拍卖会行为 面对于家女修的挑衅 他悍然出击之下 硬生生以助击修为硬刚 一个金丹修士 将对方击败 甚至差一点将对方杀死在拍卖会上 让夏阵风对周扬另眼相看 当时 邪魂宗的这位化神女修 也在现场的 他全程观看了过程 不过对于一个伪装成金丹的化神来说 两人之间的争斗 都属于是小打小闹 他并没有太过关注这些 正因此 他此刻见到一年前还是助击的周扬 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原因大修的时候 其内心是何等的震撼与震惊 可想而知 而且 邪魂宗的化神女修 还有一个事情没想通 妖圣宫的那位妖王 难道还没注意到 自家小公主不见了 没来大下寻仇不成 妖圣宫 这都和大商停战了 你们还腾不出时间不成 在女修暗自思索的时刻 场中几人已经分别站好 夏振风首先来到黄仙芝身旁 查看询问了一番 母亲伤势如何 看到母亲身上虽然有重伤 但却没有危及到生命 才放下心来 随后带着黄仙芝 来到了周扬身前 黄仙芝看了下震衫一眼 夏震衫手掌一晃 取出了魂珠 交给了黄仙芝 实在是这场战斗爆发得太快了 他手中拿着的魂珠 没能第一时间交给黄仙芝 差点酿成大祸 有他丈夫的残魂不得不郑重对待 周扬见此心中有些皱眉 看得出来黄仙芝对魂珠内的残魂非常看重 看来想要得到魂珠得 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 周扬 亲目成周家的家主 黄仙芝看向了周扬 一边擦了擦嘴角血迹 一边露出了一丝笑意道 周家主 哀家再次代表大夏王朝 代表王室对你的来源表示感谢 太后言重了 周扬白手道 晚辈也是生于大夏王朝疆域的修士 同时也是王室宗亲 我和清玄虽然还未完婚 但已经订婚 未来若是成婚 还望太后能清临才是 必不会让你失望 到时候 我与皇儿一定会去捧场 毕竟清玄也是我孙女啊 黄仙芝笑着点头 那么 我们的家世等会再说 还是先解决掉这些敌人吧 如何 周扬说着 便将目光看向了对面 那两位邪魂宗的两人 和天剑门的南修 也都聚集在了一起 目光凛然地看着周扬四人呢 第154章 邪魂宗的老谋深算 又冒出两个化神后妻 阁下 就是那位传说中的 青木城周家家主 那邪魂宗南修低沉的声音传来 哦 什么时候 我竟然变成一个传说中的存在了 周扬淡然说道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平平无奇的小家族的家主而已 听到这话 对面三人有些无言 几方众人同样古怪地看了周扬一眼 就你 平平无奇 普普通通 小子 去年你在流光城拍卖会上 我可是见过你的 那女修士冷声道 我是万万没想到 去年的一个助击小修士 仅仅一年的时间过后 竟然会成为一个园英大修了 且战力还如此强大 我邪魂宗十二位园英 都被你斩尽杀绝了 周家小子 你招惹了我邪魂宗 当真是胆大包天 哦 我招惹了邪魂宗 那你们现在是否准备 将我斩杀当场 周扬踏前一步 背负着双手 平静地看着对方道 而且 你们邪魂宗无缘无故 对我们大厦发起攻击 差一点就杀了我大厦皇帝 这件事 你们不给一个交代 可别想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 大言不惭 那南修恨声说道 小小修仙家族的一个家主 不知得了什么机缘 有了越级战斗的能力 就让你狂妄至此 我看你未来必然难以晋升更高境界 这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 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 周扬说着 飞剑出血 已然在身旁游动 有了出手的预兆 等等 周家主 我有一个疑惑 还请解答 可否 那女修忽然开口 什么疑惑 周扬顿了顿问道 我想问的是 妖圣公没去找你周家麻烦 没来找大厦南方边境的麻烦 女修奇怪地问道 或者说 闭眼妖狐一族 没找你麻烦 嗯 周扬眼睛一眯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道 我明白了 原来如此 小狐狸是你从闭眼妖狐一族偷出来的 是吧 邪魂宗化神女修面色不变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疑惑而已 妖圣公与我大厦停战 是有可能会对大厦南部边疆动手的 哈哈 那你可就要失望了 周扬心中已经确定 对方绝对就是当初那个金丹女修的伪装者 偷了小狐狸 卖给大厦的修饰 或许那个时候 邪魂宗就已经知道 未来一年后 大厦和妖圣公会停战 那个时候 就已经在部署对大厦发起的战斗了 不愧是老谋深算的顶尖大宗门 一切都在其算计当中 若不是自己身怀先灵根 让清理和绿罗等妖圣公高层 有求于自己 妖圣公绝对不会这么好说话 小狐狸若被其他家族购买 一旦遭受丝毫虐虐待 必然会引起闭眼妖狐一族的仇恨和报复 若是那样 岂不正落入邪魂宗的算计当中 到时候 大厦帝都被邪魂宗袭击 要往谷无法动弹 南方疆域被妖族入侵 大厦将面临四面楚歌的窘境 覆灭几乎是在转瞬之间 也就是周扬 他的出现 可谓是完完全全的 从头到尾打破了邪魂宗的算计 恰恰相反 周家还因此 与妖圣公扯上了关系 结成了盟友誓约 不仅没被妖族记恨 反倒是因此获得了大量好处 邪魂宗若是得知内情 估计得咬碎牙齿 双眼发红的气风了 那邪魂宗女修 看着周扬淡然的神情 明白自己所谋划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发生 也不知道妖圣公在搞什么情况 竟然会对此不闻不问 可惜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等返回邪魂宗之后 再想其中问题之所在吧 眼下 他必须要想办法 将下家手中的魂珠拿到手 是的 他依然在想着魂珠的事 没办法 邪魂宗弄出那么大阵仗来 为的就是这颗魂珠 为此 现在都已经死了十二个元英大修了 若不能得手 那宗门元英岂不是白死了 最好是魂珠拿到手 那些战死的元英大修们的元英和神魂 也能救回来 这才叫皆大欢喜 不过 眼下自己三人 好像并不能对周扬四人 形成全方位压制 必须要增加己方战力才行 女修面色阴沉 和男修对视了一眼后 一同点头 给邪魂宗主那边 传了一道信息过去 周家主 你觉得你吃定我们了吗 那邪魂宗男修冷然道 我承认 你虽然是元英修为 但是战力也已经达到化神了 加上黄仙芝和这位夏王爷 和我们三人也能打个平手 可是 你以为 我们就没有元首了吗 女修接话道 原本 这元首是给邪魂谷 有可能会拍过来的高层留下的 结果邪魂谷直接放弃救援你们大夏王室 根本就没有派人出来 那么 我们埋伏在邪魂谷和大夏帝都之间的后手 也就用不着了 此刻来此 将你周扬 以及你们大夏高层斩杀 然后夺取魂珠 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魂珠 我邪魂踪 志在必得 哼 不远处 两道强悍的气息轰然落下 又是两道化神大能的顿光 顿光消散 一个面色阴沉的黑山老者 一个神情阴冷的黑袍青年 两人皆是化神后期大能 其修为甚至比眼前的三人还要强一姐 化神后期 注意 小心 这两个人是化神后期 实力更加强大 黄仙芝立刻出言示警 夏震峰也是面色一变 夏震山则是抿着嘴唇不说话 内心已经平静了下来 不管如何 自己守住了手中的魂珠 算是完成任务了 接下来 自己没有战斗力了 就看母亲和王帝 还有周扬的战斗吧 自己即便在下一刻死去 也无所谓了 周扬 怎么办 夏震峰眼神有些急躁 看向周扬的目光中 满是询问 夏叔不用担心 一切由我 区区两个化神后期而已 不足微距 周扬目光锁定了两个 冒出来的化神后期强者 这两人的实力 自然是超过之前的三人 那邪魂宗男修和女修 皆为化神初期 而那天剑门修士 为化神中期 这两大化神后期出场 顿时成了场中焦点 两人眼神中满是不屑之色 一露面 其中那位阴沉青年就开口了 黄先知 我令你立刻交出魂珠 否则 老夫必将覆灭大下王室所有人 一个不留 第155章 一人独占五化神 祖龙真身显神威 这位面容为青年 声音圈异常苍老的邪魂宗化神后期大能 说出来的话语霸道无品 开口就直接以大下王室所有人的生命做威胁 黄先知文言 脸色丝毫未变 只是沉声道 邪魂宗的化神 竟然一下来了四个 还有一个天剑门的化神中期 若进阶陨落至此 即便是邪魂宗 也要元气大伤吧 哈哈哈哈 那青年旁边的老者文言 仰头大笑道 黄先知 你的口气倒是真的不小 老夫二人来此 谁能是我二人对手 你吗 还是你那儿子 老者丝毫没将黄先知和夏振锋放在眼中 对方的确有着实力和底气说这话 黄先知虽然实力不俗 可到底已经战斗到现在了 法力消耗了不少 哪里是 他们两个全胜状态能比的 而夏振锋 即便可以越级战斗 也只是原因中期 和化神中期的天剑门修士 打个平手 已经不容易了 会是他们两位化神后期大能的对手 两人没将黄先知母子放在眼中 而周扬 同样没把这两人放在眼中 你们说完了吗 周扬淡然道 如果说完了 那么可以开战了吧 小子 别以为有了点机缘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在我等眼中 你就是一只可以随手碾死的小虫子 那青年模样的化神修士 默然看着周扬说道 那可真是太好了 就让我这只小虫子 来领教一个阁下的高招 看看 被碾死的 到底会是谁呢 周扬没有生气 反而饶有兴趣地看着对方 随后 不再和对方废话 直接动手了 出血 去 手指一点 飞剑出血 已然飞尸而去 再次出现 则位于那青年化神额前 雕虫小记 也敢献丑 青年化神修士 不懈地伸手 手掌上布满了灰色法力 硬生生抓向了飞剑 找死的是你吧 周扬摇头 竟然有胆子抓我的飞剑 即便有法力防护 也绝对要吃大亏 果不其然 周扬话音刚落 对面就传了一声惊呼 青年化神右手已经被刺穿 那一层法力防护 根本就挡不住出血的穿刺攻击 出血一击得逞 还想再行攻击 却被一旁的老者 抛出一个金色葫芦挡住了 两者碰撞间 发出一阵嘎吱声 这金葫芦显然不是普通法宝 硬生生挡住了出血的攻击 周扬也不见怪 毕竟是邪魂宗的化神后期大能 手中没高阶法宝 才叫怪事呢 看来 想要凭借出血干掉这两人 有些不切实际了 也罢 那就拿出些许底牌 结束这场争斗吧 小子 竟胆敢伤我 今日我必杀你 将你神魂撕碎 那青年化神手上伤势快速愈合 可脸上怒涩却丝毫不减 甚至感觉到 脸上火辣辣的灼热 刚才伸手抓向飞剑本以为手到擒来 毕竟对方只是一个区区原因 即便你有越级对战化神的战力 法力还能比我一个正儿八经的化神后期浑厚吗 自己手上附满了化神后期的浑厚法力 还抓不住你区区一柄飞剑 结果还真没抓住 不仅没抓住 自己反而还被对方飞剑一剑刺伤了手掌 这可就真的是一笑大方 丢人丢大了 他此刻恨死周扬了 必须要弄死周扬 以洗刷耻辱 青年化神修士 当即就出手了 九天十地玄音针 青年化神断贺一声 抛出了一根散发着悠悠暗芒的巴掌长细针 此针速度极快 针上蕴含着特殊法阵 以及阴毒无比的碎魂之毒 专门伤人神魂 哈哈 在我玄音针之下 不知道多少修士 十海破灭 神魂尽碎 今日就让你尝尝厉害 青年化神修士得意地呼喝道 仿佛已经看到 周扬死在自己法宝之下的凄惨模样了 小心 周扬小心 这是玄音针专门破人十海 碎人神魂的阴毒法宝 夏镇峰急忙开口说道 如若肉身强度不够 会被瞬间刺穿进入十海之中 拦都拦不住 肉身强度 周扬洒然一笑 随后身形开始变化 死 好 哦 一道庞然的巨型生物 忽然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所有人看到眼前生物之后 全都陷入了呆滞当中 龙 真龙 是的 龙 真龙 周扬竟然化身成了一条长达百米的真龙 通体金色的五爪金龙 龙威从天而降 镇压全场 龙爪横扫而去 那所谓的强大阴毒的法宝 九天十地玄音针 名头是很响亮 可在龙爪面前 脆弱的几乎不堪一击 碰 被龙爪轻轻一碰 随后恐怖的力量冲击之下 法宝 飞针发出一阵脆响 那青年化神大能 瞪大了双眼 随后就是一阵刺痛眩晕 口吐鲜血 召回了玄音针一看 真体上已经充满了裂痕 这可是中品法宝啊 竟然在对方攻击之下 一击 紧紧一击便遭受重创 险些彻底破碎了 这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竟然能够化身真龙 不好 快 大家合力攻击 这人有大机缘 竟然能够化身真龙之躯 那邪魂宗老者面色大变 连忙招呼大家一起攻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是龙云雪莲的功效 此人 此人竟然觉醒了神通 真龙之躯 神通 还是如此强大的神通 那之前的邪魂宗男修和女修 全都极度地 看着周扬化身的真龙 他们是太极度了 这可是能够化身真龙的神通啊 真龙的强大 众所周知 可能够让人化身真龙的绝世灵药 却太稀少了 整个修仙界 有此神通的 也就几个圣地而已 好强大啊 黄仙芝看到周扬化身真龙后 瞬间就将那玄音针给破了 真龙化身横在前方 以一己之力 硬生生顶着对方五位化神修士的攻击 其龙躯之上竟然没有丝毫伤势 你们 是在给我挠痒痒吗 宏伟而又威严的众鹰 从真龙口中吐出 随后 一声龙吟 龙口当中 一口金色龙颜喷吐而出 轰隆崩 老者的金葫芦 男女化神修士的的法宝 那位天剑门的剑道飞剑 全部被龙颜所摧毁 是的 是真正的摧毁 比之前那青年化神的玄音针更惨 直接就被恐怖的金色龙颜 毁掉了法宝 四人瞬间如遭重击 神色大变 全都 给我 留下吧 在龙威的压制之下 对方五人的实力 根本就无法发挥出来 只能发挥出 平时五六层的实力 而周扬自己呢 此刻的战力 已经近乎练须大能的战斗力了 如果是普通的真龙之躯 肯定是不可能发挥出 如此可怕的战力 但他这不是 普通的真龙之躯啊 周扬趁着对方法宝被毁 正神魂震战的时刻 追击了过去 龙躯的强大战力 被完美发挥出来 又是一口金色龙颜覆盖而下 给这五人淋个正正 几人纷纷惨叫出声 随后 一道道融合了元神破体而出 元神的速度远超元英 转瞬就能破空逃离 可周扬早就做好了准备 就等这一刻呢 镇压 破灭 周遭空间猛然一阵 几乎只有眨眼的瞬间凝制 可也足够周扬出手了 抓住这眨眼的时间 第三口金色龙颜下来 五位化神大能灰飞烟灭 当周扬身形缩小 便回了原本人类修饰形态之后 身后几人全都呆滞地看着他 五大化神 全灭 被一个原因修饰 使用了化龙神通 转瞬之间 全部灭杀了 第156章 邪魂宗主的恶意目光 魔影的一根天柱手指 五位邪魂宗化神大能 全灭 这一幕不光是周扬身旁的自己人震惊 就连遥远处 关注着这一战的耀王谷 和邪魂宗主 也都震撼无比 与此同时 邀圣公主清理 也在关注着大夏帝都的战斗 她可是和周扬签订了协议的 周扬可不能半路暴毙 否则邀圣公的投资 岂不是打水漂了 清理此刻 正在遥远的大夏南方处 默默注视着这里 当看到周扬化身为龙 轰然震杀五位化神大能的时候 她的目光中爆发出了射人的金光 这 不是普通的真龙之躯 绝对不是 气势上就不一样 清理目光灼灼 口中喃喃自语 她 到底还有多少我不了解的底牌 清理原本以为 吞付了龙云雪莲的周扬 最多也就是觉醒出普通的真龙之躯罢了 可现在 当周扬真正展现出这一神通之后 她才发现 周扬觉醒的神通 远不是普通真龙之躯可以比拟的 作为一个妖族 她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不凡 即便距离如此遥远 依然可以感受到 那股高高在上 霸气无双的无上威严 是 是龙云之躯吗 还是 传说中的祖龙之躯 不可能吧 清理被自己的猜测吓了一跳 随后猛然摇头 应该是龙云之躯 这个周扬 运气竟然这么好 那株龙云雪莲 也不是要灵多高的仙药啊 怎么会让她觉醒 如此强大的神通 想不通 当真想不通 而在另一边 药王谷 两大炼须 以仙气对峙的高空当中 那位药王谷的太上长老 忽然长声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邪无仙哪 邪无仙 看到了没有 你邪魂宗的化神大能 也没什么用处啊 简直就是个废物 连那些原因也都是废物 药王谷的太上长老 简直是大出了一口恶气 被邪魂宗堵在家门口 可谓是丢尽了药王谷的脸 原本药王谷上上下下 包括他 脸色都是非常不好看的 自家宗门被堵着门 那边大下王室 又被邪魂宗的原因和化神修饰无情屠戮 他们都已经放弃了 特别是后来看到邪魂宗 果然在帝都和药王谷之间的路上 埋伏了两位化神后期大能 就等着他们派人支援呢 幸好他们没冲动 胡乱派人前往 否则必然中计 药王谷一共就那么两三个化神 高端战力是没有邪魂宗多的 可就在他们绝望之际 大下帝都那边的战况 却发生了巨大转变 周扬和夏振锋的到来 彻底改变了战局 周扬一人随手就斩杀了十二位原鹰大修 简直惊呆了众人的双眼 而在他们以为 如此已经够夸张的时候 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让他们目瞪口呆 周扬一人对战五位化神 其中甚至有两位化神后期的大能了 就这样 依然被周扬一人强势斩杀 而且是彻底灭杀 死的不能再死 绝无复活重生的可能性了 周扬的神通 神化真龙之躯 那更是让他们惊叹 如此强大的神通 这个周扬竟然也会 众要亡谷修士 都是满心欢喜 有周扬在的话 大下王室安逸 而 要亡谷太上长老对面 那与之对峙的邪魂宗主邪无先 此刻脸色阴沉如水 简直就如同死了爹娘一样 愤怒而又悲伤 那可是邪魂宗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化神啊 四位化神 两位初期 两位后期 邪魂宗内部 还有一位留守的化神中期 结果却成了唯一存活的宗门化神了 而死亡的化神中 可是还有一位天剑门化神中期的 是自己以人情相邀前来驻战的 可就这么死在了这里 死后 自己必须得给天剑门一个交代才行 想到这里 邪魂宗就怒火中烧 恶狠狠地瞪着遥远帝都上空的方向 瞪着周扬 心中恶意 已经沸腾如开水了 对面 要往古太上长老见此 不由眼睛瞇了瞇 这老东西 不会是打算对一个原因小辈出手吧 当真不要脸皮了 你邪魂宗这次的行动 已经可以宣告失败了 这个时候 赶紧带着你家仙气滚蛋不就行了 还在想啥鬼主意呢 要往古的太上长老 刚想到这里 就脸色一变 张口惊呼 邪无仙 你当真脸都不要了 要往顶 给我震震震 天空中 那青金色巨鹤一声利鸣 就朝着对面冲去 而对面 那漫步天空的魔影 挥动着一只手臂 滑破空间 直接降临到了大夏帝都的上空 如同天外流星一般 一根手指从天而下 恶狠狠地落向了周扬身上 那恐怖至极的 来自于仙气的压制力 死死地将周扬的身形锁住 不得动弹 魔影这一击 他只能应接 周扬见此 面色丝毫未变 口中淡定地说道 都退开 越远越好 下说 带人退走 相信我 闻言 原本面色急切的夏振锋 也镇定了下来 他知道 周扬不可能自己找死 即便对方使用仙气的一击 周扬既然如此淡定 那必然是有应对之法的 于是 夏振锋带着满脸关切的黄仙芝 以及脸色复杂的夏振山 疯狂后退 至于下方万米处的大夏帝都 旗内修仙家族 早就跑了得干净 凡人原本就少 现在也走得差不多了 这些能生存在帝都的凡人 那九成都是修仙家族 和王室的凡人同族 各家都有代步牲畜的 战斗发展到现在 大部分都跑出几百上千里远了 少部分没跑远的 只能说 生死看天意了 而天空中 看到夏振锋三人离开 周扬仰头看向 朝着自己撵来的 如同漆黑天柱一般的魔影手指 嘴角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 也罢 没能在妖圣宫 用出那一招神通 那么便在邪魂中的仙气身上 用出来看看威力 周扬深吸口气 缓缓抬起右手 对准了天空中 天柱一般砸下的魔影手指 身上的精细灵气 开始疯狂一样的汇聚起来 他虽然身形被锁定 但抬抬手还是能够做到的 使用神通发起攻击 同样可以做到 此刻的周扬 就是在和一个主动发起攻击的仙气 在战斗 修仙界 有史以来 还从未出现过 人族猿鹰修士 能应接仙气一击而不死的 妖族有玄规妖王做到过 人族一个没有 甚至别说是猿鹰了 化神能接仙气一击而不死的 估计都能追溯到远古时代了 周扬现在在创造传说 成功 成为传说 失败 则是死亡 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在了周扬的身上 遥远南方的清理面色 纠结无比 头上的凤凰冠冕 不断闪烁着红色光韵 到底要不要出手救下周扬 可是看到 周扬那自信到天地都不能压服的背影 清理叹了口气 选择相信周扬 不过却在心中下定主意 如果周扬死在了邪魂灯之下 自己一定会帮他报仇 到时候灭掉万寿宗之后 便将邪魂宗彻底灭绝 第157章 一见天青震世间 硬刚掀气第一人 哼 邪无先看着对面 那要王谷的太上长老 见到自己对一个小辈出手 便控制要王顶对自己出手 想要阻拦自己的动作 这老东西 在想屁吃 罗老头 你的修为低我一筹 掀气吸纳的极品零食 也远不如我邪魂灯 你拿什么和我比 还想阻拦我动手 做梦吧 要王谷的太上长老文言 不由愤怒 看着硬生生承受要王顶气凌一击 却紧紧后退了几步的魔影 那只伸出手指点向周扬的手臂 依然毫不动摇地撵向了周扬 他恨声道 邪无先 你当真不要脸了吗 你看看你 还有一点前辈高人的风范 哈哈 当真可笑 我磨到宗门 要和脸面 邪无先爽快一笑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周扬的陨落 一个如此妖孽天才 就要这么死在他手中了 他怎能不开心 这个小崽子 竟然敢敢杀我邪魂宗 那么多化神大能 和十几位元英大修 如此轻松杀死他 我还有些可惜呢 也罢 此人也算是难得的修行天才 能死在先期一击之下 也不算辱没他了 他原本还能有着无量前途 可却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来和我邪魂宗作对 这 就是他的取死之道 你 罗老头气怒 却又拿对方没办法 他已经让药王顶攻击了一次 却根本就无法彻底击败魔影 邪无先说的对 邪魂灯吸纳的极品灵石 要远超过药王顶的 药王顶能发动的攻击次数不多 每一次都需要消耗 大量极品灵石储存的灵器 而对方根本不拒 他却又有着守护宗门的职责 不能胡乱浪费攻击次数 无奈之下 只能期待奇迹出现 可那又是何等艰难 这周扬已经是非常妖念 非常逆天的存在了 可他仅仅一个原因修饰而已 怎能面对仙气的一击 而活下来呢 举世望去 唯有妖圣宫那位万年玄规可以做到 在化形期 凭借自身天赋神通 加上其天生防御逆天 硬抗了万寿宗的仙气 一击而不死 哦 还得说一声 那万寿宗的仙气 万寿环 可不是以战斗舰长的仙气 那是一件功能性仙气 真比攻击力 是远不如邪魂宗这件仙气的 这可是来自天魔留下的魔魂啊 是真仙级别留下的魔魂 这就更加突出了 周扬在这一击面前活下来的难度 周扬感受着天空中压下来的恐怖压迫力 那是真正的压力啊 魔影的一根手指 对比周扬的渺小身躯 那就如同大山和蚂蚁之间的差距 这要是真的落下来 周扬挡不住的话 将会连同周扬身躯 以及下方的大厦帝都 整个抹去 原地留下一个庞大的内陆湖泊 周扬面色沉宁 深周 精细灵气凝聚到了极点 精细至高神通 天清 前置聚能完毕 他的身后天空处 空间已经隐隐出现了碎裂痕迹 天清 周扬忽然一声爆喝 声音震撤天际 甚至声音中还蕴含着威言无上的龙威 如同万龙之王 一龙之祖在下达号令 又如那仙界天帝在号令众仙 威震还宇 这声爆喝之后 所有人 包括药王谷的老罗头 和邪魂宗的邪无仙 以及遥远南方的妖圣公主清理在内 所有正在关注这一幕的人 瞳孔瞬间收缩 这 这是什么 这 这是神通 好 好可怕的力量 这股浓郁到了极点的精细灵气 净 净破碎了空间 不 这是在利用凝聚的精细灵气 破碎空间的同时 引来了更加强大和凝聚的精细灵气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周扬身后的空间纷纷破碎 从破碎的空间中 涌现出远比周扬凝聚的精细灵气 更加浩瀚到数十倍上百倍的精细灵气 这些精细灵气 汇聚成了一柄长达十万米的金色长剑 随着周扬一直放心 金色长剑轰然而起 朝着天空中的魔影 巨子轰了过去 速度极快 即便是十万米长的超级金色长剑 在那魔影的天柱般宏伟的巨子面前 依然像是一根牙签 可就是这根牙签 却已经有了与之一战的攻击力 轰隆隆 长剑拖着金色尾艳 如金色流星 轰然与魔影巨子碰撞到了一起 连续不断的轰鸣声 从高空中响起 一圈圈恐怖的巨大声浪波纹 席卷整个大厦疆域 甚至传到了大商疆域去了 而在南方黑铁山脉上空关站的清理 也感受到了如此恐怖的声波席卷 好强大的攻击力 这周扬 当真不可小看 他的底牌 竟然如此强大 清理感叹了一声 随手一挥 将声波挡了下来 不仅仅挡住了声波 侵袭黑铁山脉 甚至连青木城都被庇护住了 公主 绿罗的声音传来 清理到来 他自然是知道的 其实清理不出手 有他驻守在青木城 这样规模的声波余波 作为化神境界的他 也是能够挡下来的 只不过没清理这般轻松就是了 绿罗传音说道 周扬的实力 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强大 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底牌啊 这是精细神通 且不是小神通 我感觉也不是大神通 而是更高层面的至高神通 不错 我也感受到了 普通神通根本就不可能 让一个原因修士 抵挡住仙气的一击 仙气 可远比普通修士想象中 更加强大的 清理政策说道 可以这么说 如果是一个炼虚大能 不用任何法宝和神通的话 面对仙气一击 必死无疑 可周扬呢 一个原因修士 距离炼虚隔了两个大境界 他竟然一招精细神通下来 硬生生和仙气打了个平手 是的 远处大夏帝都上空 周扬的一击过后 天空中 金色长剑消失了 那来自邪魂灯的魔影 巨址也消失了 这两大恐怖攻击对撞之下 互相抵消了 可以说 周扬这一次 做到的可比那 妖圣宫万年玄规更加彻底 那玄规之势硬抗攻击而已 是纯粹的防御 而周扬 是凭借攻击 抵消了邪魂灯的攻击 也就是说 直白一点 周扬拥有着仙气一击的攻击手段了 那玄规只是防御 他的攻击可达不到仙气等级 甚至炼虚等级都达不到 差远了 而此刻 在妖王谷上空 邪无仙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如同吃了屎一样 老脸憋通红 对面 妖王谷太上长老罗老头 则是仰头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好 好啊 当真是英雄出少年 据我所知 这位周家主 可还年轻着呢 好像只有17岁 17岁的少年修士啊 便拥有了仙气一击的绝世底牌 如此逆天的妖孽 当他成长到恋虚的时候 又当如何可怕呢 邪无仙啊 邪无仙 你邪魂宗 可是招惹了一个可怕的敌人 罗老头咧嘴一笑 你也别想着 再次对他发动攻击了 实话告诉你 我老罗今天是保定了周扬小友 即便是耗尽要往顶内的灵气储备 拼上我这条老命 也会拖住 你手中邪魂灯 老疯子 今天我罗老头 就陪你疯到底了 邪无仙脸皮直抽 没错 他是疯 可不傻呀 眼前老东西 明显是看中周扬的天赋了 能和此等妖孽天 才结下善缘 那是任何一个修士 都乐意去做的 然而同样 和这等修士结仇 可是任何修士都不愿意的 他也想 今天就将周扬赶尽杀绝 将这危险扼杀在摇篮当中 可对面这老东西 绝对不可能 让自己轻松出手的 可恶 怎么这次的计划如此失败 都怪这个名叫周扬的狗东西 邪无仙心中暗骂一句 他已经有些进退两难了 罗老头还在笑 甚至心情振奋地迎施一手 一剑天青阵世间 美名传遍修仙界 邪魂宗当魔剑时 硬刚掀起第一人 虽然啥压运都没有 可老罗感觉自己这首饰霸气啊 霸气就足够了 第158章 我去会会邪无仙 邪无仙 你现在该当如何 罗老头悠然开口 如果我是你的话 现在立马掉头离开 返回邪魂宗藏着就不出来了 哈哈 笑死我了 一炼虚大能以仙气一击 竟然被一个原因小有化解了 邪无仙 你可知道 今天这一战将会载入修仙界史册的啊 罗老头是真的很啊 说的话每一句 都狠狠打在了邪无仙的心头 邪无仙脸色难看至极 因为罗老头说的一点没错 今天如此大战 必然会被记载入修仙界历史 而主角却绝对不会是他 而是那个周扬 以原因修为硬抗 不 不是抗 是直接与仙气交手 而不落下风 从今天开始 周扬深具两大神通的消息 将传遍南域 即便是其他区域 也会流传周扬的名声 而随着这一战流传出去 自己以恋虚修为动用仙气 和一个原因修饰动手 还没能取胜 绝对会成为被人吃笑的一方 罗老头 你别逼我 邪无仙双眼通红的 看着药王谷太上长老罗老头 我逼你 罗老头也不是吃素的 开玩笑 你一个邪魂宗主 拿着仙气 来赌药王谷的门 还口口声声 让人别逼你 还有没有天理 还有没有王法了 哦 的确没有 修仙界历来讲究强者为尊 谁拳都大谁 才是有道理的一方 罗老头脸色冷然 语气决断道 你邪无仙拿着邪魂灯 堵我要王谷的门 你跟我说 让我别逼你 你当真以为 老夫会怕了你 我要王谷不要面子的吗 就是那么好欺负的吗 邪无仙 如果换了老夫 拿着药王顶 去你邪魂宗门口挑衅 你当如何 邪无仙神情一致 当如何 那还用问吗 绝对不会像罗老头 现在这么好说话 他邪无仙 估计会第一时间火大 一场仙气大战立刻爆发 谁敢去邪魂宗门口 耀武扬威啊 屎都给他打出来 邪无仙嘴角抽搐 随后目光不再看向罗老头 而是看向遥远帝都方向 那个周扬 他现在撕了周扬的心都有了 而此刻的周扬 一朝天清之后 全身精细灵气耗尽 天空恢复了宁静 身上气息虽然没有变弱 但是底气的确不是那么高了 毕竟最大的一张底牌打了出去 短时间内 无法发出第二招来了 当然 他的另一个神通 祖龙真身还是可以开启的 只要不是遭遇仙气 即便是面对炼虚 开启了祖龙真身之后 也能和对方周旋一二 周扬常呼出一口气后 转身一闪 回到了夏振风等人跟前 仙气的一击 的确有点厉害 周扬的一句话 让几人不由大翻白眼 夏振风更是吐槽道 周扬啊 你这话说的 邪无仙听到的气死 周扬小友 黄仙芝笑着说道 你今日一战 当真是要震惊修仙界啊 此战日后 必然会传遍几大狱 甚至是海外和妖族 都会听到你的传说 些许虚名 不值一提 周扬白手道 帝都这边的危机已经解除 也不知道 要往谷那边怎么样了 那个邪无仙会退走吗 以邪无仙的性格 是否会退走 还真不一定 黄仙芝叹息道 此人向来霸道惯了 想让他退走 估计还是得站上一场才行 要往谷有要往顶在 还能怕了他不成 周扬眉头一扬 都被人堵到门口了 还能退让 黄仙芝摇头道 说是这么说 但也要有打的资本啊 要往谷虽然为我大厦 将域最大的顶尖宗门 可论富裕 也只能在大厦境内称雄 无法和邪魂宗比拟的 掀器启动需要的极品灵石太多了 多了不说 就刚才邪无仙对你出手的那一招 起码得消耗上万枚几品灵石 这可是几品灵石 周扬闻言恍然 原来是因为这个 我说呢 之前看着要往谷 被人这么搞都没脾气 根本就不敢出手的样子 原来都是几品灵石闹的 不过 几品灵石自己有啊 自己身上 可是有着一亿枚几品灵石的 也别按照一万枚几品灵石 发动一次仙气了 就算你十万 几品灵石发动一次 也够你发动一千次了 随便搞 随便玩 周扬对邪无仙也是心中愤恨 你这老家伙 发动仙气想弄死我 那我也不让你好过 你邪魂宗不是几品灵石多吗 那就来比比看 谁的几品灵石更多 不把你邪魂宗 几品灵石消耗干净 我跟你姓 耗干了邪魂宗的几品灵石 你家仙气就成百舍了 哦不对 还是能启动的 不过得用炼须大能自身的法力 法力不够 就献祭寿命 估计也能勉强启动几次 周扬不想放邪无仙 就这么简单离开 自己好端端遭了仙气一击 不得反击回去啊 下说 你带皇前辈和陛下 先去青木城赞壁 我去一趟药王谷 周扬沉声说道 待这次事情彻底结束 你们再返回帝都 开启重建工作吧 周扬 你去药王谷做什么呀 那边两位炼须大能对质 你就别去瞎掺和了 夏振锋连忙劝说 我去会会邪无仙 周扬冷然道 他不是动用仙气打了我一下吗 我去看看 他那仙气还能发动几次 死 三人倒吸一口冷气 看疯子一样看向周扬 你 你是认真的 去吧 不用担心我 不是有药王顶在的吗 周扬洒然一笑 即便是在遭仙气打击 有祖龙真身在 他打不过也能跑得掉 只不过没天青那么霸气 直接抵消了仙气攻击 他还不至于为了报复邪无仙 就拿自己小命开玩笑 黄先知却不太放心 周扬小友 我陪你一起过去吧 阵风 你带阵山去青木城和孩子们会合吧 一切事情等我们返回再说 夏振风和夏振山见词 也无法再劝了 只能答应下来 夏振风原本还想跟着一起去的 但是夏振山没有战力 身受重伤 必须得有一个人带他回去疗伤 单独一人的话 万一有其他邪魂宗高手 半路截杀 可就不好了 黄先知陪同周扬前往药王谷 比夏振风前往更好 毕竟黄先知是老牌化神 和药王谷交情不浅 此战药王谷虽然没能派人前来支援 可也是有原因的 不是人家不想派人 而是来不了 黄先知和周扬二人 驾着顿光 就朝着药王谷而去 夏振风带着夏振山 则前往了青木城周家赞壁 夏振风打定主意 送回夏振山之后 自己就前往药王谷 不能让母亲和周扬 单独面对手持仙气的邪魂宗主 第159章 先来十万几品零食是试水 药王谷 罗老头和邪无仙 自然也发现了过来的两人 罗老头见此 不由惊叹于周扬的胆破 刚和邪无仙交手一击 现在就敢直接跑过来 面对暴怒的邪无仙 这个周扬胆子是真大 而邪无仙也是惊叉不已 这个周扬是真不怕死啊 本来你接了我一招后跑路 我也拿你没办法 结果你却自己送上门来找死 岂不是自寻死路 邪无仙嘴角带着一丝宁笑 忽然心中就没刚才那么大怒火了 反而带着戏血之情 等着周扬主动送上门来 不过一小回功夫 两刀顿光就停在了药王谷上空 周扬两人也不傻 直接就飞到了罗老头身侧 这边有仙气药王顶镇压 安全性高 如果过来 直接就冲上去 应对邪无仙 那才是真正的傻子 晚辈黄仙芝 见过罗长老 晚辈周扬 见过罗前辈 周扬跟着黄仙芝 一同给药王谷的这位太上长老行礼 怎么说 也是活了几千年的老前辈了 人家还执掌仙气 实力强大的炼须大能 必须给予尊重 两位小友 勉礼勉礼 罗老头高兴地抬抬手 说道 好胆破呀 你们既然直接来了我这里 邪无仙可就拿着邪魂灯 在这等着你们呢 邪无仙 周扬站直身子 转身看向了对面 十里外的那道身影 小子 你竟有胆子来此 当真不怕死不伤 邪无仙冷漠地看向周扬 说道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嘿嘿 刚才那一招 你还能使用吗 我想不太可能吧 一个原因修饰 那么强大的一招神通 短时间能释放几次 以邪无仙数千年修行经验 短时间内 绝无可能再用第二次了 周扬面不改色 而是转头看向了罗老头 罗前辈 要往顶开启一次攻击 需要消耗多少极品零食 罗老头有些诧异 不过也没多想 周扬年纪还小 才17岁 不懂这些也是正常 于是罗老头便开口解释了起来 要往顶并不是主攻仙器 要往顶最大功能是炼丹 当然攻击能力和防御能力也不差 只不过比邪魂灯稍有不如 一次开启攻击 需要消耗3000到5000的极品零食 嗯 换算成下品零食的话 就是30亿到50亿枚 罗老头说着 面露苦涩 关键的不是30亿到50亿下品零食太多 而是你有那么多零食 你都换不到3000到5000枚极品零食来使用 我要往古多年积蓄的极品零食 也就一共不到2万枚而已 极品零食太过稀少 即便前往中狱和东狱 也很难换取到 因为那边的圣地和顶尖宗门 也在收藏极品零食 这是凡间唯一可以供应仙气消耗的零食 也是一个顶尖宗门和圣地的抵御 罗老头说到 若一个顶尖宗门 极品零食储备不够 有大敌打上门来的时候 只能由炼虚大能 消耗自身法力和寿命来 强行启动仙气 可那又能启动几次呢 所以 极品零食的储备量 就是拥有仙气的顶尖宗门的最大底气 我听黄前辈说 邪魂灯刚才对我的那一击 至少花费了一万极品零食 怎么对方需要花费那么多呢 周扬好奇问道 那是因为 邪无仙发动邪魂灯对你的攻击 距离有些远 这是其一 第二就是 他那邪魂灯是主攻仙气 攻击力要比药王顶强大不少 自然消耗的极品零食就更多了 所以算起来的话 刚才那一击 应该是消耗了八千到一万左右的极品零食 这邪魂宗是真有钱啊 极品零食花起来是一点都不心疼 罗老头感叹了一声 几人是用神殿交谈的 不然这话 要是被邪无仙听到 估计得气吐血 他邪魂宗的确极品零食不少 光是邪魂灯内储备吸纳的极品零食 就有五万枚左右 宗门内还储备了两万枚 可这也是多年来的积累啊 谁家零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 哪里知道 这次偷鸡不成十把米 魂珠没弄到手 反而因为发动了一次仙气 周扬没弄死 自己反而损失了上万极品零食 那 周扬看了一眼天空中 与魔影对峙的青金色仙鹤 问道 这种并未发动攻击 却召唤出来 是不是也会消耗极品零食 这种消耗不算太高 就算是一整天 估计也就消耗一千枚极品零食 仙气气零在外显化 方便立即发动攻击 否则的话 从唤醒仙气气零到显化出来 再发动攻击就迟了 人家别人的仙气都砸脑门上了 你气零还没觉醒 那怎么行 罗老头说的也有道理 气零显化的状态 虽然也在消耗极品零食 但是对比发动攻击要少了很多 持续时间也很长 罗前辈觉得 邪魂宗储备的极品零食有多少 周扬问出了关键问题 邪魂宗 他虽然比我们药王谷更富裕 但又不是万寿宗那等圣地 储备的极品零食往死里算 也绝对不会超过十万枚 若有十万枚以上 他不可能如此束手束脚 早就发动攻击 消耗我要王顶妹的储备了 罗老头撇了对面邪屋先一眼说道 我们现在就这么和对方号着 老夫已经传信给了一位好友 让会给我送两万极品零食过来 黄仙之文言不由惊诧 两万极品零食 那可是相当于两百亿下品零食啊 罗老面子真大 罗老头抚恤一笑 老夫身为炼虚敬炼丹师 这点面子还是有的 加上药王谷的名声 借两万极品零食 问题不大 哼哼 罗前辈 用不着如此 周扬忽然一笑 一甩手 一大片闪烁着灵气光运的零食 出现在眼前 正是大量的极品零食 看得两人瞪大了眼睛 罗前辈 这里是十万极品零食 您先拿去用 邪无仙不是自食极品零食多吗 那就耗干他 周扬大气道 先来十几二十次仙气攻击 是试水 这一幕 别说罗老头和黄仙之震撼 就算是对面的邪无仙 也都惊得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 十万极品零食 那真的是十万极品零食啊 邪无仙心凉了半简 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十万极极品零食出来啊 坏了 要出大事 哈哈哈哈 好 好啊 罗老头哈哈大笑 随后一挥手 将十万极品零食收入了药王顶当中 随后 药王顶开始大力抽取极品零食中的灵气 储备在了药王顶内 烈 天空中 青青色仙鹤一声利鸣 浑身气势陡然爆发 仙气即将发动 第160章 万寿宗主呼雷 轻力降临 五方对质 邪无仙一瞪眼 双眼中又怒又惊 那可是十万极品零食啊 这是打算用极品零食堆死自己啊 别说 还真有这个可能 自己邪魂灯内储备的极品零食 也就足够发动个四五次攻击的 而对方 那十万极品零食 以药王顶的消耗能力 足以发动二十次攻击 难道 自己真的要死在这里 不行 趁着仙气还能动用几次 不如现在跑路吧 邪无仙心中顿时有了退意 不过想跑的话 还得扛住眼前 邪王顶仙气的一击之后才行 邪无仙咬牙启动了邪魂灯 储备的极品零食 再次消耗了一万枚的量 魔影获得极品零食的零气支撑 立刻动了起来 大手张开 遮蔽了大半的天空 其手掌之大 威能之凶 远超清金色仙鹤好几倍 毕竟人家邪魂灯一次攻击 消耗的零食 都要比邪王顶多一倍的 威能大几倍 那是正常反应 邪王顶器零仙鹤见此 尖利一声 毫不退让地冲了上去 轰隆隆 砰砰砰 一阵凶悍到极点的争斗之后 清金色仙鹤落败而归 用尽了抽取的这一波刺极品零食零气能量 对面 魔影虽然争斗胜利 也将零气消耗了个七七八八 虽有存余 但也不多了 邪无仙心疼无比 看到对面罗老头动作 顿时眼都红了 罗老头一挥手 又是五千极品零食被消耗掉 灵气瞬间充营到药王顶之中 清金色仙鹤 再次升龙火虎 尖利一声 翱翔天际 你 你们这是无赖 老夫不服 邪无仙气怒 身形一闪 就手持邪魂灯 暴退上百公里 而那原本高大无边际 一般的魔影 开始回缩 从身高百万米 缩小到了身高十万米 最后 变成了一个身高不足万米的黑暗巨人 巨人手掌平摊 盘膝高坐于太空 就如一座伟岸的雕塑 邪无仙手持着邪魂灯 站在其手掌上 目光闪烁 罗老头这边 见邪无仙的动作 他也挥手 让清金色仙鹤缩小身形 仙鹤原本体型 如仙界神兽一般庞大 有三十万米之高 现在也变回了不足万米之大 罗老头带着周扬 黄仙芝 共三人 站在了仙鹤背上 朝着邪无仙飞进 罗老头 你当真要和我站到底不成 邪无仙冷漠地看向罗老头 怎么 你不敢了 罗老头有了周扬 这十万极品零食的支援 此刻感觉战意滔天 他觉得自己 只要将邪无仙手中 邪魂灯的极品零食储备 消耗干净 就能将邪无仙留下 比拼飞行速度 自己的要往顶 可不怕邪魂灯 毕竟自家仙气的气零是仙鹤 你那魔影 飞行速度 能比得上仙鹤 你真不怕我跟你鱼死网破 邪无仙怒道 鱼死网破 罗老头笑哈哈道 你怎么和我鱼死网破 就凭你手中的仙气吗 我要往顶轮功法 虽然比不上邪魂灯 可是在极品零食充裕的情况下 同为仙气 你又能拿我如何 你 邪无仙哑口无言 他看着罗老头 一次的周扬 还有那边 一副看好戏的黄仙芝 双眼闪烁不定 就在这时 邪无仙忽然一喜 转头看向了一个方向 罗老头也是神色一动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周扬目光一闪 脸上露出了一丝奇异的神情 黄仙芝反应稍慢一点 不过也通过其他人脸上的神色 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古往今来宋剑线 一剑袭来开天门 一声轻盈之后 一个身形挺拔的中年被剑男子 跨步从虚空中走出 面带倾笑地 看向场中几人 打了个招呼 在下天剑门门主 宋书航 见过诸位 哼 原来是宋门主 罗老头不满地看了对方一眼 同时 罗老的话音 也传递给了周扬和黄仙芝耳中 见个礼吧 虽然天剑门这次 有一个人被邪无仙请动而来 可大下不能到处树敌 天剑门可比邪魂宗更可怕强大 我估计等会那只老狗也会来 那家伙更不好对付 先拉一下宋书航等会 才有回转余地 周扬闻言 和黄仙芝对视了一眼 能从黄仙芝眼中 看到一丝不满之意 也对 刚才黄仙芝 还被天剑门的一个化神中期 火同邪魂宗化神为宫呢 现在见到人家天剑门门主 反而要吃晚辈礼行礼 这是什么道理 这就是修仙界的道理 人家拳头大 人家就是有礼 晚辈周扬 见过宋门主 晚辈大下黄仙芝 见过宋门主 呵呵 不用多礼 宋书航微微笑着点头 随后道 黄仙芝小友 这次的事情 我要和你赔个不是啊 这话一出 反倒是吓了黄仙芝一跳 一个炼须大能 还是一个顶尖宗门的门主 会给一个小辈赔不是 宋书航继续说道 老罗你是知道的 我天剑门乃是正经的正道宗门 邪魂宗是魔道宗门 在面对妖圣宫战争的时候 我们之间有万寿宗协调 一致对外 除此之外 我天剑门从不和邪魂宗同流合污 这一次的我天剑门一位华神长老 因在对妖族的战争中 被邪无先救过一命 他来此偿还人情 这事情 我是同意了的 可他也因此丢了性命 这件事 我同样不会为他出头 这些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在出发前就应该有心理准备的 我天剑门修士 敢做敢当 事已至此 就此做罢 宋书航的话语落下 便不再说话了 邪无先闻言 则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也没说什么 宋书航说得对 天剑门是正道门派 和邪魂宗一直都是老对头 只有在面对妖圣宫的时候 才会联合起来 还是因为万寿宗从中协调的原因 若无万寿宗 说不定能在战场上自己打起来 罗老头见此没有任何意外 而黄先知也松了口气 周扬面色不变 心中嘀咕着 这天剑门 莫非真的如此正派 也就在天剑门主现身之后 又是一道身影出现 这是一个身形壮硕的大汉 壮汉看上去 就如同一个凡人村落的满汉一般 一身短袖汉衫 头发杂乱 目光有神 在一道空间波纹中走了出来 万寿宗主 孝日猎犬 呼雷 罗老头低声说道 这位就是那位万寿宗的宗主了 听说是万寿宗多年前的一位宗主 还在凡人时期养的一条猎犬 后来那位宗主 被万寿宗门人 发现其灵根资质不凡 收为了宗门弟子 一直到其修为达到了炼虚后 成为了万寿宗的宗主 而那条猎犬 也因为其资质不俗 成了灵兽 成长的速度 竟不比其主人慢多少 嗯 直到那位宗主渡劫失败 多年之后 呼雷却当上了万寿宗的宗主 一投灵兽当宗主 也算是开了人族宗门的仙河 周扬和黄仙芝 也惊奇地看着中年壮汉 这就是那位万寿宗的宗主啊 掌控着万寿还仙气的圣帝之主 万寿宗是圣帝 其宗门曾经诞生过真正的仙人 不像药王谷 并没有诞生过仙人 只凭借药王顶位列顶尖宗门之列 其真正底蕴 是不如诞生过仙人的圣帝的 罗老 可否给我个面子 放邪无先离去 此事就此作罢 护雷平静地开口 身上气势磅礴 如山如月 威压全场 一头掌控着仙气的炼须禁灵兽 其力量之恐怖 那是非常可怕的 真要是发起火来 那简直就是灾难 罗老头眉头皱着 你这话说的是 轻巧得很啊 一句话就想接过去 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护雷老哥 罗老头称呼对方老哥 是因为护雷的年龄 的确是很大的 灵兽和妖兽一样 或者说 就是妖族的另一个叫法 是偏向人族一方的妖族 寿命悠久 修炼到炼须禁的妖族 起码寿员上线都过万了 这护雷的年龄得有七八千岁了 罗老头也才不到五千岁 不到五千的年龄 修炼到炼须禁 已经是不俗的成就了 他邪无先之前 读我要王谷大门的时候 护雷老哥 你可没站出来说话 罗老头淡然说着 他现在有周扬十万级品灵石撑妖 是一点都不怕对方 你万寿还是厉害 里面不知道养了多少顶尖灵兽 气灵还是一头远古巨兽 听说还是一头凶兽 朱雁之魂 可这又如何 老子现在站立 拳头又硬 凭什么退让 老罗 你当真不给我面子 壮汉似乎说话也不知道拐弯 又直又猛 一听罗老头不给面子 顿时就有些不高兴了 忽雷 就在这时 一道清脆而又悦耳的声音 从虚空中传出 一道曼妙的身影 凭空出现在另一个半空中 这是一个猛着面纱 头戴凤凰冠冕的绝世女子 一身纱裙 岔子烟红 一出现 就引得所有人面色大变 妖圣公主 清理 第161章 应对呼雷 清理看笑话 清理的到来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除了周扬 清理会关注这里的情况发展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看看吧 这里聚集了多少巨头 要王鼓 手持要王鼎的罗老头 邪魂踪 手持邪魂灯的邪无仙 天剑门 同样应该带着天剑门 掀起来的宋书航 万寿宗 显然也带了万寿华而来的呼类 四大仙器汇聚于此 这要是打起来 不得把南狱给掀翻了呀 作为南狱占据了一大半地盘的妖族势力 妖圣公的公主 岂能不关注这样的一幕 清理献身 一来不想错过这样震撼的一幕 给妖圣公露露脸 二来也是为周扬站台来的 要不然的话 要王鼓一家 还真不好面对万寿宗和邪魂宗 天剑门虽然明确表示不会插手 可人家怎么说 也是大伤的顶尖宗门 有万寿宗协调 有大伤王室从中说何 说不定就会一起对付要王鼓了呢 怎么 清理公主 我们可是刚刚才签订了停战协议 你现在过来我人足地盘 是想要重启战端不成 万寿宗主忽雷看向清理 语气不善地说道 妖圣公说话 就这样随意的吗 签署的协议 说撕毁就撕毁 清理文言 悠然一笑道 忽雷 你这一开口 就是在给我扣帽子 我这不是 看到这里热闹 就出来见识一下的吗 谁说我妖圣公准备重启战端的啊 我妖圣公既然签署了协议 就不会贸然去违反协议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那你来此就 只是看热闹 忽雷不幸地说道 那现在热闹你也看了 是不是该离开了 你急什么 清理哼了一声道 这里又不是大伤的疆域 我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这里是人足疆域 也是你一个妖族大能 随便可以来的地方 忽雷寸步不让地说道 你万寿宗 似乎还无法代表全部人足吧 这里是大厦 人家地主还没说话呢 清理说着 看向黄仙之道 黄道有 我与你一见如故 妖圣公也从未与大厦 发生过争端 不知大厦是否欢迎 我的到来呢 这 黄仙之有些呆滞 不知道这位大人物 为什么会如此做法 且看上去 好像有些在偏帮大厦的意思 周扬明白清理的意思 他直接开口说道 我大厦当然欢迎 妖圣公主前来做客 嗯 应该说 大厦欢迎一切 带着善意而来的客人 如邪魂宗这样 带着恶意来的 肆意破坏大厦帝都的恶客 大厦自然有刀剑 看向了忽雷道 忽雷宗主 你要求我们放走邪无仙 可考虑过我们大厦的感受 还是说 邪无仙袭击大厦王室的举动 都是来自于你的授权 来自于你的支持 信口雌黄 忽雷冷眼看向周扬 无知小辈 无等恋须前辈说话 哪里有你说话的资格 忽雷前辈当真霸道啊 周扬眼睛一眯到 是不是在大商霸道惯了 来我大厦 依然是这么一副做派 也对 连邪无仙这种小人 你都要保下来 也看得出来 你是什么样的人物了 还前辈呢 比起你这种不分是非者 我感觉 还是正宗的妖族 更加直爽 更加明辨是非 你 忽雷一听这话 这是在骂自己 不是正宗妖族 不明是非 不过周扬其实说到点子上了 邪无仙有胆破对大厦出手 私底下是给过万寿宗好处的 至于天剑门 那是正道宗门 和邪魂宗又是敌对关系 他可不会给对方好处 万寿宗不同 不算是正经的正道宗门 虽是圣帝 却是中立行的圣帝 对正道和魔道都一视同仁 唯一的敌人就是妖族 忽雷这人 又是犬妖成精 不善言辞 被周扬一番话对的半天说不话来 老脸都被憋红了 清理在一旁看着这一幕 顿时无嘴轻笑起来 周扬这些话 可把忽雷得罪死了 自己要是不出来 估计忽雷能气得拿万寿宗 朝着周扬头上砸去 但是自己现在在场 他忽雷就不敢这么做 清理可是头戴凤凰冠冕而来 你忽雷敢动万寿宗 难道当凤凰冠冕不存在 果然 剧烈喘息一阵之后 怒气冲天的忽雷 还是忍住了动用万寿宗 砸死周扬的冲动 他是直 是吗 但不是傻子 清理在此 且行动和语言上 明显在偏帮大下一方 自己若真敢动手 那只凤凰绝对会被召唤出来 跟自己干架 他在千年前 和那只凤凰干过一次架 实在是不好受 无损地离开 否则的话 我万寿宗不惜代价 也会出手的 忽雷撂下一句狠话之后 双目瞪向了罗老头等人 然后看了一眼清理道 他妖圣公 如果要掺和进来 那你大下就是在 火同妖族对付同族 到时 我一定会将此事 传向中狱和东狱的人族圣地 哼 背叛人族的罪名 我倒要看看 你们是否能担待得起 第162章 要爆发大战 周扬开口要代价 忽雷宗主 你能代表人族 清理笑着道 人族修士都还没说出这种话呢 你在这说什么 我万寿宗乃是人族宗门圣地 代表不了人族吗 忽雷沉声道 你妖圣公能代表妖族 我万寿宗自然可以代表人族 喂喂喂 周扬这时候说话了 他有些无奈地说道 忽雷宗主啊 你说 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被你代表了呢 你只能代表你们万寿宗 可代表不了整个人族啊 至少我是不认可的 我大下也不认可 黄先知郑重道 忽雷宗主 你代表不了人族 同样的 我们也代表不了人族 我现在只代表大下 想要问问你忽雷宗主 邪魂宗此举 可是得了万寿宗庇护 绝对没有 忽雷摆了摆手 也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结了 他不再想这些深奥的问题 而是直接了当地道 我今天来此 是为大商三大宗门圣地考虑 也是为大下考虑 你们可知 即便你们真留下了邪无仙 那么 在如此先期大战之下 大下疆域内要死多少人 那我大下王室死的 那么多元婴都白死了 黄先知气愤道 邪魂宗也死了十二位元婴 你还想怎么着 忽雷沉声道 你大下那几位元婴修士的 元婴和神魂还很完好 邪魂宗的元婴修士 可真是死了 不仅如此 还有四位化神 和天剑门一位化神 你大下才是得了便宜 还卖乖吧 怎么 听忽雷宗主这话 他邪魂宗打过来 我们还不能还手了 黄先知反问道 当然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们既然损失不大 那何必还揪着邪无先不放 毕竟真打起来 对双方来说 损失都会很大 而且 忽雷看了清理一眼 还会让妖族之人看了笑话 哟哟哟 忽雷宗主 这是在点我呢 清理笑着道 我为什么会看大下的笑话 我只会看大商的笑话 看万寿宗和邪魂宗的笑话 恰恰相反 我此行来此 可不仅仅是表态支持大下的 皇太后 我妖圣宫占据南方大量地盘 有很多的资源 根本就用不完 所以 大下是否愿意 与妖圣宫合作呢 比如 我们妖圣宫 拿出一些矿脉 和灵药资源点出来 我们双方合作 开发采集 最后收入的临时评分 如何 黄先知文言 当即笑了起来 当然可以 我大下与妖圣宫 向来没有摩擦 更没有任何仇恨 合作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具体合作事宜 等此事过后 我们详谈如何 哼哼 没问题 那就这么说定了 见到两人聊那么开心 还想着合作 万寿宗主更是怒火冲天 呼雷怒道 黄道友 是真想和妖族 同流合污吗 什么叫同流合污 黄先知道 我大下与妖族 可从未有过大仇 为什么不能合作 反倒是你万寿宗 大商有你万寿宗在 一直对我大下虎视眈眈 这次邪魂宗来袭 你万寿宗又冒出来 为邪魂宗出头 既然如此 别说和妖圣宫合作 即便没有这事 我大下与你万寿宗 和整个大商势不两立 好 呼雷沉声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走着瞧 今天 邪无先我必须带走 清理 你若想出手的话 那就来试试看 我可不惧你那凤凰冠冕 千年前我们战过一次 不知道你现在 是否还有一战之力 本宫可从未怕过你 清理面色忽然变冷 头顶带着的凤凰冠冕上 一阵红色光运散发 对面的呼雷 也是冷哼一声 手臂上的一枚古铜色圆环 瞬间放出一股暗红色光运 圆环变大后 环绕着呼雷的身周 缓缓转动 眼看两大顶级炼须大佬 要拿着仙气对轰起来 众人全都紧张了起来 周扬也皱起了眉头 说实话 他参与此战的目的 是为了获得魂珠 并不想看到 这种顶尖大战的发生 他的一招底牌已经用出 接下来没了底牌 真被呼雷万寿还砸一下子 即便不死 那也得不偿失 之所以跑来要王谷这边 找邪无仙的麻烦 那当然是因为对方 对自己发动的攻击 要报复回去 现在该做的事情 基本上都做完了 看呼雷那模样 肯定不会放弃邪无仙的 也对 邪无仙代表着 大伤的三大宗门之一 手中有着仙气 真要是陨落在这里 大伤将损失一个 炼须大能和一剑仙气 基本上邪魂宗也就没了 到时候 妖圣公如果卷土重来 再与大伤 与万寿宗开启战端 大伤和万寿宗 不一定能扛得住 万寿宗作为大伤的圣地 肯定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难怪其态度会如此强硬 清理心里肯定也是想着 趁机除掉邪无仙的 所以才会现身出来 想要看看有没有机会 结果也没想到 呼雷如此强硬 不过他也不会怕了对方 直接就要和对方开战 可嗨嗨 周扬咳嗽了一下 开口说道 没必要扩大战端了 既然如此的话 我提个建议啊 邪无仙可以走 但是 他邪魂宗 需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至少要赔偿一下 大夏王室的损失是吧 呼雷和邪无仙 都看向了周扬 这小辈能代表大夏 似乎看出了两人的疑惑 黄先知转头看了周扬一眼 随后开口道 对 邪无仙必须付出代价才行 他邪魂宗贸然攻击我大夏王室 害得我大夏帝都 也因此被摧毁大半 若是让他就这么安然离开 我大夏国民 会如何看待我大夏王室 第163章 赔偿一万几品零食 食品九优宁浑水 呼雷和宋舒航 都看向了邪无仙 也对 你压打到人家门上了 结果事情没做成 反而被人追着打 不赔偿一点东西就想走 没这个道理 邪无仙咬牙道 黄先知 你想要什么赔偿 几品零食一万枚 黄先知沉声说道 随后看向邪无仙脸色变化 哼了声道 你邪魂灯开启一次攻击 就是一万几品零食了 怎么 赔偿一万你就不舍得了 邪无仙嘴角抽搐一下 随后点头答应了下来 好 一万几品零食 我答应了 别急 黄先知抬手说道 我还有最后一个条件 邪无仙气怒道 黄先知你别太过分 一万几品零食 相当于一百亿下品零食了 够你大夏王室一百年积蓄了 你还敢提其他要求 黄先知冷然道 这一万几品零食 也就够我大夏重建帝都 以及补偿在战斗中 死亡的家族和人员 你若不想答应 那便作罢 邪无仙闻眼脸上非常难看 他看了一下 罗老头得意的样子 那要往顶内的几品零食 充盈无比 十万几品零食啊 你们都有那么多零食了 还得我这里薅羊毛 你们好意思吗 又看了一下妖圣公主清理 看样子 这妖族大佬 是铁了心 为大夏撑腰了呀 无奈 自己好像不答应 还真不行 不然的话 大商好不容易和妖圣公停战 结果还没停几天 又要开战 而且 这次开战的原因 还是因为自己 而引发的 到时候 邪魂宗可能要被天剑门 和万寿宗唾弃 会成为对妖圣公战争的 马前卒 不行 还是答应下来比较好 看看这黄仙芝 最后的条件是什么 那你说吧 什么条件 如果是太过困难的 我可不会答应 邪无仙说到 太过离谱的条件 那肯定不行 比如要求自己 交出邪魂灯这件仙器 那就是 想要邪魂宗完蛋 绝无可能答应的 我要邪魂宗的九幽宁魂水 时平 黄仙芝目光灼灼地说道 什么 邪无仙顿时一惊 自家这东西 大夏怎么会知道的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邪魂宗 哪里有这东西 邪无仙当即摇头 九幽宁魂水 护雷和宋书航 都奇异地转头 看向了邪无仙 周扬不清楚 这东西 到底有什么用处 好奇地看向己人 亲力见词 笑眯眯地解释道 周扬 九幽宁魂水 是一种可以修复 神魂损伤的天才地宝 只有在一些时间 久远的地下洞窟 秘境 古老遗迹当中才能拥有 我也是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才知道的这个消息 原来如此 周扬明白了 这是亲力将消息 告诉了黄仙芝啊 修复神魂 这九幽宁魂水 肯定不只是修复 普通损伤那么简单 黄仙芝 也的确需要这东西 用来修复魂珠里的残魂 还有那几个半死不活的 大夏原因修饰 而之所以要食品 还是你大夏最需要的物品 趁机从邪无仙手中捞过来 最起码 你得分人家一些好处的吧 亲力还大老远跑来 给你撑腰 不看这些 你也得看看 腰圣公的体量和势力 后面还想要跟人家合作呢 邪无仙 你手中真有九幽宁魂水 天剑门的宋书航好奇地说道 这东西可非常难得呀 你若真有的话 卖一瓶与我如何 一千几瓶零食一瓶 不会让你吃亏的 忽雷也跟着说道 我万寿宗 也有几位宗门长老神魂受损 闭关苦修了数百年 还没恢复如初 邪魂宗 可否卖些九幽宁魂水 给我们万寿宗 一看全场的目光 都盯在了自己的身上 邪无仙浑身都感觉不自在了 麻蛋 自己宗门好不容易 在一次探索遗迹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九幽宁魂水 还没雾热呢 你们这些豺狼 就都盯上我了 可他却不能说谎啊 这么多同级高手都在眼前 这一说谎 天人感应之下 都会察觉 到时候以呼雷的直性子 说不定掉头就走 不管自己了 那自己岂不是凉凉 最大的靠山走了 妖圣公主清理和罗老头 一起围攻自己 即便自己手上有仙气 也扛不住啊 几品零食储备 肯定没对方多 那十万几品零食 可还在药王顶妹没动吗 邪无仙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捏着鼻子答应下来 好在 这些人只知道自己宗门 获得了九幽宁魂水 而不知道到底得到了多少 那处遗迹中 发现的九幽宁魂水 储量可不少 足足得有三十瓶左右的样子 也就是价值三万几品零食左右 这东西的作用非常大 能修复炼虚 甚至是杜结强者损伤的 神魂元神等 还能用于炼制魂器 所谓魂器 就是与神魂石海 以及元神相关的法宝 这一次想要谋取魂珠 也是因为邪魂宗 获得了九幽宁魂水 想要以此炼制一枚魂器类型的仙气 如果能成 邪魂宗将会拥有两件仙气 并且邪魂仙也有机会走出更远 甚至有可能飞升仙界 因为有了魂器类型的仙气庇护 他感觉自己杜结的成功率 将至少提升一大半 可惜 现在不光没能捞到魂珠 反而要赔出不少的九幽宁魂水 回去后 还得拿出一部分 来和万寿宗 以及天剑宗交易 这倒还好 因为是交易 也算是给了个交代 但至少有极品零食到账 给黄仙芝这边食品的赔偿 就让他感觉到肉疼了 可不赔又不行 无奈之下 邪无仙只能点头道 行 食品九幽宁魂水 这是你最后的条件了吧 这东西有多珍贵你应该清楚 绝对足够赔偿了 若再提要求 绝无可能 即便是拼光邪魂宗老底 我都不会再低头了 就这一个要求了 黄仙芝笑呵呵地说道 赚大了呀 一万极品零食到手后 用来赔付帝都死亡的人员 还有重建工作 最多花费个三分之一而已 还能有三分之二的储备 这几乎比大夏原本储备的 几品零食还多了 大夏王室没仙器 储备的几品零食 好像也没大用 但是 这种凡间最珍贵的零食 实际上用处大了 一些顶尖的阵法需要用到 仙器需要用到 不管是去中狱还是东狱 这几品零食 都是最有价值的硬通货 有这一万几品零食在手 可以购买多少好东西啊 几十件法宝都没问题 更别说价值稍差的零器 弹药之类的了 大夏王室可不比这些顶尖宗门 顶尖宗门和圣地 人家不差这些东西 大夏顶多就是一个 势力不凡的修仙家族 需要的不是最高端的东西 而是中低端的法宝灵器 和弹药俘虏等等 邪无仙肉腾无比地 交出了一万几品零食 以及十瓶九幽凝魂水之后 恶狠狠地看了周扬一样后 随同护雷宋书航离去 赔偿到手后 黄先知当即就将 其中的五瓶九幽凝魂水 交给了清丽 这是答应您的五瓶九幽凝魂水 感谢清丽公主 这一次为大夏撑腰 不知公主此前说的 两方合作事宜 是否作数 本宫所言自然算数 不过这事 就交给下面人去 协商处理吧 清丽收起五瓶九幽凝魂神 满脸高兴 没想到这次过来 还能有这么大收获 这可是好东西啊 腰圣公那只老玄规 上次硬抗万寿环 可别看扛过去了 实际上 神魂也是受了损伤的 到现在还没好呢 有了这一瓶九幽凝魂水 保准个把月 就全部修复了 而剩余的四瓶 也可以用在日后 渡劫期的时候 应对渡劫时候 遭遇的神魂损伤 增加渡劫的成功率 在得知这东西的珍贵之后 就连周扬都忍不住一阵羡慕 这种好东西 可是非常难得啊 好 交给下面人去处理也行 黄仙芝满脸笑意的点头 周扬 这边事情也算结束了 那我就先返回黑暗森林了 你这边事情处理好的话 也可以去妖圣宫做作 妖圣宫与周家的合作 也可以展开了 清理笑着道 这次妖圣宫与周家 以及大夏的合作 可算是开了先河 日后我妖圣宫与大夏 王朝疆域之间 可以多来往 比如在黑铁山脉建立交易点 那里的那个妖族秘境 我也可以授权 对大夏疆域的修士们开放 真的吗 黄仙芝文言 有些惊喜了起来 那处秘境 可一直是妖族 用来历练晚辈的秘境了 这位公主竟然愿意 开放给大夏的修士进入 太难得了 而且 她还听到了什么 周家也在和妖圣宫合作 也对 以周扬的妖孽天赋 这位公主肯定是非常看重了 与周家建立合作关系 也属正常 当然是真的 就这样吧 妖圣宫事务繁忙 我先回去了 清理说着 朝着周扬和黄仙芝 以及不远处的罗老头 点了点头后 身形一闪 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炼虚大能 都拥有着打破空间 瞬息万里的能力 估计已经返回南方边境了 那个 这个 周扬小友啊 可嗨嗨 药王顶内 你的这十万几品零食 罗老头见到清理远去 才拖拉着走过来 满脸纠结表情 结结巴巴地说着话 第164章 与药王谷 签署百年交易协议 罗前辈 有什么话您直说 周扬笑着道 我周家与药王谷合作 一直都不错 不用客套 哈哈 那好 那老夫就直说了呀 罗老头文言 放下心来 笑了笑说道 你这十万几品零食 我希望能够留下来 当然 我要王谷 也不是白拿你那么多零食 毕竟这是十万几品零食 价值一千亿枚下品零食的巨大财富 可以说 这笔几品零食的价值 比很多顶尖宗门都富裕了 嗯 顶尖宗门除了仙气价值无量以外 论现金流 还真没几个能拿出十万几品零食来的 周扬能拿出来 可谓是惊住了不少人 这也是邪无仙想要退走的最大原因 否则以邪无仙的霸道性子 不可能在邪魂宗损失那么大的情况下 选择退让 那 罗老准备怎么兑换这十万几品零食 周扬询问道 十万几品零食 数额巨大 如果你想一次性 获得同价值的丹药等物品 我要王谷肯定是拿不出来的 所以 我想 我们要王谷 可以和周家签订协议 以一百年为期限 每年不间断 给周家供应各色丹药 相当于 每年供应十一下品零食的丹药等资源 你看如何 这十万几品零食在药王谷看来是一大笔零食 但是在周扬这里 他专属空间有将近一亿枚几品零食呢 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现在药王谷没把这十万几品零食还回来 要求签订百年协议 简直不要太完美 这样啊 周扬沉默了一下 似乎在思索这个提议的可行度 而对面 罗老头见词有些急了 道 每年十一下品零食的丹药和资源 已经是我药王谷能提供的最多了 再多 我们也挤不出丹药额度来了 宗门长老和弟子还得修行是吧 周扬小友 如果不行的话 我退你一小部分几品零食 我们只留六七万几品零食如何 周扬见到罗老头急切的模样 知道药王谷的确算是倾家荡产了 每年十一下品零食的丹药 以及其他资源 的确算是掏空了药王谷每年的丹药额度 估计都挤不出太多其他修仙家族需要的丹药了 那就如罗前辈所言 就这么办吧 周扬笑着说道 就签署百年协议 十万几品零食都先行交给药王谷 我相信罗前辈的信誉 罗老头一听这话 顿时开心地笑了起来 有这十万几品零食在手 药王谷底气十足 百年之内虽然会让全宗给周家打工了 但是也能以此加大宗门发展力度 有这十万几品零食在手 以前不敢争的资源 可以去争争看了 以前不敢探索的遗迹和秘境 也可以提着仙器去探索了 万一找到一两件仙器 那岂不是发财了 仙器的价值有多大 那根本不是零食可以衡量的 真要衡量的话 一件仙器 差不多能价值一亿几品零食 嗯 就现在周扬储备的几品零食总数 差不多能买一件仙器 但是你很难买到 从远古时期到现在 仙器的交易 只有冬域和中域各发生过一次 冬域的那件仙器交易价格 接近一亿几品零食 中域那件更是超出了一亿几品零食 而购买了这两件仙器的势力 则成为了新的顶尖宗门 传承至今依然在 在周扬和罗老头说话的时候 黄先知也在关注两人的对话 文廷两人几句话功夫 就谈妥了如此大一笔超大财富的交易 心里也有些骇然 他刚拿到一万几品零食的巨大财富 感觉最后大夏王室 还能纯赚好几万几品零食呢 现在在看人家这交易 顿时有些感觉自己小家子气了 不过没办法 几品零食就是这么珍贵 黄先知开口道 罗老 若是药王谷和周家达成这样协议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 未来百年药王谷产出的丹药 九成九都要供应给周家 如此的话 大夏疆域内各大家族 岂不是买不到好的丹药了 这也没办法 我药王谷即便在如何努力炼丹 在优先供应周家的情况下 的确是无法照顾到 大夏疆域内的其他家族了 罗老头无奈地说道 周扬也想到了这些 他还想到 自家不能总依靠药王谷 输入丹药资源 也得培养自己的炼丹师 罗老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不如这样 我周家送一些对炼丹感兴趣的族人 进入药王谷内修行 劳烦药王谷教导一番 周家族人的炼丹记忆如何 罗老头文言 不由愣了一下 随后皱眉思索起来 他在想自己要不要答应 周家显然是 准备培养自己的炼丹师了 如果答应的话 可以想象 在未来周家炼丹师生长起来后 药王谷想从周家身上赚取零食 可就困难了 说不定周家还会倒过来 和药王谷争抢生意 但是 你不答应吧 他还答应给你分一百年还出丹药 要是一口拒绝 岂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罗老头考虑了一会之后 便只能点头答应了下来 周扬对此非常高兴 只要有几个炼丹种子 从药王谷学成归来 那周家日后的炼丹堂 就能建立起来 罗老头邀请两人 去了药王谷的谷主大殿 这次的协议 由谷主和太上长老罗长老 一起同时签署 周扬作为周家家主 独自一人签署就行 他一人就可以代表周家了 黄先知在一旁 纯粹就是做个见证而已 签署完协议之后 两人便要离开了 药王谷也不好挽留 毕竟大下帝都刚被摧毁 黄先知要赶着回去处理事情 周扬也需要返回青木城 处理族物 两人飞出药王谷所在后 静止朝着青木城所在的南方而去 刚飞到半路 就遇到了赶来支援的夏振锋 夏振锋送下镇山返回青木城之后 不放心黄先知和周扬的安危 便想着过来支援 没想到人还没到地方呢 就遇到了两人返回 怎么样 事情解决了吗 夏振锋询问道 那药王谷和邪无仙 最后是怎么说的 黄先知将事情最后的处理情况 给夏振锋说了一遍 夏振锋听到护雷亲自前来 为邪无仙出头 顿时有些不满 不过 最后再听到周扬建议索取代价 不由点头赞许 护雷身为万寿宗宗主 他亲自出面了 那邪无仙肯定留不下来了 既然注定了这家伙留不下来 那就一定要为大夏的损失索取赔偿 一万几品零食 加上十瓶九优宁浑水 价值不低了 完全足够大夏帝都重建 还有大量剩余 即便是为那几位 只剩下元英神魂的王室元英 重铸身躯 也花不了那么多几品零食 可以说 大夏王室这波 除了付出帝都一些人命之外 并没有损失太大 三人结伴返回了青木城 在周府大厅内 没有外人在内 连夏清玄都没能进入 这里 只有四个人 周扬 黄先知 夏振锋和夏振山 第165章 周扬索要魂珠 复活开国皇帝 这次的事情 多亏了有周家主的出手 才能顺利解决 否则的话 我大夏王室 可能要进阶遭受屠戮 夏振山感激地看了周扬一眼 随后朝着夏振锋笑着说道 还是王帝识人 早在周家主 还是金丹修为时 便将青玄侄女 许配给了周家主 佩服佩服 哼哼 我的眼光下来很好 夏振锋听到这个 就满脸骄傲 严格说起来 他是在周扬还是住击的时候 就看出气不凡来了 那个时候 就已经和福伯说过 周扬未来 必然前途不可限量 那个 王帝啊 你看青岚也老大不小了 这丫头跟青玄关系 一直挺好 我夏家这次又受了周家大安 我呢 想让青岚来 周家和青玄 做个更亲密的姐妹 你看如何啊 夏振山舔着脸 看向夏振锋 笑眯眯地说道 夏振锋一听这话 顿时炸毛了 夏振山你做梦吧 我不同意 青岚侄女虽然不差 但哪里能和我女儿青玄比 青玄和周扬这一对多匹配啊 你家青岚就别来瞎掺和了 夏振锋言辞拒绝道 母后你看 王帝这人啊 还是那个性子 只顾自己 不顾大局 夏振山朝着黄先知倾诉了一句 随后叹了口气道 唉 我知道王帝 应该还是在为当年真卫的事情埋怨我呢 为兄在这里向你赔不试了 这一次 也是多亏了王帝出手 母后才能在邪魂宗化神围攻下脱身 你 夏振锋脸皮一抽 这家伙 好话都让你说尽了 感情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 最后反而是自己不顾大局了 黄先知明白两人的意思 知道夏振山在打什么主意 但是他内心却十分赞同夏青岚跟夏清玄一起嫁给周扬的 这两位姐妹他都很喜欢 如果能一起和周扬绑定关系 周家和夏家两家岂不是会更加亲密吗 黄先知笑着一声说道 振锋我儿 你别介意 振山虽然话说的有些不好听 但是呢 我感觉让青岚一起随清玄嫁给周扬挺好的 他们姐妹关系本就好 以后在一起生活 岂不是更好吗 又不是外人 都是一家人 也不会闹矛盾 母后你 你怎么还顺着他说话 夏振锋无奈地看着黄先知 又瞪了一眼一旁笑眯眯的夏振山 这混蛋 肯定和母后商量好的 喂喂 诸位 这是不得询问一下我这位当事人吗 周扬摸着鼻子 有些尴尬地问道 周扬 清玄和青岚姐妹情深 你也不想让他们两人分开吧 黄先知笑着问道 随后还跟了一句 我也知道 若是以前的话 还能算你周家高攀了 但是现在 以周扬你的妖孽天资 这事呢 是我们夏家高攀了 我在此给你一个承诺 你和他们姐妹的孩子 可以拥有大夏皇位的继承权 你看如何 一听这话 夏振山和夏振锋 两人都眼神闪烁了一下 不过 两人对视了一眼之后 却没有插话 周扬闻言 却洒然一笑 白手道 大夏的皇位 我周家就不济余了 夏振山陛下还年轻力壮 帝都重建之后 依然可以掌管大夏王朝无数年 夏书其实也对当年的征位 支持放下了 否则以夏书现在能正面 对战天剑门的化神中 七剑修而不败的战力 若想再争着皇位 我想陛下也无可奈何吧 我想太后 也拦不住吧 这倒也是 黄先知了然点头 的确 以夏振风现在的妖孽战力 自己都拿不下他 何况是夏振山呢 一旁的夏振山文言 也是无奈的点头 若是王帝想要这位置的话 我让出来又有何妨 哼 不稀罕 夏振风骄傲的一昂头 满脸不屑的表情 老子现在可是先灵根修饰了 未来妥妥登仙的人物 还会在乎这区区凡间王朝的皇帝之位吗 所以 夏书看不上这皇位 我周扬同样如此 周家后代 专心修行就行了 不用去在乎凡间权势 周扬笑着道 不过 对于陛下和太后的提议 我个人对青蓝公主的印象其实不错 这件事情嘛 得问过青玄才行 她不同意 我也没办法 她若同意 我也不会拒绝 夏青蓝的容貌不差 修行天赋也是不俗的 人长得小巧玲珑 灵气十足 娇俏可爱 十分讨喜 再者 两姐妹关系的确很要好 在夏青玄 还是凡人体质不能修仙的时候 两人之间就从未红过脸 这更加难能可贵 一切的决定权 周扬都交给了夏青玄自己去决断 她这一次 和三人在此 主要是希望能够获得魂珠 这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 太后 陛下 我想问一下 这次我救援王室出力不少 应该可以获得一些奖励的吧 周扬正色说道 这是当然 黄先知郑重其事地说道 如果你愿意 甚至皇位都可以给你 若不是你出手 我王室估计全员都要被邪魂宗屠戮 这等大恩 难以用资源和灵石来衡量 你想要什么就说吧 即便在困难 我大夏王室都会拼尽全力为你做到 不错 夏振山也正色说道 任何要求 我们大夏王室都可以去为你做到 绝无戏言 那好 周扬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我想要魂珠 什么 魂珠 黄先知和夏振山顿时愣住了 随后皱眉不语 夏振风也是愣神不动了 嘴唇动了动 想说什么 最后却没说出来 周扬看着几人的反应 心中一笑 估计自己强行要求的话 对方应该会给 但是肯定会心中不喜 可能刚刚还和睦的关系 也会因此而产生裂痕 周扬明白 大夏王室看中的 其实不是那件半仙气的魂珠 而是只能存活在魂珠内的开国皇帝残魂 太后 陛下 我知道这个要求 好像有些过分了 毕竟 这是能让邪魂宗如此抢夺的宝物 一件可以炼制成真正仙气的半仙气 周扬话还没说话 黄先知就接话道 不是半仙气魂珠的问题 哼 我知道 我在救下陛下的时候 听邪魂宗的原因 和陛下交谈时得知了 魂珠内保存着您的丈夫 陛下和夏叔的父亲残魂 想来 你们面对邪魂宗抵死不从 宁愿拼死一战 也不愿意交出魂珠的原因 就是因此吧 周扬说道 不错 是的 两人点头 即便是夏振风也是点头 那残魂也是他的父亲啊 他也不愿意见到自己父亲的残魂被灭 即便是残魂 只要还在就有希望 就有复活的希望 太后 我知道 因为清理公主的原因 您从邪魂宗邪无仙的手中 弄到了不少九幽宁魂水 但这等宝物 虽然对于修复神魂和元神受损有帮助 但是想要完全修复一个残魂 可能性还是不大的 周扬说道 而我 有办法 让他完全复活 什么 真的 周扬你此话当真 第166章 成功获得半仙气 魂珠 当真 周扬正重点头 开玩笑 系统说的话 这还能出错吗 这魂珠中的残魂 虽然残破不堪 几乎没有复活的可能性了 但也要看是谁出手 周扬询问系统之后得知 残魂的真灵还在 就有救活的可能性 魂珠正好就是针对神魂真灵 最有效的宝物 只要经过系统增幅之后 就能完全恢复其神魂 甚至恢复 其原本的身躯 都没问题 一个死亡那么久远时间 且只剩下残魂的人 还能完全复活 连身躯都恢复过来 连仙人都很难办到的事情 而现在 周扬却说 他能办到 夏镇山和黄仙之对视一眼 眼底还是有些怀疑之色的 夏镇峰则是更加相信周扬一些 因为他身上的仙灵根 就是因周扬而来 这种天生仙根都能有 复活一个人 又能难得住周扬吗 母后 我相信周扬能够办到 夏镇峰沉声正色道 他这人我知道 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既然敢打这个包票 那就肯定可以办到这件事 再说了 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不如就信他一次 试试看 黄仙之低着头思索了一阵子 随后才抬头看向周扬 行吧 如果你真能复活红涛 这枚魂珠就是报酬 你现在就可以拿走 大夏开国皇帝 夏红涛 也是夏镇山和夏镇峰的父亲 黄仙之的丈夫 当初突破化神石 激进陨落 只保存了些许残魂 被安置在了魂珠当中 苟延残喘 大夏王室一直没放弃 复活夏红涛的打算 不过要复活一个人 有多艰难 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别说大夏了 即便是中玉和东玉的圣地 也没这么大能耐 除非是提前布置的某些禁忌之法 还有某些功能特殊的掀器等等 好 周扬面露笑意 魂珠稳妥到手 正好用复活夏红涛来当做报酬 到时候 大家两不相欠 太棒了 虽然黄仙之说魂珠是复活夏红涛的报酬 实际上 魂珠的价值远高于此 周扬复活夏红涛 拯救大夏王室众人 这些事情加起来 都比不上魂珠的价值 他也不想欠太多人情 复活夏红涛之后 至少表面上人情是还了 至于其他 到时候 可以通过夏清玄和夏清兰 以及夏清明等人身上偿还 这些因果 周扬不想欠 不大了 到时候给夏家人弄些先灵根了事 几位就在青木城再待几天 最多三天就能有结果 至于帝都的事情 可以先派人去联系那些修仙家族的人 通知王朝官员们 进行前期的重建工作 我们三天后再见 周扬说着 已经起身离开 有些激动 如果真能复活夏红涛的话 以对方的气魄和能力 说不定能带大夏更进一步呢 最重要的是 夏红涛是两人的父亲 黄先知的丈夫 而现在 最多三天 如果周扬成功的话 他们就可以再次见到这位亲人了 离开大厅后 周扬看到了母亲刘宛如 带着夏清玄和夏清兰周学等 再次等候 便开口说了几句话 将家族事物依然交给几人处理 自己准备闭关修行 一来 他要突破一个小境界 二来准备增幅魂珠 三来 也是要一个安静的地方 复活夏红涛 至于 绿罗和姐姐周韵 周韵倒是和绿罗成了朋友 一点也没有之前所想的 两人之间会有什么水火不容 现在正一边在教导院教育周家后辈子弟 一边也向绿罗请教修行上的事情 周平安也跟在一边凑热闹去了 听夏清兰说 夏清明那小子 也舔着脸跟在一旁呢 这家伙好像刚见到绿罗 就被迷花了眼 可人家绿罗根本没把他放眼里 一番叮嘱之后 周扬看了夏清兰一眼 随后前往修炼室 夏清兰有些莫名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不明白自己这位姐夫 看自己的眼神 为何有些怪怪的 不过他也没多想 随后就和姐姐一起去了大厅 欢喜地坐在了黄仙之身旁 不管周府大厅中 几人会说些什么 周扬这边 给教导院中的绿罗传音 叮嘱了一些事情之后 周扬盘膝坐在修炼室内的蒲团上 缓缓张开右手 手掌心上 出现了一颗眼珠子大小 散发着灰黑色雾气的半透明珠子 这正是天然诞生的半仙器 魂珠 魂珠乃是产于冥界天生地养 自然诞生的神器半仙器 之所以用半仙器的等级来判定它 自然是有原因的 明界历来是传说中 万物之后所抵达的世界 涉及生死与轮回 魂珠本身也拥有一个强大的能力 可以庇护神魂不灭 是的 神魂被魂珠吸纳之后 除非达到自然灭亡的时刻 否则可以一直存在下去 且会被缓慢地修复损伤 神魂在其中处于沉睡状态 也不知道时间之流逝 所以并不会发生 时间久了 神魂会发疯等事情 魂珠还可以激发出一个防护罩 来保护拥有者 夏震山当初被十二元鹰围攻之下 之所以能活下来 就是用防护罩挡了几次攻击 不过和正常仙器类似 激发护罩 需要消耗大量的极品零食 当然 由于只是半仙器 它所需要消耗的极品零食并不多 一次激发 只消耗一百极品零食左右 这等消耗量 对普通修饰来说很恐怖 相当于激发一次防护罩 需要用掉一下品零食 搁谁都扛不住 但是对于顶尖势力来说 又不算什么了 魂珠的护罩 可以抵挡很多伤害 没有遭受攻击的话 一百枚极品零食 足以让护罩持续一整天的时间 一旦遭遇攻击 激发护罩的极品 会被快速消耗 如果是炼虚大能攻击 估计能抵达一两次伤害就不错了 而那次下阵山面对十二元鹰 他也只抵挡了十二元鹰两三轮攻击 那可是十二个元鹰 还在步阵的情况下 攻击力强大无比 十二个法宝轮番猛攻之下 一轮攻击也差不多接近 练须随手一击了 于是防护罩在几轮攻击下破了 下阵山身上极品也不多 几次下来就被消耗干净了 若不是周扬赶来及时 估计他真要连人带魂珠 都被邪魂宗拿下了 系统 这魂珠内的残魂怎么复活 周扬认真查看了一番魂珠 神殿探查之下 在魂珠内部空间的一个小角落处 发现了一个残破的 几乎看不出来的残魂 周扬眉头大皱 这个神魂也太残破了 相当于一个凡人死的 就剩下几根骨头了 这也能复活 叮 宿主可以先行将残魂取出 封印在玉瓶当中 待魂珠升级增幅之后 自然可以利用魂珠进行复活 系统回答道 魂珠来自于死亡尽头 轮回之地的冥界 半仙气状态 便有着庇护神魂之能 其升级增幅之后 功能将会获得完善 复活修复一个残魂 不过轻而易举 听到系统的回答 周扬满意地点头 将夏洪涛的残魂取出 随手封印在了一个玉瓶当中 然后收了起来 目光看向了魂珠本身 系统 增幅珠吧 周扬沉申吩咐道 第167章 万倍增幅魂珠 镇足地气 镇魂珠出事 系统询问 丁 请宿主选择 对魂珠进行质量增幅 还是数量增幅 废话 肯定是质量增幅啊 数量增幅 变出来上万颗魂珠 仅仅半仙气 没什么大用 成不了底牌 对魂珠进行万倍质量增幅 周扬心底稍微有些激动 魂珠这本就是半仙气 品级比极品法宝还要高半级 这要是万倍增幅之后 会达到什么级别啊 肯定不可能是 普通仙气级别 魂珠本身就距离仙气不远 邪魂宗都想着来抢夺它呢 以邪魂宗的能力 夺回去之后 最多十几年时间 就能以此炼制出一颗仙气级别的魂珠来 而周扬这边 可是系统出手 直接对魂珠进行万倍增幅 效果就远不是邪魂宗的炼制仙气手法 能够比拟的 嗯 即便邪魂宗能请动仙人动手 人家会不会尽心不说 最多也就是普通仙人 品质升个半级算好了 那里有系统出手 直接朝着上万倍质量而去厉害 定 检测到魂珠内并无气灵 存在 系统将直接复制自身的子系统 植入魂珠内代替气灵存在 请问宿主 是否同意 系统再次发来了一个询问 周扬有些错愕 随后低头思索了一阵 也对 即便是比魂珠品级低的法宝 都有着灵性十足的气灵存在的 再看其他仙气 人家那气灵基本上 跟正常修饰的智慧差不多了 没有气灵是肯定不行的 但是想要成为一个仙气的气灵 一般具有灵性的东西 根本就不够资格 之前周扬还没想到这一点 还好 系统竟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直接复制了自身的子系统 给魂珠当气灵使用 授权同意 周扬直接了当地同意了系统的请求 有系统的子系统来当气灵 这魂珠升级增幅之后 绝对不会差了 而且因为是子系统的原因 根本不用周扬去炼化仙气 直接就是认主状态 魂珠升级后 随意地熟悉一下 就能自由使用了 得到了周扬的授权同意之后 系统开始继续行动了起来 系统之力覆盖魂珠后 一股莫名的力量 开始对魂珠进行了升级增幅 魂珠之上 那灰黑色的雾气渐渐变少 最后变得没有丝毫雾气后 魂珠本身也在变化 其原本是一个半透明的玻璃珠模样 在系统的力量之下 最后成了一个纯粹到晶莹剔透的金色珠子 珠子内部更是有一股隐秘的 镇压一切规则的恐怖力量 这股力量极为隐秘 不仔细感受 根本就发现不了 且还在隐去 最终在系统增幅之力消失的时候 这股镇压一切规则的力量也消失了 或者说隐藏在魂珠之内了 定 本系统对魂珠的万倍质量增幅升级完毕 定 魂珠等级提升 名称改变为镇魂珠 定 镇魂珠 地级仙气 仙界绝世先帝级强者 才有资格使用的绝世仙气 整个仙界不超过十件 功能一 储备修饰的神魂真灵 即便其在外界死亡之后 也可以通过消耗灵石进行复活 不管是神魂 记忆 修为 灵根滋质 还是血肉身躯 全部可以完美复活 但是丢失的法宝等外物 无法恢复 功能二 定点传送 分为被动和主动 被动状态 可以让储备了神魂真灵的人 每年自动获得一次传送印记 不管其身在何方 都可以传送回到 镇魂珠所在地的周围万里内的空旷地 即便是间隔着其他世界 前提是 储备了神魂真灵 主动状态 先祭之主 可以随意使用定点传送 将自己传送至任何储备了 神魂真灵者所在地 也可以随意将任何储备了 神魂真灵者 传送到其他神魂真灵处 或者真魂珠所在地 传送需要消耗灵石或仙石 功能三 绝对防御 镇魂珠可以通过消耗 一万枚几品灵石或一枚仙石 来激发出一个最低笼罩方圆万里 持续时间一天 可以防御物理攻击 八系法术攻击 神魂攻击 精神攻击 心灵攻击 幻术攻击等接近所有攻击的防护罩 防护罩若是被强大敌人攻击 则加速消耗灵石或仙石 可以通过增加储备灵石或仙石 来维持防护罩 仙石无尽 则护罩绝不破损 仙地使用仙气也无法破坏护罩 防护罩可以根据宿主心意 来调整其覆盖的范围大小 功能四 聚灵仙镇 每次最低消耗一万枚灵石 可以提升方圆万里内的灵气浓度 灵气从灵石中分解而出 消耗的灵石越多 灵气越浓郁 使用仙石时 每次最低消耗一枚仙石 聚灵镇开启时 可抵抗任何心魔侵袭 可无视50%修为瓶颈 功能五 地气之灵 因为地气之灵 为系统子系统所形成 其拥有着绝强的计算能力 统筹能力 可以辅助地气之主 管理庞大势力网络 发布各种任务 分发各种奖励 记录分杂的积分贡献度等等 第一 系统提示 地气之灵的功能 还有很多未开发之处 宿主可以多进行探索 开发出其更加强大的能力 听到系统提示的周扬 虽然把这话放在了心上 但是他现在的注意力 已经基本上被魂珠吸引了 哦不 现在应该叫阵魂珠了 这枚阵魂珠 现在竟然成为了一件地气 仙气中地极的存在啊 仙界先帝才能使用的地气 这是什么概念 这种等级的东西 是自己现在就能够拥有的吗 当然 查看了阵魂珠五大功能之后 周扬也明白了 这阵魂珠 并不是一个以攻击见长的地气 而是一个功能性地气 而且还是一个对家族 或者势力最最有用的地气 储备神魂真灵竟然可以随意地复活人 还能定点传送 普通修士也能够每年自动获得一次 传送返回家族总部的传送印记 自己也可以随意使用这传送能力 绝对防御更不用说 其原本就是魂珠的能力了 只要灵石或者仙石足够 可以永远存续下去 连仙人都攻不破呀 多恐怖 而那第四个功能也很恐怖 直接转化灵石或者仙石中的能量灵气 给范围内的修士修炼之用 这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控制范围 和灵气浓度的巨灵阵啊 绝对是任何一个势力 都梦寐以求的强大功能 而最后的功能 可以说应该是阵魂珠最重要的功能了 用好了 绝对能给周家带来最大的改变 地气之灵 因为是系统复制出来的子系统所形成 所以其拥有计算能力这些很正常 可以说是超级强大的一个人工智能系统了 其统筹能力自然不用多说了 系统还说了一句 地气之灵的能力远没开发完全 还可以进行更多的开发 周扬看着功能5上所说的 可以记录家族族人的积分贡献度数额 可以进行任务的具体记录和发布等等 顿时神色移动 这东西的功能就和游戏的任务系统一个样 并且还不止如此 自己还可以根据这项功能 给地气之灵开发出一个 可以远程通讯的聊天功能 周扬神色振奋 满脑子都是上辈子所在世界的想法 我忽然想到了互联网 这地气之灵可是用系统的子系统形成的 其功能强大如超级人工智能 绝对足以支撑起一个庞大的互联网系统来 当然 他一个人在牛逼再厉害 也不可能完全复制出一整个互联网来 不过 只要搞出其一部分功能就足够了 比如 这地气形成的互联网 可以称之为通讯网络 只供应周家内部人员使用 外界修饰无法使用 不 可以进行授权使用 毕竟下家人和周家关系不错 腰圣公清理和绿罗等 还有药王鼓等 也可以加入进来 未来等周家发展壮大了 或者自己有需要了 完全可以发布任务 让外人给自己去做事 比如收集某些野生的灵药等等 嗯 镇魂珠有着定点传送的能力 可以由地气之灵进行公正 传送不同的修饰 进行面对面交易等 双方只需要付出传送的费用就行了 传送的花费 其实并不大 想想 连之前家族试炼的时候 那件从夏镇峰那里得到的法宝 都可以对凡人进行传送 消耗也不大 而现在 一件地气对修饰进行传送 能消耗多少零食 些许夏品零食 估计就差不多了 周扬稍微查看和询问了一下地气之灵 果然 传送修饰的消耗 是随着修为而提升的 炼器修饰传送一次 以距离来判定 大夏将域内传送一次 甚至多不到一颗夏品零食的消耗 简直不值一提 一个炼虚大能 从遥远的北域 传送到南域来 也才只消耗百十来颗中品零食 简直太划算了 对于炼虚大能来说 百多颗中品零食算个屁哦 这传送能力如此强大 简直比修仙界上古流传的古传送阵 还要强大百倍都不止 古传送阵一次传送所需要的消耗 那可是以极品零食来计算的 一颗极品零食 就相当于一万颗中品零食啊 周扬决定 等传送功能被完善之后 每次传送收取的费用得翻个十倍以上 即使如此 估计使用的人也欢天喜地了 这绝对是太划算了 第168章 夏洪涛复活 镇魂珠的功能开发 镇魂珠的出现 可以说改变的不仅仅将会只是周家了 而是会对整个修仙界 形成一个超级大的改变 直接让整个修仙界 变成一个连接在一个庞大网络上的整体 就相当于前世蓝星的互联网一样 周扬思来想去 决定不再将灵魂的使用范围 只限制在周家 是的 灵魂 周扬准备以地气之灵为根基 开发出一个庞大的遍布整个修仙界的网络 这需要时间来一步一步完善 这也是周扬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了 慢慢来 不着急 他只需要将一些想法传达给气灵就足够了 气灵会自行运转 自行形成某种功能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做 周扬拿出封印着夏红涛残魂的玉瓶 沟通地气之灵后 将残魂中的真灵摄取进了震魂珠内 然后地气之灵接到周扬复活残魂真灵的要求后 给出了消耗灵石的数额 仅仅一枚极品灵石 是的 虽然对于普通修士来说 一枚极品灵石很夸张了 这可是价值一百万夏品灵石的一枚极品灵石 可若是用在复活上 就不显得太贵了 一百万夏品灵石复活一次 给家族之人使用 每个人一生可以有一次免费使用的机会 然后再想使用 就需要付出灵石的代价了 族人使用 只需要交一百万的本金就足够了 未来如果向外人开放的话 那就需要翻个十倍左右 这可是复活 还需要有储备真灵的前提 外人修士不一定放心 会把真灵储备在灵网系统之中 不过愿不愿意使用 全看个人 至于夏洪涛 则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周扬直接强制性摄取了其真灵 然后直接给地气之灵 储备了一百万枚极品灵石 足够其使用几百年都不止了 随便整 即便是灵网遍布修仙界 估计也能支撑很久的消耗了 地气之灵 摄取夏洪涛的神魂真灵 周扬沉生道 然后 复活它 镇魂珠内 有着百万极品灵石储备 复活一个人而已 一颗极品灵石所蕴含的灵气消失 一具根据夏洪涛原本模样 塑造出来的身体 缓缓出现在眼前 最后是神魂修复 这个对于其他人来说很难的事情 但是对镇魂珠 这原本来自于冥界的天然半仙气 现在的地气来说 简直是手到擎来 转瞬间 神魂修复完毕 记忆和境界恢复 但是其体内没有丝毫法力 这是无法修复的 需要他自己通过修炼 慢慢恢复 夏洪涛恢复之后 缓缓睁开双眼 朕 这是在何处 夏洪涛有些茫然的喃喃自语 夏洪涛陛下 我是大夏王朝周家的家主 是我复活了你 其中具体情况 你可以找大夏王室的人了解 嗯 黄先知也就是你的妻子 正在我周家做客 还有你的两个儿子也在 周扬说着 随手甩给了对方一件一袍道 还是先穿上衣服吧 夏洪涛双目缓缓凝神 随后穿起衣物 朝着周扬道 多谢道友施以援手 洪涛再次谢过 嗯 想来陛下心中肯定有很多疑惑 我已经通知了大夏王室的人 就在外面 陛下可以先过去了解一下情况 晚辈还有事要处理 就不陪陛下一起了 周扬说着 挥手打开了修炼室的门 夏洪涛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周扬 将周扬的面貌系了下来后 转身离开了修炼室 修炼室外 接到周扬传训的黄先知 以及夏震山和夏震峰已经到来 甚至连王室的孙辈众人也到了 毕竟这是在迎接开国帝王夏洪涛 他们人不在这里也就算了 人在的话 若是不来 岂不是显得目无尊长 大夏皇太子 三皇子 夏清兰和夏清明都在 二皇子人早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不在 看到夏洪涛的第一眼 黄先知就激动地跑了过来 夫君 你受苦了 父王 见过黄爷爷 一众夏家人看到夏洪涛复活 也都是激动无比 纷纷围了上来说着话 黄先知几句话 一聊就知道 这的确是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丈夫 这是真的复活了 而在夏家人欢喜一堂的时候 修炼室内 周扬此刻正在研究 镇魂珠的功能拓展 五大功能 前面四个不用多说 基本上作用是一看就懂 只有第五个功能 可以进行多元化拓展 也可以搭配前面的四个功能 进行更细致的能力开发 要想真的开发出灵网来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首先 信息的传递和回馈能力 怎么解决 以地气之灵作为中转 使用法术传讯吗 不行 不说其他 法术传讯的速度也跟不上 保密性也不够严谨 法术传讯 是可以被法力强大的 大能半途截留的 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到 要想做到 将灵网推广出去 就必须要考虑保密性 即便不是推广开 周家自用 也得考虑保密性 周家秘密可不守 要是被外人得知 可要出大事 周扬本身是不怕 但是周家族人实力强弱不一 人家敌人对付不了你周扬 还对付不了你周家后辈吗 最后 周扬只能思考 有什么东西 或者说信息载体 是所有地方都有 且能被地气之灵 使用作为信息传递载体的东西 灵气 最后得出 灵气是真正存在于任何地方的载体 灵气可以说是存在于空气中 却又不同于空气 因为在一些空气无法进入的地方 或者说 根本没有空气的地方 依然有灵气的存在 灵气实际上并不是气体 而是一种遍及任何地方的高能粒子 只与灵根产生共鸣 而这种共鸣 似乎可以成为信息载体 以灵气为载体 利用灵根共鸣 以及神魂真灵 作为链接通道 神魂真灵 就是每一个修饰的账户 灵根是信息端口 灵气是光纤传输 地气之灵是根服务器 一个超大型灵网的根基 也就完成了搭建 周扬直接将这种思路和想法 传递给了地气之灵后 地气之灵是系统的子系统 算力几乎无尽 作为地气的气灵 本身的智慧层次 就超凡入圣 获得周扬的思路和想法之后 不过几个呼吸之后 便回复周扬 主人 您的想法可行 我正在搭建灵网的根基 大概需要三个时辰的时间 主要时间消耗在 构建基础算法 为未来每一个神魂真灵 设定独立的账户代码 不同语言交流时的信息 转换准确度 还有各大论坛交流板块的搭建等 是的 周扬给地气之灵的信息中 还有各大论坛板块的搭建想法 比如周家人员 可以进入周家内部的家族任务板块 也可以进入 外界联通着各大势力的任务板块 但是外界人想进入周家的内部板块 则需要申请和授权 板块也有不同 有炼单交流区 有炼器交流区等等 三个时辰之后 一切就已经都搭建完毕 地气之灵的能力可见一般 周扬看着最新的镇魂珠新功能 不有满意的点头 灵网开发算是完成了 虽然跟前世的互联网不能比 内容丰富程度上 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这只是开头 搭建出一个基础模板就行了 未来可以一点点丰富其内容 和各大板块就好 或者 甚至可以将这些事情 当作任务外包出去 周扬起身 走出了修炼室 储备神魂真灵不能随意 他也不想强制性摄取神魂真灵 最好是自愿加入的才行 当然 周家族人无所谓 不过 也得先行发出通知才好 第169章 镇魂珠震惊众人 清玄清兰之事已定 返回周府大厅后 周扬见到了下家众人 夏家人一个个都十分感激地看着周扬 即便是以前和周扬有矛盾的夏清云 此刻也是诚挚地向周扬表示了感激 他现在是熄灭了 在和周扬较劲的想法了 现在的周扬和周家 别说他个人了 整个夏家都不敢对周扬有任何想法 相反 此刻的夏家 还把周扬当作了新靠山 周扬虽然现在修为不高 可他的实力却足够强大 以原因之境 和炼虚大能都能对抗 帝都上空的一战 现在还历历在目呢 一人灭杀五大化神不说 还能对抗手持仙气的炼虚大能 如果没有仙气 在手的话 周扬的个人实力 绝对可以和炼虚大能正面硬刚 那今是一件的风采 可是被不少人看在眼里的 也有当初那一战的影像留存 夏家后背看 谁不惊叹 夏振风对周扬 更是满意到无以复加 这可是自己女婿啊 夏振山也是热切地看着周扬 不仅自己父王被周扬复活这样的大恩 还要加上周扬救了他自己 救了他母亲 可以说他们夏家都是因周扬而得以存活下来的 这是多大的恩情啊 夏青兰看向周扬的目光 有些羞涩中带着妻疑 父王和祖母已经和他说了 打算让他随同夏青玄一起嫁于周扬 他原本就对周扬好感满满 只不过因为周扬是自己好姐姐的未来夫君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随意插手 不过如果是父母和长辈的意见 他倒是非常欢喜 只要姐姐夏青玄能答应 他这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夏青玄当然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他倒没什么太大的抵触 夏青玄想得比夏青兰要多 甚至比夏家人都想得多 妖圣公多么大的势力 现在竟然和周家结盟了 还派遣了妖族四大美女之一的绿罗 贴身跟随周扬 任由周扬随意调遣 这绿罗长得有多美 他是非常清楚的 更别说那位传说中的妖圣公主亲历了 听说这次亲历 还亲自出现在要往谷炼虚战场 亲自给周扬和夏家站台 他不觉得这是夏家面子大 能让这位妖圣公主为夏家站台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周扬的面子 清理和绿罗 两个妖族绝世美女 为了拉拢周扬 指不定会做出什么来呢 他不得找个帮手啊 那么 谁能有夏青兰这位自己的堂妹合适呢 没有了 周扬感受到两女的目光 没想明白 两人怎么是这么个表情 也没多想 而是和夏家人聊着天 同时看到周家高层也都在 母亲 姐姐周韵 妹妹周雪和周平安 还有堂哥堂姐 以及淑白和几位祖老都在大厅 便思索了一下 将镇魂珠拿了出来 这 这是魂珠 黄仙之一愣 眼前的魂珠 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模样了 而是彻底改变了模样 上面 散发的气息 似乎和药王顶差不多 魂珠怎么变这样了 夏振风也是一愣 随后急切地问道 周扬 这 这真是魂珠 眼前的魂珠 与他印象中的魂珠 完全不同啊 之前的魂珠 是什么样子的 透露着灰黑色弥漫雾气的半透明珠子 看上去虽然也颇为不凡 毕竟 那可是一个半仙气 是大夏王室的宝物 而现在呢 这是一个透着金色光辉的夺目珠子 这还不是最耀眼的 最让人震撼的是 其上散发的那谷子仙灵之气 这可是标准的仙界之物 才有的气息啊 这 这是仙气了 夏振山骇然惊呼道 仙气啊 这可是能够传承亿万年的宝物 试问凡间各大顶尖宗门以及圣地 哪一家没有一个仙气镇压抵御 没有仙气的宗门 即便你在如何强大 那也都是一时的 一旦时间流逝 没有仙气镇压 就如同净花水月一般 渐渐衰落下去 而有仙气的宗门 即便你在如何衰落 其他宗门都不敢欺辱 总有你崛起的一天 仙气就是一个震受外敌的大杀气 即便你只是一个衰落到极致 宗门内最高修为 只是化神 或者只是原因 你看看那些惜命的化神 或者炼虚 敢不敢拿自己的小命去拼 只要有极品临时储备 就能发动仙气一击 这就是真正能够延续 宗门传承的底牌啊 而现在 他们竟然亲眼看到了一个仙气 这仙气 竟然还是他们大下给出去的 夏镇山心中有些不适滋味 夏镇峰倒是没别的想法 只是好奇 周扬为何能把自家的半仙气 变成了仙气 即便是邪魂宗 成功夺取了魂珠 也需要十几二三十年来精心炼制 黄仙芝刚开始也有些惋惜 怎么自家的宝物 才刚到周扬手中 就变成仙气了 这是正常心理 不过在看向身侧的夏洪涛之后 他又释然了 有自己丈夫成功复生 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魂珠是夏洪涛和他当年暗生情愫时 一起游历西域时获得 此刻以魂珠换得夏洪涛复生 也许就是当年机缘所留的一线生机吧 黄仙芝暗自握住夏洪涛的手 什么话都没说 夏洪涛见此 也是暗自微笑 握住了爱妻的手 他也是心生感慨 甚至心中充满了对黄仙芝的歉意 自己的妻子从未复过自己 即便自己几乎死亡几百年 依然没放弃自己 还将自己的残魂收拢在魂珠内 时刻想着复活自己 有妻如此 福福何求 至于魂珠 自己复活的代价也没什么 自己现在活了 必然不会亏欠了妻子 而且 自从听了妻子对周扬的叙述后 他也感受到了 周扬这个年轻人 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多么的令人惊叹 这是一个以天才之名都 难以描述的绝世妖孽 幸好 幸好自己的二子夏振锋 竟然提前将慈子拉拢 将自己的孙女 清玄驾驭了周扬 如此说来 周扬也是自己的外孙女婿了 不过在看到夏振山那眼神中的惋惜时 他也不由皱眉 唉 周扬啊 这魂珠在你手中 也算是绽放出属于他的光芒了 夏洪涛笑着说道 此宝物 乃是我和先知 当年游历西域时偶然所得 今天归于你手 也算是天定机缘 我夏家与周家 属于天道清点的亲家呀 哈哈 那原本还有些惋惜的夏振山 被夏洪涛的话猛然惊醒 随后也跟着点头 对对对 天定姻缘啊 天定姻缘 我们已经和清玄说了 等清玄和周扬贤侄婚嫁之日 一同举办婚礼 清玄清玄姐妹 一同嫁与周扬贤侄 此乃天大喜事啊 周扬闻言 有些尴尬地看了一眼夏清玄 却只见到夏清玄白了她一眼 周扬只能捏了下鼻子 黄先知瞪了夏振山一眼 横道 乱说什么话呢 这是清玄丫头心胸宽广 和清兰感情好 可不是你的功劳 就你这粗之大业的 你懂什么 哎 母后教训的是 夏振山也知道说错话了 连忙认错 她也看到了一旁的夏振锋 有些气愤的眼神瞪着自己 毕竟 这再怎么说 夏振锋和夏清玄一家 也是吃亏了的 人家夏清玄能答应下来 是人家心宽 你也不能得意地拿出来说啊 不给夏清玄面子 也得给你自己女儿夏清兰 留点面子吧 好在夏清玄的确有 后宫之主的风采 连忙拉着夏清兰的手说道 我和清兰妹妹 可是从小到大最好的姐妹 能和清兰一辈子在一起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第170章 众人惊喜 这些功能太方便了 众人聊了一阵后 目光都聚集在了震魂珠之上 好奇周扬拿出这珠子想做什么 也更加好奇 魂珠成为真正仙器之后 又是否更加强大了 周扬 这魂珠成为仙器之后 威力如何啊 夏振风赶紧询问道 这可是仙器啊 现在周家也算是有仙器了 仙器在手 家族就能传承下去 基本上在凡间 拥有仙器的势力 很少有传承断绝的风险 魂珠的能力 是可以激发一个护照 还有温养神魂的功效 变成仙器之后 应该是这两个能力 更加强大了吧 夏振山自信地说道 周扬手中有极品灵石 现在又有仙器在手 周扬日后无忧了 黄仙芝也是欣然点头说道 哼 诸位 这魂珠现在成了仙器 名字已经变了 不叫魂珠 而是称之为镇魂珠 周扬笑着说道 不过也并没有说出 镇魂珠不是普通仙器 而是地器 地器这东西 即便在仙界 也是顶尖级别的 仙界仙器无穷尽 但是地器才两手之术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差距 难以想象 镇魂珠只是辅助性地器 若是那些专精攻击的地器 其威能又是如何恐怖呢 周扬没去想这些 二人是给众人简单介绍了一下 镇魂珠的功能 听到镇魂珠 一共拥有五大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复活 只要储备神魂真灵在镇魂珠内 死亡之后也能重新复活 众人顿时震惊无比 这果然不愧是仙器啊 辅助性仙器这么强大的妖 竟然拥有随意复活的能力 不愧是来自冥界的东西 第二个功能是传送能力 这个能力也惊讶众人良久 现在修仙界可没有古传送阵了 而使用魂珠的传送功能 竟然便宜到如此地步 简直已经不能用划算来形容了 说句不好听的 有点家底的凡人 估计都能用得起这传送功能 第三个绝对防御 也就是魂珠原本的功能延伸 这倒没出众人意料之外 周扬看着众人脸上 那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并没有详细解释 这绝对防御 只要极品零食或者仙食供应足够 即便是仙人扎堆攻击 都攻不破它的防御 第四个聚灵阵功能 也是让众人欢天喜地 有了这个功能 大家修炼速度 岂不是能更加快速了 而第五个功能 则是听得众人有些不明 所以只听懂了一句话 这是仙气的气灵 气灵吗 很正常 仙气都有智慧 和人没什么区别的气灵 看看要往顶的仙鹤气灵 邪魂灯的魔影气灵 实际上智慧可不低 完全不下于正常修饰的智慧水平 不过 镇魂珠气灵 与哪些气灵又有不同 周扬解释了一番后 直接给众人来真的 让众人储备了真灵后 直接吩咐地气之灵 开始按照原本设置的程序 开始运行 就见到夏振锋脑海里闪过一个提示 他同意之后 便感受到自己的真灵 被摄取了一部分 然后镇魂珠的第二个提示到来 询问他是否开启灵网 夏振锋有些莫名其妙 灵网是什么东西 不过他也没啰嗦 直接同意 随后 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 灵网开启 大厅中的所有人 都沉浸在了灵网的页面当中 灵网的页面 是一个半透明的虚拟矿 悬浮在每一个人的面前 可以自主设定 是否其他人可见 虚拟矿无法打字 只能使用神念 进行输入字迹 或者传输语音 甚至可以使用流影功能 进行直播或者录影 这些小功能 完全难不倒一个地气 即便文字或者语言不通 气灵也可以进行转换 变成其他任何人都能看懂 或者听懂的文字和语音 这让不仅是人族之间 可以随意交流 即便是和妖族之间 也都可以交流了 本身人族和妖族交流 就是以神念沟通为主 神念交流 是直接传达信息内容 灵网也使用了这项技术 这 这灵网太棒了 太方便了 周运惊呼出声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灵网的一个板块 上面写满了周家家族的 各种内务处的家族任务 甚至清清楚楚地 写着任务期限 任务中需要注意的各种细节 完成任务后 会获得什么奖励等等 甚至周运尝试领取任务之后 有一些独立任务 直接提示已经被领取 自己的任务面板上 也显示着任务被领取 然后 还有任务倒计数等等 一些多人领取的任务 甚至可以查询 有多少人领取 但没有显示具体的领取人是谁 这是在保护隐私 不过领取任务的人 倒是可以选择 是否主动显示姓名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些叫论坛板块的是什么啊 竟然 竟然还可以发信息 可以选择发文字信息 语音信息 还能发影像 夏清玄也惊呼了起来 夏清兰文言 连忙点进去 果然看到了这些 想了想 他就在炼丹论坛板块 发了个信息 清玄姐 你好啊 另一边 夏清玄果然看到了 夏清兰发出来的信息 连忙开始回应起来 这么一来 其他人也被吸引了过来 一个个都在论坛里聊了起来 周扬 你这个信息交流的方式 简直是开创性啊 不愧是仙气 竟然还有这样强大的功能 夏振锋震撼地说道 不过 你这个论坛发信息的功能 只能那么多人一起发信息吗 能不能单独的那种 就是和法术 传讯那种一样 一个人和一个人之间说话 有保密性的比较好 周扬微笑 他当然知道 夏振锋在说什么 夏树你点开个人账户 这是每一个储备了 神魂真灵的修饰 都有的独特账户 这个账户后台 有一些选项 大家也可以看看 在周扬的提示下 众人一个个 都停下了在论坛的闲聊 关注起了账户后台的设置选项来 账户后台处有着一个选项 上面可以选择添加账户 这里就是添加其他个人账户的地方 添加之后 就可以和对方单独聊天了 不仅如此 周扬还给每个账户 添加了一个零食余额的功能 修饰可以选择 将自身的零食储备在其中 储备方式很简单 地气之灵直接吸纳零食 储存在仙气之内 地气内部空间可是非常恐怖的 即便将整个修仙界的零食 全部储存进去都装不满 修饰需要使用的时候 也可以随时提取出来 这就是一个储存零食的储物袋 但却只能储存零食 而不能储存其他东西 这里 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能 交易转账 两个修饰即便距离几十万公里 也可以给对方转账零食 众人体验了一下这些功能 顿时欣喜无比 这些功能简直太方便了 第171章 各大功能授权 并细细模式推广 还有 复活的能力 我也会授权出去 给储备了神魂真灵的修饰使用 复活一次 收取十枚几品零食的费用 周扬直接将复活成本翻了十倍 当然 这是外人的价格 周家族人 以及下家人 还有妖圣公 也会给出一些免费名额 每个人都有一次免费复活的次数 为什么只有一次呢 因为怕有些人会逞能 故意去招惹一些强大敌人 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 要知道 复活只是复活生命 死亡时候丢失的法宝 俘虏这些东西 是无法恢复的 周扬你说的不错 不能完全免费使用 即便是自己家人也一样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对等付出才好 因为容易得到的 就不会去珍惜 夏振峰同意地点了点头 我甚至感觉 你都不用给出一次免费复活的机会 而是用自家人 给出一枚极品零食复活一次的成本价 这样的话 和外人区别开来 显示你对自家人的照顾 同时也会让他们不会白得好处 夏说 一枚极品零食啊 那是价值100万下品零食的昂贵价格 对我来说 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其他修饰来说 还是太高了 周扬无奈一笑道 就这样吧 自家人都有一次免费复活的机会 这个机会甚至可以用来复活其他人 但是这个被复活的人 必须也得是储备了神魂真灵的人才可以 好吧 是我考虑不周 你说的不错 100万下品零食 也不是个小数目 的确对于普通修饰来说 太过昂贵了 夏振峰点了点头 对于周扬这样的举动 非常理解 这是在给周家族人 以及夏家和妖圣公好处啊 绿罗一直没怎么说话 他一直在感受凌网的神奇 周扬竟然获得了一件仙器 确令他震撼 但却没有太过惊奇 不过真正令他惊奇的是 这个仙器中的这个灵网功能 真是太神奇了 竟然可以将仙器的各项功能 分给其他修饰使用 能复活 能超远距离聊天沟通传讯 还能超远距离转账灵时 太好玩了 这个 周扬 绿罗犹一都问了个问题 如果需要加入灵网的话 是不是必须要本人来到周家这边才能加入啊 毕竟仙器在周家 人不过来的话 应该加入不了的吧 对哦 这可是一个大问题 感觉有些太麻烦了 是的 这对于推广灵网 让其他修饰加入进来太麻烦了 哼哼 这么好的东西 我感觉完全没必要让其他人加入进来 就周家和下家使用就好 大不了偶尔让一些我们看得上眼的人 加入进来就是了 我感觉还是让更多的修饰加入才好玩 人多了才热闹啊 主要是 这灵网能赚取零食啊 你们看 一个复活的功能 就可以赚取十倍的零食啊 还有护盾 这护盾功能也能使用 我如果付出一些零食 就可以产生一个防护能力强大的护盾 不过这需要消耗的零食 的确好多啊 只有那些富裕的修饰 才能使用的吧 是的 护盾功能和复活功能一样 每一个修饰的后台账户上 都有这个功能使用权限 一旦使用 会根据消耗和使用时间 从账户的零食余额中扣除零食 直到零食耗尽 或者修饰主动取消护盾为止 周扬听到绿罗的话 以及其他人的话之后 笑着说道 灵网的确是人越多越好 到时候我们周家 或者是夏家 以及腰圣公 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 直接在任务区发布任务 让无数的修饰接任务 有掀起的气灵担保 完成任务之后 发布任务和领取任务的双方 可以进行沟通协商 传送过来 或者是传送过去 完成任务交接 传送的费用 双方自由协商 或任务发布方支付 或接任务的修饰付 或者也可以选择双方功能承受 传送的费用 其实并不高 但是 修为越高 传送的费用 自然是越高的 至于绿罗所担心的事情 完全不用担心 任何一个修饰 只要其开通了领网 就可以邀请别人加入领网 因为任何一个修饰 一旦开通了领网 就相当于领网的一个节点 任何在节点附近的修饰 都可以通过这个节点 加入领网 绿罗文言 果然在账户后台 找到了一个 邀请其他修饰 加入领网的选项 这样就非常棒了 不用大老远跑到青木城 才能加入 真是方便 有这个功能在的话 以后加入领网的修饰越多 在各修饰邀请之下 加入领网的修饰 将越发简单 和数量快速增幅 不错 等会在周家众人和下家 所有人都加入之后 我会发布一个 邀请修饰加入的任务 任何加入领网的修饰 都可以领取这个任务 每邀请一个修饰 加入领网 可以获得100枚下品 零食的账户余额 周扬淡然一笑 他相信 一旦用出这并吸吸模式的大杀招 估计最多一个月时间 整个南域的修仙界 得有九成的普通修饰加入进来 至于高层修饰 心性多疑 估计会犹豫一段时间 才会加入吧 还有修仙界中心的中域 以及繁华的东域 北域和西域 这些遥远的地方 凌网想要传播到那边 需要的是时间 其他一切都不是问题 除了这些功能之外 我还会继续开放凌网的其他功能 比如 周扬开口说道 周家的内部任务体系 只有周家内部的人才能进入 夏家同样也会有 夭圣宫也会有 后面这项功能 会推广到所有修饰当中去 每一个宗门 每一个势力 家族 甚至是王朝 都可以自行建立一个 独属于自己内部板块 板块内部 就会如同大家现在看到的 周家内部板块一样 有内部的各大论坛交流区 有任务系统等等 这 这样的话 那也太方便了吧 这简直是修仙界最大的好事啊 众人惊叹 的确 对于那些大势力来说 这个功能可谓是超级大好事 如果夏家 能建立这个内部体系的话 互相之间的沟通 将会变得更加快捷方便 这是各大势力的内部板块 但是对于灵网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公共板块 各大势力都可以在公共区域发言 也可以在公共区域发布任务等等 甚至比如 大夏拥有擎天宫的情报系统 那完全可以专门在一些板块发布消息 通报大夏内部发生的一些大事 给所有修饰知道看到 这样的信息 甚至可以自己 在后台设置收费 每一个 想看到后续消息的修饰 需要付出临时才能看到 公法区 如果有修饰有修行上的难题 也可以发布出来 邀请那些修为高强的大能 回答自己的提问 回答问题可以收费等等 大能修饰也可以发布讲述 如何修行的影像进行收费 周扬越说越起劲 几乎口莫横飞 要知道 灵网可是面对整个修仙界的所有修饰啊 一旦某位大能的名声打出去了 越来越多的普通修饰关注了他 嗯 关注也是一个功能 一旦你发布信息和影像 以及语音消息 关注你的修饰 就会收到通知 然后看你发布的东西 就会要求修饰付出一些零食 也许一个两个修饰 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十万百万个修饰看到呢 每人付出十枚夏品零食 一百万个修饰 就是一千万夏品零食啊 这是足不出户 就赚取到的零食 众人听得瞪大了双眼 还有这好事 第172章 掌控所有修饰的生死 夏清玄的网购想法 那 这样的功能 什么时候能有啊 我看现在好像没有啊 周运找了半天 只在周家内部论坛上 看到了发布影像的功能 并没有在公共区域 看到有可以关注别人 然后付费查看影像的功能 这个功能还在开发当中 气零每天都会进行 相关功能的开发和维护 可以说 每一天 零网都会更新一些 时间越久 零网和修仙界越发契合 我还会推出一个 收集意见的功能 让全体修饰参与其中 修饰们 可以给气零发送 改进零网相关功能的意见 一旦被采用 也会有大量零食的奖励 甚至还会给出一些珍惜灵药 灵果当奖励 周扬说道 他对于零网的想法 已经由最开始周家内部网络 变成了修仙界最大零网的想法 零网的完善和扩大 需要整个修仙界参与其中 周扬内心 也有一丝不为人知的想法 一旦整个修仙界的修饰 都将自身真灵 储备了一丝在地气中 那就相当于将小命 交给了周扬手中 一旦事情发生到这个地步 那就相当于 周扬以一人之力 绑架了整个修仙界 到时候 他将是修仙界 唯一至高无上的存在 当然 这种事情 他肯定不会拿到明面上来说 不到周家覆灭 和自己死亡的紧要关头 绝对不能暴露此事 修士们也不是傻子 神魂真灵 乃是神魂中的一丝灵性 说它重要吧 实际上却并不重要 如果狠下心 直接斩断和丢失的 那丝真灵的联系 也能强行和灵网断开连接的 想以那一丝真灵来杀死修士 给仙人出手才行 而仙人要杀你 何必如此麻烦呢 然而 镇魂珠可是地气 比普通仙人 不知道要强到什么层次去了 即便周扬不凭此杀死某个修士 也可以利用真灵对修士的定位功能 直接传送过去斩杀敌人 如果敌人很可恶 甚至可以没事的时候 将对方复活再杀几次 也正因为神魂真灵 可以被修士自我斩断 切断联系 所以 修士对此的抵触心理肯定有 但应该不会太高 周扬才对推广灵网的信心那么大 和坏处相比 连接灵网后的好处太大了 即便你忍得了一时 不信你能忍一辈子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开始推广这个灵网啊 夏清玄询问道 他看完灵网的所有功能之后 忽然想到了一个绝妙主意 如果配合灵网的传送功能 加上气灵的公正和公平性 向所有连接了灵网的修士 出售周家出产的矿物 和灵药灵草等资源 岂不是远比自己 开着非洲到处售卖 更加划算 想到这里 夏清玄的目光 越发明亮了起来 周扬没想到 夏清玄会这么想 如果知道的话 肯定得惊呼一声 这不就是网购吗 不愧是当初流光成 最有商业头脑的女子 这都能想到 最多几天时间吧 这些功能才刚开发出来 你等会将府邸的族人 全部集合起来 他们是灵网的第一批使用者 需要他们寻找功能 不对劲的地方 或者是哪里有做的不够好的 都提出来 有奖励 根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给予最低100枚夏品零食 最高100枚极品零食的奖励 周扬笑着说道 100枚极品零食 夏清玄吓了一跳 那可是极品零食啊 现在周扬那么有钱了吗 没办法 要知道 周家既然如此富裕了 凭借各种丰富的资源 加上灵药和矿卖 一年也就能赚取 几千万夏品零食 这已经几乎碾压 大夏疆域所有修仙家族了 仅次于大夏王室和药王谷 然而 周家的财富和周扬个人相比 还是差了几百个档次 周扬个人的零食品级 那都是用极品零食来判定的 他身上极品零食太多了 太 太多了吧 那边 夏振峰也吓到了 是啊 那可是100枚极品零食啊 夏振山也肉疼地说道 虽然这零食不是他的 可是周扬已经确定是 自己的未来女婿了 花钱这么大手大脚 他当然感觉心疼 哼 你们都不用说周扬不是了 这点零食他 还是能够拿出来的 不过 周扬啊 你这零网开启之后 每时每刻都在消耗零食 这零食的消耗高吗 黄仙之倒是知道 周扬有多么富裕 他可是亲眼看到 周扬之前 随手拿出十万枚极品零食 交给药王古罗老头使用的 想来周扬本身拥有的极品零食 绝对不仅仅十万枚 至少得在几十万以上 如此的话 这郑魂珠仙气的使用 仅仅是开启零网的话 其消耗肯定是够的 是的 比起周扬拿出极品零食 来奖励提出建议的人 他更加担忧的是 凌网推广之后 将会有无数的修饰 无时无刻地在使用凌网 这样的话 凌网没日没夜地开启着 相当于每天都在使用仙气 这消耗岂不是逆天了 即便拥有再多极品零食 也不够这样消耗的 太后勿忧 凌网开启后 每天消耗的有限 并不多 一天一颗极品零食撑死了 周扬摆摆手说道 虽然一枚极品零食也不少了 相当于一天就要消耗掉 一百万下品零食 但是跟其他攻击型仙气 开启一次攻击 就要消耗几千上万枚极品零食相比 那已经是好太多太多了 究其原因呢 是因为 凌网主要需要使用的是气磷的算力 地气本身的微能使用并不多 如复活和传送这些 所消耗的零食 还会从使用者身上收取 根本不会消耗仙气本身的零力 相反 还会因此赚取零食 更加重要的是 每一个连通零网的修饰 在使用零网的时候 其所在的客户端 是由其自身的法力在支撑的 并不用地气本身 分出力量去维持 这也是凌网只能推广到修饰 而不能推广到凡人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 则是零根 只有拥有零根的人 才能连上凌网 一天消耗一颗极品零食 虽然也是不少了 但是和这强大的功能相比 以及日后能赚取到的零食比起来 就真不算什么了 黄先知文言 松了口气地点点头 推广的时候 我们也会帮忙的 黄先知说道 我会给擎天宫下达命令 所有人必须连接凌网 然后让擎天宫的人 去联系其他各地修士 邀请其他修士加入其中 还有那些散修 散修们喜欢到处跑 在各地接任务赚零食 你这凌网一出 他们接任务的机会就更多了 更不用说 你还有邀请修士加入 就奖励零食的任务 一旦被散修们知道 肯定会欢天喜地主动加入推广的 夏振锋也恶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加紧时间 趁早就完善的灵王给弄出来 周扬说着 站起身来 朝着夏清玄点了点头 随后 夏清玄带着周运 和几个堂哥堂姐走了出去 开始召集周府族人了 周家族老们见此 也都出去帮忙 不过展查时间 青木城内的所有周家族人聚集了起来 就连周华周海父子也都在 还有那个气韵之子周玉良 周大壮 以及其他一大批 刚从凡人变成修士的众人 不过他们人数虽然不少 加上之前家族检测收区的人 一共有一百人左右 他们的修为总体上来说 还是在练气期 除了十个服用超级龙龄草的人之外 其他人的修为都只是练气初期 个别修为是练气两三层 一大半还在练气一层徘徊 而周玉良和周海等前十名者 其修为已经冲到练气中期了 当周扬在所有周家族人修士面前露面的时候 顿时 所有周家修士都激动了起来 像是看神仙一样 崇拜地看着周扬 第173章 正式推广 火爆难遇 当周扬说出灵网的时候 周家修士们脸上的神情的茫然的 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听说过 灵网是什么东西 经过周扬的解释后才知道 原来周家已经拥有自己的仙气了 而这所谓的灵网 就是家主大人 根据仙气的功能 开发出来的一个东西 可以让无数修士 在灵网上面进行沟通说话 还能在上面领取任务 获得奖励 这简直太方便了 于是 场中大几百修士 全部接受了气灵发给他们的入网邀请 任由气灵抽取了他们的一丝神魂真灵 有了这一丝神魂真灵 他们就和仙气的气灵有了联系 获得了入网的资格 而当他们真正打开灵网之后 顿时就像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一样 即便是周海周玉良这样的小孩 也都两眼冒光地 在查看着灵网上的各种奇特功能 练气中后期的修士 你们可以领取拉人任务 每拉一个人加入灵网 就可以获得一百枚下品灵石的奖励 目前你们是第一批 所以 不要浪费这么一个先手的好机会了 周扬朝着众人继续说道 练气中期和后期的修士 可以去周边的城池做任务 助基进修士 可以跑得更远一些 去那些大城池 而青木城内的散修 就交给练气初期的人吧 给他们流点汤水 没意见吧 哈哈 没意见 一众中后期的练气修士 大声欢呼着说道 而助基修士们 更是老神在在 他们还看不上青木城内的散修 除了周家之外 就是李家了 但是李家和周家这关系 也不用他们特意去拉 而周边城池交给家族的练气中 后期修士也好 他们助基修士 虽然人数少 但是去了那些大城池 凭借如此厉害的凌网 如此功能繁多 作用巨大的凌网 绝对可以引动 无数修士沸腾加入 这 家主大人啊 我们引导 加入的那些修士 万一他们 也领取了任务 岂不是在和我们 抢任务奖励吗 一个助基二层的青年男子 有些犹豫的开口道 不如您直接关闭 其他人接任务的权限 给我们多一些时间呗 你在想什么呢 你是在质疑家主大人吗 旁边一个助基中期的中年男子 顿时怒视着青年道 家主大人为了推广凌网 让更多人加入凌网 都拿出如此巨大的奖励来了 你还在为了奖励 想要让家主大人 特意关闭其他人的权限 这不是让人怨恨家主大人吗 周扬文言 也知道这青年修士的想法 不过是为了多赚零食而已 他的想法 估计也是不少其他修士的想法 想着家主大人发布任务 至少也应该先让自家修士 先转一波再说啊 其他外人加入进来 就和他们抢任务 多难受 哼 我想很多人心里 其实都是这么想的吧 何不关闭其他人的权限 都让你们去推广 然后可以一直赚取零食 周扬淡然一笑道 可是 你们当中 修为最高的 也才助基中期而已 我周家发展的还是慢了 除了我是原因境界 其他最高的修为 都还没到金丹呢 我就问你们 我想将凌网推广到中域和东域 你们能过去吗 别说过去了推广了 估计半路就会被妖兽 或者魔修给干掉了 听到周扬的话 那青年修士 顿时尴尬地低下了头来 是啊 就他们这修为 还想包办所有推广任务 赚零食 想多了 就那些金丹和原鹰大佬 估计他连剑都见不到 还想推广 不过 你们想的也是正理 这也算是你们的一个 不错的意见 周扬思索着说道 毕竟其他修士是后加入的 那么 我在这里 就为拉人推广的任务 加上一个限制 除了我特别授权的修士 如你们 还有李家人 大夏的王氏夏家人 以及妖圣公之外 其他 所有后面加入凌网的修士 有三天的时间 是无法领取任务的 也就是说 那些陌生修士 加入凌网三天之后 才可以领取拉人推广的任务 才能从这个任务中 赚取到大量零食 家主万岁 谢谢家主 哪个混蛋说 家主万岁的 家主大人乃是仙人之姿 未来必然登仙飞升 与天同寿 你说家主大人万岁 不是在诅咒家主大人吗 就是就是 一众修士欢呼起来 然后乱糟糟地嬉笑着说话 周扬文言 不由萨然一笑 随后道 有了这三天的时间限制 足够你们大赚一笔了 放心吧 以后有什么好的任务 好的功能 都是先行从周家 内部板块进行测试 你们将会是第一批 熟悉新任务 新功能的人 能否抓住赚取临时的机会 就得看你们自己了 这话落下 自然又是一片欢呼 随后 众人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开始搭干一场了 夏家众人 也准备妥当 只有夏清兰留了下来 夏清明也想留下 结果硬是被夏镇山 扭着耳朵拉走了 帝都那边 还等着大家回去重建呢 那可是大事 夏清兰是因为周扬而留下 你一个皇子 留下是什么意思 夏家众人离开了 周家修士大批离开 周府顿时就空旷了下来 就连周雪都跟着两位堂姐 去做任务拉人进临网了 周平安也想去 结果被刘婉如一巴掌下去 顿时就老实多了 只能羡慕地看着姐姐们离开 特别是在看到周海周小雨 以及周玉良几人 前来跟他道别的时候 羡慕地都要疯了 周海周小雨 以及周玉良等前十名的人 修为可都在练气中期了 自然是在这次的推广人员之内 这样的任务 简直就是送零食啊 他们平时的零食供应 一个月也才那么百来没 已经比以前的周家豪舍十倍了 可扛不住现在周家资源多 他们修行 除了使用贡献度换取资源之外 也可以通过获得的临时供奉 来换取资源 周家修士 没人能够白得资源 就连周阳的姐姐和母亲 都需要通过贡献度换取资源 周阳本人私下给的除外 因为说起来 周家所有资源 周阳都有自由调动的权限 但是一般情况下 作为家主的周阳 也不会去打破规矩 周家修士离开的时候 李家修士也闻声而来 入网之后 也是欢天喜地地 开始去往其他城池 开启了拉人入网的行动 除此之外 绿罗也暂时离开了青木城 返回妖圣宫 面见清理 关于凌网的事情可是大事 他必须亲自回去通知清理 同时也是 去拉清理入网的 到时候 妖圣宫都会加入凌网 周阳还答应他们 给他们单独开一个 如周家 内部板块的板块 只有妖圣宫的妖族和妖兽 才能加入 清理是板块的板主 绿罗是副板主 关于妖族的凌网推广 就全部交给妖圣宫去操办了 周阳想推广凌网 可不仅仅是在人族修士当中 目标是整个修仙界 那就要考虑到妖族 刘光诚那边 很快传来消息 契林收到了一份授权申请 是周运发来的 给刘倩所在的刘家 特别授权的申请 刘家毕竟是姑姑周兰兴所家的家族 也想分杯羹 这种迎头小利 给就给了 契林在得到周阳允许之后 给了申请通过 而与此同时 历经三天的时间 凌网是彻底在大厦 将与修仙界爆火了起来 甚至在一些散修疯狂 领取任务的情况下 开始朝着大厦之外的地方而去 一大批散修 早在加入凌网之后 就开始赶路了 朝着中域 东域 以及隔壁的大商而去 等他们赶到地方的时候 三天时间也刚过去 随即领取任务 开始了疯狂的拉人入网行动 第174章 传入商都 大商皇帝惊奇 前面三天 是周家族人 以及李家人 还有刘家 以及夏家人在行动 以夏家王室地位 以及掌握着秦天公 王朝统治权 号召整个大厦的修仙者们 加入凌网 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基本上 大厦疆域内的修士们 有七成以上 都是被夏家拉着入网了 而剩余的三成 则是被周家李家 还有刘家分了 周扬承诺的零食 自然也都通过气灵 发放到了各自的零食账户余额当中 这些零食 修士们可以用来在凌网做很多事情 不管是用来发布任务 还是当做交易资金 转账给别人 甚至购买别人挂出来出售的单药 服录 法器等资源都行 即便不买东西 也可以提取出来 不过提取零食的话 需要一个最低额度 最低100下品零食可以提取 因为零网刚开 周扬还没准备对提取零食收取手续费 以后数额大了 肯定会收取一部分 否则的话 使用的人越多 提取越多 光是提取零食时 地气传送零食 给账户修士的费用 就会消耗很大 三天之后 大厦疆域内 最先加入零网的人 热火朝天的 在大厦疆域外的其他地方 拉人入零网 大厢是比大厦 拥有更大疆域和人口的 南域第一大王朝 其中拥有的修士数量 也是大厦的好几倍之多 靠得还近 当然是大厦修士们 最好的选择方向 于是 第一时间 就被一大群数量繁多的 大厦修士所涌入 大厢帝都 这座南域最繁华的都城 今天涌入了数千大厦修士 这些大厦修士修为不一 大部分都是炼器修士 少部分住基修士 经单没几个 原因更是一个多无 高阶修士都跑中域和东域去了 那边才是他们最想去的大头啊 中域为修仙界中心 是修仙界修士最多的地方 而东域 商业繁荣 东域的修士 不管是宗门修士还是散修 都富得流油 没办法 东域靠海 和海外诸岛的各大宗门 甚至是和海洋妖族的 商业联系太大了 有无尽海洋资源做后盾 东域的富裕 是整个修仙界都知道的 说回大商帝都 数千大夏修士涌入之后 自然也引起了大商修士们的注意 大商王室更是警惕了起来 毕竟之前大商的邪魂宗 可是对大夏王室出手了 甚至邪无仙还拿着仙气邪魂灯 去堵了要王谷的大门 最后吃了大亏之下 才得以全身而退 现在大夏修士 忽然涌入大商帝都 难不成是来报复的 可是一番仔细探查之下 大商王室猛了 怎么来的都是些炼器修士 连筑基和金丹都没几个 难道大夏以为 凭借这些个垃圾炼器 就能在大商帝都搞舍不成 来人 给我继续探 一定要探查清楚 这些家伙 到底是为何而来 大商皇帝是一个黄袍老者 面色苍老 却带着威严 同时 他也是一个原音大圆满的大修士 大商王室的实力 是远比下家强的 但是在大商内 也仅仅是拥有掌管王朝的权力 实际上 这权力也要大打折扣 因为疆域内 还有这三座大山寨呢 天剑门 邪魂宗 以及圣帝万寿宗 哪一个都是拥有 仙气镇压的顶尖势力 大商王室 就是三家扶持起来的傀儡 对王朝的控制力 甚至都不如下家 对大夏的控制力强 大商老皇帝下达命令后不久 前去探查消息的侍卫 便匆匆离开 匆匆而回 回来的侍卫 脸上还带着惊奇之色 如何 老皇帝见此 不由皱眉 实在是侍卫脸上 神情太古怪了 侍卫欲言又止 好像遇到了 什么怪异的事情一般 老皇帝见此 不由极色催促 你倒是说话 到底探查得如何了 陛下 属下打探了消息 但是 但是这是太怪异了 那侍卫顿了顿 组织了一下话语开口说道 那些大夏修士来此 是为了推广一个 名为凌网的东西 凌网 那是什么东西 灵气吗 老皇帝好奇问道 他一听凌网 当即就感觉是一个网状的法器 或者灵气 等级还不会太高 不然不会是一群练器修饰 和助击修饰 连金丹都没几个 不是 陛下 这灵网不是一个东西 应该说 不是一个实体东西 侍卫努力想着话语 他有点不太好形容 那灵网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还能不能办事了 老皇帝见他又停顿了下来 说半天 也没说清楚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由勃然大怒拍桌起 道 走 带朕亲自去看看 陛下 您不能犯险啊 侍卫连忙劝阻 犯险什么 这里是大商帝都 一群大下来的练器助击 还能对朕不利不成 老皇帝怎么说 也是一个原因大圆满 这群来自大下的修饰 多为练器 金丹都没几个 他还能怕了不成 再说了 他身旁可是常年 跟随这几个原因护道者的 同时 这里还是帝都所在 王室的话神神念观照之下 他还能出世 于是 在侍卫的带领下 老皇帝跟随侍卫 来到了皇宫之外的帝都街道上 一家法器店铺门前 几个来自大下的练器修饰 正口莫横飞地说着话 一边说 还一边展示着 面前半空中浮现的半透明屏幕 不时还伸手点击着屏幕 诸位请看 这就是灵网的显示屏幕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灵网上 各色各样的信息 看这里 这是各种信息发布板块 还有这 这是任务板块 有来自大下各地的修饰 在这里发布任务 嗯 这里是你们大商本地疆域的修饰们 和领取任务了 非常的方便 随着大下修饰口莫横飞的一番解释 围在此处的大商修饰们 也都面露金色 满眼好奇和震撼 大下还有这种好东西 于是 没有丝毫意外的 围观的修饰中 大部分都选择了入网 入网之后稍一操作 便纷纷陷入网影当中了 随后 他们也在后台处看到了一个任务 领取任务的三天后 就可以邀请其他人入网 一旦别人被你邀请入网 你将获得一百枚下品零食的奖励 顿时 他们立刻明白了 为什么这几个大下修饰 这么大老远 跑来大商推广拉人入网了 原来拉人入网 还有零食呢 可惜 他们这些新入网的人 需要等三天 才能邀请别人入网 旁边 老皇帝和侍卫也在 两人身上衣物早就换了 现在就是一副普通修饰的模样 也没人认出两人来 老皇帝看到眼前修饰们 操作着零网的画面 顿时好奇心达到了顶点 随后拉过了一个大下来的 炼器后期修饰 问道 小友 你们这所谓的凌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哪里来的啊 竟然如此神奇 前辈 这凌网是我们大下周家的 仙器诞生的一项功能 这位大下炼器修饰 看了老皇帝一眼 从对方身上隐约的 摄人气息判断出 这是一个修为 远比自己强大的前辈 连忙回答了起来 这些消息 也不是什么机密 什么 大下周家 就是那个以原因之躯 应接了邪魂宗宗主 仙器一击的那个周家周阳吗 老皇子震撼道 周阳的名头 早在很久以前就传开了 但是真正让整个修仙界 知道他的 却是和邪无仙的隔空一击 是的 就是周阳前辈 这炼器修饰 满脸崇拜地说道 周阳前辈获得了一件仙器 这件仙器 拥有非常强大的功能 其中最厉害的 就是这个凌网了 这凌网简直太好用了 前辈 我说再多都是徒劳 不如 您亲自体验一下如何 炼器修饰眼巴巴地看着老皇帝 凌网这两天 更新了拉人入网的任务 第一天拉人的时候 就有人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拉一个炼器修饰入网 奖励一百下品零食 拉一个原因大修入网 还奖励一百下品零食 这就有点不合理 这个问题 是一个金丹修饰 反馈给七零的 这位金丹 在拉一个原因大佬入网之后 发现获得的奖励 竟然还是只有一百下品零食 顿时就不干了 将目标对准了炼器修饰 其他炼器修饰 借你一个金丹大佬 来和自己小辈抢人 也有些不满 不过却不敢说话 金丹大佬也感受到了 于是也真不好拉下脸 和炼器碗被抢人了 他转头就想到了 这个模式的不合理之处 随后又看到了 个人账户后台的意见反馈 于是便将这个问题 反馈给了契励 契励也将这个问题 反馈给了周扬 周扬一看 便觉得此人提议非常有用 这的确是知道考虑不周了 于是 直接让契励重新设定了 拉人入网的规则 炼器修饰入网 依然是一人一百下品零食 然后修为每高一个大境界 零食奖励翻十倍 拉一个助击修饰 奖励一千 金丹一万 原因十万 化神百万 炼虚千万 可以说 如果是一个炼器小修饰 拉了一个炼虚入网 瞬间就成了千万富翁了 这可是激发了无数修饰的热情 而这一点零食消耗 对周扬来说 简直不值一提 想想 整个南狱才几个炼虚大佬啊 就那么几个而已 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换算成极品零食 一个炼虚 也就十颗极品零食而已 整个南狱的炼虚 也就耗费一百颗极品零食而已 老皇帝听闻 这是周家仙气的功能 不由心中有些警惕 毕竟那可是仙气啊 谁也不知道 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陷阱 不过他想了想 还是让侍卫入了网 炼器修饰 看到老皇帝没入网 反而让一旁的青年男子入网 心中是有些失望的 不过等到青年男子刚入网 他就收到了一万零食的奖励 顿时骇然 一万零食的奖励 这 这个青年是金丹大修 第175章 凌网第一场骂战开启 等他反应过来 转头看去的时候 眼前已经没了人影 皇宫内 等两人返回宫殿之后 老皇帝已经迫不及待地催促起侍卫 快 快打开这个什么凌网 让我看看 到底是一个什么古怪的东西 陛下您请看 这个东西还真好玩 侍卫也是激动的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玩的东西 心里脑痒痒一样 就想打开多玩玩 在侍卫打开凌网 设置成他人可见之后 老皇帝看着眼前的凌网虚拟屏幕 顿时就瞪大了双眼 哪里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啊 简直堪比仙气了都 两人此刻伸着脑袋 在不停地研究着眼前的凌网 凌网上的各色功能 通讯交流 论坛板块 还有任务板块 都看了个遍 两人甚至都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彻底沉迷在了凌网之中 老皇帝和侍卫 算是被凌网给吸引住了注意力 特别是当两人看到凌网的复活功能 更是惊骇无比 万万没想到 凌网竟然有这样逆天的能力 这可是复活啊 既然只需要付出这么低的代价 就可以复活一个修士 简直不要太划算了 整个大商 各大城池 各大宗门驻地 都被这股来自大厦的凌网之风 吹得沸腾了起来 凌网的功能太过新颖了 这个世界的人 哪里经历过 这种信息爆炸的轰炸 这是一种集合了 整个南域修仙界 大部分修士与此的信息聚集地啊 甚至有的修士 已经在凌网上 发现了来自中域和东域的修士 更甚至是 发现了妖族的存在 邪魂宗的一名金丹修士 在任务论坛上 发现了一个任务 恰巧自己手中 有着任务要求的五瓶 是一种对妖兽成长 有巨大好处的凌果 结果和任务发布者刚联系上 就见对方发来了 影像对话要求 对方需要亲眼看到邻果 才会同意给出奖励 这影像对话一打开 这名金丹修士 顿时怒了 为何 因为他是邪魂中的修士 当初参加过 对妖圣宫战争的人 他最喜欢的一个师妹 就死在眼前 这个妖族的童族手中 铁背白猿 金丹修士瞪大了双眼 死盯着眼前 影像中的一头体型庞大的巨猿 怒道 狗东西 你还我师妹命来 啊 铁背白猿一愣 随后眼神一动 他看到了对方长袍上的标记 那是掀起邪魂灯的刺绣模样 感情接了自己任务的家伙 竟然是邪魂中的修士啊 哼 这些阴魂不散的家伙 自己当初在战场上 也是杀了不少的 不过眼前这个修士 自己倒没什么印象 原来是邪魂中的小崽子 哈哈 怎么发怒了 铁背白猿虽然说的是妖族之语 但是经过气灵处理之后 会自动转化为 对方族群的语言 金丹修士的人族语言 也自动转变为妖族语言的 所以双方交流 没有丝毫的阻碍 铁背白猿一族的猴子 你发布的任务 是想要这种灵桃吧 邪魂宗金丹 看到对方嘲笑自己 心中虽怒 却也知道 隔着灵网 自己也拿对方没什么办法 只能从别处地方 想办法教训对方 随后就拿出了灵桃 朝着对方扬了扬手 咧嘴一笑道 这东西 对你们这些猴子 有很大作用 甚至有助力划行的巨大作用 不过 你虽然给出的任务奖励不俗 但是老子 宁愿扔了 都不会给你 无所谓 一颗灵桃而已 你家猿也不要也罢 白猿不屑地说着 不过眼神撇过 对方手中的灵桃 依然带着一丝难掩的渴望 自己即将划行 寻了好多年 都没找到这种珍惜灵桃 幸好公主大人 亲自推广了这神奇的灵网 她可是在任务板块的论坛上 看到不少妖族的同伴 因为灵网而获得了好处的 于是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发布了这个任务 没想到才过了小半天时间 就有人接了任务 这原本是让她开心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和自己一族 有仇的邪魂宗小宰子 这尼玛简直了 对方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将灵桃交换给自己的 白猿心中已经叹息了 果然 对面的金丹修士话音落下后 就将灵桃几口咬下 吃掉了 该死的邪魂宗宰子 你们人族修士吃这灵桃 根本就没什么用处 你这是糟蹋了灵果 白猿最终还是没忍住和骂出声 那金丹修士见此 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似乎看到对方吃瘪 比自己用灵桃换取 大量零食还要开心 混蛋 你给我等着 白猿丢下一句话 然后关闭了影像对话框 身形消失在金丹修士眼中 金丹修士还不知道 即将发生的事情 他还处于气到白猿后的兴奋当中 可没过多久 他就听到不远处的修炼室中传来的贺骂声 该死的妖族 该死的铁背 白猿族的死猴子 竟然在论坛上 公然侮辱我邪魂宗 快 快联系宗门师兄弟师姐妹们 这公共论坛 可是有着整个南狱大部分修士在的 甚至还有不少中狱和东狱的道友 可不能任由这群猴子 这般侮辱我邪魂宗 邪魂宗的修士们 感觉自己太冤枉了 好好的 竟然被妖族的死对头网爆了 这如何能忍 必须得反击回去 金丹修士闻言 不由一愣 随后也是怒了 连忙打开公共论坛 果然看到了一个被置顶的帖子 发帖的家伙 正是之前被自己气跑的那个白猿 金丹修士没敢耽误 当即点开自己后台账号 打开了联系人目录 联系了自己在宗门内的好友师兄弟 和师姐妹们 以及几个加了好友的宗门长老和执事 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和对方说了个清楚 这件事因他而起 他可不能装聋作哑 必须要解释一下的 然而 金丹修士说完之后 果然得到了所有宗门人员的赞同 甚至就连邪无先得知这件事之后 都主动加了他的好友 让金丹修士激动了起来 随后 邪魂宗几乎大半修士 都开始在论坛板块 和铁背白猿一族对骂了起来 一场席卷整个南狱的骂战开始了 刚开始 主要对骂的双方 只是邪魂宗和铁背白猿 最后开始蔓延开来 天剑门和万寿宗都加入了进来 而妖族方面 一看你们大商几大宗门 联手欺负我妖圣公麾下的妖族同道 那怎么能行 于是 南狱的各大妖族也开始加入了进来 第176章 吃瓜修士们兴奋 打起来了 现场直播大战 其他的修士们 如散修们 各大数量庞大的修仙家族们 都在看吃瓜好戏 各个神色激动无比 他们哪里见过这么庞大的骂战 这可是妖圣公麾下的绝大部分妖族 都加入的大型骂战 人族这边 主要是大商三大宗门 这是老冤家了 一直以来都是敌对关系 其他的 如大夏的修士 和忠域东域的修士 倒是和妖圣公的关系没那么差 没什么敌意 妖族发布的任务 他们有任务物品的话 也会在契林的公正下进行交易 唯独妖圣公和大商的宗门 关系太差了 众修士在吃瓜 双方的骂战 渐渐的有些失控了 最紧要的关头来了 在众多修士围观之中 邪魂宗主发帖了 邪魂宗主邪无仙发帖 清理公主 这就是你们妖圣公麾下的妖族 皆是一些没开话的畜生而已 竟敢公然侮辱我邪魂宗 哼 找死 妖圣公主清理 哟哟哟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邪无仙吗 怎么 之前你带着仙气 赌药王谷的大门 那时候也是气势汹汹的样子呢 结果呢 还不是灰溜溜逃走了 现在 倒是变得微风起来了 本宫还真有些看不起你 天剑门主宋书行 清理公主 这原本只是小辈们的矛盾 用不着上升到 两位宗主公主之间的对话吧 眼下有来自于 中狱和东狱的众多道友 在看着 这影响多不好 我看两位还是萧萧且 这事就这么过去算了 宋书行是来劝驾的 他天剑门虽然也和妖圣公有仇 可却不屑于用嘴战斗 见修相来行动力为先 眼下这种泼妇骂街一样的骂战 天剑门不擅长 宗门内 持缘而来的子弟长老们 竟然被妖圣公的一众妖族 骂得抬不起头 简直丢尽了脸面 宋书行 我还没说你呢 你冒头做什么 清理发出一堆文字 妖文被自动转换为各族 能够认识的文字传输 各自的虚拟屏幕上 所有人都能看得懂 我 我怎么了 宋书行一获道 不是 难道两位 恋虚大能如此骂街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看得等会 我得给这凌网欺凌提提意见了 如此恶语辱骂 岂不是乱了凌网的风气 清理不屑地说道 你要提意见 就滚去提吧 别在这里找骂 还想给邪魂宗出头 你一个人族正道门派 与邪魂宗这等魔道宗门一丘之合 简直丢尽了人族正道的脸面 宋书行见此 顿时气的鼻子都要歪了 你你你 你好歹 也是妖圣公之主 如此侮辱斯文的话语 怎能乱说 宋书行气怒之下 当即关掉了论坛 然后带着怒气点开自己的后台 给气凌写意见去了 俗称举报 写了一大堆清理的不好 周扬这边 接到气凌反馈过来的信息 顿时有些哑然失笑 这些恋虚大佬们 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想来不仅是自己 见此会大跌眼镜 估计那些看热闹吃瓜的修士们 同样是心中 对于恋虚大佬的印象 轰然崩塌吧 不过 他看了看天剑门主 写来的意见反馈 想了想 暂时没做出回应 只是让气凌发了一条意见 已经收到 正在与仙气之主 周家主商议如何处理此事 还请稍等一些时日 真处理清理 是不可能的 两家关系 此刻正好呢 双方合作 才刚刚开展 周家拿了那么多好处 大大的转了一波 可不能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就在包括周扬在内的无数修士们 正在兴奋地看着两位练须大佬 对喷的时候 又一位重量级人物下场了 万寿宗主护雷发帖 清理 你如此侮辱邪魂宗主 真当我大商三大宗门 是好惹的 莫不是你打算撕毁停战协议 再起战端 战就战 我妖圣公 还怕你不成 清理也不惯着呼雷 直接对了过去 清理的帖子下面 顿时一大堆妖族大妖们 在跟帖请战 围观的吃瓜修士们 顿时更加兴奋了 难道要看到 南玉刚停下来的两大势力 再起大战不成 这可是他们亲眼见证啊 怎能不兴奋呢 不过这些修士们 虽然振奋 可也不敢针在几位大佬的帖子下面 必必催促几人打起来 这可是恋虚大佬 即便是 在忠狱和东狱 那也都是顶尖级别的最强者 只有宗门宗主 圣地的圣主 太上长老这一级别的大能 才有此等修为的 所以 即便是东狱和忠狱的修士们 也都不敢胡乱说话 你要战 那便战 呼雷也不客气 主要也是 现在处于众目睽睽之下 无数修士都在看着 他怎能退缩 清理同样不可能退缩 一旦此刻退缩了 不得被人族众修士认为自己 这妖圣公主是宁捏的 没脾气的 好 那就站一场再说 清理回道 我们找个合适的地方 让凌王七灵 叫我们传送过去 今日就在无数妖族同道的见证下 本宫必要 将你彻底击败 以后你万寿宗见到 我妖圣公 都给我避开 好 呼雷也跟着回了一句 战斗的地方 就选在我们两大势力 曾经的战场吧 就是黑暗森林边缘那处战场 凌王七灵 将我传送过去 两人也都不是废话的人 灵石也是不差 七灵得到两方要求之后 便展开传送 两道人影刷的一下 就从原地消失 再次出现 已经处于大商边境南方 黑暗森林边缘 与大商相邻的庞大荒原之上 这是一座血色荒原 因为两方势力 常年的战争 将荒原几乎染成了红色 两道人影 出现在半空中后 双方都在凝视着对方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七灵得到周扬的受益 给双方发去了一个信息 两人原本还在半空中对峙呢 气势升腾之下 几乎凝制了空气 可是感受到凌王的后台账户处 发来的信息 也是分神点开的信息 一看之下 顿时愣住了 七灵发过来的信息 很简单 询问两人是否同意 将此战过程 直播出去 直播的人选 或者说 提议直播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夏清明 这个家伙 就在刚才 两大炼虚大佬 要打起来的时候 正急地抓耳挠腮 看不到这样大人物的战斗多难受啊 于是 他给自己联系人当中的周扬 发了信息 将自己想要去 亲自观战的想法说了出来 希望周扬 能够通融一下 怎么说周扬 也是他未来的妹夫 他觉得这样的要求 应该不难 结果 周扬被他这么一提醒 顿时想了起来 如果直播一下两位 炼虚大能的战斗 给所有开通凌王的修士们看 肯定能让凌王彻底火爆 于是 他直接给了 绝对护盾 以及通过他的虚拟屏幕上的影像功能 进行直播画面 这也让夏清明 振奋不已 没想到自己 只是想通过周扬的关系 去现场观战 最后却得了 这么一个 有意思的活计 他感觉 这样的活计 简直太对自己胃口了 而此刻 清理和呼雷两人 却皱眉地看着眼前的信息 气灵竟然发来信息 说凌王 要派遣一个人过来 全程观战 并且直播 将自己两人的战斗画面 播放给所有凌王的修士观看 这岂不是如同繁琐的耍猴 真把自己当猴耍呢 呼雷有些生气 清理也有些不满 不过看到后面的时候 两人就神色一动 露出了一丝喜色 周扬 在给两人发过去的信息最后 说出了待遇 如果两人同意的话 这一场 战斗直播出去 将会获得一万几品零食的丰厚报酬 同时 凌王还会根据 观看的修士人数 额外进行奖励 没有一个观看的修士 他们将额外获得 一百枚下品零食 别看只是一百枚下品的零食 可架不住 开通灵王的修士数量多啊 这数量 一旦多起来 他获得的零食 也是非常可观的 两人心想 正好借此 在众多修士 和同族面前 鼓舞一下士气 让众修见识一下 自己的强大 于是 便纷纷同意了契林的建议 随后 一道人影 被传送了过来 距离两人只有 不到万米的半空 夏清明本身的实力 肯定没能力 这么近距离观战的 被战斗波及而死 同时 镇魂珠也负责其飞行的能力 以及直播镜头的跟踪 他只要提供一个定位 就足够了 公共论坛之上 一个醒目的帖子出现 两位练须大能对战 实时直播 免费观看 一众修士 看到两位大能停下对喷 直接传送出去战斗了 本来还有些惋惜 看到这个帖子 顿时再次振奋了起来 没想到灵网 还有这功能 一个个全都点了进去 果然看到了 两道凌空对峙的身影 还有夏清明解说的声音 各位人族的道友 妖族的朋友们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 来自妖圣宫的清理公主 和来自万寿宗的护雷宗主 他们二人为何来此战斗 想来大家都知道 内情的 接下来将由我 大夏王室的夏清 明为大家现场直播两位 练须大能的实时对战情况 哄 话还没说话 一阵剧烈轰鸣响起 只见前方两道身影都开始动了 几乎是同时在动 化作两道幻影一般 互相碰撞着 战斗的余波瞬间袭来 不过就在夏清明骇然的时候 一道几乎透明的护盾 从他的身上亮起 将他牢牢地护在气中 不过强大的气流 依然将他推开了好一段距离 夏清明擦了把汗 然后满意地看了一眼深周的护盾 便继续开始解说了起来 第177章 修士静在手中 海妖来人 莫人能够想象 这样的一场直播 对于普通修士 到底是有多么巨大的震撼 平日里 普通修士哪里有机会 剑士练须大能的战斗 别说剑了 想都想不出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场景 那可是练须大能 随意地一次攻击碰撞 其所产生的余波 都能湮灭数十公里外的普通修士 可以说 这是绝大多数原因以下修士们 剑士道的第一场 凡间顶尖修士之间的碰撞 目前 凌网入住的修士数量 已经达到了数百万 这可是 南域近三成的修士数量 还有些许中域和东域的修士 已经不少了 南域所有修士 加起来也才一千多万 凌网出现的时间才几天而已 已经覆盖了这么多的人群 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 所以 此刻的这一场 两位练须大能的战斗直播 引起了所有凌网修士的关注 不管是普通的修士 还是原因以上的强大修士 都在看着这场直播 即便是一些化神大能 甚至是同级的练须近大能 也在看着直播 嗯 少部分如邪无仙和宋书航 这样的练须 则是亲自前往了南方战场处 为呼雷压阵 清理虽然独身一人与呼雷战斗 却丝毫不拒 他身为妖圣宫公主 本身实力强大到极点 还手持凤凰冠冕 别说 本就不拒呼雷 即便是三个练须一起伤 他就算打不过也能跑得掉 且现在 可是直播 两人也是公平的一对一战斗 对方真敢这么做的话 那可是丢脸丢尽了 清理一高人胆大 妖圣宫能以一个圣地的势力 硬生生压着大伤 三大顶尖势力打 那可不是吹出来的 是真正打出来的名号 战斗起来 完全就是一副妖族作风 直接硬碰硬的战斗 双方你来我往 一番让人眼花缭乱的疯狂对攻 最后 两人都没动用仙气 眼下也不算是拼命式的死战 动用仙气 是需要付出大量极品零食的 即便是以妖族的富裕程度 也不会随意去浪费极品零食 更别说万寿宗了 万寿宗的极品零食储备数量 比邪魂宗和天剑门多也看得见 不会超过十万几品零食 哪里会在这种地方浪费 这一场战斗 打了整整一整天 到了傍晚时分 才落下帷幕 最终 表面看上去 双方是不分胜负的 实际上 却是忽雷先行撤退 清理一人傲力当中 看着忽雷面带冷色的退开离去 至此 战斗落幕 负责凌网直播的夏清明 也不敢得罪对战双方 而是尤华的称之为 平手收场 因这一浩大的战斗 彻底引爆了整个凌网 一大噱头 立刻就拿着流传在 凌网各大论坛的直播影像 去拉人入网 赚取了一大笔零食奖励 随着时间推移 凌网彻底在忽雷 和东玉传播了开来 无数人蜂拥着入网体验 随后各个对凌网 推崇无比 不过 一个月的时间 整个南域一千多万修士 有九成入网 整个东玉的修士 数量有近一个亿的修士 还与东海的诸岛 伞修们关系密切 八成修士 全部入网 且还将凌网带向了东海诸岛 而忠誉 这里可是修仙界的中心区域 疆域庞大至极 人口众多 纯粹的修士数量 有接近四亿 这可是修士 拥有灵根的修士 其数量竟然是南域的三十多倍 四亿忠誉修士 有三亿出头都入了凌网 按照周扬的判断 最多一年的时间 整个修仙界的九成修士 都会入凌网 除了一些警惕心极高的 或者是一些位于 荒山野岭探索遗迹的 又或者是一些闭关突破的 闭死关冲击瓶颈的之外 整个修仙界 绝大部分修士 都将会使用自家的凌网 就在周扬感叹 凌网火遍修仙界的时候 早已返回妖圣宫的清理 忽然给他的凌网账号 发了条信息 清理 清理 海洋妖族来人 想要见你 可以的话 你最好亲自来一趟 妖圣宫见见 周扬见此 有些好奇 海洋妖族 自己和这个妖族中 第一大势力 好像并不熟悉吧 对方来人 竟然想要见自己 难道 想因为东海那边的 凌网传到海洋的原因 不对 妖圣宫 和各大妖族势力关系 并不太差 和北域冰龙一族关系 还行 和南方海域的海洋妖族 也还说得过去 推广凌网的事情 妖圣宫自己 就能做到 为什么还会要见自己 是对凌网不放心 周扬带着这样的心思 离开了青木城周家 朝着黑暗森林的妖圣宫而去 周扬直接使用了 定点传送的能力 有凌网在手 不用传送自己赶路 那才是真的傻子 现在无数手头富裕的修士 每天都在使用传送功能赶路 自己作为凌网的主人 这种赶路的事情 哪里还需要自己 飞行的道理 当周扬见到 海洋妖族的来人之后 顿时被惊艳到了 好美 好妖艳的女人 第178章 海皇殿 大祭司希尔纳 周扬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海皇殿的大祭司 希尔纳 清理招呼了周扬一声后 向周扬介绍起了眼前 站在他身侧的妖艳女子 让周扬没想到的是 这女子竟然还是海皇殿的大祭司 那可是海皇殿最位高权重的人物 相当于清理在妖圣宫的地位 希尔纳名字颇具异域风情 人也长得异于常人 可能是常年生活在深海宫殿的原因 其肤色非常白皙 面容极为精致 身形高挑风韵 一头金色发丝 飘逸 而又充满了吸引力 希尔纳一身纯白发袍 手中持着一根鱼骨模样的权杖 权杖不大 只有小臂长短 一手可握 然而 周扬却在这小巧的权杖之上 感受到了无比恐怖的力量 这必然是一件仙器级别的权杖 周扬体内是有着阵魂珠在的 仙器之间 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也是有着感应的 对方手持的 就是一件仙器 很高兴见到你 希尔纳大祭司 周扬客气地说道 你好周扬 清理以前和我传讯的时候 就提起你好多次 我一直都在想着 到底是怎样优秀的人族修士 能得他如此推崇 现在一见 我才知道 他之前说的还谦虚了 希尔纳柔眉一笑 看向了周扬的美目中 满是对周扬的好奇和探究 你应该也猜到了 我之所以会来妖圣宫 还特意想要见你一面的原因 周扬淡然一笑回答道 大概能猜到 应该是关于凌王的事情吧 是的 如果说之前清理说你有多么优秀 我即便再如何好奇 也不可能抛下海皇殿事物 跑这里来的 可是凌王太过神奇 太过重要了 凌王的出现 将会彻底改变修仙界的格局 我海皇殿不能落后于人了 特别是周扬你还是人族 人族修士那边 肯定更加快速地融入凌王 借助凌王的辩解 发展速度将会远超我们海洋妖族 希尔纳说着 眉目中隐隐出现了一丝担忧 目前人族修士与妖族之间还算平衡 甚至在东海方面 人族和妖族之间还有通商的做法 情况下 两族也没必要发生大战 只有些许零散的争端 那也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可是凌王的出现 却是真的让希尔纳有些震撼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仙气功能啊 竟然可以将整个修仙界的所有人联系在一起 他从东海妖族那里 也探查过凌王的相关功能了 其中竟然还有复活能力 以及定点传送能力 这在希尔纳看来 是比让所有修士及时通讯 更加恐怖的能力啊 所以 他在得知 具有凌王功能的这个仙气 竟然是在人族南域一个名叫周扬的修士手中时 便觉得这个名字 有些莫名的熟悉 再一想 这不就是清理经常在传讯中 和自己说的那个人吗 为了防止重名 他还特意询问了清理 结果 有清理的认证后 他彻底确定了 这个周扬就是那个周扬 于是他就来了 亲自来妖圣宫 要求见周扬一面 准备将凌王与海洋妖族的合作 谈妥 我亲自过来 就是想和周扬你 谈谈关于我族入住凌王的事情 毕竟入住凌王 是需要截取一丝真灵的 希尔纳大祭司 您不必担忧这些 周扬笑着道 我虽然是人族身份 但是和妖族关系也不差 我和清理公主 就达成了很多合作 而碧眼妖狐族长绿罗道友 现在还在我周家作证呢 凌王的话 你们海洋妖族 可以随意加入就是了 这凌王仅仅只是先气的一个功能 即便加入凌王 需要付出一丝真灵 作为定位 当作信息的终端 可对于实力强大的修士来说 这也不会成为一个隐患或者威胁 随时都可以切断联系的 周扬说着 谈开手无奈道 我也不可能利用这一点 去和整个修仙界为敌势吧 话是这么说 但是海皇殿一些长老 还有各大海洋妖族的同族们 却有些担忧的 希尔纳笑着道 所以我只能亲自过来一趟了 清理文言道 希尔纳 你们海洋妖族 真是太警惕了 先不说周扬能否做到 以一丝真灵 你知道这要承担多么巨大的因果吗 别说真做到了 即便是以此控制 些许修士和妖族 那承担的天道因果 也会因此让他道心崩溃 以他妖孽的修行天赋 完全用不着 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是的 你们真的想多了 周扬看向希尔纳 诚挚地说道 我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小小原因修士而已 修仙界有无数化神前辈 以及炼须大能在呢 我哪里有胆子控制他们 我周家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还有那么多族人在呢 这话说得在理 希尔纳文言也赞同的点点头 以他的见识来看 那一丝真灵 也的确做不到完全控制一个修士 连低阶修士都不一定控制住 更别说那些修为高深的大能级人物了 虽说还是有些许风险 但是这些风险 完全都在可以承担的范畴之内 当然 如果能够把这个周扬拉拢到海皇殿来 那就更好了 什么风险都可以避免了 亲里开口说道 是啊 周家那么多人口都在呢 周扬还能有胆子 拿家族命运开玩笑吗 再说了 我腰圣宫都已经全部介入灵网了 这东西的各项功能是真的方便 法术传讯需要等时间 可灵网的通讯却是及时的 甚至可以随时随地的和别人联系 不仅仅是文字通讯 还可以语音通讯 甚至可以影像通讯 简直太棒了呀 亲里对于周扬搞出来的这个灵网 是推崇备制 有了灵网之后 他不仅在内部管理腰圣宫更加方便了 和那些人在其他区域的人联系 也变得更加方便和隐秘了 再也不用担心 法术传讯有可能被其他炼虚大能半路截流 以炼虚的能力 可没本事从掀起手中截取信息 所以 除了周扬之外 任何使用灵网通讯的人 他们的信息安全 是非常有保障的 而周扬 也不可能会闲得 去查那么多修士的信息 除非对方是周家的敌人 他才会吩咐气灵 查询对方的灵网信息 亲里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希尔纳叹息道 我这次之所以过来 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不是我太过担忧 而是族里那些老家伙们担忧 不过 再见到周扬之后 我已经能够确定了 这灵网 我们海洋妖族 肯定是要入住的 否则将会失去一个巨大的发展契机 未来肯定会远远落后于人族修士 还有你们陆地妖族 对了 那头冰龙有没有联系你 亲里眉头一扬 缓缓道 还真没有 那个冰扇一样的女人 肯定拉不下脸来 主动和我提这事的 更不可能拉下脸去联系周扬 她 太骄傲了 希尔纳微笑道 人家当然有骄傲的资本 毕竟是真龙血脉嘛 切 我还是青鸾血脉呢 也没像她那样 亲里嘟囔了一句 随后看向希尔纳道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不如趁着现在周扬在 直接入网呗 然后你回去之后 就可以直接邀请海皇殿的同族 加入了 对了周扬 希尔纳回去之后 让她的海洋妖族们 邀请人加入 你所承诺的那些零食奖励 也是会兑现的吧 话说 你哪来那么多零食啊 这可不少呢 些许零食 我还是可以拿得出来的 周扬笑着说道 随后给希尔纳发去了 一个入网邀请 希尔纳接了邀请之后 成功进入了灵网之中 她兴致勃勃地去研究灵网了 也没去管一旁的周扬和亲里 再聊些什么 也就在这时 一道灵光从外飞来 亲里捏住灵光后 眼神中不由浮现了一丝古怪之色 第179章 冰龙公主迎灵传训 设置传送点的想法 刚才我们说到谁来着 亲里无嘴一笑 那精致的脸庞 即便有着杀精遮挡 也难掩无尽的风情 即便是以周扬的定理 也有些许走神 谁 难道 周扬神色一动 说道 那位北域妖族势力 双寒之翼的冰龙公主 咦 银灵的传训 那边的希尔纳 当然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开玩笑 怎么说 也是一位顶尖的炼须大能 即便玩着 灵网入迷了 外界的任何动静 她也是关注到的 是啊 银灵的传训 这个性格如北域冰川一样的女人 她竟然还真求到我头上来了 太稀奇了 清理完卫地笑道 希尔纳 你说 我要不要提一下那个要求 当作为她引荐周扬的条件 希尔纳似乎知道清理话语所指 不由翻了个白眼道 你这是要了她的老命 再说了 那寒冤冰髓 即使是双寒之翼这么多年来 也才收集了那么几地而已 能给你 清理白手道 你别听北域的那些家伙乱说 数万年来 寒冤中诞生的冰髓可不止这么一点 他们冰龙一族每一代的传承者 都有进入渡劫期的经历 其中就是因为这冰髓的作用 对于妖族渡劫 有着巨大的作用 一滴就能度过一次劫难 我要她一滴怎么了 又不是白拿 我用资源换 用珍贵的灵药 灵国也行 那能一样吗 希尔纳无奈道 那是人家传承下去的底蕴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会外流的 周扬眼神闪烁了一下 寒冤冰髓 那么珍贵的吗 连这些恋虚大佬们 都如此郑重对待 从良女的对话中可以得知 这是一种可以用来杜劫的 极度珍贵的天才地宝 那么就是说 这东西是自然诞生的咯 既然是自然诞生的 那到自己手里 可就不再是珍贵东西了 数万年诞生的 保存下来的竟然才几滴 就算是算上被冰龙一族 用掉的 那几万年来 最多也就二三十滴吧 这么稀少 绝对不烦啊 也是 能用来杜劫的宝物 肯定不是简单东西 对于杜劫难度 比人族同级修士 难上好多倍的妖族来说 更加是毋庸置疑的宝物 可想而知 这东西在双寒之翼 也是 绝对不可外流的宝物 就如希尔纳所言 这是保证双寒之翼 传承的抵御 清理都没弄到一滴 自己何得何能啊 当然 周扬相信 任何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即便是掀器都能拿下 就看代价大不大了 周扬思索着 那边 清理点了点手指 一封回信就发了过去 法术传训的速度 看发传训者的修为 来判断速度 以清理炼虚大能的修为 从难域回信给引灵 最多不过大半天时间就能抵达 这速度 已经是非常恐怖的了 毕竟两者之间 可是隔着老远 一个在难域 一个在北域 中间隔着一个偌大的忠域 然而 体验过凌网的便捷性之后 清理不由对这种传训方式 打心眼里鄙夷了起来 以前还没觉得 现在越发感觉到凌网的好处 他现在和位于中域的牙兽交流 就是使用的凌网 完全就是没有任何延迟的 及时通讯啊 简直太方便了有没有 再看着传讯 还得等大半天对方才能收到 再想回信 又得等大半天 真发生了什么急事了 估计等对方收到信息 这边人都凉透了 我给他回了信 让他亲自过来一趟 清理笑着道 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是吧 就像希尔纳你 亲自来我这里见周扬 可见你的诚意还是很大的 不过呢 希尔纳听到清理的话 顿时有些无语 喂喂喂 你可别再说话了 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亏待了周扬 希尔纳转头看向周扬 说道 周扬 我刚才也大致查看了一遍 灵网的各项功能 的确非常完善 功能齐全 甚至其中有些功能太过厉害了 即便是来自仙气的能力 也太过强大了 比如复活 只要支付临时额度 就能让每一个灵网使用者 拥有复活的机会 这太厉害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是杜劫失败 神魂都被天结轰霉了 还能复活吗 听到这话 就连清理也关注了起来 周扬眉头一挑 稍微思索了一下 开口说道 我这仙气的来历 你们也应该猜到了 没错 就是来自大夏王室的那颗魂珠 被我炼制成了一个真正的仙气 你们也别问我 为什么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炼成仙气的了 这是机密 然后 复活的能力的确很强大 但是也会根据需要复活的人修为 以及死亡程度来进行收费 修为越高的人 复活的难度就越高 这一点 相信两位也都明白吧 当然 两女点头 开玩笑 一个凡人死了的话 别说仙气 就是原因化神 都能出手复活了对方 但是一些实力不足的修士死亡后 却很难复活 因为修士死亡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神魂湮灭 这才叫死亡 如果只是肉身被毁 那都不算死了 找个合适的肉身 就能夺赦重修回来 镇魂珠面向修士提供复活功能 那自然是主要针对的 就是神魂复活 肉身恢复 那都是顺带的 但是 周扬对这项功能的细化中 也规定了 修为越高的人 需要付出的代价越高 不管对方信不信 反正这就很合理 你一个练虚大能 死了要复活 总不可能付出的代价 和一个金单修士一样吧 明显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 周扬就给需要使用复活功能的人 划定了代价界限 以一个大境界 为一个分水岭 每高一个大境界 就多几倍的复活费用 不算贵 但绝对不便宜 当周扬将收费价格一一说出之后 两女倒没什么意外 甚至还觉得这代价一点都不高 毕竟这可是复活啊 还有这传送的能力 也非常厉害 谢尔纳金看到 传送阵的技术 可是在远古时期 就已经遗失了 而现在 有了你这凌网 只要其遍布整个修仙界 那传送的能力之下 修士们岂不是可以到处跑了 周扬文言说道 也不是随便传送的 为了防止某些意外 以及关乎战争的事情发生 对于传送修士 有着非常严格的监管 由契林亲自负责 再比如 人族城池之间可以传送 但却需要对方同意才行 目前的传送机制 是以个人为锚点定位进行传送的 且不允许跨域传送 不允许跨族群将域传送 当然 这是针对普通修士的 周扬自己 以及周家人一部分人 肯定不在其中 这样吗 虽然有些可惜 但是已经不错了 谢尔纳点头道 其实这也是好事 我之前还担心 有人会利用这一点 忽然传送一大堆高阶修士 偷袭妖族腹地呢 有你这句话 我也就放心了 哈哈 谢尔纳 你就瞎担心 周扬是人族 他还怕妖族传送一大堆 大妖道人族城池捣乱呢 清理嬉笑道 我可没这个担心 周扬淡然道 高阶修士或者妖族进行传送 都是会引起契林亲自出面的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不过呢 为了方便修仙戒之人的传送 和赶路需求 我会在各大域之间 设立固定的传送广场 就如同远古传送阵 设置的传送点一样 这样就非常方便使用了 你们妖族也同样可以 设置传送点 因为我会将传送点的 管理权限下 放给传送点 设置疆域的最大势力 哦 两人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连忙询问具体情况 第180章 周扬近生化神 无数大能来喝 比如妖圣宫这里 我会在黑暗森林 设置一个传送点 对于这个传送点的 开启权限会授权给妖圣宫 权限会分级 最高级自然就是青丽公主 青丽公主也可以再次 下放权限 给其他负责看管传送点的大妖 传送点可以设置 每天开启传送一次 或者一直开启 同时也可以设置 跟其他传送点对接 对接之后才可以自由传送 不对接就不能传送 周扬说道 其中的具体情况 到时候你们就清楚了 原来是这样 我还真有些期待了 青丽放下了心来 能够自由决定 对接的传送点就很好 否则妖族重地 如果传送过来 一些人类肯定会爆发冲突 青丽暗自决定 以后传送点建立之后 只和北域双寒之翼 以及海皇殿对接 至于人类方面的传送点 则看情况再做打算 几人聊了一会之后 周扬原本想返回周家 却被青丽和希尔纳挽留了下来 吃了一顿妖圣宫的美味大餐之后 还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第二天才回到了周家 北域的银领收到消息 但是想要来到南域 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返回了海皇殿 他一回去之后 就把凌网传遍了 整个海洋妖族各大部族 而在中域和东域 甚至是西域所在 凌网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 彻底传播了开来 周扬相信 只要时间足够 凌网将彻底融入 整个修仙界当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 周扬在周府宣布了闭关的消息 周家众人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每一次周扬闭关 出关之时 境界都要提升一大截 和周扬一同闭关的 还有周郁 夏清玄等人 他们经过这么久的修炼 加上麒麟跟资质卓越 已经到了更进一步的时候 周家修炼室内 周扬深吸一口气 随后开始修炼 他现在已经是 原因大圆满境界了 这一次 他闭关出来 必然会突破到化神境界 说是突破 实际上就是顺势晋级而已 化神瓶颈对他来说 根本就没有 周扬不过闭关了两天时间 第二天一大早 一道属于化神大能的气息 便轰然而起 席卷了整个青木城 气息扩散开来 还在朝着整个大厦 疆域散去 这是境界突破时候的气息 并不是威压 倒是不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不过其中蕴含的些许龙威 却依然让所有人震撼 而又惊骇 是周家主吗 应该是他 这是化神气息 其中还有着些许龙威 南方青木城 也就只有他才拥有龙威了 太可怕了 他才晋级原因多久啊 这就成化神了 从古至今 从没听说过 这等天赋的修饰存在过 是啊 我了解过周扬的经历 一年多的时间 从一个炼器修饰 成了现在的化神大能 这找谁说理去啊 大厦疆域内 各大修饰们之间 都在讨论着周扬突破化神的消息 甚至这个消息 还一度成了 凌网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即便是忠于某个圣地 新圣主登位 热度也没周扬 晋升化神的热度高 为何 因为凌网就因他而来 手握凌网 这个遍及修仙界的绝世掀起 无数普通修饰 都已经崇拜起了周扬 更是在听说过周扬曾经的经历和战绩之后 那股崇拜之情达到了巅峰 某个来自冬域的炼须修饰更是坦言 以周扬的天赋和修行进度 日后登临仙界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某位西域的苦修士 对此表示苦涩 他们西域苦修士 一辈子辛辛苦苦的修行 几十年才能晋级一个小境界 而周扬呢 一年多 跟做飞剑一样 就从炼器晋飞跃 晋升到了化神境 简直不能比 而北域的修士们 数量虽然不多 却已经渐渐接触到了凌王 开始参与到了凌王讨论当中了 至于忠域 那更是不用多说 那是修仙界的中心之地 凌王刚入忠域 就受到了无数修士们的追捧 除了个别大宗门和圣地 还对此保持警惕之外 忠域八成修士都加入了凌王 所以 此刻凌王中 忠域的修士是数量最多的 也是最活跃的 周扬晋升化神的消息 传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耳中 随后 大夏王室 妖圣宫 海皇殿 北域双寒之义 忠域和东域的一些宗门 全都发来了祝贺信息 其中和周家关系较好的势力 还派人前来送礼祝贺 大夏王室来的人 是皇帝本人亲自带着贺礼儿来 妖圣宫则 是清理亲自到来 海皇殿距离遥远 但是有凌王的传送功能在 希尔纳亲自传送了过来 至于双寒之义那边 因为有忠域的修士 将凌王传了过去 所以 冰龙公主也获得了凌王资格 只不过周扬这边 还没给出如清理这样的 大势力首领该有的权限 可是即便如此 迎领也拥有 普通凌王用户的权限 也是可以使用传送功能的 他直接以清理为定位 在清理同意之下 传送了过来 这可比他原本打算的飞过来 要快太多了 至于返回北域也很简单 北域那边 也有冰龙血脉的族人 使用了凌王 可以以此定位进行传送的 正好这次过来 可以把合作事宜谈妥 一场盛大的宴会 在周府举办了起来 不仅在为周扬 晋升华神而庆祝 为周家成为华神家族而庆祝 还是为周运晋升金丹而庆祝 而夏清玄晋升铸鸡而庆祝 同时 周家年轻一辈当中 周玉良和周海等人 也都已经开始冲击铸鸡了 虽然目前还没铸鸡 可却已经在准备当中 以他们现在的天资 基本上铸鸡成功率 将会达到九成九以上 没有失败的可能性 至此 周家已经成为了整个南狱 非常强大的一个修仙家族 仅次于大厦的药王谷 以及大商的天剑门 和邪魂宗 以及万寿宗 嗯 如果算上妖族的话 妖圣公也是一个 不过 周扬心里明白 此刻的自己已经是华神了 在原音境界 就能硬刚拥有仙气的邪无仙 华神境的自己 纯粹比拼战礼 完全拥有了 和炼虚大能正面硬刚的实力 自己也是手握仙气的存在 加上两大天赋神通在手 这整个南狱 还有什么 能是自己的对手呢 而就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 希尔纳却脸色一变 她打开了灵网后 看到了海皇殿传来的一道消息 让她面色大变 随后趁着诸多大能都在的时刻 轰然起身 宣布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让全场众人都震撼惊恐了起来 第181章 狱外天魔 恐怖大敌 不是 什么情况 周扬有些猛 他此刻正端着城满灵涅的酒杯 朝着药王谷 太上长老敬酒呢 怎么希尔纳忽然起身 宣布了一个消息 大家就变这样了 这 天魔又是个什么鬼 是的 希尔纳刚才起身 直接说了一句话 天魔界的封印松动了 全场所有人 嗯 这里说的是炼虚大佬们 以及个别化神大能 面色大变 至于其他的一部分化神和原因们 也都是一脸茫然 和周扬差不多的神色 药王谷的太上长老叹息一声 解释道 周扬老弟啊 你是心境后辈 不知道此届数万年前的一些事情 也是正常 不只是你 在场大部分人 应该也都不知道 关于天魔的事情吧 药王谷太上长老的话音落下 场中很多宴席的桌子上 大部分人都是茫然跟着点头 只有少部分人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清理在听到希尔纳宣布的事情之后 就一直低头沉默 此刻听到药王谷 长老的话之后 也抬起了头来 开口说道 罗老者说的 也许你们理解不了 我就这么说吧 邪魂灯的仙气 大家都知道吧 知道 邪魂灯吗 这谁不知道啊 邪魂灯 七七灵 是一个天魔的神魂制作而成的魔影 传说乃是仙界大能的手笔 天魔 魔影 难道 众人忽然醒悟 清理点头 面色沉重道 天魔 乃是仙界之敌 仙界是什么地方 那是我们人间各族 包括人族 妖族在内的各族飞升之后 所要去往的上界 而天魔所在的狱外魔界 乃是仙界之敌 希尔纳也跟着说道 我妖族也许与人族之间有矛盾 但绝对不是生死大敌 最多也就是争夺生存地盘的竞争关系 而天魔所在的狱外魔界 则是和仙界 属于一方避灭的生死之敌 仙界常年遭遇魔界侵袭 那邪魂灯 正是一个仙界的魔门仙人 以天魔神魂为基础 锻造出的仙气 后因某些原因 坠落凡间 被邪魂宗所得 邪魂宗至此成立 嗯 清理笑眯眯地说道 说起来 人族的魔门 其发源之处 可正是狱外天魔呢 清理看着面色有些难看的周遭人族修士 接着说道 当然 那也是因为魔门发源地在仙界 仙界的前辈们 因为抵抗狱外天魔艰辛 深知知己之彼百战百胜的道理 于是才会去研究天魔的法门 所以才会诞生了魔门的起源 最终传入了各大凡间 包括我们所在的凡间 只是其一 是的 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战胜玉外天魔而已 药王谷的罗长老陈生说道 所以 即便是我们凡间各大正道宗门 对魔门也都有所忍让 魔门自有其存在的道理 虽然有时候 的确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 正道门派 也会因此而针对魔门进行压制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仙界的魔门仙辈们 为了对付玉外天魔 的确是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的 否则 在曾经仙界与凡间还有沟通的时候 早就下达指令 剿灭魔门了 这个时候 周扬开口了 他听了众人忽然说出的这么多密文 也算是了解了一些情况 周扬说道 难怪 忠玉和东玉 多数都是正道大宗门和圣地 竟然会允许那么少的魔门 存在那么多年 即便魔门一些宗门 拥有先气镇压抵运 真打起来的话 魔门根本扛不住那么多正道宗门的围攻 那么 诸位前辈 希尔纳大祭司所说的天魔封印 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还有天魔被封印在凡间 这倒不是 凡间还无法封印真正的天魔 天魔呀 那可是真正仙级的存在 最低级的天魔 都是天仙等级 那是真正的仙级强者 哪里是普通仙气能够封印的 药王谷的老罗叹息道 我们所在的凡间 曾经也辉煌过 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数万年前 我们凡间也是拥有真龙凤凰等神兽存在的 甚至连真仙都偶然露面过 为什么从数万年前到现在 这些远古时期的强大存在都不见了 为何 一个来自帝都的金丹修士 急躁地问道 因为 数万年前 我们所在的世界 发生了一件大事 域外天魔入侵 那是一场浩大的毁灭性的战争 差点我们世界就成了无尽魔狱之一了 老罗叹道 无尽魔狱 那是域外天魔们 清晰无穷多的大宇宙世界后 将其攻打下来的世界 都融入了自身所在的魔狱之后 所形成的世界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无尽的岁月里 那些最低实力 都是天仙等级的天魔们 每时每刻都在攻打其他世界 每次攻打下来 都会将其世界融入其本身所在的魔狱 如此无尽岁月下来 其魔狱又是如何的宽广无限 死 闻言 众人无不大息 一口凉气 要不要这么恐怖啊 周扬的脸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修仙界的上界是仙界没错 但是仙界还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敌人 域外天魔 无尽魔狱 无穷岁月以来 侵略无尽大宇宙的蝗虫般的存在 最主要的是 域外天魔当中 最差都是天仙级别的存在 即使是现在的周扬 也达不到天仙等级的实力啊 他现在最多是炼虚大能战力 哪里能够和天仙等级的存在战斗 这就如同一盆冷水 忽然浇在了 原本还有些沾沾自喜的周扬头上 原来 自己并不如自己所想的那般无敌啊 可却也让他忽然燃起了斗志 原来 世间还有如此强大的敌人 想到邪魂灯的气灵 那浩瀚强大 如天地之灵般的恐怖魔影 这 还仅仅只是一头天魔的神魂魔影而已 就如此强大 能够作为被炼化的仙气气灵而存在 那么 真正的天魔又是如何强大呢 周扬对此 非常感兴趣 那么罗老 这天魔到底是怎么回事 歇尔纳大祭司 你所说的海底封印 又是什么情况 难道那域外天魔 要降临我们所在的凡间了不成 周扬问道 第182章 仙界与域外天魔的战争 前往海眼大阵 海底封印 是数万年前遗留下来的 那些天魔都是仙级的存在 很难杀死 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魔将级别存在 即便是仙气 都无法彻底杀死这种等级的天魔魔将 于是只能以仙气为阵眼 布置大阵 将其镇压封印 罗老沉声道 歇尔纳所说的 正是海底的一处海眼封印所在 歇尔纳 那处封印 还能支撑多久 听到罗老的询问 歇尔纳宁重道 虎沙一族传来的消息说 那处封印 最多只能再支撑一年时间了 原本不应该的呀 不知为何这封印忽然就开始颤动 其裂痕突然间就扩大了 那封印中的三头天魔魔将 以及数百仙级天魔 若是真的逃了出来 整个修仙界都将毁于一旦 三头魔将和数百天魔 众人文言 全都骇然无比 魔将 那起码 也得是仙界悬仙级别存在 是实力远超普通仙人的强大战力 属于近乎于不死不灭的恐怖存在了 布说这三头魔将 就说 那数百普通天魔 也不是此界修仙者们能抵挡的呀 那可是每一个都相当于天仙级别的天魔呀 即便被封印数万年 其实力肯定有所下降 可天魔本身就比同级仙人要强大很多 突破封印之后 那也不是凡间炼虚大能能比的 最少得有杜结大后期的大能才能挡住 可天魔数量庞大 有数百之多 凡间修仙界 有数百杜结大后期大能吗 绝对没有 炼虚大能的数量都没这么多 何况是杜结大后期的大佬呢 还能坚持一年吗 周扬闻言却忽然心中一定 他还以为现在就要突破封印了 若真如此 他还真没什么办法 那可是三头魔将和数百天魔 即便周扬再如何逆天 也无法对抗这么多恐怖战力的敌人 是的 一年 我们应该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谢尔纳叹息道 那用来封印海眼阵法的仙器 还是当初真龙异族的龙王留下的 被称之为定海御柱 可以聚集整个海洋的力量 稳固封印 封死海眼 让其中的三魔将和数百天魔 无法脱身而出 可没想到 数万年时间过去 这封印竟然松动了 我感觉 这其中定有蹊跷 罗老头有些皱眉道 我要往古的古籍上记载了 那位龙王 可是来自仙界北海的龙王 修为境界为金仙级别 即便是在仙界 那也是属于高端战力存在了 否则也无法带领龙族 占据仙域北海 号称龙王了 除了大罗境的龙皇之外 仙界七海龙王 哪一个不是存活了数百万 甚至千万年的古老存在 他留下的仙器 不可能这般脆弱 才数万年就被天魔破除封印 这绝无可能性 这 希尔纳顿了顿 转头看向了旁边 那一项孤傲高冷 少言寡语的银发少女 银灵 那位龙王说起来 也算是北域冰龙一族的老祖了 你对他留下的这件仙器 有了解吗 怎么会忽然就封印不稳了 而且 因为冰龙一族 与当初北海龙王的关系 你对当初的那场战斗 应该了解更多吧 我海皇殿更多的职责 也只是看守封印而已 双寒之一老祖 的确是仙界这位北海龙王的 第28世孙 当初老祖下来凡间 就是因为仙界有大能算到了 此界将会被天魔清洗 他亲自带领冰龙一族的 数十位龙族下界 应对天魔清洗 当然 仙界其他顶尖大宗门 也派遣了不少仙人下凡之援 否则 凡间绝对无法对抗 如此庞大的天魔大军 要知道 此刻封印的这些天魔 仅仅是当初清洗此界的 天魔大军的一部分而已 更多的或死或逃 或前往天外战斗去了 具体如何 却是不太清楚的 银铃沉声道 说回那件定海玉柱 此仙器乃是仙界 北海龙王亲自炼制的仙器 属于顶尖仙器行列 几乎接近了传说中的 仙王之器 属于半步王器的行列了 仙王之器 那是属于大罗境 才有资格使用的仙器 整个仙界都没多少 大罗境的仙人 此等境界的大罗仙人 都是那八位横骨长存的 帝君麾下的顶尖战力 可以想象 这封印以半步王器 作为阵眼来镇压 绝对万无一失 那现在这情况 又是为何 罗老头皱眉问道 他搞不懂仙界的仙器 等级划分如何 但可以想象 这半步王器的定海玉柱 肯定不凡 可这么不凡的顶尖仙器 竟然连这么一点 天魔都无法封住吗 按道理来说 别说几万年了 就算是封印 个数百万年都没问题吧 还有一个疑问 既然是那位龙王亲自出手 惊仙境界的龙王啊 还杀不死几头魔将 和数百天魔 开什么玩笑 这还用得着封印 可事实就是 以如此强大的仙器 将天魔封印在了 深海海眼大阵中 也不知道当时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年的战争非常浩大 银林看了一眼众人道 当初的主战场 可不是在地面上 而是星空当中 那里才是主战场 魔皇亲自带队的大军 坐下不知道 有多少魔将和魔王呢 魔将是玄仙境 魔王则是金仙境 至于魔皇 和龙皇同级 那是大罗境的至强者 哗 这天魔如此强大 太可怕了 是啊 这可如何是好 这天魔清晰万界 谁能挡得住啊 仙界都挡不住他们吧 银林再次开口 说出了一些仙界的密文 仙界最强者 为八位亘古存在的帝君 而域外天魔 当然也有同级存在 被称之为魔帝 域外天魔 一共拥有九大魔帝 这等至高强者的数量 是比仙界多一位的 不要小看这一个 至强者的差距 实际上正因此 仙界对抗域外天魔的 亿万年战争中 很少占据过上风 一直以来的做法 都是以防守为主 就如数万年前 我们修仙界对抗天魔一般 这里 我们所在的修仙界 只是主战场的边缘地区 在遥远的星空中 魔皇和龙皇战斗 一众仙人和无数天魔战斗 银林叹了口气 可是在战斗过程中 一位魔王带着小谷天魔 从后方偷袭了修仙界 我兵龙老祖带队返回救援 与那位魔王同归于尽了 他手中拿着的 正是龙王赐予的定海御柱 所以 剩余的龙族们 无法彻底消灭天魔 只能以老祖遗留下来的仙器 将之封印 至于龙王他们的大部队 依然在星空中战斗 战争结束之后 又急于支援其他战场 于是 也就没能及时处理封印中的 这些天魔了 原来如此 众人恍然点头 随后苦涩道 原来这海远封印大阵中的 这些天魔 仅仅是曾经偷袭 我们修仙界的小谷部队 其中最强大的魔王 还被兵龙老祖 拖着同归于尽了 否则 我等修仙界 估计已经不存在了 嗯 应该是已经成为魔狱的一部分了 可以想象 当初的那场战斗 是多么的惨烈了 要知道 我们修仙界 可还不是主战场吗 难以想象的是 主战场会是何等的恐怖啊 是啊 太恐怖了 那么 这封印中即将脱困的天魔 我们如何对待 众人面面相去 有些挠头 我去深海看看吧 说不定能想出办法来加固封印 银龄开口说道 不过 大家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银龄实力微弱 仅练须中期而已 那定海玉柱 可是半不亡气的存在 即便有办法加固 以我的法力 估计也用不了这件仙气 再退一步来说 即便能够使用这仙气 王级的仙气动用一次 耗费的 可不是凡间的极品灵石 而是要使用仙石才行 仙石 那可是仙界的灵石 凡间哪里会有 还是先看看情况再说吧 我们在这里胡乱猜测 也是无用 对 我等一起过去 我去传信给中域和东域圣地的大能们 这样的大事 必须整个修仙界的强者 共同参与才行 对对 就用灵网传信 这东西 速度的确快 还能立刻让他们传送过来 这灵网的确方便 走 希尔纳大祭司 麻烦你定位一下海皇殿的坐标 让那边开放一下传送权限 没问题 走 现在就去 第183章 深海封印 定海宇宙 深海 一直以来在修仙界的常识之中 深海都是海洋妖族的地盘 没有任何其他势力 有能力插手 即便是同为妖族的地面 以及天空妖族 也无能为力 在海洋当中 因为环境的原因 其他各族都无法与海洋妖族相比 海洋妖族的种类 也非常繁多 比较出名的 就有海蛇族 鲨鱼族 乌贼族 鲸鱼族 骑鱼族等等 甚至就算是同一族群 也会细分出不同的种类 而希尔纳所在的族群 则是来自于虎金一族 虎金族和海豚族 一直以来都是海洋妖族中的智慧族群 就如同地面妖族中的胡族类似 历来掌控着海洋妖族的权柄 自然也掌握了大量资源 常年诞生大量的强者 海皇殿大祭司的权力 也在两族之间流转 当周扬以及众多来自中玉和东玉的大能 还有清理以及银铃等大妖到来 在虎金大妖的带领下 直达海眼封印处 这个时候 各族强者之间也已经没有了敌视和对立 有着天魔大敌的情况下 没人还会相互敌视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天魔的问题 这一次 通过凌网的快速传讯和传送 中玉来了几个圣地的炼须大能 东玉同样如此 甚至就连西玉都来了一位大和尚 咕噜噜 一阵阵水炮从深海的海床上浮出 翻滚着飘向水面 众人身形快速地在深海海水中前进着 即便海底压力巨大 可是对于众人来说着都不算什么 就算是周扬 在如此压力环境下 也没有任何影响 他现在已经是化神大修士了 区区压力 当然不会阻碍他的前进 也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再说了 他可是拥有着真龙异族的天赋神通 祖龙之躯的 龙族那可是天生的妖族至尊 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 又或者是天空 龙族都能够适应 这是唯一一个海陆空三位一体全能的强大族群 是天生的王者 由此神通再深 更让周扬不惧所谓的深海压力了 过了一小会 众人终于来到了一处平坛的海底平原 身形处于距离海床数千米的上空处 低头朝着海底平原看去 只见这处海底平原面积庞大 有上百平方公里之大 其中心处 有着一根高达仅万米 粗达数百米的洁白玉柱 矗立在平原中心 玉柱之下 一道道散发着幽光的沟壳纹路遍布整个平原 这 就是天魔封印 的确有魔气一散 老夫能够感受到周遭海水中充斥的丝丝魔气 一个头戴与官 身披锦衣狭袍的中年道人淡然说道 此人是来自东玉的顶尖圣地的圣主 一位恋须巅峰大圆满的大能 这处封印 历经数万年无恙 现在却出了问题 一个身穿白色衣裙的温和女子 开口说道 有海族镇守此地那么多年 想来并不可能是外界造成的原因 这可是龙王炼制的仙气布置的封印 外力想要破坏 不知道会弄出多大动静 所以我猜测 封印的问题出在镇法内部 此女来自中玉的一个顶尖宗门 为宗门的太上长老 实力还要比刚才东玉的那位圣主更强 镇女子是一位杜杰期的顶尖大能 凡间最强大的境界存在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等镇法 即便是顶尖的镇法宗师 也无法理解的吧 诸位宗门当中如果有顶尖的镇法宗师 还是让其过来查看一下吧 希尔纳接话说道 我妖族对镇法一道向来若是 远不如人族研究的深入 所以 诸位人族道友 还请重视此事为好 此乃是观整个修仙界生死存亡之大事 我等人族修士 自然不会视而不见 一位莽袍老者郑重开口 诸位 此事事关重大 还需要诸位一同出力 玄老言重了 事关天魔之事 我等自然会重视 女度节气的女子 似乎对老者非常敬忠 文言点了点头后 就开始给宗门传信 让宗门中派遣镇法大师过来 玄老 这镇法乃是当年的龙族部下 实用的也是来自龙王的仙气 如今我们通行至此的 也有着龙族后裔 来自北域双寒之翼的冰龙公主 迎灵道友在此 不如问问她的想法如何 一个青年男子 朝着玄老行礼后说道 这位男子 是来自中域的一个圣地的圣子 别看只是圣子不是圣主 可他的实力 却也达到了炼虚初期了 年龄却仅仅还不到两千岁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修行速度了 嗯 迎灵道友 还请查看一下 如果能确定下来 问题出在哪里的话 等会诸位阵法宗师到了 也好着手修复阵法 玄老点了点头后 朝着人群里的迎灵说道 好的玄老 小女子就去看看 还请诸位为我压阵 毕竟 这是封印天魔的阵法 迎灵政策说道 她也怕万一阵法已经出问题了 天魔就在等待这个时候 忽然暴起而出呢 放心 老夫好歹也是度了八节的修士 这天魔被封印数万年 即便忽然跑出来了 老夫手持仙气 也能挡下不少 玄老 度节七八节修士 只差一节便可飞升 这是一位真正的 最近接仙人境界的大老 一位来自忠誉的圣地太上长老 实力可以说是众人当中最强级别 或者说是整个修仙界最强者之一 如此境界的强者 手持仙气之下 对付十个八个封印了数万年的天魔 那真的不算吹牛 即便的硬钢一头魔僵 也是有可能的 银灵转头看了周扬和清丽一眼 然后转身朝着阵法处飞去 方向正是那根巨大的玉柱所在 周扬见此 想了想 还是给银灵发了个消息 如果遇到危险 记得开启绝对防御的护照 我给你开放了最大权限 谢谢 一会之后 银灵回了两个字过来 第184章 银灵画龙 封印情况 在众人的关注下 银灵抵达了玉柱所在位置 悬浮在半空海水中 目光投向了前方的玉柱 银灵轻贺一声 庞大无比的妖力 轰然释放而出 作为一个炼虚境大妖 且还是 身具冰龙血脉的真龙后裔 其冰龙老祖 还是炼至眼前定海玉柱的龙王子孙 所以 凭借血脉上的联系 即便不是这玉柱先弃的主人 银灵也勉强与玉柱产生了一丝丝联系 这一丝联系作用 虽然并不大 远远无法让他彻底掌控着定海玉柱 却已经足以让他通过这次联系 来判断封印大阵的情况了 银灵缓缓闭眼 神念缠绕在了玉柱之上 不断探索着玉柱内的情况 甚至 神念还探向了定海玉柱下方 那庞大的封印所在 仅仅靠近了封印 银灵就面色大变 封印中那可怕到极点的魔器和魔威 狠狠地震慑着他的神念 甚至顺着神念 对他的神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哄 一声不可闻的无声巨鸣 在石海中响起 银灵口中不自禁地发出一声龙银 身形一动 已经化作了一条 长达上千米的纤细神龙 浑身散发着森寒之气 在海水中游动 不好 众人当中 玄老沉声道 银灵被魔威震慑了石海 不得不化出龙躯抵抗 看来这封印破损的程度 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 玄老 银灵不会有事吧 希尔纳担忧道 银灵可不能出事 清理冷然说道 我去助他 清理身形一晃 已经出现在了白色冰龙一侧 想要出手协助银灵 对抗魔威侵袭 不用出手 清理 我没事 银灵龙头掉转 那一个银白色的龙铜 看了清理一眼道 周扬已经将绝对防御的权限 授权给我最大权限了 不用担心我的安危 这点魔威我还扛得住 如果实在扛不住的话 我会动用灵网的护断能力 而且你别忘了 我也是带着仙气来的 只要天魔还没真正从封印中出来 这些家伙还无法威胁到我 你小心一些 我就再次为你守护 清理文言也放下了心来 随后也不退回众人处 而是稍退了数百米 就在近处守着 银灵剑子也不多话 他当才实际上 也算是有意试探了一下 封印内部的情况 只有引动封印内的冲击 才会引起封印的反击 从这反击当中 可以看出封印的强度 以及破损情况 同时 他也没有开启绝对防御的护盾 开了之后 天魔剑子 估计都懒得 也就试探不出封印的具体情况了 还好 就如同他自己说的话一样 隔着封印 即便是魔将出手 也无法秒杀自己这样境界的炼虚大能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 由自己带来的仙气 以及凌网护盾作为后手 引领也不会怕了 对方就是 我再查看一下 刚才魔剑魔尾的冲击 引起了封印的反击 我好像看到了好几处不同程度的破损 引领说着 已经在此探出了神念 他的死海中 经过刚才的动荡 并没有遭受毁灭性打击 一个琉璃一般晶莹剔透的龙珠 在他的死海内起伏不定 这并不是他自己的龙珠 而是冰龙老祖留下的龙珠 一头如此强大的冰龙 即便是引爆全身力量 与敌人同归于尽 也留下了最坚韧的龙珠 被冰龙一族传承了下来 甚至以本族秘法 炼制成了一个传承仙气 比之普通仙气 要更适合冰龙一族 由此龙珠镇压死海 区区磨威 并没有遭受封印的破损处 前往了封印内部 四通八达的阵法纹路 在银龙的脑海中浮现 这就是封印内部的模样 或者说是封印本身的模样 再往下的话 就会透过封印层 直达封印那圈 那里正是天魔们所在之地 一处两处 十七处 二十八处 银龙面色渐渐难看了起来 竟然一共有三十五处破损了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以定海玉珠为阵眼的 封印阵法啊 以银龙查看到的情况 这庞大的阵法 以定海玉珠为阵眼部下的大阵 一共有108个阵机基点 此刻竟然被他发现了 三十五处阵机破损了 这基本上可以说 三分之一的阵机没用了 一旦破损到一半 封印阵法将彻底无用 而且 以封印内的天魔实力来说 根本不用等到破损一半 在三头魔将带领下 最多在破损五个阵机 就能从内部付出一定代价后 强行破阵 毕竟那可是三头魔将 是悬先级别强者 所以 现在银灵就需要搞清楚 除了这三十五处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破损处 刚才已经查看过一遍 为了防止错漏 他又查了一遍 终于彻底确定 的确是三十五处破损 银灵估计 最多不到一年的时间 魔气就能侵蚀到四十处 也就是说 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处封印大阵 将会彻底破损 银灵睁开双眼 龙身一动 缩小化作了人形 随后朝着清理点了点头 两人离开定海玉珠处 返回了众人所在 具体情况就是这样 最多一年时间 破损的阵机 将会达到四十处 到时候 封印中的天魔 就可以付出一定代价后 破风而出 银灵将自己探查到的情况 以及自己对封印的了解 告诉了众人 随后就退至一旁 接下来的事情 基本上就不是他一个人能处理的了 他可以通过血脉联系 沟通定海玉珠 查看封印情况 但却没有本事 修复封印阵法的 只能依靠那些阵法大师才行 并且 现在的凡间阵法大师 能够修复这种 等级的封印阵法 还不一定呢 即便可以 也不知道要花费多久的时间 一年时间 太难了 众人沉默了一回 最后还是玄老出来说话了 我们都已经通知了宗门总部 诸多阵法大师收到消息之后 会第一时间赶来 不管如何 即便是最坏的打算 也可以让我们 有一年的准备时间 说着 玄老环是一周 看了众人一眼之后 继续道 如果诸多阵法大师 能够修复阵法 那当然是最好了 若不能 那我等宗门和圣地 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一年之后 战天魔 战天魔 多么沉重的一句话 众人全都面面相去 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难掩的巨色 而众人当中 周扬则是深吸口气 他目光转向了定海玉柱 随后看向了下方的封印阵法 战天魔吗 一年的时间 我能从一年前的炼气劲 修炼到现在的化神 不知道一年之后 我能否达到杜劫 第185章 天魔之灾 仇备应战 一年的时间 对于其他任何修仙者而言 即便是同为先灵根的下书和周韵 也无法冲到杜劫期 不过对周扬来说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距离深海之行 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周扬返回了青木城周家 其他人也都各自返回 人在不在深海 倒是无所谓 各大宗门派遣的镇法宗师 在深海中研究镇法 想要研究出加固和修复镇法的方法来 不过暂时来说还没头绪 对于他们来说 这道镇法太过深奥了 远不是短时间可以研究透的东西 各大顶尖宗门和圣地的大佬们见词 也就没有再继续围绕修复镇法来做准备 而是做好了一年后 面对天魔之战的准备 有凌网通讯在 众人也不怕天魔忽然从镇法跑出来 镇法周围有各大宗门派遣的人员看守 有镇法宗师在 还有海皇殿的大能镇守呢 不仅仅中域和东域这些繁华之地在做准备 北域和西域同样不例外 还有海外修仙者们也都在积极地做着准备 这是天魔之战 涉及到整个修仙界的安危 除非是哪些原因以下的修士 因为修为太低 而无法参与到这样的大战中来 不过低阶修士们也在为战争做着后勤准备 到时候真打起来 炼虚和杜劫大能打头阵 化神和原因修士助阵即可 而金丹级以下的修士 则负责对世间繁俗之地进行管控 因为一旦大战开启 光是战斗的渔波就有可能毁灭一大片世俗国度 参考仙气启动时候的威能 天魔等同于天仙 随手一击就差不多等于仙气一击的威能 那恐怖的威力 即便是渔波也不是凡俗可以抵挡的 所以金丹级以下的修士们 就负责在各大人口密集的国度或者城池镇守 连同一些镇法大师们 在人口众多的区域布置镇法防备渔波 这其中 凌网的出现 让这些低阶修士们有了用武之地 周扬直接通过凌网发布任务 根据繁俗各大区域和国度进行划分 推出了各种等级不同的助手任务 让修士们以自身为节点 化作绝对防御的阵机 到时候抵挡渔波的时候 可以依靠绝对防护的护盾进行抵挡 有这一功能在 基本上 人口众多的地方 绝对不会造成繁俗之人的重大伤亡了 可以说 即便这一场战争过后 周扬需要因此耗费数百万几品零食 但至少有数万亿的繁俗之人 将因此免于死亡苦痛 若是其他修士 即便是各大圣地和顶尖宗门联手 那也万万拿不出这等数量的极品零食 更别说 也没有功能强大的凌网沟通仙器 使用这能够无敌的绝对防御护盾 周扬无所谓 他已经直接将自身储备的一亿极品零食 全部投入进了阵魂珠之内 完全足够应对一切战斗了 而与此同时 返回青木城之后的周扬 这几个月 也不仅仅是在忙这个 他先是通过灵魂的家族板块 发布了个等级奖励 没那时间去 慢慢发布任务给族人了 直接发奖励 将龙灵草 龙血果 以及其他各种灵药灵果 全部发放给了族人 有一个算一个 每个人都有丰厚无比的奖励 除此之外 灵魂的另一个功能 也在家族范围内全部开启 那就是距灵阵法 加速族人的修行速度 先灵根 所需的龙血果 也通过任务系统获得后 直接通过系统进行增幅 完成增幅之后 再通过奖励系统发放下去 家里的祖老们 全部成了先灵根 输败 堂哥堂姐 周雪和母亲刘宛如 夏家的一些关系近的人 夏清玄不提 是自己未婚妻肯定有份 夏清兰也一样 就连夏清明都成了先灵根 此外 这等时刻 周扬也没再想得避走自真了 李家的李长风 未来唐嫂李 凤仙等人 全部吃了增幅后的龙血果 成就了先灵根 刘家的刘倩表姐同样如此 姑姑周兰欣也有一份 姑父马 他老人家只得了一份普通龙血果 改善了一下灵根 这让他心中又犯起了悔恨之意 周家此前选择出来的那些凡人修仙者 待遇也不比其他修仙者差 个个都有先灵根 个个都有各种极品灵药灵果 每一个人甚至都有全套的灵气 甚至就连法宝都给备好了 家族每一个人 只要修为道的原因 都有法宝赠送 金丹修士 全套灵气奖励 这待遇 已经远超忠欣的顶尖圣地了 这就是周扬在这两个月内所做的事情 至于你问那么多法宝和弹药 各种灵气怎么来的 废话 现在有灵网在 全修仙界都相当于联合在一起了 周家灵石无数 要灵逆天的灵草灵药无数 直接对忠欣和东欣的大宗门发布任务 就可以做到 还有一件事 周扬还记得自己和妖圣公的约定 他也不打算等以后了 这修仙界都快到了紧急关头了 哪里还有时间等下去啊 青莉和绿罗 还有希尔纳以及迎灵 周扬感觉到 这四位妖族的顶尖美女 对自己还是有点一丝的 与其如此 自己不如主动一点 所以 周扬直接给了四人一份大礼 直接让四人成为了仙灵根 外加每人送了一千万极品灵石 外加一万枚仙石 极品灵石和仙石哪里来的 一亿极品灵石不是储备进镇魂珠了吗 废话 妖圣公占据的地盘上 有两座灵石矿脉到了周扬手中 一座微型极品灵石矿脉 一座大型中品灵石矿脉 那微型极品灵石矿脉 有大概十万枚左右 直接万倍质量增幅 获得十万枚仙石 那大型中品灵石矿脉 直接数量增幅 获得了数百亿枚极品灵石 数百亿啊 够随便祸祸几百年都用不完啊 周扬现在真的是富道流油 都无法形容 太富有了怎么办 这修仙界又要迎来天魔大战 若打输了 一切凉凉 那还不如趁早撒出去 增强修仙界的实力 同时也增强周扬和周家的影响力 于是 震惊修仙界的事情发生了 第186章 周扬撒钱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首先 周扬手中的极品灵石数量 有三百亿左右 他直接拿出了一百亿出来 相当于原先储备在镇魂珠的极品灵石数量了 可即使如此 也仅仅是三分之一而已 这一百亿极品灵石 直接通过兑换渠道 转化成上品灵石和中品灵石 以及数量最多的下品灵石 这是在给各大顶尖宗门和圣地送福利 普通修仙者 基本上用不到极品灵石 都是大宗门在使用 这一波就是一百亿枚极品灵石 这恐怖的数量砸下来 就算是整个修仙界都接不住 还好的是 各大宗门也不知道到底能兑换多少 或者说 周扬没有给出具体额度 只是开通了所有修士的兑换权限 以八折的折扣给出兑换权限 也就是说 原本一百亿上品灵石 兑换一枚极品灵石 在修仙界 还没多少人愿意拿出来兑换呢 但是现在呢 直接以八十枚上品灵石 就可以兑换到一枚极品灵石了 更别说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到了和天魔大战的时刻 这个紧要关头 原本极品灵石的价格 是在大幅度暴涨的 中狱和冬狱前两天 还爆出有圣地喊话 以一百五十枚上品灵石 兑换一枚极品灵石 结果也没太多人愿意兑换呢 结果现在 灵网却给所有势力 甚至所有人都开通了兑换权限 这一瞬间 极品灵石架格暴跌 几乎是以一种断崖式的暴跌出现 当然 因为临近战争 极品灵石作用巨大 不管是用于当作仙气的驱动能源 还是用来当作山门守护阵法的能源 都是无法替代的 于是 无数修士开始了疯狂兑换 只一天过去 一百亿枚极品灵石 就被各大宗门 和无数的大小势力 兑换掉了五千万枚 别看只有五千万枚 这可是极品灵石啊 仙气一次攻击 也才上万枚左右 相当于一天兑换掉了 五千次左右的仙气使用次数 一个圣地 能储备十几万极品灵石 都顶天了 这么多大势力和修士 一天之内 兑换掉五千万枚极品灵石 也不奇怪 那些个手中原本有着极品灵石 准备代价而沽的修士 真的是肠子都毁清了 无奈之下 只能跟着抛售极品灵石 血亏也比烂在自己手里强啊 普通修士和小势力 在抛售极品灵石 欢乐地赚取他们 合适使用的上品灵石和中品灵石 而大宗门和圣地 则是欢天喜地 获得了大量极品灵石 拥有了应对未来战争的底气 这也是周扬放出 这一批百亿极品灵石的目的 他也不希望修仙界凉凉啊 第一天五千万极品灵石被兑换完 第二天兑换的数额 竟然再次增长了不少 达到了八千万 显然第一天 有不少大势力还在观望 第二天才出手兑换极品灵石 而让各大圣地 和顶尖宗门疑惑的是 似乎妖族三大势力 竟然没加入到 抢购极品灵石的浪潮当中 难道妖族储备的极品灵石 真的那么多吗 他们显然不知道 妖族三大势力 早就从周扬手中 得到了上千万极品灵石不说 还有一万枚仙石呢 那仙石的价值更是可怕 一枚仙石 就价值一万枚极品灵石了 相当于三大妖族势力 每一家都有了 一千万极品灵石 和价值一亿极品灵石的仙石 根本不用担心 灵石和仙石不够用 随便用都用不掉啊 四位妖族女子 有周扬授权的绝对防御护照在 也不用担心 在天魔之战中会死亡 天魔再强 也无法攻破 地气提供的绝对防御 镇魂珠内 可有着百亿极品灵石 和大量仙石 作为储备能源 给那群天魔打一百年 都打不破呀 当然 这只能保证自身不死 可无法阻挡天魔 毁灭修仙剑 所以 周扬准备在这波 撒钱活动结束后 就开始继续自己的修行 他经过两个月的修炼 已经从化神初期 冲到了化神后期 等会就准备冲击炼虚了 他要试试看 能不能在接下来的十个月内 冲到杜劫期 只要他能到杜劫期 那么就有底气面对天魔了 不 甚至是有底气 和魔将一较高低 我倒要试试看 能否以凡俗修士之身 逆战先人及强者 天魔 哼 即便是魔将 也展展看 周扬张开双眼 轻哼了一声 随后再次将目光 投向面前漂浮的阵魂珠 直接沟通地气气灵 气灵 这几天的时间 极品零食的兑换怎么样了 主人 您修行的这几天 一百亿枚用于兑换的极品零食 已经被兑换掉二十亿了 目前兑换速度 已经大大降低 几乎只有一天几万枚左右 区区二十亿 周扬皱了皱眉 二十亿极品零食 就掏空了各大顶尖势力的零食储备吗 其实也不意外 这可是极品零食 仔细算算吧 一枚极品零食 就是一百万夏品零食 那么二十亿 就是两千万亿的夏品零食 以现在修仙界资源匮乏的程度 绝对是已经足以掏空各大顶尖势力了 剩余的大量低阶零食 都在普通修士和小势力的手中 大势力手中 是真的一点低阶零食都没有了啊 二十亿 可以了 不过还剩下八十亿极品零食怎么办啊 不洒出去 到时候数百天魔肆掠 普通修士 即便有绝对防御 能护住不少地方 但是整个世界那么大 不知道要毁掉多少地方呢 到时候环境毁坏 各种灵药灵草都长不了 以后周家发展 也会受到影响 周扬想着 随后看向镇魂珠 再次通过镇魂珠进入灵网 看向了自己的灵网账号 周扬想了想 直接了当道 首先 给周家所有族人 按照修为发放零食 这镇魂珠的系统账号里 可是因为各大势力兑换极品零食 而多出了2000万亿的低阶零食 必须要用出去 这种低阶零食 用来当作储备能源 可太浪费了 作用不大 主人 如何分配 气灵问道 所有周家修士 炼器修士 每个人发放100枚极品零食 外加一个亿的低阶零食 低阶零食 也按照上中下三个等级平均发放 明白 气灵说完 就开始动作 与此同时 周家所有族人 都收到了灵网的气灵提示 您的账号到账两亿零食 请注意查收 零食发放者为 灵网之主周扬 通过灵网气灵系统账号发放 所有周家族人惊了 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 这可是两亿零食啊 仔细一看 还不仅仅是两亿那么简单 其中有原先价值一亿的 100枚几品零食 还有各等级价值一亿的 上品中品和下品零食 随便他们使用 这可是直接发放啊 可以说 现在周家每一个修士 都成了亿万富翁 堪比圣地的长老 不 比长老还有钱了 周家修为高的 获得的低阶零食中的 上品零食就多一点 炼器和助击的 则得到的中品零食 和下品零食多一点 这是周扬吩咐的分配方式 但总数是一样的 周家修士欢天喜地的雀跃欢呼着 有些人也在给周扬发来感激信息 对了 周扬忽然开口道 给下家 除了下青云之外的所有下家人 每一个人 发放价值一个亿的低阶零食 嗯 外家每个人十颗极品零食吧 明白 气铃开始发放零食 随后 身处重建后的帝都中的下家人 甚至是下青玄的老爹夏振风 都收到了这份大礼 至于下青玄和下青蓝 开玩笑 那是自己未来未婚妻 直接按照周家本家修士的待遇来的 这份大礼 可是惊待了下家人 这是多么大的手笔啊 下家修士的数量 可比周家多多了 所以 最终发出去的数量 虽然没有周家本家的多 但也快差不多达到三分之一了 下家人也在给周扬发着感谢信息 不过周扬 现在可没时间去回复 李家 按照周家的额度 发放零食 周扬继续道 明白 随后 李家也被这忽如其来的大礼惊呆了 随后纷纷如同下家一般 发来感谢信息 周扬没理会 而是继续操作 这波撒币行为 估计会惊呆整个修仙界 不过无所谓了 有钱任性 太有钱了 没地方花 就很难受 两千万亿的低阶零食 仅仅就相当于二十亿的极品零食而已 花不完 根本就花不完 看着还剩余的超大量零食 周扬有些头疼 别说百亿零食那部分了 就连两千万亿低阶零食那边 都还只花出去 零头都不到 周扬无语挠头 你嘛 根本花不完啊 怎么办 怎么操作 第187章 万万亿零食 买光修仙剑 周扬无奈的一边想着办法 一边浏览着凌网 偶尔点进一些修饰发布的有据帖子 大手一挥就打赏一百万零食 这些被打赏的修饰 一听到这样的打赏提示 顿时惊呆了 再一看 原来是这位凌网之主啊 那没事了 哈哈 赚大了 周扬不停浏览着凌网 神殿操控之下 打赏被不断发出去 额度开始从最开始的一百万 朝着一千万冲去 终于 他看到了一个终于顶级宗门百花宗的圣女 发布的一个跳舞影像后 欣赏了一会之后 打赏了一个亿的零食出去 彻底引爆了论坛的无数修饰 疯了吧 这周家主是彻底疯了 竟然忽然打赏了那么多人 关键是 每次打赏 都没有低于一百万零食的 这次更夸张 一下子打赏了一个亿的零食啊 这可是相当于一百枚几品零食了 都 是啊 即便现在几品零食的价格下跌了不少 可几品零食的作用在那摆着 以后价格肯定会涨起来的 不过 你们说这位周家主是怎么了呀 为何忽然发疯一样的打赏 不知道 不明白 管他呢 我也发个帖子试试看 一个尖嘴猴腮的青年修饰 嘿嘿一笑 就要发帖子 他旁边的是同门师兄 身形胖乎乎的青年 却笑着摇头道 这位周家主打赏的 多数都是有些特殊能力的修饰 或者是留影了漂亮景色的 还有百花宗圣女 这样跳出美丽舞蹈的 你 你能发什么影像 让周家主关注到啊 嘿嘿试试看呗 反正事实又不要钱 万一呢 万一周家主忽然点进我帖子的影像来呢 猥琐青年不管他 直接随便发了一个 拍摄自己猥琐大笑的影像 上传到了论坛上 此刻也不仅是他在这么做 因为周扬的 这波无脑打赏 无数修饰都在疯狂发帖 那帖子发布的速度 简直跟下雨一样多 周扬看到这一幕 也是乐了 不过 让他一个一个去点 也是不可能的 气灵 抽取论坛区内 一个小时内到十分钟之后 发布的所有帖子 每个账户不要重复 都给发过去一百万零食 周扬直接大手一挥说道 明白 指令执行中 气灵领会周扬的意思后 首先将截止 目前为止的发帖者的 所有账户统计了起来 一共有485万人之多 重复发帖的不断 9成9都是练器 和筑基金单修饰为主 原因化身的也有 但是不多 于是 瞬间之后 所有论坛区 一个小时内发过信息的修饰 全都收到账户提示 入账一百万零食 这一幕 惊呆了所有人 这 还真行 胖乎乎的同门师兄 更是目瞪狗呆地 看着一旁惊喜到跳起来十几米高的师弟 这 这还真行 不是 这 这周家主是真疯了不成 眼前自己这师弟发的那个鬼啸的影像 有啥好看的 还给打赏一百万零食 简直逆天 哈哈 师兄 快啊 师兄你也发啊 现在去叫其他师兄弟和师姐妹们也来 猥琐青年 赶紧招呼了一声胖师兄 然后专心低头发送信息 给同门师兄弟们了 胖师兄见此 也深吸口气 随后眼珠子一转 一百万零食啊 这是多大一笔逆天财富 这是他一个小小 练气后期修饰 能拥有的财富吗 而眼前是真的有机会啊 连自己眼前这练气中期的师弟都拿到了 自己比他修为更好 凭什么拿不到啊 周家主保佑 一定要选我啊 胖师兄也拍了个自己的自拍影像 上传在了论坛 可是他并没有瞬间收到账户到账提示 因为气灵按照周扬的指令 在发出第一波打赏之后 十分钟之后 才会再截止发放一波 于是乎 这次数百万人的大规模零食大放送 被所有修士们传了出去 各自都在通知熟人 其实也不用特意传信 这公共论坛这么热闹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怎么能不知道呢 只有周家的修士们 在其中并不感到羡慕 虽然不知道自家家主 为何发疯一样到处撒钱 但是他们自己也是受益者啊 得到的 还是这些人的几百倍还多呢 周扬此刻也在计算 485万人 每人100万零食 这一共也就只价值 485万枚极品零食而已 还不是发放的极品零食 只是从2000万亿的 低阶零食中扣除的 太少了 根本花不完啊 2000分之一都有1万亿 根本花不动 周扬头痛的挠头 这么撒钱的话 别说剩余那80亿极品零食了 就这价值20亿极品零食的 2000万亿低阶零食都花不掉 别说全部花出去 这一波485万人 才从低阶零食中 花出去48500亿 才花出去2000分之4.85 10分钟到 统计中 气龄这个时候说话了 随后到 10分钟内 发布帖子者一共有500万 零食发放中 发放完毕 又发出去5万亿低阶零食 周扬呼出口气 累人啊 这么发钱太累了 气龄 零网一共有多少用户 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沉淀 零网早就已经遍布修仙界了 几乎9成9以上的修饰 都使用了零网 周扬统计出来的零网用户数量 几乎就等同于修仙界的修饰数量了 现在还没入网的 几乎就只有那些必死官 或者是游历在荒芜人烟之地的人 以及一些极度谨慎 不想入网的修饰 这些修饰的数量 撑死 都不会超过100万 回主人 零网用户总数为 128187 1657万多人 其中包括43亿妖族 这么多 周扬惊呆了 他以前是大代地估算过 修仙界的修饰数量的 可眼前零网的用户数量 远超过他估算的数量 只听说那边繁华 还有人口众人的海外修饰圈子 常年累月下来 也有无数修饰在那边修行 现在这么一统计下来 这数量还真是吓人一跳啊 周扬叹息着 随后目光闪烁了一下道 这么多修饰 就按照129亿来计算 足够将这么多灵石消耗掉了 但是 就这么白白发灵石吗 总觉得会搞崩修仙界的货币体系啊 不行 得想想办法 气灵 以我的名义 兑换各种灵药灵草 法宝和仙气 各色功法点击 以及阵法和链单点击等等 一切有用的东西 都标价放出去 价格按照市场价格 提高十倍到百倍不等 周扬开口说道 直到将80亿极品零食 和近2000万亿低阶零食 消耗干净为止 明白 气灵计算了一下 随后直接以系统提示的方式 给所有灵网用户 发去了一个信息 交易方式自然是直接传送 利用各修饰自身的终端 进行辨别扫描 储备到镇魂珠的内部储藏空间 然后直接将临时额度打到各自的账户上 对方如果要提现出来也很简单 于是后 这一波的大手笔 再次让所有人震撼了 这次不仅是低阶修饰的狂欢了 而是各大顶尖宗门的狂欢 毕竟这些资源 主要还是掌握在各大势力的手中的 而周扬以十倍到百倍的价格收购 这岂不是给他们送大礼啊 这其中最赚钱的还得是各色点击 这些大势力也不抠门 各色点击全都拿出去卖了 价格高啊 只要临时到位 正宗功法都能卖给你看 反正是复制的点击卖出去 又不是不允许自家修炼了 周扬也是趁着这个机会收购过来储备的 算是扩容周家的藏书阁了 而灵药灵草部分 又有很多自然诞生的灵药被收购到手 周扬让契林先储备着 等他修行结束再行增幅 随后 吩咐契林自行决断收购之后 周扬便开始了闭关修行 这一次 他要花费十个月的时间进行闭关修行 周家早就交给夏清玄打理了 当然 夏清玄也需要修炼的 现在周家各个都是仙灵根 各个修行速度突飞猛进 都想着闭关修行呢 不过 家族也需要运转 一部分交给了契林协助运行 一部分也需要真人坐镇的 由夏清玄和夏清兰 以及母亲刘宛如和周运等人 轮换负责救世 第188章 周扬出关 杜杰大圆满 周扬在闭关 但是因为 他甩出万万亿零食收购物资 造成了整个修仙界的动乱 大量零食到了修士的手中 而各种物资汇聚到周家 引起了大量宗门的不满 在一定程度上 周扬算错了一些事情 他最初的想法 是让零食落在修士手中 好应对未来的天魔之乱 而也因此 造成了大量修仙物资的价格暴涨 要知道 他可是时被零食收购 物价被搞得一塌糊涂 好在 周家由夏清玄在打理 他主动联系了契林之后 做出了适时的调整 才避免了物价暴涨 临时大量贬值的风险 周扬不在的时候 夏清玄的零网账号 是有着巨大权限的 而且 与此同时 周家也在放出大量的物资 这其中就有不少 是被周扬进行数量增幅的珍稀灵药 高价卖出给修士 用来提升修仙界的实力 以应对未来天魔之患 时间就在这锦罗密鼓当中流逝 周扬闭关不到三天 他就已经从化神突破到了炼须境 随后两个月不到 冲到了炼须中期 又过了三个月 成功进入炼须后期 此刻已经五个月过去了 还剩余五个月不到的时间了 时间再次流逝 五个月转眼过 当周扬张开双目的时候 浑身都散发着 无与伦比的恐怖威势 有一股接近仙人的出尘气息 在他身上流转 杜结后期大圆满 周扬平静自语道 这速度还行 是的 他此刻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杜结期的大圆满 没有任何天结降临 顺顺当当就达到了 这个修士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 距离飞升灯仙 只不过是一步之遥 他甚至可以感受到 一股来自于高维度世界的召唤 那是一股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吸引力 仙剑 等我解决了这些天魔 就去看看那里的风景吧 周扬淡然抬头 看向虚空 神念扑开 瞬息笼罩整个修仙界 整个修仙界 此刻真正的被他完全感应到了 深海之中 无数大宗门顶尖站立的存在 汇聚在那里 定海玉柱不时颤动几下 眼看封印中的天魔就要出事了 嗯 真是巧了 天魔出事就在今天啊 周扬淡然一笑 随后起身离开修炼室 在刚才神念扑开的时候 他已经得到了 所有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 同时 他点开自己的灵网账号 也看到了一大堆发给自己的信息 最多的 当然是周家人的信息 夏清璇和夏清兰 还有姐姐周韵 妹妹周雪 以及母亲刘宛如等等 妖族四大美女 也都发来了不少的信息 有关于天魔的信息最多 返回周家大厅 汇聚了周家族人 询问了一下情况得知 周家这一年来 实力突飞猛进 周家族人全是先灵根 想不突飞猛进都不可能 姐姐周韵 此刻已经是化神修士了 夏清玄姐妹 也是化神中期 其他的周家族人 包括母亲在内 都是化神初期和中期左右 除了核心族人之外 练器修士都没几个 助基金单也很少 原因修为的有几十个 化神修士最多 修为进度基本上没差多少 这是周家 李家沾了周家的光 也出了好些的原因 和化神修士 但是没有周家这么夸张就是 而夏家 夏镇封城了 修为最高者 已经炼虚后期了 仅次于周扬 然后是黄仙芝 炼虚中期 其他的也因为周家的关系 修为大涨了一大截 周扬吩咐周家族人 守护青木城 给了周韵夏清玄 以及母亲妹妹弟弟等 周家核心族人 最大的领往权限 主要是绝对防御的最高权限 他要保证自己前往深海之后 周家族人的绝对安全才行 周扬传送抵达深海之后 就发现数量庞大的修士大军 汇聚于此 显然大家已经做好了 应对天魔出世的准备 周扬你来了 清理的声音传来 周扬就是以他为坐标传送过来的 嗯 这边怎么样了 周扬询问道 他看到清理的身侧 绿罗的修为 也已经达到了炼虚大圆满了 至于清理自己 那更是已经达到了杜劫期境界 不用说 也是因为周扬的缘故 妖族四大美女 都得到了仙灵根的机缘 这修行速度能慢了才怪 实际上 按照清理原本就是炼虚大能的修为 这一年时间才抵达杜劫后期 对比周扬的话 已经算慢了 但是妖族修行速度 本就比人类要慢一些 这一对比 也就还好了 按照圣地的一位精通补算的道友推测 天魔就在今日出世 我们大家已经都做好了准备 现在就等封印破裂了 清理虽然修为大涨 但是即将面对的大敌 可是天魔呀 三百多个仙人等级的天魔 那可不是开玩笑 其中还有三个魔将存在 别说杜劫期了 就算他现在 就是妖仙境界 都不可能单独面对一个魔将 那是必死无疑的 所以 即便修仙界大军在此 清理依然面露担忧之色 感觉修仙界大军 面对三百多天魔 根本就没有太大胜算 绿罗 你怎么还没到杜劫期 周扬看了看清理担忧的神色 没有说话 反而看向了绿罗笑着说道 你也是仙灵根了 不应该吧 唉 你这一年时间 倒是安心闭关了 我心静不下来 修为静静 自然就快不上去了 绿罗叹息道 我们可是 要面对三百天魔 外加三个魔将啊 别看现在修仙界联合了起来 组成了百位杜劫大军 还有一万多个炼虚大能驻战 化神和元英 都被各大宗门放在驻地固守了 这战力对比 根本就不是天魔对手啊 放宽心 天魔被封印了数万年 我就不信 他们还有多大的实力留存 周扬淡然一笑 他倒是没那么悲观 是 天魔的数量是不少 有三百个仙人级别的天魔 外加三个玄仙级别的魔将 可这又如何 周扬在当初元英修为的时候 就敢和手持仙气的邪无仙对纲 元英和炼虚之间 可是差着化神这么一个大境界的 而现在 他已经是杜劫大员满了 天魔根本不被他看在眼中 只有魔将才算得上真正的对手 这里说的 还是全盛时期的魔将 至于这封印了数万年的魔将 三个一起上马 周扬背负双手 带着两女 直接来到了修士大军的最前方 这里 正是玄佬等修仙界领袖所在地 当然 此刻的修仙界领袖 还要加上几个人 百位杜劫大能的阵营最前方 天玄门的玄佬 以及已经达到杜劫后期的银灵 希尔纳等人都在 几人一边商议着 即将开始的大战 一边紧盯着下方的封印 周扬 你来了 还好你出关及时 希尔纳凝重的脸色 在看到周扬之后 终于舒缓了一些 而一旁原本面若冰霜的银灵 脸色也放松了些许 现在周扬已经成了 几女的最后一仗了 这一切都来自于周扬闭关前 对他们提供的超级龙血果 让他们直接获得了先灵根 直入先门的大纪元 并且 因为先灵根的原因 他们也都有了 越即而战的战力 至少面对即将到来的天魔大军 他们有了一战之力 不过那三个魔将 依然是个大问题 而且 他们虽然有着越即而战的能力 但是其他人没有啊 修仙界虽然有着百位杜劫七修士 不过他们 不管战力还是数量都和天魔没法比 唯一好的一点 也就是 他们处于全胜状态 而天魔 则是处于气血亏损状态 嗯 周扬点了点头 随后看了一眼下方的封印后 抬头看向几人 你们是在担忧那三头魔将吗 第189章 震惊众人 你已经杜劫七大元满了 是的 那三头魔将是我们担忧的最大隐患 其他的天魔还好 经历了数万年的封印之后 想来 战力应该和我们凡剑的杜劫七修士 大差不差 只要我们不给时间 让他们恢复法力 就有机会 可以和他们一战 玄老陈生道 但是那三头魔将 可是玄仙境强者 即便数万年封印 也不可能让他们境界跌落太多 起码也不是我们杜劫七可以对付的 对 希尔纳也是面色凝重道 而且 真比数量的话 天魔的数量 远超我们杜劫七修士的数量 我怕我们杜劫七修士 扛不住如此数量天魔的攻击啊 周扬看向下方的封印 还有周围的杜劫七修士们 从他们的站位上可以看出 杜劫七修士们 此刻是以一种阵法形式在站位 这是准备以上百位杜劫七修士为基点 布置大阵 等对方出来 就进行围殴啊 不错的想法 不过 对方有三大魔将在 这等凡间阵法 应该是围不住对方的 想来 玄老等人担忧的也是如此了 主要就是 三魔将无法撤走 否则不应该如此纠结才是 毕竟众人 是准备了一年的时间 本应该占据巨大优势的 不过周扬也理解众人的担忧 毕竟 那可是玄仙境的魔将啊 本就要以杜劫七修为对付 一大群仙人境界的天魔 已经很难了 再去对付三头玄仙境的魔将 不得要了老命啊 周扬平静开口说道 三头魔将 交给我吧 啊 什么 周扬小友 你 你莫不是在开玩笑 众人一愣 随后个个有些愣神地看着周扬 即便是那些来自各大宗门圣地的 杜劫七大佬们 还有周围打下手压阵的练须们 也都一脸猛逼地看着周扬 他们刚才听到了什么 这位周扬小友 似乎是说 他一个人去对付三大魔将 这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那可是魔将啊 小友还请不要开玩笑 此等关键时刻 一个杜劫七的白须老者 有些不喜地看向周扬道 你要知道 那可是魔将 是玄仙境的玉外天魔 老夫知道你实力不俗 可到底也只是 嗯 你现在什么修为 老者忽然愣住了 他可是知道的 或者说 现在的修仙界 没人不知道周扬的名头 这是一位天赋超越凡俗 史无前例的天才修士 两年前 还只是一个 刚刚继承家主之位的 炼器小修士呢 结果继承家主之后 简直跟做了飞剑一般 修为每天都在静静 一年前就已经到了化神境了 这相当于一年 从炼器修炼到化神啊 这等修行进度 即便是仙人转世重修 都没这么猛的吧 而现在呢 随着老者的话音落下 无数杜劫七和炼虚七修士目光 炼虚境的修士 看不出周扬的修为境界 这说明 此刻的周扬 至少也已经是炼虚大圆满以上了 否则他们 不应该看不透周扬 而杜劫七的修士同样猛逼 他们竟然也一样 看不透周扬啊 这怎么可能 笑 小友 你 你的修为 玄老说话都结巴了 有些惊骇地看着周扬 满脑子的错愕 玄老前辈 在下已经杜劫大圆满了 周扬淡然一笑 环视了一圈 众多杜劫大佬们的目光 开口道 我在原因化神境界时 就可以凭借自身战力 与高我两个大境界的修士战斗 而现在 我已经杜劫大圆满 对付一般的天魔 实在没什么意思 所以 这封印中的三头魔将 就交给我吧 死 听到周扬的话 众人一阵倒吸凉气 只有希尔纳 和清理绿罗迎灵等四女 没有意外 毕竟 连他们都杜劫期了 即便是绿罗 也是随时都有可能突破杜劫期 而周扬本人 经过一年闭关苦修 从化神境境到杜劫期 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四女不惊讶 也是因为知道周扬的经历的 两年时间啊 从炼气一路 冲到了现在的凡间 最高修为境界的杜劫期大圆满 这等修行速度 他们已经无话可说了 而众多杜劫期大佬们 也都回过了神来 仔细一想周扬的经历 也就不再惊讶了 而是打心底露出喜意 毕竟此刻 可是面对天魔出世的危机时刻 己方能忽然多出一个如此强缘 岂能不高兴呢 好 好啊 有周扬小友牵制住三头魔将 我等一定尽全力阻拦下那三百头天魔 玄老此刻也高兴了起来 众多杜劫期 以及炼虚期修士们 也都高兴了起来 他们原本已经感觉 无法对抗那三头魔将了 不知道要付出多大代价 才能扛过这次的天魔之灾 结果周扬一出关 便把最大的对手 三头魔将给抗了下去 这怎能不让他们欣喜 轰 咔咔咔 就在这时 一阵天摇地洞中 海水沸腾下方的封印处 一阵咔咔作响 无数气泡不断上浮 大家注意 集中精神警惕起来 封印正在快速地破碎当中 天魔要出来了 玄老大喝一声 法力震动之下 声音传递进所有人的脑海 杜劫期的大佬们 各自站在自己的阵机位置上 法力相互衔接 结成威力不俗的大阵 炼虚大能们 则在后方警戒 他们的作用是 负责对付从大阵中逃出的天魔 杜劫期大能们 人数只有一百来人 即便是以大阵对抗 也无法完全将三百天魔锁住 那可是 比杜劫期更高一个境界的天魔 数量还是杜劫期修士的三倍 如何能全部封锁住啊 所以就有了这好几百炼虚大能在外围 作为第二关卡的作用了 而修为更差一个境界的化神们 此刻也有一部分在此 他们就属于打酱油的角色了 嗯 化神大佬打酱油 也只能说眼前的战场的确如此 双方都是顶尖强者 轮不到化神修为的修士出手 说句不好听的 别说出手了 估计等会战斗的余波 他们都得花费大力气抵挡 好在 周扬已经授权了绝对防御的护盾权限出去 以应对这一次的天魔危机 当然 授权归授权 除了周家 以及妖族四女 和夏家李家之外 其他外人想要使用绝对防御的护盾 是需要自己付出代价的 也就是说 周家以及周扬亲自授权的人之外 可以使用镇魂珠 内部储备的极品零食 以及鲜石能源之外 外人使用 是需要自己付出零食的 想要使用多久 就看你手里有多少零食了 也因为周扬这一年多 不断撒钱出去 现在的修仙剑零食储备 可算是非常充足的 短时间支撑绝对防御的护盾 问题还是不大的 周扬看着下方魔器缭缭的封印 眼神忽然移动 冷然地转头 朝着身侧的一个方向看去 一道黑色火焰忽然冒出 炸裂 碰 第190章 天魔出世 独占三魔家 咦 没想到凡间修仙剑 竟然还有如此强者 一击偷袭不成 这道黑色火焰一阵扭曲 化作了一道身穿黑袍 还披着一件黑色披风的 鞋一青年男子 男子脸上 密布着诡异的纹路 额头还带着一根 小巧的灰色犄角 他的手中 捏着一把匕首长短的短刀 刚才 就是使用这柄短刀 对周扬进行的偷袭 这个家伙 实力不俗 绝对不可能是普通天魔 周扬平静地看着对方 你是三魔将之一 普通天魔 可没本事摸到我身边偷袭 的确 周扬此刻的修为 虽然没有普通天魔高 但也无限接近仙人境界了 一个被封印了数万年的 普通仙人境界的天魔 凭什么能翘无声息地 摸到自己身侧进行偷袭 开什么玩笑 天魔即便再强 也不可能如此强大 不然仙界早被域外天魔灭掉了 哪里会支撑到现在啊 哈哈哈哈 周扬对面的这位魔将还没说话 一道猖狂的大笑声 就从远处传来 周扬平静看去 就见一个手持巨型斧头 满身黑色长矛 额前身有一对犄角的壮汉 踏空而来 小家伙 本座奶魔皇坐下第一魔将 俊云 壮汉看着周扬说道 本座感知到你的身上 有着庞大的力量 你应该就是此界最强者了吧 好 你的人头本座预定了 哥哥哥 俊云大哥 你可真不客气 本宫还想跟这位小哥哥玩玩呢 没想到 这就被你抢先一步了 俊云身侧 一圈紫色光运闪烁 一个身形妖娆的黑发女子出现 女子额头 一颗小巧的紫色犄角 眉目妩媚妖娆 风情万种 手中捏着一把侍女扇 围着下巴 感兴趣地看着周扬 第一个出现想偷袭周扬的那位魔将 身形一闪 就出现在了聚云另一侧 大哥小心 这个小家伙 似乎有些不简单呢 协议青年提示道 三爹 你太谨慎了 不过一度节气休士而已 连仙人境界都不到 能强到哪里去 那女子不屑地说道 大哥 下面的兄弟们就要出来了 我们先清清场吧 看 这些家伙还准备了阵法 这是想将我们围困起来啊 哈哈哈哈 持府壮汉仰头又是一阵大笑 老子已经在封印大阵中待得够久了 还想用阵法困住我们 想屁吃呢 聚云大笑 身旁两位弟妹也带着冷冽杀鸡 笑看着周围的诸多修士 周扬 你 你真能对付这三个家伙 玄老有些担忧地说道 他光是看着眼前三个魔将就发颤 这是等级上的压制 这可是三位悬仙级别的强敌 不知道活了多少万年的老怪物啊 不仅是他 包围着三位魔将的众多杜劫修士 也都面色惨白 这三位魔将给他们的压迫感太巨大了 光是往那一站 自己众人就生不起一丝战斗下去的欲望 就像是绵羊看到老虎一样 根本就没有勇气出手 周扬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一起出手 清理陈生说着 他也能感受到三魔将身上的巨大压迫 这样强大的敌人 让周扬一个人去对付 太难了 压力也太大了 迎铃没说话 只是身子朝周扬靠了靠 直接以行动表明了心意 若不是阵法已经布置好了 他都想直接命令双寒之意的杜劫大妖 直接过来了 希尔纳见此苦笑一下 也从自己带领的海妖队伍中走出 站在了周扬身旁 他欠周扬的人情太大 不能不还 再说了 他自己也对周扬有些奇特的感情 这等关键时刻 清理等人已经表明立场了 自己再不表现一下 日后肯定会惹得周扬不舒服 绿罗无奈一探道 你们都是杜劫期了 就我还只是练须境 我就是想和你们一起战斗 也不合适啊 完全就是 再给你们拖后腿嘛 说不定周扬还得分心保护我 周扬见此 不由哑然一笑 你们在想什么 区区三头魔将而已 不用担心我的问题 该担心的 应该是这三个家伙才是 见周扬说的自信 四女此刻也放下了一半的心来 不敢全放心啊 毕竟对面是三魔将 没有看到对方和周扬真正的战斗结果 任何人都不会放心的 轰隆隆 又是一阵地动山摇 这一次 封印中的天魔全出来了 一片黑压压的魔器冲天起 数百位奇形怪状的天魔 挥舞着残破武器 或者是直接赤手空拳的嘎嘎叫着 冲杀了出来 这些天魔 似乎早就已经得到了三魔将的命令 刚一冲出来 就朝着周围包围他们的上百度节 修饰的阵型而去 打算以人数优势冲散阵法 周扬嘴角带着笑意 他已经将这三百天魔看在了眼里 开口扬声道 诸位不用害怕 这些天魔的实力早已经实不存一 最多也就能发挥出 杜结大圆满的实力 有一些曾经受伤严重的天魔 其实力更是连杜结期都不到 别被他们的气势给吓到了 玄老和清理等人自然也看在眼里 这些天魔的确实力不足十一 也算是一大好消息了 周扬 我去指挥大阵围杀天魔 这 这三头魔将 那就交给你了 玄老朝着周扬说道 语气还是有些不确定 如果周扬要求的话 他也是愿意留下来一同与三魔将战斗的 毕竟三魔将才是这群天魔中最棘手的存在 放心吧 我说了三魔将交给我 就不会失言 周扬郑重说道 那好 玄老松了口气 看来周扬的确有能力拖住三魔将 那自己要加快速度 将天魔们解决或者困住 到时候腾出手来 率人马返回支援周扬 周扬对清理四女道 你们也归队吧 你们手下的那些杜结大妖 需要你们亲自带领战斗 才能发挥出全部的力量 否则我怕他们 和人族修士的配合上会出问题 不用担心我 四女对视一眼 知道这紧要关头 不是犹豫的时候 便都点了点头 返回了杜结修士大军中 带领麾下大妖和天魔战斗了起来 绿罗则返回了后方的炼须大军中 负责带领腰圣宫的炼须大妖们 对付洛网冲出阵型的天魔 他们修为虽然不高 但是以众多的人数 群殴洛网之余 还是没问题的 小子 你胆子挺大 很狂妄啊 持辅魔将咧嘴看向周扬 他并没有去管其他人 他们三人也不傻 同样看出了 眼前这一大群凡人修士的实力差异 其他所有修为都不足为虑 只有眼前的周扬 唯有周扬身上偶尔散发的气息 能够带给他们危险的契机 这也是那位协议青年 刚一破风就选择偷袭周扬的原因 要杀肯定首选威胁最大的杀啊 这个人类的确很狂妄 不过其也有狂妄的资本 女魔将煽动了一下扇子 笑意盈盈地说道 能以凡人之躯 带给我等三位魔将一丝危险的契机 不得不说 这是一位百万年难得一见的妖孽修士呢 嘿嘿嘿 所以 这个家伙必须除掉 否则他日登仙之后 将会成为我域外天魔一族的大敌 也说不定 那协议青年冷笑着道 可惜 刚才没能干掉他 警惕性挺高 无所谓 持辅魔将挥动了一下斧子 这斧子 也是一件媲美仙气的强大武器 一看就不同凡响 他露出猙獰之色道 既然是天赋绝世的妖孽 我们兄妹三人也就不讲究了 一起上 弹掉他在灭亡此界所有修士 嘿嘿嘿 灭掉此界修士后 我要生吞所有此界生命 待我等恢复全盛时期 设下祭坛 传递出坐标信号 和魔语曲的联系 将重回足地 想想就很兴奋呢 离开足地那么久了 可恶的老家伙们 竟然都不知道来营救我们 女魔将愤恨地说着 随后第一个动手 手中扇子猛地朝着周扬扇了过去 一道恶风席卷着无尽海水 化作一道水底龙卷 吃了一声 卷向了周扬身躯 第191章 祖龙之躯 无敌龙岩 面对袭来的水龙卷 周扬面色丝毫未变 只是屈指一弹 咚 一道沉闷的水波声响起后 那道水龙卷被周扬一指驱散 仿若从未出现过一般 这样的攻击 对于周扬来说 根本就无法造成任何的伤害 协议青年见词有些好笑地 看着一旁的女魔匠道 二姐 你这手段不行啊 还说我呢 女魔匠有些诧异地看着周扬 难道是因为被封了几万年 导致我现在战斗力下降那么厉害了吗 连一个小小的杜劫妻修饰都拿不下 二姐 你可是魔匠 曾经可是能力压悬仙的 现在面对一个连仙人境界 都不到的凡间修饰都拿不下 哎 协议青年感叹着摇头 这个家伙有些古怪啊 聚云手中的大府 散发着一股压迫力十足的黑色光芒 他整个人再次壮大了一番 化作一个巨人模样 杀 聚云的一斧头 朝着周扬当头砍了下来 作为三魔匠的老大 聚云自身实力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即便是周扬 也得提起精神对待才行 毕竟他和对方 可是差着两个大境界呢 呼 周扬深吸口气 伸手一握 一柄巨大的剑出现在手中 天青 这门天赋神通 在周扬晋升杜劫期后 就已经彻底被他掌控 不再是如之前那般只能召唤 无法完全控制其力量 当然 即便是可以掌控了 也只是控制其更好的完成一击攻击 他依然属于 只能发出一招攻击的神通 这柄巨大的金属性大剑 仿若虚影 但又有着不输于实体的压迫力 更有着无与伦比的锋锐感 去 周扬沉声一鹤 握着大剑的手一挥 大剑挥劈向了 对面半空砍来的巨斧 二者相撞击 发出一声响彻大海的巨响 也让其他各处的战斗人员 为之一振 随后一个个全都将神念投注了过来 巨斧和神通大剑撞击的鱼波 带着无尽声波和冲击波 向着周围扩散而去 周扬见此皱眉 若任由这样的冲击波扩散出去 肯定会对大海造成可怕的动荡 这可是在深海海底发生的巨大撞击 这样的撞击产生的能量 是非常可怕的 绝对不能小看 甚至有可能引起海底火山爆发 地震 以及巨大的海啸等等 哦 一声龙吟下 周扬化作了一条身长数千米的巨大神龙 此刻周扬的化龙神通 已经接近圆满了 他以杜劫七修为化龙 瞬间就达到了悬仙境界的真龙修为 再叠加七神通为祖龙之区 本身的成长潜力就远超普通真龙 战斗力那更是难以衡量 周扬化龙之下 拥有的战力的持续性的 这一点远不是天清能比 一声龙吟之后 龙族天赋能力发动 掌控世间之水的能力 让周扬完全没压力地 调动一切水系力量 大海的力量汇聚发动 硬生生压住了撞击 带来的恐怖冲击波 巨龙盘旋深海 庞大的龙头 舞动着两根龙须扭曲抖动 一对十多米直径的巨大金色龙眼 泛着无尽威严 看向了三头魔将 聚云此刻是什么心情呢 他可是魔将啊 以悬仙境界的修为 全力一击之下 竟然没能拿下一个 杜劫七的小修士 这简直是逆天 刚才对方那一击 让他手中的顶尖魔器战斧 瞬间崩溃 那可是魔器战斧啊 竟然会被崩碎了 开什么玩笑 然而 他却不知道 天青本就是周扬的 一大绝世神通 攻击力强到可怕 那瞬间发挥出的力量 完全达到了王气范畴了 也就是说 天青虽然十来天才能使用一次 但其发出的瞬间攻击力 已经达到了惊仙级别 那可是惊仙级别的攻击力 能崩碎魔器并不奇怪 除非他使用魔王级别的王气 才能挡住 话说 也幸亏他关键时刻舍弃了巨斧 否则他自己都有可能被这一箭击杀 该死的 巨宇面色冷宁 目光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神龙 这个家伙是龙族 不对 他这是神通 竟然是龙族神通 刚才那一箭也不对箭 协议青年皱眉道 那 也是神通 这家伙 竟然有两大顶尖神通 且还都是绝世神通 巨宇宁重道 不好办了 这家伙 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般自大 他是真的有实力 独占我等三人 以区区杜杰七的繁俗修为 独占我等三位魔将 这家伙 太可怕了 绝世妖念 女魔将也收起了脸上笑意 他原本还不把周扬 这样的一个凡间修士 看在眼中的 毕竟杜杰七修为 和魔将境界 差距太大了 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可比性 然而事实 却让他大吃一惊 眼前这人根本 就不能按常理来看待的 再战一场 俊允哼了一声 目光依然凝视着 周扬化身的神龙 若无法拿下他的话 我们三人就分散离开 天大地大 总有我们的容身之处 此界的妖念 也就这一个而已 我就不信 还会冒出其他妖念来 以我们魔将的实力 哪里不能去的 大哥说的对 实在不行先行离开再说 到时候 等我们与魔狱联络后 我们竟可以召唤 魔狱大军 清洗而来 退可以随时返回祖地 协议青年点头认同地说道 杀 俊允一挥手 带头重新冲杀 向了周扬化身的神龙 吼 龙吼声中 周扬的龙口之中 喷出一口祖龙光焰 哈哈 三声惨叫中 三道人影 疯狂地朝外逃窜 他们尴尬了 没想到刚冲上去 就被一口龙岩差点喷死 现在的周扬 化龙状态下 已经完全达到了 和魔将同级战力 以祖龙之身加持的 庞大战力之下 一口龙岩下来 根本就不是还没恢复到 全盛时期的三魔将可以比拟的 于是 三魔将狼狈地逃窜 可惜 在海洋当中 那当真是龙族的主场 周扬现在还是以 祖龙之祖的形态战斗 他们哪里能够逃走 去死吧 协议青年狼狈逃窜的时候 见到周扬依然在追杀 不由心下意狠 甩出了手中短刀 短刀化作一点寒芒 直刺龙眼 协议青年低喝一声棒 短刀也是一件顶尖的魔器 协议青年以自爆魔器为手段 想要伤到周扬一丝一吼 只要稍微阻挡一下周扬 他们就能有机会逃离这里 可惜啊可惜 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 周扬还有其他底牌 绝对防御 周扬心念一动 一道护盾将他的龙躯笼罩 魔器自爆产生的巨大伤害 完全被护照挡住 这可是绝对防御 只要有能量支持 就可以永久开启 而不会被打破的绝对防御 瞬间 镇魂珠内储备的极品零食 被消耗掉了十多万 才完全挡住了 魔器自爆产生的所有伤害 护盾取消后 周扬追上了最后的协议青年 一口龙颜喷下 协议青年在哀嚎中 被烧成了一堆灰烬 最后连灰都烧没了 巨蕴和女魔将见此一幕 吓得浑身一颤 再次疯狂地逃窜起来 第192章 狂暴的大战 灭杀两魔将 三魔将之一的协议青年 被周扬一口龙颜灭杀 这可是吓坏了巨蕴和女魔将 两人疯狂爆发着体内的魔猿 催动魔猿疯狂逃窜 他们想要撕裂空间离开 可惜 空间早就被掀器封锁 根本就无法撕裂空间 这是早就做好的战前准备 龙银声震龙发聩 两魔将疯狂逃窜 而在另外一边 100度节气大能 正在炼须修士的协助下 对300天魔进行着围剿杀戮 大海被染成了血色 狂乱的法术到处乱飞 不时响起一道轰鸣爆炸声 激荡着海洋 发出狂暴的冲击 清理此刻 整个人都化作了一头蓝鸟模样 这是他的本体青蓝 头上带着的是 仙气凤凰冠冕 无尽凤凰火焰包裹着全身 而一头体型 庞大至极的火焰凤凰气灵 则是横横在大海之上 大海的上空 可不仅只有这一头仙气气灵 这是一场 涉及整个修仙界的大战 无数仙气登场 无数气灵横空 仙气的攻击 疯狂地落在天魔们的身上 天魔也不弱 一小部分的天魔手中 甚至还持有着 魔气存在 天魔手中的魔气 那都是仙气级别的法宝 威力自然也不会弱了 仙气多少 于是火 大海上空 无数的仙气 和魔气的气灵碰撞 打得简直是天崩地裂 啊 银灵化深寒冰白龙 一生龙银之后 白里大海被冰封 一头天魔被他冰封了起来 随后就是大片 双寒之翼的大妖们 疯狂地群殴了过去 而另一边 谢尔纳挥舞权杖 一头巨型海豚出现 发出了一道声波攻击 数十个天魔 暴头痛苦呻吟 见此 大量的杜杰七 修饰手中的法术和法宝 就招呼了过去 绿罗则带着一群 炼虚大能 对付着一些 从包围圈跑出来的天魔 不过打得非常吃力 数十位炼虚 都不一定能干掉一个天魔 即便这头天魔 早就游进灯库 甚至 能从包围圈跑出来 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 可是境界差距 在那摆着呢 即便这头天魔实力 只有全胜十七一成 也能在面对数十位 炼虚大能时 拖延很久的时间 而时间久了 有着更多的天魔 逃了出来 这让炼虚大能们的压力 进一步加大不少 再看到一个 炼虚大能 被一头天魔撕碎之后 绿罗大声喊道 诸位 紧要关头 就用灵网上的防护罩 不要节省灵石了 命更重要 闻言 这些炼虚们 也不再节省灵石 绿罗说得对 比起灵石来 肯定是小命更加重要的 于是 有了防护罩 阻挡致命攻击 炼虚大能的死亡率 大大降低 而灵石 却在疯狂消耗着 周扬这边 他也感受到了 下方海洋中的 众人战斗并不顺利 也是 毕竟他们 是在面对着三百天魔 每一个天魔 即便实力 只有曾经的两三层 可境界却要高于众人 一个大层次的 很简单的实力对比 人族和妖族的杜劫期大能 属于准备万圈的全胜状态 而天魔们 历经数万年封印 实力只有两到三成 但却可以和全胜时期的 众人对战 且一对一的时候 绝对占据上风 众人只能依靠人数 和阵法应对 人数上面 的确比三百天魔多 可是天魔有三百 众人当中度节期修士 和大妖 只有一百 剩余的 都是炼虚和化神 化神修士 甚至不敢太过靠近 战斗余波 都能让他们重伤 人数再多也无用处 总体实力对比 天魔还是占据上风 越拖下去 胜利的希望越小 即便有灵网各项功能协助 灵石也扛不住 这么长时间 消耗下去的 所以 周扬必须要抓紧时间 解决眼前的两个魔将 然后回头 去解决天魔战场的战争 祖龙之躯的形态 周扬的实力 完全达到了 悬先境界 攻击力更是可怕 一口龙岩下去 即便是聚运 都不敢应接 这两个家伙 紧接在这摆着 逃跑的速度太快了 周扬龙眼中露出了 思索之色 他紧紧地 追着对方不放 可这两个家伙 已经开始分开跑路了 这是最让周扬难受的 追着一个 另一个 肯定就跑掉了 怎么办 周扬 只是简单思索了一下 就已经坚定地 朝着巨运 追了上去 那女魔将见此 大喜 快了 就快要出了 仙气封锁的空间范围了 只要出了封锁范围 老娘撕裂空间后 哪里不能隐藏 女魔将身形 化作一道黑色光影 快速至极地 滑破空间逃窜 见鬼 他为什么追着我不放 不是二妹更容易对付吗 巨运恶狠狠地 瞪了一眼后方 追来的巨大龙蛆 随后加速 带着滔滔魔气 滑破天际 继续逃窜 这狗屁仙气封锁的范围 为何如此宽阔 这要消耗多少魔石 不对 凡间 根本没有魔石鲜石 这等高品质 高凝联的能源 他们哪里来 那么多极品零食 嗯 能感受到 此刻所处的空间 有些许松动了 拳头挥动间 空间发出颤动 一丝丝裂纹浮现 好像就要破开一般 继续加快速度 这里已经处于封锁边缘了 只要出了封锁区域 就能离开 然后再丢我一段时间 就能合足地沟通 到时候 哼哼 此戒必然被我足负面 聚与目光坚定 眼神中 满是争鸣血腥 这是肯定的 一旦被他 将于外天魔族地的通道打开 到时候随便来几个魔王魔皇之流 挥手就能将此戒轰碎 此等强者 那都是 举手投足毁天灭地境界的强者 即便是他自己 若是能恢复全胜时期的实力 也不会被周扬追杀得如此狼狈 至少一战之力 还是有的 可惜 他注定是等不到了 因为 就在这紧要关头 在聚运即将逃出仙气 封锁范围的时刻 周扬追了上来 给我冲 赢 一道龙赢 就在聚运身后 不到百里处响起 吓得他魂都差点冒出来 百里亚 对于悬仙境界的强者来说 和一两米 距离没太大差别 飞行速度 眨眼功夫就到了 悬仙的飞行速度 几乎差不多接近光速了 这也是飞行速度的上限 仙人境界赶路 基本上都是用传送 或者瞬移 凡间修饰原因以上 都可以用传送赶路了 何况是仙人呢 只不过是传送的距离 有差距而已 好 不 聚运绝望地呐喊 却无法阻止 一口熔岩将他吞噬 呼呼呼 巨龙化作一道身影 周扬有些剧烈地喘息着 看着一团灰烬滑落天空 落在海面 他才松了口气 幸好 差一点就要被他跑了 周扬最后还是以 激发自身潜能的方式 才追上了巨云 这对他自身也是有损伤的 不过幸好 将巨云干掉了就好 下面还有一头魔僵 也得将他给灭杀了才行 否则的话 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万一被他联络上了 域外天魔足地 那此戒就完蛋了 自己可没能力对抗 那些古老的强大天魔 不过 就在周扬准备前往 追杀女魔僵的时候 深海中忽然响起一道龙银 随后就是剧烈的爆炸声 巨龙痛苦的吼声 引领出世了 周扬神情一动 当即朝着深海而去 现在仙气封锁之下 灵网传送能力也被封锁 强行使用 要么无效 要么摧毁那件 封锁空间的仙气 然后天魔们就可以随意逃离了 这绝对不行 第193章 翡翠玉莲治疗 飞声沟通先见 紧要关头 周扬没有思考其他 而是当机立断 选择前往支援深海处的战斗 那女魔将出了仙气封锁的范围 随意撕裂空间都可以跑出 不知道多远了 很难在短时间内追到 而深海中的战斗 却已经没太多时间拖延下去了 必须立刻解决掉才行 当周扬潜入深海之后 第一眼就看到了 银铃化作的修长白龙 浑身带血的坠落海底 身上魔气升腾 从伤口中浮现的魔气很多 也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天魔的攻击 一旁 玄老和几位杜劫七大佬 也在吐血苟延残喘 手中持着的仙气都损坏了大半 仙气的确强大 非常强大 但是要知道 他们面对的 也都是和仙气类似等级的魔气 300天魔 手中持有魔气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也不少 天魔以自身气血为引 强行驱动魔气 也能给玄老等诸多宗门大佬们 带去巨大伤害 银灵的传承仙气是其血脉老祖的龙珠 防御能力强大 加上又有凌网授权的绝对防御 自然就成了最强盾牌 此前一直是冲锋在前 硬扛无数天魔的伤害在打 后方的玄老 清理 以及希尔纳等人 带领着大量人员以此为封 攻伐被围住的天魔们 天魔们原本还在和仲修士优着点打呢 他们也不傻 本身就是被封印了数万年 实力是实不存一 就等着三位魔将大人解决战斗后来支援他们 哪里能想得到啊 三位魔将大人 竟然被一个杜劫期的凡间修士拖住还不算 竟然阴沟里翻船 被那位凡间修士一打三的情况下 反杀了两个 这简直离了大谱了 天魔们 神念也是仙人级别的 自然将远处周扬和三魔将的战斗看在眼中 他们知道 不能再拖下去了 三魔将是不能指望了 那就只能靠自己 于是 天魔们利用禁忌秘法 以神念汇聚秘术 逮住了银灵一次没有绝对防御覆盖的机会 神念冲击之下 一下子重创了银灵 银灵遭遇重创之下 天魔们早就准备好的攻击 也就落在了银灵的龙躯之上 瞬间将银灵给打得兵灵死亡 紧要关头 若不是清理召唤了凤凰冠冕气灵守护了一波 估计银灵此刻已经变成一具龙尸了 可接下来 天魔们疯狂的攻击 也让众人无法招架 三百天魔 因为禁忌秘法而死亡了数十位 疯狂之下逃走了数十位 目前剩余的天魔 还在冲击着封锁阵法的天魔数量 只有两百左右了 周扬恢复人形的身影落下 悬浮在白龙额间 皱眉看着银灵沉重的伤势 想了想 挥手取出了一枚 有着强大治疗能力的灵果 翡翠玉莲 这是一种以治疗闻名的强大灵果 药灵越高 治疗效果越好 翡翠玉莲的价值也非常昂贵 其功效不仅可以治愈血肉之躯的伤势 还可以治愈神魂伤势 唯一不如久悠宁魂水的 就是无法增加镀结成功率 即便如此 其依然是无数修饰梦寐以求的治疗圣物 可翡翠玉莲的治疗效果 是和药灵挂钩的 万年以下药灵的翡翠玉莲药效 也就和顶尖圣地的治疗圣药差不多 而万年以上药灵的 则少之又少 周扬手中的 这朵翡翠玉莲 药灵五百多万年 原本药灵只有五百多年而已 数百年药灵的翡翠玉莲 仔细找找 还是可以在深山大川里找到一些的 此前闭关的时候 就吩咐契灵收购了不少 法力一卷 将玉莲碾碎成一团药液 丢进了银银的龙口之中 随后周扬没再管他 这么一朵五百万年药灵的翡翠玉莲下肚 别说眼下这伤势了 再重一些都能完全治愈 并且活蹦乱跳 比全盛时期还要精力十足 周扬回头 看向了众人 清理喘息着来到周扬身侧 周扬 银银没事了吧 没事了 我已经给他服用了高耀灵的翡翠玉莲 等会就能恢复如初 这边天魔逃出去多少 周扬一边挥手 一道道强大无匹的法力席卷而过 疯狂地覆盖在了封锁阵法之上 将两百来的天魔死死挡在了其中 无法突破封锁 冲出包围圈 一共跑出去得有五十左右吧 不过其中有二十多个 被外围的炼须和化石们阻挡 付出了极大代价后 被拦了回来 清理说着 目光凛然地看着包围圈中的天魔们 这些家伙 实力即便实不存一了 依然如出强悍 这要是被他们跑出去之后 恢复了全盛实力的话 根本就没得打 也就是说 还是有二十左右的天魔 彻底逃出生天了是吗 周扬皱眉 这可是二十个天魔 等他们恢复实力 再想灭杀他们 将会难上加难 是啊 希尔纳抹着嘴角血迹 来到周扬身侧道 这些天魔此番游进灯窟之下 尚且这么难对付 若是被他们恢复实力 我等可真的没办法了 周扬小友 你可还有什么办法 玄老带着几个人过来询问道 这些老前辈们 也是人人带伤 而那些包围着天魔的杜劫大能们 此刻正在用绝对防御护照抵达攻击 他们偶尔打出的攻击 根本伤不到天魔丝毫 只能凭借合力的攻击 造成一些伤害 真正能对天魔造成巨大伤害的 还得是仙气的攻击才行 想到这里 周扬沉声道 诸位 不要节省零食了 此番必须将这些天魔给灭杀干净才行 否则后患无穷 玄老等人苦笑道 我们也明白 现在不是节省零食的时刻 但是我们的几品零食真的不多了 也幸亏周扬小友此前放出的那么多零食 否则我们的仙气早就驱动不了了 无妨 周扬说着 一挥手 又取出了百万几品零食 这百万几品零食当我个人无偿赠送 专门用于此番与天魔战斗吧 诸位 该行动了 不能再拖延下去 解决了这两百天魔之后 我们还有更大的劫难要面对 太好了 有了这百万几品零食 所有仙气都可以发动上百次攻击 足以灭杀上百天魔了 到时候我们凭借人数优势 硬魔也能把这些天魔给磨灭 各位纷纷吧 不能再拖延了 杀 玄老将零食分给了手持仙气的众人后 皱眉看向周扬道 周扬小友 你说的更大简单是 我杀死了两个魔将 还有一个跑掉了 再加上你们说的跑掉的二十天魔 这些天魔之间肯定有自己的联络方式 到时候汇聚一起后 若是 若是建立联系通道 与域外天魔一族取得联系的话 听到周扬的话 众人眼睛一瞪 骇然无比 是啊 若是被域外天魔 建立与自己所在修仙界的通道 随便下来几个魔王 那自己等人拿头去打呀 我们 我们是否可以和仙界取得联系 一个渡截期修士提议道 对方可以向域外魔界求援 我们也可以的吧 难 玄老叹息道 我们和仙界之间的联系 已经断绝数万年了 主动联系南上加南 凭借我们凡间修士的力量 根本无法打开仙界通道 若真想沟通仙界 也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飞升 玄老沉声道 飞升之后 将消息带到仙界 让仙界大能主动打开与凡间的通道 数万年前的那次战争也是如此 只有仙界主动 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周扬目光闪烁 其他人也是类似的神情 飞升 这是所有凡间修士的最高目标 修行以来 历经万千劫难 杜劫期更是要经历九次天节磨练 为的不就是飞升仙界 获得无尽寿源和无敌实力吗 可是 想要飞升的话 并不是那么简单 即便是 眼下有着上百位杜劫期大佬 他们其中九成是无法飞升的 一来 他们还没有全部读完九次天节 九节者眼下只有周扬一人 话说 他根本就没有劫难降临 直接就冲到了九节境界 其他人不行 他们面对的天节一次比一次强大 即便是最强大的玄老 此刻也仅仅只是八节而已 第九次 他也没信心能度过 而清理和迎林希尔纳等人 拥有仙灵根 自然不用担心这个 不过他们修炼速度是快 但依然没到九节呢 眼前只有七八节的境界 目前来说 只有周扬可以随时进行飞升 那么 需要周扬以飞升沟通仙界 来解决这次的劫难吗 让自己带着任务去求人 周扬是不愿意的 万一人家仙界大佬们 不乐意帮忙怎么办 区区一个凡间修仙界而已 域外天魔每年吞掉 多少世界都不知道 仙界大佬会管你一个 小小凡间修仙界吗 数万年前的那场战争 那也是因为 域外天魔发动的是大型战争 此界只不过是 战争的一个小角落而已 人家可不是专门来救你的 周扬心中一叹 随后不再想这些 而是将目光看向了 包围圈中的两百天魔 眼前 还是先解决这些家伙再说吧 就在这时 盈灵的伤势恢复了 一声龙吟下 盈灵化作人形 来到了周扬身侧 冷漠高傲的脸上 带着一丝感激看向周扬 周扬 多谢你用那么珍贵的翡翠玉莲来救 我 不用谢 周扬白手道 眼下正是用人之计 你也是一个杜劫七大修 肯定不能放任不管 盈灵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诸位 随我出手 灭杀这些天魔 再去找出那些逃走的天魔 以及那位女魔将的踪迹 战 杀 第194章 覆灭 难以炼化的定海欲重 有周扬参战的情况下 即便战局中 还有着200左右的天魔 也无济于事 完全被修饰一方压着打 轰隆隆 有些天魔眼看自己 被打得毫无胜算 拖延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只能选择自爆 一声声轰鸣中 巨大的能量爆开 将无数修饰震伤震退 好在有绝对防御的护照阻挡 否则的话 这一波自爆下来 不知道要有多少修饰 要死在其中 而有了极品灵石的填充 修饰一方的仙气 也不再停歇 不停地使用了起来 气灵横空丝鸣 庞大的身影 轰击下来 天魔们的末日 紧接着到来 数量急剧下降 200 150 150 100 最终 随着最后一个天魔死亡 这一场围剿天魔的战争 总算是勉强告一段落 接下来 则需要搜捕逃脱的女魔 将和那20来个天魔的踪迹 万万不能让天魔们 和域外魔族联系上 战后 有专门的人员 开始统计损失 最后得出的结论 损失惨重 杜劫七修士 损失了大概40多位 看上去不多 100来位杜劫七 只死了40多 和300天魔死掉 280相比 的确是非常幸运了 不过 这是建立在凌网的 绝对防御护照 拼命使用的情况下的 若无周阳的这个能力相助 别说40个 全死光了 都不一定能灭杀到200天魔 同样 若无周阳解决了三位魔将 更是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修仙界覆灭 都是瞬间的事情 如果说杜劫七修士死的 还算可以接受的话 那么炼虚修士死亡的数字 就更吓人了 炼虚修士 一共死亡了400多位 这可是修仙界的中间战力啊 一下子没了那么多 400多的炼虚 都是那些从包围圈中 跑出来的数十位天魔造成的 实力差距太大了 天魔可是先人级别战力 随手一击 都能灭杀一大片 炼虚修士手中储备的灵石 也不够开启多少次的 绝对防御护照 在覆盖性的群体攻击之下 总有无法开启护照的修士 几次下来 云落人数就上去了 数十位天魔逃出包围圈 炼虚们杀死了十几位 最终还是被跑掉了二十来位 若这二十来个天魔不想着逃走 硬打的话 说不定还能带走数百位炼虚 至于更下层的化身修士 那是 真正的擦碰一下就死一大片 差距太大 任天魔根本没把化身看在眼中 就相当于原因大佬 看待炼气修士一样 所以 化身修士的死亡人数 反倒是不多 只死了200不到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天魔和炼虚 以及杜杰大能战斗的时候 化身插不上手 天魔逃跑的时候 化身也追不上 完全是来打酱油的角色 而这 也成了他们最终活下来的原因 战斗结束后 周扬本来想立刻离开 去追捕女魔将 和那二十来个天魔的 清理喊住了周扬 周扬 现在这里的封印阵法 已经彻底破损了 希尔纳说 这个阵法的等级太高 凡间修仙界的阵法大师们 短时间也无法修复 并且 修复了也没什么用处 清理指着那通天般高大的 定海御柱 说道 希尔纳现在在整理收拾战后残局 迎领在那边 这根定海御柱是他家老祖的仙气 他要收回 希尔纳无话可说 其他修士也没意见 你帮忙看看 能不能给炼化了吧 这定海御柱 虽然等级颇高 可也是仙气 杜杰奇想要炼化虽然困难 但以时间打磨 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周扬好奇地问道 难道迎领无法炼化吗 这可是他家老祖的仙气 以血脉为引 他之前还可以此探查 封印内的情况呢 不可能无法炼化的吧 不是 清理摇头道 不是炼化的问题 你说的没错 以他和白龙老祖之间的 血脉联系 正常来说 炼化肯定是没问题的 即便有问题 也可以用时间来磨成炼化之功 然后 你亲自看看就知道了 周扬也奇怪 难道这其中 还有更加复杂的问题不成 两人闪身来到了定海御柱旁 看着眼前 这如同玉璧般庞大的仙气 上面还露刻着水波花纹 以及各色各样的龙形图案 银灵和绿罗 此刻正站在一个图案的凹凸处 银灵的手掌 覆盖在玉壁上 闭目沉思 绿罗咬着嘴唇 皱眉思索 看到两人到来 绿罗飞了过来 朝着清理点了点头后 看向周扬 周扬 这定海御柱直插阵法封印 刚才银灵和我说 定海御柱和封印的连接处 被破坏严重 当然 主要破坏的是封印 万年时间腐蚀磨损的结果 而这 也是阵法封印 之所以无法封住天魔的重要原因 原来如此 就说怎么可能呢 这样一个精仙级别存在的仙器 配合顶尖的封印仙阵 区区三个魔匠和数百天魔 封了数万年就封不住了 周扬探道 原来是这样的原因 魔脚 这是几乎绝大部分域外魔族 都拥有的一种天生伴随的强大器官 就如同猛兽的牙齿 利爪 以及犄角一般 是身体上最最坚硬的物品 而想要磨损和破坏定海御柱 这一等级的顶尖仙器 那魔脚必然等级不低 保守估计 有可能是魔王 甚至是魔皇身上留下来的魔脚 才能有眼下这样的巨大作用 所以 银灵无法炼化的原因 也是因此了 周扬看向绿罗和青脸 是的 两人点头 目光也转向了银灵 银灵也似乎感受到了外界的情况 缓缓睁开双目 看向了几人 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等会 我将定海御柱起初 看看具体情况吧 行 银灵口中吐出一颗龙珠 这并不是那颗 以白龙老祖龙珠炼制的传承仙器 而是银灵他自己的龙珠 论威能 肯定不能和那枚传承仙器相比 但是契合度却是完美 毕竟是自己的龙珠啊 用这颗龙珠来使用和驱动法力 肯定更加顺手 力量涌动下 庞大无比的定海御柱颤动起来 整个海底的淤泥和岩石层都在颤动 定海御柱不断升高 上百公里的长度快速地露出海面 直插天际 即便如此 深插海底之下的部分还没全部出来 又过了一会 才全部出来 整根定海御柱不愧是顶尖的仙器 其完全踢得完全长度 近乎上千公里之长 其直径也有大几十公里了 大部分御柱位于海面之上 直插天际 还有部分还处于海水当中 银灵指着御柱中间的一个部位道 就在那边 我们进去看看吧 说不定那个魔角还留在其中 因为这魔气浓郁程度太高了 明显不正常 几人飞进 一看之下 才发现在庞大的御柱体上 有着一个仅仅不到十米直径的窟窿 几人有些吃惊 能在如此强大的顶尖仙器之上 钻出这么大 这么深的一个窟窿 那魔角不可小看 第195章 定海御柱气灵 魔角气灵 一个直径仅仅不到十米的窟窿 对于定海御柱的整体来说 就和人身上出现一个针孔 没什么区别 四人飞入洞窟之后 明显感受到一股 射人心魄的邪恶气息 这是来自于魔气对生物的震慑能力 就如同龙威对生物的威慑 和龙威不同的是 魔气当中 还有着其他更大危害的东西 比如长期处于魔气环境中的生物 时间长了 将会被污染转化为魔物 魔物的更高境界 那当然就是成为天魔了 越是浓郁的魔气环境 越能提升魔物的实力 而在域外天魔的足地 被称之为魔界或魔域的地方 那魔气的浓郁程度 比这仙界的仙灵之气浓郁程度 还要高很多呗 不过飞了几公里不到的路程 顺着玉璧的镜头 四人眼神一动 看到了让他们震撼的一幕 一头体型不大 不过五米长的黑色灵纹的独角蛇 正缠绕着一个昏迷不醒 头剩一对洁白鸡脚的小女孩 一动不动 独角蛇额头的鸡脚上 不断涌现无尽魔气 那一缕缕的魔气 几乎化作实质 朝着小女孩身上涌入 女孩的脸色只有一半 还保持着白皙肤色 另一半已经化作了如墨漆黑 小脸上充满了痛苦之色 虽然陷入了昏迷之中 却还不时颤抖几下 不好 银灵一看过去 当即几乎一声不好 那独角蛇就是魔脚的气灵 而那龙女则是定海玉珠的气灵 看上去被魔脚侵蚀了大半 不赶紧驱逐魔气的话 时间久了 定海玉珠的气灵必然会被魔化 最终 整个定海玉珠都会转化成魔气 那独角蛇 果真就是魔气的气灵吗 清理惊讶道 那不只是魔王或者魔皇退下的脚吗 怎么 难道说 这根犄角被炼制成魔气了 肯定是的 如此强大的犄角 只要不是傻子 肯定会想办法炼制成法宝的 即便是仙界 也有仙人使用魔脚炼制成仙气的 威力十分不俗 银灵说着 目光看向了周扬道 周扬 这根魔脚 虽然在和定海玉珠的气灵战斗 但是看上去 已经占据了上风 未必没有能力腾出手来 这是一个堪比定海玉珠 甚至隐隐稍强一丝的魔气 我们可能不是对手 周扬文言有些皱眉 别急 之前我们和天魔大军战斗的时候 这枚魔脚并没有出来帮忙 那三魔将临死之际 都没能召回魔脚 这说明了一件事情 什么 首先 他们从封印阵法逃出 不得不舍弃了这枚鸡脚 以此来纠缠住定海玉珠的气灵 否则的话 拥有气灵的定海玉珠 绝对不可能让他们这般容易地逃出来 他们花费了万年时间来侵蚀 以鸡脚魔气拖住定海玉珠气灵 已经没有能力再掌控这个魔气了 周扬沉声道 定海玉珠也不是吃素的 在被魔气缠住的同时 也将魔气拖在了这里 这魔气即便能腾出手来勉强出手 也不会拥有太大的力量了 银灵 接下来我会应对魔气的攻击 你负责沟通气灵 和气灵里应外合击溃这根鸡脚 这 能行吗 银灵有些迟疑 这可能是一枚结尾达到王级的魔气啊 魔王鸡脚炼制出来的魔气 极大可能是王级魔气 否则也不可能在封印内部侵蚀定海玉珠 还压制住定海玉珠的气灵了 若是全胜时期 我不一定是这根鸡脚对手 可他现在一方面要应对定海玉珠气灵 另一方面 他还没有后续能量补充 还拿什么和我斗 周扬平静地说道 其实他还有底牌没说呢 王级魔气 在我镇魂珠正为地气面前 那就是个弟弟 就算镇魂珠不是攻击类型地气吧 防御总是无敌的吧 你魔脚在牛逼 破不了我的防 你能有个啥用 言罢 周扬就开始施展手段 首先一个闪身 就来到了独角蛇身侧 一个神念冲击 朝着独角蛇而去 气灵是一个灵体状态的存在 物理攻击能免疫九成以上 而神念冲击才是正确的应对方式 神念冲击一致 立马引起了独角蛇的反应 斯明一声中 独角蛇的舌头掉转过来 浑身一股黯淡的光运闪过 挡住了周扬的神念攻击 斯斯 独角蛇再次嘶鸣一声 口中吐出一个灰黑色的物状闪电 快速地朝着周扬而来 就是这么不起眼的一道攻击 却让周扬心中紧照大起 一股可怕的死亡威胁 冥冥中降临 似乎这道灰黑色物状闪电落下 就是自己的死期一般 眼皮子一跳 周扬心念一转 绝对防御护照已经覆盖全身 他甚至都没敢用祖龙之躯 去应接这道攻击 也许祖龙之躯的强悍 有可能抗住这道攻击 但是没必要去冒险 物状闪电击打在护照之上 护照紧紧运起一圈圈拨纹 便将这道攻击完全挡住了 而后地气之灵的信息传来 让周扬大吃一惊 就这么一道攻击 竟然就消耗了150万的极品零食 这尼玛 是在开什么玩笑 这就相当于 魔角的一击 相当于普通仙气的150次攻击 这 就是攻击类王级魔器的威能吗 周扬目光中满是欣喜地看着魔角 这东西 如果弄到手的话 自己也就有了一个攻击类型的最强底牌了 这东西的攻击力 甚至比自己现在每十天一次的绝世神通天青都不差了 天青攻击力不比这个差是不错 但是冷却时间太长了 十天一次 而这东西不一样 只要临时跟得上 可以不停地发出这样强悍的攻击 周扬开心了 于是 再次和魔角缠斗在了一起 有绝对防御的护照在身 你在牛叉的魔器 也打不破护照 只是垂死挣扎而已 周扬不停地攻击着独角蛇 测试出了独角蛇 也就是魔角的三种攻击能力 虽然只有三种 种类树木 无法和地气阵魂珠相比 可这三种能力 全都是攻击能力 具体这三种攻击能力如何 还得等到守候才知道 目前只知道 这三种攻击能力都不差 而就在此时 银灵在青里和绿罗的保护下 神殿渗透进入昏迷的定海玉柱气灵体内 沟通起了龙女的真灵 龙女虽然看上去幼小 只有七八岁小女孩模样 实际上 却是一个存在了 不知道多少万年的 王极仙气的气灵 是的 王极仙气的气灵 仙气以及气灵 也是可以成长的 这跟定海玉柱 当年炼制成功的时候 也许没达到王极层次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差不多晋级王极了 如果不是遭遇魔角侵袭的话 眼下的龙女 就处于一种 极度接近王极的层次上 如果驱逐了魔角 自身的定海玉柱 本体修复完整后 再有仙石补充能量 到全胜时期 那么完全恢复到 王极仙气的阶位 基本上属于十拿九稳 不过几个呼吸之后 龙女身形一颤 浑身释放出 大量的仙灵之气 外界 庞大的定海玉柱 本体快速收缩 不过眨眼间 就变成了一个 长两米的玉石一般的棍棒 安静地悬浮在海面之上 定海玉柱体型 变小成这样 其体内的周阳等人 已经磨脚 全部被挤了出来 呼 一边压制着魔角 一边转头看去 只见银灵面露喜色的 和青里绿罗站在半空 而他们身侧 还有一个手持着 定海玉柱的龙族小女孩 小女孩自然就是 定海玉柱气灵了 仙气的气灵 智慧都不低 更别说是王极仙气的气灵了 该死的独角蛇 看打 龙女虽然刚醒 但也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是周阳四人救了自己出来 不过眼下大敌还在 她第一时间就拿着定海玉柱 冲独角蛇打了过去 龙女手持定海玉柱 和独角蛇大战 别看她只是一个仙气气灵 实战经验却非常丰富 毕竟曾经跟随金仙大佬 征战各大世界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残酷的战斗呢 当然 对面的独角蛇同样不差 作为魔王的犄角 甚至比龙女拥有更多的战斗经验 域外天魔的战斗 可比仙人更加频繁和残酷 不同的是 龙女这边有周阳四人压阵 独角蛇属于真正的孤家寡人 一边和龙女战斗 还得要一边注意周阳这边的动静 周围全是敌人 独角蛇 哪里能够专心致志的战斗呢 两大气灵的战斗 打得非常激烈 周阳四人开始时 还饶有兴致地看着 甚至也从中学到了一些战斗经验 然而时间久了 就不耐烦了起来 速战速决吧 我去帮助龙女拿下这个魔器 等会还得解决女魔将 已经到20天魔的问题 周阳开口说道 好 你小心些 这毕竟是魔王鸡脚 战斗经验丰富 还是和龙女一起配合拿下它比较好 清理提醒了一句道 对 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我们这边你不用担心 我和龙女已经有了神殿感应 我可以沟通它进行战斗 银灵说道 她现在虽然没能完全炼化仙气 但是已经和龙女这个气灵有了沟通 想要炼化 最多也就是日后耗费一些功夫而已 有气灵相助 简单得很 我们帮不了你太多 但也不会给你拖后腿的 绿罗说道 她知道 自己现在的实力是最弱的 仅仅炼虚修为 若是放在以前 那也是顶尖战力 之前妖圣宫明面战力最强的清理 也才炼虚而已 而现在 因为应对天魔的战争 可以说 修仙界的底牌都出来了 修仙界各大势力的底蕴 加起来上百杜结期 人族修仙界 就占据了将近一半 还有一半 也是来自妖族几大势力 妖圣宫 也是有十来个杜结期的 不过此刻这些杜结期大佬没在这里 已经被玄老带领着 前往修仙界各处搜寻女魔将和天魔踪迹了 其他的 如炼虚化神等 也都在搜寻天魔踪迹 一旦有消息 立刻通过灵网传递消息 然后就是杜结期大佬传送包围 击杀天魔 这事可不是小事 必须郑重对待 所以 两大气灵的战斗 必须尽快解决了 周扬加入战团 立刻给独角蛇带来了巨大压力 虽然没有第一时间落败 但是周扬和龙女一同围攻之下 落败也仅仅是时间问题 龙女挥舞棍棒 狠狠殴打着独角蛇 那小脸通红的愤怒模样 显然是以前被这独角蛇搞惨了 差一点就被独角蛇给魔化 她当然愤怒 独角蛇漆黑的魔童中 闪烁着狡诈之色 她明白 自己应付一个龙女 本就不容易了 现在又要加上一个周扬 虽说周扬的实力单对单 不一定是她对手 但她却在对方身上 感受到了威胁 对方似乎还有底牌没放出来 而她 储备的能量也用得差不多 再不跑的话 等会储备能量用完 自己就没什么威胁了 必然落入这些修士手中 从以往人族修士的做法来看 自己的意识 肯定会被抹去 最终被炼化成一箭仙气 重铸气灵 想到这样的解决 她就不寒而栗 这对她来说 就是死亡啊 所以 独角蛇想跑了 她也知道之前的战斗经过 知道有一个魔匠逃出包围圈了 所以 她现在就准备跑路 去寻找那个逃掉的魔匠 只要寻到那个魔匠 她就有了补充能源的可能性 也有机会返回魔域 一旦到了魔域 那这些人类修士 就不足为虑了 死死 趁着周扬一击 轰在她身上的时候 她以魔器身躯 硬扛了这一击 顺着这一击的力量 瞬间腾飞起来 化作一道漆黑流光 朝着天际急速飞走 混蛋 还想跑 龙女气怒 当即追了上去 周扬眉头一挑 这条蛇 有点头脑啊 果然不愧是顶尖魔器 显然不是自己修仙界 那些传承仙器所能比的 这智力层次 完全就是一个 正常修士一样的水平 周扬低音一声 直接化作了一条神龙 腾云驾雾一般 甩动尾巴追了上去 原处 银灵看着周扬所画的 暗金色古朴苍龙 浑身血脉都在悸动 这是一股来自内心 来自血脉上的悸动 不由自主的一股子 崇敬之情 浮现脑海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化龙神通 能够带来的感受 化龙神通 有等级层次划分 普通化龙神通 只能化作普通真龙 再上一级 则是化作龙王 再是龙皇 最后则是太古龙神 原始祖龙 银灵不敢想太多 只觉得周扬所画之龙 起码也得是龙王级别 甚至有可能是龙皇 吉女并没有追上去 而是以神念观看 追逐战下的一人两气 以他们的境界 参战当然没太大作用 但是神念覆盖之下 也能知道战斗情况 不过 偶尔也会被魔器的 神念冲击几下 受到一些小损伤 在所难免 一斩茶功夫 战斗结束了 在周扬展露祖龙之躯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这场战斗的结果 祖龙之躯 配合龙女 这位龙族的仙器 效果好得出人意料 周扬竟然可以 直接掌控这件仙器 进行战斗 完全是压着魔脚在打 最终 魔脚也是筋疲力尽 耗干了能源之后 被周扬抓住 若不是能源耗尽 估计这家伙还能跑 不愧是顶尖魔器 即便是被压着打 也只有耗干气能源 才抓住对方 否则的话 只能想办法围困一魔 吱吱吱 嘶嘶嘶 周扬化作人形 手上捏着独角蛇 一阵怪叫之后 扭动的黑蛇独角蛇 化作黑烟消失 留下了一个黑亮的独角 这独角正是魔脚本身 一旁 定海玉柱上亮光一闪 龙女再次出现 她抓住定海玉柱后 目光先是看了一眼魔脚 随后紧紧地盯着周扬看 周扬淡然一笑 我脸上有花吗 花倒是没有 不过 你的化龙神通不简单 龙女虽然语气平静 但是双目中却充满了惊诧 化龙神通她见过不少 仙界有不少仙人 都有此神通 仙界拥有神通者 可比凡间多太多了 以龙女的见识 什么神通没见过 为何 周扬看向龙女 她也想通过龙女 了解一些仙界的信息 仙界的化龙神通者 我见过不少 不过他们化龙之后 可没本事 在没有炼化的情况下 龙女说道 而你竟然可以直接使用 这太奇怪了 以我的知识来判断 只有化龙层次达到了 太古神龙 以及远古祖龙 才可以做到 其他的 即便是龙皇本身 都做不到 何况是化龙神通者 第197章 落幕 搜寻与全网通机 三道光芒闪过 青力 银铃以及绿罗 出现在身旁不远处 凌空而立 抓住了吗 终于结束了 彻底结束了 绿罗看到周扬手中的魔角 不由得尝出了一口气道 绿罗你说错了 现在可不算是 真正的彻底结束呢 青力淡然一笑 只有等到将 那个逃走的女魔将 和那20天魔 全部击杀后 那样才算是 彻彻底底的 真真正正的结束 也对 是我想简单了 绿罗点头 这根鸡脚挺珍贵 和我是同等级魔器 龙女看了看 出现的三女 随后对周扬说道 你可以找时间将之恋化 一定要小心魔器侵蚀 算了 你有画龙神通 以你画龙后 接近惊心的境界 倒还真不用怕魔器侵蚀 周扬文言洒然一笑 感受到手上的魔角 还在扭动 这家伙还不死心 都被抓住了 还想跑不成 估计也是听到龙女的话了 不想被炼化 心有不甘呢 可这又怎样 被炼化 就是你应得的结局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的事情 会注意的 周扬点了点头说道 倒是你 无人炼化的状态下 保持不了现在的状态太久吧 龙女是仙气 顶尖仙气 这类拥有高智商 高战力的顶尖仙气的气灵 的确拥有高度自由性 但是 作为仙气 其有本身的不足之处 在无主状态下 是有一些限制的 时间久了 就会陷入沉睡当中 补充能源 我的事情不用操心 那边的小兵龙 不正好是我此前老主人的后代吗 龙女无所谓地说道 就让他炼化我就是了 其他人我可不认可 嗯 如果是你的话 也不是不行 龙女对周扬 倒是没什么排斥感 甚至在周扬身上 他还能感受到 一股比曾经老主人 更加强大和威严的压迫感 在这压迫感当中 还透着一股难掩的亲切 周扬摇头道 你虽然很强大 但我却不需要 盈龙更加适合你跟随 作为他家老祖的仙气 你跟随在他身边更合适 去吧 旁边 盈龙听到这话 虽然高冷的洁白脸颊上 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 但是眼神里 却不自禁地流露出一丝喜悦 看向周扬的眼神 也透出一丝爱慕之意 这可是顶尖仙气啊 可以说 只要补充极品灵石 或者充足的仙石之后 定海玉柱 必然可以发挥出 王极仙气的实力 这样的一件仙气 主动说要成为周扬的仙气 周扬却因为 其和自己的血脉关系 而拒绝了 直言跟随自己更加合适 这让他由衷地感受到 周扬对自己 实在太好了 你是叫盈龄吧 以后我就跟着你了 龙女闪身来到盈龄跟前 看向盈龄 便昂头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身形化作一道光芒消失 只留下一根浴棍 悬浮半空 还有一句话回荡 尽量给我找些仙石充能 我可不喜欢吃凡间的零食 放心吧 仙石我还是有一些的 盈龄说着 看了周扬一眼 随后将浴棍握在手中 取出一大堆仙石 丢进了定海玉柱 自身的储备空间 众人仿佛能听到一声欢呼 有了这些仙石 定海玉柱很快就能恢复到巅峰 只要在修复其身上的破损之处 王级掀弃的威能 就能真正地恢复了 另一边 周扬也收起了魔角 这个魔角 他日后会找机会练化 但不是现在 现在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需要去做 我的领往后台 已经接到了一些 仪式魔将踪迹的线索 我们也该到了行动的时候 不禁灭天魔 我们的世界危险不会清楚 周扬郑重道 明白 我们现在就行动吧 清理点头道 不过 大家在搜寻信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毕竟那可是一头魔将 绿罗你不要跟我分开 引领你 返回北域寻找 那边你更加熟悉 注意有线索后 第一时间通知周扬 周扬会第一时间传送过去 有他在 那些逃窜的天魔 才能有把握全部留下 我知道了 引领应了一声 随后朝着周扬点了点头 身形化作一道光芒消失 已经传送返回北域了 我们也返回吧 深海这边 有希尔纳在 不用我们担心 想来那些天魔在如何胆大 也不敢返回深海的 清理看向了周扬 嗯走吧 周扬挥手 传送光辉覆盖三人 随后消失踪迹 再次出现 已经在黑暗森林当中 妖圣宫的总部 那颗巨大无比的树木之上 在妖圣宫 周扬并没有待太久 只是简单地处理了一下 后台信息 可惜 这些线索 也仅仅只是线索 并没有确切的消息 周扬甚至还传送了几次 然后 对面虽然的确有天魔的踪迹 却也仅仅是其路过留下的痕迹 并没有天魔落脚之处的 确切地址 失望之下 周扬返回了青木城 他返回了自家驻地 先是和家人团聚了一下 和夏清玄 夏清兰 以及姐姐周韵 妹妹周玄 母亲刘宛如等人 聊了聊家中的情况 家族的事物等 然后开始远程操控 上百度截气大佬们 如何搜索天魔踪迹 逃亡的天魔 的确很难搜寻 这些家伙 逃出升天之后 并没有大肆作恶 肆意杀戮 若是如此的话 反而好找 目前 凌网对整个世界的覆盖率很高 只要是有修饰的地方 九成九都覆盖了 只要有一丝天魔出现的痕迹 都会被发现 然而 这些家伙很聪明 也很谨慎 竟然能忍住杀戮之心 没有去肆意吐露民众 不得不说 的确是很奇怪 这些家伙 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周扬低头思索了一阵后 便抬头点开了凌网 目前搜寻的主力 是上百位杜劫七大佬 但是这样是不行 他们的战力和速度 以及神殿覆盖范围的确广阔 可是数量不足 需要发动普通修饰进行搜寻 这就需要发起任务了 于是 在周扬的思索下 一条任务在凌网上出现 引起了整个修仙界的沸腾和震动 第198章 踪戒 即将打开的天魔通道 通缉令 搜寻天魔踪戒 但有相关情报者 一旦查验属实 奖励一百几品零食 获得天魔具体所在位置者 奖励一万几品零食 搜寻过程中 可以申请凌网相关功能协助 申请过程中 有凌网气零负责验证真伪 申请的功能有 复活 护盾 传送 但凡是在搜寻天魔过程中 申请的功能 全部免费 在修仙界中 零食就是硬通货币 此前修仙界资源匮乏 因为周扬的原因 一度造成了零食价值大跌 然而经历了这么一场天魔之战 整个修仙界的零食消耗了大半 以至于现在的修仙界 零食价格反而变得比战争之前 更加昂贵和珍惜 可以说 战争之后的修仙界 资源的匮乏程度 比之前更加厉害 所以说 看到周扬颁布的这一条通缉令 整个零网的所有修士 几乎都沸腾了起来 要是没有零网的承诺 他们还真没太大胆子 去触天魔的眉头 毕竟那可是天魔呀 最差都是仙人境界的无敌强者 更别说其中领头的 还是一个魔将级存在了 整个修仙界 除了周扬之外 支撑零网护盾的使用了 而现在不同 有了零网给予的保证 别说护盾了 就算是死了 都能免费复活 有了这样后顾无忧的保障 修士们一个个都摩拳擦掌 准备出手 周扬看到零网修士们 全都兴致勃勃地 领取了搜寻任务 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 现在的修仙界 零食资源缺乏严重 他不可能免费送出去 所以眼下这个任务 也有着发放零食的作用 当然 当然不是给所有人发放 而是给运气好的 实力强大 能找寻到天魔蛛丝马迹的修士发放 一来给修仙界补充临时资源 二来也是解决天魔隐患 为修仙界减出大敌 天魔不仅仅是修仙界 其他修士的大敌 也是周扬和周家的大敌 一旦放任不管 天魔沟通了域外天魔老巢 那整个修仙界都要完蛋 周家和周扬自己也不能幸免 他就算再厉害 也不可能一个人 面对整个域外天魔族群活下来 那可是能够和整个仙界 征战亿万年而不败的天魔一族 随着时间的流逝 无数修士展开行动 在修仙界各处搜寻天魔踪迹 甚至有的人还找到了 人际罕至的深山老林 修士们凭借神殿探查的能力 驾驭着非洲航行与天空四处搜寻 偶尔的确找到了天魔留下的踪迹 于是上报气灵之后 一番验证之下 当即就获得了极品临时奖励 这些奖励都是公开的 所有修士都能看到 奖励发放的提示 于是乎 在奖励的刺激下 更多的修士加入了进来 这一天 一个年龄看上去 只有十七八岁的少年 正在一处山林中奔跑跳跃着前进 少年名叫陆元 来自于一个三流小宗门 自身天赋不好不换 此番行动 当然也是为了搜寻天魔踪迹而来 少年所在的宗门 虽然属于三流 但是宗门实力 在整个西域也不算差了 毕竟西域一共也没几个大宗门 他也是在进入了凌网之后才知道 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么多顶尖大宗门 那么多的顶尖强者 以及那么多的修士数量 为了这一次的凌网通缉令 陆元所在宗门 几乎全宗上下都在行动 上至元英镜的掌门 下至刚入门的炼器 小师弟师妹们 都在热火朝天的四处搜寻天魔踪迹 陆元一边奔跑 一边以脆弱的神念 在周围数十米范围内 搜查着蛛丝马迹 一边感叹了一声 凌网上 已经有好几个搜寻到了天魔踪迹的修士 修为最低的那个也才助激进 我虽然才练气后期 可最多在修行半年 想来也能有机会晋升助击了 这好运怎么就没落我身上呢 陆元想到这里 连忙打起精神来 再次朝前冲去 感觉神念消耗严重 神魂都有些不稳的时候 他才停了下来休息 修整完毕之后 才再次上路搜寻 而就在距离此处不远的 一处地下洞窟内 一女魔将为首的二十天魔 正凌空站在这处地下洞窟当中 围拢在一起 忠心所在 正是女魔将的身影 诸位 加把劲吧 历经半个月的时间 这处通道 总算是有机会打开了 女魔将低沉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兴奋之色 不得不说 现在凡间的空间壁垒 还真的坚韧 以我等天魔和魔将的实力 打开通道 都需要耗费半个月时间 不过 一切都值得了 因为 最多再需要两天时间 就可以返回足地了 外围那二十天魔闻岩 一个个都兴奋起来 呼吸都有些变得急促起来 返回足地啊 返回那充斥着魔器的 域外天魔老巢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慢慢恢复 只需要半天时间 就能凭借那浓郁的魔器 恢复至巅峰状态 嘿嘿 此界修士 还在疯狂搜寻我们的位置 却不知我们就藏在 西域的这处山林当中 此界 虽然与我天魔族的相比 如沧海一宿 可在凡间当中 也不算小了 即便那个周扬 发动整个修仙界修士 都来寻我等踪迹 短时间也无法找到我们的 是啊 等他们寻到踪迹 我们都已经打开通道 离开此界了 幸好有女将大人在 否则 以现在这空间壁垒的强度 我等二十天魔 也无法合理打开啊 哈哈 我忽然想到 以现在这空间壁垒强度而言 此界修士 飞升难度 岂不是难比登天 这道可能性不大 修士飞升与魔物成圣类似 在那一时刻 会沟通上界 合理打开通道的 只不过飞升难度 肯定有所增加 就是了 我们不用管 修士如何 还是想想 我们返回之后的事情吧 也不知道族的现在如何了 这还用想 以我族之强大 肯定还是压着仙界在打 也对 而就在这时 女魔将忽然面色一变 咬牙低声道 去一个人 将南方八百里外的一个小修士 给弄走 一定不要随意 杀死他 以免引起周扬注意 第199章 路缘的机缘 魔宗线 周围天魔一顿 脸上均都露出了惊恐之色 他们现在还能想起 周扬那瓶劲 蕴含着恐怖射人的目光 无法想象 这样的一个凡间修仙界 竟然出了这么一个恐怖人物 太可怕了 大人 我去吧 一个身形高挑的女性 天魔沉声说道 来者是一个少年修士 修为井井之右 练气境而已 虽然她肯定已经是凌网一员 这件仙气的气灵 也有能力 关注她的情况 不过只要我不露面 就不会泄露踪迹 嗯 快点去吧 不要让她靠近了这里 女魔将摆了摆手说道 解决了 就快点回来 不能耽误了 开启通道的时间 遵命 女天魔领命下去 身形化作一道 黑烟消失不见 众天魔一边维持着 环绕在中心处 那悬浮在半空中的 扭曲黑色漩涡 女魔将作为主导者 她的力量才是 维持这个漩涡的 最重要力量 漩涡吸纳着众天魔身上的 无尽力量 涌入进漩涡之内 将漩涡以缓慢的速度扩张 天魔们 一边维持着漩涡 一边也在以磨念的方式 关注着另一边发生的事情 山外 数百里处 路员刚刚翻越了一座山头 站在一棵大树上 眺望了远处 口中嘀咕了起来 这鬼地方 还真是鸟不拉屎 我跑了好几天了 一点线索都没有 难道之前 有人看到天魔 出现在西域的事情 是假的 也不对啊 人家都已经领到临时奖励了 不可能是假的 那就是 天魔并不在我现在 所处的地方周围 路员只能这么想了 西域何其大 不比其他域小多少 只不过 比起其他域来说 西域比较荒凉而已 然而正因如此 更加显得西域人烟稀少 这也太难找了 路员又嘀咕了一句后 跳下大树 想着休息一会再行动 也不知道 宗门师兄弟们 还有常备师尊 他们找得怎么样了 若是能找到个蛛丝马迹 那自己宗门 可就是发达了呀 不过再想想 要找的 可是天魔的踪迹啊 那可是天魔 实力达到了 仙人境界的恐怖存在 自己才仅仅是 炼气劲的小修士 人家出现在自己身旁 估计自己都发现不了 就在路员如此想的时候 他刚才跳下的那棵大树上 一道透明的身影出现 静静地看着他的背影 这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女魔将派 出来解决路员的女天魔 以天魔之能 想要解决 一个炼气小修士 那是再简单不过 吹口气都能灭杀数十上百万 一点都不夸张 然而 眼前的路员 或者说 现在修仙界任何的修士 他们都不敢贸然下杀手 因为他们 这一路行来 四处躲避周扬 搜寻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被几次 发现踪迹 那是因为他们下手 斩杀了一些修士 搜魂获取信息的时候 暴露在了灵网之下 一开始他们 还不知道 此界竟然有此等 奇异的灵网存在 后来从修士们神魂记忆中 才知道了 灵网的存在 于是再也不敢随意 斩杀修士了 即便是打探消息 也是伪装成 修士模样 通过交谈获得 眼前这个路员 他们也不敢 随意动手斩杀 自己等人的临时老巢 可就在这处山林当中的 若是被灵网气凌查教 引来周扬那个 可怕的家伙到来 那半个月的努力 可就打水漂了 女天魔思索了一下 才决定动手 她手指一点 一股隐秘不可见的魔器 在身上拨动了一个刹那 她此刻动用的力量 非常微弱 一来不敢动用太大的魔器 怕引起灵网气凌注意 二来 对付一个炼器小修士 也用不着使用太多魔器 微弱魔器 配合着魔念发动 瞬间 路员那边就有了动静 路员在地面休息了一会后 就准备再次上路 她准备穿过前方的灵地 在搜寻一阵子之后 若还无法找寻到什么线索 就返回宗门 然而 她还没走几步 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咦 这是哪里 路员只感觉眼前一花 随后竟然出现在了 一处陌生之地 就好像使用了灵网传送一般 从一个地方 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路员疑惑地点开灵网 查看了一番后 发现 自己并没有使用传送功能啊 再说了 以自己的身家 也没那个零食 来使用传送吧 路员挠头 难道是我 遭遇了什么秘境不成 有可能啊 想到这里 路员便到处寻找了起来 想要在这疑似秘境的地方 寻到一些宝物 忽然间 他眼睛一亮 看到了一株 生长着红艳艳果实的灵药 这株灵药 他恰好认识 也幸亏有灵网存在 否则以他炼气修为 如何认出这等 珍贵的灵药啊 这是一株对话神修士 都有巨大药效的灵药啊 起码得 价值数千万下品灵石 发了发了 真的发了 没想到 没想到我 竟然发现了如此珍贵的灵药 我应该是 发现了一处秘境 天哪 这可是秘境啊 陆元高兴了起来 连忙朝着那处灵药跑去 可就在他刚刚朝着灵药 伸手的时候 那灵药上的红色果实 忽然泛起一阵 奇异的光芒 陆元神情一震 随后仿佛陷入了迷幻当中 迷迷糊糊 缓缓转身 朝着来处放向而去 大树上 那天魔女子看着陆元缓慢离去 大大的松了口气 好了回来吧 女天魔的耳边 响起了女魔将的声音 属下遵命 女天魔点了点头 随后看了一眼路远缓慢 离去的背影 转身一闪 返回了地窟 你做得不错 漩涡前 女魔将看了他一眼道 就这么 让他慢慢返回挺好的 又能拖延时间 又不会引起凌网的注意 属下的这一秘数 也就能维持三天左右 再久的话 我怕会出事 女天魔尘声说道 万一这小家伙的长辈联系他 可能会露线 没事 我们抓紧时间吧 女魔将面色不变 目光紧紧看着漩涡道 不用去管这个小角色 能拖延这些时间就够了 只要在此之前 将通道打开 一切的一切 就都结束了 不错 旁边一个壮硕天魔尘声道 只要打开足地的通道 此界不足一提 那周扬 即便在如何妖孽 在我族强者面前 也只是一个 可以随手捏死的小虫子 第二百章 寻找 陆远与飞鹤门 青木城 周家 哥 青蓝姐呢 周家院落的一处凉亭内 一袭白衣的周扬 坐于其中 正点开灵网翻看着信息 周雪却从不远处 小跑过来问道 周扬转头 看向周雪 眼角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 找不到青蓝 你不会灵网上联系他吗 闻言 周雪不由嘟着嘴道 就是他在灵网上 跟我说来这里找他的呀 算了 我再找找看 找不到再联系他 见到周雪跑开 周扬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现在的周雪 别看才十多岁 实际上已经是画神大圆满修士 作为周家核心成员的他 早就已经仙灵根在身 整个周家 仙灵根一大堆 修行速度 那根本就不是普通修士能比的 气灵 还没有那些天魔踪迹的线索吗 周扬关闭了论坛页面 叹了口气询问道 这么多天了 若再不找到天魔踪迹 一旦被天魔们 沟通了域外天魔老巢的通道 整个修仙界可都危险了 他自身的实力是强大 可再强 也不能和人家 一整个域外天魔世界相比 那可是能够和整个仙界 相提并论的存在 回主人 暂无发现 气灵回道 之前不是在中域和西域 发现了一些踪迹吗 之前的线索 只是天魔路过留下的痕迹 被后来路过的修士 发现了魔气残留而已 周扬闻言 想了想 那也可以说明 天魔去过中域和西域 目前 根据中域和西域修士的行动轨迹 可以判定 他们已经接了任务 正在两域之地疯狂搜索 一旦有线索发现 我就能够迅速得到消息 气灵沉静地说道 作为震魂珠的气灵 她的智慧层次无庸置疑 甚至可以说 比之一般的修士 智慧程度还要高出一大截 算力上更是远超仙人 可以与仙帝相比 毕竟 她可是系统的子程序 算力强大到无以复加 只是和一般仙气气灵不同的是 她的感情系统较为薄弱 比龙女都不如 更偏向于机械性 程序性 多加关注吧 周扬叮嘱了一句 明白 气灵回应了一句后 便沉默了下去 西域 就在周扬时刻 关注天魔踪迹 各大宗门顶尖修士 以及其他各境界 修士四处搜寻 天魔踪迹的时候 这里正在发生着天大的事情 地窟中的天魔们 抓紧时间开启通道 而另一边 陆元经过大半天的行走 终于离开了山林之地 越是远离那处山林 身上被蛊惑的迷乱 便开始变弱 天魔的手段的确强大 特别是 对于她一个炼器小修士来说 更是如此 然而 因为惧怕 被陆元身上的灵网气灵 发现端倪 那位天魔 根本不敢使用太多的力量 进行干涉 甚至 在无外力的情况下 陆元身上的迷幻法术 也只能维持三天 那股魔器 实在太微弱了 而就在陆元离开山林之后 她的身上 散发出了 一阵肉眼不可见的光芒 她的灵网账号响了起来 这是她设定的信息提示 有人发信息的时候 就会震动她的神念 以做提醒 这股提示 当然无法就这么简单 解开她身上的幻术 不过却能引起 对面联络者的警惕 飞鹤门中 一个中年男子 有些皱眉 这个陆元 怎么还不回信息 对方并没有关闭信息提示 可却没有及时回信息 难道是 遇到了什么麻烦不成 中年男子 有心想要传送过去 也没办法 梅陆元本人同意 是无法做到定点传送的 宗门外出探索 搜寻天魔踪迹的人 经过那么长时间寻找 根本就没找到 丝毫蛛蛛丝马迹 他就想着 将自己这位小弟子叫回来 不要想那些 不切实际的事情了 连宗门老祖 都没办到的事情 那里是一个小修士 能做到的呢 就想着找陆元 返回宗门 继续修行了 结果这小家伙 唉 这小子 中年男子摇了摇头 随后只能翻手 取出了一件 罗盘状法宝 还好 他之前 再给我留了一丝 神魂真灵 我这法宝 对于寻宗问己 也有些功效 还是找找看他的位置吧 没想到 这鬼法宝 对寻找天魔没丝毫作用 最后反倒是寻找弟子 屡屡建功 中年男子哑然一笑 随后开始激发法宝 法宝上 最终显示出了陆元踪迹 随后男子担心 自己弟子出事 也没敢停留 陆元真出了事情 那自己就得肉疼的出灵石 来复活他了 而就在他寻到陆元之后 立刻就神色大变 一番查探之下 立刻抱起陆元 返回宗门 宗门老祖查探之后 立刻召集宗门高层开会 诸位 我飞鹤门机员来了 陆元身上有隐秘的魔气气息 宗门老祖沉声说道 目光扫过了场中的宗门高层们 怎么可能 一个高层长老 不可置信地说道 我刚扫试过这个 小家伙身上 根本没有丝毫魔气的气息啊 废话 目前逃窜的可都是天魔 人家下手 你能感觉到才怪了 另一个长老说道 老祖不同 老祖可是手持仙气碎片的 能感知到魔气的气息并不意外 老祖手中的仙气碎片 那可是曾经飞鹤门的 正宗仙气的碎片 可惜 曾经飞鹤门也是修仙界 顶尖宗门之一 然而却在数万年前的战争中 破碎了仙气 宗门等级跌落 苟延残喘传承至今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而现在 似乎 飞鹤门终于迎来了 飞黄腾达之计 第201章 老祖的分析 前往探查 待我唤醒陆元 仔细询问之下 自然就能知道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情况 飞鹤门 老祖淡定地说着 一手点出 一点灵光落在陆元身上 随后在强大的法力下 陷入昏尘的陆元 被唤醒了 嗯 我 我怎么了 陆元从昏尘中清醒 起身的时候 大脑还处于荡机状态 扶着脑门 一脸迷茫 等看清周围人群 都是自家宗门长辈后 顿时一个机灵 陆元见过诸位前辈 见过掌门老祖 陆元赶紧行礼 心中满是忐忑不安 不知道 为何忽然会是 眼前这幅景象 在他的记忆里 自己应该还在 数万里外的一处山林中 寻找天魔踪迹的 为何会在这里呢 呵呵 陆元小友 不必惊慌 掌门老祖温和一笑 摆了摆手说道 哎 将你之前 搜寻天魔踪迹过程中 遭遇的事情 与我等说说如何 陆元一愣 有些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一旁的中年男子 见此顿时极了 陆元 老祖问你话呢 你是不是还没搞清眼下情况 我之前担忧你安危 灵网联系 你又不回信息 随后特意用法宝 找到了你的位置 赶过去一看 你已经陷入了迷幻当中 幸好我去得及时 否则当你走出那片区域 一旦遭遇了野兽 以你当时的状态 必死无疑 陆元有些恍然 原来是师尊 将自己带回的呀 谢师尊救命之恩 陆元先 是向着师尊 表达了感谢 随后开始回忆了起来 他开口 将自己从宗门出发 随同师兄弟们 离开宗门寻找 天魔踪迹的经过 说了一遍 当听到陆元 和师兄弟们 分开行走 一路来到了 数万里外的一处山林后 选择了进入山林寻找 有几个原因修饰 顿时感觉这小家伙 虽然修为不高 胆子倒是挺大的 随后 陆元又说到 自己进入山林后 一路奔行 原本还没什么 就是当他翻过 一个山头之后 竟然一个恍惚之间 好似进入了某个秘境 进入秘境 自然是要寻宝了 在听他说 看到一株对话神修饰 都有大用的灵药后 场中修饰 顿时激动了起来 若真是一处 还未出世的秘境 飞鹤门也是大转啊 陆元也看出了 诸位长辈脸上的神色 明白 他们都在想什么 不由苦笑一声道 晚辈当时 也感觉赚大了 可惜 当我刚要采摘 那株灵药的时候 那株灵药 忽然发出一阵红光 然后晚辈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直到刚才 被老祖唤醒 哦 飞鹤门老祖闻言 顿时皱眉 你是说 那株所谓的灵药 发出红光 然后你就陷入了迷幻 直到老夫刚才唤醒你 才清醒了过来是吗 老祖英明 晚辈正是此意 陆元抱全躬身 表示正是如此 嗯 如此说来的话 那么 老夫也就有了几分猜测了 一旁的几位宗门长老 顿时问道 老祖有何高见 还请直言 飞鹤门老祖 俯着胡须 眼睛微微眯起 道 依老夫之见 陆元所看到的那处 所谓的秘境 恐怕是假呀 啊 假的 众人一听 顿时有些失望流露 本来还以为 能白的一个秘境呢 没想到老祖 竟然说是假的 他们倒是觉得 陆元肯定是 被秘境中 守护灵药的妖兽 给埋伏了 毕竟区区一个炼器修士 肯定不会 是一个守护着对话 神经有大用的 灵药的妖兽对手 至于为何 那妖兽没有杀死陆元 也许那妖兽境界不低 看出了陆元身后 有大宗门庇护呢 也不对啊 众长老咒没起来 若是有智慧的 高境界妖兽 能看出 陆元身后 有大宗门庇护 那更不可能 放陆元离开啊 这不是明摆着 把秘境位置 告诉宗门高层吗 飞鹤门老祖淡然道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秘境 应当是天魔的把戏 以此来迷惑陆元小友 让陆元小友 离开那处山林 那天魔 何等修为 为何不杀死陆元 偏偏放走了他呢 一个宗门 只是奇怪道 这个问题 根本不用老祖解释 旁边一个女性直视 就瞥了过来 眼神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他道 天魔现在已经知道了 灵网的存在 一旦陆元被杀 气灵第一个知道那里问题 我等宗门 也可以得到 灵网的信息反馈 知道陆元在何处出事的 甚至可以 随便花费点零食 将陆元复活 到时候那山林中发生了什么 一问便知 哦 也对 这位直视脸上一红 尴尬一笑道 而这个时候 众长老直视等人 神情纷纷激动了起来 天魔 肯定是天魔踪迹 我们发达了 赚大了 这一次陆元小友力大功啊 好 太好了 宗门崛起 止于可待啊 老祖快 快打开灵网 联系气灵 将此事上报吧 众人各个兴奋无比 感觉百枚 极品灵石 唾手可得 而飞鹤门老祖此刻 却神情冷静沉着 缓缓开口道 哼 区区百枚极品灵石 你们就满足了吗 众人闻言 顿时哑口无言 的确 一百极品灵石 虽然不少 即便对于 飞鹤门这等最高 只有化神坐镇的 三流小宗门 也是一笔不俗的收入了 但是若能得到更多 那自然是最好了 那处山林 也许的确有一个天魔存在 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天魔的具体位置 在灵网通缉令上 一旦可以提供具体位置 就可以获得 一万枚极品灵石 那可是一万枚极品灵石啊 足够启动两次仙气了 老祖正色道 一万对比一百 百倍收益 不能马获 老祖英明 众修士 神色振奋无比 仿佛已经看到 一万极品灵石 到手的样子了 他们是真不知道 如果知道 那处山林中 并不是一个天魔 而是二十天 魔外加一个魔僵的话 估计人都吓傻了 为了这一万极品灵石 这次我会亲自带队 前往那处山林查探 老祖挥秀起身 背负着双手 霸气凛然道 宗门内的金丹直士 和元英长老全都 跟我同网探查 其他修士 留守宗门 还有 那处宗门府库储备的灵石 用于开启 灵网提供的护盾功能 对方可是天魔 我等不是对手 不过不要紧 一旦真的发现了天魔 开启护盾之后 立刻联系气凛 到时候 自然有杜杰奇大能 前来对付这些天魔 灵网的拥有者 南宇周家的周扬 那更是连续斩杀了 两大魔将的超强存在 即便我们遭遇了 一群天魔也不惧 只要撑过最初的时间 一切就都不用担心了 哈哈 老祖英明 我们赶紧行动吧 众修士振奋 而又激动 巴不得立马行动起来 宗门储备的灵石 虽然并不能够支撑 他们开启太久的护盾 但是知识片刻 还是没问题的 只要一些时间 联系气凛 然后灵网传送开启 瞬息之间 就可以过来一大堆度 节气大佬 还有周扬 这位逆天存在 你天魔再厉害 到时候 也是矮仔的羔羊 别以为飞鹤门的众人 就是傻子 送上门给天魔打 能修炼到这个境界 都是精密人 于是乎 飞鹤门老祖 便带了宗门内的高层修饰 让路员带路 前往了那处山林所在地 而正在此刻 山林所在的地窟内 天魔们打开通道的事情 似乎也到了紧要关头 加把劲 就快了 就快了 通道已经彻底稳定下来 就差一点 就能够开启通道 我已经找到足地坐标所在 诸位 加大力量输入 女魔将兴奋的脸色通红 浑身颤抖 似乎已经看到自己 返回足地的景象了 第202章 暴露 杀戮与全面 嗯 女魔将忽然眉头一皱 目光转向了外界 一行数十位修饰 正欲空飞行而来 目的地 明显就是自己等人 所在的山林之地 而在修饰群中 有一个少年 那少年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被女天魔 迷惑过的路员 女魔将顿时脸色 就冷了下来 一旁的众天魔 也看到了这一幕 都是仙人级别的天魔 魔念几乎能够覆盖 整个世界的存在 虽然不可能时刻 都保持大范围磨念覆盖 但是为了警惕 他们的磨念 也时刻保持着 覆盖周边数百公里范围的程度 而现在 他们竟然发现 之前已经解决的少年 身处一大堆修饰中而来 很明显的事情了 这个少年出去之后 被其宗门发现了 然后返回了这里 还带来了大量援兵 该死的 怎么来得那么快 女魔将哼了一声 随后不满地看了女天魔一眼 大人 这 我也没办法呀 这个少年运气太好了 竟然真的 找到了我们这脸 女天魔也比较委屈 她出手的时候束手束脚 规矩太多了 不能杀死对方 以防引来气凌关注 也不能贸然露面 不然对方有可能认出来 或者直接就呼叫气凌 而自己出手的时候 同样不能动静太大 只能通过手段迷惑 不能杀不能打 只能通过迷惑之术 让其慢吞吞离开山林 这已经是极限了 至于说将路员困起来 同样的问题 人家联系不到人 自然会找来这里 甚至比现在来得更快 简直无解 我不管你怎么办 现在这些修士来找麻烦 你去解决掉他们 女魔将冷然道 速战速决 不要给他们 使用那种护盾的机会 你应该也知道 那是来自于凌网的一种功能 连我等魔将都攻不破 所以 必须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 杀死他们 属下明白 女天魔回应了一声 随后身形消失 她再次离开了地窟 前往解决来袭的修士 对于她来说 这些修士修为最高的才华神境 简直就像小虫子一般 不过好在的是 现在这一次出手 就没有了束缚 直接杀死对方就行了 眼下漩涡通道几乎成形 就差最后的步骤了 也没有继续隐瞒的必要 只要通道开启 一万个周扬 都挡不住足地高手的杀戮 而就在女天魔离开的时候 女魔将却神色一紧 目光紧紧看向了漩涡通道 该死的 怎么回事 通道不对劲 女魔将有些疑惑道 我记得没错呀 坐标就是足地所在啊 难道数万年过去 足地发生了变动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大人 足地不可能有变故 即便是仙界大军全面进攻 都无法攻破足地的防护 那可是足地啊 我足制强者数量 还比仙界多呢 仙界哪里来的胆子 攻打我足圣地 一个身形壮硕的 天魔冷然说道 我在通道内 感受到了一股血腥和疯狂之意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是来自于 星红之月 以及狂暴之主 两位魔帝大人的力量 可是 这只是通道啊 还是没有完全开启的通道 两位大人的力量 能渗透过来吗 一个天魔疑问道 魔帝大人的力量难以想象 哪里是我等可以揣夺的 另一个天魔说道 不错 魔帝大人法力无边 未能辐射万千世界 自然不是我等可以揣夺的存在 其他天魔纷纷点头 女魔匠则是眉头大咒 魔帝级别的力量强大无边 这自然是正常的道理 可这漩涡通道还没开启呢 怎么就能传递过来了 所谓的魔帝微能辐射万千世界 是真的夸张了 别说眼前自己等人所在的 可是仙界 下辖的凡间界 即便是魔域下辖的凡间 魔帝的力量 也无法肆无忌惮辐射下来 空间壁垒的阻隔 这可是 来自于大宇宙本身的力量 无意识的微能辐射 根本做不到这种程度 除非是某位魔帝 特意控制着自身微能 去侵蚀某个世界 那自然是很简单就能做到的 可眼前这一幕 魔帝根本就没有特意来侵蚀此界 如果真的是 某位魔帝动手 也不可能是 眼前这种小打小闹 此界早就没了 或者早就被魔域吞掉了 不是无意识 也不是刻意动手 那这两位魔帝力量的气息 是怎么回事 这其中 肯定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 坐标没错 漩涡通道也没问题 女魔将深吸口气 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 那边女天魔 已经和修士们交手了 自己这边必须加紧时间开启通道 不能拖延下去了 另一边 女天魔的身影 直接出现在了半空当中 这一次 她不再隐藏 也不再等待 刚一出现 就狠拉出手 以她一个天魔的境界出手 面对一群最高修为 只有化神的修士 那简直就是一场屠杀 飞鹤门老祖 这位修为最高者 都无法有任何动作 即便她神念已经感觉到了 前方忽然出现的身形 和滔天魔气 可太快了 对方几乎在身影出现的瞬间 恐怖的力量就覆盖了过来 她根本反应不过来 不仅仅是老祖 其他修士更是不堪 连化神老祖都反应不过来 何况是哪些原因修士 人群中的路员 更是没办法 她仅仅练气修为 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死的 就失去了意识 呼 女天魔看了一眼 眼前化作灰烬洒落天际的场面 呼出口气 随后面无表情地转身 消失 返回了地窟 半空中 除了修士死亡留下的片片灰烬 还有大量法宝残骸掉落 其中甚至还有一块仙气碎片 不过这些东西 在天魔眼中就是杂物 没丝毫用处的废品而已 而也就在这时 遥远的飞鹤门总部 一道道光芒落下 来自于灵网的复活功能开启 一道道泛着灰暗黑色的冥界之力 加上翠绿色的生命力不断涌动 光芒笼罩之地 一个个身体被复活出来 原来 飞鹤门老祖等人 早已留下了后手 交了临时储备给了灵网 设置了复活机制 一旦死亡 就会触发复活机制 这项功能 也不仅是飞鹤门在用 很多修士都会在有灵石的时候 给自己储备一个复活名额 防止自己死了之后 没人愿意花费灵石 帮自己复活 毕竟靠别人都不如靠自己 一群人复活之后 面色沉迷如水 第203章 周扬降临 终战到来 挥手间从府库中 取来大量衣物 抛给众人穿上 飞鹤门老祖冷声道 可以确定了 那处山林中 必然有天魔存在 除了天魔 我想象不到 还有谁能瞬间秒杀五等那么多人 那瞬间暴露出来的强大威能 还有那滔天魔气 是无法掩盖的 是 是天魔吗 我都没感觉到 什么就失去意识了 一个宗门长老 满头是汗的说道 肯定是的 我虽然没看到什么 可死亡之前 也感受到了 那股滔天魔气 这等威能的魔气 肯定是天魔 洛源一脸茫然 他什么都没感受到 就已经失去意识了 飞鹤门老祖没有废话 他点开灵网后 直接联系了 灵网的气灵 南狱 周家福底 周扬正在教导周平安修行 周平安此刻 也拥有了先灵根天赋 虽然距离正式修行的年龄还不到 可因为先灵根的存在 这点年龄差距 根本不是问题 虽然刚刚开始修行 周平安已经快要筑基了 现在的修为是炼气九层 比路缘还要强大 哥 我什么时候能筑基啊 周平安嘻嘻笑着问周扬 去找你姐去 问她一些筑基的知识 记住 即便先灵根不需要突破瓶颈 你也一样要打捞根基再行突破 周扬淡然说着 一挥手将周平安传送走 周扬身旁 石桌旁正坐着夏清兰的身影 看到周平安消失 夏清兰放下手中茶杯 温和笑道 周扬 小平安年龄还小 现在就让她修行 是不是太早了 不早了 她有先灵根在身 和外界普通孩童不一样 周扬摇头道 我周家修士 现在基本上都用先灵根在身 也就是时间还短 等个十年八年的时间后 周家全足 估计都可以飞升了 这倒也是 这先灵根太霸道了 夏清兰赞同的点头 现在的周扬 全员先灵根 修行速度太恐怖了 目前周家 除了周扬 这位渡劫大圆满的修士外 练须也有好几位了 周玉 周雪 刘宛如和周骏 夏清玄姐妹等 化神修士更多 七位族老 唐姐和唐叔 甚至还有一些族内后辈 也有不少化神了 至于原因 去年收入族内的族人 基本上最低的修为 都是原因了 这是最低的修为 毕竟同为先灵根 经过一年多修行 仅仅原因修为 的确已经算是 修行速度较慢的了 至于和周家 关系好的几个家族 夏振风此刻的修为 是炼虚大圆满 黄先知和夏家众人 虽然没能得到先灵根 可也因为背靠周家 资源获取更加简单 一个个修为大进 清木城李家 李长风的修为 也达到了化神境 李家主的修为 是化神大圆满 李凤先因为是周骏的妻子 被周家当作自家族人对待 同样先灵根在身 和几位婶子一样 炼虚初七了 还有一个 刘光成的刘家 姑姑作为外嫁的周家人 同样有先灵根 这份独属于周家的巨大机缘 不仅是这位姑姑 还有其他几位外嫁的姑姑 同样得到了这项机缘 这直接带动了 好几个住基家族 和金丹家族的崛起 至于和周扬姐弟 关系不错的刘倩 算是例外的一个 得到先灵根的亲戚了 此刻的修为 也到了华神大圆满 随时可以突破炼虚 可以说 此刻的周家 就是修仙界第一大家族 一旦有人飞升 瞬间可以晋升圣地 即便是目前 最强大的圣地 也比不过周家 现在的周家太强大了 周扬一个人 就可以横推整个修仙界了 清玄还没回来吗 听到周扬的询问 夏清兰又端起茶杯道 是啊 还在帝都那边呢 就连王叔都过去了 太后突破炼虚 对周家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对夏家来说 却是一件大事 黄先知 一年时间从华神晋升到炼虚 即便是有周家 提供大量资源的情况下 也已经是非常令人 惊喜的大事情了 这是夏家除了夏振锋之外的 第二个炼虚 嗯 夏清兰姐妹不算 二女已经算是周家人了 话说夏家 除了夏振锋之外 还有夏清明这个家伙 经常来周家打秋风 死缠烂打的 泼皮无赖模样 拿他没办法 硬是被他蹭了不少好处 现在修为已经是华神巅峰了 应该是接下来 最有可能先行突破到 连续的夏家族人了 而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忽然间 一个半透明面板浮现出来 周扬神色一动 面前的面板上 已经出现了信息 怎么了 夏清兰也发现了浮现的面板 周扬设置的是 外人可见的面板 夏清兰自然可以看到 不过没仔细看上面信息 有天魔消息了 周扬缓缓起身 对夏清兰吩咐了一声道 我要亲自过去一趟 解决这些天魔此界 才能彻底安全下来 否则的话 万一被对方打开了 通往魔域的通道 整个修仙界都将覆灭 好 你放心去吧 家里这边 我们会好好守住的 夏清兰点了点头 他现在修为不低 周家 还有一大堆强者存在 即便真的有天魔来偷袭 也有能力开启护盾 支撑到周扬返回 并且 即便真的遇险死亡了 以各自储备在灵网内的 海量极品零食和仙食 随意复活都无所谓 嗯 你顺便将这个消息 通知给清选好 我母亲姐姐他们 周扬留下这么一句话之后 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直接以飞鹤门老祖为坐标 传送到了西域飞鹤门驻地当中 飞鹤门总部 一袭白色衣袍的周扬 随着传送光芒落下 显露在了众人目光当中 五等飞鹤门重修士 欢迎周扬前辈大驾光临 以飞鹤门老祖为首 一众修士恭敬地 朝着周扬攻身行礼 口中大呼 欢迎致辞 诸位勉励 周扬挥了挥手 行礼的重修士 只觉得一股不可抵御的伟力降临 将众人身体扶正 无法继续弯腰行礼 天魔踪迹在何处 周扬沉声道 详细与我说说 闻言 飞鹤门老祖当即将陆元室 如何发现的那处山林之地 和天魔踪迹的经过 详细告诉了周扬 嗯 周扬看了陆元一眼 没想到 竟然是这么一个炼器小修士 发现了天魔踪迹 陆元嘛 我带他走一趟 你们其他人就不用过去了 周扬说道 没必要带太多人过去 去了也是累赘 至于陆元 他是第一个发现天魔踪迹的人 带上也好 说完 周扬也没跟飞鹤门众修士废话 只留下了一句 奖励会在战后发放下去 你们注意接收 现在对方只知道 那处山林有天魔 有几个天魔 是不是那个女魔将也在 全都不知道 这奖励自然也不好提前发放 按照一个天魔一万几品零食来算 如果有多个天魔隐藏在那处山林 那就是二十万几品零食 如果女魔将也在 那还会增加十万几品零食 答应的奖励 周扬也没必要少发了 毕竟对他来说 这些零食并不多 在飞鹤门众人惊喜的目光中 周扬一挥手 卷动衣袖 带着陆元化作了两道红光 飞盾而去 第204章 天青斩杀 嗜血于疯狂意志 周扬虽然带着陆元在行动 但是以他现在的实力 多带一个人 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 山林之地距离飞鹤门 也只有数万里之遥 看似遥远 对于渡劫大圆满的周扬来说 不过眨眼之间的路程 当他的身形出现在山林上空的时候 只是简单的稍意感应 嘴角便露出了笑意 原来 都躲在这里了呀 太好了 一锅端 在周扬出现的瞬间 地窟内 漩涡通道 周围环绕的天魔们 各个面色大变 女魔将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他不甘地看着眼前 有些颤动不安的漩涡通道 就差一丝丝了 就差那么一丝丝 通道就可以完成 星红之月大人和狂暴之主大人的气息 已经浓郁到 几乎穿透空间壁垒的程度了 这个时候 周扬来了 这不是 纯粹在恶心人吗 该死的 该死的周扬 最多一盏茶功夫就能成功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感到 可恶 女魔将气息不稳 甚至引动了通道 也有些不稳 大人镇定 通道要接 旁边天魔连忙提醒 通道个屁 周扬已经到了 他如何会让我们完全打开通道 女魔将很声道 以他的实力 我们根本不可能继续开启下去 那 那怎么办 周扬的身形 缓缓从半空中浮现 他身旁站着鹿园 双手背负于身后 目光绕过众天魔 看向了漩涡通道 见到通道还未完全开启 心中也不由松了口气 听到天魔的话语 他不由嘴角带着笑意开口道 又见面了呀 诸位 可真是让我好找啊 一众天魔心中颤抖 周扬的可怕 他们可是亲眼见识到的 两位实力强大的魔将大人 可是活生生 被周扬龙眼给喷死的呀 女魔将更是眼底深处 闪过一丝巨异 放我们离开吧周扬 我可以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再次侵入此界如何 女魔将表情诚恳地说道 是啊 我们只是 想回家而已 放我们一条活路吧 旁边的天魔们知道 此番若不求饶 以周扬的能耐 自己等人必死无疑 就连魔将大人都求饶了 自己二十来个小天魔 哪里是这位狠人的对手 也是见了鬼了 一个普普通通的凡间修仙界 竟然出了如此一个逆天人物 简直离谱 站在周扬身后的陆元 此刻瞪大了双眼 他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传说中的天魔 这天魔在传说当中 那可是毁天灭地的存在 入侵万界 毁灭万界 吞噬万界的恐怖强者 而现在 这些天魔 在周扬前辈面前 竟如此低三下四地求饶 眼前这一幕 对于他这么一个练气小修士来说 简直震撼人心 同时 陆元的心中 对周扬升起了一股无法抑制的崇拜之情 这才是真正的修仙者啊 强大 威严 霸道 盖压所有强者 你们觉得 我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 周扬平静道 通道一旦打开 魔狱的强者蜂拥而至 此界必然生灵涂炭 甚至会被魔狱吞并 到了那个时候 后悔都来不及了 我 我们保证 女魔将张了张口 却发现 自己等人再如何保证 都没办法取信于周扬 毕竟天魔在万界 可没任何诚信可言 是狡猾和残酷的代名词 所以 还是请诸位赴死吧 如何 周扬平静土出几个字 混蛋 我们已经如此请求 你竟然还是对我等赶尽杀绝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死吧 女魔将面露疯狂 浑身魔气升腾闪耀 黑色雾气肆略 周围二十天魔 各个神色不再犹豫 原本想要求的一线生机 此刻看来根本就没用 既然注定死亡 那么以天魔的习性 万不可能坐以待毙 临死都要给对手一下重击 于是 天魔们不再管那 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漩涡通道 直接掉转身子 就朝着周扬攻击而来 轰隆隆 一道道魔气化作各色攻击手段 朝着周扬轰杀而来 女魔将更是一拳挥出 魔气化作一头头魔物巨兽 嘶吼着朝周扬张口咬来 雕虫小剑 垂死挣扎 周扬冷哼一声 感受到漩涡通道 已经有些不稳的他 丝毫没把袭来的大量攻击 放在眼中 伴随着巨龙的龙银声 一拳轰出 龙银声中 一道由全境化作的 暗金色神龙飞腾而出 直接将所有的攻击撕碎 轰在了一群天魔身上 几声惨叫中 四位天魔被撕碎 三位天魔重伤吐血 倒飞了出去 周扬的这一剂攻击 看上去并不如何 好似没有之前对付魔将时候厉害 毕竟那时候 是直接化身成了祖龙之躯的 但也要看是对付谁 化作祖龙之躯 以龙岩对付魔将 一口龙岩就能秒杀 而此刻只是对付普通天魔 人形态之下 全境中又蕴含着祖龙的龙威 再配合着杜结大圆满的强大法力 嗯 算上仙灵根 他的法力层次 几乎和天魔没差别 相当于正常的仙人水平 这一拳下去 谁能扛得住 秒杀四位天魔 非常合理 而处于后方的女魔将 他的攻击也同样被周扬轻松抵消 那庞大的距离 以及龙威震慑 让女魔将浑身一颤 幸好 大部分力量都被天魔挡住 落到他身上时 威力已经只剩下十之一二了 以他魔将境界的实力 轻松接了下来 不过他也明白 这只是周扬的随手一击而已 女魔将脸上阴沉至极 心中压力巨大 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眼神余光扫向了不稳定的漩涡通道 脑海中疯狂之意不断涌来 该死周扬 你不让我活下去 自己也别想好过 女魔将忽然闪身 来到了漩涡通道旁 两米的身高 在十多米直径的漩涡通道前 显得并不高大 可他身上狂暴的魔气 却能让任何人感到害怕 周扬神色一动 看向女魔将的双目 他的双眼中 闪烁着危险的狂暴 这股狂暴的气息 和通道中隐隐传递的 那股狂暴气息类似 通道对面的狂暴气息 绝对来头不小 竟然这么轻易 就影响到了女魔将 以周扬对女魔将的了解 这个女魔头 即便是眼下这样的绝境 也不应该这么轻易放弃 而选择同归于尽的玩法 眼下这样的选择 绝对是被影响到了 再看旁边那十来个 还活着的天魔 那眼神中 嗜血而又狂暴的神情 他知道 该结束了 天青 惊喜神通早已冷却好了 此刻这样的关键时刻 正好到了使用的时候 一道金色光芒闪耀 周扬手中出现了一柄金色大剑 他的身形也暴涨到了近八米高 头顶上一对龙角出现 身后一根虚幻的龙尾甩动 吓了陆元一大跳 剑芒扫过 一切都干干净净 天青神通的攻击力 甚至要比龙岩还要强大一些 他还是以半龙化的形态 用出的这一招 龙威压制之下 天魔们无法动弹 应接此剑 女天魔刚想引爆漩涡通道 也同样被龙威威慑了一瞬间 这一瞬间 对于他来说 能杀死对方一万次 哗啦啦 一堆残骸散开跌落 一些残破的犄角落在地面 周扬没去管这些东西 虽然珍贵 是炼制法宝的好材料 甚至女魔将的机脚 拿来当作仙气的主材料 都问题不大 可眼下重要的是漩涡通道 似乎被天青神通的威能影响 通道越发不稳定了起来 周扬踏出一步 身形缩小回原本大小 面色沉静地看着闪烁不定 黑雾生腾的漩涡通道 似乎有一种快要爆炸的感觉 给我宁 周扬法力涌出 覆盖在了通道漩涡之上 纯粹的法力 几乎接近仙灵之力的纯度了 和原本女魔将等人输入的魔器接触 顿时发出一阵呲呲声 周扬凭借强悍的神念 死死压制着通道 尽力让其稳定下来 以他的估计 这通道 如果没有其中两股气息影响的话 爆炸开来 最多方圆万里会受到影响 有自己在旁护持 最多发生一些地震 也就完事了 可有这两道气息在 一旦爆开 估计整个西域 都会受到巨大影响 周扬当然不能眼睁睁 看着这种事情发生 他打算先行稳定通道 然后将其缓慢消除掉 不过 这是他法力输入之前的想法 他的法力输入之后 结合神念 刚刚将通道稳定了一丝 一股嗜血和疯狂的念头 就在心中生气 这气息 连我都受到这般影响 到底是什么来头 难道 第205章 炼化魔角 进入 路原的巨大机缘 路原有些迟疑地站在地窟 不时地抬头 看着半空中的漩涡通道 和旁边的周扬身影 距离周扬击杀天魔 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周扬一直站在通道旁不动 他也不敢出声 也不敢胡乱走动 更加不懂 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只是一个炼气漆的小修士而已 只是等了这么久 他也有着心中焦急 生怕周扬出了什么事情 虽然周扬实力强大 可眼前这个漩涡 毕竟是天魔留下 万一其中有什么陷阱呢 路原 一道清冷的声音 在路原的耳边响起 路原一惊 连忙回应 在 周扬前辈 过来吧 周扬一招手 路原的身形不受控制地 飞上半空 来到了漩涡通道一侧 周扬转头看向了路原 目光平静 开口道 我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前辈请说 路原一定尽全力去做 路原心中有些忐忑 周扬以为人间无敌的存在 竟然有任务需要 交给自己去完成 这是什么概念 开玩笑吧 不过对方可是周扬 万不可能和自己开玩笑的呀 周扬文言点了点头 刚才那么长时间里 他探查了一番漩涡通道 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 做了眼下这么一个决定 这个通道并没有彻底完成 想要消敏的话 也需要花费很大代价 不是其他原因 而是因为漩涡通道 沾染了两位制强者的气息 凭借周扬的能力 短时间无法消敏 然而 若是不管不顾的话 肯定也不是一个好选择 即使通道没完成 也有可能引起对面存在的注意 他不了解对面情况 这哪里行 周扬想自己过去 也不行 太冒险不说 通道没彻底完成 也是主要原因 无法容纳他这样的存在通过 甚至任何物质形态 都无法通道 没有彻底完成的这个通道 路原这样的炼气小修士 倒是可以试试 只用神魂通过的话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需要你 进入这个通道 查看对面的情况 危险性非常的巨大 对面有九成可能性是魔域所在 这一去 说是九死一生也不为过 周扬对路原说道 但是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缘 我会给你灵网授权 百万极品临时的储备授权 但是使用灵网功能的时候 需要注意时机 最好不要惹人瞩目 对面若真是魔域 那里的至强者 即便是我 也不是对手 明白了 路原面色微变 这么说来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他一个小修士 竟然要深入魔域 那可是和仙界同一级别的上界啊 正常情况下 只有仙人境界那一级别 才能飞升上去 可他现在只是一个炼气修士 比普通人强不了多少 基本上 他内心没抱什么 活下去的希望了 当然 周扬的承诺 也让他必死的内心中 有了一丝活下去的希望 百万极品临时储备的授权 他可以动用灵网的各项功能 复活 传送 通信 护盾 由此协助 说不定真有活下去的希望 周扬前辈说的没错 这是我的一个巨大机缘 其他炼气小修士 求都求不来的巨大机缘 一旦成功 自己获得的好处 那不用多说 这通道无法肉身通过 只能神魂通过后 再行复活 同时 你的神魂和对面魔玉的生命 差距太大 也需要掩盖 周扬说着 取出了一个魔角来 这魔角 正是他之前 收服的魔王之气 原本他是打算自己使用的 现在看来 要交给路原使用了 以魔角的魔器 进行掩盖路原神魂上的不同 让他冒充魔玉生物 收集对面信息 我助你炼化此魔器 用以掩盖你神魂上的漏洞 周扬说着 将魔器打入了路原神魂之内 但是 因为你境界太低 修为太差 无法主动使用这件魔器 只有当你修为达到了化神镜之后 才能慢慢动用这件魔器的力量 切记 周扬换出魔角的气灵 帮助路原炼化魔角 魔角气灵在周扬炼化之后 就已经被抹去了曾经的痕迹 至少不会到了魔玉 就立刻叛变 路原修为太低 无法动用魔器 但是有气灵在 被动掩盖气息之类的 还是没问题的 去吧 周扬伸手一点 将路原整个身体摧毁 随后 捏着路原的神魂 将之丢进了通道之内 有他的神念 包裹住神魂进行保护 至少穿过通道的时候 不会有问题 路原神魂快速地穿越通道 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 终于抵达了通道另外一面 凌网的复活能力发动 路原身上血肉重新出现 很快 一个少年人身影 便出现在了半空中 随后掉落地面 路原痛呼一声 抬头看向周围环境 随后骇然发现 这是一处极端恶劣的环境 天空中 有着一轮星红的巨大月亮高悬 散发着诡异的嗜血光辉 地面上 不远处时不时响起一声声 震耳欲聋的巨兽嘶吼 路原来不及细想 赶紧打开灵网 开始了录制 同时也点开了周扬的对话框 将自己所见到的情况 说明了一下 周扬 继续探查 注意安全 路原 是 周扬前辈 第206章 路原的发现 古怪的事件 送路原前往通道对面之后 周扬在通道处等了半天时间 在得到路原那边传递过来的信息之后 心中总算是放心了不少 路原本身实力微弱 不太可能引起大人物注意 是最好的收集信息的人员 从刚才对面传来的信息看 不太可能是域外天魔族地所在 或者说 这通道并不是直接通往魔狱的 但是绝对是靠近魔狱 以及仙界的 从通道上的气息就能知道 通道对面的世界 至少在两位魔帝 微能辐射范围之内 那为什么说 靠近仙界呢 你当两位魔帝没事做 天天无聊 将自身 微能辐射那么大地方吗 通过这段时间 与龙女的交谈 他也算是了解了些许仙界密文了 星红之月和狂暴之主 算是九位魔帝当中 负责战争的存在之二了 仙魔大战多年 双方各大顶尖强者之间 熟悉得很 普通仙人 当然也知道不少消息的 周扬探索通道对面的世界 也算是一个机缘 他现在已经是杜结大圆满了 随时可以飞升 不过 这其中有一个大难题 飞升是一种仪式 修饰在杜结大圆满之后 补犬五行 就可以沟通仙界之门 由仙界打开仙界之门 引修饰飞升 看不知道为何 现在凡间想要沟通仙界之门 太过困难了 似乎空间壁垒 被无形之力加固了无数倍 根本沟通不了 仙界没收到消息和坐标 自然就无法打开仙界之门 引人飞升 周扬无法去往仙界 自然也就无法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致空间壁垒变得这么坚固了 连他这位实力 已经达到悬线的强者 都无法破开 这简直就离谱到家了 连他都无法破开 其他杜结大圆满的修饰 哪里有能力破开 所以他敢肯定 仙界和魔狱 肯定发生了某些事情 眼前这个通道 通往魔狱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这也是他虽然搜寻 天魔踪迹比较努力 却并不焦急的原因 老子都打不开仙界的剑门 你二十个天魔和一个魔将 能打开魔狱的通道 通道对面 虽然不太可能是魔狱 但却和魔狱有极大关系 他的神魂体量太大 无法过去 而路缘可以过去 现在就等后面传来的消息 然后再行定夺 周扬随手将下方地面上的 天魔遗留物 连同该给飞鹤门的奖励 通过灵网发给了飞鹤门 同时给飞鹤门发送了一段信息 表示 路缘被自己安排了一个任务 短时间内 不会回归宗门 让对方不要担忧 飞鹤门哪里管那么多 他们获得那么多奖励 早已将路缘抛到脑后 也就路缘师尊 还担忧路缘安危 其他人 包括飞鹤门老祖 得了那么一大笔奖励 一个个都在欢呼着宗门崛起呢 周扬这边 先是返回了一趟青木城 然后派遣了几位 炼虚敬家族修士 驻扎在了西域通道所在地窟 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随后联系了龙女和银铃 再次询问了 一些关于仙界的问题 在凡间停留的时间不多了 周扬已经在做最后的准备 家族的情况 基本上不用他再操心 即便自己飞升仙界 或者离开凡间 家族的发展也顺风顺水 不会出问题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为家族 为修仙界 打通仙界之门 周家人 以及和周家关系不错的家族 还有清理 希尔纳 银铃等人都将希望放在了他的身上 可不能让他们失望了 而另一边 陆元这里也有了发现 他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周扬给他的任务 第一要务就是活下去 这是一切的前提 只要活着 就能慢慢地打探消息 第一天 陆元什么都没想 只是在寻找人烟 他现在就和普通人差不多 一方面是不敢修炼 怕这里是魔域相关之地 一旦自己的修炼体系 和对方不同 岂不是找死吗 几天过去 他终于走出了 漩涡通道所在的那处空间薄弱点 从那处山谷走出 经过几天的跋山涉水 终于看到了人烟 这是一处管道 看到有马车路过 陆元赶紧上前求助 路过的是一辆行商车队 看陆元可怜 顺路带着他一起赶路 大半天之后 陆元来到了一个城池 进入城池之后 他在这处城池内 终于发现了修饰的踪迹 是的 修饰 陆元惊讶地发现 这里竟然有修饰存在 按照正常来说 这里就算不是魔狱 也不应该有修饰存在 明显的是 这些修饰修炼的 还都是正统仙家传承 你要是一大堆魔修 陆元都能理解 现在这场景 他不理解啊 逛了一圈后 陆元来到一处偏僻的墙角 点开凌网 开始联系周扬 凌网的能力的确强大 也对 毕竟是地气 隔界联络 并不是大问题 陆元 周扬前辈 周扬 什么情况 陆元 这里好像并不是魔狱 晚辈进入了一座小城 在城里面 发现了修饰的踪迹 从对方身上的气息来看 是正统的仙家修炼体系 并不是魔修 或者魔物晋升之法 周扬眉头一扬 见鬼了呗 女魔将和那些天魔 是傻子不成 费尽心力弄了那么久的通道 不是连通道魔狱的 反而是通往其他修仙界的 开什么玩笑 周扬有些难以理解 不对 不对劲 如果通道对面 只是一个普通的修仙界 为何通道上会有两位魔帝的气息 并且 按照陆元之前所说 对面这个世界 夜晚的时候 天空是有着一轮红月的 如果周扬没猜错的话 那轮红月 应该就是星红之月魔帝的投影 一个被魔帝投影所招要的世界 竟然有正统修饰存在 你当魔狱是善地不成 大宇宙不知道多少世界 无尽魔狱吞噬殆尽 区区一个修仙世界 在一位魔帝的微能辐射下 能完好无损 看上去还没发生什么大的动荡 周扬回信 继续探查 不过 既然有修饰存在 那么 你也可以开始修行了 最好是修行那个世界的功法 可以动用一些储备的资源 提升灵根资质 加入那个世界的修饰宗门 进行修行 陆元 明白 我会继续探查的 一有其他消息 立刻汇报给你 嗯 周扬关掉灵网 眉头皱起 对面的世界 有古怪 第207章 古老地星 七地之乡 曾经 在凡间界 有那么一个强大的世界 他孕育了四位魔帝 三位先帝 这颗星球 被称之为地星 一颗凡间星球 能出七位先魔两界的 大地级别人物 可想而知 必然会成为凡间至高星球 这颗古老而又强大的星球 被其最后诞生的一位先帝 直接从凡间拖到了上界 却又在过程中 遭遇魔帝阻拦 尼玛 这颗地星又不是你先界的东西 也是我等魔帝的家乡 凭什么被你拉进先界 魔帝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于是一同出手 阻挡先帝们的动作 最后诞生的那位先帝 无奈之下 只能同意魔帝们的友好协商 最终 这颗星球 被安置在了三界交汇处 何谓三界 先魔人三界 作为诞生了七位大地的星球 唯有这颗星球 获得如此的至高殊荣 地星由来 从古老时代 就流传在三界的神话传说当中 陆园听从周扬的建议 服用了凌王储备的顶尖灵耀之后 灵根大涨 直接达到了超品天灵根层次 这样的灵根天赋 即便在地星 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是的 陆园已经打听到了 这颗星球的来历 他加入的 是一家传承了 一百多万年的宗门 说起来 传承一百多万年的宗门 不管在哪个修仙界 都是古老至极了吧 然而 在地星当中 却属于二流宗门 他以超品天资 成功进入了云霞宗 成为了云霞宗外门弟子 在宗门点击中 得知了自家宗门的相关信息 以及 地星的信息 陆园看到自己 现在所处的这座 名为地星的世界 其历史由来 竟然如此可怕之后 那是差点惊掉了下巴 世间竟有如此可怕的世界 和地星相比 之前所处的修仙界 简直就是小儿科 这可是一共诞生了 七位大帝 及存在的伟大地星 陆园也没忘记自己的任务 当即打开灵网 给周扬传递了 自己了解到的相关信息过去 他也担忧过 自己这么做 会不会引起云霞宗高层注意 不过周扬吩咐的任务 他也不能坐视不理 怎么说 自己现在能够进入地星 能够加入这么一个强大的宗门 都是托周扬前辈的福 周扬这边 接到陆园传来的信息之后 顿时就到吸一口凉气 地星 诞生过七位大帝的古老星球 陆园加入的二流宗门 云霞宗 竟然拥有数十位杜劫七大佬 数百位炼须 旗下化神元英 那更是数不胜数 就这 如此强大的云霞宗竟然只是地星的二流宗门 可想而知 地星的一流宗门和顶尖宗门是如何强大 不用说的是 肯定是有强大的仙人或者天魔 以及魔将作战 镇压宗门的仙气魔气 等级也起码得是王级仙魔之气 甚至可能是皇级仙魔之气 地气的可能性倒是不大 地气那是先帝使用的武器 在仙界那也是大罗境仙人 才有可能给予的宝物 地星再强大 底蕴在雄厚 实际上也是一个处于凡间的星球 了不起因为处于三界交汇处 距离仙魔两界更近一些 地星诞生过大地的地方 地域庞大至极 靠近仙魔两界 周扬看着这些信息 想了想便决定前往地星 因为现在无法飞升仙界 他只能通过地星想办法去仙界 地星和仙魔两界联系紧密 以其底蕴之深厚 即便空间壁垒再如何坚固 也阻挡不了地星强者飞升的 周扬想了想 换出了阵魂朱气灵 气灵 查看一下陆原的神魂定位 能否直接传送过去 气灵回道 回主人 陆原所在地星 被多位地境强者封锁 其中有多件地气的气息存在 无法进行传送 周扬闻言 默然伴赏 很正常的事情 如此抵御的地星 显然不是说传送就能传送的地方 有封锁也是合理之事 这么说的话 无法进行定点传送 也就只能通过漩涡通道前往了 漩涡通道不同于定点传送 那是以魔玉的手法 进行构建的通道 可以说 想传送到地星 需要先帝或者魔帝的同意 周扬的传送 属于两者之外 不被认可很正常 而女魔匠构建的通道 则是魔玉手法 相当于魔帝认可的传送之法 只不过 不知道为什么 通道没连接到魔玉 而是连接到了地星 这其中肯定有周扬不知道的原因 周扬也没去细想 日后有机会的话 再探究其中原委就是 而周扬想进入地星 如果只能通过女魔匠构建的通道 就只有想办法穿越这个通道 而这个通道 目前无法承载周扬这样强度的生命通过 他想了好久 感觉还是有些无解 周扬皱着眉头 联系了驻扎在通道的家族修士 那边的通道 现在运转如何 承载能力有提升吗 回家主的话 因为练须境的修士回到 目前通道的承载能力有所提升 不过提升并不太大 只能承载原因期 及其以下修士通过 仅能通过原因期 周扬有些不满意 这样一来的话 不止自己无法通过 家族高手也无法通过 只有一些后辈修士能通过 也罢 就让家族后辈修士 先过去打下周家根基吧 周扬招来了周家高层 商议此事 祖老们 以及母亲姐姐 唐叔 唐兄 唐姐等人 对此自然没有什么反对 相反 在听说了地心存在之后 一个个都十分兴奋 全都在喊着 要亲自带队 让周家在此等强大星球上扎根 可惜 高层因为修位太高 暂时也无法过去 只能让一些园英小辈先过去探探路 周家的人员 开始朝着地心转移 园英七及其以下的修士 一共去了近百个 几乎将一大半的家族后辈 都运送了过去 一部分在通道附近扎根 住房 一部分前往周围城池 以大量零食零药等资源换取资产 在城池中扎根 通道周围的广阔地域 都是云霞宗的地盘 以资源换取了附属资格 以及大量资产之后 周家勉强在地心扎下了根来 与云霞宗相处也算是稍许融洽 只不过 等到周家大部队过去的时候 不知道云霞宗看到如此一个 大块头势力忽然出现 会露出怎样的一种神情呢 当然 因为地心的特殊性 周扬和周家也不可能霸道地 与云霞宗大打出手 前期还是要低调形势为妙 谁也不知道 云霞宗这个地心的二流宗门 其底蕴是否能招来 大罗金仙之流的仙界大佬 目前的周扬 别说大罗金仙了 就算是普通金仙 他打不过呀 所以暂时还是低调为好 随着时间流逝 漩涡通道一天天扩大 一天天稳定 终于 其承受上限来到了度劫期 周扬收拾一番之后 带着部分周家高层 来到了通道处 准备前往地心 第208章 古剑宗和天凤宫 天凤女帝 地心很大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原本周扬所在的修仙界就很大了 是他前世地球的十多倍大小 而就这样的修仙界 在地心面前连1%都不到 地心亘古长存 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 云霞宗所在的天玄州 属于地心九大州之一 天玄州数百宗门 十多个王朝 每一个王朝所统下的疆域 都有大夏王朝十倍面积还大 而云霞宗 在这数百个宗门当中 属于前十行列 不管怎么说 云霞宗也是整个地心的二流宗门 在天玄州 也是属于顶尖宗门了 陆元进入云霞宗修行 凭借自身临根资质 想来出头并不难 而周家到来地心后 也在天玄州扎根了下来 暂时在天玄州西部区域 也就是漩涡通道所在的那处山谷 建立了一个筑地 这山谷有漩涡通道存在 是和老家修仙界联通的重要地方 不能随意放弃的 周家人员被周阳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在山谷筑扎 一部分去了周边城池中 购置产业停留发展 与之前到来的家族后背联系上后 将周家影响力散布出去 对于忽然多出来的一个家族 周边几个城池的修士家族 显然是有些防备的 不过周家财大气粗 出来乍道之下 不得跟人家搞好关系 这里可是地心 周家虽然实力强大 潜力十足 也不能刚来这里 就霸道行事 云霞宗统侠的这处地域 位于天玄州西部 大封王朝统治疆域 宗门和王朝之间的关系 与之前修仙界的宗门 和帝国之间关系类似 大封王朝境内不仅有云霞宗 还有一些其他宗门存在 应对其他王朝的轻压 周家花费了大量零食后 在西部区域内 构制了大量地盘 其中就包括 漩涡通道所在区域的山谷 以及周围方圆 数百平方公里面积的地盘 一切安置妥当之后 家族中有祖老门守护 加上凌王存在 家族有什么事情 周扬也能收到消息 一旦遭遇危险 也能瞬间传送 回来救援 地心范围内 进行定位传送 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是否要将凌王 传播于地心 估计非常有可能 认出来镇魂珠的来头 一旦被顶尖宗门知道 镇魂珠乃是地气的话 说不定会惹祸上门 当然 周家人也不怕事 首先 有着凌王的复活功能存在 周家人就没怕过死 加上本身灵根资质那么强 各种资源丰富 人手大把的法宝套装 说句不好听的 即便是在地心 那也是赋予到极点的存在 这样的情况下 周家人不去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被人欺负到头上了 也不会去委屈求全 该打就打该杀就杀 只不过周家规矩 不允许族人麒麟弱小 仗势欺人 这一天 周扬带着周平安和周雪 来到了东陵城 东陵城是大风王朝 统峡下的一座大城池 比大厦帝都还要大好几倍 周家在东陵城 有一座院落作为落脚点 正准备在这座城池中 驻扎一个分部发展 哥 青兰姐怎么没跟我们一起出来玩啊 周雪看着周围新奇的事物 有些好奇 又想到自己跟夏青兰约好 一起游玩大风王朝的 结果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 夏青兰竟然没跟来 不由奇怪地询问周扬 青玄和青兰要处理家族事物 总不可能什么事情 都忍给周运和母亲他们吧 周扬回答道 这次带你们两个出来 可不只是为了游玩的 哎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周雪惊叉道 哥 我这段时间可是很努力在修炼的 你别又想搞我 周平安在一旁警惕地说道 他现在年龄虽然不大 但是周家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现在还发展到地心来了 各种事情耳濡目染之下 周平安的眼界不是盖的 心性也不是普通孩童能笔 你修为也已经助击了 我打算把你送到古剑宗去修行 周扬说道 古剑宗 大风王朝境内最强大的宗门 也是天玄洲最强宗门之一 属于地心顶尖宗门之一 这是一个诞生过大罗金仙的 古老剑道宗门 底蕴身后 实力强大至极 周平安作为自己亲弟弟 把他送进这个宗门内去发展 对日后飞升仙界有大好处 古剑宗在仙界也是拥有巨大势力的 那位古剑宗飞升的大罗金仙 也在仙界创立了古剑宗 和地心的古剑宗遥相呼应 影响力巨大无比 不仅是周平安 周家族人 一部分已经分散出去 加入各大顶尖宗门 为周家与各大顶尖宗门之间产生联系 互相影响 日后周家有什么危难了 凭借这些分散出去的周家族人的影响力 谁敢乱动周家 古剑宗 听说这个宗门很厉害啊 见到水平极强 周平安思索了一下 他也是恶补了不少地心宗门的相关信息的 对于天玄州的顶尖宗门自然有所了解 所以 你进入古剑宗之后 主要任务就是修行 在宗门内取得好成绩 周扬吩咐道 知道了 周平安点头应下 那我呢 周雪问道 你不急 周扬看向周雪道 我准备让你前往天凤周 加入天凤宫 一听这话 周雪顿时瞪大了双眼 惊呼道 天凤宫 那诞生过天凤女帝的天凤宫 对 天凤周 这是一个以宗门名称命名的周 可想而知 天凤宫的名头有多么响亮 也是 毕竟这可是有先帝作证的强大宗门 人家天凤宫在仙界也有分部 天凤女帝即便飞升仙界 成为仙界八大仙帝之一 在仙界也创建了天凤宫分部 而她在地心创建的天凤宫 一直以来都是宗门总部 说起天凤女帝也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 或者说 地心上的任何一位大帝都有着强烈的传奇色彩 不管是先帝还是魔帝 天凤女帝又实历经苦难 作为一个具有着凤凰血脉的人族混血 差点被地心魔物给炼化掉 经历了无数与魔物的战斗后 天凤女帝轰然崛起 成为了地心的一位天骄 在其纵横的年代中 横压无数天骄 不仅仅是修士这边 地心妖族 地心魔族 各大族群的天才们 全都被其压制 后天凤女帝创立天凤宫 然后飞升仙剑 一路冲到了先帝境界 惊艳了无数人 第209章 入门测试 逆天体制 对于这样的一个顶尖宗门 周雪自然是非常期待的 周家目前来说 资源丰富 族人灵根资质强大 但是有一点不行 那就是功法和秘术类 如果是之前所在的修仙界 那的确不用愁 周家通过灵网 收集了一大堆修仙界的功法秘术 除了各大顶尖宗门的正宗之法外 几乎收拳了整个修仙界的所有功法了 但是 和地心的顶尖功法相比 又要差了一大截了 地心的功法 基本上是整个凡间无数修仙界最高的存在了 从地心飞升的仙界大佬们 不时地观照地心宗门 不说七位大地级人物 不时地传下来各种秘术功法等等 就是那些金仙境 大罗金仙境的仙界大佬们 也会给地心宗门 传来各种强大功法和顶尖宝物 以保证自己出生的宗门能在地心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 继续传承下去 在地心 普通仙气已经不是镇压宗门底蕴的宝物了 起码也得是王极仙气以及皇极仙气才行 至于地气 那是大罗金以及大地净才能使用的宝物 整个地心 唯独那七大至高宗门才拥有地气镇压底蕴 这是诞生过大地的宗门 能有着大地留下来的地气 也不是多么奇怪的事情 周扬第一次听闻 七大至高宗门竟然有地气的时候 也是大吃一惊 这可是地气啊 只有拥有了镇魂珠之后 周扬才知道地气有多么的强大和不可思议 镇魂珠还仅仅是功能型地气 对周家的发展便有了如此强大助力 那么那些攻击型地气呢 岂不是逆天 难道地气这么不值钱了 周扬心中如此想着 系统曾说过 整个仙界的地气存量也不会超过十件 这光是地心就有了七件 难道是系统出错了 然而系统给出的答复 这七件地气 有三件来自于仙界 是三位仙帝的专属地气 另外四件地气 则是来自于魔狱 四位魔帝的专属地气 留在地心 也是为了压制仙界势力的扩大 地心是两大势力在凡间的必争之地 可以说 任何凡间之地 都没有地心对仙魔两界来的重要 周扬文言 心底对地心的重视程度 越发高了起来 周家有镇魂珠这件地气在 也算是有了在地心安家的资本 不过 即便如此 和七大至高宗门的差距还是太大 人家最大的资本可不仅仅是七件地气 那七位大地才是真正的巨大抵御 可以说 地气的力量 在大地的手中 才能够真正地发挥出全部势力 特别是那些攻击性地气 在普通仙人手中发挥出的力量 和在先帝手中发挥出的力量 那是天地之间的差距 前面好热闹啊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吧 周雪看到前方热闹无比的一处广场说道 对 这东陵城是古建宗每十年一次开山收徒的地点之一 周扬说道 类似古建宗这样 每十年一次的收徒大典 地心的很多宗门都会这么做 其实若不是古建宗 正巧今年开启收徒大典 我还想着 把周平安送进七大至高宗门的 不过那四大魔狱宗门肯定是不行的 另外三大先界宗门 天凤宫又是只收女子的宗门 我打算先派你去打个头阵 看看情况如何 若是没问题的话 趁着机会 让周运和青安清玄也进入天凤宫修行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哥你自己呢 周雪问道 你不进宗门修行吗 这可是七大至高宗门啊 肯定有先界先帝传下来的地法传承 今年肯定是不行了 今年三大宗门 只有天凤宫开启收徒大典 周扬说道 另外两个先界方的至高宗门 则要等好几年才会开启收徒大典 我是等不了那么久了 打算去其他的顶尖宗门试试看 怎么说 也是有大罗金仙罩着的顶尖宗门 即便没有地法可学 也比我们周家现在所修炼的功法强太多了 好吧 周雪无奈点头 如果能禁止高宗门修行 那绝对是大好事 不过需要等待 既然哥哥不愿意等 那就勉为其难 加入其他的顶尖宗门也行 别玩耍了 周平安 周扬看向旁边一直在到处跑着玩耍的周平安 伸手一招 法力化作大手将周平安抓了过来 去参加古剑宗的入门侧试去 哦 好的大哥 我现在就去 你别那么凶啊 周平安刺牙咧嘴地挠头 随后见到拿捏自己的法力之手消散 才抬腿朝着前方而去 身形如泥丘一样滑进了人群当中 周扬和周雪两人 则是来到了广场旁边的一处茶馆落座 有神念关注着入门测试所在的广场就行 没必要和人群挤在一起观看仪式 店家给两人上了茶水后离去 周雪端着茶水一边喝一边道 哥 入门测试的时候 平安的灵根资质会被测出来吗 肯定可以的 地心的测试手段 不是我们修仙界可比的 而是仙界传下来的测试手法 可以测试出仙灵根存在的 周扬淡然一笑 在地心 有强大天赋的人根本不用隐藏 地心横古以来 什么逆天的天赋没见过 仙灵根的确算是最高的修行资质了 不过 你可知道 在地心历史上 可是出现了很多比仙灵根更强大的天赋 这里说的是天赋 而不是资质 因为修行资质说的是灵根 而仙灵根就是最强灵根 没有之一 与之对应的是魔域的魔灵根 拥有天生的魔性根源 灵根资质属于天赋之一 但天赋却不仅仅只是灵根 还包括悟性 根骨 体质等 哎 我不知道呀 哥你说说嘛 周雪没看过太多地心的历史古籍 只了解了一些现在的地心信息情况而已 地心曾经诞生过 悟性逆天的先天道体 修行速度极快的无双仙体 防御强大的混沌霸体 攻伐最强的混元圣体 最适合剑修的通灵剑体 魔域的万魔之体 真邪之体等等 以及最最神秘 强大的仙魔之体 周扬轻声说道 前面你说的那些体质我能明白 那最神秘强大的仙魔之体是什么 周雪问道 仙魔之体只诞生在仙魔混血当中 不过这种体质极难存活下来 地心历史上也只出过两位而已 其中一位飞升仙界 另一位飞升了魔域 周扬说道 那他们两位现在什么修为啊 即便不是大地镜 估计也不会差吧 具体修为如何 倒是不太清楚 周扬摇了摇头 这两位仙魔之体 应该还并没有成为大地镜 否则的话 地心就不是号称七帝之乡了 而是九帝之乡 不过以仙魔之体的强悍霸道 这两位只要没死 现在的修为绝对不会差 起码也是金仙 或者是大罗金仙境界的修为了 两人又聊了一会 忽然周雪喊道 哥快看 平安上台了 第210章 入门测试 仙灵根震惊全场 测试广场 古剑宗在东陵城负责入门测试的 是36剑锋之一 君速锋长老 正中与长老 随同的 还有他的几个弟子 以及君速锋一些弟子 古剑宗收图 多数情况下 都是36锋 各自负责一个区域进行收图 而宗门宗主 同样是36锋轮流坐 谁实力强大 谁当宗主 公平公正 师尊 这次我们负责的东陵城 收到的弟子 质量堪忧啊 高台之上 看着前方分成几个队列 进行测试的队伍 正长老的大弟子 皱着眉头担忧道 我刚收到传信 须近风吴长老那边 可是收到了一位 超品天灵根弟子 闻言 正长老俯着胡须的手掌 不由一顿 但然道 不急 收图大典才过去几天 还有两天时间呢 我们不也是收到了 好几位一品天灵根弟子吗 在周扬之前所在修仙界 超品天灵根 那是数百年一遇 一品天灵根 也是罕见的 而在帝星 这等灵根资质的弟子 却是每年都能出现不少位 在帝星 稀罕的是超品天灵根 以及更强大的灵体天赋者 是啊大师兄 这不是 还有两天时间吗 一旁的一个身穿蓝色衣裙的女子 开口道 我们君速封前几年的收图大典中 还收到了一位火灵体弟子呢 洛言师弟 现在可是封主的清传弟子 一手烈焰剑爵 可是非常厉害的呢 修行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入门不过几年时间 就已经达到了原因后期了 可是上次收图大典 并不是师尊负责的 大师兄看了一眼身旁的师妹道 那是罗师叔的功劳 罗师叔可是因为这事 多次在师尊面前炫耀了 而这次师尊负责为君速封收图 我们岂能给师尊丢脸 正长老文言 不由欣慰地看了一眼自己的爱图 这么为自己着想的弟子 不愧是自己的清传大弟子 这 师尊不是说了吗 还有两天时间呢 说不定 我们也能收到一位灵体师弟 或者师妹呢 师妹嘀咕着说道 目光看向前方正在忙碌的外门弟子们 外门弟子 是天赋不强的弟子组成 为三十六封服务 修为达到一定境界之后 可以晋升为内门弟子 和他们这几位三十六封长老的清传弟子相比 在宗门内的地位差了一大截 获得的修行资源自然同样差距很大 修仙界 对资质的看重非常大 当然 古剑宗也不会放弃这些天资普通的弟子 只要其努力修行 修为提升上去了 该有的地位和资源 还是可以争取到的 古剑宗也是有不少资质频频 但却凭借大义力修行到飞生的前辈 只不过和天资高的人相比 不管是修行速度 还是战斗力 都要差一些就是了 唉 希望如此吧 大师兄叹了口气 随后看向郑长老道 师尊 您之前说 想再收一位清传弟子 是真的吗 郑长老平静说道 是真的 老夫现在就你们两个清传弟子 如果这次能收到一位灵体 便打算自己收下了 若真收到灵体 封主不会讨要 女弟子好奇道 哼 封主已经有了三位灵体 以及两位超品天灵根弟子了 还想收几个 老夫现在就你们两个 一个水灵体 一个超品天灵根 之前收的那个超品天灵根弟子 还被张老鬼逃走了 郑长老无奈摇头 他这次之所以争取到负责收徒的任务 就是想着 自己手底下的清传弟子太少了 就两个而已 打算再收一个娇娇 原本前两天收到了一个超品天灵根弟子的 不过他欠了张老鬼人情 同为君宿封长老 人家听到了这是开口讨要 不能不应下来啊 师尊快看 忽然间 女弟子惊呼一声 引起了郑长老和大弟子的注意力 两人转头看去 顿时一具卧槽 差点就脱口而出 只见广场上 正在测试的几个队伍中 周平安顺着其中一个队伍 来到了测试台上 他听从这古剑宗一个 金丹境外门弟子的指引下 来到一个玉石般的柱子前 双手按了上去 不用他输出法力 玉石柱子就发出了一阵刺目的炫目七彩光芒 七彩光芒将玉石柱子渲染成了彩色 最终化作一道七彩光柱 冲天起 全场寂静 众人震惊 几个队列的测试人员 不管是古剑宗外门弟子 还是那些前来接受测试 梦想着进入古剑宗修行的少年少女们 一个个都惊呆了 七 七彩光柱 天哪 是是是 是传说中的七彩光柱 我的老天爷啊 这是 这是传说中 献林根资质的七彩光柱 千年一遇的林根资质啊 众人惊呆了 一个个语无伦次的七嘴八舌惊呼 地心的民众 可不是其他凡间民众那样无知 即便是地心的凡人 那也是一个个都是 非常了解修仙界情况的 地心的普通民众 生活水平很高 所有民众即便没有林根 也对修仙界的情况有很多认知 对于传说中的最强大资质 仙林根也算是有所耳闻 而现在 他们竟然亲眼见识到了 传说中千年一遇的仙林根出现 在地心 天灵根很多 一品天灵根也不熟 而超品天灵根 很多宗门每次收图 也能收到几位 真正让各大宗门重视的强大资质 是哪些灵体者 以及传说中最强大的仙林根 这可是在仙界 都属于最强大天赋的灵根资质啊 郑长老 此刻已经猛然站了起来 身形一闪 就来到了周平安身旁 大师兄和小师妹也从震惊中清醒 闪身跟了上来 一脸惊奇地看着周平安 第211章 郑长老惊喜 何该我收此弟子 仙 仙林根 竟然真的是仙林根 郑长老惊喜莫名 这可是仙林根啊 整个地心都没几个仙林根天赋的修士存在 即便是仙界 仙林根也不多 没想到 没想到我古剑宗竟然也能收入一位仙林根修士入门 大师兄也是惊喜地说道 太好了 仙林根修士 师尊 大师兄 我们这次赚大了 旁边的师妹也是一点惊喜 我们立大功了 不知道掌门师叔知道这件事后 会多么惊讶 对 赶紧通知掌门师兄 郑长老从惊喜中回过神来 连忙挥手发出一道传信 通知远在宗门的掌门师兄等人 让对方赶紧带长老们来此接仙林根回宗 仙林根关系重大 目前地心存在仙林根修士的宗门不到十个 除去那七大至高宗门之外 其他一流宗门加起来都不到一手之数 古剑宗在天玄州还算顶尖 但是在整个地心也只是二流宗门 若是被哪些顶尖宗门得知 古剑宗受了一个仙林根弟子 说不定会过来抢抢 只有将此子带回宗门之后 才算是安全下来 看到师尊通知了宗门消息 大师兄和小师妹也松了口气 宗门长辈能赶过来 那是最好不过了 否则一个仙林根 还真有可能会引来一些眼红的宗门 特别是天玄州那几个实力和势力 排名在古剑宗之前的宗门 一旦听说古剑宗受了一个仙林根弟子 为防止古剑宗日后崛起超越他们 真有可能会下狠手 当然 对方下狠手杀死仙林根倒是不一定 毕竟 这可是比灵体更加稀有和珍贵的仙林根 正好刚收到手的弟子 对古剑宗还没什么感情 半路截胡之后 便能培养成自家的弟子了 孩子 你 你叫什么名字 郑长老一脸和善地看着周平安 周平安年龄不大 还不到十岁的样子 在地心这个年龄的孩子 也就刚到修行的年纪收回宗门后 好生培养肯定会成为宗门的一大助力 郑长老此刻满心欢喜 自己正想着收一位弟子呢 这仙林根就出现在自己面前 岂不是天命所归 何该自己收徒仙林根啊 我叫周平安 周平安挠了挠头 看向眼前这位面色和蔼的老者回道 他虽然年纪小 但是心智却远比同龄人要高很多 基本上能和十多岁的少年人相比 作为周家嫡系 自然也是知道自己现在身居的仙林根 是多么珍贵的林根天赋 对眼前人惊讶的表现 也没感觉到惊奇 这不是正常的事情吗 好 周平安 小平安 你是一个人来测试的吗 郑长老赶紧询问起了周平安的家庭情况 他身为杜结器大佬 自然是一眼就看出了 周平安已经住基了 这个年龄的住基修士 还不到十岁 虽然不算多 但在地心 也不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事情 一些特殊的灵体 如先天道体 刚出生就是住基的根基 稍微修行一下 就能巩固住基修为 而霸体拥有者更是夸张 出生后刚能行走的时候 就拥有着生死虎豹的神力 刀枪不入的强悍身体 而圣体拥有着也丝毫不差 三岁就可以轰碎巨石 灵体强大 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和哥哥姐姐一起来的 周平安表现乖巧的回答 哦 你的哥哥姐姐人呢 在那边 周平安指了一个方向 正常老几人掉头看去 正好看到了周阳和周雪两人走过来 周平安这边测试出结果了 两人自然不会留在茶楼继续喝茶了 周家送各大子弟进入宗门修行 一来是为家族子弟铺路 让族人拥有更加厉害的传承功法修行 二来也是借此机会 和各大顶尖宗门搭上线 和各大宗门有了关系牵扯后 就能避免周家这个外来户 被本地顶尖修仙家族针对的可能性 周家出来乍到 对于地心这样的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周家还不能太嚣张 必须低调发展 谁都不知道 某一个不起眼的修仙家族 是不是在仙界有一些老祖存在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地心不同于其他修仙界 这里的宗门和修仙家族 各个都有着深不可测的底牌 家族存亡之际 招来仙界老祖庇护 都是可能发生的 周阳就在地心曾经的历史记录中 看到过不少这类事情发生 某些家族在地心发生争斗 战局一步步扩大 最后各自家族发动底牌 引来仙界老祖降临 一番仙界大佬战斗之后 最终握手言和 这还是仙界这边势力之间的战斗 一些修仙家族和宗门和魔狱势力 发生争斗的时候 往往会发展到大量仙人下凡 最终变成一场仙魔大战 两位小友 竟然是杜杰七 郑长老正抬头看向周阳二人 却忽然面色一动 有些惊讶地看向周阳 他从周阳身上 感受到了同级强者的气息 杜杰七的修饰 在地心不算太强 但也算是凡间最高境界了 各大宗门自然有着更强者存在 但是那已经不属于凡间的战力了 多数都以特殊秘法或是阵法 封印之类的作为底牌 存在于凡间 就如此前三百天魔一样 以封印状态存在于凡间 凡间正常情况下 是不允许仙人及以上境界存在的 即便是仙人下凡 也会被凡间排斥 能存在的时间不长 最多一年半载 就会被凡间排斥出去 仙人在凡间 因为没有仙灵之气的存在 自身修行也无法进行 三百天魔被封印数万年 一个个没有魔灵之气吸收 修为不说静静了 没跌下去就不错了 这位长老 我叫周阳 是周平安的哥哥 周阳笑着见礼道 这位是我妹妹周雪 第212章 掌门轻智 下一步动作 原来是周阳道友 郑长老先是客气地说了几句 忽然心中一惊 这位周阳 竟然是周平安的哥哥 而这个周平安才多大的孩子 旁边那位叫周雪的小姑娘也不大 修为却已经达到了化神镜 这样的年龄 有如此修为境界 可以想象 麒麟跟天赋 必然也是惊人的 郑长老在脑海中 过了一遍大风王朝的修仙家族信息 大风王朝姓周的修仙家族有五家 可眼前这周阳 自己却没听说过 说起来 这位周阳 有着度劫期的修为 如果是那五家的话 自己不太可能没听说过的 周阳道友 你们是来自大风王朝哪个周家 是风陵城周家 还是白帝城周家 郑长老询问道 哼 我们并不是原本大风王朝的修仙家族 而是从外地刚刚迁徙而来 还希望日后 能与古剑宗诸位道友 多多交流才是 周阳温和一笑 地心也是有一些修士 是从其他修仙界而来的 毕竟 这里可是凡间最强大的修仙世界 有不少消息灵通的大能修士 也是知道地心存在的 而地心与仙界联系密切 所以有很多修仙者 或者修仙家族 以及宗门势力迁徙而来 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了 一旁的两位清传弟子 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看向周阳 没想到眼前这位 看上去非常年轻的少年人 竟然是一位修为高深的大能 能得师尊道友相称的 必然是同境界高手 这一点 他们还是能想通的 周平安成功通过测试 先灵跟得古剑宗欢喜 古剑宗掌门亲自前来 互为周平安回宗 一道道流光从天际划过 随后落下 郑长老带着两位弟子 以及一群外门弟子迎接 周阳抬眼望去 只见到一位身形壮瘦的中年男子 龙行虎步而来 身后跟随着几位模样不一的人员 各个身上隐隐散发着强悍气息 周阳在中年男子身上 甚至感受到了一股致命威胁 此人看上去 好像也只是杜劫七修为 实际上的战斗力 绝对强大到惊人 郑长老 那位仙灵跟弟子何在 男子肃目的声音响起 目光四处扫尸一圈 随后看向了周阳和周雪 不过在看到周阳之后 眼神深处不可抑制地 露出了一丝惊讶 就如周阳能感受到 对方身上的威胁一般 他也在周阳身上 感受到了隐隐的势均力敌之意 周阳杜劫七境界也让他一惊 哪里冒出来的少年英才 掌门师兄 这位道友来自于周家 名为周阳 这位是他的妹妹周雪 而这一位叫周平安 是他们二人的弟弟 也是我们今天收图大典上 测试出来的仙灵跟拥有者 郑长老先是一番介绍之后 拉过来周平安面带喜色地说道 掌门师兄 我们初步测试的结果 他的确身具仙灵跟资质 不过为确保万无一师 回宗门之后 最好再行测试一次为好 郑长老此言有理 古剑宗掌门点头应了一句 随后看向周阳笑着道 周阳道友 平道乃是古剑宗掌门柳千锋 我想询问一下 你这位弟弟 此前应该也测试过天赋的吧 测试天赋的办法多的是 他不幸周家 在送来古剑宗测试前 自己家族内部 没有进行测试过 原来是柳掌门 有理了 周阳道 我弟弟的确测试过天赋 先灵跟资质 我周家族内功法和资源 无法供应此等 天赋的修士成长 所以才想到了 加入大宗门巡的庇护 希望柳掌门见谅 周阳道友 无序致歉 柳掌门府长一笑 你这位弟弟 有着先灵跟资质 你能想到 投入大宗门巡的庇护 这也是常理 在修仙界啊 有一身逆天的资质天赋 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 也可能是货事 这是真的 特别是对于修仙家族来说 一旦某个敌对家族 出现了一个 逆天资质的子弟 未来数百上千年 都要被对方家族压制 甚至有可能 等到对方成长起来后 会覆灭自己家族 所以 很多家族 在敌对家族 出现惊人天赋的子弟后 都会下黑手 让对方天赋卓绝的子弟夭折 而很多家族的应对方式 也很简单 让家族天赋好的子弟 去加入各大顶尖宗门 获得大宗门的庇护 也为家族寻得靠山 宗门对此 也是持欢迎态度的 如此绝世资质的弟子 宗门也眼馋啊 就如眼前的周平安 只要是在古剑宗成长起来的 日后即便是非生仙界 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 即便是成为大罗敬的强大仙人 也会记得古剑宗的培养之恩 而这就足够了 宗门就当相遇周扬前世的顶尖高校 培养出来的弟子 日后成就越高 对宗门的好处就越大 就如现在的地心大宗门一样 你压制对方可以 但是想要覆灭对方宗门 即便你实力强大至极 即便你是魔域大帝出手 都要考虑一下 对方在仙界历年来 飞升上去的前辈们有多少 至于那三个诞生过仙帝的宗门 更别说了 仙帝不死的情况下 这三大宗门的传承 永远不可能断 人家仙帝 把自己仙气都放在了宗门内 你动手试试看 你看人家仙帝能不能隔着仙凡 两界的空间壁垒 一巴掌拍死你 当然 那四个魔道宗门也是同脸 地心修仙界有一半的疆域 被魔域占据 魔域的势力在此地也不弱 甚至比仙界的势力要更弱一些 对于地心到底是属于魔域 还是属于仙界 一直都有争论 只不过也从没奋出过 真正的胜负来就是 最后 周扬婉拒了刘长门的邀请 只是吩咐了周平安一些话之后 便让古剑宗带走了周平安 如此仙灵根的子弟 古剑宗绝对会认真对待的 倒不用担心小家伙的安全问题 再说了 有镇魂珠在 即便周平安出示周阳也不怕 哥 这些古剑宗的人 竟然直接撤销了所有人员回宗了 一个人都没留 这是连收徒大典都不管了呀 周雪看着人群渐渐散去的广场 没错 古剑宗在获得了周平安 这么一位仙灵根弟子后 连收徒大典都直接撤销了 废话 有仙灵根弟子在 这个收徒大典的据点 肯定没法继续下去了 不过这个地方 肯定在古剑宗的监控之下就是了 他们也想要看看 会不会有其他宗门来此打探消息 针对仙灵根弟子 周阳目光闪烁了一下 他感受到一股从天空中 蔓延下来的奇特视线 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 有着监视能力的仙气的功能 他没感受到修饰的目光 只有一种无处不在的未知扫视 哦 也对啊 不过小平安 竟然已经成功进入古剑宗了 我们这次过来的任务 也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 是不是就要前往 走吧 周阳白手打断了周雪的话语 之前没有仙气监视 还有自己随手遮蔽 自然是说什么话都无所谓 但是现在有古剑宗的仙气 在监视这里 周阳又不想暴露太多的底细出来 那最好慎言 不要随口多话了 周雪眼神一动 也就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还想询问周阳 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前往天凤周了 却被周阳打断 自然也就明白自己这个时候 不该多言 周阳让周平安和周雪两人 分别进入古剑宗和天凤宫 是为了让两人去学习 更加适合他们的功法和传承 二来就如之前跟刘掌门说的一样 有这两大宗门庇护 周家在地心也算是正式扎下根来了 接下来 他将放开了发展家族势力 区区一个天玄周 可不被他看在眼里 而且 在周雪入了天凤宫之后 有了这么一个诞生过先帝的地心修仙界 三大至高宗门庇护 他也打算将临往全线开放出去了 第213章 第二个线陵根 魔皇横空 天凤宗 天凤宫占据的一个大州 可以说 这么大的一个州范围内 所有宗门都以天凤宫为尊 地心九州 有七个大州 基本上被七大至高宗门垄断 在其所在的大州内 属于稳稳的 最有权威的宗门 天凤宫所在的天凤宗同样如此 周阳和周雪来到天凤宗后 直接来到了天凤宫的总部 位于天凤宗最核心区域的奇黄山脉 这是一个庞大至极的巨型山脉 天凤宫就位于这座山脉当中 大型山峰就是天凤宫的宗门之所在 随着天凤宫收徒大典即将开启 整个天凤宗各地的修仙世家 以及士林的凡人孩童 都在朝着奇黄山脉而来 山脉外围 有天凤宫设置的数百个收徒地点 以应对这次来参加收徒大典的孩童们 周阳两人来得不算晚 应该说来得很早 这也是因为他早就计算好了时间的 周雪和周平安都是他最亲近的族人 且年龄不大 有很大的可塑性 进入大宗门修行 对未来也有很大的好处 他当然要放在心上 甚至不惜亲自送二人来加入宗门 不像其他族人 若是想加入宗门的话 需要自己独自前往才行 反正以周家族人各个仙灵根的资质 任何宗门都不可能拒之门外的 周雪的入门测试 比周平安还要简单而快速 当排队轮到周雪的时刻 一道七彩光柱显现 顿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七彩光柱 天哪 又是一个仙灵根 天凤宫今年的收徒大典 这是第二个仙灵根了 是啊 以往十次八次 才可能遇到一个仙灵根 没想到这一次收徒大典 竟然三天之内 就遇到了两个仙灵根 实在是惊人 哈哈 我天凤宫荡真气韵滔天 由此两位仙灵根入门 未来登仙直日可待 那是 这可是仙灵根 直入仙境的资质啊 收徒大典设置点 不管是排队的少年少女们 还是陪同而来的人员 都在议论纷纷 脸上也都露出了羡慕之色 而对面的天凤宫弟子们 一个个阴阴艳艳 兴奋而又骄傲地讨论着 而此处 负责收徒大典的那位中年美妇 也是露出了难眼的喜色 亲自吩咐身旁的弟子们 接管接下来的收徒大典 然后带着周雪 来到周扬跟前交谈 一番愉快的交谈之后 周扬表示 放心地将妹妹周雪 交给天凤宫了 而自己 则婉拒了前往天凤宫做客的一项 莫必要 一来 周雪这样的资质 进入天凤宫 肯定会受到重视 自己去不去做客 都无所谓 二来 他也有一丝担忧 自己身上 是有地气存在的 而天凤宫内 也有着天凤 女帝留下的地气 自己来到齐皇山脉脚下 已经冒险了 万一进入天凤宫宗门 引起那件地气的反应 说不定还以为 自己的魔狱宗门派 来捣乱的 周扬不想 进入天凤宫 那中年女子 也没勉强 只是记下了周家的家族名号 以及家族驻地 就带着周雪离去了 虽说周雪天赋逆天 但是天凤宫这么大的宗门 肯定是要查看 每一个弟子的底细的 查询的手段 自然也是通过密法 或者是法宝来做 周雪面戴不舍的眼神 随后跟着中年女子 飞上了半空 前往了齐皇山脉之内 周扬留在原地 又看了一会 天凤宫的收徒大典 说实话 天凤宫的收徒大典 来此测试的弟子质量 明显就比古剑宗那边 要高尚不少 就这么一会功夫 三位二品天灵根 至于双灵根三灵根 更是比比皆是 天凤宫收徒的规格 也很高低于三品的灵根 一律不合格 同时 和周扬原本所在修仙界不同的是 这里可能是帝星的缘故 更加明白 飞升成仙时候 需要五星灵根补完 所以 一旦达到前三品级的 即便是四灵根 也五灵根 也会收入门内培养 周扬看得微微点头 果然不愧是 志强宗门 诞生过 先帝级存在的宗门 考虑非常周到 周扬又看了半个时辰 见并没有所谓 灵体出现 也知道 灵体虽然不如仙灵根 但也是帝星 最强大体质天赋存在 不可能随意 就能遇到的 于是便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 他接下来 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做 首先 当然是返回家族驻地 想办法 利用帝星距离仙界 更近的优势 飞升仙界 他现在的修为 已经是渡劫期 大圆满了 可以说 随时都可以飞升 不过在飞升之前 肯定是要安排好 家族的事物的 而且 他也想稍微等等看 能不能等到 夏清玄良女 以及清理等四女 以及自己姐姐周运他们 一起 飞升仙界 对于拥有仙灵根的他们来说 几年时间 修行道度节气大圆满 问题并不大 而在飞升之前 他要为家族 留下足够的资源 还有最后 需要为家族 选出一个合适的家主来 周平安的话 他暂时还不行 年龄小 人在古建宗 也没办法管理家族 周扬心目中属意的是 唐哥周骏 不过具体情况 还得看看 说不定 等到他飞升那会 自己孩子都长大了呢 周扬刚刚起身 飞出去 不到数百里地的距离 忽然脸色一变 转身看向了 不远处的骑黄山脉 眼神闪烁着凝重之色 身形悬浮半空 不远处 绵延数千里地的骑黄山脉 宏伟无双 就如同一头 远古龙神一般 匍匐在地 散发着苍茫气息 而就在这个时候 遥远的北方 天空的尽头 一头身形庞大 犹如星空巨兽一般的飞行 张开双翼 覆盖了半边天空 席卷而来 这样的一幕 让周扬想起了之前 在南狱时期 看到邪魂宗的宗主 邪无仙睹要往古门的时候 双方召唤了 仙气气凌 对峙时候的画面 仙气气凌的体型 庞大无品 遮蔽了半边天空 和此时的景象 简直一模一样 只不过威势 一个天一个地 是的 眼前忽然出现的这头 如同黑暗凤凰一般的飞行 其威势 远远不是当初 那个邪魂灯中的魔影 能够比拟的 那头魔影 其原本的实力和境界 最多也就魔将级别而已 哪里能和眼前 这头魔鸟相比 魔鸟速度很快 其飞过之处的天空中 还留下了一片片燃烧的 黑色火焰 这些黑色火焰十分强悍 仿佛不灭之火 依然在灼 烧着天空 燃烧处 一片片空间扭曲 连世界规则的自动修复一时 都难以修复 而也就在此刻 齐皇山脉内 那360座高峰其中的一座上 响起了一声凤鸣 烈 一头燃烧着金红色火焰的凤凰出现了 第214章 双黄对峙 虎不相让 周扬眼神中 再次浮现了一丝异色 这头凤凰 几乎和清理那件凤凰冠冕 召唤出来的一模一样 当然 这有可能是凤凰 都长这样的原因吧 不过显然 天凤宫遭遇强敌了 而有胆子 跟天凤宫这等制强宗门作对的 显然 只能是另外的制强宗门 从这头魔皇身上的滔天魔戚 可以看出 这是来自魔狱制强宗门的敌人 魔狱制强宗门 地气气凌为魔皇的 只有一个 明皇宗 这同样是一个魔狱制强宗门 和天凤宫为地心死地 各方面都极度相似 明皇宗诞生的那位魔帝 也是一位女子 甚至诞生的时间 还要早于天凤女帝 与天凤女帝那凤皇与人族混血不同 明皇女帝是正宗的明皇血脉 两大宗门的敌对关系 还是要从天凤女帝的血脉说起 混血的天凤女帝 曾经就遭遇过明皇宗无数次追杀 明皇再怎么说 也是正宗的凤皇血脉 即便和仙界 正统凤皇一脉是敌对关系 在面对杂血族人时 依然以赶尽杀绝为前提 当然 仙界的凤皇一族 自从天凤女帝成帝那时起 早就不再追究天凤女帝的血脉问题了 或者说 不敢追究 相反 仙界凤皇一族 修为最高的 也仅仅是大罗靖的凤皇族长 生怕天凤女帝一个追究 就灭了仙界凤皇一脉的传承 但是 明皇一脉可不怕 人家明皇一脉最强者也是女帝 明皇女帝的名头 可比天凤女帝更强 就是不知道 此刻这地气气灵的明皇 前来天凤宫是为何 连地气都动用了 这可以说是整个地心 都要震动的大事 正如周扬所想的 明皇宗地气启动 降临天凤宫 不仅仅是天凤宫震动了 其他五大至高宗门 以及整个地心 各大顶尖宗门和王朝 全部震动不已 甚至是仙魔两道之外的 那些妖族等其他族群 也都震动了 更别说来自其他修仙界的修仙家族 以及本土修仙家族们了 天空中 无数神念破空而来 远远地观望着 祁皇山脉上的景象 不敢靠近 开玩笑 这可是地气啊 凡间修仕你再厉害 也不敢出地气眉头啊 别说凡间修仕 仙界修仕 没到大罗境 你都没那胆子和地气缸 天凤宫 将那位混血先灵根交出来 否则 我明宇今日 必不罢休 一道冷傲至极 蕴含着滔天杀意的声音 从魔皇口中吐露而出 而对面 那头金红色的火凤皇 也已经生腾在半空了 伸展羽翼之下 覆盖了大半个祁皇山脉 将整个山脉 护持在自己羽翼之下 明宇 你又在发什么疯 金红色凤皇 显然正是天凤女帝的 地气气灵了 她得天凤女帝受益 一直在天凤宫镇压气韵 说是防备其他宗门 那都是假的 即便是先帝宗门 也不会贸然得罪 天凤女帝所在的天凤宫 实际上防的 就是明皇宗 她都不知道 和明宇打过多少次了 每次都是不分胜负 两者都是地气 攻伐和防御 威能和法术 各种手段 双方都很清楚 想要分出胜负 基本上非常困难 我说了 将你们三天前 刚收入门内的 那个杂血凤皇交出来 否则的话 我明皇宗 必不罢休 魔皇冷漠的声音中 充满了杀鸡 哈哈 我天凤宫收徒之事 你明皇宗也想管 你们管得也太宽了吧 金红色凤皇轻笑一声 作为地气的气灵 她虽然不是真正的凤皇 但是跟随天凤大帝无数年 可以说非常了解 凤皇一族的脾气 仙界的凤皇一族 被天凤女帝给威慑住了 但是魔狱的明皇一脉 显然不认同的 不过无所谓 就像她说的那样 天凤宫收徒 你明皇宗 有何资格来管 红鸾 别逼我明皇大人 大人若亲至 而等天凤宫 必将不复存在 名誉沉声喝道 明皇女帝亲至 天凤女帝也必然到来 你想引发 大帝之间的战争不成 红鸾瞪着对方 语气也冷漠了下来 大帝之争一起 整个地心 都要陷入毁灭边缘 那我不管 你看着办 明语不屑道 我魔狱有四位魔帝诞生于此 一旦发生大帝之战 以四打三 除非你们仙界的 其他仙帝下来 不过一旦有其他仙帝下来 我魔狱同样也会跟着来人 最终九帝对战八帝 依然是你仙界占据 下风 红鸾文言气急 这混蛋 就仗着魔狱 比仙界多一位大帝 竟如此逼迫自己 红鸾心思电转 在想着办法 如何将明语赶走了事 这家伙估计也知道 天凤宫不可能妥协 来此赌门 口头上是讨要那位 混血的仙灵跟女孩 实际上 就是在落天凤宫面子 什么大帝之争 大帝那么闲的吗 仙魔两界 一共十七位大帝 威严震慑天际 要么是在仙魔两界中对峙 要么就是在仙悟无上仙法 或者探索无尽宇宙 混沌虚空 哪里有空来地心 折腾啊 还是为一个刚入门的弟子 开什么玩笑 不过 红卵也不敢真的跟明语疯 对面这个家伙 到底有多冲动 他可是领教过的 一旦真的发起火来 这家伙是真的会不顾死活的 和自己拼命 一旦明语拼命了 自己也得出尽全力出手 那将会消耗大量仙石 一旦仙石消耗完了 自己不得不联系天凤女帝 到时候 事情就大了 明语 你应该知道 我们是不可能将那孩子交出去的 我劝你还是死心吧 回去问问明皇女帝 或者问问明皇宗的宗主 你此行 他们知道吗 他们同意了吗 红卵哼了一声说道 我不愿意和你一起冲突 但是你 也别太过欺人太甚 趁着我天凤宫收徒大典之际 来弃皇山闹事 我天凤宫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和你一般见识 别以为我们怕了你 明语文言 沉默了一会 他也知道 对方不可能真的交出那位弟子 不过 地心中上一次的混血凤凰 成就了天凤女帝之后 明皇宗就一直检测着地心上的凤凰一族 不管是先知一脉还是魔玉 一脉的凤凰都在检测当中 一旦出现混血 一定追杀到死 甚至会将仇恨延续到混血凤凰的父母身上 这在明皇一脉中 是禁忌 凤凰血脉高贵至极 绝不允许再出现混血 即便出过天凤女帝这样的大地存在 明皇一族也依然认着死理 甚至更因为出了天凤女帝的原因 魔玉这边 为了不让仙界再出先帝 与魔玉最高力量达成平衡 让魔玉无法保持巅峰战力的压制 更加不允许再出一个天凤女帝这样的存在了 仙界这边则不同 如果能再出一个天凤女帝 对仙界来说 可是大好事啊 仙界凤凰们 即便内心不满 自身高贵血脉 再出现混血 也只能捏着鼻子韧了 天凤女帝那边的大刀 可还架在仙界凤凰一脉的脖子上呢 就在两大地气之灵僵持的时候 一道恶挪风鱼的曼妙身影 从齐皇主风上飞了上来 两位帝灵 还请听我一言 第215章 明皇宗主楼语言 帝气裂空刀 白云飞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再不把那个混血仙灵根交出来 我明皇宗将大举进攻你天凤宫 明宇冷声说道 浑身滔滔磨威 威慑而来 明宇大人 明宇身为帝气帝灵 虽然是魔气 可未格在那摆着 即便白云飞身为天凤宫的公主 也有必要对其保持尊敬 这个等级的魔气气灵 地位是仅次于魔地地的存在 白云飞客气地说道 这位混血仙灵根 宫内已经上禀了仙剑 仙剑的祖师们都在关注此事 甚至天凤祖师也都听闻了此事 您想索要本门 这位新入门的弟子 恐怕是不行的了 还希望明宇大人能够三思而行 一旦因为此事 惹得你我 两大志强宗门刀剑相向 将会是整个地心的灾难 你在吓唬我 明宇不懈地说道 抬出天凤先帝的名头来压我 明宇大人想多了 晚辈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 白云飞平静地说道 再者说了 明宇大人此来 明皇宗主 可曾知道此事 本帝想做什么事情 还需要汇报 你们这些小辈吗 明宇哼了一声 声音忽然有些不太自信的样子 数百里之外的周扬 忽然露出了一丝笑意 这个明宇 显然是刚听闻天凤宫这里的事情 就跑了过来 根本就没有跟明皇宗的人通气 这脾气也太大了 也对 人家身为魔帝的地气 可以说是 真正的最亲近之人 身份和地位 远不是帝星这些 还没飞升的凡间修饰 可以比拟的 即便帝星的这些 至强宗门地位不俗 也无法和明宇相提并论的 差距太大 还指望人家明宇 镇压明皇宗底蕴呢 哪里敢在明宇面前端架子 哈哈 原来你根本就是自己贸然行动的 我说呢 明皇宗的高层 应该没那么冲动和没脑子 红鸾哈哈一笑 嘲讽地对着明宇 就是一顿喷 他和明宇 可是争锋相对了 好几十万年的老对手了 最是了解对方 是个什么样的脾性 此刻逮住机会 自然是不会轻易放过了 你 红鸾你找死 明宇气急 浑身磨气升腾如火焰 一团团的黑色魔火 刷刷跌落 如同朵朵黑莲 散落天际 白云飞见此面色陡然一变 这可是来自地气散落的魔焰 在整个地心上 除了同等级地气之外 几乎没什么办法可以阻挡 这就气急败坏了 红鸾动手 掀起一阵 热风 硬生生将跌落的魔焰吹散 热风中 蕴含着红鸾自身的威能 金红色的火焰包裹魔焰 相互碰撞 磨灭 消散殆尽 要发疯 就滚回明皇宗去发疯 别赖我们天风宫撒野 红鸾的嘴也是非常毒辣 这么一番嘲讽之下 明宇本就急性子 当即就想要动手 白云飞刚看到红鸾将魔焰消敏 却又听到红鸾一番拱火的话语 顿时就有些心泪 自家这位地气 要比对方好一些 但也没好太多 好的是 不会乱跑出去惹是生非 坏的是 这张嘴 是真的能气死人 红鸾和明宇 一个是阴阳怪气 一个是没脑子的莽夫 可以说是地心七大地气中的卧龙凤厨了 啊啊啊 气死我了 红鸾你这张嘴 依然是这么恶心 我今天非要死亡你的嘴不可 明宇气急败坏地忽扇着翅膀 眼看双方就要打起来了 周阳都做好了跑路的准备 那些同样在关注事态的一众神念 也都紧张了起来 毕竟这两位地气一旦打起来 就不可能只是两大至强宗门的事情了 绝对是事关地心存亡的大事 所以 这种大事将要发生 有人出来 调停也是正常 而且 调停的人 还得是七大宗门内最低宗主级别 或者其他地气出面才行 所以 忽然间 天空之上就传来了两道浩瀚的神念 两个声音传来 白公主 红蓝大人 别来无恙 真热闹 你们两个是闲得慌 想打架吗 来来来 老子正好也浑身闲得难受 跟我打一架如何 场中的两位地灵 以及天凤公主闻言 都没有意外 前一个声音是明皇宗的宗主 楼宇焉 与其还算客气 而后一个声音 明显就霸道了很多 不用说 七大宗主都不可能面对两大 地气说出这样的话 只能是同为地气的存在 楼宗主 明与大人的行动 是否代表了贵宗门的意思 白云飞沉声询问道 那边的楼宇焉文言 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楼宇焉是一个身形曼妙 浑身散发着魅惑气息的魔族女子 在魔狱来说 凡间的魔族 也有高等智慧族群 也包括类似于妖族一般的低等魔物 但是一旦飞升魔狱 之后 开启智慧之后 都属于魔狱天魔的一员 不过因为魔族高度类似于人族 就好像周扬之前遇到的三魔将一般 这类魔族更容易晋升 九大魔地 有一半是人形魔族 还有一半 则是各大魔物族群诞生而来 其中就有两个魔物诞生于地心 分别是星红之月和狂暴之主 这两位的魔威 一直都有笼罩在地心所在区域 明皇作为人形魔族 倒没有那么严重的领地意识 只留下了明语这位地气 存在于明皇宗 楼宇焉听闻白云飞的话语 乌嘴一笑道 白妹妹说笑了 明语大人的意志 明语则是不懈地看向对方 作为老对手 他非常看不惯对方 若是对方也是来此 索要自己宗门弟子的 今天估计不会善了 而就在这时 两位地灵 却被另外一个霸道的地气话语 给气到了 你这柄破道 跑这里来做什么 红鸾撇向了一处高空 那边 一柄长刀虚影若隐若现 一股霸道气息 轰然轻浮而来 明语则是不懈地看着这柄长刀 烈空 你确定要和我打一架 三万年前那一战 你可没赢我 现在口出狂言 岂不是惹人笑话 那大刀虚影忽然隐没 随后出现的是一道光头壮汉身影 大汉当然就是地气烈空刀所化 作为仙界烈空大帝亲自炼制的地气 跟随着烈空大帝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大战了 可以说 不仅仅和魔狱大帝战斗过 和仙界大帝们同样战斗过无数次 这是一位一路从地心 站到了先帝层次的大佬啊 第216章 烈空刀震射场 镇魂珠被发现 对于这么一位可以说是战天斗地的大帝 不管是仙界还是魔狱 都极为正宗 那一次仙魔之战 这家伙都顶着魔狱两位大帝以上的存在打 即便是魔狱最古老的那两位 九幽魔帝和极恶魔主 烈空大帝的硬实力 可以说是仙魔两届十七位大帝中最强的 而他的地气烈空刀 那自然也是在各大地气中非常出名的了 所以 烈空刀虽然出言霸道 却没有人觉得他狂妄 嗯 明语和红鸾 作为女帝的地气 性格方面也偏女性化 虽然心中明白 烈空刀有着资本猖狂 可口中依然不依不挠地对了回去 也是正常 红鸾在听到明语逞强的话语后 身形一晃 从金红色火焰凤凰形态 化作了一道一袭红衣 身形高挑 有着一头金红色秀发的傲气女子 明语 你说的这话 你自己信吗 红鸾嘲笑道 三万年前那一战 明皇女帝加上你一起 对战烈空刀一个人 勉强保持没败 你现在竟然还有脸叫嚣 混蛋 红鸾你又能好到哪里去 明语身形一晃 也化作了人形 一身黑色长袍打扮 满头 黑色秀发 冷傲的精致脸庞上 带着怒色瞪向红鸾 当年烈空大帝 可是赤手空拳 击败了你和天凤女帝 跟你比起来 我和明皇至少没输 比你强太多了 烈空刀一脸含厚的笑容 就这么看着两个地气 在针锋相对地指责对方 他反正无所谓 这次过来 就是为了阻止这两个家伙发疯 他既然已经到了 那么 这一场就打不起来了 烈空刀和烈空大帝一样好战 但是却不会去打无意义的仗 眼下显然就属于无意义的局面 就因为天凤公一个新入门的弟子 若惹得两大地气大打出手 岂不是让人笑话 好了你们两个 都停下吧 烈空刀摆了摆手 呵呵一笑道 我已经给烈空传去了信息 可别让他难做 趁早各回个家 回去歇息吧 红鸾和明宇互相掐腰瞪着对方 一言不发 他们也知道 烈空刀出面 两人肯定是打不起来了 如果真打起来 估计就不是和对方打 而是两人一起被烈空刀 一顿暴躁的下场 他们两个加起来 估计都不是烈空刀的对手 人烈空刀 那是纯粹的战斗地气 暴打两女 一点都不含糊 白云飞此刻朝着烈空刀行了一礼 晚辈白云飞 见过烈空大人 烈空刀名为烈空 烈空大帝的称号也是烈空 名号就是来自于此地气 至于烈空大帝的本名 多少万年过去 已经淹没在了时间河流当中了 所以 白云飞称呼烈空刀并没有问题 晚辈楼宇烟 见过烈空大人 明宇大人性情耿直 还希望烈空大人不要见惯 楼宇烟也见理了一声 为明宇开脱 一旁的明宇文言 撇了撇嘴 没有说话 红鸾则是看好戏的样子 他可是被动应对的一方 这次是明宇主动上门挑衅 是对方不占领 心里自然十分坦然的 不用多脸 烈空刀摆了摆手道 地心也算是凡间属于 先魔两界最重要的地方了 七位大帝 以及无数大罗 和各级先魔强者 都诞生于此 属于先魔两界之强者的摇篮 五等七位地气 被七位大帝留在此心 一来是互相制衡 二来 也是为了保护这颗地心传承 我希望诸位日后行动 还是要多做思虑 不可坏了地心的规矩才好 烈空刀的话语 若有所指 不仅仅是对在场的 两位地气说的 还是在向那些神念 覆盖在此的各宗门强者们 以及其他地气说的 曾经每次先魔两界 诞生逆天妖孽的时候 都要引起两界 在此的宗门力量相互攻伐 每一次都会引起 地心的剧烈动荡 三万多年前的那一战 波及甚广 起因是魔狱吞并一大片 属于仙界管辖的凡间星球 最后战火烧到了地心 引起了大地出手战斗 最终裂空大地亲自出手 击退了魔狱的攻击后 双方才坐下来和谈 好不容易 三万年过去了 地心才恢复了过来 现在要是再打起来 说不定还可能会引起 大地级别的战斗 至少眼下这件事 天凤女帝绝对会出手 到时候 天凤女帝和明皇女帝打起来 先魔两界的其他大地 能不出手 天空中的强大神念 一个个散去 显然是看到打不起来了 都不再关注了 这些家伙当中 有一些是巴不得 这七大志强宗门之间 相互起节奏 互相战斗消耗的 只有浑水摸鱼 才能捞到好处不是 楼宇烟和明宇两人 化作残影离去 场中就留下了 猎空刀和天凤宫的 公主白云飞 以及红鸾 两女邀请猎空刀 进去做客 却被猎空刀摇手拒绝了 她来此就是为了 阻止事态失控 既然事情解决了 那也就没她的事了 也该回去继续沉睡了 不过 在临走之前 猎空刀似乎朝着周扬这边 看了一眼 周扬眼皮子一跳 他体内的阵魂珠 也为之一颤 明显 对方应该是感应到了 阵魂珠的存在 同为地气 阵魂珠作为功能型地气 真争斗起来 是绝对不是猎空刀对手的 甚至连红鸾鸣语 都比不过 这是天生的 没办法 周扬面容凝重 阵魂珠不是对方对手 自己更不可能啊 就算有绝对防御的护照在 人家猎空刀可是地气 不停攻击之下 储备的灵石和仙石 有能抵挡多久呢 作为仙界第一大杀器 猎空刀的攻击力 那是仙魔两界 堪称第一的存在 扛不住 根本扛不住 好在 猎空刀似乎憨厚笑了一下之后 就离开了 新的地气出现 却不是仙界已知的地气 猎空刀虽然疑惑 也有点好奇 却并没有过来一探究竟 这倒是让周扬大大的松了口气 同时心中也是凝重了起来 地心不比从前啊 这里强者云集 虽然大多都是凡间修士 即便是至强宗门 也以凡间修士居多 但是 人家底牌也多啊 七大地气 就是绕不开的大山 更别说 至强宗门内 可是有着一些仙魔沉睡在秘境中的 就是当作压箱底的底蕴 和底蕴存在 用以保护宗门 不会断了传承 周扬最后看了一眼天凤宫 确定事情已经了解 周雪在天凤宫野外之后 便转身离去 他这次返回家族 便准备飞升之势了 家族在地心 有周平安和周雪 通过各自的关系和人脉 应该能庇护家族不出事 但是这只是暂时的 家族不能永远依赖旁人来庇护 必须要有自己的高端战力 才能威慑住一些虎视眈眈的存在 周扬手中的镇魂珠 现在有可能已经被裂空刀发现了 好在这位地气 似乎并没有眼红 也算是一个正派之人 毕竟是仙界的地气 裂空大地的名声也不差 做不出这种强取豪夺的事情 但是 若是被魔狱 发现了镇魂珠的存在 那一切后果 可就说不准了 所以 周扬必须抓紧时间了 返回天玄州周家驻地后 周扬第一时间 给清理等人传去了消息 让他们亲自赶来地心 也可以适当地带些宗门人员 来此立下地心分布 但人数不能多了 需要低调形式才行 随后 周扬自己开始修行 在地心之上 凡间和仙界的空间壁垒 要薄弱得多 周扬有信心 在一年之内成功飞升 周扬从炼气到飞升 即便是因为仙灵根和系统的各项加持 三年左右的时间飞升 这已经是堪称修士中 最最逆天的妖孽级别了 此番飞升将彻底带领周家 成为一个仙人家族 第217章 四女道来 飞升之难 周家驻地 不算天玄州各大城池的分布 单是那座有着传送通道的山谷 可以说是地心周家的总部了 此刻这么多天过去 整个山谷都已经大变样 山谷内已经被规划建造了庞大的居住建筑 以及各式府殿 传宫殿 外务府 内务府 以及炼气堂 炼丹堂 等等 各自都有族内人员负责运行 内务府由夏清玄负责 夏清兰从一旁协助 母亲刘宛如则是留守大厦修仙界 周家诞生于大厦所在的那处修仙界 那是后路 周家不可能全员来这里 毕竟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周运和堂哥堂姐等人 则主要 负责家族的外务府 以及执法堂 执法堂不仅要负责族内族人的规章制度 还要负责对外的战斗方面 如应对某些对周家不善的敌人 负责战斗方面事宜 这些事情 不需要周扬亲自过问 他现在是周家最高站立 说实话 现在的家主之位 他也快要卸任了 毕竟他都准备飞升了 到时候去了仙界 凡间周家的家主 自然要有新的人员去担任 不过 有灵网存在 不管周扬到了哪里 都能够和大厦周家 以及地心周家联系到 这是任何凡间家族或者宗门 都无法比拟的优势 希望凡网的通信能力 不会因为仙凡之隔而被阻挡 周扬摸着下巴思索着 以镇魂诸地气的品级 想来仙凡之隔 应该不至于连地气都能挡住 实际如何 还得等到他飞升之后 进行尝试 才能出结果 返回家族之后 和夏清玄姐妹温存了一下后 没过多久 传送通道处便有了动静 凡网也来了信息 清理众人已经抵达了地心 欢迎几位光临地心 周扬直接定点传送到了通道处 看到清理四女都过来了 还都是一脸好奇宝宝的模样 顿时笑了笑 走了过来表示欢迎 哇 这里就是地心吗 清理挺翘的鼻翼吸了吸 感叹道 这里的灵气浓郁 果然远高于我们修仙界 难怪会诞生如此多仙界强者 清理你对地心 好像很熟悉啊 周扬笑着道 我还以为你第一次来这里 不知道地心是什么地方呢 哼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清理笑了一下 伸手挽住了一旁的银灵 说道 我和希尔纳 还有绿罗 当然是不知道地心的 虽然地心名头很大 可这名头 也是在仙界已经魔狱 或者是一些和仙界联络频繁 又或者是一些大能遍地的大型修仙界才知道的 我们修仙界虽然不算太弱 但也没那么厉害 能够知道地心这样的凡间修仙界中心的消息 还是得多亏了银灵呢 是啊 绿罗笑眯眯地来到周扬身侧 娇声道 你可别忘记了 银灵可是龙族之人 其仙祖在仙界 也是一方龙王 自然是知道地心存在的 我们妖圣公和海皇殿 虽然和双寒之义并称为 妖族三大顶尖势力 不过我们两家毕竟是发源于修仙界 银灵人家 可是来自于仙界的 好吧 既然你们都从银灵那里知道相关信息了 也就不用我多费 唇舌介绍了 周扬点了点头说道 我周家在地心这边已经建立了分布 当然 大厦那边的周家也不会全部迁徙过来 那边算是留一个退路 而这次叫你们过来呢 原因想来你们也都清楚吧 希尔内点了点头 说道 当然清楚 不过 我们就在这里交谈吗 不带我们去周家住地坐坐 呵呵 那走吧 我们去住地详谈 带着四女回到住地后 在客厅内详谈了起来 夏清玄姐妹也在其中 至于姐姐周韵等人 则是在外忙碌其他事情 如采购地心各大宗门产出的顶尖丹药 服录 法宝 还有各种灵果灵米等物资 为防止出现意外 当然需要族内顶尖强者出面 准备飞升了 也对 地心这边距离仙界很近 不是表面意义上的近 而是空间尺度上的近 希尔那听到周扬的叙述后说道 这里和仙界的联系非常紧密 有仙界那边接应 在这里飞升非常简单 说到这里 清理忽然问道 对了周扬 你打听到 为什么仙返两界的空间壁垒 这些年变得那么坚固了吗 对啊 绿罗也出声道 我们咨询了玄老他们 我们修仙界那么多年了 好长时间都没人能飞升了 很多大宗门隐藏的底蕴 都是长时间积攒下来的 不是他们不想飞升 而是飞升难度太高了 根本无法轰开仙界之门 说起来也幸亏如此 否则的话 没有那一百来位杜劫七修士在 还真不一定 能抗住这波三百天魔的冲击呢 清理叹息道 也算是我们修仙界因祸得福吧 周扬笑了一下说道 我周家也是刚来帝星 哪里会知道这种隐秘消息 不过想来 七大宗门肯定是知道一些消息的 所以 我肯定会先去弄清楚其中隐情 才会正式准备飞升事宜 理应如此 否则的话 一旦飞升失败 轰不开仙界之门 对自身也会有所损伤的 空间壁垒那么坚固 即便这里是帝星 我也能感受到 空间壁垒的坚固程度 不比我们修仙界差多少 只能说 这里更容易沟通仙界 可以从仙界那边想办法 比如让仙界那边大能出手 接引修士飞升上去 清理说道 而这个时候 一直沉默寡言的银灵开口说道 对于这件事 我想 仙界是肯定知道其中隐情的 而实际上 我们也不需要直接沟通仙界 就如周扬所说 可以从七大宗门那里得知相关情况 但是 我们这样的外来者 人家七大宗门会理会我们吗 即便是想要仙界接引 也得认识仙界之人 先行通知才行吧 你们妖族三大圣地 在仙界肯定是有仙辈存在的吧 只要打通和仙界联系通道 通知你们的仙辈接引 不就可以了吗 周扬问道 他之所以将清理四女叫来商议 首要目的就是这个 如果可以通过清理四人 联系到仙界的仙辈 那就不用他去冒险 与七大宗门接触了 为什么是冒险 之前说过 他不想暴露震魂珠的存在 七大宗门什么地位 想要打探消息 起码得他 这位周家家主亲自过去 一旦靠得太近 地气相互之间 肯定会感应到 就如之前裂空刀那般 那家伙肯定是有所感应 只是不知道为何 竟然没来找自己麻烦 不过从对方去天凤宫拉架的 做法来看 应该不是那种巧取豪夺之辈 若实在没办法 周扬便打算前往 刀宗一趟打探消息了 只是这样一来 肯定是冒着风险的 想要联系仙界仙辈 那也有一个先决条件 听到周扬的话 清理无奈道 同理 必须打通和仙界的通道 才能顺利传递出消息 给我妖族前辈的呀 周扬闻言 咧了咧嘴 这不是进了死胡同吗 既然如此的话 那还是我来想办法吧 周扬起身看向一旁 一直默默坐着 没有插话的夏清玄 和夏清安道 你们安排一下 四位客人入住 我出去一趟 好 你放心去办事吧 记得一切小心 以自身安全为重 不急着飞上 夏清玄柔和地说道 嗯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随意冒险的 有灵网在 不管是跑路还是自保 即便是遇到地气 也能安然返回的 周扬政策说道 我本就没打算立刻飞升 这不现实 我若飞升 对周家来说也是一件大事 须得慎重考虑才行 一切都准备妥当才会施行 那我们就放心了 夏清兰也松了口气 他感觉 周家来到地心之后 一直都处于高压状态 其实这也正常 在大厦那边 周家不管是个人实力 还是家族实力 都可以说 稳居整个修仙界第一 遥遥领先 可是到了地心之后 不说那有着地气 还有不可探测数量 和境界的仙人 沉睡在秘境作为底蕴 那些二流宗门 都比周家强大 一些顶尖的修仙家族 也不比周家差多少 这样的环境之下 周家众人 当然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了 如此压力是坏事 也是好事 周家之前忽然崛起 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在几年时间内 就由一个小透明的铸鸡家族 成长为了修仙界第一大家族 家族成员 又因为周扬的原因 各个林根资质暴涨 成为了罕见的先林根资质 傲气得很 出门在外都是 昂着头走路的 而现在 来了地心之后 一个个立刻被打击到了 不过周家家教的规矩森严 族人倒也没有一蹶不振 开玩笑 各个先林根 怎么可能被打击到一蹶不振 只不过 傲气的确被打消了不少 也是好事 一个个都在努力修行 想要让周家在地心 也成为第一大家族 而这 也是周扬乐意见到的事情 周扬离去 前往了刀宗所在的成渊州 既然裂空刀 对镇魂珠有了感应后 没有特意来找周扬麻烦 周扬又不想镇魂珠暴露太多信息 来找裂空刀探听消息 自然是最好的事情 或者 如此不用去成渊州 此次外出路过一些城池 能从一些大的修仙家族口中 得到相关消息 也是好事 不过想来 普通家族肯定是不知道消息的 周家来地心这些天可没闲着 也是在天玄州打探过的 结果就是 那些小家族 根本就不清楚 这件事的原因 空间壁垒 忽然变得坚固的这几万年 先魔两界肯定发生了大事 第218章 小镇 魔物清晰 刀宗所在地方 距离较远 且处于和魔狱宗门控制的区域 十分接近 周扬一路前行 路上也不时落下 进入各大城池打探消息 他修为进阶渡截期 遇到的一些修士自然会给他 这样的大能解惑 不过依然没能从这些修士口中 获得关于仙界的消息 看来 地心虽然距离仙界很近 可到底也是属于凡间之地 和仙界的消息沟通 远没想象中那么密切 至少七大宗之外的其他修士 想要获得仙界的隐秘消息 和及时消息 是很困难的 周扬思索了一下 再次启称 也许古剑宗那样的二流宗门 会有一些消息 但肯定是不如至强宗门那么细节 人家能知道的消息 甚至比仙界普通仙人都多 毕竟是能够直接和仙帝沟通的存在 这一天 周扬经过了几天的赶路 终于来到了刀宗所在的成渊州 成渊州 这个名字中有一个渊字 来自于对面的摩玉宗门所在 而得名 墨渊州 摩玉和仙界势力 在地心的两个临近大洲 曾经多次爆发过大战 刀宗实力强横 以一宗之力 硬生生抗衡对面墨渊州的赤月轿 墨渊州 诞生过摩玉最强大魔物之一的摩地 星红之月 而赤月轿 则是那些膜拜星红之月的摩物们 以及类人形态的魔族们建立 不是七大至强宗门 但却汇聚了一大堆 实力强横的魔物和魔族 周扬脑海中掠过这一信息的时候 抬头看向了天空中的那一轮诡异红月 这轮红月 正是摩地星红之月的投影 地心原本的月亮是很普通的 但是在无数年之前 一头魔物无尽进化后 横压地星最终飞升魔狱 在魔狱依然横扫进化 最终成为了一轮高挂在魔狱的月亮 而其投影也来到了地星 这一星红之月诞生之地 吞噬了原本的月亮之后 代替地星的月亮 高挂天空 星红之月的存在 让地星每到夜晚时分 就沦为魔物肆虐之时 夜晚之下的地星表面 魔物的实力提升很大 要比白天强了一倍左右 墨渊州 作为魔地星红之月诞生之地 魔物之多 远超想象 所以 临近墨渊州的成渊州 魔物数量自然也是非常多的 这里民风彪悍 别说修士了 即便是普通民众 也都自幼习武 用刀作为武器的武者 多不胜数 周阳刚飞过一处小镇 便看到了下方小镇中 爆发着激烈的战斗 低头看去 恐怖的木栗 跨约万米距离 落在了小镇之内 清晰地看到了小镇中 发生的战斗情况 快 护卫队的人都拿起武器 跟我一起将这头魔物驱逐出去 一个身形壮瘦的汉子 手持大刀 正朝着小镇中间 道路上冲来 一边奔跑 一边呼喝 小镇中心的道路上 一头壮如怪虫的恐怖魔物 从地底忽然翻开土地冲了上来 正肆意地攻击着周围的一切 不管是建筑 还是惊慌跑过的人群 都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 以周阳的能力 自然能够感受到 这是一头猿鹰镜的魔物 但是其拥有着强大恢复力的魔物身躯 以及红月下暴涨的实力 让他近乎 拥有着化神级别的实力了 而眼前这座小镇 只是凡人村镇啊 即便这个大汉 本身作为武道强者 战斗力也不到原因境界 这已经是小镇最强战力了 大概金丹修为左右 一个武者能拥有金丹战力 也就只有地心 才能拥有这样的武者了 想了想 周阳飞身落下 准备出手解决了这头魔物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低等魔物 是的 对周阳来说 一头化神镜的魔物 的确是低等存在 他之前遇到的三百天魔 其中就有不少魔物 多数都化作人形了 保持魔物形态的倒是不多 周阳挥挥手 就能灭杀一大片 而小镇上 这些凡人遭遇这等魔物 却是真的遇到克星了 小镇建筑被大量摧毁 化神魔物的攻击力 是非常可怕的 随手轰击 就破碎了无数的建筑物 不少凡人死亡 逃窜 大量的小镇护卫们 拿着武器冲杀了过来 在壮汉的带领下 围杀魔物 从这些护卫们 虽然惊恐和惧怕 但依然可以组织起反击 可以看出 成渊州的凡人 经常遭遇魔物的侵袭 且还有着不俗的 对战魔物的经验 可惜 他们这一次遇到的魔物实力 强过他们太多了 他们手中的武器 根本就破不开魔物的防御 即便偶尔破开魔物的甲铐 不过一回功夫 魔物强大的恢复力修复下 就再次恢复如初了 绝望的气息 在小镇中蔓延 不行啊队长 这头魔物的实力 比我们强太多了 现在红月高挂 对方的力量增幅太多 根本就杀不死 兄弟们伤亡太重了 一个护卫一刀 荡开了魔物挥舞的脚肘 口中朝着壮汉喊了一声 要不 我们先撤吧 等白天再找这头魔物算账 撤退 小镇怎么办 等到白天 整个小镇就都毁掉了 壮汉一刀下去 将魔物的一条长脚斩断 却被另一只脚挥击而来 举刀格挡之下 被击飞了好几十米 好不容易站稳后 听到手下的话语 不由苦笑 随后咬牙又冲了上来 这个小镇方圆数十里地 已经被这头魔物彻底惊动了 不过只有魔物周围的小镇民众 有些惊慌混乱 其他 地方的民众却没有动乱 而是非常有秩序的朝外撤离 将魔物所在区域隔离了开来 其他方位的小镇护卫队 则是在聚集着 朝魔物所在地而来 使用传讯符录 通知王家宝的修士 赶来涂魔 一个身形销售的中年男子 带着一群护卫赶来 看到小镇护卫队们 竟然不是这头魔物对手 当即决断 吩咐手下的人传信 成渊州这样的地方 各大修仙家族 在各自辖区的范围内 都有着涂魔的任务和职责 各大 小镇和城池 都有各种传信服录 以防遭遇强大且无法立敌的魔物后 能够快速通知修士 前来支援 第219章 周阳出手 全灭魔虫 震惊全震 镇长 王家宝的修士大人赶来 也需要时间 我们 我们如何能坚持到修士大人赶到 中年男子身侧 一个像是师爷般的白须老者 担忧地看了男子一眼 随后目光看向魔物方向 满脸都是急色 无妨 我枫叶阵此前 也遭遇过多次魔物侵袭了 哪次没看过去 只要我们能拖住这只魔物 等到修士大人赶到 必将这头魔物击杀 到时候 魔物身上的珍稀材料 就如此前一般 修士大人们 肯定也会留下一些给镇子上 给予那些遭受到魔物侵袭 而宅院被毁的民众的 中年男子说着 便指挥着身旁 一起跟来的护卫人员 前去帮忙 城镇长 这次的这头魔物 实力不俗啊 城武兄弟都受伤了 师爷目光停留在了那壮汉身上 此刻壮汉多次攻击无果 身上已经血迹斑斑了 的确不俗 这头魔物 恐怕比前些年遇到的那头吸血魔符 还要强大 镇长虽然说话沉稳 语气淡定 可是眼底深处 还是有一些优色和不安的 不过作为镇长的他 肯定不能在人前表现出不安来 他若是慌了 那其他人将更加混乱 到时候不用魔物出手 整个小镇都会乱起来 我们就不要去 前面添乱了 跟我去维持周边证明秩序 镇长说了一声后 带着师爷 以及随行的一些小镇官员 在周边安抚着慌乱的民众 而 前方战局 再次发生了变化 吱吱吱 大重魔物滋滋叫了几声 那前方围攻的护卫队员们 顿时脸色大变 护卫队长陈武 也是脸色难看了起来 只见大重魔物爬出的那个坑洞内 一阵扑扑声响动 随后就是大片黑漆漆的 拳头大的虫子 疯狂涌了出来 不好 拳头退后 快 陈武大声呼喝 这魔虫不是耽搁的 洞坑里还有大量拳头大魔虫 主委快后退防御 陈锋 你去通知镇长 准备火油等毅然之物 抵御大量魔虫袭击 陈武非常急切 这些拳头大小的魔虫 可能耽搁没什么威胁 但是数量太多了 普通人根本扛不住 这样多魔虫的袭击 这些魔虫抬眼看去 光是爬出洞坑的数量 就得有上万了 坑洞内在 还源源不断地朝外爬 可想而知 全部数量绝对不少 这要是淹没整个小镇 结果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灭了 根本等不到王家宝 修饰感知的那一刻 不 根本挡不住 来不及了 队长 现在怎么办 啊 惨叫声 急切声 呼喝声响起 陈武 面露绝望 不断挥舞长刀 劈砍着一只只魔虫 魔虫死亡后 蚕食啪啪爆开 化作一团团黑色血渣 落在地面上 发出滋滋腐蚀声 这样恐怖的魔虫 普通民众遇到 根本挡不住 陈武绝望的劈砍 对于数量已经达到了近十万的魔虫来说 根本无济于事 身旁的护卫队员也在一个个死亡 大量魔虫绕开了无法短时间 杀死的陈武 以及个别护卫队员所在 直接朝着整个小镇扑了过去 外围的小镇镇长 以及诸多民众 见到着黑压压 大量的铺天盖地的魔虫袭来 各个露出绝望之色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 一道身穿白色长袍的少年身影 从天而降 不是别人 正是周扬 修士 修士大人 有民众惊呼 声音中充满了喜悦之情 是王家宝的修士吗 不太像 衣服上没有王家宝的族会 难道是刀宗大修士 周扬没去管民众们的议论纷纷 表情平淡地看向了组织大量魔虫 准备将成武一行 护卫全部淹没的大虫魔物 区区魔物 也敢放肆 给我灭 周扬轻语一声 右手一挥 一道 红色光 盲落下 哄 大量火焰 就如同灵活的火焰之蛇 又如一朵朵散落的 花瓣 落入了大量魔虫群内 火焰太多了 完全将所有魔虫都覆盖在了其中 一只都没落下 开玩笑 以周扬的神念 哪里会漏掉这些小虫子 从实力上来看 大虫魔物的实力在出入化神境界 而那些拳头大小的魔虫 个体实力也就只能算是出入 炼器第一层的模样 对付普通人还行 随便一个炼器修士都能灭杀一大片 只不过这些魔虫数量太多 行动速度也非常的快速 仅此而已 但是 周扬以杜劫期的强悍实力 出手 之下 瞬间覆灭 所有的魔物虫子 包括大虫魔物 在火焰落在身上之后 那属于魔物的强悍恢复力 一点效果都没发挥出来 瞬间就被烧了得干干净净 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地面的魔虫全灭之后 那坑洞内还有虫子往外爬 坑洞内部还有多少虫子 在周扬这里是清清楚楚 一条火蛇顺着坑洞前去 不过 几个呼吸 那些残余的虫子全是被烧死 从周扬出现 到全部魔虫覆灭 实际上也就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 上一秒还处于绝望之际 感觉到整个小镇就要毁于魔物之手了 下一秒 所有魔物全灭 所有小镇人员全部安全 这让镇长等人 陈武等人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庆幸感 的确 他们真正的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 比这以往遭遇的魔物更加可怕恐怖 还好 还好遇到了一位路过的修士大人出手 否则的话 这位 这位修士大人 感谢您仗义出手 非常感谢 陈武在一个护卫队员搀扶之下 来到周扬 身前 看向周扬的目光中充满了激动和感激之情 郑重地表示了对周扬的感谢 举手之劳而已 不用多脸 周扬淡然一笑 摆了摆手 另一边 镇长也带着师爷 还有一些官员快步小跑过来 同样代表整个小镇 恭敬地对周扬表达了感激之情 在下铁为成家镇镇长 名叫成有山 修士大人 还不知您明会 镇长说着 恭敬地指引方向道 小镇虽然寒酸 但也想要好好款待一下救命恩人 还请大人随我 前往府邸休息一下 喝杯茶水如何 我姓周 此番来成渊州 有事情要去拜访一下刀宗道友 周扬婉拒到 喝茶就不必了 城镇长还是去安置一下受惊民众吧 对了 刀宗可是在西北方向 是在西北方向 不过距离颇远 大人宁何不前往最近的城池 使用传送镇前往 镇长有些 奇怪 眼前这位修士大人 实力如此强大 万无可能说 使用不起传送镇的 传送镇 周扬一顿 天玄州没有传送镇 天凤州倒是有 而刀宗所在的成渊州 看来也是有传送镇的 传送镇非常珍贵 想来也只有这些 有着志强大宗所在的州 才会布置传送镇 他急于赶路 倒是没有仔细询问 成渊州是否有传送镇了 浪费了些许时间 不过现在得到传送镇的消息 倒也不迟 是的 距离这边最近的修仙家族 也是庇护我等凡人的家族 是王家宝的王家修士 在下之前已经遣人 通知了王家宝 若不是大人 您及时出手 我等根本就等不到 王家宝修士感到 算算时间 王家宝修士大人们 也应该差不多要到了 果然 周扬神色一动 神念已经捕捉到了 一对修士正高速的飞来 乘坐的是一艘轻快的 非洲 非洲之上 有着五名修士 每一个的修为 都不低于化神 领头的是一个 神色冷清的年轻女子 修为竟然已经是练须镜了 这女子 以周扬的眼光看 其年龄最多也就二十多岁 不到三十的模样 竟然就有着练须镜的修为 不愧是帝星的修仙家族 这等天赋 即便是在帝星 也算得上是顶尖一列了 而让周扬眼睛一亮的是 女子蓝色衣袍的胸前 有着一柄红袖色彩的长刀 这是 刀宗弟子的标记 这王家宝的领头女修 竟是刀宗弟子 周扬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正好 有人带路前往刀宗了 第二百二十章 王家女修 无双仙铁 王家修士距离成家镇 也就几百里路 对于修士来说 不过一会功夫 就抵达了镇子上空 看到下方镇子完好无损 或者说 只有镇中 道路上有所损坏 人员聚集于此收拾残局 领头的女修有些诧异 不是说 这次遭遇的魔物实力强大 至少拥有原因近的实力吗 女修喃喃自语 身后的四个王家修士 也同样一脸疑惑的样子 看上去不像是那么厉害的魔物啊 他们从镇子内散发的那股魔器 可以感应到 的确是有魔物出现的 再说了 镇子民众也没那胆子 敢欺骗王家宝修士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或者说 这头魔物的实力 根本就不像是描述的那么强大 五人收起非洲 落了下来 在下城家镇镇长 城友山 见过五位王家宝修士大人 镇长见到王家宝五位修士落下 当即不敢怠慢 小跑着过去建立 同时 也给五人解释了一下情况 不然的话 若是让王家宝修士 以为自己在消遣对方 那可就不好了 你是说 有一位路过的大修士出手 帮助城家镇解决了魔物之患 一个王家的青年修士诧异的询问 目光也转过一边 朝着周扬看了过来 周扬这边 还在和城武询问着 传送镇所在城池的些许信息 感知到目光扫过 也转头看了对方一眼 就这一眼 那王家青年就心中一惊 周扬的目光 平静而又淡漠 眼神中有着一股宏大的威严 不仅是他 身旁的另外四人也感受到了 随我一起过去 渐渐 这位路过的修士 领头的女修陈生说了一句 随后没有理会阵长 直接带着身旁的四位族人 朝着周扬走来 在下王家宝王梦瑶 见过道友 感谢 道友出手灭杀魔物 否则 我等赶到 估计城家镇 也得有巨大损伤 身旁的四位王家宝修士 也一一建立 在下周扬 路过此地 魔物肆掠人人诛之 不用在意 周扬客气地摆手道 随后又问道 王道友 还是刀宗弟子 不错 我唐杰可是刀宗的内门弟子 一个身形微胖的王家南修 有些骄傲地说道 孟瑶杰可是内门弟子时节 入门不过十五年 就已经达到了炼虚之境 另一个南修也傲然地说道 能在刀宗这等之高宗门 进入内门弟子时节的称号 可以说是内门弟子中最强大 天赋最高的识人之一了 的确不简单 周扬也感叹了一声 地心果然天才众多 眼前这位王孟瑶 还不到三十 就已经是炼虚进修为了 这在大夏修仙界内 根本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即便是那些圣地 收录到了天灵根弟子 也无法在这样的年龄 培养出一个炼虚修士 太夸张了 周扬道友 别听足弟这般夸赞 孟瑶也只是沾了自身体质的光而已 王孟瑶虽然话说得谦虚 却嘴角带笑 语气中也隐隐带着一丝傲义 哦 王孟瑶略意犹豫 不过随后 看到周扬俊美帅气的脸庞 以及身上那股超然气质 不由自主地说道 我拥有无双仙体 所以修行速度才会如此之快 无双仙体 周扬顿时了然 这是一种天生的仙人体质 其修行速度 恐怕仅次于仙灵根和仙魔之梯了 比之悟性逆天的仙天道体 修行速度都快 难怪 难怪对方三十步道 就已经炼虚境界了 就说嘛 地心再夸张 也不可能无缘无故 就出现这般可怕的修行速度 但若是无双仙体 那就没问题了 原来是无双仙体 王道友当真厉害 周扬口中说了一句夸赞的话 但是眼底神情却非常平静 废话 自己周家仙灵根一大堆 完全没可能去羡慕其他体制 周扬一句夸张 也让王孟瑶心底雀跃 随后道 周道友 你好似 不是我承渊州本地修士啊 不错 周扬点了点头说道 在下来自天玄州 乃天玄州家的家主 此番来承渊州 正巧也是为了拜访刀宗道友而来 拜访刀宗 王孟瑶眼神一亮 随即道 那可真是太巧了 正好 我这次回家省清时间也快到了 不如 周道友随我前往王家堡稍作休息 后天与我一同返回宗门如何 正好我也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刀宗的情况 这 是不是不合规矩 周扬有些迟疑 当然 这也是做做样子 不打紧 在下自有分寸 也不会泄露宗门机密 只是给周道友简单介绍一下 我刀宗的情况而已 正好顺路嘛 到时候一起返回刀宗 有个熟人随行 道友也能省却不少麻烦的 王孟瑶有些开心地说着 看向周扬俊美脸旁的目光 也有了一丝变化 这样长相俊美 修为不俗的南修 当真是难得一见 即便是在刀宗内门 不 即使是算上那些宗门前辈的清传弟子 有一个算一个 没一个能和眼前男子相提并论的 太优秀了 那好吧 此番 就讨扰王家和 王道友了 周扬答应了下来 王孟瑶有些高兴 随后让人和成家镇的人交代了一番后 便释放出了非洲 邀请周扬登上了非洲 一起朝着王家宝而去 对于王孟瑶的做法 旁边四个族地也没拒绝 一来 王孟瑶身份不比寻常 在家族中的地位 可比他们四人加起来都要高很多 二来 王孟瑶修为炼虚禁 可以说是家族内 仅次于族长和大长老的境界了 他们作为一起出任务的人 自然谁的修为高听谁的 第三嘛 他们也不怕周扬是什么恶人 这里可是成渊州 是刀宗所在之地 自家堂姐还是刀宗内门弟子 谁敢动 内门弟子在刀宗 可都是有魂灯的 一旦出了事 刀宗立马就能知道 这里还是成渊州 刀宗的支援转瞬极致 所以 没有人胆敢在王家宝撒野 周道友 你是什么修为啊 你今年多大了呀 王孟瑶没有什么拐弯抹角的 直接问出了 心中想要询问的问题 第221章 天赋惊呆五人 地心三大妖念密文 在下今年 18岁 修为 也就入了渡截期吧 周扬想了想 还是决定不去隐瞒 适当地透露一些底细 还能让对方郑重对待一些 而且 作为七大志强宗们的刀宗 肯定有办法知道自己的年龄和境界 至少在猎空刀面前 自己隐瞒不了 与其出言欺骗 不如直言相告 来得坦诚 什么 十 十八岁 渡 渡截期 非洲上 五位王家修士一听这话 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一脸呆滞 要知道 即便是他们唐姐 王梦瑶 拥有着世间含有的无双仙体 现在也是29岁的年龄下 修行到了练须初期的水平啊 这已经足够震惊世人了 而眼前这位 他们这次出任务 偶然遇到的这么一个少年模样修士 竟然才十八岁 就渡截期了 开什么玩笑 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 五人呆滞的神情 周扬看在眼中 他笑着道 没必要那么惊讶吧 怎么能不惊讶 周扬你确定你才十八岁 天呐 十八岁的渡截期 我没听错吧 一个王家子弟大呼小叫地说道 我还从没听说过 有这样逆天的存在呢 是啊是啊 即便是在地心整个亿万年历史当中 我也没听过几个这样天赋的修士 王梦瑶诧异了半晌 才缓缓叹道 地心历史中 还真有过如周道友这般天赋的逆天修士 不过 你们知道人家是什么来头吗 哎 还真有啊 我们怎么不知道 对啊 唐姐 家族点击我们也看了不少的 难道 难道这样的事情属于隐秘消息 是你在刀宗看到的不成 几位堂弟挠头询问 王梦瑶点头说道 的确 这样的消息 一来属于绝密 二来嘛 也是时间太过久远的原因 梦瑶姐 展开说说呗 王梦瑶又看了周扬一眼 目光中依然无法遮掩 那一丝震撼和惊奇 随后思量了一番开口道 众所周知 帝星最伟大的存在就是 那七位大帝了 但是这七位大帝 并不都是天赋超绝的存在 先帝魔帝这一级别的存在 并不是依靠纯粹的天赋 就能抵达的境界 具体如何 也不是我这样的小修士 能够知道内情的 不过 王梦瑶顿了顿说道 从我在刀宗看到的一些隐秘消息中得知 帝星曾经诞生过三位逆天妖孽 及天赋者存在 其中有一位 大家应该有所二位 就是那位传说中的仙魔之体 据宗门前辈从仙界得到的消息 那位仙魔之体的前辈 其修行速度和战力 都逆天到了极致 在其十六岁的时候 就已经纵横凡间无敌 曾以十六岁之灵 渡劫七大圆满修为 逆战过一位魔将 死 四位王家子弟 倒戏一大口凉气 差点吓尿 十六岁 逆战魔将 那可是魔将啊 和仙界悬现一个等级的存在 这 这是十六岁的修士 能够办到的 自己等人十六岁的时候 是什么境界 刚刚结单吧 四位王家子弟 直戳牙花子 这可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一旁的周扬 倒没有露出太过惊讶的神色 仙魔之体的传闻 他也知道一些 虽然肯定是没有王梦瑶 这样的刀宗内门精英弟子 知道的多就是了 但是 作为世间唯一可以 和仙灵根相提并论 甚至隐隐高出半仇的逆天体质 仙魔之体拥有者 能做到王梦瑶所说的这一步 他并不惊讶 当然 仙魔之体 不管是在地心 还是其他凡间修仙界 又或者是仙界还是魔狱 那都是 稀罕到凤毛灵脚级的存在 并且 仙魔之体属于禁忌存在 一旦诞生 首先就会遭遇到仙魔双方的追杀 多数人都不会任由这等存在活下去 毕竟仙魔双方敌对亿万年 万无真正和解的时刻 二来 仙魔之体成长的过程 也是非常艰难 不仅仅要面对仙魔两界的危机 还要面对天道的压迫 一生劫难无数 能存活下去的寥寥无几 即便是在地心 也仅一位成功登陵仙界 为什么不是魔界 那边追杀仙魔之体更狠 仙界的话 隐藏得好 还有存活下去 的机会 堂姐堂姐 那位仙魔之体 现在怎么样了 一个王家子弟追问道 我怎么知道 这都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从点击上看 至少也是几千万年前的事情 甚至比地心最后一位大帝诞生的日期 还要悠久 王梦瑶发了个白眼道 那 堂姐 你说有三位逆天妖孽 除了这个仙魔之体 还有两位呢 那个矮胖男子问道 还有两位啊 其中一位是一位剑修 他本身没什么太过突出的地方 资质也仅有一个通灵剑体 也算是剑修的绝顶体质 但是能成为地心三大顶尖妖孽 主要归功于其获得的一柄剑 传闻这是恒久远之前的一位 剑底留下的地气 只不过这柄剑的地气之灵消失了 王梦瑶说道 这位剑修得到这柄剑之后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曾在一场对魔狱战争中 手持此剑斩杀过一位魔王 这不是关键 毕竟手持一柄地气 即便没有了地灵 未能肯定不如我宗的裂空大人很多 可是依然不能小觑 毕竟是残缺的地气 可是你们知道吗 他手持地气的时候 才刚刚化神镜啊 当时魔物侵袭了他所在的村落 整个家庭就他一人活了下来 他加入了古剑宗后 才获得的那柄剑 后来才在化神期 参与了和魔狱的战争 太 太厉害了 王家子弟瞪大了双眼 这等隐秘 这等强大修士的故事 此刻他们就和听天书一样 不可思议 后来这位剑修也飞升了 现在怎么样了 谁也不知道 也许古剑宗的仙界前辈 应该知道他的消息吧 王梦瑶叹道 唐姐 还有一位呢 最后一位 是什么样的妖孽啊 还有一位 传说中 这是一位女子 且还是凡人女子 这个女子现在的消息 倒不是太大的秘密 王梦瑶笑着道 这位传奇女子 现在可是仙界月宫之主 传说中的大罗镜巅峰强者 距离仙帝境界 也只差一步而已 大罗镜的仙人 太厉害了 不过唐姐 她是凡人 怎么就能成为大罗镜仙人的呢 笨蛋 修仙界那么多灵药 其中就有好像能让凡人拥有灵根的 仙界更是凡多此等灵药 肯定是这位大罗镜女仙 获得了逆天机缘 得到了这种 能够改变资质 获得灵根的灵药啊 一个王家子弟 拍了一下提问的男子肩膀 哼 这位大罗女仙 曾经诞生于我们地心的魔狱势力当中 是被抓去的血石之一 供应于魔物吞噬 具体是如何崛起的 倒是不太清楚 典籍中只是记录了她 最终逃出了魔窟 踏上了修行之道 最后凭借自身能力 涂灭了一个大洲的魔物 那处大洲 你们也应该知道 就是如今的禁魔洲 王孟瑶笑着说道 禁魔洲 原来禁魔洲是这么个来头啊 屠灭一个大洲的魔物 最终让我人族占据了此大洲 这位女仙当真是传奇 四位王家子弟感叹道 就连周扬都对此非常敬佩 这可是地心的一个大洲啊 这里的一个大洲 即便是七大至强宗门 也只是某个大洲当中的最强势力 而不是独占 不管是刀宗所在的成渊洲 还是天凤宫所在的天凤洲 其疆域内也还有着 其他一些宗门存在的疆域太大 各大宗门也都有底蕴 有仙界老祖支持 即便是七大宗门 也没必要去得罪这些宗门 毕竟有些宗门 也是出过大罗 或者是金仙的 这些金仙和大罗金仙 都是仙界顶尖战力 在先帝不出手的情况下 他们就是最高端战力 是可以独立负责一场 对魔狱战争的强者 如此重要的尖端战力 各大先帝所在的势力 不管是仙界势力 还是地心的宗门 自然是不敢得罪的 能拉拢 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 很多志强宗门疆域内的其他宗门 都是和志强宗门 同属一个先帝势力 而靖魔州不同 类似于天玄州 属于没有志强宗门的大州 由各大顶尖宗门统辖 如古剑宗 这等诞生过大罗存在的宗门 位列十大宗门行列 统辖着其他各大宗小宗门 到了 王梦瑶指着前方一处位于大山中 烟雾缭绕的一处山脉说道 那里 就是我王家宝所在了 处于禁制阵法之内 从外界无法看到 第222章 猎空刀轻质 两大地气相见 王家宝坐落的这处山脉 在整个成渊州来说 并不是多么灵气浓郁的山脉 其中也没有大型凌风 整个王家修为最高者 也才练续巅峰 这等实力 对于地心来说 非常不起眼 也就类似于 大下修仙界 元英家族那种地位 不过 由于王家这一代 出了一个王梦瑶 天赋超绝 整个家族的历史上 都没什么人的资质 能和王梦瑶相提并论 毕竟 这可是整个地心 都十年一遇的 无双仙体拥有者 这等惊人的修仙体制 即便是七大制强宗们 也稀罕 王家也知道 王梦瑶这等天赋 留在家族修炼 就是暴殿天物 而且还会引起一些 敌对家族的觊觎 说不定哪天 就会给你来一出意外夭折了 成元舟经常遭受魔物袭击 谁知道你王家添骄 是不是真的被魔物击杀的呀 到时候 你都无处喊冤屈 所以 王家在刀宗收徒之际 当即就带着王梦瑶 参加收徒大典 成功将王梦瑶 送进了刀宗之内修行 无双仙体自然不凡 刀宗也没有埋没了 王梦瑶天资 收入宗门之后 也是尽心培养他 王家也抱上了刀宗大腿 成为了附近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家族年轻一辈 王家宝的发展也加快了好几倍 王梦瑶带着周扬来到王家 对于这位18岁的杜劫妻 超级妖孽天才 王家哪里胆敢小看 立刻以最大的礼节接待周扬 周扬对此 倒是没有意外 自己怎么说 也是一个杜劫妻大佬 即便是在地心 这也是凡间最强修为境界了 先人不出 水雨争风 在王家宝住了一天 和王梦瑶不时地聊着修行心得 这一天晚上 王梦瑶刚从周扬的住处离开 周扬关上房门 转身就看到了一个人影 出现在了自己的房间之内 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自己房间内的 其修为必然是比自己 要高出很多个大境界才行 周扬心中一惊 定睛一看就释然了 原来是他 在下周扬 见过裂空刀前辈 周扬恭敬地朝着对方行礼 不错 来者 不是别人 正是刀宗压箱底的最大底牌 裂空先帝的地气 裂空刀的地灵 不错呀 竟然没吓到你 裂空刀憨然一笑 壮硕的身形站在屋子里 就如同一座万事不宜的古老巨塔般 窥然不动 小子 你来承渊州 可是找我 听到对方的询问 周扬心中是有些好奇的 对方竟然知道自己 是来找他的 地气那么强的吗 自己的镇魂珠 也没有这能耐啊 功能不同吗 怎么 你是在想 为何我能知道 你是来找我 或者是来找刀宗的 裂空刀说道 别忘记了 这里可是承渊州 这里是我的地盘 整个承渊州 都在我的目光之下 作为地气 监察一周事宜 并不夸张吗 原来如此 这样就合理了 也对 这里可是承渊州 是刀宗的自留地 为防止出现大问题 裂空刀作为刀宗的最强抵御 有能力监察整个承渊州 并不意外 那么 自己刚入了承渊州地界 估计行踪 就已经被裂空刀收入眼底了 同为地气 裂空刀显然比镇魂珠强大太多了 实力也比自己强太多 自己无法发现 裂空刀的监视也是常理 不过 此刻裂空刀现身也好 自己也不用特意前往刀宗了 直接询问裂空刀 能从他这位先帝的地气口中得到消息 当然更加具体和详细 好了 我都已经现身了 你有什么 想要问的就问吧 趁着我这次出关还没沉睡 不然的话 待我进入沉睡后 没发生什么大事 我可不会苏醒 听到裂空刀的话 周扬明白 对方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清醒状态的 监察成渊州 估计也是偶尔的事情 沉睡 应该是为了保持自身状态以及修行 仙气也是可以修行晋级的 只不过 地气都已经是仙气的顶点了 再修行下去 还有晋级的可能吗 周扬没想到 从裂空刀口中 他还真的知道了 地气晋级之后 会是什么等级的宝物 也知道了 为何仙凡两界的空间壁垒 为何会忽然兼顾了数万年 感谢前辈能抽空接见晚辈 周扬客气地对裂空刀说道 晚辈乃是天玄周周家家主 此番来此询前辈 是为了打听一件事关于飞升的问题 嗯 裂空刀打量了一番周扬 笑了一下道 也对 你现在的修为 已经是杜节气大元满了 也该到了飞升的时刻 可惜啊 现在的凡间修是想要飞升 可不容易 还请前辈指点迷惊 周扬诚恳地 看向裂空刀说道 晚辈周家 从外语来地心 就是因为家族所在的世界 已经数万年无法飞升仙界了 无奈之下 只得到处寻找飞升之法 机缘巧合之下 来到了地心这一凡间 最鼎盛的修仙之界 没想到 这里的普通修士 同样飞升困难 裂空刀安静 得听着 没有说话 周扬见此 继续说道 晚辈在天玄洲打听了好些地方 都没打听出各种缘由 也没找到飞升之法 这太正常了 裂空刀淡然道 这件事情 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二 不过 得让你身上的那位道友 出来与我说话 这数千万年来 除了你所在的天玄洲 那古剑宗的剑仙 曾经得到了一柄地气之剑外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同级道友出现呢 周扬心中一动 果然 这位裂空刀 知道自己身上的 阵魂珠存在 至于他说的古剑宗剑仙 不意外的话 应该正是王梦瑶所说的 那三位逆天妖孽之一 古剑宗的那位 手持地气之剑的剑仙 地气 果然如系统所言 绝世稀有啊 既然前辈要求了 晚辈自当应允 周扬点了点头 伸手一挥 一道光影浮现在屋内 出现的是一个面容身形和周扬 类似的半透明光影 和裂空刀比 身影显然要虚幻很多 原本阵魂珠的模样 是以一颗光球模样显示的 本体是珠子样式 地灵显示的状态 也喜欢以珠子模样展示 不过跟随周扬时间久了 阵魂珠地灵 也将自己的形象 改成了周扬模样 阵魂珠浑身上下 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 也不如裂空刀灵动 甚至 如果只从外表看的话 其智慧程度 还没有引领手中的 定海玉珠智慧高呢 这位道友 似乎 灵智有些不太高的样子 裂空刀颇感兴趣地 打量了一番阵魂珠 却发现 阵魂珠表情平静至极 即便是面对 同样隶属于地气的裂空刀 表情也丝毫未变 这 晚辈也刚得到 阵魂珠地气没多久 可能是还没适应 和学习到更多的情感 周扬不太好说太多 首先他不能在 裂空刀面前撒谎 但是说实话的话 那肯定也是不行的 系统的存在 他不能随意透露出去 而阵魂珠的地灵 正是来自于系统的子程序 这样的地灵 肯定和裂空刀 定海玉珠这样的地气 和仙气不同 看上去的确如此 裂空刀叹了口气 他的意志 稍微接触了一下阵魂珠 就感受到了对方身上 那冷静到可怕的理智 那是一种理智到极点的冷漠感 他也的确从 阵魂珠之灵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子 刚诞生时刻的心意 似乎的确是刚诞生不久 不过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 地气啊 这可是地气 想要诞生一件地气 那可是非常困难 甚至是困难到极点的事情 要么是先帝级强者 出手锻造出地气 要么是低级的仙气 经过亿万年修行 晋级而成的地气 别无其他办法 而想要锻造一件地气 除了需要先帝出手之外 还需要一些珍贵到极点的材料 那样的材料 凡间可没有 即使有 也不是凡间之人能够轻易弄到手的 那么 这样的一件地气是怎么来的 既然是新诞生的 那就不是由仙气晋级而来 那么 只能是某位先帝心境锻造的 这说明 眼前这位小友身后 必然是站着一位先帝的 想到这里 猎空刀露出一丝笑意 镇魂珠道友 日后有什么修行上的难处 可以随时联系我 相互探讨 镇魂珠平静了一会 开口回道 多谢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道友能为周扬解开 飞生之谜 镇魂感激不尽 小事 猎空刀一白手 正色道 关于飞生 这的确是一件大事 是观仙魔两界存亡之大事 周扬小友 且听我道来 第223章 神秘之高存在 仙魔两界诞生之谜 周扬面露正容 认真的听着猎空刀述说 这可是他来成员周罪 重要的事情 现在终于可以知道 飞生难题具体如何了 一旦知道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修饰 无法飞生 那就可以找出办法进行飞生 周扬小友 你也应该能够猜测出来 凡间修饰 无法飞生的问题 来自于仙剑 或者说是仙魔两界 猎空刀说着 看到周扬点头 便继续开口 没错 问题的确是来自于上界 我们所在的大宇宙 是如何模样 我们所在的大宇宙 实际上最大的区域 依然是凡间界 凡间占据了整个大宇宙 九成左右的空间 这一点 就算仙魔两界 也无法比拟 而且你别看魔狱 每一年都在吞噬不少的凡间世界 实际上真算起来 魔狱吞噬的那点世界数量 对凡间来说 连九牛一毛都比不上 猎空刀说道 魔狱诞生的时间 比之仙剑要晚一些 我今天就和你说说 仙魔两界的来历吧 猎空刀说得兴起 一下子就说到了 仙剑起源的事情上来了 周扬对此也颇感兴趣 虽然他听系统 讲述过些许仙剑的秘文 可系统说得太少了 也不成体系 都是一些杂乱的信息 哪有人家猎空刀大佬说得清楚 能在获取非生问题答案的时候 顺便白条仙剑和魔狱诞生的秘文消息 简直不要太赚 主要也是猎空刀好说话 周扬可不觉得 其他的地气也是这么好说话的主 看看红蓝和明语就能知道 地气作为世间仅次于大地的存在 傲气是无法掩盖的 在无穷岁月之前 大宇宙诞生之后 又过了无数年之后 各种生命诞生在大宇宙之内的 各大生命星球之上 随后 人族诞生 人族刚诞生的时候 非常的弱小 那时候的大宇宙当中 最强大的 是一些星空巨兽 这些星空巨兽 属于大宇宙第一批强大生命 根本不需要修行 就拥有着横度虚空的强大能力 甚至一些星空巨兽的首领强者 都能够随意地吞噬生命星球 甚至是太阳哪一类的火焰星球 猎空刀平静地说道 直到后来 星空巨兽的数量越来越多 惹到了一位至高存在 至高存在 周扬心中猛然跳动 连猎空刀这位地器 都说是至高存在 这岂不是说 猎空刀口中的至高存在 是一位比大地更强境界的存在 可是 先帝不就是目前修行体系中 最高等级存在吗 难道还有更高的境界不成 周扬心下骇然 深吸口气 继续认真听猎空刀术说 猎空刀看了一眼镇定下来的周扬 不由心下暗叹 这小子年龄不大 但是心境和意志 的确不可小觑啊 那位存在 我也不知道 其具体名性 甚至连其具体模样都不清楚 太久远了 星空巨兽一族的衰落 那可是 发生在近百亿年前的时代了 那个时候 人族连一位先帝都没诞生呢 仙界都没有 哪里能知道 这样存在的具体信息 不过 仙界的第一位先帝 环宇先帝 就在近百亿年前诞生 嗯 我知道的这些消息 基本上都是从环宇先帝收藏 的典籍中得知 这是一位最古老的先帝 那位至高存在 看不下去 星空巨兽如此撕裂大宇宙 便出手 修改了大宇宙法则 直接导致了 星空巨兽一族的繁衍能力大跌 最终历经十一年时间 星空巨兽一族淡出了历史 星空巨兽一族 推出历史舞台之后 妖族崛起 妖族当中 龙族 凤凰 金翅大鹏 猴等强大无比的族群 体内同样拥有着 星空巨兽血脉 他们是星空巨兽一族 研究繁衍族群技术 留下的血脉 可惜 最终也没能挽回 星空巨兽一族的衰落 反倒是让龙凤等 神兽族群崛起 龙凤等神兽族群崛起之后 自觉和那些普通的杂毛妖族 不再是同类 便独立出了妖族 自立为一族 而这个时候 普通妖族也不敢示弱 普通妖族也是分族群的 都想着学习龙凤等 修行体系 都是继承的星空巨兽一脉能力 直接吞噬天地灵气 灵药灵草进入体内 吸收消化 增强体质进行修行 直到后来 有妖族大能 创造了妖丹修行法 在妖族体内凝聚妖丹 能让妖族的肉身更强 也能用妖力 发挥出更强大的力量 才勉强将妖族的势力 扳回一些 勉强与龙凤等族群抗衡 而此刻 人族依然弱小至极 人族先贤为躲避 以及对抗妖族 为掠夺资源 而残杀和吞噬人族 参照着妖族的妖丹修行法 打造了金丹大道修行法 这位创造了金丹大道修行法的人族先贤 不是别人 正是还宇先帝 猎空刀说到这里 周扬顿时心中一惊 原来金丹大道竟然是 这位先帝创造的 的确是不可思议 厉害啊 然则 金丹大道修行法 毕竟来自于妖族修行法 不仅修行困难 而且此等功法 对天资和悟性要求特别高 还与先帝登陵大帝之境后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除他之外的人族修行者 修行速度太慢 能够登陵高境界的人族少之又少 于是一直在改善修行法 可惜 他没能成功 而此后数一年 又有一位天资超绝的人族 先贤出现了 他就是古元先帝 他成功创造了 现在人族的修行体系 并且 他还正是先界的开创者 古元先帝 先界开创者 周扬惊叹 厉害了 人族先贤牛叉呀 出了一个还宇先帝 竟然又出了一位古元先帝 的确厉害啊 两位人族先贤登陵先帝之境 终于成功让人族在高端战力上 与龙凤两族达成了平衡 龙凤两族的龙祖和凤祖 也是先帝境界 猎空刀嘴角一裂 笑道 你别看现在龙凤两族 根本没有先帝级老祖存在 可当年两族是非常强大的 有两位先帝老祖存在 两大族群横行整个大宇宙 无数生命星球和世界 纵横无敌 可惜 这两族也是倒霉 倒霉到了极点 刚刚被人族从高端战力上追了上来 两族的两位先帝老祖 在一次意外中死亡了 周扬眼睛一瞪 先帝死亡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先帝啊 基本上可以说是与大宇宙同寿的无敌存在 也会意外死亡 关键还是意外死亡 什么样的意外 会让两族的先帝老祖一起死掉 他们在一次探索星空巨兽遗迹的时候 遇到了一头沉睡中的星空巨兽首领 被一口吞掉了 什么 周扬惊呼出声 第224章 大帝之上 星空巨兽与天尊塔 两位先帝被一头星空巨兽一口吞了 就没了 就死了 这头星空巨兽得有多强啊 周扬明白 这绝对是属于超越先帝境界的境界 否则不可能一下子那么简单干掉两位先帝 那头星空巨兽的实力 历经那么多年在沉睡中修行 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个凌驾于先帝之上的境界 那种境界 被诸位先帝称之为天尊境 裂空刀沉声道 天尊境强者实力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极限 那是真正的位于宇宙顶端的存在 这 这么强大 周扬深吸口气 内心中也是惊骇无比 先帝之上的天尊境强者 大宇宙顶端境界 不 不对 周扬眼神一动 连忙问道 你之前说的那位导致了星空巨兽一族 衰落的至高存在 他 难道也是天尊境 不 裂空刀断然摇头 那位存在的境界 无可估计 没人能知道那位存在 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强者 你只要知道 即便是那头星空巨兽 作为天尊境强者 依然没有选择 去挑战那位至高存在就行了 因为 即便是那头天尊境 星空巨兽 也没有修改大宇宙法则的能力 所以 那位神秘无比的至高存在 显然是比天尊境更强大的强者 原来 先帝之上 还有如此强大的境界 天尊境 以及那位神秘至高存在 所处的奇异境界 周扬得知这样的消息 心中震撼的同时 还有些惊喜 毕竟 先帝并不是修行的镜头 这说明 在更高处 还有让人惊叹的风景 在等着自己 两大族群的十足死亡 龙凤两族 也没胆子 去找那位 天尊境星空巨兽的麻烦 裂空刀神色 忽然变得奇怪 起来 眼神中 还透着一丝振奋 而在吞噬了 两头仙地境之后 那头天尊境的星空巨兽 再次陷入了沉睡当中 他所沉睡的地方 因为他巨大体型的原因 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引力 数十亿年的时间里 无尽宇宙尘埃 在他的身躯之上凝聚 最终 形成了一颗庞大无比的星球 这颗星球 你知道 在什么地方吗 在哪里 周扬好奇地问道 他心中想着 这样庞大可怕的星球 估计不是在仙界 就是在魔域吧 这颗星球 就是地星 裂空刀平静道 什么 地星 周扬吓了一大跳 开玩笑的吧 自己脚下的这颗地星 其核心部位 竟然沉睡着一头天尊敬的 星空巨兽 或者说 整颗地星 就是因为这头巨兽才形成的 周扬嘴角一抽 简直离谱 地星存在数十亿年来 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战斗 甚至大地级的战斗 曾经都发生过 这都没能惊醒 那头星空巨兽 还是说 数十亿年来 这头巨兽从未清醒过 不过 周扬记得 猎空刀说过 凡间无法飞升的原因 是来自仙魔两界 这和地星的这头星空巨兽 有什么关系 似乎猜到了周扬所想 猎空刀开口说道 凡间这几万年 无法飞升的原因 的确来自于仙魔两界 不过 究其原因 也和地星的这头星空巨兽有关系 什么原因 周扬追问道 众所周知 地星是先帝境界 才能炼制的仙气及法宝 那你应该可以知道 天尊敬强者 也是有它那一个境界 才能炼制的法宝 这样等级的法宝 被称之为先天灵宝 因为这等法宝 必须得是宇宙诞生之前 就存在于 混沌中的法宝才行 经过天尊敬无数年的淬炼 才能最终成为一件 合格的成品 先天灵宝 这头星空巨兽 同样拥有着 一件先天灵宝 我们称之为天尊塔 天尊塔 周扬眼角一抽 的确 先帝们用地气 天尊敬强者 强者自己动手来的厉害 所以 天尊敬适合使用的法宝 必然比地气 更加强大一个级别 先天灵宝 其胚胎诞生于混沌 属于天生法宝 天生法宝 自然诞生于混沌 周扬心头猛然一跳 卧槽 老子系统 可以万倍强化 自然诞生的灵药和法宝 镇魂珠 就是这么来的 强行压制下了心中惊喜 周扬猛地揉了揉 自己的脸颊 让自己强自镇定下来 不能引起裂空刀的注意才行 好在 在裂空刀看来 此刻的周扬 只是震惊于天尊敬 星空巨兽和先天灵宝 并没有 想太多 他也根本想不到 周扬还有系统 这样古怪的外挂存在 所以 凡间这几万年 修饰无法飞升的问题 就出在这个先天灵宝之上 周扬镇定地问道 不错 这件灵宝 属于地心中心 沉睡的这头星空巨兽 但却并没有被它带在身上 而是在星空巨兽纵横时代 流落在外了 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而在后来的无数年里 这件先天灵宝 一直 再朝着地心飘荡而来 裂空刀咧嘴一笑 这件先天灵宝 是古原先帝发现 他参悟这件天尊塔之后 根据其中的奥义 联合还与先帝 创造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结界 这个结界 就是先界的雏形 巨大结界 难道 周扬眼神一动 不错 先界创立之初 就是为了困住这件 先天灵宝天尊塔 裂空刀说道 谁都不知道 这天尊塔最终飘落到地心之后 被星空巨兽收归手中后 会发生什么 也许就会引来无数 星空巨兽汇聚 也许会惊醒 这头天尊镜巨兽 到时候 非常 有可能引起大乱 可惜 大结界诞生之后 依然无法镇住 这件天尊塔 于是 环宇先帝和古原先帝 召集大量度节 七以上修士 前往大结界 以庞大的修士数量聚集 来镇住这件灵宝 效果是有的 至少延缓了天尊塔 朝着地心靠拢的速度 随着后续诞生的先帝 越来越多 延缓的速度就更多了 一直持续到现在 而在数万年前 天尊塔终于抵达了 靠近地心的位置 也处于仙界边缘位置了 目前天尊塔 被仙魔两界大帝们 亲自镇守住 除了九幽魔帝 还在魔域核心处之外 八大魔帝 也尽数汇聚在天尊塔附近 裂空刀神色 闪烁道 关于九幽魔帝 为什么没来 那就要说到魔域的诞生了 这个宇宙 本没有魔的 数十亿年前 发生了一件大事 大帝们猜测 或许与那位神秘无比的 至高存在有关系 大宇宙的某处 裂开了一道裂系 其中蔓延出无尽魔器 污染着裂系周围的生命星球 无数魔物诞生 九幽魔帝 原本是人族存在 一位天资不下于环宇和古元两位 大帝的超级天才 他最终竟以魔器修行成帝 不过却压制住了感染的魔性 开创了魔域之后 永生镇压在魔域核心 也就是那道裂系所在位置 九幽魔帝 原本是人族 人族魔修成帝 又是一大令人震撼的消息 周扬 今天是真的从猎空刀口中 得知了大宇宙诞生之后的 一大堆隐秘啊 简直令人震惊 关于那道蔓延出魔器的宇宙裂系 我也不知道太多消息 魔域那边应该知道的更多 毕竟 它们都是利用魔器修行的存在 除了九幽之外 其他魔帝当中 有魔物成帝的 也有明皇大帝这样 来自于凤族的魔帝 也有地心上的魔物 和魔修成帝的 比如星红之月 狂暴之主等等 猎空刀笑了笑道 所以 如果你想了解魔器隐秘 这就需要你自己去探索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 凡间修士无法飞升的原因 就是因为天尊塔 天尊塔已经接近地心附近 等到它破开仙界大结界的时候 仙界估计也就不存在了 那时候 自然也就没了飞升禁锢 说起这个 在仙界开创之前 修士是能在大宇宙中 不断修炼到大地境界的吧 那为何 仙界 出现之后 凡间就无法从杜劫期 更进一步了 宇宙法则的改变吧 猎空刀耸了耸肩膀到 也许那位至高的神秘存在 改变了宇宙法则 反正自从仙界和魔狱诞生之后 杜劫期以上境界 不管是人族修士 还是妖族或者魔修 都只能通过飞升仙魔两界 来达成更高境界的境境 别无他法 好吧 周扬点了点头 沉默了下来 低头思索着 从猎空刀这里得到的惊人消息 第225章 落幕 离开王家 询问系统 无法飞升仙界 以现有的修行体系来说 根本就无法从杜劫期 突破至天仙境界 这不是能力问题 也不是天赋资质的原因 而是宇宙法则就是如此 周扬叹了口气 一个人在屋内转悠 沉思 猎空刀已经离开了 周扬独自一人在思索着 接下来如何发展 难怪啊 难怪就连帝星那些二流宗门 修仙家族 都不知道如何飞升仙界 顶尖的志强宗门应该有办法 比如 先帝亲自出手接人 周扬从猎空刀这里得到的消息 唯一例外能进入仙界的办法 就是先帝亲自出手接人 猎空刀离开前 显然并没有觉得 周扬无法飞升 在 猎空刀看来 周扬手中有一个新的地气存在 肯定和某位先帝有关系 只要让背后先帝帮帮忙 就能解决问题了 周扬苦笑 他背后哪里有先帝靠山啊 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啊 一夜就在周扬的思索中度过 没睡觉 也没入定 第二天 王梦瑶前来敲门 按照约定 今天他们就要一同启程前往刀宗 然而 周扬昨晚已经见过猎空刀了 也得到了想要知道的信息 完成了此次来成渊州的最大目的 自然就不用再跑刀宗这一趟了 所以 此前与王梦瑶一同前往刀宗这件事也就不用了 王道友 昨天晚上 刀宗一位大能已经来到这里与我会面 我来此的事情也已经完成了 今天就不劳烦王道友 陪同前往刀宗了 周扬带着歉意 看向王梦瑶说道 的确应该道个歉 毕竟说好的事情 忽然自己就决定不去了 不解释清楚的话也不好 哎 王梦瑶一阵惊奇 昨天晚上 有我刀宗前辈过来吗 那位前辈啊 怎么没通知我 岂不是我 王家招待不周 这倒没有 周扬想了想 开口道 来者你自然不陌生 正是刀宗的裂空刀前辈 我想要的消息 昨天晚上 裂空刀前辈 已经跟我说清了 此番来王家 多谢王道友款待 若他日王道友前往天玄州 一定要去我周家做客 裂空刀前辈 王梦瑶面露金色 你是说 昨天来的人士 是裂空刀前辈 帝气裂空刀 正是 王梦瑶对于裂空刀 自然是不陌生的 虽然没有亲眼见过 这位镇守地心刀宗的 最强大底牌 但 别说刀宗了 整个地心也都听过 这位的名头 这可是地气啊 整个地心明面上 也就这七剑地气而已 可以说 即便是一些 刚入修仙界的 练气修士 都听说过 七大地气的巨大威名 作为刀宗的内门精英弟子 王梦瑶 如何能不知道呢 地气来访王家 这是多么大的荣耀 可惜 裂空刀他老人家 不愿意主动露面 只是和周扬交谈后 离开了王家 王梦瑶自然不会觉得 周扬是在欺骗自己 这里是成渊州 是刀宗的底盘 如此议论裂空刀 以地气的强大威能 肯定可以感知到些许信息 不可能被人 这么简单地招摇撞骗 而不理会 同时 以周扬18岁 就杜杰气的天资 如此妖孽天赋之下的骄傲 也不可能搬出 刀宗的最大底牌 来欺骗自己 没意义 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勉强周扬道友了 王梦瑶虽然心中 还有些许不舍 毕竟 周扬如此出色的修士 他在刀宗都没见过 比他更厉害的了 莫矮之情人皆有之 只是 作为一个修士 对于此番勤勤哀哀的事情 也不会去过分抢求 修士与凡人不同 凡人一生短暂 不过匆匆百年光景 有些事情一旦错过 就没有再回首的机会 而修士不同 修士寿源悠长 日后再见的机会 肯定是有的 天玄周 王梦瑶心中 默默记下了周扬家族所在的位置 周扬道友 既然不用 再去刀宗了 也可以在成渊州游玩一番 若担心人生地不熟 我可以让家族子弟 给周道友带路 哼 多谢王道友费心了 不过 周家事务繁多 周某也 得抓紧时间赶回家族 处理积攒下的族物了 那 周道友 我们日后再见了 天玄周 周家 我记下来呀 随时欢迎王道友前来做客 离开王家堡之后 周扬面色平淡 心中也是一片宁静 若是说 和裂空刀交谈之前 他焦急着飞升之势 那么现在他不急了 或者说 急也没鸟用 裂空刀明确给出的 目前唯一飞升的办法 就是先帝亲自来见 要不然就飞升不了 所以 急没用 天尊塔 数万年前就从仙界靠近了帝星 这数万年过去了 八位先帝和八位魔帝 都在关注着天尊塔那边的情况 也不知道 后续会如何发展 周扬摇了摇头 这种关乎仙界以及帝星的大事 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插手 的空间 甚至就连射击其具体隐秘的能力都没有 要不是 裂空刀看得起自己 不 或者说 看得起阵魂珠 这异星出现的地气 自己都没机会知道这等隐秘 短时间内 是无法 飞升了 那么 就安心在帝星发展家族吧 周扬眼神中 蕴藏着隐隐光辉 帝星是一个好地方 不过 帝星的星球核心处 沉睡着一头天尊镜的星空巨兽 这头古老至极 从宇宙诞生之后 就存在着现在的星空巨兽 一旦苏醒 整个帝星都玩完 这一点要考虑在内 却也不能因此就舍弃帝星 重返大夏修仙界 不能因噎废食 且帝星还是凡间最重要的地方 周扬心中决定 周家 两帝都要发展 两手抓 并且 周扬还多想了一层 如果 如果天尊塔真的突破了 仙界的大结界阻隔 撞破了空间避障抵达帝星 到时候 仙界还存不存在 都不一定呢 毕竟整个仙界 都是古元先帝 为了封锁天尊塔而创造出来的 没了天尊塔的仙界 还是仙界吗 他不清楚 到时候 大宇宙法则会不会改变 没了仙界之后 修士能否在凡间 不 那时候 应该就没有凡间仙界的说法了 因为大宇宙 原本就没有仙界 周扬眯着眼睛思索 说不定就是那位神秘之高看到 杜劫七之后 境界的修士 破坏力太强大 不管是修士 还是妖族 还是天魔们 一旦超越了某个灵界点 就必须前往上界 不能在大宇宙逗留 破坏大宇宙的平衡 这一点也很容易想到 从裂空刀的说法中就能看出 曾经的星空巨兽 才让那位神秘之高出手 修改了大宇宙法则 直接搞死了整个强大到极点的 星空巨兽一族 那么 如果仙界真的因为天尊塔而崩塌 且不说魔域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大量仙人从仙界跌落凡间 肯定会对大宇宙造成巨大破坏 举手投足都会破灭大量星球 那位神秘之高说不定会出现 神秘之高存在 好像宇宙 管理员 又或者 他就是整个大宇宙的创造者 就如同古猿先帝 或九幽魔帝那般 周扬双目深邃中 透着一丝经济 系统 你是否知道 关于这位神秘之高的相关信息 周扬想了想 决定询问系统 第226章 云霞宗 周家的方式垫破 回宿主 无法提供 关于神秘之高的任何信息 系统硬邦邦地回应道 周扬长出一口气 对于系统的回应 他并没有感到意外 毕竟这位神秘之高 极有可能是整个宇宙中 最伟大的那位存在 世间万物 都有七七始和终结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将要去往何处 哲学三问 问的是人 实际上 也能应用在大宇宙之上 宇宙是什么 整个宇宙 是从何而来的 我们所生存的大宇宙 最终结果又会如何 这样的问题 同样存在于这个世界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 和想象出结果来 别说普通人了 即便是修为高深的修士 也无法解答这样深奥的问题 上升到大地那个级别 才会有所猜测 在周扬得知天尊敬这个境界之前 一直都以为 大地境 就是这个宇宙最高境界了 而现在 却又冒出了天尊敬 以及肯定更加厉害的 那个神秘至高 也就是说 大地之上 至少还有两个大境界存在 大地境 不管是先帝还是魔帝 拥有的威能 都不是普通仙人能够想象的 更别说凡间修士了 每一个大地 灰手都可以毁灭大片星河 这就是大地 明面上先魔帆三界最强 最巅峰的存在 在周扬返回天玄州 周家驻地之后 每天不是安心修行 就是处理家族事务 安排家族人员 在天玄州各大城池 以及各大方式进驻 不过 发展家族 除了在各大地方的影响力之外 还需要占据各大修行资源 周家好就好在 自身资源并不缺乏 有周扬存在 家族资源短时间内 是真的不缺什么的 同时 利用凌网的存在 家族子弟即便间隔着天涯海角 各自之间也能够随时联系沟通 有些子弟 即使人在外面坐着 家族任务 或者是管理家族在外的资产 又或者是在外游历 有些修行上的难题 也可以在凌网上 求助家族长辈 而凌网强就强在 即便间隔 这两大世界 也可以从地心联系到 大下修仙界的族人 空间上的 距离 对周家来说 根本就是个摆设 天玄州 距离周家驻地不远的一处 灵气充盈的高耸山峰上 坐落着一个庞大的宗门 天空中一道道的流光闪过 在天际划出一条条彩虹般的光影 诗之啊 你刚入门不久 但也要知晓一件事情 天玄州虽大 我云霞宗在天玄州 也仅是二流宗门 但我云霞宗也是有靠山啊 这次你挨了欺负的事情 师叔给你撑腰 一道流光中 传出一道沉稳的中年男子声音 感谢师叔能够出面 给弟子撑腰 一个面容俊美 但是眼神带着些许阴沉的青年男子 嘴角带笑道 带掌门师尊此次出关 弟子一定会在师尊面前 为师叔美言几句 嗯 师叔为了撑腰 可不是为了在掌门师兄面前露脸 只是看不得师职 这般天赋超绝的弟子 被一个外人欺负了 走 我倒要看看 哪里冒出来的杂羞 胆敢在我云霞宗开的方式闹事 简直是不把我云霞宗放在眼里 两人驾驭着一道顿光 快速出了云霞宗的宗门 在天玄洲当然不算是多大的方式 像古剑宗那样的天玄洲 十大一流的顶尖宗门开的方式 才是真的庞大 这座云霞宗放室内 前段时间来了一个修仙家族进驻 不是别人 正是周家人再次进驻后开启的店面 卖一些修行丹药 以及各色俘虏和灵药 灵草 周家的店铺刚一开业 就受到了大量修士的追捧 主要是灵药灵药和灵果受欢迎 至于丹药俘虏等 周家售卖的这些东西 并没有太受欢迎 但是灵药之流不同 周家的这些灵药 除了大部分和其他店铺 类似药灵的之外 每天都会有那么一两株药灵 达到数万年左右灵药灵草售卖 多了没有 每天只有一两株 可这依然被抢封了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要灵上了万年的灵药啊 即便是在地心 这等药灵的灵药 也是被抢封的节奏 周家立足在各大修仙宗门掌控的方式 和修仙家族掌控的城池 想要打开局面 自然得拿出别人家没有的好东西来 周扬下达的指令 就是拿一些 家族用不上的鞭脚料售卖 嗯 周家 用不上的鞭脚料 就是这些数万年要灵的灵药灵草 可这对于其他修仕来说 可都是强迫脑袋的好东西啊 所以 周家店铺的生意 那不用多说 自然是好的一塌糊涂 生意这么火爆 自然就引来了某些势力的关注 有些大宗门碍于面子 自然不会做些下作的事情 而那些修仙家族 势力和实力之后 也没想惹事 毕竟他们听说了周家 家主是一位少年天才 非常 年轻 修为就达到了杜杰期境界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修为 最最重要的是 他们打探到了 周家有两个后辈 进入了古建宗和天凤宫修行 光是这一条 一般修仙家族 别说下黑手了 就连私底下的针对 动作都不敢有 这就是周扬 宋周平安和周雪 进入两大宗门的好处 小家族不敢动周家 大宗门没必要为了这点零食动手 能花零食 将珍贵零药买到手就行 好东西花点零食就能拿到手 没必要闹大不是 而也有例外 云霞宗这位掌门弟子 昨天来到自家宗门的方式内 得知周家店铺的 火爆之后 一番好奇之下 前来查看 一下就被主持店铺的那位女孩吸引到了 眼下主持云霞宗周家店铺的女孩是 谁 第227章 大胆周家 胆敢轻障我 云霞宗秘境 周扬堂哥的妻子李凤仙 李凤仙嫁入周家之后 也得了周家大量资源的培养 周家 子弟 有的好东西 也少不了他的那一份 仙灵根安排上之后 李凤仙的修行速度 那说是一日千里都不为过 这几年下来 修为已经到了炼虚境了 李凤仙 现在年龄也才接近30岁 这样的年龄 已经是炼虚境了 在以前 他是万万不敢想的 而现在 他这样的修为在周家 同龄同辈分的 周家 人里 并不出色 即便是挽他一辈的 人 修行速度 也是惊人的 李凤仙负责的这处店铺 昨天却遭遇了一个糟糕 事件 这是云霞宗的 地盘 他本不愿意触怒人家的 可那个来自云霞宗的弟子 太嚣张了 直接要求他当道旅 还要求周家店铺内 储备的万年灵药 全部上供给他 李凤仙哪里能答应 两个条件都不可能答应 那个面色阴狠的云霞宗弟子 被拒绝之后 放了一句狠话就离开了 李凤仙感觉不对劲 便通过凌网通知了周俊 周俊是负责 地心这边方式店铺 的负责人 周运则是负责 修仙家族各大城池的生意 家族内部事务 则有下家姐妹在负责 周俊见到自己妻子的店铺出事 妻子还被欺负 当然也有些怒意 不过却没有意气用事 而是亲自赶往了店铺 他并没有通知周阳 这点事情没必要 去 凡自己堂弟 能自己处理就处理 实在不能处理 再通知堂弟也不迟 师叔 就是这家店铺 顿光落入方式内 从云霞宗赶来 得两位修士 当即落在了周家店铺 门前的道路上 那位面色阴沉的青年 指了指周家店铺 就开始瞎扯 这家店铺很不对劲 售卖的各种东西 不说 其中最火爆的 竟然是一些万年灵药 那可是万年灵药啊 他们竟然每天 都有一两猪出售 绝对不正常 而且我看了 那些万年灵药 竟然都是野生的 并不是宗门内药员 培育的那种货色 哦 这位师叔 是一个身形销瘦的 中年男子 面容轻瘦 下巴上留着山羊胡须 闻眼眼睛一眯 看着眼前人潮拥挤的店铺 不自觉地低声道 都是野生的灵药 药瓴 上万年 你确定 确定 这家店铺也没开多久时间 也就几个月而已 阴沉青年咧嘴一笑道 他们哪里来的 这等药灵的野生灵药 莫不是得了某个秘境不成 几个月 每天出售一两株 普通秘境可不行 得是大型秘境才对 呵呵 难怪 难怪师师找我出面 这位师叔了然点头 底细查了吗 查了 一个外来的修仙家族 听说家主 是一个资质妖孽的年轻修士 修为是杜杰期 的确天赋卓越 阴狠青年说着 面色平静 仿佛并没有把周扬 放在眼中 在他看来 也许周扬实力的确不差 修为杜杰期 也算是凡间顶尖实力了 不过云霞宗倒是不怕 对方 区区杜杰期而已 云霞宗也有一大堆杜杰期 大能存在 甚至云霞宗的底牌 还是曾经仙界长辈赐予的顶尖仙器 发动之下 别说一般的仙人了 就算是悬仙下凡 都不一定能抗住 区区一个有着杜杰期 坐镇的修仙家族 算个屁 好 师叔 陈生说了句好 在我云霞宗地盘发展 可不仅仅是 需要遵守方式规则 交些开店的费用就行了的 这周家有这等好东西 不孝敬孝敬我云霞宗 还想继续开下去 师叔所言甚是 银狠青年黑黑一笑 一两株灵药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那个 可能存在的大型秘境啊 师叔 一旦真的确定 这个周家拥有大型秘境 我们可就立大功了啊 对 走 进店部看看去 我倒要好好瞧瞧 这周家真有胆子 敢不给我云霞宗面子不成 师叔刚准备台步 就见几道流光落下 顿光散去 是 几个助手方式的云霞宗执事 修为并不高 只有画神镜左右 领头的那男子 见到阴沉青年和中年人之后 顿时面色激动的行礼 方式执事精华 见过虚臣长老 见过墨涵少掌门 虚臣摆了摆手 示意这几位执事 不用多礼 一旁的阴沉青年 也就是名为墨涵的少掌门 则是吆喝了一句 我们怀疑 这周家店铺 涉嫌侵占云霞宗秘境 我身为少掌门 昨天就来此 质问过管理店铺的周家 之人 结果这周家之人 竟然出言侮辱于我 哼 我穆涵为了宗门利益着想 哪里能放过此等恶徒 便连夜赶回了宗门 请了虚臣师叔前来主持公道 你们几位 陪同我和虚臣师叔亲自进去 好好质问一下这家店铺的人 让他们将我云霞宗的秘境 宗门秘境被侵占 那个修仙家族这么没脑子 占了云霞宗的秘境 还在云霞宗控制下的方式做生意 领头的执事倒是脑子灵活 稍微一想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再一想 昨天这位少掌门 好像在眼前这座店铺内闹了一番 最后愤愤离开的事迹 便明白是为何了 不过 虚臣长老亲自 这件事显然不会善了 自己几个执事 也不可能向着外人 那就只能应来了 好的 云霞宗的秘境 当真是不可饶恕 几位只是一口同声 地说道 随后在前开路 迎两人进入 店铺 一些前来购买灵药等物的 休市当即 转头想要喝骂 但是一看几人身上的云霞宗标志 便缩了缩脑袋 没敢说话 大家不要拥挤 放心 店铺的货物足够 不过万年灵药 今天只有一株了 另一株上午 已经被一位道友买走 大家请看 这是一株药灵 达到了三万五千年的灵果 一道清脆的声音 在店铺里面的货架前响起 云霞宗的几人抬头看去 就见到一位面容轻利的女修 手上漂浮着一株 被法力包裹的灵果 就在众修士双目放光 盯着那一株珍惜的 三万年灵果的时候 店铺门口忽然响起一道 阴侧侧的断荷声 大胆周家 竟敢侵占我云霞宗秘境 偷窃我云霞宗万年灵药 在这众目睽睽 之下售卖 而今被我云霞宗查实 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押回宗门听后发落 这一声断荷 顿时让店铺内的所有修士 全场惊呆了 第228章 郁家之罪 周俊出手 哗 在场惊呆的所有人 转头看到来者模样之后 顿时就哗然议论了起来 竟然是 是莫涵少掌门 对啊 这呼喊之人 是莫涵少掌门的话 岂不是说 周家招惹了云霞宗 不一定啊 主要也是周家店铺卖的这些东西 太吸引人了 数万年的灵药灵草啊 你想想 这得多大的利益 而且你没听到吗 这其中可是有关于秘境的信息 秘境啊 也对 周家这店铺里 卖的很多东西 一般人可弄不到手 就算是那些无关紧要的 俘虏丹药 以及法宝之流 质量也是上乘 这周家 恐怕也不简单啊 那又如何 这次出手的 可是莫涵少掌门 不对 你们看莫涵身后的那人 那不是 虚臣长老 即便是在云霞宗 虚臣长老 也是位高权重的存在啊 作为内门长老 可以说 虚臣长老 是仅次于掌门和大掌门的存在 属于云霞宗顶尖战力之一啊 其修为境界抵达 渡截期大元满都 有数千年了吧 若不是仙界的飞生之门出了问题 虚臣长老 估计早就已经羽化登仙了 虚臣长老和莫涵少掌门同志 这周家估计凶多吉少啊 毕竟 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两位 也是可以代表云霞宗的 不掺和 不掺和啊 我等还是安心看戏即可 从人群让开的通道走过 莫涵耳边听着众人议论纷纷 言语中有着恭敬之意 顿时不由露出一丝笑意 他莫涵可是少掌门 是未来的云霞宗宗主 在这云霞宗的方式内 自然有着天然的滔天权势 不管是路过的散修 还是来自各大修仙家族的修士 不都得点给他几分面子吗 不过他也不能太过嚣张了 即使内心深处 的确是垂涎周家手中的灵药 以及可能存在的秘境 那也得师叔有名啊 至少明面上 不能使云霞宗巧取豪夺 师叔你看 就是此女 昨天我来此让他回禀周家 让周家的当家人来云霞宗请罪 乖乖归还原属于我云霞宗的秘境 只要周家认罪态度诚恳 我云霞宗将不再追究周家 贸然占据我宗秘境的事情 哪里想到 这周家根本就没有任何动静 简直是无法无天 莫涵指着李凤仙 历声呵斥道 你 你胡说 李凤仙一番手 将手中的灵果收了起来 事已至此 这长小型拍卖会 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 修士们都退了开去 在一旁看好戏呢 不处理了眼前来捣乱的人 估计周家这小店 是开不下去了 不过 云霞宗的少掌门 以及一位宗门长老亲至 的确 有些麻烦啊 好在 自己丈夫已经来了 虚臣搭拉着双眼 背负着双手 平静地站在店铺的大堂当中 闻言 那双搭拉着的双眼 眼皮子稍微抬了一下 只是淡淡地瞥了李凤仙一眼 口中轻描淡写地说道 周家 占据我云霞宗的秘境 哼 莫涵失职 你可别再为这周家求情了 这可是大罪啊 师叔说的是 是失职唐突了 莫涵一脸尊重地说道 失职应当以宗门利益为上 不应该偏袒这周家女子 嗯 这才是你身为掌门清传弟子 应该做的事情 否则 日后继承宗主之位 如何带领云霞宗更进一步 徐晨淡然说道 实职谨遵师叔教诲 莫涵恭敬地拱手道 徐晨没再说话 只是简单地摆了摆手 示意一旁直视和莫涵处理此事 他 在此压阵足矣 亮着周家店铺的管事 也不敢贸然反抗 否则的话 哼 直接镇压 给我全部拿下 带回宗门游 执法堂发落 莫涵转头 一挥手 示意直视上前将李凤仙带走 不仅如此 还要查封店铺后院 和储藏室等地 将有价值的东西 全部搜刮一空 当然 最重要的 还是李凤仙身上的储物袋 其中定然还有不少好东西 比如刚才收起来的灵果等等 你们敢 李凤仙双目一瞪 身上气势勃发 一股强悍的气息 回荡在整个店铺 当中 由内而外 轰然扩散出去 整个方式都笼罩在恐怖的威压当中 怎么说 李凤仙也是仙灵跟拥有者 仙灵跟资质 是有着越级而战之能的 他有着练虚境修为 虽然是出入练虚境 可也不是同为练虚境的默涵能敌 昨日这默涵可不是 没有动手的 只不过一番神念交锋之下 吃了一个闷亏后 不得不捏着鼻子离开 默涵感受着李凤仙身上那恐怖的威压 眼神抵触有些许极度 眼前女子看上去 并不比自己年龄大 修为也与自己同境界 可真实实力却如此可怕 自己即便有着掌门师尊赐予的上品法宝 也无法胜过对方 昨天他可不仅仅是与对方神念交锋那么简单 默涵本身修炼的 就偏法术多一些 神念在同级修饰当中 那都是顶尖级别的 所以 神念不是对手的情况下 估计即便祭出法宝 也不是对手 因为对方肯定也是有法宝的 周佳 靠着售卖万年灵药 根本就不愁临时资源 法宝丹药这些 更是大量售卖 他才回去带着虚尘前来压阵 从周佳身上薅出来的好处 自然也得给虚尘准备一份了 当然 如果这周佳手中真有一个秘境的话 即便是虚尘 也吞不下这么大好处 到时候 自然是上交宗门 而对于如此巨大的利益 宗门也不会亏待 他默涵就是了 这日后的掌门之位 不就稳了吗 默涵心底冷笑一声 那个刚入门没多久 就被师尊从外门弟子 替协为青传弟子的路员 虽然年轻且天赋极高 可你如何跟我比 我可是当了上千年少掌门的 在宗门内的势力 也经营了那么多年 还能比不上你 不怪默涵在看到周佳店铺 有利益的时候 悍然选择出手 而是他感受到 自己地位受到了威胁 那位掌门师尊 以前可是独宠他一人的 可前段时间 掌门师尊闭关之前 忽然从外门弟子当中 选择了一个少年人 说为青传弟子 传授了云霞宗正宗功法 还给了一件 不下于自己手中的珍贵法宝 这可让默涵一阵嫉妒 不爽之下 来方式游玩 这不巧了吗 周佳和李凤仙 就落入了默涵眼中 你们这是欲加之罪 我周佳从未占据云霞宗秘境 你们竟敢如此陷害我周佳 李凤仙虽然本是李家人 可嫁入周佳后 那自然是以周佳自居 周佳也从未亏待过他 一直拿他当本家人对待 此刻见到眼前几人 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 陷害周佳与不义 什么时候周佳就占据云霞宗秘境了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有或者没有 拿你回宗门执法堂一问便知 怎么 你还真敢反抗拘博啊 虚臣平静地抬头 终于拿正眼看向了李凤仙 对李凤仙身上 那恐怖的威士气息毫不在意 自身威压盖下 为莫涵和几位执士 抵住了李凤仙的气势威压 虚臣继续说道 老夫虚臣 云霞宗内门长老 周佳重犯 周佳女修 还不束手就擎 若是胆胆反抗拘捕 老夫必将你当场格杀 虚臣的声音震耳欲聋 全场之人全部都为之震撼 这 就是云霞宗的威士吗 简直恐怖如斯 虚臣长老出手 以他杜劫期大圆满的境界 即便是李凤仙能越即而战 也不可能是虚臣对手啊 众人似乎看到了 李凤仙被抓不到云霞宗 被逼迫认罪的下场了 这周佳呀 完咯 以后啊 这些数万年的灵药灵草 是没那么容易买到咯 只能去其他方式搜寻 或者去往那深山老林寻找 然而 也就在众人以为事情结束的时候 一道晴朗平静的声音 从店铺后院响起 我看谁敢动手 云霞宗内门长老 执法堂堂主虚臣 就凭你也敢欺负我周佳之人 找死 第229章 虚臣的自信 一道剑盲灭你周俊 谁 一听这话 不等其他人有所动作 莫涵当即就怒了 想他云霞宗少掌门 虚臣长老 也是云霞宗内门长老 此刻还是处于自家宗门开的方式内 竟然胆敢 有人出言侮辱自己等人 简直是自寻死路 听口气 这出言之人还是周家人 这就更加不可饶恕了 周家此人 该死 胆敢反抗拘捕 还当着这么多修饰的面 侮辱自己等人 此人必死 莫涵面若寒霜 杀气腾腾地朝着声音来出看去 不仅是莫涵怒气勃发 就算是心态较好 不将李凤先放在眼中的虚尘 此刻也是双眸中引先怒意 敬酒不吃吃罚酒 看来这周家人 是半分面子都不给自己了呀 也罢也罢 这 铺子里的周家 一个不留 今日老夫 就将这些周家人全部料理了吧 反正周家驻地就在那里 解决完眼前的周家人 拒了神魂一番搜索 周家秘密自然就到手了 周家手中可能存在的秘境 自然也是落于自己手中 到时候 自己将成为云霞宗大功臣 在场重修事 也是惊诧无比 这周家人胆子是真的大 在人家云霞宗地盘上如此嚣张 不要命了吧 不过也对 眼前云霞宗明显是来者不善 估计周家人 也知道此事无法善了 于是乎 破罐子破摔了 众人的目光 都转向了通往后院的门户所在 李凤先也转头看去 他当然听出了周骏的声音 对于自己 这位丈夫的能力 他当然是幸福的 周骏比他更早获得先灵根 更加辛苦和努力地修行 时常离开家族 出去历练修行 所以 周骏的修为是高过李凤先一些的 虽然也是处于炼虚境 可却是炼虚后期巅峰境 距离突破之渡截期 也仅仅是差了些许积累 先灵根没瓶颈 不会卡在某个地方 千百年无法寸进 可却也是需要法力的积累 不到一定程度 也是无法突破的 一个骏朗的 青年身影从后院门口走出 踏步就来到了大堂内 来到了李凤先身旁 而李凤先身边 还有几个周家的后辈子弟 原本看到自家店铺 被云霞宗针对 这些周家年轻子弟 并没有害怕 甚至心中还有些愤愤不平 他们可不怕死 周家拥有凌王 死了都可以复活 根据家主大人定下的规矩 像是眼前这种 因为守护家族产业而死的话 甚至都不用消耗自己的零食 就可以复活 而且 复活之后 还能额外获得一些补偿 不要太爽啊 不过看到周骏到来 几个小姑娘都放松了下来 有这位家族核心人员在场 没有人能欺负周家 小子 就是你敢口出狂言 侮辱我云霞宗的 墨涵声音如同寒风中的冰霜般 一开口就给周骏定下了 侮辱云霞宗的罪名 几个周家后辈小姑娘怒视着墨涵 明明周骏说的是 眼前几人欺负了周家 而这个墨涵却说 周骏在侮辱云霞宗 当真不要脸 周骏闻言 脸色丝毫未变 只是淡定地扫视了一眼 墨涵和虚辰长老一眼 随后环视一周 看向了场中所有修饰一圈 开口平静的 说道 我周家原本还想着 老老实实在方式做生意 每天除了售卖家族 炼制的法宝丹药和服录之外 还将家族收藏了多年的 灵药灵草灵果拿出来 与众道友们分享 由此珍贵灵药 诸位道友想来 也能炼制一些珍贵的高阶丹药 让修为更进一步 以至于突破瓶颈 不再困难 诸位 我周家的灵药可否好用 说起这个 有些回头客纷纷点头 这些人多数是来自各大修仙家族 有的甚至来自于 大封王朝帝都的顶尖家族 争论底蕴 并不比云霞宗差多少 也有一些小家族 在咬牙拿出大量零食购买灵药后 炼制的宝贵丹药 的确让家族高手静静极快 甚至以此突破了瓶颈 让家族高端站立 再上了一个大台阶 让家族底蕴和实力 也明显比以前更厉害了 灵药好不好 他们这些用过的人 还能不明白吗 所以啊 只要买过周家灵药灵草的人 基本上都是熟客 都在努力赚取零食 前来周家 店铺购买灵药 周家这样的做法 的确极大的增强了 这些家族的实力 左右不过付出些零食而已 能兑换成货真价实的实力 比什么都好 听到这些修士 一个个都点头附和 莫涵等人眼神冰冷 眼底深处难掩的贪婪之一 而周俊嘴角 却露出了笑意 缓缓道 诸位都知道我周家 这灵药的好处 而眼前的云霞宗诸位为何 而来 相信只要有脑子的道友 都能明白是为何意 周俊摊开双手道 周家店铺 就处于云霞宗的方式之内 所以看来 本本愤愤地做生意 可却无法阻挡云霞宗诸位的贪婪啊 可是 我要说的是 我周家 在整个天旋周各处 都有着店铺存在 脚下这座店铺 日后估计是 无法继续开下去了 诸位道友 若是还想购买灵药 可以去其他的周家店铺采买即可 文言 原本还一脸担忧 无法继续购买到灵药的修士们 纷纷露出了笑容 心下也是大大的松了口气 周俊首先就是给客人们 吃了一颗定心丸 随后就是要认真处理闹事的云霞宗两人了 是的 两人 那些职士根本就不被他放在眼中 甚至就连 所谓的少掌门莫寒 都不被他看在眼里 什么狗屁少掌门 区区练虚竟修士而已 在他这里 根本不够看 唯独虚臣这位肚结器大圆满的修士 才被他看在眼中 以周俊练虚后期巅峰的实力 越级挑战之下 至少不会输给虚臣 李凤仙 对付剩下的人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小子 果真嚣张啊 虚臣低贺一声 浑身气势猛然朝着周俊压制了过去 在本长老面前 竟侃侃而谈 丝毫不将本长老放在眼里 哼 如此侮辱我云霞宗修士 你今日必死无疑 对 虚臣长老说的对 一个云霞宗方是直视 也出声喝道 周家 店铺不守规矩是其一 侮辱云霞宗是其二 再加上公然售卖 从我云霞宗秘境偷窃的灵药是其三 恶意霸占我云霞宗秘境是其四 在我云霞宗执法堂 长老准备亲自押回宗门审讯时 居不是其五 五罪并罚 你等周家之人 已有取死之道 周家小辈 你等今后 在天玄州 已无立足之地 虚臣喝道 我云霞宗一声令下 我看你周家店铺能否开得下去 整个天玄州 即便是古剑宗等十大宗门 也得给我云霞宗三分薄面 你一个区区周家 算是个什么东西 虚臣失疏霸气 莫涵赶忙掉头赞了一句 随后傲义无双地看向周郡 你周家完蛋了 已经惹怒了执法堂主 内门长老 虚臣失疏 若你等现在立刻自断心脉 破灭神魂 将家族灵药 全部送上云霞宗赔罪 将原本属于我云霞宗的秘境 老实归还我宗 说不定我云霞宗还能发发善心 不会彻底灭了你周家 否则 说完了吗 周郡不屑地看了一眼莫涵 随后目光冷冽地看着虚臣 说完了那就动手吧 我周家 不具任何挑战 虽然并不想主动与云霞宗为敌 可你云霞宗修士 主动欺负到了头上 我周家 绝不退缩 好 既然你找死 那本长老就成全你 虚臣面色不变 口中轻描淡写地说着了一句 随后便在默寒 以及几位只是信心满满的眼神中出手了 一旁的众修士们 神色惋惜地看了一眼周郡夫妇 虚臣长老 身为杜劫器大员满千年多的顶级 强者 这一番出手 绝对是泰山压顶一般 谁能扛得住啊 这周家几人 算是凉了 而李凤仙却对周郡信心满满 就如同默寒对虚臣信心满满一般 虚臣抬头 就是一道灵力之际的剑王 他本身主修法术 但也是一位剑修 辅修的剑刀技艺 没办法 杜劫大员满上千年了 现在又无法飞升 只能闲暇时刻 专研其他门道 这也是现在凡间修士们都在做的事情 除了一些被时间熬死的修士之外 多数杜劫期修士 都快要成全能修士了 战力强大的可怕 正因此 虚臣对自己的剑刀技艺极为自信 自己俯修剑刀都上千年了 眼前这周家小子 估计一年岁都没有 修为还仅仅只是练须后期 自己一个杜劫期大员满的修士 随手一道剑芒 足以将他碎尸万断了 无趣 当真无趣 这周家何该有此一节啊 那些灵药灵药 以及可能存在的秘境 也可该属于自己的机缘 虚臣长老回处一道剑芒后 仿佛已经看到周骏被灭杀的下场 嘴角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来了 然而下一刻 他就笑不出来了 第二百三十章 震惊众人 恼羞成怒的虚臣 仙气 裂风奇 周骏面对如此凶险的一剑 脸色不变 右手缓缓抬起 手指头上浮现一点光芒 区区剑芒 也想杀我 你也太小看我了 周骏冷哼一声 手指头朝着袭来的剑芒一点 嗡 一声轻微的嗡鸣之后 啪的一下 剑芒如崩散的碎冰 化作寒光点点 消散在了半空之中 剑芒中蕴含的庞大力量 被周骏手指上的力量抵消干净 完全没有对周骏 造成丝毫的伤害 周骏甚至就连凌网的护盾功能都没开 因为对手并不是强大到不可抵挡的程度 论实际战力 也就和自己大差不差 根本就不用暴露出底牌 而见到周骏 如此轻而易举的就挡住了自己的攻击 虚尘当即就瞪大了双眼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周骏 当 挡住了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挡住老夫这一击 虚尘有些难以接受 自己刚才那一招剑芒 虽然是随手一击 可绝对不是一个区区练须修士 能轻松接住的 即便是那些顶尖的至强宗门强者 想接住也得依靠强大的仙气 又或者是防御类神通 强悍的灵体 圣体和霸体一类才行 眼前这个周家青年修士 凭什么 莫涵也是张口结舌 有些说不出话来 刚才他还想着看周骏笑话 甚至已经感觉 周骏会被一件消首呢 结果人家轻轻松松 就挡住了虚尘师叔的攻击 这 这可真是一巴掌 打在了自己脸上了呀 那几个执事 更是难受得很 刚才他们可是 一脸自信呢 毕竟出手攻击的 可是云霞宗的执法堂堂主 一位杜劫七大员 满上千年的内门长老 谁承想 这样的强者出手 竟都没能一击秒杀 这个周家修士 而 与云霞宗几位修士不同的是 周围看戏的众修士们 再见到周骏应接了 虚尘一招而不败 不 是根本就没感觉 完全是轻松接招 这些围观的修士 各个兴奋了起来 没想到 没想到这个周家修士 实力那么强 竟然在虚尘长老一招剑盲下 不仅没死 还没受伤呢 这周家 不可小觑 不可小觑啊 对对对 这周家修士 完全是出人意料 老朽刚才都以为 嗨嗨 实在是惭愧 眼光不行啊 老夫也看走眼了 此人 不知道是不是周家重要人物 看上去和我一个境界啊 多是练虚妻 为何能应接杜劫妻 大能一招而不伤呢 没见他使用法宝秘术啊 对 也没见他施展什么强大神通啊 不理解 但频道大受震撼啊 再看 诸位 今日此战 必然会让周家名声大噪 周家致此 或将扬名天玄周 场中众修士议论纷纷的声音 传到了虚尘等人耳中 那一句句都化作了刺耳的嘲讽 刺痛虚尘等人的心啊 他们是谁 他们可是云霞宗的修士 一个内门长老 执法堂堂主 一个宗门少掌门 眼下竟然被一个小小的修仙家族的人 给堵得下不来台 在一众修士面前下不来台 这不是 在给云霞宗丢脸吗 小子你找死 虚尘再也无法保持 宠辱不惊的淡定模样了 满脸怒气 脸都涨红了起来 浑身的气势变得汹涌如 掏 浩瀚的威严冲天起 无尽威势扩散出去 席卷了整个方式 外界 方式中原本还在逛着市场购买物品的修士们 瞬间被被镇压在地 只有一部分修为达到了炼虚以上的 才勉强能站着 至于杜杰七 整个方式也只有虚尘达到这样的境界 整个方式 都被虚尘此刻爆发出的力量 给惊吓到了 这 这是杜杰七大佬发怒了啊 可以想象 惹怒这位杜杰七大佬的家伙 要倒霉了 周家店铺外的修士 都在如此想着 而店铺内的重修士 也没了刚才的闲心 他们也被虚尘忽然爆发出来的威势给吓到了 一个个 脸色 惨白 不敢再有丝毫不尽的议论 而周骏 眉头一扬 他看向虚尘 缓缓开口道 呦 虚尘长老 这就怒了 你刚才的高人姿态 哪里去了 哼 只不过是挡住了老夫的一刀剑芒而已 就如此傲慢 虚尘怒目原瞪道 见到不过老夫千年前才研习的记忆 老夫向来以法术 闻名于天玄洲 即便是在整个天玄洲所有宗门内 光论法术之道 比老夫强的 也仅几位十大宗门的道友而已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老夫面前猖狂 也罢也罢 就让你死个名吧 哼 那就让我见识一下 你所谓的法术 唯一能有多强大 周骏平淡地说着 这里地方小 施展不开 可有胆子与我从天穷一战 说是询问 实际上 只是通知 周骏话音落下 身影就闪烁了一下 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 已经处于万米高空了 虚尘不置可否 身形也闪身来到了万米高空 的确 在天空中 他也能够更好地施展法术 在方式内的时候 他也怕施展不开 会伤到默寒等人 看着傲力当空的周骏 冷笑不止的虚尘 翻手取出了一面小巧的惊奇 惊奇一出现 整个方圆万里的高空云层 当即就开始了剧烈变化 此乃我云霞宗顶尖仙气之一 而是老夫师祖于五万年前 从仙界送下来的仙气 裂风旗 虚尘如同看死人一样的眼神 看了周骏一眼 轻轻挥动了一下惊奇 狂风萧萧 吹灭生息 风声大作 整个方圆万里的范围内 云层席卷狂乱 但是 在两人深周方圆百里 却没有丝毫风声 仿若风眼 寂静无声 而就是这样的环境中 周骏却心中紧照突起 他整个人深周 感受不到任何风的气息 也感受不到任何的气体流动 好像空气的流动 都被抽空了一般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神魂与身体 竟然出现了一丝不稳的感觉 不好 神魂不稳 十海狂乱 我的瘦数竟然在降低 绝对防护 一个念头出现 一层半透明的护照 就笼罩在了周骏身体周围 护照出现之后 紧照消散 第231章 盾都打不破 你玩什么呢 对面虚尘原本见到周骏面色难看 神魂不稳 十海动荡的时候 还露出了笑脸 这小辈总算是着了道啊 裂风旗的威能 他自己能不知道吗 作为一剑 等级达到了王级的仙旗 裂风旗有两种不同的 仙漏明文 有着两种不凡的强大功能 一则操控方圆万里空气流动性 云霞宗飞升的仙辈作为仙人 自然是知道 风旗何处 空气 流动之下产生风 控制了空气的流动 自然也就控制了风 裂风旗掌控万里气流 在大范围杀伤上面 即便是在仙界大量的王级仙旗当中 也几乎可以排得上好的 对付周骏 这样的低阶修士 以此杀伤 本没有问题 不过虚尘却不知道 周骏拥有仙灵根 可以越籍而战 只以为是以周家秘法 或者是仙旗 阻挡了自己之前的攻击 不过他能挡住狂风又如何 裂风旗 还有第二个强大能力 这是一种来自于幽名的奇特物质 被鲜漏撞刻的名文 阵风在了裂风旗当中 以此诞生了第二种能力 可以无声无息地吹浮进人体 悄无声息的薛人兽术 比之掌控万里气流来说 这是一种小范围杀伤性极强的术法了 一般人即便有着同等级别的仙气 都不一定能挡住 何况一个区区周家的修士呢 然而 事实 却让虚尘再次大跌眼镜 周骏也就开始不查 被削了数年寿命 随后感应到死海情况后 立刻就挡住了裂风旗的薛兽能力 虚尘惊呆了 目瞪口呆地看着周骏 或者说 看向周骏身上那半透明的一道护盾 什么护盾 能挡住这种悄无声息的薛兽能力 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这 这是秘法还是神通 又或者是防护型的仙气威能 区区周家 还有这等仙气 不对啊 若是对方身上有仙气 自己怎会感应不到 周骏身上的确没有仙气 这可是仙气啊 别看待地星 好像仙气烂大街一般 实际上即便是在地星 仙气也是非常稀少 非常珍贵的法宝 任虚尘怎么说 也是云霞宗的内门长老 执法堂堂主 顶尖的杜杰七大能 云霞宗传承无数年 飞升仙气的仙辈祖士一大堆 有个几件仙气 镇压宗门底蕴 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 你看那些修仙家族 有多少拥有仙气的 屈指可数 再看大侠修仙剑 有仙气的 就只有那些圣地和顶尖宗门 即便是周家 也没做到人手一件仙气的地步 之前杀死天魔的时候 倒是获得了不少好东西 可大多数都是魔气 还以残破的居多 最终能修复的也就十多件 大家分了分 落 到周家 手上不过三两件 周扬也没想多要这种垃圾仙气 主要是他手上有一件地气在 看不上那些垃圾 要说最好的 也就是交给陆元的那件 王级魔气魔脚了 连这样的魔气 周扬都没看上 何况其他仙气魔气呢 周家人 现在虽然不是人手一件仙气 不过有灵网功能庇护 比拥有仙气魔气在手 还要更加舒服万倍 有复活 有传颂 还有无敌护盾 不比仙气 魔气强多了 可虚扬却不知道这些 他没在周郡身上看到仙气 只以为是周家 逆法效果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虚扬一狠心 再次催动手中裂风旗 这一次 没有再仙气狂风了 大型范围性 法术对单体强者作用不大 强大的单体攻击 对付对方就足够了 虚寿的术法 再次临身 不过周郡依旧不为所动 甚至还打了个哈气 周郡无聊道 虚扬老道 你行不行啊 下面那么多人看着呢 你折腾那么久 能不能给力一点 我都没感觉 你 你你 欺人太甚 虚扬原本还在疯狂地 朝着裂风旗内输入着法力 催动裂风旗鼓荡起来 肉眼几乎不可见 神念也难以感知的暗灰色气息 不断从裂风旗上流转 传递到周郡身上 想要削减周郡的兽数 可惜 被绝对防御的护盾死死挡住 根本就无法进入神魂所在的石海 无法再对周郡产生任何效果 此刻又听到周郡嘲讽般的话语 虚扬简直怒不可遏 左手持着裂风旗 右手掐起反锁的法掘 一道道的法术催发出来 火焰长龙 寒冰长剑 泥墙巨石等等 不要钱一般朝着周郡招呼了过去 然而 没鸟用 周郡身上储备的极品灵石一大堆 任由虚承攻击 即便法力耗干了 都攻不破护盾 更别说他还在灵王储备了一大堆仙石呢 仙气攻击都能挡很长时间 更别说普通的法术攻击了 虚承一番疯狂攻击 法力如同溪水般不断流出 到了最后 连裂风旗都无法继续催动了 右手法掘也停了下来 没办法 法力耗干了 周郡很淡定 并没有和对方强行对攻 自己是有着仙灵根 越急而赞美 问题 可是对方手中有一件王级仙气 真取消了护盾和对方打 还真不一定能赢 不过 有了护盾在 他就是不败的 光是不败 当然不是他的目的 否则 不会亲自过来 李凤仙同样拥有很大的凌王权限 护盾一开 也没人能击败他 不过 李凤仙只能保持不败 无法击败对方 周郡可以 至少现在差不多时机到了 周郡嘴角含笑地看着虚尘 你手持仙气又如何 没有法力催动 你拿着仙气 就是雷坠 至于仙气内储备的零食或仙食 虚尘催动那么长时间的裂风旗 现在也停了 周郡猜测 旗内储备的零食 应该消耗干净了 虚尘手中的这件仙气 可是和云霞宗正宗的仙气不同 这是独属于虚尘自己的仙气 用于仙气消耗的零食 是需要虚尘自己提供的 虚尘老道 怎么不继续出手了 周郡哼了一声道 是零食消耗干净了 还是法力消耗干净了 若是这样的话 接下来就该轮到我出手 了吧 虚尘脸色难看 不仅是因为被周郡说中了 自己的确没有零食了 仙气内十好几万极品零食都没了 至于仙食 整个云霞宗只有掌门手中有一些 那是用于催动正宗仙气用的 不可能给自己 自己现在真就是法力和零食全部没了 消耗那么大 竟还是没能拿下这个周郡 那道护盾 绝对不凡 不可能是秘法和神通 天下没这么变态的秘法和神通 简直不讲道理 虚尘眼珠子一转 就想跑路 身形调转 就化作了一道顿光 朝着云霞宗山门顿去 老匹父别跑 周郡一愣 随后怒斥追了上去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虚尘老道 这等成名近万年的修士 竟然二话不说就跑路 简直惊掉大牙 不仅是周郡 下方的方式内 众人也是惊呆了 原本看到空中战斗 他们已经惊讶到说不出话来了 看到周郡别压着打 还以为周郡凉了呢 结果虚尘长老狂轰乱炸了半天 人周郡毛都没掉一根 连人家护盾都破不开 还弹劾战胜了 现在又看到虚尘老道跑路 更是惊呆了众人啊 一时间 整个方式都议论纷纷了起来 莫涵等人脸都红透了 脑冲血严重道 几乎晕血 自己宗门的肚结期 长老没打破一个炼虚径 修士的护盾不说 还在人家要出手的时候 背下的屁滚尿流 直接跑路了 云霞宗的脸面 都被丢尽了 现在也不管什么万年灵药 什么秘境宝藏了 莫涵当即闪身 也化作一道顿光 朝着云霞宗而去 他就不信了 这个周家修士 还真敢追到云霞宗不成 第232章 应对云霞宗威胁 周扬的自信 周郡的确没想着追进云霞宗内 不过追还是要追一下的 否则人家打上门了 明摆着欺负你周家 你把人吓跑了 就不管了 不行 得追一下一丝一丝 好让对方知道 周家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周郡也知道 云霞宗虽说只是天玄洲二流宗门 可也不是周家能轻易对抗的存在 真要是双方交恶 周家不惧 但也会暴露出周家的力量和底牌 让周家提前进入天玄洲十大宗门的视线当中 所以 他一路追 这虚尘来到了云霞宗的山门所在 数百里地处 便停下了顿光 默默注视了一眼云霞宗山门后 掉头离去 想 来这么大动静 云霞宗的高层不可能不知道 人家云霞宗也不是吃素的 虚尘一路顿逃进了宗门 而默寒则是绕了一圈路 返回了宗门 云霞宗高层当然将此事看在了眼中 此刻掌门闭关 宗门事务 皆有几大内门长老定夺 原本看到虚尘被人追到山门 还以为是什么宗门大敌在追杀自己人呢 结果一看 竟是一个年轻人 看上去 修为还只是练须境 这可惊呆了几位云霞宗高层 这么一犹豫 就没来得及出手 人家追逐者也没追到山门来 就返回走人了 其中也有着一些其他原因 比如 丹顶寺的长老就和虚尘不对付 外务寺的长老不想事情闹大 感觉这应该是虚尘个人仇怨而已 云霞宗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眼下最重要的是 要弄清楚 虚尘和对方到底是和原因打起来的 等到默寒归来之后 一番查探问询 终于知道了具体情况 有和虚尘关系不错的长老就提议 请掌门出关 讨论关于周家各意占据了 本属于云霞宗秘境的事宜 就想要对周家动手 说起来 和虚尘以及默寒一样 都是贪婪惹的祸 云霞宗具体如何商议 周俊不知道 他返回了方式之后 就吩咐李凤先等人收拾行李 准备撤出这座云霞宗的方式了 和云霞宗闹成这样 显然 这处 店铺是开不下去了 好在 周家在天玄州各处都有店铺 开着 不少云霞宗方是这一处地盘 只是 方式中经常来周家店铺购物的修士们 对此有些遗憾 毕竟周家提供的那些货物都很不错 不提 最珍贵 得万年灵药吧 即便是普通货物 质量也不比十大宗门出售的那些 要差多少 开玩笑 周家 不管是单师 还是炼器师 制服师 都是先灵跟资质 修为上去之后 体内法力的纯度 远不是同级 修士可比 还有神念强度 和神魂强度也 是一样 都远超同级修士 这炼制出来的法宝丹药 品级都是非常 优秀的程度 自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了 更别说万年灵药灵果了 这样等级的灵药 即便是十大宗门 也就一年能拿出一两株出来售卖 还 得是那种高端拍卖行财 行 抢夺竞拍的修士那么多 哪里能轮到他们出手啊 不过好在 周家不仅是这一处店铺 其他地方的方式内 同样有周家店铺 偶尔也有万年 灵药出售的 当周骏带着李凤仙等人 返回周家驻地之后 这件 事情自然是要承报上去的 夏清璇见到承报内容 想了想 还是将这件事情 发送给了周扬 毕竟是关云霞宗 这样一个天旋周二流宗门 周家出来乍到 就惹到了这样一个宗门 需要周扬 这位家主来拿主意 应该如何应对云霞宗 云霞宗 周扬看着 灵往后台发来的文件 看了一遍之后 想了想 点开了夏清璇的聊天框 清璇 你召集一下大家 下午一起 开个会议 夏清璇回道 好的夫君 我这边立刻通知下去 对了 前几天大下修仙剑 那边传来消息 家族七位长老 均已突破之渡劫期 还有 我父王爷已经渡劫期了 父亲想要来地心闯荡一番 你觉得如何 王爷想来此闯荡 自无不可 周扬回了一句 然后道 你也不要担忧 区区一个云霞宗 我还没放在眼里 好吧 你心里有数就行 你日常处理族物的时候 也别忘记修行了 周扬叮嘱了一句 毕竟对于修士来说 修为境界才 是最重要的事情 家族事务 分担下去即可 现在的周家 能人辈出 不再像之前 整个家族就周扬一个高端战力 处处都需要周扬出头 现在内务有清璇姐妹 加上母亲和几位书拜堂姐在旁协助 有很多空闲时间 周扬 不想让清璇被足物缠身 而荒废了修行 无碍 有些灵根在身 每日冥想打坐 加上各种资源进步 又和夏清璇聊了一会之后 挂断了通信 周扬想了想 又点开了堂哥周俊聊天矿 询问了一番事情经过的具体细节 随后关闭聊天矿 具体事情 他已经大致了解了 无非就是眼红周家店铺出售的万年灵药 推测出 周家可能占据了某个大型秘境 才有如此多的珍贵灵药出售的 于是 乔丽明目 以周家占据了本属于云霞宗的秘境为由头 想要以云霞宗威势 逼迫周家交出秘境和灵药 可惜 云霞宗这次是真的提到铁板了 周扬冷然一笑 原本不想出风头 只想着安心修行 发展壮大周家的 结果我不去惹别人 别人却来惹我 这欺负到周家头上了 可别怪我出手很辣 就如周扬所言 区区云霞宗 他 还不放在眼中 简单一句话 有地气在手 天玄周又没有至强宗门 即便十大宗门 有地气阵魂珠在手 周家 周家就处于不败之地了 还怕你一个二流宗门云霞宗 论高端仙气 周家完败云霞宗 论高端战力 周家可能稍差云霞宗一筹 周家目前的杜结七大能 除周扬之外 有七位祖老和周运 加上夏清玄的父亲夏振锋 甚至还可以加上青力四女 绿罗也已经杜结七了 如此多的杜结七大能 数量可能不如云霞宗 但是质量却远超对方数倍 毕竟周家这边的杜结七 可都是身具仙灵根的修士 个个都能越籍而战 你云霞宗拿头笔 周扬自信无比 不过也知道 不能轻敌 于是 他点开灵往后台 找到了陆元的账号 给陆元发了个信息过去 这小家火尽了云霞宗修行 不过几个月时间 也不知道现在混得如何了 第233章 陆元的任务 五万年要灵的运灵果 云霞宗 掌门闭关所在的主风所在 陆元手中拿着一柄长剑 站在一处悬崖前 面对着山间云雾 开始了每天的修行 原先在飞鹤门 他主修的是身法 法术 来了云霞宗后 发现这边的功法等级 要高出飞鹤门好多个台阶 于是陆元不仅仅主修功法换了 就连辅修的功法 也换成了更加强大的法术 和剑道技艺 这也正常 毕竟飞鹤门最厉害的太上长老 也不过勉强化神经实力而已 云霞宗高端战力 可是杜结七大圆满 数量更是一大堆 好几十个 再加上镇压底蕴的强大仙气 单单一个云霞宗 几乎就赶上了大厦 所在一整个 修仙界所有的高端战力了 若算上仙气的威能 甚至还要超过不少 这就是差距 陆元有灵网在身 有着周扬在后支持 他以外门弟子的身份 进入了云霞宗 天赋不俗 超品灵根天资 虽说比不过那些顶尖的灵体修士 也不如周家的先灵根天赋 可云霞宗 也不是顶尖宗门 对于一个二流宗门来说 超品灵根的弟子 已经是非常值得培养的天资了 于是 陆元被云霞宗掌门郭远山看重 收其为清传弟子 是除墨涵之外的第二个清传弟子 可见其对陆元的期望不低 这段十日以来 陆元的修行进度 可以说一日千里 一方面云霞宗大量资源倾斜 毕竟是掌门清传 陆元修为还低 大量修行资源堆积而来 修行速度不快才 见鬼了 再加上有灵网在 陆元可以随时随地 与灵网上的修师们 探讨修行奥秘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随时都可以在论坛上得到解惑 这修行速度 咔咔上涨 现在的陆元 修为境界 已经达到了筑基大圆满 眼看就要 突破这金丹境界了 刷刷 剑舞搅动着云雾 带起丝丝气流环绕 旁边的树枝叶片 都在跟着舞动 就在这时 他神色一动 停下了手中动作 收剑而立 实际上 他的神念已经打开了灵网后台 灵网的面板 以完全透明的形式出现在了面前 以自身神念进行查看 如此一来 别人也就无法发现这一幕了 周扬 陆元 你在云霞宗这段时间里 修行如何 陆元 感谢周扬大人关心 晚辈现在一切都好 还被锅掌门收为清传弟子 现在境界已经到了筑基大圆满了 周扬 哦 那挺好 我给你账户打过去一枚灵果 记得接收一下 对突破境界有大好处 陆元闻言一喜 云霞宗能助自己结单的灵药 或者单药不少 但是他却知道 有什么灵药 能比周扬大人提供的更好呢 就说之前将自己 灵根资质 提升到超频的灵果灵药 即便自己 在云霞宗大量资源里 也没见到这种等级的灵果呀 可周扬却有 可以想象 有着灵网的周扬 即便是来到地心 那也是顶尖存在 陆元 感谢周扬大人栽培 陆元一定铭记在心 不敢祸望 周扬 嗯 我现在有件事情 需要你去做 前段时间 我周家 一个店铺 在云霞宗方式遭遇了 周扬一番讲述后 将事情经过告诉了陆元 也不怕陆元 给云霞宗告密之类的 陆元拥有灵网 也就相当于 把小命交给了灵网地灵 命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谈何叛变 我需要你去收集 云霞宗的信息 我要知道 云霞宗一共有多少 渡截七大能 顶尖仙气有多少箭 适合等级 还有最重要的是 云霞宗是否有 仙人沉睡秘境 得到消息之后 立刻告诉我 周扬给了陆元魔脚 还送对方来 地心几乎是给了陆元一大堆 机缘 这可不是免费的 是要对方做事情的 前期的各种信息收集 那都是小头 后期陆元一旦成长起来 还有各种事情 需要对方去做 基本上已经被绑在了周家战车上了 除非哪天 他不再需要灵网的各种便利和好处 自行脱离灵网 陆元看到周扬发来的信息 面色有些变化 这是 要自己出卖云霞宗机密啊 杜杰七大能数量还好说 对于顶尖宗门来说 这不算是太大秘密 仙气等级和数量 可以说是颇为重要的机密了 但也没想象中重要 这是用来威慑其他宗门的 有时候 还会故意透露出去些许信息 以此来威慑外敌 但是 沉睡的仙人抵御 这才是真正绝密的信息 这样的信息越是神秘 越是能让敌人不敢随意动手 并且仙人沉睡的秘境位置 那也是绝对的机密 若是被敌人知晓 沉睡状态下的仙人 被仙气攻击到的话 说不定还没苏醒 就被干掉了 相当于一颗核弹 还没发射出去 就被销毁了 所以 不管是对于哪一个宗门来说 沉睡的仙人抵御 那都是绝对隐秘之事 陆原犹豫了一下道 周扬大人 这样的秘密 晚辈现在 也接触不到啊 晚辈入门才多久的时间 目前还处于 紧锣密鼓的修行当中 想要接触到这等机密 不到练须 估计很难很难 周扬看着 顿了顿说道 不要求你立刻得到消息 但要去做 实在不行就慢慢来 但是 你若可以快速地弄到 云霞宗仙人抵御的消息 我这里的奖励 不会亏待你的 陆原停顿了一下 半晌后回道 晚辈一定尽全力 去办 嗯 挂断联系后 陆原叹了口气 随后漫不经心地 继续舞动手中剑 但心思已经不再剑上了 以他现在还没结单的境界 想要获得宗门 关于仙人抵御的信息 谈何容易 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同时 从这次与那位周扬大人的交谈 可以得出 因为云霞宗 对周家店铺动手的原因 估计周家非常有可能 要对云霞宗动手了 退一步 说 也是周家与云霞宗交恶 想要通过自己来获得云霞宗机密 以此保证对云霞宗了如指掌 保持战略 和情报优势 我现在修为太低 不可能获得仙人抵御的秘密 根本就没有资格 但是 拿了周扬大人的好处 得以进入帝兴和云霞宗 如此机缘的确巨大 但也必须要付出代价 陆渊暗自摇头 不过随后 他就对周扬打过来的那颗灵果来了兴趣 的确是一颗对结丹有着巨大好处的灵果 这样的灵果 在云霞宗也有 还非常珍贵 即便是自己这个掌门第二清传弟子 想要弄到 也得耗费巨大人情和代价 不过 云霞宗的灵果 和周扬提供的这颗灵果 虽然是同种类型 但其药灵却天差地别 运灵果 对修士结丹有非常大的效果 随着药灵提升 效果也会提升很多 陆渊看着灵往后台 储物空间中的这枚灵果 心里非常激动 云霞宗拥有的运灵果数量也不少 但是药灵最高的 也才四千多年而已 以每千年增加一层结丹概率 来算 不过增加四成 而修士结丹 本身从功法和资质上 就有着最少三成到五成的成功率 陆渊暗道 若服用云霞宗的运灵果 基础成功率九成 是不低 但是 药灵可不仅仅影响成功率 还影响着金丹的品质 金丹品质越高 对于后续的修行速度 战斗力 法力浑厚 以及纯度的提升 可是非常巨大的 而周扬大人提供的运灵果 药灵五万八千年 乖乖 以这等运灵果结出的金丹 至少也得是极品 金丹了 一旦结成 后续大到修行 几乎畅通无阻 陆元心下一定 就准备转身返回密室 开始突破金丹镜 可就在这时 一道阴沉的声音响起 陆元失殿 别来无恙啊 第234章 陆元结丹 一品金丹 莫涵师兄 陆元一愣 身形一顿 脸色就有些不好看了起来 对于莫涵 这位同属于郭远山门下青传的师兄 他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这家伙 自从自己入了郭远山青传弟子的门之后 就一直针对于他 不过可能也是知道 不能下狠手 云霞宗所有弟子 都有神魂记录在册 一旦死亡 可以用宗门仙器 查看死亡前的信息 在大能眼里 有了这些信息 就能追寻这些蛛丝马迹 查个底调 陆元身为掌门清传 一旦死亡 完全可以动用仙器查探 所有莫涵再不敢下黑手 当然 莫涵不知道的是 陆元还有凌网在身 有地气庇护 只要有零食储备 可以无限复活 所以 陆元也从未给过莫涵好脸色 相互针对 彼此不让 即便陆元修为低微 但胜在年轻 潜力无限 这一点 也是莫涵一直针对陆元的原因之所在 区区一个住基修士 哪里能让莫涵在意 但是一个年轻二十 刚刚修行 却拥有着超品天灵根 这就让莫涵不敢小看了 关键不仅仅是超品天灵根 这样的灵根 在地心说 厉害也厉害 说平常也平常 云霞宗这等天赋的 也有几个存在的 不过 陆元的悟性和心性 据为上加 几项天赋叠加后 就成了新入门弟子中的佼佼者 如此才会吸引了掌门郭远山的注意 莫涵师兄 你不在 你那小清风修行 来师弟这荒凉之地 有何贵干 陆元瞥了对方一眼 平静地说道 难道又是来嘲讽师弟我的不成 若是如此 等这次师尊出关 我得跟师尊好好说道说道了 哼 莫涵冷哼一声道 只会告师尊 此乃十足的小儿做派 师弟也太过幼稚 哦 陆元痴笑道 师兄这般不时前来饶我修行 就是大人做派事吧 师弟我可从未去小清风 打搅过师兄的修行 而我这小小洞府 师兄可是 经常过来做客的 不与你半嘴 莫涵白手 随后仔细打量了一番陆元 黑黑一笑道 记得师尊闭关前说过 让你好好修行 尽快突破金丹 可现在看来 你依然只是注击大圆满境界 就这还号称 新入门弟子的佼佼者 简直丢尽了掌门师尊的脸 好吧 这里吐不出好词 陆元无奈道 我是否突破金丹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算我给师尊丢脸了 自有师尊训斥我 轮不到你在我这里大放厥词 哈哈 陆元啊陆元 我的好师弟 没听说过长兄如父吗 师兄我这是带师尊督促你修行 你却是这般作态 也罢 今天就让我替师尊 好好教导教导你 莫涵哈哈一笑 心中的怒意 就撒在了陆元的身上 只是简单的一挥手 强大的练须境法力 轰然落下 硬生生压在了陆元身上 将陆元狠狠压制在地面上 手中长剑也跌落一旁 陆元气怒 可却毫无办法 十海神魂内的魔角 虽然被周扬炼化过 可是陆元本身的实力太低 此刻也无法动用这等王级仙气 否则镇压一个莫涵轻而易举 只能耻辱地 承受着莫涵的欺压 给我等着 待我突破金丹 突破原因化神 能动用仙气之后 不好好收拾你一顿 陆元当下没能力对抗莫涵 只能在心中暗自发狠 陆元喊哈哈大笑 看着被自己压制在地 狼狈无比的陆元 原本被周骏碾压的 烦闷心情得到了舒缓 一阵狂笑之后 心情舒畅地背手离去 陆元喘着粗气 缓缓从地上爬起 恶狠狠地盯着陆元离去的背影 该死的家伙 也不知道在哪里受了委屈 又来拿我撒气 你给我等着 陆元抹了下嘴角的血迹 被炼须强者以气势威压 即便陆元没下死手 以陆元助激进修为 依然遭受了不清的伤势 想要立刻突破金丹南了 得回去先行恢复伤势 调整好状态之后 才能进行冲击突破 陆元带着一肚子气 从悬崖处返回了自己的洞府 与陆元这位大弟子的待遇不同 陆元毕竟修为还太低了 目前只有一座小新洞府 远不如陆元那样 能够独自拥有一座山峰修行 好在他的这处洞府 处于掌门师尊的洞府边上 灵气什么的非常浓郁 这也是师尊对他的庇护了 闭关突破 这是陆元此刻最紧要的事情 第一天 陆元将时间花费在了修复伤势 恢复法力之上 将自身状态调整到了最佳后 着手开始结丹 有了五万多年要灵的运灵果在 陆元结丹的效率极高 金丹品质也是高到没边 只见一道金丹气息从主风上升起 顿时引起了云霞宗主风 以极周边修饰的注意 这是丹气 何人在结丹 这金丹品质极高 我云霞宗何时又出了这等天骄弟子 气息在主风 此刻主风只有掌门在闭关 但是掌门乃是成名数千年的杜杰七大能 不可能是他 废话 你竟想到掌门身上 这是结丹 主风 结丹 我只想到一个人 对 此刻主风上修为这么低的弟子 只有那位掌门新收的弟子了 一个个云霞宗修饰汇聚过来 那些杜杰七大能 虽然感知到了这边的情况 但是以他们的身份地位 也只是对陆园结丹稍感欣喜 却并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只是一个金丹修饰而已 而那些赶来的人当中 多数是金丹修饰 元英修饰 以及一些化神修饰 炼虚修饰都没几个 唯一的炼虚修饰 不是别人 正是陆园的师兄 掌门的大弟子莫涵 此刻的莫涵 脸上满是金仪不定之色 不可能 不可能是这个陆园 这般丹气 品质绝对不低于三品 甚至有可能达到了一品 在地心修仙界 修饰结丹的品质 也是有等级的 九品最低 一品最高 但是一品质上还有超品 就如同灵根资质一样 然后 金丹品质的高低 甚至比灵根资质的高低 更加稀罕 更加难得 灵根品质的高低 可以凭借运气获得 或凭借灵药提升 但是金丹品质 则需要运气 灵药 功法 以及修饰自身的悟性等等 一个一品金丹拥有者 其潜力 甚至不下于一些高阶灵体拥有者 传说中 金丹品质越高 越接近于妖族妖丹的修炼法 实际上 想要修出高品质金丹 所需要的功法 就是环宇大帝 曾经创造的金丹大道的残缺功法 正因此 才更加难得 也更加难以修行 当陆远走出闭关洞府的时候 顿时感觉到 无数目光注视着自己 一眼看去 果然看到了大量修饰在看着自己 陆远 你所结金丹 视为极品 陆远失职 可否为我等解惑 你这金丹到底几品啊 是啊 陆远失职 一众修饰开口询问 脸上都带着好奇之色 只有莫寒眉头大皱 心中期待着陆远所结金丹 可千万别是上三品金丹啊 否则的话 其超绝天赋 绝对会让师尊另眼相看 自己少掌门的位置 可能就不稳了 听闻这些师叔师伯的问询 陆远也不敢怠慢 当即拱手行礼 回道 回师叔师伯话 晚辈所结金丹为 一品金丹 话 第235章 虚尘反计 天玄州全面封杀 周家店铺 陆远结成一品金丹的事情 在整个云霞宗 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即便是那些杜结妻大能 在听闻此事之后 也都对陆远这个掌门新收的弟子 大家夸赞一番 而莫寒也对陆远更加的不善 这个家伙 没想到齐天赋潜力如此巨大 竟能结成一品金丹 看来要从长计议了 在宗内是拿这个陆远没办法了 只有等机会 等到这个家伙出了宗门 再想别的办法弄他 还不能自己出手 防止被宗门发掘 又过了好些天的时间 天玄州地狱的修士 却被一件事情给惊到了 或者说 原本不少修士 也在看着笑话一般 看待周家与云霞宗的交恶 原本想着 周家区区一个修仙家族 肯定不是云霞宗对手 没想到周家修士一点都不示弱 与云霞宗斗了个旗鼓相当 还追着虚尘 直到云霞宗扇门才罢休 后续时间中 虚尘联合云霞宗外务司 专门负责各地修士外部任务 以及和各大宗门 以及修仙家族关系的执事们 开始跑动了起来 经过几天时间过后 云霞宗不知道许诺出了多少好处 总算是摆平了不少宗门和修仙家族 开始对周家施展起了商业上的手段 几乎一夜之间 周家在天玄州各地的商铺 都遭到了打压 有些修仙家族开设的方式 直接退还了租赁的零食 让周家人离开方式 还有的实力较强的宗门更是霸道 直接让周家店铺的负责人滚蛋 至于租赁的零食想要退还 别想了 没把你人给留下就不错了 店铺里的货物啥的 更别说了 直接被宗门给扣留了下来 周家驻地 周扬看着林往后台 夏清玄发来的消息 眉头一跳 这个云霞宗 有些手段啊 竟然有能耐联合其他宗门和修仙家族 在商业上对周家 店铺进行封杀 周扬想了想 还是起身离开了闭关修行的密室 这么长时间修行 他的境界已经彻底稳固在杜结期大圆满 甚至已经有时间去修行其他系的法术 仙灵根具有所有系别灵根的特性 不管修行哪一系的法术 都有着事半功倍之效果 以前周扬是没什么时间 兼顾那么多法术的 主修的也是见到 主修的属性是金系 火系雷系等 像土系 木系水系等 就没那么精通了 左右无视 就去看看 云霞宗到底想做什么 是不是真的以为如此逼迫之下 周家就无法反抗 只能乖乖交出所谓的秘境 沉浮于云霞宗的威慑之下了 也不知道路员那边信息收集的怎么样了 知己知彼后 才是最适合对云霞宗动手的时刻 现在就动手 周扬莫属了 一下自己的底牌 和云霞宗印钢的话 胜算估计仅有六成 这六成中 有五成都是因阵魂珠而存在 有着无限复活在 即使最终刚不过云霞宗 也能退回大厦修仙界 休养生息 不过到时候 周家实力将会大将 复活只能光杆子复活 一些随身携带的资源 如法宝 丹药等都会遗落 一场大战下来 不知道会 落个什么下场呢 如果能得知云霞宗底戏的话 周扬就可以单人指导黄龙 赌着对方高端战力打 只要拖住就可以 下面的人打生打死 都不妨碍胜负 因为周扬胜了 周家也就胜了 再次给陆源发了个消息 催促了一下 周扬便关闭了凌网 身形闪烁中 来到了周家的议事大厅 此刻的议事大厅 已经人员聚集了 连清理和银灵 谢尔纳 以及绿罗都在 四女来到地心之后 短时间内 并没有将麾下势力都带过来 毕竟 他们个人有周扬支持 甚至连灵网权限都非常的高 但是麾下势力不行 周扬也没那么多灵石 给那么多人无限使用复活 来人太多的话 争夺修行资源下 必然与地心本土势力有争端 看眼下周家就知道了 还没和本土势力争夺修行资源呢 就被云霞宗盯上了 妖族三大势力过来 岂不是要闹翻天 周扬 周家主 家主大人 众人见到周扬出现 纷纷起身行礼 清理四女也起身 不过没那么见外的行礼 行礼的多数都是周家后辈 一些势力强大的后辈 已经修为境界颇高 可以参加家族议事了 夏清玄负责主持这一次的家族会议 他就坐在周扬左手边 后面是他的妹妹夏清兰 还有周扬母亲 姐姐和堂哥堂姐等周家高层 周扬的另一边 坐着亲礼等四女 还有家族的一些后辈等人 清玄 你说一下家族在天玄州各地店铺的情况吧 周扬看向夏清玄说道 好 夏清玄点了点头 随后环视一周 开口说道 目前 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 家族在整个天玄州 一共有231座店铺 位于各大修仙家族 以及宗门开设的180多个方式内 其中十大宗门开设的方式庞大 每个方式内都设有好几座 甚至十座以上的店铺 属于家族最主要的零十来源所在 而就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因为云霞宗与我周家的碰撞交恶 云霞宗对各大宗门 以及修仙家族的拉拢和许诺 让不少势力都开始打压我周家店铺 夏清玄陈生说道 截止到现在 我从各地收到的消息统计 我们周家在天玄州各地的231座店铺中 有158座店铺 均已经被驱逐出了方式 其中两家店铺的负责人被杀 目前已经在家族驻地被复活 这两家店铺内的货物 均已经被锁在方式的家族吞并 花音落下 顿时 整个会场的人员均都脸色难看了起来 周家本族人就不说了 清理几女也是面色难看 这 云霞宗势力这么庞大的妖 竟然能联合那么多修仙家族 和宗门对周家下手 下手还如此狠辣 不能小看啊 云霞宗 区区一个二流宗门 也敢对我周家 动手 当真不怕死 姐姐周运冷声说道 正好 我现在也突破到了杜劫期了 短时间内 无法再继续提升 这云霞宗主动招惹上来 就让我去上门 和对方好好谈谈 姐姐周运之所以这么说 当然是有自信的 作为仙灵灯资质 本就有着越级而战的能力 同为杜劫期 她有把握 一人对战十多个杜劫期 同进修士而不败 再加上手上 有着一柄仙气长剑 就不幸 云霞宗还能有修士 在单对单的情况下胜过自己 姐姐 你先别急 周扬平静地摆了摆手 随后试一下清悬继续 第236章 商业之战 比资源和零食 周家还没怕过 既然对方并没有 直接派遣大量高阶修士 对我周家的家族驻地 进行直接的攻击 就说明 对方还没准备和周家 直接撕破脸 而是将战场放在了商业上面 周扬说道 这一点 可能性很大 因为我周家 虽然是出入地心的修仙家族 不比那些盘踞地心 数万年的家族 可是 我周家也是有人进入大宗门的 有周平安在古剑宗 有周雪在天凤宫 以他们两个的天赋 即便是在顶尖宗门 也已经崭露头角 以这云霞宗的情报能力 应该已经知道了 所以 他们才没有选择彻底撕破脸 原来如此 众人文言 纷纷点头 心中的担忧也少了些许 至少 周家在地心 还有后路可言 有两位周家核心成员 在顶尖宗门 再加上一些其他族人 在另外的宗门修行 这给周家增加了很多筹码 也是让云霞宗有所顾忌 或者说投鼠忌器的保障 说到这个 家族其他人 灵根资质都是先灵根 即便是 进入至强宗门 也都没问题 夏清玄昼眉道 我们为什么不多送一些族人 去那些至强宗门呢 即便是平安 也可以进入刀宗那类的宗门 古剑宗的名头 还是不如至强宗门的 不一样 周扬淡然一笑道 至强宗门的威慑的确很大 但是有一个就足够了 多了 并无多大一处 为何 那可是至强宗门啊 进了这样的宗门 保底拥有一个地气 和一个先帝的庇护 若是我周家族人 三大至强先宗 一家派十个八个的成员进入 岂不是势力大增 夏清兰也有些无法理解 周扬当初竟然没同意周家大量人员 进入至强宗门 反而只让周雪去了天凤宫 周平安只去了本地天玄州的古剑宗 其他进入宗门的族人也不多 只有那么四五个 进入的还是天玄州本地的十大宗门之一 和古剑宗同一个等级 至强宗门不是那么好进的 周扬摇头道 我说的并不是进入宗门的难度 而是进了宗门之后 宗门培养你 花费了大量的资源后 你是需要为宗门做出贡献的 甚至 日后若是非生先界 先帝一生令下 与魔物的战争当中 你都要拿命去拼 如周雪那般 日后估计都没什么时间返回家族了 为家族带来的利益 也就只是让天凤宫稍微观照一下周家而已 周扬沉声道 家族的崛起 最终依靠的还是自身 不能完全都指望那些至强宗门 这些顶尖的宗门 也有他们的事情要做 不适合魔物打声打死 就得和其他至强宗门竞争 还有资源 即便是至强宗门 资源也不是无穷无尽的 与家族相比 甚至还不如周家的资源丰富呢 如此 家族之人待在家族之中 成长的速度 可能还会比加入至强宗门更快 众人一听 顿时明白过来 是他们想岔了 也难怪 毕竟至强宗门的名头太过响亮了 势力庞大 横贯先返两界 不得不令人仰恶 但是现在一听周扬的话语 也就懂了 比资源 周家不具任何势力 即便是先界势力 也不如周家资源丰富 比天赋 周家族人各个先灵根 修行速度顶尖行列 以至强宗门的绝世天骄 都不一定有周家 一个普通族人 修炼速度快 至于 最重要和珍贵的修行功法 这的确是周家的一个软肋 周家功法 在大下修行界 算是顶尖 但是在地心 那真的是拿不出手 可这又如何 周雪在天凤宫 收集了一些顶尖功法 虽然不是天凤宫的正宗功法 但也是比较珍贵的一类 以资源兑换了贡献度 兑换了出来后 直接通过灵网 传递给了周家这边 足够实用了 所以现在 我们就放心地在商业上 和云霞宗好好碰碰吧 周扬淡然一笑道 这些东西多的是 用都用不完 但是周家想要在地心发展 这些店铺不能没有 也是为了方便收集 地心专有的一些资源 比如这里的高端丹药 功能特殊的法宝 一些珍贵的 大下修行界 所没有的灵药灵果等等 最重要的是 周扬环视一周 看到众人目光注视了过来 郑瑟说道 也得让天玄洲各大修行家族 和十大宗门看看 我周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一个个区区天玄洲 二流宗门的云霞宗 也能欺负到我周家头上 那日后 若是对上了古剑宗 这一类十大宗门 要如何应对 现在正好 云霞宗自投罗网 想用商业手段击溃 我周家 简直是找死 正好借此机会 让云霞宗吃个大亏 也让其他势力看看 我周家的手段 听到周扬的话 夏清玄等人 纷纷露出了笑意 唐姐周眉洒然一笑道 和我周家比财力 除非是志强宗门 否则的话 即便是古剑宗 这样的宗门也不够看 这云霞宗自讨苦吃 周俊也笑着道 原本还想以 普通修仙家族的身份 在天玄周发展的 现在的话 云霞宗气上门来了 我周家就和他们摊开了玩 有周雪 和周平安等族人 在宗门的势力做抵御 他们只想在商业之道上 与我周家竞争 找死而已 众人文言 哈哈一笑 周家现在穷的就剩下钱了 零食大把 根本花不完 同时 各种矿产资源一大堆 还有 零药零果等等 应有尽有 好都能耗死云霞宗 接下来 我不止一下任务 周扬开口说道 周家在天玄周的所有店铺 除了那158座 被驱逐的店铺之外 剩余的还在经营的店铺 全部上新 将每天一次的零药售卖数量 从一两株改为三株 也就是每家店铺 每天有三株零药零果零草出售 价格可以适当降低 零药年份提升到5万年以上 具体在5万年到10万年之间 每个月出售一次10万年零药 除此之外 我们要针对云霞宗的拿手生意下手 周扬咧嘴一笑道 云霞宗在天玄周 最好的生意 是福禄市吧 是的 云霞宗的福禄生意 占据天玄周同类市场的7%左右 大头除了被十大宗门占据 还有一些是外来的志强宗门 也有部分份额 不过云霞宗的福禄生意 在本周二流宗门里 占据顶尖份额 也小看着7% 这可是整个云霞宗 接近5成的收入来源 其他各项生意的收入 加起来才5成而已 可以说 福禄生意就是云霞宗的 核心支柱产业 一旦打掉的话 云霞宗必将伤筋动骨 那好 周扬眉头一扬道 我周家商队 由杜杰七修士带队 嗯 就调两位祖老前来 护送商队吧 周韵杰你 不要出动了 你日后就和堂哥 堂姐他们 负责巡视各地的店铺 防止对方出损招就行 让祖老门带队 低端 中端 以及高端福禄 来天玄州售卖 主要打击云霞宗的福禄生意 这 问题倒是不大 不过 夏清玄州没到 如此一来的话 整个天玄州的福禄市场 必然遭受重击 要知道 天玄州的福禄市场 大头可是十大宗门的 到时候 是否会引起十大宗门的反击 肯定会有所波及 不过也不要害怕 周扬政策道 十大宗门的抗压能力 肯定不是云霞宗能比的 这些采购来的福禄 售卖的时候 价格不能降得太狠 主要钉死云霞宗即可 主打的 就是抢夺云霞宗的客户 十大宗门的客户群体 我们尽量不去动就是了 明白 夏清玄深吸口气 道 福禄采购和出售这件事 我会主要负责的 尽全力在不触怒 十大宗门的情况下 打压云霞宗的福禄生意 但是 我们也要做好 惹怒十大宗门的打算 万一 周扬淡然道 在零药售卖上面 给十大宗门让些折扣和利润就是了 我周家不差零食 那就没问题了 夏清玄闻言 露出了笑意 心里已经打算好了 有十大宗门的弟子 或执事购买这些万年以上灵药的时候 交易时 多给些折扣 这要是对方还不满意 可别忘记了 这些福禄是在什么地方采购的 福禄制作能力 强大的智强宗门 其中就以天凤宫最擅长 周雪又在天凤宫 还是极受天凤宫优待的人员 到时候和天凤宫在天凤宫的分布打打关系 你十大宗门能不给天凤宫一点面子 就这么办了 散会吧 周扬一声令下 会议散去 同时 整个周家开始动了起来 大量资源从内务府库取出 分散到了各大店铺当中 两位足劳抵达 帝星之后 分别带了两支商队 出了天凤宫 一队前往了天凤宫 采购大批量福禄 一队前往了另外一地方 采购其他各色物品 均是针对云霞宗的购买清单 于是乎 一场针对云霞宗的反击 在整个天凤宫轰轰烈烈地打响了 也让整个天凤宫 原本看周家笑话的修仙家族们惊呆了 就连十大宗门都为之震撼 主要是震撼于周家的财力 以及周家拿出的巨大资源 第237章 轰动天凤宫 周家资源 震撼各大势力 一 大封王朝 百山郡 百山郡作为一座郡城 其面积庞大无比 地心的王朝城池 比大夏王朝所在的更加大 而且城池内的修饰和凡人间更加贴地气 郡城内的很多大的商铺 都售卖的修饰物品 有些店铺 甚至还会录取凡人充当店员呢 博山郡内也有一家周家店铺 这天一大早 周家的店铺就打开了大门开始营业 这家店铺的负责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家族检测后 举办的凡人选拨大赛中 最终获得了第十名的那位女孩 周寒霜 周寒霜作为这家店的负责人 还有几位直接从郡城招收的几个店员 店员两男 五女 男店员负责上货和搬运 女店员负责讲解货品的信息 主要是导购作用 动作都快一点 今天是我们店铺 配合其他各大店铺 一起进行活动的第一天 绝对不能出问题了 店铺内一阵忙碌着 周寒霜现在已经不是当初的无知少女了 现在的她 已经是一个初入化神的修士 在大夏 修仙界的话 绝对是各大圣地的高端战力 不过在周家的话 只能说是高端战力之一 和她同样境界的一大堆 更强的 炼须七和杜杰七大能同样不少 更别说地心那些顶尖大宗门的强大存在了 所以 在来到地心之后 周寒霜也很低调 这次负责店铺 运营 也是家族任务之一 她直接就在凌网接了任务后 赶赴郡城来了 任务完成之后 不仅可以获得大量贡献度 还有几品零食奖励 十万年以上的灵药奖励等等 家族店铺售卖的 都是烟割版货物 自家族人使用的 才是真正顶级的好东西 这一点家族人员都心中有数 家族从未亏待过任何一个族人 除非你实在是扶不起的烂泥 可即便是扶不起的烂泥 也能一辈子荣华富贵到死 周寒霜以前只是周家村落的一个普通女孩 好不容易得到了如此大机缘 当然不可能摆烂 和她一起得到前十名的其他九位 也没一个差的 听说第一名的周玉良 已经开始朝着炼须七冲去了 太可怕了 那家伙可是才十二三岁啊 她也不能懈怠了 除了家族固定提供的资源之外 只有做家族颁布的任务 才能获得更加珍贵的资源 如极品零食 十万年以上的灵药 以及顶尖功法 和顶尖法宝等等 随着店铺开门 一些已经得到周家店铺宣传消息的修士 开始涌入了进来 几位导国员少女 站在柜台后 开始给眼前的修士大人们 介绍起货品来 周家店铺上新后 货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并且其品质层次 也大大提高了不少 毕竟是从志强宗门采购的物品啊 质量上就要比十大宗门售卖的 要好上一个层次了 修士大人 您请看 这是来自于天凤宫的精品福禄 由炼须七的制服大师亲自炼制 福禄内封存了一个土系防护法术 释放之后 可以维持三十个呼吸的时间 可以承受炼须大圆满修士的全力一击 或者化神修士的十次攻击 三十个呼吸后才会消散 一个少女熟练地解说着 三十个呼吸的时间 哎 危机关头足够救命了 此福禄可是保命的最佳底牌 眼前的修士 是一个中年模样的化神七修士 文言不由露出了一丝喜色 好 果然不愧是来自天凤宫的精品福禄 比玄浮宗和云霞宗的同阶福禄质量 要高出不少 价格呢 价格如何 中年修士有些紧张地问道 他正准备与同道前往一座遗迹探索 如果有一张这样的福禄的话 完全可以当作保命底牌来用啊 不管是用来防备遗迹内的致命禁止 还是防备同道可能的背后黑手 都是不二之选 呵呵 修士大人 您不必担心价格问题 我们周家店铺这一次正在搞活动 货品价格完全以七折出售 实际价格和玄浮宗 以及云霞宗的同阶福禄价格差不多 甚至还要便宜了少许呢 啊 真的 你确定 中年修士 闻言双眼一瞪 还有这好事 要知道 他此前也买过不少福禄的 一直以来 他进修攻击法术 防护类型的法术 虽然也有修炼 但却不算精通 法宝方面 也是炼化的一柄以攻伐剑长的宝剑 以他的法力来说 再炼化一件防护法宝 法力就有些不太够用了 于是 福禄这种只需要少许法力 就能激活的方便外物 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了 没想到 这完全可以更加贵上三到四成的福禄 竟然只需要这么一点价格 和悬浮宗 以及云霞宗同街 福禄一个价格 这是他没想到的 得到眼前少女的肯定之后 他二话不说 直接掏了零食开始购买 甚至一咬牙 直接购买了两张福禄 一张土系防护福禄 一张持续时间更长的水系防护福禄 两张福禄做底牌 这一次的一记探索 成功率更大了 周家店铺 这一天变得非常忙碌 不管是来自天凤宫的福禄 还是周家自家的零药 都卖出了一大堆 主要是价格真的不贵 比平时要便宜了三到四成 这是什么概念了 几乎接近半价出售啊 再加上 周家店铺卖的这些货品 都是精品啊 比市面上同街的货品质量 要高出一筹的同时 价格还只有一半 这岂能不卖疯了 店铺主柜台处 周寒霜傲力当场 右手虚托 手上漂浮着一株灵草 这是一株珍贵至极的灵草 药灵更是达到了98000年之久 顿时吸引了大厅中 几乎所有修士的注意 不过大部分修士 看到如此要灵的灵草之后 都暗自摇头叹息 这等年份的灵草 根本就不是普通修士 能够触及的好东西啊 博山郡郡守无心 也亲自过来了 他作为此郡城的郡守 同时也是百山郡 最大的修仙家族的组长 周家店铺这一次 与云霞宗对峙上的事情 如何能不知道 在前两天 周家店铺做宣传的时候 他就关注了这一次的动静 对周家店铺将要出售的 精品货品是非常关注 今天店铺刚一开门 他就带着家族子弟 以及郡守府的管家 直视过来了 首先他就带着 大量家族零食 给家族购买了 大量上品筑机单 其中甚至还有 十颗完美筑机单 这可是完美筑机单啊 即便是在地心 也就那些志强宗门 才能有杜劫七恋丹师 能够炼制出 这等完美的筑机单 而周家店铺 竟然有那么多 完美筑机单售卖 他哪里能够忍受诱惑 有了这完美筑机单在 家族那些天资卓越的族人 就不用担心筑机失败的风险了 可以更好地完成筑机 为日后结成强大的金单做准备 说到结单 周家店铺出售的运灵果 药灵竟然有很多数千年份以上的 这等药灵的运灵果也不多见 更可怕的是 万年运灵果也有售卖 虽然数量有限 他也抢到了两颗 已经满意了 最后 他又购买了几张 来自于天凤宫的强大福禄作为底牌 一张攻击福禄 一张防护福禄 这两张福禄倒是花了他不少零食 不过作为底牌保命用的 心疼归心疼 买还是要买的 以现在几乎半价的价格来说 赚大了 可就在他准备新满一族离开的时候 忽然被大厅主柜台的周寒霜 吸引了注意力 各位道友 还请看过来 周寒霜的声音 在店铺大厅内回荡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后 翻手取出了一颗叶片 呈现水蓝色的灵草 悬浮在右手上空 映入所有修士的眼帘 绝大部分修士 一时间还没认出这株灵草的来历 唯独百山俊首无心 和另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 以及一位蒙面的女道姑 眼神一亮 神色激动了起来 那拄着拐杖的老者没忍住 惊呼出声道 水晶无花草 这是来自于深海的水晶无花草 天呐 看药灵 竟然已经达到了九万年多年 怕不是接近十万年了吧 老者声音落下 顿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在场的都是修士 记忆力顶呱呱 稍一思索 便各个露出了震撼之色 深海之中的灵药灵草 本就非常难以搜寻和摘取 毕竟深海之中 大多数地方 都是被深海魔物占据着 少部分是海洋妖族的地盘 人族想要从中捞取好处 南上迦南不说 一不小心 就会把小命给丢了 偶尔出现一份 这等药灵的深海灵草灵药 都是被抢疯了的节奏 没想到在这里 这么一个小店铺中 就亲眼见到了一株啊 这样药灵的灵草 本应该出现在那些 大型拍卖行的啊 不错 看来诸位已经知道 小女子手上这株灵草是何物了 周寒霜淡然一笑道 众所周知 深海是魔物和海洋妖族的地盘 若是矿物还好说 但凡是灵草灵药 药灵都不会太过久远 究其原因便是 妖族和魔物之间竞争激烈 一旦发现这些灵药灵草 守护不住的情况下 都会选择吞掉跑路 所以 药灵在十万年以上的 深海灵草灵药 极度稀少 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 小女子手上的这一株水晶无花草 药灵虽然不到十万年 但也相差无几 是为九万八千年 是我周家府库储藏多年的灵草了 这次活动 便将其拿出来 在这百山郡店铺售卖 此次同样以拍卖形式出售 低价尽需一枚极品零食 周寒霜笑眯眯地说道 这底价完全是随意出的 这个等级药灵的灵草灵药 在大型拍卖行上 成交价就没有低于 一万枚极品零食的时候 之所以定价这么低 完全是想 让在场所有修饰 有个参与资格 只有参与了 他们才会有吹嘘资本 给周家店铺打广告 老子也参加过 这等珍贵灵药的竞拍呢 第238章 轰动天玄周 周家资源 震撼各大势力 2 底价一枚极品零食 简直白送 众人神色振奋 心里当然也明白 这只是一个底价而已 这等年份的稀罕灵草 想要以低于一万极品零食 买到手都困难 不过好就好在 眼下并不是那种大势力 汇聚的大型拍卖会场 大厅中的人 来自大势力的人并不多 想来竞争并不会太过激烈 然而 他们想得简单 第一个出价的人 瞬间就让他们 没了参与竞拍的机会 我出一千极品零食 第一个开口的人 语气急促 立刻就把底价翻了一千倍 可即便如此 这个价格也非常低了 就想着 能趁别人不注意 把好东西给拿下 哼 区区一千极品零食 就想拿下此等珍稀灵草 这可是水晶无花草 还是九万八千年要零的 水晶无花草 那主着拐杖的老者轻声一笑 随后开口竞价 老夫出价三千极品零食 三千极品零食 不低也不高 不过老者 也看过大厅中的众人 多数都是来自一些 普通的修仙家族 还有一部分散修等 唯一可以和他竞争的人 也就左手边身旁 围着不少人的博山俊俊手了 不过他也不惧就是了 原来是名水散人 一旁有人认出了老者身份 乃是一位天玄州有名的顶尖修士 同时也是一个修士组织的成员 名水散人啊 四海商盟的长老 比拼财力 估计场中没几个能比过他的 周寒霜继续喊着价格 将名水散人的报价念出 而百山俊手无心 也是皱眉看了老者一眼 没想到这个老家伙 竟然也来了 四海商盟 作为天玄州的一个商会组织 由四个来自于各地的顶尖杜杰七大佬 组建而成 其中像名水散人这种长老位置的人员 不知道有多少 比实力的话 肯定比不过天玄州的十大宗门 甚至都不如二流宗门 底蕴不足 沉睡仙人这等底牌 更是不如二流宗门 但是其财力 绝对不比二流宗门差了 名水散人 作为商盟的一个长老 虽然不可能动用太多商盟的财力 但是自身拥有的极品零食 也不会少 四千极品零食 无形喊价了 这等年份的零草 他也想要啊 有了这株零草 说不定他突破境界都没问题 到时候 稳住吴家势力 坐稳俊首位置 将再也没有问题 吴俊首出价四千极品零食 还有继续出价的吗 周寒双环是一周询问道 场中那些普通修士议论纷纷 面色激动地看着眼前这场激烈的竞拍现场 要知道 以往那些高端的大型拍卖会场 他们这些普通修士是无法参与的 甚至都没资格进入会场 而现在 他们却在现场观看 就算没机会加入竞拍 也能增加一份见识了 五千极品零食 此等要灵的水晶无花草 只有在我丹华门 才能完全发挥出作用 诸位觉得呢 那道姑开口说道 华 丹华门啊 众人一惊 注视着出言的道姑 目光有些惊奇 丹华门 天玄洲的十大宗门之一 以炼丹之能 威名响彻天玄洲 眼前道姑竟然来自于 丹华门 这可是大宗门 想 眼前 能与这位女修竞争的 没几个了 事实的确如此 在此女出言之后 博山俊首无心 就叹了口气 眼下就他们三人在竞价 自己还是本城的俊首 占据地利 不过竞拍 比的是 财力 自己却不占优 五星想了想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也许自己 还能再出几次架 可最终依然没把握 彻底拍下这株灵草 与其如此 不如退出竞争 将灵石用在其他地方 反正周家店铺现在东西好 价格又便宜 买啥都是 赚的 无心退出竞价 不再报价 场中只有道姑和老者在竞争了 原来是丹华门的道友 不过这株灵草 老夫也非常需要 八千几品灵石 名水散人继续出价 看上去对这株 灵草是志在必得的模样 道姑见此 低头想了想 这个价格并不高 以它来自于丹华门 这一炼丹大宗来说 眼前这株 九万八千年要灵的水晶无花草 真实价格应该在一万一到一万二几品灵石之间 现在才八千 远不到其价格极限 名水道友 你四海商盟不善炼丹 就算买了这株灵草回去 也无法发挥其完美的药性 可别炼坏了此等宝贵的灵草啊 道姑提醒了一句道 九千几品灵石 呵呵 无妨 老者看向道姑道 轻巧地说道 我四海商盟 不说本就有几位炼丹能力 强大的客亲长老 可以为我这株 灵草炼制成丹药 就算是花费灵石去请其他炼丹大师 也是可以的嘛 毕竟也不能浪费了这般珍贵的灵草 如此 就不劳丹华门倒有费心了 九千五百灵石 道姑文言 暗自翻了个白眼 真的是爆发户 呵 要不是此次出门匆忙 没带太多灵石 这株灵草 怎么会落在你手中 见到道姑没再继续加价 虽然名面上没识妖表情 名水散人 内心还是一阵欢喜的 一来不用再多花钱了 毕竟这可都是极品灵石啊 它就算是再怎么财大气粗 也不可能扔出那么多 都不心疼的 二来 此等珍贵的灵草 买了简直大赚 且还是以九千五百灵石买到手的 最终 水晶无花草 落入了名水散人的手中 让全场中修士都感叹了一句 真有钱啊 那可是九千多几品灵石啊 如百山郡这般的小型竞拍 也在其他各大洲家店铺进行着 这样的拍卖真的太小了 还只卖一株灵药灵草 不过其质量是真的高 任何一株都是顶尖 不管是药灵还是品类 都是让人眼前一亮 不由自主被吸引的目标 可以说 经此一战后 整个天旋洲的势力 都被周家店铺所吸引 同时 云霞宗的注意力 也被吸引了过来 云霞宗本就在关注着周家反应 他们原本以为 如此强力打压之下 周家的店铺生意 绝对会遗落千丈呢 结果 结果却迎来了周家的强力反击 而且是 直接打在了云霞宗头上 一下子就把云霞宗给打猛了 轰动天旋洲 周家资源 震撼各大势力 三 周家的资源太丰富了 光是拿出来的这部分 其中不算用零食 从各大宗门购置的物资 只说每天一轮的小型近拍 每一家店每天一轮啊 相当于每天扔出去 近200株十万年药灵的灵药 这谁扛得住 这等年份的灵药 别说天旋洲二流宗门的云霞宗了 就算是古剑宗这样的十大宗门 也扛不住这么早 十万年药灵的灵药 以古剑宗这等宗门 拥有的那些培育灵药的秘境内 这么高年份的灵药也不多啊 自家宗门还不够用吗 哪里可能会拿出来 分润给其他修士啊 所以 周家这样的做法 立刻就受到了很多修士的追捧 不管是散修 还是各大修仙宗门 甚至是十大宗门 本身都在抢购近拍 十大宗门 原先还被周家这一波动作影响到了的 可是看在这么多灵药的份上 都没有出面阻止 反而派人驻守在各大方式 每天和其他大宗门以及修士们竞争灵药 并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他大州的修士 也听闻了天玄州这边发生的事情 纷纷前来抢购灵药 整个天玄州 顿时进入了异常繁盛的状态 就连其他宗门和势力 都因此生意反而渐渐变好了 这一切 都是因为周家而引起的 碰 云霞宗 宗门大典内 一声沉闷的巨响传出 周家 欺人太甚 虚沉脸色阴沉的可怕 虚沉长老 别拿宗门物品撒气啊 旁边 一个身形胖胖的老者 扶了下胡须 脸上带着一丝和善的笑意道 只是遇了些挫折 怎么 你这就没办法了吗 哼 虚沉长老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虚沉冷漠地看了矮胖老者一眼道 你肯定是在看我的笑话吧 别忘记了 这一次针对周家的封杀行动 可是之前大家一同投票同意了的 即便掌门出关知道了具体事情 也不会只责怪我一人的 呵呵呵 挨胖老者 拍了拍身上有些污渍的道袍 不在意道 那也是 你当初惹出的麻烦 应该说是 你和莫涵诗之一同惹出来的麻烦 在自家方式内 对一个修仙家族的店铺出手 要做此恶霸之行 可却没想到 这周家 不是一般的修仙家族 这骨头啊 硬着呢 某些人啊 牙口被崩坏了 听着虚沉老道幸灾乐祸的话语 虚沉长老一阵咬牙切齿 却又没办法反驳 好了 少吵几句 对面的蒲团上 一个坐在最上手位置的壮硕中年男子 睁开双眼 目光中充斥着冷冽的契机 沉声道 掌门还未出关 惹是出关 看到我等猪长老 不仅没能管好宗门 反而给宗门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定然会对我等失望 所以 我们必须 要想办法 挽回眼前的颓势 怎么挽回 一个长着山羊湖的销瘦老人 没好气地说道 那周家 周家好像零食花不玩一样 你都没看到 我亲自去了好多个方式看了 那家伙 各大顶尖 宗门采购的物资 直接以成本价售卖 他们根本就不赚零食的 就算是那些 十万年份的零药 那近拍的价格也不高 近两百家店铺 每天一轮啊 我感觉虚尘 和莫涵猜测没错 这周家 定然是 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超大型 秘境 如此才能解释得清 这周家为何会有 如此多的珍贵零药 要灵还如此之高 众长老文言 不由纷纷点头 若不是如此的话 根本就说不过去 也解释不清 你们还在 想着人家的秘境呢 那所谓的中年男子亨道 现在连我云霞宗 原本拥有的市场 都保不住了 还想着人家 秘境里的好东西 虚尘杀鸡凛然地说道 虚战 你作为主管 宗门刑罚的长老 为何会如此畏缩不前 只要我云霞宗 从周家手中 夺取了此等秘境 眼前的一切损失 都可以接受 甚至会大转特转 看看吧 这些天过去周家 售出了多少株 顶尖灵药 如此多珍贵灵药 又能炼制多少 顶尖的丹药 足够培养多少 高端战力的修士 只要我们能把这一切 握在手中 哼哼 天玄周十大宗门 未必不能有云霞宗之名 听到这话 大厅内的 朱云霞宗长老眼神 闪烁了一下 纷纷低头思索了起来 那所谓的中年男子 也就是云霞宗主管 刑罚的虚战长老 沉默了一回开口道 虚尘 你的意思是 直接对周家驻地 发起进攻 强行夺取那秘境 不错 虚尘郑重点头 那周家如此富裕 每天都 售出那么多 珍贵的高药灵灵药 这样的好东西 根本就不是他一个 普通修仙家族 可以拥有的 和该我云霞宗 获取此机缘才是 诸位 这可是我云霞宗 崛起于天玄周的 大好机会啊 不行 掌门未出关 贸然对一个 修仙家族出手 不合适 区区一个修仙家族而已 又不是亲近宗门高层 发动战争 随便派遣几个长老带队 动员几百宗门 高端战力 就能轻松拿下 这区区周家了 还要请示什么掌门啊 不可 此事万万不可 虚尘长老 你是如何被人追到宗门的 莫非忘记了不成 这周家有些东西的 没掌门号令 我不同意 贸然发动灭门之战 我同意 区区一个修仙家族而已 那次虚尘长老 单独一人 无法应对 那个追击者 我们不是 也查清楚了吗 是周家家主的堂哥而已 绝对属于周家的核心高层了 这样的人物 周家能有几个 对 周家不过一修仙家族 也许有些特殊底牌 就如虚尘长老说的 能阻挡攻击的 奇特护盾 绝对是保命底牌了 虚尘长老 一人无法轰开 必然是 当初轻敌了而已 我等一同出手 诸多掀弃同时攻击 还能有什么护盾 能挡住不成 赞同出手 小小周家 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还真以为我云霞宗 好欺负呢 老夫院带队 前往周家驻地 覆灭周家 那为首的中年男子见此 默然片刻 道 那 投票吧 第240章 云霞宗的决断 覆灭周家 最终结果 对于虚尘提议的 直接对周家动手的议题 投票结果为 6比3 9位长老 6人同意 3人反对 没有人弃权 看到此等票刑 那矮胖 长老叹了口气道 既然如此 你们便去吧 老夫要守护掌门闭关之地 等掌门出关之后 将详实汇报此事 与掌门知晓 到时候任何后果 由你们6人负责 虚尘见到6比3的大票刑获胜 顿时露出了一丝 得意的笑容 哈哈 虚尽老头 你就等着看我们 得胜归来吧 到时候啊 宗门晋升 十大宗门的功劳 可没你的份 那 老刀就预祝 你们胜利归来了 矮胖老者 从扑团上起身 面无表情地化作一道 宏光离开的大殿 来到了主封后山的一处 洞府前坐下 打坐 矮胖老者 微皱着眉头 双目游离地 看着掌门闭关的洞府 喃喃自语 远杀啊 你这闭关苦修霸体 想要以大成霸体之威能 强行轰开仙界之门 可惜 老刀没能阻止 他们的这次行动 那周家一看就不好惹 也不知道 这次霍端 对我云霞宗 到底会有多大影响 大成霸体 看似强大 即便是先王都 难以抵挡 其权力一击 但却不是那么容易修成的 矮胖老者 叹息着摇头 那仙界之门 被天尊塔堵死 唯有先帝才有能力 自由出入两界 除此之外 就连那近乎不灭的大罗境 都无法带人的出入的 区区大成霸体 又如何能行 想如仙界 还不如去 三大至强宗门 寻求地气支柱来的容易 地气 和先帝同级存在 自然也有先帝一般的威能 可以自由 带人出入仙界 不过一般情况下 仙界一方的三大至强宗门 镇压底蕴的地气 是不会随意离开地心的 为的就是防备魔狱 地气威胁 唉 矮胖老者 再次叹息一声 随后闭目进入了 打坐状态 不再理会外界信息 云霞宗另一处所在地 路缘神色凝重 他此刻 虽然已经结丹 成为了这八经的金丹镜修士 在云霞宗 也属于中层实力的弟子了 并且他本身还是 掌门的清传弟子 地位要比平常弟子高了不少 所以他得到的消息 要比普通弟子多不少 这些天 他一直在稳固修为的同时 收集云霞宗内部消息 对于周扬安排的任务 除了最后一个没完成外 前面两个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 凌王 路缘 周扬大人 您之前安排的任务 我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云霞宗 有大概四十多位杜杰漆修士 其中大圆满境界的有十位 包括我师尊 云霞宗掌门 以及九位长老 其他的 军卫大圆满 而宗门还有一些 隐藏力量 路缘 这些隐藏力量 包括明面上 拥有的十剑仙器 分别掌握在掌门 以及九位长老手中 晚辈估计 还可能有一些更强大的仙器 没有透露出信息来 除此之外 我从一位外门知识口中得知 宗门在一万多年前 就有一批杜杰漆大圆满长老 与仙界祖师取得了沟通 传达了仙灵之气下来 在夏节完成了灯线 最后沉睡在了 秘境之中 具体秘境位置 晚辈不知 路缘 宗门拥有的仙人数量 晚辈也同样不知 晚辈现在境界还低 入门时间也短 无法得到太多 太过详细的信息 还请周扬大人 给我更多的时间去探听消息 路缘 最后 晚辈刚得到消息 因周家对云霞宗 商业封杀的反击 九位长老 在宗门大殿中 开启了绝密会议 会议之后 有数位长老 召集高层人员调动 具体情况晚辈 同样不清楚 周扬 明白了 做得不错 我授权你 更大的灵网权限 可以进入周家内网的权限 可以兑换周家 内部资源的权限 包括高端法宝兑换 十万年药零以上灵药的兑换 觉醒神通的仙药兑换等 路缘高兴地回复 感谢周扬大人 看重晚辈 晚辈一定不负您所托 周家驻地 周扬关闭了灵网 暗自点头 路缘这一步棋走的 还真是妙 有他在云霞宗 给自己传递消息 虽然因为他境界不高的原因 无法传递精准的 更加详细的情报 可单从目前 他传递过来的信息周扬 也能分析出 不少有用的消息了 对于周家的反击 云霞宗反应激烈啊 九大厂老开会 掌门还在闭关 嗯 这位云霞宗掌门这样的时刻 竟然还在闭关 不能忽视 这样的存在闭关修行 绝对是在修行 某种大法力的招数 或者是炼化鼎链间掀起 具体是什么情况 他还真推算不到 不过 从路缘传递的信息中 他却能知道 那九位长老的会议内容 会议结束后 就调动宗门高层战力 不用想 是准备对周家动手了 在商业上 无法遏制周家的情况下 调动高端战力 那肯定是冲着周家驻地来了 也是 自己一个修仙家族 在云霞宗 这样的宗门眼中 并不算是 多么强大的势力 云霞宗盘踞地心 不知道多少万年了 飞升仙界的仙辈一大堆 仙界的云霞宗拥有的仙人 肯定是一大堆了 如此底气之下 肯定不把周家 看在眼里啊 也许在云霞宗 那些长老眼中 周家 就是一个 可以随意揉捏的软柿子 而已 商业上的反击 不过是垂死挣扎 周扬咧嘴一笑 既然如此 那我就坐等 你云霞宗打上门来吧 云霞宗 这么大一个门派 来攻打我周家 一个修仙家族 我周家 被迫反击之下 即便将你们来袭之人 全部灭掉 不管是道德上 还是法理上 天玄周 不 即便是在整个地心 也没任何势力 会责怪我周家吧 我们可是 被迫反击而已 不管是战斗上 还是商业上 周扬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寒意 就让我来看看 地心的二流宗门 到底有多强大吧 也该让地心知道 我周家来了 周扬长身而起 身形闪烁 来到了驻地最中心的那处 宏大建筑内 这里 是家族 最大的意识大厅 也是家族事务 商谈之地 周扬招来了 留守驻地的家族高层 商议驻地防务 和应对战士事宜 同时也以凌网 通知了所有 在外的族人 小心形势 防止云霞宗袭 第241章 突袭 无敌护盾 傻眼的云霞宗修士 当得知云霞宗 有可能突袭家族 驻地的消息后 周家众人 当即就是大吃一惊 随后一想 以云霞宗的威势 还真有可能做出 这样的决定 于是 周家之人 纷纷开始做起了防御工作 时间不过大半的 时辰过去而言 天玄州南部区域 云霞宗 距离周家所在方位 本就不远 此番袭来的修士 均是练须境以上境界 有几位杜杰七 在云霞宗的几位长老看来 这样的战力 周家绝对扛不住 他们可是带着仙气来的 当上百位修士 跨过天空 横空而来的时候 南部区域 不管是地面凡人 还是一些修仙家族 以及散修等 都被天空景象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那么多大能修士横空而过 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不成 地面一座城池内 几个结伴形的修士 震惊地看向天空 那里 一道道顿光玉空而过 就像是 跨越天际的流星一般 威事无两 好像 好像是云霞宗修士 还真是 我认识 那领头的虚臣长老 曾经在一次 九雷宗举办的大能聚会中 见到过一次 大能聚会你 也能参加 道有师 哦 在下千换门弟子 当初是跟随家师 前往见见世面的 师境师境 原来是千换门高徒 除了 这些修士外 修仙家族的人 也在关注云霞宗的动静 家主 不知道云霞宗 这是在做什么 动静竟然这般大 愚蠢 不知道云霞宗现在 和周家闹得正僵吗 好好想想 那个方向 可是周家驻地方位啊 啊 难道 不错 若我所想没错的话 云霞宗这是 准备对周家 直接动手了 可怕 云霞宗 虽然是我天玄州二流宗门 但也是仅次于 十大宗门的大势力啊 这周家 踢到铁板了 此番过后 周家 估计会在天玄州除名咯 是啊是啊 周家惨了 一众看清楚 局势猜到云霞 宗修士动作的修士 个个都在摇头晃脑地下着论断 仿佛周家 覆灭静在眼前一般 而云霞宗带队的三位长老 也同样是这么想的 区区一个周家而已 在云霞宗大军压境之下 万无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而周家的秘境 和各色顶尖灵耀 也将是云霞宗的囊中之物 到了 大量顿光划过高空 抵达了山谷所在地 顿光消散 露出了顿光内的一个个人影 虚灵长老 封锁空间之事就交给你了 其他地方的周家人先不说 周家驻地的修士 一个都别放走了 虚臣看向身旁的 一位女修士说道 嗯 有炫光静在 周家之人跑不掉的 女修士说着 翻手取出了一枚古朴铜镜 法力涌动下 催动了铜镜内储备的零食 镜子闪了一下 随后消失不见 仿佛融入了空间中一样 炫光静 云霞宗传宫长老虚灵 掌控的仙器 拥有着封锁空间的威能 虚住长老 这周家家主传言 实力不俗 你我一同出手对付他 虚灵长老暂且压阵 如何 虚臣看向另外一边的 一位身形壮硕的满汉说道 没问题 满汉也是云霞宗的一位长老 个人战力可以说 仅次于掌门和刑罚长老了 此番有 他在 虚臣也有信心 拿下所谓的周家家主 对于这位传言 资质逆天的周家家主 虚臣一点都没有轻视 来了三位杜杰大圆满的长老 就是对周家家主周扬的重视 我们要小心周家的一个人 名为周俊 是这位周家主的堂哥 他有着一种奇特的 非常厉害的护盾 虚臣叮嘱着 心中还在对当时周俊身上 忽然出现的护盾心有余悸 那护盾简直变态到极致 他挥断了手中仙器 都没能攻破护盾的防护 不过他估计 那种可怕的护盾 肯定消耗巨大 开启一次 不知道要消耗多少法力和灵石呢 再说了 就算是某个以防御为主的 先气的威能 那也仅仅是周俊一个人使用 还能其他人一起用不成 所以 如果那个周俊再次使用这种护盾 那就转移攻击目标就行了 最后再去对付那个乌龟壳 好了 动手吧 覆灭周家 再次一举 虚臣断鹤一声 一挥手就要动手 虚臣在身后皱眉提醒了一句 我们这么大动静过来 周家驻地 竟然没人飞上天空应战 两位长老还是小心一些 防止这周家布置陷阱 哼 什么陷阱能对付我等 那满汉虚住 白手自信道 区区周家而已 不用担心 动手吧 杀 一时间飞剑爆射 法术轰炸 俘虏翻滚 大量攻击 就朝着下方周家驻地轰了过去 轰隆隆 一阵轰鸣响起 天空中 三位原本信心十足的云霞宗长老 忽然脸色一变 定眼看去 什么 这 这护盾 竟然覆盖范围那么大 竟能护住整个周家驻地 是仙妾 不仅三位云霞宗长老惊呆了 周围释放攻击的云霞宗 其他修士 也惊呆了 第242章 黄轰乱炸的一群小丑 虚尘脸色难看 和身旁的两位长老对视了一眼 开口道 这周家有仙妾 我早也 有了预感 但是这仙妾的威能竟是如此 却是大大出乎预料 为何 虚灵问道 因为 这种庞大的护盾 我见过 不仅见过 我还亲自感受过 虚尘不甘道 虚灵和虚柱 也不是傻子 听到虚尘此话 顿时反应过来 这 这个护盾 这个拥有此等强悍护盾的仙气 就是你之前在那个周骏身上遇到的那种 是的 这 拥有这等强悍防御威能的仙气 看来奇奇别 不低啊 虚柱说着 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之色 这护盾的威能 它是看在眼里的 那么多道攻击轰了下去 竟然都没能攻破护罩 可以想象 这护盾的防御 是多么恐怖 哼哼 启动仙气 可是需要消耗大量灵气的 我就不信 这区区周家 能储备多少几品零食来 那虚柱哼了一声道 诸位 都出手吧 不要留手 全力出手 给我轰破这乌龟壳 其他炼虚修士们各个答应 随后开始出手 继续不停歇地轰击 而一旁的杜杰七 修士 则配合着三位长老 积蓄大招 也在不停地轰击着护罩 可是 他们轰啊轰啊 自身灵气都消耗了大半 却丝毫不见 下方护罩有一丝动摇 呼呼 不行了 三位长老 我们法力耗了大半 需要恢复一下才行啊 一个炼虚修士 喘息着说道 能让一位修士喘息 这说明他真的是 法力消耗很大了 你等休息 不要设不得担药 只要这次攻下了周家 回宗论功行赏时 少不了你们好处 虚尘摆了摆手后 吩咐修士们休息 然后转头看向两位长老道 我们也得出权力了 刚才那番攻击之下 估计已经消耗了 不少周家储备零食 哼哼 真以为躲那么深 我们就拿他们没办法了吗 动用仙气 直接轰破护盾 不错 我等刚才不停消耗之下 按照正常仙气的零食消耗来计算 至少已经耗了对方 二十万左右的极品零食了 哼 此等数量的极品零食储备 即便是十大宗门 也已经是不俗的数额了 区区周家 绝对剩余不多了 不如直接动用仙气 好紧快将战局结束 以防拖得太久 夜长梦多 徐灵也跟着说道 那还废话什么 出手 虚注挥手 就取出了自己的仙气 这是一柄巨型铁锤 其本身就是掌管云霞宗法宝锻造的长老 这柄仙气铁锤之下 诞生的有名法宝不知反几 当然这柄仙气铁锤 可不仅仅只有锻造之能 还有着强大的攻击能力 对于破盾 老夫这柄绒筋锤 可是个好手 虚注身形一闪 已经挥舞着仙气绒筋锤 出现在了护盾之上 亲手持着 仙气凶猛地砸了上去 虚尘见此 眼中颇有 期待 不过还是以防万一 取出了自己的仙气 裂风骑迎风招展 四周顿时狂风大作 后方 虚灵眼神平静 交叉放在腹部的手指头 上 闪过一丝丝 的银色光运 仙气炫光镜的力量 也在波动 哄 一声巨响 随后强悍的冲击波 扩散开来 呼呼呼 狂暴的冲击波震荡开来 这一锤下去 不仅没能砸开护罩 反而因为这冲击波 让刚才服用丹药 恢复法力的云霞宗 练须修士们 一个个被冲击的四散 飞退了出去 几个别的 几个修士 甚至因为这忽然而来的攻击 受到了不轻的伤势 幸好这攻击 并没有以他们为目标 仅仅只是仙气 与护盾撞击后的鱼波 才能保住小命 也因为虚灵长老的 炫光镜威能 及时为他们 阻挡了部分冲击鱼波 什么鬼护盾 虚中怒吼声 传出老远 虚神你还不出手 虚灵 你也得出手才行 我们三个 还有其他肚结期 一起出手 这鬼护盾有问题 绝对有大问题 竟连容金锤都无法砸开 护盾内 周家一室大厅 周扬带着周家重高层 缓缓从大门走出 所有人的脸上 都没有任何急躁 或是大难临头的紧张之色 反而是一副悠然平静之情 杨帝 这镇魂珠的防御护盾 依然还是无敌强大 周眉微微一笑 目光从护盾处 转看了周扬一眼 是啊 不过对方有三位 杜劫七大圆满 还带了三件仙气而来 光光是刚才那一锤子 就消耗了好几万寄品零食了 周牙有些惋惜地说道 不用可惜 我们消耗不小 对方也不见得多转 他们驱动仙气 也是需要消耗零食的 否则也不会现在才动用仙气 之前那么一番功夫 不断攻击 连练须修士 都几乎厚光了法力 可不就是心疼零食吗 周骏跟着说道 我周家 不差这些零食 族人的生命 和家族的资产更加重要 嗯 族人生命还可以复活 不过死亡的精力可不好受 有时候还会影响到心境 有几个族人在复活后 心境上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修行进度还是不如 同辈了 夏清玄 开口说道 一旁的夏清兰也跟着点头 那就减少死亡的次数 或者直接做到不死 周扬接了一句话 他也感受到了 震魂珠的复活能力 的确变态到极点 可这样的功能 可以用在紧要关头 绝对不能当做日常使用的功能来用 要是像传送能力那样 不时的就死上几次 对心境的影响绝对很大 影响修行进度都还是小事了 万一对真灵有所影响的话 说不定就会出大事 人疯了都有可能 不把生死当回事 也就失去了对生命的重视 对死亡的敬畏 并不一定是好事 周扬暗磋磋的 就让地灵调整了一下复活的代价 直接上调了十倍 至于灵网用户们可能的抱怨 那不在周扬的考虑 当中 怎么说 周扬也是为了他们好 接下来 按照计划行事 周扬说完 身形高高飞起 直冲云霄 来到了一群云霞宗修士面前 隔着护盾 冷眼看着 对方不停攻击着护盾 就如看小丑一般 眼神平静 第243章 周扬 识相的话 赶紧投降 护盾之外 虚柱扔着绒筋锤 正在不断地轰击着护盾 启动了掀气之后 消耗的灵石极大 必须要抓紧时间 破了这顿才行 而在其后方 虚尘正挥舞着裂风旗 一道道锋锐的锋刃 劈砍在护盾之上 荡起一阵阵风暴 最后是虚灵 虚灵的虽然没有进行近身攻击 远远地站在外围 可他造成的动静 一点都不小 甚至是三人中最浩大的一位 炫光镜 一个拥有着强悍空间能力的仙气 论级别和稀有程度 要比裂风旗和容金锤 高出一个等级 是云霞宗非常重要的 一剑阵宗仙气 可以说 其威能和功能 可以堪比掌门郭远山手中的 那件黄极仙气 不错 炫光镜也是一剑 出入黄极的顶尖仙气 距离 地气 也就只差一个境界而已 这两件黄极仙气 也是云霞宗最大的底蕴之一了 是云霞宗冲击十大宗门的最大底气 十大宗门的古剑宗 不过也就三剑黄极仙气而已 十大宗门排行最后的那个宗门 其拥有的黄极仙气数量 和云霞宗相等 只不过其强大的是 沉睡的 仙人数量比云霞宗多 拥有的秘境比云霞宗多 可一旦云霞宗正式拿下了周家 获得了周家的那个厉害的秘境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说不定就能比十大宗门 排名末尾的宗门强了呢 炫光镜的本体 从蓄灵的背后渐渐浮现 其本体原本是 融合在空间当中的 死死地封锁着方圆十万里空间 让修士无法动用传送 撕裂空间逃离此地 现在 要动用炫光镜 封锁能力大大降低 只能封锁周围千里的空间 不过 其本体出现 却有可能动用其他能力 进行攻击了 炫光镜的本体 原本是一面巴掌大的小铜镜 此刻却变成了一个庞大的 半透明的琉璃状圆形镜面 直径就达到了数百米以上 从蓄灵背后缓缓上升 直至半空 调转镜面 对准了下方的护盾 随后 一道道银色光辉 从镜面上 化作一道粒子树一般的流光 轰击在了护盾之上 这些粒子树 并不是科学幻想中的粒子树 而是由纯粹的空间能量 形成的攻击 攻击方式 也是直接溶解 被攻击目标所处的空间本身 这是一道破碎空间的强大攻击 作为地气震魂珠的主人 只是瞬间 周扬就感受到了 地气内部储备零食的大量消耗 每一秒钟 极品零食的消耗 就达到了可怕的数万颗 那眩光镜 还在不断释放银色光柱 毫不停歇 周扬皱眉 感受了一下剩余的零食数量 还好 还好储备的零食数量足够多 否则还真扛不住这等攻击的消耗 这面镜子的攻击力 还真的强大到可怕 这等强大的仙气在手 周扬 还真不敢说 自己一定能战胜对方 只能保证不败 这位虚灵长老 本身修为杜杰七大圆满 和周扬同境界 但手持炫光镜 攻击能力强大无比 镇魂珠防守 有余功能齐全 但攻击力是真的不行 可以说 基本没有攻击力 至于其他仙气之流 在其他人手中 还能发挥出不错的效果 在周扬手中 还不如他空手来的舒服呢 完全就是多余 周扬目光闪烁地 看着对面的这面镜子 这么强大的仙气 与我有缘啊 哈哈哈哈 终于出来了呀 周家家主 就是你吗 虚注看到周扬露面 顿时停下了手中动作 挥舞了一下容金锤 看向了周扬 就你叫周扬啊 怎么 现在出来 是想要跪地求饶 还是主动找死的 在虚注看来 自己三人同时出手 这护盾 估计已经扛不住了 关键是炫光镜攻击开始 光是眼下十多个呼吸 就能消耗对方 十多万极品零食了 一个小小的修仙家族 能有多少极品零食消耗的 现在忽然冒出来 定然是来求饶的 周扬 还没说话 虚注旁边的虚承 就开始说话了 小子 你是周家家主吧 想 要求饶的话 可以 虚承 嘿嘿一笑 身旁的裂风 其迎风 飘荡 则是背负着双手 悠然看向了周扬 提着条件 第一 周家将手中拥有的 所有顶尖灵药 归还于我云霞宗 同时 将你们恶意占据的 原本属于我云霞宗的秘境 还于我宗 还有 将你家族之前 与我相斗的那位 名叫周郡的小儿 交给老夫处置 如此的话 我云霞宗说不定 可以饶你周家 族人一命 虚承的话语 让在场所有云霞宗修士 都神色振奋了起来 能不打就让周家投降 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怎么说 周家也是有仙气 在手的家族 还有不少杜劫妻修士 真打起来 也许三位长老 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他们普通杜劫妻 已经打进百炼虚修士 肯定会有些许伤亡的 一个拥有着仙气 以及数位杜劫妻修士的家族 一旦被逼到绝境 肯定会想办法 拖着敌人下水 临死也能咬下几块肉 还有还有 一旁的虚柱 见到虚承提条件 连忙跟着喊了起来 你们周家的仙气 要全部交出来 特别是眼前这个 能释放护盾的仙气 老夫倒是要好好研究一番 到底是何等仙气 竟然能释放 如此强大的护盾来 竟连熔金锤的攻击 都能挡住那么多次 虚柱对能释放 眼前护盾的仙气 兴趣非常巨大 不仅能抵挡 那么多次熔金锤的攻击 最重要的是 连黄极的炫光镜攻击 都能抵挡到现在 这不仅仅是 需要储备 大量零食那么简单了 还需要其本身的仙气 等级不能太低 甚至有可能不是 黄极仙气 而是黄极了 你想要我们周家 能释放护盾的仙气 周扬面无表情地 看向虚柱 哈哈 不错 实相的话 赶紧交出来吧 否则的话 虚柱哈哈一笑 随后就是一番 周扬意料之中的威胁 否则的话 等到我等轰破了护盾 整个周家必将覆灭 到时候 你们就是想要后悔 都没机会了 不错 别说我们没给你机会 虚尘黑黑一笑道 后方的虚灵 则是有些谨慎地看着周扬 他心思细腻一些 并没有从周扬 那淡然自若的眼神中 看到巨异 一个被他们那么多人 围住的修仙家族家主 面临着家族覆灭的巨大危机 竟然连一丝巨异都没有 怎么说 这都有点不太合理 于是 虚灵并没有因此停手 反而加大了对炫光镜的催动 尽全力攻击护盾 以炫光镜储备的零食数量 以及 其中有着三十多颗仙食储备 还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攻击 你们就这么确定 我周家完蛋了 周扬嘴角带着一丝莫名异味 目光有些怪异地 看向眼前两位云霞宗长老 怎么 难道你周家还想富欧完抗不成 就凭借 这些土鸡娃狗 虚臣目光一转 看向了周扬身后的远处 那里 夏清玄 周骏 周梅等人 各自带领着一大群周家族人 正朝着几个方向飞去 就凭他们 你们今天就得全部留下来 信是不信 周扬淡然道 哈哈哈哈 虚臣和虚柱 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顿时大笑了起来 后方的云霞宗修饰也一样 区区一个修仙家族 即便临死前的反扑不容小觑 能拉几个垫背的 已经算是不错了 还想将他们全部留下 开什么玩笑 可就在这时 周扬猛的一挥手 周家众人动了 一动 就是石破天惊 第244章 周扬出手 天清一击 上百名周家高阶修士 平均修为都在化神和炼虚镜或以上 领头的 都是杜杰七 以周韵 几大长老 还有银陵四人 银陵 清理等四人 这段时间一直居住在周家 平日里 要么是了解地心文化风俗 修仙界信息情报 要么是打探 关于仙界和飞生的事情 而现在 周家遭遇如此劫难 以他们和周扬的关系 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 毅然决然地决定出手 不过 他们四人现在没有带领自己势力的 手下 原本也想要召集后方的妖族大能前来支援的 不过被周扬拒绝了 他不想 将妖族拖下水来 四女和周扬关系不同 还有一说 一旦妖族大规模参战 名义上就站不住脚了 要知道 帝星的仙界方三大至强 宗门中 可是有一个妖族宗门势力的 帝星有四大魔狱至强宗门势力 还有三大仙界至强宗门势力 分别为 刀宗 天凤宫 以及 妖庭 妖庭诞生过一位妖帝的强大势力 是远古时期就存在的超级势力之一 背后站着的是 仙界八大仙帝之一的妖帝 龙象大帝 龙象大帝 是拥有龙族血脉的妖族 据说成帝之前 还曾经获得过龙族的部分传承 不过 具体是否属实 却没人能说得清 就如 天凤女帝 也被传说获得过凤祖的传承一样 除了两位大帝本人外 没人能分的清真假 两位大帝本人 从未正面承认过此事 若周家硬拉着妖族参战 可能会引起妖庭的注意 造成的后果 有可能引来妖庭的助力 但是更大可能性是 引起刀宗为首的 地心人类势力的不满 天凤宫可能会中立 甚至有偏向人族 一方的可能性 毕竟天凤宫虽然最大靠山 是天凤女帝 是人妖混血 可天凤宫内 不管是地心还是仙剑 八成的成员都是人族 妖族出身的宗门成员 多以灵兽为主 纯粹的妖族几乎没有 这个人族地盘 以后可就不好混了 清理四人出手 倒可以说得过去 人族大能 和妖族美女 不清不楚的存在 也有不少的 也会有人族女子 和妖族雄性结合的例子 否则人妖混血又是 怎么来的呢 别觉得诞生了混血后代 就会遭受打压 那打压也是来自于 魔狱的势力 本就和人族势不两立 不少混血 都会去天凤周生活 那里的人妖混血 数量可不少 但是纯粹的妖族并不多 清理四女 也算是周家 只有出入渡劫期的修为 其他三人 都是渡劫期的三劫 甚至是四劫境界了 在仙灵灯的加持下 各个战力都堪比仙人 他们三人都有着仙气护身 绿罗也有着 闭眼妖狐一族的 极品级传承法宝 虽不如仙气 但却是最弃合自身的法宝 四人带领周家修士 分别从四个方向 配合着周运等人带领的队伍 冲出了护盾防护 范维 直接朝着云霞宗的修士们 杀了过去 找死 虚柱怒声喝道 竟还胆敢杀出来 老夫今天就让你们神魂俱灭 裂风起 起 虚臣更是二话不说 一句狠话都没放 直接就展开仙气 朝着几只周家 队伍招呼了过去 虚灵也 收回了攻击的炫光镜 准备应对周家的反击 周扬如何能让这三位 杜杰七大圆满的云霞宗长老 转头去对付周家修士呢 这三人的对手 是他 三位 你们的对手是我 周扬身形一闪 已经来到了虚臣跟前 比骑手持 容金锤的虚柱 还有防备心中的虚灵 直接展开攻击的虚臣 威胁更大 周扬从周骏口中得知 虚臣的仙气裂风旗 有一种大范围攻击的招数 不得不防 虚臣长老 就是你 带着什么少长门莫涵 去找我周家店铺麻烦的 周扬冷漠地看着虚臣 也是你 引起的这次战斗事吧 既然如此 事情因你而起 也就从你开始结束吧 哼 结束 虚臣看到周扬出现 连忙召回裂风旗的攻势 转身郑重地看向周扬 喝道 只有周家灭亡才能结束 若结束不了 那我周扬 必当 亲自前往云霞宗 去找郭远山掌门 好好说道说道 我周家殷河就遭受云霞宗 如此对待了 若不好好 给我一个交代 云霞宗 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周扬冷声说道 这是最后 也是最迫不得已的做法 真把周扬逼急了 他会将所有周家族人 撤回到驻地 或者撤回大厦修仙剑 关闭传送通道 自己独自一人 去堵云霞宗的门 到时候 以他的恐怖战力 以及郑魂珠的无敌护盾 硬生生都能耗死 整个云霞宗了 当然这样做的话 是要冒风险的 绝对会引起 地心其他顶尖势力的注意 万不得已不能这么做 暴露了郑魂珠的存在 三大势力可能会有所克制 但魔狱 四大势力可就不一定了 看明语 那霸道模样就知道 魔狱至强宗门 绝对有可能会 一起出动来对付自己的 毕竟 这可是关乎着一件地气存在的 道宗 天凤公和妖庭 会不会死保自己还不一定呢 将自身安危的 希望放在别人身上 这可不是周扬的作风 天 清 周扬一出手 就是 绝杀 精细神通 天清出手 顿时 整个天地都变色了 第245章 秒杀与重伤 炫光镜的威呢 哄 是 一阵巨响之后 眼前的三位云霞宗长老 靠近的两位 甚至都没来得及说话 就直接灰飞烟灭 神魂破碎 而那位蓄灵长老距离较远 自身谨慎 以一身重伤 换取了活命的机会 对于如此强大的一击 他也感受到了沉重的死亡威胁 刚才那是什么 是神通 神通他当然知道 他自己也有一个神通 不过却没眼前这位周家主的神通强大 简直强大到可怕 这等微能的神通 几乎已经发挥出 接近金仙一击的威力了 怎么可能 哪里来的神通 有此强悍攻击啊 虚灵面色难看至极 只能提起法力 疯狂催动着炫光镜 朝着周扬轰去 周扬不敢怠慢 刚才那一击是绝世神通天青的威能 几乎算是他最大的压箱底攻击手段了 能秒杀两位杜劫七大圆满 并不意外 即使对方手中有仙气也无用 那可是接近金仙境的攻击啊 杜劫七距离着金仙境 差了两个大境界了 如此强大攻击下 他们不死 谁死 真别把仙人战力想得那么差 周扬之所以能越急而战 是因为仙灵根 以及身上的底牌足够强 不管是阵魂珠 还是神通 祖龙真身显现后 同样可以和玄仙 一战 这是他和普通修士之间最大的差距 对于炫光镜的攻击 周扬也没多想 直接护盾照体 丝毫不给对方机会 有无敌护盾不用 自己硬扛 那不是傻吗 于是 炫光镜的银色光柱 照耀在他的护盾上 依然无攻而返 周扬再次开始反击了 他可不会任由对方攻击而不还手 自己这边要快些解决了 云霞宗长老 再去解决其他云霞宗 修士 争取将对方全部留下来 天青用完了 那就用第二个底牌 祖龙真身 周扬低贺一声 身形疯狂地膨胀起来 直接化作了一条通天彻地的巨大神龙之躯 好 一声龙吟吓 一口金色的龙颜 就朝着对方喷了过去 防御 虚灵直接调转炫光镜 镜面 尚不再喷射银白色光柱 转而化作一面盾牌 挡在了虚灵身前 同时 光彩弥漫在虚灵身上 挡住了周扬龙颜攻击 他此刻状态下的龙颜 威力可不小 曾经就能一口喷死魔狱魔匠 不过魔狱魔匠虽然境界极高 却是被封印了万年出来 属于力量没完全恢复的残缺状态 手中也没什么强大魔器 而现在他面对的是 一位杜劫妻 大圆满 虽然被天青重伤 但是法力浑厚 拥有一件强大仙器的修饰 所以很正常的 他的攻击被炫光镜挡住了 暗自念叨一声随后继续攻击 龙身摆动 挥舞着龙爪撕裂过去 龙尾也不识抽打 这对方 周扬这边 因为炫光镜的原因 一时半会 没能快速拿下对方 而另外一边 周运 清理等人带领的周家 修士 也已经和云霞宗修士们 战斗了起来 在场中修士 没一个修为低的 原本两方的力量对比 不管是人数 还是高端修士的境界 都是云霞宗占优 不过 好在云霞宗练虚境修士法力 还没恢复到最佳 状态 如此对比之下 双方也算是平衡了不少 不过呢 因为周扬这边 和云霞宗三位长老的战斗 吸引了重修士大半目光 都是一边战斗 一边关注这边的情况 所以 在周扬天青之间 一击之下 秒杀了虚柱 和虚尘两位长老之后 云霞宗众人的脸色猛然大变 对方这位家主 如此恐怖的吗 一出手 就秒杀了宗门两位强大的长老 现在还在压着 虚灵长老打 这还怎么搞 等到对方解决 那虚灵长老 自己等人 说不定真要全部死在这里了 云霞宗众修士心中亥然 当急救 准备跑路了 开玩笑 对方显然是不怕云霞宗的 自己等人杀上门来 也不占什么道理 两个长老都杀了 还差自己这些人 两位长老被杀了 跑 快跑 返回宗门再说 虚灵长老 这周家有大恐怖 我们先撤 动用炫光剑 我们先返回宗门 快把我们都传送走啊 仲修士大声呼喊 结果还没等到虚灵的回答 面前的周家修士攻击 就暴雨般落在了他们的脑袋上 还想回去 做梦 周运手持一柄 飞剑仙器 这是家族在刀宗所在的大周 花费重金购买的一笔仙器 等级虽然不高 但却非常合适使用 花音落下 飞剑就化作一道红光 刺向了眼前一位杜杰七修士的身躯 同围杜杰七对方哪里是周运的对手 一击之下就丢了小命 神魂还想逃走 也被飞剑绞成了碎片 另一边 清理和迎领希尔纳三人倒是不用担心 他们都是杜杰七 大圆满修士 血脉都被仙灵根强化到了顶级 越级战斗都是小事 完全是压着对方在打 跟随他们出击的周家 修士也在疯狂地和云霞宗修士战斗 而绿罗 可能是因为自身修为刚入杜杰七的原因 再加上手中没有仙器 极品法宝 倒是和几位为杜杰七修士 打得有来有回 没有表现出压倒性的战力 毕竟是一打几 想要结束战斗还需要些时间 云霞宗修士当中 有一些修士已经开始边打边退了 显然目的是跑路 这场战斗他们根本就没有胜算了 徐灵长老 哄 一声巨响 徐灵被周扬一记龙尾轰了出去 砸向半空飞出去数十公里 却又被周扬追了上去 徐灵吐出一口血液 已经无数年没有体验过 这等重伤的他 此刻双眼通红 炫光镜在他深周浮动 光彩有些暗淡 显然是消耗不少 内部储备的零食不多了 不行 不能再打下去了 再打我真可能要陨落于此 徐灵暗道 对方又使用了一种神通 竟然可以化作神龙 太可怕了 还好的是 之前那精细神通 似乎对方无法短时间继续使用 否则的话 我早已遇灭 徐灵想着 当即再次用炫光镜 挡了一下周扬的攻击之后 炫光镜上光芒四射 却并没有覆盖多少 云霞宗修士 只将周围出现的 十来位杜杰漆修士笼罩 准备发动传送 逃离此地 炫光镜做一个空间系的 强大仙气 自然拥有传送功能 单论传送的能力 甚至不比阵魂诸差多少 想跑 周扬 巨大的金色龙眼中 浮现一丝寒意 一口龙眼就喷了过去 第246章 君凌云霞宗 巨额赔偿 一座秘境 这一口龙眼 周扬心中也没把握 能干掉对方 但是不需要一击必杀 只要拖延对方的传送 阻止对方逃走 就足够了 炙热到几乎燃烧神魂的金色 火焰 将炫光镜护体 先光烧得摇摇欲坠 炫光镜不管是攻击能力 还是防护能力 都不差 即便被周扬如此强悍的龙眼 攻击到 依然能够 护住虚灵不受 伤害 不愧是黄极掀起 好 周扬一声怒吼 锋利的龙爪挥过 擦措边 将须灵打飞了出去 轰隆一声 撞在大地之上 将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洞坑 不知道 多深的洞坑底部 须灵身体虚弱地起身 随后炫光镜一闪 再次回到了地面 不过这一次 他出现的地方 就不再是周家驻地所在了 而是遥远之外 云霞宗的宗门之外 宗门所在 无法直接传送进去 但是到了宗门口 他也就算是安全了 周扬最后那一击 的确让他有些不好受 不过回来就好 回来之后 有宗门庇护 那个周家的家主 应当是没胆子追过来的 周扬在龙鹰声中 身形缩小 化作人形 面色冷然地看了一眼 下方的坑洞 挥手间 土系法术发动 坑洞缓缓填平 转头又看向了 不远处的战局 只有少部分的杜劫期修士 被虚灵传送走了 大部分杜劫期 和几乎所有的炼虚修士 都还在与周家修士战斗呢 哼 胆敢杀来周家驻地 就别想着回去了 周扬一塌虚空 下一刻人 已经出现在了一个 女修士身后 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见光一闪 初学已经彻底绞碎了 对方使海神魂 就连 那原本曼妙的身躯 也都被绞成了一堆肉泥 最不想放走的 虚灵跑了 连自己看上眼的 炫光镜都没了 这如何不让他发怒 好在 有虚柱和虚尘留下的 两件掀起 也不算吃亏 至于眼前这些 修士手中的法宝 聊胜于无吧 极品法宝都没几个 其他那些上品法宝 周家人本身 就几乎人手一剑 并不稀罕 速战速决 在周扬呼喝声中 以及不时出手击杀下 很快眼前这些云霞宗修士 就都被杀了个干净 别想着留对方性命 和云霞宗交涉了 对方都组织队伍 杀到自己老巢来了 还能跟对方客气不成 我周家 也不是好惹的 万不能吃下这么一个大亏 嗯 虽然这次战斗周家 根本就是灵伤亡 而云霞宗 除了虚灵 和一些杜劫器修士 几乎全灭 但在周扬看来 自己依然吃大亏了 至少被人打上门来 算是丢了大脸面 不行 周扬有些不愤 感觉越想越不舒服 成长至今 他什么时候 被人这么欺负上门过 没有 一次都没有 当初刚治大厦 修仙界的第一战 也是自己 直接带人杀向王家的 何时吃过眼前 这样的亏 战后 吩咐夏清炫和夏清兰 收拾家中情况 而他自己 则带着清理四人 以及姐姐周韵 加上自己 供六位杜劫器修士 一个传说 就离开了周家驻地 再次出现 已经位于近千里之外了 这是一处 靠近云霞宗山门的 一座城池 周家在这里 有一处临时驻地 周扬就是依靠 这边的周家子弟 传送至此的 抵达之后 就带着五人升空 朝着云霞宗山门而去 周扬 我们 我们真的 要杀到云霞宗的宗门讨说法 绿罗有些迟疑道 对方毕竟是地心宗门 传承了数十万年 甚至有可能 上百万年的宗门 我们就这么过去的话 一旦惹怒了对方 说不定就会唤醒沉睡的仙人 不错 阳帝 周韵也跟着说道 要知道 仙人和杜劫器修士 毕竟静见 不同 仙人使用仙气的时候 可不需要动用 储备零食或者仙食 以仙人体内的仙力 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时候仙气所能发挥出来的威力 和在杜劫器修士手中相比 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威能 那又如何 周扬冷静道 云霞宗器上我周家头上来 必须要付出代价 那些的炼虚和杜劫修士 只是开胃菜而已 必须要让他们付出 更大的代价才行 否则的话 天玄周的其他宗门 甚至是那十大宗门 还以为我周家 是好欺负的呢 我倒是很支持周扬的做法 谢尔纳挥动了一下权杖 笑着道 这就叫做立威 人家都打上门了 若只是击退了对方 就不做反击 说不定啊 云霞宗自己不说 别的宗门 肯定会有人觉得 周家也没什么厉害的呢 可是 周扬你不怕因此 招来十大宗门的关注吗 清理陈寅道 虽然我们是去找云霞宗的麻烦 但人家到底是地心 传承那么多年的宗门 我们此番大张旗鼓 打上门去 别的周不说 天玄周肯定已经关注到我们了 做得太过了 十大宗门 会不会对我们 有所责怪 这话也对 毕竟周家一个新来的家族 才到地心那么短的时间 就打上了云霞宗的门去 哥谁看了 都会不舒服的 只要我们不是去灭了云霞宗就没事 周扬冷静地说道 这世本 就是云霞宗不对在先 十大宗门都清楚 是云霞宗主动语 我周家过不去的 也是云霞宗 先行派遣了 上百名高阶修士 打上我周家门的 我等只不过是来报复回去 嗯 不过你说的也对 不能做得太过 周扬思索了一番道 这次我们上门 只是要求赔偿 人已经杀了不少了 不可能在云霞宗地盘 再要求杀人了 但是其他的东西 必须给我赔够 才行 比如 仙气赔偿 最少三件 仙石最少赔偿一百枚 还有 我听闻云霞宗 有两座秘境 我们也要提出赔偿 一座秘境给周家 不可能的吧 周运摇头道 仙气和仙石还好说 虽然一百枚仙石 就价值一百万 极品零石了 但是地心宗门底蕴深厚 赔偿这么多仙石 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秘境 这里的秘境 可不是我们大厦 修仙界的那种秘境 根据记载 这里的秘境 其内部空间范围极大 低于一千平方公里的 都不配交秘境 只能算是残破遗迹 对啊 这等珍贵至极的秘境 对方肯定不可能 赔偿出来的 希尔纳也跟着说道 这个要求 对方答应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我本就没指望 对方真的答应 赔出一宗秘境 只是再给对方一个 讨价还价的机会 周扬淡然道 既然我们 本就不打算闹太大 要顾及其他宗门 甚至也要顾及 三大至高宗门的 态度 云霞宗 不会想不到这点 如果他们硬撑着不赔偿 宁愿让宗门沉睡的先人苏醒 也不愿意赔偿 一丝一毫呢 我们就只能和对方硬刚啊 这不是我们的目点 吉女恍然 原来如此 提出一个对方 无法兑现的要求 让对方感觉到我们的强势 心有忌惮之下 再给他们还价的机会 到时候 我们再退一步 让对方有台阶下 说不定对方的心理预期 就会缓和下来 三剑仙器和仙石 就到手了 对 如此一来的话 此事也就能完美结束 周扬忽然停住身形 抬头看向前方的威鹅山脉 到了 这里就是云霞宗山门所在了 看 有人来了 第247章 妖庭关注 祖龙血脉 就在周扬六人 抵达云霞宗山门的同时 遥远的天洪洲 也就是三大至高宗门之一的 妖庭所在大洲 此刻却因为天旋洲这边的情况 而引起了注意 天洪洲 属于地心大洲之一 且还是一个 与外海连通的巨大内陆海洋 与地心大陆的结构 好似月牙 月牙内部有 各种大小不一的岛屿 这些岛屿之上 生活着无数的妖族 这些妖族有的 来自于地心大陆上 有的来自于海洋之中 和大夏修仙界不同的是 地心环境的原因 生活在海洋的妖族 与魔物们的争斗 十分激烈 一些深海中的妖族 早已在无数年的争斗中 被魔物覆灭了 妖族势力虽然不弱 可也无法和整个魔物相提并论 而妖族和人族之间 又不是真正的亲如一家 只是因魔物这样的大敌存在 勉强和人类 一起应对魔狱势力 清洗而已 早在无数年前 妖庭就占据了天洪洲这处 与外海相连的地界 作为根据地 这样的一处地方 正好连接海洋和内陆 是一处非常适合妖族的根据地 经过多年发展 天洪洲已经成为了 地心最大的妖族聚集地 妖庭所在 是一处庞大 而又密集的宫殿群 建筑物非常巨大 充满着一股莽荒气息 妖庭主宫殿之内 一个身形雄壮的人形妖族 正坐于王座之上 这是一个外貌 看似中年人年纪的雄性妖族 额头还有一对金色鸡角 目光中闪烁着无尽的龙威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妖庭之主 敖阵 一个渡劫期大圆满的龙族 宫殿下方 坐着两排妖族大佬 此刻一个个眉头微皱 似乎遇到了什么难题一般 陛下 黄龙宝剑真的探测到了祖龙血脉 下手 一个同样头顶银色犄角的龙族扬声道 不是我质疑您 而是 我们凡间如何会出现祖龙血脉 对啊 祖龙血脉 自打祖龙陨落 祖龙血脉流传至今早已稀薄到不可探知 不管是仙界的四大龙皇族群 还是我弟兄的妖庭 都没出现过足以让黄龙宝剑自动有反应的血脉啊 不错 能让黄龙宝剑有反应 只有祖龙亲子才有资格 可是九大龙子从古至今也就存活了那么几位 难道说有龙子下界 除此之外 没其他可能 但是 龙子下界 怎么会不通知我们 龙弟陛下肯定会传信于我等的 会不会搞错了 肃静 看到下手 众人一阵议论纷纷 吵得熬阵头疼 顿时一拍桌子 沉声道 我也不清楚 为何没有接到龙相大帝的传信 不过不用多疑 黄龙宝剑已经前往龙顶所在之地 相信等会就能到 待他们到了之后 再说吧 那就好 龙顶大人见多识广 应该足以分辨真伪 龙顶 龙相大帝的地气 镇压妖庭的地气 而黄龙宝剑 则是妖庭的一件黄级仙器 有监察天下之威能 整个地心都在其监察范围之内 这一次的妖庭高层会议 就是因为黄龙宝剑 给敖阵发的一道消息 地心出现了祖龙血脉的气息 其血脉浓度不比九大龙子差 这就很让人震惊了 就在众人等待时 一道光芒闪过 两个身影从光芒中浮下出 其中一个是身形矮胖 面带温和笑意的老者 另一个是孩童模样的小男孩 见过龙顶大人 连同上手的敖阵 都朝着矮胖老者行礼问候 不用客气 老者摆了摆手 看着迎上前来的众大妖 点了点头环视众人一眼 最后看向敖阵道 黄龙和我说了事情 也给我看了天玄洲那边传来的影像 嗯 怎么说呢 这件事情 的确有怪异之处 我现在只能给出一个答案 那就是 此人并不是龙子之一 啊 众人顿时大吃一惊 不可能 除了祖龙龙子 还有谁能伸具这么浓郁的祖龙血脉 那人似乎还是个人族 就算是个绊妖 那也更加不可能有这么浓郁的祖龙血脉 敖阵沉吟道 此事的确奇怪 黄龙你 再将那幅影像播放一遍 我等现在人多 再看看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奇特之处 好 那孩童点了点头 一边挥手释放影像 一边说道 在我的监察当中 除了那个人类男子之外 他身边还有四位妖族女子存在 其中有一人是白龙一族 也许 这个人类身上的祖龙血脉 和他有关也不一定 听到孩童的话 顿时有一个头顶白色龙脚的青年男子 皱眉道 白龙族 白龙族 怎么会和祖龙血脉有关系 就算是仙界的白龙皇 其祖龙血脉都稀薄无比 何况是凡间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自己看吧 影像出现 正是周扬与云霞宗一战的画面 众人一边看着 一边讨论 这个人族的战力 的确不错 对 那今天一剑 应该是神通吧 这等未能的神通 好可怕 仙界都没几个这种等级的神通 听着众人话语 敖阵忽然神色一动道 神通 第248章 云霞宗主郭远山 仙人复苏 等等 神通 你们是否记得 有几种仙药 可以觉醒龙族神通 不管是九龙元星果 还是龙元雪莲 或者是盘龙圣金草 都可以让人族 拥有化神真龙的神通 敖阵忽然开口说道 会不会是这个人家施展的 就是神通 神通 众人众媒 可是 他的 神通不是那把精细大剑吗 怎么还会第二个神通 怎么不会 人族有位先帝 还会好几种神通呢 另一个 龙族反驳道 我看这个人族化身为龙的手段 就是来自神通 否则的话 我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来 他一个人类 为何会拥有祖龙血脉 还是九大龙子级别的血脉浓度 说到这个 区区化龙神通 能让人拥有祖龙血脉 又有一个龙族不差道 我等真龙后裔都没那么高血脉浓度呢 他一个人族 凭什么 不怪他们不差 作为祖龙后裔 他们的龙族血脉 一代代流传下来 血脉浓度早就变淡了 这里说的是 来自于祖龙的血脉浓度 他们依然还是真龙 只不过那种独属于祖龙的大地血脉变淡了 黄龙宝剑监查到的 就是 来自祖龙的大地血脉 的确奇怪得很 老头子俯着胡须 一副思索的模样 随后道 不如 我等一同前往天旋洲一看究竟 如何 也好 亲自前往一探究竟 也能解开我等心中疑惑 我倒要看看 一个人族 为何会拥有如此高的祖龙血脉的 简直奇葩 走 一同前往 一众妖庭高层 随后便起身离开了妖庭宫殿 通过传送阵 直接传送到了距离天旋洲最近的大洲 然后快速地朝着天旋洲而去 而此刻的天旋洲 周扬六人 正位于云霞宗山门外 遭遇了云霞宗众人的拦截 此刻的云霞宗上下 局势非常紧张 虚灵长老 带着一些残存下来的杜杰七修士 利用炫光镜 传送回了山门之后 当即就把遭遇到的情况 跟山门内留守的众长老述说了一遍 众长老一听 顿时就惊骇不已 他们万万没想到 区区一个周家 小小的修仙家族 竟然如此强悍 自己宗门这么强大的队伍前往 竟然落得个大败而归 若不是虚灵长老手中的黄吉掀气威能足够 说不定 就和另外两位长老一样 交代在周家了 大长老虚战 当即便让虚灵赶紧恢复身体和法力 然后就带着其他几位长老 赶紧前往郭远山闭关之地 准备强行唤醒掌门 毕竟都这个时候了 还闭关个屁啊 听虚灵的话 那位周家主 显然是不打算善罢甘休 刚才他就神念探查了一番 果然发现 周阳带着五个周家人 在赶来的路上了 这都到了云霞宗生死关头了 只能唤醒掌门来收拾残局 他肯定是没办法解决了 于是乎 给正在闭关冲击霸体大城境界的郭远山 传去了紧急唤醒的密令之后 不大一会得到了郭远山的回应之后 他才彻底放下了心来 你带人先去山门之外应对 我这就出关 郭远山平静的声音 让虚战等人急躁的心平静了下来 随后看了一只手 在掌门闭关处之外的虚警一眼后 才带着其他长老离去了 没过一会功夫 郭远山推开密室大门 从闭关之地走了出来 这是一位满脸 沧桑 眼眸深邃的青年男子 作为云霞宗掌门 他的实力 那是毋庸置疑的 绝对是宗门顶尖 境界上 肯定没有哪些沉睡中的 仙人境界师祖们强 不过郭远山掌握着 宗门最强的皇级仙气 即便是沉睡仙人 都要给他几分薄面 怎么说 也是地心云霞宗掌门 中看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可并不想尽时间紧急 山门外周扬一行 都快杀过来了 虚战哪里能慢慢诉说啊 是 师兄 虚景点了点头后 跟在郭远山身旁 一边朝着掌门大殿飞去 一边将虚臣 以及莫寒在方氏和周家店铺 起冲突 得经过详细讲述了一遍 一直讲到 两人被周家高层 击败返回宗门 宗门重长老 不愤开会后决定 对周家在天玄州的店铺 进行封杀 结果却引来了周家强烈的反击 周家无尽财富 和高耀灵灵果灵药 再次引起长老们觊觎 于是便已 投票形势决定了对周家下手 派遣虚臣虚注 和虚灵三位长老带队 一共百来为云霞宗高端站立 前往周家驻地 指导黄龙 覆灭周家 以获取周家的财富 结果 就是现在遇到的样子 云霞宗 行动失败了 至于虚灵长老 带着那么几位杜截修士返回 其他修士全美了 郭远山听完 眼皮子直跳 嘴角不停抖动 他那满是沧桑的眼眸中 不禁浮起一抹怒意 他不是怒周家下手狠辣 开玩笑 云霞宗都打过去了 并且是打算直接覆灭周家 还不允许人家反抗了不成 他当然 也不是怒自家长老们 下手狠辣 云霞宗传承至今 手底下覆灭的小宗门 和修仙家族不知反击 宗门又不是善男性女 怎么可能那么迂腐 他怒的是 众长老们没眼色 连这个周家什么情况 都没打探清楚 就贸然袭击 结果也看到了 云霞宗因为此次事件 可以说是伤筋动骨 损失的大量度劫期 和炼虚期修士 还有两件珍贵的仙器 简直是让人吐血 这个周家 如此强大 郭远山眼睛微微眯起 的确不凡 虚景沉生正色道 原本我也以为 虚柱等人出手 应当没什么意外的 虽然我之前在会议 上投了反对票 但也是因为 虚臣当初遭遇的 那个周家高层 遭受裂风期攻击时 出现的神秘护盾 应当是一件了不得的仙器 可再如何强大的仙器 只要不是地器 有虚灵长老手中 黄极仙器在 也应当没有问题的 结果 哎 这周家 有些奇怪 郭远山沉吟了半赏 坐在掌门大殿 守卫上的他想了想 直接一点头顶 他的头顶上 有着一顶如朽木雕琢的木棺 却是云霞宗 最强大的黄极仙器 也是宗门最大抵运之一的云霞关 乃是创立云霞宗的那位祖师爷 亲手炼制的顶级黄极仙器 祖师爷 现在还在 仙界当中 却把这件仙器 留在云霞宗作为抵运 以保证云霞宗 能够传承亿万年 云霞关在郭远山法力驱动之下 直接勾连到了云霞宗两座秘境 是的 这云霞关 还是宗门两大秘境的开启钥匙 没这冠冕在手 别说外人了 即便是云霞宗之人 都无法开启秘境 这两大秘境中 沉睡着不少宗门曾经的前辈仙人 其中有八位来自仙界 剩余是十三位 均是主动留下来 沉睡秘境 以作为宗门抵运存在的仙人 境界相比来自仙界的八位仙辈 则是要差了一大截 至于其他沉睡的修士 则是这数万年来 无法飞升仙界的宗门长辈 这些长辈的境界 只有渡劫大圆满 又担心受缘耗尽 主动进入的沉眠状态 这一批长辈的数量 则要多了不少 毕竟没能飞升仙界 没经历过仙界之门的 浩劫与洗礼 存活了不少 总数达到了三十多个 掌门 您 您在唤醒沉睡的宗门仙人 一旁的虚景剑词 顿时大吃一惊 连忙询问 是的 这周家有问题 我不得不如此做 否则的话 云霞宗此番 可能真要遭遇危机 不是郭远山不自信 他的实力 比之虚柱等人要强不少 但和虚灵比 也强不了太多 两人都掌控皇级仙气 也就是自身拥有霸体 身躯要比虚灵强一些 可对方那周家家主 连虚灵都能暴走 以炫光镜的强大 还差点没能回来 不唤醒仙人的话 他还真怕宗门 在自己手上出事 虚景犹豫着道 可 可是唤醒宗门仙人是大 仙人们在凡间有规则限制 一旦清醒之后 寿元将会成倍数的消耗 放心 我只是唤醒了一位仙人而言 郭远山平静道 唤醒一位来自仙界的师叔祖 以他玄仙后期的修为 在凡间 足以无敌 闻言 虚景顿时放松了下来 只一位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 有玄仙进师叔祖出手 配合皇级仙气 别说天玄周了 就算是整个地心 只要其他宗门的 仙人不复苏 地气不出手 那就是无敌的存在 玄仙家皇级仙气 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哄 就在这时 山门之外忽然传来一声轰鸣 将两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神念一扫 两人顿时脸色大变 这 这周家之人 果然可怕 第249章 虚战的试探 云霞宗山门外 周扬六人悬浮半空 傲然与对面一队修饰对峙 对方不是别人 正是虚战等云霞宗长老 郭远山病他带人出来拦截 他不敢不来啊 而且 在虚战的内心中 对于周家竟有能耐击 云霞宗的袭击 是十分惊诧的 这周家到底有多大能力 此刻他身后有掌门站着撑腰 正好来见识一下 这个周家主到底是何方神圣 阁下就是周家的家主 周扬 虚战沉声正色地开口 对于眼前这位看上去 就非常年轻的少年人 他没敢拿架子 必须要郑重对待 同时试探一下对方的能力 不错 你是哪位 周扬背负着双手 脸色平静地看着对方 老夫云霞宗 刑罚长老虚战 虚战傲然说着 随后目光扫视了一下周扬 身后站着的五位女修士 心下不由痴然一笑 这个周家主来找云霞宗麻烦 竟然还带着五个女修来 不过这五个女修 实力的确不差就是了 从法力波动上就能看出 修为魂厚 境界稳固 不过吗 虚战内心已经将周扬 打上了好色之图的标签 如此天骄人物 却贪恋美色 未来必不会有太大成就 周扬这边 他身侧的周韵以及清理 银灵等女也感受到了 虚战隐隐不屑的目光 秀眉微皱 不过也没说话 此刻与对方说话的人是周扬 在外时 不管是清理等人 还是周韵 都是非常给周扬面子的 不会贸然插眼 周扬淡然地 看向虚战道 虚战长老 对于云霞宗此番 对我周家的袭击 不知道是贵宗掌门的决定 还是那三位长老四人的决断 哦 虚战一手抚须 一手背在身后 朝着身后的几位长老 示意了一番 开口说道 是宗门决断当如何 是三人自己决断 又当如何 很简单 周扬正色道 若是归宗掌门决断 那就相当于云霞宗 与我周家不死不休 我周扬立刻掉头离开就是了 我等六人自然是无法拿云霞宗 扇门如何的 日后嘛 自然是你我 两家彻底敌对 虚战几人文言 不由眼皮子一跳 这家伙 哪里来的自信啊 我云霞宗传承数百万年 还能别你一个小小的修仙家族 吓到不成 几人眼底怒意生疼 周扬 继续道 若是那几位长老私自决断 那么 此番云霞宗必须给我周家一个交代 否则的话 不用说完 否则的话 肯定依然是不死不休的敌对关系了 周扬的这番话 听得虚战几人当真恼火 不过却又没办法 人家就是明摆着上门讨说法的 两个选择 自己选 或者说 虚战内心也明白 眼前这个周扬也看出来 虚灵三位长老的行动 肯定是云霞宗全宗受益的 否则的话 那三人如何能调动上百名宗门高阶修士 对方这番话 只是在给云霞宗一个台阶下 云霞宗如何选择 选择全都在自己手上 是选择继续和周家为敌 还是认亏 道意上 云霞宗就不占任何法理 如果选择为敌 基本上不会得到任何其他宗门的支持 接下来的争斗 将会是两方势力自己的事情 周家也不傻 知道云霞宗在天玄周经营数百万年 利益和人脉关系一大堆 如此逼迫下来 就是在切断云霞宗的外援 如果还有宗门势力 在不战道义的情况下 选择支援云霞宗 那周扬也不拒就是了 他这话 只是在尽力地切断对方其他手段 并不是就怕了对方 大不了就死守家族驻地就是了 在回答你这句话之前 老夫有个问题 不知道周家主能否为老夫解惑 虚战思索了一番后 忽然展颜一笑 嘴角的胡子都翘了起来 什么问题 周扬眼睛一眯 看向虚战的同时 心神也是一动 神念不自觉地收缩了一下 就在刚才 他一直覆盖方圆数千里地的神念 忽然感觉到 一股可怕的气势 在某个神秘的亚空间内复苏了 对方的神念浩瀚无比 如同海洋星辰般 无尽而又浑厚 仙人复苏 这家伙在拖延世界 也无所谓 自己也不可能真攻进云霞宗的山门 对方想要复苏仙人 自己也无法阻挡 不过 以为仙人复苏 就有了底气对付我了吗 还是觉得 我没了天青一击 就没其他手段对付仙人了 不是吹牛 自己六人就站在这里 让你仙人出手 你仙人累死 都打不破护盾信不信 呵呵呵 也不是其他问题 虚战虚伪地笑着道 在来此之前 老夫已经唤醒了闭关中的掌门师兄 想来此番师兄已经复苏了宗门仙人 在仙人和掌门师兄到来之前 老夫实在是好奇 周家主那奇怪的护盾 到底是什么 等级仙气的能力呢 对方不是傻子啊 周扬感叹一句 这家伙显然知道 震魂珠才是自己 底气十足的原因之所在 这是 在打探震魂珠的仙气等级了 这个问题 我拒绝回答 周扬声音变冷道 我需要你立刻给我答复 拒绝了回答对方 却要求对方立刻给出交代 周扬言语 非常霸道 周家主莫急 要不这样 老夫出手一击 试试你那护盾的防御到底如何 支 一击 然后保证给你答复 如何 虚战笑着说道 他依然不放弃试探 周扬沉默了一会 随后抬头看向对方 好吧 你出手吧 既然对方想要找不自在 那就成全对方吧 想来 不仅是眼前这位虚战了 等会要出现的云霞宗掌门 和那位苏醒的仙人 肯定还要试探一番 否则的话 那么大一个宗门 如何会给自己周家赔偿 周扬心中早就已经有了应对 好 周家主大气 请接招 虚战说着 突然就出手了 甚至都没给周扬任何准备的时间 他 就是要打对方一个猝不及防 哼 一道轰鸣声之后 虚战这强悍一击打在了周扬身上的护盾之上 他甚至将护盾扩散至身后舞女身上 防止战斗余波 让几女狼狈 虚战这一击打在护盾上都没有一丝连衣 不痛不仰似的 彻底破灭了对方试探的心 虚战眉头 大咒 这护盾的确可怕 自己如此强力的攻击都没能打破 难怪 难怪三位长老会无功而返 之前听虚灵说 就连炫光静都拿这护盾没办法的时候 他还有些不信呢 现在是真的信了 心中一声叹息 这事啊 自己是没办法了 还是等掌门和宗门仙人来处理吧 周家主这护盾果然强大 老夫梦浪了 虚战客气地说道 不过周家主想要的交代 就让本宗掌门来给你答复吧 话音落下 还没 等周阳说话 云霞宗山门处 一道顿光就射了过来 第二百五十章 仙人的威亚 不过如此 周小友 老夫铁为云霞宗掌门 郭远山 郭远山的声音从顿光中传来 随后 顿光消散 两道身影浮现在众人眼前 周阳六人目光转移过去 看了郭远山一眼之后 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就放在了其身旁的 那道身影之上 这是一个浑身散发着仙灵之气的强悍仙人 容貌清秀 一身如周阳 类似的白色长袍 是一个青年模样 面部表情倒是没有 太大恶意 反而带着一丝温和的微笑 见到周阳看过来 青年仙人也是朝着周阳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老夫云雅子 家师乃云霞宗主的四弟子 周阳思绪一动 云霞宗主 这里说的应该是云霞宗的开宗宗主 也就是说 眼前这位仙人乃是云霞仙人的徒孙 也不怎么样吗 修为境界看上去也才悬仙而已 仙人等级 周阳是了解的 普通仙人称之为天仙 其上为悬仙 再其上为金仙 然后才是大罗金仙和仙帝 仙人五个等级 眼前此人才第二阶 周阳全力爆发的战力 和对方差不多 不过也对 云霞宗区区地心二流宗门而已 估计并没有金仙下界沉睡吧 或者说 仙界的云霞宗仙人修为 普遍并不太高 周阳开口说道 我名周阳 周家家主 周家主 事情经过 我也听宗门长老说了 那郭远山沉映着说道 这件事的确 是我云霞宗不对在先 不过老夫刚从闭关之地被唤醒 对于宗门事务管理不当 才造成了眼前的局面 还望周阳小友 能与我宗门坐下来 好生商议才行 周阳眼睛一眯 目光扫了一下云芽子 这位悬仙并没有露出意外之色 似乎已经和郭远山商议好了 如何应对一般 说实话 一个悬仙虽然周阳看不上眼 但是在凡间来说 都是碾压式的无敌战力了 对方竟然好似不打算和自己为敌 还是说 对方有什么谋划不成 哦 周阳说道 那么 贵宗门是打算选择西式宁人了 若如此的话倒也不错 毕竟我周家也不是好战之辈 此番 来贵宗讨要说法 也是不得以为之 毕竟 谁被上百高阶 修为打上门去都不舒服 若不是我周家还有些手段 只怕现在已经覆灭了 周阳先是感叹了一番 随后紧接着就说道 既然云霞宗打算西式宁人 那么 就让我们来谈谈赔偿事宜吧 听到这话 周阳这边还没什么反应 对面云霞宗几人 却神色难看了起来 那几个长老明显就有了怒意 郭远山也缓缓收起了脸上笑意 那悬仙云芽子 原本温和的脸色 也慢慢平静了下来 郭远山冷静地问道 须知 此番我云霞宗也是损失颇大 上百位宗门顶尖修仙 都折在了你周家 本掌门希望周小友 好好思索一下才好 毕竟 你周家可没有任何损失啊 一听这话 周阳就明白了 想要赔偿 估计不会那么简单 也清楚了对方的想法 很简单 西式宁人 云霞宗损失那么大 但是不占理 周家虽然占理 但是没什么损失 讨要说法的话 最多给你一个明面上的歉意 还想着索要赔偿 绝无可能 这应该就是云霞宗的意思了 难怪 郭远山刚才 还一脸温和的样子呢 估计是看在自己 那神秘护盾的面子上 否则的话 自己周家明面上 没有任何仙人坐镇 只有凡间的最高境界度节期而已 郭远山直接苏醒一位仙人 来压阵 也是打得好算盘 你周家好好看看 好好想想 一方有仙人坐镇 还有仙界大量 飞升仙人的长辈撑腰 你想清楚了再说话 周阳身后 周远和清理等女对视了一眼 也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不差之意 对方明显是想要赖掉赔偿了 阳帝 周远低声提醒了周阳一声 旁边的清理和迎林 嘴唇动了动 最终也没有说话 这是周家 事务 他们不应该插手 此番只是来为周阳撑腰的 呵呵 怎么 听郭掌门的意思 是不想赔偿了 周阳在半空中踏前一步 身上气势陡然薄发汹涌了起来 一个区区度节期 大圆满的修士 在面对一众肚节期 大圆满的云霞宗长老 以及一位复苏的玄仙境仙人 竟然丝毫不拘不说 还想先手用气势逼迫 开什么玩笑 云霞宗众人 仿佛看到了什么怪异的笑话一般 这小子 莫不是疯了吧 周家主 你是想对老夫出手不撑 那云雅子 眼神奇异地看向周阳 是他沉睡太久了吗 这地心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怪胎 区区一个修仙家族的家主 一个肚节期大圆满 竟然敢对自己主动出手 别说依仗仙气 云霞宗也是有仙气的 但是境界差距 你如何弥补 你若面对同境界的修士也就算了 自己可是悬仙 仙力涌动之下 驱动仙气的威能 可不是零食能比 甚至比消耗仙食 更加容易发挥出强大威能 你凭什么呀 这简直就大逆不道 云雅子心中有了些怒气 他这心中怒气一声 顿时外界就有了反应 仙人一怒 天地变色 整个云霞宗方圆万里的范围内 整个天空都忽然变了模样 天空中风云席卷 雷霆霹雳闪烁 仿佛老天都在发怒一般 而直面仙人之怒的周扬 也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压迫力 这就是悬仙境界的仙人的天然威压 这是仙人之威 浑身嘎吱嘎吱作响 仿佛整个天地 都在朝着自己镇压而来一般 这就是悬仙的威压 高过杜杰期 两个大境界的压制力吗 周扬悠然地承受着对方的威压 浑身虽然在嘎吱作响 但其面上却丝毫未变 神色淡然自若 甚至还抬手感受了一番 随后抬头看向了云雅子 说道 不过如此 哼 放肆 云雅子眼中有雷霆闪动 显然被周扬这魂不在意的做派给激怒了 当即就打算给他一个苦头吃吃 却不知道 周扬已经在心底对比了 一下悬仙和魔僵之间的力量 在来地心之前 周扬就遭遇过 悬仙一级敌人的战斗了 聚运三人身为魔玉魔僵 力量不低 却被自己一口龙锡喷死了 这其中有对方被封印万年的原因在内 但同时也说明了 自己画龙之下 境界和战力都已经抵达了悬仙境界了 那自己还怕割屁的云雅子啊 行 你有云霞宗皇级仙气支撑 可我还有更加强大的敌气在手呢 怕你什么 周扬当即就准备展开龙驱和对方打 一场了 这一场战斗不打 估计对方不会屈服 更别替赔偿了 而云雅子也是 伸手一引 将郭远山 头顶的云霞关 取了过来 皇级仙气在手 云雅子也是信心十足 既然眼前小辈不知好歹 那就好好教训一番 甚至干掉对方 区区一个修仙家族 竟然也胆敢来欺辱到云霞宗头上了 给了你活下去的机会 你周家不知道珍惜 那可就别怪老夫狠狠镇压你了 眼看双方就要打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高空中 忽然传来一阵空间波动 随后一大批浑身威压 更加强大的人出现了 其中一道身影 更是让在场所有人都惊骇不已 那是地境的强悍气息 地心无大地 唯有地气 那么很显然了 眼前的这一位 是地气之灵 第251章 妖庭来人 确认祖龙血脉 多住手 一声断喝 刚要准备大战的两方 顿时停下了手来 看到来者一群人 周扬眼睛微眯 这群人不简单 而不同于周扬剑士手 对面的郭远山等人 则认出了 眼前盗来众人的身份 妖庭 熬阵庭主 您怎么来我云霞宗了 郭远山不敢怠慢 连忙问候道 云霞宗郭远山 见过诸位妖庭道友 些许事情耽搁 无法远迎 还请见谅 而他的身侧 众长老见词 也是心中一惊 连忙行礼 只有那位云雅子 惊叉地看向那位老者 恭敬地行礼道 云雅子见过龙顶大人 对于云雅子来说 妖庭众人 修为不如他 即便地位高 宗门强大 他也有资格不行礼 但是龙顶不同 人家可是地气 适合仙界大帝 一个等级的大能存在 别说是他了 就算是祖师云霞真人在此 也得恭敬行礼 龙顶 龙顶大人 妖庭的龙顶大人 岂不就是 云霞宗众人 再次一惊 随后更加恭敬地行礼 就连郭远山 也是如此 见过龙顶大人 那妖庭众人当中 如众星捧月般的老人见此 摆了摆手说道 不用多礼 谢龙顶大人 众人这才纷纷起身 看向妖庭众人 此刻才在心中疑惑 不知妖庭众人 为何忽然来此 可是又不太敢 直接询问 周阳六人 此刻也紧张了起来 或者说 巫女有些紧张 龙顶 妖庭 三大志强 宗门之一的妖庭来此 地气龙顶 还亲自过来了 这要是真打起来 估计周家这一行人 都得交待在这里了 周阳心跳剧烈 他也不清楚 为何妖庭众人 突然来了这里 仔细想了想 却忽然心中一动 难道 果然 下一刻敖阵一开口 就证明了周阳的猜测 敖阵转头 看向了周阳 露出了温和的笑意道 这位就是天玄周周家 的家主 周阳小友了吧 晚辈周阳 见过敖阵前辈 见过龙顶前辈 周阳抱拳行礼 随后道 不知道前辈有何指教 只教谈不上 我等过来 是有一事 想要询问周阳小友 还请小友 能够为我等解惑 敖阵笑着说道 其身后一群人 都在看向周阳 目光中有激动也有 犹疑之色 就这样一个标准的人类 真的有祖龙血脉 即便是服用了 绝世先要觉醒的神通 未免也太过不可思议了吧 还请前辈试下 周阳说道 之前 我妖庭的黄极仙气 黄龙宝剑 在监察天下时 忽然探测到了天玄周 有祖龙血脉现实 我等一看之下才发现 原来 是周小友生化神龙 黄龙宝剑政 是从小友 身上感知到了 祖龙血脉的气息 熬阵目光灼灼地 看着周阳道 祖龙血脉 向来只有仙界的 九位龙子才拥有 再往下算 祖龙血脉 已经细薄到无法觉醒 而小友 身上的祖龙血脉 显然是觉醒后的祖龙血脉 所以我等前来 就是为了弄清楚这件事 还希望周阳小友 能够如实相告 为何会拥有我龙族的祖龙血脉 听到这话 周阳本身还没什么反应 对面 云霞宗众人 却是倒吸一口凉气 祖龙血脉 原来这个周阳化身神龙之后 竟然觉醒了祖龙血脉 这 这要是真算起来 可以说是 妖庭的轻爹了 毕竟祖龙血脉 也只有祖龙本身 已经那九子能拥有了 龙之九子 现在没剩几个活着了 祖龙更是早就没了 如此则更嫌此血脉珍贵 郭远山顿感不妙 妖庭插手之下 想来今天这周阳是为难不住了 他对方提出了赔偿 估计自己宗门 只能捏着鼻子认下了 总不可能为了这件事 和妖庭交恶吧 身旁的云雅子剑慈 也暗自朝着郭远山摇了摇头 眼神晦暗地示意了一下 郭远山也是暗自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此事 晚辈也无法解释太多 不如这样 晚辈化身神龙后 还请各位妖庭前辈自行查看 周阳倒是平静 吃爵士先要得到的神通 又没通过什么奇葩办法 弄死神龙获得的血脉 祖龙血脉 要是能这么简单获得 早就不值钱了 好 好啊 还请小友赶紧先出龙区 让我等仔细查看一下 敖阵哈哈一笑道 身旁的妖庭众人 也都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黄龙宝剑那天真的双眼中 也满是好奇 就连龙顶老人的眼中 也是闪过些许感兴趣的光彩 作为龙相大帝的仙器 他是见过那几位龙子的 但却没见过祖龙 龙相大帝承到的时候 祖龙已经没了 但是祖龙血脉的威能 他是见识过的 那九位龙子 可都是半步大帝的实力 眼前此人若真有祖龙血脉 未来前景不可限量 只要不死 至少也是半步大帝的境界 在等着他 若是机缘足够 甚至有机会成帝 如果将对方拉拢到妖族阵营 说不定妖族将诞生第二位大帝 也说不定了 好 周阳点了点头之后 神通开启 身形陡然膨胀伸展了开来 转瞬间就化为了一条 身形庞大的紫金色 巨大神龙 营 一声龙银 响彻天际 震撼众人 妖庭众人多数有神龙血脉 听到这一声龙银 顿时就感受到了 无尽的龙威袭来 一股高高在上 高贵无比的血脉气息 席卷而来 让众人不自禁 有股膜败之感 就是祖龙血脉 我的感知没有出错 黄龙宝剑清脆的铜音响起 龙顶老人 也俯着胡须点头确认道 不错 老夫曾经见过几位龙子 这股气息不会错的 就是货真价实的祖龙血脉 敖镇等人 也惊喜地看着眼前半空中 生腾的庞大神龙 惊喜道 果然 果然是祖龙血脉 龙顶大人和黄龙宝剑双双确认 老夫也能从自身血脉中感受到 这股龙族始祖的气息 绝对没错了 这 就是祖龙血脉 我这可是吃了药灵顶天的龙渊雪莲 觉醒的神通 正儿八经的祖龙之躯 肯定没错呀 不过 这些妖婷的家伙 确认了自己的祖龙血脉之后 不会有什么坏主意吧 把自己扒皮抽筋 抽取血脉 周扬心中还是有些忐忑的 虽然有阵魂珠在身 可对方也有地气龙顶在 眼下自己可没资格和人家 一个拥有地气的志强宗门 对着来 周扬小友 你 这祖龙血脉 是从何而来啊 虽然心中有所猜测 但是敖阵还是问了出来 周扬闻言 身形一动 云气升腾中 身形变回了人形 缓缓开口道 晚辈曾经机缘巧合 在一处龙墓中 获得了一株龙渊雪莲 吃了这株龙渊雪莲之后 便觉醒了化龙神通 第252章 妖婷拉拢 巨大背景 夏蒙云霞宗 龙渊雪莲 原来如此 不过 到底是何等要灵的龙渊雪莲 竟然能觉醒出祖龙血脉 敖阵有些震撼 脑子不停转动 什么样等级的龙渊雪莲 才能觉醒祖龙血脉 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 不仅是它 妖婷其他人 也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这完全不合常理 那第七龙顶 则是皱了皱眉头 没有说话 而一旁的黄龙宝剑 则开口了 龙渊雪莲可以觉醒出化龙神通 这没问题 但是绝无可能觉醒出祖龙血脉 祖龙血脉 只能遗传给亲子 为九位龙子才有 连龙孙都觉醒不了 只是拥有西伯祖龙血脉 而无法像 这位周扬一般 化龙之后的龙区 竟是祖龙之区 未来一旦正到成帝 那必然就是一尊祖龙 听罢这话 妖婷众人也有些迷糊 云霞宗众人虽然也不解 但是知道今天这事 算是和他们没关系了 郭远山和云雅子对视一眼 随后暗自神念通话 这周扬觉醒的化龙神通 画的竟然是祖龙之区 实在难以想象 郭远山道 此事不可为 我云霞宗还是不要再谈谎了 云雅子沉声道 这周扬拥有祖龙之区 此番妖婷来人 还有地气轻质 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妖婷斩断他这个 窃取祖龙血脉的人族 要么妖婷接纳 拉拢他进妖族阵营 不太可能有其他选择 如此的话 这周扬和我云霞宗的争断 还真算不上什么大事了 郭远山点头 随后两人静待事情发展 我也不知为何如此 周扬说道 他当然不可能实话实说 只能打马虎眼 想要敷衍过去 妖婷众人议论半天 也没想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敖阵最后看向了龙顶 这是龙象大地的地气 见多识广 龙顶老人思索着开口道 周扬小友 你摘得龙云雪莲的那处龙墓 那龙骨是何模样 就是普通龙骨模样 从龙威气势上看 不过寻常真龙之师而已 周扬回答道 那就奇怪了 龙顶摇头道 若是祖龙之师的话 还是有几分可能的 祖龙之师育育出的龙云雪莲 要领久一些 觉醒出祖龙血脉 还情有可原 但从你的言语中 那既然是普通龙师 就不可能育育出 能觉醒祖龙血脉的龙云雪莲 除此之外 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性了 龙顶抬头看向周扬 目光有些深邃 乃是祖龙陛下的真灵转世 在龙云雪莲的影响之下 正好唤醒了真灵 激发了祖龙血脉 如此才能解释得通 祖 祖龙真灵转世 妖亭众人吓了一大跳 那可是祖龙啊 是龙族的起源 妖族的曾经的两位大帝之一 现在的龙象大帝 在那两位面前 也只是后生晚辈而已 只是有可能 不能确定 龙顶说着道 不过 既然我等已经确定 你的化龙之身为祖龙之躯 深究也没意义了 那么 周扬小友 你是否愿意加入我妖亭 这 周扬有些犹豫不决 他当然不愿意加入什么妖亭 好好一个人族 却加入一个妖族势力 即便对方是地心三大至强宗门之一 他也不想加入啊 敖振开口道 周扬小友 你拥有祖龙血脉 这是不可割裂的事实 而祖龙可是我龙族起源始祖 你的未来 只有在我龙族 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 此等重要的血脉 我妖亭也不愿意 就这般流落在外 周扬沉默不语 妖亭众人都在看着他 等待他的答复 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出现 妖亭诸位 就是这么逼迫别人的吗 一道壮硕中年男子的身影 出现在场中 不是别人 正是地气裂空刀 裂空 你来这里做什么 龙顶皱眉看向对方 语气有些不乐意 我来做什么 裂空刀反问道 周扬乃是人族修士 你妖亭声势浩大的来此抢人 人家不愿意 加入妖亭 却又言语逼迫 我还想问你们 来这里做什么呢 原来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听到裂空刀的话语 妖亭众人顿时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龙顶贺道 周扬身具祖龙血脉 理应回归我妖亭 让他加入妖亭 有何不可 周扬的祖龙血脉 只是来自于神通 裂空刀淡然道 这并不是他原本就具有的血脉 他是纯正的人族血脉 龙顶闻言不由哑然 事实的确如此 不管如何 他所想的真灵转世之说 也只是猜测 完全无法证明 黄龙宝剑也无法探查真灵的秘密 龙顶虽然是地气 但其主要能力是炼化和镇压 探查能力还没黄龙宝建墙呢 同时裂空刀到来 这可是地心 或者是仙界第一大杀器 是所有目前已知的地气中 攻击能力最强大的地气 真要闹起来 自己可不是对手 但 眼前这个拥有祖龙血脉的人族 就这么放弃了吗 龙顶陷入了两难之境 熬阵等妖亭众人也一样 裂空刀再次开口道 我知道 你们在想什么 不过周扬我裂空刀保定了 不过你们也不用失望 裂空刀转头看向了周扬道 周扬小友 你日后若是真以祖龙之躯正道成地 成了祖龙血脉的因果 必然也是需要庇护妖族和龙族的 但若是以其他方式正道 便不需要在意这份因果 我明白了 周扬点了点头 内心也在无语 没想到自己觉醒祖龙之躯 竟然冒出这么一个因果来 他自己清楚 自己的祖龙血脉 来得跟祖龙以及龙族 没有一点关系 是系统强化增幅的龙渊血帘 硬生生顶上来的 可以说 他和历史书的祖龙是同级 属于另外一个祖龙 而并不是那头祖龙留下的血脉 自己这是背锅了 可却无法解释得清楚 裂空刀的解决方案 龙顶敖阵等人虽然不太乐意 却只能接受 他们不想和裂空刀撕开脸面 而且硬生生抢走周扬的话 未来周扬若真的正道祖龙 肯定也会心中不喜妖婷 不喜龙族和妖族 反而相当于弄巧成桌了 眼前这样的结果 让对方成一份因果人情在手 不管日后 对方是否正道成帝 和龙族的关系都不会差了 这么一看下来 裂空刀的处理方式 还真的是最好的 如此也好 龙顶点了点头 不再说话 周扬和妖婷 在裂空刀的协调下 并没有闹出矛盾 也吸了抢人的念头 我们的事情结束了 那么周扬小友 日后有空的话 随时欢迎你来妖婷做客 敖阵等人和周扬打了个招呼后 便离开了 而裂空刀 也和周扬点了点头 随后 还特意看了云霞宗众人一眼 然后离去 周扬身后的武女此刻心思复杂 特别是迎铃 迎铃作为白龙一族 身份自然早就被妖婷众人看在眼里 不过区区一个杜杰漆白龙而已 还是周扬身边的人 他们也没在意 甚至觉得 有这位龙族后辈陪伴在身侧 还是一件大好事 能拉拢周扬和龙族之间的关系 迎铃之前见识过好几次周扬的画龙之躯 不过也只是感受到 骑龙区威严无尽 只以为是境界压制呢 万万没想到 这竟然是祖龙血脉化作的祖龙之躯 性情高冷的铃铃 此刻也因为龙族血脉的 关系 对周扬越发感兴趣了 其他几个女子 不管是青里还是绿罗 都是一副高兴的样子 周扬果然不凡 现在相当于在地心 有了妖婷和刀宗的庇护了 这人脉关系 刚刚的 眼前这区区云霞宗 算什么东西 于是 当周扬等人 再次将目光转向 云霞宗众人的时候 郭远山露出一丝苦笑 开口道 没想到周扬小友的关系 如此广阔 不仅拥有祖龙血脉 获得了妖婷的看重 还和猎空刀大人关系默逆 有两位地气庇护 是我云霞宗不敬了 不知道周扬小友 有何要求 还请直言 周扬嘴角含笑 莫名其妙 借了一波两大志强宗们的事 完美搞定云霞宗 可以说 只要自己不是提出要覆灭 云霞宗 其他任何要求 对方都要好好考虑 甚至都能答应了 这样一来的话 也就不用再和对方客气了 很简单 但因此番事件 借由云霞宗而起 周扬不客气地说道 所以云霞宗 必须赔偿我周家三件仙器 一百枚仙石 以及一座秘境 周扬话音落下 听到前面的两个赔偿 郭远山和云雅子 脸色还很正常 三件仙器 和一百枚仙石虽然珍贵 但云霞宗还是能拿出来的 能摆平眼前这个背景强大的周扬 也不算什么 可是在听到一座秘境的时候 两人都脸色一变 秘境可是宗门传承的最大底蕴之一 就连仙人沉睡 那都是需要在秘境中沉睡的 否则的话 凡间的宇宙规则 直接就能把仙人境界的修饰给排斥出去 直接让你返回仙界 这是仙界创立之初 就被定下的规则 正常情况下 无人能够违反 除非有特殊仙器 或者是地器这种等级的仙器 才可以完全免疫这等规则 以云霞宗的实力 还真弄不到这等宝物 以郭远山和云雅子为首的云霞宗众人 面色难看的传音商议了半赏 最终还是决定破财免灾 眼前这人招惹不得 至此 此番事件 圆满解决 天玄州的各大势力 特别是十大宗门 也因此对周家不敢小看了 毕竟 这可是背靠刀宗和妖庭的妖孽家族 第253章 天尊塔破界倒计时 经历了如此一场战斗之后 天玄州再次平静了下来 而周家的店铺 再也没有受到任何势力打压了 开玩笑 现在周家背景谁不知道 那周家主 可是背靠两大志强宗门的 听说周家还有一个先灵跟子弟 进了天凤宫 这就相当于三大志强宗门都有关系 这样厉害的修仙家族 谁敢得罪啊 而就在地心上一片平静的时候 仙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仙界 古元大帝在恒久时代创立的一个上界 创立的目的有两个 其一是为了镇压天尊塔 其二 也是因为仙人境界的修饰力量太过强大 发生战斗时 对大宇宙的环境破坏极大 于是创立了仙界后 让仙人境界修饰 只能飞升上界进行修行 减少对大宇宙的破坏 同理 在魔修诞生后 九幽魔帝为了镇压那处宇宙漏洞 无时无刻都在泄露魔器的裂缝 也创立了魔域 天魔与修饰的战争 也被限制在了上界 下界虽然也是有战争 囊括的范围却并不大 经过无数时代的发展 在大宇宙中 便形成了如今的格局 仙魔两界高高在上 以凡间飞升的仙魔修士们为棋子 进行对异 而今 仙魔们虽然依然属于对峙状态 却因为天尊塔的事情 短暂地停止了战火 转而一同商议和联手 想要解决此事 当然 天尊塔事关重大 不管是仙帝们还是魔帝们 都想把这宝贝弄到手 仙界虽然地级强者少魔欲一位 但也有优势 天尊塔在仙界 九幽魔帝 因为要镇压魔器之源 无法到场 于是 八大仙帝和八大魔帝 都聚集在了仙界 镇压天尊塔 天尊塔所在位置 为仙界南海 这里 原本属于南海龙皇的地盘 不过暂时被龙象大帝接管了 南海龙皇也没说什么 龙象大帝是自家人 他接管 总比被魔帝 或者其他仙帝接管好吧 天尊塔 其体型庞大至极 高高处立在南海之上 通体青灰色 为一座九层高塔 高有数万公里 直径达数百公里 别觉得大 实际上这等宝物 都有着自由放大缩小的功能 根据仙魔大帝们的研究 这天尊塔本体真实大小 绝对超过百万公里 也就是说 其现在的体型已经缩小百倍了 这一天 天尊塔忽然一声光明 一圈圈波纹跌宕而出 将整个仙界都震得一阵阵颤动 更别说南海区域了 整个南海 巨浪滔天 天空中 天尊塔四周 一个个尾岸身影浮现出 一共十六道身影 八位仙帝 八位魔帝 诸位 天尊塔的阵风 几乎已经没有了效果 这座塔 从恒久远之前 就一直在从仙界中心位置 朝着仙界南方移动 而现在 终于抵达了南海边缘 也到了仙界边缘 无时无刻都在磨损着仙界的壁垒 就在刚才 仙界壁垒的最后一层 几乎已经被磨灭殆尽了 古元大帝 是一位看上去非常沉稳的老者模样 此刻开口说话 却眉头紧皱 古元道友 这最后一层壁垒 你无法再行家雇了吗 一个身穿彩凤衣裙的貌美女子 看向古元仙帝询问道 仙界是你所创 这天尊塔的确强悍 但是你手中的地气仙环 可是仙界根本之所在 难道集合我们众人 都无法继续阻挡天尊塔了吗 不行 古元叹了口气 仙环之灵给我的信息表明 他已经尽了最后的力 天尊塔破戒之日 就是他地气破灭之时 而仙界也将不复存在了 闻言 众仙帝无不沉默 即便是对手的八位魔帝 也都有些无言 争锋相对了那么多年 仙界却因天尊塔而破灭 几位魔帝对视一眼 眼神都有些复杂 其中一位额前有着 一轮残血红月的妖艺青年魔帝 更是传因其他魔帝道 九幽魔帝镇守的那处魔源缝隙 也是越来越大了 我仿佛看到了 未来魔域泵灭的时刻 也开口道魔域泵灭可能性很大 那魔源之地 不比仙界这天尊塔 威胁小 甚至更加恐怖 不过好在暂时还没什么问题 有九幽大帝镇守 暂时无忧 他的实力可不比裂空大帝差 九幽魔帝的力量 的确不比裂空魔帝差 裂空魔帝之所以是仙界两界最强 有一半功劳在那柄地气裂空刀之上 而九幽魔帝的地气 九幽中则是以镇压智能为主 就在魔帝们窃窃私语的时候 对面 先帝们所在阵营处又有声音传出 无召回龙顶 试着帮助仙环再拖延一段时间 龙相大帝说道 龙相大帝是一个身形肥胖的男子 头生龙脚 说话铿锵有力 拖这点时间又有何用 环宇大帝摇了摇头 还是想办法应对天尊塔脱困后的局面吧 天尊塔脱困后 那局面自然是巨兽苏醒 帝星不存了 一身彩凤一群的天凤女帝探道 我等还是通知帝星的地气 让地心的宗门准备迎接灾难吧 那头沉睡在地心内的巨兽一旦苏醒 整个地心都将不复存在 古元前辈 先还还能坚持多久 最多百年 古元说道 百年 对于大帝们来说 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 但是对于凡间地心来说 可以做好万全准备了 通知下去吧 环宇点头 看向重大帝 文言 天凤 裂空大帝 以及龙相大帝纷纷英式 这三位 在地心有起源宗门 三人的地气 也在地心镇压底蕴 与自身地气直接通话 也省去了亲自下界 或者搭建阵法传音下界的过程 于是 地心的三大地气 纷纷接到了三位大帝的传信 立刻就通知宗门做起了准备 撤离地心 撤往周边的其他行御 对面的魔帝们也在准备 明皇女帝 星红之月 狂暴之主 以及剑魔尊主 纷纷向着地心的地气传信 让地心魔域宗门 做好撤退准备 距离天尊塔破界 降临地心 只有区区百年了 地心亿万年传承 将不复存在 这一颗恒久以来的凡间 最大最古老的星球 将迎来史无前例的大破灭 地心 天玄周 周家驻地 周扬忽然收到了 周雪从天凤宫传来的消息 整个周家 包括他在内 都被眼前的消息 吓了一大跳 第254章 商议应对 家族百年 这 地心只有百年时间就 就没了 夏清兰一脸金色 有些结巴地说道 这 怎么会这样 夏清玄也是一脸诧异 他看向了坐在主座的周扬 开口 问道 周扬 周雪传来的这个消息准确吗 当然准确 这是来自于天凤宫的信息 周扬沉声说道 我记得 我之前从刀宗返回家族的时候 和你们说过一件事 地心的核心处 沉睡着一头星空巨兽 那头巨兽的境界 已经超越了先帝境界 达到了可怕的天尊境 周雪传回的这个消息 就和这头巨兽有关系 原来如此 和那头沉睡的巨兽有关 难道 这头巨兽在百年后 将会苏醒吗 夏清玄沉思道 除此之外 也没有其他可能性了 毕竟地心可是三大先宗 以及四大魔宗的起源之心 能让这七位大帝 以及诸多先帝魔帝都 束手无策的 也就唯有这头巨兽了吧 百年 周家其他人 都神色低沉了起来 周家刚治地心才多久 还没怎么发展呢 眼看着未来依靠周扬 和两大宗门的关系 以及周雪和天凤宫的关系 周家未来可期 结果现在就来了这么一出 简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这根本就是不可抗力啊 那头巨兽 原本已经沉睡了无数年了 而这次之所以会苏醒 还跟仙界那边的状况有关系 周扬知道 现在必须要将所有事情 都和家族众人说清楚了 否则的话 他们说不定还会心有侥幸 仙界的创立有多种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为了镇压这头巨兽的专属宝物 一个名为天尊塔的先天灵宝 威能极大 根据我从刀宗那边获得的消息 这天尊塔镇压多年 现在已经镇压不住了 想来 仙帝们已经计算出了结果 百年之后 天尊塔将正式突破镇压 跨越仙界壁垒 来到地心了 到时候 仙天灵宝降临 必然唤醒这头沉睡的巨兽 地心自然首当其冲 遭受灭顶之灾 周扬正色说道 所以 我们地心上的所有人 包括凡人 各大修仙家族 各大仙魔宗们 全都将遭受到毁灭性打击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准备了 好在 我周家刚来地心没多久 还有着一个连通着 大夏修仙界的空间通道 那么 接下来 家族人员分批返回大夏修仙界吧 这里 只留我以及一些杜劫器 大圆满修士 天尊塔 或许这件宝物 我们没办法弄到手 自然是各大先帝 和魔帝们的竞篮 可是这般危机之下 肯定有其他机缘出事 到时候也可以争一争 就在周扬说话的时候 一道法力化作的飞刀 从外飞来 周扬神色一动 伸手接住了飞刀 飞刀化作一团信息 落入周扬脑海中 这不是别人 正是刀宗猎空刀发来的信息 猎空刀和周扬关系不错 如果说最开始 是看在郑魂珠的面子上 交好周扬的话 那么经历了妖婷仪事后 猎空刀和周扬本人的关系 也算是上升到朋友级别了 这等大事 自然也会通知一声周扬了 信息中 猎空刀将先见目前的情况 和周扬说了一下 让周扬提前做好准备 周扬恍然 这些信息的内容 自然是比周扬传来的信息 要详细多了 具体说明了天尊塔目前的情况 以及仙界在天尊塔 破戒之后 将会因为古原大地的地气崩毁 而遭遇大劫 到时候 仙界将会破碎跌落 各色仙界宝物 以及仙界的仙人 仙界的各种资源和物品 都会随之跌落凡间 最重要的是 猎空刀的信息中说明 仙界破裂的那一刻开始 凡间的飞升禁锢 也将会解开 仙界都没了 也就没了飞升 这一说了 杜截大缘满禁界的修士 直接就可以原地成仙 到时候的景象可以想象了 凡间修仙界 必然是仙人满地走的时代了呀 周扬看到这里 顿时有些皱眉 那么多仙人出现 到时候 凡间的局势必然会大乱 这样的一个仙凡 混居的时代 一些曾经有过飞升仙辈的宗门 自然将会迎来一波爆发 那些没有仙人的宗门 之前拥有再大的势力和地盘 也会被掀翻在地 就如周扬 周扬在大下修仙界 现在是毋庸置疑的最强大势力 但是其他宗门若是有仙人回归 普通仙人悬仙什么的 周扬自然不怕 但是 万一有些金仙 或者大罗金仙 肯定不会甘于平凡的 不过我也不用太过担心 至少有镇魂诸在 不用担心周扬负面 到时候我登仙后 实力也将会迎来一个巨大的提升 再者 以周扬现在 和三大宗门的关系 一般的金仙或者大罗 也会给点面子 不会太过分了 周扬抬头 将裂空刀传来的信息 和众人说了一遍 文言 周运第一个有些开心地说道 如此的话 我周家也不用太过担心了 毕竟还有一百 年时间呢 以我们家族子弟的修行速度 到时候万人登仙 都不是夸张的事情 这话倒是没错 这才几年时间 周家已经有好几个度节期大员满了 剩余的子弟修为也精进神速 百年时间过去 家族繁衍的子弟们 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 那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强大 到时候一波登仙 有周扬打头 扛住高阶仙人的压力 家族子弟 依然可以压制住大厦 修仙界其他修士们的对峙 就在众人商议的时候 妖婷那边也给周扬传来了消息 内容倒是和裂空刀传递的消息差不多 看得出来 妖婷是真心在拉拢周扬了 那么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 各位 人员的安排抓紧时间 百年时间看似久远 实际上对于我等修士来说 转眼即逝 尊家主令 周家众人齐声应下 随后 周扬也去将消息通知 给了清理四女 四个女子和周扬关系密切 自然不会忘记给他们透露一番消息 得到这一消息之后 四女自然也是一番震惊 随后便决定 随同周家之人 返回大厦修仙界 返回他们所在的势力 抓紧时间 应对即将到来的大事 时间过得很快 一天天过去 一年年过去 眼看着就快到了百年之期 而周家这边 大部分人都返回了大后方 在这些年里 周扬和夏清玄姐妹 以及清理银灵绿罗 还有希尔纳四女 关系都确定了下来 百年时间下来 周家也繁衍了好几代 家族人员大幅度增加 总人口数量 达到了恐怖的两万多人 而周扬本人 虽然还担任着家主之位 大多数家族事务 却是由他的长子在执掌 第255章 仙界蹦灭 地心颤动 巨兽苏星 小鱼姐姐快点 我们去找老爹玩 木头 你别拖拖拉拉的 老爹好不容易出关呢 我们要是去晚了 估计他 又得去找几个姨娘了 别催啊 急什么嘛 老爹这次出关 不会再闭关了 放心吧 地心天玄周 周家驻地 一行三个十几岁的孩童 正在结伴行 周围偶尔路过的周家族人 对他们都露出了笑容 三个孩童 两个女孩 一个男孩 看上去都不大的样子 但是容貌外表 却有不少区别 跑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长着一对 胡耳朵的漂亮女孩 怀抱着一只可爱的白胡 一边催促身后的两人快点 身后的那位 男孩名叫周牧 是周扬和夏青兰的孩子 真实年龄 也的确只有十来岁 但是修为 却已经达到了 骇人听闻的化神期 这样的一个修为境界 即便是在地心 也是非常恐怖 堪比三大志强宗门 圣子级别的存在了 除了他之外 胡耳女孩实际年龄 却远不止看上去那么小 她是周扬和绿罗的孩子 因为有妖狐血脉 身体生长得比较慢 她怀中的小狐狸 不是别人 正是年龄远超她 但是辈分却比她 要小两倍的小狐狸 小狐狸是纯妖狐血脉 生长速度更是慢得很 修为当然也不低 小狐狸现在已经是 肚结期修为了 却还是喜欢保持狐狸形态 很少化人 以前喜欢跟着周雪 周平安道路跑 现在这些年来 周雪和周平安 都在天凤宫和古剑宗修行 很少回家族 她便在胡耳女孩 周玲玲出生后 就跟随在她身边互道 而那个跟在周牧身旁 名为小鱼的女孩 名为周白鱼 是周扬和银银的孩子 投生一对可爱的白色龙角 年龄可不低 鱼六十多年前出生 但因为龙族血脉的因素 和周玲玲一样 看上去还如同十来岁的孩童一般 修为却已经达到了 练须大圆满了 距离肚结期 估计只差些许法力的积累 周家族人本就不缺资源 银根资质更是不用多说 个个都是仙灵跟天父傍身 身为周扬的孩子 他们甚至还个个 都拥有灵体圣体在身 一个个都是地心顶尖的 天骄级别天才 小鱼的性子和母亲迎铃相似 清冷闲静 周牧的性格 却和其母亲夏青兰 一点都不像 反而更沉稳寡言 和其大哥很像 三人来到家族大厅 此刻的周家大厅内 已经有不少人在了 都是现在周家的主事人 却不是以前的熟悉面孔 多数是成长起来的新人为主 周风大哥 老爹还没来吗 不是说他今天出关吗 周玲玲跑了进来 娇俏地看向众人当中 最显眼的那一位 俊郎挺拔的青年男子 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周扬和夏青兰的儿子周风 周风一身锦袍 端坐于众人上手 身旁坐着几个 周家青年才俊 其中就有周玉良 周海等人 见到周玲玲三人进来 周风严肃的面孔上 露出了一丝柔和的笑意 开口道 父亲已经出关了 此刻应该正在后院 陪伴母亲他们呢 你们去后院找吧 好嘞 周玲玲答应了一声 就准备拉着周木和周白玉离开 这个时候 周木却开口问道 大哥 百年时间过去 地心是不是要出事了 嗯 的确要出事了 百年时间一会儿过 那件事情也该发生了 这次父亲出关 也是因为这件事 周风沉声说着 看向了周木三人道 你们三人 也该返回大厦修仙界 这个大后方了 族内子弟 也都撤离得差不多了 此后这边 将只有很少的部分人留守 好 我知道了 周木也不多问 他也知道 这样大事发生 自己这样的修为在平日里 可能已经非常强大了 但是在眼前这等巨变之下 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 那是属于 仙人们的恐怖战场 周家子弟 虽然有镇魂珠 这件地器保命 但是自己真实实力不足 上去也只会被当成一个 打不死的活靶子 反而会不断消耗 镇魂珠的临时储备 再说一句不好听的 若是最后 招惹了仙帝强者 或者遭遇天尊敬的 星空巨兽什么的 有镇魂珠都保不住小命 等一下 我和你们一起去后院 在周木三人离开大厅的时候 一个满脸英气的红衣女子 追了上来 鸾姐姐 你不和大哥 他们商议足了吗 周玲玲眨了眨眼睛问道 周鸾 周扬和清理的女儿 是和周峰同一时期出生的 年龄是周扬孩子当中 最大的两位之一了 现在修为 更是达到了杜劫期 大圆满境界 由此修为加持 即便是有妖族青鸾血脉 其成长速度也是很快的 所以看上去 已经是成年女孩模样了 大哥他们商议的结果是 由我带队 将你们和诸位姨娘 护送回大厦修仙剑 不光是我 除了大哥和周玉良周海等人之外 也就周运周学 两位姑姑 还有周平安叔叔 会和父亲留下 其他人都要回去的 周鸾正色说着 带着三个孩子 去了周家后院 后院中 已经出关的周扬 此刻正悠闲地 半躺着坐在一个躺椅上 他身旁 或坐或站着几个女子 不是别人 正是周运 以及夏清玄和夏清兰 还有清理四女 父亲 周玲玲欢呼一声 就朝着周扬扑了过去 你这孩子 一天天总是那么调皮 绿罗看着周玲玲 扑到了周扬怀中 还压得小狐狸直叫唤 于是一边责备地 说了他一顿 然后挥手 将小狐狸抱了过去 嘿嘿 人家不是好久没见到父亲了吗 见到母亲责备自己 周玲玲嬉嬉笑着 父亲 母亲 周白鱼和周木 不像周玲玲一般调皮 正经地朝着周扬 和他们各自的母亲问好 不错 周扬看向了周木 和周白鱼一眼 温和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这些时间 也没耽误修行 我很满意 不敢忘记父亲叮嘱 孩儿自然每日 勤修功课 周木正重道 周扬对几个儿子的修行 非常看重 女儿们修行慢一点 他还不说什么 但是周峰和周木的修行 他却盯得很紧 当然 几个女儿当中 周玲玲不说 周鸾和周白鱼 两人可一点都没忘记修行 父亲虽然对他们 并不像对哥哥弟弟一般严肃 但他们自己 却不会任性 特别是周鸾 身为长女 要给下面的妹妹们当榜样 修炼之上 一点都不放松 周鸾 你今日就准备准备 带着家族子弟 准备返回大后方吧 周峰那边都安排好了吧 周扬看向长女道 都准备好了 周鸾正色点头道 家族子弟 还有弟弟妹妹们 诸位姨娘们的安全 就交给我吧 一定不会让父亲失望了 嗯 你办事我放心 周扬笑着点头 喂喂 周扬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轻力不满地白了周扬一眼 插腰道 好歹我也是杜劫大圆满修为 还能不如我女儿不成 是啊是啊 一旁的绿罗嘀咕道 我现在也是杜劫大圆满呢 就算不如周鸾 总比这傻丫头强吧 说着 视线就落在了周扬怀中的周玲玲身上 周扬无奈 你也真会比 跟玲玲比修为 真有你的 一旁的希尔纳 正抱着怀中一个金发女婴 无嘴发笑 绿罗的实力 的确不弱 但是周扬现在的几个儿女中 她也就比几个小的强 周丰和周鸾的实力 还真就比她强不少 甚至可以说 两个孩子的修为实力 比他们几个长辈 都强很多了 周鸾 曾经和她母亲亲力比试过 不过数十招就击败了亲力 实力尾时强悍无比 主要是因为 她拥有着火灵 圣体加持 加上从小就在天凤功进修过 有周雪带着学了不少 顶尖功法和秘书 实力是不用多说的 周家同辈子弟中 也就周锋 这位大哥压他一头了 周扬起身 拉着周玲玲的小手 心中却已经正重起来 抬头 看向了天空 目光中已经充满了凝重 整个地心的天空 此刻 已经隐隐开裂 无数的空间裂缝 在天空中蔓延 不时发出咔咔声 传遍整个地心 此刻的地心 大部分宗门都已经撤离 大宗门离开的同时 也将各自麾下 统治区域的平民百姓带走 整个地心此刻 不说空无一人 却已经走了 九成九的人口 留下的 都是准备加入这场 浩劫巨变的强悍存在 都是准备 在这场危机中 捞取好处的强者 魔域宗门方面 同样如此 就在周家子弟 撤离地心后的第三天 整个地心的天空 轰然一声巨响 裂开了 一道庞大的物体 轰破了凡间 与仙界的边界壁垒 轰然砸入凡间 朝着地心坠落而来 这个物体不是别的 正是天尊塔 无数道身影 带着红光升上天空 远远地朝着 天尊塔看去 同时 一道剧烈的鼓动声响起 咚咚 咚咚 这是心跳声 来自于地心之下 那无尽的地底深处 此时 还留在地心的 各路强者们都知道 这是星空巨兽的心跳声 果然 在天尊塔降临之后 这头远古时期 就沉睡与此的星空巨兽 苏醒了 与此同时 那天尊塔崩碎的仙界壁垒处 十六道浩瀚身影 降临凡间了 十六位仙帝魔帝降临 为天尊塔而来 也为星空巨兽而来 仙界壁垒破碎 古元仙帝的仙气 创立仙界 不可获取的那件 地气仙环崩碎 仙界坠落 化作亿万碎片 洒落凡间 飞升壁垒不存 无数道登仙气息 在这个时候 从地心各处升起 各大宗门内 沉睡的渡截期 大元满修士 从沉睡中醒来 于仙界破碎时登仙 周家驻地上空 以周扬为首 身后 是已经返回家族的周玉 周雪 周平安 还有他的长子周峰 以及周家年轻一辈的天才 周玉良周海 众人身上 全都仙气缭绕 处于登仙当中 第256章 周扬登仙 极恶魔帝 就在地心众修士成仙的时刻 地心也在阵阵颤动 这颤动随着时间流逝 越发巨大起来 但是 对于星空巨兽这等庞然大物来说 经历了亿万年的沉睡之后 此刻苏醒也是需要时间的 它太过庞大了 地心天崩地裂 天空中的那尊天尊塔 轰然砸下 砸落在地心之上 位置倒是 距离天玄周挺远 甚至不在人族疆域范围 而是处于魔狱宗门所统侠的范围 星红魔狱 这里是魔帝星红之月统侠的领地 正上空 一轮散发着邪义气息的残月高挂 映照着整个地心 但是星红魔狱 却处于这道红月的正下方 天尊塔就砸落在这处魔狱之内 砸出了一个 庞大至极的深渊窟窿 窟窿内 一股股好似荒谷蛮荒的气息传出 这是一股 仿佛能够汗天动地的恐怖气息 来自于 耐头苏醒中的巨兽 红月 这似乎是你的起源之地 一道清朗的声音传来 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古怪男子 男子身上背负着一柄魔剑 浑身散发着恐怖的魔气 闻言 一身红衣的邪义青年 扯嘴一笑道 是啊 当年我就是 从这里踏入的魔狱 哈哈 现在想起来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此番再次归来 却是现在这幅景象 嘿 以后地心这一凡间 最古老最强大的传承之地 就没了 被剑的剑魔尊 主笑着摇头 没 那也好 明皇女帝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周围天空 她微微一笑说道 这里即便再如何好 也是星空巨兽的沉睡之地 早晚有一天会爆发灾难的 而我们四位魔帝 能够成道 也算是仰仗了这头巨兽 没有它沉睡在地心 这里还真不一定能御御出四位 不 是七位大地竟存在来 那我们 还得感谢这头怪物了 一道身形壮瘦的男子出现 正是狂暴之主 的确应该感谢这头怪物 其他人也点头 烈 一道奉鸣之后 黄语地气飞了过来 她作为明皇女帝的地气名语 早已接到消息 此刻仙界崩裂天尊塔降临 定位了魔皇女帝的位置后 就来到了这里 天空中 那轮红月 闪烁了一下之后便消失不见 随后 一个同样身穿一身红裙的少女 出现在邪义青年身侧 正是星红之月的地气 红颜 除了起源于地心的四位魔帝之外 另外四位魔帝也出现在了周围天空中 八位魔帝汇聚一堂 另一边 仙帝们也出现了 巨兽苏醒已经无法阻挡 接下来 就是应对苏醒巨兽的时刻了 他们不得不亲自出手应对 一头天尊境界的强悍存在苏醒 会给整个大宇宙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 是无法想象的 谁都不知道 这头苏醒的巨兽是如何想的 甚至如果知道 仙界这么多年都在镇压天尊塔 想要将这座天尊境的先天灵宝收服 估计会很愤怒吧 八大先帝 在怀宇和古元 以及裂空三位大帝的带领下 也来到了这处魔域领地的另一边 嗯 这头巨兽苏醒的速度倒是挺快的 猎口大帝和他身旁的地气相比 看上去要显得瘦弱一点 是一个看上去甚至有些苍老的销兽男子 然而他的真实实力 可是非常吓人的 即便是魔域大帝都得承认他的实力 仙界第一 整个魔域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 也就九幽魔帝一个 甚至九幽魔帝都不敢说 一定能胜猎口大帝 我等各自宗门都已经撤出 这头巨兽即便苏醒 也不会对宗门传承造成损失 天凤女帝当然说道 现在仙界也没了 日后我等宗门还得寻找其他驻地啊 倒是可惜了这么好的地方 姐 我们天凤宫已经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星球了 不用担心这些 天凤身边的红丸笑着回道 不过这百年来 不仅我们找到了好地方 其他宗门也找到了 哼 那明皇宫也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倒是可惜了那颗风景不错的星球 要被他们糟蹋了 此言落下 天凤女帝还没说话 另外一边就传来了名语的讥讽声 哟 我明皇宫糟蹋了一颗好星球 我看是你天凤宫糟蹋了好星球才对吧 在背后 偷偷说别人坏话 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这种事情 也只有你红丸才做得出来呢 好你个明语 偷听别人说话更不好吧 红丸和明语可以说是 两大势力的地气当中 最争锋相对的一对了 几乎可以说 见面不对两句 就浑身不舒服的那种类型 是天敌 死对头那种 恰恰相反的是 天凤女帝和明皇女帝之间 反而没那么大敌意 两大宗门属于敌对关系 也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不过两位女帝 却只是在仙魔战争时期 才会相互出手 两人的实力相尽 争斗从未奋出过真正的胜负 好了别吵了 天凤女帝按下了 想要撸袖子动手的红丸 另一边 明皇女帝 也无奈地拉住了冲动的明语 别冲动 平日里 你们两个斗斗也就算了 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下 还互相吵架 怎么 还真想和红丸打一架 嗯 我就是看不惯她吗 明语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不过也听从了明皇女帝的话 只是狠狠地瞪了红丸一眼 不再和她斗嘴 红丸毫不相让地瞪着明语 也没敢再吵闹 呵呵呵 明皇女帝身旁 一个满脸带笑的矮胖男子 笑呵呵地看了两女一眼 随后朝着明皇道 他们两个 还是那么互不相让 一见面就要打起来啊 话说 你和天凤即便相争 也没那么冲动啊 怎么他们两个 却那么看对方不顺眼呢 极恶 明皇冷冷地瞥了矮胖男子一眼道 你可别打他们的主意 呵呵 看你说的什么话 我是什么人 你是知道的 先魔两界最和善的人 怎么会打这两个小丫头的主意 怎么说他们 也是两大地气 我动手 也不敢说一定赢啊 矮胖男子为九大魔帝之一的 极恶魔主 可以说他就是魔帝当中 最最邪恶的存在 一点都不为过 此魔最擅长阴谋诡 喜欢虐杀敌人 甚至不只是敌人 连自己统侠下的天魔 都会被他折磨虐杀 他是魔帝当中 唯一没有地气的存在 为什么 因为那件地气 被他常年虐待折磨 最后拼着自爆 死亡了 一个魔帝 对自己的地气下手 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魔帝 这家伙别说仙界的先帝了 即便是魔帝 也都不喜欢他 平日里 见到他都嫌弃得很 而今天不同往日 此番大劫 却需要他这样的一个战力 最好是这样 你若敢动明语 我必追杀你一生一世 明皇平静地说道 身旁的明语 也弦恶地瞥了男子一眼 呵呵呵 不会不会 你们想多了 极恶魔帝说着 忽然眼神一亮 转头看向了另外一边道 地心上 竟然还有那么多人留下 这些家伙 真不怕死啊 呵呵 我去看看 也该提携提携这些后辈了 说着 极恶魔帝身形消失 这个家伙 又想做什么 明语撇嘴 好奇地问道 地心上那些 处于登仙中的 仙魔两戒后辈 被他注意到了 明皇淡然道 这家伙定是去找那些 后辈的麻烦去了 当然 我等十多位大帝在此 想来他是不敢对我等 宗门子弟动手的 只不过 那些零散宗门的人要倒霉了 哦 哎 碰到这种家伙 也的确是倒霉 明语摇头 这样的人 竟然能成道 也是稀奇 你去让宗门留守人员聚集 过来吧 这次的大劫 是劫难 也是一次机遇 能否抓住 还得看他们自己了 明皇女帝说道 明白了 明语点了点头 随后离去 另一边 仙剑 几位大帝 也是这般吩咐了下去 七大摩帝的宗门留守弟子 都在汇聚向此处 而遥远的天玄周 周扬此刻 已经成功登仙 修为直接达到了天仙境大圆满 其他人 也都突破到了天仙境 距离大圆满 也不远了 毕竟周家众人各个仙灵根 原本修行速度就快 还被压制了百年积累 此番突破 一个个都非常地顺利 直达仙人境 父亲 我们走吧 大家都已经成功登仙了 周峰来到 一直遥望着 星红魔玉方向的周扬 身侧会报道 嗯 走吧 周扬闻言 看了一眼众人 随后点了点头 带着周家众人 朝着远处而去 登仙之后 他的实力 获得了大幅度提升 直接就撕裂空间 朝着星红魔玉而去 一路上 偶尔看到几个 同样散发着仙气的修士 再朝着目的地赶去 显然都是个大宗门留守的 想要获得机缘的人员 第257章 蓝路的魔殿 死亡危机 天旋周虽然距离 星红魔玉较远 但是现在已经登仙的周家众人 一个个 速度都不慢 很快就跨越出了天旋周疆域 抵达了天凤周 原本的天凤周 也算是非常繁华的周了 因为天凤宫的特殊性 这里聚集了不少妖族 和人族进行通商 而现在 天凤周已经凋零殆尽 九成九以上的人员 都撤走了 或腰流了下来 基本上可以说是等死 只有那些渡截大圆满的高阶修士 或大腰流下来 是为了登仙之后 争夺机缘 作为顶尖修士 可以从仙界 获得信息 天尊塔作为 星空巨兽一族的顶尖灵宝 是一件洞天类型 兼具镇压效果的灵宝 其内分为九层 每一层都是一个比超大型秘境 还要巨大的洞天 相当于一个 超级大的生命星球 可以想象 天尊塔在仙尖那么多年 都没被十几位大帝打开 其中储备的 都是亿万年前的顶尖宝物 或者是绝世仙药等等 说不定还有灵宝呢 这等巨大机缘 如何不去争夺 不仅仅是他们 那些跟随仙界坠落的仙人们 估计也在赶来的路上了 地心上的这些修士 只是占据了 净水楼台的便利 仙界那些大帝以下的仙人 想要闯过天尊塔杂破的空间乱流 估计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当然 那些大罗境的仙人 肯定是第一批感知的 正说着 天凤舟朝着星红魔玉 赶去的修士们 一个个抬头 看向了星空方向 那里 一道道如同流星雨一般的流光 在不断朝着地心划过 落下 这些 都是大帝以下境界的顶尖仙人 金仙 以及大罗金仙 快走 那些跟随仙界 坠落下来的仙人们 就快要到了 可不能落后 嘿嘿不急 正好让这些高阶仙人打头阵 我们跟在后面 捡便宜就行 那头怪物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十六位大帝出手对付 天尊塔需要我们其他人出手 我估计大帝们 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不能亲自入天尊塔 否则的话 无人能够镇压 那头天尊镜的巨兽 我看难 你也说了 那头巨兽 可是天尊镜 十六位大帝的确不凡 可真的能对付得了巨兽吗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大帝镜啊 还是十六位一起出手 如何不能镇压 我看玄 周扬面色沉宁 顿光带着周围 周家人朝着前方飞速前进 不时地撕裂空间赶路 爹 这星空巨兽 当真如此可怕 周峰 看向周扬沉生询问 旁边 已经是青年模样的 周平安周玉良 和周海等人 也在侧耳倾听 就连周韵和周雪 也在认真听着 当然 那可是一头沉睡了 亿万年的星空巨兽 曾经的蟒荒宇宙霸主 周扬沉生说着 我从刀宗的 裂空刀前辈处听闻 曾经的龙祖和凤祖 就是在曾经的一次探险当中 死在了一头天尊静星空巨兽口中 那可是 龙祖和凤祖啊 两位大地境的族群十足 嘶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 已经长成 亭亭玉利大姑娘的周雪 闻言吃惊的无嘴 两只 大大的眼睛里 满是震撼之色 周风周韵等人 也是震惊无比 这样的巨兽太可怕了 关键是这样的巨兽体型庞大 眼下连地心 都是在这头巨兽身体上 汇聚而出的 可以想象 不提 那头吞了龙祖和凤祖的星空巨兽 就眼下这一头吧 那也是体型达到了星球级别的存在 这样的巨兽 以威力再大的攻击打过去 别说伤害了 估计人家 都感觉不到有东西在打自己 以对方的防御 一般仙人的攻击 根本产生不了一丝伤害 更别提仙人境界以下的修饰了 这两相一对比 根本就不是大象和蚂蚁之间的差距 以多 还能咬死相呢 可普通修饰 对于这等 境界的星空巨兽来说 就相当于一滴水和大海之间的差距 不过 也不用过于担忧 看到众人露出了担忧之色 周扬又说道 我们的目标 可不是这头巨兽 这根本就不是现在的我们 能够对付的 自有十六位大地出手镇压 先帝摩帝和天尊禁止 相差了一个境界而已 十六位一同出手 再加上各自的地气 至少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镇压不住的 我们的目标是天尊塔 周扬自然也从妖亭和刀宗那边 弄到了关于天尊塔的信息 天凤宫倒是没传来这些更深入的信息 即便周扬已经是天凤宫的核心弟子 此刻更是登仙 和天凤宫以及天凤女帝属于一个势力 可他终究是周家之人 天凤宫的核心机密 不透露给周扬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天尊塔 这次不知道有多少仙人的目标都是天尊塔呢 到时候估计要经历一番剧烈的争夺才行 不过好在 天尊塔有九层 那些顶尖的大罗镜和金线们的目标 肯定是更高层的天尊塔洞天 还真不一定看得上 这就是周家众人的目标了 到时候就要和那些普通仙人 以及玄仙们争夺机缘了 以周家人的实力 小规模争斗还真不拒了对方 大规模战斗还是要避一避的 即使有阵魂珠的无敌护盾 也不能过分消耗零食仙食 消耗是小事 耽误时间获得宝物可是大事啊 还想跑 看你们往哪里跑 在本座面前就别想着逃脱了 忽然之间 前方天空中传来了一阵平淡 却霸道的声音 周扬等人顿时停下了顿光 抬眼看去 只看到了几个仙人进修士 和大妖在亡命奔逃 可惜 他们的身后 忽然出现了一只漆黑大手 硬生生捏住了这些仙境修士 收入了一个像是秘境的缝隙之后 看到那密进口内部透露出的景象 即便是周扬都骇然了 这秘境中的景象 竟然如同地狱一般 惨烈无比 到处都是骇人听闻的酷刑 无数生命在其中遭受虐待殴打 各种刑罚 各种残酷的虐杀手法 竟显其中 都小心一些 此人很高 绝对不低于惊仙境界 周扬沉生示警 是的 周扬神殿探查 在前方数十里外的天空中 看到了一个矮胖男子 正在饶有兴趣地 看着秘境口内发生的一切 似乎看到这类生命 遭受酷刑 他能感受到无上愉悦一般 不低于惊仙 周韵等人顿时露出警惕之色 可以说仙界破裂 真的是让凡间乱了起来 在以前 凡间连仙人都没有 即便是 有也是处于沉睡当中 哪里像是现在的地心 真的是到处都是 仙人静强者 随便一眼看去 只要发现有修士 在天空中划过 都境界不低 没想到 还没感到星红魔狱呢 就遇到了一个金仙 甚至是金仙之上的强大仙人 不是仙人 他的身上 一股隐约不露的魔威 这位 似乎是来自魔狱的魔王 周扬继续说道 魔狱的魔王 众人更加警惕了 如果是仙人的话 说不定与周家和三大至高宗门的关系 对方还能看在 三大宗门的面子上不搭理周家众人 但若是魔狱的强者 就说不定了 果然 就在这时 那位矮胖的男子 忽然转头看向了周扬一群人 忽然间 周扬几人 就如同看到了天昏地暗 天崩地裂 世界末日的景象一般 又像是陷入了绝望的幻境中 一个个都面露绝望之色 无数酷刑加深 死亡的气息覆盖而下 护盾 周扬轻和一声 直接发动了震魂珠的护盾 只有震魂珠护盾 才能挡住如此强大的威亚 可是周扬心底一片无奈 对方还没真正出手呢 仅仅是看了自己这边一眼 就有如此强大的威能 可以想象 对方是如何强大了 这 绝对不是魔王 最少也得是魔皇 甚至魔帝都有可能 否则的话 自己可是有着 仙灵根在身 修为接近玄仙 加上祖龙之躯的威能 一般金仙 还真不一定能拿下自己 与魔皇同级的大罗金仙 才能胜过自己 大帝竟 才能有这等一眼 镇压的恐怖效果 真是大帝级强者吗 这么背 就遭遇魔帝了 周扬扯了下嘴角 有些感觉自己点太背了 不过好在 自己有震魂珠帝气在 否则的话 还真无法从魔皇 或者魔帝手中逃命 又来了几个小橙子 真好 那矮胖男子 一脸慈眉善目地微笑着 随后一挥手 漆黑大手再次出现 以周扬根本无法反应的速度 朝着众人覆盖了过来 就要将周扬众人抓走 可 周扬却低喝一声 无尽的零食鲜食 疯狂消耗 护盾瞬间扩大 将众人完全笼罩在了其中 竟然硬生生 顶住了对方的大手抓去 咦 能挡住本座的绝望之手 这护盾有意思 我看看 嗯 竟然是地气 哈哈 真是太好了 此地气 与本座有缘啊 感谢几位小虫子 给本座带来的贺礼了 矮胖男子眼神一亮 非常高兴地笑了起来 随后挥手关闭了这个 随身携带的秘境空间入口 起身就朝着 周扬几人走来 紧紧跨出一步 就抵达了护盾外 饶有兴趣地看着护盾 周扬身侧 一道流光闪过 地气阵魂珠的气铃出现 目光冰冷目然地看着矮胖男子 第258章 先帝出手 周扬记仇 巨兽苏醒 哈哈 果然是地气 今日何该本座 得此机缘 对于镇魂珠冷然的目光 极恶魔帝丝毫不在意 反而饶有兴致地看着地灵 这是一个无主的地气啊 是的 在极恶魔主眼中 眼前这个地气 并不在仙魔两界大帝手中 那就属于无主的了 相当于送上门的礼物啊 你是什么人 周扬沉声贺问 他对于这些来自于仙魔两界的大佬 可不是都认识的 甚至可以说 即便是三大至强宗门的先帝 都不一定认识呢 怎么会认识魔帝呢 哈哈 小贝 张大你的眼睛看好了 本作乃魔玉九大魔帝之一的极恶魔帝 好让你知道 自己是死在谁手中的 对于周扬 他肯定是要杀掉的 其他人嘛 都抓去小地狱秘境中去折磨 但是周扬不杀不行 不杀的话 地气无法重新炼化 作为魔帝 他当然看出来了 眼前这个地气 是周扬炼化的 大地竞强者的眼力 可不是开玩笑的 极恶魔帝 包括周扬在内 周家众人全都大吃一惊 竟然是这位魔帝 难怪如此邪恶 他们虽然是第一次看到 极恶魔帝的样子 但之前也听说过 这位魔帝的一些信息 这是一位最邪恶的魔帝 喜好杀戮 折磨虐杀生命 号称要建立一个 可以跟冥界相媲美的地狱 手中有着一个 从冥界跌落下来的空间碎片 被其炼化 成了一个超大型秘境 被称之为小地狱 而今 他们竟然遭遇了这么一位魔帝 可以说 没有意外的话 众人必然实死无生 周风等人面露苦涩 这原本还准备前往 天尊塔寻求机缘呢 没想到 半岛遭遇了这么一位大杀星 想来 是没希望活下来了 周扬也是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知道 这下子危险了 这可是一位魔帝 别说身旁 还有周家人在 就算是 他单独一人 也无法从一位魔帝手上 逃的性命 没办法 实力差距太大了 根本不是外物 辅助能够拉近距离的 震魂珠是强不错 对方这位魔帝听说 手上还没有地气 但是一个魔帝 想要对付一个修为 紧紧接近悬仙修饰炼化的地气 真的不能说太难 地气在大地手上 和在普通修饰手上 完全是两个概念 极恶魔帝 只要消耗掉 震魂珠储备的灵石和仙石后 直接就可以破开护盾击杀周扬 周扬的系统 也保不住他的小命 系统的作用 是万倍增幅资源 完全是辅助性质的 根本不是主战性质的系统 这下难办了 怎么 难道你们 还在想着 怎么保命不成 极恶魔帝悠哉地说着话 一边抬手点 在了护盾之上 哄 咔咔咔 一直以来 震魂珠的护盾 不管是面对单独修饰的攻击 还是如之前 面对云霞宗时后 面对一大群修饰的围攻 甚至是多剑仙气的攻击 从来都是窥然不动的无敌存在 然而现在 面对一个魔帝 一个大地境强者的 随手一指点下 就掀起了恐怖的波纹 甚至整个护盾都发出咔咔声 显然是攻击太过强大了 护盾都有些承受不住了 周扬更是面色大变 随后阴沉了起来 作为地气之主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震魂珠 储备零食的消耗 是有多么的恐怖 就刚才那区区一击 便消耗了震魂珠 百分之一左右的储备 别觉得少了 好像大地都需要出手一百次 才能彻底消耗干净一样 那要看地气内 到底储备了多少零食和仙食啊 这一百年时间 周扬可不只是 天天闭关那么简单 周家在一百年时间里 通过震魂珠的网络 在大夏修仙界 获取了好几处小型极品零食矿脉 被周扬拿到后 直接万倍质量增幅 化作了成千上万的仙食 在地心也获得了好几处 大型的中品零食矿脉 其中还发现了一处 中型的极品零食矿脉 到手万倍增幅后 直接就是化作无尽的极品零食和仙食 可以想象的是 震魂珠内储备的零食量 说是堪比地心七大至强宗门储备的 都不为过 甚至可能更多 就这样的零食储备 极恶魔帝一指点下 竟然消耗掉了 百分之一的零食储备 可想而知 一位大地境强者的攻击 是多么恐怖而强大 都做好最坏打算 周扬沉声说道 刚才对方那一击 就至少消耗了 五百多块仙食的量 这还仅仅是 对方随手一击 随手一击 就消耗了五百块仙食的能量 周风脸色一白 旁边的周玉良和周海 也是脸色难看了起来 而即便是周运和周雪 也都面露绝望之色 遭遇这等大地境敌人 真的是万死无生啊 一块仙食 就相当于一万几品零食啊 岂不是是说 大地境随手一击 就相当于五百万 几品零食的消耗 这一刻 众人总算知道了 大地境强者 和普通仙人之间的恐怖差距 是何等的可怕 两者根本就不是 处于一个水平线上 父亲 我们 我们现在怎么办 周风有些紧张地询问道 别怕 等会寻找机会逃走 周扬沉着冷静地说 现在说死还有些走 至少阵魂珠还能撑一回 可惜 阵魂珠的另一个 定点传送的功能 也无法使用 对方早已封锁了空间 大地面前 根本无法撕裂空间逃离 往哪里逃啊 周雪探道 对方可是魔地 速度远不是我们能比的 根本就不可能逃走的吧 的确 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太小了 周运点头 家主大人 带着邵家主离开吧 我等留下来 拖延一下对方 周海和周玉良 对视了一眼 然后见一道 你们怎么拖延 周扬看了对方一眼 这两位周家后辈 倒是忠心耿耿 但是他们所谓的拖延 对于一位魔地来说 根本就毫无作用 那 我们就这么等死了吗 几人不甘心道 这还没看到机缘呢 就要折在这半路上了 实在是令人不敢 轰轰轰 咔咔咔 极恶魔地 不断轰击着护盾 他现在正式出手 每一击都要消耗掉 震魂珠内 一千左右的先石储备 总数不到十万的先石储备量 在极恶魔地正式出手之后 连一百次攻击都撑不住 眼看着震魂珠的护盾 就要破碎了 而就在这时 周扬眼睛一亮 道 有救了 什么 真的吗 众人闻言一阵惊喜 随后 就看到几道盾光 从远处而来 落在了摇摇欲坠的护盾之外 呦 这不是极恶吗 在这欺负小辈呢 几道身形从盾光中浮现 其中一个身影 悠然开口 略带嘲讽地说话 极恶 你可真是越来越堕落了 一个清冷的女子 声音传来 是来者几人中的 身穿彩凤衣裙的女子 似乎对极恶魔主非常厌恶 而另一个身形消瘦的老者 却是冷然道 好胆 当真是好胆 我等出现 你竟还不住手 说着 老者一挥手 站在其身后的 壮瘦大汉不是别人 正是第七烈空刀 此刻他朝着护盾内的周扬 微微一笑 随后化作了一柄 散发着凌厉煞气的长刀 被销售老者握在手中 刀锋直指极恶魔帝 眼前三人不是别人 正是裂空先帝 天凤女帝 以及龙象大帝 三人只有 裂空大帝 带着地气裂空刀 红鸾和龙顶 却不在身旁 不过有裂空大帝 一人足以 裂空刀在手 裂空刀大帝 就是先魔两界最强者 无庸置疑 天凤女帝和龙象大帝 根本就不用出手 做看裂空大帝暴揍 极恶魔帝就行了 极恶魔帝 原本看到四人到来的时候 就脸色有所变化 感觉即将到手的地气 估计要没了 还想着赶紧再攻击几下 好轰碎了护盾后 抓了阵魂珠 赶紧离开呢 却没想到裂空大帝 直接手持裂空刀 就指向了自己 这可是真的要了他的老命 这位可是一个真正的杀神啊 裂空刀在手的裂空大帝 两界无敌 可不是吹的 而是一场场 仙魔大战打出来的战戟 曾经一个人 就硬生生对抗过 两位魔帝而不败 最终是三位魔帝手持地气 才击退了裂空大帝 这是多么恐怖的战绩 更何况 他现在手上可没有地气 而已 他在魔狱的臭名声 估计没几个魔帝会来帮自己 他估计 现在星红魔狱的 那几位魔帝 说不定正在看自己笑话呢 对于大帝来说 区区地心大小的范围 发生什么事 情都瞒不过他们 呵呵 三位道友 何故与我出手呢 极恶魔帝赶紧停手 露出了一脸温和笑意 暴退了好几步之后 有些心有余悸地 看着手持裂空刀的裂空大帝 旁边看戏的天凤女帝 和龙象大帝 他没放在眼中 也许不是那两位对手 但是逃命 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 裂空大帝不同 真要惹急了对方 在魔帝们不出手的情况下 自己还真没把握逃得小命 何故与你出手 裂空大帝 那双平静 甚至有些浑浊 的双眼中 似乎酝酿着无尽战役 隐而不发 但却深深刺得 极恶魔帝心慌无比 生怕对方一言不合 就出手猛揍自己 难道 难道这位小友 与刀宗有救 极恶魔帝心中 满是警惕 口中笑呵呵地说道 哎呀 那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是我梦浪了 不该打这位小友的主意 误会 误会啊 误会 你倒是会说 老者沉声道 周阳小友 与裂空刀有交情 就相当于和我有交情 你再次想要 抢夺他的地契 还打算将他杀死 现在你跟我说误会 周阳小友 与我妖婷也有大交情 龙相大帝插话道 他的画龙神通 有着祖龙血脉 乃是龙族 以及妖婷庇护之人 极恶 你是真的不惧我妖婷吗 周阳的妹妹周雪 是我天凤公弟子 天凤女帝 看了一眼周阳身后的周雪 朝着周雪点了点头 周雪连忙 有些激动地朝着天凤女帝行里 怎么说对方 也是自己的祖师 行礼是应当之事 你想 要杀我天凤公弟子 就是在于我天凤公为敌 极恶 你当真是好胆 若不是巨兽出世在即 说不得今天我等三人 就要将你斩杀于此 相信 即便是其他几位魔帝 也看不惯你很久了 不会出手住你的 天凤女帝的丹凤眼中 闪过一丝杀机 面色冷峻地 看着极恶魔帝 极恶魔帝此刻 有些错愕 没想到啊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自己就这么随意 遇到的一位拥有地气的小辈 其身后 竟然有这么大的背景 当真是逆天 小友 猎空大帝 看向了周扬 开口说道 因星空巨兽苏醒在即 这极恶魔帝 暂时还有大用 所以 周扬赶忙朝着猎空 大帝三人行礼 感激道 感谢猎空先帝 天凤先帝 龙向大帝三位前辈 出手相助 前辈所言 晚辈明白 晚辈与极恶魔帝的恩怨 暂且放下吧 待晚辈日后 再与对方算账就是 这笔账 周扬算是 彻底记下了 他也明白 眼下星空巨兽 即将苏醒 还需要极恶魔帝 这位大帝竟强者用 猎空大帝 暂时震慑住了对方 且与自己的交情 也不是那么深厚 完全是看在猎空刀的面子上 出手庇护于自己 天凤女帝 是在看在周雪的面子上 龙向大帝 当然是看在自己 化身神通 祖龙血脉的份上 实际上自己 与三位大帝 哪里有什么交情 所以 人家庇护了自己 自己也不能要求对方 做什么 奔情记下来 仇怨也当记下 嗯 周扬小有恩怨分明 此事便暂且作罢 与我等一同走吧 猎空大帝说着 手中猎空刀一阵 极恶魔帝封锁的空间 瞬间被震开 随后三位大帝 带着周扬一行人 刷的一下 撕裂空间离开了 而原地 极恶魔帝摸着下巴 看着众人离去的方向 眼神中闪烁着莫名意味 有意思的家伙 可惜了 没能拿下那件地器 再看日后 是否有机会吧 嘿嘿嘿 极恶魔帝的身形 从原地 也跟着消失不见 轰隆隆 帝星在一阵阵 的震动当中 慢慢地崩裂了开来 从遥远的星空中看去 一颗庞大无比的巨大星球 正在崩碎 一头体型 庞大至极 体长起码得有 上万公里的恐怖巨兽 从破碎的星球残骸中浮现 原本显得庞大的天尊塔 在环绕着巨兽旋转 也在恢复原本的大小体型 化作了一道 高大数千公里的超级巨塔 哦 好 巨兽苏醒 一声吼啸 彻底震碎了地心残骸 第259章 不死巨兽 大地围攻 星空巨兽苏醒 地心崩碎 大量仙人 从四周涌来 能靠近站在前列的 数量不多 基本上都是大罗径 以及魔皇级存在 后方汇聚而来的 普通仙魔 想要靠近的话 很难 巨兽的威势 太过恐怖了 横横在星空中的巨兽 那双张开的 如同巨大水晶一般的树桶 从最初的茫然中 恢复了神智 虽然沉睡了很久 但作为一头古老的 拥有着超凡智慧的 强大存在 不过转瞬之间 便通过强大到极点的神念 从周遭空间中 捕捉到无数信息 得到了所有情况 这就是天尊敬强者的 强大之处 可以从空间本身上 获取信息 嗯 这一觉睡得挺久 低沉的声音 回荡在星空中 所谓的真空 无法传递声音 也许这是大宇宙的基础规则 但是天尊敬强者 已经强大到 无视某些规则了 至少在小范围内 可以做到 所以 真空传递声音 别说天尊敬 大地也可以做到 只不过范围更小 无法像眼前这尊巨兽一般 将声音传递到周围 数百万公里 但是 神念传递信息 同样可以做到这些 甚至传递得更远 环宇 大地的声音响起 星空巨兽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三大天 尊敬巨兽领主之一吧 说得不错 人族 小贝 能将环宇大帝 这位人族第一位先帝 说成是小贝的 也就眼前 星空巨兽这样的古老存在了 沉睡之初 环宇大帝还没成到 的确有资格这般称呼 没想到 当年卑微的人族 现在竟然出现了 那么多地级强者 巨兽目光 扫过环宇大帝众人 甚至还包括了一部分魔帝 魔域大帝的成分 有些复杂 人族这边的大帝中 有一大半都是纯粹的人族 而魔域那边 人族有 妖族有 魔物成道的也有 你们竟然胆敢 镇压吴之灵宝那么多年 否则的话 吴早已醒来 巨兽目光中 渐渐浮现出一丝怒意 看向了众位大帝 这么多年 你这天尊塔 操控还如一否 古元大帝冷声说道 虽然亿万年来 大帝们没能彻底 将天尊塔练化 甚至连古元大帝的地气先环 都因此而破碎了 可亿万年时间的打磨 也不是完全没用的 天尊塔已经被他们 打磨出了一些祸口 这部分祸口 之前还不能开启 但是现在巨兽苏醒 也刺激了天尊塔 恢复原本形态 那原本微小的祸口 现在已经大如深渊了 而巨兽本身 想要重新练化 修复这尊塔 也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眼前十六尊大帝 不会给他那么多时间 天尊竟存在啊 大帝们不仅仅是在 打天尊塔的主意 还在打这头巨兽 的主意 有点意思 你们花费亿万年 都没能炼化我的灵宝 现在无以苏醒 竟还有胆子再次逗留 当真是不怕死啊 巨兽说着 身形舒展开来 一股恐怖的威压 猛然轰落 轰隆轰 一阵无声的嗡名中 大量低阶仙人 爆炸成了血浆 只有修为在悬仙以上的 才能抗住 如此一波大范围 威压攻击 即使是站在最前排的 大罗镜仙人 此刻也一脸降紫色 气血翻涌 浑身难受 就连法力都不自觉地 冲击气海 石海中的神魂 都有些不稳了 一些仙人难以招架 如此强大的攻击余波 好不容易在这种攻击中 活了下来 能活下来的 要么是有强大的仙气护身 要么是有强悍的护体神通 或者是有修为高深的长辈 在旁协助 周扬这边 当然是再次召唤出了 地气阵魂珠的护盾进行防御 三位大帝们 已经冲到了巨兽跟前 再与巨兽对峙 根本不可能再有空闲 来管他的死活了 或者说 面对一头天尊镜强大怪物 即便是大帝们 也都自顾不暇 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 均不见亿万年前的 龙凤两族十足 便是被一头巨兽灵主 给吞了的 诸位 时机已到出手吧 哈哈 即便是天尊镜又如何 今日便图了他 探索更高的天尊境界吧 剑魔尊主哈哈一笑 取下后背的长剑 带头就朝着巨兽冲了过去 这样的一位魔帝 手持地气 长剑 杀伤力是恐怖的 然而 他现在面对的 可不是一般的强者 而是一头天尊镜的恐怖怪物 即便这头怪物 沉睡了亿万年 连天尊塔都被侵蚀 短时间内是无法自由操控的 只能被动地缓慢驱使 可即便如此 也不是单个地尽强者能够对付的 果不其然 剑魔尊主冲上去 来到巨兽的跟前 不到数千公里处 一剑挥出 一道席卷星空 长达万里的剑气长虹 朝着巨兽身上席去 但是如此强大的一击 眼前巨兽 竟然丝毫都没有在意 任由攻击落在了身上 咔嚓 剑气长虹熄灭 巨兽身上 看上去根本没有丝毫伤痕 但这是宏观层面上 周扬这边 虽然不敢探出神念查看 毕竟对方是天尊古兽 神念探过去 人家轻微一震 估计自己 便会神魂遭受重创了 但是先人静的目里 还是让他看到了 巨兽身体上的伤势情况 目光朝着巨兽 遭受攻击的前找臂膀部位上看去 景象不断放大 一直放大到了成千上万倍 才在其臂膀上的一处 相当于平原那么大的鳞片上 看到了一处伤痕 这是一处深达数百米 长有数万米的剑痕 可即便是 如此恐怖的伤势 在星空中凭借肉眼 根本看不到 周扬惊恐地看到 这伤痕内 气血滚动中 底层血肉不断汇聚 伤势转眼间就恢复了大半 破损的鳞片 更是结出晶体 缓缓修补着鳞片伤痕 这头巨兽 遭受剑魔尊主的一击 竟然不过转眼间就恢复了 这一幕 可是吓坏了在场所有人 包括大帝们 普通仙人们不说了 如此强大的巨兽 连大帝手持地气的一击 都这样快速地恢复了 他们出手的话 估计根本破不了防 十几位大帝 面色凝重至极 别退缩啊 猎空大帝苍老销兽的身形 站在最前方 口中带着淡淡的战意 这样的怪物 恢复能力强大 不是都在我们的设想当中吗 的确 巨兽重创 那也不该称之为 更高境界的天尊敬了 龙象大帝黑黑一笑 手持龙顶化作 顿光 绕向了巨兽的另一侧 我来试试看 狂暴之主 化作一头恐怖的魔物本体 挥舞着爪牙 就朝着巨兽袭去 可惜 狂暴之主的本体的确巨大 有数百公里之长 可是和人家星空巨兽比起来 还是如蚂蚁和大象一般 差距巨大 它的狂暴一击 打在巨兽身上 不能说是挠痒痒 但也差不多 巨兽领主遭受 的伤势 依然在快速恢复 一起攻击吧 否则 时间拖得越久 这怪物恢复得越强 目前可还不是 它的全胜器 额头带着一轮弯月的 邪义青年说着 伸手探出 身旁的红衣少女 化作了一柄血红弯刀 出现在了它的手上 星红之月身形 带着残影 隐藏在空间缝隙中 朝着巨兽杀去 它的目标是 巨兽的瞳孔 那大如水晶星球 一般的巨大瞳孔 应当是巨兽的弱点之一 不灭明火 明皇女帝轻贺一声 发出了一股 恐怖的黑色火焰 正是其身上 燃烧的火焰源头 明火 一种传说来自于 冥界的火焰 能够燃烧神魂 和神念的恐怖火焰 帝气明语 化作了一对遮天羽翼 衔接在女帝背后 大幅度增幅着 其行动速度 施法速度 以及攻击速度 闪避几率 法术威力等等 和地气明语的 各项增幅功能不同的是 天凤女帝此刻的攻击 也跟了上来 可以说 诸多大帝中 配合最好的 就是这两位死对头 亿万年的争斗 让他们对彼此熟悉到 几乎如同一人般 在明皇女帝出手的瞬间 天凤女帝身侧的红鸾 已经化作了一柄红色手杖 凤凰气血 夜火灼烧 如果说明语的功能性诸多 有着各项增幅 那么红鸾的作用 就比较单一了 只有一个 十倍增幅法术威力 功能越是单一 威能越是恐怖 这就是地气 如裂空刀一般 功能单一 杀伤力恐怖到极点 天凤女帝的凤凰夜火 本身就是专门燃烧血肉的 本源之火 就连大帝被沾上了 都得脱层皮 而经过地气红鸾的 十倍增幅后 大帝被击中了 不死都要重伤 星空巨兽的体型这般大 在重大帝围攻下 想躲都躲不开 想撕裂空间闪避 都不行 如古猿大帝 古猿大帝虽然掀气损毁了 但是 本身可并不弱 依然强势封锁了周遭空间 即便巨兽强大 短时间内 也无法突破封锁 古猿大帝身侧 环宇大帝也在动作 他的身形 似乎化作了虚影一般 时间凝制 环宇大帝的神通 大帝竟强者的神通啊 竟然是时间领域的神通 直接凝制了巨兽 的行动速度 夜火落在巨兽身上 渐渐蔓延开来 燃烧 这其身上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从星空中也能看到 巨兽腹部的一块地方 燃烧着无法熄灭的火焰 血肉翻滚中 怎么也无法愈合 而明皇女帝的不灭明火 也透过血肉 直接落向了巨兽的石海 寻找神魂燃料 周遭等人 看着这等恐怖的战斗 一个个都躲得老远 这样的战斗 靠近了 一个余波就能秒杀一大片普通仙人 别说低阶仙人了 就算是哪些玄仙金仙都躲老远 只有大罗静才敢稍微靠近 也得小心翼翼行事 他们为何靠那么近 他们在朝着天尊塔靠近 想要趁此机会夺取天尊塔 有十六位大帝在纠缠巨兽 天尊塔此刻安静地矗立星空 巨兽根本无心踏骨 天尊塔上 古元先帝等大帝们留下的后手发动 巨兽想要操控 必须重新练化才行 天尊塔当然也是有塔灵的 不过却被大帝们封印 无法觉醒 这就是机会 周遭目光一宁 低声道 大罗金仙们在行动 我们要寻找机会靠近 怎么靠近啊 那座塔还是距离主战场太近了 只有几万公里 一个余波都能灭杀我们 周运骤眉道 别急 等机会 周阳沉声道 还有其他仙人和魔族存在 也有想法 让他们去探路 他们看到 一个个自是修为高深的金仙 大罗们 以及魔王魔皇们 绕开了主战场 朝着天尊塔冲去 周阳也展开了护盾 悄眯眯的从侧边靠近天尊塔 天尊塔内 那九层超大型洞天里 储备了亿万年的古老灵药 仙石 甚至是先天灵宝 实在是太过诱人了 其中绝对有天尊塔同级的灵宝存在 这就是引诱重强者 不要命前往的原因 第260章 进天尊塔 先天灵宝胚胎 混沌珠 开了 冲 快 一定要抢在其他人前头 生长了亿万年的灵药 还有传说中可能存在的先天灵宝 哈哈 都是我的 宇宙初开时期就存在的 天地孕育的先天灵宝啊 有大帝们在外拖住星空巨兽 大量大罗镜 魔皇镜顶尖强者 冲向了天尊塔那处破开的口子 同时 这些顶尖强者的身后 也跟随 了一大票其他修士 其中多数都是金仙和魔王级强者 玄仙和魔将们速度不够 自身防护也跟不上 只有偶尔那么几个 有着强大的防护仙气和魔气 才勉强跟上了队伍 冲过了战斗余波的波及 总算冲到了目标处 一个个全都双眼大放金光 毕竟这可是获得 先天灵宝的大好机会 亿万年难得一遇的机缘 而周扬一行人 则跟随在这些先头部队的后方前进 天尊塔距离主战场并不远 只有数千公里的距离 大战的双方 又是大地镜 以及更强的天尊镜 可以说巨兽的一次尾巴横扫 就波及数万公里的范围 一次腾挪 就是数十万公里的范围 非常可怕 若没有镇魂珠的护盾防御 即便是以周扬的实力 也无法抗住战斗余波 他的实力 全力爆发的话 也就接近金仙级别 哪里能抗住如此强大的攻击 好在有护盾在身 根本不拒战斗余波 只要别被巨兽正面攻击到就行 毕竟护盾连大地的全力攻击 都能阻挡不少次数 前行途中 又有不少强大仙人和魔王 死亡在攻击中 惨烈无比 一个身形庞大的魔王 被巨兽尾巴扫过的浩瀚伪力击中 瞬间就化作了一片血水飘散 那场面是非常吓人的 总数在数万的强者 闯关天尊塔 最终能够安全抵达天尊塔进出的 也仅仅只有不到一万人 三分之二的人数 都被波及杀死 周扬看着一个个强者 进入了前方的巨大天尊塔内 心中也有了一丝急切 我们加快速度 说着 他已经催动地气 以纯粹的地气之力助力 前进 此刻依靠自身的实力 远不如直接依靠地气来的安全和强大 身后众人也都激动地点了点头 也想着赶紧进入天尊塔 否则的话 塔内的宝物都要被其他强者的去了 那可就太可惜了 拼了那么大的命博取机缘 那么多强者死亡 自己周家人有地气庇护 要比其他人更有优势 可不能到最后一点好处都捞不到 走 终于抵达天尊塔 进出后 周扬看准那处破口 轻贺一声 带着众人就冲进了天尊塔的第一层当中 天地变幻 周遭环境忽然改变 这是一处平原所在 周扬一行人 忽然就出现在了半空当中 抬头看去 天空中没有太阳 但是周围依然明亮一片 半空有一个不断撕裂愈合的裂缝 正式进入石的那处 破口 也不知道仙魔大帝们 经历了亿万年 是如何在这么一件仙天灵宝上 磨出这么一处破口的 估计非常不 容易 覆盖了这一层洞天空间的全部疆域 这些家伙 还真是行动迅速 周扬嘴角带笑 他们根本看不上这第一层的洞天秘境了 直接就朝着第二层冲去了 在这处洞天的中心处 天空有一个自然形成的空间通道 链接着天尊塔第二层所在空间 周扬看到大量仙人朝着那处通道而去 还看到了不少仙人和天魔在战斗 为了争夺通道的优先使用权而战 父亲 我们也赶紧往第二层而去吧 周风有些急切道 好不容易进了天尊塔 肯定是想要获得更好的宝物 按理来说 天尊塔第一层宝物应该是最少的 第九层才是核心区域 先天灵宝最容易出现的地方 还有那些顶尖的绝世灵药 肯定也是越高层越容易出现 天尊塔啊 可真不一定越高层越好 周扬沉思了一会 他刚才进入天尊塔的瞬间 脑海中就想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这是系统的主动提示 很难得 以前他是主动询问系统 系统才会回答他一些问题 就如以前询问关于仙灵根的起源问题时一般 从系统信息中他得知 天尊塔内的确有先天灵宝 但也只有一件 说是先天灵宝 有些不准确 因为这件灵宝 还只是灵宝胚胎而已 这是一件来历非凡至极的灵宝培养 叮 恭喜宿主 您此次进入的天尊塔内 有一颗宇宙至高宝物 混沌珠 此宝还处于胚胎状态 所处位置地图信息 已经发送至宿主脑海 还请仔细查看 这系统是真的很 别人找宝物都是碰运气 而自己 直接给了个地图 连其所藏的位置都仔细标注了 不错 这颗连系统都说是宇宙至高宝物的混沌珠 竟然就藏在天尊塔第一层 而不是众人所想的第九层 估计连大帝们都没想到这一点吧 周扬抬头 看向众人道 接下来 你们自由行动 有阵魂珠在 即便是死亡了 也有复活的机会 该怎么争夺机缘就去吧 好 尊家主令 周玉良和周海等人点头 周峰也 是跟着应了一声 然后 三人离去 我也去 姐姐我们一起吧 周雪拉着周运离开了 同去同去 哈哈 机缘我来了 众人神情振奋地离开了 周扬单独一人留在了原地 他不打算前往其他层面了 就在第一层 获得混沌珠之后 立刻离开这里 周家众人能获得机缘后 安全离开也好 死在这里也罢 到时候直接用镇魂珠复活就是了 这是他们的历练 而他自己 却不能出事的 那个 位置 应该没错 周扬神念感应了一下 神形一闪 已经化作顿光 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 已经身处 一片海洋的上空了 他低头朝着下方大海看去 这一片大海非常安静 没有外界其他世界大海的那种汹涌澎湃 反而安静得如同死海一般 海洋中也有一些生命活动的痕迹 但却不多 周扬再次用神念 感知了一下整个洞天内的情况 等到这一层所有的强者全部离开之后 他才行动了起来 身形落下 直接扑通一声 落入了大海当中 不断朝着海底前去 海洋底部 一个类似于海眼的洞窟 出现在周扬的视线里 他想都没想 直接冲进了洞窟内 不知道前行了多久 忽然 他的眼前一片星星点点的光亮出现 周扬发现 自己置身于一处 溶洞一般的地下世界当中 到了 周扬心下有些激动 这里 正是系统发来的地图信息上所述的 那颗混沌珠所在地方 神念探出 终于 他在前方的一个石台上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那处石台上 明明空无一物 却能隔绝自己神念的探查 这明显有问题 来到石台处 果然 神念无法查看的地方 有一颗石头珠子 正安静地悬浮在石台之上 看上去没有丝毫异象 就如一颗普通的石头珠子一般 然而 这能够隔绝神念探查的石头珠子 绝对不凡 周扬知道 这应该就是 那颗宇宙至高 宝物 混沌珠了 之所以意象不显 如同普通石头珠子一般 是因为 这混沌珠还没育育成功 现在只能称之为 先天灵宝级别的胚胎 孕育成功后 可以称之为 先天至宝混沌珠 周扬眼光灼灼 根据系统的信息 这颗混沌珠 可是极为不凡的 是整个大宇宙初开时期诞生的宝物之一 也是其中最最宝贵强大的一件 这是大宇宙 给自己留的一线生机与 后手 看着系统发送的信息 周扬恍然 想起了前世红颈游戏中的基地车 这颗珠子 就相当于一个新生小宇宙 是大宇宙的孩子 当大宇宙最终走向毁灭之后 他将吸纳大宇宙毁灭的所有能量 重开天地 化作一个新的宇宙 这等宝物 想要完全诞生 那是真的非常困难 而现在 却被自己得到了 逆天的是 自己手中有挂 有系统的万倍增幅 也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让这颗混沌珠 化作完整形态 既然系统提示了 估计是可以的 也不知道这系统是什么来头 竟然连这等宇宙质宝都能增幅 不过 想要炼化这东西 可不容易啊 周扬盘西坐在石台前的半空中 神念探入了石头珠子 开始了艰难的炼化之旅 而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从他的脑海中 爆出一片光芒 直接覆盖了 这颗混沌珠胚胎 这一景象 吓了周扬一跳 心里一沉 以为这系统 是什么神秘存在留下的后手 现在混沌珠出现 便开始收割自己了 下一刻 他知道了一切因由之后 顿时有些沉默无语了 第261章 神秘至高 大宇宙控制器 混沌珠 事实真相 和周扬的猜测有所出入 但也比较靠近了 因为这系统 还真是某位存在留下的东西 不是别人 正是裂空刀 曾经说过的那位神秘至高存在 也就是造成星空巨兽一族没落的那位 那可是一位挥手修改 大宇宙规则的存在 而现在周扬 从信息中发现 这位竟然就是大宇宙之主 说是创造宇宙的 可能有些过了 但却是宇宙之主 是宇宙诞生之前就存在的生命 宇宙的诞生 有他的功劳 当然 这些宇宙前的古老历史 信息中也没提太多 周扬也没法知道太多 可以现在知道的信息来看 已经足够了 这位宇宙之主 早已经离开了大宇宙 离开之前 以自身权柄 化作了一个神秘的系统 留在大宇宙之内 等待有缘人 最后落在了周扬身上 这也是对方挑选系统宿主的方法 同时 也是在挑选新的宇宙之主 系统和混沌珠融合 才是真正的完整 系统的智能系统 而混沌珠则是控制器 一个是软件 一个是硬件 融合之后才完整 足以控制整个宇宙的规则 这是完全属于宇宙之主的权柄 掌控宇宙 系统早已认主周扬 所以 原本以为炼化混沌珠 需要花费无尽岁月 结果 它才刚刚炼化 系统就瞬间入主混沌珠 完成了融合 也就是说 此刻的混沌珠已经被炼化 而且与它之前所想不同 混沌珠无法用系统提升了 混沌珠并不是所谓的灵宝胚胎 而是和系统相辅相成的宇宙控制器 两件套之一 线下融合后 自然完整 不需要用系统提升 或者说 系统也没能力 去万倍增幅这混沌珠 周扬恍然 难怪 自己的系统可以增幅万物灵药 和零食矿脉 但却有着限制 这是因为 形成系统的 就是大宇宙规则本身 直接修改规则 自然足以做到这些事情 而现在系统和混沌珠融合 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没有任何限制了 甚至 他如果想的话 都可以重启宇宙了 直接将大宇宙重启 收入混沌珠之内 重开宇宙纪元 不过暂时没必要 大宇宙寿命悠长 宇宙泵灭还早着呢 直接修改宇宙规则 无敌了呀 没想到 系统来历竟是这般 我竟成了宇宙之主 周扬洒然一笑 随后起身 将已经变得 经营通透的混沌珠 收入十海 现在的系统 已经不在他的脑海了 而是存在于混沌珠内 而混沌珠 以任它为主 大宇宙规则之下 一切事情都可以办到 那么 第一件事情 就是修改自身修为吧 周扬身形一闪 已经出了天尊塔 周扬的身形 出现在了宇宙星空之中 外界此刻 大帝们还在和星空巨兽战斗 周扬的身形出现的地方 正是巨兽头顶 巨兽瞬间察觉到 有东西出现在自己头顶 还以为是古元大帝 又在玩弄空间法术呢 结果一看 竟然是一个悬仙境 人族小辈 顿时就被气到了 一爪子就挥了过去 大帝们看到这一幕 也惊住了 这个人族修士 怎么忽然跑去兽头上去了 龙巷大帝 猎空大帝 以及天凤女帝等人都是皱眉 此刻危急万分 他们就是 想出手救援 也来不及了呀 极恶魔帝看到这一幕 却是咧嘴乐呵笑着 明皇女帝 则是奇怪地看着周扬 其他诸位大帝各有心思 但却都觉得 周扬是必死无疑了 而就在这一刻 周扬却面色平静 看都不看那巨兽回来的爪子 整个大宇宙 好似浑然一震 随后 龟子的咸翁鸣颤动 似乎有一只大手 在弹动龟子一般 周扬的身上 气势陡然变化 悬仙剑 突破 金仙剑 突破 大罗剑 突破 最后是 天尊镜 突破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目光中 他的实力 一路做火箭一般 直接突破到了天尊镜 这还没完 因为周扬身上的气势 依然在变化 只不过 更后面的变化 别说大帝们了 即便是天尊镜的巨兽 都看不懂的境界了 至尊镜 突破 圣人镜 突破 宇宙之主 突破 这一刻 周扬直接抵达了宇宙的尽头 最终的境界 宇宙之主镜 掌控宇宙至高权柄 一切的一切 不管是宇宙内无尽生命 还是一切物质和能量的生灭 都在他的一念之间 灭 周扬转头 对着巨兽吐出一个字 随后 巨兽的身形猛然崩碎 化作点点星光 消散在了宇宙之中 一个字 灭掉了一头天尊镜巨兽 无敌威势尽显 但周扬却没有任何傲然神色 因为这一切在他眼中 都是理所当然的小事情而已 诸位大帝 却被吓得呆滞当场 这是他们十六位大帝 连手都无法击败的星空巨兽吗 竟然 竟然被眼前这个人族修饰 一句话 不 仅仅是一个字就灭杀了 周扬灭掉星空巨兽之后 再次转头 看向了极恶魔帝 仅仅是一眼 救下的极恶魔帝神魂 差点崩碎 饶 话还没说完 极恶魔帝整个人便崩碎 化作点点星光 布了星空巨兽的后尘 魔帝们见此 一个都不敢说话 这位存在 似乎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 不管是大帝 还是天尊镜 都是瞬间秒杀呀 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的那种 此刻 即便是和周扬关系 还不错的龙象大帝三人 连环宇大帝古猿大帝都低下头颅 一副恭敬模样 周扬嘴角含笑 没有再和这十五位大帝计较 说实话 这些大帝和他 还真没什么过节 其中几位大帝 还对自己有所帮助 自己现在掌控宇宙 也没想着灭杀这些人 就这样吧 不过 天尊塔机缘也该结束了 那些大罗靖和魔皇们 也得了不少亿万年前就生长的顶尖灵药 好处都拿了 天尊塔本身 他们可没资格动 他们自己也是知道的 不管外界胜负如何 大帝们赢了 最后天尊塔是落在大帝们手中 至于最后落在谁手上 也不是他们能够觊觎的 巨兽赢了 天尊塔当然物归原主 也和他们没关系 唯一能想的 就是天尊塔内的宝物了 亿万年灵药 以及传说中的灵宝 可惜 那灵宝中最珍贵的混沌珠 已经被周扬得了 他们还在第九层 抢夺其他的灵宝胚胎呢 是的 现在的周扬 神念与混沌珠相合 可以观测整个宇宙一切地方 自然也包括天尊塔内部任何地方 他在天尊塔第九层 发现了三件灵宝 一件为完整灵宝 和天尊塔同级 其中另外两件为胚胎 为先天至宝胚胎 等级为至尊级 周扬出手 手指一点 所有仙人和天魔 都被甩出天尊塔 其中当然包括周家众人 周峰 周运周雪等人出来 第一眼就是查看周围 发现巨兽消失不见了 心中还有些奇怪 但是却看到了 更加令人震撼的一幕 这一幕不仅他们震撼 所有仙魔都震撼无比 一身气息全无 仿若普通凡人的周扬 表情平静 背负双手 傲力星空 身后恭敬地 站着十五位大帝 周峰几人身形一闪 被周扬招回了身旁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见到周扬 手指动了动 天尊塔缩小成了巴掌大小 被他丢给了周峰 三件灵宝被周扬取出 这是三个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葫芦 是完整的天尊级先天灵宝 被他丢给了周运 这葫芦是天尊级先天灵宝 那有一个大冬天 堪比天尊塔九层 加起来那么大 其中有灵拳 灵海 还有无尽的灵脉 和灵药等等 葫芦本身也有各项功能 攻击 防护 等等 你自己专严去吧 虽然自己成了宇宙之主 但也还是周家家主 周运这位姐姐不能不认 不是说成了宇宙之主 就没了自身情感了 那不妥妥工具人了吗 杨帝你 拿着葫芦灵宝 周运有些错愕 这样的宝物 就这么到自己手中了 一旁的周锋 也是一样的表情 这 珍贵的天尊塔 就是自己的了 太简单了吧 刚才还在第三层 和几位悬仙争夺灵药呢 现在天尊塔 整个都归自己了 一切好似在做梦 自己这位父亲 似乎和之前不一样了 这威势 简直了 这两件 是先天至宝胚胎 乃是天尊境之上 一个级别的存在 至尊境等级宝物 听到这话 不管是周家人 还是大帝们 以及众仙魔 都精神一阵 至尊境 是天尊境之上的境界吗 一个小巧的玉萍 先天至宝胚胚胎 直接被周扬动用宇宙规则 化作了完整的先天至宝 随后给他丢给了周雪 拿去完 功能作用自己琢磨 周雪欢喜地接过玉萍 先天至宝啊 比姐姐手中的胡萝 和侄子周锋手中的天尊塔 更强一个级别 老哥还是对自己更好呢 不管现在周扬是否有变化 但还是自己老哥呀 最后的那件至宝 同样动用宇宙规则 直接将其完整化 随后丢给了周平安 这柄斧头至宝 平安你拿去玩吧 周平安接过斧头 有点猛 这斧头也是先天 至宝 就这么成自己的了 各位 宝物都分掉了 大头全部落入周家人手中 没人敢有丝毫怨言 周扬环视一圈 开始驯化了 我是周扬 得了大机缘 周扬看了裂空大地身旁的裂空刀一眼道 裂空刀前辈曾经和我说过 在无尽岁月之前 有一位神秘之高存在 宇宙规则 让纵横宇宙的星空巨兽一族 从巅峰跌落神坛 那位存在 是这个宇宙的主人 而我 现在继任了他的权柄 成为了新的宇宙之主 闻言 在场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甭管星空中有没有凉气 反正这话 是彻底震惊了众人 唯有 周家人 是欢喜无比 宇宙之主 这位格 一听就无敌 第262章 新的宇宙之主 九幽魔主 和宇宙奉系 新的宇宙之主诞生 这样的消息 当然是非常大 非常令人震惊的 不过知道这个消息的 都是顶层仙人 仙魔们自然不敢 随意透露周扬的消息出去 防止惹恼了这位宇宙至尊 一个念头 把自己给抹除了 各大仙魔都散去了 大帝们却想留在周扬身侧 侍候着 如果是一般的天尊静 更甚至是至尊静 也不可能让 心高气傲的大帝们 放低姿态 但是周扬不同 他是掌控与那一切的 至高存在 甚至就连境界 都在他的权柄范围之内 一个念头 就能让所有强者 修为尽尸 沦为凡人 这等存在 即使是大帝们 也是敬畏无比的呀 不过周扬并不愿意 这些大帝跟在自己身边 而是带着周家众人 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临走之前 给古元大帝传了信息 古元大帝 看着周扬离去的地方 愣了愣神 随后转头 看向周围大帝们开口道 这位存在地有传信 过段时间 将会重建仙界 这一次的仙界 将会比之前的仙界 更加宏大伟岸 也对 老夫建立的仙界 是以仙环为壁垒 诸多大宇宙物质 堆砌出来的仙界 哪里能和这样伟大 存在建造的仙界相比 哦 天凤女帝惊讶道 这位存在亲自出手吗 不错 古元点头 笑着道 我虽然和这位没什么交情 但是之前帝心还在时 我可是见到你们三位 和他关系不错的 呵呵 说起来 那位极恶 可真的是倒霉 活该 这个家伙肆无忌惮惯了 这一次终于惹到了 不能招惹的存在了 死了当真是活该 建模尊主也道 极恶这家伙 就是在给我等魔帝们丢脸 死了也好 就怕因为这家伙的身份 会让我等魔帝 在那位存在心目中抹黑啊 天凤 龙相还有裂空道友 你三位和那位之前关系 可是不错 星红之月露出微笑道 还请三位道友 为我们说说情 极恶只能代表他自己 可代表不了我等众魔帝啊 龙相笑呵呵说道 你们也不用担心 从之前这位的举动 就能看出了 他只是诛杀极恶一人 并没有牵连你们其他人 说明他心中 是分得轻对错的 所以 不要多想就是 希望如此吧 我也要重返宗门看看了 你再凡间还有宗门 我等可没有凡间宗门 我的凡间宗门 在很远的星域 哎 我之前推算过 凡间宗门 早已淹没于历史中亿万年了 我等返回魔域即可 回去看看 九幽镇压的魔器缝隙 可还好 诸位 日后仙界重见 我们再见了 诸位再见 大厦所在的修仙界 周家所在的青木城上空 一道光芒闪过 几道人影出现 正是周阳和周峰周运等人 这里是周家发展的起始之地 而现在 周阳众人又回来了 是家主 家主回来了 下方周府的众人 见到上空人影出现 刚即就认出了来者何人 一个个高兴地叫了起来 整个青木城的人 都被天空中的人 吸引了注意力 此刻的青木城 早已整个都是周家 掌控的城池了 大厦皇室曾经还想着 直接让位给周家的 周家没要 区区一个大厦王朝而已 周家 格局没那么小 之前就是如此了 现在吗 更加不用多说 周峰等人 正敬仰无比地看着周阳呢 他们还不太清楚 所谓的宇宙之主 到底是何等境界 只不过从周阳挥手 收拢天尊塔 还有那三件先天灵宝 先天至宝就能看出了 那些大帝在周阳身后 恭敬站着 这肯定是远朝天尊境的 高深境界 自家这是真正的发达了 关于我的事情 不用多说 周阳看了一眼 自己的长子周峰 回去好生打理家族事务 待日后仙界重建 杜杰期以上 都搬到仙界 镇魂珠给你 现在镇魂珠也没什么用了 不过到底是跟随周阳 多年的地气 就让他作为凡间周家的 家主信物 和镇压底蕴的地气存在吧 周阳修改了一下 镇魂珠的功能 级别不用提高了 提了太高反而不好 周峰到时候 跟他去往仙界 当个仙界周家的家主 凡间周家的家主 有镇魂珠也足够了 周家是他的家族 给的好处足够多了 甚至多到 可怕 周峰身上有天尊塔 周蕴 周雪 还有周平安 这三个姐弟和儿子 身上都有先天灵宝 先天至宝傍身 他没有特意提升他们的修为 他们没有宇宙之主的位格在 贸然提升修为 对他们的境界稳固并不好 反正有的是时间 慢慢修炼即可 你们先回家族去吧 我还有点其他的事情要做 说着周阳身形再次消失在半空 父亲当真是得了大机缘啊 周峰感叹道 那是肯定的 周雪把玩着自己的宝贝 笑呵呵地说道 不过大哥 对我们可真不错 这样的好宝贝都给我们了 嘿嘿嘿 大家还都有份呢 周平安也笑呵呵地 招出自己的宝物研究着 周蕴笑着道 下面大家都看着呢 别在这里站着了 先回去吧 母亲该担心了 好 几人落下身形 果然看到了刘宛如一脸担忧的样子 他身旁的夏清玄和夏清兰 以及清理妓女 倒是没有担心的神色 刚才周阳已经给他们传音了 小玉和周木 等人也放心了下来 原本父亲和几位姑姑叔叔 在地心博取机缘 他们还担心呢 现在既然安全归来了 说明事情应该已经结束了 安全归来就好 周家这边欢声笑语 周阳那边 他却是去了一个地方 眉头微皱地看着眼前一幕 九幽魔主所在之地 魔玉核心之地 他的到来 让九幽魔主心神一颤 九幽魔帝也被称之为九幽魔主 是魔玉最强大的存在 同时也是魔玉创造者 这位存在常年坐镇魔玉核心之地 就是为了镇压此地 说实话 这位魔帝的作为 可以称得上是伟大了 魔玉天魔 利用宇宙缝隙溢出的魔器修行 魔器虽然会对神智有所影响 但是只要控制得当 好处也是非常大的 魔帝数量多过先帝一个 就是因此 周阳虽然从混沌珠内 得到了一些信息 却没有关于这魔器的信息 那位前任宇宙之主所给的信息中 并没有关于魔器的消息 或者说 那位存在还在雨内的时候 并没有出现魔器 这魔器缝隙 是在他离开后出现的 可是 除了宇宙之主出手 又有谁有能力击破宇宙壁魔呢 周阳长宇宙权柄 这个宇宙内的 一切都在他的目光之下 整个大宇宙对他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他在一处星河核心的 一颗巨星球内 看到了一头沉睡的巨兽灵主 在一个巨大的星空寂静虚空处 也看到了一头漂流的巨兽灵主 其身旁 还有一些龙铃和凤雨残骸 明白就是这头巨兽 在亿万年前 吞了祖龙和祖凤 他还看到了宇宙边缘的一处星域内 有着一个圆盘状的星河 在其一处悬壁处 看到了一颗熟悉的星球 地球 宇宙在他眼中 没有了秘密 唯独眼前这处宇宙壁魔 破损了 九幽 这处魔器缝隙是何时出现的 你魔域可有记载 周扬平静地问道 他的身后 恭敬站着的一位黑衣青年男子 男子额头只有一根小巧的鸡脚 文言 开口回答道 回答人的话 这处缝隙 在我承道之时 就已经存在了 在下当初也是人族修士一员 可却没有修行金丹大道的资质 无奈之下 见到这处魔器异散之处后 便想着冒险利用魔器修行了 听到九幽的话 周扬恍然 对方诞生的时候 应当是环宇大帝刚刚承道的时候 环宇的金丹大道 是根据妖族的妖丹修行之法改进而来 当初人族还只是妖族 以及龙凤等神兽纵横的时代下的小族群 巨兽时代刚刚过去 龙凤等神兽从妖族中独立而出 妖族势力陡然衰落下去 人族趁机起誓 环宇就是人族第一人 也是第一个成帝的存在 九幽大帝的资质并不好 金丹大道的修行也要求太高了 九幽没有古猿大帝那样的天资 重新创立现在的修仙道路 只能另辟蹊径 能想到利用魔器修行 也算是财情逆天了 而这魔器也没有辜负对方的冒险尝试 还真被他琢磨出了利用魔器修行的办法来 一路横推 直接成帝 简直开挂一般 后来 又有不少无法修行金丹大道的人族 在看到我成道后 便也想着利用魔器修行 当时在下想了想 便将自己研究出的魔修之道传了出去 不过这魔器太过危险 一旦控制不住 就会封魔陷入混乱和杀戮当中 于是 在下不得不亲自镇压这处魔器之源 九幽大帝说着 叹了口气 他是正宗人族出生 是经历过人族弱小时期的 可以说是人族十足之一了 对人族的贡献并不比环宇和古元差多少了 后来 古元创立新的 修行之道 人族的选择更多了 也因为古元创立的新法 更加适合人族修行 那林根也因为最初的仙人们 留下后裔 传播向了人族当中 在古元以仙环为基 创立了仙界镇压那天尊塔后 在下也灵机一动 以地气天魔印为基 开辟了魔狱 以此来镇压这处魔器之源 以防这魔器肆掠掠宇宙 同时 也是给新出现的魔修们 一个修行之地 魔修们应修行魔器 一个个性情乖利 喜好狂暴杀戮 不好好管制的话 对宇宙伤害 说不定不比曾经的星空巨兽差 说着 九幽摇了摇头道 即使如此 魔修们依然不甘平静 时常破开空间 去杀戮和吞噬各大星球 还好古元他们 也在维护宇宙秩序 经常让门下弟子 阻止魔物侵袭 九幽带着恭敬和忏悔道 大人若要责罚 在下绝不反抗 不用责罚 周扬摇了摇 头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此前宇宙无主 先帝们自发维护宇宙秩序 也做得不错了 你能镇压此处亿万年 不光无罪 还有功劳 何来责罚 谢大人不怪之恩 九幽 感激道 他是真心感激 对方身份乃是宇宙之主 整个宇宙都是对方手中玩物 自己开辟了摩修一道 对宇宙是有破坏之罪责的 好在自己镇压魔器之源亿万年 让对方看到了自己的忏悔之心 并没有责怪自己 如此就好 周扬闭目沉思 神念探出 直接深入进了魔器之源所在的宇宙壁魔 发现外界一片漆黑 根本探索 不出任何消息 他招出混沌珠 这是宇宙控制器 直接以此调动规则 查看此处的信息 一直往前翻 直到翻了几亿年前 才发现了 此处诞生的时间线 6.5亿年前 此地忽然被撕裂开来 宇宙自我修复 都无法将缝隙修好 一直有魔器溢散进来 和大宇宙规则进行缠斗 得到的消息就是如此了 非常洗手 也仅仅是知道了 缝隙出现的时间线 并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来的 周扬心中想着 估计是宇宙之外的原因 先处理宇宙内的事情 再去外面查看一下吧 想着 就暂时放下了这边的事情 你先行再次看守 待我重建仙界之后 再处理这处缝隙 周扬吩咐道 尊大人指议 九幽恭敬领命道 嗯 周扬点了点头后 身形消失在九幽魔帝面前 再次浮现时 他的身影已经位于地球上了 第263章 重回地球 创立新仙界 大结局 地球 一个繁华都市的街道上 磁悬浮汽车呼啸而过 此刻正是午后十分 人流汹涌 街边的商铺内 不时传来广告喇叭声 周扬的身形出现在街边 看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一切 内心一片复杂 此刻的地球 百年时间过去 已经发展得十分先进了 周扬通过读取空间中的信息 已经了解了这一百多年里 地球的发展进程 这地球 已经不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地球了 周扬叹息一声 毕竟百年过去 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身旁 几个路过的大叶文言 不由看了看周扬 听到他的自言自语 不由乐了 这位小年轻 张口就是百年 可别这么吹牛了 一位大爷笑呵呵地看着周扬道 你这不会是演戏的 还没出戏吧 此刻周扬 一身白色修饰长袍 头上扎着发迹 看上去就是一个 先锋倒鼓的年轻修饰模样 在地球普通人眼中 却像是一个戏子一般 说的话更是如同台词 还没出戏似的 呵呵 见笑了 周扬也不恼 只是呵呵一笑 随后踏步离去 大爷也没在意 而是和身旁老伴唠叨着离去 丝毫不知道 他刚才碰到的 竟是一位宇宙至高存在 周扬离开了街道 朝着一处城中村而去 可是到了地方 却发现 这里已经高楼遍地 一点也没有曾经 他还在这里的痕迹了 城中村没了 哎 我在地球的家也都没了 嗯 当初我离开的时候 是魂川一箭 身体应该还在的吧 周扬想着 眼瞳中信息流转 已经知道了 百年前自己离开后 发生的一切了 他的身体 在自己神魂穿越之后 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父母得警方通知后赶来 将自己领了回去 照料了几个月 最终 身体失去活性 彻底死亡 周扬面色复杂 看着百年前信息画面中的父母 神色痛苦地 将自己火化埋葬 随后父母 也在二十多年后 一一离世 他家在他这一带 没了后 但是 他父母也不是独生子女 也有一些兄弟姐妹在 血脉倒是传了下来 只不过普通人 传的只是血脉 也没什么特殊体质啥的 周扬叹了口气 看着周围有些熟悉 但也非常陌生的一切 想了想 神色一动 随后就离开了地球 临走之前 他给父亲的兄弟一脉 现在已经传了三代子孙的 数百一脉 送了一道仙气过去 母亲那边 舅舅一脉的后人 同样如此 这道仙气 并没有太大作用 只是让他们两脉数十人 一辈子不会生病 身体健壮 寿命百年以上 过完一生 也算是自己给这些 与他前世有些血脉关系的人 一个好处了 至于带他们修行 也没这个必要 地球的发展 自有他自己的道路 他现在的格局 是整个宇宙 不可能将心思 放在地球这么一个小地方 离开地球后 他返回了大夏的家族当中 与自己的母亲 还有妻子们聊聊天 不时和孩子们说说话 督促他们的修行 不能说自己现在无敌了 就让他们这些小辈 一个个无法无天了 人没有期盼 没了上进心 就废了 所以 这些周家小辈 别指望有了一个 至高无上的老祖宗 就飘了 修行境界 还得他们自己 一步一步走才行 只不过资源临时啥的 这些肯定是不缺的 过了些十日后 周扬招来了古元大帝 与他商议了一番后 借鉴了原本仙界的格局 在此基础上 创立了新的仙界 周扬创造仙界 自然不可能像古元仙帝那样 小气巴拉的 古元仙帝的仙界 只不过是一个 堪比仙域的地方 大的确是很大 一个星域 相当于数十上百个银河系 那么大呢 也就是说 古元仙帝创立的仙界 直径得有几千万光年 不小了 但是周扬出手 直接让新的仙界 成为了一个 蕴含着无尽星球的 广阔仙界 大小得有数十亿光年 这新仙界内 仙气缭绕 各大星球都能居住 同时 这些星球极为坚固 各种仙石 灵药 更是无穷无尽 之前散落的仙界碎片 同样被吸纳进了 新仙界当中 宇宙规则被重新制定 周扬感觉之前的 宇宙规则就不错 修饰杜结七大城后 飞升到仙界 仙人在仙界当中 巨大的破坏力被压制 否则在凡间的话 破坏力太大了 人数少还行 人数多了 宇宙还真不一定扛得住 星空巨兽 就是前车之剑 新仙界创立 仙人们再次返回仙界 大宇宙有主了 此前的那种沉睡在秘境之法 以此来逃脱宇宙规则的排斥 逗留凡间 再也不会奏效了 所有仙人都被对进了仙界中 再也没有一个仙人逗留 凡间 同时 除了镇魂珠之外 所有地器 也都被大帝们带走 这是周扬 的要求 不准地器再留凡间 地心都没了 还留地器在凡间做什么 这东西 就是一个个的核武器 杀伤性极大 于是 整个凡间 就只有周家的镇魂珠还留着了 其他地器不允许再出现在凡间 但是普通仙器和魔器 却是可以的 算是给各大宗门留了一线 周家 周锋带着所有周家仙人 也去了仙界 在仙界核心仙玉 成立了新的家族驻地 知道周扬身份的仙人们 即便看到周扬族人修为不高 也不敢冒犯 不说有周扬这尊大神的存在 就周家主周锋 人家手中还有天尊塔呢 还有周锋的几个姑姑 二伯周平安 各个手中都有仙天灵宝和智宝 除非大帝出手 否则一般金仙和大罗 都不一定能打赢人家 于是乎 周家仙人虽少 却在仙界核心仙玉 占据了一块数万光年的庞大地盘 现在的仙界 当真是地广人稀 数十亿光年的地盘 一共才数千万仙人 各大宗门都占据了好地方 一边派遣弟子 出去搜寻各处的宝物和灵药 一边期待下界宗门 赶紧多飞升一些仙人上来补充人手 好占据更多的地盘 整个大宇宙 不管是凡间 还是仙魔两界 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着 而周扬 此刻再次来到了魔器之源所在 他直接本体进了缝隙 打算彻底解决这处魔源之地 至于解决之后 魔域是否还继续存在 当然是继续存在 但是魔修的后路 估计会因此断绝 这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这毕竟是来自宇宙之外的东西 在周扬看来 是某位存在利用魔器 在侵蚀自己的宇宙 他肯定不会允许魔器继续肆略下去 魔修也不会允许继续增加了 反正现在不像以前 只有环宇大帝的金丹大道 现在还有古元开辟的新修行之法 这才是真正适合人族修行的法门 魔修 歪门邪道而已 时间又过去了数十年 周扬也从宇宙之外归来 一脸疲惫 不过总算彻底解决了魔器之源 魔器没了源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 缝隙被宇宙规则修复 宇宙闭魔愈合后 再也没了缝隙 九幽大帝也自由了 周扬离开了魔狱 矗立在宇宙星空之内 看着手上的一颗死气沉沉的心脏 眉头紧皱 这东西就是魔器的源头 实际情况似乎和他想的不一样 这魔器并不是他所想的 某位存在的手段 而是某位与自己同级的宇宙之主 其死亡后的心脏所化 宇宙之外 信息不存 无法读取信息 周扬思索道 但也可以猜测 一番 这是魔位宇宙之主 残留下的心脏 在根据宇宙缝隙来看 应当是宇宙外发生了战斗 两位宇宙之主的战斗 一位死亡了 那缝隙就是某一位一剑劈开的 大概如此吧 似乎宇宙之外 还有更大的天地 和更加残酷的环境啊 周扬想着 不由笑了笑 刚登临宇宙之高 无敌寂寞的时刻 就看到了更高处的风景 没什么比这更加美好的了 难怪 前任那家伙 会在掌控宇宙无尽岁月之后 想着给宇宙重新找个主人 自己跑出去玩耍了 周扬翻手将手中 某位宇宙之主的心脏收了起来 随后身形消失 不过 我暂时还没想着出去冒险 外界连宇宙之主都会死 先享受一下宇宙之主的生活 等十日久了 无聊了 就学前任那样 嗯 不过我的继承者 就不必学他乱找了 以后这宇宙之主 就如同凡间王朝皇帝一般 给我周家一代代继承吧 全书完 煕 煕 瘴 瘴